我以为这一切都是一场梦 还是赶紧看完东城的天意比较好 如果你想活下去 既然是王爷带来的孩子 你不说 很快就会显露出锋利凶残的模样 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那个让我想起那把丽院的帅哥 和我想象中最喜欢的角色贝拉托很像 Haren Bellatue在第一次见到她的养女 Viola时说了这句话 这一定是个梦 对吧 很自然 我以为这会是一场梦读小说 贝拉托的影子 我一直有一种遗憾 在小说中 维奥拉贝拉托的目标是称霸贝拉图公国 最终 维奥拉凭借天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升到了那个位置 但在我看来 维奥拉并不高兴 作为统治者的维奥拉是成功的 但作为人类的维奥拉是孤独的 接近小说的结尾 他喃喃地说 我得到了我非常渴望的Bellatue 但除了贝拉托以外的 一切都已经丢失了 作为读者 那部分总是令人失望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解决它 正如我所想象的那样 我似乎做了一个这样的梦 让我们留下来 此时 应该是贝拉托的影子序幕的开始 第一天 东宝的主人赫伦 贝拉托带着被遗弃在贫民窟的威奥拉 这个时间点 就是小说的序幕 海伦 贝拉托将威奥拉带到寒冬城堡的原因 只有一个 因为他一眼就看出了 威奥拉作为杀人犯的天赋 平时 公爵都会说话 而威奥拉这个什么都不懂的七岁孩子 就站在原地不动 作为一个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 这也是一个轻松的部分 本来 任何东西的第一个按钮都很重要 这只是一个梦 对吧 我决定做我想做的事 你现在是我爸爸了吗 走在走廊上的海伦公爵 听到我的声音停下了脚步 旁边的一个人也愣了愣 看他的模样 似乎就是卡尔顿公国的总管家 梦想的父亲 苍鹿公爵用干巴巴的声音回答道 会这样的 公爵之所以收养我 是因为我的杀人天赋出众 也正是因为公爵的判断 拥有这样的天赋 对贝拉托的嫡系子孙来说 可以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 简单来说 我本来就是作为一张 可以使用和丢弃的卡牌 来到这里的 然而 威奥拉是小说的主角 他必须凭借女主角般的能力 战胜一切 成为接班人 在此过程中 他们经历了巨大的危机和考验 我去过你家吗 哪怕一次 你长大后 成为了一个伟大的 Bellitude 这是一个家庭 你在说不合适的话 是的 她不适合我 但是 读者韩亚林是知道的 她想听听 Viola其实是一家人 不是残酷的继承人 维奥拉贝拉托 我想成为我的女儿 Viola Bellitude 最终那个愿望没有实现 维奥拉杀死了赫伦 登上了贝拉二世的宝座 供参考 很多读者骂作者 到这里就下车了 隐藏的背后故事很多 但下车的读者 并没有看这部分 不管怎样 我问了梦中的父亲 苍鹏一个问题 我也听说过很多 关于贝拉的事 你是怎么听到的 这是一个合理的姓氏 你说你是个 通勤达理的家庭 为什么不给我 选择父亲的权利 你必须让我 做出自己的选择 才能像Bellitude一样 卡尔顿试图阻止我 我 公主 要有礼貌 你现在是Bellitude的公主 你已经和平民窟里的你 变成了一个 质得不同的人 似乎她正试图 说出类似的话 但我知道 苍鹏公爵宁愿听我这个挑衅性的问题 我最喜欢的角色 就是那种角色 你似乎对贝拉也很了解 嗯 我可能比Bellitude自己更了解 告诉我 你认识的贝拉托 我一边背着打提卡 一边像应试者一样作答 弱肉强食的生态圈 一切以能力证明 一个无情的家庭 甚至鼓励兄弟之间的杀戮 与此同时 保护人类 免受北方森林吹雪的地方的北方盾牌 只看重理性选择 和家庭利益的铁血公爵 好的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轻轻一笑 拉屎 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性家庭 为什么要问我 为什么不给我选择的余地 还按照你的意愿去做 我听到了 看到了 公爵问我 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 嗯 好的 选择很快 嗯 原因是 因为我爸长得帅 一阵沉默 我没有错过时机 继续说下去 做对了 我们成为妇女 是我的选择 不是男人的选择 准爸爸向我提出求婚 我接受了 正确的 好的 我认为 这会很有趣 贺伦 贝拉托的目光 被感觉到了 看得出来 那双冰冷的毛子里 藏着好奇 对了 这个梦什么时候醒 这似乎是一个 不那么糟糕的梦 无论如何 我很快就会醒来 我又问 我既然是舅舅的女儿 有资格 做继承人吗 当然 好的 我会确保你 不会后悔带我来 我的意思是 不以养女为祭品 不以工具为刺激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爱我 读小说是多么的悲哀 维奥拉最终成为了统治者 但身边没有人留下 虽然大家都害怕维奥拉 没有人爱她 你打算这样做吗 我一直想拥有一个家庭 做一个真正的父亲 而不是口头上的父亲 我认为序言中的 中提琴贝拉图 我想我做得很完美 怎么说 仿佛变成了圣人 进入您喜欢的小说 并改变小说 这真的不是用身体写的同人文吗 我很高兴 这个梦持续了很长时间 我看了一眼孔雀 总管家卡尔顿站在那里 一脸荒唐的表情 她的脸上布满了小伤疤 与她那身整洁的西装 格格不入 管家的内脏清晰可见 那个养女很快就会死去 很明显 她是这样想的 苍鹿公爵笑了 有趣的 苍鹿公爵的绰号是 千杀公爵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她在成为 Belletude首领之前 杀死了多达一千人 刹那间 一股恐怖的能量 倾泻而出 哎呀 我不自觉地吓了一跳 这就是小说中的生活吗 我全身都在发麻 感觉就像电流 穿过我的身体 我的心砰砰直跳 冷汗顺着我的背流下来 说到这里 就有些奇怪了 为什么这么生动 你为什么不醒来 让我们尽力生存 我不会自杀的 不知何故 这是不祥的 一股莫名的不安感 开始蔓延 为什么我不能从梦中醒来 赫伦在书房的书桌前坐下 陷入了沉思 这真有趣 当我第一次发现中提琴时 威奥拉的眼睛红了 她的手里拿着一块 滴着血的彩色玻璃 远处 想要绑架 威奥拉的奴隶贩子 捂着脖子倒地不起 七岁 而这就是一个根本没有受过训练的孩子 所做的 就像一个孩子 天生就有一颗多次出现在史书上的杀星 我带来 她是因为她很有趣 这有点意识兴起 这就像找到一只有趣的动物 并将它锁在 只有我能看到它的动物园里 通过领养的方式 孩子不像七岁的孩子 这么透彻通情达理的家庭 你为什么要问我 为什么不给我选择 做你想做的事 管家卡尔顿说 公爵 你的心情好像不错 好玩 你是什么意思 说话的内容 是比七岁大很多的成年人 说话的语气 是比七岁还小的孩子 字的内容不像七岁 发音也不像七岁 她虽然说是七岁 但实际上五岁左右才开始发育 或许是因为她没有好好吃饭 成长很慢 或者他们对自己的年龄感到困惑 我看起来像个 会混淆年龄的孩子吗 不是那样的 思考的头脑 和吐出蚊子的身体感觉不一样 海伦准确地读出了维奥拉 不 阿玲的状态 但她不认为这是附体 你是说这不自然 好的 卡尔顿甚至没有考虑财产 凭着常识 我想通了原因 我假装很自信 但到头来 这意味着我很紧张 如果是这样 可能会很尴尬 一直在说话的卡尔顿 这才反应过来 啊 在这样紧张的状态下 在恐惧的状态下 她对海伦说出了这样的话 据说这个小女孩 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 克服恐惧的强大精神力量 你看起来不错 在卡尔顿看来 中提琴的开端非常好 被贝拉图收养的七岁小男孩 展现了她最好的一面 有点粗鲁的态度 可能是个问题 但没关系 因为公爵不介意 但公爵在考虑另一部分 如果你爱我 你会感到尴尬 贝拉图没有人 我不要求那样的感情 但是中提琴不同 我要求无耻而自信地爱你 重要的是 那身影端庄而不卑贱 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人 哼 她很小 他们不同于公爵的孩子 无论如何 她看起来都不像一个七岁的孩子 她太薄了 如果您将她放在手上 并握住她 她会破裂 公爵问道 卡尔顿 在你看来 这孩子在贝拉图 活到成年的几率有多大 我认为 她会低于40% 正确的 公爵陷入了沉思 她有一种本能的洞察力 可以读懂人们的真诚 在小说中 她被称为真眼 我用眼睛读了她 维奥拉非常喜欢赫伦本人 她也确实很想要一个家 维奥拉表现得 像一个期待已久的孩子 说真的 不是演戏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喜欢我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这不仅仅是 一种迷恋 甚至还埋藏着一点思念和深情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地方 可以找到家庭纽带 东宝的统治者 海伦 贝拉托 对于莫名其妙的好感 十分陌生 苍鹿说 傅尚杰能为您的管家 你是说泽农 他太能干当管家了 忍受那个 再次确认 你是普通管家 不是临时管家 好的 在这里 公爵的话就是法律 好的 两天过去了 维奥拉咬着嘴唇 我也咬指甲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不从梦中醒来 这是梦想成真了吗 两天过去了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打扰过维奥拉 这张宽大 蓬松的白色床 有些神奇 感觉身体 只要一碰就会融化 所以很舒服 但我觉得不舒服 我起身走向办公桌 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灵车 他个子很矮 我坐在椅子上 但我的腿 甚至没有碰到地面 太生动了 说到这里 维奥拉不由地想到了战友 我被附身了 那个也是 万岁公主维奥拉的身上 我拥有跟随父亲 成为万岁公爵的万岁公主 重生的主人公 一万人死亡 就是杀一万人 废话 不 这不是 我以为是梦 谁能想到 这种荒唐的异想 竟然是真的 我又拔了头发 他确实拥有它 血腥的波风 铁血公爵 他成了贝拉托的养女 如果我成为情妇 我想象了很多 但我从没想过 它会真的发生 两个小时和十个小时后 阿玲承认了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Arim 成为了养女 Viola Bellitude 我在办公桌前坐下 摇了摇头 纵然入虎穴 只要保持警惕 就能活命 哇 我选择呼吸 这是你必须彻底证明你的能力的地方 Bellitude 看起来不像Bellitude那一刻 他就被他的兄弟们追杀了 或者 你可能会被清楚 所谓读者 充满了张力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世界观 当我进入角色的鞋子时 那是狗屎 首先 我必须让Bellitude的精神病患者 认出我也是Bellitude 对吧 你必须生存 并被认可 我摇指甲 那么 我就提拔大公主为继承人 如果不是原著中的威奥拉 使出了恶作剧 大公主很容易坐上继承人的位置 When a successor is chosen The war between brothers ends 危险的任务也将消失 好的 一让公主成为公爵 她和原来的中提琴不一样 要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杀死一万人 但你做不到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威奥拉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作为读者的阿玲 为威奥拉感到难过 我不想当统治者 更不想做一个孤独可怜的统治者 幸运的是 她把这本小说翻了好几遍 甚至还看了作者博客上写的设定书 我会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身边没有人的结局 是什么意思 我许下诺言 给自己洗脑 好的 这是一部用身体写成的同人小说 这是一个用错了就会死的陷阱 但你却完全承认了自己的拥有 那么 现在是我们全力以赴的时候了 三心二意和态度 在这个铁血公爵府里 你根本活不下去 变成中提琴的阿玲 不想死 小学时代 年轻的阿玲想死 我知道 她的母亲已经死了 她也没有父亲 真的吗 怎么可能呢 她住在孤儿院 韩亚玲是孤儿 在孤儿院长大 托儿所的老师们热情 却填补不了家长的位置 老师 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 爸爸说 睡了一百个晚上 他会来接我 那件事发生在我五岁的时候 可是一百个晚上 两百个晚上过去了 爸爸还是没有来 阿玲是在成为中学生之后 才知道的 我被遗弃了 年轻的阿玲没有家人 这很悲惨 好像其他人都有爸爸妈妈 而我没有 那种空虚凄凉的感觉 让我厌倦了生活 十五岁的阿玲 走到了学校屋顶 爬过栏杆 在那里 我可以看到坚硬的地面 我在那里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还想活着 我想活着 没有爱我的家人 也没关系 当你再大一点 当我长大成为一个 更好的成年人时 我可以让我爱的人 我不会抛弃我的家人 我不会让另一个孩子 像我一样 十五岁的阿玲 许下了这样的承诺 从那以后 阿玲一直过着充实的生活 我也努力学习 我在高中时 结交了很多朋友 并被一所号大学录取 国家说他们做得好 提供了奖学金 大学录取日 我的朋友们 由衷地祝贺我 惊人的 真的恭喜 阿玲知道 你无所不能 A-Ring已经习惯了 总是尽力而为 大学第一年第二学期 即使在准备期中考试时 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在图书馆苦读时睡着了 当我睁开眼睛时 我在维奥拉的身体里 A-Ring 现在是中提琴 再次下定决心 仍然 这里 曾经有一位父亲 她有生以来 第一次有了家庭 我认为 这比没有她要好得多 同时 我心里也有些难过 事实上 赫伦贝拉托 是一个零分父亲 不 是一个负一百分父亲 尽管如此 阿玲并不讨厌 看来 来一场残酷的接班人竞争 总比气质去要好 至少你在我身边 如果你读过所有的小说 就不会不了解赫伦贝拉二号 起初 我以为赫伦贝拉图只是个疯子 然而 赫伦有赫伦的境遇 阿玲作为读者 对赫伦深表同情和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 她本可以成为最受欢迎的人 但她的父亲 并不是这里唯一的人 也有神志不正常的 还叫家人的 如此渴望她的人们 这是一段非常非常长的路要走 但它还是发生了 好的 精神崩溃 现在结束了 去适应这个事件 一如既往 我决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活下去 我想起了小说的内容 卡尔顿 在你看来 这孩子在贝拉托活到成年的几率有多大 我认为 他会低于10% 威奥拉不知道 没想到卡尔顿居然会这么说 我认为 他不到40% 小说占10% 现在他已经成为现实 我提到了40% 威奥拉不停地想着小说的内容 附上杰农作为你的临时管家 好的 这部分我也不知道 小说中的临时管家 现在已经成为现实 他也成为了一名普通的管家 他不知道 事实上 他把杨宇的角色演得太好了 阿玲闭上眼睛沉思 临时管家杰农 杰农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精英剑士 由于某件事 他在一处杀死了大约20名帝国一级正规骑士 并将自己托付给了贝拉图 一位不断测试和观察中提琴品质的观察者 和能干的管家 杰农起初并不认可 Viola 只是在工作中途 他才完全认可威奥拉 并将自己确立为威奥拉最亲密的朋友 我记得 杰农的设定 紫色的头发 一张帅气的脸 给人的印象很好 温暖的微笑 总是不受打扰 整洁的外表和态度 但他总是用神秘的眼光 看着中提琴 这是芝诺的描述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一道温柔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维奥拉公主 我可以进来吗 我叫杰农 是新分配的管家 维奥拉怀疑自己的耳朵 嗯 微妙地改变了 维奥拉公主 我进去可以吗 这位是泽农 心被任命为临时管家 我说的是临时管家 不是管家 维奥拉站了起来 我走到门口 自己开了门 门把手为什么这么高 是因为这里是奇幻世界吗 门把手很高 否则的话 七岁的维奥拉的身体 比同龄的七岁孩子 要小得多 他双臂高高举起 脚后跟才伸向门把手 打开门 我看到了泽农的脸 哇 他很高 正如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 从紫色的头发 到温暖的笑容 然而 就连那双看起来 都有些疑惑的眼神 他笑着问道 眯着眼睛 你自己开门呢 嗯 从现在开始 你只需下达命令 开门的是管家 不是公主 维奥拉轻轻地笑了 维奥拉是一个天生 就按照设定生活的角色 这不是阿灵的本意 但维奥拉的眼里 已经染上了血腥 你是在劝我吗 我很了解 Zenang这个角色 你不能跳过这里 Zenang是一个总是测试中提琴的角色 你觉得这是警告吗 不 没有 对不起 泽农很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认为 看到一位公主亲自开门 是愚蠢的 于是稍微松了口气 不过看来 是我判断失误了 管家的作用 是提供建议 而不是告诫 宁记 我会记住这一点 如何作为中提琴贝拉图生存 这是为了不失去贝拉托式的外表 我必须让周围的人站在我这边 同时又不能失去 我作为贝拉托的声望和权威 原作中的中提琴 并没有失去她的声望和权威 她用恐惧和权力压制人 最终失去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维奥拉说 听说在贝拉图 管家的作用很重要 贝拉图的管家 深深卷入了继任者竞赛 那些在继承人争夺战中 帮助被淘汰的继承人的管家 要么被清洗 要么被踢出局 反之 立下继任者的管家 则可能大权在握 我想亲眼看看管家的脸 我懂了 也就是说 是我自己开门的 我不知道隐藏的意思 对不起 责农单膝跪地 我和维奥拉对视了 微笑 责农露出俏皮的微笑 我的脸是这样的 作为维奥拉公主 我很高兴当管家 因为她很聪明 我也喜欢你 就算我犯了大错 嗯 作为读者 韩阿玲接触过这个世界很多 如何赢得角色的心 她似乎知道 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 不过 你是一个知道如何告诉我正确事情的管家 自己开门 不像是贝拉托的公主 你答对了问题 作为这部作品的真正读者 我指出了核心 让我困扰的 不是你说话的内容 而是你的态度 则农久久地注视着维奥拉的眼睛 我有点震惊 这是正确的 那双紫色的眼睛 他们说她 有时会变红 对吗 据说 只有极少数出生在杀戮之星位置的人 才会出现这种容貌 一个从出生 就拥有生命的人 但是现在 我没有那种感觉了 我就是这样过着好日子的 在谈论 一位比我想象的更优秀的公主 成为了贝拉2 维奥拉说 则农 我给你第一个命令 则农在心里忍不住笑了笑 本来今天是想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解释一下这个 贝拉2的 维奥拉公主 现在所处的境地 下一步该做什么 该怎么办 我试图简要介绍一下这些事情 我们见面的第一天 没想到会面后短短不到十分钟 就收到了第一条正式订单 这与预期相去甚远 没有听到任何解释 不过小公主似乎很明白自己的角色 则农笑着回答 是 请下达第一条命令 听到钟提琴的第一个命令 则农不得不怀疑自己的耳朵 维奥拉说 给我一支羽毛笔和红蛙毒药 赤蛙毒 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神经毒素 不是吗 维奥拉只是在心里退缩了 隐藏在杰农笑容背后的目光 是沉重的 感觉一切都被钻进了我的心里 因为是在小说里看到的 所以知道 但是也有点吓人 管家 你在这个家庭中的角色是什么 我的职责是帮助和监视公主 那就坚持那个角色吧 泽农点了点头 低下了头 你是对的 他挺直了呗 笑了 坚守自己的角色 这是一个非常 bellet test的词 预计大约需要十二分钟 正好十二分钟过去时 敲门声响起 甚至没有一秒钟的错误 这个时代的魔法大师制作的魔法石中 不允许有万分之一秒的误差 他告诉我 正好过了十二分钟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 羽毛笔和红蛙毒药 我还带了一个记事本 以备不时之需 宫女士 好工作 维奥拉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想着明天 这个家里正常人不多 当时的世界观就是这样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某个地方扭曲和破碎的角色 明天要见的五皇子维森也是如此 一台无辜地 毫无恶意的杀人的杀人机器 掌成 我从出生起 就接受过这样的训练 他被描绘成一个 对杀人没有罪恶感的角色 甚至还有一脸稚嫩和善意的表情 明天 真正的故事从明天开始 威奥拉咬着嘴唇 存活 我决定尽力而为 威奥拉以不退休的姿势整理着衣服 织物碰到了我的手 当我触摸它时 我感觉到柔软的丝绸质地 似乎融化了 那是一件红色的连衣裙 下摆没有那么长 所以活动时没有不适感 等待维森 八岁 我叫毕臣 工作之初 他也是后来成为威奥拉最讨厌的竞争对手的人 后 似乎是时候到了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进来 门是开着的 一路走来的金发小男孩 是凶手和他一岁的弟弟维森的梦想之术 可爱的 全部 威奥拉差点被一个穿着吊带西装的小男孩 模样逗笑 不 我们不要被愚弄了 那个人就是维森 杀手的梦想 我不应该放慢脚步 维森脸上没有笑容 他也瞒得说 希望你不要误以为你是我妹妹 但是 威奥拉知道 那个身影并不是维森的真身 进入 威奥拉的房间前 维森握紧拳头 沉思道 让我们展示一个可怕的一面 比如说 我打定主意要长得像三王子昆多 维奥拉觉得 这种样子很失利 于是和维森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双方都会受重伤 从此 两人的关系 开始纠缠不清 不过 维森的话并不诚恳 维森其实想要一个妹妹 我的哥哥姐姐们 都有弟弟妹妹 我却没有 所以 维森一直期待着有个弟弟 然后 维奥拉被收养了 维森的母亲 依莎贝拉说 卑贱 那孩子不配做你弟弟 为什么 是没有继承 贝拉托血统的卑微之物 那个孩子不是你的兄弟 而是一个祭品 那我不能打声招呼吗 你能行的 确保你不像你的兄弟 维奥拉对情况了如指掌 咧嘴一笑 那个假装血腥吓人的小男孩 其实是个萌萌哒 想要弟弟的追梦杀手 至关重要的是 维森在言语斗争中 非常虚弱 如果我不是你弟弟 我又是什么 那 我妈妈说什么 正确的 你是一个牺牲品 我懂了 维森似乎有点赤金 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傻吗 就因为你笨 被人不理你 就不能生气吗 那我很失望 我想我宁愿生气 贝拉托可不像被侮辱了 还忍住 你怎么不生气 你想让我生气吗 我侮辱了你 那你就该生气 等待 嗯 Bitchan眨了眨眼 看着 Viola 我忘记了最初的态度 我必须看起来严肃和血腥 我用充满枪支的眼睛 观察威奥拉 你想做什么 中风 有些事过去了 一瞬间 维森退缩了 什么 我回头一看 俄毛笔粘在墙上 我感到脸颊一阵剧痛 哇 我摸到了球 好球 我真的很惊讶 维森确信 中提琴投掷羽毛笔的目的非常准确 只是轻轻地触摸它 然而 威奥拉的心不是这样的 哎呀 那是个错误 这不是我原来的身体 所以我还没有完全适应 我试图把它扔到Vison身边 来吓唬它 但结果伤到了Vison的脸 哦 你还好吗 羽毛笔的尖端很锋利 似乎要刺痛背前的脸颊 哇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 我可能会遇到真正的麻烦 我的心砰砰直跳 万一不小心戳到了眼睛怎么办 而且 它为什么飞得这么快 它甚至看起来都不对劲 幸运的是 维森没有尖叫 也没有生气 相反 它似乎对维奥拉的反应很满意 你警告过我吗 一瞬间 冷汗从维奥拉的背上流了下来 它眯起的眼睛 像是闪过一丝疯狂 滑稽动 不 是牺牲 维奥拉拼命抓住颤抖的双腿 拼命问道 好玩 嗯 这个警告令人震惊 精心计算的诡计 笔尖更快更锐利 一切都远远超出了维森的预料 在维森眼中 维奥拉手中 没有任何犹豫 他说他天生就是肉体 这个词 似乎是对的 这不是中提琴的意图 但我能从中提琴身上感受到尖锐的生命 我像个白痴一样喜欢他 谢谢你的夸奖 你能抱抱我吗 维森张开双臂 就算是张开双臂 他又矮又小 维奥拉都不知道 自己像个可爱的洋娃娃 我正要大喊 维奥拉只是盯着维森看了一会儿 维森用慈祥的眼神问道 不 白痴的拥抱 不仅仅意味着拥抱 在贝拉图公国拥抱对方的行为 是一种分析体型 找出弱点的搜索 维奥拉点点头 好的 嘻嘻嘻 维森紧紧地抱住了中提琴 我喜欢过你 谁更适合杀 我很好奇 哈哈 承认维奥拉是竞争对手 维奥拉的心情沉重起来 承认 我做到了 被维森认可 意味着 他在残酷的接班人竞争中 被认可为对手 我们以后好好做吧 嗨嗨 听到这可怕的话语 维奥拉只觉得身体一僵 但是之后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维森公主 你怎么样 这位是泽农 分配给小公主的管家 泽农穿着整齐的西装 微笑着 嗯 为什么 因为公爵给了公主十天的时间 我被告知十天之内 不要碰她 然而 如果你能退后一步 我将不胜感激 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神秘的气氛 没有 那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提交正式报告 报告 是的 我担任了公主管家的角色 以及观察者和记者的角色 手表 报告 为什么 这是吕霍殊荣的 那个年纪的那种沉着 维森挠了挠头 这通常不是秘密吗 我不能接受命令 保守秘密 杰农继续露出无忧无虑的笑容 不管怎样 我有权举报 当然 我真的不想举报 噓 维森放开了钟提琴 Bitchian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与此同时 他为威奥拉吐出了恶毒的生命 这是一个充满好奇和快乐的生活 威奥拉的肺部仿佛被锐利的能量赐住 的确 它就像是杀人犯的梦术 再次承诺 让我们站在我这边吧 如果我失败了 很明显 我会拿着刀来追他 风雨无阻 嘻嘻嘻 笑的时候 其实在原著中也是这样的 这样的进步是一种规范 维森挥了挥手 再见 东 不 西山 呸 我差点告诉你 我是你弟弟 维森控制住吃惊的心 往外走去 不 试图出去 他无法行走 并倒下了 啊 他一边躺着 一边呻吟着 喃喃自语 我在飞吗 看来 赤蛙的毒 终于扩散开来了 维奥拉茫然地 看着维森 毕竟他对毒的抵抗力 超乎想象 很快就会清醒过来 这是一次盛大的欢迎 这是公主的完美胜利 如果贡扎公主 有活命的念头 他今天早就死了 则能走近了 与维奥拉相似的紫色头发 和善的笑容 然而 很难读懂 那双闪烁着奇异光芒的眼睛 这就是 你要我拿羽毛笔 和青蛙毒药的原因吗 好的 对了 公主殿下 维奥拉故意装出一副傲慢的表情 但我内心很害怕 如果我问你为什么 让我提前准备这个 你会怎么回答 我什么都知道 因为我是占有者 所以 我告诉你 提前做好准备 如果你这么说 你就会被猎物 然而 芝诺接下来的话 并不是这样的提问 我是守护公主的守护者 但同时 我也是帮手 所以 所以请经常使用它 毕竟 我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维奥拉眯起眼睛 你确定你有能力吗 是啊 你知道 作品中多次提到 泽农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管家 这句话至少出现了三次 迄今为止 作品中被直接形容为优秀的角色并不多 虽然我暴露了 我丑陋的一面 但我会努力宣称 我有能力 我们不能吗 总比自称无能强 维奥拉点点头 又开口了 你犯了两个错误 所以 你必须做得更好 当然 泽农低下了头 管家 这是泽农 维奥拉偷偷看着杰农的眼睛 我从小就被人说我脑筋急转弯 早就看过小说了 你的嘴巴 好像有点痒 我注意到 我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 问我 如果这个问题值得问的话 真的吗 你看起来很想问一个问题 你注意到了吗 嗯 泽农轻轻挠了挠脸颊 男人笑容灿烂 即便如此 他的视线也没有从维奥拉的瞳孔上移开 是洞察力还是注意 泽农自然无法想象维奥拉看过小说 我在贫民窟长大 所以我的机制是可以理解的 断定自己机制后 他问道 你为什么要让毕称孔子抱着你 在原著中 他回答说 我不认为你知道 维奥拉咯咯地笑了起来 你不会知道的 是这样吗 A-Rim对他进行了一些不同的调整 我选择了比原作中的中提琴更好的方法 如果你拥抱 分析你的体型是很好的 弱点很容易识别 拉剑石 手臂有多长 身体各部分的活动度都可以测量 通过触摸肌肉的纹理 可以大致看出肌肉骨骼系统的哪些部位已发展 所以我允许他举行 泽农一时语色 有人告诉我 他是一个来自贫民窟的七岁女孩 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如果不学习 据说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泽农掩饰着尴尬 再次开口 孔子维森不也是这样吗 你认为这是个问题 问题 那是行不通的 泽农感觉自己的脑袋 好像被击中了一样 极好的 老实说 我很惊讶 这是任何一个贝拉托都能给出的答案 但却不是一个才出生三天的小女孩 能够给出的答案 泽农靠近威奥拉 单膝跪地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这是竹字竹句的 老实说 没想到你会算到这种地步 没问题 公主 你的自信真是太美了 泽农从前面的口袋里 掏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把小刀 威奥拉吓了一跳 但他没有表达自己 泽农整理了中提琴袖子 附近突出的街缝 这是一种非常亲切和细腻的触感 这是原著中没有的情况 泽农比原来的更深情一点 我去向公爵汇报 你做你的工作 对了 我也打算通知公主 泽农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这似乎是一份报告 这也不是原始故事中的内容 据了解 你已经具备了成为寒冬城堡绝对主人的基本条件 还有一种本能的支配欲和对绝对的野心 他拥有 贝雷特斯绝对需要的疯狂 我也有理由控制那种疯狂 的确 我做得更好 内容有点奇怪 本能的支配欲 志向 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 原文中没有显示 公主的品质和才华 我已经见够了 正如公主所想 在与维森公主的会面中 你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资格 所以 我会尽全力 让你成为下一任公爵 公主也想要吗 不 我无意成为万岁公主 目标只是为了生存 打算把寄生人给第一公主 还有 我想活成人类的中提琴 而不是杀人机器 或万岁公主 琴 眼底闪过一丝 外面看不出来的绝望 我会夺 那双眼睛里的认真 没那么绝望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那双眼睛了 我会努力的 公主 我的头在抽痛 尽管如此 我还是决定做点什么 获得家庭关系表 越详细越好 星号星号星号 风雨交加的一天过去了 和维森的会面很忙 和泽农的谈话很吓人 但不知怎么的 似乎进行得很顺利 哇 我躺在床上 深吸了一口气 阿玲在心里许下诺言 又许了一个诺言 我会活下去 你必须证明你的能力 你不应该成为 贝雷特可耻的公主 当你表现出不相称的贝拉托的那一刻 威尔拉本人 将在老鼠或鸟类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消灭 哇 不知多少次 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决定做我现在要做的事 威尊 你现在肯定被击中了 对吧 小说中出现的内容 威尊 你是怎么看到那个孩子的 好玩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举起了手杖 这根手杖 是由伊西拉术制成的细手杖 埃尔拉在南方语言中的意思是 爱 字虽是鞭子 但实际上是接近鞭子的形式 所以有人称他为鞭子 那个孩子会是你的敌人 对敌人表现出这种有限的态度可以吗 狠手 你必须践踏他 我知道 但为什么呢 对不起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怎么办 我必须有灵魂 你懂的 我应该准备好被鞭打吗 我的儿子 维森默默跪下 准备挨鞭子 维森没有面对他的母亲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而是默默地忍受着惩罚 你哭什么 贝拉图会把他的眼泪拿出来用吗 你妈妈的手流血了 埃子拉树皮 在与人体皮肤接触时 会引起化学反应 有些人严重烧伤 比如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鞭打时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总是被烧伤 Bitchham被击中时 并没有感到受伤 但是看到妈妈的手受伤了 心里很难受 不要生变 正常的孩子 是无法忍受这种惩罚的 但维森每次都默默地承受着 然后 凭借超人的恢复力 他们在一两天内 回到日常生活 是作品的设定 我必须让维森站在我这边 不仅仅是维森 如果可以的话 我应该让每个人都站在我这边 凌晨一点 蓝色的月光 透过窗户洒了进来 拍拍手 打 泽农 过了一会儿 门开了 我的领域进来了 我有地方可去 引导我 是这个时候吗 泽农一如往常 就连凌晨一点的突然来电 也丝毫没有被打扰 好的 我应该带你去哪里 维森的房间 泽农的目光 转向中提琴 维森公主 一定很难倒下吧 不只是因为拐杖腾 大概是因为做错事 被妈妈骂得愧疚吧 因为我 妈妈的手很硬 因为我错了 我是个坏小子 他应该是用不专心的眼神 喃喃自语 知道 你可知道 泽农的眼睛眯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 你看到了家庭关系 在杰农进一步怀疑之前 威奥拉继续说道 如果我是这个家族的第三只母士 我会狠狠地骂 先去找非纯雪敌人的儿子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出生于赫赫有名的科尔顿家族 手下一定狠狠 受尽严惩的围称 一定在地上身影吧 那么 你是打算刺死倒下的维森王子吗 泽农静静地伸出匕首 刀刃上有一团紫色的半固体 一看就是剧毒 你买得起吗 我已经了解了绝对法则 但是 您不能在冬季城堡中 实施暴力或谋杀 除了绝对公爵 没有人 所有两岁或十岁以下的儿童 都受到保护 如果我杀了现在躺着的维森 没能好好协助我的杰农 就会被判处死刑 那会很困难 如果管家也死了 我就有麻烦了 成为中提琴的阿玲 也需要杰农 为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问 为什么 维奥拉有点吃惊 因为我需要他我在 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用 我的全民说了这句话 就好像变成了第三者一样 这是我读书时的习惯 你是维奥拉贝拉托需要的人吗 则农沉默了片刻 这不仅仅是一把中提琴 而是一把中提琴 贝雷 则囊意识起了鸡皮疙瘩 这一个词有很多含义 你也在谈论贝拉 那个小女孩似乎很清楚 自己在这里的作用和地位 我没注意到 她不仅仅是一个精明的平民窟女孩 我无法用眼睛解释 这 这是一个惊人的洞察力 泽农赋予她意义并笑了 贝拉图说我需要她 所以我的力量上升了 我鞠躬 请将来使用她 巴特勒 这是泽农 好的 阿林没有放松 斯囊是Vaiola忠实的管家 但这只是在下半场 从一开始 她就不是真心服侍维奥拉 维奥拉不断地测试和判断她 是否是合适的服务对象 原作中也有这种描述 要不是公主适合贝拉 我早就把公主的头颅当纪念品自杀了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 与维奥拉关系密切的泽农 以开玩笑的方式说道 但是 身为读者的韩亚林知道 她说的一半以上是真诚的 于是我决定 再小心再小心 小心一点没有错 这边走 我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 我还得爬楼梯 这府邸很宽敞 要走很长一段路 这是五公子 这是维森的房间 坐得好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如果你打开这扇门 你会发现 维森已经筋疲力尽了 开门 不敲门 好的 好的 凌晨一点 很安静 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T-A-K 门打开时 听到一个很小的声音 打开门 一股陌生而陌生的气息和味道 扑面而来 只有在小说中的文字中 才能感受到的疲惫的味道 只能用我的脑袋来思考 贯穿整部小说的气味 刺痛了我的鼻子 穿过那难以用言语形容 却分明感觉到 满目疮痍的大门 首先出现了一个人 他是维森的管家 维森公主不想见任何人 公主说 他必须要见信维森王子 维森公主说他不喜欢 公主说得不错 维森的管家皱了皱眉 泽农 我警告你 住口 两人的目光在半空中碰撞在一起 维奥拉觉得火花似箭 泽农看着维奥拉 是这样吗 我应该怎么办 你能战胜她吗 泽农交替看着维奥拉和维森的管家 维森的管家似乎很荒谬 当着当事人的面 争论能不能制服他们 但同样 他非常像贝拉 所以他不是外星人 泽农总耸肩说道 出色的 如你所知 这个家族的管家都是强者 你做不做 听起来好像很难 泽农从怀里掏出匕首 温情笑道 可是 我想我做不到 泽农 别犯傻了 我们的距离够近 可以舒服地交谈吗 泽农将匕首刺入管家的脖子 你在无视冬季城堡的法律吗 所以我还没有被刺伤 维奥拉有一瞬间感到毛骨悚然 所以我还没有刺他 在这句话之后 如果你还没有 你已经被刺伤了 好像省略了这个词 维奥拉几乎颤抖起来 那温暖的表情和温柔的笑容背后 是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害怕 我慢慢地移动 一眼是我的恐惧 走得很快 我想远离生活 维奥拉的身体 可以感受到死亡 但阿玲的精神 却不敢承受死亡 维森的房间很大 我不得不走一会儿 终提琴消失在房间里后 泽农拔出了匕首 你看见了吗 好的 维森的管家叹了口气 我推你的确切间隙和时机 你没有错过就进去了 我的脚步没有耽误 快速决策和行动 坚持不失时机 这是贝雷特的基本美德 维森的管家问道 如果我真的阻止了你 你会不会捅我一刀 大概吧 你说话舒服 总比撒谎好 泽农孝道 我必须遇到一个好人 恭喜你 谢谢 你是认真考虑带走他的吗 是的 暂时 我认为 你有很大的野心 和统治的欲望 好的 这不是努力的领域 我注定要成为统治者 谁曾想到 我们见面十分钟后 我的第一个命令 是弄来一种神经毒素 毒死我弟弟 而且 他对我的惩罚也很好 他的举止 就好像他是在这个 Belletue出生和长大的 那可能吗 我认为 如果你有天赋 有很强的洞察力 准确地认识到你所处的现实和角色 这是可能的 如果你听过钟提琴 那是旗舰 你喘不过气来 谈话将被阻止 呼 现在已经很远了 维森的房间 真的很大 我以为是200平 以至于我无法立即弄清楚 有多少个房间有客厅 peake 打开门 远在前面 一扇大窗户下 淡蓝色的月光洒进来 我看到维森受了重伤 躺在地上 啊 很可怕 这种感觉该怎么说呢 感觉就像是面对一头 濒临发疯的野兽 据转瞬即逝 在这里 这是正常的 不仅仅是血腥味 是被斩首的头颅 这是一个可以成为尼尔的世界 我不得不习惯它 翻滚 迈出了一步 走进南海 这没有意义 维森蹲在窗下 威奥拉从维森身边走过 盘腿坐在桌子前的椅子上 而他低头看着维森说道 你经常被打吗 我舔了舔嘴唇 如果是中提琴 这个时候我会舔嘴唇 所以我就这么做了 嗯 流了很多血 今天只发生了一点 中提琴哼了一声 摸了摸他的下巴 我看着维森的尸体 像是在孤架 一吸拉手仗 嗯 维森的眼睛变红了 妈妈的烧伤 比我身上的红色伤疤 更可怕 更难受 一定很痛 嗯 我妈妈一定病得很重 母亲是母亲的选择 那是因为我错了 好的 你错了吗 嗯 我是个坏人 看到维森回答得干脆利落 我的心猛的一通 当然 他想要的家庭 不是这样的 我微微咬唇 维奥拉走进维森 转身坐下 为什么 你想捅我 维森歪了歪头 我亮亮的问 这不是寒冬城堡里面吗 如果我刺你 你会不会有麻烦 我不会刺你的 听到这句话 维奥拉就像原著中的中提琴一样开口了 总有一天 我会让我的兄弟跪在我的脚下 真的吗 总有一天 你会趴在地板上 敞开你的肚子 摇着你的尾巴 像狗一样 维森的眼睛开始有了生气 维奥拉想哭 一个用这样的话活过来的兄弟 可是我不喜欢这么邋遢的偶巴 为什么 践踏你这个卑微的兄弟 一点都不好玩 Bit Chen笑得好像很开心 这是正确的 嗨嗨 然后我转过身去 我可以这样转身吗 嗯 维奥拉从怀里掏出一块药膏 啊 不管他们在幻想世界里多么疯狂 这也太过分了 这能叫一般纪律吗 如果Vicen对埃子赖术有过敏反应 Isabella不会拿下手张吗 折断 维森的耳朵竖了起来 它就像一只兔子 它似乎很好奇 维奥拉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维森用清晰的声音问道 你要拿出刀吗 不 然后 不 不 然后 维森变得更加热闹了 也许是盐酸 哇 当你打开这家伙的脑袋时 到底会出现什么 住口 嗯 啊 不过 真的 这太过分了 哪怕它是个脑袋里只有刀针 盐酸和毒药的孩子 尽管如此 我还是一个八岁的孩子 它太小了 对于21岁的Aaron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背部 这真的很糟糕 一个母亲 怎么能这样对自己的儿子呢 一个大人怎么能这样 这孩子频频受罚的背影 根本称不上八岁孩子的背影 我小心翼翼的 把药涂在一个从来没有涂过药的孩子的背上 很热 他心慌意乱 语气怪诞 别无理 这是什么毒 第一次感受 这不是毒药 是药膏 维森一时间没听懂维奥拉的话 我不记得 药膏是一种治疗药物 因为他从来没有涂过药膏 从来没有人应用过它 维奥拉的心更痛了一点 软膏 你好像觉得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毒药 这是令人沮丧 荒谬和令人心碎的 我告诉你了 我不想让我那破旧的兄弟屈服 所以 别生病了 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为什么 威奥拉迫不及待的吐出连自己都没有想到的话 他会尝到死亡的味道 然后 维森歪了歪头 嗯 真奇怪 一瞬间 威奥拉吓了一跳 我很紧张 因为我觉得我的表演太尴尬了 但他似乎并非如此 维森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胸膛 他靠近心脏 但是终提琴 为什么 我这里很痛 我感觉很奇怪 尤其 别生病了 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我听了这话 心里真的很奇怪 这不是一种不好的感觉 但我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哭泣的感觉 很奇怪 这是一种 我从未有过的感觉 为什么我笑着哭着 他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 你给我下毒了吗 你什么时候吃的 你很擅长 可是你的眼睛怎么红了 你也吃毒了吗 威奥拉并不是小说中 真正的威奥拉那样的变态杀手 她是一个比谁都梦想过家庭的人 想要成为某个人温暖的家人 看着八岁孩子背上的伤疤 她也忍不住热泪盈眶 表面上 她说 如果我要毒死你 我就不会这样毒死你 但 这是正确的嗨嗨 我几乎要失望了 为什么为什么 贝拉图的孔子流泪了 我难过的时候会哭吗 威奥拉什么都知道 维森为什么哭了 因为妈妈的痛比我的还痛 从现在开始 我决定扭曲原作 正是因为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的离奇管教 维森才变成了一个变态的杀人犯 如果依莎贝拉公爵夫人没有打你 你就不会难过 可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威奥拉哥哥的笑了起来 兄弟 要我告诉你 为什么你真的很伤心吗 我真的很伤心 还有其他原因吗 有 至此 年少的维森并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不 我知道 但小维森下意识地拒绝是有原因的 你在冬季城堡内受到了身体上的迫害 绝对规则已经被打破 但我是一个母亲 事实并非如此 你应该也知道这一点 很长一段时间后 维森亲手杀死了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你为什么要那样对我 我必须杀了我的母亲 违法之罪 维森并不想杀死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维森爱她的母亲 然而 由于公爵家族的规矩和法律 在遥远的未来 维森亲手杀死了公爵夫人依莎贝拉 我被维森杀死的那一天 公爵夫人笑着回答 要成为真正的君主 就必须杀掉并吃掉自己的母亲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梦想有一天死在她儿子手上 我希望我的儿子长大后更强壮 只有杀了自己的母亲 才能拥有更坚强的心 这就是依莎贝拉公爵夫人的纪律方向 你长大了 亲爱的 妈妈很开心 公爵夫人J高兴地笑着死去 在那件事之后 维森重生为真正的杀人犯 回想起内容 维奥拉不禁打了个寒战 啊 再想一想 这是一本没有理智的小说 再这样下去 你就得亲手杀了害你的母亲 这是冬天的法则 一点时间过去了 维森转身对上维奥拉的眼睛 终提琴 但是还有 从维森口中 说出了维奥拉没想到的话 妈妈给我布置作业了吗 啊 这 进步有点不同 应该是几天后 维奥拉有点吃惊 续集的顺序已更改 我妈妈给了我一个任务 在原作中 维森和维奥拉一起执行任务 这是维奥拉的第一个正式任务 在最初的故事中 维森说 如果你和我比赛 那会很有趣 不是吗 然而 今天的维森有点不同 你想和我玩吗 与原作略有不同 他被表达为玩耍 而不是竞争 你想不想玩 应该会很好玩 你确定吗 这真的很有趣 其乐无穷 呼 维森 维奥拉双腿发软 差点摔倒 用自己的嘴 说出自己的名字 然后露出灿烂的笑容 但造型不作作 可爱 可爱死的 你不应该觉得 Vison可爱 他从出生起 就接受过杀人训练 他是一个 只要下定决心 就能割断许多成年人喉咙的家伙 一种非常非常危险的生化武器 维奥拉下定了决心 不要被外表所迷惑 为被虐待的维森感到难过 和他自己的安全 是不同的问题 嗯 那一定很有趣 聚集的顺序发生了变化 但维奥拉认为这相当不错 如果没有别的 这一集对维奥拉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突然间 我遇到了一家绑架男主的商店 我觉得我会遇到小说中的 南部省份台员 泽农给出了一些解释 你是第一次玩吗 大多数强盗 使用弱毒弓和近战武器 在近距离战斗中 我有时会挥舞斧头 但我很快就会感到疲倦 因为我是用我的力量挥动他 但没有适当的技巧 而且 这是一把中毒的匕首 使用实请务必小心 要是不小心被刺伤了 公主 他用手指指着天空 我淡淡一笑 他们似乎在谈论去天堂 那样说话 请不要带着这么温暖的笑容说出来 维奥拉把话咽了下去说道 我不需要极端的阅读 有用吗 玩这种东西 我不想用毒药 其实他之所以拒绝 是怕不小心误中了致命的毒药 但杰农很容易就被说服了 嗯 也是这样的 用手帕擦去毒药后 泽农将匕首递给维奥拉 微笑道 祝你任务成功 你 我当然陪你 但我不能直接帮助你 这是交给五皇子的使命 是的 任务必尘说道 所以 玩是为了收服在贝托山脉 横冲直撞的土匪 不是大型土匪 八岁的孩子 不能独自制服一个著名的庞大的土匪团伙 说到底 这更像是被钱的实战训练 而不是任务 泽农问道 要上马车吗 或者我应该准备马 维奥拉不会骑马 维奥拉抬头看着泽农 我希望你更优雅地为我服务 我会准备马车 泽农准备了一辆马车 那是一辆由一对黑马拉着的马车 多亏了魔法 马车的内部出乎意料的舒适惬意 不过 维森似乎有些不满 我觉得骑马很有趣 那你骑 你为什么叫我你 维森在中提琴前仰起下巴 他用手指着中提琴 维奥拉七岁了 然后 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胸膛 维森八岁了 他的表情充满了傲慢 胜利者的编辑一出了 你应该叫我哥哥 为什么 我八岁 你七岁 天真无邪的维奥拉 几乎不自觉地笑了出来 我拼命忍住笑容 不过 我比你多杀十个人 哈哈 笑容被自己压了下去 你这么讨厌马车 我哥骑马 不 为什么 骑马消耗体力 所以 那你就没法展现你帅的一面了 保存一滴体力 是这个八岁孩子下定的决心 维奥拉等人前往东城南边的贝托山脉 贝托山脉是从北方大山脉庞大的山脉中分支出来的小型山脉 维奥拉在心里下定了决心 对付土匪的实战训练 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也许如果是真正的中提琴 现在的中提琴就是阿灵 所以 维奥拉留着他的头发 兄弟 嗯 我先给你一个机会 真的吗 这本来是给我哥哥的游戏 是的 这是正确的 维森点点头 我提出一起玩 但我没有输给弟弟的意思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在弟弟面前表现出帅气的一面 作为兄弟 等你个收拾好了 好的 我明白了 尽你所能 不要过头了 嗯 如果你有困难 我会帮你的 他故意做出一副嘲讽的表情 触动了维森的骄傲 哼 那不会发生吗 维森答应了 作为哥哥 我会给你一个非常强大的身材 你别动 我会为你做一切 星号星号星号 十二岁的男孩 台园有一个宝藏 父亲和妹妹 对他来说 父亲和姐姐就是宝贝 爸爸总是很和善 多往后站 牧师前方 没错 你要去一摆 我的儿子 他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猎手 从小身体就很弱的姐姐 一直支持着台园 姐姐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猎人 至于我姐姐的身体 让我的家人 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不害羞没关系 我只希望爸爸和你快乐 童年 台园的母亲逃离贫困 一家三口相依为命 度过了贫困 六岁开始打猎的台园 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技能 所以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饿了 你现在比我掉得好 我的儿子 这太棒了 台园灿烂地笑了 我爸打猎 我也打猎 猎物翻倍 超好的 现在我不用担心 我姐姐的药了 如果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如果你成为一个更好的猎人 我也许可以在寺庙里痊愈 台园一直在做那样的梦 我坚信 这一梦想 终有一天会成为现实 七天前 台园的梦想破灭了 我抓到了一只鹿 他这么大个子 但是家里没有人 有些东西是奇怪和不祥的 爸爸 爸爸死得很惨 他被严重损坏 我神志无法睁开眼睛看他 与此同时 他也没有松开右手的斧头 似乎在和什么东西 在激烈地战斗着 姐姐 爸爸死了 我神志没有看到我的妹妹 眼泪从我的眼里流了下来 感觉世界都塌了 姐姐 好像被绑架了 腹痕随处可见 脚印也清晰可见 这个数字不仅仅是一两个 好像至少有四五个 他咬着嘴唇 爸爸 对不起 我真的很抱歉 我马上回来 我不得不埋葬我的父亲 但我现在做不到 我会先找到你 我疯狂地寻找踪迹 我沿着这条小路走了三天 几乎没有吃的 进入贝托山脉 最后 我找到了一种野菜 离这很远 我看到一个笨拙的木栅栏 和一个小撩望塔 可见一堆泥土 周围全是血 不 这是不祥的 不会的 台员用颤抖的手 挖出了土堆 挖了一点之后 我看到了一只苍白的手 那是一只人的手 这就像一个女孩的手 我不这么认为 我疯狂地挖土 她的指甲脱落 鲜血涌出 有一具少女的尸体 即使在看到这可怕的景象之后 台员也松了一口气 我不是你妹妹 我的心很急 她潜入野外 救她的妹妹 泽农的声音从马车外传来 我在这 在你面前 你可以看到活的蔬菜 碧城大开车门 知道有什么急事 威奥拉控制了自己的心 现在 一场可怕的谋杀即将发生 即使他们死了 他们也很便宜 我已经通过小说 看到了这一切 那些家伙 已经杀过人好几次了 其中包括 Namjitandra的父亲和姐姐 马车停了下来 这是一条狭窄的道路 马车很难进入 维森举起了独匕首 野菜怎么了 看起来 他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野菜被装在马车 可以靠近的地方 据说他不是高级土匪 维森艰难地走着 瞭望塔里有人吗 山在穷 望楼上总有人守望 然而 维森咧嘴一笑 有血腥味吗 我边走边 发现了一些东西 是尸体 维森一脸无聊地 低头看着尸体 他一看到情况就阅读了 这里埋了一具尸体 有人挖了地 好像是这样 维奥拉差点吐了 尸体躺在我眼前 是个小女孩 她很小 她看起来不像十岁 维奥拉咬着嘴唇 为什么 我不知道 那个小孩子 是否必须就这样死去 哪怕是幻想世界 为什么 我心里清楚 我知道 但我想哭 看小说和看眼睛 是很不一样的 来到了三寨门前 维森得意地敲了敲门 聪明的 敲完之后 她喊得更有底气了 过来 但是 三寨面前不会有人 维奥拉知道这一点 维奥拉把手放在木门上 推了推 P-A-K 门咔嚓一声打开 维森瞪大了眼睛 门开着吗 维奥拉用手指着地下 有迹象表明 她刚刚打开 里面 嗯 三射的门 一般是从外面拉开的 比推还难受 为什么 这样我们逃跑的时候也能争取到一点时间 但是有推开的痕迹 本来应该是反方向有痕迹的 刚才 你看到坟墓被挖了吗 嗯 有人先与我们闯入 好的 再烂的土匪 瞭望塔里也没有人 这有意义吗 嗯 这个不成立 废话 一个人对于瞭望塔来说 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故事是确定的 一个会用弓的人 开枪打死瞭望塔里的那个人 然后从门里溜了进去 那么大哥 可以说明 你闻到了血腥味 战斗已经发生了 维森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不能 我会失去球员 婊子开始跑 比我快的家伙 说得对 维森的管家法轮 怀疑他的耳朵 一个会用弓的人 开枪打死了 瞭望塔里的那个人 然后从门里溜了进来 然后兄弟 你闻到血腥味 也是可以解释的 战斗已经发生了 为了以防万一 我小声询问则农 你解释了吗 不 不可能的 事实上 从瞭望塔空无一人的 那一刻起 管家们就已经了解了 大部分情况 然而 管家查出的 和七岁的公主 查出的却是两码事 公爵是不是暗中 进行了特殊教育 不 无意中捡到的 送给你的 可是怎么 法轮不相信 我不明白 他再怎么天才 怎么会有这样的洞察力 咕噜 我就是不明白 一种方法是 当你不明白的时候 就接受他 你明白吗 当有什么你不明白的时候 就接受他 能舒服点就好了 法轮皱起眉头 我先去拜见孔子碧尘 法轮的尸体消失了 是为了暗中执行 跑在前面的维森 泽农跟在行动迟缓的 威奥拉身后 你不去吗 公主 嗯 为什么 我发现 有一小部分脚印来到这里 没有成群结队的行动 看起来不像是强盗的东西 我知道所有的东西 台元来到这里 一定是个善于追踪的孩子 我认为 他大约有十二年的历史 好有趣 怎么自己来找野菜了 为什么你认为 这不是很明显吗 他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 就像之前死去的那个女人的兄弟一样 必有恩怨看样子 他是不识相的孩子才不遮脸的跑的 为什么 我的分析有误吗 不 这正是我分析的内容 威奥拉继续走着 一声惨叫从远处传来 血腥的惨叫 看来 维森是在收脚土匪 威奥拉的身体颤抖着 让我们习惯这个世界吧 威奥拉继续说道 我走过院子 到处都是小木屋形式的 旧木结构建筑 一个分不清区别的孩子 如果你被复仇蒙蔽了双眼 就跟着这个地方 也许他在报复之前 就被剑射中或被斧头砍伤 所以里面没有骚动 泽农静静地听着中提琴 我猜威奥拉说的 不只是这个 你是在叫我听 威奥拉继续 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作用 所以现在 我已经洞悉了一切 而且 我一直在故意告诉他 换句话说 这是自我呼吁 这对Zenam来说是个惊喜 惊人的 你坐 威奥拉说 那他不是躲在这边的什么地方吗 你似乎很确定 他们躲起来了 T-Ake 打开门 我在远处的角落里 看到了一个男孩 凌乱凌乱的头发 污垢和汗水之前的皮革衣服 他受了重伤 浑身是血 威奥拉觉得自己的脑袋 有一瞬间被击中了 什么 小说中没有这样的对话 你为什么 这与他熟悉的人非常相似 被遗弃在孤儿院的阿玲 总是有安慰的话 你还好吗 是他五岁的弟弟 江汉俊 你还好吗 我会帮你 这些话像魔法一样 传到Aaron的脑海里 我的父母很快就会回来 我没有做那样的事 他只是说 我会帮忙 我说我会在你身边 事实上 我一直在你身边 走到学校屋顶 第一个想到的人 也是康康俊 时间过去了 过去了 转眼间 阿玲就满19岁了 我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我喜欢你吗 那是一种暧昧的感觉 你喜欢他做一个男人 还是你只是觉得 他是一个强大的保护者 让我们不要混淆 我爸就像我的监护人一样 才在一起很久 一起度过很长一段时间 一起创造了太多的回忆 所以我认为 这会很好 后来有一天 康俊介绍了他的女朋友 他是个漂亮的姐姐 那天 我以为阿玲是因为极度疯了 他爱上了江汉俊 承认自己 但他隐藏了自己的心 很明显 如果我现在说 我会被拒绝 江康俊温暖的眼里 总是有爱 但那爱不是理性的爱 时间过得比预想得要快 我现在是成年人了 我决定诚实面对我的感受 酷炫的告白 有什么区别 尽管如此 我还是害怕坦白 再考虑一天吧 一天后 他不得不穿黑色 担心工人的目标太过分了 一直陪在我身边的江康俊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消失了 这是一起交通事故 那天是我和阿玲有约的日子 一袭黑衣 他在殡仪馆的角落里 哭了很久 我给你买好吃的 他说他有工资 你为什么不买呢 不管他怎么拼命打电话 康翰俊都没有回来 可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 十二岁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男孩 像野兽一样 喘着粗气 他的身体年久失修 但他的眼睛却还活着 台元看到了一个突然出现的女孩 他很小 他看起来大约五六岁 呼 中提琴靠近台元 像是被什么东西附身的人 和康俊一样 这不仅仅是相似 走 不要再靠近了 台元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刀 那是一把又就又丑的刀 握刀的手在颤抖 维奥拉看着台元的脸 相同的 维奥拉就站在台元的正前方 哦 你来了 我就同你一刀 维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蹲下并抬起 Tundra的腿 小妞 我检查了我的小腿 她的左小腿上有三颗质 踏成三角形 什么 为什么这是一样的 维奥拉蹲下身 直视着台元的眼睛 眼睛是一样的 但眼睛是不同的 这 这是巧合吗 小说里没有这样的东西 怎么会这样巧 一瞬间 我感到头晕目眩 呃 对不起 台元在脑海中 又思索了一千次 我应该刺吗 不应该 我面前的女孩太小了 无法刺伤 但不知何故 她给人一种威胁的感觉 这是老板的女儿吗 举止毫不犹豫 穿着的衣服 看起来也很高级 如果你真的是老板的女儿 咬得很紧 不管你多年轻 我都不能原谅你 台元问道 你是老板的女儿 回答我 你是老板娘 威奥拉没有回答 不 我无法回答 与台拙目光对视的 威奥拉 感到头晕目眩 怎么这么晕 嗯 一瞬间 感觉台元的瞳孔都变大了 似乎那双巨大的眼睛 正在靠近 某物 我觉得 我看到了一些 我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啊 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我脑海里脱节了 那一刻 正在寻找机会的台元 连忙伸出双臂 他用刀指着 威奥拉的脖子 站了起来 对泽农说 二 引导老大 不然他会死的 但是之后 凄凉的声音 从中提琴中露出 你是在拿刀指着我吗 威奥拉的眼神和精神 瞬间变了 泽农笑道 我想你最终会展现出真正的自我 Belle to公主 在杰农看来 威奥拉的行为很奇怪 如此毫无防备地接近她 并抬起小男孩的腿 她继续表现出 过度毫无防备的状态 你故意暴露漏洞 如果是这样 这种情况是有道理的 威奥拉公主 似乎对那个小男孩很感兴趣 所以 好像是故意挑衅似的 被激怒的男孩 将见对准了公主 一切都按照公主的意愿进行 宫女的手术 看来是圆满成功了 那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中提琴贝拉二世 终于暴露了她的真心 我决定看看 她会如何行动 阿玲的意识淡了下去 一个死气沉沉的声音 从中提琴的口中露出 威奥拉的眼眶微微泛红 你是在拿刀指着我吗 威奥拉拍了拍台元的脸颊 噗通 台元无助地塌陷的脸颊 胀得通红 中提琴压在台元上 它发生在眨眼之间 这条杂种狗 很快 威奥拉将膝盖抵在台元的背上 台元压在她的背上 她把匕首塞进嘴里 嗯 如果我给侧面力量会怎样 阿玲的意识尖叫着这不是她 并挣扎着 身体失控 就好像她被真正的中提琴接管了一样 我必须重新找到她 我必须以某种方式 恢复我的身体 就这样放着吧 似乎真的有什么大事 要发生了 而阿玲知道 台元想反抗就反抗 并不是因为无法抗拒 才没有去做 台元的天赋 和威奥拉的天赋 非常接近 假设他们都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不像男主这么无能为力 我没有反抗 阿玲读懂了台元的想法 你不能错过她 我已经走到这一步 因为我一直在复仇中燃烧 最后 我只想放弃 我想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Aaron很清楚那种感觉 她在中学时就是这样 我母亲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不在我身边 我爸说 要来就把我抛弃了 周围的人都在窃窃私语说 我没有父母 那时候她 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我会在你身边 如果不是将军 那天阿玲可能已经从屋顶上 跳下来了 台元的心理状态 一目了然 你一定已经有一种直觉 你姐姐已经死了 所以我害怕走得更远 你一定亲眼见过你父亲的尸体 你没有勇气面对你妹妹的尸体 所以我宁愿死在这里 我的心很痛 想到她的脸和身体会那样响 我的心都碎了 他一动 身体一动 我恢复了意识 我往身后看了一眼 泽农站在那里 一脸得意 来的时候 维森神色有些失落 嘴唇伸出来了 Bit Chen说 我 我能做到那么多 去 泽农笑着说道 干得漂亮 公主 威奥拉的胸口哽咽了 我没想到 这是附身的副作用吗 不管怎样 我觉得我现在必须纠正这种情况 伙计 我喜欢她 我把匕首放在怀里 还好她还没真正捅到自己的喉咙 就回过神来 维奥拉指着台元 我要把她当成我的玩具 星号星号星号 回攻绝府的马车里 维森展示了她的实力 我杀了七个坏人 这是一个传奇 但它不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 我用一只耳朵听到 用另一只耳朵说出来 但是终提琴 为什么 除了我 还有人上过药吗 不存在 那我是第一个吗 好的 维森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喘着粗气 看着窗外 我觉得很奇怪 嗯 怎么了 嘿 终提琴 维森没有掩饰自己的感受 除了我 不要给任何人涂药膏 为什么 那个那个 事实上 维森也不太清楚自己的心 我只是讨厌她 你是说 那是剧毒 药膏是危险的毒药 从何时起 我的心在狂跳 我感觉我的身体在漂浮 我在笑 但我在哭它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 啊 请 如果是贝拉图以外的普通人 会很危险吗 普通人 贝拉图天生拥有受服的身体和法力 对我来说也很危险 但普通人呢 维奥拉叹了口气 你为什么叹气 只是 我的心情在很多方面都很复杂 我担心台原像推车一样被运载 我为维森感到难过 他真诚地认为 药膏是毒药 维森 你是我弟弟吗 是 维森大哥 闻言 维森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嗯 为什么 药膏不是毒药 所以这并不危险 危险的 维森是被迫的 这是被迫的 你知道 对吧 维森的脸变红了 与维奥拉交谈后 我似乎明白了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我讨厌别人的感觉 维森 想要独占那种感觉 如果你涂抹药膏 其他人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通常 我对涂抹药膏 没有太大感觉 维奥拉正要说话 然后维森队长 遇到 啊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嘻嘻笑了 如果维奥拉给别人涂药膏怎么办 你可以摆脱他 什么 什么 那么 这个世界上 维奥拉给他涂过药膏的人 就只有维森了 意识到这个事实 维森的心顿时松了口气 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 感觉就像 我掉了一颗牙 维奥拉回到他的房间 泽农将肩上的台原放在地上 台原仍然目瞪口呆 台原的手腕和脚踝都缠绕着控制移动和法力的婉拒 魔法工程束缚工具 并有锁链相连 看到他们像奴隶一样 手上脚上戴着婉拒 捂着嘴巴 令人心碎 维奥拉静静地注视着台原 不 不是我的兄弟 其实不是 他们看起来如此相似 眼睛是一样的 只是眼睛不同而已 维奥拉在远处的一把椅子上坐下 我故意趾高气扬地敲了敲脚尖 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世上没有这样恶毒的女人 我还是不知道 这是好是坏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些玩具 公主 维奥拉回答了维奥拉 看起来不错 展示一下 好的 随着泽农一点点魔力的注入 魔法工程学链条 自己晃动了一下 展开 台原的肢体向两侧展开 它变得像挂在十字架上 维奥拉列子一笑 没关系 那就出去吧 你会怎样做 出色的 既然你咬了我 那你就该受到几率处分吧 公主殿下 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的 我曾派 泽南出去过一次 把泽农送出去后 威奥拉扯掉了她的头发 呃 也许这很好 你说的纪律 还有什么意思 我试图带她去救她 有锁链移动的声音 啊 还听到微弱的声音声 在某个时候 台原开始恢复理智 Miu Mia 什么 什么 回过神来的台原吃了一惊 由于嘴巴被绷带遮住 她甚至无法正确发音 维奥拉坐在椅子上 看了一会儿台原 台原怒视着维奥拉 Daja Purger 现在放开我 口水从她嘴里流了出来 即便是刚刚受到了如此严厉的对待 台原的气势也没有消退 当我第一次见到Viola时 我被吓了一跳 因为在山里遇到了这么一个少女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在Tandra的脑海中 Viola是完美的敌人 开始将刀子塞进嘴里 并用肉喷散她的怪物 王爷 扔掉她 杀了她 见状 威奥拉也回过神来 这是正确的 我不是你的兄弟 她总是在阿灵面前微笑 她像一棵强壮的树一样 留在我身边 以野兽的眼光 她没有那么绝望 只是长得一模一样 使我的心当硬 好的 只有外壳是一样的 使我的心当硬 拍 拍 台原继续挣扎 婉拒凶浓的嘎嘎作响 台原兴奋地尖叫着 眼看着就要将中提琴撕成碎片 哇 威奥拉深吸一口气 你还好吗 一切都会好的 因为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台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你叫什么名字 到这个 释放这个 维奥拉静静地等待台原平静下来 汤治是一个理性而聪明的角色 但是现在我太年轻了 没有接受过应有的教育 她失去了所有的家人 甚至因为被绑架而大发脾气 首先 我必须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一个人进了客厅 结果如何 我只杀了他们两个 受了重伤 不堪入目 威奥拉故意挖穿了台原的胸膛 再说了 我到头来也无能为力 只能躲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甚至没有亲眼看到妹妹的死 是不是 呃 台原尖叫着尖叫着 我本来想放弃一切 胆小 也许我认为死了会更好 我也是 我是个孤儿 片刻 台原的身体停了下来 我的母亲去世了 我的父亲抛弃了我 虽然现在被收养了 进幼儿园的时候 康俊这样说 我叫康汉俊 我叫维奥拉 贝拉图 有一天 他也这样说 你被遗弃了 他并不总是用温暖的话来安慰我 他用柔和的眼神告诉我真相 回想起来 那样更好 爸爸总有一天会回来 会没事的 大人们的谎言 让年幼的阿灵绝望了 而这份希望 让他更加痛苦 希望枝塔的塔顶越高 越高 跌倒时更痛 你的父亲和妹妹都死了 江康俊对阿灵说了另一句话 他认为 世界已经崩溃了 不会有事的 不过 我会在你身边 这意味着什么这句话 让阿灵像变魔术一样站了起来 不会有事的 虽然情况不同 但情况相似 我还是会在你身边的 康康俊对阿灵说的话 维奥拉把他给了台原 不会有事的 我还是会在你身边的 片刻称为台原 感觉就像有人用大锤 击中了我的心脏和头部 什么 这很奇怪 为什么 泪水从我的眼眶中滑落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哭 安慰 因为是暖子 不是那个概念 超越记忆 不知为什么 这是一个奇怪的熟悉词组 为什么 你在做这个吗 与此同时 维奥拉以他自己的方式 吞噬了他的心 如果这是一个现代社会 他们可能会更热情地 对待台原 不过 这里是贝拉图影子的世界 这是一个善良变成毒药的美好世界 直接看情况 希望酷刑没有 你的父亲和妹妹都死了 是我替你的仇人报了仇 更是救了你性命的人 你知道怎么演吗 想想看 那个女孩子说的没错 是她先拔刀 是她想挟持她 是对方报了仇 他们能活下来 也是事实 如何 你现在有时间听我说吗 威奥拉慢慢说明情况 首先 我本来就不是公国人 这位是贝拉图公爵 我是维奥拉 贝拉图格 前几天成为了第六公主 多少天什么 几天前 收养 台原眼中满是荒谬 从我出生开始 我就知道 我属于这个家庭 几天前 她成为了公主 你是说 贝拉图收养的最小的公主 连台原都知道贝拉图的传闻 统治冬季城堡的北方失败者 一个由千年老爵统治的可怕的公爵家族 我简直不敢相信 你几天前被收养了 钟提琴靠近台原 举手 台原的身体一颤 刺痛的感觉似乎还停留在她的脸颊上 维奥拉稍微松开 束缚台原身体和嘴巴的婉拒 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好的 钟提琴用很小的声音说了很多 她始于在这里被收养的故事 她是一个人的故事 不像其他有母亲家庭的兄弟姐妹 我更详细地解释了 我之前所说的话 我的父母抛弃了我 阿玲也是 维奥拉也是 阿玲在孤儿院长大 维奥拉在贫民窟长大 没有父母的围栏 钟提琴的声音里 透着深深的诚意 看来你也没有监护人 话虽如此 维奥拉终于放出了绞杀台原的马具 魔法工程束缚器 沙洛克 魔法锁链自行缠绕 消失在子空间中 青岛 台原的身体倒在了地上 我的手腕和脚踝上 仍然戴着手铐 但我敢肯定 这比我漂浮在空中 要舒服得多 维奥拉向倒下的台原伸出手 我会帮你 为什么 什么 你为什么要帮我 这一句话在我心里回答 你为什么要在我身边 这在逻辑上没有意义 突然好想陪在你身边 但我很困惑 因为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话 让我感到安慰 我告诉你了 我是被收养的 我没有坚强的娘家人 身边也没有人陪伴 所以我需要我的男人 我选择了你 作为我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你的眼睛 事实上 我不喜欢他 康俊的眼神 总是温暖的 他总是温暖活泼 与台原冰冷的眼神 虽然不一样 但还是那么的不一样 但表面上 他说的不同 因为这小子不是康汉俊 他是台原 虽然我不喜欢 他对一个失去父亲和姐姐的男孩 说了安慰的话 就像君康对Aaron那样 又说了同样的话 我会在你身边 这不符合逻辑或理性 但它是一个给失去了所有人的人力量的词 台原这个词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所以我希望你有很大的成长 作为我自己的 威奥拉伸出手 台原盯着那只手 看了很久才接住他 一个小时过去了 你现在更有条理了吗 没关系 台原点了点头 他的眼睛开始发光 威奥拉对台原有点好奇 的确是男主人吗 经历了这么大的事 你很难在一小时内回过神来 其实我并没有期待太多 尽管如此 台原还是表现出了男主角的 精神 不管里面是什么 外面看起来 一切都恢复了 台原迅速转过头 一种后来将拥有超越中提琴的力量的台原 他很有间谍 那我在外表上 一定是四岁 威奥拉点点头 只有这样 他才会被认定为公主的玩具 不会受到任何检查和监视 好的 我的狗 或者我的玩具 我不得不 这样 在这个Belleticae中 就有理由将Tundra留在你身边 了解情况后 台原继续说道 我攻击了你 我们不能克服他吗 没错 需要纪律 咬主人的狗 需要驯服吗 你很聪明 贝拉托就是这样 狗咬主人 将刀对准主人的玩具 只是不原谅 只是原谅不像Belleticae 那是不是太像贝拉了 这就是Belleticae 有件事很难过 台原从他父亲那里学到的宽恕 就是这样 你不能错过他 世界上最美丽 最崇高的东西 就是宽恕 宽恕是为了别人 但最终也是为了我 所以原谅你妈妈 不过 贝拉图口中的原谅 似乎有些不同 你必须对某些事情负责 即使当事人已经原谅 什么 没关系 无论如何 你是说 你将不得不像贝拉二号那样 管教我 对吧 这给了你原谅的理由吗 确切的 你必须表现出 贝拉托氏的外表 所有出场都将被报告 我不能只是把台原 放在他下面 然后运行他 维奥拉不得不为 要自己付出代价 台原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心 我看着钟提琴 但是他看我的方式 台原正在读维奥拉 注视他的眼中的情绪 居住 悔恨 愤怒 渴望 你为什么看我这么复杂 似乎有许多难以共存的情绪 混合在一起 我说维奥拉也失去了他的父母 那个小女孩 似乎有些坚强 表面上 她就像一个五岁的孩子 但她的眼神却无限严肃 奇怪的是 我觉得自己像个成年人 这不好 我会帮你 我会在你身边 我知道那些话 是你自己用的话 我很清楚 让自己站在一边是一个词 一定是面具 即使知道这一点 我的心也奇怪地跳动着 感觉我们应该牵手 这不好 这个词就像一个神奇的词 想不通为什么这个平凡的词 没什么的 听上去这么特别 不知何故 我继续感到熟悉 他举起一根 用伊斯兰树编织而成的粗棒 这是一根灵活的棍子 它的名字是 Isela Hotchery 因为它像鞭子一样弯曲 所以有人称它为 Isela Woodweep 会很疼的 我打定主意了 第一次感受到的复杂情绪 在我心头如动 漂亮的 它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漂亮 那双明亮的紫色眼睛 很漂亮 那些你可以同时感受到 生命和同情的眼睛 由于某种原因 这并不陌生 我们 你们以前见过吗 台元问道 我们 你们以前见过吗 不 不存在 维奥拉几乎回答是 然而 台元不是康康郡 思索良久 台卓拉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并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是否可以解释为 你如此积极地 试图让你的一方意味着 你总有一天会统治贝拉托 否则 没有理由对我这个局外人 投入数小时的奉献 你成了公国的养女 其实你现在不需要我这样的孩子 那种充满野心和霸道的古怪气息 一种不失温暖的奇异感觉 维奥拉避免直接回答 他是个聪明人 所以他会自己考虑 等事情解决了 我们就一起去你的小屋吧 小屋 你的父亲 他说 他在那里 我需要让你舒服 后来 获得自由的台元 回到了他的小屋 埋葬我的父亲 然而 他父亲的尸体 早已被野兽吃掉 腐烂殆尽 他仍然是台元胸部的瘀伤 不会消失 我和你一起去 谢谢 台元的眼睛变红了 他是个奇怪的孩子 我只知道 故事书里的女孩很漂亮 我也知道 人们通常说这样的东西很漂亮 但当我遇到维奥拉时 事实并非如此 那种诡异的气息和气息 很是好看 台元看着维奥拉手中的 希腊右术的手杖 他会用那个打我 很痛 但我不害怕 随便打 他会 我意识到 斯困 他可能正在隔壁房间偷听 我想到了 事和中提琴的词 我吐出了我 神志没有意思的话 让他好好地尖叫吧 维奥拉咬牙切齿地 挥舞着 伊西拉木手杖 一个接一个 伤口越来越大 维奥拉的眼睛变红了 好痛 对Aaron来说 Tandra是个孩子 同时 Tandra的头冷了下来 如果我一开始就尖叫 管家宁愿起一心 鞭打持续了一会儿 而且 正如威奥拉和台朵拉 预料的那样 杰农听到隔壁房间 传来抽大声 看来 你开始管教驯服他了 我慢慢起身 把耳朵贴在墙上 哦 疼吗 两久过去 隐约传来一声声音 当我强迫自己忍受疼痛时 我能听到自己喘息的声音 泽农见过台元的硬核 有严厉的眼睛 一个长着这样眼睛的孩子 发出那么多的声音声 就说明他被欺负得够惨了 你能有多残忍 杀人并不难 但很难让他吐出这么痛苦的声音 我见过很多这样的类型 即使他们断裂 他们也不会弯曲 泽农这样评价台元 我猜你真的打算投降 他的眼睛划出一道弧线 你看起来像 Bella 2 公主 星号星号星号 当台元发出声音声时 有人进了房间 钟提琴 你玩得开心吗 正是五皇子维森 维森的眼睛在闪烁 这是捕食者发现猎物或玩具的目光 嘿嘿 我看到台元在痛苦中 我用好奇的眼光看着他 你已经在玩玩具了吗 不 驯服 维尔拉暂时放下一席拉手杖 我想不通 维森为什么突然来看我 他是一个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弹跳的人 我有点紧张 你为什么来 我来是因为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玩玩具的 我眯起眼睛 似乎他察觉到了异样 但是还有 就像是 发现了猎物的幼兽 你也要给他吃药吗 钟提琴没声时 维森又按了下去 他受伤了 给我点药好吗 有关系吗 重要的 维尔拉有点吃惊 什么重要 维森眯起眼睛 不上药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 你给我药 我就杀了你 所以为什么 当维尔拉不断追问原因时 维森似乎心痛不已 只是 只是为什么 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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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杀了你 好的 毕层的眼里 写满了悲凉的人声 感觉我的耳朵 嗡嗡作响 维尔拉在椅子上坐下 在表现得离谱可笑的维森面前 他的肚子火辣辣的 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好在维森不擅长口角 我是否给玩具下药 与你无关 但兄弟 杀死我的玩具 是另一回事 因为这意味着我的兄弟 侵犯了我的 呵呵 无所谓 重要的是 我希望你不要给别人下药 所以为什么 给出一个令人幸福的理由 我哥哥是贝拉托 那个那个 维森的脸像胡萝卜一样通红 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体验 维尔拉一时雨色 我想知道 这个词是否就在这里 但维森的意图足够透明 可以说是纯粹的 所以 你不想让别人抢走你哥的出体验 维森点点头 现在 我爸 你知道你是被逼的吧 安宁 你不知道维森的事吗 一个发出很多噪音的胖 他似乎在宣称 我知道如何强迫自己 我了解到 贝拉托是一个理性而理性的家庭 我想我会对我的兄弟 感到有点失望 你还好吗 是 失望了 维森的脸色有些阴沉 我以为我在打败强盗时 可能会表现出 我哥哥的一点伟大 但我想我会失望的 嗯 还是有点失望 提供我能理解的逻辑依据 和合理条件 在那之前 我会随心所欲 我的意思是 表现得像个贝拉托 如果不是那样 但如果你像现在这样逼迫自己 维奥拉眯起眼睛笑了 以后再也不涂药膏了 那我就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原谅你 维森的姿态 变化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什么 不 也就是说 就算你给别人下药 我也暂时原谅你 你又在逼自己 主母巴拉 是的 应用他 Bitch and Pung的一声关上了门 好像他很紧张 关闭并退出 你真的要杀了我 十岁见 他说话时很真诚 回到房间 维森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抓住了 然而 兄弟姐妹之间互相争斗 是很自然的 我想起了涂药膏的小手 我真的必须杀了他吗 不知何故 我不想杀维奥拉 我还应该杀了他吗 那些是贝拉托的兄弟吗 但是我应该吗 我不知道 我希望有人能教我正确的答案 一个很小的波浪 开始在维森的脑海中生起 毕竟骚动结束了 泽农打开维奥拉的门 我走进堕落的台园 少年将剑对准了 我侍奉的公主 我神志把刀架在我的喉咙上 刹那间 维奥拉的身体猛得一锁 我能感觉到 泽农体内的生命在悸动 太可怕了 感觉就像进入了地狱 要不是 我们公主手下留情 老子早就 把你的牙齿都拔掉 然后撕掉你的嘴巴 弄死你 维奥拉就像被击中了 脑袋一样震惊 这根本不适合我 这是一个测试 巴特勒泽农对女主角 维奥拉的考验 小说中也有类似的台词 我们的公主并不大方 如果是这样 我就割断你的脖子 内容略有不同 但本质是一样的 对于贝拉托来说 慷慨是一种奢侈 要想大度 就得有实力 只有苍鹿公爵级别的 绝对人物 才能装备 慷慨而没有那种力量 意味着愚蠢和软弱 这个地方 在贝拉托就是这样 维奥拉说 泽农 是公主 下跪 要不要我给这小子跪下 我要拉刻意保持沉默 时间飞逝 你让我跪下 最后 泽农走到了中提琴的面前 然后 慢慢的 他开始弯腰 这是在原版中完成的 他跪下来 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不要试探我 下次我杀了你 但我看到了我旁边的台员 虽说是自己人 但我觉得在台员面前骂他不太好 泽农 跟我来 维森的房间很大 威奥拉的房间也很大 他被分成一个客厅和几个房间 杰农默默地跟在威奥拉身后 关上门 台员是看不见的 啊 是 公主 泽农并没有特别反抗 脸颊 我应该打他吗 哎 这个我真的做不到 我还是决定打他 内心的想法并不重要 考验公主的管家 接住他的管家 当然 你一定很不高兴 要付出灵魂 就是Bella 2 拍击 打脸颊 我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力气打 所以我就尽量用力打 既然他是一个超人 一个人就打败了二十个帝国骑士 他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中风 泽农的脖子转向一边 泽农的嘴唇微微张开 刹那间 鲜血凝成 结农的脸颊上 留下了一道道掌印 仿佛被烧伤了一般 你 对不起 我必须像贝拉托那样行事 我以为我打他太重了 但已经结束了 我尽可能装作镇定 测试我作为贝拉图斯的资格 是很好的 但不要让他表现出来 因为这样我觉得很脏 对不起 你若是淡淡地看着我 就能够这样验证我吗 对不起 作为道歉 伸出我的手臂怎么样 不 那是一回事 为什么给我 你怎么还这么认真 维奥拉想哭 但表面上他笑了 你觉得光靠你的胳膊就可以道歉吗 那我放弃性命好不好 冷汉从维奥拉的背上留下来 我没有问我是不是认真的 因为我想我会说是的 那你不能为我工作 这是正确的 如果你的手臂被切断 你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 那个也是 他的脸色变得苍白 他想说些不合时宜的话 能干一点 难怪我放了你 谁敢试探我 谢谢你 公主 则能注意到 威奥拉的脸色有些苍白 我能弄清楚为什么 你再故意控制你该死的疯狂 如果是杰农想出的中提琴贝拉图 如果是把匕首毫不留情地插进少年嘴里的凶手 他现在一定会兴奋到极点 想必已经够尴尬了 但是维奥拉控制着这种疯狂 他绝望到冒出冷汗 有着不适合七岁孩子的拘谨和理智 他控制住自己的怒火 尽可能地把局面转为对他有利 维奥拉 贝拉图 维奥拉 不仅仅是一个嗜血成性的杀人犯 惊人的 残酷和魅力 他们将足智多谋结合在一起 在七岁的时候 没有其他贝拉图表现出这种水平 泽农站了起来 还有一个事实需要注意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是为了提升我在玩具面前的威信 首先 你是我唯一的挚友 谢谢 泽农感觉到一种很轻微 但很奇怪的感觉 中提琴 Bellet 2 非常Bellet 2 当我被打在脸颊上时 我感觉到了 这个男人与其说是纯血贝拉托 不如说更像贝拉托 但他们很体贴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差距 他非常像Bellet 2 但他与Bellet 2 也有奇怪的不同 一个纯血统的贝拉图 不会有这样的考虑 更何况 他还是唯一最亲密的朋友 听到那个表情 感觉真好 公主是个很奇怪的人 我不喜欢新奇事物 比任何人都 更像贝拉图斯的 贝拉托送来的体贴 虽然陌生 但却很好 泽农笑道 我认为 让公主统治Bellet 2 会很好 我真的开始听了 中提琴的气息是下巴 卡着了 这次 我活到了今天 感觉有些过分了 但是 泽农回到自己的房间 将今天发生的事情 整理成日记 你打了我的脸 当时 我清醒了 这么小的身体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公爵的话有道理 他说 他天生就有一颗杀星 如果不是他瞬间 提升法力保护自己 他的面骨早就被震碎了 从来都不是小孩子的力量 那是熟练掌握魔力的骑士的力量 你有天赋 奇怪的是 你竟然没有接受过 任何处理法力的训练 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猜测他的素质 与一号公主不相上下 甚至更高 泽农又想起一件事 在与孔子的第一次会面中 即使你扔掉了羽毛笔 羽毛笔也充满了法力 Vison还提高了Mona 并保护了他 然而 中提琴却轻而易举地 突破了那道屏障 因为威奥拉扔出的羽毛笔中 蕴含着魔力 加了一句话 我天生拥有纯净的法力和力量本身 可以肯定的是 我天生的法力 比必辰太子高 不过 威奥拉公主 自己似乎还不知道 放开择农后 威奥拉在沙发上坐下 台元倒下 并呼出一口气 光是看着那个形状 我就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喘不过气来 我得好好利用小说里的设定 台元有两种形式 作为统治者 我很喜欢这个人物 台元在原著中 爱上了威奥拉的统治者 然而 我总觉得 自己内心的某一方面 有所欠缺 被母亲遗弃的台元 正处于一种 连自己都不认识的施爱状态 他向往威奥拉一个温暖仁慈的形象 不过 在原作中 威奥拉并没有这样的模样 后来 台元最终被威奥拉赐死 小说朝着对任何人都不利的方向发展 阿玲觉得 这本小说 要是往稍微美好一点的方向发展 就好了 童元淡淡地说道 0F 什么 是吗 他现在在说什么 诚意 是吗 不会好的 但我会在你身边那个词 我想问你是不是认真的 威奥拉还没来得及回答 台元就晕了过去 当大约三个小时过去了 台元再次回过神来 我现在能做什么 你只要健康成长 站在我这边就行了 你的存在 对我来说 就是巨大的力量 等会儿把我介绍给希克森大人 他就可以自理门户了 台元独自结束 你不是说需要一只外表讲义气的狗吗 这是正确的 我应该叫你主人吗 好的 那会更好 台元陷入了沉思 这让我点了点头 好的 会有四个 主人 叫狗 心里是有所准备的 可是听到这样的话 心里难受难受 这是一个幻想事件 贝拉图的影子 在世界观里 那就是撒娇了 另一方面 台元很快适应了这种情况 他说话的表情和语气 都没有感情 你要我叫我就叫 你要我舔你 肚子我就舔你 变成四个 不 等等 我不是说过吗 舔脚干嘛 脏 所以遵守你的承诺 什么承诺 不好 但我保证会陪在你身边 维奥拉瞥了一眼台元 好久没见了 我的心好痛 我好久没见到他了 因为看到江康俊 就像一团糟 承诺 收下 台元的眼睛是红色的 不管是谁都好 所以我只想 有人在我身边 维奥拉太清楚了 维奥拉几乎没有回答 尊重 确保因为习惯很重要 台元点了点头 像个有见地的男主一样回应 是的 我要成为主人的狗 帮他吞下贝拉图 明天 我们去找你父亲 我吩咐泽农 准备一株菊花 在乱七八糟的小屋前 台元挥舞着木棍 大声尖叫 走开 你们这些混蛋 当我知道这件事时 白头鹰正在挖土 吃台元父亲的尸体 台元抱着父亲的尸体 哭了很久 听说你在我身边 就算妈咪抛弃我 爹爹也保证 不会抛弃我 哭了很久 维奥拉并没有特别安慰 我只是放手 现在 不会有任何安慰 康俊就是这么做的 他没有安慰他 只是守在他身边 他成为了年轻阿灵的支柱 维奥拉走进台元 就在我身边 台元跪在地上哭了很久 然后才抬头看着维奥拉 维奥拉看着他泪流满面的脸 痛苦地移开了视线 掌握 为什么 我可以抱你吗 维奥拉的身体颤抖着 有一张那样的脸 有将军的脸 用将军的身体 我的意思是 别那么可怜 你不是我的兄弟 但我无法否认 他走进台元 轻轻拥抱了他 拍拍我的背 十二岁的台元 比七岁的维奥拉高多了 维奥拉感觉就像年轻的A-ring 冲击 我的心砰砰直跳 呃 然而 这远非理性的感觉 还 意识再次模糊 如果你长时间 注视台元的眼睛 或者与他们有血缘关系 似乎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啊 俄罗斯 哇 在背后静静注视着的 泽农发现了 又是真人 维奥拉的眼睛变红了 泽农见状 有些激动 现在 你可以随时通过 刺伤玩具的后颈 来杀死他 看起来像是在练习中提琴 他眼中年轻的生命 正在证明这一点 红眼的维奥拉 和杰农的目光相跃 维奥拉笑了 那是一只嗜血的杀人耳朵 发现玩具时发出的微妙笑声 维奥拉的眼里 充满了深沉的生机和好奇 怎么刺得好 怎么杀得好 就好像一个个小学生 在愉快地琢磨着 你真是太棒了 非常夸张 有时不完全是 如果是养女 肯定不一样 这不是纯血统 维奥拉公主的未来 在意料之中 看到她如此自然的更换面具 真是太神奇了 那个年纪 戴着那样的面具 那样的把戏 台元是我亲手挖的 他的手在流血 但他不在乎 他把他的父亲 安葬在地底深处 他被埋得很深 以免野兽再次吃掉他 台元在他父亲的墓前 低下了头 爸爸 当然 没有回答 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尽管他是一个贫穷的父亲 但他是台元的骄傲父亲 不用担心 现在有人在你身边 是公主 维奥拉拿出一朵菊花 台元收到了菊花 他鼓起勇气擦干眼泪 将一株菊花 放在父亲的墓前 我要走了 你经历了这么多 不要再受苦了 在天堂安息吧 星号星号星号 维奥拉和台元回到房间 泽农 泽农打开门走了进去 你打电话了吗 公主 这条狗 我不喜欢他 他用手指着台元 台元的身体一颤 那我现在杀了你好吗 给我一个房间 给我吃热饭 台元的状况不是很好 即便考虑到 这里是不如地球 富裕的世界观 也许台元没有吃饱 长大了 因为他是一个贫穷猎人的儿子 是的 如果我的狗是这样的 我的尊严就会下降 维奥拉轻轻地笑了 他的表情 优雅优雅 在泽农看来就是如此 我拥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美丽的 哪怕是个玩具 所以吃很多好吃的 打起精神来 如果你长得像韩俊欧巴的脸 你会先生我的气的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不就是当初来接他们 吃不吃的男副组长的台词吗 你变成傲娇了吗 泽农 你明白吗 是的 这是一个好词 泽农被说服了 令人印象深刻 俗话说 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必须是美丽的 哪怕是玩具 真是贝拉图 深深鞠了一躬 我尊重你 终提琴 贝拉图 公主 似乎对 贝拉图有一种奇怪的强调 但维奥拉并不怎么在意 几个小时过去了 现在 是时候了 B-Chan会被殴打和身影 我必须让Tundra站在我这边 但我也必须让Veyson站在我这边 这是很长的路要走 前往Veyson的房间 但是在那里 等待着维奥拉的是意想不到的人 留下血淋淋倒地的Veyson在他脚下 燃烧的红发 看起来像毒蛇 苍白苍白的皮肤 鲜红的嘴唇就像吃了老鼠一样 神秘的气氛就像某个地方的女巫 还是个奇葩的女人 威奥拉立刻认出了 这个女人是谁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这个家庭的财富 她是位仅次于苍鹿公爵的权势公爵夫人 与父亲赫伦的政治婚姻关系 两人之间没有爱情 却是彼此忠贞不渝的关系 你是中提琴公主 你好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你马上就认识我了 看来 你学习很努力 威奥拉不自觉地咬了咬嘴唇 感觉就像一条巨大的毒蛇在瞪着我 如果我不保持头脑清醒 我觉得 我会失去理智并倒在这儿 毕竟 这是一个奇幻世界 一个一眼就能把人打晕的地方 一个存在生命 魔力和魔法的世界 永远不要失去动力 吃了我的心 如果你在这里看不起他们一次 那就完了 是的 贝拉图公国是个血腥的荒野 理解水平很高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的唇角 勾起糊涂 就因为我来自贫民窟吗 看来你很机灵 看着倒在地上的维森 他叹了口气 我儿子很好 但他没有毒液 一定是因为他出身名门 长得如花似锦 来自贫民窟 别跟贵公子混在一起 虽然他出身名门不明 你说得很高尚 一小时前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今天 维森感觉比平时强多了 这很奇怪 但感觉很好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坐在椅子上 维森 你很强 是的 鞭打过后 维森立即跪在地上 最后 你吃饱了吗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检查了他的手掌 的血 又热又痛 但没关系 看来 维森终于又长大了一点 伊莎贝拉满意地笑了 维森 你是一个会变成狮子的孩子 在遥远的未来 你必须吃掉我 只有这样 你才能重生为 Bellet II的真正统治者 你必须变得 比现在更毒 更毒 更毒 好的 那我可以起来了吗 然后 维森站起身来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慈祥地笑着说道 你可以穿衣服 衣服 好的 今天的纪律到此结束 维森沉思片刻 为什么 没什么 维森看着挂在墙上的石钟 事实上 那只表示魔法工程的产物 是一块不允许有万分之一秒误差的精密手表 我不在乎 这是被称为现代大师的 Kruma的作品 我只观察秒针的走动 妈妈 现在需要睡觉了 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由于是晚上十点开始打的 所以 我是在打人的时候打的 在那里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再次感到异样 维森从来没有这样过 尽管他被打败了 但维森还是想和我在一起 维森奇怪地爱上了他的母亲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即使你被鞭打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更愿意在一起 但他进行得很快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注意到了什么 你在等人吗 是的 维森哈哈大笑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的眉毛 抽动了一下 因为我看到维森的脸色一亮 我儿子在等 是谁 不是你的兄弟姐妹 父亲就更不用说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了 维森最近特别感兴趣的小女儿 在我看来 她指的是维奥拉公爵 从贫民窟带走的养女 终提琴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淡淡一笑 你在等你的小弟弟吗 嗯 维森沉思片刻 我能对妈妈诚实吗 没有做不到的事 但我有种行不通的奇怪感觉 不过想想 也没有再撒谎的理由 想了想 维森回答道 这是正确的 终提琴 为什么 和她一起玩 很有趣 伊莎贝拉粗略地 听了泽东看到 和发布的内容 此外 还有一种本能的支配欲 和对绝对的野心 她拥有 贝雷特斯 绝对需要的精神错乱 我也有理由控制那种疯狂 再加上法力之强 据说杀伤力超乎想象 她一定是个很棒的孩子 王爷既然认了她 把她带来 想必是个出类拔萃的孩子 有传言说 她是个好孩子 那我们儿子怎么办 我必须杀了她 正确的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靠得更近了 她紧紧地抱住了 伤痕累累的维森 抚摸着她金色的头发 竞争对手是谁 维森灿烂地笑了 彻底摧毁她 正确的 维森在伊莎贝拉公爵夫人的怀抱中 维森抬起头 母亲 为什么 能抱你真好 正在嘻嘻哈哈大笑的维森 失去了平衡 但是别大意 儿子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距离维森 只有两步之遥 维森崩溃了 维森的学生被释放 如果我是你的竞争对手 你就死定了 最可怕的敌人 是你为之清新的人 你不能把心交给任何人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伸出手 等候在避尘身后的维森管家 递来了一块白布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用白布擦洗指甲 白布被染成了黑色 这是毒药 这是纪律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低头看着倒下的维森 莫须警惕 长手心中胀气 是的妈妈对不起 如果你做错了什么 也会伤害你妈妈 比尘尘失去了理智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用有毒的布 粗暴地揉了揉眼睛 她的眼睛烧红了 血泪开始流淌 我的眼睛很痛 这是对自己的惩罚 罚不养 必尘强 她没完没了地盯着 昏迷不醒的维森 这位母亲 是一个有义务和责任 把你养大的人 如果你想把你的儿子养大 如果你想让他 变得更强壮 你每天可以做得不止这些 我以为那是母亲伟大的爱 来自贫民窟 虽出身低微 世系不明 却优雅道 少与贵公子私混 听到这句话 泽农几乎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果然是我们的公主 我不知道 我会那样面对她 能在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现在散发出的气势面前 说出如此粗鲁的话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笑了 你听到了吗 是的 我很高兴你听到了 但她并不准确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 我不是说不要出去玩 我是说 我会送你一朵白花作为礼物 意思是白菊花 放在我父亲幕前的花太原 白花意味着死亡 也就是说 这也是一种死亡的警告 你想明白吗 不知卑微之人 住处是否睡花 不是卑贱 是贫穷 不就是这样吗 不同的 穷人可以高贵 富人可以浅薄 总之不错 穷人也睡花吗 即使是穷人 也会为死亡而哀悼 就像台原一样 你太奢侈了 超出比例 我理解公爵夫人的想法 她把缅怀逝者 哪怕是一朵花 都视为奢侈 他们可能很穷 但至少 他们不会让自己的儿子 变成那样 阿玲有些生气 阿玲想要一个家庭 爸爸妈妈和其他人一起 我也想要她 我没有其他人拥有的那些人 所以真的很艰难和孤独 家庭对她来说 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比起想要得到 却得不到的宝玉 还要珍贵 依莎贝拉冷笑着说道 其他人就没有权利 争论一个母亲 如何爱她的儿子吗 真的是陌生人吗 威奥拉靠近了维森 光看 我的被太小了 承受不起那痛苦的伤疤 我们成了兄妹 妈妈 我希望你不要越见 我的女儿 我认为妈妈越线了 威奥拉蹲下 这时候 维森已经稍微回过神来了 钟提琴的声音淡淡地传来 我的冬季城堡 所有十岁以下的儿童 都应受到保护 不知道若是东城的 女主人之一的母亲 打破了那条绝对的规定 下层会做何感想 几率很好 我们会看看 她是否真的没问题 威奥拉回头看了一眼 泽农 魔术录音工具 你有吗 是的 我有她 公主 拍照 片刻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的身体动了 她帝国中提琴 抓住泽农的脖子 威奥拉在心里呐喊 什么 什么这么快 她似乎融入阴影并移动 这样的举动 我通过文字知道她 但是亲眼看到她 却很可怕 真的 这个家庭的财富 是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胡伦吞走 吞下口水 疯狂的 如果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真的觉得 我的脖子会飞起来 依莎贝拉的爪子 咬住了泽农的脖子 助手 泽农管家 几滴血从泽农的喉咙里流了出来 然而 泽农只是笑了笑 对不起 因为公主的命令 由我来执行 我用右手拿出了我的魔法 射击工具 她类似于现代相机 威奥拉轻轻地笑了 我猜你知道这是错误的 看她拼命阻止 泽农问道 我们开枪好吗 但 感觉我的喉咙又被刺穿了 我现在在流血 不 没关系 我不能失去我的管家 谢谢您的考虑 泽农将射击工具 放入紫空间 当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松开泽农的脖子时 泽农从前兜里 掏出一块布 擦了擦她的脖子 我轻轻地擦了擦 额头上的汗珠 呸 我差点死了 依莎贝拉说 我的小女儿 也有狡猾的一面 在欢迎晚宴上 她会很值得一看 威奥拉抓住裙摆往上提 弯下腰 提前感谢您的欢迎 母亲 其实我一开始 就没想过要拍戏 这只是诱饵 我还有其他目标 但是什么 维森知道这是错误的 维森的身体在蠕动 这意味着 你已经下定决心了 就算你不能抬起身体 你也会听到一切 对吧 兄弟 听到一声声音 泄露 别动 我去涂点药膏 背前仿佛听懂了这句话 身体颤抖了一下 别动 我去涂点药膏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交替看了维森和维尔拉一眼 那是一双没有太多情绪的眼睛 然后他将目光转移到泄农身上 这很有趣 泄农 不是吗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淡淡一笑 泄农 你决定要以管家的身份 侍奉六位公主了吗 除了我的心 这是我的使命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点点头 出去了 泄农 药膏 给你 公主 维尔拉开始慢慢地 往维森的背上抹药膏 我梳得太深了 这份爱无法用言语表达 这不是爱 真的太多了 一个母亲 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变成这样 刺痛 刺痛 别无理 鞭打并不痛 但维尔拉不明白 为什么涂药膏会刺痛 我很不高兴 维尔拉小心翼翼地 涂抹了所有的药膏 滴答滴答 听到时钟的滴答声 沉默了片刻 我一直在想 维尔拉 我觉得 应该是我把你打倒 反之亦然 如果我要被人打 我想我最好被你打 为什么 我就是这么觉得 作为读者 阿玲明白维森的话 维森自己的感情表达 深情的表达过于血腥 但我还是明白了 Bitchhand的目光相遇了 维森天真的笑着 所以 为什么不死 我一定会杀了维尔拉 嘿嘿 她的声音里充满爱意 维森自己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的一种感情 维尔拉觉得 有些事情非常非常糟糕 所以 为什么不死 我一定会杀了维尔拉 嘿嘿 这令人心碎和沮丧 但我必须做我必须做的事 这甚至根本不是危机 他定了定神 干巴巴的说道 唐 为什么 我会哄你睡觉的 维森歪了歪头 为什么 兄弟 你睡不着 无论如何 我都拥有这个疯狂的世界 我决定以读者的身份 使用所有信息 你怎么知道我睡不着 失眠是写在亲情表上的 真的吗 维森瞪大了眼睛 我看向泽农 就好像他在说 你的信息能力很了不起 泽农笑道 你在管家中很有名 孔子 我懂了 维森点点头 可是 你怎么养我 他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 你要用安眠药吗 不 然后全身麻醉 暂时躺下 维尔拉抓住维森的手腕 半逼 维森并没有特别反叛 我放声大笑 维奥拉觉得自己的后颈 被那笑声包裹住了 焦虑感油然而生 你笑什么 维森用好奇的目光 仔细观察着维奥拉的手腕 我的手腕太细了 如果我用力太大 感觉他会破裂 看着他的手腕 比同龄七岁的孩子 细了那么多 维森微微有些恼火 笑声消失了 我只是在考虑 如何切断动脉最有效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这让我感觉很糟糕 他怎么这么小 你只比我大一岁 他很烦人 你吃很多 我很生气 丢了性命 总之 维奥拉放下了维森 多亏了魔法药膏 斜止住了 新的皮肤开始长出来了 维奥拉在躺着的维森身边 找了个位置坐下 他摸了摸孩子的头 一定很痛 扑通 扑通 一只粗心的手 俯过维森的头发 这一刻 不是七岁的维奥拉 而是二十一岁的阿玲 这个世界的信息 他很清楚 我故意小声嘀咕 别放松 因为 我想摆脱他 嗯 维森试图睁开眼睛 但失败了 可是我困了 如果你睡着了 你就会死 维森 维奥拉闷唇一笑 他缓缓放下 扶在他脑袋上的手 轻轻捏了捏他的脖梗 咆哮 酷 流口水爽 令人惊讶的是 维森睡着了 维森害怕黑夜 因为在晚上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在婴儿时期 离开了维森 从维森说话开始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就一直这样睡着 如果你睡着了 你会死的 孩子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用双臂还住维森的脖子 仿佛在抚摸他 好像要窒息似的 维森不得不努力工作 不睡觉 从我开始走路的那一刻起 我就不得不与睡眠做斗争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在维森耳边低声说道 别放松 敌人会杀了你 维森 Bitchan从很小的时候 就被这样训练过 我忍着 忍着 忍着 实在忍不住了 才睡着了 几年就这样过去了 当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晚上不再来访时 维森开始害怕黑夜 因为每天晚上 陪在我身边的妈妈 已经不在我身边了 从此 维森的失眠症开始了 轻轻的 我低头看着熟睡的维森 沉睡的身影 温柔在人间 他的乳房隆起 露出他胖乎乎的脸颊 我侧躺了一会儿 脸颊都脱了出来 看着他一边舔着嘴唇 一边舒服地睡着 真是可爱 他的头发乱糟糟的 就连他看起来也很邋遢 他睡觉的时候真可爱 他是一个情绪 非常不稳定的孩子 在这种环境下正常成长 就更奇怪了 我的心被堵住了 看样子 韩国的幼儿园比这位豪门公爵还好 维奥拉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别走 维森抓住维奥拉的手指 说梦话 这是梦话 一个在世界上沉睡的主体 有什么强大的地方 一滴眼泪从维森的眼角滑落 我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我说恩 他好像在做梦 维森含着泪 喃喃自语 请留在我身边 我不知道他在梦什么 但那似乎是一场噩梦 每天饱受失眠之苦后 我几乎睡不着 但似乎也不是很舒服 泪水从紧闭的眼眶中滑落 维森一个人 维奥拉终于坐了下来 我坐在维森的床头 有一会儿 我低头看着维森熟睡的脸 又美又可怜 他伸出手 擦去眼泪 不知道在做着什么梦 维森却淡淡地笑了笑 过了多少时间 眼皮是和尚的 他正要起身 维奥拉的身体 却违背了他的意志倒下了 他在维森的胸膛上睡着了 维奥拉紫色的头发 覆盖在维森伤痕累累的身体上 那天 维森已经很久 没有做噩梦了 凌晨3点30分 泽农挠了挠头 你就不能叫醒我吗 我非常小心地拿起钟提琴 走过过道 维奥拉真的睡得很熟 维奥拉和杰农一起回到了房间 泽农用毯子盖住维奥拉 就在这时 维奥拉睁开了眼睛 泽农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公主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本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不过明天就是我发报告的日子了 维奥拉在梦中回答 现在 凌晨3点30分 现在 凌晨3点30分 泽农害羞地笑了笑 是 我会尽快告诉你的 呃 呃 维奥拉点了点头 我很困 七岁的身体 很容易失眠 表演很棒 一瞬间 我的脑海里闪过 泽农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泽农有一双好眼力 小说中也有同样的表现 他的眼力很好 也很敏锐 是对维奥拉帮助很大的管家 现在 那种锐利 似乎也在这里闪耀 他被抓住了吗 假扮小人 假装冷酷 假装有魅力 他突然想到 Zenon 可能已经阅读了 所有这些 Chucks 我看到了公主的真面目 维奥拉没有回答 只是听着 害怕的样子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皱着眉头 好像他都看过了 我该怎么回答 你不应该被抓住 管家 Zenon 只为有能力的人服务 小说里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维奥拉不称职 他早就杀了维奥拉自杀了 我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这么说的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玩笑 你的眼睛真的好渴 嗯 你抱着公主的狗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一瞬间 维奥拉被吓坏了 所有的窗户都关着 但感觉就像吹过一阵冷风 我 泽农又问 你为什么要装得这么暖和 泽农现在反过来理解了 我看出来 他是故意戴口罩 假装暖和的 泽农拿出笔记本和羽毛笔 继续写着什么 就好像他在组织一份报告 准备成交给公爵 一副温暖慈祥的样子 以及本能杀手的模样 你彻底戴上面具 有的时候 哪怕是一点点 你也会表现出退缩的样子 甚至在伊莎贝拉公爵夫人面前 泽农当然很热心 阿灵不是真正的中提琴 有时他会退缩和退缩 因为有很多时候 其实表面上装作没事 我也很害怕 泽农的眼睛眯了起来 但这不可能 拥有那双眼睛的人 永远不会退缩 哪怕对方是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泽农继续说道 这么说来 王妃不是故意在伊莎贝拉公爵夫人面前 表现出一副胆怯的样子吗 导演很完美 事实并非如此 他努力掩饰自己沮丧的样子 这是绝望的 眼间的泽农 也只能看到一点点 那请问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指挥 泽农又笑了 哦 这不是测试 而是要上报给公爵的报告 那 威奥拉张开了嘴 然而 威奥拉和泽农 都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 这与威奥拉的意志无关 快点 嘿 身体散架了 索尔 亮 他的意识变得朦胧起来 倒头就睡 凌晨3点45分 七岁的身体承受不住 一个七岁孩子的身体 非常容易满足基本的人类需求 吃 便宜和睡觉 食欲 排便 睡眠欲望 尤其是这三人 实力都非常弱 当我太困 太好吃或太饿时 我受不了 那时 我的身体不顾我的意志 自行移动 就像现在 颜色 颜色 威奥拉睡着了 随着吸气和呼气相交 中提琴的胸部缓缓起伏 泽农呆呆地看着他 这是真实的 我挠了挠后脑勺 这样说很失礼吗 杰农平静地弯下腰 用纤细的手盖住了被子 吉驴子发塞进了威奥拉的嘴里 威奥拉像是在做梦一样 咬着自己的头发 泽农拔了一点头发 他的头发掠过他胖乎乎的脸颊 威奥拉辗转反侧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呀 你睡觉的样子很可爱 那个调皮至极的公主 睡着的时候 似乎和其他孩子没什么区别 泽农是认真的 确实 要可爱 他比他七岁的同龄人小得多 很难相信他已经五岁了 我抬头一看 他正微睁着眼睛睡着 泽农和尚威奥拉的眼皮时 用笔盖毯子时 更温柔 更仔细的手 抬起了腰 没关系 看着熟睡的钟提琴 我觉得他很可爱 但即使是那个过程 也不可爱 因为威奥拉是在考验自己 泽农太好了 快点 嘿 本来是要尽快处理的 能驾驭魔力的人 总不能控制不住自己的睡眠吧 我看到自己 在处理法力 当像Vison扔羽毛笔时 瞬间收服台元时 当你打自己耳光时 法力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赋予你超人的力量 处理这么多魔力的人 不可能睡不着觉 被常识误解了 那是故意的吗 这是管家泽农 对自己的考验 自己弄清楚 这也是一种间接表明 像公爵报告 对我来说 没什么特别的方式 这很像Bella 2 看着 我会弄清楚 泽农笑道 关掉了魔法灯 以防中提琴醒来 我一声不响地慢慢出来 泽农嘴角的笑容没有消失 泽农悄悄关上门 轻声开口 测试 我会努力通过的 公主 这是一个奇怪的测试 没有人给出问题 只有解决问题的人 上午五时 赫伦 贝拉图公爵 睁开眼睛的时候 和往常一样 赫伦从床上爬起来 在失去他深爱的第一任妻子雷尔之后 他总是一个人睡觉 他又娶了两个妻子来继承人 但除了继承人的时候 他从不和他们睡过觉 一如既往 和赫伦 贝拉图一起迎接早晨的 是总管家卡尔顿 我会准备浴袍和热茶 仓路公爵的生活就像一台机器 五点起床那时 卡尔顿来到公爵的床边伺候他 仓路公爵 洗了整整十五分钟的澡 赫伦公爵走出淋浴间 我穿上卡尔顿给我的白色浴袍 透过敞开的浴袍 可以看到仿佛被雕刻刀刻过一般的胸肌 以及凹陷的腹肌 卡尔顿管家走进赫伦公爵 他用戴着白手套的手 整理了仓路公爵的浴袍 我拉出背面的袋子 在浴袍前面系了一条丝带 孔雀圆润的身子被浴袍遮住了 如果雷尔夫人还活着 他会讨厌他的 他死了 你总是要求我 你洗完澡总是这样出来的 你总是担心胃不舒服 仓路公爵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雷尔一直都是这样 你 然后我胃痛了 我没有胃不舒服 仓路公爵的体内蕴藏着强大的魔力 这种法力保护自己 是没有肠胃不适 不能飞翔的身体 但雷尔的担心是好的 很高兴也很庆幸 雷尔先来找我 所以我每次都故意解开我的浴袍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肚子痛 对吧 你就这样不听我的吗 如果你一直这样做不是很好吗 这句话 其实是仓路公爵的心愿 他希望雷尔在他身边 不要死 一生只有一个人 他是我全心全意爱着的人 所以我故意这样说的 照顾我的健康 是你的使命 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召唤 这意味着 请不要离开我 而死 从我第一次见到瑞尔开始 瑞尔就已经身患绝症 圣殿的祭司们 也患上了不治之症 尽管如此 仓路还是爱着雷尔 他是生活中的一切 你必须能够自己做到这一点 我很忙 我没时间为这些小事操心 我故意展开我的浴袍 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这个习惯 也是公爵纪念雷尔的方式 我会告诉你 今天的日程安排 但是今天 有一个特殊的时间表 25分钟前 泽农说要当面汇报 目前在外面等着 据说是跟六公主有关的报告 星号星号星号 赫伦公爵边喝茶边听泽农汇报 赫伦听完汇报 淡淡一笑 一份有趣的报告 特别有趣的是 伊莎贝拉和维奥拉相遇的部分 伊莎贝拉在守卫 公爵不喜欢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不过 她的主持能力是公认的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对这个公国至关重要 那个伊莎贝拉对维奥拉很警惕 只有七岁 杰农一脸苦恼地说道 我神志没有说我很谨慎 公爵 伊莎贝拉告诉我 屋子里的大部分事情 反之亦然 苍鹿公爵与伊莎贝拉讨论了很多事情 两人是政治联姻关系 根据利益互相帮助 但我没有谈论中提琴 这意味着 他不想和公爵 谈论中提琴 可以理解为限制 站在旁边的卡尔顿 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 根本不值得谈论吗 听杰农的报告 好像不是这样的 卡尔顿瞥了一眼 坐在椅子上的公爵 好久不见 有人对公爵感兴趣 雷尔公爵夫人去世已经15年了 公爵失去了情绪 我只是沉浸在我的工作中 公爵就像被什么东西追着一样 往前跑 这样 现在的贝拉图公国就完成了 一个自己可以成为国王 却不能成为国王的人 成为了首位冬季城堡的大领主 赫伦 贝拉图 苍鹿问道 什么时候欢迎晚宴 三天后 在那之前 我还有多少时间 明天下午三点到五点 官方日程是空的 好的 苍鹿公爵决定去见他的养女 非常像贝拉图 但感觉就像高级贝拉图 乍一看 这是一个坏词 然后 现在的贝拉 太符合停滞不前的贝拉二婶 一个七岁的养女 面具彻底 懂得利用别人 如果你遇见我 你不会后悔的 我的时间很宝贵 泽农 当然 杜克的时间是黄金 把时间花在无意义的工作上 是比偷金子更大的罪过 泽农很清楚这个事实 看在你敢当面汇报的份上 你肯定是有底气的 是的 因为公主给了我一个考验 公主是对你的考验 苍鹿公爵淡淡一笑 管家们总是怀疑自己接班人的资质 如果接班人不能正常成长 管家就会被淘汰 因此 他总是怀疑他的接班人 总是考验他们 管家就是这样生存的 但恰恰相反 贝拉图出现在试探管家 泽农笑道 如果和公爵的会面成功的话 我在想 能不能从公主那里得到一些积分呢 当然 如果会议不是很令人满意 我挠了挠头 但你不会杀了我吧 我明天下午三点 来看你 好的 泽农弯下腰 然后站了起来 哦 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这不是官方报告 这不是管家杰农 而是人类杰农的私信 说吧 卡尔顿也听了 Zenon是Haren亲自招募并带来的人 第一次见他 加上个人意见 威奥拉公主其实很可爱 我看到他睡得很香 嚼着头发 样子很可爱 真可爱 他不是Bletus 但他比任何人都更Bletus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是一种无用的情绪 一直侧耳倾听的卡尔顿 也有些失望 可爱吗 对拥有君主魅力的众武装 也不够的贝拉图来说 是可爱吗 这是无用的美德 我明白 为什么他没有被采纳为正式报告 Bletus很可爱 那么你会用他做什么呢 可爱是一种美德 对贝拉图来说 根本不重要 直到那时 仓路也是这么想的 明天下午三点见 一天过去了 泽农带来了两件衣服 一套是白色的 一套是蓝色的 美丽的珠宝和小饰品 那是一件覆盖着 耀眼花边的连衣裙 当然 这不是威奥拉的口味 他们都不好 我一直在为七岁女孩 最喜欢的衣服 而苦苦挣扎 公主 这就是问题所在 身体是七岁 思想却是现代二十一岁的成年人 那样的公主服 是不可能穿进城里的 我觉得 你戴上她会很可爱 绝不 这又是什么考验 如果她是一个可爱的角色就好了 然后 喷在你爸爸或哥哥或姐姐身上 哇 多 观点 这样做的时候 我想知道 被爱的甜蜜浪漫世界 是否会展开 她毁了 可爱结束了 威奥拉对着镜子 看了好几遍自己的脸 没有人像反派那样适合她 心想这句神秘散发着 杀人气息的身体 怎么可能不可爱 不好 我的错 泽农拿出笔记本寄笔记 你在写什么 公主写的是 她不喜欢裙子 这里毕竟是玄幻世界 大小节穿裙子 是自然不过的事 尽管如此 还是有穿着舒适的连衣裙 这样就行了 在满衣柜的连衣裙中 我选择了装饰品较少的简单衣服 与此同时 威奥拉时刻保持着怀疑和警惕 突然约会 泽农约我出去约会 他说 东宝里有个地方 卖的蛋挞非常好吃 只有一个菜单 人们从南端来这里吃蛋挞 事实上 威奥拉知道 这蛋挞也是东宝的特产 必须有一个计划 显然会有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所以我没有放松 我还想吃 威奥拉七岁的身体 难以战胜21岁的韩亚林的豹食 21岁的韩亚林 原本食欲旺盛 小时候吃不到好吃的 对他来说 是一种创伤 20岁以后 他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有几次我胃不舒服 吃了消化药 七岁的身体 经不起21岁的胃口 还有蛋挞 身体和心灵产生了落差 身体强烈地沉溺于蛋挞之中 我的胃口在蠕动 这是一个我无法拒绝的约会体义 戴着白色手套的杰农 向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威奥拉伸出手 我会护送你的 公主 好的 威奥拉期待着 在小说中 他被表达为一种天堂般的味道 新鲜出炉的黄色蛋挞撒上肉桂 我咬了一口热腾腾的蛋挞 粗略的描述是 瞬间 温热蓬松的口感充满了口腔 蓬松的甜味 顺着全身的血管 直达脚趾尖 在那的蛋挞餐厅 前往阿苏莱西亚 结果 蛋挞大获成功 喝 真的很好吃 一种深深的幸福感 涌上心头 这一刻 仿佛吃了这个就死了 也无憾了 甜甜的气味从嘴里传到脚趾头的表情 不是骗人的 好的 这就是生活 那是我被复身后的第一个快乐 你伪装得很好 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然而 所有面包师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嗯 突然清醒了人们 将右手放在胸前 看起来像是 在向国旗致敬 尊重是一种习俗 千年之久 仓路被拉脱走了进来 面包房的众人 放下手中的弹挞 小心翼翼地低下了头 东记城堡的人们 崇拜仓路被拉脱 敬畏 不是恐惧和恐惧 而是那些认出荣耀之人的圣洁恐惧 或者表示虔诚的崇敬 东城的人就是这样 他们的眼中充满了敬畏 对东宝大领主的敬畏和敬畏都被埋葬了 他们敬畏地将右手举在胸前 低着头保持这个姿势 向东城的主人 周围变得安静了 没有人敢在千年公爵面前吃弹挞 这是居民对君主起码的礼貌和尊重 但是 却唯独没有表现出那种礼貌和尊重 哇 有人吃了弹挞 周围安静地连说话的声音都听得见 星号 威奥拉吃了一惊 呃 我不得不起身 但我的身体没有动弹 唯一动的是手和嘴对着弹挞 我应该搬家吗 哇 威奥拉的身子也急了 将整只威拉含在了嘴里 脸颊鼓鼓的 淡黄色的奶油 像鸡蛋奶油一样 涂抹在她的嘴唇上 混乱 我尝到了甜蜜的幸福 凌晨 大约两秒钟 威奥拉体验到了天堂 啊 约翰 马当 那个天堂是短暂的 有效气味两秒 简直就是天堂 一种凄凉的气氛 映入了我的眼帘 这是一件大事 我的身体僵硬了 其他人都起身鞠躬 只有我一个人在吃弹挞 声音也很大 我能感觉到苍鹿公爵和人群中众人的目光 哦 这是 我的意思是 不是我不礼貌 威奥拉想哭 所有人都看向了这边 有的人还朝这边翻了个白眼 有的脸上露出震惊之色 寒冬城主出现的地方 一个孩子静静地坐着 吃着蛋挞 礼仪教育怎么来的 就是那双眼睛 威奥拉想哭 这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听我的话 这个七岁的孩子的身体非常容易受到睡眠 食欲和排便的影响 而且和现在一样的情况 所以当21岁的韩亚玲的精神 与七岁的威奥拉的身体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时 更是如此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的韩亚玲 对甜品有着非比寻常的胃口 她知道这样的蛋挞有多好吃 我的心非常想要一个蛋挞 七岁的威奥拉的身体 无法战胜21岁的精神的强烈渴望 威奥拉的身体被赋予了强大杀手的天赋 但她对甜食却没有耐受力 哈 不知道苍鹿公爵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有点像约会 不可能的 我觉得被一字那样欺骗了 如果你起碗了 突然打招呼 效果会适得其反 我在心里想 他是最可爱的 我最喜欢的 是我最了解的那个 用心饮食 我调整呼吸 假装不慌张 我假装很坚决 苍鹿公爵继续前进 他微微抬起手 然后人们坐下 他们尽量压低声音 小心翼翼地继续他们的故事 赫伦公爵在中提琴前坐下 威奥拉微微低下了头 你好 赫伦公爵面无表情的脸 映入我的眼帘 再次 21岁的韩亚林的精神 和7岁的威奥拉的身体之间 产生了巨大的差距 他真的很帅 病得第一天很忙碌 没资格好好欣赏那种帅气 但现在我又看到了 小说的内容没有错 为了赢得海伦的芳心 而打扮的少女的数量 在社交界 一本荒诞书 101种 俘获苍鹿贝拉图芳心的方法的人气 直线上升 21岁的韩亚林 认识了很多人 在电视上或者手机上 看到了很多帅气的面孔 所以我能够更认真地感受到他 你美得离谱 随意飘逸的黑色刘海 飘逸的刘海下 透出锐利的眼神 不知为何 那双蕴含着对等气息的黑色毛子 似乎流淌着超越性的能量 挺拔的鼻梁 甚至更尖的下额线 似乎都透露着这个男人的锋芒 这就是带独自的百合花的感觉吗 虽然知道伸手去碰他会死 但到头来 还是觉得伸手会陶醉在他的美丽中 一个人怎么看起来像那样 威奥拉轻轻捏了捏自己的大腿 我知道我父亲很帅 但我必须保持头脑清醒 对手是千年公爵 苍鹿贝拉图达 我几乎像现实中的粉丝一样看着他 你为什么那样盯着我看 他一定已经看过了 只是我准父亲的脸 很粗鲁吗 静语和瘴气 我想了想怎么办 但因为有很多人在看 所以我决定说句恭敬的话 打扰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准爸爸 我已经当爸爸了 站在赫伦公爵身后的卡尔顿管家 递来一份文件 苍鹿出示了文件 从昨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女儿 纸上谈兵 我应该感谢你吗 赫伦 贝拉图不喜欢乖巧听话的孩子 他们喜欢能找到并吃自己食物的野兽 比起退缩的狮子 我更喜欢冲锋的猫 让我们永远不要害怕 我在心里许下了诺言 我又许下了诺言 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 一时间 赫伦贝拉图微微皱眉 为什么你经常被问到 我做了两次 苍鹿公爵闭上了嘴 维奥拉设法 抓住了他颤抖的双腿 那是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我却感觉到了莫大的威慑感 他猛地从座位上起身 灰剑斩向了他的喉咙 感觉就像切断他 通常两次就足够了 这话听起来 像是两把刀足以割断喉咙 像读者一样 维奥拉和魏赫伦 贝拉图山峰的韩亚铃一样 试图克服这种情况 神色更加轻松 冷静 傲慢 你带我来 是因为我父亲也想要我的东西 好像我为了方便 而嫁给了我的母亲 我试图回答 但是我的身体 几乎不听我的话 今天 韩亚铃的胃口 站上了威奥拉的身体 住手 手 坏手 我的手开始疯狂地移动 他的手疯狂地动着 当我亲眼看到奢华的弹塔时 我竟然忍不住忍了下来 然而 窗外吹来的春风 却是个问题 松软的弹塔的 香味弥漫在春风中 我拿起弹塔 是的 折断 我要把整件事放进嘴里 啊 就是这个味道 一秒后 我经历了地狱 就连卡尔顿这个总管家 也是一脸不爽地 看着威奥拉 就连杰农 也略带担忧地 看着威奥拉 松软的弹塔一入口 我就回过神来 这不是吗 我的身体会像这样自己移动 威奥拉用两根手指 拖起弹塔 掩饰自己的茫然 事情发生了 事情必须解决 我给你一个 交给苍鹿公爵 他很好吃 你给我吗 是的 特别是 看起来很浪费吗 真遗憾 那为什么给我 首先 他是一位父亲 苍鹿贝拉图举起了手 威奥拉瞬间退缩了 那种感觉 就像是手中握着一把带毒的匕首 赫伦的食指 抚摸着威奥拉的脸颊 扑 他漫不经心地 用手擦了擦紫百合的脸颊 像是在擦灰尘 泽农 一定要交离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 Belletue嘴里叼着东西吃东西 苍鹿竖起一根手指 他的手指上 沾满了黄色的奶油 苍鹿用餐巾擦掉了奶油 苍鹿公爵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只问你一件事 威奥拉 是的 冬天城堡里的每个人 看到我都向我敬礼 将右手放在胸前 然后低下头 你为什么不那样做 威奥拉坐下来 抬头看着苍鹿公爵 我无法完全吞下蛋挞 多亏了那个 Moth仍然很忙 混乱 奢华的蛋挞入口即化 可惜没了 就用舌头轻轻地吃了起来 威奥拉多少回过神来说道 南台园有台园定制对话 苍鹿有苍鹿定制对话 那是你父亲想要的吗 如果这是爸爸想要的 我也会做的 事实上 贝拉托公爵赫伦 从来没有让我做过那样的事 小时候 赫伦贝拉托 梦想着一个美丽的世界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梦想成为英雄 然而 现实的墙壁是严酷的 光靠漂亮干净的方式 成为寒冬城堡的领主 是不可能的 他杀了无数人和怪物 才有了现在的位置 获得了千杀公的称号 最后 我养了这么多冬天的城堡 他已成为大陆上保护人类 免受北方吹雪的地方的 最坚固盾牌 人们尊重仓路 但同时又害怕他 Rio是唯一一个 不害怕Heron的人 他对待这只仓路 不是把它当成一只千杀之鹿 而是把它当成一只人类仓路 雷尔总是问 那是你要的吗 不 你不想的 我不会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 在雷尔之前 仓路只能是人类仓路 但我父亲似乎不想那样 在你眼里是这样的吗 是的 如果这是我父亲不想要的东西 我不会 我吞下了嘴里 剩下的最后一个弹塔 公爵看了钟提琴许久 才再次开口 这些都是面具吗 一瞬间 威奥拉不明白 什么是面具 但我很快就明白了 不 不是面具 我的身体只是自己一动 如果我那样回答 会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 一个不能照顾自己的公主 这在仓路公爵 看来是无法接受的事实 如果是这样 这样做似乎更好 暂时 她保持沉默 像是无声的肯定 泽农是这么说的 一个七岁的公主 戴着面具 知道如何支配别人 你给了她一个慷慨的分数 戴口罩是个不错的选择 为了成为统治者 你必须知道 如何戴上很多面具 而且 你连纯血统都不是 很好的教学 谢谢 但现在的面具是错误的 Belaitu应该像Belaitis 你明白吗 这不是贝拉脱装可爱的方式 你不可能很可爱你 不能用那样的东西 得到贝拉脱的城堡 海伦正想说 但没有说 威奥拉呆呆地看着仓路 然后张开了嘴 父亲 告诉我 我要你做我真正的父亲 我不是说假话 韩亚琳是一个非常了解 仓路这个角色的人 他是一个与外表截然不同的人 现在的仓路公爵 是天地造化炼化的仓路公爵 他本来就不是那种人 那就尊重我吧 一直静静听着的卡尔顿 一时差点瘫倒在地 身体虚脱 侍奉公爵几十年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抱怨 我要你尊重我不适合贝拉脱 什么样的Belaitu会说这样的话 还是挺身而出 公爵府中流传着公主被杀 或被砍的可怕谣言 这不像贝拉脱 公主 请注意你的言行 然后公主死了 卡尔顿真的有点担心威奥拉 然而 韩雅琳却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最喜欢的恐怖角色 在富有七层屏障的野兽棺材中 偷偷养了一只可爱的刺猬 你们谁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人物不知道 只有读者知道的设定 即使在小说中 也没有出现这个内容 我们的公爵不可爱 不过作者之前出了一本设定书 肯定有这种东西 所以 这些内容 只有真正的读者 在作者的博客上 搜索过十七遍小说集才能知道 当然 我不能 威奥拉并没有装可爱的意思 本来 这句身体 就谈不上可爱 按照设定 天生的杀人魔 天生就有杀星 是在可爱 也不能在可爱的身体 我决定放弃可爱 我永远不可能可爱 所以我没有假装可爱 而是用一种情绪化的方式 来对待它 我必须擅长走钢丝 你不能做得太过分 你甚至不能得到足够的 有那条微妙的线 因为只有认真的读者 才能知道微妙的底线 有点难过 如果角色 发爱欧拉被设置为可爱 那就更好了 完毕 让我们停止考虑它 苍鹿公爵盯着威奥拉看了一眼 然后转过身去 欢迎晚宴见 威奥拉抓住裙摆鞠躬 再见 父女俩的见面 就这样结束了 回宫爵府的马车里 公爵 透过马车窗 向外张望 窗外 孩子们正在玩耍 弹珠 今天 奇怪的是 那个画面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卡尔顿 是的 公爵 小孩子的脸蛋 本来就是这么软的吗 由于他的肉质柔软 即使使用炖刀片 也很容易切割 相反 恢复得更快 为什么 你会剪吗 卡尔顿的心微微一沉 既然你还年轻 不如给我多一点机会 卡尔顿是赫伦公爵最亲密的助手 我以为我有信心 读懂了苍鹿公爵的心 不过也算是幸运了 公爵从不杀害十岁以下的儿童 六公主 你暂时不会有事的 所以请清醒过来 您将不得不表现出 更像Bel Eto的外观 像今天一样凌乱的样子 公爵讨厌他 卡尔顿非常确定 公爵又问 小孩子会这样含着食物吃饭吗 卡尔顿有点严肃 看来公爵大失所望了 看样子 他和那五个出生在 名门望族的贝拉图贵族家庭 接受过正规礼仪教育的孩子 有着天壤之别 我必须保护你 于是他把责任之鉴 转向了泽农 看来泽农还没有开始交礼仪呢 作为总管家 我会好好劝导泽农的 公爵又沉默了一会儿 卡尔顿确信 这是因为公爵不高兴 片刻之后 公爵又问道 在管家眼里 那些动作是不是很可爱 那么他是 你心情也不好 卡尔顿在心里叹了口气 多么可爱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不 不应该是这样的 Belle Atoll和Cute这两个词 比水和游这两个词更矛盾 泽农家伙 我会有点不高兴 杰农称赞 他是一位伟大的公主 但现在看来 公爵似乎很失望 没关系 我只是举止笨拙 不过 他还是个才到公爵府 才几天的孩子 已经有一种 扔掉很浪费的感觉了 再一次 他用真诚的心 小心翼翼的说话 不过 他年纪还小 才到寒冬城堡几天 我觉得 还是多给他一点时间吧 公爵允许的时间还没过呢 公爵垂下眼帘 与卡尔顿的谈话结束了 卡尔顿是对的 只是我的举止笨拙 显然是这样 孔雀的瞳孔里 是刚才俯过他 丰满脸颊的手指 那种感觉涌上心头 我曾经用这只手擦掉奶油 它被涂上了黄色的奶油 我还记得 那对弹塔顽强的目光 钟提琴很棒 我给你一个 是的 特别是 那是你父亲想要的吗 都是口罩吗 我要你做我真正的父亲 我不是说假话 所以 请尊重我 海伦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有趣的 嗯 看到这一幕的卡尔顿不解 但我认为 我很幸运 看样子 他并没有要扔掉 或者看我家公主的意思 我不认为你感觉太糟糕了 杜克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看到一个孩子 戴着面具 密谋反对我了 苍鹿公爵理性判断 理性思考 现在孩子戴上了口罩 他相信泽农的报告 一边彻底掩饰自己的疯狂 一边带着写着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的面具 苍鹿笑了 笨蛋 但从那以后 卡尔顿开始一点一点地感觉到异样 片刻之后 苍鹿再次开口 从那个小脑袋里 挤出一个诡计 不是很好笑吗 杜克 他被抓时没有把他摘下来的方式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卡尔顿觉得这有点奇怪 你不是那种 一遍又一遍重复同一件事的人吗 你一直在谈论中提琴 似乎我每天都在重复类似的情绪 或许 是对小公主太失望了吧 公爵继续说道 但她在未来 必须有所改变 第一个是错误 但错误不应重演 既然教了你 以后的方向就得改了 Belaitu 必须是Belaitu 苍鹿的理智是这么想的 但我一直在想 那些丰满的陶腮 和奶油色的脸 卡尔顿继续说道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不知道会不会在欢迎晚宴上 展现不一样的自己 这更像是Belaitu的样子 大概吧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将被斩首 球的感觉 似乎还停留在指尖 想起了痴迷于 蛋挞的阴切眼神 和执着愿望 就像一只贪吃的刺猬 这是一种衣冠不整的样子 在贝拉图的唇血肿中 是从未见过的 紫色的头发垂下来 丰满的脸颊 带着淡淡的桃色 缺乏在脸颊和嘴唇上吃奶油 眼神中满是坚韧地看着蛋挞 一个孩子递过那个 韧劲十足的蛋挞 明显有些后悔 他比他七岁的同龄人小得多 奇怪的是 中提琴一直在脑海中浮现 公爵不知不觉地摇了摇头 想了好几次 不 贝拉图应该是贝拉图斯 仿佛在强行念咒语 仿佛在否定自己内心的想法 我心想 首先 他是一位父亲 尊重我 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故意地 强行的 再一次 我敢想 如果你不能像贝拉图那样 我就会斩首你 与此同时 威奥拉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在床上伸了个懒腰 哇 今天的真实经历很特别 我觉得我已经经历了几十次天堂和地狱 你为什么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Haren Belto必须要来 Ager La Sia 我睡了大约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后 我像鬼一样 睁开了眼睛 当我睁开眼睛时 我看到了泽农的脸 我睡了多久 你睡了三十分十二秒 泽农似乎一直都在他身边 这些天 一睁眼就一直看到泽农 不知道管家们 原来是不是这样的 我也觉得 现在负在威奥拉身上的时间 似乎比原作里 负在威奥拉身上的时间 要长很多 是因为我的心情吗 在原作中 没有描述管家 陪了他二十二小时 十一分十秒等内容 事实上 没有描述的 远比描述的多 本来 他一定是这样 依恋威奥拉的 嗯 威奥拉说 呼叫台元 信号信号信号 我必须检查一下 当你遇到台元时 会发生奇怪的事情 长时间目光接触 或皮肤接触 会导致头晕目眩 然后 不知不觉中 真正的威奥拉 接管了他的身体 您需要了解极限 你便做好准备 台元进来了 他的伤口已经基本痊愈 手腕和脚踝上 还有束缚 你好吗 他已经改善了很多 好的 威奥拉点点头 我看向台元 无论我怎么看 我都无法适应他 在我的记忆中 他看起来 和十二岁的江康俊一样 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去吗 我知道 你打算有一天 成为公主的猎犬吗 这是正确的 靠近点 中提琴靠近台元 我不能突然要求打雪仗 只是为了检查 我不能要求一个拥抱 威奥拉决定查一查 威奥拉的路 我需要一只狗 一只训练有素 牙齿锋利的猎犬 在最初的故事中 台元从在公爵府 做客的希克森那里学见 你的牙齿是什么 是的 你擅长什么武器 我是 台元犹豫了 然后威奥拉握住了台元的手 我必须检查一件事 我认为 轻轻牵手就可以了 他没有头晕 牵手就好了 我摸了摸我的手掌和手指 食指和中指上 长了很多老茧 没关系 到这里为止 威奥拉轻轻地抚摸着 台元的肩膀和背部 肌肉被触及 威奥拉手指 触碰的台元肌肉纹理 像一条活鱼一样颤抖 我的肩膀和背部肌肉 非常发达 他穿着一件 简陋的瘦皮衣 是的 不知怎的 台元觉得 他的脸在燃烧 奇怪的 12岁的台元 有一种难以理解的 微妙感觉 接受主人抚摸的小狗 会有这种感觉吗 腾达不这么认为 材质坚韧 可以保护皮肤 但几乎没有防寒功能 所以 南方比这里暖和 我的意思是 我在你小屋附近的 崎岖地形上行走 我是通过肤检发现的 如果我们不拥抱 似乎还可以 而我住的地方 治安不够好 被一群土匪 无可奈何的袭击和绑架 是的 你和你父亲 一定是山地猎人 威奥拉毫不犹豫地 继续说道 无论如何 我通过阅读小说 了解了一切 你是猎人的儿子 威奥拉动了动他的手 我擦了擦台元的老茧 嗯 这够了吗 我抓住他 并紧紧握住他 一边试着试呐 一边不停地说话 免得生疏 我一定是处理过这把功 这就是 你食指和中指掌 老茧的原因吧 你说的对 我学会了功 台元微微咬着嘴唇 奇怪的 这种感觉并不陌生 为什么 我觉得我在什么地方 见过中提琴 不可能的 但奇怪的是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什么 这个感觉 中提琴的声音传来 我不需要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牙齿是什么的列卷 台元露出不解的表情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这是自然的 这是非小说类读者所不知道的领域 将成为台元老师的希克森这样说 你的身体视觉特别好 近距离反应也很出色 通过瞬间的肌肉收缩和放松 它天生具有爆炸性的身体能力 最重要的是 你的身体擅长剑技 你必须学会剑术 维奥拉说 你是一个需要学习剑不是弓的身体 好的 确认结束 手铐也很好 我必须弄清楚 因为万一不小心把自己的身体丢给了真正的中提琴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麻烦 我以前从未用过剑 本来就没有机会 对于黑人猎人来说 这是一件太昂贵的武器 此外 练习GMG需要系统的培训 而且需要花费很多钱 所以 除非你是贵族阶层 否则很难正确使用这把剑 在台原耳边低语 为了我 学剑 派 我松开了手腕上的束缚器 派 另一只手腕也松开了 我需要一只学会剑术的猎犬 派 派 它还松开了双脚踝 我给你介绍一位剑道大神 我与台原进行了短暂的目光接触 我在心里数着 一 二 三 大约三秒就可以了 我继续实验 三秒后 我开始觉得有点头晕 还好 四秒 五秒 现在极限 嗯 台原先一开视线 他的眼睛微微垂下 脸胀的通红 他怎么又变成这样了 为什么 你这么害羞 你的脸好红 可能是因为正直青春期 尴尬吧 我 掌握 为什么 世家女子不是不能碰男人的身体吗 维奥拉放声大笑 男人 是的 对维奥拉来说 很难将台原视为一个男人 身虽七岁 心虽二十一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几乎不能被视为一个男人 想想看 这孩子的脸 烫得连眼神都无法正常接触 这个小男孩正用脚趾敲着地面 不知如何是好 他真可爱 孩子认真地问道 我不是男人吗 你是一条狗 那你是男的 嗯 那种严肃严肃的表情 我该怎么说呢 有时是凶猛的野兽的神情 现在却是渴望别的东西的神情 孩子是孩子吗 维奥拉把手放在台原的头上 磨砂 擦 台原并不讨厌这种接触 这是一只安慰的手 现在 这个世界上 他身边已经没有人了 心的一角总是空落落的 想念人的抚摸和声音 他张开嘴 要成为好人 我要学剑 好的 我保证 台原想学剑 如果你努力学习剑 台原的目光转向维奥拉的手 我看到了之前戴着扣子的手 你又想摸我吗 哼 你会承认我是个男人吗 但愿如此 我有这种感觉 掌握 台原跪倒在地 不对不对 他像在地上爬行一样 靠近了些 他跪在中提琴前 拜倒在地 我保证咬牙切齿 这样有一天 我可以被认可为一家公司 他轻轻吻了文子提琴的脚 这是奴隶向主人宣誓效忠 或债主 对恩人敬礼相待时的举动 台原以敬钱的心态 展示了他能做的最好的例子 威奥拉差点踢到台原 啊 真恶心 因为二十一世纪的韩国 没有这种习俗 我不习惯 没有受到尊重的感觉 只是尴尬 今天一整天都在外面 我神志还没洗呢 如果我的脚臭怎么办 按照威奥拉的命令 台原也得到了良好的住宿和食物 泽农灵巧地敲了敲门 走进了台原的房间 杰农的右手端着一个银色的托盘 这是食物 玩具小狗先生 叫我台原 这是 泽农笑道 我在桌子上 发现了一张便条 这是什么 字母是可见的 那是拒绝性 我父亲总是告诉我要梦想 梦想成真 我总是被告知 要把它写下来 并被送他 然后 你教我梦想成真 这跟你的搭档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现在施家的狗叫什么吗 嗯 出色的 微开的窗子 吹进来一阵强烈的夜风 福耶应 耳边传来哭声 台原的刘海在风中飘扬 冷气落在地板上 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年纪虽小 但气息和气场 就如同这个世界观中的主角一般 一只宠物狗 宠物狗 台原的眼神变得严肃起来 南柱万透露了自己的远大抱负 好的 我要做一只宠物狗 那是我的新梦想 决定如此 如果你勤奋学见 被人认可为人 难不成是我恩人威奥拉公主的伴侣犬 她告诉我 当她失去一切时 她会在我身边 她握住她的手 抚摸着她的头发 伸出手 感觉像是有一丝微光 进入了一切都消失的黑暗之中 你梦想养一只狗吗 这是正确的 斑 半代 意思是 成为一对 一起生活 同伴这个词 点燃了台原的心 泽农点点头 这是公主的宠物狗 这是一个很好的野心 是的 祝贺你做了个好梦 台原 谢谢 泽农受到了诚挚的祝贺 Tundra也受到了诚挚的祝贺 同时 维奥拉拉起毯子 今天有点冷 星号星号星号 第二天 维奥拉和杰农前往公爵的别馆 泽农解释道 公爵的妇楼里住着很多客人 知道 通常是这样 这么大的豪宅 总有妇楼 客人也不少 根据府中的威望 宾客也分门别类 那些可以作为贝拉图公爵的客人留下来的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不寻常的人 商人 豪门子弟 杰出的骑士 优秀的巫师等等 其中 希克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小时候曾与贝拉图公爵一起征战沙场的希克森 曾被尊为英雄 现在我成了酒鬼 但我是个疯子 要不是希克森是公爵的战友 他早就被赶出妇楼了 然后希克森无意中发现了台原 并教台原他的剑术 希克森也是一个故事人物 他在叫台原时被救了 公主要找的希克森勋爵 是一位曾经被称为英雄的伟人 知道 我在你给我的副剑副路中看到了他 你准备得很好 但为什么是希克森爵士 是的 那是因为 他就像原著小说中那样 从希克森那里学来的台原 正在大显身手 飞速成长 我不能这么说 威奥拉闽唇一笑 直到我的狗 成为忠实的猎犬 你不能被约束 啊 所以希克森勋爵 希克森是副剑的人 昔日英雄 金罪酒鬼 没有人退缩 向酒鬼学习剑术的公主之权 这只不过是八卦而已 但技能是真实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以前见过你 在哪里 小说中 在平民区 好的 泽农也知道 几年前 希克森勋爵一直在平民窟里 横冲直撞 寻找丢失的女儿 我想我可能当时就看到了 你是说 你当时读过希克森勋爵的剑术 如果威奥拉读懂了杰农的想法 他会在心里回答的 不 我把它当成小说看了 不管怎样 泽农想 他们读了希克森爵士的剑术 准确地记住了他的脸 几年前 公主大概三四岁左右 她有很好的记忆力 和敏锐的眼光 这也很不寻常 泽农心满意足地开始指导 这个时候 你应该在别馆附近的空地上喝一杯 我会护送你 宫女士 星号星号星号 维奥拉回忆起小说中的故事 希克森在一个虐待父亲的环境中长大 希克森唯一的愿望 就是把他的母亲 从他父亲的暴力中解救出来 在我十四岁的时候 希克森拿起一把切肉刀 来救他的母亲 十四岁的希克森 成了杀人犯 然后逃跑了 在外面的世界 有二奶和三奶 有很多人比我父亲更糟糕 他逃离了他的父亲 但在某些方面 这个世界比他的父亲更可怕 希克森答应道 我必须坚强 希克森很强 他通过追逐流浪骑士学习剑术 并在访问每个剑术工作室时 击败剑士 他变得更强壮 在与赫伦贝拉二世结为好友后 他重生为穿越战场的战争英雄 有一次 一只年轻的苍鹿问希克森 希克森 你的梦想是什么 希克森 回复 做一个温暖的丈夫 和一个好父亲 丈夫 父亲 好的 与我爱的家人一起生活 再次爱我 那是我的梦想 这是一个可悲而可怜的梦想 因为他很谦虚 那天 希克森和赫伦打了四个小时 打斗中 希克森腹部受重伤 赫伦手臂受重伤 当岁月流逝 苍鹿只好承认 终于 你的梦想成真了 好的 希克森遇到了一位他深爱的妻子 并生下了一个放在他眼里 也不心疼的女儿 首先 让我们庆祝一下吧 还在你眼里 我可悲吗 这很谦虚 但我不认为这是可悲的 两人经历过多次战争 彼此更加了解 希克森说 我要离开战争了 苍鹿同意了 虽然在战争中 失去了一位名叫希克森的得力战友 令人遗憾 但海伦还是尊重希克森的诚意 我已经看了很多年了 一个朋友做梦 一个叫做家的避风港 李一巴就是我的家人 一个为此而活了一辈子的朋友 他尊重那个梦想 后来有一天 希克森的女儿被绑架了 当希克森去寻找他的女儿时 他的妻子被发现已经死亡 希克森一日失去爱妻爱女 成了一个酒鬼 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泽农是对的 啊 希克森勋爵正坐在那边的空地上 他喝醉了 尖叫起来 泽农在这里等着 醉酒的希克森勋爵很危险 公主 他被称为疯狗 因为他没有什么可看的 醉酒出事不是一次两次了 妇楼内也有数人受伤 令人惊讶的是 公爵一直让希克森活着 我很好 我倒不是担心公主会受重伤 泽农笑道 如果公主受到伤害 我就砍掉希克森大人的两条腿 虽然从前 我非常尊重希克森勋爵 威奥拉看着杰农 我与泽农对视了一眼 泽农 对不起 我不是告诉过你 要试探就不要炫耀吗 泽农挠了挠后脑勺 我是不想炫耀 只是公主太机灵了 这是真实的 太丢脸了 吞下他测试 是正确的测试 是公主是否受到伤害 贝拉图的公主 应该不会害怕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原因 恐惧不能成为原因 这是最后的警告 表现得像贝拉托 如果你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会怀疑 你当管家的资格 对于泽农来说 这句话比任何警告都更可怕 是的 我会记住的 留下泽农 我要拉靠近希克森 希克森一边扔瓶子 一边尖叫 起初 他扔了一个石头块球 先生 意思是你死去的女儿会回来 希克森骚 我转过头 眼睛烧红了 他的眼睛红红的 就像是被吓了药一样 我的身体在颤抖 这是什么疯小子 他看起来肯定不正常 威奥拉靠得更近了 霍森拿起瓶子 看起来他喝了很多酒 双颊和双眼都红得发烫 他的动作就好像他要敲钟提琴一样 如果他是个正常的孩子 他早就被吓跑了 希克森说 舌头打结 离开 钟提琴靠得更近了 他靠近希克森的身体 先生 维奥拉抬头看着希克森 你的女儿死了 这个疯狂的东西 希克森像锅盖一样 抬起手掌 维奥拉没有眨眼 但在内心深处 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他真的不会打到我 对吧 希克森从不打孩子 不管他有多罪 不管他有多昏迷 他都不会对孩子下手 这是一个伴随他余生的角色 然而 试图抓住曾经是英雄的 希克森的眼睛 让我头晕目眩 我相信设定值 我很害怕 但我坚持了下来 他进行了眼神交流 掩饰了自己的恐惧 希克森的手臂在空中颤抖 但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我告诉过你关掉他 最后 希克森没有击中中提琴 威奥拉张了张嘴 继续用一脸若无其事 或者说 是在认真对待什么的表情 看着希克森 你能告诉我 是谁杀了你女儿吗 什么 就在这时 一股诡异的寒风吹来 不像是春风 我看到了 威奥拉紫色的头发 随风飘扬 就在这时 威奥拉全起身子笑了 一个阴沉的表情 被创造出来 那个表情和中提琴的 死气沉沉的美相遇 营造出一种微妙的氛围 这真是适合贝拉托的气氛 当然 这不是故意的 然而 自然的表情和气氛 就是那样 希克森的目光相遇了 威奥拉又说 你想让我告诉你 是谁杀了你女儿吗 威奥拉决定用阿灵的方式 来解决小说 你能告诉我 是谁杀了你女儿吗 退缩 希克森的身体颤抖着 不管他喝多醉 只要听到女儿两个字 他的耳朵就好像在发光 你是做什么的 仿佛不知不觉间 所有的罪意都烟消云散了 威奥拉咽了咽口水 这个世界上 有一种叫做法力的东西 他说 只要他愿意 就可以吹散他身上所有的罪意 这似乎是真的 那双已经失去了生机 如同烂鱼眼一般的眼珠 重新焕发了生机 我看到了叔叔的女儿 在哪里 希克森的眼里 闪过一丝生机 女儿这个词 是希克森的叛逆 拿这个词开玩笑的人类 连小孩都不放过 对于希克森来说 女儿就是这样 Svenu Forvella十一街 在可怕地点的下水道下 所有这一切 都是希克森多年后 回过神来时 为自己发现的 希克森 Hickson 在教授台员 Tundra时 重新振作起来 回到起点 找到你女儿的踪迹 最终他会找到敌人 威奥拉平静地说 鲜红的头发 仿佛在燃烧 脸颊上密密麻麻的雀斑 她的耳朵上 带着一个十字形的小耳环 希克森的身体僵硬了 这是贝拉托吗 我不知道这个女孩是谁 然而 她散发出贝拉托的能量 气氛就是那样 我不知道 不可能有贝拉托 看她的衣着 似乎是个名门望族的少女 但希克森并不完全相信 在过去的三年里 很多人都是这样接近希克森的 这一切 都是要动用希克森的建树 希克森个人的不幸 对于很多需要希克森的 有权势的人来说 都是幸运的 所以希克森不再信任别人 即使在生命垂危的那一刻 孩子也坚信 父亲会来救他 我父亲曾经以身为希克森人而自豪 没有详细描述他是如何死的 似乎自己经历了如此可怕的事情 我都不愿意去描述 不管怎样 他肯定已经死了 我亲眼所见 亲眼所见 我告诉你了 我筋疲力尽了 去 希克森握紧了拳头 其实 希克森也在意料之中 他的女儿死了 但目前还没有得到承认 我还是不想承认 当我正要喊步的时候 维奥拉很快开口了 你是英雄 你被称为黑镜 黑金 Black Will 你到底想说什么 孩子 语气柔和了许多 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 他不是在胡说八道 也不是在胡说八道 还有东宝领主的朋友 我的曾祖父 希克森这才知道 这个女还是谁 冬天的城堡 最近很热闹 他说 赫伦公爵从贫民窟领养了一个养女 然后他是有道理的 一定是他在贫民窟 碰巧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一点疑惑消失了 你是中提琴吗 这是正确的 不管怎么说 他的技术 都看比我父亲 但是想想看 叔叔是英雄 他们杀害 并绑架了英雄的妻子和女儿 如果是这样 他将是两者之一 威奥拉咧嘴一笑 要么是个不识人情事故 丢掉了懦弱脑袋的疯子 除非就是这样 或者是精心策划的犯罪 威奥拉用食指轻轻碾着紫色的长发 叔叔你怎么看 难不成是那个丢了懦夫 脑袋的疯子干的 还是某种 经过周密计划和行动的力量 如果你是一个失去了胆小鬼脑袋的疯子 当先生出现时 他会立即找到他 因为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 可是我找不到 更何况 实际太巧了 是的 女儿被绑架 当他外出寻找他的女儿时 他的妻子死了 好像有人仔细算过似的 当我失去妻子和女儿时 我疯了 无法回头看 之后 我成了酒鬼 看不清形势 而且 你为什么不知道 像我这样的孩子能弄明白 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 维奥拉让我想起了这一点 维奥拉几乎没有后悔 事实上 这是你自己推理出来的 回过神来的霍森 对这一切 进行了自己的推理 你会找到敌人的 敌人也与小说 最后的黑暗息息相关 仔细想想 先生 谁从你的疯狂中 获益最多 与此同时 杰农抬头看着天空 夕阳西下 天空是红色的 仿佛浸透了鲜血 红色的夕阳 染红了维奥拉的脸 维奥拉的脸 好像着了火 这是一个美丽的日落 这是唤醒黑金的好日子 星号星号星号 谈话结束得很好 非常不寻常的是 希克森邀请泽农和维奥拉到他的房间 并亲自为他们泡茶 泽农笑道 希克森爵士先邀请你 这在王府 可是史无前例的 好的 是啊 别说邀请了 殴打别馆的客人就麻烦了 听说 公爵也有麻烦了 你也有困难吗 当希克森举起拳头时 泽农清了清嗓子 他静静地一开视线 对维奥拉说道 不管怎样 三年来 希克森大人 都不允许任何人 进入这个空间 我的父亲 公爵把房间 让给了希克森爵士 他再也没有来过这里 维奥拉点点头 如果这是我最喜欢的 我会在那里 又不是我不是那种 第一个出来 给你打气安慰你的人 如果希克森回过神来 他会再次成为他的朋友 就好像他从来没有那样做过 否则他会亲手杀了他 这一定是仓录 对他朋友的最后考虑 维奥拉喝了一口温热的苹果茶 一股清新的香气 在口中蔓延开来 我对小说的改动不大 不管怎样 希克森很快就会清醒过来 小说内容没有太大变化 希克森在中提琴前坐下 我的朋友 他有一个有趣的女儿 大家都这么说 所以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什么 希克森笑了 我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眼睛的人 孩子 什么样的眼睛像我 眼睛像苍鹿 我长得像我爸吗 我是养女 这意味着你 永远不会看到任何损患 嗯 维奥拉等待爱酒成熟 为什么如果你看小说 你会这样说 我追了小说 幸好还是不幸 他天生就是一副傲慢的表情 他看起来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谈判者 希克森说 别害羞 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我有狗吗 狗 它是一只狗 但它是一个人 大的 并鸟人 正确的 希克森触气地轻松地理解了 维奥拉对此有些恼火 但也很舒服 叔叔 请驯服他 如何 教我剑术 哼 我去找你女儿的仇人 我自己能找到 维奥拉几乎说不出话来 那句话是真的 即使在小说中 他也发现自己很孤独 虽然他现在喝醉了 但如果他保持警惕 他也是堪比仓路公爵的英雄 你为什么讨厌他 打扰了 我们见面吧 一旦他们相遇 事情就会改变 希克森一看到台原 就爱上了他 他顿时明白 自己天生就是剑术之体 希克森弱弱地说道 哼 维奥拉决定稍微改变一下他的策略 先生 为什么 我以为叔叔会很酷 因为捶死的孩子 叫得太多了 对躲在下水道里的我来说 我爸爸这个词 对我来说 就像是一种非常神圣的语言 希克森暂时闭上了眼睛 一想到女儿 我的心就沉了下去 但现在看 一点都不哭 什么 我应该说这个吗 你是什么意思 我在跟你说话 寻求帮助 一瞬间 泽农的耳朵竖了起来 他出来了 以德为君 懂得随心所欲地 更换面具 与人打交道的佣兵 好像出来了 他更专注于 威奥拉的话 我想生活 谁说要杀你的 我对这个地方 研究了很多 这是真的 我研究了很多 小说的世界观 也做了一些人物宣传 这个地方很荒凉 在这里 我的母亲用手杖抽打我 我的兄弟们想杀了我 而且只有暴力的父亲 希克森对一个词的反应 特别敏感 暴力父亲 我父亲对我很冷漠 把我扔到野外 如此冷漠 是一种暴力 你叔叔很聪明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 你知道 却假装不知道 威奥拉伸出手 叔叔 请留在我身边 我需要一个成年人来依靠 他把钉子 钉进了希克森的胸膛 我独自一人 希克森看到了 钟提琴的手 威奥拉伸出的手 显得格外苍白小巧 希克森瞪大了眼睛 我知道 因为他抚养了他的女儿 这个孩子 比同龄的七岁孩子 要小得多 很难相信他已经五岁了 一个身材娇小的少女 伸出了手 抓住我的手 最后的话 在希克森的心里响起 跳 苍鹿公爵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卡尔顿管家 抽出一把细剑 卡尔顿是为数不多的几个 在赫伦 贝拉托面前 也能拔出见来的清醒之一 我打开门 指了指进来的人 希克森勋爵 要有礼貌 谁敢不敲门 就打开公爵府的门 直接走进去 希克森手指 抓住细剑的刀刃 将其推开 坐在椅子上 查看文件的赫伦公爵 张了张嘴 别管他 希克森微笑着靠近海伦 海伦甚至没有看希克森一眼 什么 他们带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刹那间 苍鹿的身体猛的一说 可爱的 从希克森嘴里 听到可爱这个词 很奇怪 Bel Eto 和Cute 是比游水 还格格不入的词 本来就该如此 应该不可爱 好的 非常可爱 你不能像贝拉托那样 希克森坐着 屁股靠着赫伦的桌子 你还记得 我以前的梦想是什么吗 一个我向你寒三的梦 海伦拿起羽毛笔 继续在文件上签名 他似乎并没有太在意 希克森的话 我失去了那个梦想 我的世界崩溃了 所以 然后我变成了酒鬼 希克森盘腿坐 我知道你为什么让我留在妇楼 他指着卡尔顿 那个没意思的老头子 老是劝我把他赶出去 你们那些蛇蝎美人 一定是刺激毒死我 因为我是个白痴 降低了Bel Eto的威望 我很了解你 海伦签署了另一份文件 我把文件交给卡尔顿 接过卷子 卡尔顿弯下腰 就往外走去 现在 办公室里只剩下海伦公爵 和希克森两人 即便如此 你还是把我留在了别馆里 苍鹿公爵是一位老朋友 我看着希克森 他毫不掩饰地直言不讳 你再不恢复 我就把他放在身边 亲手弄死他 你想等多久 五年 五年 希克森 放声大笑此外 苍鹿是苍鹿 他没有改变 这就是我的朋友 苍鹿对我的尊重 你好像醒悟过来了 好的 说 这是一个新的梦想很夸张 但我想我还是可以梦想它 苍鹿的眉毛抽动了一下 梦 好的 你的女儿准确地说 威奥拉只是在纸面上登记为女儿 你是什么意思 桑 你我小时候建立的绝对规则 知道 十岁以下的孩子根本没有被杀 这是赫伦和希克森的承诺 事实上 正是希克森提出了这个承诺 希克森说 孩子们应该得到保护 有权力和权力在被足够爱的情况下成长 然而 你用论文介绍了你的女儿 但我会努力用我的心介绍你的女儿 如何 你对当父亲不是特别感兴趣 我们只需要一个出色的接班人 不 赫伦沉默地开着希克森 没问详情 随你便 希克森从座位上站起来 他们伸出仙桥的手 向我求助 我要你站在我身边 你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成年人 那不像贝拉托 原来如此 希克森咧嘴一笑 但他一点也不卑鄙 尽管他向我求助 但我对他如此 贝拉托斯的态度感到惊讶 这是一种奇怪的气氛 你在打包吗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 我只是按原样说 他与贝拉托斯非常相似 但又与贝拉托斯有着奇怪的不同 他是个很有魅力的孩子 你听起来和子南很像 非常贝拉托斯 但感觉就像高级贝拉托斯 希克森似乎也有类似的感觉 我想做一道篱笆 让孩子能正常成长一点 在一个更美丽的世界中成长 苍鹿点点头 随心所欲 好像他真的不在乎 就好像你这种人 敢对一个带着贝拉托姓氏的孩子动手 去 希克森前来拜访 希克森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看着他 杜克与往常不同 我认为他喜欢维奥拉 不可能 但似乎是这样 似乎他还不能对自己承认 那晚 惊人的 仓鹿比雷特的七根羽毛被折断 没有人能弄清楚 这是为什么 欢迎晚宴前两天 仓鹿公爵突然邀请维奥拉共进晚餐 原因不明 维奥拉非常不舒服 和我最喜欢的人共进晚餐 一直是一个梦想 但我不想要这种气氛 保持沉默 感觉就像坐在荆棘店上 一只烤鸭 配着美味的地瓜汤和特制的酱汁 摆在我面前 我却吃不下 大约十分钟过去了 十分钟后 仓鹿公爵开口了 你戴口罩不错 谢谢你的夸奖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但我假装很平静 像野兽像贝拉图 我让希克森留在我身边 记 是的 你要我牵你的手吗 是的 为什么 维奥拉有一种预感 这是一个测试 贝拉托一定不能卑躬屈膝求助 白鲁特应该处于提供帮助的位置 而不是接受帮助的位置 我故意笑了笑 你觉得如果我用得好 我能把它变成我的吗 仓鹿公爵看着维奥拉 维奥拉并没有离开视线 我内心颤抖得很厉害 仓鹿公爵的瞳孔 如同黑洞一般 如果我只是盯着他看 我感觉自己会被吸进去 整个人都会被撕成碎片 真奇怪 奇怪的是 他的行为与我最喜欢的人不同 公爵不与潜在的继任者 举行私人会议 这是因为我知道 每一个行动都可以赋予某人力量 我内心疑惑 但表面上 我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他一副比谁都像小人的表情说道 有美好梦想的理想主义者 真的很好吃对不对 我全力以赴 为了不被苍鹿公爵 当作弱点抓到 果然如此 是的 维奥拉有点吃惊 苍鹿似乎非常满意 听说你伸出了仙巧的手 我确实伸出了手 维奥拉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 嗯 他小巧玲珑 与角色射之不符 希克森握着那只手吗 是的 维奥拉喃喃自语 看着苍鹿 沉重血腥的气息之外 他的帅气四处飞扬 不要鲁莽地把手给我 是的 因为如果你触摸他 他可能会消失 维奥拉咽了咽口水 这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世界观 别吃 问 差 而除了刀子敲击玻璃器皿的声音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声音 维奥拉仔细地看着海岚的眼睛 我气喘吁吁了 我分不清 食物是从我的鼻子里经过 还是进入我的嘴里 主菜都吃完了 甜点是蜂蜜腌制的冻柿子 很好 维奥拉瞪大了眼睛 我在地球上吃过很多柿子 但这是我第一次尝到 甜蜜在你的嘴里融化了 蜂蜜和柿子构成了绝妙的和谐 就像甜不丁在你嘴里融化一样 你喜欢甜的东西 是的 他们是孩子 公爵呆呆地看着维奥拉 维奥拉再次哽咽 父亲 告诉我 你能不能别一边吃好吃的 一边盯着我看 离开一段距离 杰农的身体在他身后缩了缩 公主 谁会对苍鹿公爵这么说 别再盯着我看 对苍鹿公爵来说 肯定是陌生的话 好在苍鹿公爵没有任何反应 我只是简短地问了一句 为什么 吃饭时盯着看是不礼貌的 苍鹿公爵想起了雷尔 雷尔也说过同样的话 我可以停止盯着你看吗 那样盯着看 很不礼貌 雷尔是唯一一个这样对海伦说话的人 当时 苍鹿回答说 我是你丈夫 苍鹿当时是淡淡地笑着 现在却是面无表情 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是你爸爸 他看了看周围 你们现在所享受的宜人环境和美味佳肴 都来自于我 你梦寐以求的蛋挞 和现在的冷柿子 也送给我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 犯下这样一点粗鲁的行为是可以的 我带你来这里 不是因为我想 万一 我爹要拿给我 表示敬重呢 这是巧合吗 维奥拉的态度 在某些方面 与雷尔相似 我一句话也没说 该说的都说好了 我听说 你结婚 是因为坠入爱河 我也爱你 但如果你让我先结婚 然后表现出屈尊呢 苍鹿公爵举起叉子 一瞬间 维奥拉吓了一跳 看气氛和态度 我很担心 他拿叉子扎自己的眼睛 我用叉子戳了戳红石 听起来不太好听 但也没有错 然而 舔着嘴唇 看着自己的养女 映入了他的眼帘 眼神似乎在询问 父亲 那好吃吗 吃饭时盯着 看不是很不礼貌吗 我是女儿 他一字不漏地 回答了赫伦所说的 你父亲 先找了个借口 贝拉托的方式 回馈你收到的东西 不管是恩怨 还是恩情 哪怕对手是苍鹿公爵 那也是必须遵守的原则 这很像Bella 2 我能感觉到 威奥拉的目光 正盯着自己 如果你把目光移开 你会发现 你很害怕 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 是的 我只是欣赏那种英俊 那样就不那么可怕了 她也很帅妈妈 威奥拉没有移开视线 我不那么害怕了 因为我欣赏她的美貌 英俊 英俊 苍鹿也对上了 威奥拉的眼睛 那双极具贝拉托风格的眼睛 诡异得有些漂亮 不幸的是 希克森的话 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她带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要可爱 视线继续 我看到眼睛盯着我 我不明白 为什么那双眼睛里 有那么多爱意 她带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武德德克 公爵拿着的叉子 弯得像糖果 圆圆的眼睛可爱吗 不 不可能 绝不 那孩子不过是天生 具有君主美德 随意更换面具的孩子 公爵冷着脸问道 你是在自卫吗 威奥拉一开口 贺伦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威奥拉粗暴地回答 是的 这是宴会听 她说得很清楚 只是防御这个词 有点发音不对 对于一个长得差不多五岁的七岁孩子来说 这个词似乎有点难发音 突然 卡尔顿的话浮现在脑海中 可能是因为她吃得不对 她的成长非常缓慢 突然 那小小的身子和大大的眼睛 又映入了我的眼帘 不知为何 我的心砰砰直跳 苍鹿再次宣读 正义辩护 是的 宴会听 正义辩护 威奥拉注意到 海伦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把嘴唇放在一起 她也使自己的舌头有力量 这是一个派对 我无法克服我的身体限制 让你的发音正确 自我防备 应 甘 甘 甘 意 该死 发音不对 与此同时 解农怀疑自己的眼睛 公爵 你在微弱地微笑吗 声音很微弱 但她在微笑 被泽农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笑 苍鹿公爵又开口了 正义辩护 绝对跌 威奥拉很生气 拳头敲在面无表情 语气讽刺的公爵的人中 我想打你 如果我这样做 我的脖子会被炸掉 对吧 总之 我很生气 连说别的词的时候 发音都有点漏 尤其是政治辩护 她就像一个发育不良的身体 苍鹿说 她的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 21岁的韩亚玲 对着那个含蓄的笑容 有种莫名的挫败感 不知不觉 我的脸有点红了 乌A先生 没想到活了21年的 我会因为发音 被人嘲笑的那一天 一股说不出的羞愧 从脚尖升到头顶 你没礼貌 发音也不好 闻起来像住在那里 事实上 海伦并没有被冒犯 相反 我对生活更满意 贝拉图应该是这样的 当我有种被戏弄的感觉时 若不是杀出一条血路 我还挺失望的 但是威奥拉吓了一跳 这家伙的身体 一定是在不知不觉中 流出了一条生命 我回过神来 然后 不知不觉露出的生命 自己消失了 你很擅长救人 苍鹿误会了常识 他记得泽农和希克森说过 他是一个可以很好的控制自己生活的孩子 一个看起来很像Bella 2 但又不像Bella 2的孩子 男眼对冷红丝的可怕贪欲 即便如此 他也有一颗 懂得彻底隐藏自己真实绅士的心 所有这些 都将是经过彻底计算的产品 一个非常短暂的生活 可爱的小眼睛 一股杀戮本能勉强压抑 那将是真实的东西 我是 那个表情 这是我的最爱 中提琴 但这很奇怪 我一直看到那些丰满的桃子脸颊 这与你可爱的外表无关 是离教育还欠缺吗 橙色的柿子 再次被涂抹在嘴唇附近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是这样被埋葬 你明白吗 我要用那双漂亮的手 吃这么硬的东西 紧握叉子的形式松懈 类似的东西 不断出现在我的眼睛里 而不是Bella的眼睛里 真的很奇怪 黎明破晓 早起的鸟开始鸣叫 碰 碰 碰 一阵响亮的敲门声 与宁静的早晨格格不入 很少有人能如此粗暴地 敲开公主的房门 这次访问被粉碎了 敲门的是霍森 先生 那是敲门声吗 不是这个 希克森害羞地笑了笑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 功率控制 据说 希克森在过去三年里 没有练习过 甚至没有激活法力 我这样生活了三年 现在我又开始训练了 因为法力的突然发动 我最近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 你是战争英雄吗 希克森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他酗酒 处于严重的腹部肥胖状态 三年 足够一个人失败的时间 再修一次 一个月就够了 威奥拉点点头 马上修好 希克森走过去 在椅子上坐下 钟提琴 多亏了你 我想我得到了一些线索 嗯 那太棒了 你只需要打开水 那个人类 当年是堪比仓路公爵的英雄 现在他要自保了 顺便一提 嗯 你昨天和赫伦一起吃饭了吗 嗯 什么 威奥拉退缩了 有美好梦想的理想主义者 使用他真的很好 不是吗 难道你没听说过吗 我只是着急了 从希克森的态度来看 似乎并非如此 没有礼貌 发音也很糟糕 连活命都被骂了 好的 嗯 希克森逗乐地看着威奥拉 虽然看起来不像 赫伦本来就是个友善的人 知道 那个家伙 嗯 你知道 希克森露出疑惑的表情 你说 你只是生气了 一定是没有一句暖心的话吧 嗯 威奥拉的心中 不知不觉间 生起了他最喜欢的助理裁判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其实我讨厌你 我也很抱歉 希克森继续感到困惑 是贝拉图 仓路 知道 可是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看就知道 谁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养一只可爱的刺猬 他比你想象的要好 有点吓人 但希克森荒唐地吐了吐舌头 你有什么信仰 并以为好 为什么你的眼神如此自信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有点烦人 为什么 就不能大胆点吗 你怎么这么认真 因为这是真的 是这样吗 希克森挠了挠后脑勺 不过 这就像你 在为自己的父亲辩护 看起来很糟糕 但实际上还算不错 相反 他很愉快 威奥拉又开口了 所以 你为什么要谈论你的父亲 那个家伙 你觉得 他好像对你有意思吗 嗯 反应到此结束了吗 我一定是采用了他 因为我 一开始就对他感兴趣 听说 他被大陆最强的 公爵家族收养 受到大东新主赫伦 贝拉图的关注 你的反应 真爽某物 哇 极好的 或者我被收养 林主是我的父亲 或者一点 他是什么 期待如此丰富的情感表达 更像是一个七岁的孩子 我觉得奇怪吗 威奥拉微微皱眉 他与希克森对视了一眼 我讨厌暴力的父亲 冷漠也是暴力 更何况 在这个狂野的生态系统中 希克森的脸色 顿时亮了起来 那不是真的吗 希克森似乎心情不错 我猜他觉得自己赢了赫伦 嗯 好的 没有暴力父亲这回事 有一阵子了 打仓路的感觉 我不会保护你的 不要留在我身边 会长大成人的 摆脱腹部脂肪 嗯 我挥剑的时候 会被肚子夹住的 希克森咯咯地笑了起来 那句话是真的 所以我无法反驳 转移话题 我要驯服的四只狗呢 星号星号星号 维奥拉靠在门上 台元和希克森的第一次会面 如果真的和小说里一样 两人就实力大胆出手 台元不想输给任何人 希克森也讨厌这样的孩子 我看着他是否会像小说那样继续下去 似乎不止维奥拉一个人感到兴奋 维奥拉旁边 泽农也用非常好笑的表情看着两人 教练是希克森勋爵 我神志都没有想过 因为肚子出来了 他是个好教练 一个声音响起 台元似乎不喜欢希克森 你是我的教练吗 事实上 台元并不令人信服 据说他是见到名师 对他这样的人 他是很期待的 突然 一个大富贫贫的男人出现了 他的体格很好 但他不是 汤芝尔认为的那个人 台元朝威奥拉的方向看去 我告诉过你 要给师父学剑术 台元的声音充满了愤怒 在他的愤怒之下 也隐藏着深深的挫败感 我想成为一只伟大的成年狗 站在公主身边 为此 他尝试学习剑术 我想和那个向我伸出手的人在一起 我想成为一只宠物狗 所以我努力做到最好 但是这种治疗 感觉就像一个新的梦想被践踏了 怎么看 西格森都算不上好的剑术老师 脸色不太好 身上一股酒味 这是一个未经训练的身体 一个破碎的身体 就好像从什么地方 带来了一个酒鬼 你说要磨牙 台元微微咬着嘴唇 他们说这是玩具 你这是在侮辱我吗 我只是个玩具吗 宠物狗的梦想对我来说是不是太奢侈了 最近几天 我真的很兴奋 磨好了 西格森摇摇头 你对大人的态度很差 承认 我需要重新学习与成年人交谈 西格森笑了 我倾向于非常严格的教学生 西格森回头看了看 孩子 从现在开始 是狗和训练员的时间了 请您离开座位好吗 为什么 这将是一段艰难的时期 先生 你看起来很兴奋 我喜欢有这样眼睛的男人 苍鹿那家伙 以前也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他变成了一条蛇 既有毒蛇的狡猾 也有老虎的勇敢 但在过去却不是这样 就像这个男孩一样 这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老朋友 钟提琴击中了目标 你没有任何朋友 先生 你怎么知道 你看起来朋友不多 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词 我也有过辉煌的过去 那个过去被叔叔踢了 总之他确实有打骨头的本事 维奥拉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不料 我的头被撞了 受到重创的希克森很享受这次谈话 但我确实相信 什么 你是一个相当正派的成年人 希克森叹了口气 清了清嗓子 维奥拉的话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 如果我的女儿还活着 她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 我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成年人 现在还不算太晚 维奥拉抛出一句皈依的话 出于这个原因 我早些时候撞伤了 你已减掉腹部脂肪 而且我认为 如果我减掉腹部脂肪 她看起来会有点酷 希克森决定 我决定成为维奥拉的好大人 热情高涨 让她变得非常酷 希克森转过头 穆德 有声音 一听 手中多了一把盾木剑 希克森看台元的方式 与她看维奥拉的方式截然不同 我们 男人之间 要不要 我们好好谈谈 将希克森介绍给 Tundra后 我感到有些欣慰 既然男猪的伟大种子 种在希克森的好土壤里 就会成长为世界上最强的人 维奥拉心情轻松地走在过道上 嗯 远处 有人向我们走来 她穿着一身醒目的红色西装 身材高大 红西装 脸白如面粉 少见的男士短发 甚至红唇 我很清楚 那是谁 西藩马克思 塞万 马克思 他是赫伦公爵的助手之一 那边好像也发现了这个 我迈着枪步 朝这边走去 身体的动作有些迟缓 哦哦哦 新六公主 威奥拉公主是谁 西藩也对上了中提琴 后面的泽农 在那儿你今天仍然很性感 有一阵子了 泽农轻轻弯下腰 与此同时 威奥拉张开了嘴 你是塞班 马克思吗 你知道我吗 塞班马克思睁大了眼睛 我用食指碾着短发 我的公爵已经介绍过我了吗 他的手指穿过头发摸到下巴 舔了舔嘴唇 嗯 不可能的 公爵可不是这么细心的人 你一点都不细致 为什么喜欢 塞班马克思的身体一颤 欣然承认 你看起来挺好的 79岁的西芬马克思 爱上了公爵的外表 并投身于冬季城堡 然后他成为了一名助手 赫伦公爵也知道塞凡的心情 所以我断然拒绝了 西芬马克思 我不喜欢男人 你连女人都不喜欢 我很欣赏你的能力 所以把它放在我旁边 不要越线 在小说中 公爵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如果你做任何蠢事 我就割断你的脖子 公爵之死 似乎以自己的方式 令人欣喜若狂 这个世界是一个幻想世界 不欢迎同性恋者 通常 他们会受到歧视 但在严重的情况下 他们会被石头砸死 在这种世界观里 成长为公爵的侍从 也意味着他的能力很强 维奥拉说 你父亲的随从之一 是的 目前 一个猛面人和木偶师 爱上了他的父亲 并将自己托付给了他 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帅 你研究过我吗 嗯 我没有学习 我阅读 你还是经常出来 他被描述为非常有才华 他们擅长用尸体制作面具 擅长伪装和化妆 擅长处理人偶 塞班列子一笑 六公主会怎么看我 我一边撵着头发 一边补充了一句话 每个人都说他们厌恶我 呃 恶性 原作中的维奥拉公开表示 他很反感 与其说从背后包瓜子 成帆是那种喜欢承认自己能力的人 公开表示厌恶 我决定顺其自然 词干相似 但细节不同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生命 西帆嘴角一扬 看起来还不错 因为你就像在哪里坏了的色狼 我经常听说他坏了 维奥拉茫然地看着西帆 作为一个喜欢作品的读者 他背诵了一个更好的开拓方向 留下男人和女人 和一个已婚男人调情 是令人讨厌的 是的 塞班瞪大了眼睛 仔细想想 是这样吗 不管你是男是女 那不关我的事 但是一旦我父亲结婚了 这只是一场包办婚姻 总之 你结婚了 他与两个妻子签署了结婚誓言 婚姻是对彼此的承诺 不就是誓言吗 哪怕排除爱的感觉 嗯 又是这样 在这些誓言之间 插手向你父亲求爱 是不正常的 事实上 阿玲并不喜欢塞班马克思 对读者亚玲来说 塞班就像是一个 不断和他喜欢的角色调情的无赖 我知道 连我父亲都坚决拒绝了 塞万 马克思玩得很开心似的笑了起来 你不是经常听到真相打击你吗 我经常听到 你是那种被讨厌的人 我问你怎么看 你不是说 你觉得自己是个哪里不正常的色狼吗 威奥拉咧嘴一笑 如果你只是一个坏蛋 你父亲就不会把你的脖子放在一起 你懂的 你活着的理由 王妃怎么看 因为有用 塞班马克思在工作中 总是竭尽全力 对于公爵来说 他害怕有一天 他的需要将不复存在 于是在看不见的地方 孜孜不倦地工作 如果到了 你不需要我的时候 公爵会无情地把我扔掉 这就是为什么 塞班过着固执的生活 尽力而为 尽心尽力 努力拼搏的人生 也是西藩马克思 真正看重的人生 我觉得 你是个有用的人 谢谢你这么说 其实 只是撞到骨头而已 我以为你会这样收到 我希望他对我有用 塞班低下了头 他弯下腰 看不见他的脸 塞班在笑 我认为 你是个有用的人 与其说是安慰或欢呼 倒不如 说是对西藩的认可和尊重 真正的读者阿灵明白这一点 并震撼了塞班的心 威奥拉的话 在西藩耳边一闪而过 我希望他对我有用 我本来想问 公主 你七岁了吗 似乎洞悉了一个人的本质 塞班挺直了呗 笑声露了出来 我只记得威奥拉说的话 在这些誓言之间 向你父亲求爱 是不正常的 从来没有人对塞班 说过这样的话 我只是说 我有精神疾病 有些事情出了问题 并归咎于他 甚至在背后窃窃私语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公主 没有人指出 正在追求一个已婚男人 如果他是女人 恐怕早就被试人诟病了 这意味着 对已婚男人开玩笑 一桑 这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 塞班总是因为其他原因 而受到攻击和诅咒 这位七岁的公主 指出了这一点 这是非常自然的 非常自然的 我很高兴地说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公主微微皱眉 你一直在看什么 如果你没事的话 塞班建议道 明天的欢迎晚宴 我可以给公主化妆吗 你 为什么 你告诉公主 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我想展示我的能力 我会让你比任何人都闪耀 有那么一会儿 维奥拉能够阅读了 不 我很害怕 那双眼睛不是普通的眼睛 那是一个疯狂艺术家的疯狂凝视 我感受到了 来自与生活不同的领域的血腥能量 西翻的眼睛画了一个半圆 她高高地伸着胳膊 一副喝醉了的样子 眼底闪过一丝执着的疯狂 比谁都嚣张 比谁都光彩照人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公主的杀气 随着鬼气的加入 会变得更加魔幻 我是不是用幼稚的眼光看你 我从没干过 这种感觉越来越糟 冷傲冷傲的神情 加上色彩的魔力 更增添了凶兽的凶猛 塞班列子一笑 她看起来像一朵 带毒刺的致命百合花 我会创造出 比任何人都闪耀光芒的统治者 等一下 是不是太宏伟了 坚定不移 却带着吞噬一切的海啸般的疯狂 维奥拉很难理解 那是什么 但我确实知道一件事 那是一句蕴含着 疯狂艺术家的艺术精神的台词 公主也想要吗 我读懂了西翻的眼神 有很多疯狂 我觉得我无法拒绝 你拒绝我的那一刻 为什么要拒绝我 我告诉你要尽力而为 我告诉你试试看 我告诉你 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嗯 那太可怕了 她拼命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故意笑了笑 别指望了 她的双腿 隐藏在华丽的裙子下 颤抖着 威奥拉躺在床上 踢了几下空气 啊 不是这样的 转型大师 伪装大师 屋中生有的能力 想到从西翻那里接装 我就心疼了 这不仅仅是化妆 正如成凡所说 更有生命力的野猫 贪婪的统治者 恶魔杀手 很明显 她会用化妆魔法 来衬托出这种氛围 她被毁了 估计毁了 我跳起来站在全身近前 她非常漂亮 漂亮的 可爱的 其实 这样也好 但在那美丽的背后 却有着难以言喻的气势 不祥和阴暗 怎么说 这就像御杀手的梦想术 她看起来像恐怖电影里 一个漂亮 但阴险的女人 很美 但是出现的时候 好像会有阴沉的BGM 我故意眯起眼睛 我放声大笑 正如塞班所说 她一副傲慢自大的样子 她有一种独特的气氛 我在这方面 真的很有天赋 这就是为什么 接受C-BGM的妆容 会加剧这种独特的氛围 哈 会好吗 然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在干什么 维森连忙后退 他像一只敏捷的黄鼠狼 一样移动 哈哈 这就麻烦了 维尔拉想哭一会儿 为什么刀在我手里 一声匕首响起 贝拉托的继任者 都在身体某处携带武器 他们大多成匕首形状 便于携带 中提琴也是如此 他的大腿捂中 带着匕首 我挥刀了吗 他发生在眨眼之间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目瞪口呆的时候 似乎是真正的中提琴出手了 哈哈 这是一把刀 刀 维森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感到很兴奋 哈哈 这是一把刀 刀 冷汗从维奥拉的背上留下来 如果是我认识的维森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一场剑战吧 兴奋的 他是一个可以拿出匕首 并使用他的角色 嗯 但他没有 你是否还在 似乎毫不在意地向自己挥刀 不知道这个词 用在维森身上合不合适 今天有点谦虚了 今天有些谦虚的维森 笑着问道 你在做什么 我在照镜子 为什么 你是不是得了公主兵 八岁的维森照镜子时 似乎觉得自己是个公主 维奥拉微微皱眉 你为什么来 我在这里 你受伤了吗 维森指着他的膝盖 这 膝盖上有个伤口 这不是一个大伤口 然而 非常疼 说被刺了也不痛 那有什么好痛呢 维森自信满满地说着 一副可以说是脾气暴躁的表情 我需要涂药膏 为什么 喂 为奥拉涂药膏了吗 自己申请 我自己从未尝试过 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就让他当管家吧 不 为什么 我只是讨厌他 维森得意地拿出药膏 统治者 这里 如果我说我不害怕 Vison 那我就是在撒谎 但他有一个可爱的角落 八岁的孩子一看就觉得是对的 还是孩子 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东西 如果你做你要求的一切 你就会养成一个坏习惯 维奥拉问道 你会怎样做 我应该做点什么吗 当然 如果你不这样做呢 不要应用他 维森抿了抿唇 啊 我自己去 说完两秒就转身 我能做些什么 待会儿再许我一个愿望 希望 维森挠了挠头 我沉思了一会儿 成为一个愿望 听起来有点太大了 维奥拉不失时机地 打开了药膏的盖子 我用手指挖出一点药膏 向左转 向右 维森的眼睛随着药膏移动 就像一只追逐临时的狗的眼睛 如果你只是附上他的尾巴 他看起来会轻轻摇摆 嗯 好的 维奥拉拿出一张纸 统治者 在这里签名 符号 啊 如果你签了字 我就给你放点药 合同非常重要 如果一次上药 就中了一张许愿票 那岂不是一桩很不错的生意 这里是写 我正要给他一支笔 但维森没有等 咬掉自己的食指后 他用流出的鲜血 做了个手势 不 我很害怕 也不理智 他连忙低下头 掩饰住惊讶的表情 他隐藏着颤抖的心 在维森的膝盖上抹了药膏 好疼好疼好疼 轻轻涂抹 维森叹了口气 我把所有的药都涂上了 但是 Bit Cham犹豫了一下 叹了口气 你干什么 不去吗 哈哈 他伸出食指 我也必须在这里应用他 流血了 那是因为 你丢了一支好笔 把他咬掉了 对药膏的痴迷 比我想象的 要严重得多 嘿 终提琴 维森苦苦思索着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种不想离开 这个房间的奇怪感觉 所以我认为 为什么我必须在这里 但无论我怎么想 都没有那个理由 所以 我只吐了一个字 维森很羡慕终提琴吗 什么 这是欢迎晚宴 你嫉妒那个吗 嗯 这些我都没有 当然 维森从出生 就是贝拉托 由于他们不是领养的 所以没有欢迎晚宴 我不会说什么 吃吧 这是连威奥拉都知道的事情 在欢迎晚宴上 兄弟俩一言不发 就像伴娘一样 默默地吃着走着 欢迎晚宴的主角 是赫伦公爵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和威奥拉 这是三个 因为这不仅仅是欢迎晚宴 如果这是一场 真正的欢迎晚宴 一家人会互相打招呼 互相了解 玩得很开心 但我很清楚 事实并非如此 欢迎晚宴 事实上 小说的副标题 是血腥的诸侯试炼场 一个评估和测试中提琴 作为贝拉图的品质的地方 我哥只吃米饭 嗯 维森变得闷闷不乐 下次陪我玩吧 嗯 维森稍微振作起来 你答应玩得开心的 好的 好的 承诺是用来兑现的知道 因为我知道 维森精神抖擞 笑着往外走 在某种程度上 他是一个非常容易对付的孩子 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凌晨四点 泽农叫醒了威奥拉 公主 公主 威奥拉不自觉地喃喃自语 我会睡觉的 母尼亚 母尼亚 威奥拉像在梦里吃东西一样咀嚼着 泽农看了看手表 他看着熟睡的威奥拉 再睡一分钟 我用温暖的眼睛看了一分钟 我算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我现在必须醒来 公主 他低下了头 对不起 我会摇你一会儿 他把手放在威奥拉的肩膀上 我轻轻一摇就醒了 刹那间 中提琴的刀刃飞向杰农的脖子 Yu Cha 泽农轻轻躲过他的手刃 魔力融化在他的手刃中 我相信你可以毫无困难地切割薄铁板 泽农若无其事地再次叫醒威奥拉 公主 我该起来了吗 最终 威奥拉醒了过来 她不知道 她已经挥动了自己的刀片 是的 四点钟 这很疯狂 你为什么凌晨四点起床 你必须准备 现在是黎明 E She I 凌晨四点 欢迎晚宴安排在上午九点 这是正确的 天亮就酸了 所以 现在还是凌晨四点 欢迎晚宴是九点 为什么早上四点叫醒我 你真的想死吗 威奥拉的眼里 不知不觉间看到了生命 泽农笑道 我没有太多时间 很痛 但醒醒吧 泽农撑起威奥拉的背 扶他起来 哦困了 我想多睡一会儿 七岁的身体太虚弱了 无法克服睡眠的欲望 我想睡觉 威奥拉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 我的身体 似乎有一瞬间动了起来 但又如梦似幻 泽农笑着说道 公主 我差点割断颈动脉 泽农抓住威奥拉的手腕 保护他的脖子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 放下了中提琴的手腕 真的很抱歉 把你吵醒了 但你不会自吻吧 那也是两倍 我不是那样的 这个身体自己动了 我想说 但我不能 睡眠继续流动 泽农笑着说道 下次 只需将他向左倾斜三度即可 他亲切地指出肩部肌肉 放松一下 在这里荡秋千 成功击杀的几率会提升10%以上 我小心翼翼地抬起身体 塞班大人在等着呢 点头 睡觉很匆忙 七岁的身体很容易失眠 总而言之 威奥拉继续打瞌睡 我不记得在此期间发生了什么 宫女们给她洗了个香油枣 换上长裙 我做了头发 还做了按摩 现在是8点30分 现在是早上8点30分 这时候 威奥拉也回过神来了 我准备好了 快要睡着的威奥拉 并没有太大的不适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大部分的准备工作 已经完成了 觉得洗头发和吹头发 是世界上最烦人的事情的阿玲 体验到了意想不到的方便 一个声音响起 你真美 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七岁的女孩 都优雅美丽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 C-Bone的脸变了 声音肯定是轻翻 只是脸色不同 威奥拉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是把尸体的脸摘下来 做面具的伪装者 一想起这个事实 我就惊出了一身冷汗 塞班颤抖着说道 照这样下去 说我继承了苍鹿公爵的血脉 也不为过 我感到有点喘不过气来 一想到公爵 他的心就砰砰直跳 西藩对着镜子灿烂地笑了 脖子附近有个小伤口 就像被什么东西划伤了一样 怎么了 公主 你现在能把剪刀放下吗 威奥拉手里拿着剪刀 你什么时候又听到这个 为什么 你听到它是相反的 为什么我的肩膀又酸了 像是在摆动什么东西 我差点死了三次 塞班笑了 如果我稍微磨练一下技能 我想我可以成为一个优雅美意的杀手 不 我不想变成那样 威奥拉自己拿着它 那些细小的伤口 看起来像是威奥拉自己的伤口 仿佛在梦中随意荡鞦韆 就算是正常的白人梦 它也不会挥舞剪刀 这个身体 到底是怎么形成和吃掉的 看Tandra的眼睛 五秒以上 如果你发疯 并与Tandra有 超越拥抱的亲密关系 你会被震撼 发疯的身体 在蛋挞面前发脾气 草率的连自慰都不会 梦里挥舞剪刀 拉屎 威奥拉看着他拿着的剪刀 就算是看着 也是一种奢望 切削力似乎是最好的 如果你正确地刺他 他会流血 赛班的手 俯过威奥拉紫色的头发 他闭上眼睛 凭直觉用剪刀刺向对手的画面 真的很迷人 我是认真的 你不必很真诚 这几天很常见 但今天我气喘吁吁 我哽咽了 心头一紧 聪明的 然后听到敲门声 是泽农 穿衣镜里面 可以看到泽农开门走了进来 与往常一样 泽农穿着一身整洁的黑色西装 C棒通过了 Zenang 轻翻的指尖 触碰了泽农的肩膀 他的手指 像幽灵一样一动 Zenang今天仍然很性感 这是夸大其词 杰农低头向赛凡打了声招呼 然后凑近威奥拉 泽农笑道 你看起来很美 其实七岁的孩子 能有多美 这原本是威奥拉的主意 直到我在全身镜中 看到自己的倒影 我还年轻 但 阿玲意识到 七岁就够美了 那个紫色头发的少女 身上散发着一股诡异的气息和气息 完全不像一个七岁的孩子 即便如此 也有一种不能马虎的优雅 听说化妆是大陆上最好的 我抬起手指摸了摸镜子 镜子里的女孩也跟着动了动 这是我吗 C-Bound的化妆技巧 进一步放大了神秘的气氛 它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在起作用 这不仅仅是一种让外表美丽的技术 成翻的整容术营造出只有绝对才能拥有的神秘气息 泽农低下了头 我会引导你 去当日英雄该去的地方 好的 就像今天一样 我认为你会比任何人都更加闪耀 泽农向威奥拉伸出手掌 你必须光芒四射 宫女士 威奥拉把手放在那只手掌上 我和泽农一起散步 终于到了 花银晚宴 我在小说中看到一个情节 副标题是公爵家族的血腥试验台 贝拉图家的试炼台 由千年老公爵率领 如果你没有通过这个试验台 它会被毫无疑问地处理掉 哇 当我深呼吸时 大门打开了 我开始看到里面 维奥拉和杰农一起轻轻地移动着 贝拉图家的第七公主 维奥拉 贝拉二夫人进来了 她被称为七公主 而不是六公主 就像小说一样 维奥拉走了几步 走了进去 并向右看 我见到了称呼维奥拉为七公主的管家 事实上 公爵的考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错误是立即纠正 还是不纠正 如果你做对了 那么你做对了 多么像贝拉图 我做不到和真正的钟提琴一样 原作中 钟提琴动作迅捷 刺向管家的脖子 我好像做不出和他一样的动作 白跟着 只能暴露漏洞 相反 维奥拉选择了不同的路线 以一种可以做得更好的方式 Togak Tagak 钟提琴的脚步声 在寂静中回荡 我缓缓靠近管家 按照原来的故事 那个管家必须被杀 然而 维奥拉稍微扭曲了原作 那不是真正的管家 不是一个人 有木偶式操纵的人偶 管家左手无名纸上 记了一根细线 可以看到一条闪闪发光的细线 维奥拉静静地站在他面前 他缓缓从口袋里掏出匕首 非常悠闲地挥舞着 中风 这是一种非常粗鲁的态度 送给维奥拉的匕首 是在贝拉图公爵的作坊里 制作的特制匕首 充满期待的奢侈品 虽然粗暴挥动的是匕首 但也不足以断线 哪 线断了 管家人偶失去力气 倒下了 我知道那是个洋娃娃 所以我并不太惊讶 我想我现在 可以踩到那个脑袋了 踩人难 踩人偶没那么难 后退 维奥拉故意将一只脚 放在管家娃娃的脑袋上 轻轻践踏 昨晚我照镜子 真的很努力地练习 笑了 这种笑话不好笑 他勾唇一笑 我笑着掩饰紧张 看向身后的男人 西藩马克思 傀儡师就是傀儡师西藩 马克思 我能感觉到注视 现在 除了娃娃拉之外 所有的家人 都坐在我面前的长桌旁 贝拉托的苍鹿公爵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今天的剧集 完全是依莎贝拉公爵 和公爵夫人 甚至中提琴 他们三个 组成了一个故事 我决定选择和专注 然后塞班走近了 哦吼吼 成帆上前几步 用手捂住嘴笑了起来 靠近中提琴的成帆 弯下腰 我犯了无理罪 公主 我想你知道这是不尊重的 对不起 如果对不起 你会自杀吗 威奥拉假装手里 拿着一把匕首 塞班摆了摆手 我不认为 这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呵呵呵呵 请看这里 塞班指着他的脖子 可见小伤口 那是威奥拉在睡梦中 挥舞的剪刀留下的伤口 如果够了 算作惩罚如何 我差点死了 塞班马克思 看向公爵的方向 威奥拉不自觉地 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我看了孔雀一次 收养了威奥拉的男人 东芝成的主人 那个留着黑色刘海 眼神霸气的帅哥 真的是帅到不行 威奥拉注视着 自己喜欢的角色 眼中充满了深情 再兴奇的样子 那不是骗人的吗 那张脸 是几乎可以原谅 任何错误的豁免权 韩亚琳自己都觉得 比起他在这部小说里被附身 父亲的长相 更让人难以置信 世上哪里有这样的父亲 你真的很帅 崔先生 赫伦通过小说中的设定静安 读出了威奥拉眼中的暗恋 我试图忽略那种迷恋 这样的迷恋 他不适合贝拉托 他用严肃的声音说 终提琴 停下来坐下 威奥拉转过身 轻轻 我小心翼翼地走着 他把匕首放回怀里 抓住裙子的两侧 我能感觉到 我兄弟们的眼睛 背前兴奋的表情 也可见一斑 我决定忽略他 泽农拉过一把椅子 你可以坐这脸 威奥拉的座位 是面对赫伦公爵 和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举行端 那是主角的座位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身穿白色棉布 因此无法正确看到她的脸 威奥拉知道 小说里的事情 是怎么发展的 依莎贝拉 先假装出题来做题 六公主 我问你两个问题 所以 中提琴先敲响了 我必须先抓住势头 为了让不是真正的 中提琴的 韩雅林中提琴活下来 她不得不拼尽全力 轻松地笑着说道 我不认为 气氛只是欢迎我 我故意环顾四周 是我父亲的蛮横 让我单方面来到这里 验证我作为 Bella II的资格 威奥拉看着 依莎贝拉 被面纱遮住的眼睛 这房子的另外两个主人 必须核实 另外两个业主 这意味着两个公爵夫人 我不能杀任何人 我也不想死 所以我选择了 不能用身体证明自己 就得用头脑证明自己 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资格 那就去死吧 幸好韩雅林知道小说 贝拉图的影子的内容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的 红唇动了动 这是正确的 六公主 你真聪明 是吗 她似乎有些讽刺 威奥拉的态度 让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一时不知所措 请再说一遍 一家人的眼睛 一下子就倾泻了出来 嗯 我很害怕 威奥拉刻意只看着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的脸 被面纱遮住了 眼睛也没有完全露出来 好了几分 好的 让我们看看 依莎贝拉 那意思是 你要杀我 我故意笑出声来 但既然这里是 寒冬城堡 绝对规则适用的地方 你就不该杀他们 既然如此 那就只有一个答案了 这一定是一个 可以被杀死的人偶 是这样吗 妈妈 一直在说话 既然离奇牵扯到 一个不是你最亲信的人 那傀儡师肯定是他 而最终 凶手应该是 寒冬城堡的傀儡师 塞万 马克思 威奥拉仿佛在俯视一切 继续说道 不过 塞万 马克思 总不能没有父亲的允许 就单独行动吧 也就是说 塞万 马克思的所作所为 一定是听从了他父母的吩咐 我看着西方马克思 所以我没有杀他 妈妈 你解释了吗 沉默了片刻 为什么 伊沙贝拉公爵夫人 微微咬唇 超出预期太多了 怎么说 我觉得我受伤了 在那短短的时间里 你有没有听到七公主这个词 并注意到那之前的一切 事实上 伊沙贝拉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预料到了威奥拉的反应 我可能会刺穿管家的娃娃 然而 威奥拉的反应 却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 我没有刺娃娃 我剪断了些 好像每个人都知道 那不是结束 就连傀儡师的身份 也一下子被辨认了出来 我想得很准确 令人难以置信的洞察力 这是天生的 令人震惊 此外 弗埃娥拉现在七岁了 孩子们很危险 一个七岁的孩子 怎么会长成这样 而且 苍鹿公爵还称赞他 棒极了 事实上 这是最令人震惊的 伊沙贝拉公爵夫人看着公爵 你在夸我 因为我做了一件 值得表扬的事 沉默再次降临 在公爵的五个孩子中 只有一位公主 时不时会听到公爵的夸奖 公爵吝赞美 却赞了 那是所有其他家庭成员 所在的地方 这意味着很多 接班人的争夺 他是最后一个跳上去的 却像是 占据了有力的位置 开始了 公爵夫人又问 第二个问题 没有意义吗 随你便 这两个问题是妻子的权利 既然你已经夸我了 我想 这也没什么意思 啊 不应该就这样结束 于是中提琴奏响了 第二个问题很明显 反正是小说 我什么都知道 这不是你们敢在公爵夫人面前 挥舞武器的问题吗 威奥拉每时每刻都竭尽全力 一时之间 宴会厅再次陷入了沉寂 威奥拉是对的 伊沙贝拉一时语色 哪知道小公主早就料到会来了 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 不想问问题的念头 油然而生 停止 苍鹿说 苍鹿的目光没有离开威奥拉 现在的样子 他真的很像贝拉托 他从不回避伊沙贝拉的目光 他丝毫没有被伊沙贝拉推到后面 而是表现的领先 他比任何人都更像贝雷特斯 他的态度和外表 值得称赞 但为什么我是 我感觉不太舒服 威奥拉现在比任何人都更关注贝拉托 正如泽农所说 或许那个孩子会表现出高级的贝拉图 好东西 但是 奇怪的是 我感觉很糟糕 绝对地 那个一直在说 我确定 的孩子 再次浮现在脑海中 我想起了地弹榻的那只手 那只手的小男孩 今天看着他 眼里满是好感 无缘无故的暗恋 对我盲目的青睐 他是在公爵的真实眼中阅读的 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暗恋 像贝雷特斯一样的 贝雷特斯 我仍然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精打细算的孩子 会有如此不合逻辑的迷恋 还有最奇怪的事情 那种盲目而奇异的好感 并没有被触目 身为贝拉托公爵 我从来没有被这么无缘无故的喜欢过 凡是对王爷示好的 都是有原因的 不管是什么 但是孩子没有这样的理由 他害怕我 但他喜欢我 不喜欢那样 这是他身为东城城主 贝拉托公爵的第一个陌生感觉 为什么我觉得 那不是很糟糕吗 公爵面无表情 改变了主意 不 这是贝拉托的倾向 所以 我只是心情不错 不管我的孩子 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迷恋 领养了一个比任何人都像贝拉托的孩子 那不就是贝拉托家的忠实吗 公爵如此推理 公爵的眼睛深深地沉了下去 依莎贝拉读懂了那双深邃的眼睛 我误会了公爵的心情 我从没想过 你会如此满足 如果维奥拉是17岁 而不是7岁 这可能会对继任计划产生巨大影响 我很幸运7岁 终于 苍鹿张开了嘴 带上欢迎礼物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一个头发花白 脸上有伤疤的男人 是管家卡尔顿 他弯下腰 您好 卡尔顿管家 他的右手端着一个托盘 那里有滴着不同颜色液体的药水瓶 药水的数量一共是五个 脑海中浮现出小说的内容 公爵家族最后的考验 是怀疑的能力和不服从权威的意志 舞者皆有毒 太毒了 如果你喝了它 你会死 换句话说 不要喝任何东西 如果是原来的方式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说 来吧 终提琴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她将是我的小女儿 那些液体 效果各不相同 但都是由灵药制成的药剂 对威奥拉的身体非常好 我为什么要喝这些东西 在原作中 弗埃欧拉将托盘本身掉到地上 她以野蛮的方式说这话 为什么我觉得自己 在接受考验 一定是公爵没问医生 就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原作中 威奥拉向公爵 喷出无情的杀伤力 然后 像女主一样 出了大事故 如果我比你强 我现在就砍了你 幸亏她是主角 要不是主角 就出大事了 威奥拉决定采取一些不同的方式 更适合哈阿琳一点 这是给我的礼物 非常感谢你 我走进了总管家卡尔顿 卡尔顿弯下腰和膝盖 来放屏中提琴 公主服用什么颜色的丹药 卡尔顿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一副慈祥爷爷的样子 但威奥拉知道 总管家卡尔顿 是过去非常有名的杀手 一个试图杀死海伦公爵 但失败了 反而成为她的部下的人 现在她是赫伦公爵 最信任的忠诚者 威奥拉看到父亲坐在远处 对苍鹿公爵说 距离很远 所以我不得不提高声音 从你叫我七公主那一刻起 这不是欢迎晚宴 而是考验 Violability资质的地方 原作中的中提琴 颠覆了这个地方 换句话说 她通过发生重大事故 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韩亚铃决定采取 稍微明智的方式 我故意笑了笑 我想我知道对 Violability有什么期待 威奥拉举起一瓶红色液体 并且 还像是要炫耀式的 倒在地上 碰杯 一声巨响 药瓶碎裂 原作想把所有的中提琴都弄坏 但是韩亚铃只弄坏了一把中提琴 你想看起来像这样吗 红色的液体 像四面八方飞溅 几滴水溅到了中提琴的脚上 哦 哦 好热 欧先生 我以为我的脚在燃烧 威奥拉努力保持着平静的表情 他们说 一个姓贝拉托的人 应该怀疑 除了他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点点头 这是个好见语 谁干的 我的管家 你有一个好管家 杰农也没有太激动 跪在了中提琴身边 擦拭着破碎的魔药碎片和药剂 我正低着头 清理玻璃碎片 却看不到他的表情 同时 他从怀里掏出一粒药膏 轻轻涂抹在紫百合的小腿上 魔药膏的手很细腻 威奥拉拿起一瓶紫色液体 但不知何故 闻起来很怀旧 好像有什么特别的故事 威奥拉能够找到他 仓路公爵身体微微一颤 威奥拉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紫色药剂 与海伦为一爱的妻子雷尔有关 让我们打开他 好吗 为了在这荒凉的丛林中求生 威奥拉决定赌一把 直到十五年前 他失去了他深爱的妻子之后 赫伦公爵才变得如此冷酷和极险 海伦公爵有一个他爱的女人 十五年前去世 虽然在剧中并没有出现 但仓路公爵 经常坐在沐浴着蓝色月光的书房里 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他的名字 他叫雷尔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炼金术士 和魔药制造商 他对茶也很熟悉 这就是为什么 他也被称为水魔法师 他死的那一天 雷尔轻笑一声 喃喃说道 我孤独的人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他病倒了 死了 据报道 他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 所以我制作了一种名为 Faiola的紫色药水 维奥拉这个角色 就是以这种药水命名的 在他死之前 你把中提琴药水给了公爵 如果你喝了这个 你也会死 我孤独的人 跟我去一个温暖的地方 如果我们一起死 痛苦会少一些 深爱妻子雷尔的赫伦公爵 差点喝下毒药自杀 拦住那人的 正是那边的那个卡尔顿将军管家 总之 这是一个没有正常人的世界观 一个给丈夫下毒 一起自杀的女人 一个再次接受毒药的丈夫 丈夫甚至用毒药给养女取名 似乎没有什么是正常的 再次清楚 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观 苍鹿公爵问道 你在干什么 我知道这是毒药 我摇了摇玻璃瓶 像葡萄汁一样的液体 滴了下来 出于某种原因 我想试试这个 泽农在他耳边滴雨 公主 她是五种魔药中最毒的 所以 威奥拉列子一笑 当然 内心深处 我以为我快要死了 我决定扔赌徒 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舒服 这叫我 好像是女人的声音 我相信 设定价值 维奥拉决定相信小说的设定 小说中的维奥拉 在小说中间 吃了药水维奥拉 我故意喝下它 询问魔药 对我有什么作用 维奥拉不会因为 吃了中提琴药水而死 就连表现出勇气的维奥拉 都在内心 感到尴尬的情景 历历在目 你为什么没事 稍后 你会明白为什么 因为子提琴有特殊的体质 子提琴药剂不起作用 维奥拉决定相信 艺术家自己设定的设置 这五种药水中 我决定喝醉毒的 在他们面前 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死的 不是吗 如果我说我不害怕 那我就是在撒谎 但我不得不 极限意志 必须是完美的 三心二意和挑战 它无法在贝拉图公国生存 一旦我们走到这一步 唯一剩下的 就是直走 我会喝酒 亲爱的家人 维奥拉把鼻子贴在小瓶口上 气味出奇的好 她闻起来很甜 她闻起来像酒 这药水是谁配的 我什么都知道 但我不得不问 为什么怀旧之情 会从药水中滴落 片刻的寂静 打破沉闷沉默的 不是别人 正是贺伦公爵 苍鹿缓缓起身 走到维奥拉身边 她的眼中没有任何情绪 但维奥拉却读出了 那沉默背后隐藏的凶狠 苍鹿低声问道 你在哪里 以及如何听说的 维奥拉掩饰着恐惧演奏着 我没听到 我看到了 我看见 我看到了 刚刚 我把它当成小说看了 你看见什么了 对一个人的渴望 比死亡 多一点爱 和热切的渴望 我理解了 苍鹿公爵呆呆地看着维奥拉 维奥拉没来由的 有一种畏缩的感觉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那些小学生 就好像有了生命一样 探索着所有 对我隐藏的 我记忆之外的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苍鹿公爵的眼睛很特别 区分谎言和真相 是一种本能的洞察力 就是小说中提到的济南 因为济南 苍鹿会更加迷茫 渴奥拉说的只是实话 他把中提清药水的尖端放到嘴边 然后倾斜了一下 葫芦吞澡 紫百合药剂顺着食道进入了体内 我的整个身体都变得很热 甘甜的糖水仿佛流遍了他全身的每一根血管 在发出黏糊糊的火时 很热 我的整个身体都变得很热 我觉得我从头到脚都在燃烧 你还好吗 我的喉咙很干 不管是什么 我都想喝 因为它很好喝 突然想到了什么 血 曼塞尔公主万莎的身体想要鲜血 这是什么血 渴奥拉当然不想喝血 光是想想就觉得恶心 于是我苦苦思索 西柚汁 西瓜汁 橙汁 其中的佼佼者 草莓汁 不 草莓牛奶 将牛奶与草莓糖浆和甜糖混合 不好了 碳酸水比牛奶好 然后 它变成了一种 甜美清爽的草莓糖浆 如果你吃的时候加一点冰块 那就太棒了 Strawberry Oddy的想法 平息了 我对血液的渴望 与此同时 它的眼眶不自觉的红了 撒于家世 就像一个贪恋鲜血的幽灵 不是故意的 是万岁公主角色的设定值 仓露和伊莎贝拉 所有的兄弟都看到 并感受到了能量 伊莎贝拉 尤其无法将目光 从维奥拉身上一开 那是 一个生来就有 杀戮命运的孩子 我看到那双渴望鲜血的眼睛 它令人眼花缭乱 但矛盾的是 美丽迷人 那就是伊莎贝拉看到的 中提琴 伊莎贝拉 以她的才华 认为完全相反 你对鲜血的 贪婪是真诚的 但你控制 它是有理有据的 惊人的洞察力 比那更有自制力 他们就在我们面前 完美地演奏 从指挥技巧到 恰当地突出自己的价值 再到情境应用技巧 好有趣 一个有趣的 Belletube进来了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的 唇角勾起糊涂 孔雀敏锐的眼光是对的 看得出来 这小姑娘 是有吞噬贝拉脱的野心的 她毫不犹豫地 表现出这种野心 我下了这么多决心 就意味着 我不会掩饰 自己想要成为 这个贝拉图的 统治者的愿望 被解读为 那个孩子 狡猾机灵的宣战 当然不是 维奥拉只是全身贯注于 嘉宾的 甜草莓汽水的想法 她真心渴望鲜血 却无法用理智控制 说真的 我只是不想流血 一段时间过去了 那种仿佛要 烧遍全身的灼烧感消失了 对血液的渴望 逐渐消失 美好的 全部 就像小说里设定的那样 全部 感谢上帝 幸好没事赌博 似乎运作良好 维奥拉把空玻璃瓶 举过头顶 没有一滴落下来 我都喝光了 我仍然看不到兄弟们 因为他们很害怕 我只瞥了一眼 用面纱遮住脸的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我拿起叉子坐下 我们现在吃饭好吗 仓路公爵看着完美通过 考核的小女儿 眼神有些古怪 为什么面对完美的 贝拉图我不开心 为什么我不满意 这个念头 让赫伦的心情 变得复杂起来 无法理解自己的想法 她保持沉默 只看着威奥拉 我不喜欢 无论我多么努力地 盯着钟提琴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同时 威奥拉终于可以 稍稍松一口气了 如果你不感兴趣 Haren甚至不会看你一眼 不注意就好了 不感兴趣的人 完全从记忆中抹去 如果就这样忘记了 总有一天 会被兄弟们追杀的 你好像很满意 我只是有点骄傲 她能感觉到 公爵盯着她看了好久 这还不够令人满意 但已经非常令人满意了 她已看穿催爱的心为荣 手术成功 直到十岁 贝拉托将决定 她的职业道路时 才会出现重大变数 首先 十岁的起点 在那之前 她会过得很好 如果你很虚弱 你就会被吃掉 我装出一副 不在意的样子 嚼着牛排 对上了对方的目光 我呆呆地看着她 以至于我觉得这很粗鲁 那是一名银发少女 威奥拉是动不动就撞上 那个银发少女的对手 她长大后 成为贝拉图公爵的战略家 也是威奥拉 直到小说后半部分 都认为相当挑剔的对手 成为敌人后最麻烦的姐姐 而且 她重生为巨人 简单来说 她就是一个成为高利贷者的姐姐 与夫人友好没有错 我们应该友好 我的眼睛里 看到了姐姐的脸 欢迎晚宴已经结束 接下来就是 遇见赫拉的节目了 赫拉也看着威奥拉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我故意笑了笑 让我们像那个姐姐一样好 你应该和那个姐姐做朋友 是个会变得很有钱的姐姐 那个姐姐是这部作品中 最大的存货 威奥拉四目相对 赫拉的脸微微红了 她一开目光 到目前为止 她与原始版本相同 赫拉避开威奥拉的目光 之后 威奥拉就不再理会赫拉了 贝拉图移开了视线 在威奥拉的眼里 年轻的赫拉是个胆小鬼 是贝拉无法融入的失败者 所以 在原著中 威奥拉无视了赫拉 在欢迎晚宴之后的张杰 与四位公主的会面中 威奥拉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她无视赫拉 并将她踢出局 当赫拉来找威奥拉时 威奥拉一见将她赶走 离开这里 在我杀了你之前 于是 赫拉和威奥拉成了仇人 原著小说里是这样的 什么 这样做会树敌 造成紧张 我不知道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 会是什么样子 但威奥拉并不在意作品的完整性 又瘦又长又开心 您对工作的完美程度 了解多少 威奥拉这样想着 再次对上了赫拉的眼睛 库存 我的股票 请让它飙升 我并没有满怀期待地 把目光从赫拉身上移开 我想给赫拉留下好印象 这不仅仅是 为了坚强 坚强固然好 但还不止于此 这里也很现代 金钱剩余实力 癌症 绝对必须友好 威奥拉做出了这个承诺 并开始着手新的篇章 欢迎晚宴就这样结束了 欢迎晚宴结束 威奥拉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只有一个小时左右 但对威奥拉来说 感觉就像十个小时 那个挺难 杜松子酒都没有了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吐倒在床上 明瑶躺下了 泽农站在床边 公主 你看起来很累 啊 我累了 杰农靠近威奥拉 递给他一些甜汁 我能给你这个吗 他拿起那把融化了一样 摊开在床上的中提琴 我之前就感觉到了 但泽农出奇地娇难 他的手也很柔软 很温柔 他对威奥拉很体贴 语气也很有善 不用担心 考虑到情况 我放了弱毒 本来 本王就是这样 在所有食物中添加少量毒药 为了不中毒 提前摄入身体可以承受的毒量 这是一种产生抵抗力的行为 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 你下的毒一定是准确的吧 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 它尝起来就像橙汁 啊 甜的 我想吃草莓酱 当我醒来时 我想要草莓汽水 我会准备的 通过漂浮的冰块 我会记住这一点 我们会把冰粉碎成超细的碎片 然后像雪花一样升起 嗯 好吧 这听起来像是红尾的东西 但无论如何都会很美味 湿漉漉的 我的眼睛是闭着的 这是从黎明开始的一次过度用力的行军 七岁的身体经不起困意 一瞬间变成了一场梦 意识差了一半 违背威奥拉的意愿 她的嘴动了动 我想睡觉 通过 威奥拉的身体融化在床上 睡着了 泽农低头看着床 威奥拉的头发乱糟糟的 一些头发也在嘴里 嗯 熟睡的威奥拉像牛一样开着头发 泽农小心翼翼地剥开自己的头发 轻声问道 我可以给你上点药吗 威奥拉睡着了 无法回答 泽农非常轻轻地拉起毯子 中提琴的小腿和脚背可见 是被毒药烧掉的部分 之前涂了点药膏 好像要多涂几层才能完全恢复 那么 假设你允许的话 我会原谅你的 泽农跪了下来 我非常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坐下 以免弄坏了中提琴 我打开药膏盖 我轻轻地将药膏涂在烧伤的区域 就这样 泽农给威奥拉涂了好几次药膏 当它干燥时 我重新涂抹它 当它干燥时 我再次重新涂抹它 多涂几次就好了 身影着 我挺直了呗 泽农知道 不管你多么中提琴 无论你做一个杀人犯 多么有天赋 像这样被烧伤很痛 他微笑着看着熟睡中的威奥拉 我会记住这一点 我会把冰粉碎成超细的碎片 然后像雪花一样升起 在那一瞬间 她的脸色变得非常明亮 嘉宾的草莓汽水 有那么好喝吗 那辉煌 我不讨厌她 我想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能长久地看到那种辉煌 我敢肯定 没有人见过威奥拉公主睡成这样 对吧 欢迎晚宴上 威奥拉的出现 远比杰农想象的迷人 她比任何人都更像贝拉图 比唇血贝拉图更有气势 这样做的人 就像嚼着头发 坠入梦乡 有意识和无意识的 威奥拉之间的差距 就像天和地一样大 泽农微笑着 继续注视着威奥拉的睡脸 这真的很奇怪 威奥拉是贝拉图的公主 永远不会可爱 但奇怪的是 那张睡脸很可爱 大约四个小时过去了 威奥拉睁开眼睛 看到了杰农的脸 你在这里做什么 只是 我在公主身边 为什么 公主老是踢被子 我在你身边待了四个小时 一直为你盖被子 你不能在这种时候 胃部不适 这种时候 你吃了中提琴药水 啊 怕是喝了毒药什么的 谣言四起 他们说 维奥拉图不应该示弱什么的 好的 那么她是 纯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但是之后 泽农甜美的笑了笑 我很高兴你 没有生病 她的语气非常友好 不管是什么原因 维奥拉不想生病的愿望 似乎是发自内心的 我没事 我们走吧 管家也休息一下 好的 她回答是 但泽农没有出去 顺便说一句 公主 如果我能诚实一会儿 可以吗 你在说什么 嗯 泽农甜美的笑了笑 我犹豫了一下 泽农微微挠了挠头 坦然开口 我有点难过 什么 当公主的腿受伤的时候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很奇怪吗 维奥拉也有些疑惑 你为什么伤心 泽农是一个独特的角色 他们对他人的痛苦或苦难 没有同情心 也不知道自己的感受 正因为如此 他从小就被称为怪物 不过 他表示 这个没有感情的角色 很伤心 在原来的 他有没有说过他很伤心 我苦思冥想 不存在 不管怎么想 泽农自己 都从来没有这么坦诚地 诉说过自己的感受 啊 奇怪的 所以 公主腿受了伤 我伤心什么 出色的 泽农由衷地感到惊讶 我很惊讶 但又笑了 这种感觉 很奇怪 这是我出生以来的第一种感觉 但却是一种 我不想感受的不舒服的感觉 那是可悲的 我只是在脑海里知道 但这是我第一次经历 总之 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当公主受伤时 我很难过 所以 我希望公主不要受伤 迷茫之中 威奥拉作为一个真正的读者 做出了一个合理的决定 子囊 之所以改变 为什么 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感受 阅读 这可能是因为威奥拉这个角色变了 于是 旁边的泽农这个角色 也发生了变化 威奥拉变成了一个更加理智理性的性格 因此 我决定不断考验威奥拉的杰农这个角色 也相应的进化了 它影响我理智的方式 你试图在我身上找到差距的方式 一种触及情感领域的方法 它以一种稍微更进化的方式 不断地测试我 好的 子囊这个角色 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我想我现在知道一点了 呸 我宁愿清楚 所以我感觉更自在 实际上让我感到安心 当像子囊这样的未知角色的行为 与原来的方向不同时 它就变得复杂了 但是 当我知道原因后 我就放心了 你希望自己不要受伤 嘲讽的笑了 我是贝拉图 不会受伤 不管你多么小心 多么小心 伤害还是会发生 威奥拉的目标是活下来 而不是毫发无伤 杰农听懂了威奥拉的话 低下了头 我很了解你 威奥拉 贝拉图公主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废话 什么疼为什么这么难过 泽农 你觉得我怎么样 泽农长时间弯着腰 威奥拉不知道 但实际上 泽农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 泽农很烦恼 我可以这么说吗 我不得不想了一会儿 在那段时间过去之后 泽农挣扎着张开嘴 你是我侍奉的贝拉图的公主 好的 知道了就别乱说了 这话让泽农的心又痛了起来 更是如此 因为那些话没有错 如果你告诉我 我只是知道 我不会受伤 我不知道你会难过 那就太好了 那将是我的愿望 我神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这么贪心 主人不能直接吩咐 侍奉主人的管家吗 什么命令 就在这时 作者给泽农这个角色 设定的设定值 发生了变化 虽然威奥拉和泽农都不知道 保护公主的命令 管家不能以自己的意志 保护公主 不是不能留 而是不该留 管家就是管家 不是护卫骑士 有管家保护的公主 不能叫贝拉图尔 所以我想听听 为了保护自己 因命令而不得不服从 我以为那样就好了 希望公主不要生病 所以我想保护你 威奥拉眯起眼睛 哇 这真的很真诚 如果你不努力挖掘小说 如果不是 如果我不是很了解 子娜的性格 我想 我会像这样通过他 让我们的想法正确 泽农只有在作品的后半部分 才真正承认中提琴 无论他如何利用小说中的信息 都无法为年仅七岁的自己 打开所有的心门 被内心话打动 保证我的安全 发号施令等 那么泽农就会对自己深深的失望 不表现在外面 他们又会开始怀疑 Bella 2的资格 哼 我差点被抓住了 她的表情和语气 显得那么亲切和认真 我差点被骗了 保护你的是我 不是你 是的 因为贝拉图是我 不是你 贝拉图是守门员 北部森林 保护人类免受血的盾牌 提到他 责农沉默片刻 然后回答道 谢谢 公主 责农挺直了呗 那张圆圆的笑脸 对威奥拉充满了好感 这种时候 可惜我是管家 对不起 如果我是霍森爵士 这样的局外人 你会向我求助吗 也许是 一天之后 恩号传来 责农一脸灿烂地 传达了这个荒唐的消息 我已经递交辞成了 公主殿下 责农笑道 现在我不想当管家了 单膝跪地 他的一只手 拿着冰块草莓汽水 如果我是你的好老头 你介意吗 我会成为一个 比希克森勋爵更好的成年人 维奥拉的脑袋 变得复杂起来 在小说 贝拉图的影子中 维奥拉和杰农 直到后半段 都是搭档 突然辞职 一个太大的因素 会改变吗 那是什么样的辞职 我脑子里很复杂 但我还是 接受了草莓汽水 又一天过去了 结果 责农的辞呈被否决了 是安排在了总管卡尔顿孙 我没有完成七年的强制性期限 如果你还想辞职 就按照合同办吧 罚款是100亿大力花 坐在椅子上的威奥拉 尴尬地笑了笑 100亿株大力花 大力花是类似于韩元的单位 所以 100亿大力花 相当于100亿韩元 你签了这么荒谬的合同吗 小说中没有描述契约的细节 所以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 我听到了原因 我认为没有理由辞职 所以我没有看合同终止的内容 因为其他条件太好了 说 威奥拉松了一口气 我不能有太多变数 小说确实应该被扭曲 但是不要做太多的变数 如果你做错了 你的脖子会断的 这是一个飞行的世界 小心一点 一点一点 我们必须改变野精术 泽农走进房间 草莓阿德今天还在他手里 真不幸 我知道 真可惜 小说中也直接提到了 很少有像泽农这样能干的管家 能干的管家 不可能没有真正阅读合同 你应该知道合同的条款 所以 才显得他有超能力可以辞职 总管家是不会接受辞成的 就算接受了 也交不起违约金 他让我测试一下 这样就不会很明显了 但他这样做 似乎很熟练 他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我差点又上当了 醒悟过来 就算被泽农的巢穴咬伤 只要保持理智 也能活下来 他为什么演技这么好 呵 草莓阿德 可以说是一位工匠 威奥拉瞬息吸管 草莓阿德很好吃 即使在二十一世纪 草莓ate也从未如此美味 另外 泽农做的草莓汽水 也很打动人 连口味都很年轻 我说的很诚恳 你不能离开管家 大概吧 所以留在我身边 做一个称职的管家 当然 泽农从怀里拿出笔记本 对了 我有件事要向你汇报 报告 那是 泽农挠了脑后脑勺 说起来好像有点含糊 没关系 你说吧 是公主的狗 台元 是的 据说 天天被打死 脾气也消不下去 有传言说 他会死 我不会杀你的 我从侧面看到了 真的离死不远了 泽农似乎也有些担心 严禁在冬季城堡内进行谋杀 西克森不管你多厉害 在寒冬城堡杀人都会被斩首 不 不要杀我会打到你死为止 小说里也是这样 从外面看 好像只是撞到了 其实不然 通过那次殴打 台元将奇妙的生长 看了小说 我什么都知道了 维奥拉很放松 泽农的眼睛眯了起来 你完全信任西克森殉决 相信 不会杀我的狗 这是我的 大概吧 在杰农看来 维奥拉似乎完全信任西克森 一瞬间 泽农被自己吓了一跳 我觉得我已经产生了感情 以及这种情感的名称 这是我只听说过的嫉妒吗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这么相信西克森 他虽然是昔日的英雄 却像残疾人一样生活了三年 为什么他只这么信任西克森 我觉得嫉妒西克森勋爵吗 泽农努力装出平静的表情 我想起了维奥拉的话 所以 你作为管家 留在我身边 维奥拉贝拉托 想要的是 责农这个称职的管家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只需要成为管家杰农就行了 鼓起勇气 维奥拉伯拉图 是一种非常像贝拉图的 贝拉图 他必须成为贝拉图 想要的管家 极度是身为管家 根本不需要的情绪 我决定 我决定自己消除这些感觉 但是 你为什么不去健身房一次呢 为什么 西克森大人 看看他如何对待王妃的东西就好了 维奥拉歪了歪头 为什么 我觉得我再告诉你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有点讨厌西克森 也许是心情的原因 我最近表现得有点奇怪 但这绝对是一种考验 因为 泽农努 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角色 可能是心情的原因吧 维奥拉这么想 最后 维奥拉同意了 我也有点好奇 台元是如何训练的 他的生长情况如何 我想看到他真的合身 我会很沮丧 这是一个有康康俊脸的台元 我也有点害怕 终于 我们到了体育馆 维奥拉用荒唐的目光 环顾了体育馆一圈 嗯 为什么 Vison和Tundra 挥舞着各自的武器攻击对方 喷出血腥的死亡 你为什么在这儿 我用迷茫的眼睛环顾四周 我能感觉到尖尖的生活 就像用锋利的锥子刺破皮肤 你怎么又这么残忍了 这是怎么回事 坐在一侧长凳上的西克森走近了 啊 你在这里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大连 大连 是大连吗 你想过这样无知的生活吗 啊 大连 你可以不用担心了 西克森咯咯地笑着 把手放在他的臀部 看 你减肥了吗 便酷了吗 那里正进行着血腥的剑舞 西克森却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美好的 我猜 目前 西克森处于一种精神状态 我决定 我可以相信他 我决定回答我是否变得有点酷的问题 先生 抱歉 昨天的欢迎晚宴我去了 你在说什么 对你来说不幸的是 我父亲在那里 与公爵仓路相比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变成了乌贼 崔埃拉有一个斗家 但这几乎是真的 赫伦公爵的美貌 有一种怪异的能力 可以让周围的人变得丑陋 不分年龄和性别 和我把比起来 你就是乌贼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兴起表达 但奇怪的是 令人不快 被完全理解 是非常糟糕的 他皱了皱眉头 我是说 希克森的眉毛抽动了一下 我谈到了另一部分 你说你是我爸爸 嗯 苍鹿 贝拉托公爵 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是我爸爸吗 变得那么亲密了吗 你爸爸是那种 可以亲近的人吗 那不是真的吗 嗯 你不是很有善吗 很难说我们友好 好吧 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 希克森露出满意的表情 对了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大连 碧晨和台元正在切磋 像大连这样的生活太过分了 背前拿着一把木头制成的匕首 而台元拿着一把长剑 如果那些武器不是木制的 死了一个也不奇怪 希克森做了个鬼脸 他压低声音 调皮地问道 如果两人打起来 你觉得谁会赢 直接问我 你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们两个平时打起来 谁会赢 或者那种情况下 谁会赢 希克森的眼睛眯了起来 看看这个孩子 我已经知道 她是一个不寻常的女孩 然而 没想到会这样一针见血 现在那种情况 一 所以 所有的空间都是开放的 二 我知道对方在攻击我 三 用不影响生活的木刀对打的情况 和 四台元钢学会剑术 指的是这种情况 如果情况不同 结果就会不同 维奥拉指出了这一点 韩亚林背诵了 她作为小说读者看到的内容 今天 维森会赢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因为维森更强 Namdu Tundra 被赋予了伟大的品质和才能 他是小说中的天才 那是不是说 维森在天赋上 远远落后于台元 也不是 毕臣从一出生 就接受了训练 贝拉托是纯血统 说了 不是很奇怪吗 那你为什么说现在的情况 不知不觉 希克森脸上的玩笑消失了 我等待维奥拉的回答 那是因为 毕臣和台元的剑法不同 希克森的心开始狂跳 公爵府中流传着 养女剑士的传言 传闻 他是异能者中 最有洞察力的孩子 他们有什么不同 维奥拉瞥了责农的眼睛 所有这些对话 也将报告给公爵 希克森恰好创造了一个好机会 所以我决定充分利用他 围森被训练成 一名隐形射手 所以 这种空旷的地方 不适合切磋 Vison的噱头是秘密惊喜 光天花日之下 来打一架吧 他学会了一种 不适合切磋的刀法 而老夫的剑 却是一柄霸道的剑 你跟台元叔叔学剑 这样的公开切磋 你就占了上风 所以 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其实很喜欢台元 尽管如此 维森赢了 作为 因为我的熟练程度 还不如维森 台元再天才 修炼期也相差太多了 所以 如果没有特别失误的话 维森获胜 如果这是一个特殊的错误 怎么办 突然太激动了 做出了大动作 你醉了吗 即使我粗心 并故意展示机会 我还是受伤了 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维森还年轻 看他现在的样子 似乎是把这当成戏了 所以 台元也有机会 希克森一时间疑惑地 看着威奥拉 你在我脸上涂了什么 嘿 中提琴 希克森咯咯地笑了起来 中提琴 嗯 你老实告诉我 什么 你今年多大 七岁 你不是七岁吗 是在你期间吗 你七岁了吗 我不知道 那是一个词 还是一个屁 首先 中提琴有点热 也就是说 我的身体里有一个 二十一岁的人 并且无法宣传 当时 啊 一阵欢呼声响起 啊 台元挥舞着他的木剑 哇 一道木剑划破空气 维森轻巧地躲过了 台拽拉的木剑 笑道 哈哈 还是笨手笨脚的 动作太大了 他很快 但这样做 会很快耗尽你的体力 我看到了一颗敞开的心 如果你刺了他 他就结束了 我不应该刺你 对于维森来说 Tundra是一个轻松的对手 初学者有很多差距 台元也知道这一点 但除此之外 我很生气 拉屎 正当男主的欲望爆发了 更兴奋一点 身体的动作变得更大 更多的力量投入到身体中 越是这样 对维森越有利 但随后 有人看到维奥拉和希克森在交谈 掌握 这是一把中提琴 Tundra和Vickham 几乎同时发现了Violla 我们有不同的想法 我不能让我的主人失望的一面 好的 我必须证明 我很坚强 相反 台元恢复了理智 我的头很冷 身体的力量被移除 我记不如人 所以 你必须好好照顾他 现在 维森正在戒备 你只有一次机会 那个小插具 看来 趁着那个空隙出手 自己还有一次机会 他的理智 冷冷地沉了下去 另一边 维森有些激动 与台元相反 兴奋 因为我是哥哥 作为哥哥 我决定表现出坚强的形象 我必须一次完成 很好 对于Vison来说 Tundra是失败者 可以随时完成 傲慢和粗心 想在维奥拉面前 看起来好看的愿望 一起出现了 大量的力量涌入体内 台元咬着嘴唇 来 动作比以前大了 所以我可以阅读他 我会点我的左边 并拉近距离 我抓住了机会 他迅速挥动木剑 广泛 有什么东西 被木剑卡住了 停止 希克森来到台元和维森之间 他一手拿着台元的木剑 一手拿着毕尘的匕首 这是平局 维森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废话 怎么了 我可以刺中他的心脏 去 相反 你的喉咙会被割断 你忘了吗 这是一把黑色的长剑 如果是真刀剑搏斗 台元早就被刺穿心脏 维森也会被斩首 我什么都知道 打算避开 去 一个婊子知道 希克森用拳头打了维森的头 碰 有声音 听起来像是轻微的撞击 但听起来像是车祸 维森觉得不公平 你为什么打我 因为勉强自己是不雅观的 生命居住在维森的眼中 什么 希克森再次击中维森的头部 在贝拉托内部 几乎只有伊克森 能够捏碎贝拉托的纯血脑袋 我会杀了你 如果可以的话 什么都行 坚持住 我真的要杀了你 是不是很刺激 威奥拉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那些来来去去像开玩笑的话 其实都是认真的 两人都很享受这种情况 维森 终提琴 所以才没有书 这是怎么回事 统治者 威奥拉从怀里掏出一张纸 哎 合同 这是一份实现愿望的契约 维森用鲜血在上面签了名 你再强 也杀不了这个人 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的愿望 嗯 维森在合同和希克森的脸之间 来回看了看 这似乎是我无法理解的事情 你不履行契约吗 哥哥 哈 我会的 维森无法掩饰自己的表情 这似乎不公平 我忍不住了 维森是个很想做的孩子 而且年纪还小 成长的速度会很快 万一真的杀了希克森 问题就大了 将成为这部小说中轴的男主 也将消失 那不会发生 男主一定要好好长大 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和一个成熟的男主角 一起乘坐第一公主线 只有这样 这个公爵家族 才能稳定下来 变成一个臭公爵 完美的 计划不能被破坏 维奥拉说 你必须遵守诺言 那个那个 你是我兄弟 是的 不 当然 那你会遵守诺言吗 是的 维森觉得被骗了 但承认维奥拉没有错 作为哥哥 当然不应该遵守诺言吗 如果连契约都不遵守 被拉脱的名声就没了 台元静静地低下了头 我很抱歉 向你展示了尴尬的一面 我想赢 我看着台元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 有一些小擦伤 但没有大伤 不 好工作 我希望你不要受伤 台元再次低下了头 好工作 这么说我有点高兴 我希望你不要受伤 那匹马很高兴 原因不明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 我希望我没有受到伤害这么好 我必须做好 决定做得更好 总有一天 我会超过维森 我今天看到了潜力 这需要时间 但我想得到更多的赞美 因为我变得比维森强了 台元和围情的目光 在空中碰撞在一起 这样做 维森 我可能不得不杀了你 维森也没有避开台元的眼睛 我要杀了你 杂交种 我只是生气了 维奥拉称赞狗很乖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只赞美狗 我也想被你夸奖 你为什么不问我 为什么我没有受伤 我神智用剑战斗 他心跳的声音 维森没有听到 他很烦人 我只是无缘无故地觉得很烦人 台元离终提琴更近了 对了 主人 台元单膝跪地 那个身影 就好像是一位年轻的骑士 在寂静里遇 他的眼中 有着不为人知的强烈渴望 他看起来像一只渴望吃零食的小狗 几天前 台元亲眼目睹了 令人震惊的一幕 那是一只长着金色皮毛的大狗 对着他认为 是主人的女士 狂吠并拉扯他的衣服的景象 更奇怪的是 这位女士喜欢他的行为 觉得很可爱 狗甚至舔了这位女士的脸 这对台元来说 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 我不知道为什么 无法用尝试去理解的他 偷偷买了一本 被认为是贵妇人专属的 每个同伴都应该知道的狗心里白皮书 半白皮书 来阅读 里面充满了令人震惊的信息 狗是在求主人陪他玩吗 据说 这位女士咬着裙子的下摆摇晃着 是要主人陪他玩 你自豪的要点心吗 他还说 每只狗的特点和训练 需要不同的行为 有的狗安静地躺下 用漂亮的眼睛看着它们 有的狗废叫主人给它们零食 有的狗躺下抗议 它会生气 会笑 会毫无过滤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但是不管它吗 台元意识到一个新事实 这就是宠物狗的样子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物 会祈求玩耍 抗议 发牢骚 咬尾巴 撒娇 被要求吃零食时会生气 并会与主人进行情感互动 这和我想的很不一样 他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从那天起 他的梦想变成了一只伴侣犬 星号 对了 主人 台元单膝跪地 什么 绝望到连中提琴都会刺痛 台元张开嘴 表情严肃 超出了诚恳 几乎让人感到虔诚 我会是一只好伴侣犬 他把头向前 就是小心翼翼地跪下 就好像他在告诉我 现在就抚摸我的头发 威奥拉在心里感到疑惑 一只宠物狗 生活在21世纪韩国的 威奥拉对伴侣犬 这个词非常熟悉 然而我并不习惯黏人这个词 你在说什么 到底是什么 我想我知道 为什么他被称为伴侣犬了 所以我要疯了 所以你是宠物狗吗 是的 你说过要留在我身边的 他是 但是这跟狗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说 你旁边的人是你的同伴 啊 所以 你旁边的那个正好相反 你是一条狗呢吗 狗是一个梦想吗 所以 养一只狗是我的梦想 你还不答应我吗 不 等一下 那是 你被允许做的吗 你是对的 当我说它是一只狗 来演奏中提琴时 我们之间确实有我们自己的契约 对了 它是伴侣犬吗 威奥拉在心里疑愣 但随后抬起了手臂 既然他夸我是主人 我觉得 做这么多也无妨 说是 我抚摸着我的头发 台员的眼睛画了一个半月 今天的赞美 那双眯起的半月眼之间 透着一种疯狂 哦 东西我觉得不是一点点 感觉有些不对劲 我很高兴 威奥拉面无表情地看着台员 我只是不知道如何反应 所以 我只是看着 一秒钟 两秒钟 五秒或更长时间 是危险的 我应该避免盯着你看吗 你需要表现出无视他们 而不是回避他们 在我试图自然地移动视线的那一刻 希克森队友 匹配 我轻轻拍了拍 现在我明白了 威奥拉 你的秘密 希克森的眼睛盯着钟提琴 现在我明白了 威奥拉 你的秘密 希克森说 我的秘密 韩亚铃火辣辣的 这是一个秘密 他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是附身者 你天生就有拥兵技能 希克森对自己点点头 但 如果你有那样的洞察力 你的打动人心的本事 将是相当可观的 也许那是一个先天领域 去年出生的最后一个性别的人 都是这样的吗 我不这么认为 总之 威奥拉是个不寻常的孩子 所以她隐藏了她的真实自我 并接近了我 采取孩子 寻求帮助的形式 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 欢迎晚宴上出现的铁血公主形象 铁血公主 就连威奥拉 第一眼也仿佛听到了这样的话 传言 养女的体内流淌着蓝铁血 传闻家里收养了一个 比谁都像贝拉图斯的养女 一定有真正的谣言四处流传 维奥拉想纠正误会 但不能 事实上 这不是耻辱 而是化名 好的 铁血公主 小家伙很凶 维奥拉厚着脸皮问道 所以 不 不 怎么 谁不喜欢 只是 因为她很可爱 因为她很可爱 听到这句话 则农退缩了 西克森勋爵 你注意到了吗 泽农觉得有人泄露了一个 他只想知道的秘密 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与此同时 台元抬起了头 我要你看着我 维奥拉甚至没有注意自己 维奥拉有他自己的情况 但台元不知道 请看着我 我继续绝望地看着他 师父眼中满是焦急 而维奥拉也读懂了台元的眼神 别盯着我看 请看着我 请 他看起来像一只年轻的小狗 但我不能看 真正的中提琴 可能会无缘无故地再次弹出 维森念气氛诡异 把维奥拉甚至没有与Tundra人 进行眼神交流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让我感觉好一点 哈哈 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感受 他挠了挠脸颊笑了起来 接着 维奥拉开口了 兄弟 你愿意和我聊一会吗 与我一起 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 除了他 只有我们俩 我们 只有两个 维森的眼神很沉重 呃 两个人 排除他 嗯 维森的嘴贴在他的耳朵上 我非常清楚台元 我们走吧 说话 不 二 这 走在前面的维奥拉并没有看到维森灿烂的笑容 维奥拉的房间 维森坐在椅子上 他将双臂放在大腿之间将身体向前拉 看来他对维奥拉的话抱有很大的期待 你在说什么 我看到你和我的狗眼神一致 放在小说里 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我读到这种水平的眼睛来回移动 从中提琴的角度来看 这很难 幸运的是 维奥拉学会了用自己的身体对付维森 我知道我哥之前为什么在大连输了 我没有说 这是一个平局 丢了 如果没有特殊变数 维森应该是无条件获胜 但这是一场平局 也就是说 他很快就会败呗 因为我被高超的技能打败了 不 明明是平局 维奥拉叹了口气 孩子绝对是孩子 我决定放手解释一下 你的兄弟 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正确的 好的 当然 我三个 维森表现得很得意 肩膀挺直 鼻梁上扬 不 不是公围 但如果你平局 你就输了 因为强者与弱者打成平局 总之 结果是平局 维奥拉皱起眉头 不酷 嗯 维森身体一颤 杀气腾腾的梦树 平衡感惊人 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我认为 这是一个巨大的情感冲击 维森以自己的方式 做出了合理的推论 是因为我输了吗 不 事实上 维奥拉并不在乎谁赢了 另外 你不会因为赢了 就觉得自己很酷 其实 在维奥拉看来 圣险角色 都不是什么好角色 我喜欢不赢也不危险的角色 维奥拉说 如果是贝拉托 你不应该考虑 根据结果进一步改进 而不是对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做出无理的断言吗 这就说得通了 那个那个 我哥那一瞬间失态了 动作也太大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让比我哥哥弱得多的台原攻击的原因 弱小的台原 很好地指出了 我哥唯一的弱点 我哥做得不好 而台原做得很好 韩阿玲这个真正的读者 一眼就看穿了维森的心理 身为哥哥的你 就这么强 我算 看来我是想极力坚持这一点 甚至在对练结束后 我哥哥还在动着台原 嗯 我的意思是 这是一个平局 但你只是为了台原 只为台原 没关系 我不说 这是平局 但这是因为 你只表扬了狗 没有表扬我 而你只是担心他 八岁的Vison 有点脾气暴躁 那不酷 为什么 你哥哥是贝拉托 Viola已经学会了很多 关于如何处理Vison的知识 而台原只是我的狗 正确的 嗯 贝拉图必须永远坚强 我错了吗 没有错 当我在花音晚宴上看到父亲时 我就有这种感觉 爸爸很随和看着父亲 我就觉得 那是强者的力量 维森不知所措 维奥拉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如果你很坚强 你应该能够放松 你哥有这般挣扎 就证明他不强 我要我哥坚强 维森咽了咽口水 不知为何 维奥拉所说的一切似乎都是对的 所以不要对我的狗 表现出那样生活的意愿 台原应该安全而健康地生长 与此同时 不要让避陈严重伤害 或杀死台原 所以 请 请帮助南郡健康成长 贝拉托就是这样 做个坚强的哥哥 维森兴奋地摇了摇头 但感觉很好 维森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 我又看了看维奥拉 所以 他只是一条狗 而我是一个哥哥 在某处感觉很奇怪 这没有错 所以我同意了 嗯 但 对一个狗一样的家伙 认真一点 对我来说是可以的 是的 我是贝拉托 维奥拉点点头 你不会丢了尊严 让强者松口气吧 那不是很好吗 维森的眼底 带着一丝异样的期待 原来没有这样的东西 在作品开始时 维森和维奥拉 表现出相等的成长速度 并成长为竞争对手 维奥拉能感觉到 我觉得自己像个对手 奇怪 他不是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不知为何 维森一直执着于冷静 他在原版中完全不存在 但无论如何 他对维奥拉来说 效果很好 鞭子挥动了很久 是时候给他一根胡萝卜了 浙江会非常棒 哈哈 维奥拉想让维森变酷 凉快睡觉 我希望你不要拿着刀来找我 我不能这么说 我只是忍不住点了点头 接着 维森笑得更灿烂了 我必须冷静 看来 我需要找些空闲时间 维奥拉的话没有错 果然 有点像自己杀狗 我认为 我应该照顾这只狗 尽管它正在挣扎和猛烈攻击 我决定不杀狗 维森以它自己的方式 兴高采烈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露露的嗡嗡声 隔着门 传进了维奥拉的房间 维奥拉坐在椅子上 歪着头 进展顺利吗 总的来说 它似乎进展顺利 大部分似乎都按预期进行得很顺利 但我觉得 有些地方出奇的不对劲 是因为我的心情吗 从那天起 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维奥拉每天等一个人 小说中只提到几天后 并没有提到具体的日期 慢慢的 赫拉来的时候到了 下一集与赫拉会面的时间到了 就像我第一次见到Duke Heron时 正确按下按钮一样 即使是第一次见到赫拉 扣子也必须扣好 想要和原作中的威奥拉过 不一样的生活 这将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又过了几天 什么 两周过去了 但赫拉并没有出现 她为什么不出现 似乎有什么改变了 时间不多了 不知为何 我的心有些激动 你不能让太多的时间过去 原有内容不要改动太多 知识就是力量 你需要知道 这样你才能改变 所以我决定了 泽农把这张纸条寄给赫拉姐姐 据说口渴的人会挖紧 如果赫拉不先来 他们决定先扔个鱼钩 太大了 假装不知道 这是关于什么的 只是 要友好 泽农接受了这张纸条 我现在应该送货吗 好的 一天过去了 聪明的 门外传来敲门声 来 赫兰本能地感应到了 男人 大概是赫拉的管家 开口了 赫拉公主在等着你 我进来可以吗 泽农问道 要我打开吗 好的 门是开着的 进来吧 姐姐 威奥拉的耳边 仿佛出现了幻觉 多 真是个富家子弟 威奥拉灿烂地笑了 这是我附身于此以来 最灿烂的笑容 有东西来了 管家推着赫拉的轮椅 赫拉穿着一件 朴素的蓝色连衣裙 感觉她的银发闪闪发光 和她白皙的皮肤很相配 坐在轮椅上 她来到了威奥拉的面前 管家出去了 好的 假装就假装 威奥拉也很快开口 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泽农也出去了 我和姐姐会谈谈 好的 要不要准备点心 我是草莓爱德 我想说话 但我忍住了 你妹妹呢 要不要来点茶点 我受够了 威奥拉的语速比谁都快 我也是 我决定不反对种植凶手的 梦树哥哥 而是反对种植富翁的 梦树姐姐 赫拉和威奥拉 这里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诡异的沉默 在两人之间掠过 赫拉率先开口 你为什么侮辱我 赫拉公主问道 你为什么侮辱我 坐在轮椅上的赫拉 感觉到了一股 生机勃勃的刺痛感 感觉跟维森有点不一样 如果避陈有野猫 或豹子的肉 赫拉的尖牙中 似乎藏着毒蛇的肉 姐姐 你好像收到了我的信 纸条本身的内容 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想靠近你 说让我们友好一点 几乎是一种侮辱 因为赫拉不能走路 当贝拉托说靠近我的时候 你就不是我的对手 也意味着 威奥拉转过身 然后她灿烂地笑了 我没有侮辱我姐姐 你是说 这张纸条的意图 不是侮辱 如果我这么想 我想我姐姐就不会来看我了 如果我当时只是认为 这是一种真正的侮辱 我就不会来这里了 我会把它定义为潜在的敌人 不过也算是幸运了 不管经过什么过程 赫拉都好好的来拜访我们 作为读者的韩亚林 对此深有体会 你姐姐喜欢我 看作品就知道了 工作的早期部分 欢迎晚宴后不久 赫拉对威奥拉产生了好感 她伸出手想成为盟友 却被威奥拉一脚踹了出去 你还是会对我有好感的 所以姐姐 我会投资 请打上线 我爱你 我的股票 与赫拉相遇 这部分也是韩亚林个人 觉得很遗憾的部分 顿时 身为读书人的遗憾 涌上心头 威奥拉回忆起原来的内容 赫拉放弃了成为一家之主 相反 赫拉决定帮助未来的一家之主 有身体限制 所以 她不想自己成为公爵 她一边隐藏着锋利的爪子 一边与哥哥们接触 我自己判断并决定 你会培养谁作为你的继任者 你会和谁牵手一起走 她不断地考验和支持她的兄弟们 从某种意义上说 她也是最苛刻的兄弟 在小说中 公爵甚至说 夫人 赫拉所选择的孩子 将成为继承人 那个孩子 不能自己当国王 但她是一个可以培养国王的孩子 但是 威奥拉讨厌赫拉 那是威奥拉一开始的错误 韩亚林再次做出承诺 永远不要那样做 赫拉与赫拉成为敌人的那一刻 所有的生命都毁灭了 你必须每时每刻都在担心你的后脑勺 你的整个生活 就会变成一连串的危机 威奥拉是个乐此不疲的色狼 韩亚林却不是 我是真诚的 如果我感到受到侮辱 我深表歉意 因为我还不太了解贝拉 你不知道 赫拉笑了一声 似乎有些荒唐 一个不认识贝拉托的孩子 在花银晚宴上这样做了 威奥拉问道 你为什么来 检查最小的脸 是姐姐的职责吗 好的 威奥拉毫不犹豫地走向赫拉 她与坐在轮椅上的赫拉 进行了眼神交流 个子很矮的威奥拉 不用弯腰就能和赫拉对视 然后检查 我的脸 她把脸凑近一点 鼻对鼻几乎相处 如果你想的话 你可以检查一下 赫拉有些吃惊 脸离得太近了 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呼吸 欢迎晚宴上 赫拉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是一种来自钦佩的好感觉 如果我处于那个位置 我能做到吗 一种微弱的钦佩 从那里开始 我不可能那样做 赫拉自己所缺乏的 威奥拉却有 强大的自信 谁也吓不倒 傲慢的目光 仿佛天生就带有 劣势者的宿命 赫拉在欢迎晚宴上 感受到了那些东西 现在也一样 维奥拉感到一种奇怪的震惊 这绝对是一个地点 但我感觉像一个姐姐 你不能通过模仿 或表演来拥有它 一定是天生具有的天赋 赫拉被误会了 维奥拉眼神交流 继续说道 我对Bellitude 还不是很了解 让我们说是吧 但我知道一件事 弱肉饮食 一个如果你不能证明Bellitude的资格 你就会被淘汰的地方 我明白 威奥拉将一根手指 放在赫拉的肩膀上 慢慢的 一圈又一圈 围绕着赫拉 我也扮演了贝拉托 所以现在 变得更自然了 当我第一次看到家谱时 我很奇怪 一个瘸腿的公主 怎么能在这里生存 赫拉十二岁 十岁以下的儿童 也不受法律保护 Bellitude的血亲 在十岁时 就选择了自己的职业 并开始作为继任者候选人成长 当你十二岁的时候 是时候尽你的一份力量了 没有关于任务执行情况的官方记录 这位姐姐 是如何成长为贝拉托两年呢 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威奥拉笑了 我的姐妹 你喜欢聪明人吗 我很聪明 不介意的话 姐姐听我说好吗 星号星号星号 赫拉这个断了双腿的公主 之所以能在这里活下来 韩亚林知道为什么 这是因为赫拉的身体角色不是哈尔的 戴头发 她是一个在十岁时选择了白色Bellitude这一职业而成长起来的角色 我听说她即使没有任务 也经常去她父亲的书房 我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 嗯 管家很称职 我在书上都看过 所以 你想说什么 能够带着那个身体 在这里生存 我想知道 这是否意味着 我有一些我不知道的特殊能力 这是Vaiola选择的定制方法 赫拉看着威奥拉 就在这时 威奥拉从赫拉面前经过 我看到了威奥拉的个人资料 紫发飘扬 在我上面有个哥哥 他疯了 维森 嗯 我在想 那哥们怎么不跑过来找你呢 这是因为苍鹿公爵 直接下达了命令 别碰赫拉 无论我怎么想 我唯一能解释的 就是 我父亲亲自下达了命令 我想我父亲命令 我永远不要碰我妹妹 这是肯定的 我看过所有的小说 你说的对 这是我父亲吩咐的 你的意思是 你对你所有的兄弟 都这么做了 赫拉没有否认 没关系 我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你不可能无缘无故那样做 所以 也许我有特殊能力 所以 你想成为朋友吗 你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 钟提琴停了下来 宛如小说中的反派 他在赫拉尔边低语 嗯 不 赫拉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我能感觉到 他声音里的幽灵 这真的是一个自然区域 听起来像是 嗜血的幽灵在低语 威奥拉本想做的美人 实则变成了鬼魂 当然 我没想到 威奥拉会被这样认出来 我只是努力工作 现在重要的是 让赫拉站在我这边 维奥拉指出 他在小说中看到的事实 你姐姐不想当公爵 欧尼要的不是造王者吗 赫拉眯起眼睛 我从来没有在我的兄弟们面前 表达过自己 的确 我在想那个 但我从来没有向外表达过 我的兄弟姐妹可能知道 但是一个七岁的女孩 这不是一个才在屋子里 待了大约十天的孩子能理解的 好有趣 新妹妹 我决定和维奥拉聊聊 真的是我可以选择的孩子吗 你父亲的眼睛 有多准确 我的这种渴望 是合理的吗 自己对着孩子的抱负 不就像是一种幻想吗 赫拉怂怂间 对上维奥拉的眼睛 维奥拉此刻几乎退缩了 这位姐姐的眼睛 也是活的 天亮了 这个样子 让我们来一场屠杀比赛吧 和维森活泼的模样很像 哈拉林知道 为什么赫拉的眼睛会活过来 她想认真地考验我 那么 你应该顺利通过考试 赫拉说 我从来没有亲口说过 知道 但是 你确定吗 因为我确定 如何 我把它当成小说看了 你姐姐很聪明 好的 不管那个 你很清楚 直接受到父亲保护的人 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家之主 因为这是权宜之计 大概吧 那聪明的人 为什么要担当父亲的保护 我自己做的吗 你负责吗 我见过我父亲两次 只出了一个事实 他没那么敏感 虽然那是我最喜欢的角色的魅力 威奥拉把话咽了下去 是不是有不那么娇气的人站出来告诉我们不要碰我们聪明的四公主 威奥拉继续背诵小说的内容 仿佛一切都是他自己推理推理出来的 我父亲并不娇弱 但他很通情达理 你想说什么 聪明的姐姐主动要求庇护 理性的父亲接受了 赫拉的双眼开始放光了 一直在说话 我姐姐无意成为一家之主 相反他会承担起帮助成为一家之主的人的角色 在援助中 威奥拉因此而忽略了赫拉 我的父亲和姐姐一定做了交易 我姐姐没有获得保护 而是放弃了一家之主的职位 同时也一定是一笔交易 确保能够扶持未来的当家 为贝拉图的繁荣而奋斗 在贝拉图家 扮演这个角色的人被称为白贝拉图 对吧 这是正确的 称之为白色贝拉图 好的 成长为一个白色贝拉图 这对我身体有残疾的妹妹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一个明智而明智的决定 威奥拉是真诚的 作为读者 我绝对钦佩她 这笔交易是在赫拉十岁时达成的 赫伦公爵喜欢在她十岁时 向她提出这笔交易的四公主赫拉 并接受了赫拉的提议 威奥拉怂怂肩 我是认真的 我有一个姐姐 叫贝拉图 我想是的 你不能成为维森那样的杀人犯 相反 她尽力而为 身为读者的阿灵汗 很清楚这个事实 你说她像Bella 2 因为 我已经尽力了 我尊重 我是认真的 赫拉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她像贝拉图 尊重 中题情中传来了一个非常意外的词 被父亲保护的胆小鬼 因为她是个残废 所以连比赛的对象都不是 一个无法成为象征 真正贝拉图的黑色贝拉图 而是选择了隐藏头发的白色贝拉图的半贝拉图 目前 这里是四公主赫拉的住所 那个说自己像贝拉图的人 而且 在兄妹中 威奥拉是第一个表示尊重她的 赫拉笑了 她用异样的目光 看着威奥拉说道 你 威奥拉觉得 心里很热 她的眼睛很锐利 她说出了意味深长的话 戴上不适合自己的面具去演戏 你不沮丧吗 碰 我觉得我的心在下沉 感觉好像贝拉看穿了她的真实自我 韩雅琳 就好像一条凶蛇的眼睛在扫射着全身 爆炸前的疯狂肯定很难掩饰 嗯 其实 你更想撒眼 我 你不是要跳更凶猛的剑舞 唱独歌吗 嗯 等一下 我 贝拉对中提琴的沉默有不同的看法 我还以为是默契呢 你坚持得很好 但 泰滩写的人不是贝拉图 他们只是杀人犯 贝拉托和凶手不同 凶手只是罪犯 但贝拉图是统治者 统治者必须像统治者一样行事 在这方面 终提琴通过了 因为他在控制自己的疯狂 表现得像个统治者 无法控制的疯狂会导致毁灭 但可控制的疯狂是真正的贝拉图基本美德 泽农报了这个 他们说他们也有理由控制疯狂 你怎么知道 我与管家分享了这一点 赫拉点点头 事实上 也许泽南给了我一个过于慷慨的分数 我也很好奇 既然你见过我本人 你觉得你姐姐怎么样 那是正确的分数 赫拉的表情松了下来 我也拉中提琴 我喜欢你 维奥拉有点吃惊 感觉发展比我想象的要快 赫拉伸手摸了摸维奥拉的脸颊 脸也是我的口味 在这一点上 比较荒唐的人是维奥拉 不 这不是她 我不得不回过神来 感觉主动权已经传给了赫拉 赫拉很聪明 假装完全承认这一面 这一定是一种考验 赫拉想要绝对 赫拉想要一个可靠的绝对者 可以完美地保护她 反正真正的绝者 还是由大姐和二哥收拾 这取决于他们 现在 我只需要展示一个神的形象 威奥拉拍了拍赫拉的手 被击倒 然后她梳理了赫拉的头发 我漂亮的妹妹 威奥拉血淋淋的眼睛 转向赫拉 赫拉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她有种莫名的恐惧感 仿佛那只扶过她头发的手 随时都会伸进她的脖子里 当然 威奥拉并不打算走那么远 我只是模仿了原版电影中的中提琴 因为我认为 她会表现得像这样 我不知道 她是否给了我 那种恐惧 威奥拉说 不要月仙 我选我妹妹 那种语气充满了活力 那是子提琴本体的本命 赫拉退缩了 虽然她很不舒服 但她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感 这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生活 我觉得我只要活着就能杀人 我能感受到强大的法力 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法力波动 然而 散发着生命气息的本体威奥拉 却对自己的生命和魔力一无所知 我姐姐没有选择我 你明白 明白就点头吧 赫拉微微点头 我抬头看了一眼中提琴 中提琴的出现 正是赫拉梦寐以求的 她既有实力又有智谋 谁也吓不倒她 一种值得绝对的态度和态度 天生的天赋 才能支撑起这样的态度和态度 甚至在同一时间 可以隐藏自己的阴险和阴谋 威奥拉感受到了这一切 赫拉的心意紧 呼吸困难 这就是威奥拉这个角色的存在 虽然作为负责人的威奥拉 并不知情 另一方面 威奥拉偷偷检查了自己的眼睛 这够了吗 模仿原作中的中提琴并不容易 感觉就像我穿了不合身的衣服 我希望这不会很尴尬 今天 我 我觉得今天的表演有点尴尬 我把一点担心抛在脑后 笑了笑 我们可以成为好姐妹 我也这么认为 赫拉的眼睛微微眯起 你比起大姐和二哥 肯定是差了很多 还没有 还是太年轻了 几乎没有位置基础 连外人的帮助都得不到 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差距 已经拉开太多了 但有一件事是不同的 她才七岁 老大和老二七岁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 增长潜力很大 潜力巨大 到了连活着都无法呼吸的地步 如果培养得当 她能有多强 但是维奥拉又补充了一个词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彼此的好家庭 赫拉一时雨色 刚刚说过这些话 很温暖 表现出温暖 但不卑鄙 她既不渴望亲情 也不显得孤独 什么 我希望我们会有一个好家庭 富姐我会很好 我们 让我们友好一点 很温暖 中提琴 就在威奥拉警觉的同时 赫拉也警觉起来 聪明的赫拉 用赫拉自己的方式 诠释了中提琴的温暖 她温暖的语气里 一定藏着尖刺 什么是 贝拉图的好家庭 这是一个与常用的家庭 截然不同的概念 贝拉图的好家庭 是指 彼此应该可以互相利用 好的家庭 是可以互相取长补短 利益最大化的家庭 威奥拉的话 暗示了这一点 我喜欢那种温暖 赫拉不自觉地笑了 不知为何 威奥拉觉得 那表情有些不祥 明天 赫拉回来了 我有一个地方 要和我一起去 可以吗 去哪 赫拉压低声音继续说道 嗯 我想在我们两个之间保密 星号星号星号 这种说法 出现在小说中 聪明的兔子 挖三个洞 聪明的兔子 意味着赫拉 赫拉很早就察觉到了 自己身体的局限性 并据此准备了 数种应对措施 位于四季交汇处的 地商城 就是其中之一 四公主赫拉 从一开始就知道 冬季城堡中 常见的兵 在南方地区 很受重视 要运送未融化的兵 魔力是绝对必要的 第四任公主赫拉 动员巫师 创造了泰拉商人 那是她九岁的时候 威奥拉思考着 原著的内容 赫拉让我去的地方 是Terra Top 在那之前 一切都很好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你和我 我想在我们两个之间 保密 秘密 这对管家来说 也是个秘密 我想和你一个人去 我会让你看到 我正在秘密修炼的力量 连管家都不知道 嗯 这是一个秘密 是公会 一直在暗中募集的 我的父亲 连我父亲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保密 因为无形之剑 比有形之剑更可怕 本来 威奥拉和赫拉 并不合得来 原来没有这样的东西 据说 没有援助的帮助 韩亚林只能靠自己的力量 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不能盲管家 管家不可能不知道 而且 我父亲不可能不知道 冬天城堡里发生的事情 但他说 他不知道 你爸不知道 冬天城堡里 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一个谎言 不可能的 然后只有一个答案 他在骗我 所以 这是对 威奥拉本人的考验 多么考验 这是一个诡计吗 我不能排除 这是一个阴险诡计的想法 因为这是一个 后脑勺 每天都在的事件 中提琴 也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为中提琴做准备 星号 我看着赫拉留下的字条 下午3点18分 我从西门出去 威奥拉 你在40分钟后 从南门出来 让我们相约在 四季的十字路口 你必须一个人来 威奥拉一个人 离开了公爵府 没有人阻止 这个七岁的女孩 独自前行 这么容易 他们让我一个人去 我神志没有管家 看来 赫拉是事先写过手的 看门人似乎 已经被预考和煮费了 赫拉有能力这样做 我们去吧 迈出了一步 季节的十字路口 这是冬季城堡内的 第三大十字路口 这是一条繁忙的街道 人来人往 货物熙熙攘攘 大街上高楼凌厉 然而 在这繁华的街道背后 错综复杂的小巷 犹如一张蜘蛛网 主路很壮观 但旁边的路不发达 那是一个季节性的交汇点 是冬季城堡中 能够明显感受到 贫富差距的地方之一 如果你看地图 好像是这样的 我是按照地图走的 往左边走 远在前面 一个破旧的酒吧出现了 月夜 现在还是白天 好像还没有开门 我背对着月光下的夜晚 右边的第二条小巷 经过这里之后 说明会出现一座二层的小楼 但是 建筑物是不可见的 没有建筑物吗 这是一个障碍 本应是建筑物的地方 却没有建筑物 而是一堵墙 这是一条死胡同 Key Ake 月光下的木门打开了 那里 走出了四个戴着口罩的人 她的手中握着一把致命的武器 蒙面人说道 贵妇人跑到这又窄又破的巷子里干什么 我想 你是一个人来的 迷路了 一个男人拿着一把大斧头 查尔斯是对的吗 你在这里等着 说不定会碰到一两个傻丫头 这是正确的 两天有大收获 四个人慢慢地走着 她浑身散发着凶恶的气息 就好像她遇到了她父母的仇人一样 从头部到脚趾 个个都很有价值 你愿意吗 你不是贵妇人吗 她喃喃自语 好像在听 是的 没有监护人的贵妇人 是一件非常昂贵的宝物 这真的不是虚假陈述 在奴隶中 最受青睐的奴隶 是末路贵族的子弟 我认为 我们需要尽快处理她 东城治安真好 我们赶紧绑架 在守卫闻到之前南下 四个男人围着钟提琴 然后 威奥拉咧嘴一笑 蒙面人 韩亚林是这本小说的读者 她已比赫拉 更了解赫拉二字号 威奥拉抓住裙板 微微弯腰 我叫维奥拉 贝拉图 今年我七岁了 韩亚林决定 像韩亚林那样 尝试解决小说的问题 我叫维奥拉 贝拉图 今年我七岁了 这一句看似简单的问候 却蕴含着严厉的警告 首先 据透露 这是贝拉二号 贝拉图 你是说贝拉托吗 维奥拉在心里笑了 你是说 你在不知道 我也是贝拉的情况下接近我 据推测 他们是赫拉雇佣的雇佣兵 看来他是在不知道对方是谁的情况下 接到了这个请求 但 一个头脑正常的雇佣兵 不会执行这样的请求 绑架儿童的任务 他们想绑架堕落贵族的无助少女 并将他卖为奴隶 他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雇佣兵 你可能做过很多坏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没有警告 或太担心的情况下 接受了这个任务 原本尴尬片刻的蒙面人 顿时一阵荒唐式的大笑 你是贝拉图吗 贝拉图在这些偏僻的地方闲逛 没有随从 哈哈 Pock或Bella2 他们不相信贝拉图的话 首先 我透露我是贝拉2号 其次 我7岁了 这位小姐究竟信奉什么 如此大胆行事 蒙面人笑着走近 这里 在寒冬城堡 赫伦公爵严令之下 所有10岁以下的孩子 都要受到保护 然而 你用武器威胁我 小声嘀咕道 垃圾 我敢肯定这是垃圾 但我问以防万一 你绑架并卖掉了多少孩子为奴 至少20个 他说的好像很自豪 不 兄弟 前几天 不是有大场面吗 30多岁 啊 原来如此 绑架和贩卖奴隶 在他们看来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笑了之后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贵族子弟 被高架出手 威奥拉伸出手 Zenon 干净的水 中提琴的影子里 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蒙面人吓了一跳 一种可以完全隐藏自己 存在于阴影中的状态 对于蒙面人来说 这是不可能的舞台 这里是 威奥拉拿起水瓶 往掌心倒水 洗了洗耳朵 我听了太多脏话 你 你 你是什么东西 蒙面人将武器对准则农 则农笑道 四个人中看起来最像队长的男人 歪了歪头 啊 他甚至看不到 我感到有点头晕 轻到 他的身体倒塌了 没有人动 每个人都中毒了 身体没有动 嘴巴也没有动 他像石像一样坚硬 云落之物 剧毒无比 而其他三人则瘫痪了 我给你一个选择 则农微笑着继续说道 一小时后 那个人终究会死 你们在一个小时内 把作者从冬季城堡里救出来 那我去救其他三人 冬季城堡中的谋杀 是被禁止的 这就是为什么 在冬季城堡内杀人 会使事情复杂化 以后你数到十 你的毒就解了 十九 当所有的数字 都被计算在内 泽农打了个响指 就像谎言一样 麻痹毒被释放了 选择 你们是一起毒死 还是一人死了结 我 我 我要走了 一个小时了 啊 我明白了 我扶起倒下的人 其他三人开始奔跑 维奥拉轻松地笑着说道 姐姐 你再不出来 我就杀了泰拉山顶的所有人 我沉思了一会儿 但维奥拉必须适应这个世界 警告的话是无能为力的 吃了我的心 还有泽农 在他们离开寒冬城堡的那一刻 就杀了他们 星号星号星号月光的大门 再次打开 我听到轮椅的轮子滚动的声音 一名银发少女坐在轮椅上 纤细的手臂转动着轮子 靠近了过来 你答应过 不带管家的 我认为 没有任何关于带来这些蠕虫的消息 我没带 我刚刚泄露了一个多了贵族的女儿 会来这里的消息 威奥拉哥哥的笑了起来 我说了一些 我不想再说的话 你应该庆幸 你带来了管家 姐姐 为什么 中提琴模仿着原来的中提琴 看向泽农的方向 要不是我把管家带来了 我咧嘴一笑 因为 我会杀了他们所有人 当贝拉托的纯血统 在冬季城堡内犯下谋杀案时 案件升级 公爵城堡的监察员 将会出来查明事件的真相 我提前宣布 我是贝拉二世 我今年七岁 然而 他们威胁我 我必须把他们都杀了 那一定是个宴会厅 威奥拉想哭 拉屎 法医又坏了 还好赫拉没有注意到 我必须承担一些责任 但谁会受到最大的伤害 不配贝拉托 做出这种肮脏下流事情的人 最受罪吧 你姐姐的职位 不会窄一点吗 相反 我认为 我可以得到表扬 赫拉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威奥拉站在赫拉面前 与她目光对视 我喜欢我的妹妹 我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原作中的威奥拉 很讨厌这样的后脑勺 我认为 诡计和足智多谋 是一种诡计 一种怯懦的伎俩 但这不是韩亚林 赫拉正在做 赫拉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韩亚林 就是支持赫拉的读者之一 这就是我 让你活着的原因 哈娜的身体 一副面具 映入了威奥拉的视线 退缩了 不知道什么样的 七岁孩子的眼睛 会这么血腥 那双眼睛 绝对是杀人的 这就像一个 出生不同的种族 我现在还年轻 但我觉得 再长大一点 我就会成为杀手 姐姐 你为什么骗我 既然你带来了管家 那就打吧 威奥拉咯咯地笑了起来 好 我们打吧 我的心稍稍松了口气 感谢上帝 因为我是一个读者 如果我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来到这里 我会非常尴尬 我推你 威奥拉走在赫拉身后 泽农走近了 我来推 公主 你还好吗 你是我的妹妹 赫拉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你还好吗 她是我的妹妹 这个词听着怪怪的不坏 似乎之前的子提琴 和现在的子提琴的模样 不太一样 不 没什么不同 如果 发油了心慌 或看起来很愚蠢 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 没关系 你是我的姐姐这句话 不会让我暖和起来 这一定很可悲 因为威奥拉给我看的东西 因为她已经绝对地证明了自己的天赋 这就是为什么 她听起来很温暖 即使是同一件事 根据谁说的不同 听起来也完全不同 威奥拉推着轮椅 所以 真正的泰拉商人在哪里 星号星号星号 赫拉与威奥拉交谈 在谈话中 有一个特别有趣的部分 威奥拉说 当然有钱最好 钱 人们必须有钱 如果是钱 就算是鬼也行 这是不可阻挡的 赫拉哈哈大笑 终提琴 你已经成为公国的公主了 知道 可是我能用这么粗俗的话吗 钱是最好的 你姐姐讨厌钱吗 我恨不起来 后来 赫拉变成了巨人 基于那种机制和族制多谋 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威奥拉很了解赫拉 我从小就在想 为什么我们贵族就不能说钱好呢 脸和容貌呢 赫拉老实回答 不 好的 所以你妹妹也很肤浅 或许 赫拉的嘴角 浮起一抹柔和的微笑 你很特别 我知道 我也是 毫无疑问 为这种世界观疯狂的人 大有人在 但是 可能没有人像拥有者一样独特 威奥拉这么想 你知道为什么贵族不说喜欢钱吗 为什么 这是因为 他们是肥状的猪 我从来没有饿过 所以我假装很优雅 瞬间 赫拉一脚踢飞 并大笑起来 一瞬间 威奥拉感觉心中仿佛有了一丝光亮 此设置存在于原始作品中 当赫拉和他真正喜欢的人说话时 他会说 踢 我笑出声来 我的心稍稍松了口气 赫拉现在打开了他的心门 威奥拉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 咧嘴一笑 完毕 这位姐姐 现在她肯定会站在我这边 于是我决定将原著中赫拉所说的话改编 为赫拉送上地毯式轰炸 我去 赴梦书检 小说里有这么一件事 想赚钱是肤浅的 这是一种过时的思维方式 所以 如果你说你想赚钱 你就会胡说八道 你不觉得你很庸俗吗 钱是宝贵的 生活在韩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阿玲更清楚 钱很重要 你对钱不满意吗 这是正确的 威奥拉也一样 我成了金汤池的养女 如果我是世界上的老二 那可悲了 但我高兴不起来 你不是和你大哥 逆死我活吗 你不会绑架男猪吗 你没有受到蒙面袭击者的威胁吗 即使你有钱 你也可能不快乐 但是 你知道没有钱是什么感觉吗 如何 每个人都不快乐 即使缺钱也是不幸的 如果有的话 有钱但不快乐 总比没钱不快乐要好 赫拉又提了 放声大笑 这可不是贵妇人会说的话 按照传统 贵妇人即使遭遇不幸 也应该能够忍受苦难的甜蜜 苦是苦 苦怎么会是甜的 它是通过心理训练和训练制成的 是谁 每个人都这样 你疯了 另外 贫穷不是幸福的衡量标准 威奥拉咧子一笑 你饿过吗 因为是贵族 所以没有饿死吧 赫拉脸上绽放出笑容 和伐尔拉聊天很有趣 一点贵族气息都没有 对赫拉来说 很新鲜 威奥拉毫不犹豫地继续说道 你怎么看 你怎么说 狗叫声 威奥拉的脸阴沉沉的 这也不是故意的 这是威奥拉这个角色的本质能量 吞噬元气的塞涵能量 我会像那样杀死所有的狗 姐姐 就在这时 泽农发布了一份报告 我把他们都杀了 威奥拉没有回答 我很尴尬 也很害怕 但我无法表达自己 在赫拉看来 这起谋杀案算不了什么 她看起来 就像是习惯于杀人的贝拉托公主 一点时间过去了 来到一栋大楼前 那是一座位于四季十字路口 拐角处的大型建筑 威奥拉心中一惊 这不是一棵富有的梦想树 它不像一棵梦想树 赫拉已经很富有了 这 这是你姐姐的楼吗 你在这里 它非常大 那是一座十层楼的建筑 这是一个幻想事件 魔法工学虽然发达 但建造高楼的建造技术 并不出众 并不是这里的魔法工程 天生就不如科学技术 而是因为在这个土地广阔的世界里 没有必要把建筑物建的 比必要的高 十层真的很高 不是吗 很难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但似乎可以与现代七十层左右的建筑 相提并论 它是该地区最大的建筑 威奥拉的心 砰砰直跳 房东 据说在Yomodoo之上 有一个Gatmoju 但你十二岁就当房东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真的是个骗人的角色 看了原著就知道了 亲身体验的时候 感觉更绝望 再次承诺 我想变得友善 我喜欢你 真的 真的 进入上层Terra建筑 大楼里 各种各样的人忙着搬家 你任命谁为库子总裁 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来自贫民窟 越看越惊奇 我一直在想 我父亲没有白带他来贝拉托 附近有个名伤 不是有 而是有 现在 他死了 威奥拉的话变得冷淡了 此内容在原著中并未详细描述 为了以防万一 我打定逐一问了出来 你杀了他 绝不 那么他是 这就是Balatica的本性 他对敌人残忍 却不盲目滥杀平民 他死了 赫拉小声说道 所以我把他埋了 那怎么 说到这里的威奥拉似乎明白了 西藩马克思 是的 泰拉之巅的拥有者 现在的所有者是Seven Marcos 他可以从尸体上包下面部皮肤 并重新制作出一个人的精确复制品 似乎赛万 马克思正在通过去除脸上的皮肤 来接任总统的角色 我一时大意 好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不能大意 威奥拉下定了决心 那赛万 马克思呢 西藩马克思 赫拉转身 看着威奥拉 赫拉又踢了一脚 笑了起来 我没有否认这个事实 你知道那么远吗 赫拉伸出手 威奥拉不知为何握住了他的手 赫拉拉起他的手 放在他的左胸上 你能感觉到吗 心跳 嗯 你会知道的 你知道什么 他发出一种难以理解的声音 我的心跳比平常快多了 啊 是那样的吗 很高兴认识你 威奥拉 这是威奥拉想要的局面 但也有点尴尬 仍然 赫拉是一个属于贝拉图图相对正常人的孩子 我觉得我是用圆柱的知识偷走了这个孩子的心 所以心里不舒服 还有什么更尴尬的 我再次振作起来 我只需要非常接近 有钱的朋友不是好朋友吗 其中楼主 不 楼主的朋友更好 如果这栋楼的主人能做大一点就好了 赫拉踢了几脚 我笑了 看来 他绝对可以和赫拉成为挚友了 然后我想 如果我用圆柱中的知识来帮助赫拉会更好 无论如何 我相信 赫拉会在时间流逝后处理他 时间再早一点 不是更好吗 以后我们就可以更加了解对方 你就在我身边 威奥拉和赫拉在大楼里转了一圈 然后上了马车 姐姐 嗯 你有很多钱吗 赫拉笑了 为什么 取钱 是不是看到我的货就贪心了 你打算用那点钱做什么 之后 将成为巨人的赫拉 赫拉今天可能很富有 但他将来会变得更加富有 那是小树木吗 不过 我挺有钱的 我不付 威奥拉断然否认 这是真的 和未来的赫拉相比 他现在几乎就是一个乞丐 我对上了威奥拉 充满自信的眼神 我也发现 威奥拉充满了自信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赫拉有些吃惊 你应该已经看到了建筑物的大小 但这是微不足道的 我说你是在贫民窟长大的 就此而言 分布似乎和金鱼一样大 韩雅琳似乎以后会交到财阀的朋友 兴奋地继续说道 我所说的 只是现金 食物资产和现金资产是不同的 你不是一直缺钱吗 突然 什么样的现金 我想加入我姐姐的生意 我姐姐很好 我也很好 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吗 你有多少 不存在 但是 你怎么参与进来的 姐姐 你需要多少 只要给她钱 赫拉就会自己被召唤 在金钱方面 赫拉从不撒谎或欺骗 如果我需要你多少钱 你会救我吗 嗯 为什么 我想投资我妹妹 赫拉又啼又笑 你在投资你妹妹吗 这孩子信什么鬼 如果我吃了她怎么办 那我眼光不对 不 我妹妹不吃 乌尼是一个从不完钱的角色 赫拉又啼又笑 这份自信从何而来 赫拉说 一亿株大力花 倒不是她真的需要一亿株大力花 事实上 一亿大力花对于赫拉来说 掌控自己的生意并不是一笔大数目 这一亿株大力花 在赫拉看来是一个现实的 象征性的数字 一亿大力花 好的 太大 不 比我想象的要小 会不会太辛苦了 我会救你 赫拉喃喃自语 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你要做什么 我看到就知道了 几天之后 负责贝拉图家财务的财务管理部 一片哗然 泽农拿出白毛巾擦了擦额头 你要亲自去拜访公爵吗 嗯 为什么 泽农再次擦了擦额头 一杀贝拉公爵夫人捂着脖子的时候 竟然已经渗出了还没出来的汗水 如你所知 公爵非常非常忙碌 他看重时间渗过黄金 所以 威奥拉盘腿坐 他的腿短道不能着地 但他的气质 却和伊莎贝拉公爵夫人不相上下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非常讨厌在 没有提前预约的情况下 擅自来访的原因 所以我让管家预约了 那为什么要预约 你是说要借钱 泽农清了清嗓子 我检查了一下以防万一 但维奥拉点了点头 我觉得我的脖子会跑掉 你能不能再考虑一次 但维奥拉很坚决 杰农仿佛失去了整个世界般叹了口气 然后关上门离开了 我迈开脚步 泽农原本满是严厉的表情 瞬间变了 维奥拉面前泪流满面的样子消失了 我确定他此时会在书房里 对吧 我立即去了公爵的书房 聪明的 我敲门进去了 正如玉妻的那样 每天活得像机器一样的孔雀开平 他在书房里做生意 公爵 维奥拉公主要你告诉公爵 他很想见你 仓路用羽毛笔写着什么 看着泽农 原因是 那是 我害羞的笑了 我想要一些零花钱 一边盯着杰农 一边不停移动的 额毛笔直挺挺的站着 停了 泽农尴尬的笑着说道 我应该说不吗 如果那是你的意思 你会首先阻止他 泽农立正 对不起 不 哈人站在信任 子南的一边 打电话给我 好的 泽农走到外面 站在仓路身后的卡尔顿问道 你没有生气 不是很好玩吗 你不是那种把时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吗 所以 我希望你闭嘴 对不起 卡尔顿闭上了嘴 海伦开始在桌上的文件上签名 卡尔顿很难理解 公爵的态度与往常有些不同 孔雀不喜欢废话 他讨厌那些说废话占用他时间的人 计划外的约会 还胡说八道 要零花钱 但公爵接受了 这很奇怪 你是不是想打电话打自己一顿 一段时间后 听到敲门声 是威奥拉公主 赫伦公爵坐在椅子上 看着钟提琴 你要零用钱吗 是的 威奥拉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也不知道是什么父亲的气场这么血腥 仿佛要用一只眼睛吞噬整个世界 为什么 我需要点钱 管家卡尔顿惊呆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封公主 因为缺钱 跑到公爵的书房要零花钱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情况 卡尔顿看到的钟提琴 自信满满 太不要脸了 我都纳闷他 怎么这么自信 如果你那样说话 你会被割喉的 卡尔顿是这么想的 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这个方法 雷尔早就用过了 而且很成功 也请给我一些零花钱 为什么 我需要点钱 公爵喜欢初期的不要脸的东西 我更喜欢当面说话 而不是在背后密谋 不过 只是碍于孔雀凶猛的精神 和致命的眼神 没有人能够尝试 作为读者的韩亚玲 深入挖掘了他最喜欢的角色仓路 并且知道 如何对待仓路 既然我爹让我做女儿 我作为女儿 可以要点零花钱 所以你来了 我想念我的父亲 以零花钱为借口 就在这时 海伦停顿了一下 一阵尴尬的沉默 管家卡尔顿 吓出了一身冷汗 我想念我的父亲 以零花钱为借口 海伦平直觉感受到了 剧中设定的济南 看穿了威奥拉内心的想法 和真诚 严重的 威奥拉的眼中 闪过一丝诚意 也很诚恳 其实 这并不是 一个错误的观察 Aaron想要看到 他最喜欢的角色的美德 是真实的 而且 没有任何理由 但这是一种真诚的暗恋 苍鹿眯起眼睛 他说 他想把自己看作一个父亲 一点都不愉快 苍鹿嘴角微微上扬 为什么 你看起来挺好的 卡尔顿在心里嘀咕道 在过去的十五年里 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我差点把手里 拿着的一捆文件摔掉 公爵神色凝重地说道 你需要多少 一亿跑 普通人的月薪 平均在三百万大力花左右 是老百姓一分钱不花 三年才能凑到的钱 但是 这里是公国 这是我十二岁时 可以获得的钱 既然人选在年满十二岁时 将获得一亿大力花 如何使用 它是候选人的想法 这是关于提前付款 这是在公爵家里 只提过一次的要求 唯一出事的是赫拉 赫拉详细汇报了 这一亿大力花的投资 和调用情况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 如此鲁莽的事情 你打算做什么 我要赚钱 你想使用杠杆吗 它是一种投资策略的总称 该策略吸收介入的资金 债务 并购买资产 以增加资产投资的回报 也许这个年幼的女儿 对杠杆的概念 有着本能的理解 是的 我想给赫拉力量 让赫拉成为我的身边之后 我骑着第一公主 美迪亚的路线 这是通往幸福结局的高通 为什么 培养得力的盟友 不也是贝拉托士的事情吗 既然赫拉无论如何 也不能成为继承人 我还是决定 让她站在我这边比较好 维奥拉继续说道 当然 我不是要免费的 你要提供什么 四月马上就要到了 正值一群妖怪野猪横行的时候 听说枫叶村历来遭受重创 看来 你学习很努力 是的 如果我不这样做 我想 我会割到我的喉咙 公爵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我喜欢他的大胆和无耻 桃色的脸颊 再次引起了我的注意 所以 我会解决野猪怪兽的问题 这就是你能力的证明 你确定吗 是的 我的时间很宝贵 我知道 威奥拉咽了咽口水 继续说道 如果你失败了 我就把我的头献给你 卡尔顿又叹了口气 清了清嗓子 威奥拉公主 似乎有点过分了 你低着头 卡尔顿小心翼翼地张了张嘴 公主 不小心说出那样的话 很丢人 失败了怎么办 公爵的确会杀了威奥拉 如果你收养女儿 不久就将他斩首 那么丑闻就会传遍天下 东济城堡和仓路公爵的威望被打破 公爵说 有趣的 给予和接受 你喜欢他 中提琴是不可阻挡的 这是阿灵想出的 量身定做的对话方式 威奥拉伸出手 先把钱给我 因为我赌更多的重量 我冒着生命危险 所以父亲 先把钱给我 这就是他的意思 公爵看着威奥拉伸出的手 他的手像蕨类植物一样 小巧玲珑 就凭那仙巧的一掌 给他一亿零用钱 你是说一亿株大梨花吗 是的 送你两亿大梨花 孔雀的眼睛 划出一道弧线 公爵停止在文件上签字 我以零花钱为借口 想念父亲 我会带着杠杆的概念 投资赫拉 赫伦公爵觉得 威奥拉的选择 并没有那么错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你能负担得起的债务 成为另一种资产 仓路的理性面对那部分 然而 本来 我确实应该专注于那部分 但其他东西 却不断涌入我的眼帘 一直看起来像 蕨类植物的手浮现在脑海中 我不知道原因 为什么只想到 那只狡猾的手 那只手 不知不觉 我笑了 它很小 如果我挤压它 感觉它会崩溃 像干树叶 真奇怪 我一直在想 那桃色的脸颊 还有它吃蛋挞的画面 然后 突然之间 我感觉很糟糕 你为什么要这样退缩 连我自己想想 都太牵强了 或许是因为 这让我想起了 雷尔那无耻 而又威严的模样 这么说 当心中提琴 好的 如果你骗了我 Haren Belletue说话像 Beleto 就像冬季城堡的主人 如果到十岁 还没有取得 令人满意的成绩 我们就不要再讨论 接班人的资格了 若真如此 养女的本意 她将作为刺激 纯血的祭品 被消耗掉 好的 公爵站了一会儿 我看着窗外 今天是个好日子 天空晴朗 没有一丝云彩 温暖的阳光 透过窗户洒进来 低于该水平 有人看到维奥拉 用短腿走路 她的脚步显得很轻盈 领取津贴后 她似乎感觉好多了 于是我又想了想 我不能承认 我已经退缩了 你应该做得很好 孔雀眼中 蕴藏着恐怖的杀鸡 否则 你的脖子就不安全了 我下定决心 要这样做 她仍然否认美德 三年过去了 春天来到了冬天的城堡 威奥拉已经十岁了 十岁在东城 她有特殊的意义 从十岁开始 儿童就不受冬季城堡 绝对法律的保护 就算在寒冬城堡外 被袭击 也无话可说 最兴奋的人 是第五公子维森 繁荣 门咔嚓一声打开 终提琴 任务完成 到她十一岁时 维森已经长高了 维森在过去五个月 完成了一项出色的任务 归来 你是不是一完成任务 就过来了 嗯 请不要光明正大的回答 你跟你爸报告了吗 我现在就去做 不撒谎 我看到一切都很热 你的意思是 交给管家 哦 不 类似的东西 维森揉了揉鼻子笑了起来 这三年 维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起原著中的维森 危害要大很多 至少对于中提琴而言 威奥拉从座位上站起来 兄弟 为什么 你还想碾压我 赢得接班人 维森退缩并颤抖着 不 当然 我现在已经十岁了 我哥哥可以和我合法竞争继承权了 哈哈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希望我的兄弟 能够正确地履行 他作为第五代公爵的职责 对于维奥拉来说 维森必须是一个可靠的盟友 作为盟友 我必须适当地成长 我会的 除非我哥哥表现得像贝拉图五王子 如果什么 我不会接受我的兄弟 作为竞争对手 维森一副失去了全世界的表情 那么兄弟 快去报告 好的 我会回来的 维森再次摔门 关闭 在二十一岁的阿玲看来 她还是个稚嫩的孩子 站在她旁边的泽农笑了 维森公主似乎想先见现维奥拉公主 泽农是这么看的吗 是的 但有趣的是 眼睛里的很多生命都消失了 你看起来像那样吗 是的 我对维奥拉公主的好奇心似乎也一样 似乎有点理智和情感之间的差距 理智似乎在想 我要和维奥拉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但是那种情绪似乎在想我不想和维奥拉打架 公主是这个意思吗 出色的 维奥拉脱口出回答 这是有意的 在过去的三年里 我一直在努力工作 因此 他似乎像我想象的那样顺利 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维森从一项长期任务中归来 现在 是时候展开新一集了 5月12日 冬天的城堡 春夏秋三季都很短 季节在短时间内急剧变化 5月1月为春 6月1月为夏 7月1月为秋 下一集是春天花园 作为梦想杀手长大的维奥拉与万岁公爵赫伦的秘密会面 在这里 维奥拉明确了他的路线 通过这一集 维奥拉重生为真正的维奥拉贝拉图 并坚定地宣布 他将成长为接班人 在原著中 维奥拉这样说 并确认了自己的身份 我的父亲是一万岁的公爵 所以我可以做一千年的公主 那是5月12日 5月 公爵经常在公爵府邸内的田花花园里散步30分钟并冥想 这也是 他曾经和他所爱的雷尔一起散步的地方 父亲 维奥拉和贝拉托 是在一个开满粉红色花朵的花园里相遇的 你是特意过来的吗 是的 为什么 以不同于原始中提琴的方式 我记得三年前的今天 三年前的今天 三年前的今天 那天 威奥拉得意洋洋地向公爵 要了一亿大理花 那天 我父亲对管家说了什么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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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 公爵说过这话 如果过了十岁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我们就不要再讨论接班人的资格了 现在三年过去了 维奥拉说 如果我在十岁之前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 他们一定已经下令取消或开除我的继承人资格 对吧 你没看错 那么 三年过去了 你觉得这个命令怎么样 这不是证明你还活着吗 赫伦 贝拉图一贯的态度是 这次谈话很烦人 当时我告诉了我父亲 他说 他会保护作为粮仓的枫树村 免受野猪的侵害 你兑现了诺言 这方法很不一般 可是爸爸怎么什么都不问 仓路驱赶一群野猪的方式 与贝拉图截然不同 更准确地说 他们选择了共生 山上没有东西吃 野猪群就猖獗起来 那是维奥拉触及的部分 我在特殊环境中 培育了红唇蚯蚓 和齿眼的杂交种 这种杂交种 让山区的土壤变得肥沃 虽然没有对外公布 但赫伦 贝拉图 却是心知肚明 随着土地越来越肥沃 野猪的食物越来越丰富 他们再也不用下到屋子里去了 即便如此 仍有许多人担心 随着野猪数量的增加 他们最终 不会再次入侵村庄吗 偶尔有变成怪物的野猪出现 心中的不安达到了顶峰 从那时起 康德山脉的中等捕食者雪豹 转移了栖息地 生态系统得到了平衡 你想表扬你的成就吗 不 威奥拉蹲下 看到一朵成熟的香蕴花 乍一看 这朵类似于沙伦玫瑰的花症 以一种介于粉色和紫色之间的神秘色彩 笼罩着整个花园 蜜蜂在黄色的花蕊间飞来飞去 花瓣和绿巾在风中摇曳 就像平静的波浪 漂亮的 仅仅通过小说中的描写 看到的和亲眼看到的 是很不一样的 小说中的描写 并没有很好的表现真实的风景 风把威奥拉的头发 也跟着吹了起来 海伦 贝拉图茫然地看着威奥拉 这就像一幅画框里的风景 画面宁静 威奥拉用于往常截然不同的温暖目光 注视着花田 说道 其实 我做得很好 一些学者正在寻找有耻蚯蚓的起源 我听说这是一个巧合 但无论如何 这对我来说 是生物合成魔法工程的一个里程碑 仓路皱起眉头 介绍很长 可是我父亲 为什么不向全世界公开呢 我认为 这是一个宣传 我作为贝拉图的成就的机会 维奥拉能够读懂海伦的心思 维奥拉是想成为黑贝拉图的孩子 贝拉图格主要分为两个派系 负责部队的黑色 贝拉图 掌管机制的白色 贝拉图 三年前中提琴的成就 更接近于白贝拉图 而非非贝拉图 他利用生命魔法工程学 创造了奇美拉 并通过它 恢复了自然生态系统 他们没有消灭野猪 而是以更好的方式实现了和谐 不过 苍鹿并没有详细说明事实 爸爸想让我也成为黑人贝拉 对吧 你还记得我 为什么收养你吗 是的 这是因为我的天赋 杀人天赋 正因为如此 他收养了维奥拉 并让他成为维奥拉贝拉图 维奥拉轻轻地笑了 可是爸爸 维奥拉的语气 一向很奇怪 虽然我很有礼貌 总是叫他爸爸 但在某些时候 我叫他爸爸 赫伦不习惯被称为爸爸 不过 威奥拉的语气很自然 并不尴尬 不 相反 爸爸这个称呼 让我很喜欢 这是一种与其他孩子 根本不同的感觉 爸爸认可了 我的才华 他做了 但是 如果你作为白色贝拉图的天赋 比那个天赋更好呢 终提琴 你作为贝拉图的天赋 堪比美迪亚 赫伦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一切 当我带你来的时候 你是我自己孩子养料 我希望看到你的杰出 才能而受到鼓舞 我知道 但亲耳听到 还是很震惊 实际上 这并不令人震惊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被附身是令人震惊的 而不是被这样的父亲收养 这就是为什么 我希望你也长成黑人贝拉 虽然你身为白贝拉图斯的天赋 要高出许多 从你被收养的第一天起 你就作为黑色的贝拉图 展现了出色的表现 与森昂和威森会面 从他与希克森和台元的关系到 他在欢迎晚宴上的露面 如果我违背父亲的意愿 与白色贝拉图一起走怎么办 White Bellet 2负责 Bellet 2GAD组织多谋 内部环境和组织多谋 例如 他将监督与金钱有关的部门 如果说 黑贝拉图处理所有外部事物 那么 White Bellet 2则处理内部事物 乍一看 两者似乎都很重要 但实际上并不重要 很难说白色贝拉图是敌人 你熟悉吗 贝拉图是一个铁血公爵 一个实力比智谋更重要的家族 毫不夸张地说 自愿成为白贝拉图的案例非常少 当他在接班人的争夺中被排挤 或者自己的实力被判定为不足的时候 那时 他接受了白色Bellet 2的位置 他们虽然在家族中拥有实权 但却是不幸的配角 终其一生都生活在黑贝拉图的无知和蔑视下 相反 他们得到了不优惠的优惠待遇 我可以避免与我的兄弟们进行屠杀竞争 黑色的贝拉图不得不在兄弟之间争夺血腥的接班人 白贝拉图不需要那种竞争 也就是说 他虽然会被兄弟们无视 却不会被狗咬死 你也是胜过狗死 维奥拉继续说道 我想我的剑已经足以证明我作为贝拉图的天赋和品质了 就连赫伦 贝拉图也无法否认 欢迎晚宴的记忆仍然强烈地萦绕在仓路的脑海中 所以我不认为我在逃避继任者竞赛 他与原作中的中提琴完全相反 原作中的Viola明确承诺要像这里的黑色Beleto一样成长 一个好将军能砍下敌将的几个脑袋 而善兵治军纪治军谋兵策策则能勤王勤军 手脚能杀一百人 头口能杀万人 当然是完全不同的 然而结论是一样的 我的父亲是一千年的公爵 我应该是一千年的公主 我爹是一千年的公爵 我应该是一千年的公主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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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仓路回到书房 沉思良久 我可以杀一万人 但我也要救一万人 说话的Viola手里拿着一朵花 感觉就像是一座小宝岛 孤零零地漂浮在翻滚的绿浪之中 白色贝拉图拉 在历史上 很少有人一到十岁 就自愿购买一辆白色的Beleto 其中一个是赫拉 另一个是Viola 赫拉早有预料 但就连威奥拉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仓路召唤了泽农 泽农三年前 你一定知道 威奥拉拿走了两亿美元吧 是的当然 一份详细的报告已经准备好了 你愿意吗 当时 Haren故意拒绝上报和接收数据 十岁之后 就是要做出正确的评价 也就是只看结果 不看过程的意思 拿来 杰农把数据贴出来 就好像他提前做好了准备一样 久久观察和读取数据的海伦 不自觉地发出一声声音 在过去的三年里 威奥拉是如何花掉两亿大利花的 结果发生了什么 关于他的所有细节都被写了下来 杰农笑道 还不是因为我是公主财富士 真是了不起 不是吗 把钟提琴拿来 好的 杰农找到了威奥拉的房间 杰农注意到 威奥拉的手很脏 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但他的手上沾满了泥土 我可以帮你擦吗 不 没事 威奥拉在杰农的陪同下 前往公爵的办公室 你有没有向你父亲举报我 是的 王爷先来了厦门 好的 该来的已经来了 我决定告诉你 过去三年 我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那么你将永远不会反对 成为一个白人贝拉图 因为我 带来了所有的理由 和实际好处 我们来到了公爵的办公室 泽农打开门 威奥拉慢慢走到 公爵的办公桌前 公爵看都没看 威奥拉一眼就问道 在你的背后 你到底在躲什么 公爵觉得有点生气 那不可能是死记硬背 就算是死记硬背 明目张胆地隐瞒起来 也是失去贝拉图的资格 威奥拉犹豫了片刻 苍鹿公爵瞪大了眼睛 我问的是 你在隐瞒什么 仿佛周围的空气 都变成了真 感觉不是空气 而是真在测我的皮肤 这个 他拿出藏在背后的王冠 那是用相应的花 做成的花冠 我做到了 因为我爸爸似乎喜欢他 这是公爵一生中 从未收到过的礼物 我神知不知道 我会收到养女的礼物 我觉得他很适合你 周围的空气都变了 真不见了 我弄错了吗 公爵只是盯着中提琴看了一会儿 一个失误 那种东西就是礼物 类似的东西 类似的东西 看看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我不能 我将不得不用花环骂你 威奥拉拿着花环 走到仓路身边 这不是秘密的喷射动作 也不是有效的步骤 刚刚走过 为了让女儿走到父亲身边 曼西尔高尼不需要移动 一边努力 一边想着父亲 他伸出双手给他们看 他伸出沾满泥巴的双手 站在仓路面前 站立的中提琴 比坐在椅子上的仓路小 威奥拉点起脚尖 将一顶花冠 带在仓路的头上 威奥拉笑着拍了拍手 这很棒 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对那种没感到敬畏 父亲 这看起来像是 言情漫画中的东西 花冠和仓路 两人就是这么不搭的组合 反而更般配了 仓路什么也没说 感觉不好 不 不算太差 你一定心情不好 不 我一定要吗 赫伦贝拉托 对自己从未体验过的 心情后代 有些疑惑 海伦一脸认真地说道 男人不会做这样的好事 哦 你说的是 我们最喜欢的幻想世界 他太适合我了 他是如此美丽 贵族家庭的女人 不会那样直接表达自己 我不会说那样的话 尤其是对男人 因为你觉得他很俗 威奥拉哈哈大笑 这是值得的 我看到我女儿的手 沾满了泥土 我觉得我的心在游荡 仓路默默地举起手 摸了摸花冠 你笑得很开心 片刻 钟提琴瞪大了眼睛 我用致命的眼神看着仓路 我被附身已经三年了 威奥拉是一个有着天生杀气的梦术角色 多亏了这个天才的身体 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威奥拉悠闲地笑着说道 你知道我平时的样子 他通常看起来不像这样 欢迎晚宴过后 威奥拉得到了铁血公主的外号 谣言四起 说她是贝拉托的养女 贝拉托比任何人都更像贝拉托 威奥拉努力扮演贝拉托 仓路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真的没有否认 威奥拉再次放松了表情 三年前伸出弹他的手 当他伸出沾满泥巴的手时 他又笑了 只在爸爸面前 威奥拉像太阳一样灿烂地笑了 只在我父亲面前 你看不起我这样吗 我过着自己的生活 但没有忘记我也是贝拉 但你可以在你父亲面前做女儿 病的第三年 威奥拉完美地适应了幻想世界 星号 卡尔顿是贝拉图公爵的管家 赫伦 贝拉托拥有绝对的信任 说她是公爵夫人之外的副手 也不为过 她有一项特权 如果卡尔顿认为 是极其有价值或者紧急的情报 完全可以不用敲门 就进入公爵的办公室 这种方法是战争的产物 在分秒必争的战场上 敲门是一种奢侈 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跳 办公室的门开着 卡尔顿喘着粗气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卡尔顿的眼睛捕捉到了什么 孔雀 先生 公爵似乎没事 就好像这不是什么 他的手举过头顶 神情十分从容 姿态悠闲 一顶皇冠戴在了他的头上 用那朵花制成的花冠 仓露轻轻地将花冠放在桌上 以免弄坏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卡尔顿不得不怀疑自己的眼睛 公爵会戴王冠吗 若是被其他人看到 贝拉图公爵的威望早就受损了 赫赫有名的千年公爵头上的花环 多好的插花啊 千年公爵头上的花冠 再说了 你现在很尴尬吗 表面上看似没什么问题 但长期侍奉公爵的卡尔顿 却能感觉到 公爵现在处于迷茫状态 我无法理解 也不想相信 我神志有一种 卡尔顿的世界正在崩溃的感觉 这份紧急报告 够互相打架了吗 并不真的 巧合的是 这份报告也与威奥拉有关 这也与威奥拉公主有关 要不我们马上过去看看 苍鹿问威奥拉 你说 你想成为一个白人贝拉图 这个时候 猜猜卡尔顿有什么急事 要向我汇报 不知是否与三年前 两亿株大梨花的下落有关 苍鹿将目光转向了卡尔顿 之前还怀疑自己眼睛的卡尔顿 现在不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白贝拉图 铁血公主威奥拉 贝拉图家 那个比任何人都更像贝拉的贝拉二号 决定成为一个白色的贝拉二号 卡尔顿 这不像你 对不起 卡尔顿轻轻点头后回答道 你说的对 这与两亿株大梨花有关 然后是中提琴 我先告诉你吧 威奥拉点点头 三年前 威奥拉对赫拉说 我有两亿株大梨花 两亿大梨花现金 以我的现金为抵押 我应该可以轻松地从帝国银行借到大约一亿大梨花 他们又借了一亿 抵押了两亿 并且将一亿交给了赫拉 因为赫拉要的是一亿株大梨花 剩余的两亿大梨花将用于购买谢赫废土的土地 谢赫荒原 那是位于冬季城堡和南部城市加尼亚之间的一片森林 那是一块废弃的土地 而且是一块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土地 这片土地俗称谢赫荒原 土地平级 无法耕种 有时还会出现豹子 因此 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他做了 财政部的管家们吐了 威奥拉将目光转向卡尔顿 那么 现在的价格是多少 比现在帝国官方地价 涨了七倍有余 比市价涨了十多倍 简单来说 两亿株大栗花 变成了二十亿株大栗花 然而 由于没有人提供土地 价值正在飙升 但 其中大部分为维奥拉公主所有 维奥拉点点头 我的资格已经证明是白人了吗 你为什么在那里买地 那是因为 我在小说里都看到了 维奥拉忍不住笑了 帝国的皇帝们 有意孤立了寒冬城堡 这是一个有意的政治决定 如果让冬季城堡和大陆之间的联系 过于顺畅 就会有两个危险 以防万一 冬天城堡倒塌的时候 据说 魔物很容易从雪域侵入大陆 或者当冬季城堡的 Bellitus决定反叛时 Bellitus是一个过于危险的角色 所以 与其总是给贝拉图最强盾牌的荣誉 冬季城堡 一直是一个荒芜而危险的地方 冬天的城堡 从来都是孤独的 我明白 因为这是一个政治决定 越是估计的寒冬城 包括贝拉托在内的寒冬城的勇士们 就会乐团结起来 寒冬城堡的人 与出生不同 他保护人类 免受大雪的侵袭 冬季城堡的人们 以自己的自豪感生活 有了这份责任感 你就会成为一名强大的战士 所以他们 才没有把剑指向帝国 从出生开始 他们的敌人 就是来自雪域的怪物 这对帝国来说很棒 他挡住了怪物 并阻止了冬季城堡的危险角色 梦想叛国 这跟两一株大栗花 有什么关系 告诉卡尔顿 能给我一些纸盒笔吗 维奥拉接过纸盒笔 画了一张粗略的地图 所以 如果你画一条垂直连接基地城市 和冬季城堡的轴线 这里就是正确的地方 纵轴上散落着数个基地市 最后 与城市的联通性 对于发展城市和道路 非常重要 因为当城市相连时 协同效应就会爆发 所以 我在歇合废土买了很多地 他被遗弃了 所以他很便宜 而且 正如你所看到的 这就是发生的事情 他将目光转向卡尔顿 卡尔顿清了清嗓子 将报告发了出去 就在之前 帝国官宣了 我们已经宣布 我们将在大陆中心 建造一条连接冬季城堡 和君主的巨大贸易道路 有人告诉维奥拉 三年前 帝国一位杰出的大臣开始统治 对吧 他是一个伟人 他追求的是帝国的福祉 和人民的幸福 而不是政治原因 我叫塞琳娜 年仅37岁 就当上了财政部长 掌管着帝国的一个轴心 看他的脚步 他总是为人民而来 即使在贫民窟 你也能听到赞美他的歌声 我预计他有一天会说服皇帝 修建一条连接冬季城堡 和帝国的道路 因为那是帝国的道路 只有这个原因吗 不 在那案的报告中 应该有 帝国的增长率 为负 通货膨胀在预料之中 市场上有很多钱 但这笔钱的去向尚未确定 钱的价值继续下降 因此 做出的判断是 帝国将试图通过 大规模的土木工程 来提振经济 我笑了 那一点将在大约三年后 我期望 当然 这是我在小说中看到的 就在今天 帝国有官方公告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会成为符合这一点的 白色贝拉托 如何 海伦和卡尔顿 同时沉默了 一个好字 十个徽章 回头率达到百分之一千 尤其是卡尔顿这位总管家 更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我把两亿大利花 变成了二十亿大利花 但它一直在上升 留下震惊的卡尔顿一个人 威奥拉继续说道 但帝国的所有工作 你都不能代替 赛琳娜一个人 做 斯雷娜是一个温暖的人 但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代替 Empire 她可以以一种 相当有力和快速的方式完成 这不是一个民主社会 那是一个帝王之力 贯穿苍穹的事件 所以 如果一个没有权力的人 拥有土地 她可能会被完全夺走 她可能是在老鼠 或鸟类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移除的 威奥拉又笑了 她看向父亲的眼神 充满了信任 和 像这样值得信赖 我的父亲是苍鹿公爵 但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女儿 贝拉托的巅峰之作 东济城堡和北方之盾的主人赫伦 贝拉图达 她不能强行夺走女儿买下的土地 你甚至不能暗杀她的女儿 就算是帝国皇帝 也拿不走 我父亲是苍鹿贝拉托 我抓住我的裙子 鞠躬 我很高兴 我是你的女儿 海伦藏在书桌下的指尖 微微颤抖着 苍鹿公爵躺在床上 淡蓝色的月光 从大窗户射进来 侧身 桌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看到桌子上 有一个小相框 魔法照相机 拍下了雷尔的照片 公爵沉思着 与雷尔的回忆 我很高兴 我是你的妻子 只有我可以拥有你 公爵没完没了地 盯着雷尔的照片 维奥拉的形象 并没有从我脑海中消失 那个孩子 我从以前就感觉到了 他和雷尔不知何故很相像 我神志有这种感觉 你是雷尔送我告诉你 不要再孤独的孩子吗 这不可能 瑞尔和维奥拉之间 没有任何联系 中提琴 只是作为一张 可以使用和丢弃的卡 被采用 但是有一些奇怪的事情 为什么怀旧之情 会从魔药中滴落 他是怎么从药水里 读出怀旧情怀的 一个不认识雷尔的孩子 怎么可能光看魔药 就知道那些东西 对某人的渴望 比死亡更伟大的爱 和热气的渴望 表明 此时 说是雷尔出现在 威奥拉的梦中 教会了 他一切都不为过 雷尔 公爵的眼里 涌出泪水 我无数次祈祷 能在我身边 但上帝没有听那些祈祷 公爵 从座位上站起来 打开了通往秘密金库的门 有一枚 用终极保存魔法 保存下来的花环 雷尔 你曾经送我相应的花 作为礼物 在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空间里 雷尔还为公爵 编织了一枚香花环 每次公爵都会脸红 男人不做这样的事 我的丈夫 而不是男人 这样做了 因为那天雷尔的眼笑 实在是太美了 我很高兴 瑞尔很高兴 所以 我总是在雷尔面前 带着那个花环 每次 雷尔喜欢拍手 这很适合你 你 你很漂亮 这是只属于海伦和雷尔的秘密 公国无人知晓 但是 当你看维奥拉的所作所为时 他看起来就像雷尔 他太适合我了 爸爸很帅 你很漂亮 理由继续拒绝 但是情绪一直让我有不同的想法 威奥拉觉得自己 就像是雷尔送给他的孩子 一个无用的想法 海伦 将花冠放在了一个秘密保险箱里 又看了一遍雷尔的照片 今天不知何故 感觉就像雷尔在笑 我想你 你想见雷尔吗 想见见大胆的养女吗 就连公爵本人也不知道 赫拉用叉子摘草莓 拿 我打得太用力了 果汁剑了一身 剑 你疯了 嗯 理智 你为什么自愿购买白色 白Ato 你说 你以前做过 脑袋坏了吗 这是真的 一年前 威奥拉就曾提前警告过赫拉 这将是一个白色的 Belayto 赫拉自然不以为然 我以为你是想嘲笑白贝拉图 你的妹妹是白贝拉图 你是我的妹妹 但我为什么要嘲笑白色的 Belayto 我看到了威奥拉慈祥的眼神 看着那双慈祥的眼睛 赫拉倒吸一口冷气 卡着了 我有时会感到困惑 什么 在我面前 你的眼睛好温柔 不仅仅是在姐姐面前 然后 在我姐姐和父亲面前 世界上只有两个 赫拉对此感觉很好 但她直言不会 总之 你是铁血 比任何人都像贝拉图斯的 贝拉图的养女 从欢迎晚宴开始 就像Belayto宣战的 最年轻的Belayto 欢迎晚宴上的中提琴 犹如公爵家族的传奇 估计贝拉图的史书上 也会有大量记载吧 不仅如此 威奥拉 贝拉图的出现 还是让公国为之一震 是的 是的 但为什么 为什么是白色的Belayto 赫拉非常沮丧 以至于她想死 历史上从未有过白人Belayto 占据统治地位 你再好 也是第二人 赫拉是一个知道白色贝拉太过极限的人 姐姐 姐姐 你相信我吗 到现在我都信了 赫拉看到的中提琴 是极好的资源 和谐解决了困扰枫树村的一群野猪 买下了大量土地 榨取了巨额投资利润 听说 你最近收服了一群土匪 是啊 什么 她做了 确切的内部故事 有点不同 我和希克森一起去了 现在完全是人类 还有小说南部的台原 进步神速的台原 一个人 就杀了七名土匪 希克森一人杀了三名 维奥拉只是看着 听说那个强盗的首领 是帝国骑士 不是普通的骑士 我想应该是学徒吧 反正 你以为一个十岁 就受了十多个土匪的土匪容易吗 有这种能力的弟弟 为什么会选择白Belayto 而不是黑Belayto呢 这么优秀的人才 你为什么要腐烂 姐姐冷静点 看起来像真的吗 不管怎样 我已经决定 要成为白色的贝拉了 我的目标 不是成为一家之主 而是过上 幸福长寿的生活 为此 白色Belayto 是完美的 我没办法 姐姐 我无法理解你的决定 三年前 我姐姐还不理解我 早在三年前 赫拉就曾批评过威奥拉 你为什么要买 那块没用的土地 到底吹的是什么风 三年后 你还好吗 那只是孕解 你姐姐是个女商人 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吗 威奥拉的眼睛眯了起来 现在 为了某种程度的控制 她释放了一部分生命 现在让铁血公主 成为可能的一流贡献者 生有血肉之体的生命体 向四周扩散开来 事实上 威奥拉也只能走到这一步 但杀气浓浓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 我可能会对你感到失望 赫拉沉默了片刻 事实上 赫拉也知道 这不仅仅是运气 这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赌博式投资 威奥拉又咧嘴一笑 我并不是不理解姐姐的难过 姐姐喜欢我 我也喜欢她 我很清楚 她是多么关心我 没关系 我不需要笨拙的甜言蜜语 那会不会很尴尬甜蜜 威奥拉在赫拉面前微微鞠躬 她与坐在轮椅上的赫拉 进行了眼神交流 她把手放在赫拉的手上 我不喜欢像我姐姐这样 拥有高超记忆的人 在不知不觉中被嘲笑 或者仅仅因为她是白人 Bella 2 而被巧妙地忽视 赫拉与威奥拉对视 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不喜欢善良的Bella 2 我的妹妹 因为她身体不舒服 而被忽视 事实上 如果没有白人 Bella 2 就不会有黑人 Bella 2 我将无法看到那个 所以 你也申请了白色的Bella 2 不一定 但我不会说 没有理由 赫拉深深地叹了口气 这太荒谬了 太荒谬了 她将左手放在 放在右手上的中提琴手上 我不觉得难过 贝拉托从来没有 对赫拉说过这样的话 只有威奥拉这么说 赫拉由衷地感动了 能戴一千个面具的 贝拉二世杰农 是这样评价的 赫拉也是这么想的 也对 因为和别人打交道的 威奥拉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事实上 即使是三年后的现在 我不知道 威奥拉贝拉托的诚意 无论是真诚的 还是掩饰的 赫拉做出了一个 非常符合 常理的决定 其实判断 是口罩的可能性更大 我喜欢你说的话 赫拉说 我父亲一定认为 你是Black Bellitude的木材 大概吧 赫拉深吸一口气 眼神变得凝重起来 你知道 你不能不假思索地 给予许可 对吧 知道 威奥拉挺直了呗 或许他会给你一个残酷的考验 星号星号星号 这三年来 台元一直跟随西克森学习剑术 西克森是一名剑士 使用以蛮力为基础的毁灭性剑术 在西克森的影响下 台元也学会了注重强大力量的重剑术 Tundra挥舞着一把两米长的大剑 他的技能是同龄人所无法比拟的 他总是尝试 不要在Violability旁边 做一只害羞的狗 半白皮书 我已经看了三十多遍了 台元将剧剑留在子空间中 并敲击 少爷 您打电话了吗 台元大步走向威奥拉 然后他单膝跪地鞠躬 我以后会很忙 你听到了吗 我听说你申请了白色贝拉图 黑人贝拉图灯 白贝拉图灯 反正没关系 不管他如何选择 威奥拉都是他的恩人 是在他最难过时 伸出援手的人 你认为 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想公爵会考验主人的 这不仅仅是一场测试 你还将获得一个七零级别的任务 事实上 公爵想要一只黑色的Bellet 2 而不是白色的 就算死了 我也不会演黑贝拉 我无意成为第一 也不想成为真正的公主 威奥拉认为这是最安全的路线 单膝跪地的台元说道 掌握 为什么 我可以抬头看吗 不 三年来 威奥拉与Tundra的目光接触 不超过五秒钟 因为体内的中提琴 又可以出来了 我不想失去我的身体 是的 我来抚摸你的头发 他没有目光接触 而是抚摸着他的头发 从台元的角度来看 他是无意中推来推去的 舒适 台元微微耸了耸肩 我的脸有点红 很好 我喜欢这只手 我为这一招制服了土匪 以免主人的手沾上鲜血 一颗温暖的心 在台元的胸口绽放 当狗接受主人的抚摸时 这就是他的感受吗 另一个愿望出现了 我想看看你的眼睛 没有要求太多 我只是想看看你的眼睛 总是 我只是从远处偷看 威奥拉的脸 你还是不允许 我已经三年 没看过他了 我只是从远处偷来的 可悲的是 主人从来没有正确地看过一眼 那有点难过 但我不会贪心 有一天 在时机成熟时 我会透过那双眼睛看着自己 在足够融洽之后 我可以自信地提出要求 看了一半一半的白皮书 我倒是不着急 如果建立了足够的同情和信任 他们将能够像其他伴侣犬一样行事 只是时机未到 台元从维奥拉的房间里出来 但是我在走廊里 遇到了一个人 三孔子 昆多 台元认得那人的脸 为什么坐着在这里 血腥卫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昆多的眼神古怪而不详 台元朝第三公子轻轻低下了头 从第三代孔子开始 他执行他的完整使命 大部分时间都在冬季城堡外度过 宫国内很难见到 我感觉到一股不详的气息 看来 我来这里的动机不是很好 就像一只正在捕食猎物的猎狗 起炮 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啊 你是维奥拉的玩具吗 不对 砸种狗 狗见到主人通常不会深深鞠躬吗 台元并没有被三皇子昆多的气势所推动 他的眼睛和中提琴面前的眼睛不一样 我的主人是维奥拉公主 孔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抬朵拉抬起头 看着三公 众所周知 三公子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帝国骑士 所以你不向我低头 哎呀 放声大笑 主人和狗 他们都是有趣的家伙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有义务向你报告吗 没有 但是出乎意料 三公子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吗 而且 他闻起来有很多血腥味 所以 我知道贵族见了身上 有血腥味的人是不礼貌的 我错了吗 一股浓浓的血腥味 从昆多的身上散发出来 不知道 好像是杀了很多人 或者杀了很多怪物才回来的 定睛一看 袖口处有鲜红的血迹 昆多淡淡一笑 说道 不要擅自插手 砸种狗对象 了解主题 说到狗 你从哪里谈起人类的礼貌 昆多轻轻碰了碰台元的肩膀 就像抖落灰尘一样 狗看到主人就咬尾巴叫 力量进入了台元的眼中 但我不能在这里大惊小怪 主人在房间的另一边 我不能因为主人在场而生气 猎犬只有在接到命令时 才会咬猎物 嘿 台元 是的 三孔子 昆多冷笑一声 费 台元默默注视着昆多 我并没有特别生气 Tundra的梦想是成为一只伴侣犬 被称为狗并不难受 动手吧 小狗 台元什么也没说 这冒犯了昆多 甚至眼睛还活着的事实 也很烦人 我 事事废教 我再说一遍 你是贝拉图的三王子 但你不是我的主人 这是正确的 学得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昆多再次苦笑 哇 吐在台元的脸上 台元没有躲避他的毒刺 他就像一块木头石头一样 立在那里 艾子 对不起 我不自觉地咳嗽了一声 现在 用这个擦它 昆多递过来一块手帕 那是一块沾有蓝色毒药的手帕 但是之后 威奥拉的来访 拉开了序幕 你坐吧 兄弟 铁血公主威奥拉 亲自开门走了出来 正要回房休息的威奥拉 吓了一跳 那是昆多三皇子的声音 他大声争辩 好像他想听这个 他来了 三孔子昆多 我想起了昆多的各种设置 十九岁 昆多 是对第一公主 有着极大自卑感的继承人候选人 正在学习与台原类似的剑术 在小说的设定中 他是一名主要学习贝拉图的第一剑术的剑士 和贝拉图的血脉相符 他的实力也强到在同龄人中找不到对手 他被描述为阴暗和危险的 还要别的吗 他是一个鄙视白色贝拉图的人 几乎恨透了他 因为他坚信 贝拉图的强大 只来自于强大的军事力量 昆多转过头 看着威奥拉 你要这么做吗 你是在发号施令吗 这不是命令 是请求 问 听到他的客套话 昆多的眼中画出了半个月亮 他似乎很喜欢威奥拉的回答 是的 要不要我们客气一点好吗 你想我做什么 要是管家和侍女们不要丢脸 小心翼翼的去我的房间就好了 刹那间 昆多的身体猛的一颤 嗯 管家不在 昆多转过头 反常的转了一百八十度 我回头看了看 走廊的尽头 站着一个女仆 庸人在那边 若是羞于剑宫女 我咧嘴一笑 我只是想摆脱侍女 正确的 那样就没人看见你了 生命从昆多的身上散发出来 威奥拉的目光落在了台原上 唾液顺着台原的脸颊往下低 威奥拉一看到他 差点没发脾气 就像这只狗 这是康俊的脸 我朝那张连土口水 三孔子是垃圾 快点 威奥拉向台原招手 台原 全神贯注于威奥拉 冲向了威奥拉 威奥拉与台原四目相对 台原退缩了 他被打了 你被侮辱了 反正那种事也无所谓 啊 这只是眼神交流 但很好 如果他有尾巴 他会轻轻摇摆 他们是大师的学生 浅紫色的眼睛里 倒映着台原自己的脸 与此同时 威奥拉感到头晕目眩 我晕 与此同时 昆多大步走向侍女 女仆看起来非常害怕 我的腿在颤抖 冷汗顺着我的脸流下来 啊呀 购买 保存 不知不觉中 一道身影声传了出来 我的头发变白了 威奥拉口中 吐出白色的气息 有点自卑的垃圾 昆多身体一颤 我回头看了看 威奥拉的眼睛染红了 是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就是昆多 对威奥拉的期望 期间 丫鬟跑了 倒也无所谓 他想看看这个 不是白贝拉图 黑色 的外观 美丽的 那是生活吗 一颗非常特别的心 只记载在史书上 你是肉身出生的人吗 昆多转身 我看着中提琴 威奥拉的尸体消失了 昆多连忙挥剑 咦 好快呀 威奥拉的匕首碰到昆多的大剑 那一刻 威奥拉的身体像滑行一样一动 昆多读了那个动作 他很优雅 他优雅而快速 他不是说他十岁吗 我是十岁 但是动作很快 即使是我们的曾姐姐美迪亚 在十岁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当时 昆多后退一步 大刀挥出 贝拉托的第一剑术第一张 五星 原本以为是从昆多的大剑上露出灰色的能量 但五角星的剑很快就生成了 然后消失了 威奥拉的尸体被扔了出去 威奥拉在空中转了三圈 原地落地 鲜血从威奥拉的嘴里流了出来 十岁的年纪 一个没有学过贝拉托剑术的孩子 能有如此成就 呵呵 哦 我辩护 您进行了攻击 并且由于反弹性而受伤 知道 我不是故意使用暴力的吗 任何 没关系 因为没有证人 有很大的身体影响 震惊让威奥拉回过神来 一把真正的钟提琴 不能出来吗 不出所料 贝拉图家的纯血统 都是怪物 十岁的紫百合 打不过十九岁的三宫 三个孔子甚至故意告诉他 使用的是哪种技术 据说他有足够的时间 一边移动身体 一边教授建树一事 不管怎样 昆多的心情似乎好多了 我准备了一份礼物 以纪念我与哥哥的相遇 我打开此空间 拿出了一样东西 滴 血滴下来 那是一只流血不止的猫 它几乎没有呼吸 昆多乱戳猫 扔 猫碰了碰威奥拉的爪子 猫痛苦地扭动着身体 它几乎喘不过气来 用可怜巴巴的目光 看着威奥拉 威奥拉伤心欲绝 现在治疗已经太晚了 它举起手中的匕首 安息 病的第三年 我能够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一点 连呼吸都困难的猫 被送到了不再痛的地方 我把目光移到台园上 台园的胸膛起伏不定 它似乎在用粗重的呼吸 控制住自己的怒火 台园 你还好吗 有一种方法 可以稳定台园 等待 台园就像一只小狗 就像一只等待猎物的小狗一样 台园的身体僵硬了 芬姐 即使在你身边 我也无能为力 我很难过 想哭 威奥拉知道 台卓拉的心意 但没有表达出来 威奥拉张开了嘴 真是不幸 兄弟 我知道 为什么最年轻的杰出人 才会选择白贝拉图 事实上 那个贝拉图 是个胆小鬼吗 威奥拉摇摇头 不是那种遗憾 威奥拉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慢慢地走着 昆叶站在他的正前方 小声地说道 我为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感到抱歉 回XR 与此同时 远处也出现了一个人 风刮得像暴风雨 你的打招呼方式很不对 威奥拉咧怎一笑 对不对 兄弟 活不过三年 现在情况逆转了 终提琴 走廊里一片喧哗 碰 碰 有人迈着沉重的脚步 跑了过来 几乎是杜克堡唯一一个 可以自由活动和游荡的人类 是希克森 公爵的战友兼挚友 你这个王八蛋 希克森很生气 希克森勋爵 好久不见 什么 这只亚兽怎么了 希克森喜欢动物 众所周知 比起人 他更喜欢动物 你想往后走吗 其中 他尤其喜爱猫狗 因总是给流浪街头的流浪猫喂食 被称为猫妈 昆多有些疑惑地看着霍森 希克森勋爵 跟我来 您不能在冬季城堡中使用暴力 但在体育馆 情况就不同了 为什么 你怕了吗 你在侮辱贝拉托 昆多点了点头 并没有太过动摇 他知道希克森比他强多了 但他无法拒绝 如果是贝拉托 就应该是 就算他比我强 也躲不过迎面来的战斗 我们去体育馆吧 到了体育馆 希克森在体育馆殴打昆多 武器对你这种人来说 是一种浪费 他没有使用任何武器 只是赤手空拳地打他 昆多的拳骨下垂 两根手指骨折 昆多趴在地上 喘着粗气 相比之下 希克森似乎并不关心 这家伙 捡起来拿走 昆多的管家微微皱眉 你将不得不对 这种情况负责 哼 责任是什么 希克森用食指清了轻鼻孔 因为他身体虚弱 你打我有什么责任 昆多王子才十九岁 然而 增长的潜力 是无穷无尽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昆多会越来越强 希克森会越来越弱 指出 这样的人早该长大了 希望你不要为 今天事后悔 昆多的管家 将自己包裹在昆多身边 如果他被神官治愈 他就会痊愈 没有后遗症 但他破碎的自尊怎么办 昆多的目光 落在威奥拉身上 胆小 威奥拉怂怂肩 谢谢你的称赞 白色贝拉托使用足智多谋 除了自己的力量之外 使用其他力量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是拥兵术就好了 最终 昆多失去了知觉 希克森靠得更近了 你还好吗 威奥拉 那就没事了 我真的很惊讶 什么 希克森举起我的手腕 他的手腕上挂着一个魔法召唤手链 那是一只手镯和威奥拉手腕上的手镯组成了一套 看似普通的银手镯 却是附有警示符文的神器 当威奥拉向他注入法力时 希克森手臂上的手镯会发出警报的神器 你是说 来电真的很大 呼唤的强度 根据注入的法力浓度而变化 然而 这通电话的强度已经超过了最大音量 几乎要爆炸了 我的手镯差点摔坏了 嗯 是因为他老了吗 希克森对着歪着头的威奥拉笑了笑 这可能不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事实上 威奥拉真的不知道 他所拥有的魔力纯度和数量 都远远超过了宇宙级别 所以我虽然没用多大的力气 却差点把手链给弄断了 反正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真的吗 嗯 台元 你过来好好安葬这个孩子 威奥拉把死猫交给了台元 是的 台元拥抱了猫 不过 台元的形状有些奇怪 眼睛是红色的 你为什么这样 没什么 台元带着猫走开了 远离体育馆的空地 在那里 台元是人工挖掘的 泪水顺着台元的手背流了下来 我什么也做不了 如果我真的很坚强 如果它足够强大 无论它是高师弟 师父就不用受那种屈辱了 猫有特殊的意义 对于Belletius Shadow中的一些人来说 猫要么意味着恶魔 要么意味着堕落的人 扔一只垂死的猫的行为 这也是对不解者的嘲讽和批判 这让我非常生气和不安 要是我真的坚强就好了 斗争 就在这时开始下雨了 冬天城堡里的雨是冷的 买好猫的台元脸朝下 在雨中躺了很久 我必须坚强 完全不懂楼主的意思 但可以确定的是 师父决定变成白贝拉图 如果是这样 你应该是支持他 并支持他的人 就像这样 没用的 三年前 威奥拉伸出手 他说 他会陪在他身边 因为他失去了父亲和姐姐 为了公主 我必须变强 但是突然间 我感觉不到下雨了 Tuduk在他周围的土地上 杜杜 下雨了 我没有下雨 我转过头往上看 我看到了一把雨伞 然后 我看到了威奥拉的脸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他似乎知道 台元在想什么 也知道他为什么要躺下 威奥拉伸出手 醒来 但 这是命令 台元犹豫了很久 才抓住威奥拉的手 威奥拉的手 仍然小而温暖 你的工作做得很好 威奥拉抚摸着台元的头发 你坚持得很好 我打电话给Hosan 不是你 没有更多的雨落在台元的脸上 然而 厚厚的雨滴落在我的下巴上 我会变强的 Tundra 做出了坚定的承诺 我会变得像三王子一样 变得连垃圾 都不敢看眼的强者 台元的眼睛烧红了 所以 我会带走所有侮辱你的东西 当然 水 无论是泪水还是雨水 都混合在一起 令人眼花缭乱的 顺着台元的脸庞留下 希克森盘腿坐 看了一眼中提琴 一个可怕的女孩 一个女孩对公主来说是什么 没有尊严 你怎么知道三皇子会来 难道三皇子是个白痴 要我成为黑贝拉图吗 所以提前准备 这也是 他将魔法手镯 送给希克森的原因 我父亲太清楚了 所以 你和苍鹿 都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嗯 维奥拉喝了香蕉奶 而不是红茶 也许是十岁的缘故 比起茶 他更喜欢甜牛奶 我父亲希望看到 我的回应 回应白贝拉图 嗯 我必须展示拥兵技能 而不是蛮力 于是我打电话给叔叔 叔叔 被三公子发火了 有充分的理由 有原因吗 你惹猫妈妈生气了 维奥拉怂怂肩 你父亲连这事都不介意 为什么 就是这样 我的父亲 也是一名刺猬管家 我爸爸也喜欢动物 嗯 什么 我讨厌迫害动物的人 这是第一次 那不自然 因为它只存在于套装书中 希克森颤抖了一下 反正 你是指望三皇子会来 还说是 你在搭讪呢 嗯 也许报告已经上去了 星号星号星号 维奥拉的预测是正确的 预计该报告将立即上升 然而 没想到与第一公主美迪亚 分享了这个故事 一美迪亚公主 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公爵继承人的她 开口了 果然如你所说 好的 正如公爵所说 三皇子满身是血的回来了 维奥拉并没有用自己的力量 而是借助了一个教孙的外人 打倒了三公子 这对身穿黑色衣服的贝拉托来说 是不合适的行为 但对身穿白色衣服的贝拉托来说 却是可以接受的行为 我遇到昆多了 他怎么样 我正在通过牧师的恢复祈祷恢复 但我认为这需要几天时间 正确的 沉默了片刻 苍鹿和美迪亚并不是那么友善的妇女 美迪亚又张开了嘴 但她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奇怪的事情 西克森大人说她只用了拳头 但昆多的胸口有一道伤口 美迪亚并没有将其表达为 轻微划伤程度的伤口 应该是 伤口先是在皮肤的内侧 看起来是在和西克森大人切磋的时候 皮肤破开了 切割皮肤内部比切割外部要困难得多 你需要越来越锐利的灵气 你需要知道如何处理处于巅峰状态的法力 那是从内部破坏身体的高级向上剑法 没有西克森殉爵的踪迹 然后 我认为是中提琴 正确的 赫伦的唇角略过一丝淡淡的微笑 当然 维奥拉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父亲 经常有人说 我是大陆第一人 历史第一人 世界第一人 他做了 堪比赫伦公爵童年时期的无所作为 凭借压倒性的天赋和稳步的努力 美迪亚登上了那个位置 他也被称为 White Sackpong Sackpong的意思是从北方吹来的冷风 白色的风 在风中代表着万年一遇的巨大暴风雪 据朝史记载 白风一吹 死者达十万人之多 我十岁的时候做不到 他眼中的笑意加深了 即使是对付比我强的人 连昆多都学会了贝拉图的剑法 没想到会伤到昆多 一定是有意证明 他身为白老的能力 同时也让他知道 他身为黑老的素质是不缺的 你有点兴趣吗 是的 美迪亚问道 如果我遇到孩子就好了吗 贝拉图的第一公主 美迪亚 贝拉图是公爵信任的公主 是下一任继承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 十岁成为黑贝拉图 十一岁成为贱习骑士 十二岁被授予贝拉图的骑士称号 和同年 他被派往帝国骑士团 独自收服了一群哥布林 被公认为普通的九阶骑士 这很不寻常 帝国骑士分为等级 按照见习骑士标准 通过九级和一级后 成为正式骑士 从九级重新开始 品质出众的人 通常在二十岁左右 成为九级骑士 美迪亚通过了所有的 见习骑士课程 并立即成为一名正规骑士 当时许多新闻媒体 都报道了这一事实 最年轻的九级骑士诞生 十二岁的贝拉图 成为九级骑士 一年过去了 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都再次震动 报纸争先恐后地 报道了这一事件 这就是贝拉图的尊严吗 独自收服灰狼群 由于这一壮举 美迪亚在十三岁时 就成为了八级骑士 一年内 以超快的速度提升 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贝拉图公主 改变世界记录 美迪亚 她的天才能走多远 她的天才并没有就此结束 或就加龙的居民 碰巧路过的 贝拉图第一公主 制服了巨魔 从巨魔开始 他们就被归类为高级怪物 七级骑士或法师以外的普通人 根本无法对付的劣实性物种 美迪亚不小心当场杀死了十二只巨魔 等援军赶到 事态已经结束 率领援军的四级骑士 亨色回忆道 当我们到达时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唯一生活在那里的是 捕食者之上的捕食者 只有美迪亚公主 最终 美迪亚的功劳得到了认可 在十六岁的时候 成为了六等骑士 十六岁的正规文章 历史上第一个 世界上第一个 获得六级骑士称号的人 而他在十七岁时 成为了五级骑士 也就是说 在十七岁的时候 他已经达到了 大多数骑士世家的天才子弟 在三十多岁时 才能达到的境界 人们常说 从五级开始 就不是努力的境界了 没有出众的天赋和运气 就无法登上顶峰 这是一个公认的理论 十八岁成为四等骑士 十九岁成为三等骑士 当我二十岁的时候 大陆发生了一件大事 西大陆一百十二名 特种杀手的歼灭 发现有一百十二名 来自西大陆的 训练有素的刺客被屠杀 据估计 他们每个人的实力 都足以成为二等骑士 其中 有的甚至达到了 一流骑士的水平 据说 当时在现场观看的主管 都惊呼了起来 巧合的是 那个调查员 正是几年前 被派往美迪亚增援的亨瑟 当时是四等骑士的亨瑟 也被提升为一级骑士 以表彰他的天才 我被一个击中了 那也是 无奈 其中一位 并没有隐藏自己的本身 贝拉托最具杀伤力的剑术 三刀痕 能将三剑驾驭得如此自如的 只有两人 寒冬城堡的领主 还有她闪亮的长女 美迪亚公主 据透露 美迪亚应对一百二十二人的屠杀负责 贝拉托公主 授予一级骑士的地位 美迪亚 获得第三十二颗星 被誉为剑皇的奈拉克 赐予他一颗星 这叫做星辰 是只有一流骑士 才能获得的特殊称号 整个大陆一等骑士 只有五百人左右 其中获得星辰的骑士 也就三十人左右 他是大陆第一个 达到这个境界的人 年仅二十岁 人们对这一美妙的记录赞叹不已 称赞美迪亚是白色的风 那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他现在二十三岁 一级骑士 其中 被授予一星的 一星骑士美迪亚敲门 最近 引起我注意的那个 去见贝拉图的老三 威奥拉无法将目光 从美迪亚身上一开 蓬松的乌木头发 红宝石一样的眼睛 小说中表达了这一点 奇怪的传闻 在西大陆传开 中周住着一位 黑发红彤的美丽女巫 切勿与红眼睛 进行眼神交流 你会被吃掉的 这些传闻之所以 在西大陆流传开来 都是因为美迪亚 尽管你称 我为如此可怕的女巫 我没有漏掉修饰于美丽 这是正确的 看着她那双红宝石般的眼睛 有一种坠入深湖的感觉 当我看到敢于称 绝对的低宫女时 就有一种敬畏之情 姐姐 那个姐姐 喜欢她 毕竟下一任公爵的人选 应该是这样的 癌症 姐姐 我永远不会做坏事 所以请帮助我 请 你愿意和我喝杯茶吗 伟大的 我以为你会拒绝 为什么 你突然来找我 没有答应 我 啊 没关系 她是一公主的妹妹 我妹妹没事 那只是我不想去看你的时候 我想要吗 是的 为什么 我想真正体验一下白风 美迪亚笑了 传言肯定被夸大了 不 从不夸大 美迪亚是在作品中 拥有最好的天赋 在作品中 与最强者竞争的天才 过去如此 将来亦如此 美迪亚说道 我记得三年前的欢迎晚宴 好玩 好的 是的 美迪亚只是盯着威奥拉看了一会儿 正好 泽农带来了草莓牛奶和红茶 威奥拉喝的是草莓奶 美迪亚喝的是红茶 你姐姐是来找你出差的吗 好的 我听说 你伤害了昆多 一瞬间 威奥拉吓了一跳 嗯 我 你受伤了 什么时候 似乎有些误会 是希克森勋爵 不是我 甚至在体育馆 好的 大概吧 美迪亚的眼睛眯了起来 希克森造成的伤口很严重 但是 肯定有威奥拉的伤 我用了一个非常难的技术 击中了我的身体内部 你想隐藏你的力量吗 在我前面 隐藏能力还不错 隐藏你的爪子 直到你足够强大 这是一种智慧 你明白隐藏实力的欲望吗 美迪亚从座位上拔出剑 苏瑞莹 一道轻亮的声音响起 剑尖抵在紫提琴的喉咙上 威奥拉没有反应 我神志看不到她 她甚至没有移动那么快 她似乎只是缓慢而自然的移动 当我回过神来时 我看到刀片已经碰到了我的喉咙 刀锋如此锋利 以至于我都能感受到蓝色的期待 如果我碰它 我的喉咙就会被割断 我想割断我的喉咙 美迪亚的预感 就是这么敏锐 则农说 一号公主 这里是公爵府里面 知道 但我是被尼拉赫皇帝授予新章的骑士 你应该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吧 剑王 奈拉赫赠予的这颗星 简称剑皇 意义非凡 这颗星辰 就是它可以凌驾于地令之外的 一切法律之上的证明 我成为了一星骑士 皇帝的法律 比公国的法律还高 所以 我在这里拔剑 也没有问题 然后 维奥拉介入了 真的是这样吗 什么 难道皇帝的法律 真的高于公国的法律吗 泽农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公主 威奥拉公主的聪明才智 我是深有体会的 但现在这种说法 太冒险了 当然 这里没有皇上的人 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说法 终提琴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当然 但我不认为 寒冬之主的法则 低于剑皇的法则 为什么 美迪亚觉得 威奥拉的话很有意思 这孩子 凭什么说叛国罪 你会用什么逻辑 你是我父亲 什么 我觉得 爸爸是最强的 小说里说得很清楚 寒冬之主 赫伦与剑皇尼拉克 势不两立 经过七日七夜的激战 赫伦最终获胜 当然 这是一场非正式的决斗 确实是强者定律适用 至少在这里 在贝拉图 受过正规教育 和精英课程的美迪亚 不知所措 没有好的逻辑 这个样子很像 我爸爸是最棒的 那是一个十岁男孩坚持的样子 美迪亚不得不暂时清理一下混乱的头脑 我取回了架在威奥拉喉咙上的剑 当然 这个动作在威奥拉眼里 也是完全看不懂 你是认真的 是的 严重的 你妹妹有没有你父亲那双特殊的眼睛一样的力量 美迪亚也是仓路真眼的继承者 她有一双能看出一个人真诚的眼睛 所以 你很清楚 我是认真的 我必须真诚 因为我 已经通过小说 检查了一切 可以肯定的是 我最喜欢的角色 Haren更强壮 美迪亚有些吃惊 这个孩子 铁血公主 至少 她现在的模样 不像是铁血公主 她就像她这个年龄的孩子 好的 不管那个 我有事要检查 隐藏自己的力量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你不应该发现这件事 如果你知道了 就不该骗我 事实上 美迪亚很好奇 威奥拉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力量 她想知道 为什么她敢选择白色的贝拉托 尽管她拥有最好的天赋 成为黑色的贝拉托 为什么她敢用高阶飞生术 伤害昆多的身体 当你把剑放在一起时 你就会知道 嘴巴会说谎 但剑不会 美迪亚说道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体育馆吗 威奥拉内心十分困惑 事实上 威奥拉根本不知道 昆藤受伤了 我不是故意隐瞒的 我真的不知道 仍然 美迪亚不是一个被迫 胡说八道的角色 威奥拉缓缓点头 伟大的 我可以把所有的草莓牛奶 都喝掉吗 我决定一边拖时间 一边想办法 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 底线可能会被泄露 那么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 你会变成一个胆小的失败者 害怕黑色的贝拉托 而选择白色的贝拉托 我正在尽可能慢地喝酒 并清理我的思绪 然而 天才美迪亚的解释 却截然不同 伟大的 我可以把所有的草莓牛奶 都喝掉吗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美迪亚对这个 让她花时间思考的行为 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你有空间 没有一个兄弟姐妹 表现得像维奥拉 就算是公开表示 敌意的二皇子和三皇子 也从来没有这么淡定的 喝过草莓牛奶 更何况 她还想去体育馆 维奥拉没有紧张或恐惧的迹象 她很美味 这是泽农自己做的 管家 是的 自己把草莓磨碎 冷冻起来做 泽农笑道 冰 泽农和维奥拉同时开口 像一片雪花 像一片雪花 泽农低下了头 公主非常喜欢草莓牛奶 我做了一些练习 我的 你是冰剑高手 你有那种能力 在做草莓牛奶吗 一星期是说这是代价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 我很高兴 我的剑术 可以用在这个方向上 通过超系粉碎制成的 Refbomb Bingham 草莓牛奶 有趣的 下次你也请客吗 当然 维奥拉尽可能慢的 喝着草莓牛奶 美迪亚一边喝着红茶 一边一副淑女的样子 等着维奥拉 就连那个样子也很漂亮 如果我最喜欢的角色是苍鹿 那么 我最喜欢的角色 就是美迪亚 美迪亚一向耿直耿直 从不屈服于任何考验和威胁 就像平静的湖水 始终保持着平静 一个巨大的湖泊 随时可以泛滥吞噬一切 维奥拉一边少量地 喝着草莓牛奶 一边整理着美迪亚的资料 美迪亚是一个比任何人都 更爱家人的人 所以 美迪亚比任何人都 想要更多的力量 美迪亚天资聪颖 除此之外 还是一个拼命努力的勤奋天才 希望不要再有兄弟 再强势霸权下伤亡 我想 他必须坚强 他不想杀任何人 讽刺的是 这就是我必须成为最强者的原因 在小说的结尾 他也是被威奥拉杀死的不幸人物 钟提琴 你长高了 姐姐 我既钦佩你 又恨你 即便在小说的结尾 美迪亚公主 也是一堵难以逾越的巨墙 你总是聪明高贵 我是一个不同的人 最恶心的是什么 这意味着你甚至爱我 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问题是 姐姐 你已经知道 我要攻击你了 维奥拉的眼睛变红了 那双红色的眼睛 留下了红色的泪水 原著中 是美迪亚敞开心扉 对维奥拉亲情付出 对于维奥拉来说 美迪亚是她又爱又恨的人 如果我是你 我不会原谅自己 我才不会就这样白死了 你是我最钦佩 并将继续尊重的贝拉图 但为什么 那天刚下过雨 那是倾盆大雨的一天 可是你那天 为什么死得那么无意义呢 美迪亚笑着回答道 因为你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累了 所以 我想安息 维奥拉挥舞着她的武器 一把匕首 美迪亚身体一歪 对不起 让你负担太重了 原谅你丑陋的姐姐 即使在崩溃中 美迪亚也保持着平衡 我盘腿坐 她流着血说道 尽管如此 我还是爱过你 我的家人 我的弟弟 说完 美迪亚闭上了眼睛 就在她盘息的时候 生前正直的美迪亚 一直直立到最后 一公主不想伤害我 如果是这样 有办法 健身房 台元正在那里学见 哦 美迪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先生 好久不见 泽农解释了一切 希克森摇了摇头 在天才的中提琴 你能考出来吗 只有一些事情 我想检查一下 如果我阻止你呢 阻挠贝拉图意志的人 必须被消灭 你 我 有什么我不能做的吗 希克森睁开眼睛 你长大了很多 你以前这么小 这似乎是一个急性的情况 但是害怕的事情 并没有发生 我叔叔已经变得很小了 那时候 舅舅的手很大 我没有变小 你变大了 希克森叹了口气 看看那些威胁的眼睛 以防有人不是贝拉图 那你要吃我吗 如果需要的话 希克森又叹了口气 我没想到他会变干 总得有个中介吧 叔叔收拾好了 我就放心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 边晒边捡 我还能是谁 很有可能 美迪亚笑了 你好像很关心我哥 她是我心中的女儿 你的女儿 你没听到吗 这正是我告诉赫伦的 我第一次听说 美迪亚觉得很好笑 你的脸很亮 我觉得自己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当时 美迪亚认为 希克森会在几年后死去 想到我的父亲 我的朋友 会杀了我破碎的朋友希克森 我很难过 而如今 六年过去了 克服了过去的创伤后 希克森成为了一个 比以前更坚强的人 原因是维奥拉 你 我对维奥拉的好奇心 越来越大 我听到了武器 你用什么武器 我用的是匕首 你知道这是 天生不利的武器吧 美迪亚拔出了她的剑 苏瑞恩 一道轻量的声音 响彻整个体育馆 她甚至不在阳光下 但她闪闪发光 这把散发着蓝色灵气的刀刃 看起来就像是大师精心打造的奢侈品 想要使用匕首 首要的是拉近与对方的距离 我知道 好的 我想 我说的太明显了 姐姐 为什么 给我一个障碍 如果对方是另一个贝拉图 她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然而 对手却是第一公主美迪亚 什么障碍 姐姐 不要离开原地 那我一定能赢 好的 美迪亚咧嘴一笑 我并不讨厌那个厚颜无耻的要求让分的人 因为我只需要检查我的技能 所以我说是的 伤到昆多的身体是巧合吗 或者这是一种技能 我决定只检查一下 我去 姐姐 维奥拉开始走路 对她来说 步伐比任何剑法都重要 最少的反驳阅读和聆听时间比其他人更快 美迪亚歪了歪头 维奥拉大步朝我们走来 这不是一步 刚刚走过 如果你那样进来 你会被砍掉的 美迪亚挥剑 香 美迪亚的剑掠过维奥拉的头发 几缕头发被斩断 飘扬在空中 维奥拉没有眨眼 你一点都不激动吗 在美迪亚眼里 就是这样 但事实并非如此 哇 我怕狗 在里面 我被吓死了 但是 据说西唐的一只狗 三年后也会背诵风月 我已经这样做了三年 习惯了很多 对付嗜血狂魔的杀人魔术 梦术维森 他练了不少 每天 我都必须通过一个 不是Zenon考试的考试 是这样的 美迪亚是一个谨慎的角色 再说了 这种情况 你也不会习惯的 即便如此 中提琴也不会割伤自己 我姐姐从不割血或割肉 所以 原著中的维奥拉 讨厌美迪亚 她想死 但美迪亚总是接受 这让维奥拉在原著中很生气 然而 现在的中提琴 已经不是原来的索刻中提琴了 我没有生气 你为什么生我的气不堪我 这从来都不是什么 值得生气的事情 而是 谢谢 谢谢 哦 谢谢 美迪亚说道 如果你盲目接近 你会被砍掉的 再次 长剑飞入了险恶的剑道之中 维奥拉没有躲闪 刚刚走过 以毫厘之差 从维奥拉的脖梗处掠过 维奥拉的脖子受了轻伤 鲜血低落 呃 呃 他很苦 但现在吐的是烟 刚走开 美迪亚这个剑道天才 对这种情况并不熟悉 这是第一次 维奥拉只是走过去 紧紧地搂住了美迪亚的腰 我赢了 遮阳板 一声巨响 维奥拉手中的匕首掉落在地 维奥拉将匕首扔在地上 美迪亚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我从来没有 和我的兄弟姐妹拥抱过 不是分析体型的拥抱 而是真正的拥抱 感觉有些奇怪 终提琴 你太没有防备了 如果我是你的敌人 你早就死了 那你可以刺了 但 维奥拉松开美迪亚的腰 倒退了一步 如果可能的话 那位公然敌视姐姐的二皇子三皇子 就不可能活着了 维奥拉微笑着继续说道 姐姐 如果没事的话 我能咬住周围吗 我们两个有件事想谈谈 一宫女的姐姐 接班人就是你 请成为下一任公爵 为了我安逸灿烂的晚年 我决定画一张她的草图 希克森呻吟道 嘿 叔叔 没事的 我姐姐不会伤害我的 不 不是那样 希克森中行的眼睛颤抖着 对不起 维奥拉 维奥拉一时间没听懂希克森的话 你伤心吗 什么 我看到了希克森的脸 你真的不难过吗 我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做 不 我相信叔叔我觉得 你是个好成年人 可是我为什么也要去 因为 我想和你们两个谈谈 所以 我为什么要把她拿出来 感到失望 希克森很想看着她的小女儿说 爸爸 我有男朋友了 我不禁感到难过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 你能不坚定吗 我希望不会 希克森终于深深地叹了口气 然后她看向台园 毕竟 那是台园 我不能 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激烈的对话 先生 别把你的气发在我的狗身上 这不是愤怒 这是训练 可是 为什么你的眼中会闪过生命的光芒 你注意到了吗 哈哈 然而 汤卓拉的回答更具推测性 多谢师父 希克森为维奥拉感到难过 这对台园来说是一种强有力的休克疗法 堡垒继续受到刺激 遇到三王子昆多的时候 也是这样 现在也一样 我是一只非常值得信赖的伴侣犬 否则 我也可以在这里 单独谈话换句话说 这意味着你不想告诉别人这件事 我也属于那个人的范畴 那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给他足够的信任 维奥拉主动提出 维奥拉主动提出留在他身边 当我失去父亲和妹妹时 我伸出了手 总有一天 我会向您伸出援手 Master 成为可靠的伴侣犬 所以 我必须要坚强 他用严肃的眼神 对他的主人说道 粗糙 请 新号新号新号 维奥拉和美迪亚单独在一起 美迪亚收起剑 看着维奥拉 浅紫色的头发和眼睛 与同龄人相比 仍然很小 他看起来又薄又脆弱 你小时候是不是吃多了 我听说 后果似乎仍然存在 姐姐 姐姐说 如果他是敌人 我早就死了 好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好的 这是正确的 我知道 如果维奥拉没有以黑贝拉图自居 这句话听起来可能很荒谬 不过 维奥拉已经完成了资质审核 从领养开始到现在 他不仅表现出 比任何人都更像贝拉图斯的外表 而且最近 还建立了一个讨伐匪徒的前客 当然 在现实中 希克森和台元是自己动手的 只是美迪亚不知道而已 那你觉得我 为什么要这么莽撞 出色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信任你 你有什么客观情况 或者证据 可以相信我吗 我告诉过你 若是姐姐认真对待他的心 二皇子和三皇子 就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他的性格和维森一样 那样的话 说不定二皇子和三皇子 早就被发现死了 这一定进一步巩固了 他作为继任者的地位 姐姐 再次呼唤美迪亚 美迪亚并不讨厌被称为姐姐 维奥拉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对自己 如此盲目的信任和宠爱 这是政治算计吗 铁血贝拉托 知道如何戴一千个 面具的贝拉二 这就是他戴着面具 靠近的原因吗 我总是戴着面具 知道 我们都戴着口罩 维奥拉盯着美迪亚的眼睛 看了一会儿 美迪亚的眼睛是红色的 他看起来像是用红色珠宝制成的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姐姐 我不知道 美迪亚带着面具生活 作为贝拉托的第一任公主 美迪亚不想杀死她的血清 她比任何人都更爱贝拉托和她的家人 所以她选择了坚强 你不愿意说实话 我先说实话 我讨厌这个 什么 血肉之战 我讨厌各种阴谋诡计 暗中争权夺位 我一直渴望有一个家庭 我梦寐以求的家庭不是这样的 美迪亚的表情凝重了起来 红宝石般的眼眸里流淌出浓浓的血肉 中提琴 她看起来不像 Bilatus 是的 我不是生来就是 Bilatus 因为我是一个很普通的气 老实说 威奥拉有些意外 美迪亚是帝国认可的一级骑士 其中 她是被剑皇赐予一心的一心骑士 一心骑士的杀戮 根本比不上维森的杀戮 无尽的黑暗 似乎降临在维奥拉 和他周围的世界上 感觉就像陷入了一片 由黑暗构成的沼泽 令人窒息 让我们保持头脑清醒 我知道作者的设定 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大 所以并没有缩水 我是养女 这不会成为你抱怨的 情有可原的因素 你好像后悔 当了养女 不 贝拉托是个好地方 比我原来的地方好多了 我母亲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我父亲抛弃了我 没有兄弟 在来贝拉托之前 我非常非常疲倦和孤独 说着说着 我有些激动 我试图忽略和忘记他 但为愈合的情绪碎片 变成了尖锐的玻璃碎片 划上了威奥拉的心 唯一给我力量的人死了 留下我 他像一家人一样长大 而他喜欢的江康俊 也死于车祸 其实 那是最艰难的时候 那是谁 那 哎呀 我想 说着说着 感动得说多了 那一定是希克森叔叔的女儿 美迪亚被说服了 好的 你说你跟他走近 是因为他的女儿 美迪亚看着威奥拉 眼神微微柔和 从一开始 他就过着 与身为公国第一公主的自己 截然不同的生活 原以为他是铁血公主 原来不是这样的 一千个面具 美迪亚对自己很有信心 不管别人怎么说 他的价值观和信念都没有动摇 那你的意思是 铁血是面具 是的 就像我姐姐一样 美迪亚总是戴着面具 成为完美的公主 为了成为比谁都完美的公主 最终吞噬贝拉图 所以 为了破坏这个生态系统的丛林 你很确定我戴了面具 是的 为什么 我从欢迎晚宴上就感受到了 我姐姐看着我的眼神是关切 而不是好奇 美迪亚一时雨色 维奥拉是对的 美迪亚并没有将维奥拉 视为好奇的对象 我听说你七岁了 但你很矮 你一定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你还好吗 如果你死在我面前 我会很伤心的 维奥拉把他所有的想法 都当做小说来读 维奥拉继续说道 这很明显 因为他的眼睛 与其他人的眼睛截然不同 我看错了吗 出色的 如果是这样 那将是我的错误 在姐姐面前 表现得如此狼狈懦弱 我快要崩溃了 你会被取消贝拉托的资格 美迪亚没有回答 事实上 即使在她选择面对维奥拉的时候 她也没想到 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 维奥拉继续说道 好像她必须说出 她该说的一切 不管怎样 姐姐 自古以来 我就很想念我的姐姐 自古以来 即使在贫民窟 也吹着贝拉托的白风 据说白Sikpong的绰号 如此广为人知 如果我误会你 误会你 现在犯了一个错误 那也没关系 不过 我希望你是我的妹妹 维奥拉自言自语 三 二 一 我确信 这时候会有回应 这种信心 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美迪亚终于笑了 你胆子大 我弄错了吗 不 美迪亚走进维奥拉 轻轻地拥抱了她 恭喜你也成为贝拉 谢谢 维奥拉突然感觉到 美迪亚的体温 很温暖 可能是因为这是 我在小说中看到后 就很感兴趣的一个角色吧 美迪亚的怀抱 特别温暖 我心想 所有能打动 美迪亚新的词 没有的词 都是我编出来的 我不这么认为 我成为Viola Bellatu 已经三年了 三年多以前 以韩亚绫的身份 生活的日子 就像一场梦 如果不是因为 韩君欧巴的脸 这感觉就像是 遥远过去的一场梦 因为Tandra的脸 不断唤起韩亚绫的记忆 她作为韩亚绫的记忆 历历在目 现在我更习惯了 Viola Bellatu 我是 所以对我来说 以前的韩亚绫 就是这样 维奥拉贝拉托 现在就是那样 我需要一个家庭 而那就是原生的主人 小说中的 维奥拉贝拉图 也是如此 我去过你家吗 哪怕一次 你长大后 成为了一个伟大的 Bellatu 这是一个家庭 它不适合你 是的 它不适合我 维奥拉问 我也可以抱抱你吗 好的 维奥拉抬起脚后跟 美迪亚的怀抱 比想象中更温暖 更宽广 这就像在 袋鼠妈妈的育儿袋里 做一只袋鼠宝宝 那你现在就是我的姐姐了 自从你三年前 进入寒冬城堡 我就是你的妹妹 不是那个姐姐 不是贝拉托 美迪亚完全明白 维奥拉在说什么 却假装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传闻是 铁血公主的少女 看起来很可爱 一个十岁的孩子 比同龄的十岁孩子还小 有着浅紫色头发的小女孩 我的弟弟 请坐美迪亚的姐姐 贝拉托被带走了 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姐姐 而不是像贝拉托那样的姐姐 美迪亚叹了口气 没想到会出现 这么荒唐的局面 就连这副模样和局面 都是本公主人 为制造出来的被迫局面吗 不 美迪亚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孩子没有演戏 比我原来的地方更多 我母亲很久以前就去世了 我父亲抛弃了我 没有兄弟 来贝拉托之前 我非常疲惫和孤独 他永远不可能是在演戏 就算是演戏 那也一定是个很不错的面具 无论哪种方式 都没有关系 不过 我希望这是你的真实自我 我突然想到 要是被我抱起来 要当姐姐的孩子 是真正的威奥拉就好了 但随即听到一个声音 你在干什么 我想我需要一些解释 美迪亚的身体猛的一颤 就连美迪亚这个异星骑士 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 父亲 冬季城堡的领主 是仓路贝拉托 几分钟前 赫伦边走边想 我为什么要去威奥拉的房间 我看着之前 用极速冷冻魔法 保存下来的花冠 然后 我突然想起威奥拉 就来到了这里 没有特别的理由 当我来到威奥拉的门口时 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请坐美迪亚的姐姐 感受着屋外的气息 似乎威奥拉和美迪亚 正在拥抱在一起 她对法力的控制达到了极致 杀死了所有的迹象和声音 我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就打开了门 正如预期的那样 威奥拉和美迪亚拥抱在一起 威奥拉个子很矮 脚后跟紧紧地踩着 你在干什么 我想我需要一些解释 赫伦理智地想 多么不那么美丽的景象 为什么贝拉图的兄弟们 表现得这么温柔 美迪亚从威奥拉身边退开一步 然后 她轻轻弯下腰 将右手放在左胸上 见我父亲 她对仓路 她的父亲和冬季城堡的领主 很有礼貌 威奥拉考虑 要不要复制 其实 我父亲不喜欢这种礼貌的举止 人人都对寒冬之主 恭敬有加 可是仓路却不太喜欢那种恭敬和礼节 我还应该这样做吗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有礼仪这种东西 但我想我错过了时机 为了礼貌 我应该早点做 我觉得 现在把手放在胸前镜里 会比较尴尬 啊 我不知道 我决定放松一下 她微微掀起两边的裙摆 弯下腰 欢迎 美迪亚身体一颤 行礼道 欢迎 这是多么普通的问候 她是如此普遍 以至于成为一个问题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不是贝勒特一家吗 美迪亚内心担忧 终提琴 不要放松 对手是她父亲之前的千年孔雀路 美迪亚就是这样 冬日领主赫伦 比她的父亲赫伦更亲近 对了 你要什么解释 你不是申请了白贝勒特吗 白贝拉图一定很聪明 白贝拉图是能够看穿 读懂对方内心想法 想出谋略的人 所以现在赫伦的话 如果你是白人 贝勒特 请自行解读情况 这意味着 我拥抱了威奥拉 我拥抱了美迪亚 苍鹿的眉毛微微一条 我相信 你们都知道 我不是在问情况 美迪亚沉思片刻 刚才的对话 不是适合贝拉图的对话 维奥拉尤其如此 血肉之战 我讨厌各种阴谋诡计 暗中争权夺位 我一直渴望有一个家庭 我梦想和渴望的家庭 不是这样的 美迪亚不知道 她的父亲是否听到了 我必须保护中提琴 美迪亚非常理智地回答 这不是贝拉图的 基本美德吗 抱住对方 分析体型 感受对方法力的 高低和流动 你拉中提琴 苍鹿对美迪亚的身手 了如指掌 她是一个二十岁出头 就被列为一新文章的人 成长为可与海伦又年 相提并论的见识 美迪亚不可能抱威奥拉 本来就不需要体型分析 威奥拉说 我说过要抱抱我 为什么 美迪亚的胃在燃烧 美迪亚判断 赫伦现在 心情不太好 比雷特斯 举止不雅 但她不能公开为 威奥拉辩护 她更不比雷特斯 你到底想说什么 请做美迪亚的姐姐吧 威奥拉这么说 于是美迪亚下定了决心 做这个孩子的姐姐 我下定决心 要成为mediability姐姐 而不是mediability姐姐 我必须保护这个孩子 来自一个失望的父亲 我不知道 但我不知道 如何保护她 如果你以剑对剑 你可以以某种方式战斗 但这次不同 威奥拉继续说道 你也可以抱抱我吗 威奥拉没有等赫伦回答 继续往前走 中提琴的动作 映入了苍鹿的眼帘 突然 中提琴的形象 浮现在脑海中 身材矮小的她 进入了她的脚后跟 像馋一样 紧贴着美迪亚 威奥拉站在仓路面前 威奥拉仍然比 同龄十岁的孩子小 原因是 请拥抱我 美迪亚用力咬住嘴唇 这似乎太危险了 我要你盲目地拥抱我 那种不理智 不理智 不正是我父亲所痛恨的吗 原因是 如果你问 你应该解释为什么 原因是 我问了 但答案很不稳定 也许父亲很不高兴 那孩子现在十岁了 要不是伯拉图斯 就要被淘汰了 但是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仓路将手臂 伸进威奥拉的夜窝 威奥拉觉得自己的身体 飘了起来 哦 飞 有种瞬间飞上天的感觉 我的身体膨胀了 我记得 他看起来像一根羽毛 威奥拉被仓路抱住了 我把耳朵贴在胸前 砰 砰 心脏在跳动 一笔谁都冷血灼称的仓路之星 和其他人一样 他正常跑步 体温正常 威奥拉说着 把脸埋在海浪的胸口 我想找出东支领主 和白萨帮的尸体 有什么共同点 你是美迪亚的姐姐 直接继承了他父亲的血脉 你们有什么共同点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苍鹿的眼睛眯了起来 如果什么都查不出来 这些动作 就都成了无意义的动作 这意味着 这是在浪费时间 如果我的手相互接触 我只能抓住和触摸一些东西 我伸出双臂 可是苍鹿的胸膛太宽了 父亲的手臂太宽了 也就是说 你到底什么都想不通 我发现 父亲的臂膀 比我想象的要宽阔 温暖 这意味着什么 一定要有意义吗 苍鹿把中提琴放到地上 威奥拉的双脚触地 所有时间都有意义时 才有价值 贝拉图应该让每一刻 都变得有价值 只是 威奥拉花了一点时间 才凭住呼吸 小说中的世界 是用一个崇拜 他最喜欢的角色的 读者的新创造的 我想拥抱你 为什么 美迪亚一头雾水 我不知道威奥拉在说什么 奇怪的是 我父亲比我想象的还要温和 我父亲和平时不一样 如果我也这样做怎么办 你一定很失望 不过 却很难在仓路身上 发现一丝失望 有些奇怪 我认为找出原因 会很有意义 你是说 你现在不知道 是的 威奥拉很有信心 我觉得 白贝拉图最需要的 是对世界本质的洞察和洞察 它很快就会导致直觉 我想弄清楚 这个原因不明的思想的本质 不知道父亲抱了我一下 是不是就能看出他的真心了 威奥拉微微皱眉 他就像一个孩子 在自己的痛苦中 但我还是不知道 没有理性的理由 事实上 赫伦贝拉图心中 也抛出了这个疑问 哈人贝拉图现在一定也有同感 我为什么要被爸爸抱 为什么我父亲要抱我 没有合理的理由 为什么我拥抱了这个孩子 而不质疑他 这个问题在赫伦 贝拉图的脑海中掀起了波澜 中提琴在那大浪上 吹了更大的风 只是 你就不能多抱抱我吗 我会找出合理的原因和本质 威奥拉伸出双臂 最后 赫伦像是着了魔似的 再次抱住了威奥拉 威奥拉小声说 谢谢 为了一个拥抱 信号信号信号 仓路回到房间 这些天都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我什么都没说 就去威奥拉的房间 接威奥拉了 威奥拉的话 刺痛了海伦的胸膛 但我还是不知道 没有合理的理由 只是 你就不能多抱抱我吗 我会找出合理的原因和本质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是美迪亚 我看到了美迪亚那双红色的珠子般的眼睛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亲会惩罚孩子吗 你是说中提琴 是的 美迪亚微微咬唇 这种行为不是 比雷特斯 因为 比雷特斯 掩护其他 比雷特斯 是不对的 但今天 我想随心所欲 威奥拉摘下面具 率先靠近自己 首先 她诚实地走近我 并伸出了手 年幼的孩子 先放弃了勇气 这一次 轮到我勇敢了 如果我误会了我的姐姐 误会了她 现在犯了一个错误 那也没关系 如果我犯了错误 也没关系 我过着完美的生活 但我很清楚 我并不完美 然而 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来了 出色的 如果我必须惩罚你 我早就离开了 你认为我 为什么要惩罚 威奥拉 我觉得我父亲 和平时不一样 与往常不同 他对我比平时好很多 那意味着很快 这意味着 他已经放弃了 对中提琴的 所有兴趣和期望 Media Bellet 就是这么解释的 仓路想了想 这与往常不同 他也认得一清二楚 这与往常大不相同 与中提琴 打交道时 就会出现 截然不同的一面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想和威奥拉 一起完成这个任务 你的任务 是杀死风暴要塞的 首领豺狼 我知道 我也知道 以那个孩子 现在的水平 是一个过于危险的任务 Media想 如果这次任务成功 威奥拉 就能再次证明 自己的能力 目前的表现 还算不错 但杀掉风暴要塞的首领 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果到目前为止 我展示的图像 对我的年龄来说很棒 那么无论我的年龄如何 这个任务 都是一个伟大的任务 如果你能做到 那么中提琴的地位和地位 将会直线上升 在我的帮助下 威奥拉 将能够再次证明 她作为贝拉托的实力 Media真诚地答应 帮助威奥拉 我希望你是我的妹妹 我决定做你的妹妹 第二天 Media来到威奥拉的房间 威奥拉碰巧在喝草莓汽水 Media从威奥拉那里 得到了草莓汽水 好久没喝到这么甜的饮料了 一股凉爽的感觉 弥漫全身 好吃吗 她很美味 在Media眼里 威奥拉就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中提琴 任务指令将很快发布 任务令 好的 你会和我一起去执行任务 威奥拉一时间有些紧张 Media接到的任务是 艰巨的任务 难度超乎想象 你必须和我一起吗 Media诚恳地说道 我要做你的妹妹 我会进一步帮助你 让你证明自己是贝拉托 不 姐姐 蝶真似乎有问题 我要去风暴要塞 她似乎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任务是杀死风暴要塞的领袖豺狼 这也是连伟大的Media Media都险些丧命的使命 难道任务是击杀风暴之剑 豺狼大人 我希望不会 不是那个任务 太冒险了 不管你怎么想 她看起来像白色的Belete 确切的 有一个过于美丽的笑容 爽得我宁愿死 被岁月附身的第四年 好久以来 第一次喘不过气来 卡着了 难道任务是击杀风暴之剑 豺狼大人 这个任务 概括为任务名称风暴之眼 是韩亚林选择的前五个最糟糕的选择之一 Viola还了解最新的时事通讯趋势 Jekyll以为多个时事通讯撰写专栏 必须根除驱动冬季自然的优惠待遇 我们尊重冬季城堡的战士 但这个政策是错误的 贝拉图公爵走上了实现自身利益的狭隘和错误的道路 原因是大肆公布了连接中州中央君主和寒冬城堡的商路黄金之路 在此过程中 贝拉图最小的公主受益于数十亿株大莉花 所以 豺狼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 当时 贝拉图最小的公主才七岁 人们在那里倾倒了两亿株大莉花 这些大莉花一生都难以触及 这是使用借用名称的非法交易 通讯的内容让很多人产生了一种被剥夺感和失落感 此外 还形成了贝拉图公爵 贪图私利 以非法和错误的方式增加财富的舆论 威奥拉叹了口气 他与原来的不同 但很相似 在最初的故事中 豺狼打架的原因不同 那是三年后的事了 他比原来的速度更快 而且内容不同 但这和咬公爵的家人一样 细节变了 大流量没变 作者的设定 似乎一点都没有改变 这是正确的 你知道最近大陆的动向吗 我知道 所以我奉命去杀那只豺狼 那你父亲会被指出是罪魁祸首吗 那有关系吗 美迪亚歪了歪头 一瞬间 威奥拉连忙点头 当然没关系 你好吗 没有物证 很明显 这是美迪亚的主意 虽然我的姐姐善良温暖 我忘了那是 Bella 2 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 肯定没有物证 威奥拉回忆起 暂时忘记的这个世界的本质和属性 好的 我们不要忘记 这是贝拉托之影的事件 威奥拉独自躺在床上 整理思绪 我从没想过 这件事会这么快发生 我回忆起柴狼 在作品中 柴被描绘成风暴要塞的骄傲之手 如果说冬季城堡是保护人类 免受白血挨挨的地方侵害的北方盾牌 那么风暴要塞 就是保护帝国免受野蛮峡谷侵害的防御堡垒 他以白佑般的性格而闻名 这种性格可以被打破 但牢不可破 有一次 帝国的一位高官来了 想贿赂他的儿子加入风暴要塞 我不接受非法索取和贿赂 你是在无视我的诚意吗 这不是无视他 他只是遵守规则和原则 如果你在重复同样的话 我会认为 你是在践踏我的尊严和风暴要塞的尊严 舌头 你是在威胁我吗 这是警告 不是威胁 请回去吧 有一段描述 如果不是塞琳娜这个帝国大臣 豺狼会吃大亏 不管怎样 柴都表现为一个从不容忍不公 鄙视违背原则的行为 时刻自律 奉献的人 只有一次 现在是时候抛弃 你对生活的信念了 如果大趋势和小说一样 现在豺狼也不是自愿投稿了 有外力介入 在这一点上 没有人知道 但是 身为读者的韩亚林 却心知肚明 第二天早上 阳光明媚 今天的天空很高 阳光是金黄色的 威奥拉参观了别馆 先生 嗯 为什么 希克森正在沉思 我继续专心打坐 没有睁开眼睛 你认识豺狼大人吗 是的 希克森缓缓睁开眼睛 为什么 杀了豺狼 你会给我这样的任务吗 不管怎么说 这次任务都是绝密任务 至少必须无条件隐瞒杀柴任务的存在 哪怕对手是希克森 你的对手是柴大人 风暴剑柴 像我这样的孩子 怎么可能杀死柴狼大人 希克森盘腿坐 看着威奥拉 与三年前完全不同的希克森 看着威奥拉良久 看来你有话要说 我一直在努力研究柴狼爵士 然而 我不认为 我是那种 会通过为新闻杂志写专栏 来陷害 Winter Castle 或迫害他的人 他对大陆局势或政治 不太感兴趣 这是我不知道的事情 因为他的性格太古怪了 威奥拉展开右手拿着的通讯 有一张Jacko的照片 以及他贡献的一个专栏 只是 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想到了你 因为我帅多了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当然 听说修武者要知己知彼 我猜叔叔不是男人 自我物化太少了 你是认真的吗 希克森夸张地捂住了眼睛 伤心 虽然开玩笑 但希克森实际上很伤心 希克森不为他人所言所动 但为奥拉不同 对于希克森来说 维奥拉是他心目中的女儿 我觉得自己 像个坏父亲 被女儿指出来了 无论如何 如果我是豺狼爵士 我想我不会写这样的专栏 然后 我想他应该会带着风暴团 来到寒冬城堡 提出正式的抗议 他一定是想通过与我这个公主对峙 来查明真相 希克森想到了豺狼 嗯 当然 如果他是 这种方法不像豺狼 直接质问对方与对方争辩 是豺狼的手段 这更像是一种鼓动 而不是抗议 而且 豺狼似乎很了解你父亲 是的 我们做了一次 很多次 因为他是背对着你打架的同事 虽然我们不喜欢对方 豺狼大人会不会认为 他的父亲 只是为了二十亿株大梨花 想要非法牟利 只有二十亿 希克森咯咯地笑了起来 普通人 不像亿万 连碰都碰不到 二十亿大梨花 显然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 不过 威奥拉的话也没有错 就像贝勒图 她是贝拉图 帝国最强大公爵的女儿 贝拉图对着二十亿大梨花发抖 很奇怪 相反 用只有二十亿韩元来表达 就更白痴了 你认为豺狼大人会这么想吗 不 我不这么认为 真奇怪 威奥拉用实纸 指了指时事通讯中的照片 你是不是说 看到这张照片 就想到了你 嗯 豺狼大人 还有一个年幼的儿子 你不是说了吗 希克森的表情 变得凝重起来 美迪亚没有作弊 我发了一封公函 正式参观风暴要塞 魔法送来的公文 在一天之内获得批准 以第一公主美迪亚为首的 访问团成立了 威奥拉看着镜子 想了想 我将正式拜访 并杀死你 是 威奥拉 第一公主美迪亚来了 就算是风暴之剑的豺狼 也不能不知道 贝拉托的用意 一直对他一无所知 但却欢迎他的豺狼 一把会刺向你的剑 并用盾牌 将其挡在面前 这将是两者之间的战斗 原来是这样的 你必须阻止他 由于这件事 他与豺狼家族 帕莱尔家族 结下了不解之缘 帕莱尔家族是一个快速成长的家族 以主要配角之一 被称为燕女者或小风暴的杰瑞米为首的帕莱尔家族发展壮大 后来成为贝拉图家族的死对头 作为女主角的维奥拉 差点死了好几次 就连第一公主美迪亚也差点死去 无论哪种方式 她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敌人 她必须停止 我不能让你毁了我美好的未来 聪明的 随着敲门声 泽农进入了房间 我在镜子里 看到了泽农的身影 泽农笑道 公主的培养 是我的责任 公主 知道 但 泽南有他自己的要方 因为他被帝国通缉了 维奥拉和他的管家泽农 指定台员为他的正式侍从 泽农似乎不喜欢他 维奥拉转过身 对上泽农的眼睛 泽农仍在微笑 但不知为何 他看起来很不自在 风暴要塞不同于寒冬城堡 离帝国的心脏更近了 杰农是屠杀了二十几个帝国二等骑士的罪魁祸首 他也被帝国通缉 因此 对于这次旅行 C-Bomb 一个猛面魔术师和伪装者 需要帮助 不管赛凡大人的帮助有多大 就算有 也不是万能的 你贸然闯出 招来什么麻烦 与我无关 我发出了一堆 我实质不想听到的声音 三年来 我已经习惯了很多 要么你做错事 丢我的脸 如果我的行动受到限制 我会为那个罪行割断你的喉咙 我不怕被割喉 宫女士 啊 你当然会 我是Zenon 她之前说过 我应该割喉吗 我记得她是如此真诚 以至于让我起鸡皮疙瘩 恐怕 是的 泽农的眼睛 微微颤抖着 Bellitus 比任何人都多 铁血公主淡紫色的眸字 映入杰农眼中 我不想失去我才华横溢的管家 所以听我的吩咐 泽农呆呆地站在那里凉酒 然后她将右手放在左胸上 她低下头回答道 我会听从公主的吩咐 次日 三辆马车从寒冬城堡出发 目的地在冬季城堡以南 这是一座位于野蛮峡谷之间的风暴要塞 就算是穿过了一栋门户 我也得跑一段路 马车里 威奥拉凝视着窗外 这个大路有多宽就有多宽 事实上 我不知道它有多宽 只是隐约觉得很宽 一周后 贝拉图的使者在美迪亚的率领下 抵达了风暴要塞 道路又窄又崎岖 一辆马车勉强可以通过 一座位于野蛮峡谷之间的巨大堡垒 在她面前 飘扬着金色狮子的旗帜 这是贝拉图公爵的象征 哇 一声号角响起 巨大的铁门开始滑开 欢迎光临 第一公主美迪亚 还有六公主威奥拉 一名全副武装的男子 独自走出铁门 风暴要塞的首领 那是一只风暴剑柴 豺狼手中常见 带着淡蓝色的灵气 气势相当凌厉 美迪亚笑了笑 从紫空间里取出一把巨剑 好久不见 豺狼大人 两人的气势在空中碰撞在一起 四周开始形成了一个漩涡 威奥拉在心里咽了咽口水 这是什么突然的发展 看样子是要动刀了 哪怕只是逆事儿上 我的身体也会被撕成碎片 这个世界的绝对性相遇了 即使是最小的错误也可能导致死亡 我一个人必须做好 在过去的三年里 你一直做得很好 我决定今天做得更好 柴的外号叫暴风剑 是因为它的精神和剑法 强悍如暴风雨一般锋利 小说中提到了中提琴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 暴风雨般的气势是什么样的 美迪亚和豺狼制造的法力风暴 是残酷的 作为前来杀我的死神 你的表情很温和 我是亲善大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亲爱的豺狼爵士 美迪亚拔剑恭敬行礼 他们都清楚地知道 对方的目的和意图 明明知道 却都装作不认识 作为风暴要塞的负责人 我欢迎贝拉图的公主们 作为欢迎的问候 我想与美迪亚公主 一进行剑术交流 谁你喜欢 威奥拉咽了咽口水 我确定是因为我 无缘无故出去 四肢都被切断了 对吧 事实上 看起来确实如此 感觉就像一个无情的怪物 在盯着我看 我还是要勇敢 我怕得要死 但我没有表现在外面 这是我三年学到的东西 不听你的谎言 如果你介于这两者之间 我真的要死了 不管威奥拉天生 有多大的天赋和肉体 她终究还是个十岁的孩子 在作品中被描绘成 几乎绝对自己自足的两个角色 所散发出的势头 是荒谬的 尽管如此 我相信 作者的设定值 威奥拉迈出一步 太可怕了 冷汗顺着我的脸流了下来 啊 小姐 莫 我不知道 我只是闭上眼睛 开始走路 反正我的眼睛 什么也看不见 最好闭上眼睛走路 正在后面 看着这情况的希克森 微微皱起了眉头 中提琴 我应该拿中提琴吗 这很危险 但我出不去 威奥拉在离开前 曾请求信任 先生 如果我不寻求帮助 就等着我 先生 你相信我吗 相反 当我寻求帮助时 保护我 知道了 正如 维奥拉所说 我决定再看一会儿 直到你寻求帮助 拔剑在风暴要塞 举行欢迎仪式的 美迪亚 也感受到了 维奥拉的动静 终提琴 你在干什么 现在 我们正在为仕团战 双方散发出的 无形法力 都是在争夺着 对方的空间和领地 他是看不见的 但美迪亚和豺狼之间的空间 就像一条死亡海峡 最小的孩子 正朝他走去 我不可能感觉不到 这种势头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这是鲁莽的 这不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能够承受的剑压 但是 我现在无法获得这种动力 势头一偏 就是胜负之分 凌晨 刹那间 豺狼的剑就要 抵到自己的咽喉 作为贝拉托的第一公主 这样的失败 是不能接受的 但 如果你不恢复势头 维奥拉会受伤的 维奥拉的皮肤 开始出现轻微的伤疤 呃 呃 呃 他刺痛 就好像毒药在欢迎晚宴上 接触了他的皮肤 感觉就像有几十把锋利的刀片 在我柔软的皮肤上摩擦 美迪亚很矛盾 我必须抓住势头 风暴剑不会先获得动能 最难过的是你自己 看着维奥拉柔软的皮肤上的 红色伤疤 我心痛不已 不 但是中提琴 现在正在走中提琴的道路 我不知道维奥拉在想什么 或在做梦 但是中提琴是BLA2 贝拉图正在走自己的路 相反 我应该尊重维奥拉 贝拉图 那时 柴仙得势 柴狼在竞争激烈的马纳之战中 败下阵来 库克 一阵逆风吹过 击中了柴狼的胸膛 这是一个差距 和往常一样 这个时候 我得冲进去看比赛 然而 美迪亚并没有挥舞这把剑 你怎么不挥剑 风暴剑不是先收拾了你吗 先谢谢你 照顾我地点 这实际上是我的失败 维奥拉吞咽了三下 哼 我真的以为我要死了 感觉就像在五剑的人群中穿行 做错了 脖子会酸的 那种被切断的生动感觉 这就像一个幻想 维奥拉掩饰住颤抖的心情 低下了头 谢谢你振作起来 Jacko爵士 豺狼若无其事地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了中提琴的方向说道 你做了一件鲁莽的事 维奥拉公主 你解决了那个鲁莽的事情 若不是我恢复了气势 公主殿下早就受了重伤 维奥拉挺直了呗 他站直身子 看着豺狼 我相信 豺狼爵士是某人的父亲 一瞬间 豺狼的身体猛得一缩 我知道 Jacko爵士 有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儿子 豺狼被描绘成一个爱孩子的骑士 即使 是他冷静的理智 在孩子们面前 也是无能为力的 所以 我以为你不会伤害我 你太鲁莽了 柴拔出他的剑 跟美迪亚混剑 可不是什么好气氛 维奥拉就是这样做的 我会正式问候你 白色贝拉图 终提琴 星号星号星号 维奥拉等人 被引导到了风暴要塞的别馆 他不像冬季城堡的附属建筑那样 宽敞舒适 但足以待上一段时间 美迪亚说道 豺狼大人说的对 这是鲁莽的 我没有鲁莽 我作为白色的 贝雷特斯 考虑了所有事情 你考虑了什么 维奥拉有一种预感 这个问题 是对最小的一个测试 我必须好好回答 如果做得不好 美迪亚肯定会大失所望 首先 我确定 豺狼大人不会伤害我 和 其次 如果豺狼大人不这么做 我相信 你不会伤害我 因为两个可能伤害我的人 都会保护我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至少 我以为 比起迎宾的胜败 姐姐更珍惜我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是你妹妹 我就会是 威奥拉用坚定的目光 看着美迪亚 美迪亚的真眼 与威奥拉紫色的眼眸 碰撞在一起 而是美迪亚的瞳孔一颤 这个孩子 你是认真的 如果她是她的姐姐 她就会是 这些话是真诚的 这些话出奇地感人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的行为不是鲁莽 而是作为白贝拉二号的战略方针吗 这是正确的 那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在不杀柴大人的情况下破案 美迪亚歪了歪头 杀死豺狼大人 是我的职责 我被分配了一个下班任务 在来这里之前 中题情由 Haren Bellato 亲自签名 不知何故 Jacko会通过公开道歉 来支持 Winter Castle 和Belletube 说要是声名了 那柴狼就不用杀了 这样岂不是比杀了柴大人更有效率 也更合理 这是正确的 他是保护野蛮峡谷的伟大骑士和战士 如果柴狼大人不在 帝君肯定会向寒冬城堡求助 以贸易道路的激活为借口 条件是将他们从谋杀 Jacko爵士的嫌疑人名单中删除 那样的话 寒冬城堡的势力 肯定会被削弱 威奥拉握住美迪亚的手 姐姐 我无意干涉他的任务 这也是真诚的 如果你干涉 你的头可能会被砍掉 威奥拉很瘦 想长寿 但你不能只是暗杀 我会争取好的时机 而这个好时机 可能不会很快到来 柴狼也一定有暗杀的想法 我先去见柴大人 星号星号星号 台员的眼睛沉了下去 我会侍奉主人的 我是一只守护在我身边的伴侣犬 我会照顾公主 我是公主的直属管家 泽农笑道 台员和泽农对视了一眼 彼此之间的仇恨 油然而生 威奥拉叹了口气 毯子 我盖一下就好了 这是什么 两个人怎么会在这里打架 哪怕是十分钟 泽农笑着说道 公主总有凌晨三点二十三分左右 踢被子的习惯 我一直为公主服务 我正在尽最大努力 防止她脚痛 我礼貌的鞠躬 所以 请赐予协助公主的荣幸 台员公开地流露出敌意 你为什么不放弃你的特权 放下特权不是 更奇怪吗 你不认为暂时放下 他们通常的特权 是特权者的责任吗 我不同意这样的义务 台员 钟提琴尖叫起来 你们两个 出去 Zenon和Tundra 被赶出了 Vaiola的房间 星号 第二天早上 天已经亮了 黎明前后 威奥拉和希克森 前往风暴药赛体育馆 回合 回合 远处传来一声喊叫 风暴药赛的骑士们 似乎在训练 威奥拉坐在体育馆一侧的长凳上等待 直到他们的训练结束 领头训练的豺狼 终于放下了剑 拿毛巾擦了擦汗 靠近钟提琴 威奥拉公主起得很早 我想至少看一次 因为冲锋队的威严很棒 与威奥拉打过招呼后 豺狼伸出了右手 昨天我很匆忙 没能好好道别 希克森勋爵 他们看起来不太欢迎彼此 希克森直截了当地说道 并与豺狼携手 他们打招呼的方式很粗鲁 但彼此之间 却隐隐透出几分好感 你从凌晨四点开始 还在训练吗 这是正确的 希克森摇摇头 我最讨厌像你这样的人 过着堂堂正正的生活 你是怎样的人 你是机器吗 听说 你成了残疾人 身体还好吗 啊 多亏了他 豺狼的目光落在威奥拉身上 为什么威奥拉会来这里 为什么我昨天会 跳到那个危险的地方 多亏了钟提琴 我没事了 你是什么意思 你想参观冲锋队的愿望 可能不是真正的原因 你为什么来找我 希克森勋爵 是什么意思 威奥拉从替补席上跳了下来 然后豺狼单膝跪地 对上了威奥拉的目光 豺狼大人 你知道希克森叔叔的秘密吗 我知道 我表示深深的遗憾 我决定开门见山 柴大人不伤心吗 你是什么意思 对于小说中被视为绝密的内容 他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 你儿子没了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仅有的 出于某种原因 这与希克森先生的情况非常相似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大陆内部 有权力的主要演员 绑架亲人 留下的证据 我想帮助豺狼爵士 作为白色的 Villatus 还有一个字 因为像我叔叔这样悲伤的人 再也出不来了 听到我叔叔这两个字 希克森的心在呐喊 因为像我叔叔这样悲伤的人 再也出不来了 希克森的鼻孔张开 说得夸张一点 好像是在喷出白色的鼻息 你听到了吗 你是什么意思 你说你是我叔叔 这件事很严重吗 是的 希克森放声大笑 看起来他快要高兴死了 其实豺狼并不明白 希克森的心思 我叔叔有什么重要的 反正 让我解释 希克森介入并解释道 希克森还失去了一个女儿 情况和你我非常非常相似 两人都是疼爱孩子的父亲 两人都是拥有强大力量的战士 绑架发生在准确的时间 计算得非常巧妙 找不到踪影 被到处利用 变成废人 我对谣言很熟悉 你知道我当年做了什么吗 听说你打击各种家庭 作恶多端 和 他闯入寒冬城堡 闹得沸沸扬扬 却被苍鹿公爵制服 流放到了妇楼 流亡是什么 这是我失去的 希克森看着威奥拉 看来 他是不想让世人知道 我的先生被拜得很丑 希克森很快改变了话题 你呢 你袭击了冬天的城堡吗 这是正确的 现在 让我们这样做吧 因为我们受到了危险 希克森也是 我发脾气 并采取了行动 威奥拉是对的 而且 你为什么不知道像我这样的孩子能弄明白呢 这会是巧合吗 希克森继续说道 回想起来 我被某个地方附身了 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太清楚 但这绝对是某种魔法 威奥拉出来了 这是跟踪了三年的结果 我要一起为希克森叔叔的敌人报仇 并证明我作为白人贝拉的能力 所以 我想帮助豺狼大人 这些话灌输了对豺狼的信任 只是无缘无故的帮忙 更值得怀疑 我要证明 我作为白人贝拉图的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贝拉牙齿的想法 因为我也是贝拉 你说的某种魔法 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种懦弱和幼稚的魔法 刺痛了爱孩子的父母的心 精神系统的催眠或暗示魔法 再强大的士兵也无能为力 希克森就是这样 豺狼也是 他们表现得 好像有什么东西坏了 如果希克森神志清醒 他就不会变成酒鬼 如果狐狼神志清醒 他就不会为冬季城堡 发表狙击专栏 这是他们两个 都不像自己的方式 我认为 他通过将爱的心 变成恐惧 来麻痹理性 他一定是害怕自己会永远失去儿子 于是 Jacko爵士上当受骗 决定与Winter Castle为敌 因为我儿子很重要 我从未说过我受到威胁 或失去了我的儿子 仅有的 豺狼也不随和 威奥拉轻轻地笑了 当你十二岁时 你就可以踏入社交世界 我将成为社会上最锋利的刀 这也非常 Blatus 做最锋利的刀 不做最美的花 为此 我提前获取 并研究了竞争对手的信息 这也适用于风暴之剑的继承人 杰瑞米 所以我尽我所能 跟踪杰瑞米 这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 在风暴要塞内 这可能吗 这是一个可以绑架的地方 但不可能观察到吗 豺狼一时语色 感觉威奥拉的话语 没有任何空隙 感觉就像 我在和一条经验丰富的蛇说话 而不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事实上 杰瑞尔尽可能地尊重 杰瑞米的自由 所以并没有太多的保护 因为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是豺狼的理论 而且 我和泰拉 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 大地商人经常来这里吗 你说的对 最后豺狼只好听了威奥拉的话 一切都清楚了 听了威奥拉小姐的话 我觉得脑子都清醒了 你也感觉到了吗 希克森咯咯地笑了起来 感觉就像我脑袋里的迷雾 正在消散 我做到了 你好吗 我也是 希克森勋爵 威奥拉暗自松了口气 你只需要打破一个壳 他们是已经达到境界的无人族 你破了他们的壳 他们自会自理 该怎么办 我想我现在知道了 肯定是哪里坏了 想想看 杰瑞米王子 是那种容易被绑架的人吗 想想你儿子的性格 谢谢 那风暴剑 应该就可以完成风暴剑的工作了吧 这是 豺狼叫来管家 让他把美迪亚公主带来 美迪亚来了 他歪着头 终提琴 希克森勋爵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结果令人惊讶 所以 我要给领东城的城主赫伦公爵 写一封手写的道歉信 但是 我希望你推示一点正式的道歉 请给我一点时间 美迪亚内心很尴尬 但没有表现出来 发生了什么 维奥拉似乎做了什么 但我说不准 反正 好像已经脱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如果你给我一封信 我会把它交给我父亲 谢谢 美迪亚接受了这封信 我必须向我父亲报告 这是一个道歉 变数出现了 我觉得我必须再次被赋予使命 对不起 我想我被什么东西附身了 太丢脸了 对此 维奥拉回答道 这就是豺狼大人爱他儿子的证据 我不认为我感到羞耻 是这样吗 这很棒 这一刻 韩阿玲是真心的 他被父母遗弃了 我恨我的父母 但同时又很想念他们 我有点羡慕 让豺狼眼花缭乱的黑魔法 是只对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有效的魔法 风暴剑柴 代表着他真心爱着自己的儿子杰瑞敏 希克森拍了拍维奥拉的肩膀 哼哼 我们走吧 我有点生气 我可以大致读出 威奥拉眼中的情绪 真是个暖心的孩子 贝拉托对继任者的激烈竞争 不管怎么说 苍鹿都没有资格当父亲 他再次向自己保证 他会成为一个比那个家伙更好的成年人 豺狼单膝跪地 正对着威奥拉的眼睛 谢谢你这么说 威奥拉小姐 什么 我期待着你的十二岁 愿他成为最锋利的剑 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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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鹿公爵接受了豺狼的提议 事实上 这比杀死豺狼要好得多 你以不同的方式 完成了你的使命 我不应该杀了豺狼大人吗 好的 美迪亚松了口气 苍鹿注意到了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他是一名伟大的士兵 失去一个好对手 是可悲的 苍鹿点点头 这确实是 贝拉托的一种思维方式 呵 他看起来像个好父亲 正确的 海伦没有太大反应 送走美迪亚后 我又看了一遍豺狼的信 我一定会救我儿子的 在那之前 请留出时间 用不了多久 就在这时 苍鹿嘲笑了豺狼 只是因为我的儿子 说他射东城 是因为他的弱点被抓住了 豺狼是这样一个 没有理性和愚蠢的人吗 呵 他看起来像个好父亲 维尔拉小姐 似乎对杰瑞米很感兴趣 两年后 在你正式步入社会之前 我想给你介绍一下 Jeremy 你觉得Duke怎么样 两人一定能搞好关系 片刻 赫伦不知不觉地 把信揉成一团 然后办公室的门打开了 卡尔顿是唯一一个 可以在没有赫伦允许的情况下 自由进出赫伦办公室的人 公爵 一张皱巴巴的纸 引起了卡尔顿的注意 什么 我听说你做得很好 那一定是 Jettle的道歉和信件 你为什么得到那个 某物 有什么问题吗 但事情似乎并没有发生严重的错误 公爵没有下令杀死豺狼 一个月后 豺狼正式道歉 我提出的一切 纯属我的错觉和错误 是羡慕东城的先见之明 才犯了一个错误 对不起 作为回应 苍鹿公爵和贝拉图家族 低下头 向寒冬城所有的人申表歉意 真是让自己自卑的诚恳道歉 正因如此 柴狼受到了很多嘲笑 但那只是一时的 蚂蝗峡谷育育出强大的怪物 而安全返回风暴要塞的风暴剑柴狼 和杰瑞米成功收服了怪物 风暴剑柴 和他的业女之子杰瑞米的名声空前高涨 两年过去了 威奥拉已经十二岁了 十二岁那年的一个春日 一只鸟用腿上挂着一张纸条 敲打着窗户 威奥拉走到窗前 那是一只黄色的鸟 羽毛光滑 鸟 我发现腿上挂着一张纸条 我打开了便条 再见 上面写着 是谁 你是想暗杀我吗 我不认为任何人会在冬季城堡 做出如此疯狂的事情 我把字条拿给泽农看 上面刻着风暴要塞的印记 风暴要塞 然后 我看到了一个旋风状的印章 风暴要塞的人 给我发了张字条 我想是这样 为什么 是的 泽农咧嘴一笑 不知怎么的 好像吹来了凉风 因为公主现在十二岁了 十二岁是不如社会的年龄 她被正式认定为贵妇人的年龄 是十二岁 那也是一个 婚姻可以来来去去的时代 而且十二岁的公主 比以前更漂亮了 好的 我确实成长了很多 然而 在韩亚林眼里 她还是个孩子 我又一次意识到地球的标准和这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所以 我才敢担心风暴要塞亲王有什么动作 你有这样的技巧吗 好像听说过 错误 我猜 看着杰农亲信的笑容 一定是幻觉了 几天之后 传闻 风暴要塞的官方代表团要来了 就连民间也成了大问题 你听到那个谣言了吗 杰瑞米公主也来了 真的吗 杰里米 这个名字 让不少少女的心 为之遗产 风暴小王子杰瑞米 你说的是他吗 谁这么叫他的 喜欢打架的野人 就是这么叫的 小风暴杰里米 他还有另一个外号 米公子要来东城了 冬天的城堡里 刮起了一场小风暴 可怜的杰里米 这是最近社会上最热门的话题 虽然还没有正式步入社会 但他的美貌 却点燃了无数小姐姐的心 传言 他是美龙化身 美道足以写下历史 就连干净利落的莱维利亚花 在杰瑞米面前都失去了光彩 关于杰里米的传闻一直很多 有些人甚至极度谣言被无谓的夸大了 如果他那么漂亮 他为什么要离开风暴要塞 这就像承认你的谣言被夸大了一样 当然 如果你是世家子弟 十二岁就步入社会了 通常在五月举行的贵族宴会 我曾经在望我宴会上炫耀我的存在 但杰里米从未出现在社交聚会上 在冬天的城堡 Ajolacia 一家文明于大陆的弹塔店 一个男孩站在那排队 他衣衫褴 腰间配着一把生锈的剑 他的容貌寒酸 算不上什么大帅哥 但眼里却满是腔色 维奥拉公主喜欢这里的弹塔 他脱离了官方代表团 来到了阿苏莱西亚 反正现在是空闲时间 所以会没事的 遵守官方时间表 其余时间免费 不在寒冬城堡里面闹腾就够了 我需要了解维奥拉公主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中提琴的事 铁血贝拉托 因爱凭着过人的洞察力 年纪轻轻就发家致富 养公主据说与大名鼎鼎的西克森爵士 关系特殊 就算她早出生十年 说不定也会和第一公主美迪亚 发生一场全面的继承战争 我环顾四周 没有人能够认出她的身份 我戴着口罩 所以不会有事的 这副面具来自寒冬城堡的制作车间 品质堪比魔法 有传闻说是东宝伪装大师塞万马克思的生意 但这并没有得到证实 杰瑞米拍了拍面前男人的肩膀 打扰一下 顺便一提 哦 有报复的间隙骑士 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 你知道维奥拉贝拉托公主吗 一开始就滔滔不绝的男人 得意洋洋地散布了很多信息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你认为 这就是她的全部吗 她就是在欢迎晚宴上 获得铁血公主称号的人 也有传言说 枫叶村游荡的野猪 都被她砍光了 实际情况有点不同 但民间流传着谣言 杰瑞米瞪大了眼睛 野猪 好的 她不仅仅是一头野猪 据说是吃魔力长大的魔物野猪 听说就算是帝国的骑士 也很难单独杀死一头妖猪 杰里米也体验过野猪怪兽 其中最为强大的 当属一种特殊的野猪 名叫夏贝尔 那是七瓶以上的骑士才能猎杀的怪物 他才十岁就被屠杀殆尽 你真是个男人 杰里米想到了一头 肉身化身 肉身化身 是啊 没错 关于中提琴的谣言通常如此 我很好奇 谣言怎么会传得这么快 一只十岁的军刀野猪 将其与著名的美迪亚进行比较是有道理的 呵 有这么多人 杰里米排了三十多分钟的队 风中飘荡着弹榻的清香 他的鼻子张开 看起来很美味 闻起来好像能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人来东城吃弹榻了 等了将近一个小时 他才得以进入阿苏莱西亚 嗯 在阿苏莱西亚 有一个人很突出 紫色的头发 以及刺费的凌厉气势 紫色的毛子 蕴含着令人窒息的生命 是的 折断 除此之外 我还看到了一个爱吃蛋挞的女孩 钟提琴贝拉图 维奥拉贝拉托来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那个说认识维奥拉的男人 并不认识她 杰里米起初甚至没有认出她 跟话相差太多了 没有维奥拉的神奇照片 流传的只有肖像 肖像话中 维奥拉有着一张阴森森的脸 如同魔女一般 如果不是感觉到 那钟提琴身上 散发出的那股锐利之力 我早就知道这是一把钟提琴 紫色的头发和眼睛 比画像上的要浅得多 虽然蕴含着凶猛的能量 但那双眼睛本身却是明亮的 杰里米环顾四周 嗯 看来只有阿苏莱西亚的主人 知道维奥拉的真实身份了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阿苏莱西亚的主人 一直都在关注着维奥拉 三个蛋挞的轮廓 我们每人只卖两个 我们请求您的理解 那给我两个 顺便一提那人是高智商吗 老板咽了口口水 似乎出于某种原因 他不想提及威奥拉的名字 看看反应 很明显 有趣的是 即便是在领东城堡 拥有如此大权的威奥拉 也只能购买四个蛋挞 那也是作为台元的一部分 购买的 台元 我在吃这个吗 是的 我不喜欢甜食 杰里米的耳朵竖了起来 啊 那个男孩是台元 十七岁 他说他和你同岁 你说他是西克森勋爵唯一的徒弟 虽然不是贵族 但剑术金战 被称为东城的詹龙 但他更出名的是绰号剑剑 不知道为什么叫半剑 他只知道 自己一秒钟都没有离开 威奥拉公主的身边 真心支持威奥拉 所以被冠以半剑的绰号 事实上 狗已经疯了 两个蛋挞 出来 杰里米在托盘上 拿了两个蛋挞就走开了 中提琴贝拉托 并走向台元 威奥拉很烦恼 只剩下一个蛋挞了 我认真考虑 是把这个带回家吃 还是在这里吃 如果我现在吃 会更暖和更甜 但 这就是结局 省点钱不是很好吗 我同时也吃饱了 他的麻烦并没有持续多久 是的 折断 我别无选择 只能吃饭 这蛋挞实在是太诱人了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人 嗯 蓬松的银发 满脸雀斑 一张看起来很正常的脸 邋遢的衣服 和生锈的剑 杰里米总是穿着伪装 来了一个符合小说描述的少年 巧的是 他也知道杰瑞米一行人 已经抵达了东宝 真的是杰里米吗 我看着剑柄 他在剑上系了一个蓝色结 清结也是风暴剑的象征 也是他弟弟结的 我看到一个用蓝线做成的结 是杰里米 杰尔米普雷尔来了 我的心顿时变得难受起来 在最初的故事中 风暴要塞和帕埃尔家族 成为冬季城堡的敌人 杰瑞米是帕埃尔家族的年轻组长 也是在著名的停战中 与美迪亚一战的人 在瑟克山脉的山顶 Mayo Peak 进行了长达七天的封顶战斗 双方都受了重伤 通过利用美迪亚的弱点 维奥拉攻击 他造成致命伤 深爱家人的美迪亚 中了威奥拉的诡计 被赶下了继承人的位置 不管怎样 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未来会成为 足以与美迪亚姐姐 相提并论的战士的人 和 在原著中 是一个 是贝拉图为敌人的家族 当然 事情与原来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 我知道艺术家的设置 并没有很好的改变 我们已经确认 即使详细信息发生变化 流程也不会发生变化 把它放在附近 没什么好处 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现在 我决定假装不知道 多亏了这本小说 我才能够认出他的伪装 你不能说 我读了你的小说 就认出了你的伪装 可是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台元的目光 转向银发男孩 呼 座位不多 这个好像是四人桌 我可以坐一起吗 台元简短地回答 不 为什么 因为你是陌生人 狗必须为他的主人站岗 台元是这么想的 相反 我给你一个弹挞 还没 维奥拉打断了他的话 坐下 维奥拉很快就把托盘上的弹挞端了出来 就好像有人会偷走他一样 杰瑞米微微一笑 在中提琴前坐下 见习骑士 是的 我正在努力工作 台元开怀大笑 你是一名有报复的见习骑士吗 低声咆哮道 关于一个隐藏其势头的主题 他把匕首拿到桌子底下 匕首落在杰里米的膝盖上 你要做什么 杰瑞米哈哈大笑 听说确实是寒冬城堡里的一只瞌睡龙 似乎他已经读懂了自己的气势 没有八卦 只是 维奥拉吃完蛋挞 感觉好多了 张了张嘴 你还好吗 因为你是我的客人 客人 好的 你可以放下刀 你打算在寒冬城堡内施暴吗 台元默默地抓住了匕首 难怪 这个银发男孩让我很困扰 怎么 小姐知道我是谁了吗 你是想让我带着象征风暴剑的清洁 不理你吗 我不想和小风暴结理你 扯伤那么多关系 与这种级别的危险人物 保持适度距离是最安全的 我宁愿先暴露身份 不会有任何变数 所以我就无视了 在一个没有变数的受控环境中 如果只是简单的聊天和分手 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让我们保持距离 是的 折断 我很快就把蛋挞吃了 我都吃光了 来以孔子为真人 我还是孤单一人 这意味着 我不想和伪装的假人说话 自从拿到了蛋挞 我就没事干了 威奥拉率先站了起来 台园紧随其后 Tundra走到外面时 看了Jeremy好几次 出了点问题 原因不明 不知为何 那个少年很不祥 杰瑞米轻笑一声 把剩下的蛋挞塞进嘴里 不知不觉中 我把手放在了球上 嗯 真好吃 这么好吃的蛋挞 还是第一次吃 我明白 威奥拉为什么会有这么开心的表情了 威奥拉公主 感觉跟传闻的很不一样 平静的外表 背后隐藏着残酷的身影 只听传闻的时候 她是不可多得的铁血公主 但实际上却不是 我是不是太想女巫了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感觉更友好 我想了解一下 是的 折断 这个画面一直在脑海中浮现 杰瑞米哈哈大笑 我揉了揉鼻子 这与传言截然不同 你是说铁血公主有那么可爱吗 她看着挂在刀鞘上的蓝色结 这是最小的妹妹杰西 用她绝类植物般的手记的结 这有点危险 如果她很可爱 我想对你好一点 紧接着 顿时爆发出一阵骚动 有人喊 敢 还不够让我这个子爵之子 等这么久 你只卖两个 你是想骗我吗 一个只姓小打小闹 不知天高地厚的平民百姓 我要亲手割断你的喉咙 然而身为平民的阿苏莱西亚会长 却给出了奇怪的回答 最好不要这样做 孔子 还是别这样比较好 公子 就连杰里米也被这句话吓了一跳 这样的回答 可不是平民能给贵族的答案 只有在有非常正当的理由的情况下 平民才有可能这样回答 非常 这是一个合法的原因 杰里米觉得 没有什么非常正当的理由 平民一个人都答不上来 杰里米看到这已经够危险了 你不能错过他 如果连那个老板的手指都被切断 然后这个美味的蛋挞就会消失 这是维奥拉公主最喜欢的地方 不是吗 聚集在这里的大多数都是平民 没办法吧 这个世界的平民比贵族多出压倒性的比例 所到之处 平民多于贵族 没有人能阻止他 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下次我愿意再找一个 所以 我希望这个地方不会破产 贵族男孩说 在寒冬城堡里现身 很不雅观 如果看起来是这样 我很抱歉 但原则就是原则 听起来像是一个原则 我睡着了 男孩大步走过去 给了老板一个耳光 正确的 马娜似乎无法运转 不过 总统的脸颊 就像训练过一样 很快就肿了起来 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考剩下的 对不起 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 这里也是铁血公主最喜欢的地方 然而 他也排了队 只买了两个 如果我卖三个以上的蛋挞给孔子 我就不理他了 男孩笑得好像是很荒谬 你经常谈论嘴巴穿孔 能理解社长 为什么要提到铁血公主 他觉得 赫赫有名的贝拉图家族的公主 影射自己在背后 是在威胁自己 你这个渣男 怎么敢威胁我 这不是威胁 还请公子谅解 住口 今晚 你会被发现冻死了 杰里米感觉到门外的存在 威奥拉公主 他们似乎还在外面 嗯 然后 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也喜欢中提琴 我应该得分吗 要是哪天正式打招呼 岂不是能给人留下好印象 曾帮助过正规店铺的店主的好见识 好像这样就够了 杰里米走上前 你应该那样做 星号星号星号 海豹子觉得长子 今年年满16岁的泽尔顿 真的很沮丧 在自己的领地内连正眼都不敢正视的东西 不断地进行眼神交流和顶嘴 你又是什么 从他的装束来看 他似乎不是出生于贵族家庭 既然他佩戴的是一把古剑 他或许是名门望族 但绝对不是有爵位的名门子弟 我叫杰里米 是一名有报复的剑西骑士 杰里米 杰里米没有谎报他的真名 因为杰里米这个名字 并不是一个稀有的名字 所有变形的东西都安装了 杰里米笑得很开心 灿烂的笑容 没有被他外表的寒酸所掩盖 像太阳一样升起 如果你被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击中 你就不会生病 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 杰里米没有使用风暴剑 我刚刚拔出了我的剑 爽 一道宇就见面不相符的清脆剑音响起 剑尖抵在泽尔顿的脖子上 很接近啊 如果再深一点 他会流血的 这很粗鲁 泽尔顿身后 陪伴在泽尔顿身后的骑士 也拔出了剑 但是 这把剑 已经不能再被看作是剑了 骑士瞪大了眼睛 呃 什么时候 长剑斩成两半 掉在了地上 文章看的是切面 切割面很干净 我神志没有看到他挥舞着剑 只是 他的剑被斩断 剑人太干净了 就算是名将打造的世纪之剑 也是难上加难 我咽了咽口水 拉屎 我弄错了 他的外表寒酸 但绝不是一个正常人 看得出来 至少是九瓶以上的骑士 有时会有 像乞丐一样四处走动的熟练骑士 如何 你不能再胡闹了 是吗 我的 明天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会善意地原谅你 凝胶色调很酷 我转身 我假装没事 但我的腿在颤抖 那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的胃口一落千丈 第一次看到高级文章 高等骑士的身手就在眼前 让人毛骨悚然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在外面 我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 和一个金色头发的男孩 泽尔顿连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开始走得有些不对劲了 门也会关上 他不再可怕了 一动 那一步 仿佛在自称 是一个凶猛的野人 他觉得自己 非要粗暴到这种地步 才有男人的味道 十六岁的泽尔顿 知道这一点 维奥拉并没有特别难过 嗯 到处都有这样的孩子 懂得坚强的小孩子 从维奥拉的心理年龄来看 他还是个不成熟的孩子 但 半见台湾的双眼在燃烧 杰里米认为他得分了 哈哈 门挡住了他 但维奥拉一定已经感觉到了 我救了一家普通餐厅的老板 维奥拉公主 我很自豪地说 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我慢慢享用剩下的弹挞 因为 我用剑做到了最好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立足点 我想终提琴也会很喜欢他 我想 如果我让他看到这种程度的步伐 他至少会想和我做朋友 无论如何 那很好 他还以为自己多亏了这个 连贵族尊严都没有的蠢货 与此同时 维奥拉咬着嘴唇 朝着公爵的宅底走去 毕竟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 我从门缝里看到了他 杰尔米利罗的假发技术 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 就是一柄简单的剑 太快 看来还是不由好为好 仔细地问 汤尔尔 你看到杰尔米的脚了吗 是的 他怎么样 他很快 比你好 台元想了想 我以为这是师傅的考验和评价 平静地回答 我认为 他在速度方面比我快 好的 我会更加努力的 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看到台元突然热情洋溢 这让我有点难受 威奥拉没有理会台元 继续朝公爵的宅底走去 因为他比台元移动得更快 还 他是一个过于危险的人 危险吧 我必须保持距离 星号星号星号 回到客栈 泽尔顿狠狠狠地抽了下自己的护卫 你的使命是什么 是护送孔子 然而 对不起 你知道 你父亲为此付钱给你吗 盖尔顿鞭打了许久 护卫骑士默默忍着 一段时间后 泽尔顿厌倦了常识 错过了鞭子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对不起 刚着你 对手太强不是借口 反正 没能好好护送 我还以为是我的错 这就是骑士像骑士一样思考的方式 那晚 泽尔顿带着压车司机 离开了客栈 他的房子 你找到了吗 是的 泽尔顿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育是 他始终是一个宝贵的存在 你是个很棒的孩子 我是一个比任何人都优越的孩子 你真的可以做得很好 我知道了 泽尔顿的妈妈 总是这么说 这成了泽尔顿的毒药 我要抓住你 孔子 这就是东宫 你可以在冬季城堡外 杀死他 拖着走 护卫骑士意识到 自己无法打破泽尔顿的固执 如果您收到订单 请遵循该订单 这才是成为骑士的正确方式 好的 但同时 我也想问问 我们不应该惩罚一个叫杰里米的男孩吗 当着众多平民的面 辱骂的正是杰瑞米 那么 报复杰里米 不是对的吗 老板为什么要死 这是平民和不尊重 仅有的 我没有说错什么 而且 就连贝拉托的铁血公主 也遵守着这里的原则 泽尔顿无法打破这个原则 所以老大没有理由死 我应该服从这个命令吗 但我不得不跟着 我认为这是作为骑士的权利 起炮 晚上走在街上 东日城堡的夜街 明镜祥和 也有人喝醉了 散了一地 供噶 事实上 他们喝得鸣鼎大醉 分散开来 这一定意味着 他们是没有尊严和文化的白痴 不是这个 我的意思是 这里的治安非常好 所以 你可能无法杀死 冬季城堡外的老板 因为边界会很紧 吞下了这个词 因为他是那种 反正亲眼所见 直觉就会得到解决的人 冬季城堡外 在平民居住的房屋中 我看到了一座 大门颇大的房子 你确定这是房子 你说的对 打破它 打破木门进入 住在带花园的房子里的平民 有一个小花园 寒冬城堡的平民 有没有想法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平民家里有花园 虽是一座小花园 但对于平民来说 也过于奢华了 如果有人看到它 他们会认为 这是一座贵族住宅 所以 你的脖子一定很僵硬 远在前面 有五个步骤 那里坐着一个男孩 那是一个金发男孩 你的脖子也很僵硬 你又是什么 我 一个雇佣兵 他的狗是他的梦想 金发男孩就是台园 泽尔顿惊呼 佣兵二字 我哼了一声 什么废话 你为什么在这 在雇佣兵这个问题上 你的舌头很短 你也太矮了 笨蛋 泽尔顿的脸占红了 没想到 自己会被佣兵这样侮辱 对于敏感的汽车来说 他进展顺利 我也会杀了你 你的意思是 这是冬天的城堡吗 像那样的东西 不知我知不知道 泽尔顿用手指着台园 让我晕 把他们带出东宝 杀了他们 本文为二等徒弟文章 他不会与雇佣兵 Nabryne相提并论 我是这么想的 但事实恰恰相反 长哥朗 护卫骑士的剑 如同玻璃破碎 一般破碎 又是什么 护卫骑士的眼神 暗了下来 虽然 是在兵器店匆忙买来的剑 但也不是什么容易折断的东西 剑彻底破碎 碎片飞的到处都是 显然他说 你会先杀了他 这是自卫 台园步行而来 挥剑 老板最喜欢的店 你敢动 威尔拉吃蛋挞最开心 这个家伙 试图破坏这种幸福 他用剑的侧面 击晕了泽尔顿和护卫骑士 我想杀了他 但我做不到 因为这里是领东城堡的地盘 这很容易 每天和维森这样的怪物打交道 对付这些家伙 就非常轻松了 房门打开 阿索莱西亚总统 深深鞠了一躬 多谢 此恩该如何报答 不是店里卖的那个 如果你给他们 他们在商店里卖的东西 那是违反原则的 但如果是自制的 那就另当别论了 十个蛋挞 在家单独考制 如此一来 王妃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实质会考一百个 谢谢 台园几乎没有注意到 他嘴角的上扬 我内心非常高兴 如果十 楼主会开心吗 我做得好吗 我一想到就激动 看到威奥拉吃得可口 开心 这就是台园的幸福 特别好吃 请 当然 两天后 塞拉尔子觉得独子被处决 我的喉咙悬在寒冬城堡的南门前 而惊人的传闻 也开始在领东城堡内流传开来 铁血公主 这是关于威奥拉贝拉图的谣言 海豹子觉得长子 16岁的泽尔顿 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 报纸非常重视这一事件 东城南门贵族家族供给与需求 泽尔顿做错了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不寻常 和非常规的举动 对于是否优先 进行适当的审判 或了解情况 也有批评的声音 事实上 连威奥拉都没有想到 公爵的举动 会如此大刀阔斧 公爵简单地用一个词 概括了当时的情况 这年头 老鼠胆子大 敢装在寒冬城堡里 并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他像养蜂人一样 悬挂在冬季城堡的南门上 一些贵族提出抗议 但苍鹿公爵根本不在乎反对 一些贵族反对 还有一些贵族也沉默了 很少有贵族会说 贺伦公爵做得很好 但在平民中 情况就不同了 你没事吧 好的 我不是东城的公民 发生了什么 通讯内容是真的吗 威奥拉公主送我一把绊剑 你是说你自己 好的 她是我们家的常客 你就因为你是普通人 就给我送了一把绊剑 耶基 作为冬季城堡的主人之一 您保护了冬季城堡的公民 我是领东城的市民 寒冬城堡内的平民们都激动不已 他们的主人贝拉图公爵 为他们砍下了一位贵族的头颅 这成为一个消息 触动了百姓的心 冬季城堡永远不会抛弃冬季城堡的人名 而这部作品的核心是半生剑 剑客台原 他的速度快如闪电 瞬间斩断了泽尔顿的四肢 鸡 哦不 那个 那个 不是这样 泽尔顿被捕了 但台原并没有亲手 杀死泽尔顿 骚扰寒冬城堡市民的人 就算受这样的苦 也是便宜的 癌症 不是那样的 谣言传播的有点不对劲 据说 目睹了东城居民被骚扰的威奥拉 派出自己的仆人台卓拉 立即将其击杀 毕竟传言没有错 什么谣言 铁血公主 关于比任何人都 更像贝拉图斯的贝拉图斯 和贝拉图斯的养女的传闻 在威奥拉完全不知道的地方 开始一点一点的升起 赞扬威奥拉的声音 黑龙的办公室 晚上十一点后的安静时间 魔法蜡烛发出的新红色光芒 照在公爵的脸颊上 威奥拉看着孔雀橘色的脸颊 藏在裙子下的双腿 微微颤抖 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拨通电话后 已经静默了三十分钟 我签了半个小时的文件 连中提琴都没看一眼 为什么 他是一个人类 因为他在冬季城堡的行为不当 甚至砍掉了子居儿子的头 有一个故事说 他在办公室割喉 不知为何 这里似乎弥漫着一股血腥味 你给我打电话后怎么不说话 当三十分钟过去了 公爵终于开口了 我为什么叫你 我怎么知道 我父亲叫我 所以我就来了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 菜鸟 但我必须想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这次我又感受到了 苍鹿显然是这个世界的绝对者 你不能违背绝对者 既然堕入了这个世界 难道不应该去适应和生存吗 有问必答 你为什么要杀海豹子爵的长子 因为你似乎想要他 是的 我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威奥拉的脑袋第一次一片空白 你为什么这么想 看来我在某处严重错误 事实上 宁娇因质量不好是事实 但犯下弥天大罪又不是另一种罪过 你打算很快搬家吗 贺伦公爵的眼睛眯了起来 威奥拉不知为何有些害怕 我不知道那双眼睛在说什么 眼睛在心里 感觉就像被卡住了 突然认真起来 我 我立刻明白他 为什么这么说了 我把他理解为 进入了一场全面的接班人竞争 那个关键词变成了提示 威奥拉似乎知道 贺伦公爵为什么要下大手笔了 这是正确的 不 他不适合 我不想让他变得这么大 我想我会在一两个地方打破他 并发送他 没想到他会不经审判 就杀了一个子爵的儿子 公爵拖着下巴坐下 从他的模样来看 他似乎在期待威奥拉接下来的话 请不要等待 抛开内心的想法 威奥拉不得不以 威奥拉伯拉的身份继续说话 冬季城堡一直保护人类 免受下雪的地方的伤害 久而久之 人们就习惯了 开始把冬季城堡的锋利边缘 视为理所当然 所以泽尔顿这种白痴 才敢吹嘘自己 在寒冬城堡内杀人 所以 我想警告你 那个在寒冬城堡 无视贝拉图权威的人的话 这是对世界的警告 被解释为 事实上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么远 但结果还是那样 以这件事为契机 沉默的贵族们要沉默了 会造反的贵族会造反 分享它有什么意义 身为白贝拉图斯 我需要分清敌人和盟友 公爵笑了 你的意思是 沉默的人是我们的潜在盟友 排斥的人是潜在的盟友 不 威奥拉摇摇头 相反 为什么 我觉得我父亲做的是对的 但我不认为这是合法的 威奥拉的心 砰砰直跳 不管怎样 你的行为是违法的 因为这就像再说 我不会反对种植 看了原著就知道了 苍鹿绝不是为所欲为的暴君 很多人都知道 但事实并非如此 尽管如此 我的手脚都在颤抖 我不得不非常耐心的不炫耀他 沉默的人是胆小鬼 而那些造反的人一定是失去了恐惧的疯子 他们都不是同事 冬天只是冬天 我不需要同事 这确实是一个荒唐的词 但他也是贺伦的最爱 苍鹿说完他想听的话 就进入了正题 但我更喜欢疯子 而不是胆小鬼 贺伦的唇角略过一丝淡淡的微笑 自从美迪亚公主以来 再没有哪个孩子 有过如此令人满意的谈话 比和美迪亚说话 还要愉快 叛逆世家中 那些与塞尔子绝没有私交 却有着清白过往的人 我打算拥抱他们 以后 如果你统治贝拉图怎么办 威奥拉的心 怦怦直跳 我感觉要坠落了 不 不是我 我的妹妹 美迪亚的妹妹 正如我父亲所知 那个姐姐真的很强 我一边帮忙 一边西密 是的 拉屎 不是这个 态度很好 还 威奥拉想哭 但平静地继续说下去 塞尔子绝和他的妻子 对孩子的爱有一些特别之处 你怎么知道 我也必须在12岁时 进入社交世界 这意味着 为有那个年龄段孩子的家庭 提前学习 我没学过 但我是看小说知道的 反正按照小说的内容 子绝是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的 虽然和小说的剧情有些出入 但总有一天 会和塞亚尔子绝和贝拉图公爵夫人 发生碰撞 塞尔子绝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小说里也是这样 子绝的儿子 泽尔顿被维森杀死 我永远不会原谅我儿子的敌人 贝拉图公爵 子绝夫人 塞尔向冬季城堡进军 部队人数不过500人左右 全部被杀在了寒冬城堡的南门 在小说中 苍鹿公爵称赞了海尔兹爵 你的做法是对的 儿子死了还保持沉默 是懦弱的表现 就这样冲进去 做父母的才是对的 这是海伦在小说中的主意 可是明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为什么还要冲我跑 因为我是父亲 即使你知道你会死 所有人有事都会做愚蠢的事情 如果这种愚蠢有意义的话 而苍鹿则吊死了歇尔子绝 而不是将他斩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赫伦对失去子绝的歇尔子绝 不遗余力地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 小说里也有这个 塞尔子绝的肚子里有一个孩子 歇尔子绝夫人给孩子取名为 Vangas Vangas意味着复仇 后来 这个班加斯成为了强大的法师 成为了贝拉图公国的敌人 这就是小说的内容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观 杀死他的父亲 创造一个强大的敌人 名叫杰里米 法莱尔 杀死他的兄弟和儿子 创造另一个名为班加斯 希尔的敌人的世界观 贝拉图之影 就是这样的世界观 苍鹿问道 你采取什么行动 我会请帝国卧旋 和 帝国 不会回应仲裁 为什么 因为没有意义 没道理的事情 帝国是不可能主动去做的 不过 理由不就在此崛习吗 最先触犯东保法律的 是泽尔顿 沉默了片刻 然而 出人意料的话 却从仓鹿嘴里说了出来 而且我试图偷走你的快乐 是的 有一瞬间 威奥拉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他 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我懂了 我愿意 中提琴叹了口气 清了清嗓子 继续说道 连帝国都避之不及的色雅尔子绝夫人 将做出最后的选择 最后一个选项是什么 有失去孩子后会保持沉默的父母吗 我通常保持安静 如果对方是东城的话 据我了解 海豹子绝是不会坐以待毙的 他肯定会向冬季城堡进发 仓鹿点了点头 那么他就必须被有尊严的杀死 不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叫做 Archmage Ben Goss的敌人 至少让我们停止这种行为 爸爸 你认为 他一定会晋级吗 你准备好死了吗 人类有时会做愚蠢的事情 如果那有意义的话 这是萨勒子绝在原著中所说的话 每个人有事都会做傻事 如果这种愚蠢有意义的话 维奥拉说 我也想做点蠢事 为了我灿烂的晚年 长寿 瘦身和干净的生活 为了阻止名叫本加斯的伟大巫师诞生 请派我为使者 我想去希尔德子绝府 仅此一项可能还不够 贝拉托补充了一句话 我会证明 我作为白色贝拉托的能力 就像在风暴要塞中一样 台员不停地打寒 他手里拿着十个弹塔 维奥拉曾经说过 我可以吃大约十个 只有十个 你想享受吗 是用心制作的弹塔 我希望维奥拉吃了这个 并且喜欢它 我希望你喜欢它 只是想象它让我兴奋 但与此同时 我也很担心 与中提琴有关的任何事情 都无缘无故地困扰着我 你不会生气吗 你会喜欢它 因为它是一种以合法方式 获得的弹塔 弹塔的香味 刺痛了我的鼻子 看起来很美味 我流口水了 事实上 就连台员 也很喜欢这个弹塔 因为维奥拉喜欢 它总是让步 那是除了东城之外 在别处都尝不到的味道 也幸好阿苏莱西亚在东城 聪明的 我敲了敲门 进了维奥拉的房间 十个弹塔 据说是阿苏莱西亚会长 用心打造的 幸运的是 维奥拉喜欢它 点了苦涩的清干茶 配着弹塔吃 是的 折断 已经是第四个了 台员 也坐下 一条狗 怎么能坐在 它主人的桌子旁呢 台员只是站直身体 低头看着维奥拉 维奥拉 对此感到不自在 这就是为什么 它和贝拉托一样 说话粗暴 从比我高的地方往下看 是不愉快的 对不起 台员以那种姿势跪了下来 她的视线低于 坐在椅子上的威奥拉 看来 你下的订单有点错误 啊 更不舒服 坐下吧 台员有一个过分执着于礼仪的角落 无论如何 混蛋 我本可以在这里 更用力地命令她 坐在我面前 但我懒得那样做 陌生地方的倔强 跟韩骏欧巴一样 韩骏也有奇怪的地方 紧闭着嘴唇 我说不好听 她直接就接受了 跪下来盯着地面 那个死板的身影 我的膝盖快要发麻了 但那个身影 没有任何迹象 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会像她哥哥一样 年纪越大 吃得越多 在韩亚林记忆中的韩骏形象中 最重要的人物是十几岁到二十出头 Tundra十七岁 更接近她记忆中的江汉骏形象 我哥哥也喜欢吃甜食 在托尔所 他甚至被称为巧克力杀手 你也想要一个吗 狗怎么能和主人一起吃饭呢 和我的主人在一起 我很开心 也很享受 你不喜欢吃甜食吗 我讨厌甜食 但是 你为什么吞咽口水 但为什么你的鼻孔张得大大的 你真的讨厌他吗 是的 我恨他 威奥拉的眼睛眯了起来 明明大家都喜欢 就是不喜欢 我讨厌说谎的狗 退缩 台元的身体颤抖着 我再问一遍 你喜欢吃甜食吗 台元犹豫了片刻 这很尴尬 现在 如果你说你喜欢甜食 那你就是在撒谎 但如果我再说我讨厌他 我想维奥拉会失望的 张开嘴 维奥拉把一个弹挞 塞进了台州的嘴里 台元没有回应 我把弹挞放到嘴里 嘟囔着 Kazahamida 谢谢你 在我面前老实点 嗯 是的 一点点蛋黄酱 抹在了台元的嘴上 似乎台元紧张得 连自己都不知道 可爱的 我个小时候 也是这样吗 在我的记忆中 15岁的江汉俊很高 但现在看那把中提琴 并没有那么大 对于拥有 韩亚林精神的维奥拉来说 Tundra 看起来就像一个 真正年轻的江汉俊 我应该怎么说 才能让他 对我更舒服 仅仅因为他们 告诉你要舒服 并不意味着您 不能对他们感到舒服 Belletuse Shadow 使他适应了这个世界 你是一条狗 知道 是的 你知道人和狗 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你告诉我 我会学习 看到他这么客气的回答 我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人要深思熟虑 而狗不必深思熟虑 好的话就好了 如果你不喜欢他 你就不喜欢他 如果你快乐 你就快乐 如果你饿了 你就饿了 老实说 这是一只狗 这条狗到底在考虑什么 想这么多 如果你想吃 就说你想吃 如果你喜欢甜的东西 就说你喜欢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 让他变得如此困难 对不起 如果你感到抱歉 就摆正你的身份 好的 星号星号星号 台员感觉自己的脑袋 被击中了 维奥拉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狗就是狗 狗不应该假装是人 你骂我了 我很伤心 然后他必须显示一个变化 要诚实 像狗一样 维奥拉想要他 所以 Tundra决定这样做 这不是一两天就能发生的事情 但我决定 在维奥拉面前诚实一点 于是第二天 我又找到了钟提琴 巧合的是 维奥拉正在和泽农一起喝茶 我想把他交给我的主人 我决定像条狗一样行事 一骂一骄 半剑的脚步 没有半点犹豫 维奥拉歪了歪头 花 那是一瓶白花 泽农的眼睛眯了起来 这是一朵玛格丽特花 玛格丽特有纯白色的花瓣 中央的花心是一朵淡黄色的花 维奥拉的目光落在了花瓶上 我记得主人 在仔细观察路边盛开的这朵花 台元 你知道这花的花语吗 我不知道 台元很有信心 我不懂花的语言 我只记得 维奥拉的眼睛曾碰过那朵花 所以 我想带她 维奥拉喃喃道 真正的爱情 预言 揭开秘密 公主也研究花语吗 维奥拉只是盯着花瓶 我不知道 为什么会再次发生这种情况 是韩俊哥哥送给我的护身符 你拿着这个 如果你有这个 好运就会降临到你身上 当时 韩俊连这花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说她带来 她是因为她很漂亮 玛格丽特成为在孤儿院生活艰难的 韩雅琳的护身符 好久没查字典了 玛格丽特的花语是真爱 预言 爱情算命 揭秘 所以 韩雅琳心里暗暗兴奋 我神志 有一种荒谬的想象 小时候的康康俊 通过鲜花向我告白 但是兄弟你过去 给我送过玛格丽特花 啊 我有吗 嗯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护身符 我应该给你一两个护身符 因为 你真是个爱哭鬼 你知道我哥哥 玛格丽特的花语吗 出色的 什么 事实上 我不知道 韩雅琳知道 却装作不知道 是羞于激动 泽农说 看来你根本不懂花语 我不知道 但这有关系吗 泽农 不 若是公主不为难 便不成问题 泽农的眼睛眯得更紧了 对了 这个花瓶经过了特殊的魔法处理 这些东西一定很贵 我也拿到了贝拉图的工资 在过去的三年里 台元一直从贝拉图公爵那里领取津贴 这是泽农的考虑 为了保证维奥拉公主的服务不会短缺 设定了最低维护成本 这种东西 三年不花一分钱 总得收起来吧 台元点了点头 我很高兴 能够展示三年的辛勤工作 我希望维奥拉喜欢她 我希望你开心 我希望你喜欢她 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闪过 她会喜欢吗 想到这里 我看着维奥拉的眼睛 维奥拉的心情似乎很好 但也有些不好 她只是一脸神秘的站在那里 继续盯着玛格丽特花瓶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到底是什么 这也是巧合吗 一个和将军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突然献上了鲜花 当然是玛格丽特 如果是因为我连花的语言都不懂 你为什么和江汉俊一样 你不是我的兄弟 维奥拉张开了嘴 不是康康俊 但我一直看到康康俊 我必须坚持自己的心 我不是汉军的地点 吃了我的心 冷冷地说道 花费三年心血 打造武器铠甲 会是怎样的体验 像狗一样 咬牙切齿 这是对台卓拉的恶毒言论 但也是对维奥拉本人的鞭打 几天后 白色Billay 2中提琴的官方 第二个任务已被取消 有东西来了 维奥拉亲自委托的任务 赫伦公爵接受了维奥拉的请求 总有一天 我会作为特使被派遣 事实上 这是第二个 我去过风暴要塞 我想长寿受身幸福 却在12岁被派遣为特使 反正 我一定做得很好 对吧 感觉自己老是被大事牵着鼻子走 但肯定是心情问题吧 不过 也许现在作为特使受苦 总比以后让大法师本格斯出现要好 贝拉图派遣特使的消息 在各种时事通讯上 都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报道 关于维奥拉的传言 也开始在全世界蔓延开来 贝拉图派出特使 这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 你听到消息了吗 据说是贝拉图公爵派来的特使 也在贝拉吗 他们说 他们杀了希尔子爵之类的儿子 就此事派特使 对于普通人来说 冬季城堡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至少杀死一个子爵的孩子 不是派特使的地方 可是我派来的特使 一定是个十二岁的孩子 嘿嘿 小心你的话 真是个孩子 男人仔细地环顾四周 你不知道那个传闻吗 什么谣言 传闻 千年公爵五年前收养了女巫 巫婆 你在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 七岁时 他杀了土匪 吃了他们的肉 啊 还有欢迎晚宴 他一定在那里 喝过恶魔之血 七岁时杀死强盗的是维琴 而不是维奥拉 维奥拉只是拯救了台元 不仅如此 我还从来没有喝过恶魔之血 那不是恶魔之血 而是魔要维奥拉 然而 谣言一如既往的 被歪曲 歪曲 歪曲 我们小心一点 那个 是的 我会 关于中提琴的谣言 被歪曲和歪曲 听了就会让人血脉分张的谣言 一点点传遍整个大陆 然而 有些人更客观地掌握了中提琴 倒是塞琳娜在三年前 就开始处理帝国内部大大小小的事情 塞琳娜说 寒冬城堡内 一位名叫威奥拉 贝拉图的少女 似乎颇受宠爱 好像是这样 她虽然是铁血贝拉图 却被评价为 对寒冬城堡人民的关爱 林东城的人称自己为公民 并以此为荣 37岁成为财政部长 如今是君主帝国的二把手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用禁语来形容第二个因素 刀剑之地 内拉克 弗洛伊德 卡利本 她穿着轻便地坐在床边问道 你说她12岁 你说得对 成什么时候开始仔细观察那个孩子的 五年前 贝拉图的欢迎晚宴上 凭着她的俊朗外表 一眼就认出了她就是 Bellet II 她说得好像很好笑似的 她也是一个孩子 全神贯注地开拓黄金之路 受益匪浅 是巧合吗 这很可能是巧合 但也不像是巧合 为什么 那孩子拿了尽可能多的现金 然后把他扔在那里 皇帝大声咳嗽 我环顾四周 这是一块面包 放松一点 只有我们两个人 怎么办 葫芦里漏 外面也会漏 我不漏 有没有看到漏水的 如果你不会说话 赛琳娜将翠绿色的长发 扶到耳后 她轻轻走过去 在皇上身边坐下 陛下 目前 我认为 这不是巧合 然后 他把手放在皇帝的手上 皇上脸都红了 你很可爱 皇帝显然是个了不起的人 至少 他的见到天赋无人能及 居然获得了剑皇的称号 然而 多亏了挖了一口井 其他人都苏克迈克 瑟琳娜看到的皇上 属于可爱的一面 三 塞琳娜 我现在在看哦 哪有不执手不贴的预法 那个那个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她 你可以制定这样的法律 你是帝国唯一的太阳 但是 我从来没有说过 我会做一个 那我们可以联手报道吗 好 动手吧 你为什么一直口吃 是的 内拉赫的脸 胀得通红 塞琳娜的手一碰到 我的心就砰砰直跳 你好可爱 我是皇帝 有法律规定 皇帝不能长得可爱吗 看看 塞琳娜笑着继续汇报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孩子 具有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这次 我们也很机智地解决了风暴要塞的问题 看来被称为燕女证的杰瑞米王子 也对威奥拉感兴趣呢 皇上点点头 其实我这会儿心在砰砰直跳 所以报告没来得及 陛下 你在听我说吗 我正在听 塞琳娜把头靠在皇上 皇帝的肩膀上 塞琳娜的头发 闻起来很香 皇帝抓住了 她跳动的心脏 绷紧了脚趾 上战场 对付一万大军 舒服多了 我觉得 关键还是看她这次 如何处理风子爵的事情 为什么 按照我的预期 她说话小心翼翼 在威奥拉公主 抵达西尔子爵的领地之前 西尔子爵似乎会成为一具尸体 运气不好的话 威奥拉会成为杀害 西尔子爵的嫌疑人 星号星号星号 泽农跪下坐下 你的鞋带松了 公主 威奥拉站在原地 看着坐着的结农 泽囊 再次用友善的手 在皮鞋带上打结 我要骑很久的马 穿过荒凉的山路 我不是教过你 这样戏是解不开的吗 没学过 她只被教导一种方式 不 你为什么需要法力魔法来系鞋带 这个结是在使用法力魔法公式 注入法力后 使用特殊方法完成的 威奥拉学不会这个 我不擅长打结 我每天都听到将军的唠叨 你还不会这样系鞋带吗 我不知道 她很难 系鞋带怎么样 她笑得好像这很荒谬 如果你学习好 那你就不是白痴 为什么我不能这样系鞋带 女士 别取笑我 嗯 没关系 一个人至少有一个缺点 但我不敢相信 有人不会系鞋带 兄弟 别逗我了 我也很郁闷 刚要说话 康汉俊弯下了腰 啊 我会为你做的 从那以后 她就一直为阿灵纪携带 威奥拉厚着脸皮说道 你能行的 我 好的 你 奇怪的是 我不会打结 学习再学习 却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根本不学习 学习而根本学不会是另一回事 如果Bella 2不能做到这一点 那才奇怪 贝拉图应该在各方面都接近完美 这就是Bella 2追求的方向 这就是为什么我故意决定 不学习如何打劫的原因 因为我不想暴露我的缺点 但是泽农有点奇怪 他笑得比平时更灿烂 带着一点谎言 他的脸上仿佛升起了太阳 我很高兴 嗯 什么 我会一直这样做 在公主身边 这让你感觉很好吗 威奥拉在心里歪了歪头 我很高兴你能得到公主的允许 在泽农的帮助下 我上了马 就算劫得不好 骑马也习惯了 坐马车去就好了 去海豹子绝府的路太陡了 坐马车是不行的 也有一条主干道 不过沿着主干道前行 足足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于是 我就朝着贯通山脉的方向走去 正如公主所知 我们要穿越大大小小的八座山脉 才能到达塞尔子绝聚 知道 预计可能会有几次突袭 这其中 会有强盗般的白痴 也会有贝拉图家的敌人 话说回来 我父亲的绰号 是千年公爵 因杀了一千人而得名 据说 他至少与一千人为敌 想到那个家人和朋友 这个数字将成指数增长 因此 尚未发育成熟的年轻贝拉二世 总是受到危险 克服这种危险 也是贝拉图家的使命 实际上没有人被暗杀 也有人说 贝拉图家的每个人 都靠自己克服了危险 终提琴 就维森而言 跑过去摆摆手 嘻嘻 所有弱者都死了 遮阳板 刀片与刀片相撞 台原一箭 挡在了毕尘手中的记忆 嘘 又是你吗 维森有些后悔似的 收回了手中的匕首 维奥拉有一种预感 如果没有台原 我会死很多次 但表面上 他冷冷地说 想杀我 先踩着我的狗 嗯 维奥拉见维森乖巧的点头 不由叹了口气 是帽子还是好东西 如果不是为了任务 我早就跟维奥拉一起去了 说完 维森再次摆摆手 转身离开 我跑得很快 但被咬得身后尘土飞扬 维奥拉疑惑地迷失了方向 他一定忙于任务 怎么会来 跑那么快消耗体力 意味着在忍受体力消耗的情况下 有理由快速行动 可以说他很忙 可他又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试一试呢 我看起来像想戳你吗 我没想到我会来 因为我只是想见见我的兄弟 出发前的钟提琴 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他掉转码头 回到了公爵府 这是为什么 我记得我留下的东西 要我带吗 我要走了 我不能带Zenung 因为你留下的不是物 是人 因为看起来会有很多突袭 听了泽农的话 我心里有些不安 所以我决定带上希克森 从Fixen到Zenung 再到Tundra 这应该会让您高枕无忧 诶 我 我有点 为什么 那是 希克森犹豫了一下 艰难地开口了 小时候 我被打过几次 为什么 嗯 希克森笨拙地用大手 挠了挠后挠勺 我告白了我的初恋 你在约会吗 不 所以 你连谈恋爱都没有 就跟喜欢的人告白了 那时候你还小 希克森一直在避开 维奥拉的目光 我不能说谎 而且作为一个成年人说实话 我感到很羞愧 你道歉了吗 嗯 时间过去太多了 有点 嗯 所以 我没有道歉 希克森满头大汗 已经二十多年了 现在假装知道这件事 不是更丢人吗 如果打你的人记得这么多 那他就会留在他们胸口的瘀伤 呃 男人能做到吗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被打都疼 希克森叹了口气 垂下肩膀 我内心深处的伤痕 用了多少时间都无法愈合 叔叔也是这样 希克森没有信心 正是威奥拉的眼睛 事实上 连希克森都知道 因为希克森的胸口 也有一大块血淤 假装你没事 其实你一点都不好 不管时间过去多久 女儿的脸越来越清晰 那么我真诚的道歉 我会给你那个机会 最后 希克森也决定跟着一起走 三天过去了 泽农一边擦着带血的匕首 一边歪着头 看来突袭的频率 比往常高了很多 希克森同意了 他们似乎训练有素 三天之内 突袭多达七次 这是进入山区的第二天 两天之内 一共进行了七次突袭 是啊 那些只是土匪 显然不是 终提琴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跑到哪里杀人了 没有 我从来没有 威奥拉陷入了沉思 泽农可能知道原因 我知道 但我可能不会告诉你 为了默默地验证 他作为贝拉图的资格 然后我 我得告诉你答案了 我一想到这里 新的可能性就开始出现了 三天内进行了七次突袭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事实 有人不希望贝拉图的使者 威奥拉 是 顺利抵达希尔茨绝加 经过适当训练的袭击者 他们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 意思是用这么高级的人手不是问题 也是不想被人踩到 说到一个不知名的事例 虽然很讨厌贝拉图和希尔自觉的和解 但也不愿意派高素质的人手到这边来 存在这样一种邪恶力量 在小说中 他们称自己为热风 他们也是绑架希克森的女儿 和杰里米的人 当然 充满好奇的杰瑞米 半自愿地被绑架了 但是 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 充满好奇心的杰瑞米 答应了绑架 谁能知道 好奇心让贝拉图家和帕莱尔一家 走向了极端 反正他们是想孤立东城和贝拉图 这就是赫伦过去信任的战友希克森 被摧毁的原因 我们没有派优质人手到这边 而是我要派优质人手到海豹自觉这边 他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 等我们赶到 他们会杀光希尔自觉的人 钟提琴会把他放在自己身上 疯狂的人会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到我们到达的时候 到时候 他们会想要将海豹自觉的人全部杀光 嗯 你是什么意思 你已经七次派出类似技能的人来 阻止我们了 你再计算我们的到达时间 为什么 有些势力希望贝拉图被孤立 希克森强烈同意这一说法 有很多人希望贝拉图死去 所以 你确定他们在耍花招 嗯 计算时间是正确的 问题 是你能不能在恰到好处的时候 消灭这个三岁的作者 体力上会不会很困难 杀死这么多人 不是一两分钟的事 与此同时 如果我们到达并获得任何证据 那将是令人尴尬的 泽农呆呆地看着威奥拉 精明的他似乎知道 威奥拉为什么会这么说 他告诉 我要观察和倾听 不知何故 泽农感觉好多了 两年前 当法欧拉选择白色 Belletot时 泽农呆坦言被吓了一跳 据说 比谁都适合黑色Belletot的人 会选择白色Belletot 但是现在我的想法有点改变了 到目前为止 他与白色Belletot大不相同 这个决定本身就不同于以往的接班人 他们因为无法成为黑色的贝拉图 而不得不选择白色的贝拉图 身为黑贝拉图的能力比谁都强 身为白贝拉图的能力更胜一筹 他现在正在显示 他而没有过滤 泽农问道 那他们会用其他方法来保持时间准确吗 好的 你能告诉我方法是什么吗 现实毒药 有几种毒药在概念上 类似于现代定时炸弹 那是一种可怕的毒药 在一定时间后突然传毒 将人杀死 其中 有三种毒药 不太可能留下证据 七字毒法 狂热盲毒 三天毒天国 泽农静静地点了点头 而希克森则睁大眼睛 看着威奥拉 你什么时候又学的 贝拉托的继任者 往往不直接研究毒药 他们不是研究毒药 并想方设法消灭它 而是将毒药注入体内 以培养对毒的耐受性 毒不怕 学无虚 贝拉托的继任者 是在研究毒药期间 至少使用过一次剑的人 你什么时候学的毒 是白色的 Belletue 你要好好学习 以后热气主要用的三毒 就是那三毒 毒以后会用很多的 毒魔女瑟西尔卡 在这部小说中 除了威奥拉之外 还有两个大反派 她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物 相应的 小说中也有相当详尽的解释 她 真的 我越看她 她就越奇怪 所以 你觉得 你会用什么毒药 七因是什么 七字毒是一种 只能在寒冷地区 或者冬天使用的毒 所以没有效果 那什么是烈化 火芒毒太贵了 不可能只用在 瑟尔子爵身上 贵就是材料稀有 万一你找到了 足以歼灭 希尔子爵家族成员的数量 你的尾巴就被踩了 他们不想被追捕 希克森和风暴剑柴 已经盯上了 他们越来越躲在阴影里 所以 我不会做任何被追赶的事情 毕竟 他们能用的 是三日冻天毒 那又是什么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三天来 我感觉好多了 也更朦胧了 三天后 你就会在睡梦中死去 有这种毒吗 嗯 制作简单 效果肯定 它很便宜 而且没有太多证据了 是完美毒药吗 但事实并非如此 威奥拉将目光转向杰农 泽农 你知道原因吗 是的 我知道 泽农吸了口气 继续说道 它既有效又便宜 但太容易破译了 效果需要三天才能生效 如果三天内感觉异常 可以排毒 它作为毒药的价值非常低 因此将它简单的用作 置换剂并不少见 和现在同时写作 真是再好不过了 眼下 海豹子爵会很忙很忙的 因为贝拉托的特使 也就是公主本人 要下山了 再说了 塞尔子爵夫妇 一定是被失去儿子的打击下风了 那么 这三天的使用时机合适吗 除了少数机制的骑士 剩下的人 我都会用 在我们到达之前 我会刺死他们 这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减少犯罪时间的方法 好时机 你要把它放在我们身上吗 嗯 维奥拉指着台原 台原 从现在开始 不要停止奔跑 一个人 去找海豹子爵 星号星号星号 当台原到达时 已经晚了一步 主人是对的 他秘密潜入了塞拉尔子爵夫 谢尔子爵的家族成员 大多都中毒四处游荡 虽然有一些很好 他们更像是邪恶的轴心 我想起了威奥拉的话 会有体面的人 对他们保持怀疑并提防 他们中毒的可能性很大 威奥拉是对的 我感到一阵尖锐的祈祷 这个数字大约是八个 台原忠实地履行了威奥拉的话 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 发动了奇袭 他们杀死了四个睡在一起的人 这很容易 因为这是一次突然袭击 现在他们一定是注意到了奇怪的水流 现在 他们袭击了一个正在巡逻的人 但这是一个陷阱 啊 被刺伤肩膀 但是 台原就是在那状态下 击中了对方的脖子 我放弃了我的肩膀 并抓住了我的脖子 这回很困难 还剩下三个 我必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 才能让中提琴舒服 那晚 最终 台原忠实地完成了威奥拉的命令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就算是完成使命的他 也不是一般人 执行威奥拉的话 费了很大力气 有点头晕 流了太多险 尽管如此 坦传发现 Viscount Sear年九十休 此觉 有人在厚厚的毯子下翻来覆去 他说 离开 这么晚了 你算什么人 对不起 中提琴教我 如果是真正的疯子爵 他当然会起来 但如果是假的 我会把你的脸蒙起来 让你走开 另一个重要的事实 已经被教导 永远不要大意 当你转身时 我会从背后攻击你 那我该怎么办 回答我懂的 假装退让先出击 台元想起那句话 回答道 我会离开的 我假装转身 我试图给他一个惊喜 但很难 我的身体不正常 如果是平时的话 我会马上偷袭 但我没办法 片刻 有人从毯子底下走了出来 当然 这不是海豹子爵 剑尖碰到了台元的脖子 啊 有人倒地 台元将他的剑刺入倒地之人的后颈 会用毒的不止你一个 从原来的改变 原作中的台元 不使用毒针或毒药 它是一个拥有使用破坏性剑的 固定价值的角色 崇拜 非斗 它学会了毒药和毒针 和主人在一起 为了主人的幸福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我一个人是学不会变强的 然而 事情与原来不同 它不想坚强到孤军奋战 它必须坚强 才能实现自己的大梦想 因为我是主人的伴侣犬 回来 所以只好全力以赴 现在的台元 比原作中的台元 更加绝望 越来越晕了 流血太多了 我晕 然而 任务必须完成到底 它将一根毒针 扎进了它的前臂 做到最后 那是一根具有 暂时觉醒作用的毒针 它下意识的想法 为了我的主人 台元一边流着血 一边靠近墙壁 挥舞着它的剑 墙壁冬的一声倒塌 身后是被锁在椅子上的 吸耳子绝 正如公主所说 中提琴教我 海豹子绝是一个 意志坚强的人 所以它会认出 三日极乐毒 所以我确定你 事先已经掌握了它 它一定是被绑起来 囚禁在什么地方了 哎呀 震 海豹子绝挣扎 公主将在几个小时后到达 Tundra释放了 希尔子绝 使命 完全的 当场扑通一声 跌倒 它的脸因为流了 那么多血而惨白 但神情却显得很开心 我又没有聚焦的眼睛 凝视着太空 我希望你能来表扬我 直到最后一个任务结束 我才错过任务 将柠檬 醋 和终极铝粉 按一比一冒号一的 比例混合制成解读剂 你上瘾了吗 我失去了理智 几个小时之后 维奥拉 希克森和泽农 来到了塞拉尔子绝的家 进入希尔子绝的房间 维奥拉的脑袋一片空白 血腥味 离这很远 白色的被套 被染成了红色 分明是台原流下的血 紧逼声 开始在我脑海中响起 埋藏在记忆 另一边的韩亚林的记忆 浮出水面 飞声 冷静下来 紧急情况 是紧急状况 请让开 康俊出了车祸 答应与将康俊见面的 韩爱玲 立即赶往医院 看到的血腥的将军 康俊睁不开眼睛 那时的那一幕 无论时间过去多久 都那么清晰地 印在我的脑海里 即使我一次次 试图忽略它 它也像噩梦一样 提醒着我 让韩亚林很烦恼 当时 康翰俊失去了意识 只是发出了一声 奇怪的身影 仿佛是哪里受了苦事的 仍然可以听到身影声 嗯 哪 埋奥拉觉得 脑袋里有什么东西 被切断了 是你吗 我走到跪着的 希尔子绝身边 希克森感觉到异样 想要去抢那把中提琴 却被泽农阻止了 泽农摇了摇头 他只是 用嘴巴的形状说的 我相信 公主也有想法 希克森的目光 转向了中提琴 剧烈到普通人 呼吸都困难 那绝对是有着 天生杀手气质的 杀人犯的气息 塞尔子绝发出一声 小小的声音 啊 鲜血从塞尔子绝的 右耳流了出来 它发生在眨眼之间 维奥拉的手 快速而残酷 你敢把我家的狗 弄成这样吗 希尔子绝保持着 不动的姿态 只是有那么一瞬间的颤抖 沉着应对 不 然后 公主准备的一切 都是正确的 半见在对付敌人的时候 受了重伤 威奥拉回过神来 当我看到血腥的台原时 我失去了这座城堡 不 这不是它 埋藏在意识深处的 威奥拉的自我 被浮出水面 隐藏在它的背后 威奥拉咬着嘴唇 但不是这个 看着子绝的鲜血 源源不断地流淌着 我的心紧了紧 我是把台原 变成那样的人 我遇见了大部分情况 结果就这样发生了 只是 没想到台原 会受这么重的伤 下令的人 是威奥拉本人 而伤害 台卓拉的人 也是他自己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想我认为 这太容易了 因为台原 是南方的州 我知道 如何非常轻松地 克服任何困难 或困难 这么想 才是问题的根源 但我无法向外 表达我的想法 然后你会在 自觉面前 承认你的错误 然后你将不得不为 那样做的耳朵负责 对不起 好在就算被斩断 应该也能很快恢复 因为下巴下巴 拼接魔法 已经很发达了 决定立即将火扑灭 如果我的狗不恢复 今天自觉硬张 就绝技了 自觉 新号新号新号 威奥拉等人 在管家总管的带领下 来到了客厅 提供了一些点心和茶水 但威奥拉没有碰食物 我会写一些报告的草稿 送给公爵 公主 好的 泽农从怀里 拿出记事本和纲笔 我写下了一些东西 然后问威奥拉 请问你为什么 要割掉自觉的耳朵 泽农在心里期待着 您认为 Violla Bellto所画的画面 与您心中的画面相符吗 想检查一下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公主一定已经知道 台元会受到如此大的伤害 不 我不知道 我太专注于 Nom Ju的设置了 我不知道 Tandre会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拯救自觉 你一定很清楚 伤害台元的 不是自觉 不过自觉的耳朵 真的有必要做成那样吗 威奥拉沉默了一会儿 这是正确的 被派遣为特使 割掉自觉的耳朵 是草率的 威奥拉 白色的贝拉图音 假装不在乎 让我受苦的警告 泽农的笔忙起来了 我潦草的写下了一些东西 那是警告 泽农有点高兴 你想的是对的 威奥拉和他的想法似乎是一致的 所以他感觉好多了 然后 公主让他们暂时欠下了生命之恩 然后以贝拉图的身份建立了秩序 他不能失去贝拉图的威望 但是 不能一味地惩罚自觉 所以他故意救了他的命 既然救了自己的命 自然要承担被戈尔的风险 西克森哼了一声 你真的这样想吗 所以 不是吗 威奥拉生气了 关于台原的受伤 公主是最理智的了解情况了 他们正在以最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 那好吧 因为那不是他 西克森看到的中提琴 有点不同 看到台原 威奥拉有些发脾气 我喜欢 孩子 只以为血肉之躯是铁柱的 然而 这种愤怒对我来说是很人性化的 泽农似乎不这么认为 西克森勋诀不明智 公主算计着 拿走了所有的实际利益 好的 让我们做类似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 弗里奥拉自觉肯定受到了打击 你现在一定很着急吧 你是什么意思 在西克森看来 威奥拉现在不正常 眼底闪过深深的交集 我很担心威奥拉 但同时心情也很好 威奥拉眼中的交集 你读不懂泽农 只有你再读他 这可能是因为你经历过 失去世界上最珍贵的人 如果不是 他和威奥拉就更亲近了 我更了解钟提琴 我 我离钟提琴更近了 威奥拉现在戴着白色贝拉托的面具在演戏 假装很酷 假装理性的利用每一种情况 但现在他的心思 似乎全都指向了台渊 所以我决定帮忙 我不是说过 我会成为你的大人吗 Zenang想要更多的方式 他们决定 以Zenang希望他们报告的方式进行对话 以帮助发威奥拉 海豹子局会怎样 为了救他的命 突然割掉了他的耳朵 不管是谁看到的 都不可能是子爵干的台渊 怎么想都不奇怪吗 这是正确的 CEO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 有着坚定的信念和聪明的头脑 所以我小时候经常被打 希克森很不喜欢那种 耿直耿直的性格 这很奇怪 所以我要仔细考虑一下 为什么威奥拉的行为如此矛盾 我猜是从海豹子局的角度来看 希克森用眼角余光 研究着中提琴 虽然表面上装作没事 但威奥拉似乎随时都会倒下 是的 谁能想到 铁血的贝拉图 会是这样的模样 你为什么这么不寻常 我想保护你 于是 我就厚颜无耻地说了 一个人同时做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动作 除非你有两个字节 否则 那不是不可能的吗 大概吧 那三恶耳自觉会这样解释的 你是什么意思 希克森继续说道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内侍向希耳自觉递交了一份报告 我们把您领到会客室 为您准备了热茶和点心 你的耳朵怎么样 切面非常干净 一天就能恢复 好的 威奥拉公主有没有为你着想 也许吧 没想到十二岁的我 能有这么大的本事 够了吗 牧师很惊讶 他甚至表示自己的能力 可以与童年时期的美迪亚公主相媲美 所以 他一定是作为特使派来的 管家虽然是瑟尔自觉的雇员 但也是老朋友了 他小心翼翼地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自觉 情况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你再给我发消息 一个消息 贝雷特的某个人 想要警告我 那个人恐怕就是苍鹿公爵 希尔自觉如此判断 似乎是要警告他 不要再做傻事 他心思不对 立马杀了他 所以 维奥拉 贝拉托以特使的身份 代表贝拉托 严厉警告了我 我的耳朵真的很痛 但我认为 人类维奥拉 贝拉图 想要体谅我 所以 似乎已经造成了这种情况 首先 以救死扶伤的方式进行辩护 然后进行警告 这不是大财小用吗 维奥拉已经获得了铁血贝拉托的称号 再说了 我听说他两年前 就是靠那辆白色的Bella 2开始出道的 白贝拉图 你的意思是 白贝拉图斯不是被扑杀了吗 原来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 白贝拉图应该表现出更大的成就 你是一位自己变成了白色贝拉图的公主 这一切 一定是他脑子里的一个合理计划 但 公主才12岁 美迪亚公主12岁 就成为了最年轻的九级骑士 靠一个人 收服一群哥布林 那有意义吗 那也说不通 总之 公主成功地执行了贝拉图家的警告 千年王爷不喜欢我 但铁血公主 一定是看上我了 那是信任希尔兹爵 但也有些担心 事实上 眼下塞拉尔兹爵 和贝拉图家之间的关系 并不平静 Bella 2是一个敌对家庭 杀死了Surgat的长子 在Bella 2中提琴 和人类中提琴之间的一场巧妙的拔河比赛中 中提琴将接近我 为了你想要的最好的结果 你打算利用我们 为自己谋取利益吗 也许 感觉有点 所以 你得看着 希尔兹爵看向床边 若是王妃眼明手快 足智多谋 早就知道 半剑并无性命之鱼 虽然她失血过多 不省人事 但那是迟早会痊愈的伤 威奥拉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一点 才敢说出这句话 如果我的狗不康复 今天子爵印章就绝迹了 子爵 今天结束之前 威奥拉公主会再次来看我 半剑正在恢复中 我们先谈谈吧 是那样的讯息吗 好的 威奥拉会回来的 我会说出我真正想说的话 人类中提琴 也许可以以更人性化的方式 接近我 你是说人道 像是为杀了我儿子而道歉 啊 道歉 你是贝拉托吗 宫廷大臣 认为这永远不可能发生 事实上 杀了我儿子 不是道歉就能结束的事情 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不仅仅是道歉的问题 其中之一将不得不死去解决他 当然 你会自己死去 所以我要拭目以待 这太奇怪了 我想我只能看着他了 铁血贝拉托 我不知道 维奥拉贝拉托公主 到底在想什么 可以解释维奥拉的行为 但很难预测 公主的眼界 已经比我开阔了 只有十二点 他真的会说什么 我决定静观其变 真的 维奥拉公主今晚会来拜访吗 贵族之间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晚上十点以后 不得见面 已经十点多了 他会 当时 是晚上十一点 已经十一点了 你真的会来吗 我会来 大约在那个时候 台员恢复了理智 聪明的 正好 敲门声响起 那是一把钟提琴 总管德尔法睁大了眼睛 你真的来了吗 这很尴尬 但我决定 做我必须做的事 他默默地跑到门口 一把抓住了他 欢迎您 公主 维奥拉超越了德尔帕 德尔法的身体一颤 我当管家 已经二十五年了 在此期间 我遇到了许多贵族和骑士 所以他以自己和拥有法力的人 相当熟悉为荣 我的身体在颤抖 维奥拉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魔力 我刚路过 起了鸡皮疙瘩 这是 谣言杀手吗 很难直视这个十二岁的女孩 这种黏乎乎的生活 让我一直忘记 维奥拉公主才十二岁 肉眼所见的紫百合 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女 而感官所感的紫百合 却是一个巨人 同时 维奥拉心情很好 据说台员也很好 床上用品肯定是换干净了 一条白色的毯子映入眼帘 台员睡得很熟 你不知道 听到台员没事的消息 我是多么幸运 我可以做我的工作 我没有费心 去隐藏我感觉良好的事情 我淡淡一笑 朝塞尔子爵走去 总管德尔法 咽了咽口水 微笑 在德尔法眼中 这感觉就像是魔女的心笑 这与维奥拉的实际表情无关 德尔法眼中的人 是个咧着嘴笑的魔女 他说是千年王爷请来了魔女 这话似乎没有错 对不起 我迟到了 紫提琴盛装打扮 站在海豹子爵面前 有什么问题吗 我打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 维奥拉的状态 与平时略有不同 我不像往常那样冷静 无法理性地观察情况 希克森叔叔 有那么聪明吗 不过 希克森边说 边跟泽农说了很多 维奥拉也是照着做 正如希克森所说 这种情况现在才出现 希克森帮了大忙 如果你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意图 我很抱歉 希尔自觉 刚到的德尔帕 又咽了口口水 我想起了刚才和子爵的对话 子爵说的不都对吗 看来 海豹子爵的推理是正确的 直到最近 我还把他当成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但现在我完全改变了想法 如果是那位公主 我就能做到 维奥拉盘腿坐在桌边的椅子上 管家 是 公主 请喝热牛奶 听到请这个字 德尔法的耳朵竖了起来 问 这是一个不适合现在的中提琴的词 这不是命令 是请求 这不是一个非常仁慈的命令吗 然而 奇怪的是 请这个词很自然 尽管命令对于公主来说 一定比请求更熟悉 自然的 所以 也 更多的 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现在的感受 害怕的 不是很熟 诡异的 不 很霸道 那种礼貌的说话方式和请求的态度 给人一种端庄自然的感觉 我觉得 我是统治者家族的继承人之一 一个请求 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加蜂蜜 好的 维奥拉感觉好多了 但贪婪了一点 还有饼干 是的 我会准备的 德尔法出门的时候 心情莫名的奇怪 这是一种非常适合统治者的氛围 但牛奶加蜂蜜和饼干 差距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到德尔福 海豹子爵说道 还好 我想半件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我听说 我的耳朵会在一两天内恢复 感谢上帝 据说切面好干净啊 子爵的眼睛眯了起来 这一定是王妃的意思吧 不是我 而是我内心的另一个我 就是这样 这不是我的本意 但它还是发生了 他淡淡地说着 掩饰着自己的真实感受 如果不是故意的 我会在那里动武吗 果然如此 所以 我会假设我所有的预测 都是正确的 是的 你是来向我道歉的 不是威奥拉公主 而是人类威奥拉 威奥拉咯咯地笑了起来 演技也上了一个度 道歉 我故意混了半个字 刹那间 子爵的身体猛地一颤 我几乎在不知不觉中 找到了武器 什么气势 小时候看到第一公主 美迪亚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比起美迪亚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法力 还要凶猛 强烈得多 她有种可怕的预感 下一秒 自己就会拔出匕首 刺向自己的脖子 我判断 子爵是一个有理有据的人 所以我自称是特使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谢谢你这样看着我 但我有点失望 我没想到 你会从道歉开始 子爵的脸色微微一僵 反正贝拉托 就是害死 子爵儿子的敌对家族 子爵甚至愿意开战 子爵还没来得及回答 威奥拉就继续追问 不知道 这位克制子爵 对贝拉托来说 是不是重要人物 我不这么认为 那他为什么要背锅 不顾正式程序 将儿子处死 那 不就是因为 我儿子触犯了 领东城堡的眼令吗 啊 身为子爵之子 竟敢触犯 寒东城的法律 被冒犯了 就杀了他 威奥拉咯咯地笑了起来 海豹子爵的胸口 涌起一股怒火 不管是非 公主分明就是在这边笑 子爵的声音微微上扬 所以 不是吗 当然不是 与此同时 参谋长端着蜂蜜牛奶 和椰子饼干进来了 哇 威奥拉含着椰子饼干咕弄着 这很美味 不出所料 这个世界的世家贵族 都精通烘焙 饼干非常令人满意 子爵张了张嘴 我实至愿意去打仗 我知道 子爵就是这样的人 当然 死的是子爵 因为我做好了死亡准备 所以我必须要听到一个明确的解释 子爵不怕死 如果没有明确的解释 我现在就向贝拉托宣战 要不是公主救了我一命 我说不定就在这里杀了她 这可能吗 我不知道 刚才看到宫女的动作了 这绝对不是一个十二岁孩子的动作 不过现在 子爵府的所有成员 都已经解读了 要是我们的骑士动起来 估计就能逮捕公主一行人了 什么 让我们说一次 但我希望你不要犯任何实际发生的不幸 情 真挚的 老实说 我很害怕 拜托 真诚这个词 真的很真诚 啊 害怕的 不管我作为中提琴 活了多少年 我作为韩亚林 活了二十一年 如果你说你不害怕 那是骗人的 因为韩国 没有类似的情况 仍然 这比和我父亲打交道 要好得多 我有意识的决定 吃得更舒服 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不经过正规程序就被处决 你想想 原因很简单 我不知道 请回答我 因为 我爸看你好看 这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甚至在原著中 赫伦也对紫爵 大家赞赏 因此 他宁愿上调 结束自己的生命 也不愿斩首 之后 讽刺的是 他还赞助了 希尔紫爵 呃 那是什么 也就是说 我父亲为了 维护紫爵的名誉 背上了暴君的烙印 瑟尔紫爵夫人 一脸疑惑 这和我的荣誉 有什么关系 这是违反 冬季法则的理由 紫提琴 轻轻拍了拍手 紫农 是 公主 杰农像是早有等待一般 立刻推门而入 泽农手里拿着一块白布 上面放着一个 装着红色液体的玻璃瓶 这是你儿子的血 我沉迷于黑魔法 威奥拉一脸平静地继续说道 他要是神志正常 会在灵冬城堡 引起如此大的骚动吗 就因为弹挞 黑魔法迷惑人的思想 使人贪图本能的快感 与其让情绪凌驾于理智之上 不如获得强大的魔力 相反 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 如果你不正确处理法力 你的身体就会爆炸 这意味着 变成活的生物炸弹 有人给你儿子 注射了黑魔法 但是你知道 未经儿子同意 不能启动它 毕竟 黑魔法是我儿子想要的 那血中 溶解着大量的黑色魔力 这些都是作者设定书中 出现的内容 本文不深入探讨 泽尔顿只是一个不幸的配角 被维森杀死了 浓度太高了 放着不管随时爆炸 都不奇怪 首先 我必须保护东城的人民 免受我儿子 变成生化炸弹的伤害 威奥拉的目光 转向了希尔子爵 嘴角处 有一点白色的奶沫 其次 我要维护子爵的名誉 所以 他只是被处死了 在你的儿子 达到那个地步之前 你在做什么 子爵 当我父亲背负着 暴君的污名时 我为什么要捍卫你的荣誉 我最喜欢的角色 其实不是那种角色 虽然有点可怕 但在拥有七层魔法阵的 野兽棺材里 养着可爱的刺猬 是个好人 如果我是我父亲 我会不顾子爵的荣誉 将一切都暴露在世人面前 如果他这样做 子爵就会自杀 因为他是一个 有正直信念的人 原来也是这样 最后子爵挑起战争 赫伦直接杀了子爵 为了他的荣誉 泽尔顿沉迷于 黑魔法的事实 永远被埋葬在世人面前 我会问的 父亲的选择错了吗 子爵低下了头 甚至维奥拉 也开始说出 他没想到的话 我会问的 父亲的选择错了吗 你没有看错 说到这里 子爵沉默了许久 才艰难地开口 其实 我早就知道了 然后他捂着脸哭了起来 子提琴感觉 海豹子爵的身体 仿佛缩小了不少 我很沮丧和寒酸 小说中所说的 志存高远 敢于赴死的君子 并不在这里 你知道 我没想到 我以为你已经知道 你儿子出轨了 小说中从未提及 泽尔顿被维森杀死 希尔子爵被赫伦杀死 小说里是这么写的 虽然我知道 你是不是装作 根本不知道 威奥拉沉默地 看着哭泣的 希尔子爵 当我继续看他时 我想我知道了 我想做我的父亲 希尔子爵 而不是贵族子爵 希尔 父亲不想透露 儿子误入歧途的消息 看来 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 出卖自己为黑魔法的事实 被世人知晓 作为父亲 他无视自己的信念 没有惩罚他的儿子 我决定不争论是非 泽尔顿已经死了 换句话说 泽尔失去了儿子 为自己的罪孽付出了代价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泽尔顿都有一个父亲 哭泣的海尔子爵 看着钟提琴 威奥拉的话 让人吃惊 有一位父亲 这也是海豹子爵想听到的 我一直想成为 那个孩子的一棵树 我想成为一个 强大的保护者 所以我倾注了 太多的亲情和爱 父亲爱儿子 是一件高尚的事情 威奥拉由衷地这么想 有人说 父母爱自己的孩子 是很自然的 然而 被父母抛弃的阿灵涵 却不这么认为 这是不自然的 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涵阿灵却没有 对不起 我错了 方法或许有些不对 但不可否认 子爵的心是高尚的 威奥拉威威咬唇 就算是假外遇 子爵的爱也是真的 我不是法官 我不想争论是非 我决定不去评判一个 已经失去爱子的 哭泣父亲的心 我失去了我最亲爱的儿子 这一定是一种恰当的惩罚 我认为 没有必要指责 已经为罪行付出代价的人 谢谢你的男性话 过了一会儿 子爵拿出手帕 擦了擦眼睛 眼睛被血丝染红了 泽尔顿王子 一定一直很安心 所以 我才能够在寒冬城堡 大显身手 他不会只是黑魔法的副作用 泽尔顿信任他的父亲 肯定是因为 他表现在不好的方向 但对父亲的信仰 本身是肯定的 子爵是一位值得信赖的父亲 我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父亲 父亲说他睡了一百个晚上 会来找我 但他再也没有回来 我不会评判子爵 我不认同方法 但我认同内心 子爵或许算不上一个好父亲 但我想他 确实是一个温暖的父亲 中提琴靠近了子爵 他向着四处外露的 无比渺小的子爵 伸出了手 子爵像是着了魔似的 把手放在上面 手很小 但感觉不小 感觉中提琴的存在感非常大 Belletou的特使 Vaiola Belletou Belletou不会追究 Zelten的黑魔法 和Viscount Zero的疏忽责任 因为子爵已经受到了 最大最痛苦的惩罚 子爵单膝跪地 她是作为特使发言的公主 这句话现在也被贝拉图家 传达给了斯尔家 我很有礼貌 我 维奥拉 贝拉图理解 为人父的高贵之心 以及作为父亲的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我也请求 希尔的子爵 维奥拉弯下膝盖 我和希尔子爵的视线 在同一水平线上 你不明白我父亲的立场吗 塞尔子爵身体一颤 维奥拉继续说道 我父亲也有他父亲的职位 我的父亲 是统领寒冬城的大领主 保护人类 免于冰雪 清洗的第一顿 贝拉图的首领 但在那之前 他是一只人类仓鹿 也是几个兄弟姐妹的父亲 所以我父亲想保护泽尔顿 和他父亲的名誉 我父亲从不直接说话 话一出口 子爵的名誉 就会一落千丈 我所说的一切 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看小说 和作者的设定书 我没有直接 从我父亲那里听说过 但他可能是对的 毕竟 你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 所以决定完全是你的 维奥拉站了起来 我连忙缩回手 你接受特使的请求 如果是这样 贝拉图和希尔之间 将建立友好关系 如果你不接受 贝拉图和希尔 就会成为敌人 希尔可以向 Belaito宣战 相反 他承诺了一件事 就算宣战 我们也会维护自觉的名誉 仓路贝拉图会那样做 他会杀死希尔 但他会通过购买 与Belaito开战的精神 来保持他的荣誉 责农暗孝 根本无路可逃 事实上 希尔之爵 根本没有选择 从希尔之爵 承认我已经知道的那一刻起 生机就和维奥拉在一起了 虽然是请求的形式 但维奥拉的话 却是通知 表面上看 海尔之爵可以选择 但实际上 选择全在贝拉图 塞尔之爵跪倒在地 脸朝下 我在那个位置 哭了很长时间 那是自责的眼泪 自省的泪水 错误的父爱 毁了自己的儿子 谢谢你让我重新睁开双眼 维奥拉 贝拉图公主 我的心很痛 包装得再好 失去儿子的悲痛 也难以言语 而一想到这是他的错 希尔之爵就更加苦恼了 和 我对着不是贝拉图公主的维奥拉说的 非常感谢 因为告诉我 他是一个温暖的父亲 我的话没有从喉咙里说出来 两天过去了 泽农正式撰写了这份报告 我们计划使用魔法通信 发布一份简单的报告 公主 我会亲自回去 发布官方报告的 你不用一一告诉我 你做你的工作 不过 你想给公主好看吗 泽农笑了 所以 你喜欢泽农吗 我怎么敢评判他 你判断 泽农的笑容更浓了 不会再有更美好的结果了 不失贝拉图的权威和荣誉 他让希尔子爵认错 并表示会道歉 泽农微笑着继续说道 我由衷地欣赏公主的面具 面具 是的 公主似乎有动人心弦的魔力 错了 但却是崇高的否定 泽农自然以为是面具 无论多么崇高的东西 如果他是错误的 他就不再是崇高的了 到目前为止 我见过的一位公主 肯定会那样想 如果是贝拉图公主 是的 那个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铁血贝拉图 那些根据理性和判断形式的人 你很清楚 如何彻底糊弄和俘虏对方 这些信息已包含在报告中 报告 要我给你看吗 这份报告是给我的吗 威奥拉并不完全信任杰农 即使在原作中 泽农也是把中提琴试探到底的人 带着这样亲切的表情和笑容 如果你要我马上展示他 你会失望的 泽农回答 这份报告是给公爵的 那你定他 我想给你看 泽农是真诚的 这不像是对中提琴的测试 准确地说 杰农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心情 我 你现在想被表扬吗 报告写得好 所以请大家观看和点赞 感觉就像那样 泽农自己也没有认错 但是那天晚上 泽农用魔法通信工具 发送了一份报告 根据冷静的理性判断 你具有通过触动他人情绪 来安抚他人的能力 人性的反面 换言之 可以彻底刻画出一个同理心很高 很暖心 会说安慰话的人 所以 威奥拉贝拉托公主完美地证明了 她身为白贝拉托的能力 是非常出众的 补充说明 以子觉的胆量和戈尔的本事 她身为黑贝拉托的本事 也被判定为十分出众 当然 这是白贝拉图斯 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蓄意行动 可以说 无论是她身为黑贝拉托的能力 还是白贝拉托的能力 都非常出色 很明显 这是管家之诺的个人意见 发文报告 我看着窗外 嗯 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什么 低于该水平 我感受到了某人的能量 至少 不是希尔子觉的能量 这股能量 绝对属于修炼过的人 呜 能量被导向维奥拉的卧室 杰农很快就认出了 这道气息的主角是谁 这是杰里米王子的能量吗 可怜的杰里米 看来 他是来过这里的 没有消息 话虽如此 也不会出现杰里米在这里撒野 或者暗杀什么的意外 我神志没有活着的感觉 掌握了风暴之间的人 都难以躲避 因为他的气息混满 所以 暗杀是没有道理的 风暴要塞和海豹子觉之间 并没有特别的恩怨 那你来这里 一定是为了公主 泽农笑道 我需要准备一些茶 是不是该放点毒进去 我考虑了一会儿 但决定不这样做 与此同时 维奥拉被他在窗外看到的脸吓了一跳 杰里米王子 我再次检查 但窗口是透明的 这是七楼 维奥拉的房间在七楼 有一种方法 可以使用魔力飞行 但那是巫师的故事 杰里米是一名剑客 我乐个去 我透过窗户 看到杰里米灿烂地笑着 他似乎再说 快打开他 维奥拉打开窗户 杰里米跳进了房间 哇 好玩 这是什么 最好和杰里米的关系 介于两者之间 既不太远 也不太近 维奥拉是这么判断的 也确实是那样做了 绳索 一根绳子 挂在杰里米的腰上 好像是上到屋顶 下来是用绳子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没有官方消息 只有朋友之间有消息 我们才能见面吗 我们是朋友吗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已经是那个时候了吗 杰里米很热 做了个鬼脸 不是演戏 是真心 他真的不知道 已经这么晚了 我以为是九点左右 他尴尬地笑了笑 解开腰间的绳子 我正在集中精力 准备这个 你什么时候上屋顶的 杰里米左右 挥舞着食指 你要上去吗 渗透攀登 和渗透是不同的 有很多紧迫感 是这样吗 渗透 杰里米说 他下午六点 到达屋顶 我花了一个小时 思考 如何出人意料的出现 又躲了两个小时 才找到绳子 用绳子 再次潜入屋顶 需要一个半小时 ETC 你在干什么 你只要联系一下子绝 就得意洋洋地进大门 这是一次意外的访问 你知道 这在外交上 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举动 对吧 在某些情况下 被荡城刺客对待并不奇怪 即便不是这样 显然也是贵族之间的 极大不尊重 没关系 因为风暴要塞 是一个政治 和外交独立的地方 你真的觉得没问题吗 应该会没事的 呵呵 会被你爹骂的 嗯 杰里米解释了 他来这里的原因 本来打算去附近的 名胜古迹看看的 听说威奥拉 要去拜访塞拉尔子爵 我想看到我朋友的脸 然后打个招呼 我来了 那你为什么离开前门 是的 该网站是一个秘密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秘密 但我不能自信的来找你 谣言不应该传播 小心点 小心点是我的座右铭 这样的人 是因为好奇而被绑架的吗 威奥拉想大声争辩 但决定不这么做 因为可以肯定的是 极其常识和逻辑的对话 是行不通的 这是什么遗迹 具体名字我也不知道 就叫某个疯子巫师的实验室吧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这是秘密 因为我们是朋友 小风暴 结理你的脸色 一尘不染 透明得看不出一丝恶意和不敬 杰瑞米叹了口气说道 威奥拉公主 是的 事实上 我打扰你了吗 你注意到了吗 他是那么好 那你先走了好吗 我即将步入社会 我不想成为不受欢迎的八卦对象 连我的对手 都是我的卢米 这是最糟糕的 杰瑞米轻轻挠了挠后脑勺 有那么糟糕吗 是的 这绝对是最糟糕的 以小风暴和不专业着称的 杰瑞米的 杰瑞米在小说中拥有庞大的粉丝群 作者将其比作小说中的初代偶像 这意味着 他是一个没有成就的人 拥有或将拥有极其恶毒的粉丝 很明显 纠缠起来会很累很累 我神志没有想过这一点 很高兴见到你 杰里米闷闷不乐 是不是太苛刻了 所以我说了一点别的 我也很开心 真的吗 维奥拉戴上社交面具 我无意接近杰里米 但我也不打算背弃她 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笑声 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笑声 维奥拉和杰里米朝门口走去 即使在这之中 杰里米也一刻也没有休息过 你知道吗 什么 维奥拉公主比我想象的要可爱多了 尤其是吃蛋挞的时候 没这么说 你的口味很奇特 维奥拉对她的外表非常了解 背负身后我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这具身体连半点萌点都没有 我希望我很可爱 就像韩雅琳遇到的许多言情小说一样 她拥有可爱的公主和布 九八 多 哇 哇 如果我们做同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被爱的角色 那就太好了 就在这时 她在墙上的镜子里 看到了维奥拉自己的倒影 一点都不可爱 如果我说我不漂亮 那是在撒谎 但漂亮和可爱是不同的东西 不愧是天生肉性的天才 眼中稍有力量便可生死存亡 这是真的 她真可爱 那我们来做点可爱的吧 老实说 你是不是经常听到 说你像个老人 我经常听到 希克森甚至问中提琴 是不是婴儿 维奥拉自己开了门 统治者 门在这边 你看看 门外 台园站着 眼色很黑 几个小时前 台园恢复了理智 一醒来 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一件事 想你 这是一只宠物狗的心思吗 这就是狗 等待主人的样子吗 我有这种感觉 你为什么想看她 狗是我的梦想 但我不是狗 很难对你为什么想见维奥拉 做出合理的解释 原因是 台园从床上起来 我全身酸痛 但并没有太在意 原因是 小说中 被设定为理性男主的台园 也能找到合理的理由 我想要被表扬 当维奥拉抚摸我的头发时 感觉我的心都暖起来了 这不仅仅是感觉良好的概念 我有一种比那更深刻的感觉 一种深刻而复杂的情感 即使对于台园本身 也难以定义 赞扬 我想收到她 我起身走到走廊上 掌握 台园秀了秀她周围的法力 维奥拉天生就带有血肉之性 在她停留过的地方 或者说她路过的地方 都弥漫着一种独特的 类似血腥的法力气息 在台园眼里 她就像一条路 就在那里 我站在维奥拉着的门前 她在门前犹豫了片刻 你能给我点赞吗 现在想想 已经晚了 这么晚了 还能找到施主吗 理性的男主 也加了一个理性的理由 因为我是一条狗 狗去见他的主人 但无法确定时间 狗就是狗 不是一个人 我认为 没有必要被人的礼仪所束缚 维奥拉还告诉 我要像狗一样行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一直 想要看到 和被称赞的渴望 却有声音从里面传来 维奥拉公主 比我想象的 要可爱多了 你的口味很奇特 这是真的 他真可爱 那我们来做点可爱的吧 老实说 你是不是经常听到 说你像个老人 我经常听到 中提琴的声音 比平时高了很多 这声音 比他自言自语的声音 要响亮得多 掌握 分明是男声 这个声音 这是杰瑞米的声音 台元不由自主地握紧了拳头 台元历经千辛万苦 才来到这里 并以我是狗为由 找到了威奥拉 被表扬 我想让威奥拉 抚摸我的头发 杰瑞米和我是一个不同的人 他也知道贵族的法律 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生气 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不得不控制沸腾的怒火 哇 深吸一口气 让我感觉好多了 既然是理性的 他也得找一个理性的理由 出身名门的孔子 不顾礼仪的规矩 找到了自己的主人 在这么晚的时候 夜间时间 因为这种无耻的行为 他很生气 台元是这么想的 但 店主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在生气 主人不生气 可是这个人 自己却没有理由生气 所以我不能生气 如果您理性地考虑他 那肯定是 我不能生气 我不能 没有道理 也没有 让对方理解的依据 顺便问一下 我为什么生气 他甚至不知道 为什么他对杰里米拜访维奥拉 并且只有他们两个人聊天 感到如此沮丧 我不再考虑他了 钟提琴教我 人要深思熟虑 苟不必深思熟虑 所以我决定承认这一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很生气 但就在这时 门开了 里面传来了钟提琴的声音 台元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来报告任务 已经完成的 杰里米挥了挥手 哦 台元 你好 很高兴见到你 杰里米 我们老了吗 我不高兴 我们聊得舒服吗 我是这么想的 一点也不 杰里米挠了挠后脑勺 好像很尴尬 Tandra的目光 从Jeremy身上一开 继续说道 我的工作做得很完美 我来这里 是为了受到表扬 好的 维奥拉看着台元 台元的肩膀和嘴巴 都在颤抖 当我哥哥生气的时候 他就是这么做的 康汉俊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愤怒 至少他没有在韩雅琳面前生气 尽管如此 韩雅琳总能感觉到 郡康在生气 因为当他生气的时候 他的肩膀和嘴巴 总是会退缩 我会赞美你的 快点 台元走进并跪下 维奥拉把手放在台元的头上 他抚摸着台元的头发 这是你想要的吗 是的 台元的心稍微放松了一些 不是一点点 而是公然放出 愤怒的心像血一样融化了 我想知道 这是否是一只对照顾者的抚摸 同样满意的小狗的心 我不这么认为 维奥拉皱起眉头 你 你为什么生气 台元的身体一颤 我以为我根本没有表现出来 但我不知道 我是怎么注意到的 对不起 我不是要听你说对不起 我问你为什么生气 维奥拉已经感到奇怪了 事实上 台元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愤怒 我只是扔了他 你为什么生气 那我很抱歉 他似乎承认他生气了 你为什么和韩俊哥哥一样生气 他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困惑 虽然他不是康汉俊 但他的行为举止向康汉俊 有康康俊的习惯 我问 你为什么生气 我问 你为什么生气 台元一时没有回答 但很快就张开了嘴 因为杰里米王子 无视程序和法律 有为贵族礼节 啊 你在开玩笑 杰里米哥哥的笑了起来 杰里米的眼睛画了一个半圆 你嫉妒那个 台元遇到了杰里米的眼睛 两人的目光在半空中碰撞在一起 你说吃醋 嗯 妒忌 汤扎尔试图说请停止胡说八道 但说不出来 妒忌 我认为杰里米说的是对的 台元做出理智的决定后 点了点头 我不得不承认 我不得不承认的 你看起来很激怒 听到钟提琴的那一刻 我的心平静了下来 韩俊哥哥 没有嫉妒我 江汉俊一直把韩亚玲 当成家人一样对待 他一向热情体贴 却从不把阿玲当成女人 就算吃醋 韩亚玲也做了 但江康俊从来没有做过 我宁愿感觉舒服 我可以看出 康汉俊和台元之间的区别 如果是江康俊 我不会说我吃醋了 你知道我的愿望吗 杰瑞米王子 嗯 狗 这是一个有趣的梦 但这是真的吗 是的 Tundra渴望成为伴侣犬的梦想 所以 一有时间 我就认真研究伴侣犬 遇到过几次养狗的人 听了他们的故事 遇到了训狗室 这个心境的工作 接受了心理咨询 有些狗在气质上 表现出对主人的依恋和嫉妒 喜欢 通过训练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它 但我从来没有 接受过这样的训练 这就是我嫉妒的原因 维奥拉想说话 那是一只真正的小狗 你是一个人 还有杰瑞米 为什么你突然看起来这么缺心 所以 你吃错了 好像是这样 他低下了头 对不起 公主 我竟然敢吃错 杰瑞米咯咯地笑了起来 好像他很开心 你说话像只真正的小狗吗 因为狗是我的梦想 话里的内容荒诞可笑 但态度本身却出格 甚至是恭敬 但杰瑞米也很认真 我喜欢有信念的人 因为我认为信仰的价值 是无法由他人评价的 杰瑞米拍了拍台元的肩膀 乍一看 这似乎令人鼓舞 我支持你的梦想和信念 维奥拉颤抖了片刻 这个词在小说中也多次出现 我支持你的梦想和信念 但是 绝对不是这封信的意思 小说中是这样表达的 这也是杰瑞米在感受到强烈的竞争感时 通常会说的话 维奥拉有点想哭 你对Tundra信仰的哪一部分 感到强烈的竞争感 到底在哪儿 就算是真正的读书人韩亚琳 Jeremy也是个捉摸不定的人物 作者在博客中写道 其实我觉得 我是一个不知去向何方的角色 当我回过神来时 我意识到 我自己在胡作非为 我认为 杰瑞米这个角色就是这样 他甚至留下了评论 举个明显的例子 杰瑞米是一个出于好奇 而被绑架的白痴角色 杰瑞米走了出去 总之 一记探索是一起的 三天后见 然后 他看了威奥拉和台卓一眼 笑了 这些话完全是故意的 因为我是你哥哥 你私底下放过东西吗 三天后见 可爱的威奥拉 三个字猛地传入了台元的耳中 兄弟 乱石 可爱的 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台元闽唇低吼 威奥拉为台元感到难过 他看起来像一只在雨中被殴打的小狗 当狗太丢人了 他被雨淋湿了 尾巴搭拉着 看起来像是在发抖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嫉妒的 你还好吗 相反 威奥拉的心情好多了 因为我认识到 Tundra和康汉郡 有明显不同的地方 一条狗的行为 就像一条狗 所以 你为什么一直道歉 威奥拉轻轻抚摸着台元的腰 就像主人抚摸着狗的背 然后台元立即感觉好多了 如果台元有尾巴 他就会摇摆不定 直到刚才 他的表情都像是快要流泪了 而现在 他的表情 却仿佛拥有了全世界 像一只真正的小狗一样的军团 转眼之间 台元恢复了平静 与此同时 杰东进入威奥拉的房间询问道 顺便说一句 台元 你怎么知道 杰林女王子在这里 威奥拉歪了歪头 台元知道吗 是的 我在门前站了一会儿 我好像注意到 杰林女爵士 很久以前就在那里 威奥拉将目光转向台元 你可知道 是的 我知道 如何 靠嗅觉 一瞬间 台元的鼻子皱了起来 他的鼻子抽搐着 就像小狗闻到任何气味时 所做的那样 然后则农笑了 你是靠气味 认出杰林女王子的 你是说体味吗 不 所以呢 他有一种独特的法力气味 威奥拉怀疑自己的耳朵 一种特殊的法力气味 威奥拉是一个看过贝拉图的影子 小说好几遍 甚至连作者的设定书也看了好几遍的读者 但是 并没有出现特殊的法力气息二字 小说中如此 不仅中也是如此 每个人闻起来都不一样 我能闻到杰林你的味道 好的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小说中完全没有提到 显然 男主台园拥有了小说中没有的新能力 可以吗 则农又问 我也有这种味道吗 嗯 但是你的气味 每天都在变化 这就是我不喜欢它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我内心感到可疑和狡猾 啊 评价很差 不过 我们都在一起五年了 评价也就这么多 台园无情地点点头 我受伤了 泽农声称自己受了伤 一副完好无损的表情 而台卓对此并不特别在意 那公主闻起来是什么味道 怀旧的味道 台园的话不可阻挡 他毫不犹豫地说 怀旧的味道 我已经知道 主人的味道很久很久了 很久很久以前 多久 泽农的笑容加深了 五年前 我认识了威奥拉公主 不 在那之前 我已经很想念公主的味道了 威奥拉微微皱眉 我不知道 他到底在说什么 你在胡说什么 这不是废话 台园的表情很严肃 这不像是谎言 他怎么又说乖话了 当我看着台园时 我总是感到困惑 有着和江康俊一样的脸和声音 不停地说着奇怪的话 如果不是废话呢 我第一次闻到你的味道就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 你的气味很久了 这是我闻到的第一种味道 但我已经习惯了 我很想念他 台园对他的感受和想法 很诚实 狗不需要深入思考 我不知道人类台园是什么样的 但我认为 对狗台园说实话是可以的 威奥拉让我这样做 感觉就像触动了真正古老的纽带 Tantra的脸上 绽放出淡淡的笑容 不知为何 我觉得我一直活着 就是为了见到 Master 气味告诉我的 星号星号星号那晚 威奥拉睁着眼睛 彻夜未眠 我咀嚼着台园的话 一种怀旧的气味 就关血 还有一个词 不知怎么的 我觉得我一直活着 就是为了见到主人 气味道走 听到这句话的瞬间 我的心不知为何有些痛 他把脸埋在毯子里 你干嘛用那张脸这么说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他很清楚 台园不会撒谎 不是故意说的 但台卓拉 只是诚实地传达了 他的诚意和感受 于是就更加迷茫了 Tantra只是忠实地伴侣犬 他说 他研究了很多关于狗的知识 经过很刻苦的学习 想必他是在不知不觉中 真心模仿狗的习性吧 他们说狗不会背叛人 听说他一辈子 只看着自己的主人 只为主人而活 我听说主人对狗来说 是世界上的一切 所以 我认为 Tantra也在这样做 好的 台园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做的角色 所以 如果你说伴侣犬是你的梦想 那么你就有了 未实现这个梦想 而竭尽全力的背景 这就是为什么我获得了原作中不存在的新能力 此外 我一定是很久没有闻到自己法力的味道了 觉得那是一种熟悉的味道 台园这个角色 就是一个会造成这种情况的角色 维奥拉必须明白这一点 啊 头疼 清晨明亮的阳光 透过窗户照进来 我听到蓝鸟的鸣叫声 我一定是不知不觉睡着了 巧合的是 杰农正站在床前等着 他今天又用脚踢被子了 你什么时候来 我两小时二十五分零八秒前到达 我的工作包括照顾公主的健康 所以 我又给他盖上了毯子 泽农笑道 你不应该胃痛 这个骗人的身体会让你脚痛吗 维奥拉正要说话 但停住了 没有必要表现的 好像他无视则农的诚意一样 正如Tundra忠实于Tundra的角色一样 The Nun也只忠实于The Nun的角色 你对子爵的承诺呢 我们约好了两个小时后 一起在蓄日堂吃早餐 好的 你连希尔子爵的内容都不知道吧 是的 我只知道 这是公主和子爵应酬的地方 昨天晚上 维奥拉偷偷给伊拉尔 子爵寄了一封信 我知道你肚子里有啊 所以 我希望你能和我谈谈 多亏如此 早餐准备好了 泽农显得有些兴奋 日书厅的着装要求是黄色 泽农打开子空间 取出38件黄裙子 用魔法铺开的裙子 华丽的让人看着就刺眼 还有更简单整洁的吗 肚子中间那条大段带是什么 那夸张的雪纺花边是什么 那金线绣的华柜又是什么 被这个世界附身已经五年了 还是适应不了时尚 我会用这个来做的 这是一件比较简单的黄色丝绸连衣裙 它不会太粘人 也不会太笨 所以动起来也不会太难受 有了这个 泽农似乎有些失望 这个怎么样 泽农指出的 是一件带有奢华蕾丝 和许多闪亮配饰的多层连衣裙 泽农眼中闪过无比的期待 仿佛玩偶游戏中人类的新欢 被埋没在雪中 泽农 你还不知道我的口味吗 我知道但是 很快 泽农轻轻地弯下了腰 对不起 贪婪太过分了 虽然语气恭敬而热情 但威奥拉却隐隐觉得不祥 我没有问我 面前有什么样的贪婪 泽农 我觉得我睁开了眼睛 看到了一个新世界 几经周折 已经是上午九点了 威奥拉在杰农的护送下 前往日出殿 日出殿的门打开了 我看到一张不太长的长方形餐桌 她足够容纳八个人 那里已经准备好了美味佳肴 威奥拉公主 欢迎 有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一位有着浓密棕色头发的女士 她的名字叫伊利亚利 是后来成为大法师班加斯母亲的女人 轻轻打招呼后 威奥拉坐下 服务员和管家都被咬了 我想和自觉夫人单独吃一顿舒服的饭 好的 公主 我走了 用餐前 伊莱尔夫人问道 威奥拉公主 你怎么知道 我有孩子的 这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的事实 甚至没有告诉她的丈夫 自觉 对于自觉夫人来说 这本身就是一个惊喜 但更令人震惊的话 接踵而至 你认为你知道吗 打扰一下 我知道 孩子的父亲 不是海豹自觉 拿 伊莱尔自觉夫人手中的叉子 掉在了地上 我知道 孩子的父亲 不是海豹自觉 伊莱尔自觉夫人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 整个世界仿佛都变成了黄色 实际上 威奥拉并没有笑 但在伊莱尔自觉夫人的脑海里 威奥拉却在笑 她的笑容也很傻 你必须保持冷静 她眼中颤抖的双手 浅浅一笑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丈夫甚至用爱这样看着我 就好像掉下叉子 什么都不是 自觉夫人用餐巾擦了擦嘴唇 我在想 威奥拉公主 为什么要私下见我 难道是理由太不成熟了吗 在伊莱尔的心目中 威奥拉就是贝拉托的铁血公主 冷血残忍的贝拉托公主 血是铁柱的 年仅十二岁的她 是号称铁血的天才 也是比谁都好多的少女 你绝不能抓住弱点 那么你的一生 都会很艰难 你可能会在余生中 生活在恐惧中 威奥拉公主 对我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你是想玷污我的名声吗 我不得不更加努力 现在伊莱尔子爵最好的防守 就是进攻 我打算公开这个问题 让它成为一个问题 真的吗 是的 除了侮辱我 这是对塞拉尔子爵身份的嘲讽 威奥拉悠闲地 切了一块恰克牛排 我以前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对付身为末世之王的父亲 伊莱尔子爵倒是觉得轻松不少 我有一只很棒的狗 大刚 世人称那狗为半剑 啊 半剑 这个名字 连伊莱尔子爵都知道 那不就是铁血公主 五年前捡到的 现在受为心腹 又被称为 希克森大人 唯一弟子的少年吗 这是正确的 可我为什么要把人变成狗呢 这与现在的话题相关吗 我说的是 公主如何侮辱和嘲笑我 和子爵 这是因为 他们很擅长秀她 其实我昨天就知道 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多亏了你 才有了这个借口 这将是你第一次听到她 因为她已经完全保密了 我对维奥拉公主的秘密不感兴趣 我不想知道 相反 我要求对侮辱我做出解释 维奥拉怂怂肩 看起来很放松 反观伊莱尔子爵夫人 却从那轻松的模样中 感觉到了一丝不祥 你真的知道什么吗 我拼命假装轻松 心里却火辣辣的 我不知道 一个十二岁的女孩 会感受到 那种程度的镇定和压力 我认为 关于violability的谣言 有些夸张 但一点也不夸张 我的狗能闻到人的味道 人有特殊的法力 有不同的气味 维奥拉怜子一笑 对了 子爵说 身上有两个人的味道 多亏了那个 我才知道自己怀了孩子 贵妃点点头 我决定承认 我怀孕了 因为我认为 没有必要再隐藏她了 你确实怀孕了 那么 公主与其辱骂 不如恭喜她 不合适吗 对了 有趣的是 他们说混入了别人的气味 这是一个谎言 这是我知道的 因为韩阿玲看过小说 为什么肚子里的孩子身上 会混杂着 另一个男人的味道 不要无端诽谤来骚扰我 子爵夫人 仿佛什么都没听到似的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们愉快地 用餐到此结束 我想 下次我们会在一个 不愉快的地方见面 脸色不好 为什么我从那个孩子身上 感受到了相当纯净的法力 转身就往外走的 子爵夫人的身躯 挺立而出 停了下来 孩子的父亲 天生的法力 一定很充沛 不过 好像不是无人的法力 我不会太低了 我可以告诉你 他的名字吗 我们要不要就此打住 父亲 是从高山上下来的吗 他会用甜蜜 而深情的话语 低声说出爱和感情 维奥拉知道这个名字 Servant Louis Barton 路易斯巴腾家族的次子 山顶 位于帕尔盆地的 路易斯巴腾家族的次子 是婚外情的合伙人 伊莱尔子爵夫人 双腿无力 差点倒下 我知道所有的东西 那天晚上的工作 是个错误 那天晚上 烟花很美 天上的月亮很美 我喜欢人们的笑容 那天的酒真的很甜 夜风吹得很舒服 我是 我应该说什么 我的头发变白了 钟提琴的声音传来 一定是弄错了 正如小说中所见 他被朗诵了 那天晚上的烟花 一定很漂亮 月光一定特别来 停止 如果能看到人们的笑脸就好了 请你停下来 一日而定 酒香独特 河边吹来的晚风 停止 紫爵夫人捂住了脸 我知道所有的东西 你真的什么都知道 铁血公主什么都知道 她什么都知道 来这里 是为了抓住 和摆脱她的弱点 用恶魔的血 和毒蛇的舌头 我的手脚都在颤抖 你到底想从我这里 得到什么 你为什么要来威胁我 你我之间有仇吗 紫爵夫人坐下来 开始抽气 那天是个错误 这是一个错误 我认为没有人注意到 她回到了日常生活中 并保持了原来的位置 承诺永远不再做 同样的事情 我发誓 不在心情上胡作非为 反省自己 即使这是一个错误 也不会改变 它是一个错误 我见过瑟尔子爵 她还算体面 她为人正直正直 就连紫爵夫人也承认了 出生在落魄贵族世家 竟然长成这个样子 虽然因为出生的限制 无法成为尚未贵族 但疯子爵 却是内部稳固的 贵族世家之一 歇尔子爵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也是一个慈爱的丈夫 我只有你 夫人 我全心全意地爱你 她总是用简单的语言 表白自己的爱 没有花言巧语 她就像一棵美丽的树 一直站在我身边 子爵总是可靠而坚定 另一方面 她是个有趣的人 于是那天晚上 我不知不觉 就被一个有趣的人给迷住了 今晚我想为你妻子的眼睛干杯 忘记一切 和我一起玩得开心 看看星星 威奥拉一脸绝望地看着紫爵夫人 种子都拨下了 现在是收获的时候了 没有威胁的意图 说谎 我以贝拉图的名义发誓 听到这话 泪流满面的紫爵夫人抬起头 看向了钟提琴 贝拉图的名字 这是被禁止的行为 以贝拉图的名义宣示 是只有一家之主才允许的行为 维奥拉怂怂肩 所以 如果紫爵夫人再不开口 我就会被一刀斩断为继人人选 嘴巴粗心的人 是没有资格做接班人的 我们一个一个抓住对方的弱点 你现在能接受我的话吗 我相信 贝拉图的继承人之位 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紫爵夫人更清楚 当然 那是个谎言 贝拉图的继任者 对此毫无兴趣 继任者是美迪亚 威奥拉在心里这样决定 然而 法埃威奥拉的话 对Illl来说 很有说服力 如果不是威胁呢 我想和紫爵夫人做朋友 一个朋友 腹中的孩子 拥有成为巫师的天赋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才 那个孩子 就是以后会成为大法师的孩子 他也是小说后期 骚扰贝拉托和维奥拉的主要人物之一 我不希望这样的恶棍诞生 我需要力量 所以 这对我来说是一项投资 投资 这个 伊莱尔子爵夫人 心里倒是踏实了许多 相反 这个要舒服得多 比起朋友这个抽象词 我更多想到的 是对未来的投资这个词 维奥拉公主 是一位铁血公主 她会为了一个目的做任何事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正在谈论这个 无法从娘家得到帮助的养女 好理解 养女自身能力出色 外力不足 扩大影响力 正是 我想投资在我肚子里的孩子身上 如果你长大后能帮助我 那就太好了 维奥拉正正的 看着紫爵夫人良久 才开口 我跟你说过 歇尔子爵是个聪明人 是的 你老婆也这么想吗 我想是这样 那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刹那间 紫爵夫人的身体 再次一缩 心砰砰直跳 我感觉要下沉了 我知道 她真的很喜欢紫爵夫人 像那样的人是否考虑过 即使她知道自己 将要死去而游行 只是为了她的孩子 和家人的荣誉 将世上最爱的人 留在庄园 知道你老婆会伤心吗 这是作为读者的韩亚林 感到遗憾的部分 紫爵有紫爵的内幕 她是尊贵的贵族 却没有为了心爱的妻子 而苛刻到死的地步 如果不是她知道了 她妻子的事情 她可能不会选择死亡 也就是说 紫爵的事情 导致了紫爵自杀 如果不是我作为特使前来 紫爵早就向贝拉托求战了 估计现在的紫爵 也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 在我看来 她不像是会选择死 而不管紫爵夫人的人 威奥拉从座位上站起来 选择权在紫爵夫人手中 我是Belle Ato的成员 作为白贝拉图斯 我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来看整个情况 然后告诉你 我朝门口走去 你的错误 只有你能改正 贵族有责任改正自己的错误 最后一件事要补充 我觉得 就算是希尔紫爵夫人 犯了比外语更严重的错误 她也会原谅她的 因为她太爱你了 关上门走了出去 一天过去了 凌晨十二点三十分左右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维奥拉公主 我们可以聊一会儿吗 当然 这不是定期访问 没有公寒 也没有提前来往的说法 此外 时间是十二点三十分 那是一个不能正常见面的时间 海豹子爵 一打开门 就看到一脸憔悴的希尔子爵 她的右手拿着一把长剑 但这有点奇怪 鲜血从剑上滴落 威奥拉的目光转向了薄薄的健身 我很吃惊 但我没有表现出来 血腥味 我的心砰砰直跳 不 不要给我看 行 中提琴不得不努力工作 以防止原作中的中提琴突出 所以 相反 我并没有太注意这个子爵 你不意外 我有什么理由感到惊讶吗 事实上 威奥拉并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我抓住了理智的弦 所以我想到了什么 就吐了出来 她面无表情地数了一头大象 和两头大象 现在很平静 威奥拉 要是突然跳出来 砍到自觉的脖子 那就大错特错了 暂时保持安静 如果有什么需要你的时候 我会打电话给你 拜托了 仿佛威奥拉的愿望实现了 她那砰砰直跳的心 平息了下来 哇 然后 我听到一些声音 曾是 你说什么 我想报复我的妻子 自觉冷冷的眸子 看着那滴血的渐身 小声嘀咕了一句 那个时候 威奥拉也开始有些紧张了 她现在在说什么 你说你要报仇 这就是你报复的原因 现在的血刀是什么 绝不 可能不会 或者说 自觉杀了她出轨的妻子 我不会做这么可怕的事 不会的 按照小说的说法 不可能是这样的 根据小说 不可能 难道作者的设定 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不是很大吗 不可能 但不断低下的血堵在了 我的眼睛里 是的 没有 我深吸了一口气 没有人注意到 如果不是别人 就不会是这样 塞尔自觉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报复 威奥拉掩饰着颤抖的心 微笑着说道 从表面上看 她似乎轻松而平静 我的复仇 自觉自己的死 是对自觉夫人的惩罚吗 自觉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就好像小公主 已经读懂了她脑海中的一切 她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仿佛那双漂亮的眼睛 正在从她的脑海中掠过 我失去了我的儿子 所以你知道 失去你爱的人 是多么痛苦 所以 自觉可能试图选择 自觉的死 这回很复杂 她爱她的妻子 同时又恨她 想原谅她却不能 所以最后 她一定是为 捍卫自己的荣誉而战 壮烈牺牲 读过小说的 威奥拉一语中定 你真的要报仇 认真考虑一下 对此 自觉什么也没说 我认真的想了想 我真的要报复吗 我非常恨我的妻子 也许这就是 我只想死的原因 你看起来很困惑 我能看到刀尖在颤抖 自觉本人 自觉本人 似乎并不知道 自己的心意 所以 我只是让你知道 自觉不想报复 她的妻子 她要报复自己 你在跟我讲话吗 是你的错 所以你的妻子 因为外遇而自责 如果我能更爱 我的妻子就好了 要是我能让我的妻子 更开心就好了 我让我的妻子 更快乐 面条 如果我能让我的妻子 更有趣一点就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老婆就不会出轨了 希尔自觉的内心深处 也有着这样的念头 自觉的爱没有错 这不是自觉的错 刹那间 自觉的心 砰砰直跳 我觉得我正在下沉 这不是自觉的错 这或许是海报 最想听到的 威奥拉的话 给了她莫大的安慰 是自觉夫人做错了事 错在自觉夫人 陶醉在这种氛围中 我做了一些 我作为配偶 不应该做的事情 别忘了 是自觉夫人 而不是自觉夫人 放弃了婚姻的责任和义务 但 不过 我不会惩罚你的 CEO这个角色 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一个因为太爱妻子 而自杀的角色 我不能把他们赶出去 因为 因为自觉太爱她的妻子了 自觉放下了她的剑 鲜血从握件的手掌中低落 看伤口还在流血 还挺深的 几个小时前 自觉喊道 我不能原谅你 我知道 但当我自己听到坦白时 我无法忍受 刹那间 她没了脾气 用腰间的刀 划破了自己的手掌 自觉夫人是 太爱 我在尖叫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是自觉的报复 去伤害自己的身体 这是一个 还爱着自己妻子的丈夫 所能做的最大的报复 正如自觉所料 我都告诉你了 为什么 我宁愿不从我妻子嘴里 听到任何东西 因为你必须面对现实 才能前进 威奥拉拾起掉落的剑 她双手捧起 递还给自觉 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原谅你 需要花时间 尽管我很爱她 但背叛的感觉 一定很强烈 心里很明白 不要打败自己 错在自觉夫人 犯了错误的自觉夫人 向自觉夫人 坦白了自己的错误 并诚实地鼓起勇气 请求原谅 现在选择权在自觉手中 是否原谅你 不原谅我吗 我是 我接过威奥拉 递给我的剑 我和威奥拉对视了 年仅12岁的威奥拉 眼中透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任何事物 都无法撼动的强大核心 或者诸如坚定德信念 之类的东西 看到那双眼睛 我的心就安心了 我会原谅你的 威奥拉是对的 他太爱她了 以至于无法惩罚 或赶走她 我发誓 我不会将这件 不愉快的事情 透露给外界 自觉的荣誉 不会受到玷污 我以贝拉图的名义发誓 我以贝拉图的名义发誓 你是否 你有我的弱点之一 我故意让她更弱 这是一个不八卦的承诺 谢尔子绝被这个承诺 深深打动了 我不知道威奥拉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想要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希望子绝和公爵夫人 走上光明的道路 她应该是 只有这样 我肚子里的孩子 才能在和平的环境中成长 成为我的保险 她隐藏了那颗黑心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子绝的孩子 估计魔法天赋不俗 是这样吗 我当然不确定 因为这是嗅觉和感官的领域 不 我敢肯定 小说中是这样提到的 她实际上表现为 威奎贝拉图的强大敌人 我也吞了那个 好的 给我老婆的孩子 你想投资 带着不确定性 子绝对那个孩子恨之入骨 但另一方面 她也是她妻子的孩子 我不能爱你 但我觉得我会爱你 复杂微妙 不为人知的情绪支配着全身 我叫威奥拉 贝拉托 威奥拉站起身 低头看着半跪着的子绝 现在我不得不以 Belletux的身份发言 我 Viola Belletto 想成为新孩子的监护人 星号星号星号 维奥拉四肢摊开 躺在床上 完成 我在这里打算做的一切 都已经实现了 Belletux和Selaguy之间的战争被阻止了 所有可怕的情况都被消除了 现在 Belletux的危险敌人 Ben Goss不会出生 而是将被授予 Ben Goss监护人的位置 连希尔自觉都这么说 我会把维奥拉公主 当作我的礼物 多亏维奥拉的举动 妻子才认罪 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但我们已经找到了方法 我们将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它只需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正确的方向 如果是这样 慢慢来是可以的 只要方向对了 哪怕慢一点 最终也会走对路 我想我能和紫爵斧 保持深厚的友谊 从风暴要塞的 豺狼西克森开始 而他一方面 成就了风印子爵 我觉得我已经完成了 来到这里所能完成的一切 Zenon一直在制作草莓汽水 它很美味 最近你的技术没有进步吗 它增加了 由于现有的麻痹毒 被替换为致命毒 所以味道也变淡了 嗨嗨 威奥拉差点把草莓汽水吐出来 味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不是麻痹毒 而是杀戮毒 公主 下次我会加量一点的 泽农笑道 他看起来很开心 然后 他用观察的眼神 盯着这把中提琴看了许久 这是一种连大象都能杀死的剧毒 不过公主并不介意 一天过去了 或许是因为杀人毒药的缘故 威奥拉的魏威威有些不适 传伟 世界上的中提琴 胃不舒服 希克森格格的笑着 格格的笑着 好像他很开心 胃不舒服 嗨 嗨 嗨 白呀 连世界上的中提琴 都胃不舒服 像这样的时候 你也像的孩子吗 泽农笑道 我们的公主 也患有脚痛 希克森格格的笑了一会儿 然后出去了一个地方 回来时浑身是泥 这是一种奇怪的草药 看起来像枫林草 是解你所食三宝毒的药 它会解决你的胃 泽农瞪大了眼睛 这不是热电厂的根吗 这是正确的 很难找到 没关系 我只是过来捡的 维奥拉也知道热草药 那是一种植物 不仅稀有 而且会带走采集 它的人身上的热量 导致瞬间室温死亡 因此 热电厂也以食人植物而闻名 它从来都不是一种 可以随时随地服用的药物 统治者 是吧 因为我已经把所有的毒都解了 希克森用粗糙的手 将热力植物的根 放入维奥拉的嘴里 维奥拉皱起眉头 太难吃了 我总是使用 对我身体有益的东西 他可以看到 希克森的手 在维奥拉敏锐的目光下 微微颤抖 他装作没事 可采摘热药散失的热量 让他觉得有心了 我应该假装不知道吗 我以为我假装知道会很尴尬 下次给我带点好吃的来 把他带给你 是不是疯了 希克森行事直截了当 但在确认维奥拉的情况 有所好转后 才站了起来 先生 在哪里 向子爵道歉 这就是希克森 他们三个小时候 经常欺负他们 我正在为我不成熟的行为 请求原谅 说 克制你的脾气 真诚地请求原谅 直到对方接受为止 他会 试图让我放心 这不是道歉 道歉是你做的事情 直到对方原谅你 知道了 哦 那个老头 我得到他 希克森粗鲁地挥了挥手 一副恼怒的样子 然后离开了 那天晚上 发生了一件事 搅动了紫爵斧 希克森的道歉 相当粗鲁 我说 什么 对不起 那具体是什么 希克森不知为何脸红了 为什么年纪大了 道歉就这么难了 我过去经常打你 我听说你喝醉了 变成了一个混蛋 你什么时候在谈论敌人 并纠正你的话 希尔子 绝放下了喝热红茶的杯子 白色的蒸汽 从透明的杯子中生起 你没有打我太多 我只是保持沉默 因为他不值得回应 好的 我认为 以暴制暴 不符合贵族的尊严 海豹子绝笑道 那是过去 真的吗 当你失去女儿时 我真的以为你在起诉 希克森皱起眉头 我打定主意 上门道歉 感觉像是在脑痛处 我可以打一下吗 反正 我已经很久没有 被称为疯子了 所以我短暂地觉得 如果我像疯子一样生活 也没有关系 我的心太邪恶了 所以我们互相打吧 你知道拇指这个词 怎么用吗 我以为我的耳朵在流血 因为他们总是谈论尊严和荣誉 我们达成协议吧 塞尔子绝伸出右手 我承认我有一颗邪恶的心 我道歉 我请求你的原谅 我想不出里面有什么 完毕 不管怎样 你接受我的道歉了吗 你以后不打算再说什么了吗 希克森握住西尔子绝的手 哼 可惜了我的儿子 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共鸣 一个失去了爱女 一个失去了爱子 希尔子绝清了青嗓子 松开了希克森的手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 什么 你自称是维奥拉公主的监护人 对吧 希克森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他左右摆动食指 不 维奥拉找我帮忙了吗 维奥拉公主 塞拉尔子绝认为这把中提琴 头脑冷静 通情达理 他看起来不像是那种 会向别人求助的人 我希望身边有个好大人 他们说 他们需要一个成年人 意外 什么 我选择了你 作为一个好成年人 我知道 就连希克森 也觉得这很有趣 维奥拉在自己身上 看到了什么 并寻求帮助 你为什么要向自己 伸出援手 我见过的维奥拉公主 脾气是彻头彻尾的 知道 这就是中提琴的样子 维奥拉公主需要你的帮助 同时 也认可你的需求 你需要我吗 还不是因为她想帮你 谁是傻子 你说维奥拉想帮我 希克森想了想 我一想 好像是这样的 当我遇到维奥拉时 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她让我从失败者的生活中 恢复过来 我该如何描述呢 将其描述为一种救赎 是否正确 看结果 你帮我是对的 但为什么 维奥拉公主 是一只白色的贝拉图 我从未见过 比白色 贝雷2 更有价值的继任者 没错 希克森也是如此 维奥拉大人 看人品的眼光 好像很敏锐啊 否则 无法解释这些情况 我向你这个 与残疾人无意的人 伸出了手 敢以特使的身份 来到这里 让我站在我这边 和 紫爵顿了顿 很难说话 他所爱的女人 腹中的孩子 由于妻子的外遇 孩子将出生 你在浪费什么时间 而你让自己成为 我孩子的监护人 怎么 你要生孩子了 紫爵点了点头 虽然不完全是我的孩子 吞下了这个词 在我决定原谅 我妻子的那一刻 这并不重要 从今以后 就只有我和我老婆的孩子了 就是这样 如果他不原谅我 我都不知道 但在原谅的那一刻 我不得不拥抱 我妻子的一切 这就是海豹响的宽恕 我的孩子 拥有非凡的魔法天赋 你还没出生 就说你知道 子爵点点头 希克森 哼 我哼了一声 谢 为什么 你是不是对贝拉太幻想了 什么 希克森轻了轻鼻孔 这是一种非常粗鲁的态度 你知道赫伦 贝拉托是我的朋友 对吧 好的 就算贝拉图斯再凶悍的血统 也会有这样的能力吗 即使你有幻想 你也应该适度 火箭 为什么威奥拉会这么说 如果我只是帮助你 他们会认为这很奇怪 所以我只是 给了你一个理由 如何识别宝宝的魔法天赋 他是什么 孩儿感到脑袋被击中一样的震撼 我一想 好像是这样的 认得胎儿神奇天赋 这就算是法师塔巫师 也是不可能的 啊 海豹陷入深深的震惊之中 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仿佛能看到威奥拉的另一面 希克森笑着继续说 不愧是贝拉托铁蟹 可以戴一千个面具 但他真的很温暖可爱 卵蒙的标准很奇怪 你疯了吗 真的 看来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没这么说 但 说出来也有点奇怪 是的 希克森是哈哈 放声大笑 威奥拉温暖可爱的模样 只有我知道 我决定对自己保守这个宝贵的秘密 但那是那时 希尔子觉得管家急忙敲门 他是什么 我告诉过 不要打扰我 我报告说 城堡里发生了很大的骚动 动荡 因为杰里米爵士出现了 管家跟着汇报 据说美女杰瑞米出现了 多名追随他美貌的女人纠缠在一起 还发生了小意外 子觉的头隐隐作痛 货车接触事故三起 相互推撞受伤六起 有两起抓头发打架的事件 总而言之 这就够了吗 这是正确的 管家扶了扶眼镜 继续汇报 他被称为年轻人的新文化 新文化 是的 这群将自己的喜欢 表达到疯狂的程度的人 被称为女粉丝或粉丝圈 女粉丝 粉丝 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术语 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激进 我崇拜并追随杰里米王子 他们到底说庄园里发生了什么事 管家深吸一口气 这是要点 因为他说 他在等一个漂亮的小姐 于是 闹得更大了 一些极端粉丝认为漂亮小姐姐 就是他自己 抓着他的头发 甚至打架 可是他们 好像在等威奥拉公主吗 星号星号星号 我在广场等你 威奥拉皱起眉头 短信的末尾 刻着杰瑞米的名字 威奥拉回忆起小说的内容 当杰瑞米不伪装出现在城市广场时 极端粉丝引发的事故 就从未停止过 我不用看 也能看出来 已经会有骚动了 因为他处于粉丝文化的早期 作者也是 自己写的 他们说 杰瑞米更像是这个世界的初代偶像 在成熟的同人圈文化 尚未生根发芽之前 这可以看作是 该剧的开端 这就是为什么 他在21世纪 比韩国更好 这是一个有更多极端粉丝的环境 不出去 不是更好吗 不管怎么想 还是不动为妙 如果我无缘无故地 和杰瑞米扯上关系 我不知道 我会不会受到 那个粉丝圈的各种仇恨和石头 但是 文本是在注释上自动创建的 他似乎是为了让这些字母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露出来 如果一个小时后还没有出来 我就唱中提琴赞美诗 威奥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唱Villability 对于杰瑞米的粉丝来说 贝拉托的伟大并不重要 杰瑞米为威奥拉贝拉图唱赞歌的那一刻 大陆上无数杰瑞米的粉丝 都会将威奥拉视为父母的敌人 你在干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把中提琴叫做 Zenon 面具 是 公主 人偶是西藩马克思的特殊面具 精致的向人脸 让人无法认出是面具 完成伪装后 威奥拉带头走了出去 泽农 跟我来 与台员一起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我在两名强壮的护卫的陪同下 前往了广场 他特意坐着紫爵家最大最豪华的马车 我让紫爵提前安排了警卫 这样一来 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吵了 杰瑞米坐在广场中央的喷泉附近 数百名围观他的球迷围了过来 偷看杰瑞米 有的甚至像实现了毕生的愿望一样 放声大哭 杰瑞 紫爵的领地还不够大 能容纳上百名少女吗 公主 你好像坐的是隔壁县城的马车 好的 非得跑这么远 才能见到杰瑞米爵士吗 仅在战时使用的实行马车和马匹 再加上赛万马克思制作的面具 甚至还有紫爵领地的安保人员 我不能伤害无辜的人 小心点 以免他们行为不端 透露是 Viola Bellatu不是更安静吗 威奥拉摇摇头 泽农的确是个了不起的管家 但他似乎并不知道极端狂热的可怕 连贝拉托的名字都没用 在他们面前 会吗 他们会在眼睛里点亮双灯星 盯着我看 如果结果证明 我是Viola Bellatu 眼前一片漆黑 他们穿在Viola Bellatu身上 永远不会好看 会造成数万 数千万无形的敌人 光是想想 天都变黄了 我就害怕 但是话是不一样的 他们会不尊重Viola Bellatu 然后Viola Bellatu将不得不杀死他们 我不想留不必要的血 你毕竟是公主 我们来到了喷泉前 马车门打开 在泽农 泽农也带着面具 的护送下 下了马车 威奥拉感觉到无数道目光 呵 这感觉就像一个令人振奋的生活 然后我的心 砰砰直跳 不 中提琴 保持静止 感觉原作中的中提琴 快要跳出来了 一方面 极端狂热的谋杀 比贝拉托的谋杀 更令人痛苦 你预料到了这种情况 杰瑞米公主 你在这里 杰瑞米从喷泉上跳下来 弯下腰 很高兴见到你 小姐来了 不知如何是好 那我就真的让你不知所措 你是什么意思 杰瑞米遇见到这一切 故意唱起了中提琴 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 连世界上的中提琴都无法动弹 那个想法是错觉 杰瑞米还不太了解中提琴 在杰瑞米看来 一个他从未想过的答案就来了 那我就真的让你不知所措 事实上 杰瑞米很自豪 他以自己的方式 制定了一个好计划 杰瑞米一个人答应了 但无论如何 比约定的日期早了一天 他故意制造这种情况 让他无法拒绝他的提议 然而 威奥拉的回答 却出人意料 也就是说 这里将是你我之间的对决 杰瑞米怀疑他的耳朵了一会儿 卡特尔 我知道的决斗场 决斗 所以 我想的决斗 和你想的决斗 是同一个意思吧 当然 威奥拉用匕首指着杰瑞米 杰瑞米怂怂肩 好像很尴尬 即便是那一刻 他依旧没有失去轻松的笑容 我会告诉你我认为的决斗 一是决胜负 其次 他指的是在一定条件和形式下 为解决怨恨或侮辱而进行的斗争 确切的 我为什么要决斗 因为你太轻易地 看着我和我的家人了 杰瑞米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如果你说 因为你太容易看着我了 有可能通过谈话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但是 他提到了我和我的家人 你提到了贝拉托 维奥拉的意思是 他是真诚的 呃 不是这个 杰瑞米很困惑 他不想和维奥拉决斗 我只是想和小姐一起探索遗迹 甚至都没有答应 但即使答应了 那也是明天 维奥拉继续用他的匕首指着 你下棋的时候 你以为我是棋盘上的棋子吗 哦不 你在说什么 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 你的意图并不重要 结果就是这样 连维奥拉都知道 杰瑞米本来就是一个 性格天真积极的角色 他远非阴谋诡计 意图是天真的 比如 他很轻松的概率很高 比如和维奥拉公主一起探索遗迹 会很有趣 或者 如果我在探索遗迹时发现宝藏 我会把它送给维奥拉公主 作为一个礼物 你做了你的棋盘 我表现的 就像我要在上面玩一样 当着那么多追随你的人的面 我表现的 好像我会按照你的意思行动一样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是的 那是维奥拉贝拉托公主 不能这么说 周围有太多的眼睛 说出这句话的瞬间 我有种再也无法接近 维奥拉的感觉 无法回答 我上道吗 维奥拉说 去吧 把你的剑拿出来吃吧 很快 紫爵府的铁甲卫士就来了 控制了众人 这也是维奥拉事先提出的要求 一些涌入这里的人 甚至向守卫询问 约翰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但是守卫们沉默了 事实上 他们甚至不知道那个女人是谁 既然是上尉小姐 自然是接到了子爵的吩咐 主动支持自己的事情才动的 谁敢挑战我们的杰里米绝世决斗 但是不送玫瑰呢 是不是 是的 但是 我觉得 这是一个见识杰瑞米大人 高超剑术的好机会 呃 想想看 就是这样 威奥拉能感觉到 我感受到了极端粉丝的渴望 对他们来说 杰里米是偶像和神 对付这样的杰瑞米 他敢拿出武器 他就指望杰瑞米施展一身绝妙的剑技 优雅收服 哼 眼睛是残酷的 我这边怎么可能没有人呢 好的 在什么意义上我应该说 没有偏见 杰瑞米阁下 越狱 杰瑞米阁下 请惩罚那个厚颜无耻的小姐 杰里米的麻烦更大 啊 这不是 我不是为了这个 我只是想轻松地去见维奥拉 但我认为我很聪明 但那是个错误 你想让我给你看我看到了什么 一个淘气的小女孩 杰里米挠挠头 我真的很想撕掉我的头发 但我做不到 情况似乎会越来越糟 那些自以为站在我这边的人的支持 正在扭转局势 那 我们搬家好吗 这里好像不是决斗的好地方 星号星号星号 紫爵府邸内有一座公子爵骑士团使用的体育馆 一共有三个体育馆 其中一个是维奥拉和杰瑞米使用的 希克森勋爵 你还好吗 就照常做吧 哈克森大人是个什么混蛋 紫爵皱眉 我在孩子们面前大声说了一点 但这对希克森不起作用 你还好吗 不会有事的 什么 维奥拉很聪明 总是想在前面一步 紫爵看着站在舞池里的维奥拉和杰瑞米 一脸担忧 我知道 发妖拉很棒 但她仍然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 她的身体发育 是杰里米无法比拟的 在那个年纪 一岁和一岁的区别是巨大的 再说了 对方不是已经叫 杰瑞米小风暴了吗 杰瑞米害羞地笑着说 已经没有围观者了 我可以道歉 并继续前进吗 因为我 来自贝拉托 所以我会这样做 你不记得我说的话了吗 感觉如何 在与杰里米的第一次会面中 维奥拉说 以孔子的真实形象来对待孔子 但是孔子从来没有表现出 他的真实自我 他们用难以理解的技巧 让我移动 咕如 对此 我真的很抱歉 我认为 以道歉结束的时机 已经过去了 你真的要和我决动吗 自从孔子私下召我以来 我一直是真诚的 当然不是真心的 如果真打起来 麻烦就大了 我没有办法正确地 对抗小风暴 杰里米 作为最后的手段 可能有办法拿出真正的中体情 但事实上 我现在并没有这样做的目的 我要怎么对付公主 为什么 是因为我是贝拉图尔吗 威奥拉一脸疑惑地 将头扭到一边 白雷特没有因合法决斗 而受伤或死亡 不会有遗憾的 你放心 不 不是那样的 杰里米挠了挠后脑勺 事实上 杰里米从未与女人交过手 决斗 正在做 这是 女士和 一点 这个词的本质是什么 我认为中提情是对的 如果是杰里米 我就知道会是那样 杰里米是抱着 如果你是骑士 就必须保护女士的心态的主要配角 如果你是一个学会了剑术的战士 那就另当别论了 哪怕对方是女人 如果对方是战士 杰里米也会全力应对 因为这是对无人的礼貌 不过 现在的杰里米还年轻 不会有过和女人决斗的经历 是指苏醒前的杰里米 我十九岁时第一次与女人交手 她的名字叫美迪亚 我连她的剑都握不住三秒钟 有一个故事是在十九岁时第一次与女孩打架 我本来就是个笨蛋 觉得女人弱 可是 自从遇到了美迪亚公主之后 我的想法就彻底改变了 此时 杰里米正处于对女人失弱者的刻板印象中 而弗埃欧拉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你的意思是 因为我是女人 你就不能对付我 那个那个 现在 在我成为女人之前 我是一名军人 侮辱无人的心态 好吧 先生 哦 不 威奥拉公主 不是这个 然后台元出来了 台元单膝跪地 礼貌地说道 掌握 我为你而战好吗 你 为什么 我觉得不合适 师尊比我强多了 我觉得 没必要和杰里米王子混件 杰里米喝了蜂蜜 变得哑巴了 我不想这么说 但既然我先侮辱了他 我也无法反驳对方的侮辱 原因就在那里 杰里米王子 你不会放低尾巴 从我身边跑掉吧 我主人的狗 他在杰里米的眼中 是可见的 现在的台元 是一只双眼失明的斗犬 希克森是决斗的见证人 希克森也举起了一把铁剑 好吧 不要互相残杀 那你会累的 为了以防万一发生意外 希克森决定 在情况变得太危险时阻止他 威奥拉终于放下心来 啊 完毕 在避免直接决斗的同时 他也保持了贝拉托的威望 希克森介入 所以没有人会死 我相信杰里米会让我对这件事 感到有点不舒服 对吧 那是最好的 因为杰里米的性格 他不会记仇 我会说 这只是有点不舒服 最好保持这个距离 与此同时 台元盯着拿着一把大铁剑的杰里米 杰里米拿起了一把从子爵那里借来的普通铁剑 而不是他原来使用的铭剑 台元 你不是说你学剑五年了吗 好的 我已经十岁多了 知道 这就是我使用这把剑的原因 我不想让你误会 因为我不是无视你 我是在 追求公平地对待我们彼此 学习剑术的事件 随你便 无论如何 台元并不重要 他不认为 他现在是在决斗 决斗只属于高贵的贵族或优秀的战士 我的工作是打猎 猎犬为其主人 他得意的是 自称是伴侣犬的台元的身份 我只需要打猎 方法不高尚也没关系 我所要做的 就是打猎 心态语言作中的主角发生了变化 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你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就是这样 你竟然走出了我主人的房间 即使在午夜 这引起了台元的愤怒 他只是在寻找机会 我认为这很好 看到这一点 杰里米有一个微妙的恶作剧 即使是维奥拉公主 那双眼睛 完全不是出来打仗的舞者的样子 我觉得我的眼睛里有一种强烈的表情 想以某种方式咀嚼它 然后有一点错误 这是一条狗 想要独占维奥拉公主的占有欲 我不太明白 但我决定明白 起初 我只是想靠近维奥拉公主 并不是说我看起来像个女人 或类似的东西 维奥拉太年轻了 不能被视为一个女人 本来 杰里米对女人没什么兴趣 而在杰里米眼里 维奥拉就是一个有趣又神秘的公主 所以她很想亲近 你再这样下去 我也会生病的 不知为何 她总觉得 自己对维奥拉着迷到不堪入目 她似乎认为只有 我才能对维奥拉友好 不是只有你才能靠近 台元说到 仿佛她读懂了她的想法 你的眼睛 我喜欢 总之 我真的要战斗了 有点痒 什么来了 只是 有这种事 两人的目光在半空中相撞 一场决斗随之而来 两人的对决 持续了一个小时 遮阳板 剑与剑相撞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喂 剑鬼 杰里米和台元都精疲力尽 台元到处都有小伤疤 杰里米很干净 从技术上讲 杰里米占了上风 他必须是 不管台朵拉多么天生天才 学剑的时间本身就相差太多了 维奥拉仔细观看了这场决斗 希克森笑着说道 不过你打得很好 不是吗 嗯 嗯 很难赢 不 台元必须赢 因为你是在为我而战 杰里米和台元再次装在一起 杰里米的剑 迅速抵在了台元的脖子上 台元迅速闪避剑 一剑刺向了杰里米 台元 这就是我的猎拳所能做的吗 台元显然做得很好 以他学了五年的剑士 展现出与学了十年以上的剑士 不相上下的实力 维奥拉的介入 使决斗暂停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台元很累 但他的眼神很凶 而是 他眼中的气势 比刚开始时更加的鲜活 杰里米王子有一个习惯 就是在出剑之前 先用力拉紧食指 维奥拉不是他自己发现的 小说里有提到 后来这会成为 杰里米的一大软肋 区分真正的杂草和杂草 会有所帮助 进行真正的攻击时 力量施加在食指上 当力进入食指时 小指相对略微伸展 这是杰里米的坏习惯 并感受一种特殊的节奏 不单凭感觉 看格局而战 杰里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战斗 第一次攻击总是以轻推开始 现在风暴剑的所有攻击 都以刺激开始 运动本身很简单 只是太快太自然了 让人难以反应过来 杰里米王子的下一步行动 就看次的反应了 当你退后一步时 十分之九 你会深入 如果他试图反击 他会用一步向右侧倒下 听到这话 杰里米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想想看 真的吗 维奥拉是对的 仿佛残留在自己无意识中的动作 在维奥拉的眼中一清二楚 毕竟是贝拉托嘛 本来 他也比不上自己 更看清师父的漏洞 然而 维奥拉却很清楚自己的缺点 这一定意味着你的技能比我好 对吧 按说他虽然年纪还小 身体能力应该弱了点 但至少天生就有石流能力 就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再过几年 维奥拉说不定就会成为一个远超自己的强者 遮阳板 剑与剑相撞 一剑折断 杰里米的剑坏了 既然是廉价剑 又不是他原本用的那把 看来他受不了多久的冲击 轻倒 打破杰里米剑的台园昏倒了 来 画画 一个人的剑断了 另一个人晕倒了 杰里米遗憾地耸了耸肩 他宣称他要对维奥拉说普通话 但他说不出普通话 这是与狗贪拽的平局 所以就像输给他的主人发奥拉一样 是的 这是平局 我知道 学剑也有几年了 但半剑就是半剑 我认为 希克森勋爵 值得被收为学徒 然后 那目光一向威奥拉 杰里米咧嘴一笑 还有威奥拉公主 谢谢 多亏了这个 我染上了一个坏习惯 我不是有意帮忙的 小说中是这样表达的 多谢美迪亚公主的教导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超越你 擎获贝拉托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那时 美迪亚既是他的敌人 也是他的恩人 维奥拉向杰瑞米指出的弱点 其实后来美迪亚也指出了出来 杰瑞米王子 应该是在学习风暴剑吧 嗯 那就对了 风暴剑和台原剑一样 是一把消耗魔力非常快的强大剑 不是吗 是的 我认为你会从冥想中受益肥浅 瑜伽冥想 西克森一听 哇 放声大笑 瑜伽冥想仪式是这个世界的名媛贵妇们洗得的呼吸法和基本锻炼法 不过 也是后来杰瑞米重新评价的约加冥想仪式 如果我早五年学习瑜伽冥想 我会取得更多成就 反正在这一点上 悦尔加冥想仪式已经不是舞者学习的那种冥想了 这是对你的狗勉强抽签的嘲讽吗 这不可能 我尊重最好的决斗 谢谢你给我的狗最好的 杰瑞米一脸好笑地盯着威奥拉看了半天 威奥拉似乎很真诚 我想让你学习瑜伽冥想仪式 这听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 我不知道威奥拉为什么这么说 但杰里米深信不疑 好的 让我们仔细听听威奥拉公主的话 不管怎样 多亏了威奥拉公主 我今天才注意到自己的坏习惯 我觉得我可以改进 那是幸运 而且我和公主的狗不相上下 就等于输给了公主 是的 我真诚地为我的所有行为道歉 我只是想离公主更近一些 所以才有动力 你只是口头道歉 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威奥拉轻轻地笑了 杰瑞米觉得那笑容有些可怕 感觉就像我要睁开眼睛和鼻子一样 杰里米王子的恩情 我早就知道了 真的吗 过程和方法都是错误的 是的 所以我会接受这个人情 一个叫做疯狂巫师实验室的地方 在那里 杰瑞米与一个姓氏为凯尔的精灵签订了契约 而精灵后来成长为疯精灵之王 要是我能和那里的精灵地结契约就好了 如果能在那里遇到精神 可谓是生活轻松 名为狂巫师实验室的空间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是一处神秘的古迹 即使与精灵的亲和度不高 也可以与精灵地结契约 那就是我与精神签订合同的地方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见到保镖 不 是守护灵的机会 所以 我要和杰瑞米大人一起去参观一下遗迹 我就知道 你会拒绝 我试着说不 直到我看到你 认真地和我的狗打架 不 我没有拒绝的意思 我试图在与杰瑞米 保持合理距离的同时获得 所有我能得到的好处 杰瑞米觉得 那种睁开眼睛割鼻子的感觉 并不是一种很荒谬的感觉 我决定承认 杰瑞米爵士是一名军人 所以我决定陪伴他 风暴剑看起来不错 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哈哈 杰瑞米揉了揉鼻子 我感觉好多了 因为像中提琴一样 记忆精湛的贝拉图 似乎认出了他 反而 威奥拉说到点子上了 如果我从中得到什么 我同意优先考虑我 杰瑞米想了想 你永远不知道 废墟中会出现什么 你甚至可能 找不到任何东西 但是威奥拉公主 通过指出我的弱点和坏习惯 来故意教导我 如果是敌人 我也不会教你 而且 他还保护了我的自尊心 没有直接教 假装给 Tandra建议 我给了他们信息 杰瑞米判断 这是威奥拉一丝不苟的热情考虑 我想 如果我盲目接受这些条件 我父亲会生气的 事实上 这是我父亲给我的信息 那我就不陪你了 而亲爱的 为什么你的性格这么急躁 杰里米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 我也再提出一个条件 听 不会疼的 他是什么 我对公主产生了兴趣 因为我想认识你 在那个年纪 有这样的眼睛 真是太神奇了 所以呢 我认为 我们需要放开我们的话 才能变得亲密 从上次开始我就试着放手 结果还是输了 杰瑞米咬着唇 流露出坚定的意志 有一种强烈的意愿 要无条件地舒舒服服地说话 尽管如此 他说话还是很快 你若不肯放手 我便正是向贝拉托家族求婚 订婚 威奥拉很清楚 杰瑞米对女人和婚姻没有兴趣 即便是此时此刻 杰瑞米眼中的好奇 也绝对不是女人的好奇 Vaiola Bellatura 对这个了不起的人 很好奇也很有善 反正我对女人或婚姻不感兴趣 如果无论如何都必须结婚 与Balatica发生关系 也无妨 实际上 即使在贝拉托家 也没有理由拒绝 对吧 我以自己的方式 成为风暴要塞的继承者 而贝拉图 可以得到南部的要塞风暴要塞 从地理上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牵制君主帝国的位置 而且在贝拉图看来 也是一件双雕 维奥拉公主 白贝拉图欧 应该也是这么想吧 我要拉笑啊笑啊 我从没想过 我会提到 求婚作为谈判或勒索的手段 作为转移补偿优先权的条件 我接受简短的谈话 你真的讨厌和我订婚吗 是的 哼 Jeremy是主要配角之一 也是一个克服各种危险 和逆境长大的人 身边总是潜伏着大反派和陷阱 如果你不想吃掉 Jeremy的脸 最好离他远点 人们说我看起来不错 他很帅 那你一般不接受婚约吗 他为什么这样 反正我没兴趣订婚 维奥拉叹了口气说道 因为那不是我的口味 不过 我喜欢这张脸 你的设置太危险了 我不能 因为我是一个可以彻底毁掉我的人生计划 让我过上长寿 瘦身和幸福生活的人 对此 我感到很抱歉 我觉得维奥拉公主很可爱 空话也谢谢你 希克森瞪大了眼睛 你个混蛋 我从没想过会有另一个人注意到维奥拉的可爱 在维奥拉的表情中找到一丝可爱 冷风和生活就这样吹来 她是个很正派的人 对吧 没有人认为 维奥拉贝拉图很可爱 很少有人能够自己发现维奥拉 贝拉图隐藏的可爱之处 连维奥拉自己都不知道她可爱 但我也讨厌她 那种只有她自己暗自知道的维奥拉的可爱 被别人发现了的感觉 尽管我对分享可爱感觉很好 但我又莫名其妙地难过起来 总之 我不能提议 那不会发生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不 我真的无话可说 但事实并非如此 希克森很高兴 维奥拉断然拒绝了 反正 你决定放弃 我们的话了吗 好的 那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 维奥拉面无表情地回答 杰瑞米被这有什么好笑的笑了 就在那时 台元回过神来 台元听到了杰瑞米的话 那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 台元睁开眼睛 跳了起来 台元睁开眼睛 跳了起来 不 声音轰隆作响 他的叫声中 甚至还含有少量的魔力 希克森刺伤了台元的后脑勺 打 你为什么尖叫和声气 啊 醒来后 台元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所以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说着 杰瑞米和维奥拉手牵手了 准确地说 那是握手的场景 但在台桌拉眼里 却像是牵手一般 我感觉很糟糕 希克森问道 主人心情不好吗 什么 杰瑞米王子 说他会和公主成为朋友 维奥拉接受了 我不喜欢台元 他本能地感觉到了 事实上 维奥拉背负着 杰瑞米 这就是我不喜欢杰瑞米的原因 终提琴 我能借他一分钟吗 为什么 我有地方可以带你 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告诉我 反正我想了个办法 让他更厉害 台元实际上试图拒绝 我不想和维奥拉分开一个小时 我认为这是作为伴侣犬的自然心态 我能变强吗 在与杰瑞米战斗时 我再次感受到了 我还远 他正在迅速增长 但仅此还远远不够 他想 如果他以压倒性优势获胜 维奥拉就永远不会 和杰瑞米成为朋友 台元 我想去 不 我想多陪在你身边 但他隐藏了自己的秘密 因为我必须坚强 我来了 好吧 去来来 这种景象 对于杰瑞米来说也是陌生的 在杰瑞米看来 维奥拉是一个主宰和指挥的人 他们说 这是一只狗 即便如此 看来 他对台元也足够体贴了 我先问了 Tundra的医生 Tundra照他的意思做了 只是说说而已 其实就像最好的朋友一样 维奥拉说了一半 明天早上九点出发 够了吗 好的 我在紫爵府门口等你 见杰瑞米扮上不经意地说着什么 台元再次嘀吼了一声 那晚 台元去了杰里米住的地方 杰里米找了一间破旧的客栈房间休息 而不是紫爵提供的舒适的特殊房间 你为什么在这儿 杰里米 耸耸间 这是什么地方 破旧破旧的地方 杰瑞米灿烂地笑了 大多数人都住在这样的地方 你没有忘记吧 台元生活在比这里严酷得多的地方 我住在一个 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山谷中的原木棚屋里 安全很糟糕 食物也不充足 我忘了 和维奥拉在一起的生活 是如此丰富 生活在拥有一切的公国里 他忘记了以前的事情 站在高处往下看 你无法感同身受这么多人 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应该拥有 与权力相匹配的眼光 你怎么突然对我说教了 因为你想和维奥拉在一起 台元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我不明白杰里米在说什么 所以我只是静静地听着 中提琴是统治者 我天生就有君主的命运 而且也是最适合她的人 维奥拉必须那样做 杰里米读懂了维奥拉的贪婪 维奥拉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想要吞噬贝拉托 总有一天 她一定会成为贝拉图的绝对统治者 杰里米认出的那把中提琴就是这样 所以 你必须填补维奥拉在她旁边做不到的事情 站在低处 以低眼光来换位思考和接近人们的作用 那是我看到的中提琴 她是一个雄心勃勃 渴望称霸的男人 但同时又是一个温暖的男人 不过 她也是一个前者的心太大了 顾不上后者的人 她是一个温暖的人 但我也是一个不应该温暖的人 我会戴上面具 隐藏我的温暖 对任何人 所以 你扮演温暖的角色 感谢您的建议 那你为什么来看我 我是来警告你的 警告 什么警告 你这样接近王妃 究竟是何意 你的意图在哪里 你想成为朋友 哪怕是亏本 在台元看来 杰里米接受了损失 甚至将他找到的一记的奖励优先权 传给了对方 台元很难理解 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不能接受损失吗 什么 我喜欢维奥拉 与其说是理性的暗恋 不如说是暗恋一个人 看到一个陌生 而有趣的人的感觉 如果是我暗恋的人 我就不能输一点吗 如果那是你的意图 那么是的 然而 台元并不完全信任杰里米 在关于未成年杰里米的传闻中 不乏质量低劣的传闻 不管他的行为如何 都有传闻说 他调侃过无数小姐姐 因为他华丽的外表 这是不可避免的谣言 你要是对公主有半点错 我就割了你的喉咙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杰里米歪了歪头 与其说他心情不好 倒不如说他看起来真的很好奇 如果你声称自己是忠实的仆人 那就忠于这个角色 你对这个很着迷 你好像误解了我的角色 我无意成为忠诚的仆人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只伴侣犬 而不是仆人 真的吗 当然 杰里米读出了台元眼中的真诚 你怎么能把这些废话 看得这么认真 就连杰里米也笑了 如果我和维奥拉说话并牵手 你会嫉妒吗 这不是握手 而是握手 我确实对你动了身体 咕噜声 台元再次咆哮 杰里米觉得这声音很奇怪 嗯 反正你是吃错了 这很有趣 这是一个研究课题 回到紫爵府 台卓拉陷入了沉思 他的头和胸分开完 杰里米看起来是个好人 我感觉到了 他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可以感应到法力的气味 闻到法力的味道 就能大致猜出 此人是恶还是善 杰里米的气味很好闻 我完全没有恶意 但我为什么恨他呢 杰里米显然是个好人 他看起来像是 能对维奥拉有很大帮助的人 那么 我想我必须和杰里米 保持良好的关系 哼 为什么 任何帮助维奥拉的人 都应该喜欢他 我不知道 台元一段时间以来 第一次翻过毯子 陷入了痛苦之中 上午八点二十分 接受了子绝的盛大告别晚宴后 维奥拉换上了一身舒适的皮衣 伤心 什么 皮衣公主也很酷 但其实裙子更可爱 维奥拉微微皱眉 在原著中 泽农并没有提到可爱 当然 Bel Ato 和可爱是不能共存的词 我让你测试它 没有显示它 是这样的吗 但同样 它是模棱两可的 泽农看起来很真诚 不 不要被愚弄 原著中的维奥拉 是个天才 泽农 是指导作品后半部分怀疑 和考验那个天才的角色 一个可靠的盟友 但同时也是一个 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的人 你要是再说可爱两个字 我就把你的嘴封起来 好的 泽农由衷地感到难过 你说可爱的东西 很可爱是什么意思 我猜你真的很讨厌 被人说可爱 平时不喜欢吗 毕竟 贝拉托就是贝拉托 拉屎 太糟糕了 泽农隐藏了他的真实感受 他这么讨厌中提琴 还继续表达 实在是太不尊重了 尽管如此 我还是让我的想象力 尽情发挥 接下来 我应该给你买哪件衣服 那件衣服配什么匕首 或者 我觉得美迪亚公主使用的大件 很适合你 你会很可爱的 我隐藏着内心的感受 发表了一篇报道 我给父母的家人发了一份报告 回复下来了 回复的内容很简短 总而言之 干得好 这是关于干得好 在十二岁的时候 没有贝拉图能做这些事情 就算取得了打怪想匪之类的功绩 也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打入 人情和政治关系 收拢人心 甚至是了不起的第一公主 没关系 我只希望未来的Ben Gauss 站在我这边 我只是用脚努力跑 这与政治或复杂的人际关系无关 当务之急 只是保证未来的大法师 不会拿着魔杖来找自己 还有什么 上面写着 允许公主探索遗迹 当然 这是一个正式的报告程序 贝拉图尊重 继任候选人的自由度 只要你报告说 你要和杰瑞米 一起探索遗迹 你就不会再干涉了 但这有点奇怪 什么 他让我对杰里米爵士 进行背景调查 背景调查 威奥拉歪了歪头 为什么 小说里有这样的场景吗 我不认为有 是的 所以 我打算做一些背景调查 你父亲有没有理由 调查杰里米的背景 有什么我想念的吗 杰里米有什么隐藏的东西吗 我努力回忆着 小说的内容和背景 可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出色的 有一个猜测部分 就像父亲有了女儿的心一样 泽农猜到了 但他没有说出来 现在是上午九点 西克森和台原去了某个地方 泽农和维奥拉前往正门 受到了子爵夫妇的欢迎 维奥拉公主 好久不见 只有一天 那好久不见了 杰瑞米戴着面具 就像我们第一次在冬季城堡见面时一样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与原来的杰瑞米 完全不同的人 走在维奥拉身后的杰农 缓缓移动 流畅自然 如同鬼魅般的移动 顺便说一句 杰里米绝世 泽农站在中提琴前 他已经成为杰里米和维奥拉之间的障碍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泽农说了一些荒谬的话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泽农咧嘴一笑 他说话时表情和蔼 语气温暖 我要对杰里米王子 做一些背景调查 嗯 凡事都积极无脑的杰瑞米 像是不太明白 似得哥哥笑了起来 你是在调查我的背景吗 是的 泽农温暖地笑着 看着杰瑞米 杰瑞米也哈哈一笑 看着 Zenon 尴尬的沉默 在两人之间律过 嗯 所以 你是在谈论我的背景调查 没有别人 我 是的 我想对杰里米王子 做一些背景调查 这么公开 十九 我想获得一些许可 如果我不同意 你不调查吗 无论如何 我都会做的 那你为什么问 不过 人的心是不同的 什么是允许的 什么是不允许的 杰里米 眨了眨眼 即使对杰里米来说 泽农也显得反复无常 相当熟悉杰农性格的威奥拉 只是旁观 但是 你为什么要进行背景调查呢 以杰瑞米的性格 很有可能只会说好 但为什么 Zenon 费心去调查 Jeremy的背景呢 不管我怎么想 都没有 作为允许我进行背景调查的条件 我会提出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会放手的 杰里米 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 威奥拉的笑声有些讽刺 是不是有死鬼缠着你 你还不能三心二意地说话 你所要做的就是放手 会公开调查背景的杰农 或者不会接受的杰米娜 而是说些什么 我认为 你们都疯了 我必须保持头脑清醒 疯狂的角色 遍布世界各地 可是 你为什么要调查我的背景 嗯 泽农歪了歪头 想了想 老实回答道 他没有撒谎 因为仓路公爵下达了命令 寒冬城堡之主 是的 他直接以书面形式下达了命令 为什么 出色的 我从来没有站在接单的立场上 想过为什么 不过 肯定有一些猜测 威奥拉也将注意力 集中在杰农的画上 为什么海伦突然调查杰瑞米的背景 他在原版中完全没有 连设定书的内容都想到了 可是海伦也没理由 去调查杰瑞米的背景 有什么事情 是我不知道的吗 我不能说 这有什么不寻常的 威奥拉变了很多 不排除由此产生的蝴蝶效应 威奥拉理智地想着 冬季城堡和风暴要塞之间 似乎存在一些政治问题 但杰瑞米的想法不同 果然 仓路公爵 也是一位让人无法抗拒的父亲 我不认为 他像中提琴那样 复杂和困难 杰瑞米凭直觉明白了 杰瑞米 一个没有经验的男人 制造各种关于 接近他即将进入 社交世界的女儿的谣言 杰瑞米对围绕着 他的所有谣言 多少有些察觉 最荒唐的谣言 是他已经有24个老婆了 这是一个疯狂的谣言 但有些人甚至相信了他 这就是 为什么我缠着我的女儿 因此 要求进行背景调查 似乎很自然 杰瑞米说 但我可以这样公开吗 我不能接受命令 保守秘密 这不是很正常的秘密吗 对于需要保密的任务 他们在交付时 会附有秘密任务标签 我懂啊 也就是说 没有必要保密 杰瑞米咯咯地笑了起来 所以 原因是背景调查 把它写成背景调查 并作为警告来阅读 似乎更好 一个带着女儿的父亲 警告一只接近他女儿的黑兽 我会公开监视你 所以你自己买吧 这是什么意思 杰瑞米发现他越来越有趣 由于台原已经卷土重来 这是台原 但就是这样 他说 他救了台原的命 我一直帮助 Tandrea到现在 我知道 Tandrea长大后 自称是一只半驴犬 所以 台原对威奥拉的痴迷 是可以理解的 但即使是仓路公爵 来得越来越多 为什么他们 只想和威奥拉做朋友 你为什么总是排斥别人 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太棒了 很有趣 我小声的自言自语 我想多多了解你 日益 威奥拉不知为何起了鸡皮疙瘩 威奥拉陷入了沉思 直到到达了目的地 红树林 我父亲为什么要那样做 涉及哪些政治动态 作为一个白贝拉图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 果然 解开小说里没有的内容 真是头疼啊 总之 我们到了红树林 红树森林之名 是因为树干红色的树木 形成了一片森林 这是我们第一次探险失踪的地方 失踪的地方在这边 杰里米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点带头 走了大约两个小时后 杰瑞米再次指了指地图 第二远征队 在这里失踪了 第三次探险报告说 这里会有一处历史遗迹 发现遗址的存在 是探险队的职责 振兴遗迹 妥善探索内部 是有权有势者的责任和义务 我希望出现一些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按照小说的设定 存在着一个名为 金魔式文明的远古文明 目前发现的遗迹 大部分都是这个金法式文明的遗迹 无数的魔法书籍 历史书籍 以及在现实生活中 有用的魔法物品和知识 都曾在这里挖掘出来 我希望它能对人们的日常生活 有所帮助 威奥拉也这么想吗 金法式文明的物品 大部分都是值钱的 他们中的一些人 对人们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 有权利的人 所以 战士和法师们 不得不好好探索遗迹 把文明拖出这个世界 因为它可以帮助世界 但我知道 这会带来什么 制作出 可以与守护灵契约的特殊魔法阵 即使你与金灵的亲和力很低 也可以帮助你 与金灵签订契约的特殊空间 为此 我需要找到一棵三叉树形的树 威奥拉知道 这个地方是怎么运作的 有什么陷阱 甚至是如何与金灵缔结契约 让我们保持静止 对外 威奥拉还是第一次来 就算知道这么多 也觉得奇怪 自从我进入森林以来 已经过去了六个小时 树林里的夜晚来得很快 天已经黑了 咆哮 责农点燃了篝火 我不认为这附近有任何危险的怪物 但我会留意你 以防万一 在没有危险怪物的情况下 为什么探险队会失踪两次 中提琴指出了关键 不要按照你的标准来划分危险怪物 按照没有法力的普通人的标准来划分危险怪物 那么 这是一片非常危险的森林 公主 好的 那我该怎么办 我不会放松的 泽农笑道 你在考验我 如果你是贝拉图的管家 你就必须每时每刻都竭尽全力 不管情况多么危险 即使是练习 你也必须像真正的比赛一样去做 维奥拉 贝拉图 此时正在抛出这样的信息 不要紧张 像真正的游戏一样 去做 这是一个真诚的警告 不要因为没有危险 就提高警惕 果然是我们的公主 维奥拉松了一口气 请正确设定标准 以你们的标准来看不危险的东西 以我的标准来说是危险的 反正 我会尽力保持警惕 事实上 维奥拉很害怕这片黑暗的森林 按照小说中的说法 据说是一片隐约耳边可以听到的森林 据说经常有幽灵系的怪物出现 迷惑进入红木林的探险者 如果The Nun认真的看着 那将是安全的 嗚 一股不祥的风从某处吹来 嘿嘿 耳边也传来哭声 埋藏在风中的幽灵之声 让威奥拉神经紧绷 啊 我睡不着 我想睡觉 但睡不着 为什么地板这么湿啊 在这个保持着一定温度和湿度的魔法帐篷里 感觉有些潮湿 现在是早上 风的不响感消失了 耳边的呼啸声也消失了 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 照亮了四周 我做不到 小说中说 杰瑞米在这个地方游荡了很长一段时间 小说中解释为偶然几天后 我不想在这里多待几天 我想起了家里温暖的床和美味的食物 啊 我想吃蛋挞 我也想吃撒了蜂蜜的煎饼 我也想吃草莓汤霜 不 今天 出于某种原因 我渴望更多的草莓奶昔 你要流浪多久 今天才第二天吗 奇怪的是 你还不明白 不知道是自然的 杰瑞米是一名士兵 而不是专家探险家 探险家也失踪了两次 想想看 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系统 一个总勘探队 首先勘探古迹所在的位置并报告 然后 掌握权力的贵族阶级 重访并探索了废墟 总之 这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只是和探险家一起来 会舒服得多 这是有原因和可能性的 如果普通市民 在贵族聚在一起时 死亡或受伤 责任完全在贵族身上 未能保护他们的有权势的人的责任 随之而来 所以让他们先探索贵族们各自行动 我做不到 为了我的安全和幸福的晚年 我也需要调整这个设置 后来 社会改革家之一的卢卡斯 出现并改变了社会 在探索者中 拥有技能的探索者 被授予贵族阶级 这样 你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不过 这是在遥远的未来 无论如何 我现在必须专注于我目前的工作 威奥拉拿出匕首 在树干上轻轻砍了一刀 这把匕首是东宝工坊的特产 我懂了 一定是有木头一碰就被划伤了 但是没有划痕 红树太硬了 所以 它曾经被用作制作魔法铠甲的材料 你没听到吗 它太容易受到火力攻击 随着魔法文明的发展 火系魔法也在发展 红木制成的铠甲 在火系魔法面前实在是太脆弱了 最后消失在历史的后路上 威奥拉指着一棵树 看看那棵树的尽头 杰里米低下头 抬头看着树顶 树枝是不是很奇怪 哦 想想看 这有点奇怪 看起来像是被认为切割的 这棵坚硬的树 一些树枝的形状像三叉戟 能被认为是红树的特征 只有少数树 看起来像那样 就像有人做了一件 有人以这种方式 人为地做到了 需要我一一告诉你吗 威奥拉吃力地走过去 把手放在树上 但紧接着连威奥拉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突然 威奥拉的脑海里 响起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你 你是什么身份 你 你是什么身份 威奥拉愣了一下 我环顾四周 尽可能不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什么都没有 眼睛里什么也看不出来 仿佛有幽灵在说话 他是一种精神吗 神灵说话的时候 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与我交谈的人似乎是一种精神 终提琴 怎么了 没关系 杰里米站在一棵红树前 树枝分叉成三叉几 所以 你是说这家伙可疑 好的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给了你提示 所以现在 你会明白的 威奥拉只是看着 事实上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小说中 杰瑞米无意中发现了 这棵奇怪的树 并通过它进入了遗迹 嗯 与此同时 另一个声音响起 你 你是什么身份 回答我 威奥拉想了想 我该怎么回答 如果我要说出来 那看起来 就像我在自言自语 小说里没有这样的东西 进入遗迹 就会出现灵体 但在红树林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灵体 进入遗迹后 杰瑞米与精灵进行了对话 想不通灵气 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 我知道你能听到我的声音 我从来没见过 像你这样 灵性亲和度高的人 绝不 威奥拉注意到一件事 难道灵亲这么高 我都能听到她的声音 作品中 有一个设定 叫做灵源 因为是先天的 所以注定 对于灵界的契约 有着绝对的影响 威奥拉有点困惑 为什么 作品中的威奥拉 对精神没有亲和力 虽然是贝拉图的大人物 成长为贝拉图的统治者 但与精灵史相距甚远 为什么灵亲和力这么高 作为这部作品的认真读者 维奥拉推断出一个事实 我认为 这是因为我拥有它 根据设定 精灵是来自异界的存在 据说这些存在 通过与契约者的契约 来发挥自己的力量 并在人类世界中现身 在小说中表现为 通过契约开启灵门 也就是说 我必须开启灵门 才能从异界来到这个世界 这就是这部小说的设定 那么 按照小说中的规律 韩亚灵就是跨越了灵门 成为了中提琴 因为我也跨过了灵门 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为了一个 对精神有很高清和力的角色 然后杰里米说 这棵树果然可疑 他发出了一种难以理解的声音 上面刻着特殊的法力魔法公式 这个魔法公式 是基于German II 第三公式的幻术魔法公式 这个时代的武者 总是要时刻牢记 与魔法师的战斗 所以他虽然学不会魔法 但是对于巫师的理论和研究 还是比较了解的 杰里米也是如此 杰里米歪了歪头 我明白了 这个魔法需要精灵的帮助 他歪着头 好像还是不明白 没有精灵的帮助 这个光之幻术 是无法破解的 只要你不通过倒数 来破坏魔法公式 课本上是这么说的 这是一种光之幻术 但要破解这种幻术 必须要在认出它之后 或者借助精灵的帮助 采取分解的步骤 但是维奥拉 你刚刚看到了 维奥拉识破本质后 幻术自动解除 维奥拉明白了原因 因为与灵界的亲和度太高了 维奥拉开始有点兴奋 和杰里米一起去的地方是 即使是对精灵没有亲和力的人 也可以与精灵签订契约的特殊空间 可万一先进来一个 灵亲和力很高的人呢 会发生什么事 说不定是跟小说里才会提到的 万灵王这种庞大存在 签订契约之类的东西 最好是精灵王作为守护灵出现 我对灵界的亲和力 一定比我想象的要高 那很有意思 精灵和贝拉图的血 是相容的 啊 杰里米想起一件他忘记的事 维奥拉 贝拉图并没有继承贝拉托的血统 我暂时忘记了这件事 因为 贝拉图比任何人都更像贝拉图 维奥拉是养女 我完全忘记了 这个简单的事实 那么 它就有意义了 即像贝拉图斯 贝拉图斯与灵体的亲和度很高 从杰里米的角度来看 这是非常奇怪 和令人惊讶的 他是个有趣的孩子 我也想成为朋友 感觉和维奥拉亲近 会充满刺激和乐趣 杰里米摸了摸红色的木头 我认为 如果我触摸它 并向其注入魔力 事情就会发生变化 星号星号星号 维奥拉头晕目眩 我感到恶心 但我忍受了 杰里米的胃 似乎也不好 哇 我还是第一次胃这么不好 红树是移动的门 通过它 它们被传送到了一个 阴暗潮湿的洞穴般的地方 看样子 它们是通过红树为媒介 进入了遗迹之中 吼吼吼 轻笑 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维奥拉 你也能听到 我说话吗 啊 我可以听到 杰里米对自己点点头 这笑声 似乎是从森林里传出来的 我知道 似乎这些笑声 漏进了红树林中 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失踪的探索者 走到这一步了吗 我想是这样 威奥拉低头看着地面 我可以看到 泥土和泥土之间的泥泞底部 有脚印 是的 杰里米自言自语地笑了起来 杰里米对中提琴很好奇 我听说有一个肉身的孩子 拒绝了黑色的Bella 2 并接受了白色的Bella 2 看到这里 我觉得很有道理 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一栋门 没有放过地面上 哪怕是最细微的线索 你可以找到我吗 请找我 我会等待 小火球飞来飞去 它就像一只巨大的萤火虫 火球每飞一圈 周围就会有那么一瞬间明亮起来 有一条长长的过道 你想去吗 威奥拉 好的 威奥拉回忆起小说中的故事 当他穿过黑暗而漫长的通道时 杰里米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鬼魂的幻想中 根据小说的发展 杰瑞米将陷入鬼魂的幻想之中 基本上 精神不会伤害人类 他们不是故意伤害他们 而是在恶作剧中被杀 有些情况下 他们无法摆脱 他们试图完的幻想魔法就死了 杰里米在幻想中 挣扎了一个星期 不知不觉中 我陷入了幻想 四处游荡了一个星期 一个普通人会死于脱水 不过 杰瑞米可不是普通人 一个星期不吃不喝也能活下来 严重的脱水和饥饿 几乎让杰里米无法入睡 出于某种原因 这是一个类似杰里米的情况 因为脱水和饥饿 它打破了万灵的幻术 出来了 要不是我饿了 我早就被幻术给吃了死了对不对 鬼魂可能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会死 灵魂不喝水 也不吃东西 就好像青蛙被开玩笑的石头砸死了一样 精灵的声音 然而 我可以听见你 起炮 威奥拉和杰里米 继续往前走 当我们走进去时 过道变得狭窄 而且越来越暗 那些不时亮起的萤火虫 数量也减少了 终提琴 把你的手给我 手 嗯 因为太黑了 让我们携手并进 威奥拉决定 这样做会更好 杰里米握住她的手 手 她比我想象的要大 是因为 她有十二岁 威奥拉的身体吗 十七岁的 杰里米的手感觉 比预期的要大得多 杰里米 你还记得 精灵的幻术 是在移动的门上施展的吗 记住 那很有可能是这里的灵体 在用另外一种幻术 在耍花招 好的 我会小心的 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告诉我这么多 杰里米会处理的 威奥拉稍稍松了口气 拉着杰里米的手 走了一段路 如何 你能听到另一个声音吗 不 我听不到您的声音 话虽如此 威奥拉瞬间就退缩了 突然 开始听到说话声 听起来 像是有几十个人 同时在说话 男生 女生 成人的声音 孩子的声音 各种声音 交织在一起说话 你为什么在这儿 你不应该在这里 你的真名是什么 威奥拉的身体颤抖着 真正的名字 威奥拉的本名是 韩阿林 声音越来越大 韩国是什么 韩阿林是什么人 威奥拉有一瞬间的害怕 感觉里面的一切 都被阅读了 这个世界 是一个奇幻世界 也是一个经常发生 猎物之类可怕事情的地方 这是韩国 是韩阿林 你来自另一个世界 如果这件事被揭露 你会因为玷污 Belletica的荣誉和威望 而被斩首 那些声音再次开口 仿佛读懂了那颗恐惧的心 好的 它可能会割断 你的喉咙 你为什么在这儿 威奥拉试图回答 告诉我安静 但是没有声音出来 那匹马 我不出来 我觉得我喘不过气来 感觉喉咙里悬着一根很大的词 感觉就像一块巨石 同时压在我的脖子和胸口 什么是韩君康 你的狗是康汉俊吗 听到咯咯笑声 康汉俊呢 笑声加深了 哇 什么是车祸 什么是急诊室 新号新号新号 当威奥拉第一次退缩时 杰里米没有表态 我不可能因为手拉手而紧张 我想 中提琴也不可能如此 那一定是别的原因 嗯 如果我假装知道 会不会很尴尬 起初 我假装不知道 然而 他感觉到威奥拉手上的汗水渗了出来 中提琴 当时太黑了 那些如萤火虫一般的火球 已经完全消失 现在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神志没有感觉到 泽农在后面跟着我 我没有握住中提琴的手 面条 那样的话 中提琴的存在感 说不定就消失了 我很高兴 我们牵着手 威奥拉的身体 开始像白杨树一样颤抖 杰里米不得不考虑很长时间 中提琴很奇怪 但是中提琴需要帮助吗 我的帮助 不会伤害威奥拉的自尊心吗 然而 我莫名的担心 也许威奥拉出了什么事 我突然对这看不见的黑暗 感到害怕 一种对失去神秘朋友的遥远恐惧 悄悄袭来 这是杰里米以前从未感受过的一种情绪 中提琴 你还好吗 一声轻微的呻吟 从中提琴的嘴里一出 似乎也很痛苦 好像不对劲 我试着紧紧握住我的手 摇晃我的肩膀 但没有任何反应 焦虑增加了他的规模 怎么了 仍然没有回答 终提琴 就在这时 杰里米发生了一件离奇而奇怪的事情 瓦拉克 威奥拉拥抱了杰里米 威奥拉在杰里米的怀里抽气 不 什么 瞬间 杰里米的脊椎发凉了 不要突然死去 当威奥拉而不是其他人说出这样的话时 我起了鸡皮疙瘩 感觉就像一把利刃 要凭空飞出 别走 嗯 如果我就这么死了 我知道 我会恨你一辈子 杰里米意识到 维奥拉正在和别人说话 直到那时我才直觉 幻想 维奥拉仿佛看到了幻觉 就好像我在幻想中 目睹了我亲爱的人的死亡 维奥拉亲爱的人死了吗 今天 她那特别纤细的肩膀在颤抖 平时看起来比谁都强壮的身体 此时却感觉虚弱的 仿佛要断掉一般 不要死 求你了 张开你的眼睛 我不会求你买猪牌 我不会打扰你的 只是 请睁开眼睛 杰里米能够理解 为什么维奥拉会出现在幻境中 与精灵的亲和力 高得不可思议 邦尼 似乎很容易受到 精神所表现出的幻觉的影响 如果我继承了贝拉托的血脉 我就不会被鬼魂愚弄了 高灵青是一把双刃剑 没关系的 维奥拉 我没有死 杰里米拍了拍维奥拉的呗 我相信 如果是中提琴 我一定能打破那种幻想 走出来 现在 我能做的就是 我所要做的 就是拍拍他 这是一个惊喜 维奥拉的弱形态 我从来没有想过维奥拉会有这样的东西 你最想念谁 幻想中的对手是谁 为什么维奥拉这么害怕 那把伟大的钟提琴 杰里米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我不是说是在贫民窟里发现的吗 据推测 他被父母遗弃了 当公爵第一次发现他时 他说 他用一块玻璃碎片 刺死了一个奴隶贩子 我没有被抛弃 听着紫百合的乌叶声 似乎他并没有被抛弃 不要死 我要是就这样死了 我会怨恨一辈子的 那么 幻想中的对手 极有可能就是父母 杰里米很确定 维奥拉正在看着妈妈或爸爸 我的心好痛 七岁的杰里米 迷恋上了一个女孩 为了认识那个女孩 我每天晚上都去 十字路口 女孩靠在赛本路口 行起乞讨为生 不幸的是 这个女孩是盲人 碰杯 乞讨箱里传来硬币掉落的声音 谢谢 五朵大栗花 谢谢 我收零花钱给你 杰里米每天都去看那个女孩 她表示 要收零用钱给她 显得很居高临下 女孩 每次都鞠躬说谢谢 六个月过去了 除了谢谢你 还能说什么吗 那是 杰里米总是不满意 本来还想 听姑娘说点别的 可她每天只说声谢谢 沮丧的杰里米 终于自我介绍了 我叫杰里米 这时 杰里米非常紧张 虽然只是公布名字 但我还是很激动 很激动 可是 你没有爸爸妈妈吗 不存在 为什么 我把她扔掉了 那时 杰里米第一次知道 有抛弃孩子的父母 还有被遗弃的孩子 我心痛 又过了六个月 女孩名叫木兰 年龄相仿 我认识杰里米 大约一年后 木兰问道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是的 因为我喜欢她 我不能这么说 八岁的杰里米 并不完全理解她 为什么对木兰那么好 是啊 那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听到朋友两个字 木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这是我一年多来 第一次看到笑声 朋友 听上去不错 那个 对吧 那就别跟我打架了 八岁时 木兰学会了擦鞋 开始谋生 不要再祈求了 那天 木兰和杰里米 发生了第一次争吵 杰里米很生气 他说 他会把钱给我 我为什么拒绝 木兰大喊 我不再是期待了 那晚 杰里米 躺在柔软的床上 咬着嘴唇 他很烦人 不管我怎么想 我都想不通 我做错了什么 脑海里浮现出 阿姨的话 这不是脑人 而是令人心碎 孩子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却怎么也睡不着 草虫的声音 通常听起来像摇篮曲 继续让我烦恼 我明天必须道歉 太阳出来的时候 我决定道歉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 但对杰里米来说 原因并不重要 对他来说 重要的是 木兰很伤心 第二天一早 杰里米去了斯伯恩十字路口 为什么没有木兰 每天陪我擦鞋的木兰不见了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杰里米变得不耐烦了 三天后 杰里米才听到木兰的消息 他说 一伙强盗袭击了苏本后街的贫民窟 风暴要塞的守卫们 为此受到了严厉的训斥 他们赶紧组成了调查组 风暴建柴也很生气 追踪劫匪 他们同时是强盗和奴隶贩子 杰里米这才知道 诺兰被奴隶贩子俘虏的事实 父亲 带上我吧 杰里米喊着要加入追逐 但豺狼绝世不听 对于年仅九岁的杰里米来说 外在的原因是危险 真正的原因是 他从杰里米身上感受到了过于强烈的生命感 冷静下来 进入你的思想空间 这是成年人的工作 杰里米被单独监禁了三天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杰里米才能够听到木兰的消息 木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是一个活人了 我什么都不想做 杰里米七天没有从单独监禁中出来 与此同时 与保姆的一次谈话 让杰里米重获新生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木兰 你在说什么 只有一个木兰 即使是在风暴要塞这样安全的地方 也会发生这些可怕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发生过无数次 第二个梅兰 第三个梅兰 第四个梅兰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木兰兰斯 少爷 你有力量 他继承了风暴剑柴的血脉 已经展现出了优秀战士的素质 人们甚至称杰里米为小风暴 有权力的人享受很多东西 我们必须为弱者 使用这种力量 为什么 因为那是正确的事 也是正确的做法 我没有说的那么抽象 你的心痛吗 少爷 嗯 如果很多人都有同感怎么办 看起来很难过 为了不让你感受到那种情绪 那是贵族的职责 杰里米绝对感觉到了 我再也见不到木兰的事实是 如此令人恐惧和恐惧 所以我下定决心 我会尽我所能防止 另一个姆埃兰发生 当一年过去了 杰里米在安葬木兰骨灰的坟墓前 举起宝剑 立下誓言 对不起 我没能保护你 从那天起 杰里米对奴隶贩子 毫不留情 他们一发现奴隶贩子 就当场杀死 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杰里米被昵称为小风暴 杰里米看着怀里的中提琴 回忆着从前的日子 杰里米没有原谅奴隶贩子 和抛弃孩子的父母 相反 他试图帮助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他认为保护木兰的失败 是他的责任 威奥拉的话 不断在我耳边回荡 不要死 我要是就这样死了 我会怨恨一辈子的 我以为我看到的 只是威奥拉多彩而灿烂的一面 被公国收养的信任 我是这么想的 但似乎并非如此 为什么我在被收养之前 没有想到呢 他用自己七岁的身体 刺死一个奴隶贩子的事情 被凸显出来 所以他并没有看到背后的东西 为什么七岁就一个人 在贫民库里流浪 为什么要他自己去搬玻璃碎片 肯定没有人保护他 和木兰一样 他们俩都没有监护人 没有人能保护他们俩 如果有人保护他 木兰说不定还活着 中提琴也是如此 唯一不同的是 木兰是被奴隶贩子俘虏的 而威奥拉亲手杀死了奴隶贩子 要是威奥拉 有一个成年人就好了 你不必拿着一块玻璃 杰里米说 你还好吗 别走 没关系的 威奥拉 我会保护你 他拍了拍威奥拉的呗 我把他抱得更紧了一些 他紧紧地抱住了 威奥拉颤抖的身体 你看到的是幻觉 威奥拉没有听到 救护车的警笛声 身穿白大褂的医生们 忙碌地跑来跑去 穿着橙色西装的医护人员 人们用不明用语紧急呼喊 还有浑身是血的康康俊 他们被看见 天气又冷又吓人 江汉俊似乎就这样离开了 然后在某个时候 突然 我感觉到了热度 很温暖 不知为什么 我有种暖暖的感觉 我感到有什么东西 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确信 有人在保护我 自从我成为 Viola Bellitude以来 这是我从未感受过的温暖 你与灵界的亲和度太高 所以被他们的幻觉给骗了 没有人死你还好吗 我在你身边 杰里米答应了 他说他永远不会离开 威奥拉的身边 他发誓要保护年幼的威奥拉 他失去了双清 被遗弃在无人能及的贫民窟 你可以克服的 威奥拉 天太黑了 看不见威奥拉的脸 但是 我和威奥拉对上了眼 透过黑暗 我能感觉到 威奥拉浅紫色的眼睛 你并不孤单 您不必举起一块玻璃 那时你失去了父母 住在贫民窟 但不是现在 你现在是贝拉图的公主 而我就在你身边 我们是朋友 威奥拉眼中的幻想渐渐消退 甚至可以听到很小的声音 停止 伙计们 再玩下去 我们就完蛋了 那是一种幻觉 对鬼魂来说是个笑话 这种幻想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 一旦与人类真诚的愿望相撞 它就会破灭 那孩子是什么 我们所有人的身体都会崩溃 精灵玩不下去了 杰瑞米的真诚和渴望 打破了鬼魂的幻想 不知不觉中 维奥拉恢复了平静 轻轻的 维奥拉睡着了 杰瑞米坐下来 拍了拍维奥拉的肩膀 晚安 幻想似乎破灭了 现在 当您醒来时 您将再次成为 Violability 与其成为被父母抛弃的小女孩 不如成为铁血公主维奥拉 当你那样想的时候 有点难过 一点时间过去了 黑暗中传来脚步声 所以 杰瑞米非常紧张 我小心翼翼的 将还没有醒来的 威奥拉 套在墙上站了起来 我拔出了我的剑 是谁 一个声音响起 韩国是什么鬼 杰瑞米听不懂的话 还在继续 那你很强吗 杰瑞米歪了歪头 嘎尔汉军 连发音他都不熟悉 有人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蓝头发 蓝眼睛的少年 杰瑞米问 好奇地看着男孩 男生 你是人类 会不会是人 杰瑞米感到奇怪 我亲眼看到了 却感觉不到 感觉就像一个幽灵 我是精灵 哦 杰瑞米瞪大了眼睛 他的眼里充满了好奇 我第一次见到灵魂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人 男孩的目光转向中提琴 回过神来后 威奥拉的心 砰砰直跳 韩国 何康俊 那种精神知道我 难道是通过灵门 万一我在异世界 被附身占据了 威奥拉的身体 这件事被知道了怎么办 然后我可能会去猎物 目前 杰瑞米似乎不在这里 虽然他未必知道 但大概率 是泽农故意陷入了幻境 验证 Violability的资格 无论如何 他很有可能迷路了 然后情况好一点 那种精神 并不了解我的一切 我问韩国是什么 我问 杰瑞米 是不是康康俊 如果我什么都知道 我就不会问问题了 想到这里 威奥拉的心情 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出色的 我也不知道 这不可能 他可能是 威奥拉抽出匕首 靠近精灵 为什么为什么 你是没有和人类签订契约 就通过了灵门的灵体吧 威奥拉毫不犹豫地走过去 一把抓住了男孩的后脑勺 他把匕首抵在男孩的脖子上 少年挣扎 却无法抗拒 威奥拉紧握的力量 放手 放手 我生气 那这个呢 没有契约的武魂 在通过武魂门的时候 就会失去大部分的力量 什么什么 看他不太清楚这个事实 他是一个出生的小林子 似乎是带着好奇穿过灵门的 少年挣扎 但力道太弱 而且你应该也听说过 这把匕首 是贝拉图特制工坊中打造的法宝 他轻轻地放在男孩的脖子上 在与维森或杰里米这样的怪物打交道后 我对于婴儿灵魂打交道感到不舒服 法宝连灵体都能伤到 精灵吞了吞口水 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很害怕 所以 你最好停止试图对别人的记忆进行恶作剧 维奥拉一如既往地瞇着眼睛 炸开了自己的生命 维奥拉这个角色的杀星 本身就闪耀着光芒 打嗝 精神开始打嗝 当感到极度恐惧时 年轻的灵魂往往会打嗝 希望你不要说 我在梦中看到的那些扭曲的东西 都是我的记忆 是的 但是四轮车辆 发出很大的嗶嗶嗶嗶声 人类穿着白大褂跑来跑去 我以前做过这样的梦 他把匕首拿进了 灵体一颤 我能感觉到法宝的寒气 不 没错 我姐姐做了一个梦 是的 嗯 我一定读过那个梦 正确的 维奥拉举起匕首 你打算什么时候放开我的背 我没打算让你走 为什么 如果我放手 你会逃跑吗 别跑 好的 维奥拉回答说他明白 但就是不肯松开后脑勺 我只是想知道 你说你知道 为什么不放我走 你说不跑 不是求我放过你吗 是的 但是 那就放手吧 不 为什么 因为后脑勺很可爱 灵体越说越有种坠入深坑的感觉 维奥拉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鬼魂会留在这里 星号星号星号 杰里米边走边摸着下巴 那时 我以为放开精灵的背就可以了 但维奥拉就是不肯放手 这对杰里米来说 是一个新的冲击 那这个呢 飞七约五魂在通过五魂门的时候 会失去大部分的力量 看他不太清楚这个事实 他是个出生的小林子 似乎是带着好奇穿过灵门的 杰里米对烈酒一无所知 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精灵 我只知道 不过维奥拉似乎很了解这个精灵 通过几次交谈 他就知道 这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年轻精灵 此外 他利用这个特征来恐吓 而不是恐吓 什么是行走的百科全书 果然是白色的贝拉图 那么 精灵 我们去哪儿 这片遗迹 是身为魔法师和元素师的 加贝戈尔的实验室 你能同时学习魔法和精灵吗 他是 我也不知道 我走过一条黑暗的过道 我感觉不到 威胁维奥拉和杰瑞米的怪物能量 他花了多少时间 编织 灯光突然亮了起来 周围的环境 开始引起我的注意 房间 不 是实验室吗 各种药水和书籍 还有一张大桌子 在我面前的地板上 还有一个六芒星形状的魔法阵 这是药水的味道吗 除了就地下室特有的潮湿气味外 各种药剂和药品的气味 混合在一起 杰里米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合 蜈蚣很大 只见一只蜈蚣迎着光 急忙跑去找阴凉处 这是一个前臂的大小 维奥拉几乎吓坏了 疯狂的 蜈蚣就算再大 也太大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虫子 老实说 我想哭 但杰里米又咬了一口 要我去抓吗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蜈蚣 停止 嗯 为什么 那个那个 约我怕蜈蚣 任何超过四条腿的东西都是可怕的 这是一个历史遗址 不鲁莽就好 每一个小元素都是 而且可能是一个陷阱 好的 杰里米遗憾地舔了舔嘴唇 抓不到蜈蚣 似乎有些遗憾 如果放任不管 威奥拉连忙说道 觉得杰里米安娜不住好奇心 迟早会跑来跑去捉蜈蚣 我以为这是加夫戈尔的实验室 对吧 是的 我后脑勺疼 你什么时候松手 我没有放手的意思 杰里米的同事 原作中和杰里米一起来到这里的纳迪亚 一直坚持到最后 我决定坚持原来的 你在这里做了什么研究 我知道的不多 因为我出生不久 是的 我想 威奥拉环顾四周 我觉得 灵门开启的条件不太好 哦 终提琴 灵门开启 有什么好的条件吗 嗯 灵门通常在充满自然能量的地方开启 它在森林深处 有一个湖泊 阳光温暖 土壤充满活力 必须是多风的地方 并且有大量的法力石和法力水晶 同时 它还得配备特殊的地形地貌 才能让法力之流汇聚一处 凝炼起来 这里没有条件 所以 那一定是可以人工 开启灵门的魔法阵 哦 我懂了 哇 没错 邪恶 我的后脑勺 报警我 杰瑞米和幽灵都点了点头 精灵当然点了点头 感觉后脑勺的头发都被拔光了 静灵 你也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 你说 我是出生之灵吗 但是 你怎么知道钟提琴的 我不知道 但 杰里米很有趣 我觉得他和维奥拉一起来很好 果然和聪明人一起去某个地方很有趣 维奥拉不自觉地吃了一惊 这些话和杰瑞米在这里对他的同事纳迪亚说的话非常相似 还 无论你去哪里 和聪明人在一起都很有趣 大约有两个字母的差异 对维奥拉来说 他被表达为玩耍的花园 而对纳迪亚来说 他只是被表达为花园 他与原版有非常微妙的不同 所以我认为 魔法阵是打开精灵之门 强行增加与精灵的亲和度的 这是进行此类研究的实验室 那么 如果你有那个魔法阵 就算你与精灵的亲和力很低 也能与精灵缔结契约吗 大概吧 如果研究成功的话 如果成功了 岂不是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 如果有一种方法 即使是低灵性的人 也能与灵体缔结契约 那么世人 都会非常欢迎这种方法 杰瑞米是这么想的 不 你应该反着想 世界上有魔法塔 你在说什么 你想从法师塔的角度 看到武魂数量的增加吗 魔法是一种 通过人为处理自然界的能量 来寻求便利的学问 灵术是一种以自然之力 借用神灵之力 以求得便利的术法 这两项是相互冲突的研究 巫师不想看到更多的元素法师 而且自古以来 巫师都是强大的 所以 你一定是在这种阴暗的地方 偷偷学习过的 你就是这么说话的吗 嗯 这个推理全是奈迪亚的 威奥拉只被送了小说的内容 然而 杰瑞米并不知道这一点 你为什么帅 什么 没什么 杰瑞米歇斯底里的笑了起来 和中提琴在一起 很有趣 也很有趣 但这还没有结束 中提琴很棒 什么样的世界 正在我的脑海中展开 如果你用那双眼睛看世界 那将是多么神奇和新鲜 我想你可以通过 结合这里的线索 来推断所有这些 中提琴感觉到风在吹 这是一个四面受阻的房间 没有风吹的余地 风之精灵 或许是灵门微开 这就像一本小说 杰瑞米和纳迪亚赶到的时候 灵门微开 被表达 我没时间 灵门开启时间不长 你得快点 就连威奥拉也不耐烦了 现在是时候了 开启灵门 与灵体 进行适当契约的契机 那应该是可以开启灵门 大幅增加灵体 亲和度的法阵 威奥拉大步走向魔法阵 我站在魔法阵前 却没有任何变化 然而 当站在法阵面前时 那灵气 却变得嚣张起来 喜悦 更强的精灵 握住了威奥拉的手 似乎是从灵门泄露出来的 灵域之力 恢复了一些灵力 威奥拉不慌不忙地说道 杰里米 制服他 幸运的是 他的发展与小说相同 杰里米动作很快 杰瑞米的剑也是 魔法攻防中的冥剑 想要收服灵体 并不算太难 舌头 兄弟 帮我 别杀我 杰瑞米 也没有想要杀死神秘精灵的意思 威奥拉让我收服他 所以我就压制了他 他笑着说 他比蜈蚣还神秘 但你杀不了他 癌症 绝不 但是 我可以剖析他吗 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 但我还是决定保持冷静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真正进行解剖 我会被威奥拉责骂 威奥拉说 五芒星 五个顶点的星形魔法阵 每个顶点都有一个空心空间 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 威奥拉迅速移动 一把抓起散落在他周围的东西 当他触摸到挂在墙上的魔法火炬时 威奥拉的手上 莫名其妙地聚集了一颗 红色的珠状能量 然后 当他接触到地板上汇集的地下水时 这一次 威奥拉的手上聚集了蓝色的珠状能量 你在干什么 威奥拉触碰挂在墙上的铁制魔法杖 就会生成金色的珠子 触碰木质书架 就会生成绿色的珠子 终于 当他接触到地上的泥土时 一个土色的球体出现了 五鼠星弹珠 威奥拉将弹珠一颗颗 带到五角星的顶点 凹痕像黑洞一样 将弹珠吸了进去 与此同时 惊人的事情开始发生 他的名字叫凯尔贝隆 精灵之中 凯尔为姓 贝隆为名 灵灵一出生 自然就有名字 而其中 出生就姓氏为凯尔的灵灵 非常特殊 你姓什么 我姓凯尔 哇 你真的是凯尔 精灵们庆祝了新凯尔的诞生 那你长大后 会成为万灵之王吗 当然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精灵王 我会成为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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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大 非常帅气的魂王 以凯尔姓氏出生的精灵 是可以成长为精灵王的精灵 有些精灵担心凯尔贝隆的存在 对了 你叫贝隆 嗯 凯尔贝隆 男爵这个名字太不祥了 贝隆是恶魔的名字 在精灵之中 有好几个名字都是忌讳的 贝隆就是其中之一 贝隆是很久以前 在镇马战争中屠杀精灵的上尾魔族的名字 所以 男爵这个名字被认为是不祥和可怕的东西 以凯尔的城堡和男爵的名字命名的精灵 那不是可怕的血灵王吗 新生的凯尔贝隆可以感觉到他 灵界不是他的地方 灵魂憎恨凯尔贝隆 这就是凯尔贝隆的感受 所以 我想逃离灵界 就在这时 看到了灵门 科尔贝隆毫不犹豫地扑出了门外 我要成为大精灵王 可悲的是 没有一个灵魂抓住了凯尔贝隆 凯尔贝隆认为他并不难过 因为我是成为大精灵王的精灵 为这种事难过可不好 得意地说 嗯 然而 他感觉到一个女孩正在接近他 起初 女孩很好奇 为什么你的灵源亲和度这么高 灵界所见的世界 与人类所见的世界有些不同 对凯尔贝隆来说 这个女孩就像一个巨人 我们要不要恶作剧下 所以我走进那个女孩 想开个玩笑 我试图读取记忆并展示幻觉 我 然而 科尔贝隆无法控制他的身体 似乎是施展了强大的吸入魔法 陷入少女的精神世界 那是灵亲和度太高 吸收了灵气的情况 撒 救我 为了在这里生存 少女的精神世界不得不被毁灭 要么打破他 要么留下一个小缺口 所以我必须找到最薄弱的部分并挖掘他 就是这个 韩国 交通意外 急诊室 康俊 事实上 我神智不知道这些是什么 我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突破 不能在这里被吸收和摧毁 我是凯尔贝隆 才出生八小时 未来的大灵王不能死在这里 并最终幸存下来 凯尔伯隆对那个长得像巨人的女孩 有点害怕 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当匕首落在我的脖子上时 我真的很害怕 我感觉自己又要被吸入那个可怕的世界了 最后 凯尔贝隆按照他的吩咐指导了维奥拉 吃油 可耻 抓住后脑勺成为大精灵王 好像我的头发都要掉光了 让我们来看看 只要灵欲之力回归一点点 那我就非常可怕的把我的灵魂给你 等到精神力稍微恢复了一些 他就想对他进行可怕的惩罚 却被杰瑞米制服了 这又是什么 通过灵魂的眼睛 杰里米像蚂蚁一样渺小 因为他的灵性亲和力低 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他 现在一看 他又长成了一个巨人 似乎是存在于人类身上的魔力 保持安静 T 我会专门做的 凯尔伯隆站着不动 假装不害怕 他的目光转向杰里米的剑 人间的法宝 实在是太可怕了 等我成为大灵王再说吧 这么想着 魔法阵发动了 当散发着七彩光芒的魔法阵 被启动时 凯尔贝隆心中 充满了说不出的自信 我不敢把我的灵魂给你 感觉就像是一个精灵王 仿佛有一股强大的气势 和磅礴的力量 在他的身体之中盘踞 你们两个敢为背负 凯尔伯隆的罪恶付出代价 呜呜 大灵王的候选人 总之 让你见识一下灵狐的厉害 我是灵狐 嗯 然而 他好奇的叫声并没有结束 嗯嗯嗯 感觉又被什么东西吸进去了 幼灵之后 科尔贝隆不知道 当你在一个具有高的 离谱的精神亲和力的人 身边时会发生什么 魔法阵散发出七彩光芒 我在小说里见过很多 所以我并不感到惊讶 这并不奇怪 因为中提琴 已经习惯了现代华丽的灯光 倒是淋雨的喋喋不休 有些烦人 他现在在说什么 听起来不对劲 我使劲地喊着 可是这里的法力波动 实在是太大了 我根本听不见 听起来像是婴儿的咩咩声 嗯 让威奥拉吃惊的 不是魔法阵的发动 这是什么 蓝发精灵就像被磁铁吸引一样 被吸引到了中提琴的面前 我叫凯尔贝隆 你愿意和我签订契约吗 威奥拉歪了歪头 有些事情非常尴尬和奇怪 就好像他不想说话 却被逼着说话一样 不管意志 合同 突然 你愿意和我签订契约吗 Telburong似乎无法再说什么 法阵嗡嗡作响 法力喷涌而出 庞大的灵力从淋浴中泄露出来 我再问一遍 你愿意和我签订契约吗 但突然间 威奥拉感觉到了异样 凯尔伯龙这个名字 我想 我在某个地方听说过他 凯伯伦 威奥拉抬起头 看着塞尔贝隆 蓝头发 蓝眼睛 咦 那个凯尔伯龙 就是这个凯尔伯龙吗 凯伯龙 这种精神 是一种非常有名的精神 保护在作品后半部分 出现的冷酷 而强大的反派之一 海地的精灵 水精灵王 海地犯下了几起令人发指的罪行 和大屠杀 帝国下令追击 甚至数次俘获海地 抓捕结束了 任何法器 魔法 兵器 都无法攻击海地 这是因为水精灵王 科尔贝隆 保护了海地 那个 凯伯龙 就是这个 凯伯龙吗 威奥拉笑了 当然 听到这句话 凯尔贝隆 似乎吃了一惊 为什么 为什么把契约 说得这么简单 我已经宣布 我会把你骂得很惨 不是吗 事实上 凯尔贝隆 害怕中提琴 刚才被困在精神世界的时候 我还以为自己快要溺水了 对于水灵来说 这是一种非常陌生 和可怕的感觉 我觉得 如果我和威奥拉签约的话 我会再次感受到那种感觉 我觉得自己 被困在了一个名为 威奥拉的巨大深渊中 永远无法摆脱 那笑容就像恶魔一样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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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再检查一遍 真的要签合同吗 威奥拉有些疑惑 凯尔伯龙 似乎完全没有契约的意思 不知道为什么 威奥拉似乎对自己有些不安 当然 我喜欢 凯尔贝隆 为什么为什么 就是这样 因为他是守护灵 以后会成为精灵王 保护契约者 你不喜欢吗 我 我有没有挖你的弱点来攻击你 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你好吗 水灵王率先地上契约书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 你会摔倒在地并后悔 你真的这样想吗 然后 威奥拉又笑了 看到这一幕 杰瑞米有些吃惊 中提琴在笑吗 看起来 他们是真的在笑 而不是戴着面具 杰里米看着凯尔伯龙 挠了挠头 维尔伯龙最喜欢 凯尔伯龙的哪一部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威奥拉笑得这么开怀 想要亲近威奥拉的杰瑞米 认真考虑了一下 我应该染头发吗 如果我把头发染成蓝色 威奥拉会喜欢吗 杰里米的脑袋无法理解 我们来签订契约吧 凯尔伯龙 星号星号星号 啪呀 凯尔伯龙的身体融化了 准确地说 是如瀑布般流下 化作一滴巨大的水珠 覆盖在了紫百合的身上 很舒服 感觉就像被困在水下 但呼吸并不困难 相反 它是温暖和愉快的 全身都在享受 斯巴尔的感觉 水下世界 它是什么 杰里米无处可寻 仿佛走进了温暖的大海 一个声音从里面传来 与我的契约已经完成 不知为何 凯尔伯龙的声音 似乎在颤抖 威奥拉忍不住问道 你讨厌你和我的契约 签订契约的话 就可以充分发挥精灵的力量了 是的 但是 起泡 水珠仿佛在他面前升起 很快他就变成了少年的模样 他怕什么 不敢靠近 啊 总之 我们的契约已经完成 我成为了你的守护灵 这是好事 威奥拉像握手一样伸出手 凯尔伯拉忍 然后吸吸 他吐了旗舰 走开了 牛 你的手没事 怎么了 没关系 男人和女人不一样 但我们不能牵手 灵魂有性别吗 科尔贝隆一时雨色 我知道 我没有性别 凯尔伯拉忍越来越害怕 发妖了 没有性别的出生灵 以为自己有性别 我下意识地认为他也是 一具男性尸体 这就是全部 是因为你那可笑的灵源 我被困在那个精神世界里 为了脱离那个精神世界 我触动了可以说是最弱点的抗汉军 抗汉军是那个精神世界最大的弱点 而江康郡是男性形象 那段记忆对现在的凯尔伯拉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科尔贝隆后悔又后悔 这家伙要来干什么 刚从灵界出来的时候 我应该直接逃走的 韩国是什么鬼 那你很强吗 故意装来 竟然敢出现在子提琴面前 那时 凯尔伯拉忍认为他必须面对并克服恐惧 因为我是将要成为大精灵王的男人 不 不是成为精灵王的精灵 但那是一个大错误 我已经跑不掉了 好像如果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就会被吸入承包商的精神事件 然后出车祸 与此同时 成为契约者的威奥拉 也能稍微感受到凯尔贝隆的心意 我不知道他到底在怕什么 但凯尔伯隆绝对是在怕他自己 需要采取特别措施 守护强大反派海地的伟大守护灵 Kell Brown必须是这样的守护神 为了一个幸福和安全的晚年 凯伯伦 如何温暖和舒缓 Kell Brown 作为读者 威奥拉非常了解 为什么为什么 如果你和人类签订契约 你最想做什么 凯尔贝隆想 我想做的事 显然有 但我不好意思说出来 这是一个不适合大精灵王的愿望 我可没有这么卑微的愿望 我没说 这很简单 威奥拉咧嘴一笑 你愿意像我们一样 给漂亮的花胶水吗 我家里有一个巨大的马格丽特花园 小说后期出现的反派海地 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随心所欲 杀人无数 放荡不羁 却因守护神的背叛 下场凄惨 对不起 海地 我不能再保护你了 作为放弃你的代价 我会死去 莫名其妙 想要保护海地的科尔贝隆 最终放弃了海地 选择了消失 我的名字叫凯尔贝隆 我要成为伟大的精灵王 我叫海地 最先与海地签约的凯尔贝隆 总是为海地加油助威 起初 我认为海地的生活是对的 起初 凯尔伯隆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新生灵魂 海地 这真的对吗 看到垂死的男孩 科尔贝隆的心情很复杂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那些瞬间聚集在一起 七年过去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 七年过去了 凯尔贝隆得以实现 这种生活不是凯尔贝隆想要的 他以可怕的灵魂而闻名 但实际上 他想成为一个伟大的精灵王 而不是可怕的灵魂 我想成为一个温暖的灵魂 但他已经太远了 无法回头 成为大灵王 已经流了太多的血 判定他没有资格成为万灵之王 有点难过 七年后我才知道 我只想浇灌美丽的花朵 培育美丽的花园 其实 他之所以说是大灵王 是为了掩饰自己卑微的梦想 一个姓凯尔的精灵认为他 不应该有这么小的愿望 我不能再做梦了 赤血精灵凯尔伯龙 在大陆上 凯尔伯兰被称为 他变成了恶魔海地身边的恶灵 最后一刻 他一边以灭绝为抵押 解除契约 一边对海地说道 我不讨厌你 但如果我遇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你 我的生活会不会有所不同 海地笑着回答 命运不会改变 塞伯龙 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洞穴里 水从天花板上滴下来 在那里海地开心的笑了 你天生就有成为血灵的宿命 就像血精灵一样 我过得很好 你可以骄傲 不 我从不骄傲 凯尔伯兰想说话 但不能说 如果我否认自己的生命 就好像我也在否认海地的生命 方向可能有点不对 但海地却活得很努力 我过着充实的生活 我不能否认那种生活 就算是错的 我也不想在海地临死的时候 否定海地 凯尔伯龙说 谢谢 很高兴见到海地 J-Cell Brown变成一滴温暖的水滴 消失了 这是单方面违约的代价 却依旧化作一滴温热的水珠 将海地身上笼罩在了一丝暖意之中 那是 Kell Brown最后的考虑 那就是爱 你这个愚蠢的精神混蛋 海地背靠在墙上 深吸了一口气 我不是故意要和这种弱者签订契约的 海地勃然大怒 契约精灵赶先违约 唾 唾出来 唾液中混杂着鲜红的血液 你说话就像一朵花 其实 我想开个花谱什么的 这不是与做这种无用梦想的精灵 签订的契约 我应该和一只更坚强的精灵 签订契约才对 被凯尔的信索欺骗 是错误的 因为你 我什么都做不了 凯尔伯龙 我咯咯地笑了起来 很高兴看到 他被摧毁了 那天晚上海地 呼吸 维奥拉说 我家里有一大片掩护锁 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你的帮助 我们就能开出更漂亮的花 让我们想想 如果继承凯尔城堡的水精灵 浇灌花草 那花坛该有多美 我 我就是成为大灵王的本体 这种琐碎的事情 不适合我 你看了就知道了 维奥拉摸了摸下巴 凯尔伯拉甚至真是像 海地这样邪恶的元素师 这是一种精神 认为这是对承包商的一种自然态度 我到最后 真的很可怜 想想看 凯尔贝龙是个很可怜的精灵 凯尔伯拉 本来可以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保护我会比保护海地好得多吗 突然 脑海中浮现出身边人的画面 最先映入我脑海的是维森 他拿着刀在笑 也让我想起了 霸道仓路身上 散发出的威压感 还想到了20岁 就已经接近世界最强的美迪亚 我为凯尔伯拉 感到有点遗憾 是不是 我想了想 也许不是 你一定是一滴水生的吧 当然 因为我是大水灵 因为它是一滴水 所以它是一滴 什么 不 Bell听起来像狗的名字 所以让我们把它变成 胖胖 那是什么 什么是 你的名字 一提到名字这个词 凯尔伯龙就尖叫起来 不不不 在契约者给他起名字的那一刻 他就烙印在了精灵的灵魂之上 那是精灵的契约 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是 不想说 哼 我的名字是伟大的凯尔 是男爵 我想喊 但我不能 我在心里大喊是凯尔伯龙 但我的嘴巴 自己冻了起来 是乒乓 凯尔伯拉 做了一个泪流满面的脸 我觉得我失去了整个世界 杰里米 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了机会 或许是因为魔法阵的影响 他与精灵的亲和度 暂时提升了一些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得以 与风精灵签订契约 终提琴 谢谢你 嗯 托你的福 我也和精灵签订了契约 精灵的名字是什么 Keltertus 我给他取名为Stone 听到这句话 庞庞尖叫起来 对一个吹着风的味道的家伙来说 风暴意味着什么 PonPon是不公平的 我的名字是PonPon 但那个人是Stone 现在出来 和我一起战斗吧 作为大灵王的候选人 杰瑞米轻轻地笑了 风暴很害羞 不想露面 杰里米也很好奇 我看到一个小仙女 以风的形式漂浮着 那个仙女 只有承包商杰里米能看到 与此同时 威奥拉陷入了沉思 问道 凯尔特塔斯 嗯 为什么 没关系 他不是 与杰瑞米 地结契约的精灵 并不姓是凯尔 我看到了第一个成为灵王 而没有被赋予凯尔姓士的设定 你一定是 凭借着高不可攀的灵源 来到了这里 好像是这样 谢谢 杰勒米抓住威奥拉的手 果然和中提琴 在一起 很有趣呢 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对于灵体清和度 极低的杰瑞米 竟然能与灵体女王签订契约 这显然是令人意外的 与普通的精灵签订契约 将那个精灵提升为精灵王的人 就是杰瑞米 帕莱尔 不过这一次 他与凯尔姓精灵精灵狐 签订了契约 如果不是威奥拉 我就不会有这种运气 他笑了笑 继续问问题 我们订婚好吗 嗨嗨 威奥拉清了清嗓子 不对 为什么故事会泄露出去 不 两年后你也可以结婚 贝拉托与灵狐契约 而风暴之间的继承人 又与另外一位元素女王 缔结了契约 如果你们两个结婚 那该有多好 没关系 为什么 杰瑞米 你以自己的方式 成为了这个世界观的英雄 英雄驱使逆境 你必须克服逆境 才能成为英雄 我对这样的逆境和艰辛 不感兴趣 杰瑞米 因为无法回答 而迟疑了一会儿 却微微一笑 啊 我得到他 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 我希望我不知道 威奥拉没来由地掩饰自己的不安 静静地听着杰瑞米的讲述 还不是因为我对你的看法 还欠缺 不 他一出来了 但 你不仅近距离见到了美迪亚公主 而且 你自身的能力如此出众 我可能还没有被人注意到 杰瑞米认真的这么想 是他召唤出灵狐 并与他缔结契约 杰瑞米从没想过 这是巧合 我不认为这是巧合 但如果是巧合 那将是一个更可怕的结果 这么多的潜力和洞察力 如果是作为白贝拉托的出众能力的话 我可能 看起来缺乏 癌症 杰瑞米咧嘴一笑 如果中提琴太棒了 以至于不适合我 那么我只需要变得更好 并把它做好 这就是杰瑞米的实证理论 那我会好很多 向你求婚 为什么 那句话 我会战胜更多的艰难险阻 听起来像这样是错觉吗 威奥拉轻轻地叹了口气 杰瑞米似乎什么也听不见 我再次意识到 我被一个幻想世界所占据 十二岁踏入社交圈 婚约来来去去 这在贵族中很常见 对此期待 这将成为一篇很棒的文章 已经是英雄配角的杰瑞米 做出了深刻的承诺 威奥拉将庞庞送回灵界 与人类契约的精灵 可以随时回到灵界休息 需要的时候可以召唤 我得想办法出去 庞庞在我们进去的时候 给我们带路 但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出去 这是一个正方形的房间 四面都是墙壁 我必须找到一个出口 找到泽农的能量 哦 这样就可以了 泽农不能和他一起来这里 也许他是故意离开我们的 说不定他就藏在什么地方 在这边窥探 如果是泽农 他还会在那里 我想 这就是他所在的地方 杰瑞米再墙的一侧摸索着 有一次 墙完全自行脱落 很流畅 我想知道 墙壁是否在几何移动 然后出现了一条宽阔的过道 天有点黑 不过 因为到处挂着魔法火把 确保视野并没有太大的困难 这条路看起来像出口 就连中提琴 也能感受到杰农的气息 在这段话的结尾 我能感觉到 斯嫩 这句身体太神奇了 我要拉的身体 可以做到这一点 毕竟是作者设得好 生下来就是最好的 带着这样的想法 我向前走去 我听到杰里米的声音 杰农桑好像离得很远啊 但奇怪得很 中提琴停在了原地 杰里米是对的 这很奇怪 这 居住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自己住得很远 火花 一道红光在黑暗中短暂闪过 一瞬间 我觉得头发都竖起来了 这 这很危险 一阵潮湿的风吹过 那是一股风 蕴含着粘稠的生命 起泡 泽农的声音伴随着脚步声传来 你必须死在这里 那是我被这个世界附身以来 最伤脑筋的时刻 被伤脑筋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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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死在这里 随着脚步声出现的泽农 右手握着匕首 杰里米也拔出了剑 是山外的山 我还以为管家会幻想呢 我知道 威奥拉咽了咽口水 知道泽农很强 却不知道 他会散发出这样的气息 泽农似乎充满了整个空间 他似乎已经变成了利刃的空间 前后左右 我哪儿也动不了 我一动 就好像要用一把锋利的刀 给我的肉 我的管家很称职 就算你不说我也明白 杰里米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 灰剑 这一举动 没有任何怜悯 看来 他是抱着真的要杀了杰农的心态灰剑的 你还没长大 俯冲 杰农一脸漫不经心的 将杰瑞米的剑扔到一边 使用最小的力量 改变了剑道 这是一个流畅 而平静的动作 如水一般 但杰瑞米 差点失去平衡摔倒 有些数字比我好 虽然只是一场比赛 但杰瑞米已经意识到自己和泽农之间的天壤之别 这时 中提琴的声音响起 这么能干的管家 怎么会产生幻觉 一个足够坚强的士兵 意志坚强 受外力影响不大 除非是精神衰弱 酗酒等特殊情况 维奥拉继续说道 除了被故意抓住之外 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表达他 维奥拉被烧到了骨子里 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杰瑞米看到的中提琴也很放松 你是故意被抓来 考验我的吗 泽农没有看着维奥拉 我在看中提琴以外的东西 但在中提琴之外 就好像 我看到了幻觉 泽农露出了与平时温暖的笑容 截然不同的表情 我说过要杀了你 似乎根本听不到外面的话 维奥拉咬着嘴唇 咬主人的狗 必须用棍子对付 当然 维奥拉并不这么认为 维奥拉喜欢小狗 打狗是什么意思 但这是一个幻想世界 它就是贝拉托 得体的言谈举止很重要 乒乓球 维奥拉的身体被染成了蓝色 它的身体化作灵门 召唤出灵界的神灵 拍呀 有一阵水花 水花停了 出现了一个名叫 庞庞的蓝发男孩 那个怪物是什么 谁很便宜 嗯 让我清醒一点 刹那间 泽农的身体消失了 它放低姿态 冲向维奥拉 维奥拉的眼睛捕捉到了它 但没有太多反应 你太快了 我无法对杰农的动作作出反应 然而 回应的不是紫百合 而是紫百合的守护灵旁旁旁 胖胖的手变成了水 像手套一样包裹在子囊的手上 泽农吓了一跳 想把匕首拿回来 却怎么也动弹不得 你好像在耍花样 泽农举起魔力 将手上的水分解 法力旋转 它就像一个搅拌机 手掌周围的水 纷纷破碎 四处散落 与此同时 杰瑞米操作着风暴剑 冷静下来 不知不觉中 杰瑞米也召唤出了风暴 和暴风过后的精灵在一起 杰瑞米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变得轻盈了 轻多了 它又轻又快 我认为我不应该过分依赖灵魂的帮助 感觉这不是我的强项 剑身比平时轻盈 动作也比平时轻盈许多 风暴剑是一把以剑为目标 威力强大的剑 反而沉重沉闷 属于慢剑法 此外 它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但是 风之精灵 却弥补了风暴剑的所有缺点 浮血 杰瑞米的剑 刺穿了泽农的肩胛骨 杰农虽然反应很快 将伤势降到最低 但总归不是轻伤 好有趣 我会记得你 你们是非常棒的无人机 泽农的眼睛染红了 中提琴是旗剑 那是 中提琴也很熟悉 沙城 据说 威奥拉也是生而有肉 不过 泽农似乎也是天生的肉身 作品中 没有描述过类似的东西吗 生活 变得更加紧张 泽农的心情完全变了 我会把你当成真正的军人 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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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奥拉的身上布满了轻伤 泽农的匕首 锋利而精致 威奥拉从来没有正确地读懂过他的动作 我什么也做不了 威奥拉只是站在那里看着 这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移动 或如何移动 这 Zenon的真正技能 我再次意识到 这个世界是一个幻想的世界 我无法将其视为人类运动 就像一个幽灵 如果不是杰里米和庞庞 我真的必须死了 杰里米也显然很累 杰里米 Jeremy的腹部受伤严重 尽管有灵狐的帮助 但他还没有成为杰农的对手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杰里米向后抓起剑 强迫自己站起来 他是风暴之剑的继承人 就算跌倒摔倒 也不能放弃 我不会放弃 放弃这个词 并不适合这位风暴之剑的继承人 我觉得我马上就要倒下了 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黄色的 尽管如此 正是维奥拉轻松的态度 让他充满了希望 中提琴是白色的 Bellet 2 维奥拉在任何时候都是贝拉托 一切都以Bellet 2的方式完成 同时又不失Bellet 2风格 现在 中提琴似乎扮演着白色贝拉图的角色 你不能错过 他我一次都没有退缩 杰里米看到的中提琴很结实 虽然受了轻伤 但他依旧是轻松的站立着 白色Bellet 2中提琴似乎还有另一种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如此轻松和崇高地站着 并考虑这种情况的原因 我所要做的 就是向维奥拉展示我作为白贝拉图的能力 我需要展示我作为风暴之剑继承人的能力 这样岂不是互相呼应 有维奥拉在 杰里米也无法放弃 因为我看到了最渺茫的希望和光明 而风暴也被那个样子感动了 惊人的 暴风也是继承了凯尔信式的精灵 事实上 Storm并不喜欢Jeremy 与精灵的亲和力并没有那么高 最终决定了暴风女自身力量的发挥 是有明确限制的 她是一个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的人 不过 以这种程度的精神力 她自认为可以克服劣于灵界的惩罚 我不知道 人类的精神可以如此强大和强大 对不起 我会再打开我的心门一点 事实上 暴风女有点希望杰瑞米死在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签一个新的承包商 现在我改变了主意 我觉得和一个有这种心态和坚强意志的人在一起会很好 哇 杰瑞米身体周围的气流越来越强 与此同时 威奥拉后背冷汗直冒 我们做什么 我需要让Zenon摆脱幻想 我想不出办法 现在需要的不是白贝拉图的聪明才智 而是黑贝拉图的蛮力 这不可能 武力战斗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里 威奥拉的脑袋就复杂了 这对测试来说太过分了 在小说中 泽农从未流露出杀人本性 也许这是芝诺的秘密 现在 在小说的开头 绝对没有理由透露这个秘密 我不是故意被抓到的 莫格尔变软了 我有一半认为 泽农是故意陷入幻觉 但也许并非如此 也许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精神 占据了Senon的意识 当你以这种方式考虑时 这种情况是有道理的 鸡皮疙瘩出现在他的前臂上 好的 这个空间 是连精灵亲和力低的杰瑞米 都可以与精灵女王签订契约的特殊空间 在这样的空间里 威奥拉对精灵的亲和度高得离谱 有可能只有暴风 没有通过灵门 例如 一个念头掠过我的脑海 狂灵王蟹 嗜血的魂王 有一个精灵王 属性不明 契约者不明 他是一个残忍的精灵王 只对杀戮人类 将人类逼疯一世感兴趣 也就是说 Blood是第一代血灵王 而与Heidi Pumpangi 契约的精灵 则是第二代血灵王 废话 这是一个荒谬的假设 我是这么想的 但我一直觉得 这是有道理的 泽农一定是一开始 就打开了他的心门 很轻 我会粗心的 万一那种情况下 出现了Blood这种强大的元素王 吞噬了Zenon的意识呢 不然的话 我是不可能支配杰农 到这种程度的 事情才开始变得客观起来 泽农并没有给半途而飞的精神 以意识 他是在一种 非常强大的精神的影响下 好的 是精神力 不知为何 他说杀戮之力 与威奥拉自己的杀戮之力 感觉不同 现在很清楚了 生而有肉性之灵 写似乎是对的 小说中也是这样表达的 血是生来就有杀心的精灵 于是 他被灵界排斥 独自长大 他们说 Blood的目的是 吃掉人类的灵魂 并摧毁精神世界 那种东西很好 如果真血出现 那将是杰雷米娜 自己此时都无法面对的强大对手 道路 我看不到他 威奥拉第一次感到无助 再艰难 再困难 总有办法突破 但是不是现在 换句话说 这是一场自然灾害 可以说 这是一场自然灾害 一个声音响起 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 贝拉徒布接受失败 但他们甚至没有告诉你要战胜自然灾害 有人走了 充满这个空间的杰农的存在感 开始消退 只见一把巨剑的身影 世上也只有一个女人 能随随便便地握住这么大的意见 美迪亚姐妹 贝拉托的第一公主 美迪亚出现了 我的弟弟 我很伤心 美迪亚的存在 完全排挤了杰农的存在 美迪亚走进威奥拉 端向着她的脸 而她微微皱眉 威奥拉皮肤上的轻微伤疤 似乎让她很困扰 她温声说道 请求帮忙 她回头看了一眼 眼神毫无感情 我会阻止你的自然灾害 钟提琴不由自主地咽下了沉默 这是什么妹妹爆发力 我想用诚实的话喊出来 待我妹妹挨呀 我会杀了你的管家 那一刻 泽农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维奥拉偶然发现了她 嗯 我想到了一个事实 原来 泽农粗心大意 她应该不知道 对应灵王级的血脉会出来 我因为粗心 而失去了理智 但这不是反过来吗 从布拉德的角度来看 她是一样的 轻而易举地控制了 杰农的布拉德 肯定是措手不及 而泽农比布拉德想的 要强大得多 因为我和美迪亚的姐姐住在一起 一定有一些裂缝 即便只有那一点点裂缝 杰农也是拥有足以摧毁 假意识世界的强大意志 和力量的角色 我的弟弟 想了这么久干什么 姐姐 使我的心刚硬再给一点时间 泽农就能自己恢复意识了 嗯 谢谢你愿意帮助我 美迪亚歪了歪头 我想知道我哥哥想说什么 看他的态度 似乎不太愿意求助 我不知道 我姐姐一直在看着我多久 从你召唤那个孩子开始 一个有着蓝色头发的男孩 Pong Pong 故意与Media 进行眼神交流 这是因为 当我一开视线时 我觉得自己不知为何输了 相反 这意味着我感到 想要避开我的眼睛 美迪亚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姐姐就会看到了 威奥拉偷偷看着杰农的眼睛 我可以看到 Zenang咬着嘴唇 可以理解为 则农恢复意识的过程 他们可能正在打一场 不是精神世界战争的战争 我从来没有真正动过 看到你姐姐了吗 想想看 原来如此 那是因为 我也是白贝拉 事实上 我只是待着不动 因为我反应不过来 不管怎么说 她没动 也不是骗人的 我想证明自己 作为白色贝拉托的实力 所以直到最后一刻 才好好战斗 当我正确战斗的那一刻 我作为白贝拉托的价值 就被削弱了 美迪亚哼了一声 轻轻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美迪亚觉得很好笑 没动是因为是 拜拜 乍一看 好像是对的 仔细一想 又是错的 就算你是黑衣人贝拉托 你也无法对抗自然灾害 美迪亚现在面对的是 威奥拉和杰农之间的实力差距 弟弟虽然已经十二岁了 但也不足以对付 失去理智的泽农 我信任我的管家 我仍然相信他 嗯 美迪亚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可以看到 威奥拉全身的小伤口 贝拉托的管家 伤害了贝拉托继任者的候选人 光是这一点 就已经是相当大的悔恨了 也许我应该放弃我的头 你相信 美迪亚很难理解 泽农在袭击威奥拉的那一刻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都失去了管家的资格 他显示的太少 以至于不可信 但是 你相信吗 美迪亚看到的紫百合 是一位铁蟹公主 从欢迎晚宴到现在 他所展示的一切都是如此 只是 没想到 相信这两个字 竟然从紫百合口中脱口出 我能动也动不了的东西 威奥拉缓缓开口 因为我在考验管家 如果你做错了什么 你可能会死 那也是我的选择 当然 我绝对没有死的打算 目标 是在喝蜂蜜的同时过上长寿 幸福的生活 而不想死 然而 这对美迪亚来说 却很新鲜 我相信 如果是我的管家 我就足以摆脱精神束缚 恢复原状 而今天依然如此 威奥拉看着杰农 张了张嘴 泽农 站起来 只是你所侍奉的人 星号星号星号 一道声音 从泽农朦胧的意识中传来 我信任我的管家 我仍然相信他 我相信 如果是我的管家 他一定会彻底摆脱精神束缚 恢复原状 我觉得我的眼睛亮了起来 泽农 起来 只是你所侍奉的人 他赶走了外面 正在侵蚀他思想的东西 很快 一切开始明朗起来 杰农板着脸 走到中提琴面前 杰瑞米抓起他的剑 想要挡住 但威奥拉举起了手 你还好吗 泽农已经回过神来 泽农跪在中提琴前 公主 我的罪孽该如何偿还 付出生命代价 好的 杰农毫不犹豫地举起匕首 刺向了他的喉咙 遮阳板 金属与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 美迪亚砍下 泽农的匕首 我不认为你的意思是自杀 巴特勒 对泽农恭敬的美迪亚 已经不在了 美迪亚看向泽农的眼眸 是纯白的风 他的眼眸干涸 没有一丝情绪 甚至还掩藏着一丝厌恶 泽农点点头 我很伤心 所以我表现得很情绪化 请原谅我 我会用我的余生侍奉公主 来偿还这个罪过 中提琴的声音 一直在杰农耳边响起 相信 我仍然相信 那我呢 我值得这份信任吗 我真的是个好管家吗 故意在精神上失去意识后 我尝试着测试中提琴 威奥拉的能力 成长了多少 匕首有多锋利 有多锋利 就可以让你看到 我想看到那个 你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会被鬼魂夺走意志吗 中提琴正中要害 泽农故意打消了念头 正确地指出了这一事实 泽农懒得找借口 对不起 美迪亚眼睛干涩地 对跪着的泽农说道 我认为 威奥拉打算原谅管家 美迪亚举起了她的巨简 但我不是很宽容 刻在威奥拉皮肤上的浅伤疤 很奇怪 看起来很深 美迪亚看了威奥拉一眼 你今天似乎又要熬过自己了 据说她是抱着自己的死去 考验管家的 据说 即使是冰死威胁 也没有吓倒白贝拉图 那有点令人失望 我希望你能稍微依赖我 美迪亚想做一个好姐姐 我想成为像一棵美丽的树一样的人 让我的弟弟妹妹们可以依靠 在Bellatura生态系统中 这可能是一个过于理想和美好的梦想 但美迪亚是真诚的 我可以成为一个 比你想象的 要坚强得多的姐姐 对泽农的遗憾和愤怒 都以和睦相处的方式表现出来 我至少要抓住你的一只手臂 然后中提琴挡住了中间 姐姐 威奥拉其实很害怕 她不敢只是美迪亚那双致命的眼睛 我现在想逃 但我鼓起勇气 看起来如果任期发展 她真的会砍掉 Zenon的手臂 我非常非常感谢 姐姐对我的心意 我从没想过 我能从贝拉图的哥哥那里 感受到如此的感激 再一步 她克服了恐惧 接近了美迪亚 而我今天感受到了 看着姐姐 带着台风般的力量出现 像阳光一样拥抱着我 这个姐姐 就是我的姐姐 我可以被这个人保护 我感受到了那种 如是重负和稳定的感觉 那也不适合贝拉 法埃欧拉的行为 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像 Belator 中提琴 一反常态地说道 但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那么喜欢 那个不像Belators 我不想在我姐姐面前做贝拉 因为我不想成为贝拉托公爵 不管怎样 公爵是姐姐 职业 你不必在你姐姐面前 假装是贝拉托 我 我喜欢姐姐 听到这句话 美迪亚顿时愣住了 我听得很清楚 但故意装作没听见 什么 我想再听一遍 但是威奥拉没有再说同样的话 而是说了不同的话 而且我不想恨你 你是什么意思 我无意在姐姐面前 刻意表现得像白拉图斯 但我终究是白拉图斯 我从没说过 你不是贝拉托 只是我喜欢你不是Belators 我喜欢那个更依赖我 靠在我身上的地点 在我面前 我要她放下铁血公主的形象 美迪亚一边这么想着 一边静静地听着威奥拉的话 如果我姐姐伤害了我 我别无选择 只能追究她的责任并问她 你的是 你是说责农的管家吗 威奥拉点点头 我的意思是 Zenon非常有能力 虽然她是真正认可和帮助威奥拉的人 只是在后半段的工作中 我不能让你失去杰农的手臂 这将成为未来宝贵的力量和盾牌 那些话在参考书上缓缓地继续着 我很感激我姐姐的心 但我认为 姐姐对我不惩罚的管家的惩罚 是月犬 其实我这么说 我还是很紧张 美迪亚心情不好怎么办 美迪亚掌握着生死在这里的权利 若是美迪亚下定决心 连这里的所有人都杀光都不是问题 是月票 其实 美迪亚似乎心情不太好 惩罚伤害我兄弟的人是我的职责吗 因为那个人毕竟是我的 中提琴在继续之前暂停了节奏 问题是我没有妥善管理 我的东西的责任更大 虽然我是被收养的 但我也是贵族 中提琴不再是孤尔涵亚林 而是贵族中提琴贝拉托 贵族拥有许多权利 但他们也有与之相伴的义务 身为贵族 我有权担任管家 他不是唯一拥有该权利的公司 据此 管家出事 我也有责任承担责任 因为那是高尚的 你学得很好 中提琴切入 如果我的妹妹惩罚节奏 否则 我作为负责人 你应为责囊管理不善负责 如果你砍掉节奏的一只手臂 我至少得给你两只 你姐姐真的想要那个吗 我继续说着 不在心里的话 如果你真的想要那样 我会被你惩罚的 你可以抓住我的胳膊 这是她从未想过的声音 但美迪亚夺走了她的生命 对美迪亚来说 中提琴还很小 被收养进公爵家后 营养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只是小时候饮食不当 影响似乎很大 中提琴 除了你 我还有四个兄弟 突然 为什么突然 威奥拉感到有些不安 除了你 我还有很多弟妹 至少有一个没有胳膊也没关系 你不是在说这个吧 我记得他们中的大部分 你一定是 姐姐是当代绝无仅有的天才 我记得那些孩子十二岁时的样子 与威奥拉的担心相反 美迪亚的眼里是温暖的 你比那些十二岁的孩子 要小得多 也年轻得多 我希望你不会为此感到难过 这并不意味着 我缺乏作为战士的能力 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莫名地想好好珍惜你 威奥拉以现代的方式 诠释了这种情绪 如果你用现代的方式 来表达那种情绪 那就太闲了 是不是有点像基于感情的闲味 不管怎样 这对威奥拉来说 是件好事 你越能感受到美迪亚的美丽 你就会离美好的未来越近 所以我不能惩罚你 谢谢你这么说 不用谢我 是的 你不能谢谢我吗 我明白意思是符合的 但是 有 但有呢 美迪亚笑了 我们明明是争夺继承权的对手 但我们毕竟还是一家人不是吗 希望你不要太把我当老板了 星号星号星号 威奥拉原谅了泽农 泽农这才站了出来 虽然站了起来 但杰农还是掩饰不住心中的遗憾 对不起 抱歉 听了这么多次 我觉得我到耳朵会结架 此外 他还担心刚刚改变主意的美迪亚 别再惹美迪亚了 美迪亚认为 管家对贝拉托的袭击 是甚至可以处决的重罪 我只是因为我才原谅 在美迪亚面前重复一句 对不起 没什么好处 不就是一直在勾起我之前的回忆吗 再说一次对不起 我就割掉你的舌头 好的 我不得不通过这样做来阻止 泽农的对不起 站在泽农面前 五年前和现在 泽农比中提琴大得多 威奥拉高高举起手 拍了拍杰农的肩膀 我告诉过 你我测试过他 你参加了我给你的测试 你也通过了我给你的测试 所以 你为什么一直道歉 我的想法很短 我正要说 对不起 威奥拉转过身 他很自然地转过身 看着美迪亚 好在美迪亚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这就像一个角色 对于曾经原谅过他的人 他不会退缩 美迪亚很平静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困了 威奥拉问道 对了 你姐姐在做什么 附近出现了一群石刃魔 你要带石刃魔吗 石刃魔是魔物中属于高级魔物的强大魔物 它们与人类相似 但它们是体型从三米到五米不等的怪物 它的握力和力道之大 徒手可以撕碎一头大象 如此实力 堪称移动速度比豹子还快得可怕掠食者 那你是和贝拉图骑士一起来的吗 不 美迪亚笑了 没必要让所有精英骑士都来猎杀石刃魔 美迪亚一个人就杀了三十六只石刃魔 据说三十六只石刃魔像狗站在老虎面前一样逃跑了 我错过了一个 在四处走动时遇到了希克森先生 希克森殉爵 他正在猎杀我错过的石刃魔 希克森殉爵 不 美迪亚眯起眼睛 美迪亚想起一段有趣的回忆 四只狗 你叫什么名字 这是台元 台元正在狩猎 威奥拉咽了咽口水 石刃魔是普通人永远无法猎杀的个体 因为它是力量比大象还强 敏捷比豹子还快的强大怪物 我是乱七八糟的 不过最后还是猎杀成功了 那是类似于美迪亚在他十几岁到中期的成就 美迪亚继承了贝拉脱的血脉 从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各种丹药的训练 学会了系统的剑术 是在学习贝拉脱剑法的时候 这要是大陆第二就尴尬了 不过 台卓拉从十二岁开始学剑 距离学剑到现在也不过五年时间 果然是男主 的确是男主的成长速度 他们说最好的增益是主角的增益 这些话似乎很准确 我内心很惊讶 但表面上我假装没事 这是为了匹配美迪亚的凝视和眼睛水平 这不是一个糟糕的增长 是的 在那里 中提琴的精神加速了 美迪亚似乎真的认为 这只是还算不错的成长 由于美迪亚是最有天赋的天才之一 所以 台元的增长似乎并不令人惊讶 果然 姐姐是很适合当家的人 天才中的天才 像那样的人 不应该领导贝拉脱吗 威奥拉这么想的时候 美迪亚的想法完全相反 不错的增长 与威奥拉的想法相反 美迪亚由衷地赞叹 台元的生长速度 天才认天才 不能单靠天赋 就称得上天才 凭借天赋 美迪亚付出了罪犯 都不敢想象的努力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台元的成长 是一个光靠天赋是不够的领域 Vaiola的定位 是一只白色的Bellet 2 并且正在相应地成长 你不能即使白人Bellet 2 又是黑人Bellet 2 相反 不可能既是黑人又是白人 由于美迪亚是个天才 她知道的更多 因为人体是一体的 为了在任何领域达到顶峰 肯定有一些事情 是你必须放弃的 你不能错过她 作为黑色贝拉托 我会放弃一半的成长 看到这样的中提琴 长得不错 这孩子的视线水平 到底在哪里 你的潜力远远超过我 你越看她 她越聪明 越聪明 作为黑色贝拉托的潜力 也是巨大的 也许这个孩子 这不是贝拉托的最佳搭档吗 她岂不是最值得继承贝拉图知名的人选 看起来她有贪婪和野心 贪婪和野心 对于成为继任者 至关重要 美迪亚没有的 威奥拉有 美迪亚就这样被误解了 逃离一级后 威奥拉等人 穿过红树林 出了红树林 在封印领地稍事休息后 我便尝试着返回寒冬城堡 但是杰里米张开了嘴 我从小就渴望美迪亚大人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 带着几分疑惑的表情 环顾四周后 他向泽农问道 你有笔吗 当然 泽农从此空间里拿出一支笔 递给了杰瑞米 谢谢 杰里米的脸变红了 这与他和威奥拉在一起时 截然不同 我可以给你签名吗 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签名 威奥拉感到有些疑惑 我认为 你姐姐不太喜欢杰里米 当然 表面上他是温柔的 没有不尊重的部分 这只是一种人类的感觉 为什么 应该没有特别的原因 杰里米也是一个 深受大家喜爱的角色 如果你仔细看 你甚至都不会注意到 杰瑞米其实好到能偷几次 不分男女老少 至少他足够可爱 在我姐姐看来 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偶像 什么事都竭尽全力的小风暴 杰尔米 在美迪亚看来 他大概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个呆萌可爱的小男孩 这么个男生害羞的地质笔 说欣赏他 怎么冷风刮得这么快 至于我签名的意义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做到 美迪亚拔出了他的巨箭 迅速摆动 威奥拉一时吓坏了 我的天啊 就连杰瑞米也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刮起了大风 那是美迪亚造成的剑风 就好像发生了龙卷风一样 杰里米倒抽一口凉气 啊 这不是用笔写的签名 而是用剑刻的签名 美迪亚的手写 签名刻在那张保纸上 美迪亚 贝拉图 这个名字是用草书写的 但还有比这更大的名字 威奥拉的姐姐 威奥拉不知所措 你平时不是把签名做得大 下面的签名小吗 在韩国是这样 在贝拉图的影子的世界里 也是一样 尤其 中提琴这个词是最大的 好像在公开强调它 我又敢说 说我什么都知道 如你所知 我是威奥拉的姐姐 我当然知道 不管是什么 杰里米似乎很兴奋 我收到我钦佩的人的 亲笔签名这一事实 似乎令人生畏和感动 威奥拉是个天真的好孩子 杰里米一时雨色 虽然她在威奥拉身上 发现了一些可爱之处 但她的善良和纯真这两个字 让她难以认同 所以 从现在开始 我希望你做对一切 这是一个高级士兵 可以给一个初级士兵的礼貌建议 但威奥拉并不觉得 建议只是礼貌 本来 美迪亚这个角色 就不是给别人出谋划策的角色 当她不得不提供建议时 她是一个以大约三百勺成意 真诚地提供建议的角色 也就是说 美迪亚现在是完全认真的 杰里米弄错了吗 你觉得要签名很糟糕吗 你讨厌欣赏自己吗 为什么 原来是这样的吗 你必须做正确的事 这样你漂亮的脸 才不会伤痕累累 杰里米似乎并不在乎 遇到自己敬佩的人后 我感觉自己快疯了 当然 做任何事都会三思而后行 小心翼翼地走 请不要忘记我是薇奥拉的姐姐 在领地稍作休息后 薇奥拉和美迪亚一起乘坐马车 返回了冬季城堡 我们一到达冬季城堡 并打开行李 Zenam就报告了 公爵来了 父亲 是的 他约我一起吃晚饭 苍鹿是一个极不愿意 与继承人私下见面的角色 对了 要不要再单独吃个晚饭 为什么又是 我只是很紧张 如果你一直看到他们 你就会看到缺陷 生活可能会因为 那个小瑕疵而疲惫不堪 小说里 他是我最喜欢的角色 但现实里 他也是我最想避开的人 尽管如此 答案还是做得很好 好的 那天晚上 薇奥拉去了公爵的餐厅 苍鹿在那里单独用餐 嗯 除了海伦之外 还有一个人 苍鹿在长珠中央的椅子上坐下 面无表情地说道 出奇 没想到你的妻子 会和薇奥拉一起吃饭 只需乱了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淡淡一笑 我没有约薇奥拉吃饭 我只是想和你私下吃饭 而薇奥拉正好和我在一起 正确的 苍鹿点了点头 无论哪种方式 他似乎都没有关系 请在中提琴面前 表现出多一点善意 说是互惠互利的契约关系 对外却是夫妻 我会记住的 如果我稍微推一下中提琴 你不会介意的 对吗 当然 我很高兴是这样 苍鹿微微皱眉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的妻子 会问这样的问题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无疑是这个公国的二把手 她可以训诫 或指责某人 伊莎贝拉是一位出色的同事和伙伴 负责公国的内部事物 将各种大小事物处理得近乎完美 这意味着 即使是美迪亚 而不是维奥拉 也能够给予足够的指导 我很清楚 你也很清楚 海伦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的妻子问的问题不值得问 我什么时候问过一个不值得问的问题 苍鹿公爵闭上了眼睛 似乎在思考片刻 我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任何 你还认为我的问题毫无价值吗 我只是希望 它不会成为第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 随她去 很快 钟提琴到了 伊莎贝拉率先开口 你迟到了 威奥拉 我记得预约时间是八点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审视着挂在墙上的魔法工程中 连灵 一秒的误差都不允许的大师之作 时钟正好指向七点五十八分 该不会是我来晚了 是我妈来走了吧 威奥拉轻轻地走着 她隐藏起颤抖的心 采取了轻松的态度 为什么伊莎贝拉在这里 伊莎贝拉通常一个人吃饭 和维森一起吃饭的机会非常少 那时候就是必成需要管教的时候 要么伊莎贝拉为她特制的毒药 否则 当Vison的思想被释放时 需要洗脑 不管怎么说 伊莎贝拉比较喜欢一个人吃饭 传闻伊莎贝拉每晚都喝血 这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 伊莎贝拉可以说是公国中要求最高的一个 伊莎贝拉希望她的儿子 第二王子加西亚接替她 一个坚信并相信 没有其他人可以接替贝拉托的人 于是她排斥其他兄弟 甚至将自己的儿子维森抚养成怪物 让她的哥哥加西亚成为一家之主 因为她是一个具有绝对设置的角色 我找到了以某种方式 安抚其他角色 并让他们站在我这边的方法 但那不是伊莎贝拉 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难以在我这边做出来的角色 伊莎贝拉是一个生来就把自己的朋友和敌人 分得很清楚 并且从未改变立场的角色 我不认为你会毒死我 白色的贝拉图印 我不是那种会使用这种笨拙方法的人 伊莎贝拉能干是统治贝拉图的第二人 可以肯定的是 她不会在公爵面前耍什么奇怪的把戏 看着伊莎贝拉的眼睛 维奥拉想 你的眼睛看起来像毒蛇的眼睛 她的尖牙里藏着致命的毒药 原著中的维奥拉 在见到伊莎贝拉时总是小心翼翼 维奥拉本能地对伊莎贝拉感到不舒服 当然 如果我还剩两分钟才到达 如果您感到被冒犯 我深表歉意 下次 请快点来 仓路代替说话 坐下 打扰一下 杰农一开椅子 维奥拉自然地坐到椅子上接受招待 出来的第一道菜是蘑菇奶油汤 看着热气腾腾的奶油汤 我口水直流 但气氛却有些窒息 一个人吃饭比较舒服 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叫我来做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喝了几勺汤后 仓路说 听说你受伤了 是的 一点 维奥拉只是将目光转向远处的杰农 你不必查看和上传它 他们在陌生的地方固执和不灵活 维奥拉从未告诉赫伦他受伤的事 但是仓路知道 这意味着泽农本人发布了报告 伤口好像不深 是的 我是故意放弃我的身体的 喝了几口汤后 伊莎贝拉放下勺子 用餐巾擦了擦嘴唇 一举一动都透着一股威严和从容 这么说来 你和杰农之间的实力差距 是不是太明显了 如果有那么清楚 我就不会在这里了 美迪亚没有准时到达 否则 我可能不会来这里 那一定是我的错 这是我的选择 我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妈妈 伊莎贝拉点点头 唇边挂着淡淡的笑意 这是正确的 你很了解贝拉托 维奥拉立刻明白了细微差别 我没有说 这是一体像贝拉托的马 我说 你对贝拉托很了解 意图很明显 有必要指出 我不是纯血贝拉图吗 那不是我的本意 如果我听起来那样 我很抱歉 维奥拉的位在燃烧 伊莎贝拉依旧神情轻松 淡淡地笑着 很难对付 因为我不了解里面的情况 伊莎贝拉缓缓将目光一向攻绝 那你打算怎么当管家 伊莎贝拉的意图很明确 管家劫农袭击 甚至伤害了像贝拉图一样的贝拉图 和忠实地尽职尽责的维奥拉 不管威奥拉的本意是怎样的试探 她本身造成伤害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威奥拉想哭 我不知道汤是流进了我的喉咙 还是鼻子 一家人吃饭 怎么会这么不方便 威奥拉一直梦想着拥有一个家庭 渴望与家人度过一个简单的夜晚 但这种地方被拒绝了 这是一顿 我再也不想分享的晚餐 与此同时 仓露将她的汤碗倒空了 你爸爸吃饭了吗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吃的 但碗里闪闪发光 大概是往勺子里注入魔力 继续进行精细的控制吧 看她如此精准的控制 说明国君此时的状态非常放松 那有点傻 我觉得我吃得很舒服 所以我是唯一一个吃饱的人 这很讽刺 但是 同时 她很帅 看到她吃得好 我感到自豪 我一定是疯了 是修德的后遗症吗 不管你怎么想 这都是疯狂的 即使在这一点上 让我最喜欢的猫 吃得好感觉也很好 崔爱凯张了张嘴 泽农声称 这是她自己的 即 是的 那么 处置决定了吗 我认为 泽农刚刚通过在我的服务中 表现出色 向我展示了我的性格 泽农还在等中提琴 像往常一样搬出椅子 护送威奥拉来到这里的 也是泽农 公爵不争辩是非 正确的 比谁都像贝拉图斯的你 为什么要对杰农 表现出如此温柔的一面呢 我好像知道 小说里的毒蛇眼是什么了 表情本身是温和的 但感受到的气势 却是残酷的 我觉得我在偷窥 我内心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你抓住我的小弱点 我会毫不留情地咬你 威奥拉回答 你就不能表现出温柔的一面吗 所有注定要统治的人 都必须对最亲近的人残忍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 严守原则 要从最亲近的人做起 否则 纪律就会松懈 就会慢慢腐烂在统治者的周围 这就是统治者孤独的原因 你的父亲和我丈夫一样 这是可悲的 这很可悲 但这也是我们必须处理的事情 换句话说 这也意味着 威奥拉现在没有做好她 应该做的事情 你真的很想成为贝拉 面条 她用手指指着责农 我们将不得不减少 自难的供需 并制定正确的原则 你的一点小失误 都会成为你的致命弱点 困扰你 在遥远的未来 无法缺离任何理由 贝拉图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家族 都更看重原则的家族 她是为了保护人类 免受北方血液的伤害 而自然形成的 为了对付强大的北方魔物 保护人类 远离魔物之地 贝拉图 必须比任何人都更遵守原则 依莎贝拉 我会以某种方式 找到我的弱点 并刺穿她 你甚至不应该看到一个小差距 不管怎样 她已经放弃说服依莎贝拉 站在她这边了 就算受到一点点 依莎贝拉的仇恨 我想我已经受到了 不管仇恨有多大 我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弱者 才需要理由吗 即使是强者 也需要一个理由 维奥拉 你还小 对这个世界了解不多 维奥拉感觉到 依莎贝拉的眼睛亮了起来 看来她是找到了弱点 我还年轻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辩护不仅对弱者是必要的 公爵的权力 比任何人都大 但她不会无缘无故行事 这是正确的 事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仓路公爵再强 也敌不过全人类 维奥拉点点头 是的 我还年轻 我是个连社交都还没走的孩子 这让依莎贝拉有点吃惊 我没想到会承认 维奥拉是个温顺的年轻人 依莎贝拉眼中的维奥拉 是一个不愧为铁血公主的人 是一个比谁都骄傲的孩子 于是我触动了 那种骄傲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这样承认 这不是一个12岁孩子的态度 这不是为什么我能像12岁的孩子一样说话吗 你要是有绝对的实力 还不至于说不需要理由吗 我指出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我认为12岁是一个不那么不成熟的好年龄 你12岁了 Haren的叉子在想用番茄酱意大利面 和土有黄油的烤格里时停下了 我默默放下叉子 他似乎在想 维奥拉接下来会说什么 这个宫国有很多钢铁般的Belletes 维森 我的哥哥 就是这样 我故意指出维森 即使方式有些奇怪 伊莎贝拉无论如何都深爱着维森 但我不认为这种硬度会使贝拉脱变的完整 杰尔城里已经有五个强大的贝拉图斯了 维奥拉用叉子加起烤扇贝 看着苍鹿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真想吃了 一共出来了十只烤扇贝 苍鹿却挑了七只 一个人吃了 只剩下三个了 至少要保卫一个的责任感 占据了十二岁的维奥拉的全身 至少有一个人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完成贝拉脱 是的 折断 混乱 就是这个 如果我不得不从被附身中挑出一件好事 那就是 能够吃到这些美味的东西 这些美丽的食物 让维奥拉可以在剑与魔法的严酷世界中生存下来 可口的 维奥拉体验到了一种天堂般的滋味 当我咬了一口 由于神奇的餐具 而仍然温热的扇贝食 隔离特有的香味 充满了我的嘴巴 我提出了 没有任何冒犯的投诉 质地非常柔软 且有嚼劲 就像吃制作精良的奶酪一样 中提琴扭动着说 所以我正在尝试 以我自己的方式 完成贝拉脱 我以为你是铁血公主 原来你是个有梦想的公主 相反 依莎贝拉似乎松了一口气 她的模样 一定是一个醉酒做梦 胡说八道的少女 其实依莎贝拉长得还不错 只是房间里 不止依莎贝拉一人 因为她是一个 能够对仓路产生 非常大影响的人 她不能在仓路面前 看起来像那样 我会在这里告诉你 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个地方 你的志向是美好的 但还不如过于自信 这是正确的 我知道 但我这样做 也是为了生活 威奥拉假装轻松地笑了笑 掩饰了内心的感受 如果你看的话 你会知道 你是否过于自信 我把目光转向公爵 如果我父亲允许 我会在这里证明 如何以非困难的方式 完成贝拉托 没过多久 泽农就带着 等在外面的维森来了 父亲 原本爽快地说 自己是爸爸的维森 在看到妈妈 依莎贝拉的目光时 顿时严肃了起来 你妈妈也在 维森 你在做什么 虽然她在母亲面前 故作严肃 但她的本性 是掩饰不住的 是的 维森的目光 转向了中提琴 因为把维森叫到这里来的 不是别人 正是维奥拉 相反 维奥拉张开了嘴 因为我说过 要给你看鬼魂 这是正确的 维奥拉声称 已经表现出了这种精神 维森满怀梦想和希望 世间何等灵气 相信一位元素师 出生在贝拉图家 贝拉图的纯血统 非常稀有 也很奇怪 他们说 有水涌出 虽然在爸爸妈妈面前 尽量克制自己 但维森就像一只兴奋的小狗 一个人呆着 好像口水 都要流出来似的 美妙的水之灵 倾泻出喷泉和瀑布 听到他是 凌王凯尔灵湖的候选人之一 维森心头一颤 你妈妈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弟弟吗 是这样吗 我没有邀请维森 你父亲也是 好的 不可否认 这个席位上 有两个主权国家 主持这次活动的是 海伦和伊莎贝拉 而不是维奥拉 主办方没有邀请维森 我的哥哥维森 是受过良好礼仪教育的 继承人候选人 应我的号召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在我父母不允许的地方 我懂了 伊莎贝拉的眼睛眯了起来 威奥拉的话 有一定的道理 现在 问题是 Vison已经疯狂横冲直撞了 她看起来不像贝拉托 Hannah V.Kan 是一个好奇的孩子 很快就变成了探索欲 一个探索欲极强的孩子 也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成年人 我不想训斥那个孩子 我没有训斥你的意思 反正就算是中提琴 也不希望维森被骂 我说出了我真正想说的话 如果不是我叫维森哥 维森哥会跑到这里来吗 维奥拉将目光转向维森 你知道 我哥也是 没礼貌的吧 那个那个 维森有些吃惊 我被精神分散了注意力 甚至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我比平时兴奋多了 维奥拉哥哥的笑了起来 我无法回答是 明知道有违礼仪 还不请自来 我宁愿说 我没想到 我开了水 好奇心很强 强烈的探索欲望 因此 我看不到其他人 而是深入挖掘了其中一个 那会更好 维奥拉代替 一头雾水的维森 继续说话 不过 不就是因为 那个拥有灵体的人 是远道而来的维奥拉 贝拉托吗 因为我才是最直接 和我哥争夺皇位的人 而我和精灵女王 签订契约这件事 贝拉托必须明白 我会决定 他应该优先于 其他任何事情 不 没错 他也巧妙地触动了 维森的感情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想念你 这是正确的 我想见维奥拉 维森的眼睛 开始有了生气 想想看 维奥拉说的都是对的 这是我这几天 一直在想的车 为什么没有中提琴 我会觉得无聊 维奥拉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回来 这是必尘一个人 得出的结论 我想和维奥拉比赛 看谁更强 不过 听维奥拉这么一说 他似乎有点明白了 与其说是 想要和维奥拉较量 看谁更强 倒不如 说是想要看到维奥拉 获得新的力量 维奥拉微笑着 看向伊莎贝拉的方向 我是在那种状态下问的 兄弟 你还想杀我 你还想杀我 维奥拉 维奥拉 维奥拉了一下 得知继任人选 自相残杀 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我看来 我认为这是对的 我是 但在某个时刻 他不再想要杀死维奥拉 我的心是这样的 但我母亲的生存 受到危险 如果我说不 妈妈会失望的 对吧 失望的母亲 会伤心欲绝 会很伤心 维奥拉 当然 诚实地告诉我 因为我不喜欢 说谎的哥哥 维森不得不严重矛盾 连维森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叫诚实 如果你想杀我 尽管说 好的 说你想杀人 因为那是对的 维森试图张嘴的那一刻 我想和你在一起 但是 因为我也是白人贝拉 维奥拉的目光 没有从伊莎贝拉身上一开 我喜欢一个诚实的兄弟 说实话 片刻后 维森如实回答 我不想杀你 星号星号星号 伊莎贝拉说 维森 回你的房间去 毕尘不见精神 闷闷不乐 但也不能违抗母亲的吩咐 维森带着遗憾的心 回到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 这顿饭吃完了 海伦不自觉地笑了笑 转瞬即逝 没有人看到那笑容 我的妻子吃了一个房间 我不确定 这是否是 维奥拉所指的 不困难的方式 维奥拉最终 从维森那里得到了回答 我不想杀人 而且 他还说出了 我要在一起这两个字 因为中提琴是白色的 Belletou 我看到我作为白色 Belletou 做出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最终 维奥拉直接在赫伦 和伊莎贝拉面前 表明了 他已经让维森站在了一边 我没说 我想杀我弟弟 然而 维森成了我的人 说是我的人 有点用词不当 Vison是黑色Belletou Viola是白色Belletou 最好将其视为一种合作关系 我叫你 你来了 单凭这一点 还不能建立主仆关系 好的 我会按照妈妈说的去做 我会称之为伙伴关系 就算是合作关系 也无所谓 我觉得关键是 维森欧巴不顾礼节的 回应了我的呼唤 最后说 要和我在一起 他将目光转向赫伦 是我的方法不对吗 12岁的孩子 做错梦了吗 贝拉托应该言成择农才对 原来 是这样的 不过海伦觉得 威奥拉的方法 也并非完全错误 你还没有看错 泽农向威奥拉宣誓效忠 并报告了 他的所有错误 如果他没有把信交给威奥拉 泽农早就跑了 大陆广阔无垠 还有东西大陆 隔海相望 如果他跑了 贝拉给他再多的钱 也很难找到泽农 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来找我 正在等待惩罚 如果你不忠诚 那就很难了 那么 我可以随心所欲地 处理劫农了 对吧 但我攻击 贝拉托的事实 也没有改变 作为 Belletude掌门人 Haren 有义务和责任 纠正Belletude的纪律 减薪三个月 依莎贝拉看着仓路 紧紧 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但依莎贝拉 还是觉得难以理解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贝拉托的纪律 就会崩溃 然而 泽农摇了摇头 我不想成为你的限制 或弱点 杜克 如果这成为未来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 他可能会成为 Viola的弱点 泽农认为 他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请给我一个应有的惩罚 仓路笑了 惩罚你自己 然后向我报告 杰农感激地低下头 离开了寒冬城堡 我环顾四周 周围没有人 泽农脸上没有笑容 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也是我的错 他的声音在风中飘荡 所以 我会相应地惩罚你 我从亚空间里 取出一把匕首举了起来 他割伤了左手的无名指 将来 当我的手指再次找到异时 我会把他们连接起来 泽农微笑着回到东城 然后 突然之间 好奇心被激发了 然而 如果你看着我的手 公主会不会痛 我歪了歪头 我不知道 我不喜欢被伤害 杰农看到自己的手指 被自己砍下来举起来 就这样结束了 海伦找到了被七层魔法阵 包围的野兽棺材 在这个用魔法控制温度 和湿度的空间里 刺猬们在玩耍 在刺猬面前 只有仓路 能够变成人类仓路 他自言自语 你把最接近的竞争对手 维森 变成了自己的人 这是我永远不会在别人面前 做的事情 五公主维森 四公主赫拉 大家对中提琴都很友好 不仅如此 就连美迪亚这位第一公主 对维奥拉也颇有好感 这次 他还亲自带了一把中提琴 没想到贝拉托 实在就处于危险之中的贝拉托 这是陌生的 他向刺猬敞开心扉 我不讨厌这些变化 很久以前 西克森说 他的梦 想是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意味着 我成为我家人的坚固围栏 保护我的人民并与他们在一起 那时 赫伦曾嘲笑过西克森 贝拉托永远不会那样 贝拉托就是贝拉托 守护人类的北方之盾 一个铁血公爵 永远不应该变得软弱无力 他应该是 显然他必须是 苍鹿将刺猬六兄妹中最小的一个握在手里 对付着他们 他自由地从一只手移动到另一只手 最小的孩子以中提琴的名字命名为 欧拉 上 他看着年纪最小的奥拉 眼神里带着一种 他从不在人前露出的温暖 奥拉没有对仓鹿放一根刺 头发蓬松 不仅仅是泽农和杰里米兄弟 台元把他变成了他自己的 和另一个 直到西克森 其实 我不喜欢这个 想到 他会让维奥拉成为他发自内心的女儿 这有点好笑 一个女儿 奥拉娇小的身躯一颤 把她 她从海伦的手中逃跑了 似乎是感觉到了赫伦体内的生命之血在流淌 无论是成长的过程还是成长的背景 此外 她是我纸上的女儿 星号星号星号 几天后 已是深夜 雨从天上倾盆下 似乎有许多水灵在敲窗户 糟糕 这伟大的身躯出现了 不是佛奥拉的召唤 而是胖胖出现了 听说有的时候 水质能量丰富到自然召唤出来的 我不知道 不过这几个叫贝拉托的家伙 在灵界是很有名的吧 好的 嗯 非常臭名昭著 她说她砍了很多烈酒 这就对了 咦 历史上 贝拉托砍倒的元素 实可不少 我一定也砍了很多精神 嗯 这与我无关 反正我也是要成为大灵王的 性格豪爽 不会太在意小事 蓝发男子化作果冻 走到窗边 从窗台上渗了出来 KB很好 那是一个浑厚的声音 就像是进了桑拿房的街坊大叔 嗯 但是 砰砰找到了人 他是谁 威奥拉走到窗边 往下看 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那是台原 西克森叔叔要去哪里 西克森悄悄地回来了 只剩下台原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 过了多少时间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当我打开门时 我看到了一片潮湿的台原 看到威奥拉 台卓拉淡淡一笑 似乎台原想念 威奥拉 就像狗想念 他的监护人一样 我一直 这是 青岛 台原已经沦陷 果冻般的蓬蓬 像流水一样 靠近台原 拥有人类形态的蓬蓬 用食指刺向台原 难生 流泻很多吗 浓稠的鲜血渗了出来 威奥拉觉得 整个世界都变白了 看到血腥的台原 带回了那个时代的回忆 来自急诊室的回忆 害死康汉俊的记忆 对威奥拉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创伤 然而 就在陷入恐慌之前 旁旁的画还在继续 是假血吗 这些画激发了我的精神 和血一样 却又有着奇异的不同 我闻到了台原的血腥味 但这并不重要 没有什么原始的东西 可以激发 威奥拉这个角色的本性 精心制作的假血 你为什么要穿假血 世界上有多少人 能制造出如此精致的血液 如果你闻到它 而不知道它是假的 那么血腥味就是真的 如果胖胖疾不是水精灵 它根本无法分辨那是不是假血 就连胖胖也曾一度 将它误认为是真血 威奥拉站在倒塌的台原前 台原 抬起头 台原的身体 断断续续地颤抖着 它似乎在努力抬起头来 喜欢就像被剪刀压着一样 台原的意识 试图让身体保持移动 但身体似乎不听使唤 仿佛要将它拔出来一般 一声呻吟从台原上空传来 没事 你放心吧 台原的身体垂了下来 威奥拉很确定 这是精心制作的假血 能够支配台原半身的强者 公爵府里 有两个人有这种本事吗 公爵府上只有一人 傀儡师塞凡马克思 据我所知 只有一个 西班 如果不是他 我无法做到这一点 从菲克森勋爵无处可寻的事实来看 这意味着西克森默认了 但是 西克森不可能不假思索 毫无理由地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西克森叔叔不想让我感到惊讶 对威奥拉来说 西克森就像父亲一样 尽管他的行为轻浮 言行粗心 但西克森一直努力做一个好成年人 威奥拉很清楚这种努力 认为西克森不可能同意这样的事情 西克森勋爵默许了 这就说明事出有因了 西克森勋爵默许是赫伦公爵的助手 父亲有吩咐吗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不是别人 正是塞班 马克思 随处可见一身红色西装和棕色鞋子 短发淡装男子走到我面前 恭敬地鞠了一躬 六位公主 认识维奥拉小姐 你被命令用我的狗摇晃我吗 就在她说着钟提琴的时候 她的脊背发凉 我差点措手不及 我差点忘了这个地方是 Belotuga 不断考验接班人的血腥之地 如果您没有意识到 这是假血 并且形式鲁莽或软弱怎么办 如果削弱贝拉的是外部弱点 那么将其移除是正确的 如果是小说中的仓路公爵贝拉图 她就会这么说 Tundra目前是Vaiola的狗 如果你在狗的话题上动摇Beletu 那么应该将其删除是正确的 当然 这对Vaiola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污点 你不打算回答我吗 嗯 对不起 我必须回答 但我应该诚实到什么程度呢 我在想这件事 有点担心的塞班张了张嘴 其实 这不是公爵的命令 这是依莎贝拉公爵夫人的命令 你的母亲 是的 公主说 她似乎对狗表现出特别的喜爱 她说要检查一下 说是确定了 可最后却是一个生意 说要抓住她的弱点 维奥拉再次感到背脊发凉 我想我从来没有在依莎贝拉面前 表现出关心台缘的样子 尽管如此 她还是使用tundra和sivan绘制了此图 没错 就是依莎贝拉 不过 你一点都不激动 塞班玩得很开心似的笑了起来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的眼睛永远不会错 太神奇了 维奥拉觉得有些奇怪 维奥拉显然很激动 在她告诉我 pong pong是假写之前 她几乎陷入了恐慌 塞班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现在的塞万 强大到可以控制和操纵台缘的意识 现在的台缘正在成长为 可以与小风暴杰瑞米和五王子维森 平起平坐的战士 也就是说 据说西藩是故意忽略了一半 pong pong似乎是隐形的 在塞班的眼里 pong pong似乎是看不见的 据说精灵可以躲避与他们没有契约的人类 所以这并不奇怪 维奥拉转身走向椅子 她迈着轻盈的步伐 坐在椅子上 盘起双腿 塞班 你到底想说什么 呵呵 塞班捂着嘴笑了起来 她举起右手 将头发扶到耳后 她眯起眼睛 盯着维奥拉 然后张开了嘴 果然 维奥拉公主的头脑很敏捷 最初 我必须对我收到订单的事实保密 伊莎贝拉的秘密测试 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切 但是 她把一切都告诉了维奥拉 甚至事实上是伊莎贝拉下达了这个命令 一直在说话 顺便一提 比起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我更想得到维奥拉公主的信任 原因是 只是 我感觉到了 不敢拿现在的伊莎贝拉和现在的维奥拉比较 作为贝拉托的情妇 伊莎贝拉的实力和权力不断增强 另外 她的父母是名枪世家奎尔顿家族 而我只是想 维奥拉有点困惑 很难确定 西奥马克雷是认真的 还是只是猜测 照顾我的人是七岁的维奥拉贝拉图 信号信号信号 维奥拉并不完全信任赛万 这就是 比利涛 与其相信她 不如怀疑每个人 仍然 你好像很喜欢我 我不是很讨厌她 和 贝拉图的影子 中的大多数角色一样 赛万 马克思并不是一个很幸福的角色 你要怎么为惹我的是付出代价 出色的 不知何时 台元回过神来 见到维奥拉的喜悦 使我头晕目眩 但我暂时忍住了 我不能鲁莽行事 被西藩之配 做出奇怪的事情 连西克森都同意了 但她做不到 不管对手有多强 我被制服了 作为一只狗 这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 与其被操纵 不如死去 你以后会训斥我的 台元靠在墙上 在墙上等着 她的肩膀 像一条尾巴 下垂的狗一样下垂 我只是奉依莎 贝拉公爵夫人的命令 那是真实的 不过 你摸我的 也是真的 维奥拉从椅子上下来 她以高高在上的姿态 抬头看着西藩 那我现在必须去找我妈妈了 你会怎样做 我必须正式抗议 不要碰我的 那会像我说的那样吗 那不是你打算拿走的吗 维奥拉大步 走向门口的时候 西藩慌忙挡住了门 公主 我会努力工作 并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 如何 维奥拉的眼睛眯了起来 维奥拉在笑 看到那笑容 塞班就像被击中了 脑袋一样震惊 她看起来像是 被白色 bellitude网缠住了 从她脸上的表情来看 维奥拉似乎本来就没有 去找伊莎贝拉的打算 去伊莎贝拉 只是虚张声势 她通过在她不虚张声势 就无法脱身的地方 布满蜘蛛网 让Seabon 付出了代价 冰咖啡 那轻松的表情态度 气氛 她是一个和赛万 马克思心目中的 贝拉二世 非常契合的女孩 果然 铁血公主这个词 很适合她 你很快就会进入社交世界 你想让我处理 所有的社交活动吗 要是我也陪着就好了 那是责农的事 杰农的手指有问题 所以在驾车或护送时 她可能会处于劣势 和 在社交圈里 你可以啃自难的手指 你咀嚼吗 是的 肯定有一些疯狂的家伙 指责他们有缺陷 对吧 威奥拉微微皱眉 贵族们那种残疾 就是缺陷的想法 让我很不爽 但另一方面 我又想起了杰农的笑脸 那时 责农甚至是下流的 不管怎样 我不能把他擦干 无论存在多少魔法 无论断指 可以附着在哪个世界 痛苦都不会消失 有多痛 当杰农第一次告诉她 她的手势 那样做的时候 罚埃欧拉既生气 又伤心 我脑子里明白 杰农为什么会那样做 但我心里却不明白 从现在开始 没有我的允许 不要伤害自己 绝不 你在生气吗 好的 我很高兴 也很伤心 责农不知道 威奥拉的心情 说了声巴特勒 这位是责农 然后鞠了一躬 但威奥拉 想打她的后脑勺 我听到了西藩的话 虽然是外在的东西 但杰农是被通缉的人 如果我帮忙 不是更好看吗 我也是大陆上 最好的化妆师 塞巴马克斯 关上门 沿着走廊走下去 她的脸上挂着笑容 我可以看到 窗外黑色天空中的 蓝色月亮 比雷特 比任何人都更像 白雷特 我会做这样的贝拉图 勿望我宴会 最美的主角 就是公主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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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原跪倒在地 对不起 这就像一场自然灾害 是依莎贝拉公爵夫人挑唆的 也就是说 公爵也被允许了 西藩马克斯在 Tundra 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不过 我应该更加努力 台原似乎很愤慨 台原似乎需要一些时间 谢谢你 什么 你说这是我的 当时我很开心 那一刻 腾卓乐不可知 他归维奥拉所有 我很高兴 这似乎已被证明 我会更加努力 成为 适合公主的伴侣犬 然后忽然 他一咬牙 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 假写一点 也没有沾染 就好像 经过了魔法处理一般 这是什么 杰里米要我送货 那是一封信 Tundra似乎不喜欢 Jeremy给Viola寄了一封信 威奥拉打开信 我陪你行不行 威奥拉皱起眉头 由杰里米护送 我要与天下的小姐为敌 是声音 威奥拉不想要一个 吵闹的初次登台的人 在社交世界中 你必须尽可能谨慎 在原作中 威奥拉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要剪掉他不喜欢的年轻女孩的所有头发 结果 他们被完全排斥在社会世界之外 这就是威奥拉在原著中想要的 在原著小说中 威奥拉完全避开了名媛 所以 在原作中 与社交圈相关的内容并不多 但我会采取不同的方式 如果你选择White Bella 2 来保证你的生活 并成为White Bella 2 那么你必须进入社会 并建立你的政治权利 威奥拉把心思的粉碎 台原 是的 不知为何 台原的表情 似乎稍微亮了一些 拿去扔掉 台原的表情更加明亮了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灿烂笑容 威奥拉很难正面面对那笑容 别那样笑 康汉俊有时笑得那么灿烂 就是因为那灿烂的笑容 韩雅琳爱上了江汉俊 出去 是的 台原转身离开 脚步很轻 房间里变得安静了 我现在要休息一下 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 对于一个十二岁的身体来说 已经太迟了 我躺在柔软的床上 啊 我现在想休息一下 但世界并没有那么容易 世界并不那么美好 如果世界是在 贝拉图之影 这个强大的世界里 那就更是如此了 终提琴 没有敲门就开门出现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维森 维森身穿白色棉质短袖T恤 和黑色棉质短裤 不时可见红色印记 看来 他和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在晚餐时有过会面 怎么了 这个时间 我受伤了吗 Bit Chen说 他受伤了的脸上 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看这个 维森提起棉质T恤 我给维奥拉看了我的肚子 但我的皮肤 并没有完好无损 被棉T恤遮住的烧痕 映入眼帘 结案 怎么好像变严重了 看来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的 管教力度加大了 尽管如此 维森的脸色 却变得生动起来 哈哈 你这人怎么回事 我微笑着 走进维奥拉 她的右手上有药膏 维森用期待的目光 盯着维奥拉许久 维奥拉微微皱眉 什么 我必须应用她 所以呢 软膏 维森伸出手臂 将药膏递了过去 仔细一看 可以看到她手臂上 有烧伤的痕迹和伤疤 纵然她已经恢复了 超乎人类极限的 强大恢复力 可还是有不少伤口 涂上去 快点 你玩得怎么样 是真的吗 维森用荒谬的眼神 看着维奥拉 有喜欢被世界骂的色狼吗 维森脱下了她的伪装 我不知道 我是否真的可以 称之为笑话 嗯 维奥拉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你为什么叹气 如果你像我一样 你不会叹息吗 看着哥哥 被妈妈打了之后 还笑眯眯的样子 妹妹的心情复杂 而深刻 我是不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变得依恋了 我想 我对维森这个角色 有点依恋 看到她受了这样的伤 心里很不适滋味 看到维森笑着药上药 不难推断出 她的心理状态 我认为 涂抹药膏的行为 是确认与我的亲密关系的 唯一方式 维森与同龄的其他孩子 截然不同 如何与人交朋友 没有关于如何与人互动的研究 或经验 我敢肯定她是个天才 擅长如何轻松有效的杀人 其他一切都是白纸 我心情不好 也有个受伤了 为什么 你需要上药 是因为你烦吗 老实说 如果我说她不困扰我 那就是在撒谎 最重要的是 我现在太困了 不过 用维森那双无辜的眼神来说 就是烦人 只是 我讨厌你有病 维森笑了 感谢上帝 还有什么 如果你说这很烦人 我会杀了你 维奥拉再次意识到 这个世界是在贝拉二世的影子中 以如此明镜的面容和神情 随便说出这样的话 坐下 维奥拉叹了口气 开始往维森的背上抹药膏 统治者 完成 睡个好觉然后醒来 你就会没事的 明明是有超人任性的身体 却加了极品抹药膏 明天会好的 可是我不困吗 维奥拉击中了维森的后背 拍击 并且有噼里啪啦的声音 为什么 为什么要打我 我上药的时候 你打瞌睡了吗 我 我 维森的表情一向很纯洁 那是一种不会说谎的眼神 现在 维森显然看起来很困 他的眼睛半闭着 嘴巴微微张开 好的 我继续睡觉 醒鼻涕 你打呼噜了 维森用力一挥手 我不打呼噜 他的脸变红了 显然 他打呼噜这件事 对维森来说 似乎是一种羞辱和尴尬 真的 维森不知道鼻子之类的东西 你在跟谁说话 给维奥拉 维奥拉又叹了口气 出于某种原因 和维森在一起 让我觉得自己的叹息越来越大 我把手放在维森的头上 哦 回房间 睡觉也行 爸爸 嗯 我们明天和后天可以见面 读者韩亚琳知道维森为什么不困 维森现在不想和维奥拉分开 非常不擅长人际交往的维森 似乎下意识地认为只有有合适的理由 药物才能见到维奥拉 我们偶尔喝杯茶吧 那么 今天就睡吧 我不喝茶 茶是女孩专用的 你爸爸也喜欢茉莉花茶 那个那个 维森有些尴尬 犹豫了一下 才转移了话题 哦 不 是这样的 我有很重要的话要说 什么 让我们睡会吧 我快睡不着了 兄弟 维奥拉不自觉地打了个哈欠 我想睡觉 维森歪了歪头 我哄你睡觉好吗 那是很重要的 是要说吗 不好了 不是这个 看着维森 他有一种与意识流对话的习惯 他是那种很难进行正常的 普遍的对话的人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是的 他在那里 勿忘我宴会 那边 我在想 能不能亲自送你过去 维森的脸红了 维奥拉有点想哭 现在是凌晨一点十五分左右 我想睡觉 我很困 但我睡不着 因为他们两个在打一场紧张的战争 直到做出决定 我永远回不去了 已经决定了 公子 台原和维森 两人已经对峙了三十多分钟 我们在寒冬城堡外战斗吧 没有公主的允许 我不会要猎物 你是说 我是猎物 如果公主吩咐的话 可以 你说 让我们看看这个 维森似乎随时准备拔出匕首 不过 这里是冬季城堡内部 台原并没有真正被砍伐 我比你强 所以 我送你一程是对的 论实力 泽农管家比孔子还要强 他现在少了一根手指 修为到那种程度的舞者 平衡被打破的话 后遗症可想而知吧 或许我应该多数说 维森兴高采练 台原平静地回应道 按照这个逻辑 美迪亚公主护送威奥拉公主 不是很对吗 哼 美迪亚的姐姐 是个女人 伴游是给男人的 这是一个过时的想法 我认为 男性伴游文化消失 已有二十年了 啊 总之 孔子维森的逻辑是错误的 按照维森王子的逻辑 公主的护卫 应该是公爵的 父亲不做三培 维奥拉只是放弃了 我决定让他们两个自己打 他爬上床 拉过被子盖在身上 嘈杂 我讨厌噪音 但更重要的是 我的睡眠欲望太强了 本来就筋疲力尽的 维奥拉睡着了 时间过去了 嗯 我早上听到了 与往常不同的声音 鸡 是 维奥拉缓缓站起身来 我揉了揉眼睛 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魔忠上的时间 早上八点 子盖总是会在这个时候叫醒他 就在这时 我看到了泽农的脸 公主 你醒了吗 嗯 和往常一样 泽农递上了加了魔法粉的牙膏 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维奥拉真正感到满足的 就是这种神奇的文化 我神志不需要刷牙 只是漱口 就能保持口腔清减 我准备了和往常一样 温度的洗滴水 谢谢 我不能再说话了 漱口之后 我的头脑更加清晰了 我听到角落里很远的地方 传来了声音 维森公主 公主选择了我 不是吗 泽农笑着说道 我让公主去洗手间吵架 免得他吵闹 嗯 急 从凌晨一点到上午八点 意思是 他们为了护送对方 打了七个小时 你不是被刺了吗 是的 我跟你说了 要是发生这种事 你们谁也护送不了 我们一辈子 你是说威胁奏效了 威奥拉不知为何有些头疼 让我们忘记他吧 目前 忽略他似乎对我的心理健康有好处 手指 你好吗 这很不方便 但是 你必须逐渐适应 你可以附上他 我只是在鞭打和训练我的意义上 离开了他 我想成为对公主更有意义的人 好的 把他粘起来 他还有一种很奇怪的固执 我不是不欣赏那种固执 只是每次看到 都忍不住心疼 不管他是否知道 他在想什么 泽农继续说道 哦 我要向公爵汇报 维森王子和台原护卫战的情况和细节 我要上船 可以吗 你做你的工作 好的 泽农 The Nun 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 讲述台原 Tundra 和维琴 Vicain 是如何开始战斗的 泽农的记忆力非常好 昨晚的谈话内容 能够准确地复述出来 孔子维森的逻辑是错误的 按照维森王子的逻辑 公主的护卫 应该是公爵的 父亲不做三培 参数如 争论持续了七个多小时 直到今天 仍然没有定论 自The Nun 发布报告以来 已经过去了两周 贝拉托的管家卡尔顿 看到了一张纸 卡尔顿知道 那张纸是什么 关于威奥拉公主的报道 通常 关于继任候选人的报告 只度一次就被丢弃 所以 管家们发布的继任者人选信息 就只存在于公爵的脑袋里 你为什么不把它扔掉两个星期 卡尔顿抑制不住好奇心 终于问道 你在里面放了两个星期的是什么 啊 这没什么特别的 公爵一副没什么好隐瞒的样子 将报告递给了卡尔顿 看完报告 卡尔顿想了想 维奥拉公主对社会的介绍 以及与那名护卫有关的报告 卡尔顿有些疑惑 我不知道这个报告是什么意思 看起来不是很重要 但是公爵为什么两个星期 都没有丢弃这份报告呢 一定是有原因的 公爵毫不犹豫地出示了报告 作为总管家 他不得不看清他的真实用意 如果我没有看到他 我不会知道 但我已经阅读了该报告 这让我想起了 这份报告背后的其他事情 他是将军管家 总管家的容貌 也得摆出来 我明白 你为什么两周没有扔掉报告了 赫伦在椅子上坐下 拖着下巴 抬头看着卡尔顿 事实上 赫伦甚至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不把这份报告扔掉 直接竞争对手 Gangja Vison 自称护送 自称是狗的少年剑士 Tandra也是 两者都足以被称为星星 不用说 碧尘就是贝拉托的纯血 台元以其惊人的成长速度 让贝拉托家的人都惊叹不已 希克森勋爵抱怨说 如果我年轻十岁 我会亲自护送维奥拉 而且 就连美迪亚公主 也暗暗感兴趣 还有一个 就连表面上很活跃 喜欢社交 实际上 却极度厌恶社交的贺拉公主 也对威奥拉公主的出海 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这会说什么 维森 台元 希克森 美迪亚 直到贺拉 这可以解释为 中提琴贝拉托 炫耀其作为白色贝拉托的能力 几代人以来 白色的贝拉托 一直支持着黑色的贝拉托 贝拉托的主题 始终是黑色的贝拉托 史无前例的白色贝拉托诞生 公爵似乎对这个提议很感兴趣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保留这份报告 并仔细研究它的原因 公爵总是说 单靠武力是无法造就完美的 贝拉托的 他做了 也许中提琴 贝拉托 可以达到贝拉托的完美 这不是你凭的吗 短短五年时间 我身边就有那么多贝拉二人 虽然报告中没有提及 但泽农 似乎暗中 想要护送威奥拉 如果泽农身体健康的话 很有可能会自愿成为 威奥拉的护卫 贝拉托不能仅仅靠 强大来完成 这是公爵告诉我的 维奥拉公主表现得 好像她已经读懂了公爵的想法 这就是为什么 我相信公爵会继续关注这份报告 管家 是的 公爵 苍鹿其实对社交聚会了解不多 和大多数Belly2一样 他没有注意社交聚会 所以他们对社交聚会的规则 或隐性行为一无所知 你有出道的伴游资格吗 不存在 这完全取决于 初出茅庐的孩子的选择 无论是关于地位 金钱还是性别 没关系 尽管如此 12岁的男孩和女孩会选择最好 最丰富多彩的对手 护送者成为证明 童修身份和能力的身份证 据说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规定 谁陪你 他说 这与社会世界的力量 没有什么不同 有没有 你父亲护送你的情况 有时会发生 但并不常见 为什么 你不是说 你是最好最出色的对手吗 因为不是天下所有的父亲 都像公爵一样 赫伦远远不是一个普通父亲的范畴 苍鹿体内蕴含的强大法力 让他的衰老完全停止 年龄维持在三十出头到中期 同时 又有着一股尊贵 威严至极的气息 尽管他容貌年轻 但与生俱来的气场和魅力 足以让不少小姐姐们为之倾倒 哦 虽然 最近有一位母亲 护送了他的儿子 好的 我听说他在被悄悄地忽视和嘲笑 是一个妈妈男孩后哭了起来 这可能是我十二岁生命中最糟糕的经历 也就是说 常说有爸爸妈妈陪护 在那个年代的社交场合影响不大 卡尔顿淡淡一笑 继续说道 而且老实说 在大小姐眼里 那个年龄段最帅的不就是孔子吗 比如像那个未成年的Jeremy 我不允许杰里米 你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米公子这个名字 比小风暴这个名字还要有名 如果是贝拉托早就被一顿大骂了 如果是贝拉图 小风暴之名的价值应该比未成之名高出不少 这就像杰里米王子因为太漂亮 而被贴上的耻辱 正在说话的卡尔顿清了清嗓子 说起来 虽然美得过分 但被称为千杀的人就在这里 中提琴的社交首秀是什么时候 也就是说 他是在问威奥拉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两个星期后 那我的日程安排是什么 没有正式的时间表 但有一个非正式的时间表 卡尔顿在心里苦笑 你不能错过 我从来没有对继承人候选人的社交世界如此感兴趣 为什么公爵会感兴趣 这是因为性格特殊的女儿 白贝拉图拉步入社会 你一定想知道 我将在多大程度上证明我作为 White Bellitude的能力 你得给我看很多东西 公主 维奥拉长得非常好 但就她的年龄而言 她还太小了 我现在只有12岁 与美迪亚对抗为时已晚 所以在社交世界中 你将不得不表现出贝拉图示的一面 因为公爵非常专注于White Bellitude 卡尔顿是这么想的 我需要和我一起去法拉子绝聚 赫拉似乎不愿意接受意义 坐在轮椅上 她抬头看着威奥拉 威奥拉的眼中 有着赫拉的表情 眼神中带着坚定的意志 紧紧抓住张开的双唇 一副决绝的神态 似乎丝毫没有收回意志的意思 法拉子绝 你和你姐姐在一起吗 好的 帕拉子绝即使在中州 也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第一代法拉赫子绝 出身低威 是120年前 从皇帝那里得到子绝爵位的杰出女性 她是小说 《贝拉图之影》中 也提到过的传奇人物 菲尔莱制作的连衣裙和包包 在贵妇中掀起了一股热潮 她很快成为帕尔的品牌 就连皇后也迷上了帕尔的作品 在贵族中 帕尔开始被称为大师 深得女皇宠爱的帕拉 最终从卑贱的阶级中 首次被封为子绝和特殊封地 那个地方就是法拉子绝郡 120年来 法拉子绝领地 一直是引领大陆时尚的设计师 和大师们的圣地 最漂亮的衣服都诞生在法拉赫 闪耀的奢侈品出自大师之手 大师出自PLA 甚至有人说 要想成为一流的设计师 就必须到法拉子绝府学习 我应该去吗 当然 为什么 一个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小节 去PLA很奇怪吗 事实上 在法拉赫被授予子绝绝位之时 曾遭到过众多贵族的反对 于是 经过深思熟虑 皇帝将位于 以崎岖不平这称的 埃菲尔山顶的盆地 降到了自己的领地 一个正常体力的人 绝对爬不上去的地方 第一任法拉子绝 就是这样开始的 有趣的是 在如此偏远崎岖的地方 这片土地开始走红 寻找法拉子绝绝位的贵妇和少女们 开始逐渐增多 120年前 无数名媛少女 前往法拉帝国 那时候 能妥善处理玛娜的女性并不多 120年前 莫娜被认为是男性的专属 很少有女性 能够独自登上埃皮尔山的顶峰 女士和小姐 在员工的帮助下 才爬上了山顶 此外 还需要辅助各种法器和道具 所以 进入法拉子绝郡的大小节 也意味着 她是一个拥有足够财富和权力的大小节 即使在120年后 传统仍然保持着 熟练掌握魔力的女性数量 急剧增加 不过 这样的女性 到访法拉子绝郡的情况 并不多见 她们更加努力地保护人类领土 免受世界恶魔的侵害 性别没有显着相关 不论男女 懂得处理法力的 大多都是贵族 而贵族有保护人类的责任 而不是拥有权力和权力 并非所有人类 都能处理魔力 尽管如此 法拉子绝领地 还是一个奢华高贵的地方 只有雇佣能处理魔力的人的 尚未贵族才能到达 我听说 那里很难上去 如果是威奥拉的福体 他怎么可能爬上去 然而 威奥拉讨厌登山 他以连马车都无法通行的道路而闻名 你姐姐怎么样了 我会雇一个巫师 巫师 雇佣一名巫师 需要花费天文数字 大多数巫师都势力眼大 自视甚高 他们不可能乐于 将自己视为交通工具 只有花大价钱 让他们鼻子垮了 骄傲垮了 你才能雇佣他们 我应该去吗 当然 你无法摆脱社交世界 因为你选择了我选择的道路 Bella 2 白人 Bella 2 我希望你在那一天最闪耀 我在她的眼中 看到了一种奇怪的渴望 难道你不想 把我扔进社交圈 离你姐姐一步之遥吗 这也不完全是错误的 赫拉一脸严肃 她沉默了片刻 再次开口 维奥拉 我是说 我希望我的妹妹是最漂亮的 比任何人都多你 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只希望她漂亮 感觉不是那样的 感觉更像是一些东西 赫拉甚至可以读出一种认真 呃 想想看 一瞬间 维奥拉想起了小说中与赫拉有关的故事 她似乎明白了赫拉为何如此咄咄逼人 姐姐 等一下 维奥拉深吸一口气 吐出一口气 赫拉决定告诉她她非常想听的话 维奥拉回忆起小说中的故事 小说中与社交圈相关的内容所占比例很小 但也有非常重视的章节 大多数贝拉图内部处理社会事务的案例 都是从赫拉的角度进行的 除了赫拉 其他贝拉图斯很少参加社交聚会 反正小说里只要出现名媛 赫拉就一定会出现 而赫拉出现的时候 总会出现一个家族 这个地方的名字是 Morayan II 我会像玛丽安托万一样践踏你 玛丽 安托万公爵夫人 中州仅有的四位侯爵之一 地处海银河的大平原 一股浩瀚的水流贯穿中部大陆 是一个拥有丰饶良田 甚至在家族内拥有一座金矿 威望极高的家族 我什么都没说 我知道关于第三王妃玛丽 安托万和他妹妹的意识 这样的政策 乍一看 似乎是在给那些拥有她的人 以惩罚性的警告 但他们最终会把所有的负担 都转嫁到老百姓身上 赫拉公主真想炫耀自己的博学 这表明 我在办公桌前学习了很多 玛丽 安托万的第三王妃塞娜 优雅地喝着茶 表面上 她优雅端庄 眼底却满是轻面 但世界与理论截然不同 我知道你一直忙于保护人类 免受雪地侵袭的建设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想邀请你来我们的公国 作为谢意 我想向您介绍一个 高度文明和成熟的社会 维奥拉说 那个乞丐 对我姐姐说了很多废话 乞丐之类的东西 赫拉放声大笑 大陆第二富豪 玛丽 安托万公爵 用乞丐来形容公国的三公主 这也是没有中提琴 无法说出的话 当我听到那个议事时 我首先想要塞纳的笑想 为什么 老实说 我神志不是那个意思 但我像中提琴一样回答 见到你我就杀了你 那问题就大了 你必须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杀死他 重新出发 一步一个脚印 T 赫拉放声大笑 说起来很荒唐 但这种感觉本身就很好 感觉就像中提琴在我身边 我被教导说八卦是不好的 听起来可能还不错 吉恩会更多的八卦污泥 好吧 玛丽安托万公主总是无视和嘲笑赫拉 从贝拉托的真正力量是黑色贝拉托 而不是白色贝拉托到赫拉残废无法行走 在这个问题上 塞纳一直憎赫拉 因为她是贝拉托的纯血统 并且是同一个公国的公主 再加上 贝拉图本身在社交界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高 贝拉图原本是位于北端的家族 在中部也没什么进展 对赫拉来说 社交世界也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 我一直在想塞纳对她姐姐说的话 但世界与理论截然不同 这意味着赫拉是个书呆子 只能通过书本来体验世界 你只是在表达一个对世界没有什么经验的孩子的意思 我知道建筑工作一直很忙 以保护人类免受血液的伤害 没有人认为赫拉直接面对怪物 那是Black Blades的杰作 但建筑忙于保护人类 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 关于没有真正权威的白贝拉图的话题 这显然是一种嘲弄 有一个火龙点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想邀请你来我们的公国 作为谢意 我想向您介绍一个高度文明和成熟的社会 表面上是提拔冬天的本性 实际上是野蛮厌世的意思 由于打怪兽之类的原因 你是一个不文明 不成熟的社会 也是为了体验像我们这样的先进社会 最让人难过的是 我姐姐在那里平静地喝着凉茶 这就是赫拉的方式 后来 赫拉通过成为商人 证明了自己的品质 却是贝拉图的影子 这不是故事中的主角 Viola Bellitude的方式 那还有更合理的办法吗 威奥拉看着赫拉 赫拉是必须无条件站在我这边的人 她是一个有钱的梦想家的主要配角 现在 她还是一个有钱人和业主 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听了一点 虽然贝拉图公爵 依旧让人害怕 厌恶 满脑子怪事 但维森和赫拉感觉还是挺亲近的 不要忘记 你是我的妹妹 我问有没有理性的方法 你却给出了感性的回答 如果你碰我姐姐 你是不被允许的 那具体如何 威奥拉咧怎一笑 我给你剪头发 准确地说 是我给你剪头发 但我还是回答了 赫拉又踢了一脚 笑了起来 这不现实 但里面很酷 对了 你们要一起去法拉子绝郡吗 星号星号星号 赫拉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她的脸上带着微笑 正好 正在给赫拉铺床的管家站了起来 你看起来心情很好 嗯 我和公主见面 已经一年了 这是我见过的 最明亮的表情 我觉得神清气爽 她和威奥拉公主 谈完话来的时候 总是一副很好的表情 赫拉的管家 是一年前新聘的 她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黑眼睛黑头发 虽然她比大多数人都要小很多 但是没有人看不起她 也没有人看不起她 你的第二个名字 是剑魔 五年前我还被这样称呼 但现在 我是公主唯一的管家 她用温暖的眼睛 和语气回应 那眼神和气氛 就像是在 看一个心爱的女儿 剑魔能这么暖和吗 即使是恶魔 也对我的人民很热情 五年前的剑魔 埃尔莎 现在是赫拉的管家 笑了 公主开心 我也开心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我 我们认识才一年 这也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 喜欢一个人真的需要理由吗 埃尔莎公主喜欢你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是的 她是什么 那孩子比谁都牛逼 总有一天 我认为她会打破 成为白色 Bel Ato的极限 埃尔莎走进赫拉 跑题了 不过王妃 你可以诚实一点 我决定完全服侍公主 让我多看看你的心 那我想我会真的很幸福 赫拉想了想 想想看 管家似乎是对的 不要忘记 姐姐是我妹妹 你要是碰了我妹妹 就别松手 说实话 听到这话的时候 我有些激动 一个为她的家人说 这样的话的 Bel Ato 没有 Bel Ato 会为他们的家人这么说 通常 当我说这样的话时 更像是一种侮辱 比如你是个 什么都不会的孩子 本来 但威奥拉一开口 就不一样了 不知为何 钟提琴 似乎会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艾莎点点头 我也会一直站在你这边的 请随时使用我 要么当建模 要么当管家 星号星号星号 一年以前 下雨的那天 艾莎擦掉沾满血迹的手 然后去一家杂货店 买了一只大太迪熊 有点晚了 不过 会好吗 在家里 我六岁的女儿 会和她的保姆一起等着 几天前 我想起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孩子 挥着小手 为我送行的画面 一个总是坐在轮椅上 带着不舒服的身体 来门口接我的小孩 我的宝贝女儿 回想起那一幕 我忍不住笑了 如果我再睡四个晚上 那将是我的生日 知道 你必须快点来 然后 会先来不用担心 我很快回来 不过 尚未贵族的要求 比想象中的复杂 也耗费了很多时间 最终 还是没能把女儿的生日 陪在身边 而且将不再可能 永远保护她 这到底是什么 就在她执行任务时 强盗闯入并杀死了艾莎的小女儿 和她的保姆 艾尔莎家里的钱 和贵重物品 就是目的 保姆举起斧头 保护艾莎的女儿 但这还不够 艾尔莎哭了三天三夜 对不起妈妈 我每天都努力工作 为了更好的未来 我希望我的女儿 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我每天都过得像个坏人 我全身的力气都耗尽了 我神志想出了我 为什么要活着的根本问题 我不想活了 活着的理由没有了 但我也不想讽刺地死去 我不想死 但我没有理由想要活下去 成为对我有用的人 尴尬的是 艾尔莎被这些话安慰了 我需要你 作为剑客 并作为我自己的 有人需要艾莎 对于当时的艾尔莎来说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就是我需要的人 变成了小伙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女孩 帮助她的女儿和保姆 组织了葬礼 并帮助艾莎重新站起来 少女名叫赫拉 是赫赫有名的 贝拉图公爵的四公主 成为赫拉的管家没几天 艾尔莎就这么说了 我不知道这是否粗辱 我的女儿甚至不能走路 所以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女儿 不尽的 我可能会把我的女儿 投射到你身上 不在乎 赫拉根本不在乎这个事实 你从我这里 满足你的需求 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就好 投射女儿也好 如果你用她来逃避现实 那也没关系 我需要你 我会从你那里 满足我的需要 赫拉没有太多情绪地说到 艾尔莎点了点头 她弥补了失去赫拉女儿的损失 这就是艾尔莎 开始侍奉赫拉的动机和理由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好的 和威奥拉公主的行程 我也很兴奋 为什么 你那么兴奋 因为这几乎是与让我们的公主感觉良好的人在一起的唯一时间表 艾尔莎笑着推了赫拉的轮椅 威奥拉和赫拉 而他们的直视泽农和艾尔莎也聚集在一起 艾莎将一只手放在胸前 鞠躬 如你们所知 我将再次正式问候你们 我是四公主的管家艾尔莎 将主持这次的行程 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 以免日程被打乱 但艾尔莎却感觉到了一股异样的气息 艾莎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作为这个日程的总经理 他不能忽视这种能量 威奥拉公主 我有一个问题 要问你 但是 威奥拉公主 我有一个问题 要问你 但是 问 你有一只大狗吗 大狗 威奥拉不自觉地歪了歪头 突然 什么大狗 是的 我感觉 门外有什么东西 在等着主人的到来 啊 我的名字是台原 好的 艾尔莎对台原支支甚少 做管家才一年多 一年的时间 贝拉托和赫拉出去玩 了解了他的管家工作 因为赫拉是白色的贝拉图 是泰拉商城的主人 所以 对外的行程很多 听说过半生剑想要狗的传闻 没想到会到这种地步 我知道 但我不知道 它真的会是这样的感觉 门外的标志 显然是一只可怜的小狗 通过玛娜 我再次感受到了存在感 感觉就像一只大狗蹲着 这个多少钱 艾尔莎对魔力相当敏感 有能力通过魔力 读取对手的一些情绪状态 艾尔莎将其称为法力低语 如果珍娜对你耳语的话 艾莎闭上了眼睛 她更专注于法力的低语 并阅读门外的标志 你什么时候来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快过来 我想你了 我在这里 我认为可以概括为 尽管它只是在一扇门之外 但它们正在这样做 维奥拉有点吃惊 当我说我要把它变成一只狗时 我认为 它会表现得像一只真正的小狗 我真的能听到那些窃窃私语 是的 我听到你了 但是 台元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耳语 就像我神智不知道如何感受 原来 也许是本能之类的东西 维奥拉变得越来越复杂 这是本能 带着不知道的感情 你就在门前等着自己 有一个绿 什么是真正的狗 台元的状态 就好像一只幼小的小狗 在等待主人出门一样 虽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的同伴 真正体验那种能量是非常有趣的 就像在门外焦急的等待维奥拉公主一样 艾莎停顿了片刻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窃窃私语 虽说是本能的表现 却不能简单的看成是本能的等待 这种本能的等待 似乎已经烙印在了灵魂深处的某处 你想说什么 这就像是为维奥拉公主而生的人 就是为此而生的人 这是我的狗 不 从很久以前 也许甚至在他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前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 从出生就已经做好准备的人 维奥拉微微皱眉 台元以康康俊的形式出现 听说长得那样的人 是生来就为维奥拉自己保留的人 我感到很奇怪 我听到了你的特别心情 太详细了 一秒钟都看不出门外有没有人 如果有任何不便 我很抱歉 艾莎维维公已是尊重 并且弯着腰说道 我这么说 是因为我已经熟悉这种特殊的耳语了 艾尔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耳语 所以 我已经熟悉了 烙印在灵魂深处的本能的呐喊 我在不知不觉中 那样大喊大叫 正如半见台元对维奥拉 表现出盲目的感情一样 艾尔萨盲目地爱着她的女儿 感觉台元是专为中提琴而生的人 艾尔萨自己觉得 她就是为女儿准备的那个人 维奥拉哥哥地笑了起来 我的女儿 我爱你 像这样 艾沙的身体颤抖着 这是她在熟睡的女儿床边 总是满脸幸福的喃喃自语的话 没想到从维奥拉口中 听到了同样的话 你的女儿一定很开心 你也能听到玛娜的低语吗 我听不到您的声音 我能闻到她 但我听不到声音 不过 我至少知道 你是怎么成为你姐姐的管家的 既然你说你熟悉那些特殊的耳语 你说 你在喊他们 你能回忆起你 对你女儿说的话 以及你对她的看法 好的 总之 我是认真的 你的女儿会很高兴的 但愿如此 艾沙的眼眶有些发红 忙着工作的是 为了你更光明的未来 因为妈妈 希望你更快乐 所以我 没日没夜的工作 所以我不得不牺牲陪女儿的时间 一个牺牲了记忆的母亲 真的能成为一个好母亲吗 我希望我能 但是 你的女儿很高兴 有一个爱你的妈妈在 比什么都让人安心 维奥拉怂怂肩 这不是谎言 我知道 从我还是韩雅琳开始 我就绝望地感受到了 别人都有的爸爸妈妈 我没有 没有她我知道的更好 你不是说 能听到玛娜的低语吗 你能体会我的感受吗 一瞬间 爱尔沙的眼里 充满了泪水 一股巨大的情绪波动 冲击着爱尔沙的胸口 十二岁的威奥拉 所经历的无数次 似乎都击中了爱尔沙自己 十二年不等于十二年 她比那更深更暗 喜欢 就像台原 她似乎与台原相似 就像台原似乎很久以前 就为中提琴预留了一样 威奥拉似乎已经想念 她的妈妈很久了 两个多 仿佛经历了不一样的人生 情感深沉而炽热 反正我一开始就不是 但你女儿不一样 有你在身边 我会无比坚强 你几天不在家 我会无限害怕 没有就更难 没有就更快乐 你的女儿一定很害怕和孤独 但更重要的是 她一定很开心 我想是这样 赫拉抱起双臂 看着威奥拉和艾莎的谈话 起初 艾莎主导了谈话 但在她意识到之前 主动权转移到了威奥拉身上 但威奥拉继续说道 这很奇怪 奇怪的巧合 威奥拉面无表情 随口吐出一句话 希克森勋爵失去了一个女儿 艾莎也失去了一个女儿 她的情况有点不同 但豺狼勋爵的儿子杰里米 也被绑架了 在贫民窟和治安不佳的地方 绑架和贩卖人口的情况 非常普遍 然而 Hickson和艾尔萨的情况 有点不同 他们不像台原那样 住在贫民窟 或偏远的山村 此外 希克森和艾尔莎 都是优秀的军事人员 只是 是的 星号星号星号 威奥拉坐着马车离开后 台原呆呆地站在他面前许久 你打算继续这样做多久 事实上 台原很茫然 管家跟他一起去 连一个叫萨伊 马克思的人 也跟他一起去 为什么我不能和你一起去 我也想和你一起去 如果我告诉他 我现在还要和他一起去 公主会不会讨厌 我讨厌公主不喜欢她 但我想和你一起去 我们做什么 你在哪里 为什么我在这里 无意识支配了我的意识 我呆呆地看着马车消失的地平线 嘿 听不到师父在说什么吗 等待疑惑两分钟 看来他这样做 已经太久了 啊 对不起 主人 多少时间过去了 一小时二十二分钟 似乎过去的时间 比我想象的要长 一只宠物狗 会在主人离开的地方 不停地注视 如果我不跟你说话 你会整天站在那吗 这种现象叫做分离焦虑 我在书上看到的 好的 你好吗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是南德尔吗 说要买衣服和饰品 马上就来是吧 据说这座山很陡 你真的担心吗 台员点了点头 从西克森的角度来看 他充满了精神 担心那把钟提琴 因为他变成了白色的 如果我有心 我会像你一样争 陡峭的山有什么意义 是的 但是 冷静点 孩子 西克森刺伤了台员的后脑勺 大事实上 西克森完全理解台员的内心 西克森偷偷得到并阅读了一本 被认为是贵族贵妇专有的书 名为 爱犬心理学白皮书 Half Half White Paper 第七章 宠物狗的谎言 狗总是担心他们的主人 主人一出门 他就毫不犹豫地等候主人 狗的习惯是错过和看到 但担心外面会发生什么事 当他变得更糟时 他表现为分离焦虑 当西克森回忆起内容时 他的头很痛 鸡是什么狗 西克森问道 嘿 你不是半个白人吗 是的 这是我正在读的书 分离焦虑也在那里学习 这是一本出色地描绘了我的心里的好书 西克森像吃了蜂蜜的哑巴一样 闭上了嘴 与此同时 威奥拉一行人乘坐马车南下三天 艾莎引导 从这里开始 你要离开马车 前往传送门 通过移动网关移动 抵达帕拉桑山附近的小镇 艾皮尔 在这里休息了一天 明天我要和巫师见面 我带你去住处 到达住处 休息一天 第二天早上九点 赫拉和威奥拉下到一楼的大厅 在这里安排了与向导的会面 你好 比方说 我是克罗姆森 隶属于第六魔法师塔的大魔法师墓龙十二分部 受训 那是一名身穿长袍的男子 右手拿着一根水晶魔杖 男人一副荒唐的样子 把袍帽往后一甩 年龄在四十岁左右 他除了是个巫师之外 就是一个普通人 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 嘿 管家 我把目光转向艾莎 我不是说了 他们就是著名的贝拉图公主吗 这些淡蓝色的血块是什么 第六座法师塔 是中州中心 帝君北面最远的一座法师塔 反之 中央大陆的北端 也是距离寒冬城堡最近的一座魔法塔 克罗姆森在魔法塔中出生长大 和大多数巫师一样 他从小就有成为魔法大师 并建造第八座法师塔的雄心壮志 然而 现实的墙很高 不幸的是 克罗姆森的天赋 和对魔法的理解落后于其他巫师 克罗姆森自己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 作为一个孩子 克罗姆森拒绝承认这一点 不 这不是我缺乏 他认为 这是因为法师塔的教学方式 不适合自己 时间飞逝 哼 我先把这法师塔扔掉 即使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克罗姆森也不能承认自己的不足 三十六岁的克罗姆森 终于下定决心要走出法师塔 你要求自愿解雇 那是对的吗 是的 什么原因 克罗姆森仍然无法放弃自己的梦想 为了实现我作为巫师的伟大梦想 就是要走出去传播魔法的伟大 好的 完成了正式的文书工作流程和简短的面试 法师塔提供的所有好处都会消失 你同意吗 克罗姆森说 哼 福利糟透了 有什么好处吗 我想说 但又忍住了 说完同意 我就签了字 你可以走了 愿玛娜的祝福与你同在 第一次从魔法塔出来的三十六岁的克罗姆森 很快就陷入了困境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都需要钱 并不是我不知道金钱的概念 然而 这个概念与他的生活并没有密切联系 你这个贼 你不必为你吃的食物付钱 他用一个简单的魔法 骂了一直和他吵架的狂妄餐厅老板 导致连村位都出动的事件 拉屎 该死的钱 钱 钱 我在魔法塔里的时候 从来不愁没地方睡 没吃饭 没衣服穿 这是因为提供了足够的基本食物 衣服和住所 对于第一次不得不自给自足的克罗姆森来说 这个世界太平级了 时间长了 他就知道了 你必须工作和赚钱才能生活 意思是 出了魔法塔 就应该这样生活 最后 他决定去工作 就算是巫师 也要吃饭和生活 但这并不容易 你怎么敢请法师塔的法师做这种杂事 这不是家务活 你这个厚脸皮的混蛋 如果为贵妇治兵不是一件苦差事 那是什么 你竟然敢侮辱我 现实的墙壁是严酷而高耸的 他自认为是真正的巫师的工作 已经由法师塔派出的精英巫师来完成了 交给他的任务和委托 在克罗姆森看来 不是一个真正的巫师能够完成的 又过了一年 他37岁了 他终于可以向世界妥协了 好的 如果这是贝拉托的要求 那是值得接受的 现在我以为 世界会认出我一点点 听说六级法师塔 是距离寒冬城堡最近的法师塔 就连法师塔的优秀法师 都惧怕贝拉托的唇血 从未离开过法师塔 只听过不少贝拉二号传闻的 克罗姆森抱有很高的期望 可是眼前的这些血块 是什么东西 一个是跛脚的 跛脚的贝拉托 还能叫贝拉托吗 据说贝拉托的剑术 比魔法还快 只是 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女 连脸都遮不住 更别说贝拉托剑法一世了 哈娜是一个看起来 可能只有十岁的孩子 失望是巨大的 哎呀 正经的贝拉托 也不会去法拉子爵 这个奢华奢侈的代名词 拉屎 他似乎知道自己 为什么不联系法师塔 就选择了贝拉托 这么大的大家族中的自己 毕竟这是为那些 从贝拉图掉下来 或者连继承赛 都没有参加过的孩子们 准备的邮轮 估计连法师塔的巫师 都不需要 对于法师塔巫师来说 这个要求 一定是一种侮辱 简直是侮辱法师塔巫师的要求 这个请求 是向克罗姆森本人提出的 我很生气 我不是说了 他们就是著名的贝拉图公主吗 这些穴块是什么 你是因为 我不是魔法塔的人而无视我吗 是这样吗 然后 终提琴动了 威奥拉用力拍了拍艾莎的脸颊 匹佩 艾莎的脑袋转了转 发出一声巨响 艾莎的脖子在旋转 吓了威奥拉一跳 真的不会痛吗 艾尔莎是被称为剑魔的战士 十二岁的维奥拉打他时 不疼也不疼 既然是中提琴 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 很有把握的击打 我不知道 我的头会那样偏向一边 不是他被撞回去了 他一定是刚把他放回一边 这么一想 心里就踏实了 表面上 他瞪着艾尔莎 被骂就得被骂 这个日程安排 是艾尔莎负责的 而这样一个大大咧咧的法师 也是艾尔莎请来的 维奥拉作为贝拉托 不得不向艾莎询问他的错误 艾莎 你要做这样的事吗 对不起 公主 艾尔莎摆正姿势 如果是泽农 就不会这样结束了 毕竟 艾尔莎是赫拉的管家 就算是看着赫拉的身旁 也不好再骂他了 我真的不想再惹他了 谢谢 看到这可怕的景象 克罗姆森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 他是巫师 法力亲和力 比普通人灵敏得多 他对法力的运动和流动很敏感 现在 他以前如何 我知道你打了我一巴掌 可那只小手 蕴藏着台风般的力量 如果你被那只手 击中怎么办 如果你不能用魔法保护自己 而被击中怎么办 克罗姆森的身体颤抖着 他会摔断脖子死掉的 蕴含着这样的破坏力和威力 他包含的力量 比他见过的任何孩子都多 他与维奥拉的目光 对视了片刻 香巴老 眼睛是紫色的 然而 在克罗姆森看来 他更接近于红色 这很奇怪 明明是紫色的 怎么感觉眼睛都红了 那双红色的眼睛 属于一头凶兽 我的身体颤抖着 姐姐 如果你不介意 我会在三个小时后 重新安排会议 好的 赫拉笑了 他对管家艾尔莎说道 我会在三个小时后回到这里 艾莎 在此期间 您可能想再次与该员工交谈 我讨厌粗鲁的人 星号星号星号 泽农笑着推了赫拉的轮椅 干得好 艾莎指示 威奥拉和赫拉 而泽农消失在某处后 艾尔莎思索了许久 我一时间忘记了眼前的魔法师 他想起了打他脸颊的威奥拉 法力自然而然地移动 威奥拉自然而然地使用魔力 就像呼吸一样 毫不费力 听说 你没学多少法力和剑术 作为对那法力的回应 法力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移动了 我用魔力保护了我的脸颊 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反应 我是一个十二岁的白贝拉图 这怎么可能 在我看来 我马上就知道了 威奥拉的魔力是巨大的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法力 虽然因为年纪小 数量不多 但他的先天法力之纯正和浓郁 却是超乎想象的 他们说他更像贝拉托 而不是贝拉托 我今天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 不知道 不过在这个层次上 我似乎可以和美迪亚公主 下一任组长的人选抗衡了 不 单看他的地位 说不定比美迪亚公主还要高 限制在法力等级的时候 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震惊 而拥有这种天赋和法力的公主 竟然选择了白贝拉图 这又是一个惊喜 嘿嘿 你还好吗 克罗姆森的声音传来 终于回过神来的艾尔莎 看着克罗姆森 我应该和这个粗鲁厚脸皮的巫师 进行什么样的对话 有一段时间 我希望你们两个能私下谈谈 呃 秘密谈话 独自的 再没人能看到的地方 艾莎向克罗姆森靠近了几步 随着艾尔赛的脸越来越近 克拉森咽了口唾沫 嗯 那很好 我会听你的 三个小时过去了 让我们开始肢体对话吧 艾尔莎撕毁阻止噪音溢出的魔法卷轴 挡住噪音 开始狠狠地揍他 放心 我只会打你看不见的地方 他的确是个箭士 他拿的不是箭 而是木头 而且 他是一名伐木工人 你缺乏社交性的原因 来自于非暴力 听说法师塔的人太温柔了 把法师塔的法师们 培养得像阳光一样 提供安全的生活环境 也给我一些热饭 他调节温度 十一年四季不冷不热 甚至提供衣服 对于经历过所有 胎教斗争的艾尔莎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世界上不仅有阳光 有时台风来袭 雨季来临 雷电袭来 我扭了扭脖子 快的 房间里没有露出很大的声音 哇 尖叫声也是如此 我试图用魔法抵抗 但这是不可能的 他有生以来 第一次感到无能为力 今天将是晴天霹雳 希望你们被雷劈了 醒悟过来 艾莎咧嘴一笑 请问 作为员工 如何对待员工 请你自己想一想 恐怖的三个小时过去了 当维奥拉和赫拉再次到来时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深深鞠了一躬 哦 客户 你在吗 克罗姆森搓着双手 就像一只苍蝇 在蹭我的腿 这位是克罗姆森 一位可以轻松 将客人带到PRA的仆人 他是第二圈巫师 会使用飞行魔法来引导你 我们会尽力让他成为一个愉快舒适的旅程 37年没有培养出来的社交能力 三个小时就诞生了 而且成长迅速 坐在轮椅上的赫拉 露出了似是而非的笑容 艾莎 你做了什么 我没有做任何伟大的事情 我只是严肃地说了员工的态度 劝了他 好的 是的 这是正确的 你没有做任何有损贝拉图名誉的事情吗 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 威奥拉静静地听着赫拉和爱尔莎的对话 那次谈话显然是关于听克罗姆森的 可以这么说 他还调到了克罗姆森 如果我现在要推断克罗姆森的精神状态 你做了有损贝拉图生育的事情 你不是打了我三个小时吗 你是一个像这个幽灵女巫一样的女人 很明显 他在忍住想喊的话 然而 克罗姆森的想法是错误的 对不起 先生 欧打不是损害贝雷2声誉的行为 对庸人这种过分不敬的态度保持沉默 悄悄放过 对贝拉图来说颇为不妥 挨打总比就这样过去好得多 贝雷2不是一个常识性的事件 威奥拉补充了一句话 艾莎 我再问一次 你真的没有做出 有损贝拉图名誉的事情吗 我是故意问这个的 因为他们判断 巫师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种族 不会因为一顿揍 就放下所有的骄傲 很有可能 他把打人的视频 保存在了视频室中 其实视频通过 时事通讯的方式传播也无所谓 但还是不要做出 不愉快的事情为好 事实上 克罗姆森秘密地用视频室 记录了艾莎的所有行为 那是克罗姆森最后的骄傲 艾莎回答 是的 当然 我以贝拉图的名誉发誓 可是 你为什么这么顺从 克罗姆森到处翻白眼 他似乎在密切关注着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威奥拉将目光转向克罗姆森 已经习惯了这具身体的威奥拉 提升了体内潜藏的元气 对克罗姆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克罗姆森本就胆战心惊 我是贝拉图的第六公主 威奥拉 贝拉图 我会以我的名义问 是时候对埃尔赛的所作所为说实话了 你只有一次机会 就好像他在说那样 那个那个 克罗姆森避开了艾莎的眼睛 艾尔莎似乎很害怕 这很可怕 但似乎还有话要说 威奥拉笑了 叮 时间到 我从克罗姆森的反应中完全明白了 克罗姆森心里并没有屈服 他只是短暂的屈服于艾莎的殴打 把他给我 你是什么意思 你问是因为你不知道吗 莫 我不知道 克罗姆森笑着像苍蝇一样搓着手 我会安全舒适的为您服务 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 艾莎 我再给你两个小时 威奥拉再次推着赫拉的轮椅 喂 顾客 尴尬的克罗姆森试图抓住贝拉图的两位公主 但为时已晚 地狱般的两个小时又来了 最后 艾尔莎甚至没收了视频时 在贝拉图的精打细算中 克罗姆森感到无比的无助 天啊 怪物 那些血一定是铁座的怪物 每个人都是怪物不过 比起亲手揍她一顿的艾尔莎 她更怕的是六位大笑口吐着死亡威胁的公主 如果艾尔莎是一把看得见的剑 那么中提琴就是看不见的剧毒 现在才反应过来 看来威尔莎原本是打算没收视频席位的 我在玩我的手掌 好的 这场无情的殴打 首先是公主们造成的 为什么我一下子就相信了那个公主 有那么一瞬间 我感觉好像中提琴就在我身边 这表现在轻微的犹豫中 那是个错误 感觉他们从我的头顶看不起我 在法师塔里 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感觉就像在温暖的温室里 现在面对血腥的荒野 让我们小心点 最终他心甘情愿地屈服了 我不能卷入不好 三十七年后 学习社会生活 三十七年后闯荡野外 真诚地打破了他的骄傲 变成了一个新人 已决定明天早上七点出发 和威奥拉住在同一个房间的赫拉问道 你确定有视频时 我不确定 克罗姆森不是一个很好的巫师 他的社交技巧很差 而且不会很快注意到 录像席到底有没有准备好 就连威奥拉也不知道 但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反正现在离开也晚了 如果视频席位没有出来怎么办 没办法 怎么了 她是个可怕的弟弟 也照顾好你妹妹 我是一个可怕的女人 赫拉边踢边笑 小心点 威奥拉 待会儿被帝国人权委员会抓到 你还好吗 威奥拉咧嘴一笑 当我拍手时 等在门外的杰农进来了 我还准备了一个视频席位 你不是说他们 是著名的贝拉图公主吗 这些穴块是什么 你是因为我不属于魔法塔 而无视我吗 是这样吗 就连赫拉也有些意外 你什么时候又准备这个的 我还以为 一个堕落法师塔的法师 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赫拉微微一惊 中提琴很强 她的出生与我不同 与无奈选择白色贝拉图的自己不同 她有着巨大的潜力 她是如此强大 但她是彻底的 赫拉终于笑了 用充满爱意的眼神 看着威奥拉 我可以躺在你旁边吗 床太窄了 为什么 我先躺一会儿 躺在威奥拉旁边的赫拉 一直看着她 我感觉到威奥拉的体温 我以为你的身体也会很冷 很温暖 你想说什么 只是 我不认为 我选择你是错误的 突然 啊 不警惕的强者 才是最可怕的 威奥拉背负着赫拉 将她侧过身来 用明亮的眼睛注视着她 在我见过的强者中 或者说 在那些将要成为强者的人中 我从未见过 像你这样不警惕 拼命活着的人 威奥拉试图无视赫拉的目光 啊 我尴尬死了 和赫拉做朋友固然好 但这也太累赘了 那应该是说 你对接班人之位 不顾一切吧 不 一点也不 绝不 绝不 他们只是在这个名为 Belly 2的影子的疯狂世界中 挣扎求存 不管威奥拉怎么想 按常理来说 赫拉误会了 我喜欢你的认真 绝境强者根本不放在眼里 这是一件美丽高贵的事情 赫拉缓缓抬起手 放在了威奥拉的头上 然后她对上威奥拉的眼睛说道 谢谢你选择了我 姐姐 星号星号星号 第二天早上来了 威奥拉像往常一样睁开眼睛 按理来说 第一眼看到的 应该是杰农的脸 但今天有点不一样 啊 不知怎么的 床不舒服 我以为这是一个梦 但似乎不是 我记得 赫拉敢往她怀里钻 具体是不是梦我记不太清了 不过在梦的中间 赫拉抬起威奥拉的胳膊 当枕头睡了过去 啊 我的手臂麻木了 威奥拉睁开眼睛时 赫拉还在熟睡 两分钟 你们关系很好 泽农 叫醒你妹妹 艾尔莎突然出现在泽农身后 我会侍奉赫拉公主 艾尔莎拥抱赫拉 将她举起来 好像她已经习惯了一样 这似乎就像举起一根羽毛一样容易 看起来 只要一根手指就能抬起来 她一只手推着轮椅 另一只手抱着赫拉 她小心翼翼地移动着 就像抱着一个很小的婴儿一样 艾莎 我来推轮椅 这是我的工作 但我现在不在工作 给你的伴侣一个帮助的机会怎么样 说不定 威奥拉公主也会喜欢 你是威奥拉公主吗 是的 她是一个看重效率的人 威奥拉公主的想法 是帮助她的同事 而不是毫无价值地 浪费我的劳动力 正确的 威奥拉回答 好的 你推轮椅 艾尔莎这才把轮椅托付给泽农 艾尔莎抱着熟睡的赫拉 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行 看着在她怀里熟睡的赫拉 她想起了死去的女儿 当我拥抱她时 她睡得很好 赫拉似乎也是一样 呼吸非常轻松和缓慢 艾尔莎的眼眶 不知为何有些泛红 赫拉看起来 和往常有些不同 我在床上是个敏感的人 你昨天和今天怎么睡得这么沉 这大概就是威奥拉公主的强项吧 我看见赫拉睡在威奥拉身边 赫拉本身个子比较高 但在威奥拉身边 赫拉就像个小孩子 在威奥拉公主面前 是不是因为你可以成为人类赫拉 而不是四公主赫拉 至少在那一刻 你会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弟弟的姐姐吗 艾莎感觉好多了 每当看到总是忙于工作的赫拉 我的心就痛 我希望赫拉公主快乐 看着走在前面的威奥拉的背影 我做出了保证 为了做到这一点 威奥拉公主 必须稳稳地站在那个高处 艾莎下定了决心 我会帮忙的 威奥拉公主 赫拉不能成为一家之主 赫拉自己对此心知肚明 并不贪心 艾莎也知道这一点 我会支持威奥拉公主 威奥拉不知道的是 一个极端的粉丝已经形成 他们想让威奥拉成为下一任家族的领袖 威奥拉感到后脑勺发凉 不管怎样 威奥拉他们开始攀登富士山了 飞 她使用光飞魔法 将轮椅轻轻弹到空中 艾莎好奇地推着轮椅 你几乎感觉不到重量 这就是魔法的本质 哎呀 让我的员工感到舒适 是我的工作 你好吗 你舒服吗 很好 魔术真是太棒了 她被高估了 哈哈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让您住得更舒服 哈哈 共有三条登山路线 其中 我选择了最友善的一条路 攀登 一路上 我遇到了几个人 有的人坐轿 有的人仰着走 同样 也有人顾了巫师登山 飞走的只有一个人 估计是法师塔的巫师 Parison 崎岖不平 不是一座 可以在一天内攀登的山峰 中间有一个避难所 一号避难所 很快就可以使用了 克罗姆森的呼吸 也变得粗重 艾莎哥哥地笑了起来 今天就在那里休息吧 第二天 二号避难所 第二天 三号避难所 几天后 我们到达了最后的七个避难所 再过两天 他们就可以到达法拉子绝领地了 七号避难所很大 人也不少 嗯 其中 有一位脱颖而出 绝不 威奥拉看到了一个眉毛浓密的英俊男人 深色 清澈的眼睛 和双眼皮 他有一个尖鼻子 和轮廓分明的下巴 穿着一件看起来不舒服的蓝色制服 不同寻常的是 他的制服是皮革制成的 而不是棉布或狄伦 而且看着很烫 他总是穿着 带有路易斯巴顿家族鲜明标志的蓝色制服 以彰显路易斯巴顿家族的技术水平 路易斯巴腾 那是帕尔子绝郡 非常有名的历史家族 路易巴腾家族生产的所有物品 都堪称奢侈品 说贵也值 所以 有人称他为行走的广告牌 后来这成为发展新产业的开端 叫做摩特产业 他的名字叫塞尔芬 他是Lewis Barton家族的次子 一个差点毁了惜儿子绝位的人 少有的花花公子勾引海豹子绝 毁了作者 后来又生下了大巫师班加斯 你的脸真的很帅 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看他的模样 绝对有一种 异世界只有他一个人的感觉 阴影是不同的 此外 他还因为穿着不合地方的制服 而显得格外显眼 泽农问宝 公主 找到认识的人了吗 不 威奥拉将视线从瑟芬身上移开 威奥拉不太喜欢瑟芬这个角色 我不仅不喜欢他 我几乎厌恶他 野蛮的调情到被算计的地步 角色Sirpong拥有英俊的外表 和出色的绘画能力 他已根据他的举止 引诱许多女人而闻名 世界上的每一位女士 都值得并有权被爱 然而 对于生活在21世纪韩国的韩雅琳来说 他也是一个除了油腻之外 还会抛出很多相当可怕 和尴尬的评论的角色 我喜欢你 你自然也喜欢我 你父亲一定是个小偷 我把天上的星星都偷了 放在你的眼睛里 大多数存在于帕拉斯山的避难所 都是大棚屋的形式 房间并没有很好的划分 只是在一个非常大的房间里 让大家小气片刻 我感觉到 许多年轻女士都在看色分 伙计们 别往那边看 她的爱好是拆散家庭 塞尔芬曾经说过 真正需要爱的人 是孤独疏远的妻子 谢谢你爱你 侯爵 他们说 尾巴长了会被踩 原著中 在塞尔芬子觉得惨案之后 数年过去了 关于塞尔芬的低级谣言 开始在世家之间流传开来 与此同时 他勾引了武林名家布兰迪亚公爵的 情妇弗瑞尔克 公爵夫人 并与之共度粮消 那是他的最后一夜 在度过了昨晚之后 他最终被布兰迪亚公爵所杀 布兰迪亚公爵 一拳打碎了色鹏的头骨 色鹏临死前放声大笑 你让我的妻子感到孤独 你出轨 是因为你让他变得孤独和卑微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关键区别 你学会了野蛮和暴力 我学会了对女人友善 说完 我留下了著名的 Serpens Will 我为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女人 献上我的生命 你有自由和快乐的权利 威奥拉背靠着墙坐着 摇了摇头 至少以韩亚琳的标准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如果是别人做的 那就是外语 如果是我做的 那就是浪漫 在韩亚琳看来 Serpens只是一个勾引女人 并与他们共度凉宵的花花公子 但为什么 她是这样过来的吗 那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吗 但是感觉到了 瑟芬的目光投向了这边 你千里迢迢跑来这里 就是醉了小姐的眼神 Serpens的眼睛盯着Elsa 信号信号瑟芬回到自己的位置后 则能开口了 公主 瑟芬王子的求婚 你会怎么办 出色的 塞尔鹏向威奥拉等人 提出了一个建议 法拉子爵府 共有三个入口 他们被称为黄金之路 和白银之路 那就是青铜之路 黄金之路 只有法拉子爵的贵族家族 和他们的直系后裔 而且 是只有直接收到请柬的人 才能快速进出的大门 除非法拉子爵的贵族家族邀请 否则即使是高级贵族 也无法进入 这是宣布法拉子爵位的皇帝下的严令 即使是当时的皇帝 也不能擅自通过黄金之路 赫拉歪了歪头 中提琴 我当然以为 你会接受这个提议 为什么 你确定你是铁血公主 喜欢理性的东西 Serpant的提议 显然是非常规的 据说他会把在这里 第一次见到的威奥拉等人 当成路易斯 巴腾家族的客人来对待 这是一个 可以让你绕过所有入境手续相关手续 至少多留三天时间 享受法拉子爵领内 一切便利的提议 在路易斯巴腾家族的商店 您将受到VIP待遇 使用Prince Serpent 您可以享受所有这些好处 原本 威奥拉等人士 打算通过白银之路 进入法拉子爵领地的 银色之路是最常见和普遍的进入路线 大多数贵族都走这条路 威奥拉说 我不喜欢瑟芬王子的眼神 T 赫拉又笑了 没想到会从威奥拉口中 说出这样的话 你特别不喜欢什么 很明显 她是在捉弄埃尔莎 那就不要 不 为什么 Serpent 没有将VIP和其他人 当作家里的客人 而是要求他们与Elser约会 那是不对的 威奥拉对埃尔莎的处境了如指掌 对塞尔彭的性情 也了如指掌 Elser还问VIP的回答 是否令人惊讶 如果我问她 为什么不起作用 可以吗 我的姐妹 因为我不想 赫拉不开心 赫拉和埃尔莎的身体 同时一缩 这是他们出乎意料的答案 我的不幸 是我们公主的不幸吗 两个女人的目光 转向了中提琴 赫拉似乎并不高兴 谢谢你的心意和言语 但你如何判断我的不快 赫拉的眼神变得严肃起来 请认真回答 威奥拉 在某种程度上 这可能是对赫拉的侮辱 为什么瑟芬的求婚 让赫拉不高兴 据说赫拉与威奥拉的关系很好 但赫拉也是贝拉托 没有充分的理由和理由 威奥拉的话 也是对贝拉图的不尊重和侮辱 因为也可以解读为 无法控制自身不幸的软弱贝拉图 我相信我的妹妹 那是艾莱 那是艾莱从土匪手中救出她丈夫的时候 在遇到丈夫之前 就已经是一名出色的战士的艾尔莎 举起了她的剑 将丈夫从危险中拯救出来 她从强盗手中救出丈夫 而在这个过程中 艾尔莎受了重伤 作为读者的韩亚林 能够读懂角色的内心 浑身是血的艾尔莎 走进她的丈夫 大家不要靠近 我对拯救我的生命感到恐惧 而不是感激或感激 最后她用可笑的废话伤害了艾莎 你不正常 用女人的身体模仿男人 那晚 艾莎睡着时 她的丈夫逃跑了 这是我的主意 你丈夫逃跑的那个黑夜 你没睡 艾尔莎是一位具有出色感官的军人 这样的舞者 不可能没有察觉到自己丈夫的逃跑 威奥拉像是什么都看在眼里一样 具体地说着 你一定是在厚厚的毯子下哭了 我还以为是你的错 而不是那个懦弱狭隘的混蛋 因为你犯了错误 她一定以为是因为她看起来太可怕了 艾尔莎恰恰说不出话来 如果是我 我会割掉她的舌头 但你没有 我低声哭泣 我只是让她走 为什么 那是因为 你爱上了那个臭小子 一件事说明了这一点 这并不意味着 这是你的错 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心里 艾莎的眼睛变红了 如果是你的错 那一定是你 没有当场杀了她 维奥拉伤心欲绝 艾尔莎并没有做错任何事 为什么她会带着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 活在心里 坏人就是她 别哭 你的爱事崇高的 你是一位母亲 你很棒 她真的很爱她的家人 如果有一天我遇到她 我会割掉她的舌头 在韩雅林看来 艾莎是个愚蠢的角色 因为她太漂亮了 我感觉到你的伤疤 被家人抛弃的悲惨感觉 维奥拉知道的再清楚不过了 伤口有多深 有多大 我敏锐地意识到 任何东西都无法治愈的痛苦 但我原谅了那个如此伤害我的人 我如此爱她 愚蠢的 赫拉皱起眉头 所以 结论是什么 艾莎很蠢 我看着艾莎的眼睛 艾莎的眼睛不受控制地颤抖着 就像狮子发现了自己不想看到的弱点一样 太暖和了 就你一个人说对剑膜有好感 在我看来 塞尔芬敢于假装掩盖伤口 瞄准艾莎愚蠢而温暖的一面 不管是不是真诚的 塞尔鹏会向艾莎低声说出甜蜜的爱之吻 渴望亲情和爱的艾莎会在甜蜜中陶醉片刻 给了你一点蜂蜜的塞尔鹏 会离开去寻找另一朵花 与塞尔自觉一样 这是从无所不知的读者的角度来看的 我不想让姐姐的人再次受到伤害 这些是她以人类中提琴的身份说出的话 她以中提琴贝拉托的身份说出这些话 准确地说 我不希望她影响到我作为管家的职责 那我该怎么办 思索片刻后 维奥拉开口了 姐姐 你能借我一下 艾尔萨吗 你们两个有话要说 离开一段时间后 维奥拉向艾莎吐露了她所有的秘密 她把在塞尔子绝佳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一切 知道了 这些内容不为世人所知 如果这个内容泄露出去 子绝爵位的名誉就会毁于一旦 连名誉这样的名誉都保住了的赫伦 贝拉托的地位也会被人嘲笑 艾莎咽了咽口水 你用一个我不该知道的秘密 来捆绑我 艾莎点点头 我想我肯定知道一件事 什么 那个路易斯 巴腾家族的二儿子 是一个毁了别人宝贵家庭的无良男人 威奥拉露出满意的笑容 对艾尔萨来说 破坏别人家庭的人 就像细菌一样 好的 但不要表现出太多的蔑视 好的 作为战场上的无人士兵 我会一直紧张地准备 威奥拉终于可以安心了 她艾尔莎的表情和态度 似乎不可能被瑟芬王子取笑 威奥拉说 我已经做出了决定 谢谢你邀请我 瑟芬王子 路易斯 巴腾家族的次子 瑟芬歪了歪头 那位小姐是这个派对的真正领袖吗 我知道 那个年轻女士是谁 据粗略的传闻 她是贝拉托的养女 被称为铁血公主 不过对于这样的绰号 瑟芬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不管怎样 她还是个孩子 谣言总是在膨胀 距离越远 谣言就越腐败和夸大 谣言只是谣言 瑟芬收回了对中提琴的兴趣 事实上 她的兴趣只在艾尔莎身上 她冲着艾尔莎笑着说道 我很高兴邀请你 我会护送你 贝拉托的挚友 从北方而来 威奥拉礼貌地回应道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女士是贝拉托的第六王女 你一定是威奥拉公主吧 你知道我吗 当然 我听说 你的身体里流淌着冰冷的血液 色分将目光转向赫拉 而坐着的 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赫拉公主了吧 我出名了吗 都说她如十一花 优雅端庄 是这样吗 是的 见真人 银发如丝 银眸如雪狐 我想 你会成长为一个 比任何人都高贵美丽的女人 谢谢你的称赞 威奥拉皱起了眉头 神医睡 十一朵花 是栖息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花 一种在荒原上艰难生长的植物 只开出美丽的银花仅十天 开花十天后 落叶的花朵会碎裂并变成粉末 Syrphone将Herald称为第十一朵花的表述 包含多种含义 那Belletigai是贫瘠而野蛮的土壤 Syrphone认为战时是野蛮和暴力的人类 这就是为什么我几乎鄙视无人驾驶的原因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 世界上所有的暴力都是由于武术或武术大师的学问 剑术等 在平级之地开花 十天后凋零的花是观赏用的 第十一朵花是在短时间内发挥贵族的养眼效果后 就会凋谢的花 表面上是夸奖赫拉 说到底却是轻蔑之词 在一个狂暴蛮荒的地方 就算生下来就是个废人 活下来了 到头来也是十天打 就是这个意思 他似乎知道Syrphone为什么会那样 看来 你想把ERSA赶出这个野蛮的群体 也许Syrphone认为她是真爱 这很有趣 但Syrphone一直认为她是真心相爱的 甚至在勾引塞尔自觉上床的时候 她都一心一意地爱着她 虽然那段感情只持续了一天 但反正她是这么想的 现在也一样 如果我不得不说 哦 美丽的爱尔莎 你愿意脱离血腥的野蛮群体 和我做一场美丽的爱吗 这将是关于 威奥拉用眼角的余光看着赫拉 赫拉姐姐不可能不知道 她一定早就知道 色分在侮辱她 首先 Hera可能知道她会在Shelter期遇到Syrphone 没有反应 和平时的赫拉有些不同 唯一让我烦恼的是 赫拉脸上微妙的笑容 看起来她在搞什么鬼 这就像暴风雨前的夜晚 啊 害怕的 就像原著中的赫拉一样 让威奥拉真的吃尽了苦头 毕竟是姐姐 不应该与她为敌 与赫拉亲近 是神来之比 目前 没什么特别的 直到法拉子爵府门口 什么都没有发生 色分说 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 是通往帕拉的第二条路 就是银色之路 我走过银路 人太多了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聚集在这个荒凉的地方前来 色分王子挺起肩膀 迈出威严的步伐 一直到法拉子爵 他都享有堪比皇室的权利和荣誉 我真的能听到 窃窃私语的声音 路易斯 巴顿家族的贵宾 请的是什么家族 我知道 对吧 这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家庭 有些狗 甚至认出了赫拉 我认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年轻女士 我是赫拉 贝拉图的第四公主 是贝拉托吗 等候在白银大道上的众人 在得知威奥拉的身份后 都有些疑惑了 贝拉图 位于北端 这是正确的 冬天的城堡 他们好像是东堡公爵的后代 对于大多数贵族来说 冬日城堡 都是一个神秘 而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 它是保护人类 免受雪吹之处的前线盾牌 但真正参观过冬季城堡的人 却寥寥无几 厌恶风险的贵族 尤其如此 法拉子爵辅的贝拉图公爵怎么了 那就是我的意思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贝拉图之所以成为神秘公爵 有一部分原因是 他们没有积极参与社交 至少最近一段时间 赫拉一直在参加社交活动 但一直都不是很活跃 真正奇怪的是 贝拉图公爵什么时候开始 和路易斯巴顿家族交好 这对他们来说是个谜 我听说 那是一个蛮荒恐怖的地方 可不就是这样吗 或许塞尔芬王子 现在正受到危险 有些人有相当合理的怀疑 但这些怀疑 很快就消失了 这就是塞尔鹏王子的表情 如此美丽的原因吗 真的 这就像一个恋爱中的男孩 那时候塞尔鹏的身份 还不为人知 很多被他美貌迷倒的人 都对塞尔鹏刮目相看 其中一个男孩抱怨道 有人在这里 等了十三个小时 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威奥拉也听到了窃窃私语 但假装没听见 这很麻烦 说是要搭帐篷扎营三天三夜 才能进入法拉子爵府 这倒不是骗人的 凝视是惊人的 眼神中夹杂着羡慕和嫉妒 一方面 满是好奇的目光 很多注意力 都集中在这上面 在我进入社交世界之前 我从没想过 我会得到这么多关注 赫拉的话 每次与人对视的时候 都会微微一笑 低下头 但威奥拉做不到 让我们忽略她吧 我一边走 一边直视前方 我过了银色之路 站在了金色之路前 与此同时 色分似乎越来越自信了 艾莎问道 我们就快到了 一路上有什么不便吗 没关系 威奥拉暗暗摇头 剑魔走到这一步 怎么会不自在 Serpentane可能会说 她很体贴 Ersa 但作为战士的Ersa 会很不高兴 我不知道 Belaitu的管家 是什么样的人 但我猜 我的心稍微轻松了一些 完全不知道 威奥拉在想什么的 色分自信满满地说道 这是通往PRL的 最壮丽的道路 黄金路 Serphone在那里 添加了一个荒谬的词 可否请你帮 十一娘子一个忙 黄金之路 是通往法拉子爵领地的 最高尚之路 名门望族的直系后裔 与名门世家早有交情 或受过名门世家 亲爱的世家 而且 那是只有名门世家 请来的贵宾 才能走的路 这是什么要求 能不能把轮椅 放在子空间里一会儿 它是设计成轮椅 无法通行的吗 这不是那样的 但这是 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法拉子爵 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 作为路易斯 巴腾的直系后裔 我背负着打破传统的重任 他说的兜兜转转 但话中的真意却很简单 听说轮椅之类的东西 不适合贵族惊到 所以才让他 藏在一个子空间里 威奥拉又偷偷摇了摇头 你真的打错号码了 或许 斯尔方想炫耀自己是 路易斯巴腾的贵族血统 是我连贝拉托都可以提出 这样的要求 美丽的艾尔莎啊 从那个野蛮的贝拉托手中逃脱 来到我安全的影子里 我会保护你的 你不用担心 威奥拉彻底松了口气 我不知道从塞尔芬的角度来看 会是什么样子 但艾尔莎很生气 除非你是个白痴 否则这话显然是在贬低和拉 威奥拉一边推着轮椅 一边悄悄捂住艾尔莎的手 我轻轻摇了摇头 以免注意到 威奥拉公主 突然松手的艾尔莎 终于沉默了下来 相反 克罗姆森说 对轮椅施展悬浮魔法 和对人体施展悬浮魔法 是有区别的 赌人比赌士难得多 所以 对一个人施法的代价 要大得多 与艾莎对视的克罗姆森 吓了一跳 但 我们将结成为您服务 哈哈 赫拉从亚空间中 取出了一个皮囊 这是奖励 向导 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请下次再用 克罗姆森接过皮带 卑躬屈膝地笑了笑 这与通常自尊心强的巫师 有些不同 但克罗姆森并不介意 后的 他无怨无悔 因为自己 能够从恐怖的艾尔莎手中逃脱 并且得到了如此重磅的奖励 我不会再回去了 祝您旅途愉快 平安 然后他转身 立即开始下降 威奥拉继续想着 赫拉姐姐在装饰什么 事实上 赫拉本可以正式请来法师塔的巫师 因为赫拉才是泰拉公会的实际拥有者 赫拉姐姐的大局 不是从雇佣克罗姆森开始的吗 一瞬间 威奥拉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我希望她的设计到此为止 不是吗 赫拉微笑着说道 是这样吗 我是路易 巴顿家的客人这样坐着轮椅到处走不太好看 谢谢你的耐心等待 瑞达 什么 不过 为我制作这个轮椅的人 心里一定有些难过吧 没有机会通过伟大的黄金之路 他会明白的 塞尔彭的脸上满是对黄金之路的自豪 他继续注视着艾尔莎 俏皮的笑了笑 我看到艾尔莎背着赫拉 那个 斯尔缝甚至不喜欢那个样子 你身边还有个壮硕的男管家 艾尔莎有什么理由背着他 就算他想去了解那个贝拉图拉家族 他也无法理解 事实上 我连想明白都不想明白 但他却勉强掩饰着流露的感情 引导着我 这边走 黄金路比白银路安静多了 如果要等三天才能进入白银之路 那么只需五分钟左右的迁道时间 就可以进入黄金之路 啊 我累了 走到这一步 我收到了太多的目光 我强行无视了 但我还是觉得很累 但是赫拉说 他也是我弟弟 什么 贝拉图的精神 对白银之路的渣男们 眼光视而不见 我 什么时候 只是因为害羞 所以没有眼神交流 本来 路过黄金之路的贵宾 与白银之路的人打招呼 都是简单的眼神交流 但看到他冷冷的不理他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我的意思 是他看起来不错 听到中提琴的那一刻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 这种东西 我从来没在小说里看过 在作者的设定本里 也没看过 拉屎 我不知道 在威奥拉的视线中 展开的贝拉图之影中 几乎没有提到法拉保卫战 这是因为 从小作为黑人贝拉图长大的威奥拉 和奢侈品代名词的法拉子爵之间 并没有任何接触 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自己被毁了 我看到一扇闪着金色光芒的大门 威奥拉一行人 穿过黄金之门 进入了法拉子爵领地 过了黄金之路 这里的主干道 大师之路 你会看到路大师的 一到那里 威奥拉就不得不闭嘴 只见一条打磨得很舒服的马路 马路两旁是色彩斑斓的奢侈品牌店铺 这不愧是PLA的自制领地 世界上所有的奢侈品都在这里生产 而且靠近大师之路的中心 我们的家族总部位于所谓的皇家区 越往中心走 名牌店开始越多 路易斯 巴腾商店 当我来到一座华丽的三层小楼前 威奥拉只好张大嘴巴 我的天啊 有这么多人吗 去这家奢侈品店 威奥拉吓了一跳 能到达法拉子爵位 就证明他拥有一定的财富或权力 而且 拜访法拉番鼠地的孩子们 即使有能力 也有意雇用神教或魔法师的情况屡见不鲜 这是因为 侍从本身就是一种 显示财富和权力的装置 不管怎么说 来到这里就意味着 有钱或者有一定的权势 到处都是这样的有钱人 世界上有那么多有钱人 在贝拉图公爵领地的时候 我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贝拉图家家族 固然也是一个豪门 但却是一个重权 而不重财的家族 那是一个生活不节俭的家庭 相反 不敢奢侈 正因如此 不了解贝拉托的人 误以为他们是有势无财的家族 他们说 这里的一条裙子上 有超过一百万朵大梨花 一只鞋价值一百万大梨花 一件衣服 价值数百万大梨花 一袋 可装百万株大梨花 一件大衣 就是一千万大梨花 那里是一把剑出鞘 一把弓 就要花费 数千万大梨花的地方 明明是卖这么贵的 奢侈品的地方 却排了这么长的队 至少有四十人在排队 包括服务员 为了使用路易巴腾家的奢侈品店 Sir Phong 从那么多人身边经过 这边过来 Viola 在Sir Phong的指导下 一直感到背部酸痛 类似银色之路的事情 也发生在这里 贝拉不是太远离奢侈品了吗 我怎么能被路易斯巴腾家族的贵宾对待 但是在这里 我的体重增加了一点 我以为他们是长相可怕的人 但他们不是 尤其是那位小姐身上的诡异气息 更是神秘莫测 大概是因为她有一种 伤过很多人的血腥气息吧 真的吗 他们说你必须杀死至少一百人 才能在Belletica生存 你怎么可以这么野蛮 钟提琴想大叫 不 都是八卦 谣言被传播了 很难说 Vison就在我之上 Vison拥有杀戮的权力 贝拉图家的人民 毫不犹豫地停止杀戮 当然 假设有一个原因 啊 不舒服 比以前多 我感到比进入黄金之路时 更多的目光 路易巴腾家族 是法拉子绝岭内 众多名门望族中 争夺霸主地位的 众多名门世家之一 自然会有更多的人涌入这里 他现在笑得很轻 走路也很轻 这不奇怪吗 离开无数排队等候的人的目光 威奥拉缓缓移动 与此同时 Surfond对Elsa说话 有什么东西 是小姐一直想要的吗 没人问 所以我加了个借口 贝拉图家的公主们 我这么说 是因为我不能擅自插手 而是想向这位美丽的小姐 表达我的诚意 不存在 艾尔沙简短地回答道 Elsa是一个远离奢侈品的人 就个人而言 她是一个喜欢实用的衣服 而不喜欢漂亮的衣服 喜欢利剑 而不喜欢漂亮的装饰品的人 当然 路易巴腾家族 也曾冶炼过一把冥剑 但相对于性能来说 实在是太贵了 不过 如果你走进我们的商店 你可能会看到 闪闪发光的更大的东西 他们说 这就像命运一样临近 就像我们一样 瑟芬悠闲地笑了笑 那是因为 我还没有经历过 艾尔沙大人 贝拉图的野蛮人 一定是阻止了他们 看到如此美丽的东西 连贝拉图自己 都没有奢侈品的眼光 所以 属于那里的管家们 很伤心 我一定会带出 艾尔沙大人内心深处 对美的渴望 艾尔沙回答道 如果你需要 我会给你买的 瑟芬王子 我们家的物品 受到世界的不当喜爱 所以 他比他应该得要贵很多 拿着相当于管家的薪水 我都不敢看他一眼 所以 这意味着 我会把这个昂贵的东西 作为礼物送给你 我想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我认为艾尔沙大人 完全有资格做到这一点 你有资格吗 是的 艾尔沙大人 比陈欣还要美丽 艾尔沙回忆起 对威奥拉的承诺 粗略地回答道 发自内心的感谢 威奥拉等人 从贵宾专属入口进入店内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他们刚到 威奥拉就目睹了荒唐的一幕 一对身着整齐西装的男女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欢迎来到 Louis Barton商店 既然是瑟芬王子的客人 我会尽力为您服务的 外观非常相似 似乎是双胞胎 瑟芬笑着回答 谢谢 请给我一些指导 举止从容而威严 很适合世家子弟 看他的眼神 店主们似乎并没有那么讨厌 Sirpong 尴尬的一幕由此而来 威奥拉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什么 被戏弄得太公然了 刚刚鞠躬的女店员 异样地看了瑟芬一眼 我恋爱了 现在 她看着瑟芬的目光和态度 似乎在热切地坚持着 不知道她是否像那样明显才奇怪 她还是世界上最会调情的人 威奥拉的目光 没有从瑟芬身上移开 她不是从我手边溜走的吗 这就像塔扎的手部动作 没有人注意到 她很轻巧地过去了 那个女佣笑得很湿淡淡的 一副心情不错的样子 玩得不错 我敢打赌 瑟芬有十多个这样的女人 看了一眼 埃尔莎似乎也没有错过那一幕 哈哈 埃尔莎不可能看不到我所看到的 你知道塞尔芬吗 就算我再快再狡猾 也逃不过剑魔锐利的眼光 总之 我听说这是一家有名的奢侈品店 太奇妙了 店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五颜六色的包包 展出的包包种类繁多 数量远远超过一百个 另一边也有宝刀 与其说是战刀 倒不如说是炫耀用或理用用的刀 许多 赫拉说 一般情况下 我不想把陈列的东西送给我妹妹 瑟芬然后看着Hara 那是微微惊讶的表情 虽然这些物品是对外开放的 但它们都是路易斯 巴腾家族的大师们 倾注心血的作品 真的是这样吗 赫拉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听说单位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了 尽管我对此持积极态度 因为它增加了更多人体验 Louis Bartanga技术技能的机会 我无法避免一些人批评我将奢侈品 变成工业产品 过去 所有的奢侈品都是大师手工制作的 然而 最近的奢侈品已经像工业产品一样 通过一系列工艺进行印刷 得益于此 可访问性得到了改善 但也确实受到了那些真正热爱奢侈品的人的批评 这并不意味着我怀疑 Louis Bartanga家族的精神 除了展出的那些 我还想看看其他一些东西 看来 十一娘子已经想到了什么 瑟芬的眼中充满了蔑视 就好比郊外的贝拉图你知道多少 那是一种漠视的眼神 威奥拉和赫拉看得出来 那目光已经足够明目张胆了 赫拉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悦 继续说道 我想看看首席设计师卡罗的作品 首席设计师卡罗 一向放松的瑟芬身体颤抖了一下 那是 这在孔子的权威下 是不可能的吗 瑟芬哈哈大笑 他笑得很轻 指尖却在颤抖 他们很野蛮 缺乏常识 我不敢提首席设计师卡罗的名字 他是家族中最著名 和最负盛名的设计师 没有那种辨别力 你想在猪脖子上 戴一条珍珠项链 奢侈品只有在认可其价值的人手中 才是奢侈品 瑟芬是这么想的 Belletuga不是那些值得奢侈品的人之一 我应该如何以积极的方式说出来 或者自己放弃 我受不了门 不管多么野蛮的士族 公爵家族就是公爵家族 但是 我不能随便提出 要见卡罗的首席设计师 反过来说 以我的权限 也不能说是一个困难的请求 如果我在这里说不 艾莎大人会失望的 不管他是否知道瑟芬的感受 赫拉从容地继续他的谈话 我来这里 首先是想看看 首席设计师卡罗的个人作品 因为要看首席设计师卡罗的作品 至少需要提前六个月预约 一时愣住的瑟芬不知不觉回过神来 要想一读首席设计师卡罗的作品 需要提前六个月预约 他带着非常悲伤的表情说道 有没有机会预定 他说他不接受任何人的预定 如果烦躁排在第二位 那么你就是一个悲伤的人 是的 必须要预约 嗯 瑟芬怀疑自己的耳朵 你说你有预约 首席设计师卡罗以高鼻子酌称 即便是在路易斯巴腾家族家主的命令下 他也是一个不敢轻易行动的人 他们说Belletude是个野蛮人 你会为这样的事情撒谎 没有任何东西以Belletude的名义预定 皱眉头 小姐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撒谎了 非常狡猾 就算你撒谎 你也会把堵住压在卡罗的首席设计师身上 家里没人能马虎的设计师 他小时候是Sir Pound的老师 他仍然害怕 卡罗 但赫拉继续说道 是的 由冬季城堡之主仓路贝拉图的印章担保 我从怀里掏出一张禽铁 捧在手里 他将以泰拉最高州克罗斯的名义保留 借口 你和泰拉商人的老板 克罗斯爵士是什么关系 色分的声音变得有些严肃 大地商会是大陆最近发展迅速的一个庞大工会 已经占据了北半球分销业务一半以上的份额 并以迅速扩大的份额被称为分销行业的新星 在管理的资产规模上 他遥遥领先于路易斯 巴尔滕家 但上议院的身份却显为人知 他是我的直接雇员 零 瑟芬怀疑自己的耳朵 直接雇员是最高所有者吗 所以 你是说 有一个单独的员工 我聘请了克罗斯爵士 我给了你泰拉之巅的位子 维奥拉感到安心 能和赫拉成为朋友也不错 果然是富家姐 我和赫拉一起去存钱 有钱的姐姐 是个好姐姐 那你的意思是 泰拉商城的真正主人 是赫拉公主 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吗 瑟芬一脸疑惑地交替 看着邀请函和赫拉的脸 我简直不敢相信 如果是这样 那岂不是意味着 圣地商人最终属于贝拉图价 但紧接着 墙壁上出现了魔法阵 从外面看 这栋楼有三层楼高 然而 这里却多了一个空间 那是一个被魔法覆盖的密室 是VVIP们的密室 Louis Barton家族的人 将这个空间称为第四层 刚才在墙上形成的魔法阵 是与第四层相连的魔法阵 You didn't think 有人急忙跳了下去 半裸的头 那是一个留着 长到胸口的白胡子的男人 赫拉公主 Louis Barton家族的长辈 卡罗是首席设计师 哦 你怎么没消息就来了 如果你提前联系我 我会亲自见到你 天哪 你还好吗 塞尔芬王子 对我的知道很好 哦 孔子 老师出师的二儿子 多么美好的时光 那个白痴 怎么会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 卡罗眼中闪过一丝欣慰的光芒 赫拉缓缓开口 是的 她以十一夫人的身份照顾我 是 十一娘子 首席设计师卡罗 一时间怀疑自己的耳朵 十天了 开十天就凋谢了花 我用荒唐的表情 看了色分王子一会儿 啊 哈哈 尽管如此 我还是得修好他 看来我们的孔子 跟东大陆的奇葩明月花搞混了 赫拉笑了 被那个笑容稍稍安心的卡罗 继续说道 你过来有什么不便吗 是的 感谢塞尔分王子 色分王子做得很好 一一 有一件事 我很遗憾 如果遗憾 赫拉从此空间取出轮椅 卡罗这才察觉到异样 赫拉不是坐在轮椅上 而是被管家抱在怀里 这有点奇怪 我很伤心 首席设计师卡罗 给我的这辆轮椅 无法通过黄金之路 卡罗的额头和光头 头皮 都变红了 稍稍撒谎 耳边就好像 冒出白色的蒸汽 卡罗的脸变红了 塞尔蓬的脸 变成了泥土 赫拉毫不在意 表现出了贝拉托式的一面 一旦被后颈咬伤 因断气 赫拉以这种方式学习 并以这种方式生活 在首席设计师眼里 我的美貌 只有十天吗 笑容从赫拉的脸上消失了 没有人看到 但维奥拉的脸 也变得土了 大约一年前 卡罗参观了 位于大陆北部的 矮人废弃矿山 这是因为目击者的描述 在那里看到了一种 非常特殊的矿物琳达 文言 黑光一闪 散发着黑色光芒的琳达 是一千年才能获得一次的 稀有矿物 卡罗绝对想得到琳达 矿山入口前 这有点不行 我从洞穴形状的入口处 感受到了一股凄凉的气息 走到这一步 我不能放弃 他克服了恐惧 进入了矿井 而我不知道 过去了多少时间 他像着了魔似的 深入矿井 这是因为一种叫做 Muzernia的花的歌声 Muzernia是一朵识人花 一朵用歌声引人靠近的花 等他回过神来 已经晚了 当时帮忙的人 是赫拉和他的管家 赫拉的管家 将穆西尼亚一分为二 嗯 嗯 赫拉坐在轮椅上 看着一脸猛逼的卡罗 有个白痴 在没有护送司机的情况下 找这个地方 刚刚回过神来的卡罗 浑身一颤 咦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在一个废弃矿山的中心地带 你就是Lewis Barton的首席设计师吗 赫拉警告道 回去就好了 贝拉图四公主不是来找矿石的吗 这是不可能的 我必须找到琳达 那就随心所欲吧 穆西尼亚在哪里 哪里就有怪物 贝哈斯 不过我不告诉你 也没关系 吞下了这个词七天后 啊 卡罗遇见了怪物贝哈斯 贝哈斯是被称为 无面死神的上位魔物 疯狂逃跑后 他又在一个街角 遇到了赫拉 买 买 救我 我的工作是检查 Bhouse是否在那里 然后再回去 届时 本家实力更强的舞者 将参加讨伐会 我没有理由与贝哈斯战斗 因为贝哈斯 是一个过于危险的怪物 我检查了Bhouse 现在我可以回去了 我的 请救救我 你做出了选择 赫拉试图转身离开 卡罗酋长会死在这里 但这对赫拉来说并不重要 反正我打不过贝哈斯 管家一个人 想要收服比哈斯 是很困难的 我们回去吧 然而 赫拉的管家 并不听赫拉的命令 设计师卡罗 恩情 你要以性命还 管家很清楚 自己的局限性 他也知道 以自己的能力 根本无法帮赫拉走到最后 他也找到了 接替他的合适人选 选择一名剑士 作为你的管家 我就离开 剑魔只有在没有自信的情况下 才能以管家的身份进入 他认为 他是赫拉唯一的缺点 如果是维奥拉公主 他早就 把我赶出去了 但是赫拉没有那样做 管家宣誓效忠于赫拉 还有 路易斯 巴腾的首席设计师 是日后能对公主大有帮助的人 最终 他成功制服了比哈斯 并带领赫拉和卡罗 离开了矿坑 能够将赫拉公主的命令执行到底 是我的荣幸 就好像是赫拉命令 他去救卡罗一样 完成所有的职责后 管家就在那里闭上了眼睛 赫拉没有哭 他从轮椅上下来 一瘸一拐地 用手开始挖掘 就在这时 下起了雨 雨点滴落在赫拉的脸上 帮帮我 卡罗 我现在想撕死你 他挖的时候 指甲下有血 赫拉脱下斗篷 放在管家的坟墓上 一个愚蠢的事情 赫拉并不希望管家死去 虽然与其他管家相比 管家的能力可能稍训一筹 但赫拉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个朋友 一直在目前沉默许久的卡罗 艰难开口 我不知道 我的贪婪会杀人 对不起 不要侮辱我的管家 他选择了自己的死亡 卡罗点了点头 无论如何 他得救了 我不知道 这是否会得到报答 但我会是赫拉公主 为我一生的恩人 那是卡罗和赫拉的第一次会面 卡罗想重重地敲打 Serpan的后脑勺 即使是马上 那个像狗一样的白痴 会发生这样的事故 我已经经历了一年的赫拉 赫拉是一位令人生畏的公主 卡罗是法拉子爵的上层家族成员中 为数不多的 直到贝拉托恐惧的人之一 侮辱赫拉公主的人 下场太惨了 所有侮辱她的人 都被发现死亡 或他们的企业和家园被摧毁 举个直接的例子 一年前灭绝的Fraudio家族 就很有代表性 贡嘎 如果你不无理 以后我可以招呼客人吗 请 反正四楼是总设计师的 色分满身冷汗地离开了座位 即使在雨中 我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等塞尔鹏离开 所有的仆人也离开后 卡罗就瘫倒在地 赫拉公主 对不起 犯了大罪 请原谅我 一阵沉寂 连中提琴都怕赫拉 所以 我只是原地不动 这更加烘托了这血腥的气氛 尽管他像狗一样一团糟 但他是Louis Barton的直系后裔 这罪孽 我会用我的性命来偿还 你能原谅他吗 赫拉这才笑了 我的兄弟将首次亮相 你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我们会尽力提供帮助 我 我带你去我的工作室 星号星号星号 穿过魔法阵之后 出现了一个非常宽阔的空间 气氛与路易巴腾总电的下层 截然不同 我以为里面装满了奢侈品 它很宽敞 但感觉就像一个古老的车间 只见几张旧桌子 不知名的工具散落一地 看来这里就是首席设计师卡洛的工作空间 当我经过工作区时 一个整洁的空间出现了 全白的装修 没有楼下那么华丽 倒像是一个井井有条的陈列士 要我送车吗 我们有短暂的下午茶时间 赫拉喝着热腾腾的红茶 张了张嘴 对了 卡洛设计师 为什么我有设计师的邀请 还要塞尔彭王子带路 威奥拉喝着草莓汽水 身体颤抖了一下 其实我也对中提琴很好奇 他为什么费心和 Sirpon一起搬家 虽然Sirpon是 Louis Barton家族的次子 但他的名气和荣誉 却连首席设计师 卡洛都比不上 嗯 你为什么看着我 与赫拉的目光 直接对视的威奥拉察觉到了 你告诉我答案 兄弟 这一定是他要求的 我一时大意 好的 这是贝拉托的影子 在世界上 虽然赫拉姐姐在我这边 但我还是不能放松 威奥拉故作轻松的样子 慢慢地把草莓汽水喝了下去 冷汗顺着他的背留下 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赫拉笑了 我不是要考验你 我希望你不要为此感到难过 啪啪啪 威奥拉一边慢慢地 绰饮草莓汁 一边继续思考 那轻松的模样 在卡洛眼里 简直就是杀人犯 我只是想把我妹妹 介绍给设计师 卡洛 广泛 威奥拉放下空杯子 双眼齐刷刷 落在威奥拉身上 我从一开始 就觉得这很奇怪 没想到 泰拉商城商城的老板 和贝拉托的四公主 带来了一个 她从未听说过的巫师 我故意引进了一个 无能的巫师 让艾莎来统治她 威奥拉看向艾莎 艾莎 艾莎对上 威奥拉的眼睛 笑了 我尽力了 即使你尽力了 你也做不到 艾莎的激进教育 之所以奏效 首先是因为 Cromson的意志薄弱 这种方法 对一个意志坚强 自我意识非常强的巫师来说 是行不通的 也就是说 最终 我姐姐首先寻找 并找到了一个名叫 克罗姆森的巫师 艾莎的方法 可以对抗的对手 以及一个在力量面前 无限寒酸 极有可能屈服的对手 你也什么都知道 不 我只是勉强想出来 选择了这样的伙伴后 乌尼前往了七号避难所 你一定已经知道 瑟芬王子在那里了 最终 如赫拉所愿 Sir Pound走近 并建立了联系 塞尔芬王子看着我们 一定是这么想的吧 啊 贝拉的头盔好对付 她对贝拉托了解不多 只能通过侍从了解了 但是 训练的魔法师是一样的 我一拿到钱 就高兴地跳了起来 从山上下来了 毫无尊严的 属于笔马之塔的巫师 所以他们降低了对我们的警惕 更容易对待我们 他们走近我们说 他们会像对待贵宾一样对待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 Elsa做了一些小动作 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因为她看起来很肤浅 而且正如赫拉所希望的那样 到现在为止 都是姐姐的意思 作为该作品的读者 我能够推断出这一点 也许 如果我有更多时间思考 我就能想出更多 但是时间太短了 我不知道 我想不通了 接下来我该做什么 转瞬即逝的瞬间 感觉像是永恒 永恒般的瞬间过去后 威奥拉张开了嘴 威奥拉没有犹豫 反而反问道 这是为什么 自然而然 就好像 你什么都知道一样 只是把答案的顺序传递过去 瞧 很好 这很自然 正如预期的那样 赫拉非常满意 我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但你知道 赫拉的目光转向卡罗 那双眼睛就像 你看到了吗 我弟弟就是这样 你们都知道 我不得不考虑 结识路易斯 巴腾斯的次子 就像是在和威奥拉说话 但最终 却是在和卡罗说话 路易斯 巴腾家族 是名门望族之一 我们贝拉托正努力 与路易斯 巴腾家族 保持良好的关系 关于长女色沙公主 我也算是了解了一些 因为她能力出众 活跃在很多领域 首先是塞尔萨 第二 塞尔芬 赫拉不得不权衡两者 可以说是路易巴腾 实权的护主和卡罗 现在都太老了 我必须为下一代制作线 但似乎 Sir Pong 比Sir Sa 更容易处理 这就是我联系 二王子塞尔鹏的原因 名门世家 不正其后继者 即使有耻辱 她也是隐藏或隐藏的 直接接触 是正确认识 对方的最佳方式 如果是色沙公主 至少她会发现 我的轮椅是工匠的杰作 Sir Pong 是消除的表达 当她知道了一切后 冷汗从威奥拉的背上流下来 这就是我创造这些情况的原因 为了认识一个 看起来比较随和的 Sir Pong 开始了一段感情 如果色分表现出 比想象中更好的态度 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赫拉 似乎从很久以前 就计划好了这一天 卡罗深深地叹了口气 好的 那个蠢货 一定不是赫拉公主选中的 我不是那种 可以选择和评判一个人的人 你太谦虚了 这不是谦虚的说法 这是真的 威奥拉的脊椎 莫名起鸡皮疙瘩 不知为何 后颈被包裹住了 我想避开赫拉的目光 但如果 是我弟弟 就不一样了 赫拉深情的目光 转向威奥拉 设计师卡洛 一定是刚刚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卡罗 始终保持轻松的态度 只有绝对才能拥有的独特氛围 一种气场 仿佛将所有的元素 都拖在了手掌上 俯视着你 威奥拉感受到了这一切 我的兄弟 将能够选择一个人 我不能做统治者 但我可以做我的兄弟 今天是向卡洛爵士 介绍我弟弟的日子 赫拉那饱含深情的眼眸中 蕴藏着无限的信任 谁造国王 造王者见到了国王 哈哈 很荣幸见到你 我原以为 领导贝拉图的人 会是美迪亚公主 但现在看来 似乎并不是这样 卡洛的胸前 还可有 Viola Bella 2字样 卡洛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给弟弟的东西 都准备好了吗 当然 很久以前 赫拉就说过 她为这把中提琴 定制了很多东西 我会把你订购的东西带来 我希望你喜欢它 不知去了哪里的卡洛 打开亚空间 开始取出东西的时候 Viola竟然成了旗舰 我的天啊 哪怕只是一眼 便涌出极为奢华的物品 这双鞋 是将钻石加工成超细纤维 仿成现状后做成的鞋 你可能已经知道 这种处理技术 只有炮枕家族的首领 才有可能 炮枕家族的一家之主 与首席设计师卡洛之间的友谊 远远流长 世人皆知 看样子 这双鞋是卡洛特意 请了炮枕家族的家主 而这些 是用黄金和红塞轮矿石 经过特殊加工制成的耳环 那是一个四叶草形状的小耳环 它之所以会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是因为 里面含有塞轮矿石 这是一种特殊的矿石 即使在没有火的情况下 也会散发出淡淡的红光 将黄金和塞轮矿石 一起冶炼的技术 是只有彼安多 基拉夫家族 才能做到的技术 而且 耳环和配套的项链 也是特制的 威奥拉不得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要是贝拉图的铁血公主 看到这些东西开口 她的脸色就不好了 这些多少钱 有一个有钱的姐姐真好 一定有我有钱也找不到的东西 瞧 这有点累赘 做朋友 不管是不是男朋友 即使是丈夫或父母 有钱也买不到的超高档奢侈品 送给他们 不要觉得有负担 然而 赫拉的城堡 似乎并没有被填满 你应该没有忘记我刚才说的 我会原谅四分王子吧 冷汗顺着卡洛和威奥拉的后背 留了下来 好 当然 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给你看 是这样吗 我几乎要失望了 这不可能 实际上 这是一个谎言 该死 你这个白痴 因为她 我所有没有财产的财产 都要被抢走 她当然摸到了赫拉公主 如果赫拉看错了 一根骨头都不会留下来 哪怕只有一个赫拉 赫拉公主和威奥拉公主 是不是一个接一个穿着的 但是今天 比起赫拉 我更害怕威奥拉 现在还看 那种面无表情 毫无诚意的态度 那副不为人知的平淡表情 不知怎么的 还有些厌烦 之前听过传言说 她是铁血公主 没想到 竟然会到这种地步 拉屎 一种危机感洗上心头 仿佛要炫耀自己拥有的最好的奢侈品 我 我不想展示这个 我忍不住了 如果你不尽力而为 赫拉绝不会原谅这种无理的行为 而且 她还会与路易巴腾为敌 卡洛比他想象的更爱 Lewis Barton 并且无疑让他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 我拿出两件衣服 一件 是雪白的裙子 一件是血一样的红 卡洛真正想要隐藏的是 一件红色的连衣裙 请选择一件白色的裙子 我不知道哪一个适合我的口味 所以我准备了两份 你更喜欢哪一个 她的左手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摄入出肩膀的路肩造型 铺满了非常奢华的布料 纯白长裙上的银丝蕾丝装饰 如流水般流动 细致考究 和 虽然这种衣服不是他的口味 但威奥拉在心里还是很欣赏的 漂亮的 不管品味如何 这件衣服都是一件能感受到工匠诚意的奢侈品 即使是对时尚不感兴趣或没有明眼人的人 即使他们不知道其他任何东西 也能认出它确实是奢华和美丽 真的很漂亮 我在脑海中想象自己穿着那件衣服 啊 太可爱了 幻境顿时破灭 灵魂是二十多岁的韩亚灵 身体却是十二岁的中提琴 此外 他的成长速度比他十二岁的同龄人慢得多 他比我原来的身体漂亮多了 但是 十几岁的阿灵韩 一直想成为一个大人 我想 如果江汉俊很快成年 他会把自己看成一个女人 我想 刚二十多岁的时候 韩阿灵就想活到三十多岁 我觉得自己在三十多岁时 比二十多岁时更成熟 因此 韩亚灵觉得 这件衣服不适合他现在的身材 嗯 我什么时候长大 见状 卡罗的后背再次冒出冷汗 你刚才叹气了吗 事实上 白色连衣裙绝对是奢侈品 不过 跟那件红裙子比起来 根本算不上什么 他一定是叹了口气 我觉得 我是故意叹气的 卡罗掩饰着恐惧 浑身发抖 这里也请看 请不要看他拼命掩饰自己的心 不知道知不知道那种感觉 威奥拉将视线转向了一边 那是一件红色的裙子 看起来上面沾满了血迹 外层材料为亮红色 内层材料为深黑色 这是激烈的 比起白色的连衣裙 给人的感觉要随意一些 确切的材料未知 那是一种流动如水的材质 却带着淡淡的光泽 与之前的礼服相比 它没有那么奢华 也没有那么多细节 这是什么 它看起来像是我可怕的阿姨会穿的衣服 这是故事中出现的女巫海地 会穿的那种衣服 啊 海地 想来 海地穿的正是这套衣服 外面是红色的 衬里是黑色的 用金线绣的图案 光看是看不出来的 但如果定神 就能看到那隐隐约约的花纹 据说 那些微弱的纹路相互协调 就可以完成一个简单的魔法咒语 突然 脑海中浮现出小说中的一句话 是你救了色沙一命 得到的战利品 这不是小说中的重要主题 与路易斯巴腾家族有关的意识本身 并不是重要的插曲 色沙是路易斯巴腾的第一任公主 假设邪恶的女人海地 挟持了色沙的性命 夺走了神器 所以是这套衣服吗 这 我可以仔细看看吗 卡罗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掩饰出内心的情绪 平静地开口道 当然 你可以是穿一下 威奥拉接过衣服 然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你衣服的颜色变了吗 威奥拉触碰的裙子颜色 变成了浅紫色 好像她吸收了 你头发的颜色 衣服整体尺寸缩水了一点 所以 下摆也稍微短了一些 它就像是从头开始定制的一样舒适 呵 这很舒服 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衣服都不舒服 而现在 这些衣服轻盈舒适 就好像没有穿任何衣服一样 我神志觉得神清气爽 什么 不过更奇怪的是 赫拉和卡罗 看着威奥拉的眼神 都是漫不经心的 衣服是自己换的 而且不是一点点的变化 颜色都变了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是假装不知道 还是真的不知道 怎么看都像是真的不知道一样 我故意碰运气 这是我第一次穿上和我眼睛颜色相配的裙子 太棒了 眼睛的颜色 你的意思是 卡罗再次看着威奥拉的眼睛 它是浅紫色的 一阵尴尬的沉默 这件衣服看起来是紫红色的吗 是的 威奥拉感到有些不安 这不知何故 你不会被误认为是色盲吗 你看起来真的紫红色 就在威奥拉试图掩饰尴尬 让自己冷静下来的时候 赫拉开口了 我的眼睛看起来很红 我的眼睛看起来也很红 但 这套衣服 是我主人的杰作 有人贬低它的艺术价值 或服装价值 但我的主人 不可能给我留下不是杰作的东西 卡罗的老师 他是矮人家族的一员 据说在教导了年幼的卡罗许多事情后 他又回到了矮人森林 这些衣服 据说是认主人的衣服 我不知道 那是这个意思 卡罗只好承认 这件衣服的主人 一定是维奥拉公主 直到现在 他只是悲伤 在试图处理那个疯子发生的事故时 我感觉自己的肝脏和胆囊 被带走了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奢侈品只有被有价值的人佩戴 才会发光 卡罗的心开始快速跳动 感觉好像主人的作品 认出了主人 说不定连主人都会高兴 哦 颜色在变化 现在他在我眼里 看起来也是紫色的 看来这些衣服 找到了真正的主人 卡罗高兴的鼓掌 果然 威奥拉公主是个不凡的人 威奥拉不知所措 幻想的事情 就这样 发生在幻想的世界里 我却始终无法适应 威奥拉公主 选择这套衣服的眼光 一眼就看出来了 真是可怕 卡罗继续由衷地钦佩 有特殊资质的人说 他们会认得这套衣服 而拥有那种特殊资格的人 卡罗沉默了一会儿 我在脑海里整理思绪 你说 你天生就有君主的命运 威奥拉想说话 像个该死的老师 你再做一个听起来不像话的预言 我刚刚看到了海地的衣服 都说衣服能挡各种剑 赫拉又咬了一口 矮人在艺术方面 是最有天赋的 但我知道 他们在预言和占星术方面 也是专家 我说的对吗 总设计师 在魔法工学发展成这样的世界里 预言和占星算什么 那是一个字 还是一个屁 这是正确的 听说我师父的占星术 在矮人中也是有名的 我不知所措 刚才说他的衣服颜色变了 突然变成了注定 要成为统治者的少女 我有点想哭 威奥拉表面上悠闲地笑着 掩饰着想哭的事实 我喜欢 我们开工吧 我一点都不喜欢 威奥拉一行人 作为路易 巴腾家族的客人 来到贵宾室入住 威奥拉问道 看来你已经买了 所有你需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还在这儿 社会是一场战争 而你是战争中的将军 Belay 2 是一个社会气 所以我决定 一开始就这样写 您正在Lewis Burton 享受贵宾般的待遇 说不定塞尔芬王子 很快就会来向我们道歉 对吧 我们当然不会 一下子就原谅你们 从外面看 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在人们看来 塞尔彭王子 似乎一直在寻找贵宾室 试图建立友谊 一位来自传统名牌 Lewis Burton的贵宾 一位尊贵的客人 其直系血清 每天都来拜访 但这位贵宾 是贝拉托的养女 如何 单靠话题度 不就已经是最好的了吗 赫拉在任何事情上 追求最好的倾向 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开始 对一切都很重要 你也这么认为吗 威奥拉的背上 又是一阵冷汗 你从哪里往哪里看 我再次意识到 如果我成为敌人 那将是非常困难的 正如赫拉所说 关于威奥拉贝拉托的传闻 开始在整个大陆 蔓延开来 主题是最好的 几天之后 威奥拉等人 决定离开法拉子爵领地 首席设计师卡罗 似乎有些遗憾 你已经走了吗 我快说完再见了 然而 威奥拉还是决定提出 一直以来一直忍耐的问题 总设计师 让我问你一件事 随你喜欢 路易巴腾家族的人 所穿的蓝色制服 在贵宾市逗留期间 我和路易巴腾家族的人 见过几次面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穿着带有路易斯巴腾家族 徽章的蓝色制服 整体来说 和他第一次见到 瑟芬王子时 穿的那身蓝色制服 很相似 听说是有灵气 加持保护的物品 是对的吗 是的 它仍然是一个原型 但它正朝着那个方向发展 路易斯巴腾家表示 他正在与元素巫师合作 进行研究 将元素力量 叠加到他们生产的 所有产品上 为什么 到目前为止 我只考虑过 将神器与魔法工程学 联系起来 但我认为在遥远的未来 结合元素科学 将比魔法工程学 更有优势 卡罗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威奥拉先开口了 你不会觉得 和元素科学挂钩比 和魔法工程学挂钩好吧 或效率高 可以以相同的价格 进行批量生产 就像它不消耗魔力 并且具有很高的耐久性一样 说白了 魔法工程学 是这个世界的大科学 元素科学是小科学 基于魔法的魔法工程 已经深入到现实生活中 巫师们通过建立他们的社区 法师塔 来巩固他们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 元素魔法师非常稀有 能够妥善处理元素之力的人 少之又少 没有像法师塔这样的大型组织 即使在小说的结尾 也是如此 啊 我记得 维奥拉能够回忆起 埋藏在他记忆 另一端某处的小说的内容 路易斯巴腾家 肯定在中间 绊倒了一些东西 路易斯巴腾盖的内容 开始一个接一个地 浮现在脑海中 尾巴结尾 我不记得的其他解释 因为我对阅读小说不感兴趣 我爱上了罕见的骗子赫顿 我说 赫顿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 并且有一个大胆的访问和诈骗诠释家庭的方法 无数名门世家都被赫顿坑过 其中不乏倾家荡产的家族 还有一个故事 说他在被赫顿伤害后 瞬间背负了一堆债务 杀了儿子自杀 也许吧 这不是小说中详细介绍的内容 人物 也是简单的补充说明 最后就是三四句配角的对话 哇 你还记得这个吗 我不是天才吗 威奥拉笑着说道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 我和一个名叫凯尔的水元素 签订了七月 不好了 我没听说过 我对精神有很高的亲和力 是啊 没错 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在蓝色制服上 没有感受到任何精灵的加持 我觉得 他闻起来像一种精神 卡罗一时答不上来 我认为 他是被某人人为操纵的 不好意思回答 谢谢 我会马上开始调查 不能说 因为那会损害 Louis Barton的面子 但很难公开否认 威奥拉公主的话 很难给出任何答案 威奥拉平静地继续说道 我理解首席设计师卡罗的立场 不回答也没关系 谢谢 所以 你就听我说吧 赫拉一脸得意地看着威奥拉 这是否意味着 你应该闭嘴听我说 不过 就连旁听的卡罗 似乎也没有完全意识到 相反 他表达了对威奥拉的感激之情 时机非常好 这就是中提琴的力量 巧妙地利用环境和时机 来达到最好的效果 不出所料 我的兄弟 我眯起眼睛 这就像一个孩子 将成为 Belletiu的统治者 威奥拉心不甘情不愿地 开始对路易斯巴腾家族 大师恩惠 威奥拉背诵了小说中的设定 在读者看来 威奥拉什么都知道 但在卡罗看来 这一切都是全新的 我感受不到精灵的力量 威奥拉提到了 在蓝色制服中 无法感受到精灵的力量 还教导说 如果精灵术士使用的精灵 与精灵的距离越远 精灵的加护必然会消失 这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则 就算是魔法工程学 也无法攻克的人类 无法企及的境界 这就是结论 如果有人声称 能够在没有招魂师帮助的情况下 维持那种元素的力量和保护 那就是骗局 就算有可能 违背自然法则的行为 是否真的比魔法工程更有效率 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无论如何 我很确定 这是一个骗局 所以 威奥拉的话是势不可挡的 态度也是自信的 喜欢贝拉图的影子的读者阿灵汉 脑袋里藏着的知识 开始一点一滴的亮起来 即使是最优秀 最聪明的人 也会成为骗局的牺牲品 尤其是当他们绝望 或不耐烦的时候 卡洛看到了威奥拉眼中的笑意 威奥拉的眼睛 仿佛能看穿一切 法拉子爵斧 不是一直都在 进行着无形的战争吗 也就是说 这里是奢侈品行业的聚集地 今年谁将引领潮流 谁会产生更多优秀的设计师和神器 谁是大陆上最好的名字 他们争夺至高无上的地位 他们有自己的权利 派系存在 最近 听说路易斯巴腾家族 不介意与哥巴德家族血战一场 哥尔维德家族 是否窃取了 路易斯巴腾的设计 将设计师带出道德 或者与路易斯巴腾相比 缺乏传统和声望 我会把那些额外的问题放在一边 重要的是 路易斯巴腾家 正在与其他人竞争 卡罗说不出话来 这一切 都是一个刚满12岁的女孩 这也不是地处北端 与法拉子爵 爵位毫无来往的贝拉托姑娘 该提的问题 大师的杰作 选择维奥拉公主真的有理由吗 维奥拉继续说道 当你那样比赛的时候 你的心必然会变得急躁 你会看到一些 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并不是说她不好 目光一转 便见一条新路 那是开辟新境界的第一步 可是 第一步是谁先开始的 卡罗的首席设计师是谁 卡罗率先回应 是色沙公主 在首席设计师卡罗眼中 色沙公主是什么样的人 你对艺术的热情 胜过任何人 她会成为伟大的工匠 指的是同一条路走的笔直 充满激情的人 你说的对 换句话说 她是一个只卖了一条路的无知之人 那是对色沙公主的侮辱 这些话涌上我的喉咙 但我忍住了 她看到的这名子提琴 可不是什么可以乱说的小姐姐 说实话 既然她也把色分王子说成婊子 她也没什么好说的 所以 你可能不太擅长人际关系 我比较尊重这一点 工匠要走工匠的路 我认为 你不需要擅长其他任何事情 当维奥拉说出我尊重你的时候 卡罗的心莫名地颤了一下 即便是同一件事 因谁说的不同 接受的人的感受也不同 维奥拉刚才的话 让卡罗心中一颤 与维奥拉交谈 让我觉得自己情绪失控 感觉就像 我在和一条120岁的蛇说话 而不是一个12岁的孩子 好好看看他周围 一定有人像野猫一样 试图欺骗这种热情 圣娘 有一个叫赫顿的人 她后来以骗子的身份出名 我没能坚持到最后 但是赫拉说 赫顿 你看他那个自称是色沙公主 青梅竹马的家伙 赫拉笑了 这就是你想说的吗 什么 那个姐姐 害怕的 赫拉已经知道了一切 冷汗从维奥拉的背上流下来 感受过很多次 我很高兴 赫拉姐姐站在我这边 真的 和上去拜利亚子爵的时候不同 下山的时候很热 她同时召集了四名 属于法师塔的巫师 穿过亚空间降临 许多人观看了这一奇观 直到上了杰农和爱尔沙 事先准备好的马车后 赫拉太阿 我很恶心 这家伙的亚空间太变态了 尽管如此 我还是忍不住 帕拉子爵辅来访者的目光 全都集中在了贝拉图的几位女士身上 在那种情况下 赫拉展现出了贝拉图的潜力 你怎么叫法师塔的四个巫师啊 因为六魔塔对争权夺利很感兴趣 没有详细解释 他只是告诉我 这与连接大陆中央帝王和北方寒冬城堡的黄金之路有关 威奥拉没有埋得更深 不管怎么说 重要的是 赫拉有能力调动法师塔的四名巫师 那只是为了炫耀 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 在韩国 那只会是中学 威奥拉再次对赫拉的能力表示佩服 继续追问 但是 你是怎么知道赫顿的 真奇怪 你知道 我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色沙公主没有朋友 好的 难道 世间万物皆知 我想 只有我姐姐知道 不过有个家伙 一直吹嘘自己是色沙公主的青梅竹马 所以我查了下资料 有这样的谣言 你们平时不做背景调查吗 不对 Bella 2最初是怎么听到这样的谣言的 我从没听说过 他确实联系了路易斯 巴腾家族 不久之后 路易斯 巴腾的制服 开始发生变化 知情人士都知道 他们开始对万物有灵论 而不是魔法工程感兴趣 你早该知道这一切 听了你的话 我的调查有了一定的可信度 赫顿是最可疑的 我刚刚提到了他 路易斯巴腾家族的人也很聪明 你给他们这样的线索 他们自己就能做好 威奥拉也点了点头 他也有同样的经历 我用一个叫做 anmology的关键词 想出了很多东西 可能还有 Louis Bartanga 如果你意识到一件事 下一件事 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几天之后 威奥拉等人回到东城 啊 那个挺难 那个混蛋社会名流 怎么能走到这一步 不 不是这样的 鼓起勇气 我已经放松了 想活命 就滚狗屎吧 我会过上幸福长寿的生活 正当我再次下定决心时 泽农给我带来了一封信 公主 这是首席设计师卡罗的一封信 当我打开这封信时 我真的很感激 主要是内容 但是有一个部分 非常令人震惊 作为合作信物和礼物送来的贺顿人头 受到好评 我低下头 发自内心的感谢你 威奥拉公主 威奥拉把颤抖的双腿 藏在裙子底下 悠闲地说道 子嫩 草莓糖怎么样 我们现在上校好吗 嗯 把杰农送到外面后 威奥拉终于在椅子上坐下 就算晚了一点 我的腿也松了 威奥拉用颤抖的手 把信件翻了好几遍 这是什么 威奥拉从来没有像那样 很好地接过贺顿的头发 我只是在马车里 看来是赫拉姐姐安排的 我不知道之前或之后发生了什么 看来是赫拉亲手杀死了贺顿 将人头送给了卡罗的首席设计师 他似乎像威奥拉那样装饰过 这是什么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泽农把草莓汽水放在托盘上 威奥拉盘腿坐 我极力掩饰内心的激动 泽农 马车是你开的吧 是的 我做到了 艾莎呢 艾莎大部分时间都和我在一起 大部分是什么 有一段时间 我因为有事要离开一段时间 你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闻到血腥味 泽农想了想 点了点头 很微弱 但我觉得 闻起来像血 你怎么闻到血腥味了 我没问那么多 但我应该去问问吗 不 没关系 相反 我会去赫拉 威奥拉咬着嘴唇 赫拉秘密谋杀了威奥拉 并将他的头颅 献给了路易斯巴腾家族 这是在没有发艾莎的任何建议的情况下完成的 这是欺骗和无视威奥拉的行为 要我发消息吗 不 我陪你 慢慢走着的泽农小声问道 公主 为什么 不过 请不要忘记 这里是东城 没有谋杀 如果有一天 你不得不打破冬天的规则 请使用管家 威奥拉的管家 这是泽农 一段时间后 泽农和威奥拉来到了赫拉的门口 赫拉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看着一份不知名的文件 他全神贯注于文书工作 不知道威奥拉已经到了 威奥拉大步靠近赫拉 站在赫拉身后的艾尔莎 略显紧张地看着威奥拉 威奥拉公主 赫拉这才意识到威奥拉来了 他抬起头 轻轻一笑 终提琴 匹配 威奥拉毫不犹豫地扇了赫拉一巴掌 威奥拉公主 赫拉抚摸着他的脸颊 向艾尔莎招手 没关系 所以我的意思是退后一步 威奥拉的心 砰砰直跳 什么时候 我打你 事实上 在我迈出如此大步击中赫拉之前 我的脑海里 闪过了五万个念头 打人的脸颊 对威奥拉来说 太难太难了 而且 赫拉的恐惧 是深有体会的 即使是现在 当我与赫拉目光接触时 我也非常害怕 尽管如此 我必须 威奥拉干涸的眼睛 低头看着赫拉 看着信 扔 你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 就随心所欲地做生意 零七 赫拉一只手 扶着肿胀的脸颊 另一只手 审视着那封信 你就是为了这个打我的吗 只有这个 我确实以你的名义 给首席设计师卡洛 送了一份礼物 那个礼物 是一个男人的脖子 可是这种情况 不是应该感谢我的吗 我是否通过 关注您为关注的部分 来帮助您 你帮了 Louis Barton 一家大忙 谢谢我的关心 赫拉的眼中 伴随着淡淡的怒火 还带着几分悲凉 我为你那么努力 你打我了吗 好像这就是我要问的 威奥拉内心很害怕 但在外面 却表现出 完全不同的情绪 姐姐 我是贝拉图 我不知道 你也是贝拉吗 这不像贝拉图那样 利用我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别胡说八道 与美迪亚姐姐相比 你来得太晚了 就算我使出浑身解数 不惜一切手段 也不知道能不能追上姐姐 钟提琴无形地吸了口气 在此刻 我应该再打你一次吗 趁着别人不注意 她咬紧了牙 打人也不适合我 我不想打你 我不得不这样做 或许 我姐姐一定也想要这个 现在 赫拉正在表达她的悲伤 但这可能不是真的 就在威奥拉玩弄感情的同时 赫拉也在玩弄谎言 我很了解她 因为我是一个读者 哈林 匹配 又是一巴掌打在了脸颊上 别逼我不客气 走得再慢 也要走在正路上 我为你做的 所以 我为你做的 但是来打你一巴掌就够了吗 你伤心吗 你不难过 不是很奇怪吗 别难过 你不值得悲伤 我姐姐强迫 我做一些不像贝拉托的事情 根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 赫拉闭上了嘴 表面上看 她真的很伤心 似乎她感到的 不仅仅是悲伤 甚至是被背叛 因为赫拉姐姐 因为我爱你姐姐 她刚刚过去 这是一个警告 威奥拉转过身 如果你想道歉 就把艾莎送到我这里来 威奥拉若无其事地走开 打开门离开 威奥拉离开后 赫拉笑了 怎么样 我说的对吗 信号信号信号 几个小时前 赫拉说 威奥拉今晚要来 不 必须来 如果你不来 我会对威奥拉感到失望 这是为什么 你卖威奥拉的名字 给了我不公平的优势 威奥拉会生气的 赫拉看起来很开心 怎么生气和抗议我 我的心在狂跳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你强烈抗议 如果是强烈抗议 出色的 就像打我脸颊一样 艾莎歪了歪头 这里是寒冬城堡里面吗 严禁在冬季城堡内进行人身迫害 尤其是在公爵府邸内 能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当家之主海伦公爵了 而他 也是唯一一个 接到苍鹿公爵 特命的人 因为现在不是冬天 我要你打我 我真的不知道 艾尔沙身怀绝技 但才受聘为管家一年 我没完全听懂赫拉的话 这是对我强烈抗议的一种方式 也是一种表达对我信任的方式 冬季城堡内的暴力行为 是被禁止的 而是用暴力抗议赫拉 据说威奥拉本人 也是冒着巨大风险抗议的 我想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我会非常高兴 意思是 Bella Too 她真的爱我 事情就是这样 艾尔沙有自己的认识 很难将其视为 正常的姐妹关系 但我觉得我可以多了解 贝拉图家的家族传统 我最近和威奥拉 变得很亲近 是的 在这个Pera时间表中 更是如此 贝拉图 弱到连指点都不会 不配叫贝拉图 而Viola Bellitude 则出色地证明了 Bellitude的资质 脸颊红肿 但赫拉看起来心情不错 你的脸颊还好吗 我觉得不是很好 有一种神奇的药膏 但我决定不使用它 我真的很喜欢 这种剧烈的疼痛 她非常漂亮 任何时候都不会失去 Bellitude般的外观 赫拉曾经失去过她的管家 赫拉很清楚 管家为什么会做出 这样的选择 我做不到 因为我赢不了 最终还是甩不掉管家 管家选择了自尽 钟提琴做了 我做不到的事 这就是我和威奥拉 之间的区别 我真的没想过 会变成这样 感觉我对 Bellitude的研究 又多了一点 以后会努力吗 公主 艾莎觉得奇怪 公主 艾尔莎连忙摇了 摇赫拉的肩膀 我失去理智 我给赫拉体内注入魔力 急忙查看她的身体状况 她从亚空间里 取出一瓶应急药剂 灌进了赫拉的嘴里 小心翼翼地将她抱起 放在了床上 幸运的是 艾尔萨已经习惯了 其实对于一个 处理魔力的战士来说 还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我也能很快地应付 这不仅仅是一个耳光 她充满了法力 到那时她可能是 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 我用骨头作为连接通道 直接用法力 击中了大脑 这是至少七级骑士 才能拥有的技能 也是骑士训练学院教官 经常使用的体罚手段 你是说 你十二点做的 仅凭这点 很难判断她的实力 但不管怎么说 这已经是接近 七级骑士的实力了 没有任何初步行动 只是自然吗 黑色的Beleto不是这样做的 白色的Beletuna 艾莎怀疑自己的眼睛 美迪亚公主在十二岁时 就成为了九级正规骑士 如果是这样 那就意味着 威奥拉公主的成长 速度比美迪亚还要快 甚至中提琴 也根本不作为黑贝拉图练习 冷汗从艾莎的背上流下来 这是天才境界之外的 另一个境界 他们是在抗议和表示 对赫拉公主的信任 同时故意暴露自己的能力吗 失去意识的赫拉再次缓缓睁开了眼睛 然后她看着艾尔莎 喃喃自语 你在想什么 很明显 艾莎 赫拉笑了笑 还是一头雾水 你看见了吗 中提琴就是这样 我看见 太棒了 真的 用一把中提琴 你可以书写贝拉图的新历史 艾尔萨开始认为 这些话可能是真的 回到房间 威奥拉躺在床上 我的身体很累 但我睡不着 好工作 好的 赫拉姐姐也会想要这个的 我心里知道 但我还是害怕 因为与赫拉为敌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姐姐一定事先告诉过我 这就是为什么 艾尔萨没有阻止我 如果是艾尔莎的本事 估计还能保护赫拉 然而 艾尔莎没有反应 那样想让我感觉好一点 好的 没事的 我做得很好 我想起了赫拉肿胀的脸 但我还是不舒服 除了害怕赫拉之外 赫拉的不自在 也是事实 善一个受家庭围栏束缚的人 从来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很疼吗 不过 既然有贝拉托的身体 估计也不会受重伤 就算受伤 也能用魔法迅速恢复 对不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头脑变得越来越浑浊 赫拉肿胀的脸颊和布满血丝的双眼 不停地出现在她的眼前 让她心痛不已 就这样凌晨一点 我应该很快就困了吗 对一个十二岁的身体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时期 但我还是睡不着 但是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声音 太糟糕了 一瞬间 我以为我听错了 太多了 我没有听错 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很愤怒 床底下传来声音 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很愤怒 一瞬间 我的脊背发凉 我以为有鬼 从空荡荡的房间里出来了 如果是鬼还好 如果是杀人之类的东西 就更可怕了 当然 这里是冬天的城堡 要是有浇水之类的东西进来 肯定会被她的父亲海伦 一分为二 反正在没有人的地方听到声音 心里就狂妄了 然而 这是我听过很多次的声音 声音是从床底下传来的 威奥拉低头看着床底 一个小男孩 爬到了床底下 小男孩名叫庞庞 是刚出生的精灵 也是和威奥拉契约的精灵 嗯 在床底下不稀奇 但她的表情更不一般 你在哭吗 哎呀 谁哭了 清澈的泪水 从水精灵蓬蓬积的大眼睛里滑落 庞庞随口吐出这几个字 大概是觉得很不公平 很不爽吧 我不哭 因为我不坏 威奥拉不好 我很好 威奥拉想明白 庞庞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威奥拉在与庞庞签订合同时这样说 你愿意像我们一样 交一朵漂亮的花吗 但是 我工作很忙 没能召唤出 庞庞 庞庞 看不到公爵家的花园 甚至无法浇水 好的 我很糟糕 你答应过我 为什么不遵守莫言 我会遵守莫言的 看她一脸泪如激愤的表情 好似委屈了许多 说谎 我上次答应过你 这次我真的会保护你 现在想想 也有点过分了 用糖果涂层勾引年轻的灵魂 签完契约 她连那个简单的愿望都没有答应 说谎 我等了十年 十年都没有兑现诺言 现在说要兑现 我对维奥拉失去了信心 十年 想来 这里和灵界之间 似乎有着时间流失不同的设定 当然 五魂的寿命几乎是无限的 十年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 但无论如何 十年也不算短 十年 对大水灵来说 不就是一瞬间吗 可是你答应过 要去花园的 你说 你会让我给花浇水 你做到了 维奥拉从床上起来 我蹲下来 看着床下皱巴巴的绒球 话又说回来 胖胖清澈的眼里 涌出了泪水 现在走吧 去取水对不起 我没有遵守诺言 不去 维奥拉是个骗子 这时候 玛格丽特的花坛 应该已经盛开了 蓬蓬转过头 她转过身 把头撞在床底板上 但没有任何疼痛的迹象 反而是眼泪又流了出来 你知道玛格丽特是什么意思吗 花语 真爱 预言 算命 揭秘 康汉俊当年当护身符送的花 台园也当礼物 送给了维奥拉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 公爵府里 有一座玛格丽特花园 那是魔法体现出来的特殊空间 据说比大多数平原都要宽阔 甚至维奥拉还没有去过那里 真正的爱情 预言 预测爱情 泄露秘密 胖胖很快就产生了兴趣 明亮的眼睛 掩饰不住对花的喜爱和期盼 嗯 那朵花 那朵花 威奥拉指了指一侧 台园当年送给她的玛格丽特花 经过魔法处理后 存放在花瓶里 我看不见 你必须起床才能看到她 我不会离开 让我们一起揭开玛格丽特花的秘密 如果你给她浇水 她会变得更漂亮 蓬蓬身体一颤 我的身体似乎很痒 下次你会遵守诺言的 对吧 你遵守诺言了 花了十年 我会道歉的 对不起 让你等了十年 蓬蓬大人心胸宽大 你不原谅我吗 蓬蓬最后看着 Viola 我呻吟着 从床底下爬了出来 我很宽容 因为我很棒 然后她翻了个白眼 看向花瓶 睁大眼睛 那是玛格丽特吗 嗯 这就像我的护身符 漂亮的 蓬蓬 无法掩饰她的兴奋 水 我们去捡吧 星号星号星号 维奥拉很累 从帕拉子绝郡到这里 是一次相当大的强行军 再加上她一巴掌 拍在赫拉的脸颊上 更是倾注了巨大的精神力 我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倒下 因为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不过 当我看到 蓬蓬 隐藏着兴奋的心情 玩得开心的时候 我的疲惫 就像一飞冲天 可爱的 娇花有那么刺激吗 看到这样的事情 让我为原作中的 胖胖感到难过 这是一种非常情绪化 并且确定自己想要什么的精神 原作中的反派海地 将胖胖化为血灵驱赶厄运 直到最后才使用它 这是最坏的邪恶 你要去这里吗 我能感受到 人工处理过的法力的威力 蓬蓬微微皱眉 据说灵魂本能的厌恶魔法 或魔法工程 因为灵界 原封不动地使用自然界的力量 而魔法则是人类人为安排拼凑的力量 强行使用自然界中存在的力量 嗯 穿过这扇门 就会出现一片花海 你干嘛要做这么麻烦的事 你可以在田野里 做一个花园 冬天 土地太平级了 你平级吗 为什么 它离吹雪的地方很近 他们说 那个地方有吸取生命的能量 你没有那种感觉吗 因为贝拉图家守护着整个地方 还有一个巨大的魔法阵 蓬蓬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贝拉图伙计们 不像我那么好 但都是很棒的家伙 钟提琴叹了口气 放声大笑 感觉就像和我的小侄子一起玩 穿过暗门 进入了玛格丽特花田 哇 紫百合也在心里赞叹 我看到一望无际的玛格丽特花 太奇妙了 满是玛格丽特的花田 白色和黄色的世界 横跨绿色的田野 蓬蓬像是 被什么东西附身似的 喃喃自语 郁郁葱葱的深绿色 整洁的白色 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呜 淡淡的香味 就像一个终于得到了 它所渴望的东西的孩子一样 胖胖 欣喜若狂 一种漂亮的黄色 哼了一首歌 威奥拉只是用温暖的目光 注视着契约精灵旁旁 我给你水 好的 你也会喜欢这些花的 我会给你干净 美味 凉爽的水 胖胖的身体化作泡沫消失了 泡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水滴 飘向了天空 蓬蓬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水珠 飞来飞去 到处下雨 蓬蓬发出奇怪的嗡嗡声 洒下了雨水 长大 这是伟大的 胖胖的礼物 当他讨厌 胖胖这个名字时 他似乎忘记了过去 马格丽特的花田广阔无垠 我无法一下子全部献上 这具身体很棒 但马格丽特夫妇 非常喜欢水 胖胖便回了人形 喘着粗气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看着他尽可能小心地呼吸 假装没有挣扎 真是又可爱又好笑 你不必假装那么坚强 我很强 你呼吸急促吗 我不快 我为这样的事情气喘吁吁 但中提琴让它消失了 但是之后 一个声音响起 掌握 星号星号星号 台园经常造访马格丽特花田 不知为什么 来到马格丽特花圃 我感到很踏实 当他想念威奥拉时 他就会来到马格丽特花园里冥想 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被掩护锁花包围的时候 我仿佛闻到了中提琴的香味 听说你来了公爵府 然而 威奥拉并没有见到台园 因为他很忙 你一定很忙 当威奥拉回来时 台园的孤独感增加了 台园并不否认他很孤独 作为伴侣犬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觉 狗想见主人是很自然的 我要见主人 要看主人的眼 要等主人的手 我最近遇到并与之交谈的 一位狗行为专家也告诉我 让我们冥想吧 承认我很孤独 我决定让自己沉思 有很多次打坐的时候 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有好几次熬夜 当我听到从某处传来嗡嗡声时 我正专注于冥想 郁郁葱葱的深绿色 纯白光 柔和的气味 美丽的黄色 我正在打坐 所以我听不清楚这些话 但我的注意力受到了干扰 谁在这个时候 而台元突然醒了过来 主人的味道 他闻起来像钟提琴 他哼了一声 像小狗一样哼了一声 当然 这是主人的味道 那是威奥拉所拥有的魔力气息 我的心开始疯狂地跳动 他没有尾巴 但似乎在疯狂地摇摆 我又想到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什么是螺旋桨 和上次一样 感觉就像我的屁股 像螺旋桨一样颤抖 我仍然不太确定螺旋桨是什么 但我已经从冥想中完全清醒了 钟提琴的声音传来 好的 你也会喜欢这些花的 那声音比平时温暖得多 钟提琴的声音再次传来 你不必假装那么坚强 你呼吸急促吗 台元不知不觉地跳了起来 掌握 我看到了威奥拉的脸 威奥拉似乎有点高兴 啊 看到这里 心里暖暖的 我也很高兴 我感到一种欣慰的感觉 从心底涌了上来 台元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冥想 进入玛格丽特花园后 我不知为何可以专心冥想 台元无法将目光 从威奥拉身上一开 此刻 台元脑袋里塞满了钟提琴 感觉钟提琴 就是世界上的一切 台元说 谢谢你回来 他眼中闪过喜悦的泪水 谢谢你回来 威奥拉在心里微微一愣 咦 他怎么又哭了 听起来 我好像去了一个不归路 不像那样 你回来了 于是喜极而泣 威奥拉不知所措 挺开玩笑的 不过也算是真心话了 碰伤也算是暧昧了 台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看起来真的很开心 太严重了 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和威奥拉在同一个空间里 一起说话的每一刻 似乎都是珍贵而幸福的 但是在某个地方呼啸着 呼啸着 风在吹 这是人造风 什么 威奥拉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这种风是人造风 风的来源就在台元的后面 更准确地说 他在尾骨上 嗯 那是什么鬼 尾巴是可见的 他的尾巴在剧烈地摇动着 却是以法力的形式 凝聚在了一起 你有尾巴吗 你 什么时候有可能了 出色的 事实上 我实质不知道台元 我想是刚刚 台元遇到了七代已久的中提琴 想因他发自内心的喜悦 玛娜动了起来 形成了一个形体 你很冷静吗 我觉得 我有我需要拥有的东西 有那么认真的事吗 你现在已经句话法力 为什么不是什么大事 魔力的塑造和使用 是极其困难和艰巨的工作 是只有极度训练有素的人 才能做到的领域 即便如此 也必须是天生的天赋出众 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 但也是五级骑士才能使用的能力 也就是说 能以有形的方式 加工和使用魔力 也代表着 他拥有五级骑士的技能 法力成型了 根据使用的魔力多少 用途是无穷无尽的 可以让背后的刺剑难以挡住 也可以反过来伸出来攻击对方 这是一种 可以根据使用情况 产生巨大效率的能力 如果说有缺点的话 那就是以体内的法力为类型 伴随着巨大的身体负担 然而 看起来一点也不难 威尔拉尽量装作平静的样子问道 你为什么要浪费体力 我没有浪费他 回头一看 台元根本没有挣扎 有点好笑 不过 我是用尾巴形态的魔力发动的 呼吸一点都不粗 使用法力作为一种类型 有很大的意志和力量 而且消耗体力 一般来说 就在这时 台元拿出了那本半白半白的书 那本他的生命之书 台元自信地打开了书 将所有内容都背熟了的台元 自然而然地翻开了420页 就像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心一样 狗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尾巴 尾巴的移动 是非常自然的行为 与意志无关 需要守护者密切关注 而且他说得很自然 这似乎是一条像呼吸一样 自然移动的法力尾巴 这是一种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努力 和意志力的生意 在做那些艰苦的工作时 台元似乎漠不关心 就好像他们认为 狗有尾巴没什么 他有尾巴 从气味到尾巴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管怎么说 台元成功地对法力进行了分类 如果是那个天才的天赋和身体 应该能够记住感官 并用在其他方面 这成长速度堪比美迪亚的姐姐 美迪亚17岁 就获得了五级骑士的资格 不 他比我姐姐快 美迪亚是天才中的天才 从一出生就持续着严酷的训练和努力 但是台元是不同的 小时候 他是猎人的儿子 五年前才开始在西克森手下训练 这是在短短五年内实现的 如何 感觉我比原来成长得更快 台元无法将目光 从维奥拉身上移开 就像一只狗 一直看着他的主人 好像狗的世界里 只有他的主人 我会尴尬死的 我不能告诉你 不要看我 如果你这么说 你就会否认台元的梦想 见他一个成长速度 如此恐怖的男主的梦想 是极其危险的 应该避免 呀吼 我是浇水的熔球 彭彭不知疲倦地继续喷水 那真是一个疯狂的世界 赫伦公爵参观了 玛格丽特的花园 在他的身边 恭敬站着卡尔顿管家 双手直剑 这里是 严寒 这是一把著名的剑 出自矮人中的魔法师大师 和技师库鲁姆库鲁姆 库鲁姆 库鲁姆之首 号石七年之久 天下七大剑之一 堪比千年公爵分身的神器 好久没直接吃凉的了 东宝之主 换上严寒 并不稀奇 即便是一年前 从血域下来猎麻的时候 也没有严寒 你和奈拉克皇帝陛下交剑的时候 用的是寒气 他做了 本王只对值得尊敬的对手 使用严寒 卡尔顿想问 你今天怎么 把感冒带出来了 严寒真的是和这片 玛格丽特花田吗 我正在观察 白色贝拉图的进展 与见到美迪亚不同的乐趣 维奥拉与他的其他孩子 截然不同 我选择了别人不选择的 白色贝拉图 我把我作为白色贝拉图 所能展示的一切都展示出来了 克服养女的不利条件 她的表现比谁都好 中提琴是高级的 Belletue 显然是 但这与极度寒冷 有什么关系 卡尔顿等着公爵说话 或许可以和美迪亚 认真较量一下 如果那天到来 我会很高兴 但是 维奥拉公主太年轻了 我现在只有十二岁 虽然她有着巨大的成长 但论成就 她无法与美迪亚相提并论 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 太优秀了 但在继任者候选人中 并不出众 既然我们和其他孩子 相比处于劣势 那我们不应该有优势吗 也就是说 你真心承认 威奥拉公主的继承人资格 有什么理由不承认吗 不存在 卡尔顿礼貌地解除了冻伤 贺伦接了起来 迎面来的严寒之中 开始生出一股寒意 周围很安静 但是卡尔顿觉得很丑 一股听不见的法力风暴 正在刮起 卡尔顿闭上眼睛片刻 在睁开眼时 出现了不是转移的转移 玛格丽特花园 我应该表达什么 它蒸发了吗 这片广阔的玛格丽特花田 瞬间蒸发了 世界是绿色和黄色的 并充满白色粉末 整片花田被一键斩断 刺骨的寒气散发出的黑气 将花草粉碎 当仓路从此空间里 拿出一颗黑色的珠子时 原本已经像雾气一样 散开的花粉 开始被吸了进去 那是 什么事啊 这是Kuram Kuram 留给我的礼物 巫师大师库鲁姆库鲁姆解释说 宇宙中有一种可怕的东西 叫做黑洞 这是一个可怕的空间 吸收了一切 所以我把它命名为黑洞 但是要注意你的使用 黑洞是一种 只能使用一次的力量 我希望 这对你来说 是个好礼物 无数开在巨大花坛中的 马格丽特花被 吸进了黑洞 如果你真的想把什么东西 放进黑洞 就把它带来吧 我会根据那种能量 创造伟大的人工制品 当时库鲁姆库鲁姆 一脸期待地说道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 千年公爵 会给黑洞带来什么了 只要避开尸体 星号星号星号 一个星期过去了 同时 威奥拉的头发 也很复杂 为什么 为什么是你爸爸 为什么整片 马格丽特花田 都被压毁了 胖胖为此哭了三天三夜 威奥拉不得不努力去了解 黑洞的心理 我不知道 小说看完了 连设定书都看了好几遍 就是这次没能读懂 苍鹿的心思 我好害怕 到现在为止 我都是靠着小说里的 知识活得很好 现在却感觉 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了 我做错什么了吗 难道我犯了一个大错 我父亲毁了 马格丽特的田地 以此作为警告吗 与此同时 则能开口了 苍鹿公爵找你 父亲 焦虑 突然之间 然而 一个声音 从泽农身后传来 不 我会自己说的 苍鹿进入了 威奥拉的房间 只是简单地走着 心里却有种 说不出的恐惧感 我觉得我很生气 这有点奇怪 就算赫伦公爵生气了 他也不会表现出来 而且 十二岁的威奥拉 不可能读懂那种愤怒 什么 为什么 我必须找出答案 你为什么来我房间 自己找到继任人选 并不容易 我犯了什么错误 苍鹿公爵张了张嘴 我有礼物 他的表情和肢体动作 都很僵硬 就像第一次出生一样 拿去 公爵递过来的 是一枚小巧的薄金戒指 虽然是白金 但根据光线的角度 他似乎呈现出各种颜色 好像是绿光 又好像是黄光 此外 在某些方面 他看起来是白色的 这是一种奇怪的颜色 仔细一看 上面有着肉眼 难以辨认的细小花纹 隐隐透出淡淡的光芒 他对珠宝首饰了解不多 但一看就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 这 他是什么 Haren不是那种 会给任何人礼物的人 自从我失去 我心爱的雷尔之后 我还没有给任何人送过礼物 勿望我宴会 马上就要举行了 这是紫百合 心知肚明的事实 这将是 Viola的社交首秀 在那里 他会和各个世家子弟 打好关系 努力打下基础 为以后的顺利生活 打下基础 那就写吧 谢谢 一旦你付出 你就会得到 一瞬间 我的肩膀差点掉下来 我的天啊 什么东西这么重 这对于一件小东西来说 并不重 但它真的很重 不 等等 卖给我 我不能输给这个小戒指 这不是骄傲的问题 而是生存的问题 如果我错过 或掉了这枚戒指 怎么办 万一克服不了这个戒指的重量 吃力了怎么办 光想想就很可怕 这分明是一种考验 它基于对生存的渴望 和对仓陆的恐惧 而汲取力量 任何一个 全部 幸好是小说中 薇奥拉的身体 才能够承受这个重量 她的手臂在颤抖 但她的外表却在微笑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别人送的戒指 作为礼物 有这样的人做父亲 感觉真好 很重吗 薇奥拉想了想 我应该诚实地告诉你它很重吗 还是我应该虚张声势 说它不重 你一定已经读到我很重了 说谎是没有意义的 是连肌肉和神经的动作 都能读懂的怪物战士 他判断 说谎没有意义 直言不讳 重的 这戒指 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哇 是的 说完 苍鹿公爵 便一副无怨无悔的背影 薇奥拉似乎对小戒指的重量 并不特别失望 好像沉重是自然的 T-A-K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薇奥拉以自己很了解 苍鹿而自豪 但今天很难理解苍鹿的行为 那晚 管家卡尔顿 来到薇奥拉的房间 我听说 Butler Zinan的 Strawberry Audit非常棒 是的 出色的 没想到 Rothbone病杠 可以用来制作草莓糖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公主 你能请我喝点草莓吗 薇奥拉点点头 赫伦公爵白天来来去去 卡尔顿晚上来 即使在那个伟大的世界观 贝拉图的影子里 他们也是绝对自己自足的人 此外 卡尔顿还是一名针对海伦的前杀手 他是一个以杀人为己任的人 害怕的 虽然他现在笑起来很好看 但实际上被形容为一个冷酷可怕的人 从午餐到现在 想放手也放不下 一段时间后 Zinan制作了草莓汽水 真的很好吃 这是第一个味道 重点是什么 草莓汽水当然很好吃 但此时此刻 我无法真正感受到它的味道 我想尽快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 要点 是的 一般管家 是不会无缘无故来我房间的 我不可能来 只是为了喝点草莓汽水 很抱歉 这只是草莓汤 对吧 卡尔顿微笑着看着 坐在中提琴旁边的泽农 泽农也笑着点了点头 送给公主的草莓汽水 是我用心制作的 我突然想知道 需要多么精细的法力控制 才能让草莓阿德 拥有像Refbombidium流派 这样的血腥剑法流派 跟管家的剑比起来 根本算不了什么 听两人的对话 似乎这个草莓阿德 没什么特别的 不管怎样 现在对威奥拉来说 已经不重要了 我觉得 让我父亲最亲信的管家 亲自去见接班人的人选 并不是什么好事 那是真实的 有股权问题 他可能看起来不太好 不过 除了苍鹿公爵 没人知道我来过这里 应该问题不大 卡尔顿从椅子上下来 单膝跪下 然后 他抬头看了一眼 坐在椅子上的威奥拉 你在干什么 如果不失礼的话 我检查一下你的手指 可以吗 准确地说 我想看看 有戒指的那一面 卡尔顿礼貌地 抬起手掌 威奥拉则轻松地 将自己的手放在上面 卡尔顿心中 颇为吃惊 你戴戒指 不费吹灰之力 对吧 这戒指 可不是一个 十二岁的公主 可以轻易戴上的戒指 就算是十二岁的美迪亚 也不可能 这么轻易地戴上 好重 不是吗 一开始很重 你现在看起来很好 是的 你还好吗 卡尔顿深感震惊 这枚戒指 包含2870万多 玛格丽特花 威奥拉一时语色 是用大魔法师 库鲁姆库鲁姆的力量 提链成的戒指 是库鲁姆库鲁姆吗 是的 他是矮人族的长老 最伟大的魔法大师之一 不用听解释 我也知道 魔术大师 库鲁姆库鲁姆 在小说中 出现的所有工匠中 他是达到最高峰的人 一个只为他想要的人 做东西的极客 在小说的后期 威奥拉向库鲁姆库鲁姆 订购了一把匕首 但库鲁姆库鲁姆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订单 威奥拉被激怒 试图杀死库鲁姆库鲁姆 但由于库鲁姆库鲁姆 佩戴的稀有神器的保护 这次尝试失败了 没有出来 你给了我库鲁姆库鲁姆 制作的戒指吗 我愣了一下 一枚 我拥有它已经五年了 不要惊慌 冷静 想一想 我们就去做吧 威奥拉能够得出 合情合理的结论 很明显 我父亲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他是魔法大师 Curam Curam的戒指 如果把社会比作战场 这枚戒指 就是战士的武器 就稀有性而言 它会比Louis Bartenguy的限量版 更为稀有和昂贵 巩固其作为白贝拉图的地位 一定是这个意思 卡尔顿闭上了嘴 这正是卡尔顿的想法 为什么苍鹿公爵 费心制作那枚戒指 即使是公爵 也很难从库鲁姆 库鲁姆大师那里订购 就算是苍鹿公爵 也只能吩咐三遍 冷一次造 戒指一次造 赫伦就只剩下一次机会了 这就是为什么 你必须对白人Bellet 2 抱有很高的期望 以前从未向任何Bellet 2 提供过如此非常规的支持 或许这种待遇可以理解为 公爵对很晚 才进入继承人竞争的 维奥拉的恩惠 另外 总管加莱叫我这些知识 一定是一种告诫 不要犯错 我会遵从那个意志 以白贝拉图般的姿态回归 他表面上平静地说话 但内心却火热 和台元聊完之后 希克森冷笑了一声 他们非常不同 希克森看起来有点不舒服 那个可怜的混蛋 你是胆小鬼吗 好的 苍鹿 台元环顾四周 幸运的是 体育馆里没有人 掌握 不过 我觉得还是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言辞比较好 嘿嘿 没事的 不要害怕 为什么你们都这么怕他 他心胸开阔 一个不像婊子的家伙 你可以发誓一点 你可以混合一些脏话 只要不大大损害 苍鹿贝拉图的威望 或者玷污苍鹿的名声 苍鹿都不会介意 只是人们害怕 不能那样做 你为什么要给我 希克森看穿了一位老朋友的心 你给维奥拉送过花吗 是的 为什么 我觉得公主喜欢他 是的 希克森这么说 但台元不明白 希克森沮举丧地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他是一样的 是的 我给你花 只是 台元瞪大了眼睛 你给我花了吗 几千万朵花 通过蒸发整个花田 所以那个乞丐给我女儿送花 绝不 我拿你的右手腕打赌 给我送花 你为什么抓住我的手腕 那不是我的手腕吗 正在说话的希克森 歪了歪头 但是他说 他明白了 并且很好 你的手腕没有受伤 或肩膀掉下来之类的吗 不好了 我必须去 戒指蕴含着巨大花朵的生命力 普通人是抬不起来的 相当一部分无人驾驶的人会很吃力 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 这太过分了 那只小家伙 一定又假装在仓路面前举起来了 那个冷酷的傻孩子 连体重都不会说出来 先生 只是试着受伤 你会给什么样的孩子这样的礼物 如果你要把他给我 至少要说明他很重 我敢打赌 他没有解释 我无法解释他的个性 希克森的脚步加快了 终提琴 你还好吗 当希克森进入威奥拉的房间时 甘大的一幕发生了 希克森面临着荒谬的一幕 这是什么 水溅到了我的脚踝 也传来了伤心哭泣的声音 放回去 放弃它 是的 还有一个声音听起来像一个孩子在尖叫 声音穿透 泽农的消音法力膜 清晰地传进了希克森的耳中 终提琴 你对游泳有兴趣吗 一点也不 威奥拉坐在床上 眼神淡漠 只是盯着没过脚踝的水 又过了一会儿 水已经没过膝盖了 泽农笑着说道 如果砰砰在哭 水好像都要漏出来了 杰农挥箭一击 门周围的区域随着一声巨响冻结了 是使用Rothbone冰试验法的防水工程 蓬蓬在风群中发出半哭的声音 我会杀了你 希克森挠了挠头 这么说 他要杀的人 是你的父亲吗 嗯 或许 这就是为什么 Zenon拼命拉开降噪窗帘 来阻挡声音的原因 嗯 不管怎样 你知道这个消息 会传到海伦那里 对吧 嗯 我知道所有的东西 Pong Pong发现杀死 他浇水和照料的 美丽花朵的罪魁祸首是Harem 并向Harem倾诉了很多愤怒 是的 没想到寒冬城堡中 出现了一个疯子 竟然要杀仓鹿 洒到你活着为止 我知道 钟提琴 你怎么这么无忧无虑 我看起来无忧无虑吗 非常 不 这是希克森的误会 钟提琴实际上是一辆我非常担心的车 只是因为威奥拉迄今为止积累的形象和行动 他才显得冷静地做着分析情况 你会怎样做 希克森微微皱眉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很生气 仓鹿 那个乞丐 他就是给威奥拉送花的孩子 如果是这样 我不知道 做一个pod对这个事件还能做些什么 不知为什么 他在研究中收到关于这方面的报告时 看起来像是在笑 狡猾可爱的威奥拉会有怎样的反应 又该如何应对 我以为 这会让我有时间期待他 如果希克森叔叔是我父亲 你认为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是我呢 希克森眉间的皱纹加深了 你一定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再和我女儿说话一次 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定要搞清楚 还能看出我家可爱女儿的诡计 岂不是很好的机会 冰球 威奥拉只是想问 他只是将视线从希克森身上收回 而希克森却以自己的方式受到了伤害 怎么了 真的 嗯 好的 谢谢 嘿 这是真的吗 好的 希克森不知为何感到难过 但他不能表现出遗憾 因为他承诺要做一个好大人 啊 对 因为 胖胖的是我暂时忘记了这件事 不过 我来这里的目的是 为了检查 威奥拉的手腕和手臂的情况 你的胳膊还好吗 嗯 你还好吗 希克森穿过水面 抓住中提琴的指尖 将他举了起来 像是在观察什么稀有的东西 他专注地看着他 什么 你真的没事吗 你希望这不好吗 不是这个 希克森很清楚 威奥拉是天生的武术家 尽管他没有接受过武术训练 也就是说 威奥拉天生就是天才 不过 那枚库鲁姆库鲁姆指环太重了 是现在的中提琴 无法驾驭的神器 动作要重 挺凶 没有这样的事情 好的 威奥拉没有假装没事 他真的没事 希克森感到莫名其妙 即便如此 厌烦情绪又渐渐生气 他一定又笑了 女儿果然随便举了这么多 你一定有过这样的想法 他是我很久以前就不喜欢的朋友 今天更讨厌了 不管怎样 至于威奥拉 为什么不介意戴上那枚戒指 庞鹏给出了答案 呵呵 庞庞庞张了张嘴 犹豫着哭了起来 不知道该不该吹嘘自己 这是我的力量 笨蛋 庞庞庞的眼泪 止不住地流下来 忙着自夸 而与此同时 庞庞庞抽出法力 将灵水全部冻结 化为粉末 将冰块整齐地切成粉末 放入专门设计的魔法罐中 你得到了冰块 是用干净美味的灵水制成的 泽农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想 我可以给你做一种味道更好的草莓汽水 比三等骑士的力量 都浪费在踩冰上的泽农 一脸满意的样子 The Nun看起来无限放松和平和 而PongPong看起来对他的骄傲不耐烦 我浇过的美丽花朵 幸亏我再灵界给了他们最好的水 他们才长得这么好 听这个故事 从PongPong的角度来看 他可能是悲伤的 是被灵王呵斥之后带来的水 而那只浑兽 名叫竞技场 据说只能输出一次人间 我待他被骂了多少 那是 是竞技场吗 就连中提琴也不知所措 是 竞技场 将原本是反派的海地 培养成了世界级的反派 江湖是一种很特殊的水 在小说中 几乎被描述为 长生不老药 当然 它并不能真正的长生不老 但不管怎么说 它是非常有名的奇迹之水 你知道竞技场吗 创造奇迹的水 是据说只有 灵界才有的生命之水 天哪 你是说 你把它喷在花园里了 威奥拉不知所措 你是多么的爱花啊 竟然将竞技场这种 被人类视为宝中之宝的植物 种在了花圃里 不管我怎么想 贝拉图的影子 里的角色 显然都疯了 这是正确的 我把竞技场作为礼物 送给了勇敢的人们 什么叫尊严 我给了你一个名字 长大后 要有尊严和坚强 传说中 受到精灵保护的 马格丽特花呗 命名为尊严 并且在竞技场的加持下 拥有与精灵花相似的属性 哦 它的确是 所以 威奥拉才会随便 举起那枚戒指 这是正确的 因为威奥拉 与精灵的亲和力很好 足以被称为精灵 所以才说 它不受灵界之花 灵花的影响太大 彭彭一脸严肃 那我们什么时候 去杀苍鹿呢 我不能杀你 为什么 它比你强多了 也比我强多了 那我们也变强大 我们马上杀了它 它在大声喧哗 我正在为我快乐 美丽 美好的未来 点亮蜡烛 公爵府的一切 都是我父亲的 其实 马格丽特花园 是我父亲建造的 马格丽特花园的建造 我没有任何作用 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一定要为尊者报仇 胖胖想抱怨 但我闭上了嘴 我们走吧 在哪里 给我父亲 鸡 你真的要杀我吗 一瞬间 蓬蓬脸色铁青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但我认为这是虚张声势 胖胖G 已经感觉到 花朵已经消失的 马格丽特花田中 残留的法力回荡 间接地感受到了 苍鹿的威力 听到威奥拉去苍鹿的时候 不由得心惊肉跳 不 我当然不害怕 但我是说 不过 这有点像杀人 对吧 威奥拉看也不看 庞帮吉 对泽农说道 泽农 和你父亲约个时间 我会来找你的 你要炼乳做什么 不是想见谁就见谁的人 泽农本来是无忧无虑的 这次却显得有些担心 我会要求道歉的 是的 西克森摸了摸额头 你疯了 看来 心仪的闺蜜 还是挺关心女儿的 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要求苍鹿 为在花园里 捡花道歉 那不会发生 抛开个人感情 苍鹿是可以挑战 一家之主权威的一巴掌 这就是苍鹿 正如西克森所想的那样 我很清醒 唤醒 你有大麻烦了 不 不 我和你一起去 最坏的情况下 至少能给威奥拉逃跑的时间 西克森自己脾气暴躁 亲爱的公爵 我会传达公主的旨意 星号星号星号 一股沉重的气息 笼罩在公爵的书房之上 卡尔顿在心里长出了几百口气 威奥拉公主到底在想什么 威奥拉公主这几天的表现 确实很出色 卡尔顿认为这是最危险的时刻 有很多人陶醉于自己的成长和成就 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没想到威奥拉是这样的轴心 不过好像孩子终究是个孩子 公主做得再好 怎么可能答应让王爷赔罪 事实上 卡尔顿非常喜欢这把中提琴 因为他觉得 就算自己不能成为一家之主 对贝拉图家来说 这也是一根可以成为强大力量的木材 我怎么保护你 书房里的这股沉甸甸的能量 正是赫伦身上泄露出来的 显然 凡是无法处理法力的人 进入这个空间都会气喘吁吁 那是一股浓郁的能量 要是运气不好 就会让人窒息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中提琴进了书房 在他的右边站着 胖碰 我们走吧 一直横冲直撞 要杀苍鹿的 庞庞的身影 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抓着中提琴的裙子 一起钻了进去 又见了 父亲 好的 你要求我道歉 苍鹿已经意识到了这种情况 他知道给马格丽特的花园 浇水的事 名叫庞庞的精灵 而庞庞一直在尖叫着 要自杀 这是第一次 有孩子来找我道歉 希克森在哪 我还不够弱 无法借用希克森勋爵的力量 威奥拉的眼中 充满了自信 卡尔顿看不出 信心太不稳定了 有勇气固然好 但要与鲁莽区分开来 六公主 其实 威奥拉并没有那么自信 我还是怕死 不过 现在这种装逼的行为 已经达到了顶峰 没有人看到威奥拉害怕了 我想我很了解我父亲 即使你心情不好 如果对方是对的 他就是一个成人的成年人 而我 作为白色的贝拉图斯 是来判断是非的 告诉我 孔雀的眼睛眯了起来 威奥拉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哈人是那种 即使他说的对 即使让他难过 也会承认的类型 相反 如果他说错的话 即使让他感觉 好他也不会原谅他 自从胖胖 试图杀死他的父亲以来 只有一个答案 我不能懦弱地忽视他 如果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碰撞 我们就必须这样碰撞 我的心好像在颤抖 但表面上我假装轻松和感动 我走过去 站在公爵面前 他取下手指上的戒指 恭敬地捧在掌心 我要求父亲 为侮辱我道歉 卡尔顿完全无法理解 卡尔顿一时愣住了 去吧 公主 卡尔顿知道 威奥拉为什么会那样 卡尔顿眼中的威奥拉 一向凶悍无比 每一刻都活得淋漓尽致 大概是克服劣势 站起来吧 紫百合有天然的劣势 贝拉托不是纯血统 而且还太年轻 竞争继承的条件太差了 所以我每次都会尽力而为 并提出这种不合理的数字 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威奥拉公主很凶 只是凶的方向不对 如果我插手 公爵会生气的 对吧 也许 值得做吗 威奥拉公主对我重要吗 她对我来说可能不重要 但她对贝拉图家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人 一秒钟感觉就像一个小时 如果我插手的话 本王会生气的 反正事情也不会结束 但她或许能给威奥拉公主 敲响警钟 不管怎样 卡尔顿的介入并没有改变局面 不过 卡尔顿自己出手干预的行为 倒是可以给威奥拉一个小小的警告信息 下定决心 卡尔顿向前迈出一步 公主 你说的是什么粗鲁行为 卡尔顿 我给过你发言权吗 卡尔顿吓了一跳 感觉到了苍鹿的势头 海伦虽然并没有特别想要给卡尔顿施压的意思 但是却感觉到了一股压倒性的威慑感 卡尔顿不由咽了咽口水 不存在 对不起 出去 卡尔顿低下了头 无论如何 这是我所期待的 即便如此 光是这个动作 就已经足够警告威奥拉了 好的 卡尔顿关上门 离开了公爵的办公室 卡尔顿额头上出现一道皱纹 我很担心 只希望每时每刻都在竭尽全力的小公主 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 我希望凶猛不会化作毒药 卷土重来 星号星号星号 仓鹿和威奥拉 甚至容球 只剩下三个人的办公室里 赫伦先开口了 他要求我道歉 是对的吗 是的 这是正确的 威奥拉和卡尔顿的感受是一样的 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我不是想给我压力 它只是存在本身 这是美术师设定的设定值 接近仓鹿这个角色 存在的本源力量 我无法呼吸 我试图尽可能地控制自己的呼吸 但感觉就像溺水一样 我头晕目眩 气喘吁吁 嗯 但在某些时候 呼吸变得更容易了 黑龙什么也没做 是因为戒指吗 好像是因为那枚戒指 戒指里装着一整片 蕴含生命之水的玛格丽特花 与威奥拉铃轻性最大化 中和外界能量的身体 融为一体 这是怎么回事 本来 它是贝拉托之影中 没有出现的神器 但是 它有这么大的作用 外部能量被中和了 其他事情也是这样 对吧 比如外在的生命 瘴气等 这似乎是一件稀有的神器 能够阻挡有害的外来能量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宝藏 这将非常昂贵 与此同时 赫伦读到了威奥拉的表情 你可以松一口气了 正常的孩子在仓鹿面前 甚至无法正常呼吸 有的甚至晕倒了 仓鹿并没有刻意散发气势压对方 但也没有刻意去控制气势 我自然而然地遇到了我的对手 没有任何人为的调整 他一定很紧张 要求我道歉 仓鹿并没有觉得那么糟糕 看到他如此轻松的呼吸 让我感觉很好 那个狡猾的养女会说些什么 我有点兴奋 这个孩子是我家的 我给他取名为 Pong Pong 然而 我家里的一个孩子 给玛格丽特花起名叫Duntless 给他起了个名字 他只是给了他一个名字 没有意思 对包括贝拉托在内的 权贵家族的人来说 更是如此 那一刻 玛格丽特的花园 成了我必须保护和呵护的地方 因为我的家人 给了我一个名字 但你不能保留他 这个名字 不是随便起的 特别是 如果他是贝拉托 我无法保留他 因为我不知道 我父亲会毁掉 玛格丽特的田地 你想谈谈 取消作为白人 Belletux的资格吗 不 我了解到 即使是我唯一的父亲 贝拉托也不是一个 可以信任的地方 威奥拉很有信心 我很年轻 我认为 犯错误是可以的 这次我犯了一个错误 我应该怀疑其他人 但我没有怀疑我父亲 苍鹿的身体 微微一颤 没有人注意到 这一退缩 因为 因为我把父亲 当成了我的大人 他或许不是我坚强的篱笆 但我一定坚信 他至少不会 毁了我和我的 海伦面无表情地 看着威奥拉 但我脑子里很复杂 我应该生气 但我没有生气 贝拉托的纪律 不得不整顿好 但中提琴的话语 却不断地扰乱我的耳朵 海伦 贝拉托在一个孩子身上 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感觉 也许我父亲什么都知道 事实上 我给Pong Pong G 起了个名字 甚至是Pong Pong G 给玛格丽特花起名 并养育他们的事情 事实并非如此 Haren知道公爵府里 发生的大部分事情 但他甚至不知道 Pong Pong给了他水 这不是重要到 需要处理的问题 海伦也不是万能的神 但我不能说我不知道 作为一家之主 我不想说这些 出于某种原因 作为父亲 我也不想说 我不知道 我的父亲 无所不知 把整片玛格丽特花田 都干掉了 是要把整片 玛格丽特花田 献给维奥拉 他似乎很喜欢他们 然后他把他作为礼物 送给了我 他们是我的家人 给我取名的生活 如果这不是 对我的侮辱 那是什么 维奥拉的眼神坚定 就像 爸爸什么都知道 如果我不知道 我就不会这样做 你不喜欢戒指 维奥拉沉默了一会儿 一阵沉默 所以我生气了 这枚戒指 绝对是对我的侮辱 你一定觉得 受到了侮辱 当然 事实并非如此 这件神器 就算是现在上市 也至少有数亿大力花的价值 千年公爵 与库鲁姆 库鲁姆的合作 可能不是几一株大力花 而是几十一株大力花 这是一份很好的保险 可以可靠 而安心地照顾您的晚年 尝遍了资本主义滋味的 威奥拉辛中 根本无暇轻视 但我很开心 这是真诚的 真诚的资本主义精神 而这份诚意 通过国公的济南 原封不动地传达了出来 所以我很生气 我为父亲侮辱我 并给我带来快乐的这种矛盾 感到羞愧和愤怒 威奥拉 威威咬唇 这是我出生以来 收到的第一个花园 当然 谁会收到花园作为礼物 还有几千万 而把花谱作为礼物送给我的人 正是我非常渴望的父亲 他如此渴望的父亲 这个词刺痛了海伦的心 而不是他的耳朵 但表面上 他保持着冷漠 你看起来像白色的 贝雷柱一样 令人失望 我对那部分感到抱歉 以后 我给你看一个更好的形象 苍鹿对小孩很宽容 威奥拉很了解那部分 对于诚实承认自己做错事 并承诺改进的孩子 他们更加宽容 知道这个事实 威奥拉可以有信心了 具体说说 你将如何改进 我不会相信我父亲 一瞬间 苍鹿感觉自己的脑袋 好像被击中了一样 我实质会怀疑我的父亲 我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成年人 如果那是白贝拉图 必须要走的路和命运 我会承认并接受 不知为何 海伦心中一紧 如果我把我的胸口比作天空 感觉天空的另一边 某处有乌云 但那样的生活会很孤独 威奥拉的眼睛 转向苍鹿 像我父亲一样 星号星号星号 威奥拉睡了将近二十个小时 我已经很久没有睡这么久了 这就是为什么 我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与赫伦的谈话中 二十个小时后 我几乎没有睁开眼睛 哼 你最后做到了 当胖胖G出事时 他必须想办法处理 然而 复苏似乎以自己的方式 进行得很顺利 我不是有意侮辱你 但结果却是那样 我为那部分道歉 贝拉图没有人相信的情况发生了 或许卡尔顿这个总管家 是无法预料到这种情况的 所以威奥拉回答说 我真的很开心 我需要一个父亲 一个给了我花园的父亲 这很浪漫 之后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 睡了二十个小时 然后又过了几天 勿望我宴会 马上就要举行了 社交名媛的首次亮相 只有几天了 然而 于小说中略有不同的传闻 却开始流传开来 公主 杰里米王子 说他会参加这个 勿忘我宴会 杰瑞米 是的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知道杰里米王子 讨厌社交聚会 Jeremy本来就是一个 没有正式出道于社交界的人 内容已更改 我不确定为什么 但这有点不祥 这场宴会的主人 在贝拉托之影中 应该是库里亚男爵开启的 库里亚男爵在小说中 是一个次要人物 只简单地描写了 他是一个奢侈 乐于应酬的贵族 据说是海瑞斯侯爵主持的 海瑞斯侯爵 威奥拉回过神来 为什么 Huriel侯爵在这里 高卷轴侯爵 他是帝国的二把手 也是传闻 即将成为女皇的 瑟琳娜大臣的家人 即使不是杰里米 塞琳娜 有些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也因此 一度在社交界引起热议的 维奥拉 贝拉托夫人的话题 瞬间烟消云散 勿忘我宴会临近了 维奥拉前往海利尔斯侯爵 海瑞斯侯爵 位于中部大陆的中心附近 位于大陆五大河流之一的 格兰迪亚沿岸 自古以来 就是物资和人力资源的交通枢纽 泽农说 我带你坐马车 宫女士 之后 艾尔莎解释道 一直到海瑞斯侯爵 都有完善的大型移动传送门 必要 您无需下车 即可享受舒适的旅程 不过 预计到达第一个中转门 大约需要三天时间 钟提琴和台元 和赫拉上了同一辆战车 本来应该陪同他们的赛万 马克思决定在海利尔斯侯爵那里 与他们会合 前往侯爵领地的马车内 台元说 掌握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已经忍耐了 但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了 好的 这次进入宴会厅的侍卫 谁干的 腾卓眼中闪过一丝希望 泽农会做到的 好的 台元眼中满是失望 但他没有尽可能的表现出来 狗可以要求遛狗 但不能自己出门护送 那是越线行为 台元是这么想的 我不仅感到深深的遗憾 但另一方面 威奥拉的心情却很复杂 我不知道 杰瑞米和赛琳娜 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杰瑞米是名媛就要瑟瑟发抖的角色 而Selina 则是没有出现在这场 误望我宴会上的角色 也许是因为我 要么只有杰瑞米出现 要么只有Selina出现 如果两者只完成一个就好了 但是两个一起出现了 塞琳娜大臣 以寻找忠诚的优秀人 才为帝国工作而闻名 我真查是出于无法拒绝的原因 我们不惜人力资源投资 不惜投资 培育优良木材 毕竟 是一个帝国伟大的 是给予权力支持的伟大替代品 以这种方式 看到我真令人尴尬 在Selina替身的眼里 自己都无法出人头地 中了塞琳娜的王 生活就变得乏味了 威奥拉对帝国 一点爱国心都没有 为了我的繁荣和幸福 从塞琳娜接你的那一刻起 你就要为帝国 磨练自己的身体 灵魂和骨头 这样的未来 绝对是一个规范 在这个勿望我宴会上 我必须照顾好自己 当然是杰里米 杰里米出现在社交场合的原因 再清楚不过了 一定是为了加深 与威奥拉本人的友谊吧 那个单纯的人 只会认为这是一种亲近的行为 但是社交圈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聚会 表面上 他笑得很开心哈哈 但在内心深处 他通过无休止的库算 来增强自己的力量 在这里交流结交的人 后来都成为了朝廷上的同僚 社交名媛 是结交未来同事的前奏 俗话说 统治社会的人 终将统治世界 风暴要塞的帕莱尔家族 和东宝的贝拉图 本来就不是什么名媛 但他们是同时出现的吗 炫耀他们的友谊 南边的风暴要塞 和北边的贝拉二人秘密会面 风暴之剑和千杀者 进行卧底交易 谣言会传播 不管杰里米的意图如何 每个人都会这么想 当原本对邪教和政治 不感兴趣的两股势力联手时 对于可以说是既得利益的 中央贵族们来说 就变得很累了 再说了 黄金之路再过几年就要建成了 一条连接大陆北部 中部和南部的巨大商路 在塞琳娜的带领下 开辟了出来 中央贵族有意孤立贝拉图 将其排除在政治之外 因为他们惧怕贝拉图强大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 表现出风暴要塞 和寒冬城堡之间的互动 损失将远远大于收益 你会在谢信的社会和政治舞台上 收到各种各样的支票 但他根本不会介意 对吗 在很多方面 我的想法很复杂 我必须要展示一些东西 做一个白色的贝拉图 但这一次 他似乎已经穿过了水面 我实质有一个戒指 尽管如此 我还是决定 将其视为向前迈出的一步 然而 赫拉看着陷入沉思的威奥拉 却有了不同的想法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不是Selina受到关注 这就是 为什么我如此认真 他们看到的情况相同 但对待情况的态度却不同 你好奇 威奥拉将如何领导局势吗 星号星号星号 几天之后 威奥拉一行人 顺利抵达了西利尔侯爵家 通过临时开启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超大型移动传送门 我可以感受到西利尔之后 作家们的声望和财富 调动一座魔法塔 临时运转一座大型移动传送门 这是为来自整个大陆的客人提供的服务 我不知道 但这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用现代的话来说 这类似于为参加宴会的人们 创建一个私人机场并派出包机 海瑞斯侯爵府内 一共有三处宴会宾客的旅馆 贝拉图家被分配到其中一处 名为月影 那里挤满了从大陆各地 赶来参加勿望我宴会的少男少女 和他们的侍从 我们将办理登机手续 Zenon和Elsa走向办公桌 与此同时 有人朝这边靠近了过来 天哪 这是谁 你不是我的挚友 贝拉图的赫拉公主吗 那是一位穿着过于艳丽的红色连衣裙 带着闪闪发亮的配饰的年轻女士 大约15岁左右 她手指上的戒指多达七枚 而且个个看起来都很昂贵 威奥拉自言自语地笑了起来 把这么贵的东西搭配得这么差 也是一门本事 贺拉微笑着回答 塞纳公主 很高兴见到你 好久不见 靠近的人是塞纳 一直嘲笑无视贺拉的 玛利安托万的三公主 正是威奥拉答应要踩的那位小姐 她一个人在大厅里走来走去 仿佛已经办完了所有的手续 所以 是六个月吗 你没有接受我的邀请 有点令人失望 对不起 最近工作太忙 没能见到你 希望下次 我们能喝杯热茶聊聊天 伟大的 你必须信守莫言 当然 这是一辆 让我非常想亲眼领略 高度文明成熟社会的车 随时欢迎赫拉公主 对了 你身边这位漂亮的小姐姐是谁 我的妹妹 威奥拉 六公主 啊 传闻中的六公主 路易巴腾的六公主 贵宾就是小姐 威奥拉单手捂着胸口 轻轻鞠了一躬 很高兴见到你 塞纳公主 这是中提琴贝拉图 我的天啊 我到处都听到 关于威奥拉公主的恶毒谣言 那些谣言都是错误的 白痴在诽谤威奥拉公主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下流的谣言 他们说 血液是铁做的 此外 荒谬的谣言正在流传 说孙正义非常残忍和野蛮 在贵族之间 直接传出对你不太好的谣言 是很不礼貌的 看起来他一点礼貌都没有 真是个奇怪的谣言 是这样吗 这么苗条漂亮的小姐姐 传闻也太离谱了吧 果然如此 这么一个清秀的小姑娘 怎么能做出如此 堂堂正正的好事呢 你的意思是说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对吧 是的 这样的孩子 怎么可能打败土匪 在黄金大道上买地 然后被派往风暴要塞 和夏儿子爵辅去干男生 这是胡说八道 这很可爱 因为你可以清楚地 看到我在想什么 威奥拉轻轻地笑了 塞纳有些意外 随即悠然一笑 看向了威奥拉 赫拉公主的弟弟 很会开玩笑 她面无笑容地继续说道 但我认为 只有当对方在一起玩得开心时 才可以称之为玩笑 如果威奥拉公主 用一种更适合 社交世界的说话方式 但对对方表现出 更多的尊重和体贴就好了 这是为了彼此 建立良好的关系 明明知道对方在一起开心 只是开玩笑的人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妹妹 从表面上看 两人的气氛非常融洽 与此同时 艾尔莎和泽农 完成了手续返回 啊 你是塞纳公主 我会张贴我的问候 这位是威奥拉公主的管家杰农 我上次打过招呼 这位是赫拉公主的管家 艾尔莎 塞纳没有理会两人的问候 没有接受 因为在他们看来 管家和公主的身份 就是天壤之别 他们甚至认为 能借此机会 向自己问候 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赫拉公主 你和你有趣的弟弟一起来了 说起来 你妹妹也是白贝拉图拉吧 塞纳故意笑了笑 White Blatis 无论如何 都是失败者 以至于我能感受到 那种深沉的感觉 我希望我能在宴会上 度过更愉快的时光 下次见 现在 我和杰里米王子有个约会 给杰里米很大的力量 似乎是在 炫耀一种优越感 说 我也认识杰里米 被引导进房间后 赫拉躺在床上问道 你他妈的在想什么 对方是 马利安托万公国的三公主 你说过 要从心底杀了我 我没有说谎 好的 赫拉觉得有些意外 我想 如果是威奥拉的话 我会和塞纳搞好关系的 你到底在画什么 果然 威奥拉并没有按照 自己的想法行动 或许你正在看到 比你自己看到的 更大的图景 我会期待的 你将如何成为 这场勿忘我宴会的主角 真的很期待 感觉我的心在狂跳 但事实上 威奥拉的内心 恰恰相反 让我们放弃这个机会 我不得不推示下一次机会 在斯琳娜面前 我决定扮演一个 充满热血的小孩子 从第一次参加宴会开始 就与马利 安托万的第三王妃不合的导弹鬼 我宁愿去这样的职位 马利 安托万 是一个在十年内 全力下降的家族 所以即使有点不同 也没关系 原来的故事和内容 变化太大了 它充满了变数 所以我决定 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到达 好像有点缺孩子 因此 代替斯琳娜 离开视线 这是 维奥拉这次最好的决定 三天后 勿忘我宴会开始了 无数来自中州各地的子弟 聚集在海瑞斯侯爵的宴会厅 宴会的开场白开始了 谢谢你来参加我的宴会 海瑞斯侯爵的真实生活 塞琳娜的大臣一开口 周围的人都静了下来 感谢出席勿忘我宴会的贵宾 让我和我的家人更加闪耀 演讲已开始 持续了大约五分钟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七天七夜里 过得开心快乐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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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响起 但演讲并没有到此结束 待掌声落下 塞琳娜再次开口 我想向尊贵的客人们 建议一件事 塞琳娜喜欢坐在皇帝的腿上 当有人看到你时 你在做什么 君主 统治着中州70%以上的庞大帝国 而统治君主的刀黄尼拉克 脸色也微微一红 作为一个一生都与剑为武的舞者 对于今天这种情况 他一向陌生 你好可爱 塞琳娜轻轻抚摸着内拉赫的耳朵 当他看着 甚至耳朵都通红的内拉赫时 他大笑起来 谁见了陛下 会以为您是剑皇 我不是剑皇 人家是这么说的 这就是我要说的 因为我是皇帝 尼拉赫 由衷地这么认为 他想 如果说有谁必须被称为剑皇 那非他莫属 真正适合刀黄的 是护北者 一定是苍鹿公爵 保护人类 免受雪地侵袭的前线盾牌 总之 你很可爱 我希望你能想到我的脸 来点可爱的怎么样 可爱是最好的 内拉克清了清嗓子 他从小就跟在赛琳娜身边 现在的他 显得格外的漂亮 漂亮 塞琳娜说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勿忘我宴会上吗 当时 这个名字叫 Yowin Momenko Banquet 现在说人12岁走上社会 而在当时 是7岁走上社会 他通常被称为排练 7至12岁未婚男孩 和女孩的社交聚会 那就是温柔的 勿忘我宴会 从那里 我标记了陛下 Selena和Nelik同岁 7岁时 在温柔勿忘我的宴会上 认识 陛下是个指挥剑的笨蛋 直到30多岁时 Nelage才开始将 Selena视为女性 在那之前 内拉克一生 只认识一把剑 我一直在想 谢谢你等我这么久 内拉克看着塞琳娜 眼神充满了友好 塞琳娜始终如一 始终站在她的身边 没有塞琳娜的帮助 就没有今天的皇帝 有个孩子 很期待这次勿忘我的宴会 你是谁 维奥拉 贝拉图 东城的养女 甚至在她进入社交世界之前 她的存在 就遍布整个地方 贝拉图不愿进军中州 我知道 他们是不负使命的 可敬之人 他们的使命 是保护人类 免受下雪的地方的伤害 不仅如此 不同事物的诽谤和政治 令人讨厌 内拉赫很了解海伦 甚至为什么 仓陆不参与政治 Nelarch有时会嫉妒 Heron 她现在一定更强壮了 你必须每天 在怪物不断涌出的雪地中战斗 她一定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 冒着生命危险挥剑 她喜欢她 历代贝拉图都是如此 一群坚定地站在北方统治者的位置上 一群因为不是从北方下来 实力被低估的武者 如果那个贝拉图 想要晋级中州呢 贝拉图不会选择那个 凡人凡人 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 伸出的钉子被锤打 贝拉图太强了 会成为各方势力众矢之地 最强的盾 也成为最强的枪 因为他们很清楚 作为盾牌 自己是最可靠的 但作为武器 反而是最让人忌惮的 他们不会离开冬天的城堡 到此为止 但是我看到的 Viola Bellatu 是不一样的 她与南方风暴要塞 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并让希克森勋爵 成为自己的人 希克森 是的 足迹遍布整个大陆的希克森 不仅如此 据说她最近还得了 路易巴腾家的大恩 路易斯 巴腾斯 这绝对不是贝拉图的行为 北方的贝拉图 法拉的路易斯巴腾 因为两人是完全不同流派的 两个家族 似乎没什么来往 据说他们还收到了 首席设计师卡罗老师的礼物 我不认为 这些是巧合 在十岁的欢迎晚宴上 威奥拉明确表露了 她统治贝拉图的野心 她还炫耀了选择 White Bellitude的怪癖 孩子知道 现在的贝拉图罗 无法统治世界 贝拉图家族 是最强大的家族 但他们从未统治过世界 世界一直有 比贝拉图弱的人统治 这就是她想要完成 Bellitude的原因 完成的贝拉图 对大陆有什么影响 你是说 你在梦想叛国 出色的 我想弄明白 那个孩子的梦想 是多么的深远 塞琳娜的眼睛 眯了起来 那个孩子的命运 将取决于 那个伟大的梦想 对帝国有利还是不利 塞琳娜热爱 君主帝国 我从小就和 内拉赫一起长大 也就是说 君主帝国 也是塞琳娜的分身 如果那个孩子的梦想 是美好的 我会拥抱那个孩子 让帝国更加繁荣 另一方面 如果孩子的梦 是不结的 我就得另做选择 内拉赫的身体 抽搐了一下 尼拉克在这个世界上 不怕任何人 但他和塞琳娜一样害怕 这个世界上 他唯一害怕的人 就是塞琳娜 现在 我们应该专注于 我们的时间吗 他在南拉克的耳边 低声说出 他从小当他们两个独处时 就偷偷叫过的绰号 内拉 A型号型号 我想向尊贵的客人们 建议一件事 塞琳娜是帝国的二把手 甚至有人说 他是一把手 无论如何 这里没有人拒绝 或拒绝塞琳娜的提议 在贵宾中 有一些特别的男孩和女孩 当然 这里的每个人都是特殊的 但有几个隐藏的人 会让这场盛会 显得更加珍贵 人们竖起耳朵 有时是这种情况 当组织者安排特别活动时 这次好像也是 我希望你能找到他们 并将他们配对 没有限制 女孩和女孩男孩 和男孩一男一女 勿忘我 宴会是为年幼的孩子 举办的宴会 适合12至17岁儿童的 社交聚会 12和17 代沟 性别差异 身份正车 他说什么都不重要 请无条件配对 数字并不重要 只需要包括特殊的人 十个人说 成双成对就好了 塞琳娜在其中说 重要的是要包括 多少特别的人 第七天 我要给那些 遇到好对象的人 送上一份很棒的礼物 塞琳娜透露了一个对象 那是从皇宫宝库里 拿来的东西 是一颗小孩子 拳头大小的蓝色钻石 我把这个作为礼物送给你 不少自控眼中金光一闪 蓝钻是大陆上流传下来的 传奇般的西式珍宝 叫它也值 不过它只有小孩的拳头那么大 到了那个层次 就可以买到省内的中小领地 甚至是子爵以上的爵位 那是一件难以估价的宝物 所有人的目光 都无法从那颗蓝钻上一开 然而 中提琴是个例外 奇怪的 奇怪 但太奇怪了 真的很奇怪 塞琳娜的目光 怎么一直往这边看 原来没有的内容突然冒出来 一定是我的错 那么 塞琳娜最有可能想到的 就是威奥拉本人 不可能因为我就举办 这么盛大的活动 我读不懂 斯琳娜的想法 斯琳娜是一位 非常能干的大臣 在作品中 被塑造成天才人物的形象 我不能 我需要买更多 维奥拉有一种预感 事实上 这场勿忘我宴会 是最让你平住呼吸 不得不爬行的插曲 勿忘我宴会开始了 交响乐团的演奏 充斥着宴会厅 无数孩子继续应酬 哈哈 呵呵 笑声此起彼伏 一男一女凉两 跳华尔兹 中提琴 斯琳娜口中的特别的人是谁 你有什么感觉吗 不 不存在 我不知道 他们是否隐藏了 执行特殊任务的男孩和女孩 但是维奥拉不想知道 尽可能远离塞琳娜的视线 是我真心的愿望 你打算走哪条路 没有人要求 但女孩和男孩 已经三三两两的交谈起来了 在勿忘我宴会的第一天 他们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或家人 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可能认识的人反正都认识 反正这是潜规则 与已经配对的人不同 赫拉和维奥拉是孤立的 贝拉图作为保护人类的盾牌 是伟大的 但她在社会世界中 并不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家庭 出色的 现在 我想和姐姐共度美好时光 与我一起 我以前就知道 但今天看 我肯定知道 什么 贝拉图的位置 贝拉图的处境如何 消灭从北方来的昆虫的捕虫者 捕虫人会不会太光荣了 无论包装得多么好 Bobcatchers就是Bobcatchers 听起来像是对贝拉图的侮辱 只是人们这样看 聚集在这里的那些中央贵族 有多少人经历过真正的怪物 他们不认识怪物 他们当然不知道怪物的恐惧 他们是生活在温暖明亮世界里的人 这些孩子吃别人做的食物 在舒适的地方 场着被跳舞 对他们来说 Bella 2 只是一个有点可怕的捕虫者 对他们来说 狩猎怪物是危险的 肮脏的 卑微的 更何况 捕虫人连中部大陆都没有晋级 一个从事 卑微和肮脏工作的局外人 在社会上聚集的中央贵族子弟看来 贝拉图完全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家族 所以 我不想先接近你 但实际上 这些话都只是借口和借口 让我们保持静止 今天真是个糟糕的时刻 我不得不避开塞琳娜的目光 我演的是养女 并不比我想象的聪明 如果塞娜再次挑起争端 我只会生气 那你会显得更傻一点 在塞琳娜面前就好了 宴会的第二天 那天我神志没有出门 我和赫拉在月影外的花园散步 坐在轮椅上的赫拉说道 我很惊讶 她表现得好像 她要为社会热心 很多事情都在我的脑海里 你在恋爱吗 什么 还好我们没有撞上 Jeremy却出现了 第一天 Jeremy就已经是大明星了 周围都是人 我连Selina的内情都不知道 只是 从很多方面来说 塞琳娜的提议也很奇怪 但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我的哪个建议如此奇怪 为什么 你为什么在这 主人必须保留宴会席位 故意逃出宴会 却躲过了你 我何必在此 威奥拉在心里呐喊 勿忘我宴会的主人 来了 她站在那里 笑容比温暖的阳光 还要温暖 就在这时 刮起了风 浓密的金发 像波浪一样摇曳 我认为 这对包括威奥拉女士在内的许多孩子 来说都是一个愉快的提议 蓝钻石大宝 塞琳娜来了 威奥拉一时吃了一惊 我迅速思考如何应对和行动 你不能假装太聪明 但你不必看起来太傻 你必须找到正确的路线 至少年轻的赫拉 是一个可怕到可怕的诡计配角 不过要说 她还要对付一个三十多岁 耕种时机成熟的阴谋家 不 不过 这是值得的 因为对于斯里奈的性格和倾向 我了如指掌 塞琳娜是作品后半段插曲较多 让威奥拉吃尽苦头的角色 在工作上 塞琳娜决定 让威奥拉不要接替贝拉托 威奥拉贝拉托太危险了 最终 她的剑 会指向君主 事实上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 威奥拉最危险最强大的敌人 并不是塞琳娜 想到了塞琳娜的相关信息 想起来 我和斯里奈 一起度过了不可逆转的河流 塞琳娜本来就是要当皇后的 然而 由于威奥拉的恶毒计划 她无法成为皇后 他们说 你不能怀孕 陛下 对于塞琳娜来说 这就像宣判了死刑 不能生下皇帝的孩子 就没有资格做皇后 不是这样 孩子或血统 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我只有你 塞琳达 我的世界里只有你 要不是你 我也不嫁 但是塞琳娜的想法很固执 不是这样 想想君主 为了帝国 尼拉赫的骨肉 是绝对必要的 最终 塞琳娜放弃当皇后 皇上劝她另取 叶叶偷偷哭泣 当然 内拉赫也和塞琳娜一样固执 最终以单身告终 是维奥拉和树式海狗 让塞琳娜变成那样 后来 塞琳娜知道了这件事 对维奥拉被拉脱 大发雷霆 而因为 那股无法抑制的怒火 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配角 犯了一个错误 被维奥拉杀死了 维奥拉公主 哦对不起 看着满是谣言的塞琳娜不长 眼花缭乱 不知所措 赫拉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你认为维奥拉会说那样的话吗 事实上 赫拉有些担心 她担心自己会在塞琳娜面前挺着脖子 表现得过分无礼 但那是没有根据的 都说维奥拉大人是铁血公主 不过传闻似乎有些歪曲 你不会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 我现在就站在塞琳娜大臣面前 我还以为 自己不用在塞琳娜大臣面前 做个铁血公主呢 塞琳娜倾笑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词 那么 你能告诉我 我的提议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维奥拉在心里叹了口气 我使劲转了转头 给人的印象不太好 也不太坏 我远远看到的塞琳娜公主 是一个永远忠于君主的人 她把君主放在第一位 为了君主的发展和荣耀 愿意放弃和放下很多东西 谢谢你这么说 为此 我每天都在努力工作 维奥拉以她自己的方式感到震惊 面部表情和眼睛 她带人接物的方式和手势 都很优雅 他们说 恩典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我想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塞琳娜身上 有一种不同于贝拉托的优雅和尊严 而且我知道 她是一个非常看重贵族之间的 和谐与合作的人 你怎么知道 事实上 这是整个大陆对塞琳娜的评价 这没什么特别的 也没什么秘密 所以我能够继续说话 而不会感到太大的压力 看看黄金之路就知道了 与此同时 贝拉图和温特城堡 被有意排除在中央势力之外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她是错误的 贝拉图对中央权力 也不太感兴趣 我认为 我们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会一直听下去 对了 塞琳娜大臣 说她要修建一条 连接贝拉图和君主的贸易之路 一把名为 贝拉图的巨剑 可以指向君主 赫拉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如果被误解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叛国罪 看到这样一个勇敢的决定 我觉得塞琳娜部长 把和谐与合作放在首位 我看到的那个塞琳娜部长 就是这样的 一个不惧危险 为帝国繁荣而疯狂的人类 看到这么多了吗 其实 我想说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为帝国疯狂的 称职的谋士 可以这样看 伟大的 那么接下来呢 这种人不是在其他任何地方 而是在牧芒艇宴会上 形成政治派别 这种说法 让我觉得很奇怪 我从没有说过 这是关于寻找被赋予 特殊使命的男孩和女孩 绝不 维奥拉认为 情况不可能如此 这是组建一支 更活跃的部队的命令 我们将能够 以寻找和团结 具有特殊使命的人为借口 形成一支 更加活跃的力量 我在里面很确定 但在外面 我说的不是 那是我的错 对不起 我一定是太狭隘地 看待了瑟琳娜部长的 伟大意志 维奥拉偷偷地看着 好的 让我们在这里表现出孩子气的一面 塞琳娜总理说 她告诉我 无论条件如何 都要找到特别的人 她会给那些遇到好对象的人 送上一份很棒的礼物 她是 我已经在乌往我宴会上 找到了对我来说最特别的人 维奥拉握着轮椅的手绷紧了 维奥拉的目光 转向了赫拉的后脑勺 赫拉的身体 微微一颤 对我来说 最特别的人 是我姐姐 维奥拉对她的回答深表满意 塞琳娜会对我失望的 塞琳娜绝对是个暖心的人 但是冷的时候 她比谁都冷 不管怎么说 现在是打仗的过程 而不是建立政权 拉帮结派的战争 在此过程中 维奥拉避开了战争 表现出极其孩子气的心态 说我最特别的人是我的姐姐 在这种情况下 塞琳娜会认为 她必须进行理性和政治的计算 我现在会假装很聪明 但我会看起来像一个有理想梦想的孩子 如果是小说结尾塞琳娜的出现 绝对是这样的 干得好 维奥拉 我是个孩子 可以肯定的是 她看起来像个孩子 我想我是个骗子情妇 维奥拉对今天的会面非常满意 她不是塞琳娜 而是作为海里尔斯侯爵回来了 一进入她从小就住过的房间 她就看到了一个神秘的蒙面人 你 塞琳娜并不害怕 即使戴着面具 也很容易分辨出是谁 我偷偷来看你的 作为皇帝 我被淘汰了 不是上班时间吗 我做皇帝之前 是因为我是一个爱你的男人 很多不熟悉的词都增加了 我可以很快结婚 我可以从塞琳娜的眼中看到这一点 她隐藏在面具后面 但内拉赫的脸会变红 我们要不要看看陛下的俊脸 塞琳娜和尼拉克斯聊 那么 你见过维奥拉吗 是的 她是个正直的好孩子 你的表情很好 她好像很喜欢 是的 他们看穿了我提议的目的 和我抛出的信息 如果中提琴听到了 那肯定是一个疯狂的回答 你的消息是什么 这是关于首先回头 看看我身边珍贵的人 而不是其他人 维奥拉出了点问题 此时的塞琳娜和小说后半部分的塞琳娜 截然不同 维奥拉所了解和掌握的 是小说后半部分的塞琳娜 塞琳娜是整部小说中 性格变化最剧烈的人物之一 塞琳娜在小说的后半段 是个配角 维奥拉能掌握的 只有她之后的性格 难道我真的 要在勿往我宴会上抛出消息 拉帮结派件试连 我以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陛下有没有这样看我 塞琳娜的眼睛眯了起来 嘴角微微上扬 见黄奈拉赫心中 生出一种千载难逢的危机感 我当然不是 一股冷汗从我的背上流下来 我以为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 读懂了我的隐医的威奥拉公主 可不能这么得意 我能从她对她的态度 和眼神中感受到真诚 好久没这么夸过人了 Nellarch突然有种强烈的 想要被Selena亲自表扬的愿望 不过 她身为大剑皇 并没有表露出来 其实 就算你识破了我的不为人知 也不用离开 勿望我宴会 其实 为了勿望我宴会 威奥拉公主也尽力了 她什么都知道 她会见了首席设计师卡洛 准备了很多东西 而她身上穿的那件浅紫色长裙 正是矮人族高手 库鲁姆库鲁姆的杰作 我实质在我出现之前 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仿佛他们 是针对这场 勿望我宴会的主角一般 奇怪的是 她竟然敢离开 勿望我宴会 单独和赫拉公主在一起 我认为 她向我传达了某种信息 瑟琳娜超凡的头脑 想出了别人想不到的事情 我看到和误解了太多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塞琳娜由衷地佩服 威奥拉 至少这不是一个 12岁孩子的选择 塞琳娜看到的中提琴 是个天才 看你给我发 这么多多逼人的信息 塞琳娜的眼角和唇角 勾起一道弧度 以后 我觉得可以理解为 我要为帝国打拼的意思 准确来说 应该是 想要复兴帝国和贝拉图 我们不应该拭目以待吗 东大陆有一句名言 成熟的树 可以从子叶中识别出来 他说 一棵容易变成中提琴的树 我想是这样 我计划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正式进行求探 我觉得 我要成为我帝国的一棵大树 它是一个有足够热情的孩子 换句话说 孩子递交了工作申请 非常非常好 我感觉好极了 我找到了一棵优秀的梦想树 你能抱抱我吗 同时 回到房间 维奥拉觉得有些冷 为什么这么冷 又一天过去了 勿忘我宴会第三天 许多贵族家庭的后裔 开始形成某种团体 维奥拉决定 假装参加 勿忘我宴会 想来 不参加宴会 也太显眼了吧 参加完宴会后 大家对塞琳娜的求婚很感兴趣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特别的 出色的 既然露娜大人在我们身边 那至少 也包括其中一位吧 你被高估了 难道托因斯王子 不是我而是贵族吗 维奥拉被四处传来的声音逗笑了 赫拉问道 你的表情怎么了 只是 因为大家都很可爱 可爱吗 嗯 在维奥拉眼里 他们都是孩子 一群十二至十七岁的男孩和女孩 至少从小学到高中 他甚至不是高三 而是高一 当那些孩子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说 你是最好的 不 你是最好的时 我觉得这很有趣 也很可爱 留下台朵拉一个人在旅馆 维奥拉和赫拉一起享受了宴会 你参加勿忘我宴会的初衷是什么 我告诉你了 报复瑟娜 因为你敢动我妹妹 我该说什么才能让赫拉明白 如果是原作中的中提琴 你会说什么 咦 这样说可以吗 我觉得拔掉舌头也不爽 除此之外 在勿忘我宴会上 我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做的 出色的 本来 维奥拉在勿忘我宴会上 想做的是结交雷蒙男爵的双胞胎儿子 一边按照雷蒙双胞胎的要求 一边努力把宴会的压轴布置得很好 作为参考 雷蒙男爵家族 是位于黄金大道边上的男爵家族 虽然现在没什么可看的 但未来 他们会建立一个庞大的工会 雷蒙工会 雷蒙商人与大地商人联合起来 随着两大工会的联手 他们迅速崛起为 大陆上的龙头工会之一 而那股力量 已建的形式 返回给威奥拉 总之 一切都白费了 赫拉问道 我不会告诉你 嗯 因为 斯里娜的替身 出现了几个变数 我把中提琴想象成一位公主 她突破了变数 实现了她的目标 因为变数太强 无法刺穿 赫拉踢了一脚笑了起来 我喜欢中提琴的回答 我看错我弟弟了 我想 White Bellto 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退 在这方面 中提琴被赋予了 令人钦佩的品质 因为你分清楚了 什么时候该逼 什么时候不该逼 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行动 这是公围吗 是的 表扬 同时 从远方醒来 哇 听到一声响动 很明显 杰里米出现了 让我们避免它 避开杰里米 是如此容易 每到杰里米出现的地方 少女们都会惊呼尖叫 也正因如此 威奥拉才能够清楚地辨认出 杰里米所在的位置 威奥拉推着赫拉的轮椅 再次笑了起来 这里 也充满了书艳 世界上所有的罪人 都在颤抖 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杰里米王子 不是神父吗 你对大田有什么看法 为什么他如此美丽 或者 我不能 我得赶紧去我父亲的地下室冷冻室 看到杰里米王子 让我的心都融化了 或者 威奥拉过了河 轻蔑地挠了挠头 河 挺新鲜的 即使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除草剂 都会颤抖 他一边说 地下室有一个叫做冷酷的豪华空间 一边炫耀自己的财富 还充分利用了连接待员都颤抖的双手说话方式 小姐姐 你也觉得吗 他闻起来像杰里米王子 你是说香水吗 不 这是我的口味 事实上 杰里米没有听那些话 我想我刚刚看到了中提琴 他唯一的兴趣是中提琴 我根本动不了 只要他稍微动一下 就会有无数的小姐姐围着杰瑞米 我想和杰里米谈谈 但我不能无视他们 请 请走开 杰里米今天不能见威奥拉 塞纳发现 赫拉和威奥拉坐在轮椅上四处走动 杰瑞米无法靠近威奥拉 而塞纳却能够轻而易举地靠近威奥拉 赫拉公主 威奥拉公主 在宴会厅见到你 给我一种全新的感觉 塞纳的眼睛从头到脚扫射了威奥拉 你头上戴什么事物 你的耳环和项链是什么 你做什么样的戒指和手镯 这件衣服是哪个家庭 哪个设计师做的 鞋子的细节是什么 就像战场上的骑士一样 她读懂了对手所有的兵器 听说贝拉图家的孩子都是正直强壮的 不太在意自己的外表 我向贝拉图的所有人表示敬意和赞扬 换句话说 就是你们野蛮不懂时尚 看你们怎么打扮 也不在乎 一些跟在塞纳身后的孩子 似懂非懂似的 轻轻笑了笑 和威奥拉大人面对面的感觉真好 她故作文雅 扬起扇子 扇子上刻有 Louis Barton家族的印记和数字漆 这意味着 她是Louis Barton的限量版模型 她身上戴着多达六枚 有五颜六色的宝石制成的戒指 滑彩四翼 呵 真的交往过正你认为 那真的很漂亮吗 这条项链 是用大颗的珍珠编织而成的 鸡蛋又大又厚 弄得我嗓子疼 谢谢 我听说 玛丽 安托万家族 在他们的母亲处境和环境中 追求出类拔萃的美丽 当然 玛丽安托万家族 重视尊严和尊严 所以 你也把珍珠项链 戴在猪脖子上了 威奥拉的目光 转向了瑟娜公主的脖子 塞纳公主等几名子弟的脸色 顿时僵硬了下来 呵呵 威奥拉大人 真是会开玩笑啊 紧接着 塞纳公主身后的孩子们 也跟着笑了起来 Belay 2 甚至在猪脖子上 戴珍珠项链吗 多么奢侈的话 Belay 2 斩首一头猪 我又看了看瑟娜公主的脖子 塞纳与威奥拉的目光相遇的那一刻 她感觉整个世界都凝固了 我的指尖开始颤抖 对于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 茁壮成长的瑟娜公主来说 中提琴的气势 几乎要了性命 好的 贝拉托也很强 请在社交聚会上 用柔和的微笑 隐藏你的强硬 这是一种高尚的说法 像你这样的野蛮人 是不适合社交聚会的品种 看到瑟娜公主在受惊的时候 还说了些什么 真是太可爱了 塞纳直到最后 都表现出了她的骄傲 哦 威奥拉公主 有没有和杰瑞女王子谈过话 问题一出 她条件反射地回答道 不多 冷汗从威奥拉的背上流下来 库如母库如母大师的裙子 瞬间蒸发掉了冷汗 但脊背上的寒意 却继续蔓延 和 这是什么目光 就连流淌出来的歌剧旋律 哈哈哈哈 无数人说笑的声音 似乎都听不见了 她感觉到 身边无数的小姑娘 一下子围在了自己的中提琴身边 齐刷刷地朝自己的方向望来 还有杰里米 这个世界的初代偶像 和杰里米出去玩没什么好处 我想 如果我在这个充满极端粉丝 和罪人粉丝的世界里 炫耀我和杰里米的友谊 我就能得到一个目标 我懂啊 我和杰里米王子谈过话 塞纳的脸上 充满了镇定 她似乎正在享受胜利者的胜利 你说好以后陪我吃顿饭的 眼睛在倾泻 塞纳似乎很享受那种注视 啊 好的 玩得很开心 这不是特别令人羡慕 也不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和那个讨厌的杰里米一起吃饭 有什么大不了的 维奥拉决定 暂时避开这个座位 塞纳也是塞纳 但那是因为 她能看到杰里米走近了 我推着轮椅想离开 但塞纳顽强地坚持着 维奥拉公主 你愿意和我一起 享用冰沙吗 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杰里米王子 嘿 不要碰 我不想和杰里米约会 杰里米一定是笑得很灿烂 假装无知 但这让工作很累 我工作很忙 塞纳认为她抓住了维奥拉的弱点 维奥拉显然害怕杰里米 或者有很多耻辱 或者 她想 她可能因为与杰里米王子关心密切 而产生强烈的嫉妒心 反正没关系 你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吗 维奥拉 我等不及要看你丢脸了 她握住维奥拉的手 她表明了永不放弃的意愿 我们的厨师用蓝莓做的橙汁怎么样 杰里米走近了 呃 终提琴 我们终于见面了 我想你 如果你弄脏了你的背 生活就会很累 维奥拉不得不认真考虑 要不要撞倒塞纳逃跑 但是之后 不知从哪里传来奇怪的命令 皱纹犹如歌声 不断在宴会厅内流淌 从沙漠吹来热风 阿末吹来肉风 阿末吹来肉风 阿末吹来肉丰 阿末吹来肉丰 小说中出现的范帝国恐怖组织疯狂 经常以人类为媒介制造自杀性爆炸事件 从沙漠吹来热风 正是这个咒语启动了狂热的杀戮魔法 也就是说,以人类为媒介的爆炼魔法 据说很快就会在这里实现 如果它爆炸了,这里的每个人都会死 威奥拉急忙环顾四周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热潮? 勿忘我烟灰这么大规模的插曲 不,我不会首先讨论尺寸 Jeremy挑了出来,Selena出现了 原作中的《勿忘我夜宴》规模已经走远了 但甚至出现了一种热潮 Chris是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恐怖组织 直到后半段才得以妥善展现 我本以为,狂热会公然出现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勿忘我的宴会》一集中 我必须找到它 这里有人被改造成了神奇的生化炸弹 据说爆发力足以炸毁一座宫殿 是谁? 孩子们也四处张望 我不知道像中提琴这样的细节 但我很好奇是谁在唱《沙漠吹来热风》这首歌 很难发现任何仙兆 在爆炼魔法完成之前 很难查出是谁是爆炸的媒介 所以帝国很难找到应对的办法 威奥拉想不出回应的方式 再这样下去 所有人都会死 姐姐 等一下 暂时留下赫拉一个人 威奥拉开始往某处跑 啊 从三三两两聚集的世家子弟中 他如于得水般迅速逃走的地方 是宴会厅主持人的讲台 那里是坐在椅子上休息的塞琳娜 戴心所在的地方 察觉到保护塞琳娜的守护骑士与众不同 他拿出一把木剑滋味 停止 威奥拉本能地躲开了木剑 喘着粗气靠近了塞琳娜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她是什么 塞琳娜没有问为什么 她也曾听过一首类似咒语的歌 沙漠里吹来热风 觉得很奇怪 钟提琴一定知道那首歌 魔法轰炸的可能性很大 守护骑士的眼睛瞪大成铃铛大小 脸上明显带着疑惑 但塞琳娜却一点都不激动 喷泉 注意你的表情 因为这个脖子是集中在这边的 你的表情会引起宴会厅的混乱 塞琳娜不愧是帝国的大臣 尽管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报告 她仍然保持冷静和稳定 听到塞琳娜的话 守护骑士山姆才收敛了表情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你凭什么这么说 这个魔法我知道 你是指之前听过的那首歌吗 这不是一首歌 而是一首以歌曲形式出现的魔法咒语 这个魔法涌唱以人类为媒介 产生了强大的爆炸 这里是西利尔侯爵的侯府 有双重和三重屏障 来阻挡邪恶的黑魔法师 并保持着坚不可摧的安全性 在塞琳娜看来 维奥拉这话很失礼 说到底 就是一个无视海瑞斯侯爵的安全和能力的词 普通的大贵族 对这种情况感到愤怒 与其真正生气 他这样做 是为了家族的荣誉 和保护家族的守护骑士 和巫师的面子 但是塞琳娜有点不同 那些事 维奥拉公主不可能不知道 我暂时相信公主 塞琳娜宁愿安全胜过自己的面子 和家庭荣誉 在听详细解释之前 我先行动了 发现了一腐烂的食物 我犯了一个我神志不在乎的错误 有集体食物中毒的危险 今天的宴会就到这里结束吧 如果你回客栈等着 我们会派出属于海利尔斯侯爵的治疗法师和神官 塞琳娜把场面控制得井井有条 就好像经历过几次这样的灾难一样 能够毫发无伤的安全回家 剑皇奈拉赫躲在天花板上 监视着塞琳娜 仍然漂亮 为了今天 她还学会了一个之前没有掌握的前行术 那是直接从被称为隐身大师的下都家族家主那里学来的隐身技能 我相信没有人会注意到 就算是塞琳娜也不会发现她躲了起来 从沙漠吹来热风 咒语也被躲在天花板上的内拉赫听到了 我也注意到那不是普通的歌声 什么 她追查这首歌是从谁的嘴里发出来的 很难追踪 但并非不可能 那是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金发男孩 但是这个男孩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他创作了那首奇怪的歌曲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有些奇怪 但我想不通有什么奇怪的 在那之后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姐姐 等一下 钟提琴的声音传来 奈拉克再怎么是剑皇 处理魔力的能力也是逆天的 即使是已知的无人驾驶者 也无法如此清楚地听到每个人的声音 这个地方被至少数百名贵族子弟和管弦乐队的喧闹声弄得一团糟 我没有使用法力 那只是一个声音 我从未感受过如此强大的声音 就像听到了苍鹿的声音 奈拉克瞪大了眼睛 那个动作在发现塞琳娜对维奥拉感兴趣后 内拉克对维奥拉进行了自己的研究 这是一个自发的调查 希望能对塞琳娜有所帮助 能不能表扬一下 贝拉图达 不仅仅是跑步 本能的 她直接从缝隙中钻了过去 以最快的效率 最好的路线向着塞琳娜袭来 她的动作非常流畅和快速 太奇妙了 就像小时候看到美迪亚一样 不 她比当时的Media更快 更灵活 显然 由于宴会的兴致 当时比美迪亚小得多的维奥拉 占据了优势 不管怎么说 中提琴的动作都是天赐的5G动作 但接下来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你有没有避开守护骑士的木剑 塞琳娜的守护骑士是三等骑士 事实上 内拉克想附上一个被赋予新的骑士 但被塞琳娜拒绝了 据说 拥有如此强大的名门骑士附在宴会厅上 本身就有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感 另外 那个级别的骑士 各有各的职责 各司其职 不过 还是三等骑士 当然 三等骑士萨姆并没有权力挥舞 并不是 要攻击威奥拉 只是阻止她的一击而已 内拉克曾与三等骑士萨姆 切磋过数次 我自己测试了我的技能 她是塞琳娜手下的守护骑士之一 倒是没大意捡起来 山姆绝不是一个弱小的士兵 我要疯了 显然是白色Billay 2 而不是黑色Billay 2 你怎么能表现出这样的运动 俗话说 建议之实 她是一个具备成为一流军人素质的孩子 维奥拉的动作 至少与年轻时的美迪亚相当 甚至超过了美迪亚 她拥有不可思议的天赋 之后 宴会结束 从天花板上 听到维奥拉的话的尼拉奇 撒下魔力来传播灵气 那个男孩 男孩在哪里 我闭上眼睛 回忆当时的情景 身为巅峰舞者 她将自己见过的所有世界 都在脑海中不知不觉地组织起来 宴会厅里的情况 开始一一浮现在脑海中 她没有亲眼看到 也没有意识到 但她那天才的大脑 却将刚才的情形 全都记住了 在她的记忆中 她发现了一个金发少年 我在一栋 搬出 奇怪的 这绝对是奇怪的 看来威奥拉的报告 并没有完全错误 看看山姆 是如何 甚至没有注意到奇怪的 有一种三等骑士 察觉不到的微妙异样感 感觉少年的心里 好像有魔力在蠕动 一旦压制 她利用隐身和步法 抓住了男孩 并将他击倒 我敢打赌 没有人看到他 对吧 当然 如果你的技能 一直练到这种程度 你可能已经认出了 其中的一些 比方说 维奥拉的管家杰农 或者赫拉的管家 艾尔莎这样的战士 就会看穿 他的一举一动 尽管如此 大多数人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躲在天花板上 拔出剑 本 瞬间提升法力 怀着羽剑合二为一的感觉 我迅速挥剑 一击斩断什么东西 男孩 幸运的是 男孩没有死 幸运的是 他被切割得很好 剑皇奈拉克 斩断了少年身上 散发出的强大气焰 断爆这个概念 对于普通人来说 是无法理解的 但是对于剑皇 涅拉克来说 却已经足够普通了 引发爆炸的 浓密魔力流和建筑物 本身都被劈成碎片 他只是一剑挥出 只是短短的一瞬 便有万道剑气四萨去 美得 内拉克 内拉克从天花板上跳了下来 他把金发男孩放在地上 我需要一个解释 维奥拉夫人 他在赛琳娜面前 是个害羞的男人 但在维奥拉面前 就不一样了 维奥拉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剑皇涅拉克 我一看到 他就知道了 眼前这个俊美男子 想必就是剑皇尼拉克 剑皇涅拉克身上 散发出的气势 与常人完全不同 至少 因为他亲身经历过自己的父亲 苍鹿公爵数次 所以 在承受这沉重的压力时 他还能喘口气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咒语的 又是怎么遇见到爆炸的 你表现得 好像什么都知道 维奥拉再次咽了咽口水 我不得不搬家 因为我要救人 但我没想到 会发展成这样 怎么本该在君王府的皇帝 还在 我应该回答什么 内拉克冰冷的声音继续说道 根据回答 根据回答的可信度 女士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所以 在回答之前要考虑清楚 我现在认为 英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嫌疑人 毁了 她没有上前 而是代替了塞琳娜 请稍等 陛下 维奥拉对她的出现并没有太惊讶 因为她知道 塞琳娜从一开始 就是能够打断和阻止皇帝的人 陛下再厉害 也要遵守原则 塞琳娜看向维奥拉 如果需要 维奥拉大人 可以指定律师 这是因为 我所说的一切都可能对维奥拉夫人不利 如果维奥拉夫人指定律师 我们可以等足够的时间 维奥拉回过神来 我无法从我的律师那里得到帮助 塞琳娜说话很热情 但这就是对塞琳娜的考验 塞琳娜基本上是一个相信人的角色 我不会无缘无故地相信 塞琳娜对那些表现出自信的态度和坦率的外表的人很有信心 主要是因为她有极好的洞察力和辨别力 所以说 塞琳娜是一个仅仅通过观察和试探 就能很快掌握人的真实意图的角色 在犹豫的时候 任命一名律师对我不利 不仅如此 中提琴是Belletue 贝拉托因为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 而聘请律师 这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怎么样 这就是我过去五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已经习惯了很多 现在我的对手换成了Nalek和Selina 我不需要律师的帮助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值得被质疑的事情 那是皇帝陛下的事情 我不认为你 而不是塞琳娜 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 威奥拉夫人知道什么 是的 这是一个秘密活跃了好几年的热潮 小说里写着Selina早就知道疯子 那里所指的很久以前从来没有被准确地说明过 拜托 你应该知道 这是第一个按钮 我看着她的眼睛 却无法从塞琳娜的表情和眼神中读出任何东西 不 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我连忙摇头 如果Selina的替补 知道就好了 但我只需要引导局势对我有利 这样即使她不知道也没关系 我五年前就知道了 关于狂热 她又一次对上了塞琳娜的目光 她似乎在等待塞琳娜的回答 那是我七岁 也就是说 七岁的威奥拉知道什么 部长塞琳娜不知道的细微差别 威奥拉并没有就此止步 这是我七岁就知道的事实 但我想塞琳娜部长也不会不知道 她表现出微妙的信任 塞琳娜不得不回答 威奥拉大人是在逼我回答 我的回答是 我知道 随她去 塞琳娜轻笑道 虽然没有给出准确的回答 但她正确地读出了威奥拉的意图 威奥拉从容地笑了笑 她的心在内心颤抖 回答道 请说这是信心和期待 而不是胁迫 我明白了确定性 那是一种怎样的期待 我见到的塞琳娜部长 比任何人都聪明 也更伟大 足以将黄金大道献给皇上 这些话是真诚的 塞琳娜是一个只为帝国的繁荣发展 而不是为政权或利益而战的角色 韩亚琳很喜欢 斯琳娜的长相 我非常喜欢 斯琳娜部长的形象 除了演技 还有诚意 眼光极好的 斯琳娜独出了真心 从某人那里得到那种信任和爱感觉很好 伟大的 我知道热潮 这就是维奥拉夫人想听到的吗 是的 维奥拉点点头 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些 不过 塞琳娜在这个满嘴胡言乱语的贝拉托之营里 算是比较有常识的人 而不是像仓路公爵那样 凡是小心翼翼的人 相对来说 比对付仓路要容易得多 我研究这股热潮已经很久了 很少有人知道这种热潮 连皇帝陛下都没有禀报过的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风流的 因为与我有身后关系的人都与这股热潮有关 威奥拉依次说出名字 台元 西克森爵士 豺狼爵士 甚至是管家艾莎 他们有一些共同点 台元是威奥拉的半生剑 霍克森爵士是仓路公爵的战友 曾经的前黑镜 豺狼爵士是风暴剑 只是艾尔莎 你是说南方的剑魔吧 是的 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我救了被绑架的台元 至于其他人 他们所爱的人都被绑架了 埃克森爵士和迪肯尔萨有一个女儿 Jacko爵士有一个儿子 威奥拉平住呼吸 平静地继续说道 除了台元 我还以为其他人都没有落到被绑架的地步 即便如此 我还是被绑架了 甚至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 西克森以残疾人的身份生活 豺狼突然与贝拉托作对 而埃尔莎则以剑客名声大噪 那种级别的无人士兵 失去亲人很奇怪 但他们表现出同样的无厘头行为 也很奇怪 事实上 这样的人多达三个 这会不会是巧合 一个个单独看的话 可能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但是如果全部连在一起 那就奇怪了 所以我发现 有一个团体在系统地 有意识地做这件事 我也发现这个团体的名字叫Craise 我请求西克森勋爵 作为证人 来支持我的主张 看来你对这股热潮 做了很多研究 我认为没有必要传唤西克森勋爵 因为我也知道疯狂 那么威奥拉大人 是怎么知道 使用人类媒介的魔法炸弹 会爆炸的呢 威奥拉偷偷咽了口口水 从现在开始 他是真实的 我有一颗杀手之星 我瞥了一眼内拉赫 如果皇帝陛下和瑟琳娜大臣允许的话 我想给您看看 可以吗 内拉起点点头 威奥拉养育了他的生命 小说主人公威奥拉的身体 对威奥拉的意志 做出了轻而易举的反应 威奥拉的双眼通红 开始散发出大量的生命气息 内拉克看着威奥拉的眼睛 你的皮肤多刺 在十二岁的时候 我从未见过 能呼吸那么大的人 就一个人的生活而言 他是三等骑士 而且不止于此 那是一句生来就有 基本生命的躯体 很明显 那是几百年 才诞生一次的肉身之子 我并不太惊讶 威奥拉生来就有肉 这不是因为我不知道 我只是用眼睛 确认了我脑海中所知道的 我天生就是肉身 有着比谁都对生活敏感的脾气 摆脱它比提高 它要困难得多 原来如此 不过 这具身体 有些不同寻常 身心分离 哪怕是稍有分心 都会让体内固有的命脉消失 正是这一部分 让内拉起感到惊讶 你瞬间摆脱了生命吗 从字面上看 他是自由自在地处理生活 这只意味着一件事 我对肉体有完美的控制 威奥拉在剑皇奈拉克面前 证明了这一点 世世代代都知道 天生具有肉性的人 是极其危险的 威奥拉在显露肉体本性的同时 也在皇帝面前 展示着自己的控制力 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没有任何干扰 不是没有分心 而是把这种情况下 能拿的好处都拿走了 的确 那是铁血公主的态度和态度 尽管生活很敏感 但我能够读出 这个男孩的状况 不正常的事实 其实 这是一个谎言 不过 多亏了威奥拉先进的话语 和自信的神态 塞琳娜才没有了疑虑 而且 我以前也经历过 类似的案例 在我最喜欢的商店 埃兽拉塞 这一次 她的目光转向了塞琳娜 很显然 塞琳娜当时应该知道这件事 这是一件大事 那是造访过东城的 希尔兹爵的长子 泽尔顿 被斩首的事件 我很清楚 威奥拉大人 不是作为特使派来的吗 我以为会有内幕 但是 是的 泽尔顿沉迷于黑魔法 放任不管的话 很有可能会发生大爆炸 有人试图将泽尔顿王子 变成生化炸弹 有这样的事情 塞琳娜并没有太意外 塞琳娜也处于调查结束的境地 虽然还没弄清楚 子爵夫人的事情 但塞琳娜已经知道 泽尔顿沉迷于黑魔法了 塞琳那点点头说道 在认识到 存在着名为热风的邪恶团体 这一事实的状态下 通过失去理智的优秀战士的行动 他们发现自己 受到了某种黑魔法的影响 并且在认识到热风的事实之后 封使用的是黑魔法 死者 我可以解释 为我通过泽尔顿王子 注意到了魔力爆炸吗 是的 再加上 我以自己所拥有的杀器之力 察觉到这少年的异样 确信 那是热浪设计的魔力炸弹 你可以看到结果 威奥拉故意耸了耸肩 结果说明了一切 威奥拉的话一字不漏 神态凝重 甚至连剑皇都赞叹不已 真是个孩子 就算她再自信 也从没见过小姑娘 在尼拉赫和塞琳娜面前这样说话 但事实上 威奥拉很想哭 为什么是我 的确 她必须这样做 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奈拉赫和塞琳娜的眼神太沉重了 请不要用好眼光看着我 我去帝国侦查 这听起来像是幻觉 发生这种事 对威奥拉从来都没有好处 这就像避免最坏的情况 并面对较小的邪恶 我希望我受长 而幸福的生活 不会有任何问题 请不 我不能 我需要在他们身上放一个烟幕 这样 他们就不会侦查到我 威奥拉决定补充一句话 无意间 她展现了自己作为附身者的智慧 我对此并不后悔 如果她不挺身而出 恐怕就要发生大祸了 收到帝国的侦查员邀请 总比丢几十上百条命要好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我宁愿炫耀我的聪明才智 我稍微改变了策略 让我们看起来像一个 一夫一妻制的将军 因为对我们的美貌过于自信 而妨碍了组织的合作与和谐 看样子 那个位置 似乎是目前最好的位置 我想 现在是陛下进攻的时候了 现在主动权交给了威奥拉 有一点 君主帝国一直都在强调 这就是原则 当原则崩溃时 一切都会崩溃 奈拉一生都坚持原则 也就是 直到她爱上了塞琳娜 但是 皇帝陛下 却是君主唯一的太阳 谁敢说日出日落 威奥拉的目光 转向塞琳娜 但不代表塞琳娜 当我提到塞琳娜 这个尼拉克唯一的弱点时 尼拉克皱起了眉头 你是什么意思 瑟琳娜大臣一定是知道 皇帝陛下躲在这里偷懒了 一直在远处观察情况的杰农 不由清了清嗓子 嗯 就连泽农也颤抖起来 你再开玩笑吧 谁会对皇上 说出这样的表情 就算不是中提琪而是苍鹿 也不能用这样的表达方式 那副表情 本身算不上什么大罪 却足以得罪皇上 要看透一切的塞琳娜 如果没有感受到 自己最爱的爱人的存在 那本身就是一种失格 威奥拉大人 我觉得还是演示一下比较好 Nell Arch没有演示她的不满 就算其他都原谅了 也很难原谅她 绊倒了塞琳娜 威奥拉的身体颤抖着 啊 我怕死 好在这件矮人族的奢侈品 但紫色的裙子 把惊奇的症状都给掩盖了 身体的颤抖 体温的变化 肌肉的微小运动 涵盖了所有这些 换句话说 这件衣服是一个很好的面具 但是塞琳娜拍了拍手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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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提琴来说 这听起来像是死神的声音 为什么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鼓掌 这不是鼓掌的时机 而是一种非常常识性的反应 比如那个倒霉的小男孩说 他的品位很高 威奥拉大人 你知道你现在的样子 对你的社交生活 没有多大帮助 对吧 我只是说实话 大祭司是帮助太阳的位置 本该帮助太阳留在原地的 我在我的组织生活中 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尽管这样说是对的 但他说与老板顶嘴会损害团队合作 所以请放下我 你当然是对的 我会问你一件事 在威奥拉大人看来 我是不是很有见识 是的 渐渐变得焦躁起来 作品中的天才人物 以不同寻常的方式 引领了局势 不知为什么 今天就有这种感觉 那我真的不知道 今天热浪的恐怖主义吗 你不知道 威奥拉真想大声喊出来 但是我喊不出来 说我不知道 会与威奥拉所说的一切相矛盾 谁能悄无声息地 阻止轰炸的狂潮 塞琳娜轻笑道 帝皇陛下亲自前来 阻止了一场浩劫 因为帝国的梦想之术 即将被摧残 我不知道它有这么深的意义 不 不可能的 塞琳娜的笑声越来越浓 威奥拉也跟着越发焦躁起来 是的 是的 当你公开展示你所有的野心时 你不必假装那么谦虚 是的 我有暴露我的野心吗 什么时候 威奥拉的胃越来越紧 不 我真的不知道 姐姐 威奥拉大人一向很聪明 从明远出道到现在 一切都经过精心策划和感动 我从来没有那样 我跑了 威奥拉想哭 但哭不出来 而此时 我和皇上陛下 坚持我的回答 提出了一个会冒犯我的事实 绝不会是聪明的威奥拉小姐 不 她可能是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不是那种人 不该那样做的人 一定是有目标的 越听 斯雷奈越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深坑里 我觉得自己快要淹没在蚂蚁地狱里了 喘不过气来 目标是什么 那 她一定想确切地知道 是谁阻止了爆炸 本来应该爆炸的 陛下一出现 您一定已经预料到了 内拉奇只是静静地看着赛琳娜 对于现在的奈拉克来说 情况并不重要 如此美丽 在奈拉克的眼里 斯雷奈优雅而美丽 痴迷于剑的内拉赫 此刻也痴迷于赛琳娜 就这样 赛琳娜 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 内拉奇没有打断赛琳娜的话 也没有做其他事情 一瞬间 一瞬间 我听着 斯雷奈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在她的世界里 似乎只有一个赛琳娜 赛琳娜继续说道 我完全理解那种真诚的求知欲 我心脏病发作了 但没有身体症状 你肯定想检查一下 赛琳娜将注意力转向了为她疯狂的内拉克 不是说是陛下阻止了爆炸吗 确切地 你是怎么阻止的 切 内拉克像是被催眠了一样 机械地回答 眼睛一直盯着赛琳娜 赛琳娜又笑了 如何 好奇心满足了吗 是的 有些事情似乎很不对劲 但我不能争辩说她不是 我一边哭一边吃芥末 来承认她的话 威奥拉夫人 还有一项优秀的品质 我有优秀的品质 你有没有 一种即使冒一点风险 也能解决求知欲的态度 我认为 这种态度 是取得巨大成功的条件之一 赛琳娜提出了一个非常规的提议 如果你以后有任何问题 请随时直接问他们 不像今天这样 多多转转就好了 谢谢 既然我已经对威奥拉大人的优秀品质和外貌 有了足够的了解 希望下次有机会 我们能热情相见 那晚 赛琳娜更新了她的星探名单 本来是从第一到十写的 但是在上面加了第零位 这是Selena替补上榜后的第一次 第零名 中提琴贝拉图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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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马车 塞班马克斯 侧头看着眼前的俊美男子 不出所料 他很漂亮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美的男人 一个上瘾的男人 危险地让人不敢靠近 却又离不开他 那个人是海伦 贝拉图 有Selena的传送报告 我可以看吗 Haren点点头 Seven Marcos读了报告 于是 威奥拉大人阻止了这场灾难 据说对塞琳娜的替身 也颇有好感 除此之外 我还获得了 与Selena部长的交流权 公爵 塞班马克斯 一边对报告的内容感到惊奇 一边认为 公爵会很得意 报告的内容令人惊讶 12岁的Belle Ato 只展示了他能展示的最好的一面 出现在剑皇涅拉克 和塞琳娜面前的 威奥拉的身影 反而是贝拉图本人 但你为什么看起来很不高兴 塞班听不懂 有没有比这更完美的消化 贝拉图的方法 仓路公爵 可能有这样的方法 报完很快就闭嘴了 车厢内 弥漫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过了一会儿 海伦开口了 西班 是的 公爵 你倒是知道塞琳娜的是吧 这是正确的 告诉我 你所知道的 塞万把他所知道的 关于塞琳娜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C邦和Selena 从小就是朋友 他们再一次勿望 我的宴会上相识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至今仍是好朋友 他最近有什么兴趣 听说你热衷于挖掘 未来帝国繁荣的木材 看来威奥拉大人 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每年都去侦查 这是正确的 每年的1月1日 被官方心探 是不少师家子弟羡慕的对象 赫伦不太喜欢那样 冬天是否不足以容纳中提琴 虽然不是那样 但也不是威奥拉大人 成长的肥沃环境 人类在极端环境中 长得更高 说完 海伦就沉默了 塞班觉得有些奇怪 公爵今天话很多 他是那种不到万不得已 什么都不说的人 可这几天话 倒是不少 听起来你讨厌童子军 如果你选择了白色 贝雷特的道路 那么被侦查 反而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他将作为 巨大增长的基础 但赫伦似乎并不喜欢那样 真奇怪 奇怪的是 他更有吸引力 他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人 他没有试图去了解赫伦 我只是欣然接受他 做一种魅力 虽然希里尔斯侯爵的荣誉 受到了些许损害 但勿望我 宴会还是顺利进行 威奥拉努力躲开杰瑞米 勿望我宴会也告一段落 勿望我宴会第六天 塞纳公主执着地追求威奥拉 终于遇到了威奥拉 在她不知不觉中 她的团队已经发展到七人 威奥拉公主 塞纳略过中提琴 又是同样的衣服 你怎么能连续五天 穿同样的衣服和配饰 不过其他配件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而且看起来化妆方法 也发生了一点变化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谁给我的 但看起来 他们会承认这个妆容 如果化妆师的技术很出色 我会怎么做 不过上战场的名媛 当然需要漂亮的配饰 和出众的衣服 维奥拉是个白痴 连最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好 至少塞纳是这么看的 尤其 那个笨拙的戒指 没有任何的光彩 引起了我的注意 五天都戴着同一枚戒指 即使你对社交圈没有常识 你在做什么广告 说Blai2很穷 塞纳在心里嘲笑威奥拉 我想送威奥拉公主一件礼物 可以吗 她拿出一个首饰盒 这是一枚包含我的新的戒指 换句话说 那是一条红线 是一次又一次 戴着戒指的嘲讽行为 以色纳公主为首 站在后面的六名男女 都笑眯眯的看着那把钟提琴 钟提琴恼怒的笑了 是的 这是我们只听说过的群体欺凌吗 在活在现代的威奥拉眼里 真是幼稚 换句话说 这是一款独一无二的游戏 Eugin Sanna和阵战 他们似乎认为他们聚在一起时 可以做任何事情 包括塞纳在内的七人 四个是女人 三个是男人 其中一个脱颖而出 因为他比同龄人大得多 你想的是透明的 透明的 他们似乎在期待威奥拉的反应 她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似乎想要大哭一场 她几乎是可爱的 威奥拉只是盯着手势和看了一会儿 塞纳对自己的胜利充满信心 笑了起来 我的手臂很重 你觉得威奥拉公主 不会接受我的诚意吗 我们足够亲密 可以交换礼物吗 还没有 但我想很快就会了 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 威奥拉笑着 看着另一边的塞琳娜 Selina 好像对这个感兴趣 Jeremy也不在 这是最好的时机 让我们表现得幼稚些 把塞纳变成敌人吧 这个数字 对于Selina的替身来说 会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数字 玛丽 安托万公爵家族 是帝国三大公爵家族之一 在这一点上 是权贵中最强大的家族 要是和塞纳这种人家的女儿 闹孩子气 塞琳娜肯定会失望的 这是一个 让赫拉报仇血恨的好机会 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好朋友 威奥拉用食指碾着头发 我不需要塞纳公主这样的朋友 是的 塞纳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恢复了冷静 好的 这会伤害你的自尊心 除非你是个白痴 否则你会知道 为什么要交出戒指 我敢肯定 威奥拉的自尊心 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这不是你反应 如此严厉的原因吗 这么一想 塞纳心里轻松了几分 我很心烦 你怎么可以这样 无视我的诚意 然后 站在塞纳身后的一个男孩 走上前来 他的名字叫扎基拉 他是吉利地区 一个贵族家庭的孔子 他是七人组中最大的男孩 并且脱颖而出 维奥拉公主没有礼貌 塞纳公主真是太好了 扎基拉看似客气 却溜之大吉 扎基拉觉得 今天是打动 塞纳公主的大好机会 便主动上前 他在同龄人中 个头很大 而且一副冷峻的样子 所以一戴上脸 同龄人就会缩水 但这是什么 你是谁 维奥拉并没有被 扎基拉的出现吓到 远非害怕 而是可笑 什么什么 知识分子没有明确的名字 真的很有礼貌 你知道我吗 在没有明确声明的情况下 提出异议 或发表评论 是不礼貌的 当性别不同时 更是如此 维奥拉一边挠着他们的心 一边奇怪地照顾着辩解 扎基拉一时间 说不出话来 这对他来说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 我的 我的名字是 扎特拉 他来自吉利 是罗本特男爵的次子 那你想说什么 我向塞纳公主 和我自己道歉 为什么 因为你粗鲁无礼 你怎么敢这样 对待塞纳公主 他的眼神 分明是这么说的 扎特拉 来自吉利地区的 Robinthe男爵的次子 我根本不记得设置 据说是贝拉图之影中 从未直接描写过的配角 为什么不请自来 就照顾色纳公主 难难自语 就因为她是配角吗 什么 打错电话了 马利安托万公国 将在几年内消亡 那是烂闲 放手吧 这是发自内心的忠告 跟着色纳公主走的话 什么东西 都不会掉下来 威奥拉哥哥地笑了起来 啊 色纳公主 有没有扔动线 喂 威奥拉公主 你要侮辱我和色纳公主的友谊吗 正确的 友谊 对吧 威奥拉将目光转向塞纳 按这个逻辑 你是在侮辱我吗 她说话的声音很小 但不足以被塞纳公主等人听到 塞纳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没想到威奥拉慧明说 这个蛮族 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北方的贝拉图 人人都称赞他们 是一个伟大的家庭 但塞纳却不这么认为 关于一个外围的地方贵族 事实上 她讨厌贝拉图像她一样 被誉为公爵艺术家 极北的补虫人是什么公爵 一个没有尊严 没有礼仪 没有高贵的部落 洗了眼睛 也无处可寻 你刚才说什么 她就是这么做的 她用手指指着扎基拉 扔东西是一种侮辱 礼貌点 威奥拉公主 我的戒指看起来很不起眼吗 会显得微不足道 用这种玛格丽特花制成的戒指 必须非常仔细地观察 才能发现其特殊的图案和图案 远远看去 就是一枚普通的薄金戒指 塞纳喜欢非常滑而不实的珠宝 所以 设计如此简单的戒指 根本不可能吸引她的眼球 威奥拉漫不经心地 敲了敲塞纳公主的手 答 瑟纳公主手中的珠宝盒 掉落在地 你连明眼人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戒指 听到这句话 塞纳终于爆发了 我受不了你的狠话了 你干嘛一脸得意地看着我 还说 这戒指好大 它一定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嗯 看你对这么一个小戒指如此用心 我应该很清楚 你的眼光和财力 伙计们 这不对吗 呵呵呵呵呵 塞纳公主一行人 捂着嘴笑了起来 我以自己的方式 带着尊严微笑 塞纳眯起的眼睛 转向中提琴 你必须正确地踩她 不然的话 很明显厚脸皮的威奥拉公主 还要继续往上爬 补虫者的行为 就像补虫者 塞纳小声说道 那种笨拙的戒指 在玛丽安东尼身上 随处可见 不撒谎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再傻也不会相信 这戒指流传很广 塞纳认为她有机会获胜 那么她是 一个北方贵族 和玛丽安托万不一样 当然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给你看 我的首饰盒里有 无数这样的戒指 威奥拉等着塞纳 塞纳见状 误以为威奥拉受了重伤 所以 如果你接受我送给你的礼物 你的自尊就不会受到伤害 而且 你看起来会很好看 威奥拉公主 你现在 时机成熟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 塞纳一定是听到了她的小谈话 现在 是结束她的时候了 威奥拉颤抖着 寒冬城主送给你的 是送给你女儿的礼物 请再说一遍 是巫师大师库鲁姆库鲁姆 亲手也练的 你笑我这世上 仅此一枚的珍贵戒指 破就不堪 令人心碎 贵族子弟们惊呆了 突然 巨人的名字出现了 东路领主贝拉图 魔术大师库鲁姆库鲁姆 当两人的名字一出现 周围顿时安静了下来 与此同时 扎基拉看到了 威奥拉的脸和眼睛 嗯 什么样的女孩的眼睛 扎基拉不由自主地 移开了视线 每个人都说 贝拉图是个怪物 他们似乎是对的 只有我们的目光相遇 但感觉我的整个人都僵住了 我的发际线都变软了 担心事情不对劲 当然 这不是威奥拉的本意 我看着自己 被自己吓坏了 片刻的沉默后 塞纳一行人 都哄堂大笑起来 一个礼物 瑟纳捂着肚子笑了起来 那是明显的笑声 礼物 冬季城堡 贝拉图公爵的礼物 千年王爷送你礼物 这是一个荒唐的故事 整个帝国都不会有人相信 现在你出卖你父亲的名字 并找别角的借口 甚至魔法大师库鲁库鲁姆 你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我和蔼地说 贫穷不是罪 贫穷不承认是一种罪过 塞纳对上了 维尔拉的眼睛 想补充一句话 但不能 因此 我无法忘记 威奥拉的表情和眼神 正当我害怕闭上嘴时 另一位年轻女士开口了 是的 威奥拉公主 即使撒谎 也必须说一个似是而非的谎言 如果你发脾气说谎 谎言就会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 这是世界上唯一的戒指 维尔拉并没有很不高兴 但表现得好像很不高兴 我展示了一个 无法完全控制自己情绪的孩子的形象 除了扎基拉 塞纳等人都享受着胜利的感觉 我敢打赌 想不到 千年王爷竟然还有现戒指的风流运势 连路过的狗都会嘲笑他 呵呵 但是之后 宴会厅的门开了 勿望我宴会上 出现了一个 让世家子弟完全意想不到的人 然而 宴会的主人似乎知道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 他用魔法大声说话 今天我们有一位特殊的客人 本来 他不在公众面前露面 但他的伟大和勇敢 已经让整个大陆都为之赞叹 我被邀请是一个惊喜 因为我认为 这会给所有正在实现梦想的人 带来巨大的希望和勇气 极少在社交界露面的北方绝对人物 冬季城堡的领主 海伦贝拉托出现了 勿望我宴是贵族子弟的社交聚会 他们有特殊的传统 第六天 他请来了大陆英雄演讲 小朋友们在聆听演讲的过程中 收获了梦想和希望 然而 这篇演讲有一个特殊的角落 这是因为 一个很少作为演讲者出现的人 直接站了出来 几天前 赛琳娜收到了一封信 海伦 贝拉托公爵 给我写了一封信要求他 他说 他会为自己说话 苍鹿公爵 内拉奇也很惊讶 这是他应得的 但是 不奇怪吗 如果是社交聚会 他会讨厌的 吃惊 他先问的 反正 为什么苍鹿公爵突然决定 做一个勿忘我的演讲 出色的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想拍 你家可爱女儿的出道戏 这是我 从你那里听到的 最荒谬的笑话 不是吗 不可能的 对方不是千年 苍鹿贝拉图吗 无论如何 我认为 这会很有趣 如果是苍鹿公爵 那对他的孩子们来说 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赛琳娜答应了 苍鹿公爵的请求 仍然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是隐隐约约的推断出 他与中提琴有关 还有今天 塞琳娜能够察觉到 苍鹿公爵的意图 毕竟 这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 塞琳娜已经知道了 威奥拉和赛娜公主之间的事情 距离很远 却是一辆提升魔力的汽车 时刻关注着那里的情况 塞娜公主可能没有辨别 这些杰出神器的辨别力 没有什么不妥 就连塞琳娜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也以为是一枚普通的戒指 塞娜还是个小姑娘 不知道那枚戒指的价值 也就不足为奇了 你给了正在寻找机会的威奥拉 一个很好的借口 塞琳娜知道 贝拉托和玛丽安托万之间 深刻冲突的目的 反对黄金之路计划最激烈的家族 也是玛丽 安托万 所以 威奥拉抛出诱饵 塞娜公主咬住了诱饵 塞琳娜认识的威奥拉 是个从不做傻事的公主 这样的公主 都不敢和瑟娜打架 还要幼稚地打下去 他们肯定有目标 我还以为是威奥拉和苍鹿公爵画的大徒呢 可以理解为 她在贝拉图有重要地位 足以与苍鹿公爵勾结什么 威奥拉公主已经长这么大了 塞琳娜太聪明了 不会把威奥拉的意图 完全反着解读 我给你看样东西 我决定期待她 千年公爵赫伦 贝拉托的出现 顿时让周围安静了下来 安静的她的脚步声 在整个大厅里回荡 赫伦公爵的话很简单 她的演讲简单明了 包含了站起来 克服恐惧向前迈进的信息 演讲结束时 掌声雷动 塞琳娜法说道 感谢您宝贵的时间 众多孩子中 有没有人想问苍鹿大人一个问题 贵族的眼球大战开始了 斯林娜的踢补就在这个位置上 根据问题的信息量和智慧程度 她可能会引起斯林娜的注意 瑟娜公主举起了手 我叫塞娜 来自玛丽 安托万公国 很荣幸见到北方的伟大统治者 和保护人类的前线盾牌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 她确信威奥拉在撒谎 父亲送女儿一枚戒指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哪怕那个人是千年老绝眼 法师大师熔练而成 去 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我以为不可能 丢脸吧 威奥拉 塞娜自信地问道 听说公爵为人公正周到 我理解她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监督和协调接班人的竞争 对了 她有没有送给小女儿一枚特别珍贵的戒指作为礼物 有人生气说 这戒指是世界上唯一的珍贵戒指 但我根本不敢相信 所以 我问了一个问题 一个可怜的收养公主 通过出卖她伟大父亲的名字来撒谎 以后威奥拉也会被这样对待 看着这么想的塞娜 海伦缓缓开口 我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你 一瞬间 塞娜怀疑自己的耳朵 苍鹿公爵将她作为礼物赠送 这让人震惊 但她不知道 在这种官方场合 她会公然说自己的坏话 哪怕是代表塞琳娜 她也是毕恭毕敬 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侮辱 我猜 这不是一个野蛮的家庭 我的自尊心 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海伦能够毫不费力地 读懂塞琳娜的心思 你心情不好吗 我从没想过 你会在公开场合 对我说那种话 Selina部长当场也很恭敬 因为我代替不了塞琳娜 塞娜的腿在颤抖 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 感觉世界都变暗了 苍鹿虽然不刻意释放气势 但也不是刻意控制的类型 当苍鹿散去的气势 传到塞娜身上时 塞娜连呼吸都困难了 代替塞琳娜 她鼓掌了一次 亲爱的苍鹿爵士 你是过分优秀的战士 而塞娜公主的身体 连你天生的气势 都无法应付 求求你了 你能保持势头吗 苍鹿很尊重塞琳娜 在赫伦眼里 塞琳娜足够称职 称呼部长是当之无愧的 当Haren恢复势头时 塞娜开始喘气 塞娜认为 赫伦故意侮辱和捉弄她 贝拉图 不过很显然 她现在要是生气了 那可就很好笑了 虽然这是她的处境 还有 老实说 我很怕仓鹿公爵 仓鹿张开嘴 贝拉图从不回避挑战 一时间 沉寂下来 对于那些认为 自己名誉已尽的人 总是要寻找冬季城堡 贝拉图就是这样生活的 这是对塞娜的宣战 也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名誉 受到损害 就应该通过决斗来解决 也就意味着 无论是雇佣雍兵 还是派出家族优秀的骑士 都无所谓 年轻的贵族们没有回答 关于赫伦贝拉图的谣言四起 但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那些看到仓鹿出现在眼前的人 连嘴唇都张不开 他们被本能的恐惧所控制 什么也没做 另一方面 威奥拉与其说是害怕 不如说是困惑 你在干什么 那是完整的宣战吗 这甚至不是 只针对玛丽 安托万家族的宣战书 他被明确地表达为 那些认为自己的声誉 已经丧失的人 这意味着 他们中的一个 可以挑战贝拉图进行决斗 那倒是不行 万一赛琳娜心情不好怎么办 然后 剑皇尼拉克动了 仓鹿不可能知道这一点 既然之前表达的是挑战 那么也可以理解为 我会接受剑皇的挑战 这么狂妄的一句话 可是却没有人回应 更没有人觉得 赫伦的话狂妄 看来他只是在说实话 我最小的女儿 会为他的荣誉而战 起炮 只能听到仓鹿的脚步声 赫伦朝赛琳娜的替身 轻轻低头 赛琳娜也笑着低下了头 赫龙出去之后 勿忘我宴会厅 久久没有动静 威奥拉一时间呆呆地站在那里 现在 我听到了什么 星号星号星号 等候在马车里的赛万 马克思哈哈大笑起来 他伸出私线 接收着宴会厅内 传来的波动和震动 解读这一切 你是故意的吗 仓鹿没有回答 赛班的话太多了 海伦感觉不到 赛班对赫伦非常着迷 你是故意给威奥拉公主机会的吧 我们走吧 赛班笑道 吩咐车夫走后 他又坐回原位 我一边欣赏着苍鹿英俊的脸庞 一边陷入沉思 玛利安托万公爵 会受不了的 我把局面搞得受不了了 如果你在这里忍了 你的样子会变得很滑稽 玛利安托万将挑战 赛纳公主的荣誉决斗 十二岁的威奥拉公主 将离开贝拉图 玛利安托万 会有很多麻烦 我正在和威奥拉决斗 但我不能派出普通的骑士 而且 这把中提琴 不是黑色的贝拉图 而是白色的贝拉图 所以 他必须通过匹配相应的等级 来申请决斗 无论谁到了那种程度 威奥拉公主都赢不了 她是一个优雅的杀手 赛班笑了 你看起来很难活 公爵 就好像公爵 故意为威奥拉的胜利 埋下了伏笔 对于起步很慢的最小的孩子 回到冬季城堡的路上 赛班一直在欣赏仓路 他是出色的伪装师和化妆师 是连面部肌肉最细微的动作 都能看出来的人 眼角和嘴角的动作 非常非常细微 西芬马克雷被说服了 你太骄傲了 他可能认为他 给了女儿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然后 突然 赛班的脑海里 浮现出一件奇怪的事情 你演讲师声音 比平时更颤抖 赛班知道那一波 只有当你生气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样的波浪 这是只有西芬自己知道的事实 这很干净 一进宴会厅 苍鹿公爵就怒了 你为什么生气 赛班不知道 那是维奥拉和赛纳争论的时候 这是勿忘我宴会的最后一天 Jeremy的人气暴涨 无数小姐姐围在他身边 昨天没见到杰瑞米的小姐姐们 如潮水般涌了进来 哇 我想我遇到了杰里米王子的眼睛 不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啊 你怎么有这么漂亮的脸 听到尖叫的欢呼声 杰里米环顾四周 噓 我昨天应该来宴会厅的 这是一个计算错误 我在客栈门口等着 没想到会来宴会厅 然而 谣言四起 说威奥拉参加了宴会 并与赛纳公主油染 也有传言说 玛丽 安托万公爵领地 会派人去和威奥拉战斗 你到底在哪 遇见 Vaiola很有趣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她总是把自己推开 这很奇怪 也很神奇 同时 她也是灵气帮了大忙的恩人 我们必须变得亲密 这是最后一天了 我真的很想和威奥拉成为朋友 我们还为Vaiola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最后一天 有礼物交换一世吗 今天 一定要见到威奥拉 带着这个承诺 我去寻找钟提琴 勿望我宴会接近尾声时 瑟琳娜不长开口了 你记得我第一天建议的一切 对吧 这是一个危急蓝钻的提案 我们即将公布结果 不少世家子弟将目光集中在了赛琳娜的画上 正如赛琳娜所说 谁是特别的人 谁更了解 Selina的意图并建立了更好的网络 我将把蓝钻献给那位小姐 就在这时 男孩们的脸上闪过失望 因爱不仅仅是男孩 相比之下 女生们的表情变得活泼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赛琳娜的嘴上 赛琳娜笑着开口说道 什么 他们不会叫我的名字 老实说 我并不是不喜欢蓝钻 那将是一个很好的退休基金 但是好吧 没有他我又不会饿死 如果我贪得无厌 我就会生病 相反 很明显 得到这种稀有宝物 对人来说会更加危险和不利 我只走一半 只走一半 这才是瘦身 长寿 幸福生活的最佳方式 他甚至没有看那颗蓝钻 啊 真没味道 至于草莓酱 Zenon Table 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 让我们吃草莓酱吧 威奥拉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他以为换成塞琳娜 他会对自己很失望 而且 连我父亲都出现了 还提到了决斗 破坏了气氛 勿望我宴会 由海瑞斯侯爵主持 顾及侯爷的面子 也不能叫我 这是双重保障 我不能把那份礼物 交给贝拉托 所以不会再关注了 可惜不能和雷蒙男爵的孩子交朋友 但他也没办法 我要赠送这颗蓝钻的公主 是维奥拉 贝拉托 贝拉图家的第六公主 寂静如常 无人预料 维奥拉本人也是如此 我 为什么 我能感觉到注视 数以百计的眼睛 转向维奥拉 就连他们的目光 都充满了惊奇 别那样看着我 因为我也很奇怪 有人告诉我要找一个特别的人 并组成一个小组 这是给塞琳娜的命令 维奥拉没有组队 也没有建立任何友谊 我刚刚和赫拉 一起吃了很多美味的甜点 不 不管一个人多么开放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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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我贝拉托 没有破坏 勿忘我宴会的气氛吗 那你就算是为了面子 也不该给我的 但紧接着 有人大声喊道 哇 终提琴 恭喜 这是一个熟悉的声音 那个声音的主角 不是别人 正是杰瑞米 杰里米 一直在学习 父亲教导我 真正的朋友 是遇到好事 和你一起欢喜 一起欢乐的朋友 而不是 在你遇到困难时 总是和你分忧 安慰你的朋友 杰里米勤奋地 遵循他父亲的教导 我得到了一件宝物 我也很高兴 我真的很开心 杰里米咧嘴一笑 哦 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 可以拆开吗 杰里米漂亮的笑容 转向维奥拉 与此同时 无数道斧头般的目光 齐刷刷地射向了紫提琴 维奥拉的脸 变得吐气起来 毁了 这时 维奥拉的打扮和妆容 大放异彩 礼服放大了 维奥拉特有的傲慢血腥气息 并加入了 塞万马克思微妙的化妆技巧 维奥拉似乎做出了一种 似乎知道这一点的傲慢表情 超越了一种傲慢的表情 怎么 倒霉 那是什么傲慢和正直的表情 我的好王子杰里米 向我表示祝贺 这是多么好的态度啊 维奥拉有一种预感 由Jeremy的OK 世界初代偶像拍摄 适当的 他被拍摄了 这让我想用拳头 砸Jeremy的笑脸 维奥拉很清楚 杰里米手下的恶魔 有多么顽强和可怕 哪怕是初代偶像 绯闻 一旦开始 就会遭受各种死亡威胁 事实上 曾经有一位年轻女士 在与Jeremy发生绯闻后自杀 你就这样操我吗 为什么要大惊小怪的 说他长得太帅了 维奥拉甚至没有看杰里米一眼 我不关注他会被批评 我关注他也会被批评 但似乎我不关注 他被批评的少 让我们避免丑闻 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年满十二岁 就可以自由恋爱 事实上 十二至十七岁的孩子 倾向于将彼此视为浪漫的伴侣 据说 就算维奥拉只有十二岁 也能有足够多的绯闻 公主 泽农伸出她戴着白手套的手 维奥拉不情怨地 带着杰农的护送 走向讲台 维奥拉走到讲台前 心情复杂 你一定对我很失望 但是为什么 赛琳娜笑着说道 你还很年轻 我是一个相信你在任何年龄 都有权获得幸福的人 年少时 有一种幸福 年少时可以按 不要错过那种幸福 不要忘记你周围的人的重要性 不要忽视最爱你的人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 维奥拉意识到 自己犯了一个大错 我懂了 一定是因为这是小说的开头 赛琳娜在小说的后半部分 发挥了积极作用 维奥拉是根据赛琳娜当时的性格 来评价她的 我想我错了 哈哈 Selina爱上了 Viola和Sea Dogs 并变得贫瘠 这是一个命运悲惨的角色 甚至强迫她的爱人 与另一个女人结婚 通过那次经历 我的性格在下半场 发生了很大变化 好的 我的性格也会改变 你为什么没想到呢 现在的赛琳娜暖和了一些 似乎是一个梦想更多的人 恭喜你 维奥拉公主 谢谢 威奥拉掩饰着困惑 结果装有蓝钻的手势盒 掌声不断 钟提琴却不自在 和 看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身体 我有一种非常敏锐的感觉 它被称为 Occipio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比无人人的精致生活 还要可怕 是因为戒指吗 倾诉的生活 并不太难受 幸运的是 这种残酷的生活 对我影响不大 钟提琴并不知道 自己制作了很多乐器 因为他 看起来很放松 泽农微笑着 再次伸出手 注意你的脚 有四个步骤 护送 威奥拉的泽农 心跳加速 今天 你又书写了历史 赛南认为 今天的活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因为 他准确地把握住了 塞琳娜的意图 并且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没有人能读懂 塞琳娜的心思 但是中提琴不同 我觉得 与其他贵族 完全不同的行为 有点奇怪 但我无法相信 隐藏了这么大的意义 他和维奥拉公主 一样不同 似乎他展示了 她作为白色 Belle 2 所能展示的一切 泽农心中 充满了丰富的满足感 我以公王妃为荣 台元擦掉了带血的剑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 从后面跑了过来 死 他手里拿着一把斧头 他挥舞着斧头 劈开了台元的脑袋 杀 我一直躲着 等待机会 现在是机会 是时候 未像家人一样的 也才家人报仇了 嗯 但这很奇怪 顿时 我的手轻了很多 下巴 斧头掉在了地上 准确地说 是握着斧头的那只手 完全被砍断了 男人甚至没有感觉到疼痛 我只是感到困惑 那是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玛娜成行 我知道 只有上位骑士 才能做到这一点 那是常人做梦 都不敢想的境界 但是 形状有点奇怪 尾巴 尾巴 你攻击我了吗 玛娜的形态 本身就很神秘 但我很好奇 那是一条尾巴 我知道 当我说好话时 你希望你已经离开了 土匪这才疼得嚎叫起来 啊呀 台元并没有杀死土匪 将土匪聚集在一起 土匪们吓得跪倒在地 无计可施 台元扔了一张地图 我们将转向这条线 与此同时 让我们散布谣言 以免发生麻烦的事情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土匪副管哭着说道 他的一只耳朵 从他的脸上消失了 为什么 威奥拉有宝物 我想 肯定有土匪来找我麻烦 就算不是宝物 也有不认识贝拉图加 攻击他的笨蛋 我家主人喜欢高雅的东西 他不想打扰威奥拉 于是 我进攻并摧毁了 该地区最大的山峰 台元的眼睛闪了闪 有一股阴森森的气息 强盗们是这么想的 在他准备好的道路上 没有像你这样的蠕虫 警告土匪后 台元搜索了附近的瀑布 那是一条大瀑布 水无法冲刷 血流成河 你不喜欢血腥味吧 我在瀑布里 洗了四个小时 我不想散发出 维奥拉不喜欢的气味 然后 他又用旁旁枯着 吐出来的灵水 再次清洗了自己的身体 嗅叹嗅叹 我一边醒鼻子 一边闻了闻 血腥味一扫而空 这很好 那双闪闪发亮的 可怕眼睛 现在消失了 是时候去见主人了 在强盗面前是猎犬 在维奥拉面前是半犬 让我们去找主人 慢慢地走 他的不太平稳 蕴含着相当训练有素的战士精神 我感受到了一个普通骑士的祈祷和气氛 然而 在他的身后 一条由魔力制成的尾巴 被制造出来 沙沙作响 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 维奥拉隐藏着不安的心情 回到了旅店 毫无疑问 他在社会上留下了不小的烙印 但也造就了太多的罪恶 赫拉边踢边笑 难怪 他们说 你的行为很奇怪 威奥拉拿出他的首饰盒 拿这个给你妹妹吧 你能把这个给我吗 这是一件非常昂贵的宝物 所以 你给它 因为它很贵 赫拉歪了歪头 这么贵 送我干嘛 姐姐 从前 有一个神奇的存钱罐 突然 听 如果你把一百朵大力花 放在神奇的存钱罐里 第二天就会有二百朵大力花 赫拉又踢了一脚 放声大笑 所以我就是魔法存钱罐 嗯 如果你是我的妹妹 你会用比我更值钱的这颗蓝钻 今天的一百朵大力花 会变成明天的二百朵大力花 今天一颗蓝钻 明天会变成两颗蓝钻 赫拉会那样做 赫拉点点头 听起来你想陪我 威奥拉四肢摊开 躺在床上 我今天太累了 我想我树敌太多了 所以 静很烂 我想睡觉 威奥拉没有听到 我很高兴 能够陪伴你 实现你的伟大梦想 这是赫拉对自己说的话 过了多少时间 威奥拉在外面的骚动中 睁开了眼睛 姐姐 赫拉不在那里 房间里 只有威奥拉一个人 有什么好忙的 我走到窗边 往下看 一群人在看什么 嗯 我 那是什么 一件荒唐的事情 正在发生 威奥拉摸了摸额头 哦 杜亚 人们站成一圈 数量相当大 他们正在观看 两个男人之间的决斗 他们为什么打架 虽然 是以未成年的名义 隐藏起来 但实际上 杰瑞米 才是风暴之间的继承人 他也是未来 与美迪亚交锋的人 在同龄人中 很难找到 适合他的对手 但是台员 正在和杰里米打架 还好 他们没有使用法力 啊 我应该出去晒单吗 那他会再次引起 很多关注 对吧 或许 大陆各大新闻媒体 主动介入 其中的那一 客 或许会如此对待 丑闻主角家 再见与艳女之间 Viola Belletude的两个男人 震撼了社交界 他变得头晕目眩 不 他将重生为 Jeremy的 Archie的 Chiosian敌人 维奥拉不想让事情 变得比这更大 既然是侯爵的领地 那侯爵直属的骑士 就会出面说情 我决定假装不知道 赫拉问道 怎么了 是啊 没什么 我只是有点累 好的 我要在晒太阳的时候 休息一下 威奥拉若无其事地 坐在窗边 杰里米和台元 一边说话 一边打架 你在说什么 反正我也听不见 但我很好奇 就听了听 嘿 这是 叫了 嗯 你能听到我吗 他听不见 但我能感觉到 大概的细微差别 似乎他的嘴巴 比他的胳膊和腿 移动得更快更忙 杰里米说 你为什么不让我 见威奥拉 公主不喜欢你 你怎么知道 我只知道 杰里米无法理解 只知道 遮阳板 剑与剑相撞 这是一场不使用魔力的决斗 两人的脸上都渗出了汗水 威奥拉有没有说过他恨我 绝不 台元想说似的 是的 但不能 因为威奥拉讨厌谎言 我不能做主人不喜欢的任何事情 那给我一个我能理解的解释 可以肯定的是 主人让你不舒服 那你为什么确定 遮阳板 剑与剑相撞 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哈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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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在决斗中 他会隐藏自己急促的呼吸 这是因为 即使是无意识的呼气 也可能成为弱点 然而 两人的呼吸 却丝毫掩饰不住 这意味着 他们都累了 只要确定 那是马还是狗屎 杰里米无法理解 如果 Tundra 给出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我试图理解他 但我听不到 Tundra 如此理性地回答 就算打败你 我也得给你一个充分的理由 这是我存在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你存在 我能读懂你的心情 伟大的法师 达尼亚克 勋爵说道 他们说 他们知道水下的十种方式 但他们不知道 人体内的一种方式 但我知道 杰里米觉得自己 快要沮丧死了 我甚至不能说话 如果是半生剑就可以吗 台元挥舞着他的剑 哇 一股强劲的势头出现了 尽管没有携带魔力 但一股相当强烈的剑风却升起 杰里米后退两步 杰里米的几缕前发 被剪掉了 不是半生剑 与此同时 我感受到了 来自海瑞斯侯爵的 尚未骑士的能量 台元和杰瑞米都直觉 两人的对决已经结束了 若是决斗持续到这个地步之后 也算是威胁到了 侯爵领地百姓的安危 台元保留了这把剑 我是一只半驴犬 眼睛闪了闪 那是他从未在 中提琴面前露出过的神情 看到这一幕 杰里米觉得自己像条疯狗 围观的人也是纷纷侧头 你是认真的 他太严重了 太可怕了 正在决斗的台元人的模样 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看到他以这种方式 认真地表明自己的身份 真是奇怪 很多人咯咯笑起来 不管怎样 那两个人是在争夺 维奥拉公主吗 爱打架 看起来是这样 不是吗 但是维奥拉公主才十二岁啊 现在不重要 你不知道 勿忘我宴会是十二岁到十七岁参加的吗 我不知道 什么 贵族们对他们未来的伴侣很忠诚 他们正在为自己的未来而战 承诺成为同伴的人的年龄 无关紧要 后来 为了迎娶威奥拉公主为伴 两人展开决斗 如此概括 实际上 这只是 一直警惕外人的狗 和一个好奇的 想要成为朋友的人之间的一场战斗 Tundra虽然不是贵族 但被人们打上了贵族的烙印 与此同时 侯爵的守护骑士也靠近了 台原孔子 杰里米王子 停下来 台原已经把剑固定好 杰瑞米也将他收入了剑鞘 守护骑士大声喊道 全部解散 围观的人听到守护骑士的喊声 开始四散 杰里米说 骑士的名字是什么 我的名字是帕尔丹 他是海利尔斯侯爵的守护骑士 三等骑士 巴丹大人 我有剑士求你 你有什么要求 有一个贵族我必须去见 但你总是干涉 台原的身体一颤 今天的杰瑞米 充满了贵族的优雅与沉着 那个贵人是谁 威奥拉 贝拉图 贝拉托的第六公主 你如何评价守护骑士 这个男人有资格阻止我 接近威奥拉公主吗 守护骑士帕尔丹摇了摇头 据我所知 没有这样的权利 台原不输 抗议 狗有保护主人的责任 台原 你的意思是 你的主人若到需要你保护 杰瑞米叹了口气 还有更多 宠物狗就是宠物狗 是什么阻止了死者和生者相遇 瞥了一眼 我抬头 这骚动中提琴 不可能不知道 中提琴却没有下来 你真的不想见我吗 我想了想 但没有得出答案 他只是像朋友一样 祝贺威奥拉 为威奥拉的胜利而高兴 他很高兴得到这颗蓝钻 就好像这是我的工作一样 就这些了 那不会让你感觉不好吗 我现在不知道 我得考虑一下 我决定退后一步 认为我可能犯了一个很大的粗鲁行为 完毕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我要你每天都戒烟 不仅仅是今天 我要离开 因为我担心 我可能犯了一个我不知道的错误 你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台原本能的指向核心 其实 威奥拉之所以远离杰瑞米 并不是因为杰瑞米 做错了什么 只是因为杰瑞米的存在 本身就威胁到了威奥拉 你是不是在说那些非常卑鄙的话 有损你的自尊 我想你可以多刮胡子 一团自尊心 杰里米又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总之 告诉威奥拉 我想和威奥拉成为好朋友 塞纳捡起娃娃扔了出去 我气得尖叫着打碎了玻璃 但我的怒火并没有消退 Belaitu 那些野蛮人 贵族的尊严 不过是脚趾上的泥土 父女俩谈恋爱的时候 竟然敢辱骂玛丽 安托万公爵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更何况 塞琳娜还有什么想法 这么贵重的礼物 怎么可能送给 侮辱玛丽安托万公爵的 贝拉托公爵的公主 这是替塞琳娜 侮辱了玛丽安托万公爵 塞纳就是这样 然后 塞纳听到了一个消息 塞纳的青梅竹马 现担任女仆的丽娜说道 据说 剑客台园和不专业的杰瑞米大人 正在决斗 塞纳顿时感觉好多了 台园不就是威奥拉的守护骑士吗 虽然叫做半生剑 但具体作用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 有传言说 它是玩具 但没有得到证实 塞纳想 杰里米王子和威奥拉在一起时 心情不好 昨天 威奥拉公开侮辱了杰里米 杰瑞米如此真诚地祝贺他 威奥拉却连看他眼都没有 就算是违背贵族的法律 那也是违法的行为 至少给个眼神敬礼 或者默默鞠躬 就算是礼貌 但威奥拉连那种鸡毛蒜皮的礼节都没有遵守 优雅的杰里米王子 会安静地去抗议 但那个可怜的贝拉图伊勒家族 会把我们善良的杰里米王子拒之门外 一场决斗将会发生 我们走吧 丽娜 呃 你在哪里 我去说情 指出贝拉图的坏心肠 塞纳抓住了丽娜的手 守护骑士很快就会到来 守护骑士会停止决斗并求情 但随后 他决定指出贝拉图的问题 他想 如果他这个玛丽 安托万之女 能够伸出援手 对杰瑞米也会有帮助 然后 人们会指责贝拉图 粗鲁无礼 那杰里米王子 也会感谢我的 白鲁特会丢脸 而杰里米会迷恋上自己 我是这么想的 但这是什么 总之 告诉威奥拉 我想和威奥拉成为好朋友 听到杰瑞米的话 塞纳感觉天塌了 你不是想抗议威奥拉吗 你想成为好朋友 即使在被忽视之后 当着那么多贵族的面 公然无视你 我咬着嘴唇 她是什么 什么是养女 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喜欢她 甚至不是贝拉图的直系后裔 甚至不是纯血统 贫民窟的虫子 不是贵族血统 丽娜 我们回去吧 塞纳立即收拾行装 返回了玛利安拖万公国 在马车里 她发誓要为她伤心的眼泪报仇 同时 原本以为踢出外人会受到表扬的台园 却面临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局面 台园发生了特殊的变化 和威奥拉相处久了 标准是15分钟左右 我看到的时候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制造了一条法力尾巴 并摇动了起来 那是一种不顾抑制自发发生的身体变化 而且 离开子提琴的时间越长 尾巴的动作就越强烈 主人的味道 我能在门内闻到中提琴的味道 从那时起 尾巴就已经被创造出来了 在她打开门 看到威奥拉的脸的那一刻 尾巴开始剧烈颤抖 中提琴的声音传来 你为什么要做别人不让你做的事 剧烈摇摆的尾巴 戛然而止 是的 你为什么和杰利米吵架 我以为我会因为摆脱外人 而受到表扬 台员变得有些阴沉 Jeremy一直坚持要见师傅 所以他阻止了 尾巴似乎垂了下来 但很快就消失了 他看起来像一只被雨淋湿的小狗 嘿 那种表情是违反规则的 事实上 相较于帅气 威奥拉的可爱程度要弱一些 狗 猫 儿童等 他对小狗弱 对婴儿弱 甚至看起来像一只幼犬 别傻了 台员有点难以理解 你所说的废话 指的是什么地方 意思是 不要鲁莽地进行决斗 理解 就是这样 是的 知道了 你不能决斗 但你可以打猎 如猎贼 狩猎 不是决斗 好吧 我们去打猎吧 台员立刻感觉好多了 不过 心脏本身还是很漂亮的 这样一来 台员的举动 就把事情闹大了 不过好像他还是知道台员的心事的 Tundra本能地注意到 Viola远离 Jeremy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害怕与杰里米决斗 这世上谁会这么想你 内心本身是感激的 中提琴靠近台员 没有人告诉他 但台员弯下腰 与威奥拉的视线齐平 威奥拉的形象 被他慈祥慈祥的眼神所捕捉 我今天能看到他 大约三秒钟 但下一次 一定要征求许可 是的 威奥拉抚摸着台员的头发 台员感受到了 拥有世界上一切的快感 甚至在威奥拉开门离开后 台卓拉还摸了摸自己 已经被威奥拉摸了很久的头发 幸好 威奥拉离开后没多久 则农就来到了台员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与我处理中提琴时的气氛 截然不同 子提琴走后 原本慈祥温柔的目光 在子提琴走后 变得凌厉起来 你昨天去哪了 我出去打猎了 那是什么样的兽敛 我打过强盗 为什么 我怕妨碍我师父 则农读出了台员眼中闪烁的疯狂 我会杀掉所有妨碍公主的东西 听起来像 我没有杀她 你没有杀她 则农突然想知道为什么 杀戮是最好的确定方式 我没有杀你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台员看着则农 今天又变位了 气味每天都在变化的家伙 很困惑 我仍然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如果你杀了她 她会发愁 则农歪了歪头 闻 尸体的意味 啊 则农笑道 这么说 你杀威奥拉公主 不是因为你 不应该在她路上 闻到难闻的气味吗 嗯 大师知道 若有花香弥漫就好了 这就是我 没有杀她的原因 其实 剿匪的原则 就是全部杀光 客厅里的每个人 都必须被杀死 你知道原理吗 知道 你必须把他们都杀了 如果你给予他们 不必要的认可 并拯救他们 你可能最终会后悔 很无情 但这就是冷酷的现实 本来 我是想问则的 责任 做笨拙的事情 是因为他们 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 则农从怀里 掏出一张纸撕开 这是给贝拉图家族的报告 不过 理由足够有说服力 所以我放弃这份报告 在那儿出去后 Tundra躺在床上 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他可能是个好人 则农似乎很体贴 威奥拉 台员本能地感觉到了 一天过去了 威奥拉一行人 离开海利尔斯侯爵 前往贝拉图家 由于高空上升魔法 马车总是很舒服 他过滤掉了居住者 不想要的所有噪音 并且像床一样舒适 赫拉微笑着说道 我们打个堵好吗 什么堵住 我们是否受到攻击 威奥拉微微皱眉 这个世界不是一个 非常安全的事件 什么是突袭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不忍心说出 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 威奥拉诚实地说 我认为会有一两次突袭 我会见你三次 赫拉像是在开心地咯咯笑着 这一次 什么都不知道的傻瓜 会有一些白痴 连贝拉图家的印记都不认识 另外两次 即使他们知道 我们是Belletux 发行好人也会攻击我们 其中一个人分布好 技术差 另一个人胆子好 技术好 威奥拉认为 赫拉是对的 事实上 我少抓了三个 这个世界 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世界 所以 无论走到哪里 我总是带着一帮护卫骑士 每当豪门子孙出动 至少有五辆马车 和数十名骑士跟在后面 贝拉图几乎是唯一一个规模如此之小的家族 像贝拉图时这样 树敌众多的强大家族并不多见 但奇怪的是 我没有看到任何白痴 通常这个时候 会有土匪袭击 只是太安静了 好像有人事先清理过他一样 随着时间的流逝 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些 我想睡觉 比我很小的时候少了 但我仍然很容易失眠 我打瞌睡了 我做了一个梦 这是一个离奇的梦 梦里的剑在飞来飞去 梦境中 威奥拉伸手敏捷 躲开了一阵阵剑雨 每次你躲避剑 你的分数就会上升 这就像玩游戏 嗨嗨 但是感觉有些奇怪 闻起来很奇怪 血腥味 一瞬间 我睁开了眼睛 我的天啊 威奥拉环顾四周 我看到了血腥的台原 台原收起剑 朝威奥拉走去 对不起 让您出来了 Master 我想一个人安静地处理它 威奥拉看着手中的匕首 鲜血在滴落 哦 哦 这是什么 似乎是在她打瞌睡的时候 出来了一把真正的中体情 威奥拉差点把手里的匕首扔到地上 疯狂的 我以为这是一个梦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不记得了 但我感觉全身的肌肉 都快要撕裂了 马车门开了 火箭 匹配 掌声响起 鼓掌的不是别人 正是赫拉 她隐藏着即将爆发的疯狂 我做到了 我今天没有隐瞒 赫拉用干涸的眼睛 环顾四周 他们是非常好的人 威奥拉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讨厌这种黏糊糊的血沾在手掌上的感觉 这就是我 喜欢你的原因 我想血 我想召唤胖胖 但我放弃了 原著中的胖胖是血之精灵 但他讨厌血 起初 我很怕血 虽然被海地驯服 变成了恶魔 但胖胖也很难接受这样的命运 不想请这样的孩子 洗去血迹 台员说 我知道我周围的瀑布 来到瀑布边 威奥拉不知不觉 张开了嘴 这里有这样的瀑布吗 在韩国看过几次的瀑布 连瀑布都穿不上 水从高处落下 威势浩大 幸运的是 我面前有一个水流不那么大的地方 童园随口说道 哦 我想 这里有一些吃人的鱼 它有锋利的牙齿 和相当坚硬的下巴 然后它皱起了眉头 味道不太好 你怎么知道 啊 啊 嗯 我昨天是来洗血的 我想 如果我这么说 可能会被骂 昨天 我提前找了一条更方便的路线 找到了 喝了点水 威奥拉 瞥了泽农的眼睛 他说他因为害怕吃人的鱼 而不能洗澡 这难道不奇怪吗 我故意把脚浸在水里 水很满 好在被裙子盖住的部分 并没有感觉到寒冷 连水的冰冷都被完全阻隔 没有被淋湿 只是一碰水 它衣服上的血迹 就被一扫而光 果然是名家的衣服 这很方便 因为我 可以穿着衣服去洗 并没有那么冷 冰冷的骨水摸上去 就像温水 既然衣服是自己洗干净的 看来只要把身上的血迹擦干净就行了 我不想打扰我洗澡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 我要让诗人鱼 永远不会接近他 台员灿烂地笑了 威奥拉下达命令这一事实 似乎很高兴 但是之后 啊 听到尖叫声 威奥拉转过头 看到几个男人尖叫着跑开了 那个 那个怪物 像是被什么东西追着一样 他跑着躲进了山里 什么 强大的怪物出现了吗 台员带着世间慈祥的眼神 笑着说道 他们一定在他们眼中 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幽灵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 没想到鬼魂的身份 竟然是台员 然后起风了 伴随着人造风 一阵草笛声响起 威奥拉可以想出一个设置 这可以吗 看小说 贝拉图的影子时 阿玲笑过几次 就连一千年一万岁 这样的表情都不笑得他 就算是有些干瘪的样子 在第一件雪兰 这个大字出来的时候 手指也是歪了 后来 这个解释被贴在了 艺术家的博客上 他一开始看起来很强壮 但实际上 Shay Lang是个喜剧演员 如果你能把这个噱头 看作是一个噱头 我们将不胜感激 但是 阿玲不相信 我无法骗过严肃读者的眼睛 超剑雪兰 是来自东大陆的刺客角色 她总是一身黑衣 戴着面具出现 最大的特点就是 出场时吹的是草笛 她最初是为了看起来很酷而写的 阿玲很确定 这可能是艺术家 在凌晨三点左右 喝了几杯啤酒后 创作的角色 后来被读者取笑 我找借口说 其实是搞笑角色 好心的读者表面上 也假装同意 Arin也是其中一位读者 费城 听到笛声 第一把剑的夏兰 以黎明的敏感度出声 据说 每当他出现的时候 总是伴随着草笛声 和不祥的风声 不 吹草笛的是什么刺客 哪怕他们 翘无声息地出现 偷袭 逃跑 也不够 阿玲喜欢贝拉图的影子 却无法容忍雪兰的设定 除此之外 他处于早期阶段 所以 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角色 对吧 设定挺搞笑的 就是连技能都不好笑 原本是编剧 想要塑造城墙刺客的角色 当然不能弱 你是为蓝罩来的吗 威奥拉想了想 如果Tantra打架 他能打败 Shaylan吗 我不知道 嗯 此刻 紫百合心中有几分茫然 我也有点鸡皮疙瘩 不 不管你有多爱插嘴 倒是有高手来访 我也只是悠闲地想着 我拥有他 已经五年了 是否已达到 刺客不那么具有侵扰性的地步 亚玲对此感到高兴 但另一方面 他也有些难过 像这样的东西 你已经习惯了 他不是害怕刺客的出现 而是害怕 他会用什么样的杀伤力极高的台词 哎哟 他叹了口气 反正夏兰是拿着草笛宣布现身的 迟早要出手的 即使台渊变得异常强大 他们也赢不了 但我并不认为 这太可怕了 因为杰农和爱尔沙一起在这里 只要给他们一个搬家的理由 就足够了 则农 是 公主 你说过 如果有意义的时刻到来 你会把手指合起来 对吧 则农笑道 是的 我想给你意义 这意味着什么 请保护我 远远坐在水边的赫拉 抬起了头 我是不是听错了 没想到是威奥拉 而不是其他人 会说出这样的话 突然请求保护 同时单枪匹马 消灭胆敢袭击贝拉托的笨蛋 他不向中提琴 即便如此 他并不卑鄙或可悲 赫拉仔细观察 泽农的反应 通常 听到贝拉托说出这种话的管家们 难免要失望了 当然 泽农笑道 因为管家泽农答应过 要成为威奥拉的好大人 我怎么保护你 我命令台员 阻止食人鱼 你知道为什么 是的 那是因为 你不想让你洗澡被打扰 威奥拉点点头 我与泽农对视了一眼 依旧是一双无法辨认的眼睛 其实 我很怕雪兰 他堕落成一个搞笑角色 但他是作家设置的刺客 所以你去打架 话是这样包装的 这是正确的 我不想打扰我洗澡 好的 我会移除任何阻碍的东西 泽农从亚空间中抽出一根手指 一本带有共恶魔法的魔法书 已经准备好了 当魔法书被撕开时 一道璀璨的光芒散发出来 覆盖在杰农的手上 杰农的手指 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就好像从来没有过一样 威奥拉问道 武器呢 我不想打扰公主的沐浴 当你使用武器时 它会发出声音 金属与金属相撞时 会发出一声巨响 不过 金属与手掌相撞之际 并没有什么响亮的声音 泽农注视着远处 一棵大树的顶端 你介意 不要打扰我们公主的宝贵时间吗 泽农的声音并不大 不过 却是清晰地传达给了 躲在树上的雪兰 那是一种传音术 将法力夹在道声音中 传送到很远的地方 雪兰同样发声 第一件 避破山河 威奥拉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天生具有黎明敏感性的高贵夏兰 总是在出手前 说些奇怪的话 根据小说中的设定 这个词被表达为久居 据说当你吐出这个词时 魔力的流动变得顺畅 你可以适当地使用你想要的动作 在小说里看的时候觉得好笑 在现实生活中看到 就更好笑了 看着她的艾尔莎 也淡淡一笑 赫拉问道 艾莎 你笑什么 刺客现在念的是一句话 主要是来自东大陆的无人族使用 是使魔力的流动顺畅 将能量加工成某种形态的过程 然而 现在看来 似乎有一个相当强壮的战士 作为刺客出现了 响应 古秀产生的能量是强大的 嘿 你能看到草在摇摆吗 看 你可以把每一片草 都想象成一把锋利的剑 然而 威奥拉公主 一定是感受到了 来自那股能量的猛烈杀戮 既然你天生就是肉身 你就会比我和泽农管家 更能体会到这一点 尽管如此 威奥拉还是笑了 这是真正的笑声 这意味着刺客的精明生活 不会对威奥拉构成威胁 威奥拉公主让我保护她 但是 赫拉也看着威奥拉 其实 这是一种似乎根本不需要任何保护的态度 是的 所以 我不认为 我是奴性的 威奥拉公主 是个很奇怪的人 赫拉挺直了肩膀 虽然没有夸奖自己 但没来由的感觉好多了 她是我兄弟 星号星号星号 则农微笑着挥了挥手 杰农一如既往的戴着白手套 对雪兰来说 眼前仿佛有一把白色的刀刃掠过 夏兰有一种预感 她很强 听说贝拉托的管家很强 没想到强到这种地步 胜利的精神沸腾了 我一定会成功完成我的第一个任务 她的任务 是杀死贝拉托的四公主和六公主 实在不行 就只好杀了六公主 这是谢兰进军中周后的第一个任务 这是我从一个客户那里听说的 白雷特往往对自己过于自信 而且没有守护骑士 会是一个非常适合暗杀的对手 你唯一需要提防的是管家 的确 管家的手艺非常出色 但是谢兰根本没想过 自己会输 她本以为 如果自己是一把用毕生磨练出来的超级神剑 杀死贝拉托的小公主和小管家 都不是什么难事 这时 泽农笑了 管家不是一个 而是两个 而那个直视 尤其是剑士 艾尔莎的剑 划出一道锋利的路径 划破了空气 艾莎的动作流畅而灵活 夏兰瞬间愣住了 呀 我差点被打 我听说 贝拉托是一个骄傲的部落 所以他们不会用钳子攻击 但这似乎是不正确的信息 我听说你们不吝啬 那是一场决斗的故事 现在 我要保护我心爱的公主的沐浴时间 泽囡和艾尔莎像长期合作的人一样 向西兰施压 威奥拉远远地看着 双腿发抖 疯狂的人类 他甚至看起来都不对劲 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 从树木到地面 从地面到树木 两人以极快的速度飞行着 进行着决斗 却听不到他们在做什么 总之 他们是怪物 我必须洗掉所有的血 太吓人了 我就不看了 泽囡再次挥动手刃 西兰躲开他 艾尔萨的剑刺穿了西兰的身体 这些家伙 怎么攻击这么高面 这是什么级别的直视 难道中州 只是这些怪物聚集的地方 他不知道 泽囡和艾尔萨的实力 足以在Bel Eto的管家中 争夺至高无上的地位 糟糕 西兰倒在了螃蟹泡沫上 泽囡笑道 台园 那是一次很好的攻击 而雪兰不知道 Tundra是Bel Eto's Shadow中 最强的主角 虽然年轻 但台园就是台园 泽囡从亚空间里 抽出一根细绳 将谢兰的手腕和脚踝绑了起来 像拖着行李一样 拖着 就算是再强的刺客 也没有抵挡三人和一攻击的天赋 泽囡躲在草丛中等了一会儿 既然公主的沐浴还没结束 那我们再等一会吧 台园也主动答应了 也因此 埃尔沙也毫不犹豫地躲进了草丛中 最终 当威奥拉洗掉所有的血 从水中出来时 杰农拖着雪兰出现了 王妃 利息怎么办 正如讨伐山贼 杀尽山贼是规则一样 杀戮刺客也是规则 但是泽农很好奇 白衣贝拉 托尼六公主 将如何对付这个刺客 公主会做出什么决定 我随时准备接受公主的任何命令 台园也是如此 主人若是下令 我就咬住你的脖子 让你窒息 在威奥拉看来 她没有对旗舰说什么 求求你 不要一脸严肃地 说出这样的话 威奥拉咽下眼泪 张开嘴 事实上 威奥拉已经考虑了很久 立志成为白贝拉托的她在成长 但至少不应该配备某种程度的力量吗 但这并不容易 因为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自己的天才之躯 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数 威奥拉是主角 她天生具有身体天赋 可为什么这么大的天赋 就不能好好利用呢 那样的话 还不如不学武道好 因为学不会和能学 但学不会是截然不同的故事 所以才没有刻意去学习贝拉图剑法 贝拉图剑法被誉为大陆上最强的剑法 但也是全家人都学会的剑法 很显然 贸然学习贝拉图剑法 会暴露很多漏洞 我一直表现得像一只真正的狗 做出这样的看法 但我不能那样做 对中提琴的评价 一般是这样的 拥有作为黑色贝拉图非常好的品质 却为了自己的野心选择了白色贝拉图的公主 所以 威奥拉虽然很想学贝拉图的剑术 却学不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东大陆的武道 非常适合我 贝拉图指引的主要舞台 是君主帝国统治的中央大陆 东大陆的人 可不是那么经常出现的 然而 他们有自己的特点 例如 像搞笑角色 Shellam Shellam正在学习一种名为草剑的武术 这是一种使用草与对手作战的技术 如果周围有草就好了 即使没有 我也是人工种植的 也是用法力制作的 还把草装在口袋里随身携带 我不必刺伤自己 而且我擅长突然袭击 还有贝拉图人不熟悉的剑术 其实用剑术来形容是很暧昧的 不过夏兰自己说是剑术 所以就直接叫剑术吧 艺术家有一个场景叫做 若有朝一日学剑术 我一定要学东大陆的剑术 有可能的话 我还要学一些不用自己刺的东西 我已经在两年前下定决心了 而今天 我遇到了来自东大陆的刺客夏兰 主人若是下令 我就咬住你的脖子 让你窒息 威奥拉回答 不 没关系 威奥拉靠近沙利 手脚都被绑住了 可是夏兰的气势却没有消散 别侮辱我 杀了我 威奥拉蹲下 然后她刺伤了谢兰的脖子 如果你刺在这里 你将在三秒内死去 威奥拉咧怎一笑 威奥拉很清楚 她这样笑时泄露出的那种气氛 很明显 夏兰看起来就像一个死神 可是 你竟然敢对贝拉脱下手 死了会不会太舒服了 微笑并没有从威奥拉的嘴角消失 当然 这是故意的 啊 我要抽筋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 我也不开心 但我想强迫自己微笑 但我想死了 不过 那股诡异不祥的杀气 一定是在喷涌 威奥拉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东大陆刺客下栏 看似震惊 最终却沦为一个搞笑角色 其中最大的是懦弱 很多事情的发生 都是因为 她惧怕了刺客客 与自己拥有的能力相比 沦为最微不足道的刺客 事实上 她的能力非常出色 一个不幸的配角 因为被嘲笑的作家 匆忙改变了设定 在很多方面 都陷入了可怜的境地 总之 她是刺客中最胆小的一个 伏埃奥拉的手指 顺着Shaylan的脖子滑下 你想让我怎么杀你 夏兰的身体抽搐了一下 我可以看到 脖子后面 长出鸡皮疙瘩 眼神也柔和了很多 直接杀了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丢给怪物吃 也没什么不好 伏埃奥拉回头看了看 则农 附近有一群食人怪物吗 昆虫 如果可能的话 大概 给我一个订单 我会在两天内找到它 看到它们被活活吃掉 会很有趣 哈哈 伏埃奥拉想在心里尖叫 就算是拥有第五年的反魔法 也很难说出这种话 但是 有人比中提琴更想尖叫 撒 让我们生活吧 我吓得连发音都说不出来了 赫拉边踢边笑 我不会救你 我会救你 对于一个东大陆的刺客来说 实在是太松懈了 东大陆 出过很多优秀的刺客 他们掌握了很多神通 就算算上死在他们手上的帝王 十根指头都不够 可一个 来自东大陆的刺客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次赫拉问了 兄弟 你是第一次吗 雪兰用力点头 Shalen是第一次 所以我想 如果我坦白 她会原谅我 事实上 现在她已经害怕的 无法做出理智的决定 我特别害怕 那个紫色头发的女孩 那双眸子闪闪发亮的少女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视血成性的魔女 这是第一次 威奥拉 拍这么个跛脚刺客来突袭贝拉图的疯子是谁 她早就说过了 是哥哥告诉你的吗 嗯 玛丽 安图拉 夏兰睁大了眼睛 就好像她非常热情地承认她是对的 看 正确的 夏兰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摇了摇头 无论如何 已经太迟了 我 我什么时候 我从来没有透露过 你明明之前就这么做了 绝不 有 夏兰的眼神开始动摇 威奥拉说着 眼中带着自信 我的 真的吗 我很困惑 威奥拉又笑了 Belletuse Shadow中战斗中最弱的两个 一个是维森 另一个是谢兰 两人在争吵中都是老鼠药 至少 Vison有一个Belletuse爱好者 而Shaylan是一个喜剧演员 所以她到处都是言语 刚才看 这个能力本身就很优秀 所以让Zenon不得不重新接上她的手指 看起来她很容易就被制服了 但结农却没有那么容易 埃尔沙和台元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接住她 就是因为夹击 这就是玛丽 安托万根据她的能力聘用她的原因 你看到了作为士兵的能力 却没有看到作为人类的能力 你是说这个吗 嗯 如果你是像玛丽 安托万公爵那样多骨头的人 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然后 她一定是塞纳公主 威尔拉用两根手指 拖起夏兰的下巴 塞纳 对吧 莫 我不知道 告诉我真相 我来救你 刹那间 夏兰眼中闪过一丝希望之光 啊 你说 你会救我 刺客我 我做不到 但我愿意相信 她怕死更何况 那个女巫即将用世界上最痛苦的方式自杀 塞纳是对的吗 我通过一个差事男孩 收到了一个请求 你一定是尾随了那个跑腿的 很明显 她已经暗中指认了委托人 鸡皮疙瘩 跑遍了夏兰的全身 这个女巫 一定是真正的女巫 好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就是乘坐着两匹白马拉着的双头马车 就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小姐 全身上下都佩戴着耀眼的珠宝 相当白皙的皮肤 棕色的头发 眼睛挺大的 但给人的印象 是有点凶 至关重要的是 她一定至少佩戴了五枚精美戒指 正确的 钟提琴在大腿舞中 击出匕首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如果你说谎 我就割掉你的舌头 啊 夏兰的眼里涌出泪水 当我看到那个悲伤的谣言时 我很害怕 我不知道 这是刺客的美德 是拿疤 吓死了 这是正确的 好的 你没事吧 他乌液着提高了声音 这是正确的 信号信号信号 希克森打开了赫伦宫绝办公室的门 海伦正在翻阅一堆文件 他甚至没有看希克森就问 敲 我早就知道他要来了 敲门又是什么 希克森在沙发上坐下 嘿 苍鹿 如果卡尔顿看到他 他会说 拜托 希克森勋诀 请有礼貌 他本来会发疯的 但卡尔顿不在那里 赫伦对希克森不敬的态度 并没有特别反感 你为什么要在 勿望我公园发表演讲 我需要理由吗 苍鹿放下羽毛笔 他看向希克森的方向 希克森的目光没有移开 既然不能陪着你 那我至少要发表一下 讲话好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希克森被说服了 正是因为这把中提琴 苍鹿才自愿担任演讲者 对我说实话 什么 我听说你在那里提到了中提琴 苍鹿将目光转回报纸上 他做了 你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买这么贵干什么 希克森叹了口气 你可以像往常一样 称他为我的小女儿 为什么简单的事情会这样 希克森 我让你活着 是因为我们是朋友 希克森退缩了 我希望你不要跃剪 甚至在希克森停滞不前的那一刻 海伦也得到了发展 他每天都在与从血域袭击的怪物战斗 并取得胜利 好吧好吧 我会这样杀了我的朋友 希克森挠了挠后脑勺 站了起来 说不怕现在的仓路 那是骗人的 仓路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仁慈 但同时也是冷血的 只要越过某条线 就会毫不留情的割断对方的喉咙 那个目标可能是希克森 不过 最后我还是有话要说 表明你的立场 你会是一个好父亲吗 像我这样的 在海伦耳中 好像漏掉了像我两个字 他不悦了 还是继续担任贝拉图共诀 摩棱两可的态度 反而会让维奥拉感到困惑 维奥拉其实很善良 也很脆弱 一个可爱的孩子抱怨牵着手 虽然没人相信 说完 希克森离开了房间 与此同时 同时 维奥拉用充满生机的眼神 悠闲地说道 我们 我们做个交易好吗 当然 选择是两者之一 什么什么 你是成为火矣的食物 结束卑微的生命 还是接受我的提议 他没有具体说明 邀约是什么 杰里米买了一把苹果 保姆一直很喜欢苹果 所以 无论杰里米走到哪里 他总是买一个苹果 是保姆 谢谢 有点重 我先抬到保姆房间去 哦 不 我要买它 通子 你远道而来 好好休息吧 杰里米摇摇头 今天突然觉得 保姆脸上和手上的皱纹更多了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但不知为什么 却伤了我的心 护士 但我有一个问题 你担心吗 杰里米和保姆 来到保姆的房间 我的保姆教我的 世界上有很多第二个 和第三个梅兰 他是 我觉得 如果没有这样悲伤的人就好了 这是个好主意 杰里米把勿望我宴会上 发生的一切都说了一遍 我只是想做个好朋友 但威奥拉真的讨厌我吗 在她不喜欢的情况下 强行接近 她是不礼貌的 如果她不喜欢这把中提琴 她也没有强求的意思 我只是想和威奥拉好好谈谈 是威奥拉表示 要放过台元吗 我不这么认为 保姆笑道 据传言 威奥拉公主并不是胆小鬼 我不胆小 如果你不喜欢她 你会自己说出来的 是的 杰里米的眼睛开始亮起来 但孔子的做法缺乏考虑 杰里米不明白 保姆在说什么 所以 我想学习 为什么 哪一部分 我不知道 你知道我们孔子有粉丝吗 粉丝 那是什么 保姆教会了我很多 这就是为什么威奥拉公主 不想和我们的公主 纠缠在一起的原因 尤其是在我首次亮相 社交民园之前和之后 杰里米想了想 然后张开了嘴 我给你添负担了吗 也许 保姆对正在认真思考的杰里米 笑了笑 这种关系 不能看作是普通的保姆 和孔子的关系 通常 在其他有势力的家族里 保姆若是这样劝戒教导 那可就闹大了 有的孔子 还因为敢交往对我施暴 我们的孔子不一样 杰里米真的很渴望学习 并且很乐意上课 出了什么问题 该怎么办 也许杰里米会开始认真思考 听了保姆的话 我想我现在明白了 我接近维奥拉的方式 并非不体贴 杰瑞米微微咬着嘴唇 我认为这是自私的 我真的不想承认 我想认为我只是主动接近他 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好朋友 但我不得不承认 护士 我讨厌承认 我错了我想说实话 说我不知道 但你会承认吗 嗯 我不认为说 我不知道有什么不负责任的地方 我不想不负责任 他又咬了咬嘴唇 我应该早点醒来 我决定向维奥拉道歉 我想成为 维奥拉真正的好朋友 到目前为止 贪婪已经走得太远了 所以我没有看到 其他任何东西 不 我没看到 这是一个错误 这是错误的 如果你是我们的孔子 你就能成为好朋友 谢谢你这么说 什么 我只是说实话 杰里米答应了 首先 我必须是一个好人 我开始认真思考 该怎么办 星号 维奥拉说 我们 我们做个交易好吗 当然 选择是两者之一 我是成为火矣的食物 结束卑微的生命 还是主动接受我的求婚 这和他第一次见到台元时 把匕首插进台元嘴里的感觉 并没有太大区别 不 恰恰相反 他展现出了 比那时高级的多的模样 那个时候 是用匕首来营造血腥的气氛 而现在 没有了这样的武器 光是气氛就表现得不止于此 泽农非常自豪 你长大了 公主 夏兰结结巴巴地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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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三秒钟 维奥拉张开三个手指 三 我 那 这 这吗 天 我的建议 我会接受的 威奥拉哥哥地笑了起来 如果我不听你的建议 可以吗 嗯 当然 雪兰用力地点点头 生怕事情不顺利 会惹出大麻烦 任何建议 都比成为活椅的猎物要好 我怀着远大的梦想穿越青海 却不能死在这里 好好说话就好了 我经常听到 因此 提案和谈判继续进行 其实在这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 用提议和协商这些词是否合适 但不管怎么说 威奥拉用了提议和协商这个表达方式 所以 我想让你教我你的剑术 赫拉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也明白 为什么比起贝拉托的剑术 威奥拉更愿意学习东大陆的剑术 威奥拉再怎么添财 学剑术的能力 也是有限度的 赫拉知道 威奥拉花了很多时间 学习白贝拉托 否则 就不会有今天的中提琴 我抓不到两只兔子 你无法通过学习贝拉图剑术 来击败其他黑贝拉图 威奥拉现在正在做出战略选择 与其学习贝拉图剑术 被师兄们打败 不如学习其他剑术 只当助手用 这意味着放弃贝拉图剑术 已成为更高的white bellitude 赫拉判断他 作为一只白色的贝拉图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当然 对于威奥拉来说 因为不用针刀刺占了最大的分量 赫拉问道 什么时候回来 出色的 我会在学习基础知识后回去 所以不会花太长时间 关于勿忘我宴会的事 姐姐会跟你汇报的 好的 谢谢 我也想看你学点新东西 没想到连你妹妹都瞒着你 赫拉说得好像很伤心 但她并不是真的很伤心 我认为我的兄弟 做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时甚至你的 盟友也有隐瞒的事情 但不要太迟 玛丽 安托万会正式要求决斗 好的 维奥拉期待决斗 笑得好像 虽然裙底下的腿在颤抖 赫拉和爱尔莎率先离开 维奥拉 杰农和台元紧随其后 维奥拉决定学习雪兰的第一把剑 那是 为了学习出语 首先必须记住所谓的酒句 这是基本的 好的 是的 维奥拉轻轻地笑了 真的很酷 零二 草迪的声音很酷 摇动的草也很酷 这不是很酷 这是一个非常老套的外观 然而 西兰却被这话给感动了一半 他似乎知道自己的价值 哎呀 你是真的吗 第一剑 即使在东大陆 也属于相当离谱的剑法 那不是真正的剑 而是一种相当老套笨拙的剑术 必须一直念诵规则 才能对战 但谢兰却不这么认为 对他来说 第一剑就是绝妙的剑法 从小就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他承认了他的谎言 我吹草笛来抱我的爽 在东大陆 从来没有人说过他很酷 壮力存在于下兰的胸膛 不管怎么说 我肯定是在中州 被吃掉的那种风格 我感觉你对自己的剑术很自豪 当然 不知不觉中 Shaylan忘记了他的恐惧 他的眼中 充满了对第一剑的自豪 如果我是你 我想我会想要让第一把剑 闻名于世 夏兰瞪大了眼睛 事实上 这就是他来到中州的原因 他想着 如果自己的刺客名声大噪 弟子们就会自发排队了 雪兰被威奥拉的同理心 深深打动了 你说的对 第一剑是引领次世代风上的精巧剑术 不 这并不是说 第一剑结束于四代 你是命中注定要成为喜剧演员的 想跟喜剧演员学剑术的无人有志者是没有的 威奥拉没有说出那些悲伤的话 但我肯定知道一件事 草剑是我个人认为最珍贵的剑术 因为Gekka Shilang使用了它 原本它被设定为比贝拉托的剑术 更有用的最强剑术 若是第一剑遇到了真正的高手 就会成为媲美甚至超越贝拉图剑法的剑法 威奥拉完全了解艺术家的背景 那你愿意收我为徒吗 我 当弟子 夏兰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弄得有些尴尬 但又似乎有些接受不了 因为这比死更好 但话还在继续 提供住宿 每周上课三次 月薪八百万大栗花 夏兰瞪大了眼睛 我差点跪下 时速 每周三次教学 一个月八百万大栗花 夏兰跪倒在地 我就拜你为师 啊 不 我是老师 我很期待 弟子 也请少爷多多关照 一种畸形的关系产生了 钟提琴一副无话可说的样子扔了过去 哦 暗杀失败了吗 对 什么 喜剧演员 Shay Lam似乎并没有那么认真地对待她 受恩施之托的塞纳公主 少了些接地气 但玛丽 安托万公主 却有些不同 说不定暗地里想杀你 我 我 嗯 可惜是塞纳公主创造的 我提出了暗杀请求 目标还活着 你和目标在一起吗 如果您身处玛丽 安托万公爵的位置 您会作何感想 我当然要杀了你 对吧 夏兰的脸色变得苍白 故事中最大的胆小鬼害怕了 不用担心 贝拉图家会安全的 所以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 都逃不掉 默默地 将第一剑献给我 没这么说 出于某种原因 我觉得我变得邪恶了 我感到既高兴 又难过 不管怎样 我意外地开始了第一把剑的训练 我试图花时间 简单地学习基础知识 并弄清楚 第一把剑是什么样的 这里绿树成荫 比起东城 更适合学一剑 Shalen试图做同样的事情 嗯 嗯 什么 嗯 夏兰难以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小草在中提琴的招手下 轻轻摇摆 威奥拉全神灌注时 威风吹动草丛 没有杀伤力 但小草却像跳舞一样 来回摆动 威奥拉问道 如何 我过得好吗 夏兰内心震惊 我们做什么 我应该说实话嘛 你一日之功 我三年之功 我还被我的师父称赞为一个相当快的成就 虽然不是一个平凡的天才 但夏兰从不认为自己没有天赋 还不是白费力气 她被初见的魅力迷住了 她爱上初见 有人做到了 努力的人打不过享受的人 而夏兰就是享受的人 我在一天内完成了我在三年内完成的工作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甚至到了崩溃的地步 然而 夏兰并没有表态 她牢记师父的教诲 一开始完成的太快 可能是毒药 为什么会这样 师父 因为心中生毒 据说毒药的名字是傲慢和骄傲 所以 永远保持谦虚在你的心中 继续前进 雪兰抿了抿嘴唇 平静地说道 是的 你很擅长这个 我懂了 威奥拉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反正我也没打算成为大陆第一剑客 我只是觉得防身就够了 我只需要和白色的 Billy Tucky一起表现出体面的样子 高于平均水平 优于一个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她拥有威奥拉的身体 我感觉很好 因为我觉得我被证实 我的表现比最低平均水平要好 三天就这样过去了 中提琴制造的草风 具有一定的切割力 她能够在人体皮肤上造成微小的伤口 夏兰一边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表情 一边说道 有了这个 基础才刚刚完成 仿佛这没什么 我咽了咽口水 这是一个怪物 就像是小时候看过的英雄小说里 出现的一个能力荒唐的英雄 好的 小说中的主人公 否则 这是无稽之谈 总觉得这个世界 是为那个公主而生的 基础都搞定了 现在我们回贝拉图家 夏兰想要尽快加入贝拉图公国 在玛丽 安托万公爵派出另一名刺客之前 这是 与技能不同的故事 蟑螂不会伤害人 但很多人都害怕他们 刺客伤不了他 但胆小的他 又怕刺客 你才刚刚掌握基础知识 所以 你必须努力工作 好的 威奥拉看着飞舞的草地响 比你想象的 有趣的 威奥拉开始享受 学习第一把剑的乐趣 冬季城堡开始出现在远处 临近寒冬城堡外墙南门 驾驶马车的泽农说道 即便是在马车外面说话 声音也听得一清二楚 公主 有人来送行吗 我们将暂停片刻 为任何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做准备 马车停了下来 威奥拉把头探出窗外检查了一下 什么 污垢在上升 有人以狂暴的速度跑了过来 维森 威奥拉咽了咽口水 如果和正品一样 拿刀细细 你会边跑边笑 被尘土遮住 看不见 鱼 全部 挖挖挖 还好刀不在维森手里 一直紧张了片刻的台员 也松了口气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我在中提琴上等你 为什么 维森歪了歪头 有什么理由吗 我摸了摸鼻子 听说 赫拉来了以后 每天都蹲在南门前 我只是很无聊 因为我没有中提琴 我大大的笑了笑 没有人可以涂抹药膏 怎么又是药膏 我前几天和三皇子的儿子吵架了 维森突然挽起袖子 露出了手臂 他手臂上的伤很严重 拥有超人任性的维森 要是变成这个样子 那一定是受了很重的伤 想起与三皇子的决斗 维森咬了咬唇 我很失望 如果我在大五岁 我就能杀了他 对死亡敏感的维奥拉 感受到了 从维森身上散发出来的死亡气息 这是真实的生活 看来 维森是真的打算 趁机刺死三皇子 冷静下来 千万不要被维森的外表所迷惑 忘记了杀人凶手的本色 所以 你的意思是 你一直在这里等着 有人涂抹药膏 嗯 既然如此 你就在家等着吧 嗯 想想看 是这样吗 维森很快就承认了 并笑嘻嘻 维森一定是个白痴 正确的 我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吗 维森灿烂一笑 打开了紫空间 巨魔的脑袋滴着鲜血 滚了下来 啊 维奥拉忍住尖叫 巨魔的头纹起来很恶心 我发现了一个三头巨魔 所以我杀了他另外两个 在此空间里 即便是在巨魔这种尚未魔物中 三头巨魔也被归为尚未变异种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维森越来越像一个怪物 他们说 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人 维森将巨魔的头 从地上抬起 这 我会给你 维森用一颗纯洁的心 送给维奥拉礼物 维奥拉摇摇头 我不想收到这样的礼物 我 我该怎么办 从粘稠的绿色血液开始 巨魔是非常强大的怪物 具有再生能力 即使他们的头被砍掉 他们的眼睛也会移动 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太诡异了 为什么 你不喜欢吗 啊 不好 维森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起来 我以为 维森会喜欢他 但我想我错了 想了想 维森双手合十 撞到 啊 我得到他 我明白 为什么维奥拉不接受这份礼物了 毕竟 你必须至少 是一个双头十刃魔 对吧 维森把巨魔的头 伸进此空间 笑了起来 我要抓住他 来得如风暴的维森 又去如台风 维奥拉看着维琴这样的样子 不好意思地歪了歪头 他 你那个年纪 能抓到双头十刃魔吗 感觉成长速度 比原来快多了 也许是因为我的心情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后颈很紧 维奥拉进入了公爵的宅邸 关于雪兰的报告 泽农 好的 泽农大步走在前面整理床铺 他用魔力扶去异物和灰尘 掀开被子 你累了吗 嗯 休息一下 我会在你醒来的时候 准备好草莓汽水 维奥拉点点头 毕竟泽农是能干的 我提到 作者是有能力的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怎么这么清楚 自己内心的想法 维奥拉把自己盖在被子里 泽农则笑着盖在他身上 希望公主能够安息片刻 在勿望我的宴会上 他表现得如此精彩 需要多大的精神力 才能让他们看到 泽农从怀里拿出一个卷轴 腹上腹有寂静魔法的卷轴 做好了隔绝周围噪音的工作 这就是我的月星被吹走的方式 而他又拿出了奢侈品代名词的 Terra Pie魔法卷轴 这是一张魔法卷轴 有帮助身体在睡眠中恢复 改善肤质 松弛紧绷绷肌肉的效果 它还具有使您舒适入睡的效果 虽然和价格比起来 效果不算太好 但却是贵族们非常喜欢的魔法卷轴 就这样 我两个月的工资都被打光了 威奥拉咬着头发睡着了 安娜 安娜 我神志在睡梦中说话 当我睡得很深时 我总是这样睡 我觉得 如果我能用两个月的薪水 让公主睡个暖和的觉 那就太划算了 她关上门 朝公爵办公室走去 坐在办公室里的不是公爵 而是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依莎贝拉夫人 好久不见 势则浓 依莎贝拉放下眼镜 平静地说道 我是代理人 公爵去下雪的地方探险了 远征 我还没有听说要离开 你一个人去的 是的 有迹象表明 其中一种大麻产品将形成 他带来了感冒 好的 公爵听到严寒 意味着可以制造出强大的麻制品 为混乱做准备 他似乎是一个人 在无声无息的移动 在公爵回来之前 所有的报告都可以交给我 和勿忘我宴会有关的报道 都是赫拉做的 不用单独报道 我知道 迟早会有江湖 从玛利安托万菲来 我也知道 在回去的路上 我从东大陆 密招了一个刺客 你还有别的报告吗 赫拉公主 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人 你发布了我要做的所有报告 泽农笑着低下了头 我会回去的 请稍等 泽农管家 伊莎贝拉的身体 融入阴影 漂浮在杰农的正前方 这是奎尔顿家族 独有的处理阴影的运动 伊莎贝拉压低了声音 你想就这样回去 她的手抚摸着杰农的腹部 伊莎贝拉的手比 任何其他民间都锋利 这感觉非常危险 女士 如果你能离自己远一点 我将不胜感激 伊莎贝拉的眼睛眯了起来 如果公爵在场而不是我 他们会报告什么样的报告 真的 你的眼睛是骗不了的 我对你说实话 请不要再威胁我了 太可怕了 泽农一脸不惧地说道 伊莎贝拉倒退了几步 她靠在门上 张了张嘴 好的 然后告诉我 你本来想谈什么的 泽农笑道 顺便说一句 女士 是的 告诉我 我举报没关系 但你可能会很失望 这不是巴特勒泽农可以判断的 伊莎贝拉慢慢走开 坐回椅子上 她知道了 如果你不报告 你就不应该 但我不会撒谎 等了一会儿 泽农也需要一点心理准备 不知过了多久 泽农终于开口了 这份报告 原本只是为公爵暗中准备的 你明白吗 是这样吗 现在公爵不在了 我作为公爵的代理人 杰农向我汇报也无妨 公爵会明白的 泽农的眼睛眯了起来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似乎很关注威奥拉公主 泽农非常自豪 意味着她已经得到了 东宝真正的副手 伊莎贝拉的认可 泽农 我还要等多久 我会告诉你 泽农清了青嗓子说道 威奥拉公主 现在正处于沉睡之中 伊莎贝拉点点头 的确 我很期待 那个称职的管家 会拿出什么样的报告 所以 我把两个月的薪水 都花在了无声魔法 和治疗魔法上了 所以 所以她睡得很安稳 咬着头发 你可能正在做一个好梦 比如 你可能在梦里吃蛋挞 伊莎贝拉微微皱眉 你说 那是给公爵的报告 是的 根本就没有谎言 是这样吗 伊莎贝拉点点头 泽农不可能撒谎 必有隐情 公爵和泽农之间 会说一句约定俗成的礼语 昏昏欲睡 沉默的魔法 治疗魔法 这些关键字之间 必须存在某种联系 看来 威奥拉对公爵的信任 还是挺大的 甚至通过制作相遇 与威奥拉的管家 泽农交换报告 既然我已经发布了报告 我回去就可以了吗 是这样吗 感谢您提供的有用信息 等公爵回来 我会好好记下来 交给公爵的 泽农轻轻易鞠躬 缓缓转身就走 伊莎贝拉注意到 泽农的嘴角挂着微笑 见状 伊莎贝拉彻底幸福了 天气晴朗 有件事我不知道 而且我觉得 这样的事情 会在继任者竞争中 掀起一场大风暴 我想起了泽农的话 我不在乎我是否发布报告 但你可能会非常失望 伊莎贝拉的眼睛 深深地沉了下去 我不可能给公爵一份 让公爵大事所望的报告 我一定会查明的 很多想法 开始在伊莎贝拉的脑海中闪过 与此同时 泽农脸上的笑容没有消失 而是前往威奥拉的房间 我需要给你盖一条毯子 信号信号信号 威奥拉回到公爵府 已经过去两周了 玛丽 安徒加初期的安静 我想 我会立即要求决斗 这对中提琴来说 是件好事 请让她顺利通过 尽管我很清楚 这不可能 但我还是希望如此 与此同时 Shaylan在去 Viola房间之前 控制住自己的呼吸 砰的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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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砰砰直跳 遇见威奥拉之前 总是这样 当然 你今天不会再给我惊喜了吧 每次看到中提琴 我都会感到惊讶 她的成长是耀眼而灿烂的 即使我不是天才 我也为自己认为自己 离天才很近 而感到尴尬和羞愧 你今天必须努力工作 不是成就慢 而是第一剑 是非常难学的剑 威奥拉点点头 我听到这个词太多次了 几乎就像耳朵上 长了一个家 在此刻 我去得多吗 总是强调成就不慢 听上去像是在安慰 甚至在作品中 第一剑 其实也是一把大剑 只有我只是 没有遇到合适的主人 这样的描述 并没有说明学多少技能 就出来多少 今天 我要修炼 让我的斩击力 再提升一点 她成功地让小草 按照自己的意愿移动了 现在她必须具有真正的杀伤力 我会砍掉这根粗大的树枝 夏兰示范 一根相当粗的树枝 被切成树端 你可以这样做 夏兰在心里祈祷 请不要成功 这意味着 我在第十年 几乎没有成功 好的 我会尽力 就在威奥拉全身贯注 并说出谢兰教她的那句话时 青草加断了树枝 雪兰被斩成十七片 威奥拉被斩成三片 不出所料 她不如夏兰 威奥拉既没有失望 也没有高兴 夏兰点点头 第一次来 挺好的 谢谢你安慰我 谢兰差点歪了头 安慰 我什么时候做的 我必须得到安慰 过去十年的变化 太不值钱了 说实话 雪兰想哭 谢兰想起了很久以前 自家师尊说过的话 曾经有一段时间 第一把剑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 据说 是在一千年前 当时还是个孩子的西兰 非常喜欢第一个创造 第一把剑的大师 佩尔塞尔的故事 哇 第一剑 真的那么厉害吗 然后 世界上所有的战士 都对佩塞尔 又惊又怕 一天 佩塞尔构思出一把超级剑 而我仅仅一天 就达到了幸运的层次 运指的是用 抑制移动草地的程度 在短短的两周内 你就掌握了 GEL的技能 杰义为这赋予草以切割力 她是半人半神 哇 年轻的夏兰 立刻相信了这些话 老师看着雪兰可爱的样子 笑着说道 如果这个世界上 再有一个这样的人 她若是学会了超级神剑 就会成为大陆最强的战士 不 我要成为史上最强的军人 现在想起来 师父是个半疯子 吹牛逼 然而 我突然想到 这个虚张声势 并不完全是假的 我从没想过 那个虚张声势是真的 万万没想到 成长速度和佩尔斯 差不多的人 居然存在 夏兰想起了他老师 留下的最后遗嘱 普尔修斯说 谁能毫无偏见地 使用第一件 第一件就完成了 然后 维奥拉说 掌握 但是没有选票 就可能有运气吗 基本上 第一件 需要一个结论 就魔法而言 那是魔法永畅 当然 如果是简单一行的 低肩魔法 不用永畅 也能发挥出来 第一件与它相似 所以 Shaylan证明了 你可以这样做 运气是第一件 最基本的操作 Shaylan也可以在 没有投票的情况下 进行运气 啊 你就是这样做的 中提琴 只用意志力 显示运气 没有选票 这是正确的吗 雪兰一时语色 夏兰对第一把剑 太熟悉了 没有惩罚也是可以的 但维奥拉的情况不同 雪兰的层次不一样 她不佳判断的使用运气 我到底应该说什么 夏兰想了想 要说什么 终于开口了 这是正确的 但要坚持基本原则 第一件 有九格操作 以九格为基础 正因如此 维奥拉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成长 维奥拉把台原叫到健身房 我要试试打架 尽力而为 Tundra很容易地避开了 Viola的杂草 并且简单地把它们砍掉了 台原的木剑 抵在维奥拉的脖子上 来到大连 Tundra尽了最大的努力 因为她认为 这就是主人维奥拉喜欢的方式 但是切磋过后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不起 坐 切磋的确是拼尽全力 却敢将木剑架在师父的脖子上 竭尽全力和执着木剑 是两个独立的事情 不 你还好吗 维奥拉在和台卓拉切磋时 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不出所料 两周是不够的 第一件虽然是作者选的很不错的剑法 但连两周都不值 维奥拉很谦虚 谦虚地承认并接受了他的弱点 如果我让Vison战斗 那将是危险的 Vison是一个太危险的梦想杀手 所以我试着和泽农切磋 但是和泽农的切磋 也结束得太平淡了 你努力工作时 看起来很漂亮 反正很弱 那又怎样 你很谦虚 泽农很久以前就注意到 维奥拉的巨大成长 如果不努力工作 是不可能发展到这种程度的 在看得见的地方 和看不见的地方 我都能感觉到 维奥拉是多么努力 他不知道 维奥拉其实认为他很虚弱 又过了两周 勿望我宴会过去一个多月后 一封信来到了维奥拉的面前 卡特尔 那是玛丽 安托万的决斗申请 这并不令人震惊 因为我事先 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有东西来了 反正第一剑也没办法 看来还是得召唤出 胖胖来保护自己 是胖胖保护了 女巫海地 免遭刀剑的伤害 就防御而言 她有着无可匹敌的能力 应该可以保护身体 对手是谁 当她打开决斗申请表时 维奥拉惊呆了 嗯 一个熟悉的名字出现了 不出所料 塞纳公主献上了黑气势 事实上 维奥拉想到的是属于玛丽 安东尼公爵的骑士 或者说 是与公爵关系密切的几个家族的骑士 但是 我没想到 这个名字会弹出 塞尔文 布兰迪亚 我又检查了几次 但Selven Brand要是对的 她为什么在这里 可见 玛丽 安托万公爵的心思很多 她必须要指出 一个骑士来对抗白色的贝拉 而不是黑色的贝拉 还有威奥拉公主 同时 她还要选择一个 不会被打败的人 何况威奥拉才十二岁 对于玛丽安托万来说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条件 无论如何 塞尔文 布兰迪亚 白兰地 位于中州西端黄海附近的诸侯世家 正是布兰迪亚公爵统治下的木屠家族 一拳击杀了世间花花公子塞尔芬 为什么 我的头变得复杂了 玛丽安托万公爵夫人 和布兰迪亚公爵夫人的关系 并不十分密切 玛丽 安托万公爵 排斥布兰迪亚公爵 狂暴野蛮 布兰迪亚公爵批评玛丽 安托万公爵胆小 他们两个合不来 决斗代理人 通常在有亲密关系时 才会出来 塞纳公主和塞尔文公主之间 并没有太多的接触 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亲近的 那为什么会突然指出 Selvin Brandio 为什么 Selvin Brandio接受了这个提议 布兰迪亚已故的小女儿 塞尔文 毕竟 对于玛丽 安托万来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塞尔文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女孩 她比威奥拉小三岁 这将被视为充分考虑了 中提琴是白色 贝雷托这一事实的选择 同时 他们都是布兰迪亚 这个武道世家的血脉 势均力敌 我在没有侮辱贝拉图家的情况下 提出了最好的黑骑士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这是泽农 我进来可以吗 进来 泽农端来草莓糖水 笑了 塞尔文布兰迪亚拉尼 对于玛丽安托万来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一定用了很多头发 大概吧 为什么塞尔文公主 会接受成为黑骑士的请求 威奥拉闭上眼睛片刻后开口 不 事实并非如此 是的 玛丽安托万不太可能先联系塞尔文 或许是塞尔文公主先提出的要求 勿望我宴会上的事件 一定是通过时事通讯 传遍了整个大陆 很有可能 被好奇的塞尔文公主 先伸出手来 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因为塞尔文公主 就是这样的孩子 你说话 好像很了解 塞尔文公主 我知道 以前 阿灵是这样定义塞尔文这个角色的 美迪亚的婆婆 不知道有没有详细介绍过 塞尔文公主的通讯 好想见见美迪亚姐姐 我是在大范围的谈论她 美迪亚公主 威奥拉点点头 她为她坚强的姐姐而疯狂 星号星号星号 决斗的日期定在四个星期后 从布兰迪亚出发 到达冬日城堡 考虑到塞尔文的休息时间 这是一个固定的时间 有事要来了 威奥拉悲叹一声 倒在了床上 哦 这是我的条件 病的第五年 本以为这一切随时都会发生 但当她就在眼前时 我的眼前一黑 一个被浪漫附身的人 认真的进行决斗 是很常见的吗 这在她的记忆中并不常见 在阿灵看过的小说里 女主很少走过这样的经济路 屁 九八 多 是否一切都会在瞬间得到解决 融入女主的可爱 花镜笑眯眯的展开 相同的 嫁给我吧 崔爱凯 或突然加速 理由不必像贝拉图的那样 理性而可怕 如果他们挑战我成为我最喜欢的角色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让我离开 这么一想 威奥拉就觉得有些不公平 我也是 我最喜欢的 我想用我决定了你 来突然飞跃 不 她不一定是 她只是不想暴露在如此严重的决斗场面 我想长寿 瘦身 幸福的生活 但为什么要走这条荆棘路呢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 我把脸埋在枕头里 这张毛茸茸的魔法床 有什么用 再过两周 美迪亚的婆婆 就会闭着眼睛跑来找你 塞尔文为美迪亚疯狂 她被美迪亚的力量迷住了 在作品的后半部分 也曾这样大喊大叫 我是姐姐的私生犯 当时私生犯这个词 是因为贝拉图的影子里的 Jeremy而诞生的 其实并不是什么好听的词 尽管如此 塞尔文称自己是私生犯 对美迪亚很尊重 然后只有一个结论 在最初的故事中 威奥拉杀死了美迪亚 塞尔文对威奥拉产生了怨恨 这是一个 关于成为这样的敌人的故事 塞尔文成为威奥拉 非常棘手的敌人 你比美迪亚还弱 为什么我姐姐 要为艾尼尔死去 付出代价 我又叹了口气 在她熟知的陈词烂调中 她父亲走上前说 来东宝吧 会接受挑战 没有我最小的女儿 这样的陈词烂调 嗯 我不得不为决斗做准备 既然公爵直接提到了小女儿 想要救黑骑士 是不可能的 我不得不自己面对 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我很弱 如果没有绒球 她真的会很拥挤 在最后一刻 我不得不考虑 对上Tundra的目光 然后 一封信到了 杰里米 寄信的是杰里米 这封信是这样开头的 亲爱的威奥拉公主 杰里米想成为朋友 威奥拉仔细研究了杰里米的信 撇开内容不说 我觉得自己很奇怪 真奇怪 文笔很漂亮 就像一个人单独练习书法一样 杰里米是一个字迹糟糕的人 字迹不好 字迹很漂亮 我不确定为什么 但似乎我练习了很多 总共有14个字母 她解释了她为什么那样做 为什么她想成为朋友 并为此深表歉意 我真的很抱歉 我想 我的行为太自私了 因为我想靠近 还有这个 我没有侮辱你的意思 但我想我想保护你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做你的黑膝室可以吗 当然 你还没有落到被我保护的地步 但我还是觉得 这是表达我意志的一种方式 我也表达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和你见面谈谈 收到杰里米的信后 威奥拉将他放在了办公桌上 思索了起来 与此同时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泽农 写信给杰里米 我们冬天的城堡见吧 好的 泽农出去很快就回来了 你怎么已经在这里了 杰里米王子住在冬季城堡的一家旅馆里 我想 我可以马上把他带来 好的 杰里米已经到达了冬天的城堡 要我带吗 拿来 一段时间后 杰里米穿着破旧的衣服来到了威奥拉的房间 脱下长袍后 他连面具都摘了下来 那一瞬间 感觉四周都亮了起来 他真的太帅了 的确 他就像一个拥有大量粉丝的艺术家 杰里米微笑着对上维奥拉的眼睛 想必他这段时间也反省了不少 似乎也变得相当谦虚了 幸运的是 他们允许我们见面 如果我不给你许可 你事先会做什么 无论我使用传送门移动了多少 我都必须至少保持两周才能移动 只是 我想表现出诚意 如果威奥拉允许的话 我们会毫不拖延的见面 如果不允许 我试着悄悄的回去 他认为这是他能对威奥拉表现出的最起码的诚意了 你是不是突然长大了 我想是这样 杰里米笑容灿烂的脸上 没有皱纹 他的表情明亮而愉快 那些信呢 这些信 你比之前给我纸条的时候漂亮多了 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事实上 杰里米为这封信付出了很多努力 接受了特殊的家庭课程 不过 在铁血公主面前练字 说来也不好意思 感觉他们会嘲笑 你在琐碎的事情上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 杰里米的脸微微泛红 他改变了话题 那 如果我成为黑骑士就好了吗 不 威奥拉断然拒绝 我忍不住了 公爵自己提到了小女儿 但身为当事人的威奥拉 却不能选择其他人来担任黑骑士 我怎么到这里了 虽然他不知道 但很明显 只要他再好好熬几年 温暖的美迪亚 就会统治这个功果 我只能坚持到那时 相反 我还有一个要求 威奥拉与杰里米的目光相遇 你说要保护我 嗯 我不希望那是对你的侮辱 如果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我就不会让你坐在我面前 这是正确的 杰里米又一次灿烂地笑了 好像他很高兴 耳边还有些发红 应该是刚才的羞耻感吧 不要笑了 我会听 我是说 你太帅了 威奥拉的目光 从杰里米身上移开 继续说道 除了成为黑骑士以外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保护我 杰里米 这是 你能做到的唯一方法 只有你能做到 听到这句话 杰里米的心开始跳动 那是什么 杰里米的眼睛闪闪发亮 我想以某种方式 请求维奥拉的原谅 并帮助维奥拉 我以为那是负责任的贵族的样子 那 杰里米瞪大了眼睛 我要你教我风暴剑的原理 风暴剑是帕莱尔家族的剑法 以风之能量和霸道法力的力量运转 当然 只有帕莱尔的嫡系子孙 以及帕莱尔家族内部 直接培养出来的人 才能掌握风暴剑 教别人如何使用风暴剑 是不可能的 当然 我不是要你教我一切 威奥拉带着杰里米来到体育馆 给他看了第一把剑 他展现的是气韵境界 杰里米看到气韵散落的草丛 眼睛都亮了 这是来自东大陆的武学 我觉得融合了风暴剑的法则也不错 你只需要教我最基本的知识 抵押品和培训门徒 可以花钱学习的水平 风暴剑也有两种 一把是真正的风暴剑 帕莱尔家族的嫡系和亲信所学 另一把是旁系和徒弟学的 比较弱的风暴剑 我当然知道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仅仅因为他们付出而学习 虽然威力减半 但风暴剑毕竟是风暴剑 风暴剑是帕莱尔家族的秘密武器 是他们的骄傲和骄傲 虽是传授给旁系弟子和剑系弟子的剑 却并没有传授很荒唐的东西 与帕莱尔家族关系密切或受其青睐 或长期在帕莱尔家族工作 只有这样 他才能学会风暴之人 杰里米平静地回答 这需要一点思考 好的 当你的想法清晰时 再给我打电话 你可以通过 Zenon联系我 杰里米回到家 坐在床上 我要你教我风暴之剑 想学贝拉图剑的贝拉图养女 竟然对风暴剑垂涎三尺 真是奇怪 我应该告诉我父亲什么 事实上 在维奥拉求婚的时候 杰里米就已经打定主意了 杰里米决心向维奥拉展示 他所能提供的最大诚意 并准备立即接受维奥拉的提议 然而 帕拉尔家族和他的父亲 Jacko 担心立即这样做 如果我做错了什么 那是背叛家庭的行为 风暴剑是帕拉尔家族的质保 这可能是偷保的行为 就算不是真正的风暴剑 也得争得当家的同意才行 但这会花太长时间 我是来一心向维奥拉道歉的 我答应保护维奥拉 这不是他对维奥拉的承诺 而是他对自己的承诺 第二个木兰 我决心阻止第三个木兰的诞生 他必须表现出意志 从一开始就照顾好所有事情 并遵循所有原则 我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认为 这不是一个道歉的人的态度 苹果必须是苹果 杰里米记得他父亲的教诲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 即使他伤害了你和你的家人 背离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真是可耻 我希望你是个不以儿子为耻的人 我父亲总是强调他的信念 他说所有的贵族 都应该有正确的信仰 他告诉我 正确的信念也是对行动的信念 父亲 我有没有遵从我父亲的教导 第二天 杰里米找到了维奥拉 我来教你 风暴之刃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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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星期过去了 雪兰不再惊讶了 我淡定地问道 并不意外 弟子 你做了什么 我给初见加了不一样的器械 那是什么能量 这是个秘密 维奥拉很清楚 自己提出了一个尴尬的要求 这就是 为什么我没有说 Jeremy教我Storm Blade 好的 你疯了 不 绝对没有理由生气 事实上 谢兰已经适应了贝拉图的生活 超出适应的程度 我很满意 这是一个平衡工作和生活的好地方 他所要做的 就是交中提琴 生活所需的一切 包括住宿 都提供了 而且 薪水也很丰厚 这里离沙兰梦寐以求的天堂很近 他不想离开贝拉图家 就算我生气 我也不会生气 嗯 因为我变成了一头吃饱了肚子的猪 有人做到了 前面前没有生意 在安逸的生活和中提琴面前 他宣扬 高见伟大的雄心壮志破灭了 就算我不做 威奥拉公主也会做的 中提琴的成就速度不是人类的 不久之后 柯GM的名声就在整个大陆引起了共鸣 既然威奥拉无论如何都会这么做 他决定安详晚年 为晚年做准备 东大陆刺客下篮 在第一次任务后退役 打扰一下 武孔子来了 是的 穿越山野 砍下双头十人魔头颅的维森回来了 维森就像是好几天没洗漱一样 昏昏沉沉的 谁看见了就知道是乞丐 嗨嗨 Bitchen的身体沾满了鲜血 已经干涸的黑色血迹 足以说明维森战斗的惨烈程度 双头十人魔 算了 我把头从子空间里拿出来 碰 巨大怪物的脑袋掉在了地上 嗯 嗯 最终 彼城成功烈杀了双头十人魔 把礼物交给威奥拉后就睡着了 下篮健壮 与其说是惊讶 倒不如说是一种欣慰 只有维奥拉公主不是怪物 听说第五代公子十三岁 十三岁时狩猎双头十人魔 这在东大陆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 我不会独自承受 估计是管家的那个人的情况不是很整洁 看来管家和五皇子是在夹击猎杀十人魔 总之 弟子看着这一幕 心里还是安宁的 我的意思是 这很正常 一点也不奇怪 所以 雪兰决定不感到意外 我决定接受这个荒谬的事件 如果是无意义的呢 提供食宿 并提供优厚的薪资待遇 反正没关系 亲爱的工作万岁 然而 除了下篮的思绪之外 威奥拉的心情却是十分的混乱 你真的抓住了吗 一个双头十人魔 十三岁的他 怎么可能猎杀十人魔 那是双头十人魔 你那个年纪 不比美迪亚强吗 美迪亚有十三岁时 独自制服一群灰狼的前科 结果 他成为了八级骑士 十人魔虽然是单独行动的魔物 但好歹 也比灰狼高了一个档次 即便有管家的帮助 十三岁的维森 也不是什么可以猎杀的怪物 快把我逼疯 维森似乎比原来变得更强壮 更快 他很难 越是强大的家族 紫柏和自己 也应该越强大 所以 他甚至在中间 到目前为止 我一直做得很好 但这意味着 我必须做得更好 睡了一会儿的维森 睁开了眼睛 于 全部 辣 疲惫不堪的维森 似乎恢复了所有的体力 这真是一种超人的任性 闻 离开 那些话似乎刺痛了维森 但很快就细血 并大笑起来 维森的身体恢复力 也是无厘头 精神恢复力 更是超乎想象 伤口很快就愈合了 决斗 嗯 和塞尔文 布兰迪亚 我和他打架了吗 什么时候 几天前 维奥拉歪了歪头 你说你打过仗 如果像维森和塞尔文 这样的配角打过价 就会提到这一点 至少在这个年纪 维森还没有和塞尔文 交过手 啊 几天前就说过了 就在维森开始 猎杀双头十人魔的时候 塞尔文一定是来这里决斗的 看样子 他们是在中间相遇的 他怎么样 嗯 在我遇到的所有九岁孩子中 我想我是第二个站起来的 维森 哈哈大笑 维奥拉健壮 不知为何开始紧张起来 第二个 作品中的角色越来越强 仅此一向 就增加了变量的数量 但是 有一个九岁的 比九岁的塞尔文还要强 工作中没有这样的九岁孩子 维奥拉不知道 事实上 维森所说的前九名 就是维奥拉本人 塞尔文非常兴奋 和贝拉托一样 布兰迪亚公爵 也只是动了最少的人 那是不需要守护骑士的 自信的表现 塞尔文 Selvin 和他的叔叔 波尔托亚 Poto 一起穿过群衫 叔叔 我十三岁的时候 会比维森强吗 他伸出右手 冰球 一声巨响 妖精头颅炸开 向他俯冲而下 你可以变强 只要你努力 嗯 塞尔文 塞尔文握紧了拳头 妖精的鲜血飞剑 那位兄弟做到了 比我大九岁的维奥拉 那是维森的话 所以不必太相信 中提琴是白色的 Belatoni 界限必须明确 我很激动 我真希望 你能数得比我多 我喜欢坚强的姐姐 这是一辆 我真的很想见 美迪亚的车 借着这次机会 他决定与维奥拉决斗 遇见美迪亚 塞尔文带着远大的梦想 和激动的心来到了冬季城堡 我 我 来自弹挞 他尝到了新世界的滋味 嗯嗯 他皱着眉头 用双手抓住了球 不寒而栗 感觉天堂进入了我的身体 鹤光 发音有点闷 因为我嘴里含着一整个弹挞 他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额头 This is real ice 这是真没梦 经历了天堂之后 他很快就泪流满面 为什么我不能只吃两个 你吃了四个 连我的都吃了 我很伤心 塞尔文的大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我醒来时 眼里含着泪水 心里难过 叔叔明天再来 好的 塞尔文一周天天吃蛋挞 天天在眉眼间说真话 终于 决斗的日子到了 塞尔文和布尔托亚 来到了公爵的住处 公爵此时正在吹雪的地方探险 迎接塞尔文和布尔图瓦的 正是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欢迎 从长远来看 你做得很好 然而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却提起了一个奇怪的故事 我觉得这很有趣 这是三位公爵 都被纠缠在一起的事件 为了挽回 马里恩托公爵的名誉 布兰迪亚公爵挺身而出 贝拉托公爵 不得不与布兰迪亚公爵决斗 我们都是尊贵的家庭 我们尊重自己的荣誉 也尊重他人的荣誉 塞尔文强迫自己打哈欠 在这里 打哈欠可能 是对贝拉托公爵的侮辱 他用力捏着自己的大腿 与席卷而来的睡意 作斗争 所以 我要向塞尔文夫人求婚 伊莎贝拉从亚空间中 取出一瓶药剂 蓝色液体低落 这药水 是当年一位水系法师 研究出来的 布尔图亚退缩了 水系魔法师 这是正确的 他是苍鹿公爵的前妻 现在他睡在 有菊花的温暖地方 我听说过他的名声 他说 他是大陆上 最好的魔药制造者 这是正确的 他优雅美丽 同时又是一位 威严的贵族 是大陆上 最熟练的魔药师 塞尔文在 昏昏欲睡的时候 对蓝色药水 也产生了兴趣 那会好吃吗 如果好吃 我想尝尝 我希望它是一种甜饮料 那样想帮助我 稍微赶走了睡意 你为什么要给我们看 那种魔药 正如我之前所说 我认为 我们需要尊重彼此的荣誉 我们贝拉图 不能接受决斗失败 波尔图瓦不明白 不服输和展示药水 有什么关联 即使赢得不公平的决斗 也被视为失败 我明白公爵夫人的意思 不过 这跟魔药有什么关系 威奥拉是个坚强的孩子 你知道他是白贝拉图吗 是的 我知道 但他不仅仅是白人贝拉 孩子的成长速度 足以与一号公主相提并论 甚至像黑人贝拉一样 听到这句话 塞尔文瞪大了眼睛 睡眠之类的东西 跑掉了 真的吗 那么 威奥拉姐姐很强吗 当然 你不应该把我当成白人贝拉图 伊莎贝拉说 她不喜欢不公平的竞争 她说 Bella 2是一个通勤达理的家庭 追求公平 还提到了 和Black Bella 2无意的 Viola和Selven夫人的年龄差 那个年龄的三年 不能与成年人的三年相提并论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赠送水魔法师 留下的药水 以进行公平竞争 它会减轻你的身体 并使法力流动顺畅 是为布兰迪亚公爵 研制的药剂 所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轻度拉肚子 运气不好 有点无奈 但这些症状 会在两天内消失 波尔图亚接受了魔药 我们感谢魔药 但使用 它是我们的责任 对吧 当然 可能的话 波尔图亚不想用这种药水 他想把这瓶药剂 拿去给布兰迪亚公爵研究 但愿这孩子决斗时 不要视而不见 波尔图亚 公敬地低下了头 这真的很像贝拉图家 保护北方的盾牌 我再一次觉得 至尊世家的传言没有错 谢谢您的考虑 星号星号星号 威奥拉把脸埋在枕头里躺下 为了准备决斗 我不得不休息一下 但我太难受了 无法好好休息 是塞尔文 布兰迪亚公爵 北有贝拉图 西有布兰迪亚 如果说贝拉图 是挡住从雪域降临的怪物的北方之盾 那么布兰迪亚就是挡住西大陆 掠食者从黄海入侵的西方之矛 如果说西大陆人最害怕 最讨厌的家族 那就是布兰迪亚公爵了 布兰迪亚公爵 并没有止步于 阻止西大陆的入侵 他们不时进军西大陆 夺取了无数领土 布兰迪亚公国 有一条铁律 他所遭受的 是双倍以上的回报 布兰迪亚公爵几个世纪以来 一直冲锋在西大陆战争的最前线 正因如此 他们在与人打仗方面 有着首屈一指的经验和实力 贝拉图擅长打怪兽 而布兰迪亚更擅长打人 而是要和布兰迪亚夫人战斗 威奥拉以自己的方式准备着 努力地准备着 但尽管如此 他还是忍不住感到害怕和难过 拥有一个贫穷的浪漫 是不公平的 而是直接的决斗 不管我怎么跺脚 情况都没有改变 我听到泽农的声音 公主殿下休息好了吗 不 如果他像你 你能休息吗 但表面上 他平静地回答 当然 尽管如此 塞尔文大人 还是一位在同龄人中 表现出惊人成长趋势的年轻女士 一点紧张感都没有吗 因为 没有理由紧张 威奥拉受惩犯委托 接受化妆 化妆魔法 威奥拉的诡异气息被放大 裙子将威奥拉的心境完全覆盖 我带你去决斗场 泽农伸出他戴着白手套的手 威奥拉把手放在上面 开始走路 泽农几乎是这么说的 别受伤 但在决斗中受伤是光荣的 告诉他不要受伤是对威奥拉的侮辱 所以我对自己说 希望公主没有受伤 如果威奥拉受伤 她似乎会很不高兴 没有人看到 但杰农的眼眸却是深深地沉了下去 万一公主受伤了 无论如何 威奥拉都受了重伤 面条 我会做同样的 威奥拉的手臂受伤 对方的手臂就会被砍断 威奥拉的腿受伤 对方的腿就会被砍断 不管我的对手是谁 我都会这样做 泽农笑着走了 但我希望 这不会发生 哟 这个 型号型号型号 眼看帝国三大公爵 都被卷入其中 大陆的兴趣 倒是倾泻而出 还有六名通讯记者 被特准 坐在冬季城堡的体育馆里 看那边 六公主在走路 威奥拉不允许她的脸 出现在公众面前 所以 虽然不会在通讯中 露出真容 但他们在魔法拍摄工具中 完整地捕捉到了 威奥拉的模样 谣言包不住真相 这是正确的 新闻记者无法将目光 从威奥拉身上一开 尽管如此 我还是无法进行眼神交流 我感受到了一种 无法直视的危险气氛 那种神秘的气息 即便是见识过很多人 经历过各种领域的人 也是第一次感受到 他们说他是一个 有血有肉的人 其中一个对生活敏感的人 浑身起鸡皮疙瘩 不知过了多久 布兰迪亚公爵的 塞尔文夫人走了过来 与布尔托亚同行 她的气质 与威奥拉截然不同 记者几乎喘不过气来 耳朵 可爱 如果不是布兰迪亚的女儿 我会一直尖叫 他们在吃什么 她两手各拿着一个弹挞 不同寻常的 是一次只吃一口 放大你的声音 让我听听 你要说什么 当我用魔法射击工具 放大声音时 我听到了清晰的声音 可惜了 所以我只吃了一口 我明天再买 我听到这个 真的吗 你还要在这里几天 确实 我想在这里吃很多好吃的东西 然后回去 她非常可爱 记者们的眼里 满是善意 不知不觉中 他们祈祷着那位可爱的 小塞尔文女士的胜利 然而 另一个巨人出现在了这里 我将接管对决的仲裁 大陆上只有三十人左右的心知骑士出现了 被血鬼吓一跳 被清爽可爱融化的记者们 再也回不过神来了 一公主 美迪亚 只有在其他大陆 她才被称为黑发女巫 但她从来都不是女巫 记者们仿佛被她成熟的美貌 迷住了似的 按下快门 三名记者是男性 三名是女性 不分性别 六个人都被美迪亚的容貌给迷住了 布尔托亚大人同意吗 当然 听到第一圣骑士的条件 我感觉轻松多了 美迪亚站在竞技场中央 没有看威奥拉一眼 从现在开始 我将监督决斗 决斗以玛丽 安徒公爵与贝拉托公爵夫人的决斗告终 我通知你 玛丽 安徒万公爵的利文爵士正在观察 这里是神圣光荣决斗的竞技场 我美迪亚 不会袖手旁观任何有辱三大家族名誉的行为 美迪亚说完 威奥拉和塞尔文面对面站着 威奥拉能读懂塞尔文眼中的想法 我想尽快尝试战斗 激动人心 ETC 她的外观与Vison相似 威奥拉避开了塞尔文的视线 在其他人看来 威奥拉似乎无视了塞尔文 哇 就按照我们 事先准备好的做吧 威奥拉拼命掩饰颤抖的双腿 在决斗前打起精神 这是不止一次经历的事情 美迪亚说道 威奥拉大人和塞尔文大人面对面 两人面对面站着 决斗前 我会把话语权交给两位小姐 请从塞尔文夫人开始 为了玛丽 安托万公爵的荣誉 她说什么 她挠了挠后脑勺 给布尔图亚一个救赎的眼神 不过 既然决斗已经开始 布尔图亚也插不上手 塞尔文也含糊不清 总之 我是来决斗的 而不是玛丽 安东尼的塞纳 美迪亚将目光转向维奥拉 钟提琴背诵着她事先准备好的台词 塞尔文大人 我知道如何使用精灵魔法 我提前说了 免得万一还嘴 不要紧 塞尔文似乎迫不及待 想要来一场速战速决 她的嘴角抹着黄色的奶油 那么决斗开始吧 最终 美迪亚宣布决斗开始 然而 连威奥拉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就是旁旁大人的模样 旁旁 一个蓝色头发的男孩 化作一大滴水珠 包裹在了威奥拉的身上 冒泡 威奥拉几乎陷入困境 啊 我气喘吁吁了 不痛吗 这是舒适和温暖的 这就是著名的水墓 保护海地到最后的水墓打开了 可能不如小说结尾出现的水墓 但旁旁打开的水墓 挡住了塞尔文所有的拳头 棒 棒 到处都是 帮 有声音和水花上升 那是一拳 威力足以劈开一块大石头 一切都好吗 塞尔文的动作 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 太快了 肉眼几乎看不到他 一口气伸出竖道拳头 感受到的力量和气势惊人 但是 就算是那厉害的武功 也过不了庞庞 反正合不来也没关系 威奥拉观察着水墓中的塞尔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变得更加放松 塞尔文的攻击都没有越过 胖胖 不愧是世间最强的防御武魂 胖胖缠绕在威奥拉的身上说道 你觉得乒乓大帝陛下的球技如何 别胆怯躲起来 出来 塞尔文的药量很高 那种漫不经心的说 陛下的嚣张气焰 威奥拉有点头疼 很少说 不要用陛下这个词 如果做错了 可能会导致叛国罪 那么幸福安详的生活就会飞逝 他这辈子 恐怕都要在地牢里烂了 我听到了 胖胖的问题 什么是陛下 这是一个颂扬人界帝王的词 不要粗心地使用它 我是一个灵魂 那么 我不属于人界 而是属于灵界 为什么不能使用呢 陛下这个词 很酷 也很好听 与此同时 塞尔文包裹着魔力的拳头 再次对准了威奥拉的脸 胖 那个拳头乒乓球 震动随着声音一起被吸收了 总之 不要乱用 这是承包商的命令 那就想想比陛下更酷的是吧 那就让陛下停下来 把它缩短为乒乓球 这也很酷 真的吗 惊人的 啊 惊人的 被困在水墓中 能力不足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 你若而被忽视是 另一回事 别侮辱我 法力从塞尔文的身上爆发出来 布兰迪亚公爵所使用的特有金色法力喷涌而出 震荡着塞尔文的身体 这是一件大事 那股魔力 是布兰迪亚公爵的魔力 号称世界第一的破坏力 甚至有人称 操作那金色魔力的布兰迪亚公爵的成员 为畜生 别让我太难过 你不应该输 但你 也不应该侮辱塞尔文 塞尔文后 来成长为一名强大的战士 如果我过度刺激他 他又会成为我的敌人 没有敌人 比有很多盟友更好 至少对于维奥拉的受长 而幸福的生活来说是这样 维奥拉急忙说道 但看似悠闲 塞尔文大人 请暂时停止决斗 我需要澄清误会 你知道我傻吗 我姐姐不理我 不 维奥拉招手 草开始四处飘扬 我所学的武技 并不是贝拉托的剑术 或许你能感觉到 那可是来自东大陆的武学 这是一种叫做 KoGM的剑术 塞尔文歪了歪头 为什么贝拉托的女儿 学的是东大陆的武道 而不是贝拉托的剑法 如你所知 东大陆的一些武道 都是按照规则运作的 我向塞尔文夫人打招呼 并竭尽全力 背诵一首圣歌 其实是跟胖胖的对话 只是 Selvin不知道那么多 疯狂攀升的金色法力强度 开始减弱 我念了一个咒语 展示了我的一切 展示了 我拥有的最强防御术 你现在明白了吗 塞尔文点点头 看来 他误会了中提琴 看来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塞尔文降低了战姿 降低了重心 那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星号星号星号 第一剑 必破山河 威奥拉全身都长出了鸡皮 这有点尴尬 哦 一阵大风吹来 散落的草开始上升 嗯 风比预想的要大 比练习中更多的草 以一种敏锐的期待感 围绕着中提琴旋转 什么 这是什么 威奥拉自己也很困惑 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比赛 所以有所不同吗 一柄比修炼时 威力多了很多的第一剑展开 他不知道的是 从他的戒指和衣服中 渗出微妙的光芒 无法用肉眼确认 但能读懂法力的人 却清晰可见 迟到决斗场的希克森 瞪大了眼睛 嗯 他可以看到 维奥拉手上的戒指 和他身上穿的裙子 正在发生反应 两人似乎没有普通的戒指和礼服 戒指 礼服 精神 和 最后一个 维奥拉的肉 所有这四种元素结合在一起 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 维奥拉忍住羞愧 迎唱了第一剑 尽量少说 一块坚硬的木头石头 放在敌人的眼睛里 就会碎得无影无踪 每一把带着灵力灵气的超剑 都笼罩在了维奥拉和塞尔文的周围 远看仿佛泛起一层绿色的雾气 近看又像是一场绿色的风暴 正在酝酿 啊 塞尔文被强风吹得睁不开眼睛 这是什么 这些小草 每一株都是一把鸣剑 它提升魔力 保护自己的皮肤 但每次超级剑碰到它的身体 魔力都会被斩断 塞尔文勉强睁开眼睛 伸出了充满强大魔力的拳头 KOGM和中提琴之间的联系 必须被切断 全身有多处伤口 塞尔文一边走一边压低身体 捂着脸 我必须靠近 我只好舍肉取骨 没有办法完全挡住第一剑 就算失血再多 也得想办法靠近维奥拉阻止才行 如此强大的攻击 我撑不了多久 而且 它很容易受到防御 我认为 如果我以某种方式缩小距离 就有机会 没关系 拉近了距离 看到了维奥拉 她紧紧地抱住中提琴 这是试图将战斗影向武术的斗争 而不是武术的斗争 啊 但她的努力是徒劳的 我感到全身被割伤的疼痛 这时 美迪亚的声音响起 停止 美迪亚拔剑挥出一剑 笼罩大地的绿色消失了 维奥拉的第一剑 和塞尔文的法力 全部在美迪亚面前 平住呼吸 飘扬的小草落到地上 化作粉末 被风吹散了 擂台上鸦雀无声 美迪亚的单剑 结束了决斗 带来了寂静 我能感觉到强烈的青草气味 我们介入是因为我们判断 塞尔文夫人的生命 处于危险之中 旁观者怎么看 玛丽 安东尼家族的旁观者 列文清了清嗓子 她也是青年所见 如果她保持原样 塞尔文就会死 就连莱文也不得不承认 威奥拉公主的无所作为 真是令人吃惊 看来是我们的败仗了 请准确一点 这是一场失败 列文无法将目光 从威奥拉身上移开 一个如此无所事事的 白色贝拉图拉 很难相信 但是青年所见 我又忍不住相信了 塞尔文大人认输了吗 塞尔文一时说不出话 随后点了点头 她也感觉到了 当我拥抱威奥拉时 我看到了死亡 中提琴感觉就像一股 巨大的潮汐 感觉就像一堵 我以前从未面对过的 巨大墙壁将我吞没 威奥拉走过来 伸出手 这是一场很好的比赛 终于 那是什么 大灾难临近的感觉 塞尔文握着 威奥拉的手 那一刻 塞尔文的头发全白了 天空变黄了 我喘不过气来 什么 和以前一样的感觉 那种拿着钟提琴的感觉 我感到死亡的恐惧 再次向我逼近 塞尔文吓了一跳 摇手问道 那个戒指 你跟我吵架了吗 是的 我神知不知道她不舒服 因为我每天都带着她 我不能只穿一次吗 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礼物 对不起 是穿有点尴尬 不过 我可以给你看一会儿 塞尔文对此表示满意 并收下了这枚戒指 碰 戒指掉在地上 发出一声巨响 塞尔文昏了过去 无法承受戒指的重量 和其中蕴含的庞大力量 即使作为钟提琴 我也很尴尬 你为什么晕倒 我只是想握手 怎么就昏过去了 这是误解的完美情况 不过 她也掩饰不住尴尬 只是用平静的眼神 看着晕倒的塞尔文 她的心情很复杂 今天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试图以某种方式 与PongPong一起渡过难关 等待一段时间 并在Sylvian疲倦时尝试反击 塞尔文是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战士 但她在地球战争中 却是一个弱者 然而 一些非常奇怪和宏伟的事情结束了 为什么为什么 美迪亚看她的眼神很不寻常 不仅如此 西克森不也是用很黑的眼睛看着自己吗 他们似乎懂英语 她甚至不能问美迪亚或西克森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最令人沮丧的人是维奥拉 什么 为什么我这么高 我觉得 我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塞尔文女士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很尴尬 这是令人沮丧和荒谬的 但荒谬的事情开始接连发生 塞尔文心烦意乱 做了一个梦 这是我经常做的梦 五年前的惨痛经历成为噩梦 萦绕在塞尔文的心头 一个村庄在燃烧 把所有人干掉 到处都是尖叫声 这些是布兰迪亚的合作者 燃烧的火 一位求救的中年妇女 亲眼目睹了丈夫的离去 一名儿童被无情地践踏 然后被刺死 塞尔文躲在壁橱里 瑟瑟发抖 这里会有布兰迪亚的血迹 一定要找到 他们要找的是塞尔文 躲在壁橱里的塞尔文 捂着嘴哭了起来 那天 我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逃跑了 公爵总是心灰意冷 想要逃避每天重复的训练 是因为我 给他们端汤的中年夫妇死了 这句话是中年夫妻 躲着塞尔文说的 躲在那边 那是一对中年夫妻的心愿 那天塞尔文好害怕 好害怕 看到人死是很可怕的 更可怕的是 这一切发生在他身上 但就在这时 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个人 而此时出现的人 正是领东城堡的第一公主 美迪亚贝拉二世 她用干涸的眼睛 轻轻挥动大剑 美迪亚是疯 没有一个西方士兵 能阻止她前进 塞尔文像是着了魔一般 从壁橱里爬了出来 偷偷看了美迪亚眼 啊 飘逸的黑发 红色的眼睛 像红宝石一样 闪闪发亮 之前还是掠视者的西方刺客 如今沦为猎物 在美迪亚面前 他们不过是一群蝼蚁 不知所措 哪有一个女人 一句话说得这么贴切 女人张了张嘴 起床 这是一个干巴巴的声音 但在塞尔文听来 却是温暖的 你是个贵族孩子 美迪亚认不出塞尔文的脸 但她能看出 她是一位贵族 我还读到 她从小就接受过艰苦的训练 从她身上 我看出 这孩子 很可能就是塞尔文 他们说 布兰迪亚的血清 以惊人的速度成长 这个孩子才四岁 外表看起来八岁 美迪亚说道 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当你背离真相和责任的那一刻 贵族的生活就结束了 这些话对塞尔文来说 就像变魔术一样 我鼓起勇气 我睁大眼睛 看到了这可怕的一幕 我吓得全身都在发抖 但我没有闭上眼睛 当一阵白风吹过 结束了降临在这个村庄的 所有灾难时 美迪亚抚摸着塞尔文的头 好工作 这就是你获得勇气的方式 美迪亚单膝贵地 与年轻的塞尔文四目相对 如果有一天 你可以用自己的两只脚 自豪地站立并保护弱者 请告诉我你的名字 那是一个带着温暖荆棘的词 直到现在 塞尔文都没有勇气 做不出贵族的本分 也就是说 他没有资格说出自己的名字 所以 美迪亚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也没有问塞尔文的名字 泪水从塞尔文的眼眶里流了出来 总有一天 我会告诉你我的名字 你不会像今天一样 无助地躲起来 我会像我姐姐一样 好的 美迪亚又摸了摸塞尔文的脑袋 然后站了起来 啊 美迪亚又补充了一句 他们说他们要找的人是塞尔文夫人 如果你碰巧遇到这位年轻女士 请告诉我 告诉他们 今天的苦难 不是因为塞尔文夫人 不是她的错 然后美迪亚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一段时间后 帝国派出一名名叫亨色的一流骑士 作为调查员 塞尔文吐露了他看到的一切 美迪亚成为了第一星骑士 西大陆122名特种杀手的歼灭 贝拉托公主 授予一级骑士的地位 美迪亚 获得第32颗星 简报对美迪亚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美迪亚充满了年轻的塞尔文的心 然而 本来 他得有美迪亚的脸 美迪亚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 但今天不同了 淡紫色的头发 紫色的眼眸带着红色的能量 我的天啊 塞尔文跳了起来 他在梦中看到的人不是美迪亚 而是威奥拉 波尔图亚问道 你感觉好些了吗 我需要见见威奥拉 为什么 我想我恋爱了 波尔图亚头痛欲裂 反正是小孩子的话 我也没怎么听进去 只是装作很认真的问了一句 为什么 这是一个 你可以在你面前看到的乌托邦 对塞尔文来说 美迪亚就像海市蜃楼 像不存在的绿洲一样的存在 一种肉眼可见 却无法接近的错觉 但是中提琴有点不同 想摸就摸 想靠近就靠近 我确实感觉到了 我和威奥拉的差距 书球并不丢人 不服输是耻辱 差距不承认是耻辱 我叔叔也是这么教我的 我确实教过你 你甚至不必去爱另一个人 波尔图亚正要说 但又忍住了 那是一个敏感时期 所以我掩饰了自己的话 威奥拉姐姐和美迪亚姐姐 美得令人羡慕 威奥拉比自己强多了 悠闲 但是 她尽力照顾自己并战斗 威奥拉之所以能够压倒我 一定是因为美迪亚的存在 威奥拉一定相信美迪亚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美迪亚都会包办一切 所以我信任她 并尽力而为 美迪亚回应了这种信念 两姐妹的出现 正是塞尔文梦寐以求的乌托邦 还有戒指 戒指的身份不明 但是塞尔文感觉到了 那是一件神器 蕴含着让她不敢动弹的巨大能量 我想威奥拉知道 我买不起戒指 对吧 嗯 也许吧 因为不是 每个人都能买得起那样的戒指 波尔图亚也读懂了 戒指中蕴含的 闻所未闻的力量 可是 你不是说戒指是你给的吗 为什么故事又发生了 波尔图亚很难理解少女的敏感 但还是点了点头 我姐姐向我展示了她能做到的最好的 你以一种体谅我的方式 向我伸出手 并显示出 我和我姐姐之间巨大的技能差距 塞尔文有她自己的梦想 现在轮到我伸出手了 她按照自己的喜好解释一切 我可以爱上你吗 九岁孩子大胆的提问 让威奥拉头疼不已 在原著中 塞尔文对美迪亚说 我爱上你了 我的妹妹 她还自称是私生犯 成长为追随美迪亚脚步的角色 看着双眼放光的塞尔文 威奥拉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 我赢得太压倒性了 塞尔文对她坚强的姐姐很着迷 显然 塞尔文喜欢她 这比把她们变成敌人 要好得多 看来私生犯 还是有点累的 因为反正 我比美迪亚姐姐弱多了 总有一天 塞尔文会追随更强大的美迪亚 那样想让我感觉好一点 总之 塞纳一定是个疯女人 本来想舒服的心 又变得不自在了 站在后面的波尔图亚 大声咳嗽起来 塞尔文公主 你想说什么 塞尔文的脸变红了 啊 在妹妹面前 我要表现出 冷静善良的一面 这么想后 我闭上了眼睛 既然输给了你 塞纳就正式向你道歉吧 大概吧 在决斗中输了 最终 塞纳公主不得不亲自拜访贝拉图家 并正式道歉 那是贵族的法律 无辱我妹妹还不够 你还敢挑战她决斗 她的心脏一定很差 我他妈的应该回答什么 维奥拉有点困惑 昨天的塞尔文和今天的塞尔文不一样 哪怕是不一样 这就像是一个不同的人 哦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给了我一些东西 什么 这个 是魔药 水系法师调制的魔药 波尔图瓦按照她抽动的太阳穴 塞尔文似乎想把她知道的 一切都告诉我 美好的 我猜 无论如何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似乎并没有试图保守秘密 如果她使用了魔药 她无论如何都会被抓住 她从来没有要求保密 反正塞尔文抱怨留在贝拉图 最后还是让她留下来 直到塞纳公主赶到这里道歉 日子过去了 玛丽 安托万公爵的游行盛况空前 一辆有两匹白马牵着的豪华马车 被数十名护卫骑士团团围住护送 我们很快就会到达寒冬城堡 色难宁死也不愿来这里 逃离富饶安宁的玛丽安托万公国 来到如此平洁偏远的北方大地 来到一个天天打怪兽的不愉快的地方 我打开车窗 连风都是狂暴的 出于某种原因 它似乎闻起来像野蛮人 既然是找不到半点文化的人聚居的地方 风势自然是低的 我会从寒冬城堡外墙的南门穿过 办理入住手续并不困难 因为它是事先承诺的 我看到衣衫褛褛的孩子 从马车里跑出来 它又脏又脏 一般来说 它是 从塞纳公主的眼里 看到的孩子们都是脏兮兮的 一些孩子正在用木刀玩剑术 在你应该阅读和学习的时候 发生了如此愚蠢的刀战 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与其中一个小家伙对视了眼 哇 是个很漂亮的姐姐 文言 塞纳心情不好 关上了窗户 这里要不是东宝 我早就打电话骂她了 一个平民之类的人 怎么敢支持公爵女儿的脸 说出这种傻话 那是冬季城堡的唯一一层 这让我很不舒服 我们已经到了公爵府 塞纳连忙道歉 想要离开这片污秽的土地 一位熟悉的管家 上前为塞纳引路 他是一个英俊的男人 举止举止 在贝拉图是罕见的 你是说泽农管家吗 是 公主 带我去找威奥拉公主 泽农微笑着鞠躬 泽农弯下腰 没有笑 跟我来 我带你去威奥拉公主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 泽农敲了敲门 威奥拉公主 塞纳公主来了 我进来可以吗 进来 开门进去的时候 塞纳看到了荒唐的一幕 这是现在 发生了什么 当我进入威奥拉的房间时 我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声音 这才是真美 这才是真美 一瞬间 塞纳以为自己走错房间了 这是一个与中提琴不太相配的童声 孩子用食指指着她的眉毛 和她的眉毛之间 塞尔文公主 我听不懂 为什么决斗的目标塞尔文会在这里 一个失败的人 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 姐姐最棒了 哦 不知道是因为她嘴里的食物 应该是蛋挞 还是因为她的舌头本来就短 所以她的发音含糊不清 但不管怎么说 塞尔文看起来很开心 事实上 塞尔文很高兴 就算那样排队 一个人也只能买两个蛋挞 但我来的时候 一共三盒 一个箱子里装着十二件宝物 所以在塞尔文看来 威奥拉的房间里 沉睡着三十六件宝物 对于塞尔文来说 这里就是天堂 哦 你是塞纳公主吗 你好 你想尝尝吗 对威奥拉和塞纳的态度略有不同 但又是模棱两可的 拉中提琴的时候 舌头变得特别短 威奥拉姐姐太棒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为什么 塞尔文继续得意洋洋地说着 这里的老板 是威奥拉姐姐的粉丝 恭喜你赢得对决 送我三个盒子 是的 折断 嗯 塞尔文双手抓住球 感受着喜悦的快感 但她的甜味传遍全身 塞尔文不由打了个寒颤 喝多了 天天和威奥拉姐姐在一起 我都烦死了 塞纳有些荒唐地看着威奥拉和塞尔文 然后张了张嘴 这可能是一个重大的外交问题 你认识威奥拉公主吗 Selvin Brandeal和Viola Belletue 看起来很有善 或许两人之前是朋友吧 威奥拉哥哥地笑了起来 该不会是塞尔文大人故意给我的吧 你不想这么说 是吗 我不是这么说的 但现在看来 似乎也有道理 塞纳咬着嘴唇 塞尔文会突然变成黑骑士 从我离开的那一刻起 就很奇怪 其实 正是因为塞尔文作为军人的自信 塞尔文才自称是黑骑士 但塞纳并不这么认为 你是不是设下圈套羞辱我 威奥拉在心里笑了 她非常稳定 她似乎很清楚 自己不想以某种方式道歉 威奥拉不自觉地扎了扎舌 如果是我 我会聪明一点 请再说一遍 这意味着 如果没有具体证据表明 我与塞尔文夫人勾结 你就不会以那种方式 提出这个问题 是她生气了 什么都看不到 还是在马利安托万家族里 长得像花一样 太粗心了 如果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图像 不是证据 那她是什么 然后塞尔文回答 她开裂了 一时间 塞纳一脸荒唐地看着塞尔文 然后塞尔文哈哈大笑 啊 这 他们正在拆包装纸 塞纳的脸有点红 早知道布兰迪亚家族凶残 没想到会到这种地步 此外 她导致了令人震惊的外观 你在干什么 塞尔文放下手 让中提琴看不见 她的中指指向塞纳的方向 没办法知道 那个指竖起中指的动作 到底是什么 但不知道为什么 塞纳感觉很不舒服 似乎她第一眼就听说过 乞丐骂人的时候 也会做出那样的事情 塞纳公主 你看起来 不像是来道歉的人 威奥拉盘腿做 她扭动着双腿 如果你是来道歉的 就表现得像来道歉的人一样 哟 这个 塞纳的脸变红了 但是 她尽量没有表达出来 就这么说了 只要检查一件事 塞尔文 布兰迪亚大人 真的被威奥拉 被拉托打败了吗 努力发展 塞纳微微皱眉 或许是从小 在最西边的宫国长大的缘故 她似乎用了很多 让人看不懂的言行 什么叫发达 就是大败的意思 塞尔文吃着蛋挞 一副不在乎塞纳的样子 她的语气和行为 出奇的具有侵扰性 看似塞纳对自己无足轻重 但站在道歉的立场上去辩解 也很暧昧 我必须道歉 在决斗中输了 所以道歉是对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 生在名门望族 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 塞纳双手抓住裙子 鞠躬 对不起 我犯下了极大的不尊重和不尊重 是这样吗 你犯下了什么 粗鲁和无理的行为 我侮辱了仓路公爵的礼物的价值 并试图公开羞辱她 我认为 我表现出了很不缺点 相同的 我看到了 塞纳低下头 咬住嘴唇 我忍不住了 从道歉的角度来看 我已经为这种程度的屈辱 做好了准备 塞纳公主 最近有一个人真诚地向我道歉 是的 她练字 给我寄了十多封信 为了万一我原谅你 我跑了很远的距离 在近距离等待我的回答 然后她遇到了我 真诚地请求原谅 并献出了她最珍贵的东西 塞纳感到有些不安 从维奥拉口中说出的每一个字 都像是危险的毒药 她的态度和你的态度很好 我比较了一下 她好像知道了 杰里米多么真诚 杰里米多么绝望地来到她身边 反倒是看得出来 塞纳是多么逼迫地道歉 那人说 苹果必须是苹果 才能成为苹果 贵族就应该表现得像贵族 这是否意味着 我的道歉不像道歉 你是说我不是贵族 你不应该表现出那种诚意吗 你连决斗都输了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但和我相比是不对的 虽然每时每刻都被乌尔拉推开 但塞纳始终无法放下最后的骄傲 我是玛丽 安托万公爵的女儿 她咬着嘴唇 我的眼睛是红色的 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抓着裙子的手紧紧地搂住了 我努力不哭 那有什么关系 她还是个贵族 公爵的女儿和普通的贵族是不一样的 他们有什么不同 乌尔拉用食指碾着头发 定性 一切都不一样了 塞纳失去了所有的冷静 在中提琴面前 我变成了一个孩子 威奥拉悠闲得难难道 守护蛮荒峡谷的风暴要塞子孙 素质这么差吗 塞纳的脸变白了 我不敢相信 那个人是杰里米王子 还有那个杰里米王子 为了道歉 练习了他的笔记 他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从一开始 就经历了很多曲折 前来道歉的人 首先质疑 决斗是否被操纵 你侮辱了负责决斗的帝国第一心骑士美迪亚 那个那个 不仅如此 我还怀疑布兰迪亚公爵的荣誉 一起决斗的贝拉图也被侮辱了 连风暴要塞的孔子都出言不逊 你能应付这一切吗 我笑了 我不认为 这是一个前来道歉的人可以说的话 星号星号星号 泪水从塞纳的眼中流了下来 他越是和维奥拉说话 他似乎就越深 就像被困在黑暗的迷宫里 看不到任何光亮 我 我都错了 请原谅我 曾经流下的泪水就止不住了 塞纳很害怕 那个叫维奥拉的人 正以一种非常可怕的方式接近我 中提琴感觉像个巨人 具体来说 我希望你为你做错了什么 以及如何做错而道歉 在我姐姐面前 赫拉打开门走了进去 塞纳想以某种方式摆脱这种情况 我把想到的都说了出来 请原谅我 悄悄无视赫拉公主 我这样做 是因为我太虚弱了 我大错特错了 我真的错了 无视赫拉 勾结其他贵族 暗中排挤他们 将他们排挤在社交圈子之外 她低声说她是一个失败者 她别无选择 只能成为白色贝拉托 因为她无法成为黑色贝拉托 她忏悔自己所有的罪孽 痛哭流涕 赫拉看向中提琴的方向 有些疑惑 我只是用嘴问 你做了什么 想不到高傲的色纳公主 会放下一切 放声大哭告白 甚至赫拉也很荒谬 看起来她没有使用暴力 似乎只有言语 才能让塞纳变成那样 如果说是天赋 那也是了不起的天赋 不管怎样 威奥拉信守了诺言 威奥拉答应过 你必须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 杀死她 重新出发 一步一个脚印 现在的塞纳 和死去的塞纳 没什么区别 我觉得 只要我能放下一切 大哭着离开这里 我愿意做任何事 赫拉感觉心底深处 仿佛有什么火热的东西在生疼 不止塞纳之类的人向我道歉 我的眼睛看到了终提琴 我很高兴你遵守了对我的承诺 如此精巧的方式 我感觉好多了 因为我认为我已经证实了 中提琴的另一种能力 也是一把中提琴 赫拉说 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我理解塞纳公主的诚意 按照帝国的法律 你所有的歉意 都被记录在了魔法照相机上 希望你以后 能成为一个延出必行的贵族 塞纳的脸这才红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事实 我所有的出现 都必须被记录下来 我是 我会退后一步 谢谢你的原谅 塞纳抓着摇摇晃晃的腿 继续前行 当我回过神来时 各种羞耻感涌上心头 我想死是因为我想到 自己在野蛮人的家人面前 哭泣和道歉 我要杀了他们 他不敢在中提琴面前表现出来 但怒火却升上了头顶 他讨厌贝拉托 也讨厌冬天 粉碎和摧毁一切的欲望 如潮水般涌来 让我们来看看 我一定会杀了他们 他不知道 他的磨难并没有就此结束 事实上冬季城堡不仅仅是 维奥拉和赫拉 在体育馆挥汗如雨后 维森在一张长凳上坐下 并打电话给坐在他旁边的台员 喂 你这个混蛋 在正常情况下 这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不尊重 但台员根本不在乎 是的 供扎 你不是说 维奥拉能凭直觉 分辨出自己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吗 这是正确的 台员的眼中 甚至流露出一种自豪 不知为何 维森觉得自己输了 我给了维奥拉一个巨魔的头 你知道吗 是的 那时候 你喜欢维奥拉吗 我讨厌她 你为什么讨厌她 是因为巨魔太弱了吗 台员摇了摇头 我家主人要这么不雅的礼我 这不是很优雅吗 为什么 因为她不喜欢血腥味 为什么 你只是讨厌她 维森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那食人魔的头呢 你更讨厌那个 为什么 因为她闻起来更糟 维森震惊得微微张大了嘴巴 这比今天允许台员袭击 更令人震惊 你真的讨厌她吗 是的 你有多讨厌她 很多 你没有说谎 是吗 我有撒谎的理由吗 维森点点头 好吧 就算我不喜欢你 你也不是骗子 我也不喜欢孔子 台卓拉并没有太在意维森所谓的狗 相反 维森也没有太在意 台卓拉直接无理的言论 若是下人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那便是歧见了 但对他们来说 却是熟悉的日常生活 但我是说 维森冷笑一声 她的表情与之前不同 那种仿佛灰剑一般的气势 随时爆发出来 台员做好了伏击的心理准备 是塞娜还是索娜 她 这是塞娜 是啊 她 她也想讨厌这个吗 我从子空间中取出了巨魔的头 你又不是讨厌她 你可能吓坏了 好的 你可能会昏倒 对于中央贵族的女士们来说 那将是一个超越厌恶的可怕对象 没有添加详细的解释 维森眼中的笑意加深了 既然是我的贵重战利品 就应该送人 你应该把她放在马车里 维森像妖精一样 咯咯地笑着 绿色的鲜血从巨魔的头上滴下来 她的眼睛还在抽搐 你不能把她留在那里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Tundra首次与Vison合作 我们送礼物需要走正规程序 不过你告诉泽农 他会处理的 星号星号星号 泽农笑道 你准备了一份不错的礼物 瑟娜大人也会很高兴的 是的 是的 三头巨魔的头 这是一份非常难得的礼物 这是正确的 送这么贵重的东西 有点浪费 Vison的态度一点都不浪费 但泽农根本不在乎那种态度 我会通过执事们给玛丽 安徒传话 只要三头巨魔的脑袋 没有剧毒和幻术 就没有问题通过 你说这是惊喜礼物 对吧 嗯 这是正确的 一份惊喜礼物 那就把它偷偷塞进马车里好了 泽农立即照办 玛丽 安托万 虽然有些犹豫 但也没有拒绝维森的礼物的理由 我们彼此进行了简短的会面 维森王子说 他把它作为礼物 送给了威奥拉公主 三个头颅中 一个是你给的 一个给了威奥拉公主 一个给了瑟娜公主 是的 这似乎是冬天的气候 所以我认为 我们应该尊重他 再说 又现在的立场 不是要道歉吗 他无法拒绝维森的好意 泽农在玛丽安托的守护骑士的注视下 前往玛丽安托的马车 与此同时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 一名守护骑士问道 这是为什么 我需要做一个新的天花板工作 发生了冷鸣 泽农淡定地拿出笔记本寄了下来 与此同时 躲在天花板上的谢兰 重重地叹了口气 啊 什么样的男人 才会有刺客的感觉 泽农 那家伙无论如何 都是怪物 你在干什么 车厢里好像放着什么东西 我却看不到 一片哗然之后 夏兰小心翼翼地着陆了 魔法灯熄灭了 周围没有人 如果我损坏了车轮 那会不会是一场大事故 你怎么敢侮辱和迫害我亲爱的雇主 不 我的弟子 Shalen决定不再忍受他 让我们把椅子修好 一段距离后 决定对椅子进行震动 使其倒塌 会很疼的 作为一名刺客 他受过严格的训练 并且有信心 他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夏兰打开马车门 咦 这是什么 随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巨魔的头清晰可见 胆小的刺客夏兰 惊讶地亲了亲胸膛 呃 我以为我的肝脏药掉下来了 我很惊讶 但不知何故 我感觉好多了 塞纳可能会感到震惊 而不是惊讶 好的 那应该足够了 再过两天左右 他就会崩溃 我的屁股疼 我要哭了 会很疼的 索尼亚 那不是索尼亚吗 这个名字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他还是决定 不要太在意 松了口气的夏兰 推开马车门走了出来 双手一抖 但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谢兰大人 你在这里做什么 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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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迪亚对威奥拉很好奇 他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强 真是一把超级剑 所以他找到了夏兰 你在干什么 有人看到 谁冷对马车做了什么 我想我摸到了椅子 刺客通常是多才多艺的 以各种方式暗杀对手 挖掘陷阱 是他的拿手好戏 很明显 这把椅子 被人操纵了 谢兰大人 你在这里做什么 啊 那个 夏兰瞬间愣住了 现在他退休了 没有现意 正因如此 他的心神才松了下来 脸上也流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美迪亚笑了 身为东大陆舞者 你一定很好奇 中央贵族的马车长什么样吧 是的 是的 哈哈哈哈 夏兰惊讶地亲了亲胸膛 你没看到吗 如果我看到了 那就是个大问题了 就算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和痕迹 这种行为一旦被抓到 也会成为外交上的大问题 幸运的是 我想我没有看到他 美迪亚说道 等等 我们可以去我房间谈谈吗 星号星号星号 是的 你弟子的第一件 就是这样 听到决斗的消息 西兰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 然后美迪亚叹了口气 我以为雪兰可以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 但事实并非如此 即使是雪兰爵士 这也一定是一个惊喜 雪兰对威奥拉的掌握 似乎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能从与她的谈话中得到一件事 这样的成长速度 连我的老师谢兰大人 都感到惊讶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可观的收入 谢兰没有被授予旁观决斗的权利 让人有些失望 如果她亲眼见过这把中提琴 她就会知道更多 于是 美迪亚决定去找西克森 巴特勒 西克森叔叔呢 他正在威奥拉公主的房间里 享用茶点 西克森叔叔 不太喜欢吃点心 是吗 这些天 你经常这样做 美迪亚点点头 你绝对是站在我这边的 美迪亚继续前行 管家问道 你要去哪里 给威奥拉 要我发消息吗 不 没关系 我这就去 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我把留言放进去 我觉得这会变成一种公开关系 所以我讨厌她 美迪亚慢慢走着 来到了威奥拉的门前 哈哈在房间 并听到嘶哑的声音 自从失去女儿以来 这几乎是我第一次听到 西克森笑的那么大声 中提琴 姐姐 门是开着的 威奥拉自己开了门 姐姐 你在干什么 只是 我要见我哥 美迪亚在威奥拉和西克森之间的椅子上坐下 我可以坐在中提琴旁边吗 先生 是不是因为 你觉得 如果你说不 你会很生气 一定是因为我的心情 事实上 威奥拉想要休息 决斗的结局 荒唐的让人扑朔迷离 但西克森和美迪亚 几乎是同时来的 很明显 他会好奇的问起决斗的事情 不过 他表面上仁慈 表面上却带着一丝血腥悠然的笑意 总之 西克森先生 读过中提琴的力量吗 你不也读了吗 我还没有达到叔叔的水平 一圣其事很谦虚 是真的 再说 你从小阅历丰富 今天的决斗 你的眼光一定比我好 威奥拉默默地喝下了温热的可可 今天 出于某种原因 可可比草莓糖浆更浓 西克森讲述了他所看到的故事 威奥拉与精灵的亲和力 以及追逐精灵的力量 而且似乎魔法大师的神器 和杀人元素结合在一起 创造了一个奇迹 转移 好的 在那个年纪 这样的剑术 就是敌人 在那个年纪 我和赫伦都做不到 你在那个年纪的时候 甚至都不是那样的 可乐 可乐 威奥拉清了清嗓子 我差点把喝下的可可都吐出来 感觉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即使到了威奥拉这个年纪 我也无法展现出那种成就 美迪亚一脸慈祥地看着威奥拉 你为什么一直隐藏这种力量 西克森还添加了一个问题 你是如何发挥出如此非凡的力量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强 我修炼的时候 绝对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 这场决斗的结果 最荒谬的是威奥拉 我该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 但这就是发生了 你不能这么说吗 威奥拉缓缓放下手中的可可 那 在裙子下面 扶着颤抖的双腿 捏着大腿 他继续说着 威奥拉运用他作为读者的所有知识 拼命想弄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 我无法从逻辑上完美地解释他 两人都非常有才华 试图用草率的逻辑 让他们理解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我决定根据情感 而不是逻辑来解释 那是因为我父亲心地善良 这时 西克森抬起了眼睛 突然刺穿了我的耳朵 他很奇怪 我的耳朵是不是有点不对劲 我一脸认真的再次问道 你说 是因为你父亲的好意 你父亲很暴力 西克森清楚地记得 威奥拉说的话 我一边说着 一边对着自己 伸出那只嫩嫩的 绝类植物般的小手 我父亲对我很冷漠 把我扔到野外 如此冷漠 是一种暴力形式 苍鹿公爵有多友好 这是西克森 永远无法理解的事情 我神知不想明白 他给了我一个戒指 知道 你耕种了整个 玛格丽特花田 是吗 西克森似乎并不喜欢他 嗯 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花园 然后 这是一个充满竞技场的花园 竞技场是创造奇迹的水 是即使在精神消失后 也只能取出一次的精神之水 Pong Pong G 空运了大量的Arenas 喷洒在花圃上 种出了他人生中的 第一个花圃 美迪亚似乎也很有趣 如果这是竞技场 创造奇迹的生命灵水 这是正确的 我父亲会知道 玛格丽特花承载着舞台 事实上 就连威奥拉也不知道 Haren是否知道这件事 我想 这就是为什么 他把花放在戒指里 送给我的原因 希克森的脸色越来越差 他盘歇而坐 一脸悲伤地回答道 这和撑江湖的花 还有我给你的礼物 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学会的第一把剑 所以 也许我父亲 想让我掌握第一把剑 这枚戒指 对于掌握超剑的人来说 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胡言乱语 希克森想那样喊 一厢情愿的家伙 只是想给他可爱的女儿送花 我很想这么说 但另一方面 我又觉得 威奥拉说的可能是对的 他一定很彻底 既然他是一个 能看到遥远未来的家伙 我一瞬间想到了 这或许是可能的 这是一个充满花 草 这戒指里面装有灵水 希克森喃喃自语 皱着眉头 戒指内 一定有一个无限生成的花园 以其灵兽台的实力 完全有可能 与第一剑的契合度 超乎想象 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我想 你所要做的 就是通过超级剑 引出那股力量 既然你的灵源清合力 全大陆第一 那灵水之草的力量 你发挥的更得心应手 呵呵 威奥拉喝了可可 希克森的自言自语 教会了威奥拉 嗯 我现在一点一点知道了 希克森继续说道 不过 要容纳这样的神迹 就必须是超越神迹的神迹 希克森挠了挠头 听着 似乎威奥拉的话没有错 他真的准备了这个安排吗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请求的礼物 但显然不是 如果它只是一个礼物 它就不会涉及到这里 所以 这就是你找魔法师 库鲁姆库鲁姆的原因 包含奇迹 需要奇迹 因此 他们似乎需要奇迹之主 库鲁姆库鲁姆的力量 还有传闻说 首席设计师卡洛的老师 是库鲁姆库鲁姆 的确 戒指和裙子之间 似乎有着某种奇怪的联系 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我认为 它与中提琴浑厚的声音 发生了反应 使法力流动变得有机 正因如此 我才能够轻而易举地 驾驭戒指中 产生的强大武魂之力 美迪亚笑了 看来紫百合的肉体 是觉醒礼服之力的关键 这一定是大师的骄傲 多亏了聪明的角色 维奥拉才能边喝可可边等待 哦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这就是我坚强的原因 可可尝起来很甜 总管家卡尔顿看着月亮 陷入了沉思 公爵的归来被推迟了 赶麻水之症 毒往风雪处 患重感冒 久违的联系 让卡尔顿暗自心痛 他很强 但大麻植物也很强 若不是寒冬城堡的主人是贺伦 贝拉图 寒冬城堡 恐怕早就坍塌了 Haren已经收服了数种 堪称灾难的大麻 世人享有这种和平 多亏了苍鹿 至少卡尔顿是这么认为的 让我们再等几天 就这样耽误了归期 他们只好组结秘密搜查队 前往雪域 卡尔顿彻夜未眠 苍鹿走在街上 捕捉着刺骨的寒冷 下雪的地方是大雪纷飞 能见度不佳的地方 但这对海伦来说并不重要 这里不也是吗 他看了看周围 看来是晚上了 下雪的地方 就是昼夜分不清的地方 有时很亮 有时很暗 还有一个地方 一边吹雪 一边流着温泉 一个远离这个世界 常识的新世界 Haren就是这样定义 雪花吹过的地方的 这需要更长的时间 苍鹿日以继夜地追求着什么 走久了也不累 不吃不喝也没事 苍鹿张开嘴 我没有杀你的意思 你别动 这是他对着身边无数怪物说的这句话 那是人类的语言 却蕴含着仓鹿的意志 怪物们能够本能地读取那份遗嘱 赫伦美迈出一步 各种怪物便后退一步 凶恶的怪物眼中 分明是恐惧 猎物对捕食者的本能恐惧 人类所畏惧的雪花飞舞处的恶魔们 都惧怕仓鹿 仓鹿没有理会怪物 继续往前走 在 吹雪的地方 中 他作为朋友 用波动的魔力 读取了某物的痕迹 这里是吗 我取出明剑寒寒 向地面摆动 雪吹到哪里 哪里就有暴风雨 他驱使着无尽的雪 地面裂开 仓鹿的眼睛向下看着裂缝 我能看到 地下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蠕动 看起来就像是从地底下爬出来的地狱怪物 为了找到那个东西 我置身前往下雪的地方探险 我与你无冤无仇 但这也是自然的道理 我再次回见 一道锋利的剑锋升腾而起 斩断了什么东西 仓鹿轻轻一跃 深深地落在了地上 我大老远跑来这里 就是为了猎杀这个家伙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粉虫 只生活在下雪的地方 由于其整体呈彩虹色 因此被称为彩虹粉虫 但只有包括海伦在内的少数人 知道这个物体 这是一个非常难捕猎的对象 因为它的体型达到了30米 而且只生活在地下 再加上它的外壳极其坚硬 是五级骑士以上的实力 连抓都挠不到的强大魔物 最好把它压成小块 我把它切成小块 就好像 我压碎了一片马格丽特花田 猎杀过强大的弟弟 尚未怪物的仓鹿 一脸得意 一年不愁 刺猬的口味很挑剔 所以 除了彩虹粉虫 它们尽量不吃任何东西 我只好每年至少来一次 猎食彩虹粉虫 我得回去了 我走向冬天的城堡 卡尔顿松了口气 出去迎接公爵 你处理过马水吗 好的 只是不侵犯人界而已 不过彩虹粉虫 也是属于麻类的物种 敢不敢 依莎贝拉夫人正在等你 贺伦遇到了依莎贝拉 听到了很多故事 其中就有仓鹿 非常感兴趣的科目 子嫩 发布了这份报告 我会按原样交付 依莎贝拉转达了报告 她睡得很香 咬着头发 你可能正在做一个好梦 例如 你可能在梦中吃蛋挞 依莎贝拉看着公爵的眼睛 那里肯定隐藏着一些秘密信息 那是什么 我吸取了奎尔顿家族的力量 她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孔雀 读懂了影子微妙的晃动 影子在颤抖 这意味着心意发生了变化 显然 有一些东西 依莎贝拉不停地告诉我 在公爵府上发生的事情 在最近的一场决斗中 维奥拉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塞尔文公主并没有用我 送给她的魔药 正确的 我可以看到 影子一直在摇晃 这几乎是我第一次从苍鹿那里 读到如此激动的情绪 是什么 让苍鹿的心如此激动 威尔拉所学的武技 叫做初剑 据说和公爵送给你的戒指很相配 仔细地问 请问 你送我的礼物 是不是记着第一把剑呢 我会让你妻子自己判断 事实上 我从来没有想过那样的事情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 有一种武术 叫做初剑 这是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消息 伊莎贝拉暂时闭上了眼睛 事实上 这个消息是最重要的 玛利安托万的所有守护骑士 都被屠杀了 是离开寒冬城堡八天后 发生的灾难 守护骑士团全军覆没 塞纳公主失踪了 也许有入侵者 玛利安托万 立即成立了一个搜索队 并寻求我们的合作 美迪亚公主一号率领的搜索队 正在寻找塞纳公主 听到所有信息的赫伦 移动到某个地方 你要去哪里 我会去找六公主 伊莎贝拉眯起眼睛 看着苍鹿退去的身后 讨伐刚结束 我一听到报告 就赶往了威奥拉的房间 中提琴和苍鹿之间 一定也隐藏着什么 我该怎么办 伊莎贝拉强忍住窥探她的欲望 苍鹿飞到了威奥拉家门口 子囊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苍鹿公爵在威奥拉的门前 站了好久 王爷 您回来了 公爵的目光转向泽农 泽农微笑着向公爵低下了头 你有什么话 想对威奥拉公主说吗 好的 我可以送给你吗 为此 我不会亲自来 这也是事实 泽农感到有些疑惑 明明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说 可是怎么久拖不绝 小孩子通常什么时候 睡觉和起床 苍鹿几乎不记得 小时候睡得很香 他没有睡觉 而是将自己推向极限 并进行训练 年轻的时候 他很难入睡 威奥拉公主通常在晚上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入睡 并在晚上七点到八点左右醒来 现在是几点 现在是晚上十点五十二分 正确的 泽农微笑着再次问道 你是担心威奥拉公主醒来吗 这就是他站在门前的原因吗 如果我传播这种感觉 我可以检查他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但他似乎没有那样做 通常当对手是敌人时 他就会散布感官并阅读他的迹象 所以他似乎没有看过他女儿可能睡觉的房间的标志 我确定他还没有睡着 正确的 不知为何 海伦有些后悔 这让我想起了泽农发给伊莎贝拉的一份有趣的报告 所以他睡得很香 正在嚼头发 你可能正在做一个好梦 例如 您可能在梦中吃蛋挞 如果我睡着了 我会一直嚼着那根紫色的头发 你应该能看到 铁血公主不为人知的一面 我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这样的念头 在仓路自己都没有察觉的无意识中来来去去 我们进去吧 好的 泽农敲门 公主 公爵来了 威奥拉坐在床上 认真地想着明天要吃的甜点 明天的点心 我要吃煎饼 我要一份淡奶酥煎饼 上面撒上生奶油 和风糖浆 嗯 看起来很好吃 希望明天快点到来 这么想着 我睁开了眼睛 父亲 苍鹿似乎是从雪域探险归来 还比同龄人小很多的威奥拉 从高床上跳了下来 很高兴 你平安归来 这次是不是又降服了马水 好的 威奥拉的眼睛转向苍鹿 我是说 他也很帅 虽然很可怕 但他绝对像喜欢的角色一样 炫耀自己的美貌 一边欣赏苍鹿的美貌 一边快速转过头 但是 你为什么来这里 没有太多理由来 不 但是为什么最喜欢的东西 闻起来这么香 哦 不是这个 让我们冷静下来 也许他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 苍鹿没有以前那么可怕了 准确地说 是他的美德 和对自己喜欢的角色的喜爱 战胜了恐惧 苍鹿微微皱起眉毛 你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 为什么那孩子的鼻孔张得大大的 彩虹粉虫血液的气味是否弥漫在你的身上 身为血肉之子 对血腥味肯定是敏感的 钟提琴的声音传来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不是白贝拉吗 这是一个问题 问他是否是白色的贝拉托 这不是我应该自己弄清楚 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的问题 我要拉从美德世界中走出来 上气不接下气 我感到受阻 圈粉文字和圈粉真人 也有很大的区别 善文的时候 尽情发挥想象力 尽情享受 现在却要冒着生命危险 用身体血的同人小说 血实而生动 危机感肆意 是因为第一件 很有可能 但不确定 最好说一些不确定的事情 我宁愿说我不知道 苍鹿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一个承认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是有勇气的角色 如果我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喉咙会飞起来 但是 今天没有什么重要的任务 接班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所以今天 我决定说实话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找不到让父亲来看我的理由 一瞬间 苍鹿不知为何心情不好 白贝拉托什么都不知道 说你不知道很容易 你 突然 希克森的脸 浮现在脑海中 希克森不是经常来这个房间吗 是的 他为什么要找这个房间 威奥拉歪了歪头 希克森找这个房间的原因很简单 他说 他没有朋友 希克森唯一的朋友 是在公爵宅邸周围游荡的猫 希克森最近给这只经常出现在 威奥拉窗前的棕色猫 取名为蝴蝶 他拜访威奥拉 与蝴蝶聊天和交流 其实 我觉得没有什么浮夸的理由 正确的 苍鹿没来由的感觉到一股不快 我想知道 希克森是否问过你为什么来 但是没有问 苍鹿静静地看着威奥拉 事实上 他的心情很复杂 为什么我在这里 这是问威奥拉的问题 其实也是问海伦自己的问题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就连此时此刻 威奥拉看着自己 也散发出许多不合理的感觉 那种真挚的感情 根本不适合这位铁血公主 钟提琴 你不怕我吗 恐怕 威奥拉诚实地说 是苍鹿砍下了泽尔顿的头颅 挂在了城门前 他也是一个 把兄弟之间血腥的继承权争夺 视为理所当然的人 一有失误 喉咙就会飞走的这个世界的绝对统治者 如果我说 我不害怕 那是在撒谎 但你看起来并不害怕 他对赫伦的恐惧是真的 但相反 他对赫伦的爱也是真的 自从我成为阿灵以来 我就喜欢并崇拜赫伦 但即使是那个目标在我面前 我还是忍不住产生了好感 是的 因为我喜欢他 苍鹿微微皱眉 这是我从未从其他孩子那里听说过的话 说喜欢你 从来都不是装出来的 我是认真的 我说的是真心话 所以 苍鹿很困惑 苍鹿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认真 为什么 至少你没有抛弃我 威奥拉对上了苍鹿的眼睛 对啊 他说过一百个晚上会来接我的 海伦静静地听着威奥拉 显然 他说的是被遗弃在贫民窟的事情 那是我五岁的时候 我每天都在等招数手指头 我问幼儿园老师 我爸爸什么时候来 如果是因为我数得不好 那我就说 我会数对的 伤口随后变成了尖锐的锥子 刺中了威奥拉的眼睛 威奥拉咬着嘴唇 忍住想要流出来的眼泪 没有人来接我 海伦继续用严肃的眼神看着威奥拉 我可以看到 那双包含威奥拉肉身灵魂的眼睛在颤抖 赫伦见状 只觉得胸口一阵抽痛 但是我父亲告诉我的 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 苍鹿想起了当年的中提琴 在我的记忆中 这个孩子比同龄人小得多 他又薄又脆弱 仿佛拿在手里就会断掉 那时 威奥拉赤脚 我父亲从未抛弃过我 威奥拉总是这么想 因为做一个坏爸爸没关系 做一个坏妈妈也没关系 我只想让你留在我身边 我还认为 有一个妈妈和爸爸会很好 苍鹿面色干巴巴的说道 丝毫看不出他跳动的心 父亲不会抛弃孩子 是很自然的 我暂时停止说话 我永远不会抛弃你 我小心翼翼的想举手 但犹豫了 他放下了静静举起的手 身为寒冬之主 他连给女儿擦眼泪的勇气都没有 所以别哭了 你的心痛吗 没这么说 赫伦用赫伦的方式安慰威奥拉 花点时间 我会是你新建树的对手 新号新号新号 玛利安托万的守护骑士被屠杀 塞纳公主失踪了 观看决斗的猎文被发现死亡 这是在离开寒冬城堡八天后 发生的灾难 非洲大陆的报纸 对此事进行了深入报道 玛利 安东尼立刻组织了搜索队 向四周搜索 贝拉托也积极配合 美迪亚亲自率领搜索队 对失踪的地方进行了彻底的搜索 却一无所获 玛利 安东尼这边的搜索队 也是一样 瑟纳公主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就好像她从未存在过一样 而这起可怕事件的幕后黑手 也从未被发现 这件事成为美迪亚唯一没有成功的任务 大约一年过去了 威奥拉深吸一口气 站在一扇门前 泽农 敲门 泽农敲了敲门 艾莎开了门 威奥拉公主来访了 艾莎用温暖的目光看着威奥拉 威奥拉毫不犹豫地动了 而她一边掩饰着颤抖的双腿 一边自信地说道 姐姐 我有一个忙要帮我姐姐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 艾尔莎站在门前 一下子捕捉到了威奥拉的背影 和赫拉的身影 赫拉正坐在办公桌前 翻阅着一叠文件 而威奥拉正 轻手轻脚地走向赫拉 时间过得真快 赫拉现在十四岁 她变得更彻底 也更冷了一些 艾尔莎对自己的出现感到难过 但她照顾着赫拉 认为这是白色被拉脱成长的必然 不过 当她和威奥拉公主在一起时 她笑得更开心了 没有多少人 能让赫拉发笑 其中之一是威奥拉 所以当威奥拉来拜访的时候 艾尔莎心里暖暖的 我觉得 赫拉有一个像威奥拉这样的妹妹 是一种解脱 姐姐 我有一个忙要帮我解键 什么 赫拉将目光从那对文件上移开 抬头看着威奥拉 我说请 这也是威奥拉 不会仓促说出口的话 通常 当我需要某样东西时 我会提出建议 或达成交易 而不是提出要求 你还记得 我跟你讲过的存钱贯的故事吗 我记得 一个存钱罐 放一个就出来两个 我是在委托兰钻的时候说的 我想拿回我的钻石 更有价值的东西 赫拉悄悄放下手中的羽毛笔 我和威奥拉对视了 那个要求是什么意思 威奥拉有着赫拉般敏锐的眼睛 我感觉 他没有像维森那样 持刀狂笑的残暴 但我却感受到了 比那更多的冷静 和锐利的能量 赫拉喜欢中提琴 但公思分明 我没有做任何无意义的红线 威奥拉回答 我需要礼貌地拜访一个人 如果你是客气的 你为什么要问我 你姐姐有我没有的东西 一年以前 赫拉将他从威奥拉那里得到的蓝色钻石分割开来 卖给了几个作坊 并用索德款项购买了很多粉钻 当时蓝钻的价格是粉钻的三倍多 赫拉足智多谋 买了很多粉钻 一年前 蓝钻更稀有 也更贵 但现在情况已经逆转 随着东大陆发现了一个满是蓝钻的矿山 价格开始下跌 随着少女粉钻风潮的到来 粉钻的价格也随之上涨 邀请世界各地的设计师 让粉钻蜂蜜一时的 当然是赫拉 你们有什么 嗯 一颗顶级的粉钻 我知道 它是自古以来给人安慰和尊重的礼物 这是正确的 然而 你姐姐已经有一颗顶级粉钻了 我要从它那里得到 你不是说 你要买它 你是在问吗 赫拉是个商人 不管她多么爱弟弟 一味地要一颗粉钻 这对她来说 是无法接受的 但我没有生气 维奥拉在想什么 赫拉信任维奥拉 耐心等待 她必须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粉钻中 散发出最耀眼光芒的 都是在Tara的顶端处理过的 这颗钻石 是在野蛮峡谷附近的佩萨克矿山开采的 因为那里和泰拉商会 签订了独家合同 这样 可以表达我的诚意了 如果金钱买不到它 你打算为它付出什么 赫拉的眼睛眯了起来 如果不是钱 你能付出什么 你姐姐的未来 刹那间 钟提琴给她的脚趾 带来了力量 勉强忍受着干瘪的四肢 她继续认真地说着 因为赫拉喜欢这样说 我把我姐姐的未来给你买 赫拉踢了一脚 哈哈大笑 如果不是你说的话 我会笑出声来 我觉得你还在笑 不像那样 赫拉笑了很久 她喜欢威奥拉这一点 好的 我会放弃的 粉色钻石 反正我是用你给我的那颗蓝钻买的 赫拉的笑容加深了 其实 我给你准备了一样东西 作为礼物 威奥拉歪了歪头 大不投书 当然 这不是在小说中 本来 在小说中 泰拉的工会 并不是处理粉钻的工会 有趣的是 我和你做了同样的梦 赫拉从书桌抽屉里 拿出一张小纸条 那是赫拉手写的字条 我想出卖我的未来 巧合的是 赫拉也说 她提前为威奥拉准备了生日礼物 她说 她打算把这张纸和最好的粉钻一起浇上去 与你的伟大梦 想同呼吸 是我的梦想 我想你会以高价买下我的梦想 爱尔莎在身后看着两位公主 笑容比之前更加温暖 泽农的嘴角也浮现出灿烂的笑容 每个人 他们笑了 我就是笑不出来 威奥拉的脊背 一阵发凉 星号 威奥拉陪着泽农和台卓拉来到了色亚儿子绝国 和往常一样 很少有普通的服务员 泽农自愿当车夫 而台员则为威奥拉服务 对于一个公爵的女儿的行程来说 这是一个过于简单和简单的作文 正因如此 才发生了色尔子绝的歧视 不认识公爵的马车 而拦下的事件 不过多亏了色尔子绝亲自前来迎接 才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站在马车前 海豹子绝觉得有些奇怪 马车上根本没有公国标志 贝拉图公爵不是一个奢侈的家庭 但也不是一个节俭的家庭 只是马车没有珠宝装饰 但材料始终是最高品质的 但是这辆马车不是那样的 一辆破旧的马车 公爵的女儿 能乘坐这辆马车 真是不可思议 那是一辆堕落贵族千金 勉强能拉动灵魂去乘坐的马车 很快 马车门打开了 谢谢你辛勤工作 走到这一步 歇尔子绝像可以说 是自己恩人的威奥拉 伸出了手 威奥拉轻轻拉着她的手 走下马车 威奥拉的手上 裹着白色的棉手套 衣服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 这是一套不适合长途旅行的衣服 这件由粗料制成的白色连衣裙 是一件没有任何工艺和细节的纯白色连衣裙 威奥拉的脸上 没有那种普通的妆容 考虑到贵族家庭的女孩 每次外出郊游 通常都会化妆 这很不寻常 海豹子绝 好久不见 威奥拉抓住裙摆鞠躬之意 希尔子绝则将右手放在胸前鞠躬 有件事想和子绝说 你能指导我吗 当然 我带你坐我的马车 塞拉尔子绝护送威奥拉上了马车 车厢里威奥拉没有说话 两人之间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直到来到子绝府的客厅 威奥拉才开口 我站在这里 是为了安慰希尔子绝 也是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威奥拉抬起手掌时 杰农走过来 将手势和放在了他的手上 我让塞尔子绝面对一个 他可能不想知道的真相 老婆的是 儿子对非魔法上瘾 另一个男人的孩子 我知道 但他让我看到了我拒绝的东西 不 公主的做法是对的 除此之外 我的心痛也是事实 我对子绝感到人类的同情 谢尔子绝不是这部小说中 最可怜的配角吗 如果是我 他可能已经倒塌了 萧恩不相信 铁血公主威奥拉不可能崩溃 但我能感受到威奥拉的诚意 我不是在嘲笑我 我由衷地同情她的不幸 安慰她 这份诚意我无法拒绝 小心翼翼地接过手势盒 里面是一颗粉红色的钻石 子绝知道 这是金钱买不到的 最好的粉红色钻石 如你所知 这是用金钱无法获得的东西 此物为今日所备 怀着欣慰 感激 恭敬之心 呈献给子绝 思尔这才知道 救货车 一身没有任何花纹的白裙子 一张没有化妆的脸 这一切都有意义 这意味着 同情处于极度痛苦中的 希尔子绝的心情 这是一种表现 她是作为一个人来到这里的 维奥拉 而不是作为公爵的女儿 子绝的爱情很美好 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但我尊重子绝 子绝不知所措 小公主说的每一句话 都充满力量 所以 作为监护人 我要带走孩子 这个孩子 是瑟芬和子绝夫人的孩子 希尔子绝每次见到孩子 都要想起子绝夫人的事情 每次都痛苦不堪 这是我的错 所以我会承担责任 我是为了阻止大法师 班加斯的诞生而出手的 可是我却为希尔子绝感到难过 我做了希尔子绝做不到的事情 子绝夫人也同意了 我通过信件 与子绝夫人交谈 然而 她却直接来到了子绝面前 与她对视了一眼 开口说道 她对有外遇的子绝夫人的态度 难免与表现出高贵 真挚爱情的希尔子绝夫人不同 我需要一些时间考虑 公主 塞拉尔子绝接过粉钻 想了想 有时我恨我的妻子 和肚子里的孩子 但我总是承诺 并再次承诺 不过 既然她是我爱的女人的孩子 我就必须把她放在心里 那个孩子 也是我的孩子 我一直很努力地这样想 但这并不像 我想的那么容易 所以我很自责 首先 她边把首饰和还回去边说道 才几天 能给我点时间吗 考虑一下 威奥拉没有强迫自己的想法 或判断 能够对子绝表示尊重的 是威奥拉自己 几天之后 塞拉尔子绝总结道 希尔子绝不得不忧心忡忡 两个念头在她的脑海里 不停地斗争着 不过 她是我爱的妻子的孩子 我必须爱你 我真的可以完全爱那个孩子吗 孩子是无辜的 可以后 我能不怨恨那个孩子吗 我发誓不怨恨她 决定不恨她 但老实说我没有信心 如果你不能完全爱我 您还应该考虑将其发送给 Billy 2 什么是正确的选择 不 本来就是一件分不清对错的事情 她进入紫爵府地下室的密室 哭了很久 天哪 我没有力气 一年过去了 我偶尔会想起我妻子的事情 她真诚地原谅了妻子 但记忆并没有被抹去 她终于下定决心 原谅我懦弱 在我心里 我想和那个孩子一起生活 这并非不可能 那只会伤害她 我没有信心 完全爱那个孩子 她承认自己的不足和弱点 尽管做出了决定 她还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 哭了很久 如果我是一个更好的人 如果我是一个更好的人 我就能和孩子一起生活 不 如果我是一个更好的人 我的妻子就不会背叛我 希尔子爵一个人在那里哭了一上午 在拍打你的胸部的同时 夏兰大声咳嗽 弟子 海豹子爵进入了一处地下洞穴 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对金钱的示好 夏兰不再是一名刺客 作为一名退休的刺客 他利用自己的专长 充当了维奥拉的情报收集者 因为在地下很深 所以有很多霉味 好吧 很难看到一个成年男子 哭了五个多小时 你的意思 是你想要钱 是因为他很辛苦 啊 弟子 怎么看老师啊 真的 他就是这么点核心的 好的 作为额外的津贴 我给三十万大利啊 你应该告诉泽农 谢谢你做我的老师 长道前的雪兰 深深意鞠躬 她那张扬低贱的宏伟梦想 早已如落叶一般摇摇欲坠 通过夏兰得知希尔子爵 全部情况的威奥拉伤心欲绝 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这是我为了生活所做的事情 如此一来 再无强敌班加斯 希尔子爵 却要在痛苦中度过余生 我必须承担责任 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向希尔子爵问道 你想好了吗 是的 希尔最终决定 将他的新孩子送到贝雷铁 我无法告诉你 铁蟹公主 作为你的守护者 有多值得信赖 你给孩子取名了吗 Ben Ato 我会做Ben Ato Seal Servant的孩子 也被赋予了Servant的姓氏 贝纳托 你是说爱情的果实吗 肖恩羞愧地低下了头 把老婆的孩子 送到很远的地方 还取了爱的果实这个名字 一定很尴尬吧 没有人责怪海豹子爵 我很惭愧 我比任何人都知道 没有父母的悲伤 啊 希尔记得 现在的中提琴 和舅的中提琴 有很大的不同 他说 他是从贫民窟被收养的 现在的模样 光彩夺目 让他想不起过去的模样 我会尽力 不成为另一把中提琴 准确地说 我决定尽量 不要成为另一个亚铃 连威奥拉都知道 没有人能代替爸爸妈妈 幼儿园的老师们 一向亲切 热情 却无法填补家长留下的空白 我会照顾 Ben Atosio 并且 站在三人面前 十三岁的维奥拉还小 要抬头很久 才能看到希尔的脸 子爵没有做错什么 希尔子爵在自责 如果我是一个更好的人 如果我是一个更好的人 我会这么想 不要太勉强自检 因为子爵是个够酷的人 海豹咬了咬嘴唇 看着维奥拉 小女孩说出的每一个字 都像是活了过来 维奥拉的手上 拿着她之前 见过的粉钻手势盒 子爵是个好人 钟提琴感觉很棒 感觉就像一个大人物 走近并拥抱了我 她的眼睛红了 子爵 接受了粉红色的钻石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但我感到宽慰 因为我感到被宽恕了 还好我孩子的监护人 是维奥拉公主 钟提琴似乎是可靠的 这个小女孩 已经不是女孩了 她是塞亚尔子爵的巨人 如果有一天 我成为更好的人 可以完全爱我的孩子 我把她带回来好吗 谁你喜欢 塞尔子爵单膝跪地 与维奥拉对视 我说得很诚恳 很荣幸在我有生之年 见到你 星号星号星号 维森哈哈大笑 你的手腕在颤抖吗 喂 疼 她在流血 但我并没有太在意 她用魔法药水止血 没关系的 婊子 我差点被砍了 我试图割腕 但失败了 甚至台原也不正常 她的全身布满了 大大小小的伤口 这是因为 他们打着实战的幌子 练习切磋 两人切磋的体育馆地板上 满是鲜血 陪练结束后 台原与希克森交谈 我必须变强 希克森轻轻地挠了挠脸颊 台原生长得足够快 差点割断贝拉图的 嫡系子孙维森的手腕 虽然修炼时间比维森少很多 但也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是什么 让你如此绝望 是的 台原让我想起了中提琴 对于Tundra来说 Viola一直是他们所向往的东西 我想成为一个 不以主人为耻的同伴 狗要是保护主人 不应该至少比主人强壮吗 不应该是拥有者 可以信赖和使用的剑吗 台原是这么想的 嘿 好的 就是这样 我终于把狗这个词去掉了 希克森松了口气 揉了揉胸口 终于 这家伙放弃了固执 希克森对他 无论走到哪里 都一直称自己为狗这一事实 感到尴尬 人们指指点点 窃窃私语 奇怪的谣言 也在威奥拉周围流传开来 我决定从外部捡去他 反正我不想让我家主子丢脸 中提琴很结实 虽然他很少使用武力 因为他是白人贝拉图 我想成为锋利的牙齿 嗯 希克森摸着下巴 身影着 有一种方法 很久以前 大约三十年前的训练方法 是非常愚昧的 他们在训练中死亡的情况 并不少见 什么事 你可以在下雪的地方练习 古老战士的圣地 就在那里休眠 因为是过于危险和苛刻的训练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人去找血液了 参加训练的战士 百分之六是阵亡 百分之三重伤 或精神疾病 还有幸存者吗 是的 希克森指着自己 我 然后他指了指仓路公爵的房间 他 稍微向旁边移动 这是美迪亚的房间所在的地方 美迪亚 这一次 他将手指向南移动 指着别处 奈拉克 剑皇 稍微向左转 风暴之刃豺狼 哦 泽农自己没说话 说不定他也在雪地里修炼过 我闻得到 好像才想起来似的 又提了一个 那边 第六魔法塔的斯尔松 也和我一起训练过 据说 回溯一两代人 在雪地修行的人不少 很少有人活下来 但大多数活下来的人 都处于某个领域的顶峰 或者说 他成为了接近巅峰的人 台员并没有担心太久 请送我过去 这需要很长时间 没关系 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主人 你如此迷恋他 作为一只更自信的狗回来 比成为一只害羞的伙伴 并守护在你身边更好 西克森皱起眉头 起初 他把狗拉得很好 但后来他的真实意图暴露了 好吧 去我给你指路 师父呢 嘿 我不能去那里 因为我老了 害怕的 猫妈妈西克森 诚恳地继续他的话 如果你一路走来 谁来照顾蝴蝶 星号星号星号 维奥拉怀里抱着一个小孩 来到番薯地时 他乘坐的是一辆又旧又丑的马车 而回到贝拉图家时 他却雇了一辆一流的马车 高举着象征贝拉图公爵的精师旗帜 伴随着华丽的军乐队和众多的护卫队 一名银发少女从一辆巨大的马车上下来 我是来接你的 威奥拉 威奥拉被这威严的队伍吓了一跳 但没有表现出来 我又一次意识到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用钱做不到的 有钱的姐姐万岁 照这样下去 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的 不包括一年前袭击瑟娜公主的那些人 赫拉把话咽了下去 与此同时 威奥拉向希尔子爵夫妇打招呼 我会负责贝纳托的安全 你们两个随时都可以去寒冬城堡 见见孩子 威奥拉在希尔子爵夫妇的护送下 登上了马车 Ben Ato 后来成为Ben Goss 在厚厚的摇篮中睡得很香 那是拥有各种魔法的顶级摇篮 赫拉问道 你会怎样做 你必须成为监护人 尽力而为 为什么 因为我是贵族 赫拉边踢边笑 有时候 我会做一些我不明白的事情 赫拉不明白 当初当初 他一口气买下泄荷荒原的土地 为何敢就一个东大陆的刺客为师 但回过头来看 你的选择总是对的 所以 这次我尽量不怀疑你 赫拉看着被摇篮包围的婴儿 好像用力捏一下就会断了 威奥拉心里很害怕 但没有表现出来 你是说大致可爱 只是赫拉式的表现而已 日子过去了 果然 那群土匪不敢靠近 顺利地来到了公爵府附近 来到公爵府前 赫拉问道 去六魔法塔的计划 是认真的吗 魔法塔是一个封闭的地方 他们根本不接受外人 在强行进入法师塔的过程中 中了魔法陷阱 而死的人不计其数 没有被邀请的人 是不能进入法师塔的 而威奥拉并没有被邀请去魔法塔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但被拒绝了 你已经被拒绝了 不管你是多么 白雷特的公主 你都可能是危险的 威奥拉咧嘴一笑 他说的和他说的完全不一样 你说过 要买你妹妹的未来 不管威奥拉怎么想 赫拉都感觉到了快感 威奥拉的声音更大了 我会展示出来 怎么做 赫拉的眼睛闪闪发亮 威奥拉今天双腿发抖 冷汗从她的背上流下来 中提琴集中 与Shelan不同 她不必单独准备树叶等草 或使用周围的草 因为 在她的指尖 有着无限生成的花田 被水木包围的威奥拉 传来了声音 我讨厌那个人 蓬蓬哭了 好痛 坚持一会儿 嗯 我可以忍受 因为我是一个很棒的乒乓球 呃 不 一个男人挥舞着一把木剑 事实上 就算是把他看成是一把木剑 也是模棱两可的 看起来 他好像从什么地方 捡到一根树枝 这个人名叫苍鹿 是绝对的冬天大师 他是为数不多的 能让蓬蓬受苦的人之一 也是威奥拉的父亲 啊 我神志不能碰一根头发 无论他如何使用超剑 威奥拉都无法在赫伦身上 留下一丝细微的伤口 威奥拉的心狂跳起来 我必须一点一点地展示自己的成长 不知为何 从一年前开始 海伦就成了威奥拉的切磋对手 这在东宝内部 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 苍鹿能成为自己儿子的直接对手 极为罕见 即便是伟大的美迪亚公主 也只能指望 她与赫伦交手的次数 屈之可数 于是各种谣言习向东宝 嘿 你听说过吗 铁血公主 竟然天生就有恶魔天赋 我也听到了 但我想 这只能通过喝血来完成 这就是为什么 她决定成为白人 Belletue 而不是黑人 Belletue 那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不能因鲜血而疯狂 成为疯子 白色Belletue 必须伴随着极端的心理训练 你变成了白贝拉图 来统治和稳定自己 直到现在 白色贝拉图 一直都是公爵府邸的外围 黑色Belletue 被认为是真正的 Belletue的时代 白色的贝拉图 已经被公认为失败者 我的天啊 你的意思 是有这种东西 你有魔鬼的才能 却有天使的心 反正 威奥拉和仓路切磋了一番 也因此 威奥拉在寒冬城堡的名气值越来越高 但是中提琴是未知而死 据说一个口渴的人挖了一口井 中提琴就是这样 偶尔和仓路切磋 他急需变强 老师 努力教我 我会给你一个Belletue 下栏是一棵慷慨的树 只要你给他们水 钱 他们什么都给 维森兄弟 和我一起战斗吧 还和维森进行了无数次 他一直回避的切磋 我忍不住了 因为很明显 如果我表现出不成长的形象 我就会落后 我梦想着长寿 寿身和幸福的生活 但事情总是变得浮夸 威奥拉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今天停下来 赫伦像幽灵一样 把中提琴推到了极限 他在昏倒前停止了争吵 下次 我会让你看到更好的一面 拜托 拜托 我们可以停止争吵吗 我每天都在发抖 我不能这么说 听说你要去六魔塔 是 我要招人 正确的 苍鹿点点头 招募的原因 为我所做的负责 贝纳托 不 他需要一个会教他的魔法老师 一个用爱包裹贝纳托的人 威奥拉知道 第六魔法塔 有合适的人选 听说魔法塔拒绝了你的来访 魔法塔是大陆上最封闭的地方 除非魔法师和法师塔的员工进入 否则很难进入 就算是在高阶的贵族 没有特殊原因 也不能进入法师塔 他是 不管拒绝参观 你会去魔法塔吗 是的 苍鹿微微皱眉 魔法塔不会放过擅闯者 可能会发生非常烦人的事情 与威奥拉分道扬镳后 海伦回到书房 给卡尔顿打了电话 你打电话了吗 公爵 支持威奥拉 是的 一瞬间 卡尔顿以为自己听错了 侍奉公爵这辈子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要扶持公爵以外的人 他们说要去魔法塔 你在哪里 六座魔法塔 卡尔顿的眼神深了 你在考虑战争吗 寒冬城堡和六座魔法塔在地理位置上很近 此外 由于六马塔身陷金鹿利益之争 冬季演出也出现不少分歧 如果威奥拉公主死在那里 打法师塔是有原因的 支持中提琴 这也是一个奇怪的命令 虽然表示是名义上的支持 但被解读为说要尾随取证 证明威奥拉死亡的证据 我现在好像知道了 公爵之所以经常和威奥拉公主切磋 就是为了炫耀自己与外界的亲近 只有这样 失去爱女的公爵 才有理由毁掉第六座魔法塔 看来 从一年前开始 公爵就已经在计划 惊天了 过落 是不是对不起公爵 卡尔顿轻了轻嗓子 公爵 这把中提琴长得不错 说实话 卡尔顿并不希望威奥拉死 发埃歐拉长大后 成为了一个很棒的belly two 并且一直只表现出漂亮的外表 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给我多一点机会 一个孩子就这样牺牲了 太可惜了 话涌上了喉咙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管家 海伦一直信任卡尔顿 对卡尔顿的信心很强 而卡尔顿 是个什么都不缺的管家 能够得到这份信任 但今天 与卡尔顿不同 我感到有点沮丧 这意味着支撑中提琴 使其不会死亡或受伤 不让人看见 卡尔顿的心情很复杂 他从来没有对贝拉图的孩子 下过这样的命令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命令 我无法理解公爵的意图 六 好的 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很难知道他的深意 但他还是决定执行命令 你干什么 都给我打电话 希克森不再是过去的希克森 酒鬼的容貌无处可寻 却一副主宰一个时代的英姿 像锅一样冒出来的小肚子 全没了 瘦削的四肢 又长满了好看的肌肉 原本浑身散发着穷困潦倒气息的希克森 如今又恢复了黑眼镜的模样 他看起来像腐烂的鱼眼 你活过来了 做个好大人 给谁 给我女儿 仓路握着的羽毛笔突然爆了 他坏了 不管怎样 女儿这个词让我很困扰 你女儿不是死了吗 你有一个新女儿 我不知道 你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结婚的吗 给我介绍一个女人 然后说 贺伦似乎不想承认 她是希克森的女儿 相反 希克森不知何故 想声称她是女儿 文书工作证实你没有女儿 有一个女儿 比任何一个暴力的人都更特别 她只有一个纸上谈兵的女儿 一个暴力的人可能指的是我 嗯 我没说是谁 幸好总管家卡尔顿不在场 如果有的话 那两人的对话 恐怕让我惊出一身冷汗 这场对话 看似少年之间的争吵 但法力碰撞的感觉 却堪比战场 黑镜希克森 和千年公爵苍鹿的灵魂碰撞 整个寒冬城堡都在震动 什么 地震了 没有灾难通知 这是大麻的前身 迅速撤离 一阵不合时宜的疏散骚动传来 公爵府底的一些窗户被震碎 公爵府底的玻璃窗 是用经过魔法强化的特殊玻璃制成的 也是可以看出 两人的精神 有多血腥的地方 苍鹿说 我想请你帮个忙 求人的态度还不够好 更正 我想给你一个命令 哼 命令 希克森大声冷笑 双手抱胸 好像有什么东西 从他的鼻子里冒出来 我的自尊 被这个磁序大大伤害了 就算我打不过你 我挠了挠后颈 我去的时候 你至少可以戴上一只手臂 与此同时 希克森也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血腥的修炼着 他真的很想成为一个好成年人 甚至推迟了对热潮的调查 他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中 他是认真的 而且越认真越长 与 哈人正要说 维尔拉 但他改口了 贝拉图的小女儿 要去遛魔法塔 这是一个不倾自来的地方 也许会发生一场 或大或小的战斗 一提到中提琴 希克森的语气就软了一些 然而 保护我的小女儿 免受伤害 对于贝拉托克来说 这是一个极其奇怪的命令 但希克森并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地方 不像卡尔顿那样聪明能干 我只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女儿 不要重蹈覆辙 我无法保护我的女儿 但我会从心里保护我生下的女儿 我们靠每天做出数百次的承诺来生活 希克森再次哼 他坏笑着转身 我会服从我的意志 而不是你的命令 说着连这种小事都是命令 希克森转身就走 最后一件事要补充 在你女儿面前诚实一点 我知道 姬是怎样的傲娇 希克森正在读一本 最近贵妇人看的言情小说 小女孩喜欢什么 你为什么喜欢她 小孩子的心里是怎样的 什么样的人在少女心里 才是酷的 你连什么叫傲娇都不知道吧 阅读言情小说是希克森 努力成为一名好父亲的努力之一 贺伦不知道傲娇是什么意思 但不知为什么 她的心情很不好 东宝里没有人知道 海伦和希克森之间的这段对话 与此同时 威奥拉正忙着收拾东西 我要负起责任 她也很好地告诉了赫拉 我也跟爸爸说了 现在回不去了 我现在很瘦 你必须去第六魔法塔 不得不去见埃尔辛娜 她是瑟松的失败弟子 被称为第六魔法塔的白痴 以魔法塔的性质 这恐怕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方和 你能保护我吗 好的 因为我很棒 等法术飞来 法宝攻击的时候 好好挡下 相信我 贡哈曼 好的 唯一能保护我的人 只有你 无论如何 泽农不太可能直接参与其中 但是 如果挂上一堆守护骑士 就好像 是像六座魔法塔宣战一样 维奥拉和泽农单独离开 我是无害的 这个数量的人 非常适合认领 泽农的声音 从马车外传来 很快 我们就会到达 六座魔法塔所在的区域 过了一会儿 警笛声开始四处响起 这是一个神奇的提醒 让我们 回到那些不被允许的人身边 随后出现了几个警告 他说再不回去 法宝就会起火 我应该怎么办 停止 维奥拉下了马车 我会突破的 魔法塔塔门前 维奥拉掀开水墓 缓缓前行 一开始 光系魔法攻击涌入 身体受到一点震动 皮肤发痒 或者突然想去洗手间 就是那个水瓶 现在我们进入 魔法塔的领域了 公主 他不会仅仅警告结束 泽农一如既往地笑了 与此同时 一道魔法提示音响起 这片区域 就是法师塔的区域 法师塔不会放过入侵者 注意 如果你不返回 法宝会开始射击 哇 维奥拉松了一口气 我一直在期待这一切 我们走吧 但紧接着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魔法塔的家伙们 这也太人了吧 我是想生气吗 一个不在 维奥拉计划内的新人出现了 无论我读了多少 遍贝拉托的影子 并不是一切都如我所愿 现在就是这样 不管怎么看 你都是个孩子 一个大汉跑了过来 看起来就像是一头狂暴的公牛 在横冲直撞 真的很大 它很可能至少有两米五十厘米高 它不仅高大 还是第一次见到底子这么大的人 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巨人 正如作品中所描述的那样 这不仅仅是为了变大 就连它身体的细胞 似乎都是由肌肉构成的 的确 可谓是以肌肉的形式 进入了大脑 它头上戴着一顶脚盔 头盔上的红色鬓角随意长出 一个非常大的狼牙棒 放在它的肩膀上 拥兵王凯撒 维奥拉头痛欲裂 德皇不是恶棍 说白了 他已经接近好人了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的头是一个花园 在作者的设定书中 是这样表达的 特点一 喜欢小孩和动物 特点二 大脑也是由肌肉构成的 精神世界是一个花园 一个伟大的丢弃 特征三 拥有世界上最坚硬的身体 特点四 严格饮食馆里的高手 只吃鸡胸肉 牛肉和一些高蛋白 低热量的鱼肉 大概就是这种设定的角色 我该死 凯撒突然向前跑去 他看起来像一只犀牛在奔跑 子农 你能阻止那个男人吗 你已经开始着急了 想停就能停 但我觉得 我得做好大伤的准备 我应该阻止他吗 不 没关系 当德皇出现时 计划出了岔子 在凯撒看来 六法师塔的入侵者防御系统 就是欺负小孩子的敌人 拥兵王凯撒 什么 像兼任儿童欢乐团团长一样 是的 凯撒大人好像是对的 通常 在这个世界上 在给予禁语时会加上 Tiang 然而 Kaiser是一个讨厌贵族的角色 更喜欢被称为 宁 而不是 Tiang 你对魔法系统很生气吗 是的 因为我欺负过孩子们 你对无生命的物体 真的很生气 对吧 好像是这样 泽农笑道 疯狂的犀牛般狂奔的凯撒 魔法弹射向了他的身体 一些陷阱魔法 将凯撒困住了 喜悦 这些小东西 连养都不怕 凯撒的身体 被一层无形的法力屏障所包围 法师塔内任何防御系统 都无法击败凯撒 用死来偿还骚扰孩子罪过 哇 凯撒挥舞着巨大的狼牙棒 一阵狂风吹动了法师塔的墙壁 刻在外壁上的魔法阵炸开 与此同时 凯撒庞大的身躯 重重地撞在了城墙上 碰撞后 他用狼牙棒 在墙上撞了好几下 泥潭 听起来像打雷 墙壁裂开 部分墙壁倒塌 凯撒转过身来 露出满意的笑容 都死了 这 曾是全部 魔法阵和法宝 虽然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但他们认为 无论如何 都杀了他们 威尔拉能够读懂凯撒的想法 哇 约翰X很酷 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这是惊人的 虽然我没有读心的能力 但我觉得自己是那么赤裸 责能 会显得我和 凯撒车是 站在同一边的吧 从魔法塔的角度来看 他们会被认为是同事 事实上 外墙的初级防御系统 实际上是用于警告目的 第一道防御系统崩溃之后 第二道防御系统就会现身 那是真的 德皇真的懂主次防御的概念吗 我想你不知道 或者即使你知道 你也不在乎 你要先逃走吗 事实上 我也想提出这个建议 拥抱我 泽农抱住了钟提琴 威尔拉就算跑得再快 也赶不上杰农的 我会带你安全的 威尔拉差点晕过去 哈哈 你太快了 游乐园里的游乐设施 没什么 爱宝乐园的亚特兰大 号称速度快 惊险刺激的 也算不了什么 人类可以跑得这么快 事实上 威尔拉又觉得 这里是一个幻想世界 直到他们走到一处灌木丛生的地方 泽农才停了下来 我送你下车 威尔拉双腿发软 差点倒下 但表面上他拼命保持镇定 魔法塔的二级防御系统 之所以没有立即启动 想必是因为 我是贝拉图的公主吧 很有可能 虽然他没有让威尔拉进入 但他应该知道 威尔拉的存在 魔法塔的魔法 会自动识别威尔拉 很明显 副防御系统的启动 是有延迟的 以备不时之需 凯撒 我不认为他死了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 一个男人出现了 从头到脚都晒黑了 你还好吗 你叔叔看起来 也没好到哪里去 我的意思是 炸掉凯尔的脑袋 他让我想挤压他 但是头太高了 这对这个身体来说 不算什么 他晒黑的皮肤 和对比鲜明的白牙 暴露在外 你好吗 很酷吗 威尔拉突然觉得累了 自从他被认定为 法师塔的入侵者之后 想要进入法师塔 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如果我不是贝拉图的公主 你会死吗 哼 魔法塔的魔法 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 但是什么 你是贵族吗 你假装就知道了 不寻常的衣服 没有被太阳晒飞的 透明皮肤 飘扬的头发 这一切 都是非贵族 才能享受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装的 我神志不是神 但紧接着 就传来一声吼叫 就连那咆哮声 也异常响亮 对了 你们有鸡胸肉吗 新号新号新号 现在 我们决定 升起篝火扎营 期间听凯尔解释 果然还是小说里的凯尔 所以 你迷路了 这对冒险者来说 很常见 凯撒说他迷路了 在找东西吃的时候 找到了威奥拉 魔法塔周围 没有任何可以作为 食物的怪物和动物 这是一个 由魔法管理的区域 至少有一个 诚实地告诉我 你不知道 那是魔法塔的领域吧 凯撒亲了亲耳朵 好像在想发生了什么事 该地区一团糟 我伸展双腿的地方 就是我的土地 去哪里就是路 睡哪里就是家 凯撒就是这样过他的生活 法师塔的领域 应该治给地精 看来你误会成疏手和同事了 你想做同事吗 你不是这个意思 啊 你是说签字 看到凯撒喃喃自语 哦 我今天没有比 威奥拉的心情 变得复杂起来 泽农 法师塔的追杀者是谁 不存在 然而 损害赔偿的索赔 似乎会飞向 BLA 2 好的 威奥拉感到一阵头疼 十三岁偏头痛 我很难过 因为我觉得我被太多的 世界浪潮击中了 嘿 他们先出手了 何必赔钱 德皇被严重激怒了 如果你是善良的 你知道你是个好狗 不是吗 你只需要去把他们都打败就行了 叔叔 冷静点 对手是魔法塔 他是什么 我年纪比较大 威奥拉不知所措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是比海伦更难对付的对手 我说 这不是我的身份 那样的话 法师塔的巫师早就追上来 杀了我们了 我为什么要死 他们死 顿时 他恢复了原本皮肤的脸 变得通红 他似乎更生气了 不 但你的意思是 也杀死孩子 他们真的不够好吗 即使是上帝 也不能原谅伤害孩子 他低声说 你不怕法师塔吗 根本 你怕法师塔 那我就毁了魔法塔 威奥拉叹了口气 以为自己又要一个人攻击了 你害怕什么吗 先生 当然 真的吗 当然 凯撒很有信心 威奥拉将视线转向泽农 流动小吃棚 好的 泽农从亚空间 拿出了一个移动小吃店 那是专门定做的零食袋 在这个小袋子里 威奥拉最喜欢的零食 包括蛋挞和布丁 都按类型存放了起来 威奥拉端起一个薄煎饼 上面覆盖着鲜奶油和芒果汁 上面覆盖着糖浆 你不害怕吗 凯撒冷汗直冒 我正坐着 但瞬间 我后退了几步 该死的 把它拿开 高卡路里 高碳水化合物 高脂肪 高糖 这是德皇在世上最大的恐惧 威奥拉咬了一口煎饼后说道 看 你也有害怕的事情 威奥拉见凯撒咽下的是真正的口水 口水直流 不禁叹了口气 学习一种叫做关怀的东西 不是很好吗 大叔对待孩子的方式太片面了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作为贝拉托之影的忠实读者 威奥拉决定好好教训这位人品好 实力强大 还欠缺一点 很多 得拥兵亡 威奥拉当时并不知道 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凯撒不解的反问 什么东西像我 就算被击中 也不会死 那是一个身躯坚实的角色 如果是世界第二 就尴尬了 就算被打到死也不会痛 只是用体能弹开中等魔法而已 别说是低级士兵的黑色皮肤 就是无法刺穿皮肤外流动的法力场 就算是高级士兵 也伤不到凯撒 通常 如果你被击中 你就会死 你知道 知道 你当我是白痴吗 所以害怕是很自然的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凯撒坠毁 塔达克 我看着熊熊燃烧的篝火 有些出神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告诉他 嘿 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不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要用普通人的眼睛看世界 为什么 妈妈 在强者看来 弱者令人沮丧 以弱者的眼光 看世界是温暖的 好的 妈妈 脑海里浮现出当时的回忆 随着年龄的增长 那是我早已忘记的记忆 用弱者的眼光看世界 凯撒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你和我妈妈是朋友吗 维奥拉真的很困惑 你是一个十三岁孩子的妈妈朋友吗 在某种程度上 在我看来 我是一个非常没有偏见的人 你在说什么 我需要你和我妈妈说同样的话 反正 和法师塔相比 我是弱者 我尝试着以自己的方式 进入法师塔 你为什么要进来 我有事情要负责 你需要找个人 但是老头子的出现 毁了一切 以大叔的私心来救我 凯撒丹大的揉了揉鼻子 你是不是说话太重了 正确的 你不看情况 就朝着法师塔 挥出狼牙棒 损害赔偿 将属于我们的家庭 你必须对我做 为什么要对你家做 叔叔会补偿你吗 我没钱 割肚子 所以 我也会为贝拉做这件事 从法师的角度来看 那将是一种更快捷 更容易的方法 凯撒瞪大了眼睛 贝拉图 我以前教过他 关于Belletude的知识 但 凯撒似乎总是 只听到他想听的话 你是贝拉图吗 嗯 六公主 凯撒挠挠头 对了 贝拉图的家人在哪里 他在北端 听说过 不会是中小家族吧 你认识君王帝国的 第三公爵吗 只有三个公爵家族吗 威奥拉越说越觉得自己 掉进了一个深坑里 我无法与一个出生时 就对蛋白质着迷的鸡肉男 进行常识性对话 威奥拉在视线水平上 教凯撒 你不是很喜欢鸡胸肉吗 这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食物 100克含有超过20克的蛋白质 热量只有130千卡 作为参考 这种成分分析 是最近才成为可能的 六代法师塔领主 色松的失败弟子 第六魔法塔的书呆子 威奥拉现在要见的人 多亏了埃尔西娜的成分分析魔法 而且我讨厌煎饼 那是恶魔的食物 我喜欢煎饼 哦 一个恶魔般的孩子 凯撒眯起眼睛 一脸平静 这是我永远无法理解 一个喜欢煎饼的 13岁孩子的态度 在某些方面 他表现出没有偏见的开放心态 但在其他方面 他却心胸狭窄 把我最喜欢的煎饼 献给先生怎么样 我要打蜂蜜例子 这不是那样的礼物 这是我叔叔给我的 他说 他的行为 就像是在我身上 涂了奶油煎饼 凯撒的脸染上了土色 直到现在 我的心里才生出 同情和理解 对不起 我能做些什么 星号星号星号 卡尔顿管家 涂了涂舌头 他躲在很远的地方 通过独特的能力 千里眼监视着威奥拉 你是说拥兵之王 凯撒 就是这样服从军队的 中提琴的魔性 到底有多大 那孩子的拥兵 既能到哪里去了 突然造访魔法塔 是有计划的 威奥拉公主 对一切都有计划 想必是她彻底了解了 佣兵王凯撒的动向 彻底分析了她的心智和性格后 才造成了这个局面 好的 必须招募佣兵 王凯撒 当她成为敌人时 她是最麻烦的人之一 相反 当她成为盟友时 她是最可靠的人之一 是因为很难驾驭 但一旦驾驭了 也是一个人 将是最好的力量 你正在冬季城堡外 建立一个强大的位置 当然 威奥拉很伟大 也有远大的抱负 卡尔顿别无选择 只能这样解释 拥兵王 凯撒 在紧急情况下 派遣我是值得的 现在 一切都说得通了 夜更深了 威奥拉不得不思考 我怎样才能进入魔法塔 我怎样才能消除误会 即便如此 埃尔西纳 还是个难遇的人 因为六座魔法塔 不允许与外人会面 我想 如果你在他睡觉的时候 剪掉他的头发 他就会允许你进来 哪位贵妇人 说得这么难听的话 凯撒跳了起来 好的 那我去消除误会 如何 你必须说实话 在我告诉你真相之前 他可能会被整个烤熟 如果我带了鸡胸肉 你会马上煮吗 反正凯撒的逻辑是这样的 你不是应该说 你我以前不是朋友 现在是了 那个花园怎么样 威奥拉再次哑口无言 我们为什么是朋友 你给了我鸡胸肉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自弄有一块冷冻鸡胸肉 威奥拉将鸡胸肉递给了凯撒 他一口气吃掉了一颗鸡胸肉 夜色越来越深 凯撒打着呼噜睡着了 在我睡梦中说话时 你不能错过他 我是最好的 泽农笑着说道 公主 我有一个好主意 可以分享给你吗 沐浴在湛蓝的月光下 杰农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男姐的笑容在今天显得多了几分争鸣 威奥拉想到了一个可能 你不能你给自己下毒了吗 傭兵王凯撒之所以突然睡着了 他似乎不知何故知道 这就是我不想知道的原因 是的 我将赤蛙的神经毒素和Hangry Anu的金鱼油 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 然后通过磨牙机进行积压处理的毒液 这是一种名为巴塔鲁的毒药 以第一个制作这种毒药的人 巴塔鲁的名字命名 巴塔鲁 这是威奥拉非常熟悉的毒药 一滴甚至可以击倒食人膜 反而味道很浓 不是奇奇怪的有力毒药 你也知道这一点 是毒 味道很重 天天吃鸡胸肉的 Kaiser不可能不知道 也就是说 凯撒是知道里面有这种毒 才吃了 出色的 如果我把它送给你 我不会吃它 但我想我吃了它 因为它是公主送给我的 我想到了之前的情况 我是对的 泽农从亚空间中取出鸡胸肉 威奥拉递给它 孩子们给的食物是无害的 这一定是逻辑 哪怕是极限阅读 威奥拉对一贯的性格吐了吐舌头 我应该割喉吗 没关系 我会先把它弄碎再欠 不 您可能甚至在睡觉时也在听 很有可能您正在听所有内容 只是没有注意 拥兵王凯撒就是这样的人物 如果是拉斯本兵剑 我想 我可以毫无痛苦地做到这一点 泽农 请不要笑着说脏话 我是说我真的很害怕 威奥拉捂住颤抖的双腿 凝视着火光 你向我表明了你的信任 相信我 虽然我知道巴德鲁 但我只是吃了它 如果那不是信任 那什么才是 嗯 这是正确的 这就是 为什么我不能剪掉里的头发 首先 我讨厌剪头发 正常人是做不到的 我不能背叛信任 我喜欢这个人 刹那间 凯撒嘴角上扬 然后 那安娜 他在睡梦中说话 这可能是巧合 但威奥拉清楚地看到了 你接受 他为朋友了吗 你说你们先是朋友 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 泽农说 我在这里 我可以成为一个好朋友 但我忍住了 因为威奥拉想要的 不是他的朋友泽农 而是他的管家泽农 同时 威奥拉起了鸡皮疙瘩 不对 拥兵王先生 你为什么一直微笑 想睡就睡 想笑就笑 两者任选其一 因为他太奇怪了 威奥拉的话 充满了他的喉咙 但他忍住了 我会想办法 进入魔法塔的 你好像已经想到办法了 嗯 我尝试编写一种方法 作为解决方法 这不是我很喜欢的方式 用起来 已经有点失望了 由于路易斯 巴腾家族的首席设计师卡洛 与六马炮塔 希尔森关系密切 他们决定向卡洛寻求帮助 我还以为卡洛的一封信 可以让我进入法师塔呢 我本来打算 但事情并没有那样发展 那天晚上 首席设计师卡洛出现了 听说你要去六摩塔 白天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我从来没有寄过信 但我自己来找你 就连威奥拉也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很高兴这位老人能帮上忙 卡洛似乎真的很开心 看在维奥拉的份上 他似乎要跳入地狱之火 哦 非常感谢你 我突然鞠躬 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 维奥拉突然抓住裙子 弯下腰 一段时间后 卡洛从他怀里拿过东西的时候 维奥拉就明白 卡洛弯腰的原因了 我的天啊 这是真实的 卡洛手中 是一颗散发着璀璨光芒的粉色钻石 很少有粉红色钻石 能放射出如此高纯度的光 更不用说这么大的钻石了 名副其实的一流 维奥拉以前见过那颗最高级的粉红色钻石 它是送给希尔子爵的 那是一颗粉红色的钻石 作为礼物送给希尔子爵 带有尊重和慰藉之意 这是为什么 维奥拉能够毫不费力地推断出情况 贵族中的贵族 真正的贵族 似乎并没有为了私利而动用粉钻 想好如何将这颗粉钻发挥价值 似乎是要送给总设计师卡洛 这 我想我认为这是适合我的方式 维奥拉的猜测是正确的 希尔从维奥拉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有一种面对巨人的感觉 我真的很感激能见到维奥拉 所以我试着用这颗粉色钻石来制作中提琴 就在这时 听说首席设计师卡洛正在寻找粉钻 齐尔子爵亲自拜访了Parjajah Cryon 并交出了粉钻 这是维奥拉公主送给我的礼物 不是中提琴给的 是希尔给的 可是马故意这么干的 所以卡洛坚信 这颗粉钻是维奥拉送的礼物 伊路亚的眼泪 这份恩情该如何报答 维奥拉再次迷惑在那里 伊路亚的眼泪 那是一颗巨大的宝石 在小说中多次出现 伊路亚的这些眼泪 被称为东大陆克雷尔帝国的第一位皇帝 赐予他所爱护的骑士的礼物 骑士的名字是 Ewa 当时最强的战士和皇帝的情人 Ewy为皇帝独自潜入敌营 最终就出了皇帝 在此过程中 伊路亚失去了皇帝赐予的粉钻 他深感悲痛 而他在战场上受的伤 还没有痊愈 就死在了皇帝的怀里 皇上长叹一声 哭了三天三夜 从那时起 他们就被称为Ewy的眼泪 Ewy的Tears被当时的敌将Bloodot获得 并献给了Pito帝国的皇帝 他是击杀当时最强战士伊路亚的象征 被指定为帝国的宝物 管理了数百年 后来 随着配托帝国的崩溃 伊路亚之类落入了第一代法师塔 拥有者卡布瑞尔的手中 却也被第一代布兰迪亚公爵偷走了 随后 伊路亚的眼泪 经过几位绝对者的手中 很快就消失了 这些伊路亚的眼泪 包含着历史和记录 我无法停止 钦佩赐予我这一切的公主的深情 Ewy的眼泪 也是非常特别的珠宝 会吸收主人的少量魔力记录在矿物本身 据说 只要是非常优秀的魔法师 就可以读取矿物的记录 他还说 他能感觉到注入钻石的少量法力 这是神秘的领域 我将改写路易斯巴腾的历史 以纪念公主的心 当然 我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威奥拉说不出话来 很明显 说他不是我的 只会让人觉得很可笑 然后 凯撒睁开了眼睛 嘿 你是做什么的 他留着长胡子 投脱了 他是个老人 你是个坏巫师 通过他非理性的 极其狭隘的思考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自己是一个追击中的魔法师 他举起狼牙棒 孩子们 不行 欺负善良的威奥拉 会挨骂的 他抬起敷衍 释放能量 先生 请 想想看 为什么 你为什么生气 你没听到谈话吗 没听说过 那些耳朵和大脑 真的很棒 他挑出自己想听的听 不想听的 就在脑子里翻来覆去 总之 我不是敌人 请保持冷静 别一直朝我扔薄饼炸弹 凯撒生闷气 卡洛从怀里掏出一块木牌 这是一块用被闪电击中的白画树制成的木牌 希尔森亲自用自己的法力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这里 有了这块木牌 他最多可以进出魔法塔十次 此外 你最多可以见到魔法塔之主 斯尔松三次 伟大的 你才是那个又脏又贵的人 凯撒亲了亲耳朵 不管我怎么想 我都不喜欢巫师 我已经见过斯尔松一次 既然还有两次机会 我想把这个送给王妃 谢谢 威奥拉没有拒绝卡洛的好意 虽然卡洛那双闪烁的眼睛不知怎么的很累赘 我会陪你一直到魔法塔里面 你没事吧 伟大的 凯撒似乎并不想进入魔法塔内部 不过 他们还是一起去了魔法塔区域 用我的眼睛检查你的安全 如果魔法塔在迫害威奥拉 我不会放过他们的 他对自己做出了承诺 我以为我会摧毁一切 包括魔法武器 但魔法塔没有攻击 这要归功于斯尔松的墓边 法师塔名为塔 却是一片广阔的领土 和任何城堡一样 有一道门 威奥拉一走近 门就自动打开了 当大门打开时 德皇似乎松了一口气 如果坏人打扰你 给我打电话 好的 谢谢 凯撒有些意外 这是一辆不断生气和沮丧的汽车 但是突然谢谢你 没什么 但我只是被感动了 你不生气吗 你为什么生气 你是不是还在生气 我很生气 因为你的方法不对 我不知道正确的方法 我一生都是这样生活的 并将继续这样生活 作家创造的世界里的皇帝 就是这样一个人 不过 我的心还是很感激的 凯撒睁大了眼睛 耳垂和他庞大的身躯一样粗大 染上了红色 希望叔叔的美心不要改变 我希望我对动物和孩子的爱不会改变 这是真诚的 待会儿再来参观冬季城堡 真的吗 听到这话 凯撒的心情好了很多 就好像他真的和威奥拉成为了朋友一样 我真的会玩吗 嗯 那里一定有可以好好谈的好朋友 呼 有 猫妈妈 德皇走开 挥了挥手 似乎那棵美丽的树在招手 德皇挥了挥手 直到城堡大门完全关闭 威奥拉完全看不见了 威奥拉进入魔法塔 凯撒拿出怀里的契约撕了起来 什么样的疯子 想要杀死这样的孩子 德皇本来就没有履行契约的意思 儿童应该受到保护 永远不能被杀害 但是 如果我不接受这个offer 很明显 这个合同会被别人拿走 所以 我是故意的 嘿 你们在远处看着呢 凯撒指使着卡尔顿的方向 他虽然查不出卡尔顿的身份 但也大致确定了他的位置 你个混蛋 你是贝拉图人吗 继续告诉我 如果我再让你杀维奥拉一次 我会先摧毁寒冬城 并喃喃自语 无论如何 拥兵王都不会背叛自己的朋友 知道了 谈论他让我生自己的气 杀死那个孩子 好久没收到这么糟糕的要求了 你怎么可以杀死这么小的宝贝孩子 星号星号星号 卡尔顿就像一个能干的管家 推断出了一切 总而言之 凯撒来到这里 绝非巧合 这是贝雷铁的人要求的 我 管家 想不通 同时 能够打动拥兵王的 也只有公爵和他的两位夫人了 他不会是一个公爵 一位妻子早已失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只剩下伊沙贝拉公爵夫人了 自从知道拥兵王的信仰之后 我一定确定 他不会杀维奥拉 伊沙贝拉想要的 不是拥兵王杀死维奥拉 而是拥兵王为了保护维奥拉 而去对抗魔法塔 如果不是卡尔路的首席设计师 维奥拉在很多方面 都会处于尴尬的境地 时间长此以往 法师塔和中提琴早就没了 很显然 如果他不能改善 与法师塔的不愉快关系 他白贝拉托的名声就会受损 卡尔顿给公爵写了一封信 不过 威奥拉还是成功地安抚了拥兵王 对外 两人成为朋友 拥兵王答应拜访寒冬城堡 像拥兵王这样 看重信任的人 能够做出承诺的 极为难得 以此来形容威奥拉公主的拥兵技能 只能用惊人来形容啊 另一方面 收到信件的公爵 不知为何心情不好 明明只是赞美的信 也不过如此 他的眼睛盯着信的最后一行 拥兵王莫名其妙地 自言自语后消失了 他说 你怎么杀死这么小而珍贵的孩子 但有必要破译他的意思 星号星号 威奥拉进入魔法塔 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广场 我看到了一个井然有序 规划周密的城市 和 威奥拉不由发出一声惊呼 天空中漂浮着人造太阳 暖洋洋地 吹来一阵惬意的微风 一个温度和湿度 都得到完美管理的空间 魔法塔的人 不用工作 也能谋生 法师塔的巫师们 只需要学习魔法 其他的工作除外 对于巫师来说 这里就是人间天堂 那是第六魔法塔 这座巨大的城市 之所以被称为魔法塔 是因为在城市中心建造的尖塔 人们开始给这座 有尖顶的城市 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 魔法塔 威奥拉的目的地 就在那里 一路顺着这条路走 就会有进城传送门 如果按照向导的指引 进行传送 应该可以到达法师塔 寻马疹出现在卡罗的身上 事实上 这些症状是存在的 魔法塔内部翻皮的症状 这被称为魔法塔风潮 一开始试养 久不至 皮肤就烂了 回去吧 首席设计师卡罗 我欠你很多 谢谢 就是报恩而已 对不起 我不能陪你一路走到最后 公主 卡洛还是很诚恳的 伊路亚的眼泪 在我看来 公主的脚 大的 我想擦脚 不知不觉 我内心的想法就出来了 是的 我会亲你的脚 我带着敬意和感激之意 拜了拜 维奥拉想踢卡罗 但踢不动 啊 我讨厌这条狗 这是这个世界的文化 但还是难以接受 总之 对维奥拉表示敬意和感谢后 卡罗就离开了法师塔 泽农的嘴角 一如既往地挂着微笑 你绝对赢得了 拥兵王坚 首席设计师卡罗的方形 维奥拉说 我们走吧 现在 我必须找到埃尔西娜 我应该带你去哪里 嗯 指导你 维奥拉一时怀疑自己的耳朵 你是说 你认识路 是的 与其他魔法塔相比 我对六座魔法塔的了解相对准确 也就是说 他知道去其他魔法塔的路 这很奇怪 在小说中 泽农不知道去法师塔的路 设置改编了吗 你为什么知道第六魔法塔里面的路 回过头来看 并没有杰农不知道通往六魔法塔的路的描述 不过 原作中维奥拉进入 第六魔法塔时 并没有自愿当向导的事实 无论是作为读者的阿灵 还是原作中的威奥拉 都不觉得泽农不认识路有什么奇怪 因为魔法塔 就是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 然后 小说中的设定并没有完全改变 当时我懒得告诉威奥拉原作中的方法 现在我告诉他了 威奥拉只好这么猜 我要去法师塔的贫民窟搜一搜 魔法塔里没有贫民窟 公主 是的 一定是外表如此 魔法塔就像一个乌托邦 一个中年晴朗温暖的地方 一切都在魔法塔的掌控下 准备就绪 这是一个没有工作生活 也没有困难 巫师们只能专注于 魔法研究的梦幻般的世界 然而 世界上不可能只有光明的一面 外国的 王妃这是什么意思 必须有一些 没有巫师天赋的人聚居的地方 他们是失败者 魔术是一门很大程度上 受天赋影响的学科 没有天赋 就连求学都做梦也做不到 所以 对于天生没有天赋的人来说 魔法也是一门无望的学问 魔法塔需要人干活 不管魔法多么发达 麻烦的是肯定存在 比如 巫师们宁愿雇佣清洁工 也不愿使用清洁魔法 虽然他们可以通过魔法 制造出富含必须热量和营养的食物 但他们更喜欢人类准备的美味食物 天生没有魔法天赋的人 靠从事三地职业谋生 巫师称之为清洁工 厨师 擦鞋工 圆钉等 魔法塔版没有天赋的人叫做乞丐 他们居住的地方叫做贫民窟 不同于外界的乞丐牌 反正他们也是魔法塔的人 至少食物和衣服都有提供 提供了衣服和食物 但 这一周是个例外 你似乎对贫民窟很熟悉 是吗 总的来说 我们高贵的法师 是无法和乞丐混在一起的 所以 乞丐最终都被赶到了僻静肮脏的地方 形成了村落 那就是魔法塔的贫民窟 通常是在地下或者桥底下 或者是很偏远的地方 巫师们注意不到的地方 看来 你学习很努力 这是公开的事实 但是什么 那是稍微有点兴趣的人都能知道的情报 只是大多数人不感兴趣 法师塔内并没有正式的贫民窟 但有几个地方 在我个人看来 是被判定为贫民窟的 我带你过去好吗 好的 在那引导的第一个地方 是在一条河上的一座桥下 河上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银色波浪 小则称江 大则称西 桥下的墙上 有一个巨大的洞 像个山洞 法师塔里的乞丐 估计极不愿意与外人接触 我知道 乞丐在魔法塔看来 奔了一声 您想擦出的污渍 他们是法师塔要隐藏的人 也是外人出事 第一时间受到惩罚的人 一旦出现问题 责任肯定太大了 泽农笑道 果然 我说一 你说十 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但那种洞察力 不能说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而且我知道 有见地的姑娘 是不会没有任何对策 就去贫民窟的 公主会做什么 泽农一边看着中提琴 一边感受着 自己狂跳的心跳的愉悦 艾尔辛那是色松的弟子 伟大的巫师 也是第六魔法塔的拥有者 他拥有如此神奇的天赋 以至于 Sirson吐了吐舌头 许多新闻媒体都深入报道了埃尔西纳 如果说剑道里有美迪亚 那么魔法里就有埃尔西纳 美迪亚总是被称为剑术天才 埃尔西那是堪比美迪亚的天才中的天才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评价出现了分歧 肩上长着翅膀的美迪亚 但埃尔西达不是那样的 美迪亚成为一星骑士 并取得连胜 歼灭了西大陆的刺客 被称为白风 受到了大陆人民的敬畏 然而 埃尔西纳却渐渐落后了 两个天才的悲欢离合 埃尔西纳 会是第一个被绝罚的弟子吗 表面上 他还是六魔塔的弟子 实际上 可以说是被逐出门来了 准确地说 是他自己让出了位置 他有魔法天赋 但他的心太热了 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巫师 曾几何时 他曾问过瑟森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特权生活 那是因为你天资聪益 没有怠慢自己的努力 但他们正在努力工作和生活 正如埃尔西纳所说 他们是法师塔的乞丐 他们是残疾人 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只是你没有什么魔法天赋而已 只是我不会使用魔法而已 埃尔西纳 今天也吃了专属主厨精心准备的烤鱼 太好吃了 我哭了 厨艺这么好 为什么叫我乞丐 随着时间的推移 埃尔西纳开始对魔法产生了怀疑 魔法精神旨在广泛造福人类 但为什么穷人几乎被当作牲畜对待 而被忽视了呢 为什么巫师会觉得和他们在同一个空间里 呼吸都不舒服 你们不能使用相同的道路 也不能共享相同的设施 乞丐被巫师彻底排斥 不仅如此 他们还以发展魔法的名义 降格为人类实验的工具 埃尔西纳 别想那些无用的东西了 他们是自愿留在这里的 也是胆子不够大 没能逃出法师塔的 不 法师塔就是这么做的 事实上乞丐是可以离开法师塔的 我所要做的就是申请 从表面上看 就是这样 但是 想要逃出法师塔 乞丐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 我听说 魔法塔外只有恶魔出没 我从小就知道这一点 一种不该离开魔法塔的隐约恐惧感 压在他们身上 当他们提交文件时 他们会接受吗 所有接受文件的法师塔管理者 都是魔法师 他们讨厌乞丐 很明显 他们不会做任何 他们递交的文书工作 不 他们可以首先填写文书工作吗 法师塔是法师之塔 使用的是法师语言 公文必须无条件使用魔法书写 我鼓不起勇气 因为我一开始 几乎被洗脑了一半 即使他们有勇气 他们也无法填写文书工作 就算你写的一波三折 经理们也不会接受的 人们认为 法师塔是一座乌托邦般的梦幻之城 但埃尔西纳不这么认为 出了点问题 从此以后 埃尔西纳就不再研究魔法了 如果这是魔法 我不想学 他没有专注于研究魔法 而是想教育乞丐 我想培养至少能写出笔记的魔力 我想提供有关外部世界的适当信息 至少我想阻止他们成为人体实验的受害者 自然 法师塔的当权者 以及老一辈的人都不理解埃尔西纳 对他指指点点 遗憾的是 乞丐帕德尔也没有接受埃尔西纳的教导 他们害怕 并且没有准备好学习新事物 这就是埃尔西纳的设定 最终 埃尔西纳摆脱了法师塔领主弟子的身份 封印法力 混入了盖帮 埃尔西纳是第一个自己失败的天才巫师 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人 他对教人充满热情 事实上 他也是魔法天才 只是在教育方面更有天赋 也就是说 他是天才巫师 更是天才教师 我将成为贝纳托不可替代的老师 和心灵之母 所以 埃尔拉选择了埃尔西纳 我听到泽农的声音 每个人都还屏住呼吸 看来 你不想碰上我们 我知道 埃尔拉站在山洞前 泽农的心开始狂跳 你今天想展示什么 你会用什么样的面具 去对抗法师塔的失败者 赢得你想要的 他将戴上多么优雅美丽的面具 埃尔拉说 我给你三个小时 埃尔拉的脚下 形成了一个水坑 那是乒乓的能量 紧接着 一道肉眼不可见的微弱光芒 从子提琴的指环处露了出来 盛满灵水的花朵 和水之精灵 Pumpanji的Kuram Kuram的杰作 正在做出反应 你再不出来 我就杀了所有人 埃尔拉自信地说 但他的心跳加速 不管我怎么说 我都不习惯 杀死所有人 我自己说过 但这太可怕了 而埃尔拉很清楚 自己说出这句话 会是什么样子 三 里面这么多 人们开始在山洞里感觉到 二 You didn't think 听到了声音 一 几个人急忙跑了出去 各位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为什么迫害我们 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啊 救救我吧 我会仔细听的 如果你离开 我也会离开 我会躲起来 不被人看见 他们吓得浑身发抖 尽管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们是老是被人恐吓 被人指指点点的人 根本想不出反抗的念头 我很失望 维奥拉伤心欲绝 他们都一样 只是没有魔法天赋 你不应该因为不擅长魔法 而被人看不起 维奥拉这么想着 尽可能地露出了温暖的笑容 我有件事想问你 维奥拉和白色的贝拉图一样 开始解决问题 每个平民窟 都有一个代表平民窟的乞丐帮派的首领 乞丐们称他为王错 作为弱者的代表 他们非常机灵 在某些情况下非常敏感 他有一种本能的感觉 可以轻易地读取无形的强者能量 二号平民窟之王凯塔伦 也是如此 我一看到钟提琴就知道了 我是一个绝对的人 身份不明 但他的直觉告诉了他 天生有绝对命格的贵人 优雅地绽放在不敢直视的高处 他亲眼所见的那把钟提琴 就是那样 你不能进行眼神交流 我们只对视了片刻 但恐惧吞没了我的全身 我以前从未感受到 如此强烈的能量 害怕的 为什么这样的人在这里 凯塔伦吓出一身冷汗 不知如何是好 维奥拉不自在 我温和地笑了笑 但一点作用都没有 凯塔伦咽了咽口水 再次问道 你好奇什么 我在找希尔森的陨罗弟子 好吧 我们不认识这样的人 凯塔伦跳起来否定了埃尔西纳 生怕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埃尔西纳成为了法师塔中 被强者讨厌的人 乞丐们也讨厌和埃尔西纳纠缠在一起 生怕自己和埃尔西纳纠缠在一起 被赶出法师塔 你不认识埃尔西纳 我真的 真的不知道 六座魔法塔的人 不认识埃尔西纳 你甚至不会相信 路过的刺猬 他跪下 当他面对威奥拉的肉体时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们会像不存在一样 小心翼翼的生活 请好好活着 看你做什么 钟提琴发出不在我心里的声音 我实质感到有些沮丧 哇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 Bel Eto 不知道为什么 站在他身后的杰农 似乎笑得很开心 让他不敢回头看 威奥拉又张开了嘴 好的 埃尔西纳不知道 有没有人可以教你写字 不好了 埃尔西纳想对乞丐们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摆脱文盲 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知道这些字母 他们才能过上人类的生活 至少你可以获得魔法塔的出入权 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 不过 凯塔伦白白手 表示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过 看来 你真的不知道 您可能使用的是化名 但我不能只说 我在小说中看到的笔名 那谁叫你体操 车 体操 想清楚再回答 别让我问你好几遍 对不起 大家 我不想迫害你 要是无缘无故调动法师 他守卫闹事 又要惹火上身了 时间就是生命 请原谅我 威奥拉在心里向他们道歉 应该有 那个教瑜伽体操的人 瑜伽体操 只是口头上的体操 实际上是一种冥想仪式 很久以前 威奥拉对杰瑞米说的话 我认为 耶练习冥想 会很有帮助 出现在文字中的瑜伽冥想仪式 是瑜伽体操 我很反感 盖帮是冥想仪式 所以改名为体操 埃尔西娜将冥想与体操相结合 创造出一些动作 冰咖啡 如果您是体操老师 那就有 哦 我知道 我 我住在一号贫民窟 星号星号星号 威奥拉和泽农 沿着光洁的灵鹰大道走着 地板是大理石的 但摸起来很软 脚底传来的感觉 相当舒服 夕阳西下 已是夜晚 魔法塔内却是一片明亮 法师塔之城 有着不朽的辉煌 这是一个美丽而干净的城市 像凯特兰这样的乞丐卡 是存在的 真是苦乐参半 即使他们没有 把它们弄成那样 共存也是可能的 人们似乎真的很刻薄 我忘不了那双 因恐惧和恐惧 而湿润的眼睛 不 但它真的爆发了吗 看着别人 看着自己都在发抖 这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它祈求双手的画面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不断地踩在我的眼前 然后 泽农问道 什么是瑜伽体操 公主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最近也通过时事通讯了解到它 其实是在小说里看到的 你知道 Yorga冥想一世 对吧 我知道 那是贵妇人所学的高雅冥想一世 修炼法力效率不高 但我知道 对于修心养性 保持清醒的精神状态 是很有帮助的 这是正确的 瑜伽体操 迫使人们保持清醒 原本 冥想一世是通过冥想完成的 通过冥想诱导法力的运转 这原本是约尔加冥想一世的命令 但在体操中 顺序是相反的 通过特殊的姿势和呼吸方式 让法力自行移动 在不知不觉中产生法力 因为魔力是这样移动的 魔力不知不觉 就在我体内积聚了起来 它的效果 类似于冥想一世 这可能吗 如果是麻豆的美迪亚 就有可能 美迪亚姐姐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这是正确的 泽农笑了笑 用中提琴跟着她的步伐 中提琴今天很棒 你什么时候学的 看着他们每天都过的火爆 很让人感动 果然是我们的公主 泽农再次保证 我发誓 会全力支持活的最充实的威奥拉公主 不知不觉 他们来到了凯塔伦 告诉他们的第一贫民窟 一号贫民窟 是一个破败的地方 离市区很远 天黑了 充满了梅味 我看到一个木门 大概是村子的入口 这么多年过去了 木门都快腐烂了 在大门附近玩耍的孩子们 找到了中提琴 威奥拉刚要举手 他们就全都跑了 威奥拉有些尴尬 若无其事地放下了手 家家户户的门窗都关上了 小巷子里的孩子 也都不见了 就算是偶尔被人看见的大人 也看不到他们躲在哪里 我有那么可怕吗 或者也许是因为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除了工作之外 你不应该敢于遇到其他人 巫师 威奥拉轻声说道 尤尔是来学体操的 埃尔纳小姐 据凯塔伦说 她的名字叫埃尔纳 这是埃尔西纳的化名 虽然凯塔伦并不认为 埃尔纳就是埃尔西纳 我知道你在听 我小声说话 但埃尔西纳应该都在听 但感觉并不受欢迎 没办法 我以为无论如何都会这样 我不想延长时间 再不回答 我就杀了你们 听到我要杀了她的话 威奥拉肉嘟嘟的声音 自然而然地做出了反应 她的生命被风吹散了 我提升了超级剑的能量 单纯的运气 但威奥拉的生命 却叠加在了第一把剑上 尽管威奥拉对生活很敏感 但她能准确地感觉到 自己在做什么 我想哭 我感到一个巨大的幽灵 弱者可能会看到异象或昏倒 阿灵梦想的温暖幸福的世界 哇 多 闻 因爱不在这里 唯有杀手梦术 无法驾驭泛滥的生命 则农 请不要笑得那么开心 整整两秒后 一户人家的房门打开 一个身材修长的女人出现了 威奥拉不自觉地赞叹起来 哇 她是成年人了 那个高大修长的男人 很接近威奥拉的理想世界 那是一种与固体无人居住的感觉 不同的身体线条 威奥拉抓住裙摆鞠躬 很高兴认识你 艾尔西娜 我叫她真名 不是化名 她也不否认 发生了什么 你是在法师塔消费的吗 不 我的名字是中提琴 我是来招募艾尔西娜大人的 我 艾尔西娜对威奥拉并没有多少好感 我一到 他们就给我喷了生命 所以 这是可以理解的 有个孩子 需要艾尔西娜大人的温暖呵护 这里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威奥拉知道未来 艾尔西娜热情地拥抱乞丐们 但乞丐们到头来并不理解艾尔西娜的感受 由于乞丐的背叛 艾尔西娜最终被处决 乞丐们的生活更加悲惨 也就是说 艾尔西娜的方法就是那样 这意味着 没有显着影响 如果艾尔西娜大人帮我 那我就帮艾尔西娜大人 为什么 我刚遇到一个叫凯塔伦的人 尽管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 但我还是低下了头 跪倒在地 他求我救他 威奥拉看着艾尔西娜 出了点问题 不应该是这样的 咧嘴一笑 君子见了错误 不是有义务改正吗 我来帮你 艾尔西娜微微皱眉 我知道威奥拉这个名字 她是贝拉图的铁血公主 拥有恶魔天赋的少女 很难理解 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说出这番话 但听上去 不像是在胡说八道 如何 紧接着 从小女孩的嘴里 开始流出一些 稚气未脱的话语 这些话是艾尔西娜 从来没有想过的 威奥拉浅笑着说道 艾尔西娜大人 温暖的启蒙 并不能将他们 带到更光明的地方 你说得很肯定 你刚才看到了 隐姓埋名 拒绝出现在我面前的 艾尔西娜大人 就在我的面前 进入法师塔不到一天 我就找到了艾尔西娜大人 你觉得 我要是像艾尔西娜大人那样 只用温暖的手段就可以吗 那 这是艾尔西娜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并不是说他非常积极地 事实上 魔法塔的高层们 早就知道 艾尔西娜在哪里 在做什么 却不知道有一天 一个与魔法塔 毫无关系的外人 发现了他 并不是艾尔西娜大人的方法不对 但有时这意味着 你需要另一种方式 寒冬城堡里 有很多怪物 偶尔 带有剧毒的怪物 也会降临 你知道东宝的战士们 中了那致命的毒药后 会做什么吗 我会用魔法治愈他 万一是连魔法 都不管用的特殊情况呢 然后 艾尔西娜虽然是一名优秀的巫师 但对战士的生态了解不多 我不知道 斩断通往心脏的道路 是的 手被咬了 手腕就断了 胳膊被咬了 肩膀就断了 如果脚趾被咬伤 脚踝就会被切断 如果脚踝被咬伤 膝盖就会被切断 这是一种防止毒素 扩散到全身的方法 在东大陆的语言中 也被称为 衡量苦难的尺度 艾尔西娜似乎明白 威奥拉的意思 我们也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你的意思是 通过Yorga体操 他们能够学习法力 至少我应该能够写作 但是 没有人离开法师塔 没有人渴望自由 因为比起自由的束缚 他更害怕法师塔之外的生活 恐惧是相对的 可怕的东西多了 可怕的东西少了 佣兵王凯撒 世上无所畏惧 唯有煎饼怕 首先 他们必须体验他 什么是自由这些天来 他们甚至没有考虑自由的意愿 如果这里有更可怕的东西 我就出去 你认为 艾尔西娜爵士为他们 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吗 我正竭尽全力 我相信 你永远不会让他们陷入恐慌 之前看凯特兰的时候 就感觉到了 他们无法容忍恐惧 威奥拉用法力说道 我给你一个星期的假期 滚出魔法塔 对外 他们有离开法师塔的权利 只要你有适当的文书工作并提交 您就可以自由离开 一个星期不离开这里的人 第一件砍断了村子里的一根木杆 我要割断你的喉咙 艾尔西娜试图大喊 住手 但事件已经发生了 艾尔西娜自身的魔力被封印 只能使用极少的魔力 我无法妥善处理这种情况 艾尔西娜愤怒地瞪着维奥拉 但他也无能为力 一周后 在艾尔西娜看来 奇迹般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到时一号贫民窟的人 一直心神不定 最终还是拿到了所有的文件 走出了法师塔 一号贫民窟空荡荡地城镇广场 在那里 艾尔西娜一脸疑惑地问道 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告诉你了 恐惧是相对的 不 除此之外 法师塔的所有管理人员都认可了 如果是乞丐证件 看都不看 就扔进垃圾桶 教我 如果你教我 威奥拉想了想 你会成为贝纳托的老师吗 你想认真谈谈交易吗 我担心很多事情 但是 A-ring 我选择像中提琴一样说话 请成为我的 力量进入了脚趾 我不习惯这种对话 为什么 我感觉自己 快成收藏家了 不就是心情的问题吗 威奥拉决定积极思考 哦 很好 他们不用担心 我们已采取措施 帮助您适应魔法塔之外的环境 会附上一份指南 指引 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 黑金希克森 爱尔西娜瞪大了眼睛 我从没想过 黑金希克森的名字会出现 不是曾经和赫伦公爵一起合作过的英雄吗 你动了这么大的人 威奥拉一记蝎子 插进了爱尔西娜的胸口 我不会说 我会在没有证明这一点的情况下 让爱尔西娜爵士 成为我的人 奥姆拉德展示了一个愿景 同时为他的手指和脚趾提供了力量 爱尔西娜爵士梦寐以求的事件 我会加入你想要的事件 我 所以 爱尔西娜大人 请帮帮我 星号星号星号 卡尔顿环顾四周 松了口气 呸 如果这附近连个村子都没有 那就是大事了 黑金与拥兵王的战斗 周围净是废墟 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 希克森和凯撒的权力不一致 希克森霸道的常见 凯撒的威武狼牙棒 粉碎了周围的一切 卡尔顿撰写了这份报告 挑起战斗的不是别人 正是希克森勋爵 他大骂德皇 敢欺负我女儿 凯撒大怒 攻击了希克森 他们的战斗 持续了四个小时 一场持续了四个小时的决斗 然而 两人都没有疲惫的迹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交手越来越凶猛 阻止两人打斗的 是路过的一只抱宝宝 一只抱宝宝 出现在两人的交战之中 希克森爵士和凯撒都拿起了武器 不知为何 两人甚至连心都握了握手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领域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只是他们俩都没有尽力而为 表面上看 两人就像是在卫生计而战 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真是这样 小豹子根本就不会出现在附近 还未靠近 便已被剑压击碎 也就是说 两人早就知道抱宝宝的存在 控制着他战斗 以免伤害到他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你一眼 希克森和凯撒携手 你的女儿 她很可爱 正确的 希克森的眼里 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很少有人会承认 威奥拉很可爱 所有人都被威奥拉的肉体吓坏了 都害怕威奥拉 她是一个知道如何看待的人 很少有人能欣赏威奥拉的可爱 他们很奇怪 我觉得他很可爱 一直在用魔力偷听对话的卡尔顿 想要告诉他 你们真奇怪 但是凯撒说 那家伙是在偷听同方的谈话吗 同侧 我讨厌偷听 我可以杀了你吗 会很难吗 希克森很清楚 卡尔顿的实力 就算是真心实战 也很难说是输是赢 你输了吗 我想 我会赢得这场决斗 这是一场在开放空间中 已开始信号开始的决斗 看来这一战要输了 这是一场冒着生命危险 不择手段杀死对手的战斗 决斗会赢 但战斗似乎很可能会失败 巴特勒卡尔顿 是个就算是黑幽灵 也不能掉以轻心的对手 但问题是 你杀了卡尔顿 威奥拉会不会恨你 那就不行了 凯撒很简单 对了 难道真的会因为我吹嘘这个说法吗 出色的 如果我是六魔塔的主人 我想 我会那样做 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 六座魔法塔向东宝收钱 让东宝向你勒索钱 这不是很舒服吗 希克森把头转向另一个方向 卡尔顿 你怎么认为 一直躲在远处的卡尔顿 这才现身 心想躲起来有什么用 大概是这样 在寒冬城堡 交完赔偿金后 凯撒大人会强行惩戒你 凯撒皱起眉头 寒冬城堡里 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吗 不会太多 但也不会太少 这是一个充满怪物的地方 凯撒叹了口气 那你也无能为力了 希克森和卡尔顿 同时紧张起来 那个脑袋也是肌肉的家伙 不是在宣战吗 如果我说 要召集佣兵去打寒冬城堡 那就太不方便了 然而 凯撒的话却出人意料 让我成为寒冬城堡的一员吧 是的 我厌倦了雇佣兵的工作 我会在冬季城堡工作期间 弥补损失 如何 我的赎金很贵吗 卡尔顿沉默片刻 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只好正是向公爵汇报 什么原因 只是 我决定和他的女儿做朋友 凯撒 笑了 我想帮助一个朋友 威奥拉不知道的是 强大的增援部队 已经将自己托付给了冬季城堡 根本不是故意的 而是白贝拉托的拥兵技能大放异彩的时刻 卡尔顿撰写了这份报告 说 有一个起点 德皇继续称维奥拉为希克森勋爵的女儿 公爵可能不会太在意 但我会添加她 以防万一 星号星号星号 艾尔西纳深感苦恼 我的方法错了吗 她多年来一直想做的事 维奥拉公主 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 我的头变得复杂了 不 你没有错 维奥拉说 没有艾尔西纳大人过去的努力 就没有今天 他们告诉我 如果约尔没有掌握体操 他就不会写作 但即使考虑到所有这些 震惊还没有结束 我把一号贫民窟的所有人都送到了外面 获得经理的批准是一个惊喜 但这还没有结束 在外面等着他们的人 就是黑镜和拥兵王 事实上 拥兵王是不在维奥拉计划中的人 本来乞丐小队只让希克森带队 但艾尔西纳并不知道 只看到一个希克森 但在其之上 还有一个雇拥兵国王 真是太神奇了 维奥拉那句 我会加入你想要的世界这句话 不像是虚张声势 艾尔西纳一时间无法摆脱震惊 终于开口了 现在交往 法师塔的管理人员 平时修复文件的能力不强 乞丐证件尤其如此 怎么会发生得这么快 她觉得这更奇怪了 因为她是在法师塔里出生长大的艾尔西纳 这绝对是不寻常的 你会试我的吗 我想是这样 维奥拉列子一笑 完毕 艾尔西纳不是会胡说八道的人 贝纳托的好妈妈 她一定会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 伴随着紫提琴的笑声 一阵阴冷的风吹了过来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听到威奥拉的话 艾尔西纳再次陷入了震惊之中 冬季城堡是一个与下雪的地方接触的地方 雪域是整个大陆上怪物最多的地方 寒冬城堡的人不断与怪物战斗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会得到很多副产品 副产品不仅包括怪物的尸体和毛发 还有镶嵌在怪物心脏附近的特殊石头 人们称它为魔法石 是现代魔法工程必不可少的材料 既然你把雪树模式给了我 那就简单了 雪树是只生活在雪地里的树形怪物 那是一头化作被雪覆盖的树木形状 靠近就会吃人的怪物 因为它的外壳坚硬 所以除非是熟练的士兵 否则是无法猎杀的 不过 由于它们形成了一个群落 一旦你找到它们 你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魔石 也就是说 雪木魔石并不是非常稀有的魔石 你是说 我认识的那块白石头 是的 那些暗示场价 大概要五百万大利花的 对于魔石来说 价格并不算贵 埃尔西娜的表情扭曲了 经理们收到雪魔石并认可了 是的 那是贿赂 请称之为礼物 埃尔西娜简直不敢相信 管理人员受贿 并批准了她 埃尔西娜大人 有美好的梦想固然好 但有时候 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威尔拉虽然只有13岁 但她身上 却有着资本主义的灵魂 资本的力量有多大 我从小就体会和成长 法师塔的管理者 不能那样做 你不想相信 这不可能发生 是吗 不过 他们是知道荣誉的人 我宁愿拥有 布拉凯尔摩石 或斯尔布里斯摩石 而不是斯诺茂特摩石 如果是任何人 都能认出的顶级摩石 倒也无可厚非 不过 仅仅五百万大利花的市价 对于血摩石上的文书工作 就这么轻松搞定了 那我一直在做什么 在封印法力之前 它可以很轻松地猎杀血树 一想到 要是扫了血树群 得到了血石 就可以把乞丐们赶出塔外了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乞丐多 君子难治 魔法塔是研究 可以说是这个世界的基础的魔法 和魔法工学的地方 当然 很多钱 乞丐没有理由存在 巫师可以扮演乞丐的角色 或者你可以花一大笔钱雇佣他们 然而 法师塔却造就了乞丐 就因为我没有魔法天赋 毕竟 巫师也是人 我摸到了 即使是平等的世界 贪婪也存在 即使是这样 你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我用一块价值 只有五百万大利花的魔石 就能将它们打动 不知为何 埃尔西娜不想听到回答 就像打开了一个 我不想打开的潘多拉魔盒 因为你漂亮 请再说一遍 血木魔石也被用作珠宝 当您注入法力时 它会发出神秘的白色光芒 你不知道这个吗 在埃尔西娜看来 魔精简直就是魔法工程学的材料 因为他学的是纯魔法 只学魔法工程学 他是一个只研究如何让更多人过上更富裕生活的人 好的事 我梦想了一个理想 坏的是 我不知道现实 如果你给他们这个漂亮的东西 这些人会签署文件 但他们 直到现在才这样做 威奥拉能够读懂埃尔西娜的心 很显然 对法师塔和巫师的感情 只剩下屈指可数的 很快就会冷却下来 曾经只是做梦的理想主义者 开始面对现实 但有一个问题 法师塔主 不会放过我的 绝不 埃尔西娜是希尔森的错 一个拥有卓越品质 却放弃权力和权力 半背叛法师塔的书呆子 这就是你不想 将他们送出魔法塔的原因 威奥拉咧子一笑 绝不 是的 从来没有 我说过 我会陪埃尔西娜大人 没有永远不会这样的事情 埃尔西娜再次无语 这个十三岁的女孩 真的十三岁了吗 我给你看 埃尔西娜 几乎是在对比自己 年轻得多的威奥拉回答似的 姐姐 我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内心的想法 又问了一遍 关于我和威奥拉公主的报道 应该已经上去了 很明显 希尔森甚至不会去见威奥拉公主 如果这是正常的 那就是她 说服不是你必须首先遇到的事情吗 至此 威奥拉再也见不到希尔松了 埃尔西娜这么想 威奥拉从怀里掏出一块木牌 但如果我有这个呢 那是一块木牌 上面刻着希尔森的名字 埃尔西娜 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 一座高高耸立在城市中心的尖塔 那个尖塔 才是真正的魔法塔 建在大都市中 叫做魔法塔 威奥拉站在她面前 哇 太高了 它是高级魔法工程的产物 也是一座充满各种魔法镇的 最先进建筑 大楼一共有四个入口 威奥拉往南门走去 据说是贵宾专用 南门站着两个身穿长袍的守卫 请回去吧 只有得到塔主或车厢塔主的邀请 方可进入此门 威奥拉大步走向两人 不回去 就看不到什么好东西 最后 一个警告 威奥拉从怀里掏出一块木牌 在警告之前 我们不应该检查一下 是否有这种东西吗 双眼都瞪大了 一块木牌 上面刻着希尔森的名字 我在这里工作 已经五年多了 但两者都是 我没见过几次的东西 那个拿着那块木牌的女孩是谁 打扰一下 没能认识你 我深表歉意 对不起 从今往后 我一定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请宽恕我 木牌的威力很强 威奥拉受到了尴尬的待遇 得以进入法师塔 搜身是外来者必不可少的程序 也被排除在外 这是一部直达顶层的电梯 站在电梯前 威奥拉觉得有些陌生 嘿 这是一部电梯 这里的电梯是由玛丽驱动的 她看起来与现代电梯几乎一模一样 事实上 在这个亚空间活跃的地方 电梯已经成为过去 尽管如此 魔法塔还是使用了电梯 法师塔的传统 在这里可以感受一下当年的气息 什么的 电梯动了 泽农微笑着 轻轻捂住威奥拉的耳朵 魔法塔的电梯是旧时代的产物 它还会唤起法力 引起恶心和呕吐 据说这样捂住耳朵 这种症状就会好转 泽农的手很温暖 威奥拉对杰农的体贴表示感谢 淡然的表达 这是很自然的样子 我知道电梯经理会怎么看 嘿 不要吞咽 因为你很紧张 威奥拉把话咽了下去 翠 我们已经到顶层了 有趣的是 他说的是顶层 而不是几层 事实上 法师塔的具体楼层数 是未知的 有人说是30层 有人说是50层 虽然这座塔 本身就有那么多 由魔法构成的空间 但实体层数多少 并不重要 电梯门打开 一个很大的房间 映入眼帘 各种实验工具 不知名的药水在冒泡 散发着各种药水的味道 地板上 满是奇怪文字的纸张在翻滚 墙上有几个鸟笼 里面打着瞌睡的怪鸟 有的长着蛇身长的翅膀 有的长着人鹰的身躯 却长着鸟的脸 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空间 威奥拉拿出一把花木匠 举了起来 我是来看六魔塔之主的 然后关着蛇身长翅膀的鸟的龙门 自己打开了 它张开翅膀 向我们飞来 我们不要感到惊讶 我已经知道了 那只鸟很快就会变成人 与六魔塔主思而松 躯干变大了 翅膀变大了 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老人 场面相当的诡异 说实话 有点吓人 是这样吗 威奥拉公主 在这里做什么 我能感觉到 那双丑陋的眼睛 我从魔法塔的主人身上 找不到什么好感 这是自然的 动摇魔法师塔 传承了数百年或数千年的传统的威奥拉 怎么看都不漂亮 要不是贝拉图的公主 我也活不过第一次入侵 六座魔法塔之主 遗憾地笑了笑 我能听到他自言自语 我当时应该杀了他 这真烦人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 公然挑衅 威奥拉悠闲地笑了笑 也自言自语道 我要是你爹 早就毁了第六座魔法塔 说到黄金之路的纷争 塞尔森的眉毛抽动了一下 我想我没想到会这样收到 但威奥拉的反应并没有就此结束 爸爸也很温柔 和大多数法师领主一样 瑟森也是个怪人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希尔森也是一个讨厌那些 因为被他的挑衅羞辱 而无能为力的人 瑟森点点头 这很好 到那时为止还不错 但接下来的事情令人惊讶 所以 你是把拥兵王和黑镜 放在魔法塔外面了吗 威奥拉很困惑 希克森一边 你是说 凯撒还在外面 希尔森的话很难理解 那你是不是把那个有名的上尉刺客 安置在了法师塔外面 是的 有名的高端暗杀 那不是夏兰吗 Shaylan是一个有成就的刺客 但他在成名之前就退休了 所以他的名字不为人知 如果是这样 那一定是另一个刺客 你在说谁 威奥拉不知道 没想到卡尔顿这个总管家 竟然会亲自到场 顺带一提 卡尔顿很早以前就刺杀过第二法师塔的次顶层主人 我进接了最强拥兵团 陆宝宝拥兵团 拥兵王凯撒多年的伙伴 大陆最强大的拥兵部队 正朝着这个方向逼近 凯撒热心帮助他的朋友 维奥拉 是他的愿望 就是为了帮助那些来到外面世界的乞丐们 更加安全可靠 还有一位来自东大陆的优秀杀手附身 似乎知道这一点 是夏兰 在所有的质疑中 只有夏兰的存在是透明的 希尔森将目光转向择农 甚至择农 你好 好久不见 你又要杀我 我是管家 不是刺客 塔主 两人都老了 小说中没有提到 他们是打仗时根本不缺的力量 说你会毁了魔法塔 可不是骗人的 不 这是我不太了解的事情 我只是反击并反击他 事情的发展与维奥拉预想的不同 爱尔西那是借口 我们要和法师塔开战 是事实吗 动了这么大的力量 就不是威奥拉公主一个人的动作了 如此的话 总管家卡尔顿不可能亲自出手 希尔森判断 赫伦公爵这次 一定是深度介入了威奥拉的行程 威奥拉公主和杰农暗杀我之后 是不是他们在外面组织局势的情景 威奥拉是不公平的 她只是贝纳托的好妈妈 前来招师傅 就算用水看着魔法塔 也是有权 一瞬间 整个空间都变了 魔力充沛 四面八方都是开阔的空间 作为法师塔的拥有者 她使用的是完美的空间魔法 让我们看看威奥拉公主的技能吧 希尔森再次自言自语 如果我中途死去 我也无能为力 法力开始在色诵的全身波动 凯瑞尔 垂胸顿足 一副沮丧的样子 这些家伙胆子很大 然后她立即道歉 不 嘿 别哭 对不起 嗯 凯撒是那种我没有经历过的人 法师塔的乞丐比想象中的还要胆小胆小 凯撒小心翼翼地问希克森 猫妈妈 如果我让他们哭了 威奥拉会生气吗 我很生气 凯撒不寒而栗 我应该把他们引向哪里 冬季城堡 事实上 希克森很担心 如何领导那么多人 但是 问题解决了 多亏了号称 大陆最强 拥兵团的 陆宝宝拥兵团的到来 没有一群土匪 可以攻击他们 小陆拥兵们 带着数十名乞丐 安全地从法师塔 来到了寒冬城堡 许多时事通讯 报道了这种不寻常的情况 凯瑞尔以灿烂的笑容 回应了采访 哈哈 朋友帮助朋友 是很自然的事 拥兵王直接提到 朋友的事情并不多见 时事通讯的记者纷纷提问 你的朋友是谁 果然是苍鹿公爵吧 苍鹿 他是什么 大名鼎鼎的赫伦公爵 但德皇对赫伦的了解并不多 他总是听到他想听的 只看到他想看到的 只记住他想记住的 你不是我醒来的朋友 那么 你的朋友是谁 我有一把钟提琴 小宝贝 维奥拉不知道的是 维奥拉的名字 传遍了整个大陆 拥兵王的真正朋友 维奥拉 感动小陆拥兵的六公主 小而珍贵 是什么意思 然而 西克森打断了采访 她也是我心心念念生下的女儿 哦不 你 记者认出了西克森的脸 以前叫黑镜 现在是有名的军人 变成了废人 已知在生气时 会引起海啸的黑惊 西克森很清楚 那不是黑眼镜吗 这是一个古老的名字 你现在叫什么名字 西克森非常清楚 她的朋友和对手凯撒 好爸爸 话虽如此 西克森还是觉得自己缺少了什么 所以我纠正了我的话 维奥拉的父亲 爸爸不是比朋友更亲密吗 西克森这么想 与西克森目光对上的凯撒 不知怎么的 有些不悦 记者们迅速整理了通讯内容 通过魔法信件 传遍了整个大陆 关于铁血公主的秘密 东宝六公主 有两个爸爸 就在维奥拉在法师塔里苦苦挣扎的时候 新的消息开始传来 星号 维奥拉很难理解这种情况 我只是想带上阿尔西娜 我有足够的信心说服她 但我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不 醒悟过来 六阶魔法塔瑟尔松这种级别的人 根本不可能认真对付一个13岁的公主 我不会真的试图杀了她 一道水墓 一道水墓产生 覆盖在了维奥拉的身上 一边注重防御 一边想办法 希尔松一剑 念起水墓 是用灵狐的防御术 此外 我还能感受到竞技场的能量 那是创造奇迹的水 看来 只要下定决心 唯有防御 想要突破那道防线 似乎并不容易 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 力量用力过大 不知道外面等候的力量 会闹出怎样的场面 我必须控制自己的力量 才能与维奥拉战斗 她也没有真正打算 杀死维奥拉 倒是想扁苍鹿公爵的大鼻子 公然在法师塔上笑话 对了 魔法塔之主 就连水墓中的维奥拉 也是吓了一跳 她看起来与通常的 创造奇迹大不相同 我同时是管家 她的身体动了 连子提琴 都看不懂她的动作 因为我也是公主的朋友 看着凯撒 则能获得了希望 像凯撒这样愚蠢 这家伙 成了维奥拉的朋友 所以你们也可以成为朋友 我想 虽然公主还没有答应 创造奇迹的匕首 将瑟桑的身体切成两半 从头部到脚趾 希尔森的身体垂直裂开 倒塌了 没有险 希尔森的身体化为灰烬 似乎消失了 但紧接着光芒一闪 爆发 希尔森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你的技能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不是吗 泽农笑道 你为什么表现得像个管家 有一个我想在一起的人 泽农瞥了一眼中提琴 并挠了挠后脑勺 你要骂我吗 管家没有吩咐 自己动了 但我并不后悔 刚才 他没有搬到管家泽农那里 而是搬到了他的朋友泽农那里 威奥拉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咽了口口水 张开了嘴 不 干得好 我的腿在颤抖 他的心似乎在两个绝对的战斗中退缩了 但他表面上保持着放松的状态 您现在愿意谈谈吗 瑟森爵士 威奥拉没有收获水莲 水木是一种彻底的防御技术 对于瑟森来说 这是对我想进行对话含义的呼吁 瑟森耸了耸肩 你把泽农当管家 一定是有原因的 泽农的存在 对于正常谈话 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那威慑里 连法师塔之主 都不敢轻举妄动 魔法塔之主 我要爱尔西纳 你很清楚 我不会允许的 对吧 你会允许吗 希尔森皱起眉头 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 他似乎没有战斗的意愿 这时候糊涂的是希尔森 我肯定以为赫伦公爵 是在暗中策划 但看威奥拉的态度 似乎爱尔西纳 才是真正的目的 让我们先听听 威奥拉伸出食指 继续说道 第一 能把法师塔里 那些麻烦的东西解决掉 真是太好了 伸出终止 第二 我们正式招募爱尔西纳 法师塔弟子 帝国三大公爵之一收下 不好看吗 不管怎么说 爱尔西纳是个被宠坏的孩子 在魔法塔里 哪怕是一个书呆子 在公爵家族看来 也算是有实力的人了 应该得到尊严的对待吧 不管事实如何 人们都会这样看 法师塔中 最弱的六座法师塔 受益匪浅 看到魔塔美好前景的投资者 都会蜂拥而至 另外 瑟森大人培养大弟子的能力 也将受到重新审视 希尔森是一个非常在意 六魔塔外在形象的人 我对自己的荣誉和声誉 也很敏感 我不会参与 瑟森在时事通讯中 提供的任何信息 比如说 就算上面写着 贝拉图的公主 前来乞讨 听着 希尔森开始有了滋味 我张开无名指 第三 如果爱尔西纳出了事故 那是我作为员工的责任 就算不完全 你也可以和法师塔 分担责任 我张开小指 第四 爱尔西纳自己也想要 威奥拉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也会解除封印的法力 爱尔西纳之所以封印玛纳 是为了接近乞丐 这是为了帮助乞丐 通过启发他们获得自由 但是 如果那个理由消失了 爱尔西纳就没有必要封印魔力了 那么爱尔西纳 就可以重现昔日的辉煌了 爱尔西纳长得高不高 直接关系到法师塔领主的荣誉 威奥拉放下举起的手 掀开了水墓 我发现希尔森的鼻孔 张得大大的 在味道相当诱人的时候 希尔森常常表现出这样的行为 你是把爱尔西纳荡白吃留下 还是以大弟子的身份 展现在世人面前 抬高法师塔的荣誉 就看塔主的选择了 希尔森赞叹道 听说贝拉托是傲人的铁血公主 不会有错吧 高级贝拉寻回赛的谣言 似乎并没有被夸大 威奥拉比Sirson 见过的任何一个13岁的孩子 都聪明 她似乎比过去 被比作美迪亚的爱尔西纳更聪明 我会长得非常快 十年后 中提琴将如何变化 想象十年后有点可怕 过了一会儿 瑟森开口了 让我提个建议吧 公主 威奥拉点点头 你有什么建议 我怎么可能付出这样的代价 才能收下我的宝贝弟子 我会节省很多 威奥拉想这么说 但又忍住了 如果你亲我的脚求我 我就能想到 威奥拉讨厌被亲吻脚 我讨厌接受他 但我更讨厌这样做 就算是杰瑞米 我也不喜欢 但如果是希尔松这个魔法塔领主 我就更讨厌了 泽农想了一会儿 如果我的脚没有了 我连一个蚊都得不到 泽南深陷的眼睛 转向 瑟森的脚踝 脚踝很薄 很容易割伤 与此同时 威奥拉可以轻易地 读懂希尔森的想法 瑟森是一个渴望荣誉的人 他是一个用别人的赞美 来充实自尊的人 如果不是那份 对荣誉的渴望 他说不定会成为 更好的法师他主人 他们想让全世界知道 我通过亲吻他们的脚 来表示尊重 威奥拉很烦恼 每天冒着生命危险 如履薄冰 怎能不稳那只脚 我想 但我感到怀疑 说不 但不是这样 为什么 你不喜欢吗 Sir Song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 然后稍微改变报价 我可以把这些信息 放在时事通讯上吗 事实上 他说不接吻也没关系 不过 他表示 会在时事通讯中 穿上威奥拉公主 吻了他的脚的内容 好的 那样就好了 在这个世界上 倾脚是一种尊重和尊重的行为 不管这个人的性格如何 法师塔的主人 都有足够的社会地位 值得尊重 因为这不是很奇怪 他想 如果能以这种方式 得到爱尔西纳 那将是一笔赚钱的生意 直到这一刻 然而 并非一切都按照威奥拉的意愿 来协调和转向 时事通讯的编辑部和新闻部 变得非常忙碌 关于威奥拉公主的最新消息更新了 佣兵王凯撒 小鹿雇佣兵 黑镜西克森 由于他们的出现 中提琴已成为大陆上最热门的话题 非洲大陆的许多时事通讯都报到了中提琴 这是来自六大魔法塔的报告 什么报告 据说威奥拉公主亲吻了六魔塔之主瑟森的脚 已是尊重 君主帝国最著名的通讯之一 君主报的主编皱起了眉头 就这样结束了吗 是的 结束了 主编心情不太好 大不了被魔法塔之主亲一口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当然 威奥拉公主是新兴的神明 是显而易见的 但如果没有可信的叙述 这种程度的作品 也算不上什么独家新闻 看来老夫还挺想显摆的 大概吧 我是一个沉迷于名利的人 所以我想这是可能的 主编舔了舔嘴唇 如果情况相反 那将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魔法塔的主人 亲吻威奥拉公主的脚 就会描绘出一幅更可信的画面 那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负责这次报道的记者尤里顿 小心翼翼地开口了 主编 如果您允许的话 我会把这个案子记下来 哪个叙述 关于威奥拉公主 为什么要亲法师塔塔主的脚 我想到了一些事情 尤里顿是一个称职的记者 也是一个能深入幕后的人 你知道威奥拉公主的传闻吗 你在抽血吗 数百人已经被斩首 你在说那个吗 当然 有这样的事情 关于中提琴 有很多丑陋的谣言 但这不是唯一的谣言 有句话说 她是有着恶魔般的才能 却拥有天使般的新的公主 基于此 我认为 我们应该进行叙述 贝拉托的铁血公主 为什么要亲法师塔主的脚 这将是一个解释性的叙述 主编瞪大了眼睛 勺子的香味 慢慢飘了出来 即使在同一事件中 内容也完全不同 具体取决于照亮的部分 和指向方式 法师塔的丐帮 你知道吧 这不是谣言吗 魔法塔是封闭的地方 参观的人不多 很少有人知道里面的详细情况 只有与乞丐有关的传闻 可是 从法师塔逃出来的乞丐 不是真的存在吗 现在我可以看到现实了 威奥拉射出的小球 越来越大 看时间 威奥拉公主 在寻找魔法塔的时候 把黑镜 拥兵王 甚至是小鹿拥兵团 都放了进去 此外 据说贝拉托的总管家 卡尔顿也出现了 就算发动战争 也不会奇怪的力量对吧 主编咽了咽口水 我一听 就对了 所以 威奥拉公主 才会冒着战乱的危险 前往魔法师塔 就连说话的尤里顿 也与事实无关 我全心全意地呼吁 即使是法师塔中的乞丐 也需要像人一样 生活的权利 给他们 总编脑袋里 响起了独家新闻 叮 他开始响了 主编接手了 你一心劝说 不行就开战 故事不就是这样吗 我在法师塔 采访乞丐的时候 他们说是 威奥拉公主 派他们出去的 还好 和法师塔的主人 谈得很顺利 于是 威奥拉公主 吻了魔法塔主人的脚 叙述完毕 两人相视一笑 一个感人的故事 寒冬城堡的公主 为素不相识的乞丐 恳求法师塔主人的故事 就此圆满结束 正如预期的那样 勺子爆炸了 在威奥拉不知道的情况下 随着 网友拉的名字开始走红 各种新闻媒体 都对网友拉进行了报道 有的对付 威奥拉的恶名 有的恶意举报 一年前 瑟纳公主的失踪 与威奥拉有关 你怎么敢散布 关于我可爱的水手的谣言 不 我可爱的弟子 夏兰无法原谅 虽然他是一名退役刺客 但他还是决定 重返现役一段时间 愤怒的他失去了恐惧 而失去恐惧的夏兰 开始成为最优秀的刺客 你再写一次这样的文章 我就挖掉你的眼睛 割掉你的舌头 啊 就让我活下去吧 我应该写一份纠正报告吗 我马上写 夏兰很忙 他利用维奥拉的话题信 发表恶意报道 逐一走访 引起争议的记者 他们中的一些人 甚至威胁 一名赤身裸体的中年男子 盖着被子喊道 我是烈农的首席记者 我永远不会忽视这一点 我要揭开中提琴的真面目 我没告诉你吗 什么什么 听说 你叫我警告鬼 Shalen被新闻记者 称为警告的幽灵 夏兰不喜欢这个绰号 我不是警告幽灵 面具下 唇角勾起 刺客 拿 脖梗垂下 发出轻响 一股鲜血喷涌而出 手稿在夏兰手中 震惊 贝拉图的六位公主 和魔法塔的主人产生关系 夏兰的眼神冷了下来 我用毫无感情的眼神 看着失去了脑袋的尸体 用慵懒的声音喃喃道 那你为什么要动我弟子 窗外吹来夜风 那就死吧 他的刘海轻轻摇曳 Shalen 一个胆小鬼 逐渐失去了懦弱 作者的设置一点一点的改变 夏兰本人和维奥拉都不知道 六座法师塔的乞丐们来到了东城 起初他们害怕过度 但渐渐的他们就习惯了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技术人员 扫烟囱技能 矿石冶炼技能 武器修整技能 烘焙技能等 法师之塔的乞丐 是替换法师们认为脆弱之物的技术人员 他们的存在 很快就开始在寒冬城堡中脱颖而出 最先被威奥拉 威胁的凯塔伦来到东城 第一次被认出来 哦 那很干净 做工不错呀 我会经常尝试找到他 并收到了五千株大栗花 凯特安是一名擦鞋匠 他的擦鞋技巧开始走红 寒冬城堡的人 对乞丐的本领是认可的 这是活的 凯塔伦第一次感到自己还活着 我的技能得到了认可 没有必要像在法师塔里那样 躲躲藏藏 也没有被迫躲避高层视线的冲动 多亏了威奥拉公主 他们学会了自由 寒冬城堡的技术人员不多 大多数在冬季城堡出生 和长大的原住民 都成长为勇敢的战士 与从雪地入侵人类土地的怪物 进行大大小小的战斗 所以技术人员相对较少 空位被法师塔的乞丐填满了 寒冬城堡的实力 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哦 天冷啊 他呼呼一口气 将双手融化 除了寒冷 凯塔伦今天也玩得很开心 现在是凌晨四点 这不是任何人的命令 而是凯塔伦故意这么快 就出来等客人的 虽然和魔法塔不同 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我很高兴工作 所以我很自然地哼了一声 你给你的盔甲发光吗 嗯 这个时候 你是谁 凯塔伦抬头看着来拜访他的女人 我的天啊 从法师塔开始磨练出来的灵敏触觉 被激活了 绝对的睡眠 那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绝对 有着漆黑的头发 和炽热的红色眼眸 背负着一把比成年男子还大的剑 他一身骑士装束 但谈吐神情却比任何一个贵族小姐都要优雅端庄 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 很明显 这个人和他生活的世界里的人不一样 凯塔伦咽了咽口水 我觉得 在这个女人面前连呼吸都是不礼貌的 所以我 尽量凭住呼吸 礼貌地说话 我会尽力而为 在他决定尽力而为的那一刻 他问道 我想问你一些关于中提琴的事情 该来的已经来了 凯塔伦是这么想的 一天前 仓路召唤了美迪亚 美迪亚有些疑惑 再次查看 他叫我去我的房间 而不是书房 去 这是正确的 好的 把他叫到书房以外的房间 意思是 他叫的不是他的继承人美迪亚 而是他的女儿美迪亚 我神志不记得 上次在房间里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了 除了我小时候 他似乎什么都不是 没想到是难过 难过 美迪亚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公主 他只为她奔跑 不过 一想到自己会遇到一位父亲 而不是公爵 我就有些激动了 美迪亚来到了公爵的房间 公爵坐在桌子前的椅子上 穿着舒适 你看起来心情很好 是的 因为他没有称呼继任者美迪亚 而是他的女儿美迪亚 为什么感觉很好 美迪亚沉思片刻 他不得不考虑一下 自己的回答是否正确为 Bellet you 因为我需要一个家 沉默过去了 赫伦面无表情地看着美迪亚 美迪亚也没有避开赫伦的目光 美迪亚认为 他的父亲可能会感到失望 不过仓路似乎并没有太失望 我记得你说过 你想要坚强 是因为你需要一个家庭 你说这是废话 他是 小时候 美迪亚就梦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现在我长大了 我已经失去了那个梦想 人性和温暖 是魔物时有入侵的冬季城堡的毒药 这里的统治者 必须做出彻底理性的判断 以强大的实力和精神力 来领导寒冬城堡 激烈的继承竞争 是创造这样一位君主的过程 沉默再次降临 海伦和美迪亚 从来没有进行过长时间的私下谈话 他们的谈话 当然也不顺利 美迪亚 是的 你还把我当成你爸爸吗 苍鹿不认为他的父亲是他的父亲 我以为 这只是另一个制造怪物的怪物 我有另一个我不知道的父亲吗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 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 美迪亚觉得 赫伦的问题很奇怪 到目前为止 感觉与Haren有些不同 你父亲把我当女儿吗 问完这个问题 美迪亚有些害怕 别再谈梦想了 在你成为我的女儿之前 你是最有可能的继承人 我生怕这句话说出来 心跳加速 你是我的女儿 压榨我心的紧张 就像谎言一样消失了 你父亲也是我父亲 是吗 这是我无法否认的事实 我也不想否认 苍鹿只是盯着美迪亚看了半天 难以用具体言语表达的情绪 充斥着苍鹿的全身 蔓延到她的指尖和脚趾 苍鹿自己也很奇怪 大概六年前 威奥拉来到这间屋子后 我就开始一点一点地感受到这种感觉了 就在这时 美迪亚在办公桌上 发现了一份通讯 为什么这么皱巴巴的 通讯严重皱巴巴的 东宝六公主 有两个爸爸 大致猜到了内容 我猜 这与西克森叔叔有关 你知道 我叔叔总是把中提琴 称为发自内心的女儿 中提琴 一瞬间 城堡的所有窗户都被震碎 正因如此 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是我女儿这几个字 随后 公爵下令 维奥拉和法师塔乞丐之手之间发生了什么 他让我找出 哪怕是最小的对话 美迪亚的管家不解 你说这样的差事 是你直接交给王妃的 去见乞丐 收集情报 这不是美迪亚 这样的高级人力 所能承担的任务 嗯 但美迪亚看起来并不坏 维奥拉这次的策略很厉害 这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白人贝拉图吧 那与公主的任务无关 是的 管家不明白 维奥拉的好事和美迪亚的调查 有什么关系呢 他让我去调查维奥拉的功绩 第一位的继承人 那是什么意思 出色的 莫非有什么隐情 你的意思是 调查和了解维奥拉做了什么 他对第一位继承人这样做 而不是对任何其他人这样做 也就是说 维奥拉的成就 足以让一流的继承人看到和学习 这是一种宣告 你已经承认 维奥拉是真正的继任者候选人之一 不过 公主也没有必要被利用的吧 我想被利用 是的 管家感觉天要塌了 我是 我不想当管家 画到喉咙里 但他设法 把他们拉了出来 我认为 维奥拉是一个优秀的继任者候选人 如果那个孩子 说不定比我强 那孩子就是继承人 他安抚陈思的管家 但如果不是 我会尽我所能成为一家之主 必须要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压制下去 才能让其他的家人安心 你必须对绝对的权利有信心 这样你的弟弟妹妹 就不会发动血战 一种期待的感觉 涌上心头 如果是中提琴 总有一天你会超越我 谁是一家之主并不重要 那是一个会用强大的力量 养家糊口的人 我会帮你 一心一意 维奥拉不得不在被子里翻来覆去久久 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 我想问你一些关于中提琴的事情 贫民窟之王凯塔伦 在短短的时间里思绪万千 谁是绝对的 你为什么来找我 你想问什么 他们是维奥拉公主的敌人吗 竞争对手 还是朋友 我的大脑变得复杂起来 不 请告诉我 我会把我知道的 一切都告诉你真相 你觉得中提琴怎么样 他弱弱地回答 我 我觉得 这不是我敢评判的事情 请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通过真言 美迪亚能从某种程度上 感受到凯塔伦的恐惧 我永远不会伤害你 听到这话 凯塔伦更加害怕了 像这样的情况 在法师塔里有不少 我们永远不会伤害你 只是合作 我的许多朋友和家人都听从了这些话 然后消失了 凯塔伦知道 他们在被用作人类实验开发魔法的工具时 遭遇了悲惨的死亡 回想起当时的惨状 我的手脚都在颤抖 我理解你的恐惧 我明天再来 一天过去了 我只想知道 我可爱的弟弟 在塔里做什么 我爸也很好奇 你女儿在那里做了什么 把你们这些没逃出来的 都带到了寒冬城堡 美迪亚用温情的话 安慰了凯塔伦的心 他缓慢 而谨慎地靠近凯塔伦 许久之后 凯塔伦也敞开心扉 凯塔伦说着 想起了中提琴 他 他是一个可怕但温暖的人 他坦率地说出了 他对中提琴的感受 没有他 我们就没有我们的生活 来到冬季城堡 他们发现了自己 他们可以在这里做点什么 被认可为人 他教我们如何像人一样生活 他也是通过通讯了解的内容 黑镜西克森与拥兵王凯撒 听新闻说 连小路拥兵都出动了 他终于泪流满面 泪流满面 像我们这样的人呢 我们甚至说了什么 美迪亚从怀里掏出一块手帕 递给凯塔伦 你的评价我听得很清楚 谢谢你照顾好我弟弟 听着凯塔伦和其他法师塔移民乞丐的故事 被称为冬季城堡的移民 维奥拉似乎做得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他为移民注入了新的活力 让他们像人一样生活 维奥拉 你真的是 那天之后 美迪亚开始做梦 有成年维奥拉统治的冬季城堡 那个冬天的城堡 会不会和现在的冬天城堡 有点不一样 我会帮你 美迪亚 第一继承人 在心里已经放弃了一半的继承权 对于维奥拉来说 真正的继承者 哇长长 窗户坏了 躺在床上的维奥拉 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为什么这个坏了 公爵府邸的所有玻璃窗 都是专门用来对付怪物的防御屏障窗 它没有被任何冲击破坏 大麻的前身 那是一扇带有防护屏障的玻璃窗 同时也是一扇带有警告符咒的窗户 当一些被称为特别强大的高等物种的实体 出现在大麻中时 玻璃窗会根据波长震动和破裂 它只出现在小说的后半部分 不是吗 而且只有一次 这么麻的谁怎么就出来了 不过看起来并没有出现过麻水 要是出现麻水 我爹也不会闲着来看我的 赫伦来到威奥拉的房间 原因不明 你还在学第一件吗 是的 我很努力 窗户怎么破了 爸爸怎么来了 就连阿灵也想不通 这是为什么 让我看看你的成就 跟我来 威奥拉跟在仓路身后 来到了体育馆 在过去的一年里 威奥拉偶尔会和赫伦交手 所以 这种情况本身并不陌生 展开你的第一把剑 用超级剑攻击赫伦 True Source到处飘动 一场尖锐的草风暴 覆盖了体育馆 威奥拉咬牙朝赫伦袭来 赫伦从容应对威奥拉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 仓路冲破染绿的树叶帘子 艰难前行 终提琴 完全不同的局面开始出现 六年前 我选择了你做我的女儿 树叶落在雨水中 第一件失去了力量 消失了 而你 七岁 选择做我的女儿 威奥拉有点担心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她的行为与小说中的赫伦 有着惊人的不同 仓路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对那个选择 有什么遗憾吗 有什么遗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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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鹿停在了中提琴的正前方 威奥拉抬起头看着苍鹿 从下往下看 真的没有屈辱吗 这就是脸天才 对吧 不管怎样 他真的很帅 也是我的最爱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助理裁判 我最喜欢的角色是爱 用我的身体写得同人小说万岁 想要大喊的念头转瞬即逝 但威奥拉很快回过神来 你对那个选择有什么遗憾吗 感觉就像阿灵认识的海伦这个角色 不知何故发生了变化 阿灵向钟提琴一样回答 悔恨不适合贝拉托 这里是体育馆 威奥拉 我知道 这意味着他不是公共场所 威奥拉有些疑惑 什么 体育馆是锻炼自己的地方 是成为接班人必须倾注血汗的地方 他比私人领域更接近公共领域 不过 赫伦表示 这不是公共空间 为什么不是公共空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威奥拉突然将注意力 集中在了威奥拉这个名字上 我敢提我的名字 他在不需要的时候 叫了他的名字 每当他想强调什么的时候 赫伦的特点就出来了 例如 当我想强调 贝拉托时 我会称他为 VIO of Bellitude 所以 威奥拉的目光 无法从仓路身上一开 你真的叫我威奥拉吗 健身房 私人空间 中提琴演唱时 没有使用贝拉托的姓氏 这两条线索 暗示了一个事实 我打电话给我的女儿 威奥拉 而不是继任者候选人 至少在这一刻 威奥拉的心 开始喷喷喷直跳 他总是需要一个家庭 我需要一个 说睡一百夜就回来的父亲 不 唤醒 我最喜欢的角色 是行为怪异 但这个地方 在贝拉托的影子世界里 为了在一本 令人筋疲力竭的小书中 生存下来 我必须保持头脑清醒 中提琴 平住呼吸 回答道 我没有遗憾 为什么 我选择了父亲 他也选择了我 你有什么理由后悔吗 你叫我爸爸 爸爸说这里不是公共场所 你要是不舒服 我就再叫你爸爸 不 赫伦公爵的脸色 变得凶狠起来 他面无表情地 看着中提琴 抬起了手臂 威奥拉在心里退缩了 哇 那几乎是可怕的 他用六年的经历 设法掩饰了 自己的真实感受 露丝的指尖 碰到了中提琴的指尖 那是赫伦很久以前 送给他的 戴着戒指的手指 嗯 苍鹿微微抬起手指 试试这样调整角度 当我将手臂举到肩膀的高度时 我的肩膀感到僵硬 在这种状态下使用第一剑 很容易与魂力融为一体 谢谢 看到威奥拉敏锐的目光 海伦的指尖 微微颤抖 你为什么那样 他最喜欢的角色赫伦 是他崇拜过的 铁血公爵 手都不抖 当然 威奥拉的身体确实出众 但即便如此 也没有到赫伦手抖的程度 啊 一定是戒指的缘故 一代又一代 贝拉图的陵园极其糟糕 这么一来 竞技场多的戒指和仓鹿 似乎不太匹配 嗯 仓鹿的身体 似乎在自行移动 但不知不觉间 他已经站在了 威奥拉的背后 海伦用左臂 撑起威奥拉的手肘 你必须把他举到这个高度 慢慢的 他用力将中提琴的肘部 轻轻折叠起来 就好像他用手指捂住嘴一样 之后 将角度调整到这个水平 尝试操作第一把剑 看起来他在笑 捂着嘴 手掌朝外 我只是按照仓鹿的指引 稍微移动了一下身体 第一剑的操作 却变得轻松了许多 嗯 第一把剑 是在没有法院裁决的情况下操作的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差异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即使有Haren的地图 这也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一个人做的 威奥拉看得出来 Haren的法力正在传送 我感觉到一股微妙而微妙的法力流动 除非我集中精神 否则我无法注意到 要不是威奥拉那天才的身体 我是不会感觉到的 苍鹿的右臂 轻轻地抓住了紫百合的手臂 左手放在中提琴的左手肘上 他的右手俯上了中提琴的右臂 仿佛已经依偎在他的怀里 他正在帮助威奥拉操作超级剑 通过他的双手传送精细的魔力 他引导中提琴走上更好的道路 带领他茁壮成长 我最喜欢的女孩万岁 撇开第一剑的操作不谈 感觉自己功德圆满了 威奥拉的嘴角上扬 站在后面的仓路 注意到威奥拉上扬的嘴角 你在笑吗 如果是这个孩子 他就会感受到第一剑的成长 还要知道 第一剑是在不偏不倚的情况下操作的 所以我以为这孩子在笑 因为你笑 第一剑飞了出去 失去了生机的绿草 充满了体育馆 我很高兴 谢谢没人看到 那仓路的脸上挂着淡淡却清晰的笑容 你 中提琴的耳边传来贺伦的声音 第一剑的声音比平时大得多 我听不清 是我的女儿 我听不见 希克森被巨大的法力流动惊到了 连忙跑向了道馆 是第一剑之气 中提琴曾倾泻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吗 他到底跟谁打架了 消耗了这么大的力量 维森 他看起来不像维森 如果是维森 他早就感受到了他独特的气势 三太子 那个阴险无知的混蛋 若是他 不用这样的实力 也能一战 他把锤死的猫 扔向威奥拉的画面 又让他想起了当时的情景 怒火上腾 好的 我会过早地杀了你 一到体育馆 我就大声尖叫起来 我会杀了你 然后上天堂 然而 孔子三人却不见踪影 不管他杀了多少次 打了多少次 他都不可能是这个秘密 你不是在跟人打架吗 什么 第一件的草长满了 什么都看不见 嗯 西克森瞪大了眼睛 两人友好的眼神映入眼帘 我揉了揉眼睛 我以为一定是错觉 可是错觉并没有被打破 我试着用粗糙的手 敲了敲脑袋 但精神魔法还是老样子 这不是幻觉吗 中提琴和苍鹿的出现 是不真实的 甚至仓鹿似乎也笑了一秒钟 终于 第一件的运转结束 小草失去了力气 轰然倒塌 西克森扑通一声 走进威奥拉 他看起来像一头犀牛 你没受伤吧 我没有受伤 西克森连忙走过来 半跪着检查中提琴 要是有一丝一毫的擦伤 那简直就是和公爵的生死大战 你真的没有受伤吗 你想让我受伤吗 西克森站了起来 我看着仓鹿 你在这里做什么 地图大连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近的打地图 仓鹿微微皱眉 这可能不关你的事 你为什么不在乎 你是一个连一丝细节感都没有的家伙 如果不仔细看 中提琴可能会受重伤 中提琴是 Bella 2 哦 那个混蛋 就是该死的贝拉图 贝拉图 西克森疯狂地伸出双臂 看起来 他正试图把中提琴带来 中提琴轻敲西克森的手臂 被击倒 你 其实 这不是威奥拉的本意 想要对他最喜欢的角色 多一点依恋 是威奥拉的本能 威奥拉看到西克森 一副受了重伤的样子 倒是觉得无可奈何 不 这就是为什么 还没等他解释什么 仓鹿轻轻拉了拉中提琴 A-Ring 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恶魔般的触感 看来你的触摸 也不是很小心 西克森得意地笑了笑 掩饰着他深深受伤的心 结果变成了这个样子 因为刚才的第一剑 已经接近完美了 威奥拉之所以现在 对海伦敞开心扉 这很简单 这是因为 他极大的帮助了威奥拉的成长 所以很明显 中提琴正在 被仓鹿拥抱 西克森是这么想的 不能有别的原因 仓鹿说 西克森 你一直在散布奇怪的谣言 什么谣言 海伦没有详细说明 我在曼娜上配了音 只把它发给了 Hickson 威奥拉是我的女儿 Hickson 并且说 你要杀了 我去天堂吗 西克森的身体抽搐了一下 生命从仓路中喷涌而出 威力之大 普通人站在他面前 都有些吃力 可以说 我向你挑战决斗吗 喜悦 向往的大海 西克森举起了剑 这是一把刀刃顿化的练习剑 但西克森的魅力之剑 并不是需要刀刃锋利度的剑术 西克森也提高了他的势头 势头和势头 生与生相撞 站在他们中间 威奥拉的心都快要炸开了 冲击 冲击 心脏的扩张和收缩重复着 不 心情不要惹我 威奥拉的身体 对这两个绝对的生命有了反应 威奥拉的眼睛变红了 与此同时 一股前所未有的草风暴 开始刮起 西克森被含有凶手血肉的尖草袭击 请 身体 请 我的身体自己动了起来 威奥拉举起戴在大腿上的匕首转身 他刺伤了站在他身后的仓路 匕首所指的地方 正是仓路的心脏 威奥拉的心在燃烧 不好了 这和以前有点不同 以前 我被带走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失去了知觉 或者在做梦 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请 就在威奥拉的匕首碰到海伦的心脏之前 赫伦抓住威奥拉的手腕 就在那一刻 威奥拉得以找回自己的身体 好痛 看到仓路的 抓力如此之大 威奥拉不由自主地 微微皱起了眉头 哎呀 太痛苦了 我暂时发出了一个痛苦的发球台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我做得很好 我以为我把塔盖好了 但感觉塔快要倒塌了 然而 赫伦的话却出乎意料 这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仓路松开了威奥拉的手腕 刺向自己心脏的事 他也没有多说 突然 第一把剑失去了力量 崩碎了 被困在记录风暴中的霍森出现了 希克森身上有轻伤 是的 很危险 希克森咧嘴一笑 并没有感到很受威胁 他说感觉很好 抓住了好机会 威奥拉 两人的决斗停止了 威奥拉的脑袋却一片空白 这些人 你觉得你为什么喜欢他 不 这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 但是 我会按道理知道的 既然这里是在贝拉图之影的世界里 这样的事情就够发生了 仍然 还是不习惯 我想刺心脏 他们去称赞我 我想用超级剑杀死他们 他们却很高兴 仓路说 时机很好 但渗透力很弱 谢谢老师的教导 海伦将两根手指 放在威奥拉的肩膀上 使用肩膀的旋转力 仓路证明了自己 他推出他的肩 blade骨 并稍微旋转他们 若是刚才同样的时机 那穿透力会更强 随后赫伦将目光 移到希克森身上说道 你受伤了 别笑我 不是我做的不好 是威奥拉做的很好 两者都会 这是挑衅吗 就算是挑衅 也得和对方的等级相匹配 希克森在仓路的脸上 看到了明显的冷笑 希克森讨厌这种嘲笑 但喜欢他 那个家伙 表现得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 你在笑吗 当然 那是一般人看不到的微妙笑容 只有希克森敏锐的眼睛 才能看到的 非常淡淡的微笑 我认为这是雷尔死后的第一次 此外 他正在进行的谈话 不像仓路 这不像希克森的仓路公爵 现在的仓路 看起来像人类仓路 而不是孔雀路 看起来像过去的日子 小时候 希克森和海伦 一起在雪地里训练 并多次陪伴他们上战场 那时的仓路 还不是一个感情枯燥的人 是因为中提琴吗 希克森感觉到了 仓路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 希克森不喜欢这种变化 我应该在哪里尝试 希森衡 他边笑边说话 当然 如果不是我照顾的话 威奥拉现在至少已经晕过去了吧 威奥拉被赫伦和希克森之间 微妙的紧张感吞了口唾沫 吓了一跳 至少会晕倒 那么最大值是多少 火箭 我为此表扬你 通过两人的对话 威奥拉推测出了情况 所以 你是说希克森先生不可能受伤 总而言之 就是这样 一 制服第一件 最好的办法就是 制服操作第一件的人 威奥拉 二 巧合的是 威奥拉攻击的是海伦 所以有很多空隙 三 如果威奥拉被胡乱压制 希克森就不会受到伤害 四 然而 希克森并没有那样做 而是直接选择了打第一件 这就是他所说的 苍鹿说 如果是我 我不会屈罪于那样的事情 什么 威奥拉会怎么想 海伦和希克森的目光 同时转向威奥拉 威奥拉宁愿消失在地下 啊 你为什么看着我 两人的眼神太过沉重了 就像人们在等待审判 威奥拉努力让颤抖的双腿平静下来 故意咬住嘴唇 你是故意看我的吗 感谢观看 菜鸟 哦 不 而是 我不得不脱离内心的想法 吐出这些话 我神志无法弄清楚 你看到了什么 最好不要做错事 但是一旦你犯了错误 你就必须弄清楚 并承认它 分解 我一点也不生气 只是假装生气 我必须以这种愤怒为基础 来表达我长大的愿望 好在国公不必动用静安 伸手去拿那把琴 你想跟着我一起去吗 你在哪里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威奥拉立刻抬起手臂 握住了海伦的手 高度差太大了 我不得不把胳膊举过头顶 但后来希克森出现了 一会儿 希克森也伸出了手 我也去 你为什么 你体验了一把完整的第一剑 在这个时候 还有谁能比我 更能帮助威奥拉成长吗 希克森接着说了正确的话 我还有初剑的感觉 现在是给威奥拉建议的最佳时机 这种感觉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变得乏味 希克森炽热的目光转向了中提琴 好像着火了 感觉就像火焰在说现在握住我的手 威奥拉犹豫了一下 握住了他的手 希克森再次受伤 当我握住那个混蛋的手时 我很快 这不仅仅是为了快 苍鹿伸出手 像是想要握住他 那双绝泪植物般的手 充满了爱意 为什么是我 但当我把手伸给他时 我感到他在颤抖 反正牵着他手的希克森 看向赫伦所在的方向 海伦 不要把这算作胜利 海伦也在看着希克森 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碰撞在一起 矮个子威奥拉却没有看到 领东城的傀儡师 高超的易容大师塞班 马克思有些疑惑 管家是伪装的 请 为什么 你甚至没有离开冬季城堡的任务 我奉命去买弹挞 你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 还有卡尔顿爵士 像卡尔顿这样的高级人力 难道就没有什么理由 去排队买弹挞吗 我忍不住认为 仓路意味着什么 反正卡尔顿也能排上队 买了两个弹挞 干得好 谢谢 卡尔顿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 这是因为 海伦和希克森坐在中间 中提琴在中间 希克森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 你不敢相信 你让卡尔顿为弹挞跑腿 正要回头的卡尔顿犹豫了 不知何故 希克森似乎知道原因 不出所料 很少有人能像卡尔顿那样 完美的履行职责 正确的 仓路微微皱眉 你还是话多 让总管出去 我明白了 公爵 卡尔顿认为他得到了暗示 这是一个完美的任务 买弹挞 这是一项需要完美的任务 好的 一定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看来弹挞里藏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看来希克森和公爵在密谋 有趣的是 威奥拉竟然参与了两人的勾结 你是认真的投入到继任者战争中 我有点自豪 这让我想起了我七岁时第一次发现 Viola 事实上 首先发现中提琴的是 Carton 而不是Harem 卡尔顿心疼威奥拉拿着玻璃杯赤脚站着 暗暗支持威奥拉的整个成长过程 虽然起不晚了 卡尔顿的目光深深地沉了下去 为我加油 铁血公主过了一会儿 威奥拉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非常不舒服的境地 喜悦 体育馆不是公共场所吗 希克森说对了 你的意思是 你以为这里是和你可爱的女儿约会的地方 听到这句话 威奥拉吓了一跳 胡说些什么 不可能的 虽然这六年来她过得不错 但忠实的读者威奥拉很清楚 赫伦不可能有这样的心 希克森的话让人欲罢不能 用一年或类似的日期作为约会地点 一点心情都找不到 不 希克森先生 这是约会地点 多么可爱的女儿啊 看看我的气质 放屁就是这样 威奥拉每天照镜子 我很清楚 她不可能可爱 威奥拉今天第一次不喜欢弹挞 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不舒服 两人很不自在 两人看似是在小吵 但从两人身上感受到的气势 根本不是常人能够驾驭的 至少是威奥拉的身体 所以是经久不衰的 更可怕的是 这两个人并不是特别想散发动力 我只是在舒服地说话 但法力正在移动 并融入我的情绪中 就好像你在使用杀戮魔法一样 我想出去 请 这就是在鲸鱼大战中 打断虾背的感觉吗 这个座位太难受了 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 说真的 我连弹挞都没去 我邀请你来这里 是因为我决定你会说些什么来帮助威奥拉成长 如果没有 你为什么不离开 当我吃饭时 我神志不碰狗 希克森的手指指向中提琴 威奥拉喜欢弹挞 她现在一定是流着口水 等着吃那个吧 你不也知道吗 咳了 威奥拉勉强忍住 几乎不由自主地咳了出来 事实上 威奥拉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有多可爱 可即便是在这个时候 剑法和成长也太苛刻了吧 威奥拉静静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如果我再待在这里 我会头晕目眩 不失礼的话 我起来就好了 哦 好主意 威奥拉 好吧 我们一起去体育馆吧 我会告诉你一些 我之前的所见所闻 希克森也站了起来 或许是察觉到泽农不在 他像护卫一样伸出了手 他看了我一眼 让我握住你的手 手被握紧前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坐下 威奥拉又被吓了一跳 这不是一个词 他就像一个舌头 如果我不听那个 我觉得我的喉咙会跑掉 你为什么 苍鹿干涸的眼睛 转向中提琴 威奥拉不得不恐惧地捂住 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胸膛 你就这么不愿意和你父亲待在一起吗 是的 与其不情愿 不如难受而死 我想说 因为这不公平 但又不忍心说 你真的不明白 我为什么带你来吗 当时 听到敲门声 这是泽农 进来 泽农笑着走了进去 希克森勋爵和你在一起 希克森微微举手打招呼 三人之间陷入尴尬的沉默 泽农率先打破沉默 有点尴尬 不过总之 我奉公爵之命 正在前往寒冬城堡补给仓库的路上 泽农打开子空间 拿出了一样东西 这就是你说的极品神药 花了一些时间 因为负责人没有让步 事实上 负责人的心情 连泽农都明白 这种极品魔法药膏是魔法师塔的魔法师们研制出来的 价格不菲 负责人说 你的腕骨完全碎了吗 如果没有 则不需要这种级别的药膏 中等水平就够了 希克森一看到顶级魔法药膏 就意识到 这是什么情况了 我猜你之前是担心维奥拉的手腕受伤 希克森接受了所有的第一把剑 他在没有压倒维奥拉的情况下 成功地抵消了第一把剑 希克森在这个过程中受了轻伤 但至少维奥拉没有受伤 另一边 仓路猛地抓住了维奥拉的手腕 将维奥拉的手腕给打伤了 这不是什么大伤 但是 并没有伤到骨头 他的肌肉 只有一点点疼痛 原来如此 所以才把中提琴 单独叫到房间来的 希克森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赫伦的人之一 自从你失去雷尔后 你的变化很快 没有给任何人此外 他没有表现出他关心任何人 因为海伦知道 如果他关心一个人 就会有人受苦 相反 你也有一种不该爱一个人的执念 仓路是一个肩负着保护人类 免受大雪纷飞的地方侵害得使命的人 他不能为了完成使命而拥有亲人 随着他对雷尔的爱与日俱增 他的恐惧也随之增加 我不想和雷尔分开 我一直想和雷尔在一起 当然 在与下雪的地方的战争中 也只能被动 希克森为赫伦感到难过 为了不卷入中央贵族的政治操弄 我不可能爱上一个人 亲人的存在成为一种弱点 所以仓路不再爱任何人 他不想让我给威奥拉图要高 希克森感觉既好又坏 你也在改变 威奥拉让仓路改变了 希克森小心翼翼地悄悄向后退去 我轻轻打开门 穿过走廊走出去 当我走在走廊上时 我遇到了总管家卡尔顿 卡尔顿 是的 希克森勋爵 拿着他 希克森从此空间里 拿出什么东西 不小心敲了敲 扔 这不是极品魔法药膏吗 好的 带你 你为什么要给我 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我认为 我不再需要他了 是的 因为我觉得 我有一个好大人 这意味着什么 卡尔顿还没问 希克森就甩了甩手走开了 我听到希克森的低语 即便如此 也没有我差 星号星号星号 维奥拉这才明白 赫伦的用意 因为你想伤害我 他没有受重伤 手腕有些抽痛 休息一两天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吃 你最喜欢的零食 都凉了 正确的 下一次 我必须命令他们 将他们装在一个 富有温暖魔法的魔法容器中 就在赫伦陷入沉思的时候 维奥拉说道 并不是我不喜欢和爸爸在一起 他遇见了他的眼睛 就是不习惯而已 什么 你还记得 爸爸和我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吗 黑龙回忆起那个时候 我需要你能爱我 你会那样做吗 我是个锅 我一直认为 有一个家庭会很好 做一个真正的父亲 而不是口头上的父亲 一想到那时的中提琴 我的心情就沉重起来 孩子的声音 柔柔的 小到握在手里 仿佛要碎掉一般 在耳边萦绕 我需要一个家庭 我需要一个父亲 然而 我来到这里 首先遇到的是一个基于经验法则的生态系统 以及激烈的生存竞争 赫伦沮举丧的心更深了 这句话没有错 这也是苍鹿一直坚持的立场 当然应该 为了保护人类 免受雪吹之地的伤害 你必须成为身心完美的绝对者 并不是我讨厌他 但我确实感受不到父亲的温暖 赫伦在他13岁的女儿面前 张不开嘴 威奥拉的话全都是基于事实 这甚至在逻辑上都没有错 威奥拉继续说道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很尴尬 而且我不习惯的原因 我和冬季城堡的领主赫伦 贝拉图一起度过了很多时间 但我和我父亲赫伦在一起的时间却很少 比雷2是一个理性的家庭 逻辑和理性很重要 威奥拉指出 所以 身为贝拉托 我可以对公爵毫不尴尬 但身为女儿 面对父亲 我只能笨手笨脚了 这在逻辑上是正确的 赫伦打开了魔法药膏的盖子 一股类似蜂蜜的味道渗了出来 就像一流的魔法药膏一样 他闻起来比大多数香薰蜡烛都要好闻 苍鹿的指尖微微颤抖 你的指尖在颤抖 他的手 即使在打麻时也不颤抖 现在却在颤抖 他小心翼翼地将魔法药膏 涂抹在威奥拉的手腕上 他的触碰不像泽农那样细致温柔 但也足够小心 但我会纠正一件事 是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们作为妇女遇到了很多 是的 什么时候 威奥拉觉得有些尴尬 好像自己一年的时间都在体育馆陪练 当威奥拉感到不公平时 赫伦像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问威奥拉 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 表达方式是一样的 但当时和现在是一个非常不同的词 一阵尴尬的沉默后 赫伦纠正了他的话 我可以做你爸爸吗 苍鹿的指尖开始明显颤抖 我也需要一个家庭 不仅如此 中提琴的指尖还在颤抖 型号 第六魔法塔的书呆子 希尔森的失败弟子埃尔西娜最近正在经历奇迹 埃尔西娜大人 凯塔伦朝埃尔西娜挥了挥手 第一次看到平民库之王凯塔伦 笑得这么灿烂 穿鞋的时候 请用我 法师塔的乞丐是寒冬城堡不可或缺的人才 冬季城堡的人们从出生开始就学习如何与怪物战斗 勇士多 既失缺 大多数乞丐的技能都不止一种 弥补了冬季城堡的不足 也因此 乞丐配逐渐找回了自尊 开始像人一样生活 快乐的 每次埃尔西娜见到他们 心中都充满喜悦 我从没想过 这会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 谣言开始传开 让各个法师塔的乞丐们都燃起了希望 事情没有维奥拉帮忙时那么快 不过 法师塔的乞丐也意识到了现实 开始做起了梦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当然 带来这种变化的是维奥拉 维奥拉公主 你真的 埃尔西娜也曾多次被告知 他从小就是个天才 他认为自己是个天才 然而 当他遇到维奥拉时 他改变了主意 维奥拉是天才中的天才 一个完美契合天才二字的人 我也必须做我的工作 Else Ayna将扮演一个名叫 Benato的小孩的保姆 那是一个刚刚出生的男孩 娇俏可爱的埃尔西娜 一见贝纳托就爱上了他 他全心全意地照顾贝纳托 好在寒冬城堡里 有不少经验丰富的保姆 有他们的支持 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个孩子 我本能地感觉到法力 所以我告诉维奥拉 他是一个神奇的天才 埃尔西娜大人能说出这番话 一定是个天才吧 这是正确的 我们需要请一位好的魔法老师 小小年纪学的魔法越多 往上走的机会就越大 埃尔西娜大人可以为您办到 我无法打破魔法封印 还是向法师塔正式提出要求 请一位魔法师来比较好 为什么解决不了 蜜蜂自己 我听说 对过去的魔法感到失望 他自己封印了法力 对人类没有好处的魔法 是什么科学 我再也不会借用这种力量了 他下定决心 将法力封印得严严实实 为了解开封印 你必须将三颗魔法石 嵌入怪物的心脏 现在的它 没有猎杀怪物的能力 这是我为自己选择的 让我们不要后悔 这在过去是一种侮辱自己的行为 埃尔西娜说道 有些东西我需要打破封印 但它们是我永远得不到的 我故意没教你 以防万一中提琴感到负担 你永远得不到吗 不 我不能 这不是真的不可能 但他说这是不可能的 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 还是向法师塔求援比较好 我想我可以添加一些 与该理论相关的内容 我不忍心告诉威奥拉 他需要大麻重的魔精 这是羞辱过去的自己的行为 同时也是把负担转嫁给威奥拉的行为 埃尔西娜不能这么不要脸 是因为你需要这样的东西吗 天才埃尔西娜不知道 事实上 威奥拉实际上是一个拥有者 并且拥有者有一个非常亲密的父姐妹 杰农举起的白布之上 放着三颗散发着灿烂光芒的石头 埃尔西娜马上就知道了 那散发出那黑光的 绝对是天启之鬼的魔石 天启的幽灵 是在灾难和饥荒时期 出现的幽灵骑士形式的怪物 它被归类为大麻产品 除非是二级骑士 或更高级别的骑士 否则无法猎杀 每件的价格在一亿大利花左右 发出黄色光芒的是一只 鲠鱼 不 从大小来看 它一定是一只巨大的军舰 如果体型超过20米 就被归类为巨型怪物 其中 巨球鱼是一种四族兽形态的怪物 有着坚硬的甲铐 体型在20米出头 属于巨型怪物中的中轴 一个 一个比天启之鬼还要弱 不过 巨型军舰从来都是群居的 而且只有火焰类魔法才能杀死 所以 征服等级要高很多 大利花的试驾是一 五亿个 和另一个 埃尔西耐咽了口口水 银色 神秘色彩 因为有着美丽的银发 和神秘的外貌 有一种怪物 也被称为神兽 他的名字叫月狐 古人视此月狐为神物 祭祖或祭祀人类 然而到了现代 月狐却被归类为 只有皮毛飘动的食人魔物 月狐精通灵系魔法 欺骗人 吃人的干涸心 众所周知 要制服他们非常困难 因为他们行动非常隐蔽 而且很快就会被发现 就算是埃尔西纳 也从未亲眼见过月狐 是妖物大典中的妖物 如果是讨伐月狐得到的魔石的话 不管你抓到多少 三亿株大利花 所以 杰农现在手里拿着的 是将近六亿大利花的超贵魔金 威奥拉公主是怎么做到的 我告诉过你要相信 埃尔西纳无语地看着威奥拉 那小丫头知道多远 你从多高的地方读了多少东西 你答应陪我的 是的 这是 埃尔西纳哑口无言 很难相信这种情况 你要把这个给我吗 是的 为什么 请坐贝纳托的好守护者 有了那三颗魔石 你应该能找到比我强多了的守护者 一定是埃尔西纳大人 为什么 瞧 因为我从未见过像埃尔西纳大人这样优秀的成年人 听到这句话 埃尔西纳没来由地动了动 魔法塔里没有人需要这样的埃尔西纳 魔塔领主瑟尔松习惯性地说道 我不应该买你这样的东西 不知道恩典 埃尔西纳小时候被卖掉了 瑟尔松附了三头小牛 带着埃尔西纳来教他魔法 埃尔西纳是个天才 吸收了瑟松的教诲 久而久之 埃尔西纳被誉为天才 瑟松也被公认为抚养埃尔西纳的良师 然而 不知何时 埃尔西纳自己封印了魔力 与其像你一样被遗弃 不如不出声 从那以后 希尔森就一直诅咒埃尔西纳 我想杀了他 除掉他 但我做不到 因为我的眼睛太多了 看不到他 他被法师塔的巫师排斥 被法师塔的乞丐避而远之 从他决定帮助乞丐的那一刻起 他就一直是孤身一人 包括瑟尔松在内的许多巫师 都鄙视埃尔西纳 而埃尔西纳 用鄙视的目光看他 也稀以为常 不过 威奥拉却露出了敬意 而非侵略的神情 你很清楚 我是被收养的 对吧 是的 我听说了 我被父母抛弃了 埃尔西纳感受到了深深的亲情 因为 他也被卖了三头牛犊 我需要一个保护者 我非常想要一个可以握住 我手的成年人 我看到的埃尔西纳大人 是个大人 埃尔西纳的信念是正确的 他想把自己的力量 用得更漂亮 更温暖 埃尔西纳大人的想法是正确的 我尊重有这种信念的人 谢谢 他是一个温暖的成年人 我决定 我将能够成为一个比任何人都更好的母亲 威奥拉平静地继续说下去 埃尔西纳的心里 开始有什么东西在搅动 仿佛积压了十几年的悲伤 就要爆发了 所以请收下我的礼物 威奥拉停止说话 我想到了一条更好的线路 这有点尴尬 但是 尽管如此 这些线条对于这些角色来说 是直截了当的 威奥拉稍微改变了他的话 我要用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 过埃尔西纳大人的未来 埃尔西纳收下了三颗魔石 威奥拉在桌边坐下 和往常一样 泽农一直在用林冰制作草莓汽水 Zenon的Strawberry Odday一天比一天发达 现在已经有了近乎毒品级别的瘾 威奥拉瞬息吸管 泽农见状 还是一如既往地笑了笑 察觉到杰农的视线 威奥拉吓了一跳 我是不是太像一头猪了 我有点尴尬 但我没有表现在外面 你为什么笑成那样 我喜欢 透过密奇的眼睛 可以看到杰农的瞳孔 他的神色无限温暖 但心中依旧不解 突然感觉很好 威奥拉不明白为什么 你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使命吗 显然不是这样 没有提到任务 Zenon发布了关于Else Ayna的报告 于 一样 我能从贝纳托的眼中感受到母爱 好的 看来真的不用担心大天使 法师班加斯的出现了 谢尔自觉也来了一封信 说他很好 看来大事已经大致解决了 到维奥拉13岁时 再也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小说里是这样的 虽说是参与了讨伐山贼 或讨伐魔物的简单描述 但现在已经很难再看到什么大事了 再说了 我既然选择了白色的贝拉图 就不会被派去执行如此血腥的任务 暂时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 每天都过得如履薄冰 没有多少大事件 所以我想我可以在加强内心自我的同时 度过一点平静 你就是美迪亚的姐姐吗 透过窗台的阳光 很温暖 草莓阿德甜甜可口 两个人吃一个都不知道 嗯嗯 好吃 好吃 我拿起托盘上的饼干 饼干是刚出炉的 所以还是热的 感觉就像在捡云 可口的 大的 这就是幸福 我要建一个糖果屋 一个人安安稳稳的生活 然而 阳光温暖 威风宜人 曲奇和阿德 美味可口 你为什么着急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点担心 正如预期的那样 维森的管家 找到了威奥拉的房间 公爵来了 你为什么要来 为什么维森的管家 要执行贺伦公爵的命令 管家微微咬唇 仔细一看 双眼不满血丝 看起来 他正在忍受悲伤 维森公主 因为你做出了 令人震惊的宣言 震惊宣言 是的 这就是公爵 称呼维奥拉公主的原因 维奥拉头晕目眩 毕竟 和平是一种奢侈 在冬天 这种温暖的日常生活 并不适合 小说里没有这样的东西 我感觉到了一种 不知名的危险 急忙跑到公爵的书房时 维森满身是血 什么 血腥味很是难闻 这不是被钱的血 这似乎是怪物的血液 大概是当当击杀了 某个魔物回来吧 本来 我应该洗漱完去报到的 意思是有急事 没洗漱 就找到图书馆了 维奥拉必须弄清楚 那是什么 维森的声音传来 终提琴 呵呵 当他浑身是血 并在微笑时 情况看起来不太好 看起来很恐怖 就好像他随时 都会踢刀扑过去似的 公爵的声音也传了进来 你在这里 维奥拉眼珠颤抖的双腿 露出温柔的微笑 我听到你叫了 是的 维森有话要说 但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坐 两者可以分开坐吗 维奥拉仍然不明白为什么 呵呵 维奥拉 我不会再杀你了 你在说什么 我没想杀你 维森灿烂一笑 看着公爵 对吧 父亲 苍鹿微微点头 所以我进入了废弃的黑色神殿 杀死了黑色巨魔 并以他的血为式 黑色神殿 是一座聚集了大量被称为 黑色魔物的魔物的神殿 众所周知 血液具有特殊的力量 用于宣誓 我不会和维奥拉打架的 十四岁 他知道并承认了自己的心 相反 我会杀了那些 和维奥拉打架的孩子 你在说什么 我不想当继承人 然后 你坐 维奥拉头疼 反正维森也没有太多 想要成为接班人的愿望 但是并不是指点人 支持人的角色 所以你要放弃成功的权利 想起来 维森的管家都快哭了 这是一个重磅炸弹宣言 没想到 他事后的继扬人选 竟然会放弃继承权 所以我父亲决定公正他 你说你允许的 维奥拉不可置信的看着公爵 然后 从公爵的口中 说出了完全不切实际的话 是你迫切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特意做了 赫伦看着维奥拉的眼神 比刚才温暖了许多 维奥拉却没有任何感觉 仓路被说服了 我相信他们会很高兴 维奥拉的容貌比谁都好 但是太年轻了 撇开可能的继承人美迪亚不谈 二皇子和三皇子之间的墙 很难翻越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 五王子维森的支持 对维奥拉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公爵决定亲自公正 你渴望的一件事 已经实现了 Haren认为 维奥拉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孩子 作为父亲 他为这一雄心壮志欢呼和支持 我完全站在我这边 我对他进行了公证 这一定是你想要的 维奥拉回答 谢谢 父亲 维奥拉想哭 为什么 你干嘛摆出这么开心的表情 不 你有那么高傲的睁眼 为什么不读懂我的心思呢 可是他怎么在这中间这么帅啊 真是一团糟 那种坑蒙拐骗的模样 让眼下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局面 更加不切实际 我去 其实 维森说要帮维奥拉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维奥拉可以发出 自己正在更积极地参与继承战的信息 但很难将其视为一个大的障碍 真正的问题是不同的 以黑暗神殿怪物的鲜血发誓 我一定要去猎杀同一头怪物 我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流血 他被称为黑暗神殿的誓约 许多贵族在做出神圣而重要的誓言时 都是以这种方式做出承诺的 我父亲还公正过 所以很遗憾 我不得不毫不费力地去征服黑色巨魔 你不能过来说 不 我不需要那个 维奥拉坏坏地笑了笑 公爵误会了维奥拉的表情 你快乐吗 当然 维奥拉觉得有些奇怪 我不认为真正的眼睛在工作 事实上 公爵根本感受不到维奥拉的心 然而 公爵知道这是为什么 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 就像看到雷尔一样 公爵的睁眼 在雷尔身上效果不佳 即使你想知道 雷尔在想什么 所以有很多沮丧的时候 真实之眼对你不起作用 以前很郁闷 现在不会了 相反 感觉很好 一股腥风吹向我 一阵微风叫钟提琴 维奥拉回到自己的房间问道 杰农 跟我说说黑神殿和黑神殿的誓言吧 黑暗神殿是古代著名祭司阿尔杰 在沉迷于黑魔法的晚年 创建的神殿 这就是为什么 他也被称为堕罗牧师的寺庙 据说古代英雄 哈尔康将他斩首 脖子上的鲜血 洒满了神殿 这是一个如传说一般流传下来的故事 连威奥拉都知道 哈尔康据说是阿尔杰的老朋友 阿尔杰被斩首的那一天 哈尔康痛哭流涕 并用自己的鲜血 向黑魔法宣战 英雄们从大陆各地聚集 在那里宣誓 那时开始 时过境迁 黑色神殿中诞生了 名为黑色魔物种的特殊魔物 并创建了誓约仪式 在沾满鲜血后宣誓 必成太子降服的怪物 是黑色巨魔 即使是黑色巨魔 也远比普通巨魔强大 他们说 他有两个头 泽囊咧着嘴笑的脸有多难看 威奥拉想揍泽农的人中 这对公主来说 不是什么大事 绝不 听说维森也差点死了 你没有死 圣是要我一个人去吗 我陪你到神殿 为了与维森的誓约 威奥拉不得不独自一人 进入黑暗神殿 但是 有一个例外情况 可以选择比宣誓者更年轻 或能力明显较低的人 以帮助宣誓的助理服务员为概念 我要给塞尔文写封信 好的 塞尔文每周都会给威奥拉寄一封粉丝信 是我敬爱的威奥拉姐姐 我 塞尔文 真诚地尝试追随我姐姐的脚步 自己是歪歪扭扭的 仿佛她没有写作的天赋 但她的诚意却让人惊叹 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字迹也渐渐的整齐了 威奥拉不是那种经常回复塞尔文的人 但塞尔文不在乎 迪奥州即使没有回复 也是免费的 信号信号信号 几天之后 收到威奥拉的信 塞尔文高兴地跳了起来 爸爸 她跑去向布兰迪亚公爵吹嘘 我姐姐威奥拉给我寄来了一封信 这是关于什么的 布兰迪亚公爵夫人 有着毁灭者之称 对敌人无限无情 毁灭一切的她 在小女儿面前表现得十分亲切 我要求去黑暗神殿 我 一样的 塞尔文非常强调 与我同在 我和你们两个 塞尔文似乎很开心 细细 笑容灿烂 布兰迪亚公爵摸了摸她的下巴 看来你是在承诺 要收服的目标怪物是谁 这是一个黑色的巨魔 两个脑袋 以你现在的水平肯定有点难 大约一年后接受挑战怎么样 我正要这么说 那时 塞尔文被公爵拥抱 你会允许我吗 我像只小猫一样 用脸颊蹭着孔雀的胸膛 在公爵看来 简直不能这么可爱 当然 哎呀 我想 但已经太晚了 威奥拉躺在床上 泽农小心翼翼地盖上毯子 然后 自然而然地 在威奥拉的额头上 轻轻吻了一下 这是一种表达 对他所侍奉的主人的喜爱 和尊重的行为 祝你晚安 泽农也该休息了 明天 准备离开的泽农 遗憾地说 台元会有所帮助 台元 是的 不是人 是半犬 是公爵认可的氛围 我知道 威奥拉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他想去看看台元 隔了好久 再见到他 我高兴地摇着 魔力之城的尾巴 出于某种原因 台元的脸浮现在脑海中 这是小说中 应该发生的事情 即使在小说中 台元也生长在下雪的地方 就在小说之前 这是原本发生的事情 不过 塞尔文公主和我们在一起 还是很好的 泽农上了马车 这个行程 我单独请了车夫 为什么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在副作公主 就是要多注意旁边 还请亮姐 我不认为你需要担心 因为你是一个熟练的车夫 泽农咧嘴一笑 一定是因为 泽农就是那样 车夫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那我们就出发了 听上去好像在哪里听过 但没太在意 与此同时 为威奥拉驾驶马车的车夫 哼着歌 哇 这是一份不错的副业 泽农 为自己的开支 支付了相当大的一笔钱 他并没有因为散播感情 而放松警惕 一如既往 简单的贵族日程 必然会招来苍蝇 弟子 你睡着了 草叶散落一地 一群瞄准 威奥拉马车的强盗 被制服了 威奥拉尽量 小心翼翼的行动 陷入了沉睡 对于外面发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 几天过去了 奇怪的是 没有突袭 出乎意料的是 即使他们没有携带 护卫骑士 也没有受到攻击 就算做不到 坐一两次也很正常 此外 马车很舒服 乘坐非常舒适 因为他是一个 能力出众的车夫 我知道 全职雇佣这个马车夫 好的 我们将向财政部 申请预算支持 在几天的过程中 Shaylan顿悟了 通过清除马车路径上的 历史和坑挖 并将其平整 Shaylan在比平时 更紧急的情况下 进行了训练 而不是训练 因为着急 我没有吩咐 就开始背诵 夏兰不知不觉 已经大汗淋漓 我弟子睡得很多 获得足够的睡眠 以成长和保持健康 为了获得最佳的 骑行舒适性 Shaylan一直致力于 发展至今 到达黑暗神殿 大约需要十天 黑暗神殿是 全大陆人民聚集的地方 在黑暗神殿附近 形成了大大小小的 数个村落 威奥拉和塞尔文 决定见面的地方 是离黑暗神殿 最近的旅者村 姐姐 远远的 塞尔文挥了挥手 声音洪亮无比 周围的旅人 全都看向了塞尔文 一道细小而轻微的 冲击波也随之炸开 请不要用法力 引爆狮子的吼叫 注意力集中了 不管是不是 塞尔文是 兜得兜兜 他跑过去 拥抱了威奥拉 哇 这是一头犀牛 如果不是戒指的重量 他早就向后倒了 努力保持平衡的威奥拉 环顾四周 嗯 事实上 威奥拉点名塞尔文的 理由不同 塞尔文是 布兰迪亚的禁欲业 这是一个誓言 我想 一旦塞尔文采取行动 并欺骗 监护人 当然会随之而来 所以我才决定 就算是在黑暗神殿 我也能负责 起码的安全 为什么不 没人看见 监护人 为什么没有监护人 我最后的安全装置 塞尔文背着一个 很大的背包 好像连管家都没带养 威奥拉平静地问道 谁是你的监护人 监护人 塞尔文的舌头 比平时短了一点 被威奥拉抱在怀里 塞尔文抬头 看着威奥拉 眸光闪闪发亮 他就像一只喘息的幼鸟 见到威奥拉这件事 塞尔文陶醉在幸福之中 呵呵呵呵笑着说道 是的 本以为一定会戴上 监护人的威奥拉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答 这是一个小时的呢 我可以和姐姐一起度过 似乎本该给美迪亚的爱 都倾注在了威奥拉身上 威奥拉一时语色 好的 有一个撒娇多的蒙弟弟 也不是什么坏事 好的 那挺好的 威奥拉决定积极思考 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真的一个人来 尽管如此 与贝拉托相比 布兰迪亚还是一个 相对常识性的家庭 我不可能让我的小女儿 如此手无寸铁 但奇怪的是 我让她一个人去 你知道我要收服什么怪物吗 啊 暗麦 嘿 巨魔 塞尔文似乎很兴奋 双头 双头 好的 黑暗神殿一共有三层 黑色巨魔是在第一层或第二层生成的怪物 二楼的怪物比一楼更强大 另外 黑色巨魔出现在二楼的次数要多于一楼 塞尔文理所当然的说道 那你去二楼吗 不 然后呢 第一层 为什么 有些情况下 二楼会出现黑色石刃魔 我们喷一下吧 威奥拉哥哥的笑了起来 我不能没有你 塞尔文瞪大了眼睛 要是别人这么说 她肯定会生气 但威奥拉是个例外 如果我姐姐保护我 那么我的上帝 照顾好你自己 事实上 连自己的身体都被擦干 也很可怕 不 塞尔文说 是的 并爽快地回答 你妹妹也是慈悲 两人一同站在黑色神殿前 作为一个宣誓的寺庙 入口处聚集了相当多的人 我听到了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 我今天心情有点不好 这是正确的 我保证明天去做 这是一段比较普通的对话 两人歪了歪头 好像孩子们 维奥拉和塞尔文 来这里这件事 似乎有些奇怪 但他们并没有太在意 就在这时 一个有着棕色卷发和雀斑的白皮肤男孩走了过来 他是一个忧伤的男孩 有着迷人的笑容 女士们 你们不需要向导吗 星号星号星号 台元独自在雪吹的地方 经历了一场孤独的斗争 在大雪纷飞的某个地方 据说老战士的圣地正在沉睡 而台元已经很好地找到了他的位置 那是一个没有时间感的地方 我神志不知道 已经过了多久 他太硬 台元取回了低血的剑 不知道收服了多少怪物 他每天挥剑 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鼓舞圣地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这是一个 你可以不吃不睡的生活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不断产生幻想 而在那些幻想之中 台元每天都要和怪物战斗 我想起了希克森的话 在某些时候 你会忘记 这甚至是一种幻觉 以前的舞者圣地 是将人修炼到极限的地方 一个扭曲时间流逝 让人忘记自己存在的地方 不要忘记你自己 我忘记的那一刻 我永远无法逃脱 不过 他表示 只要走出去 就能取得很大的成长 据说 剑宗和千年公爵 都曾在这里修炼 碰 幻境中的食人魔倒下了 台元独自击败了食人魔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忘记了这里是幻境 也忘记了 我挥剑的目的 和许多到过此地的人一样 他逐渐忘记了自己 不 台元咬着嘴唇 我有成长的理由 原因只是中提琴 他只剩下中提琴了 在我最困难最孤独的时候 向我伸出援手的主人 我立志要成为主人的伴侣犬 我不想被遗忘在这里 后来有一天 他在视野中看到了另一个台元 嗯 那个台元的名字叫康康俊 名字 背景 一切都是陌生的 与此同时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掌握 在幻想中 台元并没有称威奥拉为师父 叫阿灵 维奥拉形容 台元是他的哥哥 我头疼 这是我的过去吗 我现在是在回顾我的过去吗 台元在幻想中 遭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 不 台元最终举起了他的剑 你不是我 我在幻想中 切断了康俊 前世的韩君 或许是真实存在的 但那也无所谓了 我只是一个台元 康康俊被劈成两半死 鲜血没有流出 台元和他周围的世界 被一张纸撕成了两半 好的 我是台元 他几乎忘记了自己 但台元又找回了自己 灯高望远 与师父同行 帮助钟提琴登顶 是他的远大梦想 是对的吗 台元从幻想中 学到了很多东西 看不见的东西开始出现 师父真的要绝对的人吗 从第一次见面开始 一切都被重新诠释 开始焕然一新 从我把刀塞进嘴里到现在 师父到底想要什么 想想看 我也不觉得 大师这个称号 很受欢迎 我别无选择 只能接受贝拉图这个称号 他的世界开始重建 感觉一直站在那儿的雾散了 我所有的行为 其实都是对主人的负担 看完抗半白书 觉得说的也对 我认为狗应该表现得像狗 于是老老实实地靠近他 撒狗粮 你不想要那个 我开始认真思考 公主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他的幻想中 再也没有怪物出现 只有深深的黑暗 黑暗中 有人伸出 一只鲜弱的小手 我会在你身边 黑暗中 开始出现微弱的光亮 陪在你身边 不当狗也没关系 我开始意识到 维奥拉需要什么样的人 他 我想到了黑暗宇宙中的中提琴 中提琴有什么样的感情 你有什么想法 泽农的话浮现在脑海中 这就是我所听到的 在收养他的第一天 公主就要求他爱他 并一直希望他有一个家庭 吞没台原的黑暗 开始变得更加清晰 维奥拉需要的不是狗 我需要有人在我身边 一个可以像家人一样 陪伴在你身边的人 公主 当他盘腿坐在 古老战士的圣地中时 台卓拉的眼中涌出泪水 维奥拉所感受到的孤独与寂寞 仿佛变成了一把长毛 深深地刺进了他的胸口 很寂寞 作为贝拉托 他总是表现得非常完美 以展现完整的形象 维奥拉的生活中 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阿玲在幻想中露出的灿烂笑容 在领冬城堡是没有的 一道裂缝 在他周围的黑暗中 逐渐扩大 很快 他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我在玩Belletto的时候 感受到了如履薄冰的绝望 我的心也痛 所以我不得不离开这里 碰杯 他的黑暗彻底破碎 骚扰他的怪物 江康俊的出现 吞噬自己的黑暗都消失了 千古武者圣地 肯定是下雪的地方 但现在这里却没有下雪 台元的眼睛 深深地陷了下去 我会留在你身边 我保证 你不会孤军奋战 我是来帮忙的 随情绪波动的魔力尾巴 不知不觉消失了 台元很自然地 将法力散播到他的全身 一股淡淡的 无形的魔力 似乎在他的身上蔓延开来 然后集中在了剑上 金色法力 是在台元的剑中创造的 凝聚魔力 施加在剑上 那是只有上位骑士 才能施展的魔力剑 嗯 但是法力剑消失了 台元的剑 无法承受法力而折断 我 一场暴风雪 吹来了大风 整个武者圣地都在颤抖 法力 形成一把剑法力 开始形成剑的形状 用法力塑造形状 已经很熟悉了 也就是说 它不再是魔力尾巴 而是一把魔力剑 在 贝拉图之影中 它被称为灵气之剑 即便是在帝国 也只有一流的骑士 才能做到 台元不太高兴 我得回去了 我决定留在威奥拉身边 我决定倾听 威奥拉城市的内心和声音 这才是威奥拉真正想要的 暴风雪很快就停了 台元开始向南走去 请勿打扰 它一箭挥出 一道金色的残影 留在了身后 一只巨大的人脸蜘蛛 被斩成两半 化为鸡粉 消失不见 台元并不知道 它收服的怪物 是一个被称为 蚩面人的危险巨人 与此同时 威奥拉在神殿前 遇到了一个自告奋勇 当向导的少年 笑着问道 指引 这是正确的 我是一名四年老兵 威奥拉一听 拔出匕首举了起来 我应该更精确地实现这个幻想 威奥拉毫不犹豫地 刺向了少年的脖子 他的天才之躯 利落地切割着少年的动脉 但是血没有流 少年的身影 如一团薄雾般散去 然后消失不见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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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属于黑魔法团体 死神之一的黑魔法师 能在人多的黑色神殿门口 大胆施展幻术和结界的高手 他脱下长袍 眼皮是黑色的 你没有眼睛吗 凌乱的白发 引起了我的注意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这是相当长的头发 如果是死神的黑魔法师 没有眼睛 头发花白的话 威奥拉咽了咽口水 术士 Gaxio 与女巫海地匹迪的反派出现了 威奥拉捂着颤抖的胸口 缓缓张开嘴 但是你知道吗 我还没有进神殿呢 泽农决定陪他们到神殿门口 直到最近 我们才在一起 不是吗 泽农 刹那间 周围开始充斥着阴冷的寒意 周围的一切都冻结了 Gaxio 是与海地一起 最臭名昭著的恶棍之一 嘿嘿 很高兴成为我的测试受害者 特别是 他为发展黑魔法 进行人体实验 牺牲了许多无能为力的人 其中 步伐与黑魔法无关的虐待狂 和变态实验 人体实验的最终目的 就是要获得和布兰迪亚一样强壮的身体 Gaxio 出生在贫民窟 他生来就是个矮子 双目失明 因此受尽欺凌 他被隔壁的大个子 虐待得很惨 他的父母也保护不了他 我19岁那年的一个晚上 对于Gaxio来说 这是一个糟糕的夜晚 他的父母在魔精厂工作到深夜 他一个人在家 那天晚上 住在隔壁的男人 最终破门而入 现在 你很好 Gaxio 大叔不是坏人来 过来这里 Gaxio无法抗拒 我害怕做任何事 Gaxio很生气 更让他难过和愤怒的是 他的父母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却装作不知道 他的父母也害怕隔壁的男人 Gaxio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 德克希尔被对自己什么都不做的仇恨 对父母不保护自己的愤怒 对目睹可怕的情况 还不知道的懦弱的消极心理所吞没 你想变强吗 有一天 他听到一个声音 与我契约 你可以变得更强 一个邪恶的灵魂接近了他 他与恶灵立下契约 开始涉足黑魔法 我需要一个牺牲 契约者 他牺牲了他的父母 没有什么比杀死一个直系血清 并喝下他们的血 更适合培养黑魔法的了 多年后 他残忍地杀死了隔壁的男人 喝了他的血 那晚 他杀了贫民窟里的所有人 贫民窟的人们对Dexio了如指掌 然而 没有人帮助Dexio 众人沉默 转身离去 狄克希尔问道 为什么没人帮我 因为只要你生病了 我们就能过上和平的生活 Dexio知道 事实上 贫民窟的人们非常感谢Dexio 这是因为只有Dexio生病了 你只需要牺牲Dexio 作为回报 其他人可以享受和平 你们比那个混蛋还脏 他残忍地屠杀了贫民窟中的每一个人 特别是 他对男人的虐待狂是无法形容的 在贝拉图的影子中 被形容为难以详述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开始认真的进行人体实验 如果我有布兰迪亚那样强壮的身体 悲剧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要不是诸如体质 如果你能看得清楚 不会发生这么可怕的事情 Dexio牺牲了那么多人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然后有一天 我发现布兰迪亚的小女儿 独自搬家 没有护送 今天就是这一天 很显然 像今天这样的机会 再也不会来了 布兰迪亚的小女儿 我决定解剖孩子 揭开布兰迪亚的秘密 今天 他们一直在躲藏和猎杀弱者 你的皮肤 肌肉 神经 器官 我必须全部拿走 这将是愿望成真的那一天 泽农露出灿烂的笑容 我们的公主非常重视她的家庭 威奥拉瞬间退缩了 在小说中 杰农真正生气的情况 极为罕见 贝拉图的影子 终是这样解释的 她只是在真正生气的时候 才会使用拉斯本兵剑式的 最终箭冰冻世界 现在这个 这是一个冰冻的世界吗 将周围法力的性质 带入更接近冰属性的任务 才能最大限度地运转 拉斯伯恩兵剑仪式 虽然消耗的力量巨大 但却是保证破坏力 和杀伤力的剑法 冰冻世界也有属于魔法的部分 因此 有人将拉斯本兵剑仪式 称为魔法剑术 而不是简单的剑术 泽农继续说道 因为你是来和家人宣誓的 我们的公主 你是做什么的 杰农拔出剑 将右手放在胸前鞠躬 这位是威奥拉的管家 Dexiel很紧张 虽然他不认识杰农的真实身份 但从杰农身上感受到的气势 非比寻常 拉屎 那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虽然得到了塞尔文独自行动的消息 但他还是做好了吃亏的心理准备 他有信心 因为他多年来 一直在研究布兰迪亚的特征 布兰迪亚将无法突破这个障碍 布兰迪亚的险 或者说 学过布兰迪亚武技的人 也无法突破这层壁垒 不过 布兰迪亚那边的人 似乎并不是该在意的人 公主要立下神圣的誓言 请退后一步 Zenon走到Dexiel面前 Dexiel本能的判断 在这里打仗很困难 结界魔法和幻术 也不是万能的 不知道要多久 才能让所有旅行者 闭上眼睛和耳朵 若是在这里大打出手 行踪就会暴露 身份就会暴露 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今天 为了推进这一步 我不得不退一步 瞄准下一个机会 Dexiel举起双手 表示愿意投降 打扰一下 不要退缩 不错的选择 Zenon的背对着中提琴 平时笑眯眯的她 今天没有笑 她的眼神冰冷 请 再见 你会走得很远 没这么说 小心那只完整的狗 雪兰已经等在节节外了 维奥拉觉得奇怪 杰农使用的是 冰冻世界很奇怪 更奇怪的是 连这个技能 都用过的杰农 竟然把迪夏尔打发走了 我必须看到结局 所以 维奥拉能够弄清楚 有人在外面等着 既然是圣血誓约之地 自然不想在这里 撒下不竭之血 可能有人在等 但那个人的身份不明 维奥拉说 泽农 在你杀了他之前 泽农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我转身看着维奥拉 他等待着维奥拉的话 脸上的笑容 与他看迪克夏尔时的表情 截然不同 一定要说清楚 你的隶属关系和性命 德克夏尔是臭名昭著的恶棍 但实际上他 不过是个流氓 死神 一群黑魔法师是本体 而德克希尔只是尾巴 维奥拉故意咧怎一笑 你敢破坏我的誓言 我不喜欢 但我还是提到了原因 你毁了我和我亲爱的兄弟 在一起的时光 非常不愉快 听到这句话 塞尔文笑得 仿佛拥有了全世界 我最亲爱的哥哥 我最亲爱的姐姐 我最亲爱的姐姐 我不停地念叨着这些话 然后他喊道 塞尔文是我最亲爱的弟弟 嗨嗨 维奥拉继续说道 他的长袍上有隶属标记 一定要研究并找出答案 你可以请求布兰迪亚的配合 我明白了 公主殿下 不幸的是 他遇到了Dexio 但这对维奥拉来说 是另一个机会 黑魔法师德克夏尔所属的 团体死神 也与小说中的暗黑之风 有着深厚的渊源 死亡和狂热 对于维奥拉来说也是 非常危险的群体 所以 这个世界的绝对者 越早承认 这两个组织越好 尤其是性格火爆的布兰迪亚公爵 绝对不会原谅 今天发生的事情 绝对会发现秘密社团的 读小说时不幸的是 绝对主义者 对秘密社团不太感兴趣 当然 故事就是这样发展的 但现在不同了 会有很多变数 但维奥拉还是认为 这个选择是对的 我开始把在黑暗中活跃的东西 带到光明中 我们进去吧 是的 维奥拉和塞尔文 进入了黑暗神殿 嗯 周围没有人 这本身并不奇怪 可以肯定的说 人们没有进入神殿 是因为德克夏尔的结界 没有怪物 我感觉到一股不祥的气息 没有什么 我感到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感 就像一个被操纵的空间 一个声音响起 你唤醒了黑镜 我不知道 它是从哪里来的 我重建了风暴剑豺狼的灵魂 并唤醒了剑圣埃尔沙 猫曼丘烟灰灰上的恐怖事件 也得到了很好的防止 你也杀了我的契约者 塞尔文碰 撞倒了地板 嗡嗡 寺庙的地板震动了 修复在哪 还不快出来 这是正确的发音 她的舌头不短 一个声音响起 我觉得我应该死了 威奥拉把手放在塞尔文激动的肩膀上 塞尔文像撒谎一样 平住了呼吸 看向威奥拉 姐姐 别动 为什么 塞尔文的舌头 似乎又变短了 我是你妹妹 我摸了摸塞尔文的头一次 连中提琴都没有颤抖 不过 她还是掩饰着紧张的表情 对着虚空开口说道 旷野恶魔 除非你是读者 否则很难理解 除非你是真正的读者 否则很难记住 去除阴影 面对光明 然后奇怪的事情开始发生 贝拉图指引的 世界是黑魔法与恶灵存在的世界 恶灵是恶魔般的存在 他们通过使用人类的黑暗思想 与人类契约来行使身体力量 主要设定是 人类可以通过与恶灵的契约 获得强大的力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渐失去身体给恶灵 消灭恶灵的方法多种多样 但其中最稳妥的方法 就是准确识别恶灵 并记住恶灵惧怕的咒语 中提琴所引诵的 圣歌是 驱魔荒野邪灵的 驱魔圣歌 然后听到一个声音 我一定是在什么地方 捡到了不寻常的东西 恶魔咯咯地笑了起来 听起来 好像有好几个人同时在说话 他低声笑了起来 同时高声咯咯笑了起来 哦 我很害怕威奥拉 不得不控制住自己 邪灵 可以说是接近鬼的存在 中提琴再强 鬼也可怕 听到咯咯笑声 让我觉得 我的信心正在消退 该不会是蛮荒邪灵吧 既然这个命令 是用来驱除荒野恶灵的 对其他恶灵就没有用了 不 是和德克希尔一起出现的恶灵 与德克希尔缔结契约的恶灵是 旷野恶灵 信念一旦动摇 驱魔的命令 也会失去力量 笑笑 要不要再被一边戒略 去除阴影 面对光明 维奥拉没有表现出 甘大的迹象 听到咯咯笑的声音 这太糟糕了 我会在这里杀了你 黑色的雾气 开始在我面前咆哮 它变成了人形 靠得更近了 塞尔文咽了口口水 那是萌吗 邪灵吞噬人类黑暗的心灵 变得更加强大 焦虑 抑郁 恐惧 恐惧 这一切都增加了 邪灵的力量 不要反应 你好吗 塞尔文相信了 天一样的中提琴的话 正是因为这份 坚定的信念和信任 荒野恶灵 才没有获得任何力量 塞尔文既然是查卡 那我就闭上眼睛 等欧尼的话 这是一种 难以理性理解的 坚定信念 与此同时 荒野恶灵 也被焚烧到了核心 我的心音语言 而浑身颤抖 但在外面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这已经发生过 好几次了 但人是脆弱的 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禁怀疑他 在你怀疑的那一刻 驱魔之力就被打破了 黑雾汇聚 化为一条长鞭 我会杀了你 一条黑色的鞭子 缠绕在了威奥拉的身上 开始抽他的脖子 塞尔文闭上了 所有的感情 闭上了眼睛 所以他不知道 威奥拉是怎么回事 威奥拉很害怕 但控制住了自己的心 如果真的发生危险情况 我只需要打电话给 胖胖 最后一步仍然存在 所以 现在不是恐慌或害怕的时候 你生病了吗 恶魔咯咯地笑了起来 他继续吓唬我 杀 不管多少 再想想 荒野恶灵的危险性 还不如苍鹿和美迪亚 他们 有经验的 因为他是中提琴 旷野恶灵并没有让人窒息 威奥拉咧嘴一笑说道 阿尔杰极度哈尔康 他是大陆的老朋友和英雄 与此同时 黑色的鞭子 更加有力地缠住了 威奥拉的身体 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疼痛 就算水墓没有拉开 也是如此 就连威奥拉 也有些吃惊 这并不是因为 威奥拉的身体能力出色 而是因为 他身上穿着的神器 连衣裙 非常出色 Louis Barton的宝物有所值 呼吸困难 但不是很痛 威奥拉继续说道 极度很快变成了仇恨 最终 阿尔杰陷入了疯狂 哈尔康含泪砍下了阿尔杰的脑袋 那一天 你出生了 阿尔杰脖子上流出的鲜血 渗入了神殿 荒野恶灵诞生了 我把小说看了好几遍 设定书的内容 我记得清清楚楚 无论荒野邪灵 如何用行动或言语来掩盖真相 中提琴都没有动摇 不 无数的声音汇集在一起 发出尖叫 黑暗神殿 这是你出生的神殿 一定是多亏了他 他才能发挥出 如此强大的力量 邪灵自身 很难发挥出肉身的力量 承包商 Dexio被击败后 更是如此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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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连迪克夏尔的身体都戒不到 尽管如此 恶魔还是现身了 并制造了一根鞭子 来勒死中提琴 原来 你是荒野之魔 无疑 维奥拉毫不犹豫地再次开口 去除阴影 面对光明 旷野的恶魔 恶灵无法撼动中提琴 他发出一声惨叫 化为一把灰烬消失了 夏兰的刘海随风飘扬 草叶交织在一起 环绕着他的身体旋转 现在他不是伪装的马车夫 而是威奥拉的老师 摆自东大陆的刺客夏兰 虽然他退休了 但他今天仍然活跃 我该怎么杀你 胆小鬼夏兰吓坏了 夏兰那双已经失去了恐惧的眼里 没有任何情绪 一名黑魔法师 摊开在他的脚下 埋 埋 救我 你的要求是错误的 Shalen无意原谅 Dexio 我不应该求你救我 我应该求你不痛不痒地杀了我 我的 请救救我的命 嘿嘿 那你为什么要动我弟子 Dexio伸手抓住 Shalen的脚踝 祈求帮助 似乎在乞讨 下巴 抓住夏兰的脚踝 当时 Dexio从里面吐了些东西 哇 那是德克希尔体内携带的致命毒药 万一对方措手不及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死 这家伙 可是 即便是最后的手段 也无法刺破雪兰第一件的壁垒 树叶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动了动 挡住了德克夏尔的数量 夏兰一点也不尴尬 相反 他用慵懒的声音 喃喃自语 弟子说的对 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但维奥拉是对的 我被告知 要杀死正确的目标 那是一种不公平的行为 因为我是一师 所以我决定惩罚 谢兰不再是懦夫 而是大师谢兰 就在锋利的树叶 刺入德克希尔的喉咙之前 杰农的声音响起 公主说她现在想活下去 我想我需要挖掘一些信息 好的 夏兰轻轻挠了挠脸颊 她目光慵懒 低头看着下方的黑魔法师 但你杀了我 我就杀了你 泽农笑道 好的 痛死我吧 嗯 你疯了 我不生气 你在生气吗 我没有生气 但作者试图谋杀我的主人 泽农口中吐出冷气 平静地说道 夏兰回答 我会尽可能痛苦地杀死你 听到那平静但可怕的对话后 德克希尔晕了过去 怜悯 对塞尔文来说 魔法展现了出来 我关闭了所有的感官 闭上了眼睛 恶灵就消失了 塞尔文目光炯炯地看着威奥拉 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迷魂 塞尔文肯定会变得像姐姐一样 姐姐 让我们统治贝拉图 塞尔文也会统治布兰迪亚 威奥拉掩饰着局促不安的心情 拍了拍塞尔文的脑袋 好让自己缓过气来 我很幸运 作为读者 我掌握了这些信息 而且我相信这些信息 信息和信心 没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这将是危险的 威奥拉看了一眼荒野恶灵所在的地方 荒野的邪灵化为灰烬 消失不见 自从荒野的恶灵消失后 德克希尔将无法再使用他的力量 我以为我有一次好运 后来好运接二连三的来了 他们是黑巨魔吗 还有一个有两个头的黑色巨魔 巨魔是具有非常好的再生能力的怪物 也就是说 生命力顽强的怪物 看来 他是在荒野恶灵的清洗中活下来了 我快要死了 虽然是再生力极强的魔物 但似乎已经被蛮荒邪灵 给伤到了致命的伤势 条件很差 我可以轻松地进行宣誓一试 浑身是血很可怕 但我必须做我必须做的事 塞尔文看着威奥拉的举动 满脸期待 威奥拉用他的第一把剑 切断了巨魔的喉咙 哇 姐姐最棒 被塞尔文竖起大拇指 感到有些尴尬的威奥拉 无视塞尔文的目光 召唤出蓬蓬 绒球 蓬蓬将散落的血滴收集起来 揉成一团 威奥拉掩饰他的尴尬 伸手去拿那个肿块 假 鲜血如水球 爆裂般喷涌而出 威奥拉浑身是血 我凭住呼吸 生怕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它没有气味 这个防止污染的神器 连血腥味都能实时进化 为威奥拉提供洁净的空气 多亏如此 我才完全没有感到恶心 贝拉托六公主 威奥拉郑重宣誓 与贝拉托五公主 维森宣誓 宣誓一试也圆满完成 塞尔文很高兴成为 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见证人 看到这一幕 威奥拉没来由地 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现在结束了 这很奇怪 奇怪 幸运 也很好 如果你幸运的话 会发生一些事情 出于某种原因 我感到不祥 我错过了什么吗 想了想 好像是有的 突然 一个念头掠过我的脑海 也许现在 我环顾四周 毁了 剩下的最后一个黑色巨魔被制服 现在这里一个怪物也没有 而诞生于此的蛮荒恶灵 也随之消失 两个我来的时候 想都没想过的条件 一下子就满足了 这是召唤黑暗神殿第一层统治者的条件 潮湿的风开始吹来 黑暗神殿是远古的英雄 却是堕落的黑魔法师 那是阿尔杰创造的空间 他在这里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 第一层的统治者 也是其中之一 呵呵呵呵 开始听到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塞尔文和威奥拉的后颈 长出了肌肉 姐姐 我好难受 好的 威奥拉尽量冷静地看着眼前的情况 术士阿尔杰将会复活 准确地说 是阿尔杰的鬼魂复活了 和生前的阿尔杰相比 或许不算什么 但现在的威奥拉和塞尔文 他确实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对手 我们做什么 威奥拉拼命回忆着小说中的信息 术士阿尔杰知道 这里会诞生恶灵 甚至有人驱邪 以肉身祭祀黑暗神殿第一层的怪物 祭祀恶灵的灵魂 以复活怨灵 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法师般的想法 问题是 没有别的办法对付鬼魂 在原作中 杀死阿尔杰鬼魂的人是台元 这也将在几年后发生 也就是说 他是拥有强大到不得不被小说中的锁难柱 直接惩罚的力量的怨灵 因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 并没有与幽默雷迪 进行艰苦的战斗 则能不进来吗 我必须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是你们 让我起死回生 我看到一个没有头的怨灵 他没有脖子 但奇怪的是 他会说话 他一副老者的模样 却是憔悴憔悴 在小说中 这种东西被称为汪外 我很饿 所以我会吃掉你 没有脖子的那个 靠近中提琴 一股黑气 从他身上升腾而起 维奥拉必须做出决定 我必须战斗 除了直接战斗 我想不出别的办法 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不能死在这里 连那个 都不能被复活的鬼魂吃掉 我不能死 因为这不公平 一想到要死在这里 我就很生气 然后 塞尔文就毛了 摔倒了 塞尔文的目光没有聚焦 姐姐 嘿嘿 维奥拉似乎知道 塞尔文崩溃的原因了 我沉迷于 从鬼魂身上 泄露出来的浑浊能量 不过 多亏了戒指外落的能量 维奥拉才得以避免上瘾 她戒指中蕴含的神奇灵水 而里纳保护 维奥拉的身体 免受外部不良能量的影响 哦 她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孩子 我说了些有用的话 就睡着了 毕竟 没有人在看 也没有人在听 没有必要演奏中提琴 你死我活 我永远不会死在这里 乒乓球 水墨 拉开水墨 我给了我的眼睛力量 甚至都不是真正的亚尔杰 只是亚尔杰怨恨留下的怨灵而已 你比我们最喜欢的还大 据说这具身体 是和喜欢的角色 对战一年才活下来的 我永远不会死于复仇的鬼魂 维奥拉举起第一剑的能量 这不是陪恋 这就是现实生活 我不得不以某种方式生存 为了生存 我必须杀死我的对手 维奥拉自己 还没反应过来 眼睛就开始变红了 我想生活 维奥拉沉浸在一种奇怪的感觉中 我要杀了你 我觉得我在想我自己 但我不是在想我自己 感觉就像真正的中提琴 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 就在他身边 随着杀气的显现 维奥拉的第一剑 开始有了杀机 充满生机的玛格丽特花瓣 开始飘动 维奥拉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玛格丽特花瓣和草叶 变了 由于第一剑的缘故 所有运转的草叶 都被染成了紫色 就连维奥拉也不明白 这是为什么 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染成了紫色 没有第二次机会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用尽全力拔了出来 维奥拉不知道的是 维奥拉的嘴角 浮现出了一丝欣慰 泽农说 公主在宣誓圣雪 不在乎 王妃可能生气了 我能应付 泽农用身陷的眼睛看着台原 他说自己是从血域的老战士 胜得逃出来后来到这里的 发生了什么 台原的气势变化太大了 比以前更精致的外观 捕获和稳定的能量 然而 潜在的动力超乎想象 雪兰也是一惊 那家伙是什么人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不是这样的 他说要去一个下雪的地方修炼 突然就变了一个人 泽农再次开口 我显然很干燥 我不负责 台原点了点头 主人在里面 不 我决定不叫他师父了 维奥拉不太喜欢主人这个称呼 我决定不做任何维奥拉不想我做的事 公主在里面 我决定帮助台原中提琴 反正从外表上看 他只是一条狗 不是人 帮助维奥拉也不违法 一进入黑色神殿 他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有什么东西出现了 险恶而危险的东西 台原并不害怕 我克服了对雪地的无尽幻想 他冒着生命危险 与不断涌出的怪物战斗 里面的时间流逝 与外面的世界截然不同 Tundra在其中训练了十多年 即使过了十年 我仍能清楚地感受到 中提琴的能量 我能感觉到公主的能量 一段时间后 紫色的草风暴开始刮起 在下雪的地方 那是比暴风雪还要危险的能量 你长大了 那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能量 台原避开了周围所有的花瓣 我可以剪掉它 但我没有剪掉它 正因为如此 一些花瓣擦过台原的表皮 它流泻了 不管是怎样的台原 都不可能避开所有的花瓣 台原从亚空间里 取出一瓶恢复药膏 快速涂上 不是因为疼 看到我流血 你一定很伤心 所以我决定尽快康复 草风暴中 它集中精神寻找鬼魂 是你 是什么 让威奥拉释放出 杀意如此强烈的肉剑 台原拔出一把巨剑 瞬间 与鬼魂的距离被拉近了 进行了Hickson的测试 及T.Heron测试 你是做什么的 原机甚至没有反应 威奥拉的第一剑 就足以让局势望而生畏了 我 T.Heron剑的第一张 浪潮展开 六把黑色的刀刃 袭向了鬼魂的身体 公主需要的人 鬼魂分裂为六只 台原歪了歪头 正如我所说 他看起来不像 不 需要公主的人 来自另一个生命的记忆 所以 这并不是要承认将军的身份 康汉郡就是康康郡 台原本身就是台原 不过 他并没有否认记忆本身 台原发誓要留在 威奥拉身边 这很快成为了台原的身份 和人生目的 这个 收益 鬼魂无能为力 渐渐消失了 台原似乎无动于衷 用他的巨剑 扰乱了幽灵的能量 以低层统治者的身份 出现的幽灵 无能为力 烟消云散 鬼影消失 台原面无表情的驱散烟雾 将剑丢在地上 而且他走得很快 公主 威奥拉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倒在地上 就连胖胖也被反召唤了 因为他已经尽力了 台原迅速将威奥拉抱在怀里 他把中提琴的头放在膝上 检查他的呼吸 你一定累坏了 生活没有受到影响 他刚刚累得倒下了 他整理了威奥拉凌乱的刘海 我已经回到你身边了 今天 发誓要的脸和身体 都感觉很小 为什么以前觉得这么恐怖这么大 你变得非常强壮了 事实上 就算台卓拉自己不上前 威奥拉也能轻而易举的 制服幽灵 这就是威奥拉的出气剑的威力 现在的这把中提琴 除了力道之外 实在是太小了 台原跪下来 支撑着威奥拉的头六个小时 与此同时 塞尔文回过神来 塞尔文惊呼道 耳朵 你是鬼吗 台原这才意识到 塞尔文就在他身边 我有六个小时不知道 Sylvin的存在 因为他只观心中提琴 片刻之后 威奥拉回过神来 甚至当他斩杀了怨灵 当塞尔文回过神来的时候 他原本就像一台 没有感情的机器的表情 也开始有了生气 公主 台原的嘴角 浮现出一丝微笑 已经和之前的台原 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人 塞尔文看着他 觉得很奇怪 塞尔文认真地想着 双重人格 不管怎样 威奥拉回过神来 有一阵子他 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但这不是梦 台原回来了 比计划的要早得多 威奥拉看着台主的表情 就感觉到了 某物 感觉好像变了很多 似乎这个人本身已经改变了 气氛本身就不同了 公主 Tundra再次整理了 Vaiola的刘海 消耗了这么多体力的威奥拉 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 甚至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正躺在台原的膝上 我会留在你身边 我决定成为 威奥拉需要的人 所以我要求一件事 给我一个名字 就像他过去对 Pong Pong所做的那样 起名字对贝拉图来说 有着特殊的意义 给一个名字 就意味着拥有它 换句话说 被赋予一个名字 也意味着是你的 我会成为能满足你需求的人 依旧跪在地上 诚恳恳求着 我想成为公主的人 我在这里 请允许我站在你这边 站在你这边 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绝望 塞尔文双手合十 一脸恭敬地看着 威奥拉和台卓拉 尽管他还年轻 但他能读懂台原的认真 他一边琢磨着台卓拉的话 一边发誓 以后 我要成为能说出这句话的人 与此同时 起身的威奥拉 心情复杂 你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感受气氛 看中提琴的眼神 对待中提琴的态度 一切都不一样了 发生了什么 现在的台原 既不是威奥拉所制的台原 也不是他记忆中的康康俊 是一个新人 求姓名 是的 你也给胖蓬起了个名字 威奥拉很烦恼 我可以给你起个名字吗 当你给他起名字的那一刻 很多事情都会改变 Dark Tundra会犯错误 威奥拉没有这么大的责任 然而 如果威奥拉点名的人犯了错误 故事就会改变 起初 决定被推迟 还早 好的 台原并没有表现出 如此巨大的遗憾 看起来很伤心 但又不像是失望的样子 虽然我没有名字 可你允许我站在公主身边吗 好的 事实上 Vaiola是一辆对Tundra 心怀感激的汽车 心想 要不是台原 我可能已经死在怨灵之中了 你杀了鬼 是的 事实上 Tundra只完成了收尾工作 台原知道 即使没有她的帮助 威奥拉也能制服 鬼魂 因为公主足够强大 如此坚强的公主问道 你杀了她吗 想必什么都知道的公主 问出这样的问题 意味深长 台原误会了 所以 没有呕吐 我立即回答 是 正因如此 威奥拉低估了自己的实力 血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修炼许久 想念公主 多少年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流逝 但我感觉 已经过了十年多了 威奥拉觉得自己的脑袋 好像被击中了一样 台原是这部小说的主角 男主爱上情妇威奥拉 能力比威奥拉强的男主 却自吻而死 这样的主角训练了十年 如此一来 显然 他的实力 堪比当时最强者 此外 Time Drive 有一个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 他会严厉而冷酷地评判自己 至少是十年 如果是十年 我会练习比这更长的时间 不知道是十五年 还是二十年 不过那时候 台原变成这样 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 就纯粹的能力而言 小说的后半部分 还是更多 那种程度的能力 就算是比起他的父亲 或者建筑 他的身手也相差不远 嗯 太好了 我不认为这会发生 没想到会出现 这么大的变数 因为我太了解 贝拉图的影子 这本小说了 这是不可能的 突然 我在艺术家的博客上看到的 关于台原的场景 浮现在脑海中 属性一 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人 维奥拉不知所措 放眼大局 离设定相差不远 南部台原 具有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属性 而他只是 根据该属性形式 台原继续说道 老战士的圣地 在那里 我看到了康汉俊 维奥拉双腿发软 差点摔倒 如果我没有训练到现在 我真的会崩溃 康康俊的发音 是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觉得很难听的发音 通常 他发音为 Garhengjun 但是江康俊 现在发音清晰了 就像韩国人的发音一样 然后我砍了他 这是一个 有很多含义的词 这也是 我不是江汉俊的明确声明 他教会了我很多 公主需要什么 我能为你做什么 维奥拉 是能够在古老的 战士圣地 生存下来的原动力 他的动机是离开这里 留在维奥拉身边 听着台泽拉的话 维奥拉的思绪 渐渐清晰起来 台原已成为过去 这与维奥拉本人不同 维奥拉 还是无法从过去中 解脱出来 所以 每当我看到台原的脸 我总是动摇 拿不定主意 台原就是台原 这不是康俊 很清楚了 感觉心中的迷雾消失了 我哥哥比我大 多亏了 Tundra 我才能够抹去 江康俊的记忆 我能够摆脱旧的幻想 好的 我必须拉中提琴 我不再是 Aring 小说里的世界 就是现实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世界 维奥拉就是我的名字 不管喜欢与否 他都有一个家庭 在这里生活和呼吸 我能够下定决心 世界上最强壮的人 向我要名字 不给是愚蠢的 我会给你一个名字 台原灿烂地笑了 是 公主 然后他跪了下来 并不是台原 作为伴侣犬 渴望维奥拉的抚摸 我低下头 谦卑地等待着这个名字 你的名字是 台原 以前 他的名字是台原 这不是一个复杂的名字 也不是一个男主角的名字 即使作为读者 我也不喜欢那个名字 然而 维奥拉决定重新给他取名台原 这意味着承认台原的存在 谢谢你的名字 虽然同名 但之前的台原 和现在的台原 是不一样的 台原从座位上站起来 他用欣喜的目光 看着那把钟提琴 恭敬地鞠了一躬 我在这里被你取了名字 此刻 黑色神殿内妖灵汇聚 怪物再生 他提高了法力 他将自己的气息抽取出来 化为一把剑 朝着四面八方射去 维奥拉愣在了原地 这是 他有效吗 一股魔力朝夕席卷四周 所有生出的怪物 都还未见光亮 就消失不见了 他将剑插入怪物的血泊中 明明是坚硬的石头地板 却像是 置身于布丁之中 台原那把燃血的剑 生起了淡红色的光芒 台卓拉再次拔出剑 跪在威奥拉面前 恭敬地举起它 正式介绍了自己 公主 不 我决定让我的身份 更清楚一点 台原不在乎 威奥拉是不是公主 这位是威奥拉的骑士 台原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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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森的管家说道 公爵夫人说他不想见王子 为什么 那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对他儿子的荒谬决定 深感不安 他不仅生气了 还开始鄙视维森了 因为我放弃了成功的权力 维森咧嘴一笑 健壮 管家不解 你别哭 管家知道 维森有多爱他的母亲 根据伊莎贝拉的说法 他是一个会跳入地狱的孩子 尽管公爵夫人开始讨厌 刚着 你没事吧 维森继续说道 巴特勒 你是不是对我也很失望 如果我说我没有 那我就是在撒谎 我会给你丰厚的遣散费 你可以离开这所房子了 孔子 如果你担任贝拉图的管家 在什么地方 都会受到很好的对待 管家低下了头 想了半天 我接受了维森的提议 最终 我还是决定 辞去管家的工作 远走他乡 那你就不是我的管家了吗 孩子 对不起 既然你不是管家 那我就直呼 你的名字吧 苏本 告诉我 你妈妈爱我吗 孔子 我想 这不是我敢评判的事情 事实上 维森甚至不想得到答案 现在 我只需要有人倾诉 我认为我的母亲 从未爱过 Vison 是的 不是那样的 一定是他爱上了 五皇子这个继承人的候选人 更确切地说 他爱的是五世 是二世的拥护者 维森知道这一点 但直到现在才承认 直到今天才承认 我曾经很爱我的妈妈 维森灿烂地笑了 那是灿烂的笑容 但看起来并不开心 孔子 你还好吗 这很难过 但没关系 我失去了母亲 但我有一个地点 泪水从碧尘 那双笑眯眯的眼里滑落 所以我很高兴 很高兴 钱管家苏本 无法面对那些眼泪 因为他的心很痛 他走进维森 拍了拍维森的肩膀 许久之后 维森才开口 苏本 请讲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他们称她为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而不是她的母亲 我不会原谅叛徒 但我背叛了公爵夫人吗 孔子 但你不能就这么杀了我 但是苏本呢 没想到苏本瞪大了眼睛 想想看 确实如此 冷汗开始顺着 我的被留下来 不能好好照顾我的苏本 一离开寒冬城堡 就被报复杀了 苏本自己放弃了管家的工作 想在冬季城堡里 再找一份工作 就很困难了 如果我失业了 我会因为对不起你而做什么 没有退路 所以 让我提出最后一个建议 你愿意再做我的管家吗 管家别无选择 不管你喜不喜欢 我不得不再维森当管家 我神志跑不掉 我完全陷入了一个不是陷阱的陷阱 孔子变了 在贝拉图的影子中 维森这个单纯懵懂开朗的角色变了 胆小的夏兰被吓坏了 单纯的维森开始谋划 这些是在维奥拉不知道的地方 发生的微小 变化 而负责异动的维奥拉 还在黑暗神殿的一层 画 不 维奥拉在原地动弹不得 在那里 他正在实时体验 只有小说中的男主 才能创造的奇迹 小说总是有主角的 毫不夸张地说 小说是主角的世界 主角的世界 主角的世界 而这部小说的男主 就是台原 他杀死了设置为 第一层统治者的幽灵 并席卷了所有新出现的怪物 带着那些 他真诚而认真地立下了誓言 发誓要成为这里某人的骑士 具备了这些条件 上古英雄哈尔康的布置就揭晓了 不知从哪里传来生命 我爱我的朋友Arge作为朋友 那是远古英雄哈尔康的声音 我为了正确的事情 而切断了我最好的朋友 虽然这是正确的做法 但我很难过 无法入睡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解释 综上所述 据说哈尔康晚年曾造访此地 并以特殊方式埋葬了他的宝剑 我说 我要把砍伤我朋友的剑 一起埋在我朋友睡觉的地方 整个神殿都沸腾了 到处都是血泼 开始冒泡 破裂 那是 刚才宣誓的地方不是台原吗 这真是一个奇迹 的确 可以说是主角的buff 那个地方 就是我发誓要埋葬 哈尔康之剑的地方吗 他看起来 就像他击中的那里 都说主角往前摔倒是运气 往后摔倒是运气 实时体验这些词 是毁灭性的 毕竟 我才是真正的主角 男性和女性 无法确定 两者中的哪一个 才是真正的主角 但贝拉托的影子 通常是小说中的 维奥拉的凝视 可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呼 我口中发出一声叹息 反正 看起来不错 自行出现的黑色长剑 散发着微妙的期待 斩断当时被称为 大树式的阿尔杰的喉咙的剑 台原走近 并把他拔了起来 就好像这把剑 本来就是我的一样 快点 夸吉克 火花四剑 有种反抗感 不过台卓拉控制剑气 倒是没有太大的困难 剑身渗出的 烟雾弥漫在台卓拉的全身 摇晃不已 台原听到剑中传来声音 你值得拥有我吗 台原简短地回答 当然 我能本能地感觉到台原 这墨剑可是宝物 倒不是他基于宝物 而是他觉得 有了这件宝物 自己就能成为更好的骑士 看来 这件宝物 对于维奥拉留在身边 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为什么这么绝望 就在台原本能地感受到黑剑的同时 黑剑也准确地感应到了台原 我读到了台原的迫切需要 因为你答应过 威奥拉伸出手 现在 是他联系威奥拉的时候了 因为承诺很重 Notkin似乎很喜欢Tundra的话 我的名字是奥尔特加 很高兴 我遇到了一个好主人 处理阴影的Kryotans 对奎尔顿一家支支慎手 但是 没有人怀疑 奎尔顿家族的存在 从很久以前 他们就出现在大陆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中 展现出魔力 最近的官方活动 是25年前的峰会战争 当时 奎尔顿家族派来的两名少女 横扫战场 他们被称为年轻的姐妹 被他们的敌人所惧怕 两个女人叫年轻的姐妹 一位是贝拉托的现任女主人 伊莎贝拉 奎尔顿 另一位是奎尔顿家族的族长奎萨 奎尔顿 奎尔顿家族的家主 奎萨尔 微微皱眉 她的手上 拿着一封用血写成的信 请移动 恩英传的杀手 奎尔顿家族内部 有多个组织 但恩宁殿 是最高级别的组织 只有最优秀的射手 才能进入 事实上 这是奎尔顿家族 最强大的力量 奎尔赖尔 抚摸着她的红发 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信 杀死一个13岁的孩子 请求的主题是中提琴 最近名声大噪的铁血公主 那个孩子打破了维森 她似乎很生气 仅仅用这个 是不是有点像动了恩宁殿的杀手 恩宁殿的长老们 要是被命令这么做 心情会很不好的 然而 拒绝她亲爱的妹妹 依莎贝拉的要求 却很暧昧 我很无聊 但她成功了 奎尔 Quiton站了起来 打开窗户 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漆黑的夜晚 奎尔 用手指触摸着空气 空气中传来一声细小的声音 奎尔的手指握着一把带毒的匕首 公子 你的存在感太大了 对不起 不 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你的技术进步了很多 一个和类星体一模一样的男孩 站在她的面前 火红的刘海随风飘扬 飘飘荡荡 红色的眼睛与枪支 苍白的肌肤 仿佛从未在阳光下暴晒过 绝对是个俊俏的少年 这个男孩的名字是 Kirio Quilton 奎尔的独子 也是Quilton家族的唯一继承人 他今天接受了暗杀训练 当然失败了 多亏了我妈妈 奎尔心情不错地摸了摸男孩的头 凯瑞尔似乎并不讨厌他母亲的抚摸 一个影子在凯瑞尔的背后晃动 那是灵力过强而自发产生的现象 你妈妈要去哪里 杀死承包商 你妈妈本人 大概吧 凯瑞尔奎尔觉得这很可怜 尽管他不知道目标是谁 你犯了大罪吗 他们说 他们毁了我爱的姐姐的儿子 你做了一件可怕的事 但也许 罪魁祸首 就是最近在大陆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威奥拉大人吗 你是了解我的 是的 他们是我的年龄 我一岁的妹妹 她只比我大一岁 但她取得了很多成就 公子 不必急躁 Belletue在外表上有很多成就 但 Quilton不同 克尔顿不在乎世俗的荣誉 知道了 是的 我会记住的 凯瑞尔点了点头 被某件事深深困扰着 你在想什么 你确定要杀我 目前 我能不杀你吗 夸萨冷笑一声 有两种情况 一是我刺杀失败 没有可能 在我母亲试图杀死的所有人中 只有我父亲活了下来 不过 你还活着真好 那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 就是孩子喜欢我 类星体不会杀死任何人 他以自己的判断力和原则杀人 哪怕是敌人 哪怕是请求目标 只要他喜欢 他都不会杀 无论哪种情况 可能性都很小 凯瑞尔的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 很明显 维奥拉将在几天内被发现死亡 刚刚绽放的花朵 就会凋现 凯瑞尔为此感到难过 我认为他会成为我的一个伟大竞争对手 很近 只有中提琴倒霉了 我小心翼翼地握住了妈妈的手 一路平安 瑞尔笑了笑 似乎并不讨厌儿子的担心 他单膝跪地 在儿子的额头上轻轻亲了一下 我发现我儿子在想什么 有话就直接说吧 我可以请你帮个忙吗 如果值得一听 那就去做吧 请稍微降低标准 希望你好好照顾这把中提琴 为什么 我认为他对我来说将是一个伟大的对手 当我听到 弗埃尔拉的消息时 我感到非常兴奋 奎萨尔喜欢他儿子的话 但这并没有给他答案 不要忽视你的训练 类心体消失了 泽农一看到黑剑奥尔特加 就惊呼了一声 这是一把冥剑 台元 恭喜 泽农笑道 黑暗神殿究竟发生了什么 目前还不得而知 但很明显 发生了大事 卫奥尔拉和台元出来的时候 黑色的神殿倒塌了 黑暗神殿为何崩塌 一定是因为我完成了我的使命 也就是说 黑色神殿就是奥尔特加黑色常见的剑桥 既然剑没了 原本的墓地也就没有了 本就没有墓地的神殿倒塌了 雪兰现在伪装成马车夫的身份 也以自己的方式对这片台元赞叹不已 那里有什么样的怪物 事实上 我已经习惯了怪物 看着卫奥尔拉的成长速度 我决定接受一些东西 夏兰不吃惊了 但台元的生长 还是忍不住吃惊 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这是常识 他甚至决定放弃常识 本来 好像是这样的 只是想想 他让我感觉好多了 经历了那么多离奇的事情 他毫无成见地操作第一件 连奇迹的感觉都没有 我想 事情就是这样 中提琴和台元 则农上了马车 我走了 再返回东季城堡的路上 您永远不知道会遇到谁 返回东季城堡的路 夏兰很紧张 用第一件注意骑城的舒适度 同时 还必须铲除遍地都是的土匪 我很忙 我很忙 是为了让弟子睡个好觉 肯定是累了 我内心很生气 你保持一点安静 我很担心 被强行挤进紫空间的德克希尔 还在不停地蠕动 他不会将普通人置于紫空间中 亚空间是一个次元与时间断开的人造空间 进入其中的生物 可能会经历各种不可预知的副作用 所以 帝国严禁将人送入亚空间 然而 雪兰却选择了轻视这个事实 自从你碰上了对的弟子 对我如此照顾 我唯一遗憾的是 我不得不用力击打他 才能将他完全击倒 好像醒得太早了 哎呀 那是一堆石头 操作第一件 我必须快速清理它 让我们不要失去注意力 就在他专心做车夫的工作时 一股不祥的风袭来 什么 我不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 但这是不祥的 我停下马车片刻 本能地观察着那些影子 没有任何异常 尽管如此 身为刺客的感觉 还是在提醒我一些事情 是谁 他凝视着远处的森林 一个红头发的女人 正朝我们走来 听到了他的声音 刺杀已经失败 奎尔顿家族的组长 这是类心体 奎尔顿 坐在马车里的威奥拉 也听得一清二楚 声音虽小 却清晰地传到了车厢内 还有谁 威奥拉觉得有点头晕 什么 暗杀失败 那岂不是说 他本来就是来刺杀自己的 声音再次传来 哦 我没有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是类心体 他就像维奥拉的姨妈 维奥拉觉得更不舒服了 为什么类心体在这里 这是一次暗杀 奎尔顿家族的大亨 为什么要来暗杀他 就算不相配 也不太合得来 幸运的是 完全变了一个人的男主 台朵拉和管家泽农在一起 也正因为如此 我才能够平复自己的情绪激动 冷静思考 我不是那种随便杀人的人 而且 也不是维奥拉那样 亲自出手杀死小孩子的角色 我想我最终得到了订单 正常情况下 我是不会接受这样的请求的 提出这个要求的人的脑袋 早就被炸飞了 侮辱类心体奎尔顿 这一定是依莎贝拉的杰作 维奥拉说 泽农 打开车门 护送我 好的 泽农起身打开车门 他下楼 伸出戴着白手套的手 维奥拉拉着他的手 轻轻地走到地上 很高兴认识你 阿姨 你的问候很明亮 泽农体的眼睛画了一个半圆 他的眼里充满了好奇 你不怕我吗 你会觉得活着吗 如你所知 我对肉 有一种天生的本能 他对生活极其敏感 维奥拉轻轻掀起裙子 这就是为什么 我很害怕 我的腿在颤抖 平时 我会无条件地 把颤抖的腿藏起来 但今天不行 现在已经 这是因为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名叫 Quasar Quiltan的刺客 身体因类星体死亡 而颤抖 是一种自然现象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你的身体害怕 但你的思想却不害怕 Quasar笑着朝我们走来 他的红发像丝绸一样摇曳 车夫对着逼近的类星体说道 停止 被这句话吓了一跳的是威奥拉 而不是Quasar 他是什么 威奥拉并不知道 司机的身份是谢兰 他只知道自己是 泽农聘请的马车夫 直到现在 我几乎没有感觉到他 因为我几乎没有存在感 但突然间我感觉到了 巨大的存在感 直到现在 我一直在隐藏我的存在 也有人说 当一个叫做 类星体的强敌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顾不得隐藏奇迹了 类星体没有停下 想不到区区一个车夫 就能驾驭如此高明的人 车夫夏兰周围的草 开始飘扬 情急之下 不加判断的操作第一件 威奥拉这才知道 车夫的真实身份 什么是叶炎 为什么Quasar来自这里 为什么Shelen来自这里 威奥拉觉得 这种情况有些陌生 胆小的Shelen 挡在了Quasar Quilton的路上 你为什么是个胆小鬼 你一定是通过你的皮肤 感受到这种刺痛感 他们一点也不害怕 我的大脑变得复杂起来 他不向角色设置改变 那么令人愉快 因为角色的动作 变得不可预测 你为什么突然失去了恐惧 他逐渐消失 而不是突然消失 威奥拉并没有注意到 雪兰因为她而发生了变化 Quasar Quilton 拔出了一把软件 软件的长度可以自由调节 是可以像鞭子一样 通过巧妙的动作 进行不规则攻击的武器 但学起来难度极大 能驾驭得当的人并不多 你是怎么聘请这样的勇士 当车夫的 我用钱做不到 我不知道 这是泽农自己做的 威奥拉觉得有点不公平 但她没有表现出来 威奥拉克服恐惧 站在谢兰面前 你姑姑并没有杀我的意思 我是来杀你的吗 你说你已经失败了 第一次失败 第二次还没开始 说谎 夸萨身体一颤 一种微妙的生命感 从她的身体里泄露出来 她的生命犹如毒药 周围的小草失去了生机 连子提琴都呼吸困难 你侄子说话怪怪的 我姨妈出现的原因 有两件事之一 要么在不留下 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将他们彻底杀死 要么干脆放弃刺杀 在她出现时 奎萨尔有两个选项可供选择 完美的犯罪或遗弃 咦 怎么了 我阿姨会放弃这个请求的 你认为我为什么会那样做 因为犯下完美的罪行 已经是错误的了 威奥拉环顾四周 你以为我没有为伏机 做好准备吗 她用手指指着下篮 我的车夫非常擅长 解读我姑姑的神迹 她也是我的老师 呵呵 原来如此 难怪 不是普通的车夫 这不是很奇怪吗 奇怪的 这太奇怪了 奇怪的是 像她这样的军人 却充当车夫 我提前做好了准备 今天 最重要的是 我知道是谁委托了我姑姑 想想也不难 除了依莎贝拉 没有其他人委托执行这项任务 我最近弄坏了一个哥哥 哥哥为了我放弃了成功的权力 这让一些妈妈非常失望 我神志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叫 依莎贝拉 夸萨轻轻点头 当然 准备时闻起来很香 类心体 微微抬起左手 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夸萨大人 我从没想过 我会扮演管家 这是因为 我遇到了一个乐于服务的人 这次类心体的目光 转向了台元 那个男还是谁 台元 我找不到对台元的迷恋 不管他的身份如何 他都是 前来暗杀威奥拉的刺客 台元警惕地注视着类心体 啊 你是半见吗 你说话短吗 你 台元轻轻点了点头 作为回应 我是奎尔顿的掌门 还不客气点吗 在谈离之前 我在想 是不是先抹杀生命比较好 台元向前移动了三步 紧接着 压迫威奥拉的生命力 如同容血一般消失 台元的存在 将类心体推开 威奥拉不自觉地赞叹起来 呵 那个年纪 谁能推动类心体的气势 你的名字 必须和你的短舌头一样短 因为我做不到 你是什么意思 我必须留在你身边 台元仿佛换了一个人一般 流出了类心体的命脉 哈哈 你真是个有趣的孩子 奎尔 继续愉快地说着 曾经是刺客的马车夫 幽默感十足 拥有拉斯本兵剑式的泽农 甚至是技能被低估的半生剑 还有一个 布兰迪亚的小女儿 并没有回布兰迪亚 而是和她一起乘坐了马车 事实上 在塞尔文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请求是失败的 因为我杀不了塞尔文 我准备得最完美了 我觉得我有麻烦了 当然 事实上 塞尔文只是在恳求 威奥拉多陪在自己身边 你肯定知道我会来 铁血公主 当然 当然 我不知道 看来危机顺利过去了 威奥拉决定继续下一步 阿姨 嗯 她说了别人想不到的话 我饿了 嗯 我想和阿姨一起吃顿饭 会好吗 泽农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不过 她很快就淡淡一笑 不愧是我们的公主殿下 她似乎明白 威奥拉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类星体有另一个名字 Nia Gill 一位给贫民窟无数孩子 带来梦想和希望的修女 虽然她从未说过 她崇拜任何神灵 但 奎伊兹尔 对贫民窟的人来说 是个修女 她为基民不惜捐助 还为她担任 非盈利性公益组织成功的负责人 她是一个永远不会容忍饥饿的人的角色 类星体 是一个像硬币两面的人 身为奎尔顿家的组长时 她可以冷酷无情 身为朝阳之妹时 却是一个温暖温柔的人 一个知道如何照顾穷人的人 有时会为不公正的事情发生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无法无视贫民窟孩子们 一起吃饭的请求 并在一个贫民窟里 待了三十天 是因为小时候当草根什么的 回忆不好 侄子 你知道我的别命吗 当然 可能知道的人都知道 你怎么知道 通过信息上 说谎 这些人可没那么健谈 夸萨眯起眼睛 若真有这种多话之人 老子一网打尽 我要割断你接触过的 每一个信息伤人的喉咙 你敢负责吗 这是对中提琴的考验 维奥拉怂怂间 好像他知道这一点 这是一个谎言 那你怎么知道的 我知道是谁制作了他的面具 林东城 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伪装师 你是说西藩在喝酒 绝不 打了类星体 一个措手不及 我多次进出父亲的图书馆 在仓路的书房里 是的 图书馆里有各种各样的文件 还有与赛藩相关的预算支出 粗略估计 一年为一个周期 通过它 我推断 这是一个面具 口罩越特殊 更换周期越短 它必须每年更换或修理一次 用于维护面具的化学品 每个月都会进入Morning Sunshine 所以我可以看出 创造尼亚脸的人士 Sieven Marcos 夸萨一脸不可置信 不知道是不是美迪亚 十三岁的维奥拉 年纪上小 怎么可能去赫伦的书房好几次 所以 你知道我是尼亚 就一张纸 我没说我阿姨就是尼亚 只是庆幸她自己承认了 魁兹尔呆呆地盯着 Viola看了一会儿 然后笑了起来 哼 你真是个调皮的孩子 我认为 这是一种恭维 魁兹尔恩了一声 摸了摸下巴 又问了一个问题 你好像和仓路相处了很多时间 是的 你已经和我谈过好几次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 我花了很多私人时间 你没说济南的事吗 类星体是苍鹿的对手和朋友 他们是战场上 可以相互信任的战友 也是了解海伦过去的朋友 你从来没有直接说过 但在我看来 你并没有使用真眼 我懂了 魁兹尔想了想 只有一个人的真眼无法运转 赫伦深爱的雷尔 济南看到雷尔才停下脚步 仓路在变化吗 这就是伊沙贝拉更紧张的原因吗 足以委托暗杀这么小的孩子 你说你饿了吗 是的 我饿了 黑暗神殿发生了大事 让我们谈谈 我们吃饭时发生的事情 类星体伸出手 不知道是不是类星体的影子长了 就从森林里拿来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头类似猪的四足野兽 只是身上没有毛发 维奥拉知道 那只野兽是什么 努比亚努 他被认为是美食家中最好的 因为肉质柔软 没有鱼腥味 不过 他却是连经验老道的猎人 都避而远之的猎物 因为他的皮毛坚硬如铠 行动敏捷 而且将人视为猎物 现在 你是说 你在这片广袤的森林里寻找 你也要弄 威奥拉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而且 把据说比某些盔甲还硬的毛发 全部剃掉 怎么这么容易猎杀石人兽 威奥拉颤抖着 不知不觉中 我想象自己 被困在那个阴影里 我神志不想去想象 固然 纠缠于这个世界的 绝对没有什么好处 我只是在呼吸 但这是一个我的喉咙 可以逃跑的事件 你喜欢烧烤吗 一直拼住呼吸 注视着时机的塞尔文 迅速截取了答案 是的 努比亚努烤肉面前 塞尔文的舌头再次变短 奎萨尔一边听着 Viola一边拍手 一边大笑 这就是黑暗神殿崩溃的原因 黑暴设计者一定很忙吧 黑色神殿 一楼的统治者 黑暗巫师Dexio 甚至还有关于古代英雄 哈尔康和阿尔杰的叙述 所有这些元素 都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善儿 你又要出名了 的确 他说 他要长大成为白贝拉图 但这话似乎不是一句空话 基于出色的见解 和分析的舆论和舆论 还有一个能打动人心的孩子 Quasar如此定义中提琴 总之 古代英雄哈尔康的剑 就藏在那里 半剑手中的那把剑 就是那把剑吗 类星体将目光转向台原 台原看着类星体的眼神 并不好看 嘿 我会用眼睛吃人 你说我明确放弃了这个要求 不过 你威胁我的公主殿下的事实 并没有改变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半生剑的事 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是这样无人驾驶的 类星体摸着下巴又说道 你有没有在古武圣地修炼过 台原点了点头 Quasar说是 并拍了拍手 你在里面多久了 十年 听到这句话 夸洒瞪大了眼睛 什么 十年 嘿 别说谎了 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 这是否真的是十年 快把我逼疯 Quasar给我讲了一些故事 你知道谁坚持的时间最长吗 这是一只苍鹿苍鹿 在里面待了五年 外部时间只有一个星期 但美迪亚却忍受了接近自己的时间 被称为黑镜的希克森就在身边 剑黄也就那么多 在这个世界上被称为绝对者的人 通常能维持五年 但是十年 自我能维持十年吗 本来 这是不可能的 台原的眼睛转向威奥拉 这与我在看类星体时 完全不同 但承诺很重 所以我能够坚持下去 Praiser像是头疼似的 按了按太阳穴 我想我能理解 为什么伊莎贝拉早就想摆脱他了 感觉就像英雄们聚集在维奥拉身边 盘剑 这一把 实在是太震撼了 我在脑海中与台原作斗争 我能和半把剑战斗并获胜吗 好像你必须点击他 才能找到答案 赔率是六比四 我会赢 不过 也很难说 只是技高一筹 战争和战斗的经验 以及由此产生的判断 这可能会决定输赢 随着时光流逝 获胜的几率会逐渐降低 台原还很年轻 苍鹿在你这个年纪 还没有这么好 哈 他说 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不知道 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 表现得好像那种 孩子会和维奥拉一起发疯 并冒着生命危险 与维奥拉相识的时间虽短 但影响却很大 从仓路到西克森 再到泽农 再到台原 再到塞尔文 听说他还是路易巴腾的恩人 甚至独占了塞琳娜的人情 他说 他也和德皇有过接触 我故意没有细说 拥兵王凯撒 是夸萨曾经的恋人 刻意回避 关于凯撒的消息 他是无形的 他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与现有的 Belletue不同 突然 我变得好奇起来 侄子还是侄子 你梦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出色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么宏伟的想法 我只想长寿 瘦身和快乐的生活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个阿灵梦寐以求的世界 一个儿童不会被遗弃 他们不会因为饥饿而哭泣的世界 这句话在Craider的心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想来 这小子说他是平民哭来的 呵 不过 在你被遗弃和孤独的时候 至少有一个人 可以向你伸出援手的世界 我希望这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 可以握住手 重新站起来的世界 康康骏在我小的时候 就是这么做的 多亏了他 他才能活下来 台元握紧了手中黑剑的剑柄 我会在你身边 再次承诺的那一刻 Craider突然抱住了维奥拉 他迅速而隐秘 像野猫一样一动 台元毫不犹豫地 伸出了他的剑 他的剑刺穿了Craider的喉咙 台元没有用脑袋思考 在类心体撞到维奥拉的那一刻 他的思绪停止了 只有保护维奥拉的使命感 支配了他的全身 台元的脚步很快 法力随着他的意志自发运转 噓 灵力的一拳 台元族的黑剑奥尔特加 抵在了类心体的脖子上 毫不犹豫地刺向了 Craider的喉咙 然而 这并不是腾桌想要的 他显然是想刺穿 类心体的脖子 正是因为泽农 他的攻击才失败 泽农介入中路 稍微挡开了台元的剑 台元用冰冷的目光 看着泽农 泽农 你在做什么 看 泽农微笑着看着类心体 夸撒大人刚刚拥抱了公主 他没有错 Craider只是抱住了 Viola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伤害 Craider说 这很好玩 你真的刺了我吗 你是真的 类心体说 他想测试台元 那个沉重的承诺的严肃性 是多么令人绝望 于是我特意抱住了Viola 想看看 台元是什么反应 没必要为此冒生命危险 你这个疯姑姑 中提琴想大叫 毕竟 在这个世界上 期望一种常识性的思维方式 是不合理的吗 呵呵 那就好 我只在身边 有很多好人 请放手 我快窒息了 如何 Craider放开了Iola 总之 如果没有杰农的话 真的会很危险 谢谢 泽农 台元二话没说的 照顾奥尔特加 他现在有一种 微妙的挫败感 太仓促了 显然 Craider和CNOM似乎预言了台元本身会像这样一动 我相信 我不会仅仅被武力推回去 但 体验是不同的 CNOM和Craider看到了同样的东西 台元还没有追上两人的目光 他使台元变得谦逊 我还欠缺很多 夸萨咧嘴一笑 看来 你的脑袋在很多方面都变得复杂了 宠剑先生 然后轻拍Tundra的肩膀 广泛 敲门 你还好吗 这就是你成长的方式 类星体喜欢台元 类星体看到的台元的行为是完全正确的 我也明白了 台元承诺的分量真的很重 和这么好的人在一起让我得出结论 Viola是一个很好的人 Jer 你说你进了社交圈 是的 我参加了乌望我宴会 你对男孩子感兴趣吗 不 现在 我太忙于照顾自己 话是这样包装的 现在是向前看病奔跑的时候了 为了我小儿快乐的独立和晚年生活 嗯 那是因为 现在是时候分分秒秒来巩固你贝拉托的地位了 不管怎样 我喜欢我的侄子 如何 我儿子帅不帅 Viola一时感到头晕目眩 无意中 他似乎爱上了类星体 Bellitus Shadow 世界上四代堂兄弟通婚的地方 更何况Viola和凯瑞尔的会面 不沾一滴血 完全不是问题 而且 凯瑞尔是被设定为 可以与未成年的杰瑞米媲美的美人 但他是个精神病患者 表面上 他表现得很完美 但实际上 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薇奥拉从来不想和这样的人物联系在一起 有机会 我会见你的 我应该见你吗 夸夏的眼睛眯了起来 因为我把你标记为而媳妇了 如果你拒绝 我会杀了你 这听起来像是幻觉 我十三岁了 我十四岁就要结婚了 那又怎样 如果你拒绝呢 那我就没有放弃杀戮请求的理由吗 我喜欢钟提琴 留着他当媳妇 魁兹尔打算与他的姐姐伊莎贝拉 谈论这件事 总之 我会告诉姐姐的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 那不关我的事 累心提呕吼吼 他笑着挠了挠中提琴的内侧 你太有魅力是不对的 魁兹尔是一个非常健谈的女人 就连在马车里 他也一直说着话 眼睛也睁得大大的 那个术士 被困在一个子空间里了 笑出声 咦 你是不是因为地法之类的事情 被抓到狗屎坑里了 事实上 我实质 不认识维奥拉 不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夏兰 如果你是胆小鬼 你就应该表现得像的胆小鬼 为什么你会做出 没有被告知要做的违法行为 其实他很想揪着雪兰的衣领 只是维奥拉没有表现出来 即使是契约杀人 也是违法的 阿姨 嗯 没错 类星体很容易被说服 你打算在我们这里待多久 直到冬天的城堡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你要好好照顾你妹妹 我认为 面对面交谈会更好 你要谈谈你的儿媳妇吗 当然 维奥拉想 马上驱逐类星体 不过 类星体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 你也想想吧 那不是很糟糕吗 奎尔顿家族会不会是你的靠山 因为 我不是赞助人 而是支持者 他装得尽量嚣张 可是类星体眼里的痘匣 丝毫没有脱落 呵呵 我是说 我也喜欢 奎尔尔的眼中 充满了贪婪 中提琴在脑海中颇有几分 你侄子好像要把你姑姑赶出去 我想休息 啊 你表现得很刻薄 这次我告诉塞尔文 塞尔文 你喜欢和我在一起吗 奎尔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猎人 也是烧烤高手 塞尔文这辈子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烤肉 塞尔文的回答很快 是的 看 他说他也喜欢 我的领域呢 我只是一个管家 我的选择无所谓 但有夸撒大人在你身边 我想 没有刺客敢去刺杀 奎尔尔点了点头 好像很喜欢 半生剑 你呢 的确 每个晚上 他都对我帮助很大 但我始终把公主的意愿 放在第一位 每天晚上 Tundra都在与Quasar进行较量 切缩发生在森林里 类星体偷袭 台原挡住 台原非常喜欢这次训练 为了保护威奥拉 我不得不做好 应对这种埋伏的准备 最后 Quasar和Viola一起去了 Winter Castle 中途 塞尔文下了马车 威奥拉姐姐 下次见 塞尔文摆摆手就走 然后回来一枪 姐姐 拥抱我 几天前 我很羡慕 Quasar紧紧地拥抱着Viola 于是 塞尔文也紧紧地抱住了威奥拉 兮兮 成功拥抱偶像的塞尔文 感觉自己拥有了全世界 下次 我一定要像姐姐一样变强 抬起脚后跟 出于对威奥拉的喜爱和尊重 她在她的额头上 轻轻吻了一下 我一定会变强的 塞尔文答应了 我会变得像 中提琴一样坚强 哦 姐姐 如果我送你一件礼物 你会租吗 礼物 我想在纪念姐姐的同时 受到刺激 威奥拉 沉色片刻 然后用魔力 从戒指中 取出了一些 玛格丽特花 统治者 呵呵 是花 是的 塞尔文对这些花很满意 跳上跳下 真的去 下次见 似乎他们正在以某种方式告别 离开威奥拉之后 塞尔文的谋色 深深地沉了下去 我在黑色神殿中 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被保护起来 紫提琴面前的光彩 已经完全消失 我们要去台原哥哥 长大的地方 台原给我很大的震撼和刺激 我想 如果我在古武者圣地修炼 就能变得比现在强大很多 顿时 他的脸上 再次绽放出笑容 爸爸妈妈 对不起 向西鞠躬 再不快点 布兰迪亚的追兵 就会追上来 信应该很快就到了吧 没有那么多多余的了 所以我特意下了马车 跑得更快 我也去 哪里下雪了 布兰迪亚的小女儿塞尔文逃跑 前往古老战事的圣地 那是小说里没有的东西 星号 冬季城堡的南门 Crasar Quilton 再次震惊在那里 你为什么在这 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体积大的令人难以置信 眼睛大小如钟 下巴棱角分明 一个外表非常硬朗的男人的 名字叫Kaiser 他是有名的佣兵王 是Crasar的老朋友 和青梅竹马 你不看新闻通讯吗 没看是因为实在不想知道 前情人的动向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问了 那么 你正在做什么 你干什么 你可是南门防御队长 庸兵王 你只是担任防守队长 你到底在冬季城堡做了什么 Crasar的脑袋变得复杂起来 冬季城堡的潜力 让我感到惊讶 他可以让庸兵王担任驻军领袖 我已经不是庸兵王了 然后 凯撒 笑出声 他只是笑了笑 但城堡的墙壁都在颤抖 他用粗壮的手指指着中提琴 维奥拉的好朋友 那是你的工作吗 不是很厉害吗 凯撒一副等待类星体回答的样子 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Crasar的自尊被那个模样轻伤了 但你曾经为我疯狂过 当我打呼噜的时候 就是这样 现在已经没有情绪了 德皇全神贯注于其他事情 我从子空间中取出了一些东西 小心翼翼 一丝不苟 就像对待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类星体无聊地问道 那是什么 钟提琴 德皇巨大的手掌上 放着类星体无法理解的东西 但他 我是排队买的 凯撒笑着看着威奥拉 就像我很好 好像是在问 哦 还有这个 拿蛋挞的时候 他很认真 拿另一个蛋挞的时候 却是粗鲁地拿了出来 我被告知你一到就马上送货 他手里拿着一封信 纸上刻有精美的金线装饰 这是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件 还没看清内容 我就不知为何 开始感到不安 皇上派来的 心想这封信的信封 怎么这么豪华 还因为是皇上的信 威奥拉双手接过皇帝的信 亲爱的威奥拉夫人 威奥拉在读信的整个过程中 都感到很不舒服 感觉我的胸口被堵住了 听了内容 这不是皇帝的书信 上面只是盖了皇帝的印章 其实是塞琳娜的信 所以 我提议招募你 也就是说 这封信 是帝国斥后的邀约 威奥拉身后的类心体 笑着说道 什么 这不是塞琳娜 替身的囚探提案吗 你阿姨知道吗 当然 每年年初 我都会给她发现的人 才寄一封信 对于每个家庭的孩子来说 这既是一种荣誉 也是一种荣誉的徽章 谁先收到信 成了孩子们的骄傲 但现在是年底了 带有皇帝印章的塞琳娜的信件 这封信 最初是在年初送达的 看来 塞琳娜的替身 升温了不少 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在年底 而不是 年初发送囚探提案 果然我们二媳妇处处处受宠 呵呵 新号新号新号 威奥拉参观了贺伦的书房 啊 年轻 时机不对 在贺伦的书房里 没有贺伦 而是伊莎贝拉 伊莎贝拉 她要求维奥拉自杀 这并不奇怪 但非常不方便 因为伊莎贝拉 是赫伦不在时的代理人 伊莎贝拉把目光 从她正在复习的论文上移开 看着维奥拉 六公主 您回来了 是啊 多亏我妈一直很关心 伊莎贝拉的眉毛微微一条 维奥拉被吓得不轻 却没有表现出来 我们不要害怕 一旦 她向伊莎贝拉示弱 她就会被吃掉 永远不要软弱 躲在暗处的一定是我弟弟 维奥拉的影子里 有什么东西 蠕动起来站了起来 维奥拉快要抽搐了 但她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你为什么在那里 一个身材高挑 身材苗条的女人 克里奥特恩家族的组长 克里奥特恩出现了 果然 姐姐的眼光 还是一样的 你为什么在这 嗯 我怎么会在这里 他们三个都知道 伊莎贝拉要求 类星体杀了她 但类星体没有答应 暗杀目标 当然是维奥拉 我都知道 但我没有含蓄地提到她 类星体 我现在在公爵的书房里 当公爵不在时 伊莎贝拉充当公爵的权威 所以 据说将她视为公爵的代理权 而不是她的妹妹 啊 哦 你也很紧 我们是姐妹 我不喜欢那种礼貌和规矩 即使你不喜欢她 也要保留你保护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正式的工作时间表 那就让开 你生气了吗 姐姐 我怎么了 因为我请求失败了 不是失败 是放弃 我别无选择 只能放弃 因为我太爱这个孩子了 我喜欢 嗯 是什么 让你想当儿媳妇的 不 黑伙计们 你现在是在我面前这么说吗 维奥拉头痛欲裂 伊莎贝拉的目光 转向维奥拉 维奥拉 你怎么看 伊莎贝拉似乎并没有特别 想要隐瞒杀人契约的意思 你必须提前准备好几个理由 所以 维奥拉毫不质疑地回答了 与杀人契约相关的责任 我只是默默地走自己的路 好的 伊莎贝拉放下眼镜 感觉气氛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好主意 嗯 Bel Eto和Quilton 嫁给Quiltons对双方都有好处 尤其是 如果她是支撑基础薄弱的中提琴 不 嘿 那是什么家谱 不管世界观如何 哪怕是不掺一滴血的人 也一样 伊莎贝拉说 让我代表六公主 向公爵提个建议吧 伊莎贝拉非常喜欢类心体的想法 即便以她自己的判断 威奥拉也是个优秀的孩子 如果那个孩子嫁给凯瑞尔 她就能成为我的盟友 她仍然恨威奥拉 我以为是恶魔腐蚀了背前 但除此之外 吸收威奥拉的力量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不得不把情绪放在一边 好好想想 我的婚姻由我来决定 母亲 Pirio是做没人的完美男孩 女儿 我相信公爵也会喜欢的 从逻辑上讲 她可能是 威奥拉是贝拉托的养女 齐瑞尔是奎尔顿的继承人 单看条件 凯瑞尔遥遥领先 其实这对威奥拉来说 也是一种强大的助力 理智通勤达理的仓路 说不定会赞成这桩婚事 不 凯瑞尔是个精神病患者 我无意卷入精神病患者 威奥拉平静地继续说道 凯瑞尔是个好孩子吗 我不能 我得先付钱 威奥拉咯咯地笑了起来 显得无比霸道 她真的是我身边的好孩子吗 我一次看着伊莎贝拉和类星体 我做了什么 齐瑞尔也做了什么 希望你能做出准确的比较 这意味着 没有像凯瑞尔这样的人 可以与我相提并论 狂妄至极 但伊莎贝拉和类星体 都不得不闭嘴 不管是什么 都是对的 其实威奥拉的成就很多 而凯瑞尔在外在上 一无所获 六公主 自负就是狂妄 不过 紧接着 门开了 你没有看错 那是一只仓鹿 或许刚刚战斗结束 它全身都是泥土 额头上也多了一道轻伤 平常的整洁 无处可寻 哼 苍鹿 不对 姐夫 好久不见了 我拒绝这个提议 从欢迎晚宴到现在 维奥拉已经展现了很多 凯瑞尔不是对手 伊莎贝拉觉得有些奇怪 公爵的呼吸很粗 你是来和麻水打仗的吗 即便如此 我的呼吸也没有理由仍然粗重 你受重伤了吗 也许这就是我的猜测 肉眼看不见的巨大伤害 这可能就是呼吸困难的原因 而且 维奥拉还太年轻 以后再谈婚事吧 姐夫 好久不见认识一个朋友 你打个招呼吧 我们曾经很亲近 我们曾经有过亲历的时候吗 黑龙眼中 没有任何情绪 噓 这是行不通的 我想休息一下 你是说离开 这是一个明显的祝贺令 在那里 维奥拉感到很奇怪 如果我想休息 我会去我的房间 而不是在这里 无论如何 能干的依莎贝拉 一定是在处理东宝大大小小的问题 如果你想休息 你可以回房间休息 看起来 你有很多工作要做 她是什么 是直接关系到我 生死存亡的大事吗 现在没有办法知道 魁奥拉说 嗯 待会儿再说 然后转身 依莎贝拉也起身朝外走去 威奥拉也试着跟在她身后 中提琴会留下来 星号星号星号 出乎依莎贝拉的意料 仓路并没有打麻 只是在白血挨挨的地方 和希克森决一死战 希克森气喘吁吁地问道 你怎么突然这么努力训练 因为 我有家人 希克森没有再问下去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那一个字里 蕴含着很多字 我不讨厌你的零钱 希克森问道 一份来自皇室的侦察员邀请 鸡 好的 一瞬间 大地哭了起来 玛娜对海伦的意志产生了反应 随着玛娜的震动 引发了一场微小的地震 为什么 威奥拉会接受这个提议吗 作为白人 贝雷2 这一定是最好的求婚 我得到了皇室直属的星探 尤其是塞琳娜 是的 这不就是真人之间的真实人生路线吗 北拉脱的终身 皇帝凌驾于人民之上 塞琳娜凌驾于皇帝之上 皇帝统治天下 塞琳娜却统治皇帝 这是一个在整个大陆公开浮动的词 这也是皇帝本人没有否认的 你有那么生气吗 你不怕女儿离开你吗 你胡说八道 西克森哈哈 放声大笑 撞老朋友的背 碰 敲门 你还不太懂中提琴 你是什么意思 喂 我们走吧 中提琴该回来了 赫伦和西克森前往冬季城堡 我从住居那里听说 威奥拉已经回来了 威奥拉已经回来了 嗯 西克森歇斯底里地笑了起来 你怎么能走这么快 显然 他在陪练期间亲自照顾西克森 公爵站的地方空无一人 移动速度比声音还快 任凭你多么仓路 再这么动 体力也没有了 西克森开始悠闲地朝公爵的住所走去 另一方面 赫伦以超音速的速度返回公爵府 凭着敏锐的听觉听到了异样 Bel Eto和Quiltin嫁给Quiltins对双方都有好处 尤其是如果他是支撑基础薄弱的中提琴 他的动作变得更快了 就在这时 中提琴的声音传来 我做了什么 奇瑞尔也做了什么 希望你能做出准确的比较 Haren喘着粗气 来不及控制自己的呼吸 他的嘴巴比他的头移动得更快 我拒绝这个提议 从欢迎晚宴到现在 维奥拉已经展现了很多 凯瑞尔不是对手 没有人 甚至维奥拉 都不知道仓路为什么呼吸那么快 仓路的呼吸并没有平复下来 他似乎没有要冷静下来的意思 我还与Quizart进行了对话 我们曾经有过亲密的时候吗 嘘 没用 我想休息一下 你是说离开 最后 Quizart和Isabella出去了 Viola也跟着出去了 但随后 赫伦的声音传来 维奥拉 你为什么要离开房间 公爵似乎有些不高兴 维奥拉是不公平的 他说他要休闲 他们叫我出去 从维奥拉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荒谬的奇怪问题 我不是叫你也离开吗 这些天 我的头很复杂 曾经胆小的夏兰失去了恐惧 台元也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拥兵王凯撒坐镇寒冬城堡 维森放弃了自己的继任者 一半是维奥拉的意图 但角色似乎太狂野了 我确定我下令庆祝 但你为什么要离开 这个问题不符合逻辑 这是一个违背赫伦性格的问题 我根本感觉不到 最终 维奥拉能选择的 是一个基于常识的合理答案 你父亲受伤了 你受伤了吗 虽然在和希克森的切磋中受了伤 但现在已经痊愈得干干净净 因为我用了很多极品神药膏 也就是说 现在苍鹿毫发无伤 是的 你还在呼吸困难 苍鹿这才注意到 我的呼吸急促 当我意识到这个事实时 我的呼吸开始平息 我想你可能受了轻伤 不过 你来书房而不是房间 说明你有重要的事情 需要紧急处理 苍鹿想说话 不 在这儿 是吗 苍鹿直奔此地 没有别的原因 因为维奥拉在这里 但我无法让自己 把这些话放进嘴里 所以我认为 搬走是有礼貌的 维奥拉这句深思熟虑的话 让赫伦一时说不出话来 听完之后 维奥拉的判断没有错 这是一个合理的决定 你应该庆幸自己 做了这么好的决定 但不开心 在过去的六年里 他意识到了 中提琴的 Bellet to like 并不是那么好听 而且我能够更诚实地 表达自己的感受 待在这 既然是名字 我就奉上 这不是名字 苍鹿的声音 微微上扬 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 为什么会出现 命令这个词 书房的窗户颤抖着 苍鹿平静下来 在椅子上坐下 我想听听 黑暗神殿发生的 事情的详情 Zenon应该在宣誓后 发布报告 但这还不够吗 我担心 可能会有重复的报告 其实 黑暗神殿的誓言 对于赫伦来说 并不是很重要 维奥拉在那里 经历和看到的 你吃了什么 你遇到了谁 你有什么想法 我对你很好奇 从泽农口中听到的报告 和从女儿口中听到的故事 是不一样的 Haren 只是想听听 Viola要说什么 维奥拉浑然不觉 礼貌地发了一份报告 通过返回 我会完成报告的 正确的 苍鹿点点头 看了维奥拉片刻 维奥拉仍然很小 但比她七岁时大得多 你成长了很多 是的 一直在等待 报告反馈的维奥拉 感到很困惑 是不是突然长大了 你是在夸她在黑暗神殿干的好吗 要是 你是说我的身高吗 是啊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你比同龄人小很多 所以 你是冬天 你要离开我吗 嘿 谈话的流程很奇怪 很难遵循 渥奥拉很难适应 赫伦说话的风格 这是与小说中 赫伦交谈的一种 截然不同的方式 你认为我为什么要离开冬季城堡 你没有收到皇上的亲笔信吗 此外 我实质得到了求婚 只有一个迹象表明 你要离开了 渥奥拉当然拒绝了 但这不 也是她要离开家的标志吗 公爵的心再次沸腾起来 但她努力控制着 啊 渥奥拉现在明白她的意思了 看起来她认为 她会接受一名求探 而不是塞琳娜 从各方面来看 这个提议是不错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在塞琳娜的替身下 学习功夫 在帝国中央打响名堂 对于白色的Bella 2来说 这很快就会成为一项伟大的成就 如果我拒绝 你会怎么做 渥奥拉非常紧张 从公爵的角度来看 没有理由不赞成 但是 我问 如果我不允许 会发生什么 这是另一个测试吗 这不像贝拉托 是的 不像贝拉托 你将回应侦察兵 并前往帝国 这是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选择 感觉到赫伦锐利的目光 锋利到连一丝冰冷的预感都泄露了出来 渥奥拉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也是考试吗 等他这么想的时候 赫伦终于推倒了最后的新墙 鼓起了勇气 不要离开 满水荡漾的大坝倒塌了 你不是只有13岁吗 留在你父亲身边 渥奥拉很困惑 13岁 在这个世界上 绝不是小小年纪 法定成年年龄为17岁 但从14岁起 他们几乎被视为成年人 甚至结婚也是可能的 我不年轻了 赫伦一定也知道这一点 然而 渥奥拉并不讨厌被告知不要离开 要留在他身边 这比我父亲荒谬的承诺要好得多 他会睡100个晚上就回来 我不能动摇他 这将是一个考验 你会以一种新的方式震撼我 当你看到这样的东西时 你不能失去注意力 我咬着嘴唇 我慢慢地走着 站在仓路面前 仔细一看 仓路的手指明显在颤抖 这就是只在雷尔面前 才展现出如此摇曳身姿的仓路 仓路在中提琴面前 表现出未经过滤的情绪 你非常勇敢 我意识到 中提琴双手还住海伦的右手 你说 你需要一个家庭 回头看 这不是测试 作者的设置已经改变了 角色的个性和设置 发生了变化 这不仅仅是一个混乱的问题 这些人以自我为中心 生活和呼吸 仅仅因为 他没有像预测的那样移动 并不意味着他是错误的 那我就不走了 事实上 那是威奥拉一生都渴望的话语 不要离开 回来 回想起来 没有人像威奥拉那样 需要家庭 当我第一次见到Haren时 我很真诚地说 我一直认为 有一个家庭会很好 做一个真正的父亲 而不是口头上的父亲 这话也很诚恳 我会留在我真正的父亲所在的地方 仓路再次鼓起勇气 不过 你想走也可以 我一直都在这里 我不想 威奥拉的眼睛变红了 也许仓路很久以前就很真诚 没察觉到诚意 还是明知如此 还是转身离去 就连威奥拉也不清楚 自己的内心到底是什么 在人物设定的束缚下 在恐怖的千年公爵的绰号下 我想 他可能一直在努力无视公爵的心 仓路看着泪眼婆娑的威奥拉 一瞬间 泽农的报告浮现在脑海中 他天生具有用无数面具打动人心的能力 拉 海伦从脑海中抹去了这份报告 那份报告是错误的 济南虽然不起作用 但似乎知道威奥拉的心意 是不是面具都没关系 如果是威奥拉戴着口罩给自己治疗也没关系 如果现在上演的试假的中提琴 那会很痛 但这并不重要 因为我是真诚的 结果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 如果你看起来像真的就好了 海伦站起来抱着威奥拉 拍拍他 这对你来说是个好机会 你真的不想吗 我不想 没错 他无意成为帝国的斥候 也无意逃离自己喜欢的角色温暖的怀抱 威奥拉鼓起勇气擦干眼泪 是的 这是因为我很高兴被我最喜欢的角色拥抱 这就是我哭的原因 但他知道 事实并非如此 我也是 我有一个父亲 我有一个真正的父亲 不是口头上的父亲 不是护肌上的父亲 眼泪继续流 冬天的城堡里 开始吹起暖风 星号 Haren没有在测试中提琴 他真诚的对待威奥拉 而威奥拉也诚实的回应他的真诚 贺伦成了威奥拉亲生父亲 威奥拉成了贺伦亲生女儿 威奥拉说 我还是觉得 我得走了 收到了皇上的亲笔信 却拿一封与女儿的书信拒绝 不太好看 他决定亲自拜访皇室 并表明自己的意愿 以示拒绝 照顾好你自己 你有任何需要 都请告诉我 任何事物 任何事物 威奥拉眼中流露出恶作剧 如果我告诉你 一些你无法处理的事情 你打算怎么办 你放在脑袋里的一切都是 我能处理的 以我可怜的想象力 我不敢衡量我父亲的能力 我该如何解释呢 黑龙轻轻点头 发生了一场 东宝无人能想象的对话 海伦亲自来到领东城堡的南门 为威奥拉送行 对此曾有过诸多质疑和猜测 公爵亲自送我们离开 鸡 你甚至给了我一个拥抱吗 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绝对不会 这意味着什么 出色的 给鸡人人选多一点权利 不就是政治行为吗 因为威奥拉公主还年轻 我想 她可能会以这种方式 给你更多的力量 接班人争夺战 不是你直接插手的 这就是为什么她很奇怪 但奇怪的是 这并不是唯一的事情 公爵出来南门迎接威奥拉 这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可是那不是美迪亚公主吗 我想是的 对于寒冬城堡的人来说 这里充满了奇异的事物 公爵亲自出来迎接我们 让我们看她的容貌 这不是进一步承认了 威奥拉王妃的成功权吗 大概吧 威奥拉在领东城堡中的地位 远高于除美迪亚之外的 其他继承人候选人 随着威奥拉将乞丐们 从法师塔带到东城 大量东城所缺乏的技术人员 也被带了进来 东城居民的生活质量 也因此得到了提升 另外 美迪亚公主是第一位继承人 这是正确的 与威奥拉不同 美迪亚从未取得过 东宝居民能直接感受到的壮举 不过 既然她所做的一切都近乎奇迹 那就算是感受不到 也是只能感受得到的壮举 东继承宝的大部分居民 都坚信 美迪亚会成为下一任公爵 现在 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 公爵承认维奥拉公主 刻意表现出来 第一个继承人在那里 她认为 美迪亚不可能不知道居民们知道的事情 美迪亚想必也很清楚 这种情况是公爵有意赋予维奥拉权利的情况 那岂不是美迪亚公主 也会承认和支持维奥拉公主 我想 事情就是这样 于是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 再次寻找乞丐牌 曾是贫民窟之王 如今在温克城堡出名的擦鞋匠开塔轮 一天要接受数次采访 你说的对 美迪亚公主来找我 问了我很多问题 魔法塔发生了什么 维奥拉公主 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关怀 你是如何带领我们 进入新世界的 时事通讯的记者们 蜂拥而至 很难专心做正事 但凯塔轮并没有把这当回事 重要的不仅仅是主要工作 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 她也有一些话要让人们知道 因为她教会了 我们如何像人一样生活 她对美迪亚也这么说 维奥拉教乞丐们 如何像人一样生活 她为像我们这样微不足道 和愚蠢的人 承担了所有风险 并领导了我们 他们现在知道 维奥拉如何从法师塔中救出他们 甚至冒着与法师塔开战的危险 不管维奥拉的意图如何 她都把人道的生活作为礼物 送给了乞丐们 这是世人皆知的礼物 嗯 那就对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 但肯定是美迪亚公主 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和高贵的男人 一头飘逸的黑发 一双炽热的红眼睛 你问了很多 关于维奥拉公主的事 美迪亚从维奥拉的行动中 吸取了教训 在外部 她是这样解释的 通讯记者继续传播新的事实 赫伦公爵赋予维奥拉公主力量 父亲命令向最小的维奥拉学习 在这样的故事迅速流传 扩大 在生产的过程中 美迪亚这次的同伴 留下了不小的意涵 美迪亚陪伴维奥拉踏上旅程 这趟旅程 就是维奥拉寻找塞琳娜替身的旅程 也就是说 这次旅行的主角是维奥拉 配角是美迪亚 谣言逐渐呈现出具体的形式 Haren和Media都承认Vaiola 由于是美迪亚而不是其他人 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大的连锁反应 这是因为 美迪亚对继承人的争夺 比谁都激烈 在人们眼中 美迪亚是有志于成为公爵的继承人 一般情况下 你不会做授权其他继承人之类的事情吧 当然 他天生就是接班人 这样的美迪亚正在采取行动 来赋予维奥拉权力 甚至同时接受当配角的屈辱 那意味着什么很棒 贝拉图的养女 连美迪亚都承认 维奥拉 即将崛起的次世代寒冬领主 不管维奥拉的意图如何 维奥拉都是新兴的继任者候选人 年仅13岁 不过 维奥拉正在马车里移动 无法实时查看传送过来的通讯内容 事实上 在整个马车旅程中 维奥拉也是一头雾水 我神知不知道我姐姐为什么和我在一起 需要理由吗 我需要她 姐姐现在 要想成为接班人 得努力奔跑 这意味着 依奥刚因 公爵 无论如何 都是姐姐 身为第一继承人 是不是过得太悠闲了 为什么 你不高兴 我不是你的对手吗 维奥拉感觉到 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没有办法让你不高兴 不知道维奥拉在想什么 美迪亚继续说道 不用担心 如果你不够好 我不会放弃接班人的位置 如果我足够好呢 我不在乎 谁是一家之主 思考 凉爽的 维奥拉差点咳嗽起来 其实美迪亚也是这么想的 只是直到小说的后半部分 才将内心的想法说出来 我觉得 有资格带领贝拉托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人 应该是当家之主 你不把那个人当成你的妹妹吗 美迪亚是最适合一家之主的人 维奥拉非常肯定 不过 当事人的反应 却有些迟钝 出色的 不 好吧 不 我只有一个妹妹 有时候我在想 会不会有比我更好的人出现 一定很难出现 是的 一定很难 但我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正如美迪亚所说 维奥拉不得不认真思考 谁更出色 那是谁 当然不是我 我有意识地拒绝了一切 与此同时 美迪亚用可爱的目光 看着最小的那个 你确定你明白我说的够多了吗 美迪亚的超越自我的天才 当然是维奥拉 除了力量之外 维奥拉有很多我没有的东西 遇见乞丐之王凯塔伦后 我深信不疑 凯塔伦的眼中充满了希望 为那些失去希望的人 找到希望的力量 他的力量是高贵而崇高的 我已经做到了 以后我会做得更好 维奥拉梦想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 也许这是一个 比我想象和梦想的世界 更温暖 更美丽的世界 如果力量不足 按照目前的增长率 这似乎不太可能 不过 人身一体 武力与智谋同时具备 实属不易 因为我可以补充原力 君主不必样样精通 而是贤君选贤任能 发挥最佳效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提琴具有非常出色的品质 你把拥兵王放在驻军里了 维奥拉没有这么做 凯撒这样做 是为了赔偿损失 这是他自己决定的 这是最难的事情 发自内心的让自己去做 因为那不是他 维奥拉沉默了 美迪亚将这种沉默解读为谦逊 秀连的眼神也很可爱 这么小的年纪 就学会了谦虚的美德 是你招募了大量东宝需要的人手 那是为了确保大法师 Van Gass没有诞生 我已经唤醒了西克森先生 黑金和风暴剑柴大人 这让我想起了你 作为特使被派往风暴要塞时 所做的很多事情 我往旁边看了一眼 我可以看到 台渊静静地看着窗外 而你的狗 不再是狗了 美迪亚也能感受到台渊的生长 我说不清楚 因为我没有 直接用剑与台渊对峙过 但我能感觉到 台渊的力量 几乎与美迪亚本人相当 你是那样做的 对于老战士的圣地 他也很清楚 留在那里有多难 台渊之所以能够在那里生存 是因为中提琴的存在 而且我从未见过 技术如此高超的车夫 具有这种技能水平的人 正在担任车夫 这对大多数战士 来说都是一种侮辱 尽管如此 车夫还是乐于做他的工作 我问车夫 你知道车夫问他 为什么聘请他当车夫 他有这样的本事 他是怎么回答的 你说什么 因为弟子小而珍贵 这应该也是 威奥拉的拥兵术吧 美迪亚如此判断 几天后 威奥拉等人 抵达了君主帝国的首都吉尔坦 由于事先得到了许可 他们可以轻松进入京城 直奔皇宫而去 由于外部日成 天皇不在皇宫 威奥拉等人 搬到了皇宫的春天之关 春之关 是瑟琳娜大臣 主要做生意的地方 掌管帝国大小事务 好久不见 威奥拉公主 塞琳娜的办公室 并不那么豪华 跟公爵的书房 没什么区别 宴会上的塞琳娜 艳丽漂亮 办公室里的塞琳娜 却不是 她打扮得干干净净 一副素颜素颜的样子 迎接了提亲党 没过多久 塞琳娜率先进入了正题 你直接来找我是为了拒绝心探提议吗 我非常感谢 给我一个不应得的机会 然而不幸的是 我认为很难接受塞琳娜部长的提议 塞琳娜轻笑道 我是这么想的 她的笑容更浓了 威奥拉感到有些不安 可是这个呢 塞琳娜从办公桌抽屉里 拿出一样东西 塞琳娜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的 是一块翡翠色的小石头 她只有一个孩子的拳头大小 但表面却像一块光滑的大理石 那是誓言之石 那是蕴含帝王之力的誓约之石 三大公国家族的成员 都要在誓言石前 立下一生一次的誓言 虽名为誓约 但实质上是天子下令 诸侯奉承的结构 你要用誓言石指挥 我要去 我明白 誓言石是绝对的命令权 只能使用一次 如果它值得使用 你就应该使用它 陛下 备受以大权的帝王大臣 都爱惜它 大放异彩 塞琳娜轻笑道 她故意用非正式的表达方式 缓和气氛 气氛本身绝对是温暖的 然而 即使是这样的内容 也不温暖 不 威奥拉不想担任 帝国大臣手下的行政人员 再加上贝拉托的影子 总是从威奥拉的目光出发 对帝国的大小事了解不多 因为威奥拉在君主帝国并不活跃 她的主要活动区域 是冬天和下雪的地方 对于君主帝国中心地带的情况 她并不熟悉 呃 光想想就吓到我了 无形刀刃出没的皇宫 一个充斥着可怕的宫廷秘密 和阴谋的地方 这与威奥拉梦寐以求的幸福世界 相去甚远 我觉得这个宝物太大了 不适合 在我才十三岁的时候 用来侦查我 那小姐能不能接受我的提议 不使用这个 那 威奥拉大人 向来都是理性而理性的判断 一切都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 我的建议 也是小姐最好的选择 不是吗 这是 瑟琳奈的心探是家族的荣耀 如果她能在皇室斗争中幸存下来 她就可以享受世代富贵 我不能 天才云集 战斗的血腥战场 那个地方就是皇宫 在无法使用贝拉图之影知识的环境下 与天才斗之斗勇 威奥拉永远无法接受这个提议 我认为 这对白色贝拉图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 不过 在我成为白贝拉图之前 我是贝拉图姓氏的女儿 你是什么意思 很久很久以前 贝拉图就一直孤独地待在北端 正因如此 大陆的中央贵族们 常常将贝拉图 视为野蛮人 许多中央贵族 并不知道对怪物的恐惧 其实 遇到怪物的次数并不多 保护人类远离血域 是贝拉图的伟大使命 这是 这就是我不想离开寒冬城堡的原因 如果我们在这里做一些更大的事情 我们将能够拯救更多的人 而不仅仅是阻止怪物 但我不确定 这对贝拉图来说是否值得 塞琳娜的眼睛眯了起来 所以 你拒绝我的提议 最后 我说 我应该使用誓言石吗 我不认为明智的部长 会在这样的机会下 用尽宝贵的指挥权 这是宝贵的命令权 所以我要用它来侦查维奥拉大人 维奥拉大人 似乎低估了自己 塞琳娜看到的维奥拉 不仅仅是天才 她拥有比任何人都高的品质 所以 我想把它留在身边 首先 我把誓言石 放回了书桌的抽屉里 今天是第一天 所以收拾行李休息一下 过几天再见 卡尔顿被赋予了一项奇怪的任务 这一次 卡尔顿前往皇宫 如果有必要 那就是归还迎新勋章 但是 无法知道需要哪些具体案例 公爵说 如果你遇到塞琳娜 你就知道了 如果他坚持 就把迎新勋章还给他 于是 卡尔顿正式要求与塞琳娜会面 很荣幸见到著名管家卡尔顿爵士 我很荣幸 先生 两人喝着热腾腾的茉莉花茶 闲聊了几句 苍鹿公爵下达了什么命令 如果有必要 他让我把迎新勋章还给我 什么情况下需要 我不知道 这是一个奇怪的命令 是的 这是一种与仓路不同的命令 不过 塞琳娜一下子就看出了赫伦的意图 我想 我要用誓言石去侦查维奥拉女士 你是说誓言石 你打算用那个珍贵的东西 来做侦查之类的事情吗 我坚持了那个词 再好的中提琴 也过分了 真是难以置信 不过塞琳娜好像在胡说八道 中提琴的潜力是无限的 如果它生长在良好的土壤上 它就可以成为世界树 它定能成为帝国的一棵美丽的树 为帝国的子民遮风挡雨 你似乎对威奥拉公主很器重 它被尽可能保守的评估 如果它是皇室子弟 说不定会成为最伟大的皇帝 载入史册 听到这话 皇上陛下会不高兴的 陛下也承认了 是这样吗 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孩子 所以我尝试使用誓言石 赫伦公爵知道后 送了我一枚银星勋章 银星勋章 是皇帝直接授予的勋章中 等级最高的勋章 拥有银星勋章的人 在帝国任何地方 都可以享受到 不用向皇帝行礼的特权 拥有这银星勋章的人 享受着无数的好处 只有帝国的英雄才能获得 其中之一是否决命令的权利 将银星勋章归还 就可以无效化誓约石 啊 赛琳娜会用誓约石招募维奥拉 或者海伦归还银星勋章 阻止维奥拉被招募 在卡尔顿看来 他们两个都无法理解 那些登上顶峰的人 和我有不同的看法吗 卡尔顿老实说 有点震惊 赛琳娜和赫伦 才是站在这个世界顶端的人 他们的眼睛和视力匹配 我看不到的东西 你们两个都看到了 我要拉公主 还有更隐瞒的事情 我看不见 我无法将自己的技能或成就 与他们相提并论 但我为自己的世界观 没有那么狭隘 而感到自豪 我原以为我已经通过广阔的视野 很好地帮助了 Larum 但他似乎并非如此 我被取消了 担任一般管家的资格 变得绝望了 我也需要练习 我必须变得更有能力 看来我在现实中太自满了 与此同时 赫伦和赛琳娜站得更高了 他们都感觉自己被困在了原地 我也要长大 与你们两个有相同的看法 中提琴翅膀的轻微颤动 也开始影响到卡尔顿将军 泽农跪下请求原谅 比起茶 我们的公主更喜欢草莓酱 如果不失礼的话 我给你端上草莓汽水可以吗 伟大的 你也要喝一杯吗 与Selena的第二次会面 威奥拉喝的是草莓汽水 而不是茉莉花茶 Selena对Strawberry Arde也印象深刻 的确 你是草莓酱的大师 不客气 赛琳娜闭上眼睛 抿了一口草莓汽水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这个 我羡慕威奥拉夫人 每天都能喝到这么优质的草莓汽水 这是我第一次喝阿德 不过 泽农站在有能力的一边 还得恳求皇帝陛下赐我宗师之号 如何 你不想出名吗 你将拥有财富和名望 草莓阿德工匠 被皇上授予大师称号 你可以赚大钱 泽农笑着摇了摇头 因为 我只是一个人的管家 当你成为名人时 你会变得非常忙碌 很明显 会有很多联系人 来自这里和那里 然后 必须减少对中提琴的投入 很明显 草莓地中提琴的质量会下降 所以 泽农拒绝了塞琳娜的提议 塞琳娜也深有感触 维奥拉有一种本领 能让他周围的人 真正成为他自己的人 作为冬季城堡的下一代领主 他是成长最快的孩子 最重要的是 那种让周围的人 成为我自己的能力 是最可怕 和令人惊讶的能力 塔姆娜 我很喜欢 中提琴令人垂涎 这是我第一次拥有 如此令人垂涎的才能 老实说 我想用诗约石 招募维奥拉大人 这是第一次 有人这么烦我 谢谢 威奥拉虽然表面平静 但内心却很复杂 我苦思冥想 要怎样才能拒绝 塞琳娜的好意 而不至于感到陌生 可是 想要把她留在身边 似乎很难 威奥拉的眼睛 微微睁大 我不得不努力工作 来控制自己的表情 因为赫伦公爵送来的 那是一枚迎新勋章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苍鹿公爵 决定归还迎新勋章 我也承认 威奥拉大人的价值和潜力 但我并没有伤害 威奥拉大人 相反 这将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侦察员 为什么 你可以回答我吗 好吧 如果你问我 我不知道 那枚珍贵的迎新勋章 是你送给我的 你甚至会退货吗 但表面上 她平静地回应 我不知道 你会提出 退还迎新勋章的条件 我认为 这是我父亲的错误 一个失误 塞琳娜瞪大了眼睛 如果我对苍鹿公爵这么说 可以吗 我父亲是一个有逻辑的人 指出逻辑谬误就好了 就算是在塞琳娜部长看来 这种行为也不合逻辑吗 她没有 所以 我可以问我父亲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Selena给求探的offer 是对Violla有利的offer 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提议 但以消耗迎新勋章来拒绝 这实在是太过无理取闹了 就算你脑袋知道 又有多少人 能直接质问苍鹿公爵 塞琳娜轻笑道 我喜欢从一到十的一切 一个有行动信念的孩子 甚至在勿忘我宴会上 防止恐怖主义的时候 威奥拉也动了 威奥拉在从法师塔中 救出乞丐的手时 也有所行动 的确 她作为东宝的下一代统治者 值得关注 如果理由不够理性 威奥拉大人会怎么想 你可以判断对错 但接下来呢 威奥拉脑海中 闪过几个念头 我应该确定吗 本来 如果是原著中的 苍鹿公爵 那或许就是正确答案了 然而 小说中的苍鹿 却发生了变化 我会给她一个拥抱 是的 这是塞琳娜 从未想过的答案 你要抱抱我吗 如果我父亲 做了如此不合逻辑的事情 那就意味着 有不合逻辑的原因 威奥拉似乎隐约知道原因 因为这意味着 你父亲需要一个家庭 事实上 海伦并不想放过威奥拉 苍鹿的坦诚 不想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送到远方 卷入宫廷纷争 所以我想 我会很高兴 塞琳娜看着威奥拉 无法联系 我的视线一时间 无法从威奥拉身上一开 不知怎的 我的心被击碎了 我很高兴 这是我万万没想到 会从铁血公主 威奥拉口中说出的话 我没见过这孩子的另一面 塞琳娜是比较了解 威奥拉成长的人 她也更加了解 威奥拉拥有的力量有多大 甚至比威奥拉自己还要了解 威奥拉在塞琳娜眼中 是一个铁血公主般的坚强孩子 当我第一次见到赫伦公爵时 她要求我做一个真正的嫁人 看起来很真实 这个孩子需要一个家庭 海伦满足了这个愿望 这是更可怕的事情 仅凭你的能力和成就 很容易赢得人们的尊重和钦佩 塞琳娜是这么想的 塞琳娜自己也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 但很难赢得人心 英雄们聚集在威奥拉身边 这不仅仅是看到 罚埃奥拉的成长潜力和潜力 他们把心献给了威奥拉 塞琳娜苦笑一声 将试约时 收进了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 我想我将无法使用它 是夺回迎新勋章的好机会 我不想收回 原本苦涩了一阵的塞琳娜 再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想收买威奥拉夫人的心 信号信号信号 你放弃侦查了吗 将近一个小时 塞琳娜没有谈及侦查的事情 我刚刚问起威奥拉的是 威奥拉就好像再和朋友 或姐姐聊天一样 继续她的随意谈话 威奥拉大人 最近最关心的是什么 那是 威奥拉找塞琳娜 一方面是为了拒绝心探 但也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只是想感谢你邀请我 告诉我 我比你大 但我希望你把我当成一个 舒服的姐姐 如果你私下叫我姐姐 我想我会很高兴 你能做到吗 说到这里 塞琳娜就好像自己是主角似的 哈哈大笑起来 不过你姐姐是不是过分了 谢谢姐姐给我这样的荣幸 威奥拉拥有阿琳所有的记忆 塞琳娜看起来二十出头 三十出头的样子 而威奥拉活了将近三十年 包括阿琳的人生 正因如此 叫塞琳娜为姐姐并不太难受 嗯 塞琳娜笑得前所未有的温暖 你真的喜欢吗 塞琳娜在小说里有这样的设定吗 不在威奥拉的记忆中 没有角色称塞琳娜为姐姐 所以 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觉得 我为这个角色 找到了一个隐藏的场景 感觉还不错 感觉就像寻宝一样 果然是用身体写的同人小说 威奥拉心情也不错 两人之间的气氛 也很融洽 在温暖的气氛中 威奥拉张开了嘴 你知道在欧望我宴会上 策划恐怖主义的组织吗 我知道 毕恭毕敬的塞琳娜 开始安慰威奥拉 这也意味着塞琳娜 打开了她的心门 热风 这是一个在大陆秘密运作的组织 看样子 她精通魔法 想必跟帝国的高官也有关系 否则 不可能不被这样抓到 我讨厌疯子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手段太懦弱 太不人道了 他们说 强大的战士会施展技巧 来扭转他们对某人的爱 飞进希克森如此 风暴剑柴如此 剑魔爱杀亦如此 小说中虽然没有一一列举 但受害的人还是不少的 布兰迪亚公爵对小女儿的宠爱 你应该很熟悉吧 你知道 我很清楚 小女儿塞尔文夫人 对威奥拉很着迷 我听说 她对威奥拉很着迷 正确的 是的 暂时 威奥拉害羞地笑了笑 反正 她也被袭击了 黑暗神殿内部发生的事情的细节 被揭露了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我知道有一个黑魔法师叫德克夏尔 但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内幕 目前 德克西尔正在Billy 2接受审讯 我想告诉你一些结果 德克西尔属于黑魔法师团体死亡 那两个头骨 就是他们的印记 是的 我知道 有着这两个颅骨印记的人 活跃在整个大陆上 他们的团名 塞尼娜皱着眉头想了想 整个大陆至少有上百个数式组织 很难弄清楚所有这些 不过 塞尼娜没记错这个名字 我想 她说的是死亡 规模不大 也没有犯什么大罪 你知道吗 死神还在展览点活跃着 不过塞尼娜已经知道了死神的存在 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 在那里 威奥拉再次敏锐地感觉到了 这不适合我 现在 被塞尼娜照顾得很好 只是不知道 威奥拉的面具 什么时候才能摘下来 我必须在底线全部暴露之前离开这里 反正 得出结论 有一个角落 死神的技巧与狂潮 巧妙地重叠在一起 你是在指出 她针对的是布兰迪亚的小女儿 热潮中 强者以所爱之人为目标 就像 Hickson的女儿 Jettle的儿子 Elsa的女儿 爱的心越大 心里的洞就越大 他们巧妙地利用那个洞来摧毁人 希克森叔叔失去了他的女儿 变成了一个残废的人 如果发生类似的事情 布兰迪亚公爵会变成什么样子 死亡和疯狂之间存在联系 你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 这只是一个家 我实际上是把它当作小说来读的 死亡和疯狂是一体的 直到小说后半段 两人分道扬镳 但身份却在最后一章才被揭开 也会对帝国造成极大的伤害 他们利用爱人的人 威奥拉瞪了塞琳娜眼 塞琳娜可以读懂威奥拉的眼神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绝不 这是正确的 有一个人 对塞琳娜部长的爱 比对自己的生命 还要爱得要死 剑皇尼拉克 他爱 斯琳娜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是一个愿意为斯琳娜而活的男人 威奥拉见塞琳娜一脸严肃 喝下了全西草莓汽水 太好了 就是这个味道 狂热与死亡 本来就是无形的利剑 直到小说的后半段 他暗中修炼 积累实力 然后一下子爆发了 无形之剑很可怕 但一旦你开始看到他 他就不可怕了 威奥拉没有做任何宏伟的事情 我只是通过编织环境 使这个世界的绝对事物 对死亡和狂热感兴趣 这应该足够了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 如果你已经注意到了 事情就会大不相同 而且考虑到这可能 与剑皇尼拉齐有关 塞琳娜显然会暴风骤雨 本来 这种病应该早点发现 才能快点好起来 草莓eat非常好吃 感觉我离快乐的独立 又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 美迪亚也在独自寻找着某个地方 这是一家在光天化日之下 开始喝酒的商店 很多人聚在一起 聊天 喝啤酒 当美迪亚进来的时候 众人的目光都聚集了过来 哦 一群人吹口哨 就算是在帝国的首都 像美迪亚这样美丽的女人 也少之又少 男人和女人都无法将目光 从美迪亚身上一开 喂 小姐 你一个人吗 有的白白手假装认识 主动请他们喝酒 美迪亚轻声说道 十秒内把黑蝴蝶给我 声音很小 却准确地传入了所有人的耳中 魔力控制精细精准 但这里的人却认不出等级 他们中的一些人靠近美迪亚 讲着下流的笑话 三个大汉围住了美迪亚 要不要从白天开始热火朝天地玩 你的兄弟们可以让你快乐 一个喝醉的人学着狼的样子 狡黠地看着美迪亚 美迪亚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三人的目光似乎有些激动 把手放在美迪亚的肩膀上 穿漂亮的女孩 不害怕就好了 走吧 去我们房间吧 你会玩得很开心的 美迪亚张了张嘴 十秒过去了 男人跪倒在地 浑身发抖 我的头发变白了 求求你了 救救我吧 这是可怕的 可怕的 女人 不愧是这个空间的神 神之手指所指之处 一股血泉无不生腾而起 所有与她目光对视的人 当场尿倒在地 你就过一个求救的人吗 美迪亚对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宽恕 他们的身上已经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 他们无疑不杀人 有的胆子大的 甚至用恶 你有没有这么骄傲 你这辈子没出轨过吧 你有什么资格惩罚我们 此话一出 两人的脑袋都垂了下来 充满恐惧的响尾蛇 是他们的意志 美迪亚并没有试图用逻辑 去说服或解释他们 我从没说过 我会惩罚你的不忠 那个捉弄美迪亚 哥哥们说好就请的男人 贴着墙壁颤抖着问道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你打破了 我给你的时间 那 那是什么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他想喊 却喊不出来 那个女人 是以压倒性的力量 统治着这里的人 他不敢反抗神灵 啊 如果你让我活下去 我什么都愿意做 美迪亚没有放过他 他砍倒了在这里生活 和呼吸的每个人 不到三分钟 一场可怕的悲剧过后 美迪亚缓步走来 在桌边坐下 你要看多久 盖亚 美迪亚坐在椅子的另一边 原本没有人的地方 开始出现了一个人 好久不见了 美迪亚公主 你设法找出来了 你可以伪造脸 但你无法伪造气势 毕竟 他是夜猫族的首领 世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寥寥无几 他们之中不认的宫女公主 也说不通 沉默落在两人之间 我教过你召唤我的方法 但是 我从没想过 你会真的这么做 我不是真的叫你去做吗 不过 这里就在帝都著名的娱乐区 中央大街正中央 它位于君主帝国首都的中央 一个严禁杀戮 不容有越界的地方 而且 中央大街也是实时巡逻的守卫 或者骑士的地方 美迪亚在这里做到了这一点 外面肯定有骑士在巡逻 不过 我好像没发现什么 你好像比我在上古武者圣地 见到你十强多了 盖亚与美迪亚相遇的地方 就是古武圣地 盖亚的目标是 创建大陆最好的情报组织 于是 他去拜访了那座笼罩着面纱的古老战士的圣地 当时他没有消息来源 只能自己报 当时 盖亚即将死去 是美迪亚在那里救了盖亚一命 两人的关系由此开始 当年的公主 也是欣喜若狂 如今的她更美了 盖亚最终成为了大陆最优秀的情报组织 夜猫的首领 而美迪亚所到访的这个地方 正是夜猫的主要据点之一 盖亚环顾四周 这真是一份整洁的工作 没有一个错误 美迪亚每一动一次 都会失去一条或多条生命 他们死了也很便宜 所以 你不必感到内疚 他用手指着那具无头尸体 他昨晚杀了一个孩子 说到这里 盖亚看了一眼自己的眼睛 笑了笑 似乎不需要再解释了 你似乎一开始就没有罪恶感 要不要来杯啤酒 我想在更私密的地方 得到更深入的对待 当然 他们的谈话似乎很平静 这是一场与这个残酷场面 不相称的谈话 我保持这个地方整洁 欢迎 夜猫 盖亚 然后美迪亚坐着的椅子 开始自己动了 它像电梯一样移动 是就魔法文明的产物 两人前往地底 另一个地底世界正在展开 它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我实质没有被抓住 塞琳纳部长 你这是故意对一半视而不见 是吗 是的 我们也是它需要的一群人 一个必要的邪恶 很多人来来往往 戴着猫面具的人们忙着自己的事情 似乎并不关心盖亚和美迪亚 这是我的办公室 它很短 一张旧书桌和一个放着许多数的书架 香熏蜡烛 香气宜人 那是一间狭小的房间 只有一块蓬松的红地毯 一只黑色皮毛的猫正在打着瞌睡的哈欠 美迪亚和盖亚面对面坐着 一只竖着尾巴的黑猫在它们中间闲逛 你很好奇 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盖亚的眸光深深地沉了下去 它的目光没有离开美迪亚 任何从美迪亚口中说出的故事 都将是重要的情报 重要的情报是价值无穷的资产 而这张猫来人往的桌子 将成为帝国最昂贵的桌子 我来这里的原因是 听完美迪亚的话 盖亚歪了歪头 秘密社会的热潮 死亡 一群黑魔法师 我知道她的存在本身 但这不是美迪亚公主会 非常感兴趣的规模吗 我哥有兴趣 如果是弟弟的话 美迪亚有很多弟弟妹妹 然而 美迪亚在意的妹妹只有一个 你是说铁穴威奥拉公主吧 是的 她正在研究疯狂和死亡 为什么 出色地 就连美迪亚也想不通 到底是什么原因 原因可能并不重要 对于威奥拉来说 美迪亚是一个温暖的人 但美迪亚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 重要的是 你是阻碍我兄弟前进的力量 你打算怎么办 我需要清除障碍物 公主 为什么 我是你妹妹 盖亚心中大吃一惊 看来美迪亚公主 是真的要支持威奥拉公主了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请求 很明显 美迪亚试图赋予威奥拉权利 也就是说 美迪亚公主完全认可威奥拉公主 一个才13岁的孩子 美迪亚公主 是一个比任何人都更想成为一家之主的人 这样的人 干脆放弃 选择了中提琴 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一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 感觉收获颇丰 盖亚边说边在文件上签了字 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 如果我与威奥拉公主为敌 美迪亚公主会不会也为敌呢 美迪亚轻轻点头 她不会以单纯的敌人而告终 如果我们的夜猫 伤害了威奥拉公主怎么办 刹那间 盖亚的身体猛地一颤 只是片刻的时间 却有一股刺痛的感觉 刺痛了整个毛孔 盖亚并不是唯一感受到她的人 无数在夜猫工作 根本没注意 组长和美迪亚出现的人 齐齐退了锁 即使在这期间 那只在桌子上走来走去打哈欠的猫 并没有受到杀戮的特别影响 因为美迪亚连这一点都精确调整过了 我想我的诚意 已经通过这充分表达出来了 美迪亚显然救过盖亚 并且与盖亚有私交 但是 公共和私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我之所以没有让你失望 是因为我认为这对我和威奥拉都有帮助 我必须努力工作 签字后 盖亚将文件交给了美迪亚 我的夜猫不会把美迪亚公主和威奥拉公主当敌人 从那天起 盖亚开始追寻狂热和死亡 威奥拉不知道的是 其他事情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哦 但你知道这个事实吗 哪个 风暴小王子杰瑞米来了 他时时收到信息 连美迪亚都不知道 这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说 他们遇到了半件台员 两人前往体育馆 鄙视对方的球技 结果 对于台员来说 这一定是压倒性的胜利 这是正确的 台员赢了 与此同时 台员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 你在老武者圣地坚持了十年 盖亚张大了嘴巴 他也知道 古代战士的圣地 但是十年 这是一个连仓路和美迪亚 也只能活五年的地方 最新消息又来了 据说杰里米王子非常震惊 被台员打败的杰瑞米 大为震惊 因为我在台员面前 什么也做不了 我向台员询问秘诀 台员回答说 他们在老战士的圣地 坚守了十年 他们说 枪支开始在杰里米王子的眼中流转 而且他还答应 去往上古武者的圣地 承诺 我会努力坚持至少十年 他们说 他说 他要表现出那么大的诚意 才能成为威奥拉的好朋友 但我能再告诉你一个有趣的事实吗 事实上 盖亚是夜猫族的首领 布兰蒂亚的小女儿 塞尔文夫人也前往那里 动机是变得像维奥拉的姐姐一样 多亏了这个 布兰迪亚公爵 现在闹得沸沸扬扬 盖亚咧嘴一笑 风暴要塞和布兰迪亚的子嗣 为了维奥拉前往了古老的战士圣地 我觉得 整个世界都围绕着维奥拉公主转 是我的错觉吗 信号信号信号 与此同时 维奥拉乘坐着一辆马车 是在和塞琳娜会面后 回住处的马车上 我的身体整天都在颤抖 怎么这么冷 看来你和塞琳娜部长的谈话 已经耗尽了精力 我们会给你盖毯子 泽农站起来 将一条小毯子 盖在维奥拉的身上 抵达旅馆后 维奥拉在杰农的陪同下 进入了房间 嗯 我能闻到房间里的血腥味 我面前的桌子上 放着什么东西 整个人都充满了能量 为什么蝴蝶 那是一只染血的蝴蝶 Nobby是猫妈妈希克森 Cat Mom Hickson 非常疼爱地养大的一只猫 我的心砰砰直跳 我害怕面对蝴蝶 威奥拉咬了咬嘴唇 走到桌边 那里留下了一张字条 你很快就会变成这样的 我们漂亮的女儿 谁送的一目了然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我把纸条扔在地上 抱住了蝴蝶 奎尔顿家族特有的阴影 缠绕着蝴蝶 现在他们几乎没有呼吸 不要死 蝴蝶有什么问题 纳比刚和希克森叔叔亲近起来 时不时和我互动 蝴蝶是无辜的 伊莎贝拉连时间 都计算得一丝不苟 当维奥拉检查纸条时 蝴蝶就会死去 现在 她几乎没有呼吸 泽农 随着中提琴的高声歌唱 泽农打开门走了进来 是 公主 泽农看着维奥拉怀里的蝴蝶 泽农看到的时候 蝴蝶已经死了 或者 是一种死了会更好的状态 中提琴的声音传来 如何 坐吧 一瞬间 泽农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碰 感觉好像有什么沉重的东西 落在我的胸口 只见铁血公主 维奥拉的眼眶里 涌出了泪水 泽农眼底冷冷一沉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泽农很快就掌握了情况 她知道这是伊莎贝拉干的 而维奥拉正为此悲痛不已 你现在是我的敌人 通过今天的工作 我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 看到维奥拉哀悼 真令人心碎 这不仅仅是与继人候选人 打交道的心态 最终泽农完全承认了 因为我喜欢公主 所以她希望维奥拉不要难过 对伊莎贝拉让维奥拉难过感到生气 我生气 我以为我忘记了我的感受 学院里的朋友称 泽农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怪物 但事实并非如此 泽农也有感觉 我现在很难过 公主 不要难过 泽农提高了法力 拉斯本冰剑仪式第七章 这只蝴蝶 是用速冻的把戏冷冻起来的 这是临时措施 但不会立即死亡 管家 无论如何 我都会执行您的命令 信号信号 是维森带来了那个装着蝴蝶的小盒子 和一张纸条 等了维奥拉之后 维森百无聊赖的在外面 看了看就回来了 呃 终提琴 维森灿烂的笑了 嗯 但我注意到 事情看起来并不那么光明 他用手指指着蝴蝶 那是蝴蝶吗 蝴蝶被困在坚硬透明的冰中 看了看 不太好看 是你哥带来的吗 嗯 维森本能地拒绝回答 事实上 维森根本不在乎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很高兴 能在维奥拉所在的首都打球 而他的母亲伊莎贝拉 则一再叮嘱 他不要打开盒子 甚至不要理会他 于是 维森把包厢交给了管家 彻底忘记了这件事 那是 不过 我不能说谎 这是正确的 我带来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 我没有错 Bitchan 尴尬地摆摆手 后退了几步 从中提琴感受到的气势非凡 艾克 这将是一件大事 维森几乎没有意识到 就拔出了他的剑 维奥拉的生活 就是这样紧张 维森后背冒出冷汗 喂 你要跟我打架吗 你想杀维森吗 听到这句话 维奥拉才回过神来 毕竟 这不是维森的错 我只是以一种过于聪明的方式 为我母亲跑腿 是的 这不是维森的错 我调整呼吸 急动完成后 寻找优秀的神官是当务之急 不 对不起 想想看 这不是你的错 不要讨厌我 嗯 听到突如其来的话 维奥拉怀疑自己的耳朵 维森的身体 微微颤抖着 考虑此事 维森的反应很奇怪 维奥拉不由自主地呼吸了生命 被钱差点拔出剑来回应死刑 如果是原作中的维森 希希 我们是在生死决斗吗 令人兴奋 那个维森在害怕什么 希望你不要讨厌我 维森很害怕 我怕维奥拉会恨我 维奥拉的模样有些陌生 但又有些熟悉 就像我爸爸 成了我爸爸一样 维森也一样 小说中 光鲜亮丽的杀人机器维森 如今变成了喜欢 维奥拉本人的一家人 我不讨厌你 嗯 我听说了关于维森的一切 但我想再确认一次 我不讨厌你 我感到非常惊讶和沮丧 以至于我把怒火 发泄在了我哥哥身上 我很高兴是这样 哈哈 维森这才松了口气 虽然行为与原来大相径庭 但维森自己并不觉得奇怪 作为记者监观察员的泽农 也不觉得奇怪 不过 泽农注意到一件事 孔子先生 我笑得并不开心 维森在笑 但那笑容中 隐隐透出一丝杀鸡 不是为维奥拉活 而是为伊莎贝拉活 表面上 他笑着问 只在里面问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公爵夫人 我很好奇 伊莎贝拉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为什么让维奥拉如此伤心 我不会只是克服她 她不再是一个母亲 对她来说 伊莎贝拉不是母亲 而是公爵夫人 我决定尽快回冬日城堡 让伊莎贝拉负起责任 哦 对了 我有重要任务 所以我先出去了 她大声挥了挥手 如果我受伤了 我必须涂谋药 威奥拉是唯一给我涂药高的人 我把这话咽了回去 直奔东城而去 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 伊莎贝拉说 你必须杀死并吃掉母亲 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 她的脚下 躺着第二代加西亚王子 加西亚摇了摇头 伊莎贝拉的眼眸是黑色的 身上散发着不祥的阴暗气息 你接触过黑魔法吗 二孔子并没有明显退缩 他从小就对伊莎贝拉的这种行为 习以为常 不过 今天似乎有点越界了 我不会杀我妈妈的 我用力推开伊莎贝拉的脚 把自己拉了起来 我没有像年轻时那样感到无助 他轻蔑地看了伊莎贝拉一眼 然后转身离开 我的母亲不值得掠夺 请冷静下来 如果你父亲看到了会怎么想 他正要出去 但我做不到 哎 这是什么 一道影子刺穿了他的胸口 奎尔顿家族的阴影 充斥着死亡的能量 穿透了他的心 哦 你 二孔子加西亚当场死亡 没想到伊莎贝拉会在领东城堡内 做出这种事情 而且非常大意 我只是觉得 今天的工作很正常 鲜血从伊莎贝拉的手上滴落下来 与影子交织在一起 我不需要吃不下妈妈的狮子 他瞪着加西亚 泪水从伊莎贝拉的眼中流了下来 我心痛 哈哈 放声大笑 我的心好痛 到了想把他们都杀了的地步 他看着儿子的尸体 等待着一个人 时间很快就到了 另一个儿子 维森要来了 也许他会生气地回来 伊莎贝拉 伊莎贝拉 一丝不苟地计算着他的时间 时间太短了 寒冬古堡的长老等人 察觉不到这种变化 但足够让碧城回来了 事实上 维森已经穿过了寒冬城堡的南门 很快就来找伊莎贝拉了 伊莎贝拉笑着说 我一直在等你 我的儿子 发现伊莎贝拉后 维森犹豫了 刚才闻到的血腥味 不是骗人的 你为什么要杀你弟弟 我不配成为一头狮子 这里是东宫里面 妈妈忘记了 什么 维森咬着嘴唇 我必须杀了我的母亲 违法之罪 你必须杀死并吃掉母亲 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 与维奥拉不知道的地方 贝拉图的影子相同的故事 继续进行 我必须杀了我的母亲 违法之罪 你必须杀死并吃掉母亲 才能成为真正的君主 伊莎贝拉张开双臂 来 是我 伊莎贝拉期待又期待 他的身体充满了法力 当你杀死一个血清 并喝下他的血时 黑魔法的真正价值 就体现出来了 我喝了血肉之血 增强了我的能量 现在 如果你把所有这些能量 都交给维森 一切就都完成了 维森一定能够 成为一个真正的君主 吃掉他的兄弟和母亲 维森不得不 我的孩子 我的血脉之子 必须统治贝拉图 他充满了想法 如果你杀了我 你就可以成为统治者 维森 维森没有任何意义 它是由一个 不是我孩子的人统治的 我每天都想妈妈 我也想念我的儿子 我觉得 有妈妈在身边会很好 维森爱他的母亲 伊莎贝拉 维森流下了眼泪 所以我不能原谅你 我擦干眼泪 没有更多的眼泪 我不会问维奥拉 他为什么那样做 其实 我来的时候一直在想 想来想去 为什么他妈妈 要对维奥拉 做这种幼稚的事情 我很生气 我该怎么问 但是 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会让你的愿望成真 我会失去我的母亲 但这并不可怕 我不难过 就算受了重伤 也有人给你抹药膏 他拔剑向伊莎贝拉冲去 维奥拉在 在泽农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家酒吧 据说是帝国某知名情报机构的分支机构 泽农还表示 他不知道确切的名字 我们必须拯救蝴蝶 就算花很多钱 也没关系 我想拯救蝴蝶 如果我就这样回去 我连看西克森脸色的信心都没有 这里没有人吗 没有一个人 然而 威奥拉敏感的感官捕捉到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奇怪的是 闻起来像死亡 美迪亚就是在这里遇见了盖亚 我想不通 但我能闻到死亡的味道 随后 一道声音响起 这是真实的 一位意想不到的贵族来访了 刚才和美迪亚对话的女人 情报组夜猫的组长盖亚现身 令我惊讶的是 她说话时 好像什么都知道 你在寻找拯救蝴蝶的方法吗 有办法吗 有 但是 但是 盖亚看了过去 不知道公主能不能付得起这个代价 盖亚意味深长地笑了 威奥拉问道 你要钱还是信息 你理解得很快 购买信息 有两种方式 金钱货信息 告诉你一件事 蝴蝶现在情况危急 我知道 已经过了能够使用魔法的境界 需要神官的帮助 但这里出现了一个难题 威奥拉微微皱眉 就算再冷 也不是万能的 威奥拉截住了这句话 要治疗受了这么重 伤的蝴蝶 需要神力极高的上位神官 不过 那种程度的神官 是没有足够的胜利来治愈人的 而且 就算有钱 也不行 每次充满神力 他们都会用尽所有的神力 去拯救危险的人 用他们的力量救猫 对于一些人来说 这是不可接受的行为 如果你有救猫会消耗的神力 你就必须用它来救人 帝国无数人都这么认为 而实际的神殿政策也是如此 不过你不是想说 既能低肋的祭司 拿钱就能动 救不了现在的蝴蝶吗 嗯 盖亚点点头 的确 值得美迪亚公主的赏识 值得瑟琳娜的大臣如此垂涎 正是在这一点上 她开始怀疑 威奥拉是否真的十三岁了 你也很聪明 我来找你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我怎么会知道怎么办 连那个聪明的白贝拉图 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应该知道 威奥拉的话 自然变成了文字 盖亚的眉毛抽动了一下 但听起来还不错 听起来很危险 我看错了吗 皇宫的无名骑士团 是怎样练成的 信息必须与信息作战 这就是对付盖亚的方式 起初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夜猫子 我一开始就感觉到了死亡的味道 夜猫 终始终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因为召唤夜猫族的首领盖亚 需要大量的血液 一家位于中央大街中间的酒吧 夜猫的帝都分店 就在中央大街的正中央 一只黑猫在桌子周围游荡 夜猫的吉祥物 实际上是一只黑色皮毛的猫 它叫尼露 尼露也是夜猫族首领盖亚的宠物猫 盖亚面色不变 卸下了伪装 什么是无名骑士 无名骑士存在于皇宫之中 一群没有名字或存在的幽灵 我答读你不知道 你相信那些谣言吗 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你没有被愚弄 盖亚笑了 依据是什么 因为你叫盖亚 盖亚的脸色这才变了 盖亚从未透露过他的名字 因为他是夜猫族的团长 是无名骑士团的母亲 塞琳娜之所以容忍夜猫 是因为盖亚是无名骑士团的母亲 无名骑士团是帝国内部 也严密管理的绝密组织 无名骑士的成员 从大陆各地招募而来 其中大部分都是天赋一柄的锅 是盖亚招揽了他们 暗中将他们提升到了一定的层次 这大概就是塞琳娜的替身 对夜猫视而不见的原因吧 盖亚一时语色 我以为这永远不会发生 我是不是被维奥拉公主的脸缠住了 你到底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 中提琴的厉害谁都知道 可是皇宫里却很少有人知道 连美迪亚公主和赫伦公爵都不知道 维奥拉公主 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维奥拉掩饰着急切的心情 微微一笑 找出答案不是你的职责吗 盖亚又被维奥拉的脸追上了 维奥拉付出了所有的代价 将她知道的信息说了出来 她还种下了新的功课 事情正如维奥拉所预料的那样进行着 我脑子里一定很复杂 盖亚是个聪明的角色 不得不多考虑多想 你甚至不会想到 附身之类的东西 当然你脑子里会很复杂 反正答案也不会出来 你只好接受我的提议 她耸耸间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不知道一个13岁的女孩会这样影响我 你给我一个新的挑战 我会让你了解我 所以满足我的需求 维奥拉看着盖亚 盖亚感觉那双眼睛无限的嚣张 却又不觉得难受 当然 她是一个天生具有君主命运的孩子 这不是要扮演统治者 维奥拉天生就是统治者 盖亚做出了那个决定 好的 把蝴蝶留给我 三天之内 你应该能恢复一些体力 谢谢 没什么 盖亚小心翼翼地收下了蝴蝶 事实上 她从一开始就打算班中提琴 什么样的狗娘养的会生出这样的孩子 养猫的盖亚也想救蝴蝶 哦 我的身体受了很多伤 接受蝴蝶后 她立即显而易见 这是奎尔顿家族的力量 这是一只非常复杂和敏感的力量 奎尔顿家族的组长 奎尔尔和温特 凯索的女主人 伊萨贝拉 是可以对付的奇怪力量 这不是类型体 类型体无法做到这一点 毕竟 那是伊莎贝拉 为什么是伊莎贝拉夫人 而且 她并没有隐藏自己的痕迹 表现得如此显眼 有东西 盖亚有一种预感 简单的将其视为伊莎贝拉的恶作剧 有些奇怪 这只蝴蝶 不是希克森勋爵的宠物猫吗 这是正确的 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甚至与希克森勋爵为敌 大概吧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这与伊莎贝拉公爵夫人不相称 太极端了 我不是那种 仅仅因为希克森爵士 不喜欢威奥拉公主 就与她为敌的人 再说了 你最近不是一直想利用威奥拉公主 作为奎尔顿家族的势力吗 在这遥远的帝都 盖亚看透了很多东西 果然是夜猫族的首领 他已经知道 奎尔尔 クilton 想要发埃威奥拉 做他的儿媳妇 我感到非常反胃 威奥拉想了想 却没有回答 你要做什么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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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宿舍 威奥拉难掩复杂的心情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救蝴蝶 结果还是不错的 这是威奥拉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如果你是拥有那种技能的牧师 肯定有很多人在等 错过治疗蝴蝶的人 可能会死 不是像现代社会那样 人人都可以去医院的世界 牧师很手 病人很多 我也喜欢他 无名歧视为何存在 他们大多是才华横溢的锅 他们受到非人格化对待 被当作皇室的秘密武器饲养 他的人类情感几乎被阉割 成为执行皇室命令的机器 很多人都在挨饿和生病 不能和现代社会相比 这里有着灿烂的魔法文明 却只有少数人乐于生活在那个文明之中 这是一个有地位的世界 有贵族和非贵族之分 即使是现在 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充满怪物的危险地方 像我这样 天生就有实力和家庭的人 梦想稍微独立一点可以吗 威奥拉天生多才多艺 我对这个世界有很多了解 我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一个人吃得好 住得好吗 随着身边的人变了 有些东西变得乱七八糟 然而 这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世界 一个温暖的家庭呼吸的世界 是对的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台员坐在桌边 台员默默地听着威奥拉的话 吐出一个字 重要的是 现在台员不再称呼中提琴大师或公主 因为那不是威奥拉真正想要的头衔 一定是威奥拉有她自己的生活方式 台员带着坚定的信念和信任 看着威奥拉 台员也知道 为什么威奥拉如此不安 一个因为我而被剥夺秩序的人 岂不是白受了伤害 你想的一定很暖心 没有什么是对的 你可以过中提琴的生活 我会在你身边 和以前一样 我会在你身边 这些话对我来说就像魔法一样 威奥拉沉默着 喝着温热的可可 不知道美迪亚为什么突然出现 但这还没有结束 美迪亚的身后 站着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为什么是盖亚 气氛有些不寻常 美迪亚坐在威奥拉的床上 而盖亚站在她的面前 低着头 就像是一个心虚的人 一时间 房间里鸭雀无声 我会做草莓酱 盖亚像听到了什么一样 闭上了嘴 我姐姐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迫害盖亚 威奥拉问道 盖亚为什么要这么做 出色的 美迪亚的目光转向了盖亚 盖亚身体一颤 不像是夜猫的脑袋 夜猫组长盖亚 在美迪亚面前 只是一个寒酸的人 一道白风 威奥拉 说实话 我一直对我姐姐诚实 听到这句话 美迪亚的脸上 浮现出淡淡的笑容 这是一个非常微弱的微笑 但威奥拉没有错过 我不是很生气 我是故意装生气 制造沉重的气氛 那么为什么 所以 综上所述 你知道我在找夜猫 怕盖亚 对我提出奇怪的建议或要求 所以才制造了恐惧的气氛 嗯 盖亚和你也是 平时不是很彻底吗 所以 如果有一丝尴尬 我就是这审问他 不要让维奥拉和盖亚作弊 他二话不说 就来到了两人面前 制造了一种恐惧的气氛 你是指埃尔巴托的灵感吗 你知道 这是正确的 埃尔巴托是过去有名的神官 被称为光之神官 他厌倦了祭司的工作 突然退休 隐瞒身份 退休后 也没有人带他 因为你听我的 你的意思是 我向我姐姐提出了要求 盖亚退缩了 不仅仅是我懒惰 我是在寻求帮助 首先 我试图通过美迪亚公主 联系埃尔巴托来治愈蝴蝶 我以为美迪亚公主 当然会答应这个要求 期间 我还不知道 自己是被半路绑架过来的 吞下了这个词 维奥拉松了一口气 感谢上帝 我能够摆脱 我可能会偷别人订单的焦虑 如果是埃尔巴托先生 他一定能救出这只蝴蝶 顺便说一下 公主们 盖亚抬起头 先前还吓得发抖的神色 被甩了出去 我愿意赌上自己的风险 你介意吗 星号星号星号 盖亚做了很多冒险的赌注 这也是他们 明明不是什么出色的无人岛 却要寻找老荒圣地的原因 明明是鲁莽的做法 但为了得到此地的情报 他还是接受了挑战 没有风险 就没有回报 他总是冒很大的风险 作为一个平民 他总是要赌一把 才能成功 于是 夜猫诞生 他得以成为无名骑士团的母亲 他闻起来臭臭的 他是赢家 决定今天就赌一把 他决定下注的目标 正是那把中提琴 我打算向威奥拉公主 提供危险的情报 消息刚刚发出 帝国内应该没有人知道吧 美迪亚笑了笑 完全失去了气势 盖亚的行为意味着一件事 我选择了中提琴 而不是我自己 美迪亚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 既然盖亚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美迪亚决定退一步 与此同时 泽农泡了三杯草莓汽水端来 盖亚看了他片刻 犹豫了一下 美迪亚就算不知道 也是因为泽农和台卓拉 被抓到这里了 你还好吗 这些是我的人 听到这句话 泽农放下草莓阿德的手 微微颤抖 让台卓拉的心开始狂跳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他们没有说出来 但他们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 Tundra 你印象深刻吗 你也 我也是 盖亚看着这间屋子里 诡异的气氛 黯然一笑 她的头脑非常敏捷 第一眼就认出了 Zenang和台原的情况 维奥拉公主完全统治着他们 武力统治很容易 然而 这样的心很难得人心 维奥拉的话 让剑魔和她的剑有心中一动 寒冬城堡内发生了命案 虽然未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公爵府内的命案 西克森先生是不是因为蝴蝶发疯了 不 不过 我不是那种反复无常的人 我想维奥拉公主比任何人都清楚我为什么告诉你 这是危险的信息 知道 这就等于承认 你的线人也潜入了公爵府 这是正确的 这是危险的信息传输 如果弄清楚 自己获得情报的时间和周围人的动向 应该就能查出夜猫的奸细是谁 所以这对夜猫来说是一次大冒险 据判断 传递信息所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损失 你知道凶手是谁吗 最后 狮子吃了妈妈 九十三维奥拉一时间无法从震惊中恢复过来 我明白 为什么伊莎贝拉采取了如此极端的行动 这是我编造的一个转折点 这是因为维奥拉本人 维森王子爱她的母亲伊莎贝拉夫人 最终 她失去了所爱的人 喝了自己血肉之血 力量得到增幅的谢兰 停下了马车 哇 远在前面 一座小镇被大火吞没 很多人死了 夏兰直视前方 没有放慢速度 太可怕了 一个带着恐怖恐怖气息的人 正在靠近 失去恐惧的车夫雪兰问道 你到底是不是孔子为臣 那些被巴哈卡伦影响的人 眼眶都黑了 眼泪都流出来了 眼睛变黑 血从她的眼睛里流出来 人们称之为污染 维森被污染了 被污染的人类失去了自我意识 最终变成了嗜血狂魔 维奥拉 你的血会香吗 维奥拉咬着嘴唇 巴哈卡伦的影响力开始增强 巴哈卡伦被封印在光 无法超越次元的地方 封印仍然有效 他是终结这个世界的皇帝 寒冬剑士哈吉 是贝拉图的第一任组长 熔岩巨人布里克塔 是布兰迪亚家族的第一任组长 巴哈卡伦的强大力量被封印 被困在次元裂缝的某处 即便是四大英雄也不完整 唯一的幸存者是白龙派拉 白龙派拉 呸了为失去朋友而悲痛 留在了人间 后来 他嫁给了一个人类 繁衍后代 那个家族就是玛丽 安托万公爵 据说 君主帝国的皇帝 和创造第三代公爵的人 联手封印了巴哈卡伦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 Fever和Death成功吸取了 巴哈克伦的部分力量 并使世界陷入混乱 在小说中 维奥拉战胜了发烧和死亡 并最终控制了贝拉图 那是小说中 维奥拉解决的家庭作业 那个作业 现在出现在了中提琴的面前 美迪亚拿出巨剑 向前走去 维森 你没有道理 美迪亚瞪了维森一眼 我知道维森不正常 我心痛 我今天可能不得不砍掉我的兄弟 美迪亚硬着心肠 从学见开始 我就下定决心 绝不砍我家的人 希望美迪亚姐姐不要干涉 但今天我们可能会打破这个约定 收割你的生命 姐姐 一直嘻嘻哈哈的维森 发出一声惨叫 我告诉过你 不要打扰 瞬间 一道冲击波炸开 马匹惊恐的尖叫 谢兰努力让他们平静下来 哪里也看不到维森的身影 你在哪里 接着是铁鱼铁碰撞的声音 那是刀剑相击的声音 我看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 两人身上的剑光一闪 紧接着是一道冲击波 一道水墓 威奥拉召唤出蓬蓬 打开了水墓 以防万一 盖亚也受到了保护 蓬蓬大喝一声 将威奥拉和盖亚的身体 都覆盖了起来 蓬哈很棒 是水墓保护了反派海地到最后 威奥拉决定相信 蓬蓬的力量 对盖亚说道 是巴哈卡伦 是巴哈卡伦吗 盖亚想了想 随即意识到 莫非是创世神话中 出现的那个巴哈卡伦 他也意识到了 这就像童话里的故事 但那是小说 他以解释情况而自豪 认为这是虚构的 美迪亚公主被推回去了 这没有任何意义 维森的力量 怎么可能比美迪亚强 这不是小说 好的 你怎么第一时间知道的 我读了很多书 这是真的 不过 盖亚明白 这是多学习的意思 也是点了点头 现在的威奥拉 可没打算成为领东城的统治者 他一直是 将来也会是 你想成为世界英雄吗 没有宏伟的目标 这只是 一个小小的独立 活得又瘦又长 是维奥拉的信条 但你就是那样 造就了维森 一开始不是 那只是一株 嗜血狂魔杀手梦术 维奥拉毒死 并哄维森活了下来 维森对我一直很真诚 只是表达方式有些奇怪 但维森始终是 站在维奥拉这边的 他害怕被维奥拉这个世间 无所畏惧的傻孩子讨厌 他在扭曲的爱情中长大 却成为了一个 有正确感情的男孩 我需要一个家庭 我希望我有一个家庭 能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 可以成为我的篱笆的人 我可以再次成为篱笆 我一直渴望这样的人 维森就是其中之一 狂热和死亡 玷污了维奥拉的家人 台元 他站在维奥拉身边 像是在等待他的命令 维奥拉张开了嘴 我告诉过你过中提琴的生活 是的 韩亚琳的生活 维奥拉的一生 我不知道 我的真实生活是什么 但现在 我决定过中提琴的生活 维奥拉决定保护他的家人 杀死维森 这是作者自己设定的 被巴哈卡伦的 塞涵能量污染的人 永远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被污染的人 不得不在他们崩溃的自我中 感受到可怕的痛苦 幻觉在维奥拉耳边响起 如此痛苦 中提琴 维奥拉咬着嘴唇 即使是药膏 也没有用 没有药膏 可以使他更好 维奥拉现在所能做的 就是让他安乐死 师父也帮助台元 夏兰毫不畏惧地问道 你还好吗 请 若是弟子的请求 一股绿色的风开始吹来 泽农说 公主 别哭 维奥拉没有哭 但是泽农认为 中提琴在哭 一股冰冷的白气 开始在他们周围形成 地面和风都冻结了 泽农讨厌中提琴悲伤 我决定减少让维奥拉伤心的一切 维奥拉也很专注 维奥拉的眼睛变红了 现在给我看看 我看到美迪亚和维琴在打架 美迪亚呼吸急促 台元也加入进来 制出一把威压无比的剑 正要刺向美迪亚脖子的维森 连忙收回了匕首 我是来执行你的要求的 下栏的第一剑 指向了碧尘的身侧 维森的一侧 有一处伤口 同时 他刺出杰农的细长剑 充满蓝色寒气的剑 最终的落脚点 是维森的心脏 维森翻惊斗 躲过了这一剑 马格丽特花瓣 浸泡在神奇的水竞技场中 染成紫色 他诚恳地抽出第一剑之力 迎出一句话 紫色的血液会绽放 覆盖一切珍贵的东西 威奥拉的第一剑 斩断了维森的全身 B-Chan的身上 也开始有残留的伤痕 维森痛苦地尖叫起来 我的心好痛 但那是有一段时间了 如果我不小心 我就无法使用它 维森挥舞匕首 维奥拉的几缕刘海 被剪掉了 三把剑插在了 碧尘的身上 美迪亚和台元的巨剑 泽农的长剑 维森用身体接过三把剑 只瞄准了威奥拉 呵呵 对不起 谢兰的一只手臂 被砍掉了 多亏了夏兰 维奥拉才得以活下来 泽农连忙拿起自己的手臂 定格在了压空间中 之后 就是一个快速地 重新加入的动作 我必须杀了维奥拉 我想杀了你 嘿嘿 维森跪倒在地 浑身是血的婊子 说着和小说里一样的台词 从小 维森就一直想杀死维奥拉 想要比拼杀戮 这是作者设定的设定 维森说他 还是想杀维奥拉 并背诵了小说中的台词 仿佛这就是维森的命运 维奥拉咬着嘴唇 不 我不喜欢这个 我讨厌按照作者的安排搬家 即使在原始故事中 维奥拉也杀死了维森 维奥拉和维森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不是这个 就像维奥拉有办法让维奥拉活下去一样 维森也必须有办法让维森活下去 至少 我想 这不是维森的生活方式 你哥哥应该过你哥哥的生活 不是维森这个角色 这就是一个人的生活 维森 我会救你的 人中提琴 不是艺术家设定的 对于维奥拉来说 被遗弃的孤儿韩雅琳的设定 是不存在的 在贝拉图的影子中 没有现代人附身的设定 现在的这把中提琴 是艺术家所描绘的 世界中不存在的中提琴 也就是说 中提琴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变数 因为我是最大的变数 因此 您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那个变数 决定了在艺术家创造的世界里 创造奇迹 我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 哈哈 绝对是维森的声音 维森像往常一样 灿烂地笑着 但维奥拉有一种感觉 那声音不是维森的 这是母狗 但不是母狗 脑海中浮现出小说的内容 有一个人被邪灵尊为他们的王 他的名字叫巴哈卡伦 巴哈卡伦是吞噬绝望的黑暗 也是伴随着热风和死亡而来的王者 力量 那些受到巴哈卡伦影响的人的眼睛变黑了 血泪从他们的眼中流了出来 眼睛变黑 血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 人们称之为污染 维森被污染了 被污染的人类失去了自我意识 最终变成了嗜血狂魔 威奥拉 你的血会香吗 威奥拉咬着嘴唇 巴哈卡伦的影响力开始增强 巴哈卡伦被封印在光无法超越次元的地方 封印仍然有效 甚至在这个世界走到尽头的那一刻 巴哈卡伦的封印也没有解开 无论狂热和死亡的追随者如何努力复兴巴哈卡伦 对巴哈卡伦的禁令都没有被打破 太阳王克汗 寒冬剑皇 熔岩巨人布里克塔 白龙派拉以生命为代价所封印的封印 至今无人能解开 太阳王克汗是君主帝国的第一位皇帝 寒冬剑士哈吉是贝拉图的第一任组长 熔岩巨人布里克塔是布兰迪亚家族的第一任组长 巴哈卡伦的强大力量被封印 被困在次元裂缝的某处 即便是四大英雄也不完整 唯一的幸存者是白龙派拉 白龙派拉 呸了为失去朋友而悲痛 留在了人间 后来 他嫁给了一个人类 繁衍后代 那个家族就是玛丽 安托万公爵 据说 君主帝国的皇帝和创造第三代公爵的人 联手封印了巴哈卡伦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 Fever和Death成功吸取了 Bahakram的部分力量 并使世界陷入混乱 在小说中 维奥拉战胜了发烧和死亡 并最终控制了贝拉图 那是小说中 维奥拉解决的家庭作业 那个作业 现在出现在了中提琴的面前 美迪亚拿出巨剑 向前走去 维森 你没有道理 美迪亚瞪了维森一眼 我知道维森不正常 我心痛 我今天可能不得不砍掉我的兄弟 美迪亚硬着心肠 从学见开始 我就下定决心 绝不砍我家的人 希望美迪亚姐姐不要干涉 但今天我们可能会打破这个约定 收割你的生命 姐姐 一直嘻嘻哈哈的维森 发出一声惨叫 我告诉过你 不要打扰 瞬间 一道冲击波炸开 马匹惊恐的尖叫 谢兰努力让他们平静下来 哪里也看不到维森的身影 你在哪里 接着是铁鱼铁碰撞的声音 那是刀剑相击的声音 我看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 两人身上的剑光一闪 紧接着是一道冲击波 一道水墓 威奥拉召唤出蓬蓬 打开了水墓 以防万一 盖亚也受到了保护 蓬蓬大喝一声 将威奥拉和盖亚的身体 都覆盖了起来 蓬哈很棒 是水墓保护了反派海地到最后 威奥拉决定相信 蓬蓬的力量 对盖亚说道 是巴哈卡伦 是巴哈卡伦吗 盖亚想了想 随即意识到 莫非是创世神话中 出现的那个巴哈卡伦 他也意识到了 这就像童话里的故事 但那是小说 被认为是虚构的 没有解释这种情况 维森 年仅十四岁 几乎与美迪亚平起平坐 两人的战斗速度快得惊人 但美迪亚的身上 却不时可见一道道轻伤 相反 美迪亚公主 似乎被推到一边了 在身体上 我感到美迪亚被推了 虽然不能直接战斗 但他自夸自己的实战之眼 比谁都好 美迪亚公主被推回去了 这没有任何意义 维森的力量 怎么可能比美迪亚强 这不是小说 好的 你怎么第一时间知道的 我读了很多书 这是真的 不过 盖亚点了点头 明白这是要多学习的意思 维奥拉说 我想我知道死亡的狂热和目的 我早就知道了 但我一直保持沉默 因为我无法解决所有信息 夜猫组长盖亚 也推断出了一切 你想要巴哈卡伦彻底复活吗 大概吧 孙王克汗 冬季GMJ歇药 容颜巨人布里克塔 白龙派拉 传说中的四位英雄 联合起来阻止的恶魔统治者 维奥拉说 我想我有能力阻止他 小说中的维奥拉也是如此 当然 目的不同 在小说中 维奥拉这样做 是为了成为冬季城堡的统治者 现在的维奥拉 可没打算成为领东城的统治者 他一直是 将来也会是 你想成为世界英雄吗 没有宏伟的目标 这只是 一个小小的独立 活得又瘦又长 是维奥拉的信条 但你就是那样 造就了维森 一开始不是 那只是一株 嗜血狂魔杀手梦术 维奥拉毒死 并哄维森活了下来 维森对我一直很真诚 只是表达方式有些奇怪 但维森始终是 站在维奥拉这边的 他害怕被维奥拉这个世间 无所畏惧的傻孩子讨厌 他在扭曲的爱情中长大 却成为了一个有正确感情的男孩 我需要一个家庭 我希望我有一个家庭 能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 可以成为我的篱笆的人 我可以再次成为篱笆 我一直渴望这样的人 维森就是其中之一 狂热和死亡 玷污了维奥拉的家人 台元 他站在维奥拉身边 像是在等待他的命令 维奥拉张开了嘴 我告诉过你过中提琴的生活 是的 韩亚林的生活 维奥拉的一生 我不知道我的真实生活是什么 但现在 我决定过中提琴的生活 维奥拉决定保护他的家人 杀死维森 这是作者自己设定的 被巴哈卡伦的塞涵能量污染的人 永远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被污染的人 不得不在他们崩溃的自我中 感受到可怕的痛苦 幻觉在维奥拉耳边响起 如此痛苦 中提琴 维奥拉咬着嘴唇 即使是药膏也没有用 没有药膏可以使他更好 维奥拉现在所能做的 就是让他安乐死 师父也帮助台员 夏兰毫不畏惧地问道 你还好吗 请 若是弟子的请求 一股绿色的风开始吹来 泽农说 公主 别哭 维奥拉没有哭 但是泽农认为 中提琴在哭 一股冰冷的白气 开始在他们周围形成 地面和风都冻结了 泽农讨厌中提琴悲伤 我决定减少让维奥拉伤心的一切 维奥拉也很专注 维奥拉的眼睛变红了 现在给我看看 我看到美迪亚和维琴在打架 美迪亚呼吸急促 台员也加入进来 制出一把威压无比的剑 正要刺向美迪亚脖子的维森 连忙收回了匕首 我是来执行你的要求的 夏兰的第一剑 指向了碧臣的身侧 维森的一侧 有一处伤口 同时 他刺出杰农的细长剑 充满蓝色寒气的剑 最终的落脚点 是维森的心脏 维森翻惊斗 躲过了这一剑 玛格丽特花瓣 浸泡在神奇的水晶技场中 染成紫色 他诚恳地抽出第一剑之力 迎出一句话 紫色的血液会绽放 覆盖一切珍贵的东西 威奥拉的第一剑 斩断了维森的全身 Bitchen的身上 也开始有残留的伤痕 维森痛苦地尖叫起来 我的心好痛 但那是有一段时间了 如果我不小心 我就无法使用它 维森挥舞匕首 维奥拉的几缕刘海 被剪掉了 三把剑插在了 Bitchen的身上 美迪亚和台原的巨剑 泽农的长剑 维森用身体接过三把剑 只瞄准了维奥拉 呵呵 对不起 谢兰的一只手臂 被砍掉了 多亏了夏兰 维奥拉才得以活下来 泽农连忙拿起自己的手臂 定格在了亚空间中 之后 就是一个快速地 重新加入的动作 我必须杀了维奥拉 我想杀了你 嘿嘿 维森跪倒在地 浑身是血的婊子 说着和小说里 一样的台词 从小 维森就一直想杀死维奥拉 想要比拼杀戮 这是作者设定的设定 维森说他 还是想杀维奥拉 并背诵了小说中的台词 仿佛这就是维森的命运 维奥拉咬着嘴唇 不 我不喜欢这个 我讨厌按照作者的安排搬家 即使在原始故事中 维奥拉也杀死了 维奥拉和维森 都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不是这个 就像维奥拉有办法 让维奥拉活下去一样 维森也必须有办法 让维森活下去 至少 我想 这不是维森的生活方式 你哥哥应该过你哥哥的生活 不是维森这个角色 这就是一个人的生活 维森 我会救你的 人中提琴 不是艺术家设定的 对于维奥拉来说 被遗弃的 孤尔涵亚林的设定 是不存在的 在贝拉图的影子中 没有现代人附身的设定 现在的这把中提琴 是艺术家所描绘的 世界中不存在的中提琴 也就是说 中提琴是这个世界 最大的变数 因为我是最大的变数 因此 您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 那个变数 决定了在 艺术家创造的世界里 创造奇迹 有一天 维奥拉向泽农 询问草莓汽水的秘方 拉斯本冰剑仪式 也是冰剑仪式 但实际上 灵灵的作用非常大 灵水 是的 Pong Pong的眼泪 准确来说 应该是灵冰吧 Zenon前几天收集了 Pong Pong的眼泪之海 并用它来制作冰块 来制作Strawberry Arde 用灵冰做的 会不会更好吃 结冰的温度 比普通的冰要低很多 所以 它不仅凉爽 而且还带有奇异的能量 那奇异的能量 正是神奇的水竞技场 Pong Pong 喜欢在Arena流过的河里游泳 多亏了这一点 竞技场的能量 充满了乒乓球 你知道竞技场的 其他名称吗 神奇的水 或者生命之水 威奥拉能理解 则农草莓汽水 为什么这么好吃 竞技场 所以 这是因为生命水 竞技场的能量 与草莓发生反应 赋予它更甜 更新鲜的味道 生命能量 在擂台上融化 而威奥拉的指环上 有一片 玛格丽特花田 布满了竞技场 威奥拉的身体周围 开始吹起花蜂 夏兰默默地 看着花蜂 这是我从未教过你的第一把剑 威奥拉亲自打造了一把超级剑 准确来说 很难将其视为剑术 谢兰记住了自家主人的话 你知道世界上最可怕的剑是什么吗 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黑色超级剑 不 仔细想想 第一剑的最后一剑 记录世界 是最恐怖的一剑 错误的 最可怕的剑 是救人的剑 啊 少爷在唬人 剑何以救人 他被称为火组之检查 夏兰不明白这一点 现在 我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 救命之剑 一片蕴含神器生命之水的花田 铺展开来 威奥拉陷入了恍惚状态 操作了第一剑 他的下意识 逆转了超剑法力的流动 我天生肉质 他天生就有杀人的能力 那是作者设定的权利 我可以倒过来使用他 紫色的花朵 风暴席卷了周围 花瓣飘动 缠绕在维森的身上 威奥拉的脑海中 展开了过去 通过书信相遇的 贝拉图的影子 中的世界 我会教你火简的规则 夏兰认为他老实的话 是虚张声势 但还是听了劝告 死亡通过人 获得了力量 这句话 从中提琴的嘴里流了出来 死亡通过人类 获得了力量 读者Aaron认为 Busio很幼稚 你是怎么想出 这么陈词烂调的台词的 这就是夏兰成为 喜剧演员的原因 我笑得很开心 曾经的嘲讽 如今变成了殷妾的愿望 草木之歌 战胜了死亡的力量 台员收回了他的剑 美迪亚也静下心来 观望着局势 我不知道 但维奥拉 似乎想做点什么 维奥拉的出剑 感受到了生命的能量 竞技场开始寄居 在维森的身体里 充满紫色花瓣的世界 是虔诚的 美迪亚放下剑 走向维奥拉 你是认真的 维奥拉闭上了眼睛 维奥拉的右手 一个人不是很难对付吗 维奥拉的身体 正在露出大量的魔力 估计会很晕 她用小小的身躯 支撑着这个重量 我姐姐会和我在一起 美迪亚也闭上了眼睛 她注视着自己的身体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她的身体就是一个宇宙 从那个宇宙中 散发出满满的能量 传递给维奥拉 台员突然回过神来 我会在你身边 台员也站在维奥拉身边 她握住中提琴的左手 维奥拉的手比想象中的 要小得多 而我闭上了眼睛 中提琴向往的是什么 这是对台员唯一重要的事情 Tundra希望维奥拉 过上维奥拉的生活 我会陪你度过维奥拉的一生 生活是什么并不重要 维奥拉的生命 至少现在 是为了拯救维森 生命之歌 将充满万物中的万物 原本幼稚的台词 变得充满力量 生命气息笼罩必尘 维奥拉陷入了极大的疲惫之中 力量从她的身体中流失 Tundra支撑着Viola 这就是我所能做的 泽农 好的 泽农迅速上前 引出冰之能量 使用Refbong Icebong方法 快速冷冻 Vison 这与冷冻蝴蝶的方式相同 维奥拉今天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这个世界 不是作家的世界 在原著中 维森死了 他被小说中的主人公维奥拉赐死 在小说中 维奥拉最终成为冬季城堡的主人 但他却很孤独 他身边已经没有人了 那是艺术家描绘的世界 但不是 他的右手感觉到美迪亚的温暖 台原的善良 是从他的左手传递过来的 台原坚定地站在他旁边 支撑着中提琴 小说中的维奥拉是一个人 但现在维奥拉并不孤单 编剧想要的结局 和我想要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作为读者 阿灵并没有为结局争论不休 这是因为 Belletius Shadow是作者的世界 读者阿灵支持并尊重作者 现在不一样了 人类的中提琴 决定不尊重那个世界 因为无论是我还是你 我们都不是小说中的人物 这不是一个文字的世界 这是维奥拉的世界 维奥拉现在居住的地方 你的死并不在我画的世界的尽头 他决心一定要救维森 盖亚 你知道埃文塔的老人 住在哪里吗 星号星号星号 美迪亚决定前往冬季城堡 是为了调查东芝城发生的事件 美迪亚临行前说道 请实现你想要的 美迪亚在维奥拉的额头 轻轻吻了一下 救救我的妹妹 维奥拉 正如维奥拉是美迪亚的妹妹一样 维森也是美迪亚的妹妹 美迪亚动身前往冬季城堡 没有马车 盖亚说道 伊恩塔修士居住在精灵之森 你认识路吗 我知道但是 我已经派蝴蝶去治病了 艾文塔老人被称为极客 厌倦了治疗病人 而不再治疗任何人的退休牧师 即便如此 他之所以能够派出蝴蝶 也是因为美迪亚对他提出了要求 我怎么能把握好时间 但是 Nabi或Vison Confucius 你可能不得不选择其中之一 蝴蝶与维森 两人都处于危急状态 但蝴蝶的要求先来了 那个老头 是一个很看重事物秩序的人 那么 Ivanter很有可能只会治疗蝴蝶 不会治疗维森 你还好吗 我会处理好的 是的 盖亚闭上了嘴 老实说 我的期望有点高 艾文塔老人 以脾气暴躁而闻名 贝拉图的铁血公主 能哄出活动的灵感吗 艾文塔老人居住的精灵之森 就在不远的地方 我看到一片绿树成荫的森林 这棵树很大 藤腕覆盖了整片区域 只有得到精灵的允许 你才能进入 盖亚从子空间里 拿出一片绿叶 随后 树藤自行侧移 开辟了道路 还是小心点吧 精灵是自由独立的种族 精灵是一个倾向于 横向关系的种族 为了方便 有一个国王 但精灵们并没有 很好的听从国王的命令 其中不乏对人类 有敌意的精灵 甚至还会乱射箭矢 但我看不到 任何像箭头的东西 盖亚很快就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这都要归功于 维奥拉公主身上 充满的精神能量 一个人 怎么可能拥有 如此接近魂灵的力量 通常 如果你与精灵的 亲和力如此之高 你就会成为元素 虽然很少见 但也有几位灵师 在被灵化之后 无怨无悔地 离开了人间 但它不一样 是什么让维奥拉公主 如此绝望 根据盖亚的研究 维奥拉和维森之间 并没有那么亲密 和深情的关系 维奥拉是 彻头彻尾的 铁蟹公主 是我调查错了 还是维奥拉公主变了 无论哪种方式 我都认为这并不重要 比起铁蟹公主维奥拉 盖亚个人 更喜欢现在的维奥拉 因为这位 更接近真正的统治者 因为当你开始 把你的人民 当作消耗品时 统治者的垮台就开始了 至少 维奥拉没有看到 那样的东西 她是一个宫女 即使她被赋予了 作为统治者 所必须的所有美德和能力 也没有放弃她的人性 盖亚是这样判断的 嘿 藤万继续从两侧偏离 开辟出一条道路 就好像她在指路一样 夏兰不说话了 哇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蘑菇 它太大了 但它一定是蘑菇 蘑菇有门窗和烟囱 门是开着的 一个老人 拄着拐杖走了出来 Eventer的老人 住在一个巨大的蘑菇屋里 他的脸上 满是皱纹和老年般 他总是拿着一根 棕榈树做的手杖 维奥拉有种预感 这个老人 就是埃文塔的老人 一只蝴蝶 被埃文塔老人 抱在了怀里 或许是在埃文塔老头的 怀里舒服 可是蝴蝶 却张着大嘴打哈欠 我有一个忙 你开着马车 盲目闯入别人家 有什么好说的吗 结果一个老人 挠了挠鼻子 即使你没有任何礼貌 他也是一个油喷泉 在你陷入混乱之前回去吧 埃文塔老头扭曲的眼神 瞪着子提琴等人 知道无论如何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维奥拉压下心中的急迫 平静地回答道 我叫维奥拉 哈 那又怎样 事实上 自从维奥拉进入精灵森林以来 埃文塔就认识了她 埃文塔是一位退休的牧师 也是一位风元素师 灵魂告诉我 关于中提琴的事 我是贝拉托的六公主 反正没关系 就这样过去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应该知道 有多少人需要我的帮助吧 帮助 就算别人怎么说 我也不会听你这种孩子的话 埃文塔一见到维奥拉 就感觉到 一股不祥的能量 绝对是杀性 埃文塔一直致力于拯救人们 我相信 这是一件高贵 而有价值的事情 尽管她很鄙视那些 有肉体本性的人 维奥拉说 一个生来就本能杀人的 可怕命运的孩子 那个孩子来拜访 埃文塔先生 是想改变她的命运 你说得很流利 埃文塔知道 维奥拉是铁蟹公主 用途广泛 使用数千种口罩 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女孩 我的眼睛不会撒谎 埃文塔见过几个 杀气腾腾的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试图拥抱她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经验的积累 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凡是肉性的 都成了疯子 杀人无数 甚至有一段时间 她试图吃掉 治愈她的埃文塔 子囊 让我看看 Vison 泽农从马车里 取出维森给我看 Vison被冰包裹着睡觉 埃文塔老人 扬起雪白的眉毛 斜眼看着Vison 那是什么 分明是埋藏着杀鸡的气息 只是 那股杀气的能量 与其他的杀气 有着奇异的不同 是一种杀戮之力 但奇怪的是 它似乎朝着救人的方向起作用 所以呢 埃文塔老人转身 我知道 老爷子答应不带人了 你为什么千里迢迢 跑来用你熟悉的东西 来打扰别人 轻快地走着 我好嘞 我想回家休息 随心所欲 懦弱的老头 就这样逃到最后 Rail的噩梦 会伴随着你 吞噬你的部分生命 盖亚吓了一跳 与 维奥拉公主 盖亚见过埃文塔几次 她是个挑剔的老人 你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 才把这件事哄出来 但是对于这样的事件来说 这是一种侮辱性的语言 雷尔的噩梦是什么 走进屋子的埃文塔 畏缩了一下 停下了脚步 我缓缓转过头 她的眼里充满了愤怒 这个嚣张的小丫头 会逗她的鼻子干什么 很久以前 埃文塔被称为奇迹祭司 她是一位能够战胜死亡之力的大祭司 伊恩塔对她深感自豪 与此同时 她遇到了东宝的领主 也就是千年公爵 赫伦公爵 Haren提出了一个非常规的提议 如果你放过我的爱人 我将成为你的种马 并为你服务 可以使用任何方法 请救救我 伊恩塔已经尽力了 我用尽一切办法将神力灌注到雷尔身上 看来 如果她能救下雷尔 她就能将强大的苍鹿公爵置于她的麾下 但她救不了雷尔 最终 雷尔死了 埃文塔大为震惊 她是伊恩塔唯一无法拯救的人 这是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故事 无法拯救雷尔的埃文塔 经常做噩梦 在你看来 我可能是个莽撞的小姑娘 但我不会那样逃避我的生活 她们以人物的身份 生活在作者设定的世界里 但是 我决定不再生活在艺术家描绘的未来中 艺术家可能描绘了过去 但维奥拉决定描绘未来 虽然我还有血肉之躯 但我也在尽我所能 去救维森 不过老头子是谁 我说很吵 你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 但你有一种本事 可以只挑出你 不想听的东西 伊文塔兄弟 一直梦想着一个美丽的世界 她仍然是 这就是你逃跑的原因 伊文塔的身体颤抖着 她的目光转向了中提琴 你在说什么 Violability 那个小姑娘 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尽管伊文塔 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 她的真实感受 伊文塔想要拯救所有人 但实际上 这是不可能的 只有一件事 令人太多了 看到人们死去 是如此令人心碎 很难以接受 雷尔死后 一个人的死 对她来说 成了极大的创伤 于是她逃避生活 伊文塔老人不是神 你无法拯救所有人 我知道 伊文塔也知道 你无法拯救所有人 她想要拯救所有人的想法 只是一个空洞的乌托邦 但我可以救你 那个凶狠的小女孩 正在努力逃避她的命运 对于中提琴的世界 而不是艺术家的世界 为了打破一人自己设定的 被污染的人类 无法复活的设定值 哟 只有老夫能救我 星号星号星号 伊文塔发誓不救人 反正我也救不了大家 我只想安心 这很有趣 但这是伊文塔 自己做出的承诺 至于蝴蝶 只是还清了她之前 对美迪亚的亏欠 我是神父 我不能违背诺言 所以我设置了一个条件 给我带来一些 有价值的东西 足以违背我的诺言 那是什么 哈尔摩纳的王冠 够了 盖亚退缩了 仍然 先生 无论如何 一点 如果我不喜欢 我也没办法 艾文塔看着威奥拉 你说 你会面对你的命运 有很多人说话如此浮夸 但没有人能战胜命运 伊文塔也是这样 威奥拉天生就是肉身 可以肯定的是 她会按照自己的命运生活 本来就该如此 但如果是你 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于是她说 要戴上哈摩纳的王冠 哈摩纳是统治精灵森林的精灵之王 她的头上戴着一顶金色的王冠 那是七百年来 从未摘下过的质保 她虽然是温文尔雅的哈尔摩纳 却把基于她王冠的人都杀了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会带来的 大概吧 伊文塔弹了弹手指 喂 管家 把那个人交给我 我会照顾她 直到她不死为止 伊文塔和威森一起进了屋子 还加了一句难听的话 哦 与普遍看法相反 那个老太婆的性格非常肮脏 我想让你知道 然后她进了屋子 盖亚问道 王妃 你打算怎么办 她摆出一副担心的表情 不管威奥拉是多么的铁血公主 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这里都是精灵的领地 他们是精灵的主人 一阵愉快的风吹过 哦 剑状 风铃来了 看起来像肝脏 他们会把在这里的所见所闻 告诉哈尔摩纳 她一定知道 维奥拉公主想要王冠 好的 现在 不是随便回答的时候 现在 哈尔摩纳不会去见公主殿下了 这对这一方来说 是幸运的 在最坏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会将 我们定义为王室的入侵者 正如我之前所说 这里是精灵之森 精灵是一个具有强烈 个人主义个性的种族 他们通常不听国王的命令 但瞄准王冠 就是另一回事了 或许我们应该和这里的精灵开战 嗯 但这似乎并非不可能 而且 子囊和西兰也在场 此外 甚至还有台园 对吧 盖亚知道台园的发展 但他亲身经历的台园 是个怪物 恐怕比美迪亚 还要强大的魔物 对于台园来说 这似乎并非不可能 先生 您真的不想开战 是吗 有一天 维奥拉向泽农询问草莓汽水的秘方 拉斯本冰剑仪式 也是冰剑仪式 但实际上 零零的作用非常大 零水 是的 Pong Pong的眼泪 准确来说 应该是零冰吧 Zenon前几天收集了 Pong Pong的眼泪之海 并用他来制作冰块 来制作Strawberry Ard 用零冰做的 会不会更好吃 结冰的温度 比普通的冰要低很多 所以 它不仅凉爽 而且还带有奇异的能量 那奇异的能量 正是神奇的水竞技场 Pong Pong 喜欢在Arena流过的河里游泳 多亏了这一点 竞技场的能量 充满了乒乓球 你知道竞技场的其他名字吗 神奇的水 或者生命之水 威奥拉能理解 怎浓草莓汽水 为什么这么好吃 竞技场 所以 这是因为生命水 竞技场的能量 与草莓发生反应 赋予它更甜 更新鲜的味道 生命能量在擂台上融化 而威奥拉的指环上 有一片马格丽特花田 布满了竞技场 威奥拉的身体周围 开始吹起花蜂 夏兰默默地看着花蜂 这是我从未教过你的第一把剑 威奥拉亲自打造了一把超级剑 准确来说 很难将其视为剑术 谢兰记住了自家主人的话 你知道世界上最可怕的剑是什么吗 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黑色超级剑 不 仔细想想 第一剑的最后一剑 记录世界 是最恐怖的一剑 错误的 最可怕的剑 是救人的剑 啊 少爷在唬人 剑何以救人 他被称为火组之检查 夏兰不明白这一点 现在 我有点明白他的意思了 救命之剑 一片蕴含神奇生命之水的花田 铺展开来 威奥拉陷入了恍惚状态 操作了第一剑 他的下意识 逆转了超剑法力的流动 我天生肉质 他天生就有杀人的能力 那是作者设定的权利 我可以倒过来使用它 紫色的花朵 风暴席卷了周围 花瓣飘动 缠绕在维森的身上 在威奥拉的脑海中 他过去通过信件遇到的 贝拉图之影中的世界展开了 我会教你火简的规则 夏兰认为他老实的话是虚张声势 但还是听了劝告 死亡通过人获得了力量 这句话从钟提琴的嘴里流了出来 死亡通过人类获得了力量 读者Aaron认为 Gushio很幼稚 你是怎么想出这么陈词烂调的台词的 这就是夏兰成为喜剧演员的原因 我笑得很开心 曾经的嘲讽 如今变成了殷切的愿望 草木之歌战胜了死亡的力量 台员收回了他的剑 美迪亚也静下心来 观望着局势 我不知道 但维奥拉似乎想做点什么 维奥拉的初剑感受到了生命的能量 竞技场开始寄居在维森的身体里 充满紫色花瓣的世界是虔诚的 美迪亚放下剑走向维奥拉 你是认真的 维奥拉闭上了眼睛 美迪亚握住维奥拉的右手 一个人不是很难对付吗 维奥拉的身体正在露出大量的魔力 估计会很晕 他用小小的身躯支撑着这个重量 我姐姐会和我在一起 美迪亚也闭上了眼睛 他注视着自己的身体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他的身体就是一个宇宙 从那个宇宙中 散发出满满的能量 传递给维奥拉 台元突然回过神来 我会在你身边 台元也站在维奥拉身边 他握住中提琴的左手 维奥拉的手比想象中的要小得多 而我闭上了眼睛 中提琴向往的是什么 这是对台元唯一重要的事情 Tundra希望维奥拉过上维奥拉的生活 我会陪你度过维奥拉的一生 生活是什么并不重要 维奥拉的生命 至少现在是为了拯救维森 生命之歌将充满万物中的万物 原本幼稚的台词变得充满力量 生命气息笼罩必尘 维奥拉陷入了极大的疲惫之中 力量从她的身体中流失 Tundra支撑着维奥拉 这就是我所能做的 泽农 好的 泽农迅速上前 引出冰之能量 使用Respon Ice Dumb方法 快速冷冻 Vison 这与冷冻蝴蝶的方式相同 维奥拉今天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这个世界不是作家的世界 在原著中 维森死了 他被小说中的主人公维奥拉赐死 在小说中 维奥拉最终成为冬季城堡的主人 但他却很孤独 他身边已经没有人了 那是艺术家描绘的世界 但不是 他的右手感觉到美迪亚的温暖 台原的善良是从他的左手传递过来的 台原坚定地站在他旁边 支撑着终提琴 小说中的维奥拉是一个人 但现在维奥拉并不孤单 编剧想要的结局 和我想要的结局是不一样的 作为读者 阿灵并没有为结局争论不休 这是因为Belletis Shadow是作者的世界 读者阿灵支持并尊重作者 现在不一样了 人类的终提琴决定不尊重那个世界 因为无论是我还是你 我们都不是小说中的人物 这不是一个文字的世界 这是维奥拉的世界 维奥拉现在居住的地方 你的死并不在我画的世界的尽头 他决心一定要救维森 盖亚 你知道艾文塔的老人住在哪里吗 星号星号星号 美迪亚决定前往冬季城堡 是为了调查冬之城发生的事件 美迪亚临行前说道 请实现你想要的 美迪亚在维奥拉的额头 轻轻吻了一下 救救我的妹妹 维奥拉 正如维奥拉是美迪亚的妹妹一样 维森也是美迪亚的妹妹 美迪亚动身前往冬季城堡 没有马车 盖亚说道 伊恩塔修士居住在精灵之森 你认识路吗 我知道但是 我已经派蝴蝶去治病了 艾文塔老人被称为极客 厌倦了治疗病人 而不再治疗任何人的退休牧师 即便如此 他之所以能够派出蝴蝶 也是因为美迪亚对他提出了要求 我怎么能把握好时间 但是 Nabi或Vison Confucius 你可能不得不选择其中之一 蝴蝶与维森 两人都处于危急状态 但蝴蝶的要求先来了 那个老头 是一个很看重事物秩序的人 那么 Iventa很有可能只会治疗蝴蝶 不会治疗维森 你还好吗 我会处理好的 是的 盖亚闭上了嘴 老实说 我的期望有点高 艾文塔老人 以脾气暴躁而闻名 贝拉图的铁血公主 能哄出活动的灵感吗 艾文塔老人居住的精灵之森 就在不远的地方 我看到一片绿树成荫的森林 这棵树很大 藤腕覆盖了整片区域 只有得到精灵的允许 你才能进入 盖亚从此空间里 拿出一片绿叶 随后 树藤自行侧移 开辟了道路 还是小心点吧 精灵是自由独立的种族 精灵是一个倾向于横向关系的种族 为了方便 有一个国王 但精灵们并没有很好地 听从国王的命令 其中不乏对人类有敌意的精灵 甚至还会乱射箭矢 但我看不到任何像箭头的东西 盖亚很快就意识到 发生了什么 这都要归功于维奥拉公主身上充满的精神能量 一个人 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接近魂灵的力量 通常 如果你与精灵的亲和力如此之高 你就会成为元素 虽然很少见 但也有几位灵师 在被灵化之后 无怨无悔地离开了人间 但它不一样 是什么让维奥拉公主如此绝望 根据盖亚的研究 维奥拉和维森之间并没有那么亲密和深情的关系 维奥拉是彻头彻尾的铁蟹公主 是我调查错了 还是维奥拉公主变了 无论哪种方式 我都认为这并不重要 比起铁血公主维奥拉 盖亚个人更喜欢现在的维奥拉 因为这位更接近真正的统治者 因为当你开始 把你的人民当作消耗品时 统治者的垮台就开始了 至少 维奥拉没有看到那样的东西 她是一个宫女 即使她被赋予了 作为统治者所必须的所有美德和能力 也没有放弃她的人性 盖亚是这样判断的 嘿 腾万继续从两侧偏离 开辟出一条道路 就好像她在指路一样 夏兰不说话了 哇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蘑菇 它太大了 但它一定是蘑菇 蘑菇有门窗和烟囱 门是开着的 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走了出来 伊文塔的老人 住在一个巨大的蘑菇屋里 他的脸上满是皱纹和老年般 他总是拿着一根棕榈树做的手杖 维奥拉有种预感 这个老人就是埃文塔的老人 一只蝴蝶被埃文塔老人抱在了怀里 或许是在埃文塔老头的怀里舒服 可是蝴蝶却张着大嘴打哈欠 我有一个忙 你开着马车 盲目闯入别人家 有什么好说的吗 结果一个老人挠了挠鼻子 即使你没有任何礼貌 他也是一个油喷泉 在你陷入混乱之前回去吧 埃文塔老头扭曲的眼神 瞪着子提琴等人 知道无论如何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威奥拉压下心中的急迫 平静地回答道 我叫威奥拉 哈 那又怎样 事实上 自从威奥拉进入精灵森林以来 伊恩塔就认识了她 伊恩塔是一位退休的牧师 也是一位风元素师 灵魂告诉我 关于中提琴的事 我是贝拉托的六公主 反正没关系 就这样过去了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应该知道 有多少人需要我的帮助吧 帮助 就算别人怎么说 我也不会听你这种孩子的话 伊恩塔一见到威奥拉 就感觉到一股不祥的能量 绝对是杀性 伊恩塔一直致力于拯救人们 我相信 这是一件高贵 而有价值的事情 尽管她很鄙视那些 有肉体本性的人 威奥拉说 一个生来就本能杀人的 可怕命运的孩子 那个孩子来拜访 埃文塔先生 是想改变她的命运 你说得很流利 伊恩塔知道 威奥拉是铁蟹公主 用途广泛 使用数千种口罩 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女孩 我的眼睛不会撒谎 伊恩塔见过几个杀气腾腾的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试图拥抱她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经验的积累 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凡是肉性的 都成了疯子 杀人无数 甚至有一段时间 她试图吃掉 治愈她的伊恩塔 Zenon 让我看看 Vison 泽农从马车里 取出维森给我看 Vison被冰包裹着睡觉 艾文塔老人 扬起雪白的眉毛 斜眼看着Vison 那是什么 分明是埋藏着杀鸡的气息 只是 那股杀气的能量 与其他的杀气 有着奇异的不同 是一种杀戮之力 但奇怪的是 它似乎朝着救人的方向起作用 所以呢 艾文塔老人转身 我知道 老爷子答应不带人了 你为什么千里迢迢 跑来用你熟悉的东西 来打扰别人 轻快地走着 我好累 我想回家休息 随心所欲 懦弱的老头 就这样逃到最后 Rail的噩梦 会伴随着你 吞噬你的部分生命 盖亚吓了一跳 于 威奥拉公主 盖亚见过艾文塔几次 她是个挑剔的老人 你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 才把这件事哄出来 但是对于这样的事件来说 这是一种侮辱性的语言 雷尔的噩梦是什么 走进屋子的艾文塔 畏缩了一下 停下了脚步 我缓缓转过头 她的眼里充满了愤怒 这个嚣张的小丫头 会逗她的鼻子干什么 很久以前 艾文塔被称为奇迹祭司 她是一位能够战胜 死亡之力的大祭司 伊恩塔对她深感自豪 与此同时 她遇到了东宝的领主 也就是千年公爵 赫伦公爵 Haren提出了一个 非常规的提议 如果你放过我的爱人 我将成为你的种马 并为你服务 可以使用任何方法 请救救我 伊恩塔已经尽力了 我用尽一切办法 将神力灌注到雷尔身上 看来 如果她能救下雷尔 她就能将强大的苍鹿公爵 置于她的麾下 但她救不了雷尔 最终 雷尔死了 艾文塔大为震惊 她是 伊恩塔唯一无法拯救的人 这是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故事 无法拯救雷尔的艾文塔 经常做噩梦 在你看来 我可能是个莽撞的小姑娘 但我不会那样 逃避我的生活 她们以人物的身份 生活在作者设定的世界里 但是 我决定不再生活在 艺术家描绘的未来中 艺术家可能描绘了过去 但维奥拉决定描绘未来 虽然我还有血肉之躯 但我也在尽我所能 去救维森 不过老头子是谁 我说很吵 你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 但你有一种本事 可以只挑出你 不想听的东西 艺术家兄弟一直梦想着一个美丽的世界 她仍然是 这就是你逃跑的原因 艺术家的身体颤抖着 她的目光转向了中提琴 你在说什么 violability 那个小姑娘 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尽管艺术家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 她的真实感受 艺术家想要拯救所有人 但实际上 这是不可能的 只有一件事 病人太多了 看到人们死去 是如此令人心碎和难以接受 雷尔死后 一个人的死 对她来说成了极大的创伤 于是她逃避生活 艾文塔老人不是神 你无法拯救所有人 我知道 Ivanta也知道 你无法拯救所有人 她想要拯救所有人的想法 只是一个空洞的乌托邦 但我可以救你 那个凶狠的小女孩 正在努力逃避她的命运 对于中提琴的世界 而不是艺术家的世界 为了打破一人自己设定的 被污染的人类 无法复活的设定值 有 只有老夫能救我 星号星号星号 Ivanta发誓不救人 反正我也救不了大家 我只想安心 这很有趣 但这是Ivanta自己做出的承诺 至于蝴蝶 只是还清了她之前 对美迪亚的亏欠 我是神父 我不能违背诺言 所以我设置了一个条件 给我带来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足以违背我的诺言 那是什么 哈尔摩纳的王冠 够了 盖亚退缩了 仍然 先生 无论如何 一点 如果我不喜欢 我也没办法 艾文塔看着威奥拉 你说 你会面对你的命运 有很多人说话如此浮夸 但没有人能战胜命运 Ivanta也是这样 威奥拉天生就是肉身 可以肯定的是 她会按照自己的命运生活 本来就该如此 但如果是你 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于是她说 要戴上哈摩纳的王冠 哈摩纳是统治精灵森林的精灵之王 她的头上戴着一顶金色的王冠 那是七百年来 从未摘下过的质宝 她虽然是温文尔雅的哈尔摩纳 却把基于她王冠的人都杀了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会带来的 大概吧 Ivanta弹了弹手指 喂 管家 把那个人交给我 我会照顾她 直到她不死为止 Ivanta和Vison一起进了屋子 还加了一句难听的话 哦 与普遍看法相反 那个老太婆的性格非常肮脏 我想让你知道 然后她进了屋子 盖亚问道 王妃 你打算怎么办 她摆出一副担心的表情 不管威奥拉是多么的铁血公主 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这里都是精灵的领地 他们是精灵的主人 一阵愉快的风吹过 哦 见状 风铃来了 看起来像肝脏 他们会把在这里的所见所闻 告诉哈尔摩纳 她一定知道 威奥拉公主想要王冠 好的 现在不是随便回答的时候 现在 哈尔摩纳不会去见公主殿下了 这对这一方来说 是幸运的 在最坏的情况下 他们可能会将 我们定义为王室的入侵者 正如我之前所说 这里是精灵之森 精灵是一个具有强烈 个人主义个性的种族 他们通常不听国王的命令 但瞄准王冠 就是另一回事了 或许我们应该和这里的精灵开战 嗯 但这似乎并非不可能 而且 Zenang和Shaylan也在场 此外 甚至还有台原 对吧 盖亚知道台原的发展 但她亲身经历的台原 是个怪物 恐怕比美迪亚 还要强大的魔物 对于台原来说 这似乎并非不可能 先生 您真的不想开战 对吗 如果需要的话 我会的 是的 我会做任何事 来拯救维森 那个那个 盖亚连忙环顾四周 如果精灵听到 后来了怎么办 他们是出色的弓箭手 嗯 我可不想被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箭射死在客栈里 威奥拉没有回答 开始沿着林间小路走去 哈尔猫呢 我知道你在听 没有回答 但威奥拉不在乎 我想谈谈 走了几步后 她说道 天气不错 那是一个温暖阳光明媚的秋日 甘树叶被踩了 有沙沙的声音 那天天气晴朗 非常干燥 威奥拉带着于欣慰的笑容说道 眼睛里全是肉 天气非常适合玩火 霍达尔达尔 裙子下的腿在颤抖 泽农向前迈了一步 她的手里 拿着一个魔法点火器 这是一种在吹入魔力时 会产生火焰的装置 对此没有回应 哈尔猫娜已经活了七百年 即使在几十年前的首脑战争中 精灵之僧也保持中立 而在这期间 他们也经历了很多事情 他似乎根本没有眨眼 粘贴 夏兰用超级剑点燃了火种 叶子开始着火了 如果我不早点抓住它 整个森林都会被烧毁 精灵们最害怕的 就是森林的消失 正如人类的住所是房屋 精灵的住所是森林 必须有反应 一瞬间 狂风大作 风太大了 很快就扑灭了 开始蔓延的火势 我不想伤害灵魂 灵魂没有犯任何罪 然而 这是带来和谐的唯一方法 则能 再把火生起来 师父也是 重复相同的操作 台元 你会斩灵吗 如果你希望 台元在剑上覆盖法力 每当Tundra 挥动他的剑时 哎呦 听到尖叫声 灵魂被台元的剑 斩断并召回了精神领域 盖亚咬着指甲 难言紧张 这很疯狂 每个人都疯了 哈摩纳是精灵之森的绝对统治者 只是因为我平时很温柔 所以我不会让这件事被忽视 更何况 他还与封灵王递结了契约 他能够保护这片森林 不受人类侵害七百年 并非没有 万一万灵王出现怎么办 封之精灵王 本可以制造出狂风 将这里瞬间变成死亡之地 盖亚越来越不耐烦了 你要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吗 威奥拉现在的实力不能说弱 但也敌不过整个精灵之森 这里的一切对精灵都很友好 就连地上爬行的昆虫 也是如此 成千上万的精灵战士 散落在这里 盖亚认真地考虑逃跑 如果你想和我开战 威奥拉掩饰着恐惧的心情 咧嘴一笑 什么都欢迎 故意夸大 像是在挑衅哈尔莫娜一样 他抓住裙子 向他鞠躬 不 威奥拉召唤出蓬蓬 召唤出水墓 就算以精灵族战士精湛的剑术 想要毁掉这片水墓 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你有信心对付黑镜西克森 拥兵王凯撒 小鹿拥兵团 甚至是我父亲 西克森也知道 那笔出了大事 已经往这边赶了过来 凯撒也是如此 他同意西克森的看法 并成为好朋友 凯撒在短时间内 给了蝴蝶很大的爱意 沉浸在对蝴蝶的同情中 他现在泪流满面地跑向精灵之森 他的朋友 小鹿雇佣兵 也和他在一起 盖亚也知道这些事实 苍鹿爵士呢 他来了 废话 直到那时 盖亚都认为这是 威奥拉的虚张声势 苍鹿根本不离开 他们的冬季城堡 离开寒冬城堡的时候 一般都是到了下雪的地方 他是人类引以为傲的 最强盾牌 他是前线挡雪的战士 然而 他却逃出了寒冬城堡 正在高速南下 正因如此 帝君帝国的线人 忙得不可开交 见帝奈拉赫皱了皱眉 苍鹿 你是往南走吗 是的 目的地是精灵之森 有通行证吗 我还没放弃 苍鹿绝对无人居住 存在本身就很危险的攻城兵器 所以 他的行动 必须得到皇帝或者塞琳娜的许可 像赫伦这样的人 对原则一丝不苟 正在无视程序 向南走 这是宣战吗 苍鹿并不是唯一一个 向南移动的人 就连黑镜西克森 和拥兵之王凯撒率领的 陆宝宝拥兵团 也在一起了 可以说这是宣战了吗 到了那种程度 就算是剑皇 也不得不紧张 就在他准备马上召集 帝国骑士时 塞琳娜开口了 不 你是什么意思 维森被一股热潮击中了 看来东宝二王子 和伊莎贝拉公爵夫人 也有关系 就连塞琳娜 也无法掌握事情的全貌 不过 我能理解他们 为什么要向精灵之森前进 他们南下不是为了打仗 你确定吗 我可以确定 我对你的爱 请不要在这样的事情上打赌 我是说 他很珍贵 Nellarch 甚至在这中间 撅起嘴唇 只在塞琳娜面前展示过 希克森大人 作为一个成年人 正在前往精灵森林 作为朋友的凯撒大人 苍鹿爵士 要去那里当父亲 塞琳娜轻笑道 我怕谁 但我最怕爸爸 我第一次对威奥拉感到羡慕 哈尔茅娜 比我想象的更接近中提琴 当森林开始着火时 她已经在埃尔巴托的房子里了 她拂过一头神秘的白金色长发 皱着眉头 简略地张了张嘴 立志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场景 年轻女子似乎对老人很粗鲁 七百年来 哈尔茅娜 一直保持着二十多岁的人类外表 一位七百岁的老太婆 一直告诉我 我是个老男人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以前一直觊觎着乞丐的王冠 如果真是那样 我早就一巴掌拍在老父脖子上了 温柔之森的主人随便说这种话 你用吗 被温柔的森林领主斩首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结局吧 哈尔茅娜咬牙切齿 尖尖的耳朵颤抖着 放任不管的话 好像真的要燃起一场大火似的 威奥拉的话是真的 正如我从风精灵那里听到的那样 即便是哈尔茅娜也难以理解这种情况 从菲森到凯瑞尔再到Hiram 一股强大的力量正朝我们奔来 尤其是哈尔茅娜非常不愿意海伦来 我记得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天 二十五年前 我几乎失去了王冠 没错 就是被偷了 你在说什么 那么 你头顶上的装饰品是不是 不 哈尔茅颤抖着 在你面前是禁忌 你是在说雷尔吗 是的 她 唯一得到贺伦爱的女人 因为她任性 你是不是一时兴起 我猜她一开始是想得到我的王冠 于是仓路动了 她打算把王冠带给我 即使她不得不割断我的喉咙 现在想起那段时光 我的牙齿都在颤抖 我没有生气 面对压倒性的力量 她感到恐惧多于愤怒 这是我六百七十年人生中 第一次感到无助 但她改变了主意 如果雷尔将皇冠寄于到底 面条 如果真是这样 哈尔姆欧娜就不会再呼吸了 哈尔姆欧娜非常担心外面的火灾 不行 但是真的会着火的 但是 要调动精灵军攻击威奥拉是不可能的 Alveto喝了一杯热绿茶 那我们可以谈谈 这就是老头吗 哈尔姆欧娜有预感 Iveto欺骗了她 我让你等等 可恶的老头子 她做了 那你听说铁血公主亲自关灯 提出了一个很诱人的提议 她说她会的 这 我的预期是错误的 我一定会杀了你 就算你不杀我 我也很快就会死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 轻笑 哈尔姆娜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这就是我讨厌人类的原因 等这是完了 我一定会割了你的喉咙 哈尔姆娜冲向门口 回头一看 埃尔巴托淡淡一笑 谢谢你 哈尔姆娜 哈尔姆娜已经活了七百年 她不是一个会被这种把戏愚弄的人 但是哈尔姆娜被骗了 因为埃尔巴托的恳切请求 埃尔巴托要求看维奥拉一会儿 哈尔姆娜答应了 即使这听起来像是外面的抱怨 埃尔巴托心里想 你说 你想改变命运 埃尔拉公主 你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 才能改变你的命运 也许你应该放弃一些最珍贵的东西 公主真的准备好了吗 星号星号星号 停止 哈尔姆娜出现了 事实上 埃尔拉也很惊讶 我不知道 她会在埃尔巴托的家里 其实我亲眼看到她 我也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统治了精灵之森七百年 她的身体有着难以形容的优雅 这不仅仅是因为 她漂亮的外表 看着她 感觉不像是一个活物 自然 似乎是在面对自身存在的前程 七百年的光阴和阅历 都融进了她的存在 一个金色的月桂花环 在哈尔姆娜的头顶可见 乒乓球 把灯关掉 我 太棒了 乒乓球 哈 你是埃尔拉的契约精灵 砰砰使劲 飞了起来 关掉了灯 哈蒙娜一边松了口气 一边感受到了 与威奥拉巨大的灵气 与精灵相比 你与精灵的亲和力更强 不是吗 阿尔巴托教我的 作为回报 威奥拉应该会给出 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吧 她说 这可能比你的桂冠更有价值 威奥拉问道 你什么时候来过这里的 从你踏入这片森林的那一刻起 哈尔姆娜 梳理着她的白金色头发 继续说道 情况不妙 让我们进入正题吧 我永远不会把王冠给你 在正常情况下 她本来就是 但我相信 这次会有所不同 我会给你 比月桂花环更有价值的东西 哈摩娜默默地研究着中提琴 你能给我的任何东西 都比一顶桂冠更有价值 不会的 哈蒙娜像是读懂了 威奥拉的想法似的 微微眯起眼睛说道 让我们猜猜 你要呈现什么 她的目光停留在 中提琴的右手无名指上 有一个充满生命之水的神秘花园 为了换取我的王冠 你难道不愿意献上你这个世界无穷无尽的花圃吗 没错 就是哈摩娜 威奥拉点点头 这枚戒指 是我最亲爱的人送给我的特别礼物 我很高兴收到这枚戒指 它几次救了我的命 没有这枚戒指 它不可能如此自如地引出和使用蓬蓬的力量 哈尔蒙娜 在擂台上感受到了丰富的竞技场 作为一个精灵 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戒指 以至于 即使给它一顶 皇冠我也想拥有它 然而 哈尔莫娜彻底掩饰了自己的内心想法 但她对我来说 似乎没有什么价值 对不起 请回去吧 我不会再纵容你们的敌意了 哈摩娜不知道 七百年的经验并不能骗过读者 威奥拉平静地回答 真的是这样吗 桂冠上的奇迹即将结束 请再说一遍 哈尔莫娜无法掩饰她的尴尬 我的身体颤抖着 神奇的力量将失去光芒 卡雷娜的春天将消逝 冬天将来临 Karina是精灵这个词 用来指代精灵森林 现在 你在干什么 那时候 有一个孩子哭着唱着奇迹 但是春天已经过去了 停止 哈尔莫娜是Karina的统治者 与其他精灵不同 她是从卡雷娜的果实中诞生 然后听到了声音 神奇的力量将失去光芒 卡雷娜的春天将消逝 冬天将来临 那时 有一个哭泣和歌唱奇迹的孩子 但是春天过去了 冬天来了 黑暗降临了 卡雷娜树的所有叶子都掉在地上腐烂了 月桂树冠也腐烂了 但是总有一天春天会来 新花开 小说中给出了这个设定 哈尔莫娜王冠是维持Karina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装置 王冠 蕴含着神奇的力量 他给了森林生命 使他繁荣昌盛 然而 这种力量并不是永久的 王冠中蕴含的神奇力量 只有700年的历史 以人类的标准来看 以吉纳森林的标准来看 这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也就是说 皇冠蕴含的力量 已经快要消耗殆尽了 维奥拉继续说道 当冬天来临时 黑暗笼罩着他 卡莲纳树的所有叶子都掉在地上腐烂了 月桂树冠也腐烂了 但总有一天春天会来 新的花朵会绽放 卡莲纳在终提琴临终时 背诵的这些话 成为了这首歌的歌词 这首歌后来被称为 哈尔摩纳桑 并被称为女王的葬礼 不过 此时此刻 只有哈尔摩纳知道这段话 哈尔摩纳从出生就知道的启示 在卡莲纳看来 这是一件神秘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天气的 重要的是 我知道天气 我知道 月桂冠的神通 即将结束 这是胡说八道 一个十三岁的人 怎么会知道这些 他怎么会知道这些 在卡瑞纳出生长大的 其他精灵不知道的事情 我的元素清禾 有意义吗 哈摩纳沉默了 威奥纳的灵性清禾 也说不通 我希望你不要用你的常识 来判断我 这没有错 因为威奥纳 是无法用常识判断的附身者 然而 这个词在盖亚听来 是无比的狂妄 而在哈尔摩纳听来 则是深深的震撼 至少此时此刻 对哈尔摩纳来说 威奥纳就像是神的使者 带着神的启示 从天而降 小姐为何判断我皇冠之力 即将终结 讨厌人类的你 为什么会和老阿尔巴托成为朋友 那 因为阿尔巴托老人 是一位奇迹神官 哈尔摩纳 说不出话来 维奥纳是对的 现在我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过 他最初被介绍到精灵之僧卡雷纳的原因 是因为他是奇迹神官 因为我以为 他可以用他的力量 恢复月桂冠的力量 我错了吗 星号星号星号 在小说 贝拉托之影中 原本的精灵之僧 被维奥纳占据 准确的说 是维奥纳烧毁了整个地方 原因是 这里有伊维奥灵感 维奥拉杀死了美迪亚 但另一方面 他也惧怕美迪亚 如果姐姐活着回来 以防万一 工作会很累的 显然 美迪亚已经死了 维奥拉亲眼证实了自己的死亡 然而 他决定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奇迹也消灭掉 因为我害怕阿尔巴托会创造奇迹 从这里可以看出 维奥拉对美迪亚的关心程度 你是创造奇迹的神官吧 我不要你的奇迹 所以去死吧 在杀死了老人埃瓦托之后 维奥拉烧毁了精灵之神 在此过程中 哈尔摩娜勇敢地迎接了他的结局 反正我会失去卡雷纳的春天的 因为你 冬天来得更早一些 哈摩娜留下遗嘱 神奇的权柄会失去光芒 卡雷纳的春天会消逝 冬天会来临 那时 有一个哭泣和歌唱奇迹的孩子 但春天已经过去 冬天到来时 黑暗降临 卡雷纳树的叶子 全部掉落在地腐烂 月桂树冠也腐烂了 这是女王的葬礼歌曲 盖亚一边听着 威奥拉和哈摩娜的对话 一边不由自主地想起来 啊 我一直在做什么 附身椅子前 情报团团长 无限变小 威奥拉的一席话 让盖亚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威奥拉继续说道 但我送给女王的 是一片玛格丽特花田 她还活着 还在被创造出来 这枚戒指 是我最亲爱的人送给我的 还不如你的王冠吗 哈尔摩娜的指尖 微微颤抖 维奥拉说的一切都是对的 仔细想想 我戒指内的世界 已经证明是一个奇迹 包含生命之水竞技场的 马格丽特花园 仍然生机勃勃 它在没有阳光和土壤的地方 被无限地创造着 不知道这种力量 是否会作用于精灵之孙 但这无疑是奇迹的证明 我需要一些时间考虑 我不能给你太多 因为我也很着急 星号星号星号 最终 哈尔摩娜还是决定 按照威奥拉的话去做 决定交出死去的桂冠 接受威奥拉的戒指 但是有一个问题 不 彭彭哭了起来 周围似乎正在下雨 这些是我交惯的孩子 胖胖G大声呼喊 反对死亡人数 威奥拉坚定地说 没办法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们必须拯救维森 这是我送给威奥拉的 第一份礼物 你怎么能给别人呢 不 绝不 胖胖G提出了妥协 总之 你只需要一个竞技场 对吧 威奥拉抬头看着哈摩娜 哈摩娜点点头 哈尔摩娜需要的是一个奇迹 可以为这片森林增添生命力 不管是有竞技场的玛格丽特 还是真正的竞技场 对于哈尔摩娜来说 重要的是让森林里的泉水保持活力 我来拿 竞技场 胖胖立马回灵界乱作一团 我坚持要再拿竞技场 男爵 这样不对 是金鱼 水灵王 当他叫胖胖时 他通常叫他胖胖 因为胖胖喜欢这个名字 但现在 他被称为男爵 凯尔贝隆 呼唤胖胖的灵明 意味着 Wile也是认真的 你不能违反规则 上次 你不是已经把超出极限的竞技场拿出来了吗 首先要打破规则 别咄咄逼人了 不可能通过使用一个组 变成可能 如果我强迫你接受呢 若是强行通过灵门 你的身体就会破碎 它很快就会消失 意味着永远的死亡 蓬蓬泪流满面 所以呢 中提琴再哭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没有他 中提琴就没有现在这么结实了 多亏了包含竞技场的戒指 我才能够像现在这样使用魂力 开启水墓 出现成就大增 然而 中提琴周围很危险 维森这次出现也很危险 如果不是水墓 威奥拉说不定就受了重伤 威奥拉真的需要一枚戒指 贝龙 你不能拥有一切 要么放弃竞技场 交出戒指 要么放弃戒指 交出江湖 他是其中之一 那我就违法了 如果你违反规则 PongPong就会打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希望威奥拉快乐 为什么 中提琴是我的承包商 Kel Varen从一出生就受到排斥 贝龙这个名字太不详了 贝龙是恶魔的名字 以凯尔的城堡 和男爵的名字命名的精灵 那该不会是可怕的血灵王吧 穿过灵门 离开灵界时 没有任何灵体 抓到凯尔伯龙 Kel Baron并不认为他很伤心 但事实上他很伤心 穿过灵门遇到威奥拉的时候 威奥拉说了这句话 当然 我爱凯伯伦 为什么为什么 我不喜欢吗 我 我是想挖你的弱点来攻击你 那一定是有原因的 威奥拉并不讨厌我 威奥拉还给了凯尔贝龙一个名字 这不再是一个不祥的名字 尽管有些可笑 他们甚至给我取了 Pong Pong这个名字 一开始 我真的很讨厌他 我们还一起照料花园 威奥拉是我的朋友 所以为了中提琴 Pong Pong决定违法 因为威奥拉是优秀的精灵使 就算不是我 你也应该能遇到好朋友 蓬蓬跳入满市竞技场的湖中 一口喝下了竞技场 戒指无法重置 但精灵契约可以重置 没有可以代替戒指的戒指 但是可以代替绒球的水灵 却有很多 蓬蓬是这么想的 我的朋友 如果你代表 我与威奥拉签订契约 你必须对威奥拉友好 知道了 准备工作结束了 现在 你必须把这个竞技场 让给威奥拉 凯尔贝龙 我的孩子 记住一件事 诚然 没有戒指可以代替戒指 但也没有绒球 可以代替绒球 是的 因为胖胖 是世界上唯一的胖胖 这很奇怪 胖胖 无法移动他的身体 强大的魂力 带动着胖胖的身体 别忘了 你也是个宝贝孩子 记住今天的美心 精灵王 水花从精灵王威尔的身上升起 整个水灵界 都冒出了热气 别忘了 你是我的孩子 与人类不同 精灵没有父母的概念 然而 威尔热爱每一个诞生的精灵 生来不祥之名的凯尔贝龙 也是如此 从你出生的时候 我就见过你 从一开始就 是的 从一开始 那时你很可爱 胖胖出生时 名字叫凯尔维尔 他是这样喊的 我要成为一个 非常非常伟大 强大 非常酷的元素之王 回忆起那段时光 怀尔微微一笑 你在干什么 这个世界 充满了精灵王的能量 凯尔维尔维尔 从今天开始 你会学到很多东西 要想得到一些东西 就必须能够放弃一些东西 就像胖胖放弃了自己 选择了中提琴一样 灵魂不会死 除非他们选择毁灭自己 或违反精神领域的法律 威尔使用了精灵王的力量 只将自己的声音 传给了旁旁 精神领域有无数的 凯尔也被称为精神狐 精灵王的候选人 但是 只有能够为了珍贵的东西 而忍辱负重的亡灵 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王者 我相信 你能成为伟大的精灵王 蒸汽开始从威尔的身上 升腾起来 整个灵域都反应过来 都热了起来 为什么鲸鱼的能量在减弱 威尔身上冒出的蒸汽 覆盖了庞胖的身体 胖胖G 感觉到能量温暖舒适 但另一方面 他的心不祥 你在干什么 我也以同样的方式 成为了国王 那是三百年前的灵界 曾经的精灵王卢恩 同样将精灵王之位 交给了威尔 请不要忘记 那颗温暖的心 胖胖G 本能地开始意识到 精灵王的力量 蓬蓬急忙传音 威尔大人快死了 我很久以前 就失去了国王的称号 我一直在等待一个 优秀品质的Kill诞生 今天 我终于遇到了一个 优秀品质的Kill 鲸鱼是一种好精神 有人没有 我是背叛契约的精灵王 很多信息都传给了 胖胖 出现了幻听和幻觉 他们成为了 胖胖G的经验和知识 谁是水魔法师 幻想中 威尔在哭泣 这是因为 承包商的意愿 没有得到满足 承包商的脸模糊了 也许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我记不起他的脸和名字 我只知道 他被称为水魔法师 我记得威尔拉之前说过 水魔法师 但我想不起来了 他是我的承包商 和我爱的朋友 他用我的力量 没有人再说下去 威尔的存在 已经彻底从灵界消失了 威尔先生 胖胖不再哭了 他接受了威尔赐语的魂力 成熟了许多 再见 威尔以自己的灭绝为 条件触犯了法律 并且 他选择了胖胖作为下一任灵王 灵门大开 我会尽量不后悔 Viu Nim选择的道路 胖胖认为自己 是一个成年人 我决定大人 应该像大人一样 接受这种情况 并决定要有尊严 我现在 是成年人了 我走向灵门 灯亮了 精灵王 太好了 胖 在下面 出现 呼哎 当我看到中提琴时 眼泪夺眶而出 还未成年的旁旁 顿时泪流满面 那哭声之中 蕴藏着无数奇迹般的生计 精灵的森林 Karina 开始下雨了 住在精灵森林里的精灵们 纷纷从树上跳了出来 甜蜜的雨 这是什么雨 在一些地方有水坑 一些孩子 跳进水坑里 看那个 中央供水 正在起死回生 七百年前 郁郁口琴的中央树 开始再次绽放绿叶 精灵的森林Karina 发生了奇迹 弹鼓开始流水 鱼儿聚集 鸟兽四足兽 甚至连虫子都出来了 都被擂台的能量 给浸透了 哈摩纳抬头看着天空 一个声音传入了她的耳中 总有一天春天 会到来 星花开 哈摩纳吓了一跳 环顾四周 这不是中提琴的声音 也不是盖亚的声音 谁说的 但是之后 威奥拉不自觉地 闭上了眼睛 张开了嘴 那时 有一个孩子哭着唱着奇迹 在原著小说中 是这样描述的 那时 有一个孩子哭着唱着奇迹 哈尼和哈尼 是有区别的 但意思明显不同 哈摩纳瞪大了眼睛 专注于威奥拉的话 下一步是什么 冬天的来临 笼罩着深深的黑暗 我极度惧怕 那会带来寒冬的黑暗权势 我会离开 哈摩纳尖尖的耳朵 竖得更厉害了 七百年前 我出生时的命运启示 改变了 七百年来 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事 卡莲娜的所有叶子 都掉在地上腐烂了 王母又是花复活 同时 卡瑞娜的中心树 开始绽放美丽 五颜六色的花朵 连桂冠都会腐烂消失 女王的王冠上 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威奥拉的话 犹如神言 哈尔摩纳的桂冠 开始渗出金色的光芒 远处看到光亮的精灵们 连忙跪下闭上了眼睛 哈蒙娜流下了眼泪 不由自主地 被从王冠中渗出的 充沛生命能量所感动 她也张了张嘴 总有一天春天 会到来 新花开 总有一天春天 会到来 新花开 哈摩纳和威奥拉同时开口 刚才只在哈尔摩纳耳边 听到的未知圣应 再次从威奥拉 和哈尔摩纳的嘴里 传了出来 威奥拉睁开眼睛 嗯 威奥拉不记得 她刚刚做了什么 我记得我的喉咙发痒 并说了些什么 但我记不清了 然而 事情却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 精灵们跪了下来 哈尔摩纳也是如此 我错了什么 哈蒙纳单膝跪地 将王冠献给威奥拉 她的态度 礼貌地让人尴尬 不过 跪下的 可不仅仅是精灵族 不 你们为什么又跪了 杰农 盖亚和雪兰 也跪了下来 他们不像精灵那样 感到惊奇 但不知何故 气氛似乎决定了这一点 公主今天也很闪耀 泽农很高兴 很明显 精灵们感受到了一股奇异的力量 首先 让我们关注 他们并获取信息 这是什么东西 盖亚盲打量着钟提琴 说道 果然 你是我的弟子 Shaylan并没有多想 只是跪了下来 台元是 唯一没有跪下的人 只有台元了解 威奥拉的心 但是因为你是唯一 一个不下跪的人 所以有些事情 很突出 她以自己的方式 很奇怪 然而 弗埃欧拉已经是她使用病的第六年了 并没有因为这种程度的逆境 而失去扑克脸 中提琴靠近哈摩纳 如鱼 我将夺取王冠 你是什么 维奥拉几乎失去了她的扑克脸 上帝 贝拉图的影子 上帝没有出现在世界观中 既然有祭司和神力存在 那么说不定也有被称为神的存在 但不管怎么说 作品中从来没有描写过 七百年前 我与生俱来 我认为这是上帝对我的安排 不过 今天你的宣言 改变了我和卡蕾娜的命运 我的宣言 我发表声明了吗 啊 我做了一个声明 我懂了 有些东西变了 我在森林里感受到了生机与活力 在哈摩纳看来 答案似乎已经决定了 我自言自语 并说服了自己 能改变上天赋予的命运的人 一定是上天 我不是神 我就是喜欢读书 然后 他进入了这本书 换句话说 作者必须是上帝 因为编剧 根据剧情设定人物 决定结局 成为角色的维奥拉 决定改变结局 而且我决定也喜欢写作 不知不觉 只见埃尔巴托老人 打开巨大蘑菇的大门 缓缓走了出来 埃尔巴托拄着手杖走路 你战胜了你的命运吗 中提琴手上 拿着一个月桂花环 单凭这一点 就可以说战胜了宿命吗 就连威奥拉也不知道答案 我不知道 但我一直在努力工作 我会继续这样做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没有回答 在我写的书的结尾 没有我这个人的死亡 台员小声嘀咕道 因为中提琴 有中提琴的方式 并答应一生相伴 所以 在威奥拉的结局中 不会有任何威奥拉人死去 我会成功的 她的双眼 一瞬间变成了金色 随即恢复了正常 再没有人看见 另一边 埃尔巴托眉头一皱 随即转身 转身 我开始回到巨大的蘑菇屋 跟我来 有一个重要的故事 中提琴 我只是想让你进来 泽农自然跟着威奥拉 看来老阿尔巴托的话 无关紧要 因为我是管家 风雨无阻 我们必须在一起 那是管家的职责 泽农 我一个人去 好的 泽农用略带茫然的眼神 看着威奥拉的背影 少爷 您先休息吧 徒弟小而珍贵 你为什么在这里这么说 好的 雪兰也放弃了 因为威奥拉既是徒弟 又是雇主 看到台卓拉担心的眼神 威奥拉问道 台员 你相信我吗 相信 但你会需要我 你会需要我的 有需要 我会打电话给你 台员也看着威奥拉的背影 见状 盖亚吃了一惊 你为什么这么不耐烦 不管怎样 威奥拉一个人 走进了埃尔巴托的房子 维森躺在一张大树叶 铺成的床上 维森 我连忙跑到维森身边 将耳朵贴近他的心脏 侧耳倾听 幸运的是 我的心还在跳动 但是脉动太微弱了 他的呼吸太微弱了 埃尔巴托说 只是 一具会呼吸的尸体 你能救吗 我想救他 我倾注了所有的神力 埃尔巴托指出 威奥拉在给他带来桂冠之前 已经试图拯救 Vison 但这是一个失败 埃尔巴托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不知道 你知道在哪里 我知道多远 但我有过这种经历 我没能救下水魔法师雷尔 雷尔有着我无法理解的神圣意志 上帝的意思是 就好像 我这个凡人 无论怎么努力 都无法改变的宿命 维奥拉能够意识到 那是什么 作者自己也说过 被污染的人类 无法复活 所以 单靠 埃尔巴托的力量 是救不了Vison的 因为那个污染 蕴含着神意 上帝得旨意 是艺术家的设定 在贝拉图的影子中 是这样描述的 他死的那一天 雷尔轻笑一声 喃喃说道 我孤独的人 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 雷尔已经死了 既然作者是自寻死路 自然是无论他怎么努力 这个世界的祭司 都救不了他 当时 我梦想着奇迹发生 但奇迹并没有发生 你还梦想着奇迹吗 埃尔巴托暂时闭上了眼睛 很久以前的记忆 涌上心头 我以为我很久以前 就放弃了我的梦想 不像那样 需要一个奇迹 所以我让他把它带来 那 埃尔巴托的目光 转向威奥拉的手 威奥拉的手上 拿着一个光芒四射的月轨花环 蕴藏着生命 与奇迹之力的哈摩纳之冠 我能用这个就维森吗 我不知道 但这可能值得一试 因为它是一顶 蕴含着神奇力量的王冠 埃尔巴托是一名牧师 祭司是借用神的力量 创造奇迹的人 这个孩子活不下去了 这是上帝的旨意 因为我一看到他 就读懂了这个孩子 被污染的人类 无法复活 结果王冠后 埃尔巴托站在维森面前 他像告白一样张开嘴 他是在对威奥拉说话 但实际上 这句话也是在对自己 和埃尔巴托说话 以我一人之力 无法完全违背天意 埃尔巴托颤抖着 自从维尔死后 埃尔巴托就一直很害怕 如果是天意 我能不违背吗 就算一个人死在我面前 难道我就不能复活吗 我应该顺服神的旨意吗 所以我很害怕 还有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 被天意杀死 我不知道 我信任和依赖的存在 是否可有某人的死亡 我很害怕 所以我逃跑了 我以为那是赋予人类的命运 我以为我不能违抗上帝的旨意 但有一个孩子没有逃跑 孩子是个小巨人 野蛮少女反抗命运 甚至改变了卡蕾娜和哈摩娜的命运 她甚至还背诵了精灵们所说的预言 遇见你 也必定是天意 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 我试图发挥出 月桂树冠中蕴含的神奇力量 她的手在颤抖 我没有力量 改变我的命运 所以 即使这孩子死而复生 我一个人也无法让她复活 泪水从埃尔巴托紧闭的双眼间流出 我手握过一贯 却不知如何施展奇迹 我想存钱 埃尔巴托逃跑了 因为她想拯救所有人 却无能为力 我逃跑了 因为我害怕有人会死 一种巨大的恐惧 开始侵蚀埃尔巴托的头脑 我没救了 想要保存 我无法挽救她 必须生活 我没有力气 她没有办法 她的旨意和神的旨意不同 我只好顺从 今天 我别无选择 只能逃跑 但随即听到一个声音 我很了解老夫的心意 Ivante睁开了眼睛 一个小巨人出现了 我们可以战胜命运 现在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艺术家的世界 而是中提琴的世界 有人答应过 我会一直陪着我 那是谁 台元 台元在这部小说中 已经创造了奇迹 就算是苍鹿和美迪亚 在鼓舞圣地也能坚持十年 而苍鹿和美迪亚 也只能坚持五年 属性一 画不可能为可能的人 台元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人 唯一能把作者设定的不可能世界 变成可能的中提琴世界的钥匙 也许 Tundra已经感受到了他的角色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就在我进来之前 台元告诉我的 台元 说 你会需要我的 维奥拉 回复 有需要 我会打电话给你 维奥拉朝门口走去 我需要一个台元 台元就像一只等待主人的狗 盯着巨大蘑菇屋的门口 盖亚小心翼翼地靠近台元 小狗 不 Benji Almetri先生 我能问你一件事吗 台元看都没看盖亚一眼 只是点了点头 你真的认为 维奥拉公主会打电话给你吗 又点了点头 为什么 没有回答 但是台元的眼里 充满了自信 盖亚完全无法理解 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都依赖于信息 但是 这里的信息太有限了 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那时候 我什么都不懂 脚踏实地苦毒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我的技能不如现在 但我充满了激情 她自己苦思冥想 按理说 威奥拉公主绝对没有理由 突然单独召唤台卓拉 这是夜猫组长盖亚得出的结论 通常的盖亚会如此肯定 但今天很奇怪 但不知何故 我不知道 但不知何故 我有一种感觉 你认为 她会被调用吗 一段时间后 巨型蘑菇屋的门果然打开了 台元 我需要你 就像在等待她一样 台元走了进去 盖亚的直觉是对的 这给了她一种快感 感觉就像我正在迈向一个新的水平 简单地收集事实和信息 并处理它们 是我迄今为止 一直在做的事情 不过 世子加入其中 这几乎是第一次 盖亚有一种预感 我进步了 与维奥拉和其他人在一起 让我对新事物大开眼界 我听过很多次 要想从一流到二流 世子是必不可少的 她肯定有所改善 盖亚不知不觉笑了起来 一时间被遗忘的精进精神 绽放了出来 敏锐的感觉预示着一件事 总有一天 维奥拉公主会统治世界 她有这样做的雄心和愿望 也有足够的技能盒 才能来支持她 她下定决心 要和维奥拉在一起 我的选择没有错 和维奥拉一起 她开始梦想着 有一天 能够成为统领大陆的 最高情报机关 埃尔巴托用不可靠的眼神 看着台元 我听说过你的名声 但是 半见 作为神明 而备受瞩目的见识 你是希克森的徒弟 这是正确的 台元站在维森面前 但我现在是以公主的 伴儿身份站在这里 而不是以师父的弟子 身份站在这里 伴侣 埃尔巴托有种奇怪的感觉 通常 伴侣指的是恋人 但台卓拉所说的伴侣 根本就不是那种感觉 有比这更超然的东西 我答应过会 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她发誓要生活在 威奥拉身边 为威奥拉着想 我决定用 弗埃尔巴托的生活方式 来填充 弗埃尔巴托的世界 台元 你能救维森吗 我不知道 台元本能的交替 看到劳雷尔和维森 但如果那是你的意愿 台元拔出了他的剑 一个桂冠放在了维森的胸前 仿佛回应了台元的能量 月桂花环开始更加闪耀 如果这是你的名字 台元倒吸一口凉气 他的心开始狂跳 我完全尊重他的意志和命令 走向月桂花环 我用我的巨剑 砍向维森的心脏 台元周围的时间 开始缓缓流逝 看 如何诱导法力 从心脏喷出的法力 传遍了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唤醒了记忆 公主 已经给我指路了 绿色是她的身体 她将充满万物之中的一切 阿玲的嘲笑 变成了威奥拉的认真 那种认真 让台元更加认真 台元更为人所知 公主的认真 就是我的认真 我透过威奥拉的目光 看着维森 几乎没有呼吸 维森梦想着再次复活 节省 我必须活着 因为那是公主想要的事件 用月桂花环 刺穿维森的心脏 光开始从月桂花环中 散发出来 误 一道金光 从中散发出来 本 什么 我不知道 但它必须被削减 我不知道该削什么 但我决定削掉 只见那强大的锁链 拴在了碧尘的身上 锁链肉眼看不见 但却一笔 什么都强大的力量 缠绕在了维森的身上 切断链条 不得不切断它 提高法力 别人看不见的锁链 台元朝着那个看起来又厚又硬的东西 刺出一把剑 最终 Tundra将其切断 我做到了 全部 台元感到头晕目眩 世界似乎在旋转 一种发自内心的不祥预感 涌上心头 仿佛越过了一条不该越过的线 我已经越过了境界 想想看 埃尔巴托老人 说过很多次天意 也许我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那可能很可怕 台元困惑地看着威奥拉 威奥拉的身影映入眼帘 但我不害怕 威奥拉的双眼通红 不满谢思 我真正害怕的是 跨越境界 违背上帝的旨意 所以就算天神之怒降临在他们身上 他们也不惧怕 因为公主很伤心 避免了最可怕的情况 所以现在 我什么都不怕了 我听到了埃尔巴托的声音 奇迹 来了 台元倒下不省人事 在Haren Hickson和Kaiser中 Haren是第一个到达Karina的人 一根粗大的树藤 紧紧地挡住了入口 仓路喘着粗气说 开路 树藤没有动 他的警告只有一个 精灵们连忙跑去通报消息 苏 森林正在消失 哈 我得告诉哈莫娜 整条藤腕都在消失 精灵们看不到发生了什么 他们将所见所闻告诉了哈莫娜 然后 一个疯子出现了 正在走路 狂人手中 是一把散发着寒气的剑 哈尔摩娜起初不明白这一点 我是带着剑来的 入口却被打开了 那个 不是那个 入口没有打开 树藤本身正在哭死 哈尔摩娜顿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不祥预感 这种感觉就像 哈莫娜的身体颤抖着 脑海中浮现出他七百年生命中最可怕的时刻 绝不 他低头看去 目光高傲而冰冷 他想起了 无论是皇冠的力量 还是卡雷纳的守护都无法阻止的灾难 有人出现 我女儿呢 那是一只苍鹿 哈尔摩娜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 唯一夺走哈尔摩娜王冠的人类 以压倒性的力量 制造出无助感的怪物 就在眼前 于 威奥拉公主 赫伦冷冷地看着哈摩娜 哈摩娜觉得 这里就像是一个雪域 并没有真正下雪 但我不得不感到一种奇怪而可怕的感觉 就好像一大群怪物降临到了精灵的森林里 苍鹿身上散发出的气势 宛如一片血域 嗯 在伊维特的巨型蘑菇屋里 那个时候 走到海伦面前的人是杰农 公爵 好久不见的感觉 报个案 作为一个称职的管家 泽农指出了核心 公主没事 紧接着 笼罩在卡雷纳身上的强大气息 彻底消失 精灵们和哈尔摩娜 这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等赫伦冷静下来 杰农总结了情况 汇报了过来 所以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苍鹿的目光转向了哈摩娜 你很幸运 你是什么意思 如果戒指在那只手上 他就会失去他的手臂 哈尔摩娜不自觉地咽了口口水 对于困惑的哈摩娜 泽农解释道 给我戒指的人是海伦公爵 还记得公主刚才说的话吗 哈摩娜回忆起了这段记忆 威奥拉清楚地说了这一点 但我送给女王的 是一片玛格丽特花田 她还活着 还在被创造 这枚戒指 是我最亲爱的人送给我的 价值不及 你的王冠吗 哈摩娜的身体颤抖着 那么威奥拉公主说的那个贵人 是的 她就是公爵 刹那间 一股暖风吹过卡雷娜 躲藏起来 凭住呼吸的精灵们 开始歌唱 仓路那如血浴 一般的气势 因为无法软化而软化了 威奥拉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 据说是有特别的人 送给我的礼物 正确的 仓路假装什么都没有 只是完全放松了 带我去埃尔巴托的家 仓路背影消失后 哈蒙娜深吸了一口气 曾经的仓路也是妖物 现在的仓路 却不敢用妖物来形容 我神智不是通灵师 回应精神和森林 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 当我面对一只仓路时 我感觉自己面对的 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大自然 但现在 现在发生了很多变化 自从贵人这两个字出来之后 就一直如此 从很久以前 直到最近 仓路都是一场风暴 但现在 这就像春日的暖风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他 希克森和凯撒 而小路拥兵团 比仓路们来得晚一些 谢谢你 朋友 多亏了你 我才没有迷路 凯撒是个很棒的向导 如果不是希克森 他也不会这么快 就到达精灵森林 队长 有什么奇怪的吗 精灵之森 是被神秘力量守护的地方 就好像有一个洞穴的入口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入口 观察到光滑的切割表面 凯撒歪了歪头 嗯 不寒而栗 这是什么疯子干的 朋友 你知道吗 希克森瞪大了眼睛 我猜 腾万全部被斩断 将其视为灭绝是正确的 而不是被削减的水平 毁灭腾万存在的绝妙剑法痕迹 光是这些痕迹 就引起了赞叹 感觉森林都被吓坏了 你傻吗 森林怎么害怕 伙计 我需要学习一下 这不是我想听的 拥兵王那种 脑袋是肌肉的建议 黑镜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这片森林 是有意志的森林 显然我被恐惧所控制 现在好像没事了 所以 你是个什么样的疯子 他为他的女儿疯狂 希克森继续前进 凯撒跺脚就跑 走 一起走 我迷路了 鹿宝宝拥兵们 也四处张望 惊叹不已 我从没想过 这条路会这么干净 我认为希克森勋爵是对的 森林似乎受到了惊吓 自行其事 就好像森林给了一条捷径 精灵聚集在路上 希克森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你是哈蒙娜吗 哈尔摩娜看着 Hickson 然后将目光移到Kaiser身上 他还找了一个 拥兵团的小鹿宝宝 一切都是真的 就连希克森和凯撒也来过这里 威奥拉的话没有说谎 苍鹿来过这里吗 她是 看连接的情景 连中提琴看起来都不错 威奥拉在老阿尔巴托家里 希克森靠近哈莫娜 希克森眼中的哈莫娜 现在已经不正常了 身体略微放松的状态 我能猜到发生了什么 她拍拍我的肩膀 中提琴是安全的 哈尔摩娜 你认为自己很幸运 那是什么 如果威奥拉受伤的话 或许可以 希克森没有在说什么 但哈莫娜清楚地听到了 省略的话是什么 卡雷娜会死的 我听说我能感觉到 那些话不是谎言 我意识到灾难 已经降临到我的下巴 然后消失了 威奥拉公主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与此同时 海伦在杰农的带领下 来到了巨型蘑菇屋 为了以防万一 Zenon添加了一个解释 埃尔巴托说 她只想带威奥拉公主进去 所以其他人进不去 随后 台朵拉进来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埃尔巴托原本是说 只有中提琴 会被带进屋子的 杰农大步走开 看着苍鹿的背影 嗯 反正跟公爵没什么关系 巨型蘑菇屋的门消失了 就像森林里 有一个巨大的入口一样 房子里也有一个入口 无论是埃尔巴托的庄严 命令 还是巨型蘑菇屋的大门 都没有让苍鹿停下脚步 苍鹿立即进入了 埃尔巴托的房子 她焦急地呼唤着 女儿的名字 钟提琴 这是一个低沉的声音 苍鹿环顾四周 奇迹的祭司埃尔巴托 睁大眼睛看着我们 我顺着墙 把目光转向一边 看到了我如此拼命寻找的孩子 苍鹿大步上前 抱住了威奥拉 哦 父亲 威奥拉 茫然 感觉到苍鹿的心跳 碰 碰 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一股暖流 从她的身上散发出来 她的身体不时地颤抖了一下 呼吸 脉搏 表情 热量 所有非语言语言 都在对威奥拉说话 我很高兴 什么都没发生 感到绝望和焦虑的表情 威奥拉静静地举起手 抱住了苍鹿 我很好 我感到担忧 这是自然的 寒冬城堡发生灾难 维森被污染 跑出寒冬城堡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这不是你的错 所以你不必后悔 苍鹿的眼睛 不满血丝 自从失去雷尔后 就没有流过的眼泪流了下来 苍鹿自己也很吃惊 我 我当时正在哭 她认为 这是没有男子气概的 但我并不感到羞耻 你在哭吗 好的 海伦没有否认 她承认并接受了当下 你哭什么 因为我害怕 什么 不知何故 我会失去你 她已经有了 失去亲人的记忆 苍鹿非常害怕她 逃跑了二十年的记忆 二十年 让她变成了一个叫千年的怪物 她变成了一个没有感情的怪物 甚至鼓励血清之间的屠杀比赛 只专注于建造坚固的冬季城堡 那是她的逃避 这很冒险 维森以怪物的形式出现 要不是旁边的人帮忙 我说不定就死了 原作 贝拉托之影中的维奥拉 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呢 她一定是偷偷拔刀刺向仓路 仓路会不慌不忙地挡住 夸奖她 然而 现在的中提琴并没有这样做 埃尔巴托老人告诉我 奇迹出现了 奇迹真的发生了 先生 爸爸什么时候来接我 他说 他会在一百个晚上之后 接他 我现在来接你 大约一百个晚上过去了 我父亲现在出现在我面前 感觉就像是一个奇迹 哈伦 将法尔尔抱得更紧了一些 虽然晚了很多 但方式更好 每一天都会是你的奇迹 谢谢 威奥拉的身体颤抖着 赫伦二十年未曾流泪的眼泪 说明了一切 所谓我的父亲 仓路什么也没说 威奥拉的话 让海伦周围的世界都为之一阵 失去real后 弗埃尔拉打破了她独自安静生活的生活的围墙 她本就千疮百孔的结界彻底崩塌 仓路决定成为威奥拉的奇迹 哼 你是我的奇迹 那些陌生的话语温暖了威奥拉的心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一个调侃便认真 尴尬便真诚的世界 威奥拉突然想起了维森的存在 维森呢 然后听到一个声音 希希 父亲 也抱抱我吧 是维森的声音 维森跳了起来 她看起来像一只野猫 但仓路毫不费力地 用右臂把它抱了起来 她左手拿着中提琴 右手拿着维琴琴 哇 我也被爸爸抱了 维森似乎甚至不记得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或者她只是不想关心这个 这是第一次 我用尽全力拥抱了父亲 这是一次陌生的经历 我也可以抱你 维森哑口无言 他的指尖在颤抖 维森仍然比Heron小得多 我咬着嘴唇 我不能哭 那眼神 一点都不像东宝武王子 我没有 没有 输给我爹 维森想要被他的父母所爱 我不是 我很难过 我以为我必须成为一个强大的捕食者 才能被爱 我就是这样被教导的 所以我一直这样做 现在我已经做到了 很高兴拥抱你 父亲 维森的声音充满了娇媚 眼泪像瀑布一样 从他的大眼睛里流下来 苍鹿抱着维森站着不动 这种奇异 而奇怪的感觉是什么 我是 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我过去的二十年 过得怎么样 已经二十年了 我并不感到羞耻 他统治的冬季城堡 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 并作为保护人类免受血地侵害的最强盾牌而统治着 他的一生足够光荣 然而 这不是很漂亮 维奥拉和维森的身体很小 他们比我想象的 要小得多 他是 我绝对能理解 因为这一刻很美好 苍鹿公爵有这种感觉 我生命中的一夜 正被一点点美丽填满 但我的生活可以美丽吗 我是一个无能的人 连我爱的人都保护不了 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吗 没有人允许 我害怕这种有点幸福的感觉 那是一种不合格者 无法享受的觊觎之感 中提琴的声音传来 爸爸 维奥拉比海伦本人更了解海伦 你可以快乐 有人真的希望爸爸快乐 就算不带针眼 我也能感受到 维奥拉所说的话的诚意 而且我也觉得 那份诚意 是很古老的诚意 从何时起 很久以前 比爸爸想的要早得多 Haren 是Aaron最喜欢的角色 阿玲在看海伦的时候 哭笑不得 小说中 维奥拉杀死仓路的那一刻 阿玲哭得很厉害 你不必考虑资格 傻傻老实的父亲 此时此刻 一定也在考虑自己的资格吧 因为他肯定还愿意为 没有救出妻子 而付出代价 为没有与他同归于尽 而付出代价 然而 这里是中提琴的世界 不是艺术家的世界 维奥拉说 我希望爸爸快乐 我 崩塌的仓路世界 又开始复苏 听到幻觉 女王的王冠上 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总有一天春天会到来 星花开 星号星号星号 台元恢复了理智 一种奇怪的景象 映入我的眼帘 维森王子还活着 赫伦公爵出现了 仓路抱着他们俩 台元只是静静地 注视着他们三个 他的眼睛 开始看到新事物 在仓路公爵的身体里 一根比束缚维森身体的锁链 还要粗壮得多的锁链 被束缚住了 那是一根锁链 粗到连刀剑都不敢砍断 那条链子 它正在一点一点的褪色 就像雪在春风中融化 春天来了 每一天都会是你的奇迹 仓路这么一说 许多锁链都融化了 很高兴拥抱你 父亲 许多锁链再次被打破 我希望我爸爸开心 台元的眼睛变成了金色 我看到了许多肉眼 看不见的东西 许多围绕仓路的锁链 被打破和摧毁 没有什么 维森也一样 所有束缚维森身体的束缚 都消失了 奇迹祭司艾尔巴托张大嘴巴 看着台元 他是第一个注意到 台元的眼睛被染成金色的人 脑海里浮现出水魔法师 雷尔的话 你是假的 雷尔否认了奇迹祭司艾尔巴托 你不配被称为奇迹牧师 借神之力 模拟奇迹的程度而已 当时 艾尔巴托非常生气 但他认为 这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女人的歇斯底里 并继续前行 我需要真正的奇迹才能活下去 一个真正的奇迹人 可以违背上帝的意愿 创造奇迹 你到底在说谁 好吧 但你看到 他的时候就知道了 你是个牧师 我认为 这都是胡说八道 我快要死了 所以 不管他们说什么 我都得忍受 我是这么想的 我得到他 雷尔的话并非谎言 我一看到 他就感觉到了 看着台原那金色的眼睛 我就知道了 违抗上帝旨意的力量 此外 还有重新确立上帝旨意的力量 那是台原 但台原不应该是孤独的 为了让Tundra建立其神奇的力量 有一个人绝对需要他 艾尔巴托的目光落在了中提琴身上 是威奥拉公主 只有威奥拉公主在那里 台原才会发光 威奥拉的认真 就是台州的认真 而且以奇迹的形式发生了 一股新风 正在非洲大陆吹来 春天了 本来 他人生无憾 既然我是个笨蛋 不能违背注定人死的神的旨意 我就觉得 死了也无妨 我不想死 看到Viola和Tundra 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经历了天意崩塌的奇迹 我需要把更多的东西 放在我的眼睛里 他想在以后亲身体验这个奇迹 我得去冬天的城堡 艾尔巴托决定 将自己托付给东堡 威奥拉一行人 包括海伦公爵在内 离开了精灵的森林 成千上万的精灵 全部来到入口处 跪在威奥拉面前 哈摩娜也跪了下来 谢谢你给了我奇迹 是 Pong Pong做的 不是我 哈尔摩娜认为 Viola是一个谦虚的国王 我以卡雷娜的中后卫发誓 作为卡雷娜的统治者 我和这里呼吸的一切 都将服从您的命令 在那之前 一切都很好 可紧接着 出乎意料的一句话冒了出来 我的王后 是的 威奥拉一时吃了一惊 女王 什么 我明白 女王这个词 对精灵是相当憧憬的 看着威奥拉的精灵们 眼中充满了不喜欢的信仰 但我想知道 她是什么 甚至很难说不 气氛就是那样 哈蒙娜行行 你是皇后 如果这是你的意愿 我会接受 威奥拉觉得自己 快要被压力压死 但她没有表现出来 我准备尽可能自然递上马车 终提琴 不也送我一程马车吗 语气发生了一遍的 埃尔巴托老头 提着行李往外走 背包太大了 感觉埃尔巴托的腿都要断了 泽农 帮帮我 好的 杰农走近 接过背包 将其放入此空间 我也要学魔法 哦 是妖 哈蒙娜皱起眉头 鼓舞人心 牧师学魔法 人类违背神的旨意 擅自支配魔力 难道魔法不是无理的行为吗 基本上 神官们对巫师的态度 就是这样 当然 巫师们也不太喜欢牧师 我是退休的牧师 所以没关系 天意早已定下 再见 奶奶 你真的要去 孤独充满了哈蒙娜的眼睛 那我真的得走了 你为什么要带着衰老的身体 度过一生 如果你在精灵之森 就能安享晚年 然而 埃尔巴托敢于前往冬季城堡 如果我去了寒冬城堡 好像我也会有奇迹出现 埃尔巴托的右手握着一个月桂花环 月桂花环还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然后 从某处传来了声音 埃尔巴托的灵感 我的胳膊被打断了 他们都不给我治病 你是凯撒 如果我当时修复他 我的肌肉会比现在更大 亚瑟 当你长得比现在大时 你将成为大猩猩 而不是人类 哦 这样好吗 唤醒 你是人 反正 那你修好就好了吗 你现在要做什么 所以 你不想让我去冬天的城堡吗 不 不是那样的 凯撒 放声大笑 老头子动起沉重的臀部 一定是另有原因吧 德皇的目光落在了埃尔巴托手上的桂冠上 埃尔巴托耸耸肩 好的 我想 时间会证明一切 星号星号星号 凯撒向蝴蝶踩去 他看起来像一头犀牛 蝴蝶啊 那笔从凯撒身边溜走 倒在了希克森的怀里 凯撒的红发颤抖着 蝴蝶 你这个叛徒 凯撒的双眼布满血丝 不管他是否知道 他在想什么 蝴蝶在希克森的怀里打哈去 呵呵 我赢了 肌肉猪 不要以为你永远是赢家 你在生气吗 我没有生气 你生气了 拉屎 在与希克森的决斗 中落败的凯撒 带着雇佣兵小鹿们走出了精灵的森林 维奥拉说 泽农 你追上来 我是你的管家 其实泽农也不想和维奥拉分开 小鹿佣兵团 是自由佣兵团 肯定会散的 不过皇上是个大骗子 寒冬城堡南门的守备队长 能长期不在吗 我接受命令 海伦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泽农 我会理解你的心情 正常情况下 他可能会训斥杰农 或者他对泽农很失望 就是因为他不肯听从公主的吩咐 你应该听到合乎逻辑和合理的理由来反驳 埃尔巴托从马车的窗外大喊 我的内裤也在我的背包里 别来不及了 远处 哈尔莫娜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道 老夫 看他声音红亮 离去之日还远着呢 他的眼睛有点红 维奥拉等人出发了 维森靠着赫伦的胳膊睡着了 埃瓦托老头也打起了瞌睡 坐在维奥拉对面的仓路问道 你真的是要把戒指给我吗 是的 我认为这是值得的 仓路点点头 维奥拉是对的 如果我必须献上一枚戒指 来挽救维森的性命 那将是值得的 你的精神阻止了卡雷娜的毁灭 维奥拉不自觉地咽了咽口水 恐怖的内容与那张温和 温暖 英俊的面孔形成鲜明对比 让维奥拉想起 这里又一次出现在了 贝拉托之影中 乒乓球很奇怪 什么 即使我呼唤你 你也没有回应我的召唤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蓬蓬大叫一声 然后消失了 没有回应维奥拉的召唤 我怕有危险 如果你在陷入危机后打电话 胖胖不会出现吗 我只是开玩笑说的 但我周围的魔力却被冻结了 可以这么说 这里周围的世界都被吓坏了 不 我开玩笑的 你的笑话太学心了 不 我爸爸更残忍 中提琴大声咳嗽 为什么 胖胖会那样 我会违反他们的法律 再次关闭竞技场 在 贝拉图的影子中 并没有详细描述精灵 这是连维奥拉都不知道的情报 本体的消失 或者与之相当的有价值的东西 一定是被呈现出来了 我不知道 不过既然是我给你选的 等你精神好了 它就会出现 如果你出现 请安慰我 是的 我只是说了一些 对父亲来说太温暖的话 当维奥拉盯着赫伦看时 赫伦把女儿的目光移开了 本来 贝拉图的影子 里的仓路 是一个从不回避别人目光的人 你当然是一个优秀的孩子 值得这样的服务 你怎么可以这么认真的说这种话 你不是皇后吗 是的 维奥拉困惑地看着仓路 我能够理解 你只是在开玩笑 对吧 好的 请告诉我一个小笑话 你笑起来更好看 你不笑的时候 也很帅 因为笑话 是用来让人笑的 十九仓路的沉默 让维奥拉哑口无言 长得帅 可不是闹着玩的 有些事情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这么好 好像变化 比我想象的要大一点 我偷偷看了一眼 碰了碰运气 屁 十九仓路正看着窗外 似乎那锋利的下额线 连风都能将之斩断 九八 赫伦没有往这边看 都 闻 本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演艺中的父亲们会失去理智的 然而 海伦并没有多看一眼 我也不认为 这有什么不妥 维奥拉这么想 但在马车外面 夏兰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一朵花开在 Sirpim树上 Sirpim树是一棵一年只开花一次的树 就算运气好 两周多都见不到的粉红色花朵 已经开始大开 时时 掌握第一把剑的夏兰 将这种情况视为奇迹 蛇皮花已经很久没开了 什么影响了你 夏兰目睹了维奥拉的火组织检查 并感到震惊 这也类似于火简技术 仍然很难确定 苍鹿公爵身上 散发出一股奇异的能量 在那之后 Sirpim花开了 你是认真的吗 这不是故意的 维奥拉的Pewpipo给大陆带来了春天 但是Sirpim花最初不是粉红色的吗 花是紫色的 就像中提琴的第一把剑 Shalen像中了咒语的人一样 背诵着Harmona的启示录 总有一天春天会到来 星花开 而坐在她身边的希克森 也低声咒骂了一句 我赢了大猩猩 但输给了苍鹿 一只蝴蝶在她的怀里 睡得很香 冬季城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伊莎贝拉在外部 被视为失踪 众所周知 孔子二是在打麻水的时候惨死的 Albeto的灵感 在冬季城堡中 占据了一席之地 时事通讯的记者 找到退休的奇迹牧师 并要求采访 但在被棕驴树杖殴打后 被赶了出去 离开 我无意接受采访 可就算是盖亚的线人 也踢不出去 盖亚的线人 能够从阿尔巴托那里 听到一些故事 听到的话太震撼了 就连盖亚也吃了一惊 你在培养牧师 我当然听到了 神职是从出生就决定的 神力是与生俱来的 只有继承了神职的人 才能驾驭神力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数字非常小的原因 他们好像在用口琴之冠 进行研究 凭借其中蕴含的神奇力量 是的 盖亚皱眉 可是人工培育的神官 这不是亵渎神灵吗 我想 这就是我不回应采访的原因 但是 你告诉我们了吗 盖亚咧嘴一笑 仅在这一方面提供了信息 你的意思是付饭钱 总有一天 阿尔巴托要做的事 会为世人所知 米家 你的意思是 我说的是慢慢来 适当的破坏信息 好的 但是 你而不是塞琳娜呢 你不能为此撒谎 我不会直接告诉她 但如果塞琳娜问起 我也不能撒谎 阿尔巴托会知道这么多 并提供信息 与此同时 威奥拉回到了冬季城堡 以自己的方式 过着平静的生活 生活本身是平静的 但这并不是说 我的头脑很好 伊莎贝拉夫人 和二王子都死了 维森也差点死了 热潮不再是别人的事 而且 既然狂潮的工作 被中断了数次 狂潮也必须磨刀祸祸 报仇血恨 和平幸福的独立 远在天边 威奥拉有一种预感 一股狂热的巨大阴影 正在逼近 但我并不害怕 就连原著里的中提琴 也是自己克服的 那时 威奥拉是一个人 然而 现在威奥拉并不孤单 我可以克服她 正这么想着 新的消息传来了 消息是 帝国骑士团中 最精锐的太阳骑士团 已经抵达 寒冬城堡南门附近 多亏泽农 才没有迷路的凯撒 挠了挠鼻子 擅自带着 全副武装的骑士通过 是帝国骑士就全了 我不能让你进来 但 但是什么 如果你拧他 告诉他们打开他 我想 那会有点困难 为什么 他们的队长 是不是有皇上的吩咐 那是 没有皇帝的命令 但是一个声音传来 开门 君主之阳来了 皇帝亲自前来探望 率领全副武装的太阳骑士 凯撒挠了挠鼻子 继承为了什么样的皇帝 他们说他是皇帝 什么疯子冒充皇帝 皇帝搬家 一般先以书信的形式 宣布他的去向 只有镇压造反的时候 才来得不及时 德皇爬上了城堡的墙壁 一名太阳骑士再次喊道 开门 喂 你是太阳骑士吗 太阳骑士身穿银色铠甲 全副武装 因为头盔的原因 看不到他的脸和表情 不过 势头十分的猛烈 不是 但他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太阳骑士 凯撒一歪头 纵身跃上了城墙之上 我跳了 他发出很大的跳跃声 碰 尘土飞扬 真正的皇帝 说话要小心 太阳骑士将见对准德皇 完毕 我会为自己说话 骑士们铺平了道路 白马上的人摘下头盔 哦 凯撒看着男人 他才是真正的皇帝 可怕 你现在还不能跪下吗 凯撒皱起眉头 然后他问皇帝 他是新来的吗 好的 凯撒双臂交叉 哼了一声 嘿 我和内拉赫是朋友 我曾经救过内拉赫的命 我转身 哦 这是拿脸 他咬了一大口 挠了挠后挠熟 我失去了他 迎新勋章 丢失的 可以重发吗 内拉赫难以置信的笑了起来 凯撒不管多大年纪都一样 没想到 你真的是东城南门的队长 我喜欢这里 如果你在正式场合使用金语就好了 信 那给我一枚迎新勋章 你迷路了吗 请重新发布 你为什么做这个 我告诉你了 我喜欢这里 我也有朋友 朋友 终提琴 你知道吗 内拉起点点头 Celina也是的很有兴趣的孩子 总之 朋友的问候到此为止 现在 我以皇帝的身份来到这里 吩咐寒冬城堡的统领打开城门 凯撒的眼睛眯了起来 率领全副武装的太阳骑士 此外 你也讨厌中甲 你怎么穿成这样 凯撒从亚空间里拔出一把巨斧 这把巨斧名为凯撒之斧 是一把堪称凯撒决战利器的凶器 太阳骑士团的领袖罗恩 拔出了他的剑 竟敢在皇上面前拔出兵器 叛国罪 伊贝贝 那你也是叛徒吗 这是罗恩再也不想体验的人类形象 他们说他不是人 而是大猩猩 看来他的智商和大猩猩不相上下 只要有银行勋章 就能在陛下面前拿出兵器吧 当你感到明显的敌意时 情况就不同了 啊 我想起来了 当年被我打的不就是你吗 内拉赫举起左手 停止 然后他用右手拔出剑 旭尔罗恩 我听到了清晰的剑声 内拉克缓缓张开嘴 凯撒 你的意思是 你不会开路 看来 皇上陛下的用意不公了 你的话太过分了 怀念就时光 我将提出最后一个建议 开路 寒冬城堡南门的队长 不能让全副武装的骑士 进入城堡 你一个人无法阻止他 我可以关掉时间 凯撒回头看了一眼 目前的情况会通过紧急联络线 直接传送到宫国 我是防守队长 我用凯撒府 在地上画了一条线 没有人能超越这里 就连大帝陛下也一样 那里有我的一个小朋友 果然不出德皇所料 南门的骚动 立刻传到了宫爵府 威奥拉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传递消息的是泽农 泽农笑着说道 再这样下去 不管你再怎么为力仕途 脖子都会掉到地上的 拥兵王的实力固然强大 但对付不了剑皇率领的整个太阳骑士团 威奥拉叹了口气说道 那不会发生 威奥拉知道 凯撒和内拉赫的关系 不管外表如何 两人都是前世亲兄弟 有着比亲兄弟更深厚的情谊 后来 凯撒喝醉了 向内拉赫扔了一把凯撒斧头 内拉赫一笑置之 内拉克是个对凯撒出气宽容的人物 我不能就这样 砍掉拥兵王的脑袋 大陆上所有的拥兵 都会变成敌人 威奥拉觉得 这种情况 不知何故是人为的 似乎是故意在寒冬城堡前 大张旗鼓 似乎是要像谁炫耀似的 这是我作为读者的感受 你是不是很好奇 公主在想什么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爸爸现在会做清理工作 最后 赫伦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亲自打开了南门 护卫长 小心 该死 听到寒冬城主的话 寒冬城南门的队长 凯撒退了一步 苍鹿说 皇帝陛下 这是在做什么 你的欢迎是将阁的 杜克 内拉奇拔出了他的剑 随后 太阳骑士们 也照样收回了自己的剑 有几十个 但只有一个动作 我怀疑东城叛国 不过 苍鹿公爵身为保护人类的前线盾牌 尽之尽责 所以我才来这里亲眼看看 我会和太阳骑士团一起调查这里 你们配合皇上的活动 星号星号星号 奈拉尔克走进公爵府邸 喝了一杯茶 尼拉克的外貌 与太阳骑士团的人截然不同 你怎么样 很惊讶吗 任何 公爵在公共场合公公敬敬 私底下却言谈自如 尼尔克似乎对此也很满意 所以 你去什么地方 都要提前说好 然后绕一圈 你不知道 没有通行证就乱跑 那是叛国罪 为了我的女儿 我没办法 你再说一些 不符合苍鹿性格的话 内拉尔克和公爵在相当平静的状态下度过了下午茶时间 有情报 冬天城堡正在为叛国做准备 你最清楚情况不可能是这样 好的 内拉克放下茶杯 如果你对王位感兴趣 你早就割断我的喉咙了 但是 捕获了可疑的外观 你在东城招募工匠了吗 来自魔法塔的乞丐 他们都是拥有不止一种技能的技术专家 随着他们的流入 冬天的人们变得更加富裕 并且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 那个 拥兵王凯撒 他发誓效忠于你 那是不正确的 维奥拉 不是我 我发誓效忠维奥拉 去 他自称是维奥拉的朋友 我不认为你允许他 因为你必须选择那个年龄的朋友 内拉赫咯咯地笑了起来 那时候 我们见过面吗 凯撒 内拉赫 苍鹿 三人第一次见面 是在他们十岁的时候 我们一起训练 一起成长 走过同一个战场 一个成为了拥兵王 一个成为了剑帝 一个成为了寒冬城主 原本孤立无援的寒冬城堡 若能通过黄金之路 获得畅通无阻的进入通道 便可以为集结大陆拥兵团 准备落脚点 另外 正在扎扎实实地 加强内部的稳固性 打算招募神官埃尔巴托 来培养神官 培育 他将引起现有牧师的强烈反对 上帝的眼光 是与生俱来的 他争辩说 让他人为化 会导致不快乐 甚至违背天意 神的旨意是什么 培育好导火索 就能救治更多的人 但是 神官们肯定会强烈反对 神官的增加 他说 像他这样的人类 怎么敢训练牧师 总之 我要去培养神官们 一边和夜猫 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一边还召集了卡蕾娜的精灵 各方势力都在配合东宝 这不就是一幅 准备谋反的画面 不管谁看到吗 所以 你去寒冬城堡 是为了对外调查 叛国罪 故意引起骚动 好的 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与维奥拉夫人的私人会面 苍鹿瞪着内拉赫 单独带女儿 你为什么要活着 我从来没有过 她绝对是活的 你好像死了很多次 练习很重要 内拉赫 内拉奇歪了歪头 生命突然消失了 聪明的 然后 听到敲门声 苍鹿王尊贵不争气 没想到还有人敢敲皇上和王侯的宝座 开门的人是威奥拉 我想 你会找到我的 内拉赫微笑着看着威奥拉 为什么阴爱会这么想 因为我猜到 人们来东宝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狂热 对外 谋逆 但实际上 获取有关热潮的信息 我以为你可能会来找我第一个提到这股热潮的人 我错了吗 内拉赫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那是对的 很快他就大笑起来 正如塞琳娜所说 塞琳娜说道 Tizer会打他 Haren会自己出来 与Haren交谈 Vaiola会来找你 然后管家会做草莓汽水给你 就在这时 泽农端着托盘走了进来 冷汗从维奥拉的背上流下来 是啊 毕竟是个天才人物 塞琳娜也是一个要避免的角色 可是连塞琳娜也不能告诉我一件事 这就是我亲自来到这里的原因 内拉赫的眼睛眯了起来 威奥拉大人 你在勿忘我宴会前就知道发烧了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热潮的 什么 多少钱 你怎么知道的 她的眼睛很锐利 Haren是第一个回答 Nellarch问题的人 奈拉赫 皇帝陛下 你好像在审问我的女儿 是不是我看错了 苍鹿公爵 要是能统一的话就好了 内拉赫称 苍鹿为苍鹿公爵 因为这句话 这个座位变成了公共座位 是我的错吗 这不是幻觉 维奥拉夫人从一开始就知道 狂热的可怕 我知道如何攻击 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她以前如何 维奥拉回答 从沙漠吹来热风 是啊 那个 维奥拉夫人记得很清楚 内拉奇的眼睛转向苍鹿 你的举止不像苍鹿公爵 你通常不让自己回答吗 很奇怪 公爵竟然在维护一个人 那眼神和我和雷尔在一起的时候 一模一样 这让我想起了过去 苍鹿的模样和现在大不相同 那模样 现在就和苍鹿重合了 我想维奥拉夫人也想要那个 这次苍鹿的目光转向了中提琴 维奥拉点点头 听说皇帝陛下来到寒冬城堡 我就知道会发生这种情况 我来这里的时候 我父亲一定知道 爸爸 是的 你不用叫我爸爸 内拉克哈哈大笑 海伦也对雷尔说了这句话 苍鹿 他可以是苍鹿 没有必要称他为苍鹿王子 维奥拉觉得有点惭愧 在公共场合给爸爸打电话 感觉贝拉托有点不体面 但我并不讨厌 我劝父亲的方式 而不是我父亲 这种甘大的感觉还不错 我想亲自和你谈谈 请相信我的女儿 内拉和哥哥的笑了起来 看来 威奥拉大人也想私下见我 我不喜欢一个人住 苍鹿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真的很担心我的女儿 然而 女儿自己说她会说话 所以我不得不听那个 我认为 作为父亲 不 作为父亲 这是正确的做法 这是我女儿要求的 所以我会做的 不就是因为我的吩咐吗 黄明 我认识的人说 皇帝在那里拒绝了他 这是近三十年前 离家出走的王子 尼拉克本人所说的话 内拉奇笑着继续说道 人类最强的盾牌 寒冬城堡的军迹 就是一坨石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让你看看真正的混蛋 没有规格 当我认识的人胡作非为时 这很难处理 赫伦搬走了 维奥拉和内拉赫的私事开始了 内拉赫说 既然闯入者已经不在了 我们是不是在深入谈谈 你看起来心情很好 小姐看到了吗 是的 因为 我能看到我认识的人的形象 我父亲好的一面 父亲 您会失望吗 叫我爸爸就行了 我怎么可以在皇帝陛下面前 动用个人称号 奈拉奇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说实话 小姐十三岁了吧 你说的对 与此同时 周围的法力也凝固了 在勿望我宴会的时候 英爱与盖亚 没有任何联系 她与东城以外的任何情报组织 也没有任何联系 至少她和赫拉公主 开办的泰拉商行 有很深的渊源 这对皇帝来说 已经够奇怪的了 维奥拉认为 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 我有阅读神旨的能力 你想称小姐为神父 Nellarch 有什么好笑的 扑哈哈 放声大笑 肉身少女 你带来太阳王 可汗的纪念品了吗 内拉奇的笑声停止了 可汗的纪念品 能识破谎言的红色宝石 贝拉图血脉传承下来的 真眼的来源 我确定你 带来了真理之实 一阵尴尬的沉默 我的祖先太阳王 留下了纪念品 这是公开的事实 然而 目前尚不清楚 这些遗物是什么 那是连夜猫的团长 盖亚都不知道的情报 历代皇室 都是只有继承人 才能知道的消息 准确来说 应该是真理之实的碎片 太阳王可汗 将静安之力 传授给贝拉图 真理之实 因此破碎成许多碎片 面对难以置信的现实 内拉克又一次沉默了 你读懂神的旨意了吗 是的 内拉赫打开此空间 取出一块拇指大小的 红色石头 它散发着鲜红的光芒 那是真理石 你能在真言实面前 发誓说实话吗 当然 如果你不说实话 真相之实就会变成蓝色 奈拉克被迫再次保持沉默 皇室之外 完全不为人所知的事实 从威奥拉的嘴里说了出来 我不知道神的旨意具体是什么 自古以来 我就读懂了神的旨意 起初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作者的描述 那是这个世界的神旨 换句话说 那是小说 起初 我只看小说 内拉奇的目光 转向了真理之实 真理之实没有改变 他以信件的形式出现在我面前 我能够阅读我没有经历过的东西 并向我展示我没有想象过的东西 当我读到 上帝的旨意时 我时而同情 时而愤怒 你是同情还是愤怒 上帝的意志 有一个叙述 这就像一个 只有一个情节的故事 Truth Stone 仍然是红色的 有一天 我突然意识到 那些信件 不仅仅是信件 大雨倾盆的夜间 维奥拉贝拉托 打败了奴隶贩子 被海伦公爵找到 那时候 脚趾间流出的鲜血 我还历历在目 一开始很难接受 我很困惑 这是否真的是上帝的旨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开始确信 他们是上帝的旨意和启示 为什么 我认识我不认识的人 我瞥见了未来 热潮将如火如荼的进行 你知道我今天会在这里吗 维奥拉摇摇头 我不知道 因为我无法阅读所有的期货 我听到的越多 就越难以相信 我知道 所以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爸爸 如果你不小心说出这种话 你可能会面临女巫审判 一定 所以才第一次在皇帝陛下面前坦白 陛下是这个帝国的太阳 如果太阳认可 我就自由了 内拉起点点头 至此隐瞒真相的原因 已经完全明白了 而且 我不是牧师 祭司是遵从神旨的人 我却违背了神旨 你造反了吗 以我所见的上帝旨意 维森已经死了 维森还活着 我救了他 因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也就是说 威奥拉大人 是可以违抗神意的人吗 一定是天意可以改变 我决定创造一个中提琴世界 而不是艺术家的世界 我已经充分体验到 这是可能的 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你听起来很自然 我认为上帝给了我们生存的权利 哪怕违背天意 真言时还是红色的 维森看着内拉赫 尼拉克觉得 维森的眼神确实很严厉 维森维续说道 看来太阳王可汗已经为今天做了准备 这意味着什么 贝拉托的真眼 布兰迪亚的强身 皇室的太阳剑 这些也是只传给皇帝的秘密 恶魔之王封印了巴哈卡伦的太阳王 与他最亲密的朋友分享了他的力量 那边的真相实就是证据之一 他给皇室留下了一份遗嘱 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过于抽象的说法 皇室应该没有太在意吧 内拉赫别无选择 只能认输 威奥拉分明是个能读懂神意的孩子 可汗的意志总有一天会到来是正确的 遗嘱只传给皇室直戏 但很奇怪 是啊 这很奇怪 内拉赫之前一直对某些事情感到好奇 封印巴哈卡伦的太阳王可汗 有三个同伴 寒冬建帝哈森 贝拉图 熔岩巨人 还有白龙派拉 玛丽 安托万是白龙派拉嫁给人类 而兴盛的家族 太阳王可汗 与他的战友们分享了他的能力 但是 他并没有给派拉任何能力 而且他是康和他的同伴中唯一的幸存者 除了派拉 所有人都为封印巴哈卡伦献出了生命 难道只有他一个人幸运 还是他 停止 内拉赫说 他太敏感了 今天就听这么多吧 这可能是密谋反对第三位公爵玛丽 安托万公爵的故事 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证据 我能再说一件事吗 什么 你知道之前色纳公主被绑架失踪的消息吧 好的 听说玛丽 安托万派了追击队 寒冬城堡也积极参与了搜索 带头搜索的人是我们的大姐 被授予新章的骑士 一个高达一的圣骑士寻找他 但找不到任何踪迹 他像海市蜃楼一样消失了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这几乎是美迪亚唯一失败的任务 他们真的蒸发了 威尔拉说出了意味深长的话 用人力能做到吗 然后 噗通 碰 听到一声响亮的敲门声 就好像门要被打破了 将门要被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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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拉赫咬紧牙关 他的身体颤抖着 看到这一幕 威奥拉咽了口口水 我发烧了 希克森也不管是否意识到这种情况 打开门就冲了进去 终提琴 豪宅因他的脚步而颤抖 他的身法和气势都很强 一副一怒之下掀起海啸的黑色奇观 他握住威奥拉的手 问他最近怎么样 你还好吗 威奥拉瞥了一眼 内拉赫的势头令人生味 如果说黑镜希克森的气势 是一座熊熊燃烧的火火山 那么剑皇尼拉克的气势 则是带着一丝寒意的暴风雪 两人的气势在空中碰撞在一起 麻的玻璃窗被震得粉碎 皇帝一个人住 我怎么理解这个 希克森 呃 皇上 你怎么样 我不知道有皇帝 威奥拉赫极其耐心地忍受着 如果这里不是寒冬城堡 如果寒冬城堡的主人不是赫伦 他早就拔剑了 内拉克说着 露出了怒意 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整顿纪律 威奥拉不得不努力把握形势 希克森很鲁莽 但他不像凯撒那样 是个虫子 即使看起来不像那样 策略也很不错 Hickson Viola知道的就是这样 因为你和奈勒克很亲近 所以这是可能的 这不是希克森 与皇帝并无深交 因为尼拉克忍住了 不忍的话 直接出剑来也不奇怪 天啊 你竟然擅闯与皇上独处的地方 我向前看 发现门破烂不堪 令人困惑的是 他们是开门进来的 还是毁门进来的 现在 你割了我的喉咙吗 我是这么说的 他们的目光再次相遇 似乎一场大风暴 正在酝酿之中 你会后悔吗 你会后悔吗 内拉克的眉毛抽动了一下 就连凯撒和赫伦 也不允许半途而废 即使是对希克森 也是如此 你的傲慢 会加快你的生命线 若是皇上不能守口如瓶 那他的面子可就没了 没有什么是我留不住的 我会亲手割断你的喉咙 内拉克瞪大了眼睛 希克森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看 你说你后悔了 希克森的手中是银星勋章 拥有银星勋章的人 可以在皇帝面前低声下气 那是银星勋章的特权 我不记得给过你银星勋章 内拉克立刻想起了什么 哦 这是哪里 可以重新发行吗 傭兵王凯撒说自己的银星勋章丢了 Nell Arch 屏住呼吸问道 是你偷的吗 绝不 然后 我捡起来的 你捡到了吗 因为我捡到的 我怎样才能领取银星勋章 我没有问那个问题 如果是凯撒 就有可能 Nell Arch叹了口气 在椅子上坐下 我本以为会有人会因为 我有一颗银星 而立即开始跟我说话 我摇了摇头 我不喜欢这个人或那个人 这是一座冬季城堡 如果没有赫伦公爵的默许 桑恩是不可能入侵到这么远的地方的 也就是说 赫伦和希克森是同谋 我很担心我的女儿 女儿 希克森很自豪 由心而生的女儿 气势磅礴 连内拉赫都说不出话来 一阵沉默 很快 内拉克朝威奥拉的方向看了过来 如果有两个父亲就好了 我不认为这一切都那么好 威奥拉也审视完了情况 将希克森推到后背 你和皇帝陛下单独在一起 叔叔出去了 内拉克冷笑道 看着苍鹿 他说 他是我的父亲 我叫你叔叔 不是你女儿吗 原本在皇上面前也自信满满的希克森 脸都红了 即便如此 你也不能强迫 威奥拉叫他父亲 嘿 威奥拉 别勉强 请 有点自尊心 我感谢希克森的爱和关心 但他有时间和地点 不 威奥拉 我只是担心你 如果我只是问你的话 这是我的工作 我会照顾好我的生意 我会处理的 这话化作一把匕首 刺入了希克森的心口 为什么说你知道该怎么做 会如此伤人 我受伤了 尽管如此 我还是无能为力 是你失礼了 威奥拉把希克森推到门口 轻声开口 你是我的父亲 他一心一意地接纳了我 你不能再相信我一点吗 我可以做得很好 希克森出来 沿着走廊走 遇到了海伦 仓路被靠着墙站着 怎么样 希克森阴沉着脸说道 威奥拉长大了 孩子总是成熟的 好像就在昨天 你才主动联系我 说你需要一个大人依靠 我想我现在不需要你了 当希克森皱起眉头时 赫伦的嘴角浮现出了笑容 别得意 因为威奥拉要成年了 也就意味着他也会离你远点 这不可能 海伦的笑容加深了 你 屁 酒吧 毒 你认识阿宝吗 那是什么 你确定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在胡说什么 我不知道 苍鹿笑得仿佛拥有了全世界 奈拉克和维尔拉私下会面 已经过去两周了 一封信到达了布兰迪亚公爵 那是一封盖有皇帝公章的书信 你想加入神话再灵吗 在尼拉克的带领下 三位公爵秘密会面 剑皇尼拉克 苍鹿贝拉托 三文鱼布兰迪亚 玛丽莎 玛丽 安托万 内拉赫说 英雄王克汗 与他的三个伙伴一起 夺走了恶灵之王巴哈卡伦 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所以 我们必须再次联手 进一步强化巴哈卡伦的封印 布兰迪亚团长 萨尔蒙 布兰迪亚 微微皱眉 所以 你确定巴哈卡伦又出动了 好的 思索片刻后 他摇了摇头 我摔倒 甚至很难找到我的孩子 萨蒙 布兰迪亚 Simon Brando 失去了他最小的女儿 他不会因此而伤心 小女儿留下一封信 前往吹雪的地方 正在搜查这个地方 但萨尔蒙很清楚 仅仅去老战士的圣地 是找不到塞尔文的 我不能放弃 三文鱼每天都在老战士的圣地游荡 与此同时 梅丽莎 玛丽恩托 也摇了摇头 我这几天 工作也很忙 我也要找到我的女儿 内拉起点点头 他们说 塞纳公主失踪了 是的 你没有放弃吗 梅丽莎怒视着内拉赫 没有母亲会放弃自己的孩子 正确的 内拉克似乎已经预料到了 萨尔蒙公爵和梅丽莎公爵的反应 然后 这一次 苍鹿张开了嘴 正如我女儿所预料的那样 梅丽莎公爵最先反应过来 如果是你的女儿 就是威奥拉夫人吗 梅丽莎不太喜欢中提琴 她也在想 塞纳失踪的原因 是因为威奥拉 这是我去向威奥拉道歉时发生的事情 就算我脑子里认为 这不是威奥拉的错 心里也很难理解 是的 终提琴 你是说 威奥拉夫人预言了 我们会做什么 她做了 我知道你有多爱你的孩子 我知道 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苍鹿继续说道 然而 疯狂是那些将我们的思想反过来使用的人 我的老朋友 Hickson就是这样 我的对手 Stormsward Jackal也是 以剑魔著称的埃尔莎也是如此 回应埃尔莎这个名字的人是萨尔蒙 埃莎 她现在在哪 我正在为我的另一个女儿四号公主做管家 她在当管家 为什么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记忆吗 鲑鱼颤抖着 小时候 萨尔蒙被埃尔莎打败了 我在想 我们应该重新站在一起 但她消失了 因为她的女儿被绑架了 仓路环顾四周 看着公爵们 我们确定 我们不会中了那个咒语吗 我看向归于布兰迪亚的方向 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女儿 你确定你 不会变成疯子吗 我看向梅丽莎 马灵图 你的女儿永远不会回来了 如果是这样 你能不发疯吗 最重要的是 我相信 你女儿的失踪 与这场狂热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 失踪后不久 美迪亚便率领寒冬城堡的金锐 前去寻找 但是 我找不到任何痕迹 玛丽 安东尼的搜寻队 甚至没有得到任何收入 你觉得这可能吗 梅丽莎闭上了嘴 这是正确的 事实上 梅丽莎也很疑惑 再多也难免留下痕迹 可是女儿 和伺候她的人群 却彻底烟消云散了 这次是内拉赫开口了 我没有信心失去 瑟琳娜 我不会变成疯子 不行 我很有可能会发疯 她看向门口 一个能读懂上帝旨意的人 称之为污染 萨尔蒙和梅丽莎 同时歪了歪头 你说你读懂了神的旨意 这意味着什么 内拉克笑着说道 能读懂神旨的人 一个可以违背上帝的意志 并塑造自己命运的人 在精灵之森创造奇迹 被精灵女王 作为女王的人 给你介绍一下 真正主持这次密会的 铁血公主 门是开着的 有人出现 开门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威奥拉 很高兴认识你 威奥拉 贝拉托 海伦用欣慰的眼神 看着威奥拉 萨尔蒙皱着眉头 梅丽莎则是面无表情地 看着威奥拉 鲑鱼第一个简短地说 所以 你读懂了神的旨意 主持了这次密会 还有什么 反正 这么厉害的人 就是威奥拉公主吗 内拉奇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明白你的反应 鲑鱼公爵 她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也在想 威奥拉公主会怎么说服你呢 我是 Simon Brandeal不太喜欢中提琴 萨尔蒙之所以逃跑 是因为威奥拉 当然 这个问题不能怪威奥拉 但也不像父母的心意 威奥拉大人 你很清楚 我不太喜欢你 对吧 是因为萨尔蒙大人跑了 嗯 不一定 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不是因为我 你是什么意思 像你妈妈一样 你妈妈就是你的理想 你必须有和你妈妈一样的力量 听到这句话 萨尔蒙瞪大了眼睛 这是萨尔蒙从小就灌输给萨尔文的话 当然 布兰迪亚公爵夫人的确是大人物 她一手崛起 一起称霸西大陆 又为大业背叛西大陆 奈拉赫 海伦和梅丽莎三人的目光 同时看向了萨蒙公爵 奈拉奇率先问道 蒙着面纱的公爵夫人不能 苍鹿咯咯地笑了起来 梅丽莎接过了奈拉克的话 难不成 长川皇后就是阿塞尔达 很少有大陆人不知道 阿塞尔达这个名字 阿塞尔达 这三个字母是阿塞尔达最杰出的表现 世人习惯称呼阿塞尔达 将其比作太阳王克罕 维奥拉继续说道 中周有一位太阳王 克罕 而另一边 西大陆上站着长春夫人阿塞尔达 如果太阳王克罕 是一个故事中的英雄 那么 阿塞尔达就是一个存在的故事 归于布兰迪亚 无言以对 秘密泄露了吗 他的妻子是 阿塞尔达这一事实是最高机密 就连女儿塞尔文也不知道 自己的母亲就是阿塞尔达 我的妻子不是 阿塞尔达 我不知道 你在胡说什么 这是 维奥拉笑了 阿塞尔达的妻子 是萨蒙公爵 听到这句话 萨蒙的脸猛得一颤 他棱角分明的下巴颤抖着 要我多说吗 西区 马龙庄 事情发生在旧月之夜 停止 鲑鱼的脸变红了 这是没人知道的事情 那一天是萨蒙在马龙开墾地 与阿塞尔达结婚的日子 有句话叫 徒守圣者 娶人为妻 停止 鲑鱼爆炸 打桌子 桌子啪的一声裂成两半 萨尔蒙的拳头接触到的表面 变成了粉末 这是一个非常血腥的场景 但是 Nellarch 哈哈 我哈哈大笑起来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 要说阿塞尔达是公爵的妻子 不 不 公爵是阿塞尔达的妻子吗 维奥拉说 回到正题 是他的父亲 公爵 强迫他的女儿 像他母亲一样 但塞尔文知道 不管我怎么努力 我都无法超越妈妈 所以 可怜的孩子选择了 既然你做不到像你妈妈那样的女强人 那我们就喜欢和关注像妈妈这样的女强人吧 孩子自己说的 不 我是按字面意思读的 信 内拉奇解释道 他们说 上帝得旨意 以文字的形式出现 这听起来很荒谬 接着 威奥拉张开了嘴 脉龙开墾地 那天晚上 九月升起 塞尔蒙公爵将强大的魔力 诸入右拳挥出 他的一剑 有着劈开大山劈苍穹的力量 一股炽热的火焰 从他身上升起 将周围染上了热气 鲑鱼称这种力量为熔岩力量 阿塞尔达看着那结实的拳头 淡淡一笑 无论如何 你应该是我的妻子 紫百合伸出左手的食指 右手紧握成拳 他将左手的食指 放在右手的拳头上 我喜欢你毛茸茸的指关节 继承了容颜巨人之血的 萨尔蒙的热气 瞬间消散 笼罩着就月头下的黑暗的热气花 被西大陆吹来的西风彻底抛弃 他生平第一次体验了天空 他为自己感到羞愧 最终跪倒在地 萨蒙的右肩 触及他的食指 不见了 他痛苦地说 你赢了那天 我们签了一百年的合同 鲑鱼眼中满是惊愕 我读着他 就好像我亲眼看到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一样 这不是编造的 这是一个无法编造的故事 维奥拉是上帝派来的孩子 认了之后 我的心才平静下来 那是表达我的神的意志吗 就这样结束了吗 维奥拉摇摇头 最后有一个表达 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亲口说出来 让我告诉你 经历过天堂的鲑鱼 深信不疑 经历过天堂的萨蒙 深信不疑 我坠入了真爱 这疯了 他是真实的 最终他做出了决定 我会努力加入维奥拉大人的遗愿 不 我不能不这样做 我想知道 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鲑鱼走下过道 感到如释重负 但是我在走廊里 遇到了一个人 嘿 他是个男孩 一个黑发黑毛的少年 这在中周是很少见的 他很高大修长 但一看就是练得很好的身体 他有一张非常小的脸 和宽阔的肩膀 他身穿一件白衬衫 在背景中显得格外醒目 构成世界的画 和描绘少年的画 感觉不一样 是的 你是这腹底的人 这是正确的 从不同的画面中 我都能感受到 男孩身上不同寻常的精神和优雅 他身上散发出一股 除非是秩序井然的舞者 才能散发出来的利落气息 冷酷的眼眸中 没有一丝巨异 哪怕是抬头看着身高超过两米的自己 他也没有丝毫退缩 名字 这是台原 啊 你 那把半剑 这是正确的 谣言被歪曲了 听说半剑很厉害 鲑鱼认为这对他的年龄来说很棒 看到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这是公围吗 这是一种公围 我们可能会再见面 鲑鱼走路时吹着口哨 我想错了 他想 万一被狂风弄得不对劲 自己的妻子被污染了 能阻止妻子的就只有仓路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有两个 是萨蒙 已经经历了为人妻的天空 所以我一看到 他就感觉到了 他刚刚看到了另一片天空 对于那个年龄的人来说 这不是一个伟大的天空 而是一个真实的天空 像那样的人 真的为威奥拉服务 看来 他的选择并没有错 与此同时 威奥拉要求 与梅丽莎私下会面 因为我知道 和梅丽莎公爵谈话的好地方 一个人的话 来这里也无妨 我不会占用你 宝贵的时间 你一定会很高兴 若有不悦 老子便给王爷跪地谢罪 听到威奥拉的话 梅丽莎的好奇心 也被勾起来了 你说不喜欢我还不够吗 我会把这留给公爵的良心 你看起来很自信 你会很高兴的 威奥拉带着梅丽莎公爵 前往某个地方 乘坐马车 下了马车后 梅丽莎公爵的身体猛的一颤 这里 你大概会满意的 我听到了谣言 本来 据说是排长队吃饭的地方 阿苏莱西亚 冬季城堡的少数景点之一 以严谨着称的美食家 米歇罗那侯爵 极力推崇的地方 就连寒冬城堡的主人仓路都要排队 就连他也卖着 一天只能买两份的天赐甜品 甜的 你喜欢他 你会用甜点勾引我吗 这只是一个幼稚的想法 事实上 因为归于布兰迪亚的反应 我有点紧张 这孩子真的读懂了神的旨意吗 如果是这样 我是否应该遵循这个孩子的意愿 但现在 我感觉轻松多了 你知道萨蒙公爵的秘密故事 真是令人惊讶 但我并没有被他们所吸引 当然 他不会对甜点敞开心扉 梅丽莎说着 当场吃了16个蛋挞 原来这里 一次只能吃两个蛋挞 这是一场灾难 但今天我做了这个地方 我和老板关系很好 正常情况下 威奥拉不会拥有那样的力量 好吃的东西 一起吃味道更好 不要垄断 那是威奥拉的主意 但他今天没办法 吃那么多糖 身材还这么好 真是了不起 威奥拉的眼睛眯了起来 也是白龙之血 梅丽莎拿起第17个蛋挞的手 顿了顿 这可能要归功于 玛丽安托万家族的 神秘遗物女皇面具 梅丽莎的身体开始变硬 梅丽莎的目光 左右扫了扫 威奥拉健壮 平静地说道 不用担心 老板也不在 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公爵和我 你怎么知道女皇面具的 了解萨蒙王子的过去 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事实上 梅丽莎一直认为 萨尔蒙在某种程度上 是在演戏 内拉赫和苍鹿 并且判断是 塞梅在做出来之后 加了点导演 这是一个合理 且符合常识的想法 我还以为是梅丽莎公爵 你不会相信的 妈的 威奥拉咬了一口蛋挞 吃了起来 稍微降温了一些 不过寒冬城堡的特产 确实是特产 哦 真好吃 感觉一股甜甜的香味 弥漫在我的全身 这是我认为自己 擅长拥有的少数 时刻之一 这就是我申请私教的原因 还有谁知道女皇的面具 不 我神志 没有告诉我父亲 梅丽莎身上的紧绷感 缓和了一些 如果秘密泄露了 你可以把责任 推到维奥拉公主身上 你心里一定有想法 应该除掉我 这意味着什么 你为了成为玛丽 安东尼的继承人 诅咒了爱你的亲妹妹 梅丽莎的眼神冷了下来 你随便说些 会引起麻烦的话 你是相信小姐的出身 相信每个人的微薄力量 还是还没有成熟 梅丽莎的精神是热血沸腾的 但维奥拉却毫不在意 继续说道 女皇的面具 原本不属于梅丽莎公爵 却成了公爵的 在贝拉托的影子中 梅丽莎诅咒了她的姐姐梅丽 与北方女巫秘密会面 她抽出梅丽的头发和血 对她下了诅咒 梅丽在诅咒中死去 最后一刻 梅丽莎向梅丽莎伸出了手 梅丽莎 我的妹妹 我还是爱你的 我还是爱你的 梅丽莎身体一颤 这是梅丽临死前 留给梅丽莎的话语 我仍然爱你 我早就知道 你诅咒我了 我早就知道 你诅咒我了 她的身体开始颤抖 越来越厉害 她的脸变白了 不 她拿着的叉子 掉在了地上 即使否认 曾经存在的过去 也不会消失 公爵 你是什么身份 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梅丽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生机 我必须杀了她 维奥拉知道这太危险了 如果这些事实泄露出去 玛丽 安托万的合法性 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长老们会指责她是假公爵 当地人也会背起她 骑士们会违背对她的誓言 每个人都会将矛头指向她 但是怎么办 那把小钟提琴看起来很大 我不得不杀了她 但我找不到杀她的方法 威奥拉的力也是力 天时地利都不太好 感觉像是被放在了紫百合的手掌之上 但是 威奥拉说出了意想不到的话 但我很感激 什么 她很顽强 连爱她的姐姐都想杀了 威奥拉对她的外表和心情 了如指掌 过去六年 我一直在演戏 现在我已经完全习惯了 想要成为继承人 当然要承受那么多的失血 如果那是戴上王冠 必须留的血 梅丽莎一时雨色 以前看起来巨大的中提琴 现在感觉就像一座山 我气喘吁吁了 从威奥拉身上渗出的粘稠血液 挤压着梅丽莎公爵的胸膛 那种浓郁的能量 是一个少女都想象不到的 这不是演戏 你不能推迟这样的事情 那种表情必须诞生 梅丽莎眼中的威奥拉 就是那样 我见过很多天才儿童 但像阴爱这样的人 还是第一次 威奥拉轻轻点头 继续说道 但公爵忽略了一些事情 公爵的姐姐 根本就不爱公爵 什么 玛丽莫丽莉安川 一直嫉妒她的妹妹 Mary Song 可是 身为玛丽 安托万的第一王妃 她却无法表达心中的嫉妒 我想夺走我姐姐的美丽 梅丽每天晚上都祈祷 她的妹妹会消失 但我的兄弟并没有消失 不能杀所以 我希望我姐姐受苦 你到底在说什么 威奥拉公主 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姐姐 做一个很疼弟弟的姐姐吧 我哥会基于 我继任者的位置 她是个贪心的孩子 总有一天会出大事的 梅丽有一个大计划 关于北方女巫的谣言 也被影射 她的头发被故意拔了 她故意割伤自己流血 她刺激了弟弟的贪婪 灌输了她邪恶的心 杀了我诅咒 我那你就可以成为 玛丽安托万的统治者了 第一个使用诅咒的人是梅灵 而不是梅丽莎 她利用梅丽莎的进步感 来勾引她 我会被诅咒而死 而梅丽莎姐姐 你将承受永恒的折磨 停止 梅丽莎喊道 说废话就够了 如果她真的爱公爵 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遗嘱 我早就知道 你诅咒我了 维奥拉怂怂肩 如果我真的爱我的兄弟 我就不会留下那样的遗嘱 这是一种诅咒 而不是爱的表达 梅丽莎一时雨色 已经快二十年了 然而 维奥拉却像是用眼睛 读懂了一切一样 生动地说道 维奥拉是对的 身体的颤抖平息了下来 与鲑鱼相同 三文鱼也是 先是下了一条 随即平静下来 我很了解萨门公爵的心 我无法否认 维奥拉绝对是个 读懂了神意的孩子 但梅里萨公爵 需要更具体的证据 三文说够了 但 马里萨说不完 必须出示证据 她有一个女儿 女儿 在吗 这是连梅丽莎 都不知道的故事 她的姐姐梅琳 终生未婚 我通过与恶魔的契约 怀上了恶魔的孩子 孩子吃了我母亲的尸体 接受了阿姨的诅咒 重生为一个充满仇恨 和愤怒的孩子 维奥拉瞥了一眼 看完小说后 她看得出 马里很激动 我猜 你已经找到了一个 和你姐姐长得很像的女孩 你可能感觉到了一种 不祥的不祥预感 鸡皮疙瘩 顺着梅丽莎的前臂滑落 维奥拉是对的 我看到一个孩子 长得非常像 我姐姐小时候的样子 他是一个不知为何 散发出不祥能量的孩子 他叫海 Kelperon Pong Pongji 的契约者 原本会成为 血之精灵王 辉田 出现在作品后半部分的 残忍反派 反派就是这样诞生的 我所有的故事 都是虚构和虚构的吗 威奥拉从座位上站起来 我相信梅丽莎公爵是睿智的 会理性盼懂我的故事 星号星号星号 尼拉克喝了一口茶后说道 苍鹿 没想到连你也这么积极地参与 我也不知道 能统一一下语气吗 我也不知道 总之 尊重就好 没有保留 嘘 内拉克又喝了一口茶 我感觉好多了 苍鹿的就自我 似乎不断出现 你本来对保护人类的使命以外的事情 没有兴趣吗 他做了 但为什么 我也没有信心不变成疯子 他 内拉克笑了 你这个混蛋 连自家孩子之间的屠杀比赛都不在乎 你认为 失去什么会让你发疯 你不是用血和冰做的吗 我也是这么想 冰已经完全融化了 这个词的精神 实际上是存在的 恩灵 只要苍鹿公爵形容他为严灵 他的价值就无穷无尽 内拉克边听边判断 啪啪啪 什么 那个命令摧毁了我的信心 我没有信心不变成疯子 内拉奇歪了歪头 我完全听不懂他的意思 威奥拉与梅丽莎私下会面的那天晚上 第三代公爵和内拉克再次聚在一起 内拉克荒唐地张了张嘴 我还以为三大公爵会联手呢 每个人都不合作 鲑鱼尴尬地笑了笑 嗯 因为我正忙着抵御西大陆的入侵者呢 苍鹿淡漠地接过这个词 冬季城堡必须始终扮演盾牌的角色 梅丽莎也淡淡一笑 巴克里奥的后代签订了一项协议 这样他们就不会过多地卷入板税 总之 三大王爷决定联手 连皇帝的命令都无法动弹的部队 答应动弹 其力量的中心是中提琴 三位公爵和皇帝聚集的地方 出乎意料的是 威奥拉带头了 我知道狂热的大本营 小说里说得很清楚 连皇帝陛下和诸侯都知道的地方 拥有这片土地上最神秘力量的地方 威奥拉一开口 皇帝和诸侯们的脸上 就都露出了诧异之色 唯有仓路一人冷静 疯狂时可以驾驶毁灭的 无人人诞生的地方 正如威奥拉所说 他们也知道这样的地方 奈拉克 哈人和塞梦也在那里练习 一个神秘的地方 那里出现了时空被切断的奇迹 并从远古时代延续至今 内拉奇问道 威奥拉夫人说 你指的是下雪的地方吗 这是正确的 这个地方的名字是老战士的圣地 为什么会被称为老巫者的圣地 陛下知道那地名的由来吗 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 我以为 那只是一个训练的地方 圣地有很多含义 这让我想起了 作者在博客上 直接写圣地设定时 引用字典的情景 一 在特定宗教中被认为是神圣的地方 宗教的发源地 或有殉难的地方 例如基督教的耶路撒冷和伊斯兰教的麦加 二 有宗教遗迹的地方 圣地也只曾经殉到的地方 我们知道最伟大的烈士 古有英雄 他们把生命献给了恶魔之王 他被密封在一个光线无法到达的地方 绝不 这是正确的 太阳王可汗 寒冬剑皇哈森 容颜巨人布里克塔 三位英雄长眠的地方 所以 他们这才知道这个名字的由来 古老 无人居住 圣地 这三个字只像一个事件 内拉赫微微皱眉 我从来没有想过 想想都觉得奇怪 没有人怀疑那里的神秘力量 就像有太阳 有高山 有风 有河流 老战士的圣地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一个阅读了上帝旨意的人 向上帝发送了一条信息 你发信息了吗 是的 一种虚构的数字语言 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的信号 我知道 具体我也不清楚 Arin主修文科 我只知道 数字世界是由零合意组成的 我想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评论 我觉得它很奇怪 有着如此诡异神秘的力量 却为何无人问津 为何上古武者圣地的性质如此传神 却无人知晓 在热风基地的故事发布之时 就有读者指出了可能性 这位热心读者的名字叫韩阿灵 上帝回答你了吗 当时 作者的回答评论没有运行 而是对前面部分的内容稍作改动 增加了设置 在被封印之前 恶灵之王巴哈卡伦 将全力投入古代战士的圣地 施展了特殊的结界和魔法 这是阿灵之前没有指出的 我不下认知扭曲魔法结界 让后代能够准确回忆起古老的武者圣地 同时创造血域打开地狱之门 多亏了阿灵的点子 作品的设定和内容才变得扎实 在雪花飘扬之处中 怪物层出不穷 人类为了保护家园 不得不与怪物进行无尽的战斗 人类杀死了怪物 恶魔也杀死了人类 无数人和怪物的生命崩塌在血中 并且成为了维系古武圣地 蕴含的神秘力量的根本力量 我还没有听到正确的答案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改变世界 你想怎样改变世界 威奥拉夫人 读书人阿灵 喜欢世界观比较细致的世界 作为读者 我喜欢那个世界 但现在不同了 我想要一个不必完美的世界 威奥拉成为完美冬季城堡的统治者 但是周围没有人留下 完美是孤独的代名词 我曾经是你的家人吗 哪派次 威奥拉需要一个家庭 即使他不完美 我身边珍贵的人 生活和呼吸的世界 一个即使生而必死之神的意志 也能靠自己战胜命运的世界 不是一个角色 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 原作中的男主台员 将不再被威奥拉杀死 我也不打算杀美迪亚 我姐姐将成为公爵 维琴战胜了死亡 重生了 而抱任豺狼并没有死 本应成为大法师本加斯 并魔力复仇之人的婴儿 现在已被纳托 而不是本加斯的身份生活 原作中 即将死去的海尔兹爵 还活着原谅他的妻子 黑镜希克森醒悟过来 用心接受了自己生下的女儿 见识埃尔莎 成为赫拉的管家 正在克服过去的创伤 Pon Pongji 还没有成为谢灵王 而六法师塔的书呆子 埃尔西娜 正在和法师塔的乞丐们一起 过着新的生活 每个人都变了 许多其他事情 也发生了变化 胆小鬼失去恐惧 拥兵王可以和小女孩 做朋友的事件 他们有权 按照自己的意愿思考 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因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想做朋友 就做朋友 想做父亲 就做父亲 中提琴的世界 将继续是这样的世界 一个爱不是弱点的世界 我想要一个 我们可以自由地 爱身边人的世界 Nellarch盯着 Viola看了一会儿 然后笑了起来 你是无限的童心 又不是童心 不过 我知道 小姐的话 全都是真心的 所以我该怎么做 皇帝向威奥拉征求意见 三位公爵 对此也毫不怀疑 只有赫伦用得意的眼神 看着威奥拉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泽农站起身 将草莓汽水 递给威奥拉 要我开门吗 公主 好的 开门来的人 是美迪亚 美迪亚大步走进来 他用略带紧张的声音说道 这对他来说 是一反常态 泽农 要草莓汽水 很酷 好的 泽农笑道 他似乎知道 美迪亚为何如此生气 我会尽可能多地 使用法力的兵剑仪式 这需要一些时间 谢谢 你必须有一些姐妹时间 泽农悄悄关上门走了出来 泽农靠在门上 轻轻叹了口气 与皇上和诸侯密谈的内容是什么 至少他知道 如何跟自己最亲近的人说话 但是威奥拉什么也没说 泽农非常伤心 他不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怪物 也许美迪亚公主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我能够深深地同情美迪亚的内心 尽管如此 我还是做管家的 我决定去做草莓酱 与此同时 美迪亚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悲伤 你不打算告诉你姐姐吗 我奉命保守秘密 实在抱歉 姐姐 如果你需要帮助 你父亲会告诉你的 你真的要这样出来吗 威奥拉重重地叹了口气 美迪亚的红眼睛似乎在燃烧 我不能 我起身走进美迪亚 美迪亚身子一缩 却没有任何反应 你在干什么 威奥拉紧紧地抱住了美迪亚 我也很难过 美迪亚的身体僵硬得像一尊石像 但她还是把手放在了威奥拉的头上 很新鲜的感觉 不过威奥拉的身体 实在是太小了 我很害怕 也很害怕 我想得到姐姐的帮助 我认识的美迪亚姐姐 比谁都坚强 比谁都正直 她就是你的公爵 威奥拉还没有失去希望 但只有我和台元能做到 能违抗神指的 只有威奥拉和台元 威奥拉决定 画出威奥拉的世界 你没看到 我向姐姐求助的诚意吗 威奥拉被美迪亚搂在怀里 抬头看着美迪亚 别用那种眼神和表情看着我 我能感觉到 我的心在狂跳 那个肉欲的孩子 怎么长得这么可爱 美迪亚正以她自己的方式 经历着新的震惊 聪明的 我觉得我也有话要说 姐姐我可以在姐姐的时间陪你吗 是赫拉 赫拉把中提琴推得更用力了 赫拉似乎也对 威奥拉的单人行动抱有好运 你姐姐做了姐姐能做的事 你姐姐很有钱 我最大的股票 我姐姐赚了很多钱 为了我安逸幸福的晚年 我会尽我所能 因为我有姐姐 所以我可以尽职尽责 总之 言辞圆滑 赫拉兴奋地转过头 嘴角去挂着笑意 没过多久 泽农带来了草莓汽水 她端来了四只杯子 好像她早就料到赫拉会来似的 你们可以每人喝一杯 终提琴 美迪亚 赫拉 美人一杯 还有一个吗 威奥拉公主喝了两杯 泽农笑着暗示道 即使在下雪的地方 我也可以制作草莓酱 说着 姐农看了一眼天花板 美迪亚也一样 美迪亚说道 看来你有客人 我知道 对吧 不会是不速之客吧 我不能活着突破我父亲的感情 走到这一步 这意味着 她得到了仓路公爵的许可 泽农温和地笑了笑 看来 她是个身怀绝技的杀手 事实上 现在的威奥拉并没有感觉到 裙底下的腿在颤抖 你是刺客吗 美迪亚和泽农 知道雪兰的气息 所以 刺客不会是谢兰 哦 你来了吗 紧接着 一道声音从天花板传来 喂 你是什么人 这是夏兰的声音 她已经失去了恐惧 这是我的领地 婊子 广泛 有人倒地 那是一个红头发的英俊少年 几天之前 Kirio Quilton 与她的母亲 Kraiser Quilton打赌 你答应过的 妈妈 是的 如果你把你和威奥拉的结婚誓言带给我 我会把一切都献给奎尔顿 凯瑞尔 奎尔顿和母亲约好后 站在镜子前 一个红头发的英俊少年出现了 当今社会 有一个热门话题 Jeremy和Kirio 谁更漂亮 也是贵妇之间的战争 她伸出修长白皙的手指 放在镜子里自己的那唇上 你看起来挺好的 她很清楚 自己很帅 她的眼睛画了一个半月 与威奥拉的婚礼誓言 我能做到 在奎尔顿家族的秘书之中 还有一项与魅惑有关的能力 凯瑞尔将这种现象称为魅力 无论外表如何 她都起到了提高人的亲和力 降低警惕性的作用 理论上是可以偷走人心的 如果你理性思考 苍鹿公爵也没有拒绝的理由 伊沙贝拉奎尔顿 目前失踪 意味着与奎尔顿家族的联系 已经断绝 在这种情况下 威奥拉和凯瑞尔的联姻 对贝拉图 绝对是有利的 我想 这是我的领域 笨蛋 上气不接下气 一被封锁 后颈像是被什么 盾气击中了一样 我晕 我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我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冬季城堡里 有一个比我高明得多的刺客 凯瑞尔只有15岁 比他强的舞者很多 但是连他们的存在 都感觉不到的刺客 也不在少数 如果他足以完全中和 我的感官 至少三个或四个数字 意味着 您是更高技能水平的 拥有者 Tirio的幽默感 有时甚至会引起 他母亲 奎兹尔 奎尔天的注意 泽农笑着说道 我想我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 美迪亚问道 你也可以告诉我 你的名字吗 凯瑞尔 凯瑞尔 奎尔顿 奎尔顿家族的继承人 为什么奎尔顿家族的继承人 躲在冬天的城堡里 出色的 泽农的目光 转向威奥拉 猫提钢牛什么都知道 对吧 那是一种询问的眼神 我也不知道 我的心还没有平静下来 被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凯瑞尔 吓了一跳 我很尴尬 无法理性思考 并做出决定 然而 他这六年培养出来的演技 在今天大放异彩 原因重要吗 嗯 没关系 美迪亚也点了点头 擅自闯入寒冬城堡的刺客 夏兰咧嘴一笑 弟子怎么办 要不要我杀了你 Tirio Crilton 在听那些对话时 有点困惑 他没有被击倒 也没有完全被束缚住 他按着太阳穴站了起来 我是得到了苍鹿公爵的允许 才来到这里的 你说你不知道什么 夏兰边踢边笑 他用右手扶过刘海 前几天被截至的右臂 已经完全康复 重要的是 你竟然潜入了 你徒弟的房间 因为 我得到了公爵的许可 谁问的 就在夏兰咧嘴一笑 四处张望的时候 美迪亚和赫拉偷偷把目光移开 闭上了嘴巴 泽农以淡淡的笑声回答 没有人问 但我认为 杀死他们将是一个问题 男孩的母亲是 Praiser Crilton 她是这个世界上的绝对者之一 那弟子会不会不舒服 也许 那我一定要救你 凯瑞尔皱起眉头 你好像是当着当事人的面在说话 他看向中提琴的方向 没有太多情绪 威奥拉大人 我为什么要来这里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你闯进了我的房间 你爸爸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允许 啊 似乎知道 这是美迪亚姐妹和赫拉姐妹 你知道 Zenon和Shalen存在 所以他似乎被允许了 维奥拉头痛欲裂 他们允许 在他们将做什么非常明显的情况下 进行伏击 嗯 意思是一个 简单的说 操你妈的 像这样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 父亲为什么要把事情闹成这样 我现在明白了 我记得 Kraiser Quilton过去常常唱儿媳 儿媳 看样子 他是跟他有缘而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 父亲似乎将凯瑞尔 推入了地狱的深渊 维奥拉说 你把结婚誓言带来了吗 我妈妈有没有联系过你 一点也不 那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孔子自己想出来的 Kirio Quilton不是故事中的重要角色 然而 他被描绘成一个与杰里米争夺美貌的漂亮男孩 没错 这和杰里米的感觉截然不同 杰里米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甚至还有年轻女士进行了四个小时的小组讨论 讨论谁更漂亮 Jeremy还是Kirio 齐瑞尔的目光转向了中提琴 红宝石色的眼睛表达了一种超越孩子气的美 凌乱的红头发 白皙的肌肤仿佛从未见过阳光 一种慵懒的氛围 让我想起一些颓废和梦幻的东西 就像是散发着危险气息的玫瑰 真漂亮 凯瑞尔的嘴唇说 虽然他没有化妆 但他的嘴唇很红 威奥拉的目光移到他的唇底 清晰的下额线清晰可见 下面是一条白色的领口 啊 不是这个 我突然回过神来 要是对我使用魅惑这样的捕捉术术的话 会很危险的 魅力 那是什么 我知道 对吧 怎么了姐姐 威奥拉看着美迪亚 美迪亚怂怂肩 孔子诚心做我个 他看魅奥拉的眼光 和看齐雷尔的眼光 截然不同 凯瑞尔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我的手掌湿了 你可别忘了 魅奥拉的妹妹是美迪亚 泽农补充了一句 因为白色的风可以吹到任何地方 泽农背对着中提琴的眼神 也不好看 明明是在笑 凯瑞尔却觉得 杰农的眼神很凶 也许不只是白风 然后 魅奥拉说 我无意与孔子结盟 所以请回到 你看到她的地方 为什么 为什么 我长得好看 这不是我的口味 你长得太帅了 不管你的口味如何 魅奥拉几乎不自觉地说出 没错 如果阿琳的灵魂 没有在中提琴里面 她可能会答应 凯瑞尔的美貌 令人震惊 对Aryne来说 幸运的是 Kirio太年轻了 因为年轻不是我的口味 你年轻吗 有这种事 魅奥拉公主 有一个奇怪的角落 晚上偷偷溜进王妃的房间 交出结婚誓言 会不会比谁都离奇 赫拉边踢边笑 一定 没有比那个笨蛋更陌生的了 赫拉推着轮椅 从凯瑞尔身边经过 她经过凯瑞尔身边 轻声说道 当心 魅奥拉姐姐的名字 可不止美迪亚一个 凯瑞尔有点困惑 我觉得 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体谊 所以我就赶了过去 这将是有益的 但我能做什么呢 是不合我的口味 如果不是我 谁能成为品味 她说得太不要脸了 不过 她的美貌也不好挑剔 因为她长得美 明目张胆 让她自傲 你再帅 再怎么是 奎尔顿家的儿子 也不行 魅奥拉读得很清楚 你的背景中 有一个精神病患者 你不能嫁给一个精神病患者 有一些详细的设定 但记不全了 只记得把人当成工具 或者必要时 可以无限残忍的脾气 早知道是这个样子 早就把她挖出来了 我不是很喜欢她 因为是个小配角 除了大的设置 我记不起小的东西了 我的口味是 嗯 我希望她有点像狗 是的 钟提琴开始发出无一时的声音 因为你不能和精神病患者 立下结婚誓言 我喜欢一个小心翼翼地等我的男人 一天就像一千年 钟提琴用力压在她的脚趾上 嗯 我不能说话 鞋里的脚趾颤抖着 不管我有多少六年的经验 我还是不习惯这种谈话 不过 从外表上看 她依旧是铁血公主 一个无条件忠于我的话 无论我做什么 都相信和信任我 并且可以立即 跳入火坑的人 还有那个像对待主人一样 对待我 并摇着尾巴 欢迎我的人 很高兴见到我 那个眼里只有我的人 就算我背叛 她也绝不会背叛我 那种人是我喜欢的 瞧 很好 这会让你看起来像个疯子 很少流露出情绪的 奇拉埃尔的眼神变了 就连钟提琴也明白了 是的是的 我真是个孩子娃娃 赶快拿着新婚誓言走吧 凯瑞尔耸耸肩 是不是很诱人的味道 说着 凯瑞尔回头看了一眼 顺便问一下 你是什么人 有人站在凯瑞尔身后 凯瑞尔不紧不慢地说道 但背后却流下了冷汗 他是什么 他看起来和自己同龄 那是一个黑发黑眸的少年 他的身体像被与灵尸的小狗一样颤抖着 台员听了威奥拉的话 听到这句话 腾舟的心仿佛要炸开一般 狂跳起来 他张开嘴 如果 我正要说话 但有什么东西 在我面前困扰着我 那是一个看不见的红头发生物 他盖住了威奥拉的脸 所以我把他推开 这个生物被无情地推到一边 你是说我吗 威奥拉所说的一切似乎都指向台员本人 我很高兴 威奥拉沉默了一会儿 我正在考虑如何摆脱精神病患者 但当我想到他时 他就像我在谈论台员一样 现在说不不是很有趣吗 在下面 我不知道 就这样吧 好的 我很高兴 这是你的口味 台员笑起来 就像拥有了整个世界 不 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吗 威奥拉觉得这个世界有点不对劲 然后泽农问道 皇帝陛下授予你大事资格的管家 你不是很喜欢草莓吗 Shalem和Media也提供了帮助 弟子 来一个来自东大陆的勇猛刺客如何 那位被授予新陈的骑士 最接近贝拉托的接班人呢 赫拉结束了他 你怎么这么有钱 威奥拉几乎用力地点了点头 贝拉托的影子 附身于人间的资本主义之魂 在金钱面前差点跪倒 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灾难 威奥拉并没有真正回应他们的废话 他们就像问一个孩子 你喜欢妈妈还是爸爸 很明显 这和询问是一种类似的心理 总之 可以肯定的是 齐瑞尔王子不是我的口味 既然已经表明了我的意图 我要你回去 凯瑞尔王子 与此同时 凯瑞尔也无法逃脱震惊 引起冲击波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台元 你把我推开了吗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 就像赶走一只昆虫 凯瑞尔试图避免这种接触 你怎么敢碰我的身体 事实上 我实质试图反击 但我做不到 作者的手一碰到尸体 身体就僵硬了 台元并没有特别产生法力 但他自己的法力 屈服于那种法力 即使和我妈吵架 我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我看到了台元的背面 他的肩膀很宽 现在他的存在感很大 似乎有一块巨大的石头 挡在了我的面前 维奥拉公主 我想提个建议 怎么样 星号星号星号 维奥拉躺在床上 轻轻地按着他剧烈跳动的脑袋 哈 一定是哪里出错了 凯瑞尔的提议很荒谬 我想尝试与作者切磋 如果是真剑就好了 输了 我就认输 撕毁誓言 齐瑞尔想要对抗台元 相反 如果我赢了 维奥拉夫人就会嫁给我 如何 维奥拉想了想 我不记得齐瑞尔的所有设定 但我不认为 现在的台元会输给齐瑞尔 我决定 就这样结束比较稳妥 因此 当我问及汤卓的想法时 他接受了 说任何你想要的 大连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这是对练 就像决斗 我仍然必须应对这种热潮 我仍然很忙 但他非常私密 似乎发生了很多事情 不管怎样 今天的阳光又是灿烂的 大连时间是中午 两人的对决 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关注 甚至还有在那里的 美迪亚和赫拉 拥兵王凯撒 怎么会跑到这里 忙着守卫南门 甚至是忙于建筑的父亲 难得一见的仓路公爵也在场 调出六座法师塔 拥有卓越大法师品质的 艾尔辛娜 也在他们身边 不知道为什么 背前举起带毒的匕首 脸上露出了笑容 既然赫拉姐姐来了 艾尔莎跟她在一起 是不是很自然 赫拉的管家 艾尔莎 换句话说 剑魔也是来看的 嘿 台元 如果你说了 我就杀了你 台元听着血老师的话 点了点头 我不能说 他的目光落在了凯瑞尔右手的 结婚誓言上 仿佛只要看着他 他就会撕毁那个誓言 换了马车夫工作的夏兰 趴在一棵大树的树枝上 用慵懒的声音 喃喃自语 别担心 希克森 我还不能娶我的学生 他毫无生气的眼睛 转向齐瑞尔 台元不可能输 但他想 如果真的输了 他自己出去 如果你没有可以结婚的人 你甚至不能结婚 对吧 夏兰咧嘴一笑 与此同时 负责调解战斗的泽农 宣布战斗开始 齐瑞尔和台卓的身体 似乎消失了 但在他们意识到之前 他们面对了面 呜 一阵狂风吹来 带着巨大的冲击波 凯瑞尔急忙缩回身子 凉爽的 这只是一场冲突 但齐瑞尔却感到失败 一滴血从他的嘴角流了出来 左主人的同伴 台元挥舞着他的剑 他的剑上涂满了魔力 凯瑞尔的眼中 仿佛有一把大剑在袭来 就像一只剑 一只剑射向他 朝着他的脖梗飞去 从我身上过来 砰 巨大的爆炸声响起 我会在这里停下来 很快 一股寒意袭来 Zenon 夹在了Tandra 和Kirio之间 该死 台元的剑开始冻结 台元和仙气 齐瑞尔战略的地面 也冻结了 气息从三张嘴里一出 台元取回了冰冻的剑 对不起 但你不能在寒冬城堡杀人 杰农也笑着收回了剑 他的剑上 也凝结出冰晶 但很快就化作沐浴粉破碎 凯瑞尔又帅了 他可出一口鲜血 当场瘫倒在地 他单膝跪地 抬头看着他的对手 台元 这是他的彻底失败 曾经被称为奇迹祭司的埃尔巴托 前来治愈了他 甚至中提琴 也是一个惊喜 我知道台元越来越强 但是 我不认为会是这样 事实上 在场的所有人 都对台元的身手感到惊讶 不过 贺伦并不意外 台元的能力本身就很惊人 但对他来说 却是天生的 如果是我女儿的半剑 应该就这么多了 要是说不到那个级别的半剑 他早就割喉了 好在台元表现出了 不愧于半剑的无为 不过 我感到如释重负 与此同时 他瞪了一眼台元 而是基于半把剑以上 台元说 如果你想成为合伙人 超越我 海伦这么想 你也必须克服我 与此同时 威奥拉接近了齐雷尔 结婚誓言 从震惊的凯瑞尔手中夺走 凯瑞尔说 请不要撕掉她 承诺就是承诺 我知道 我再也不会和威奥拉夫人 提婚式了 啊 感谢上帝 威奥拉的心变得不安起来 但为什么 你很性感 是的 小姐的半剑 威奥拉觉得自己的脑袋 好像被重击了一样 台元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比我强的人 至少在我这个年纪 怎么样 我喜欢能压到我的人 凯瑞尔的眼睛在说话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希望有人能制服我 所以 我想寄予你的剑 威奥拉叹了口气 没有办法阻止 齐瑞尔王子的心脏本身 威奥拉的目光转向台元 正如台元盲目信任 中提琴一样 中提琴也是如此 这可能会很困难 为什么 答案是台元 我从紫空间里拿出一本书 扔给了凯瑞尔 答案就在那里 第二页 第三行 凯瑞尔皱起眉头 作伴必须要知道的 狗狗心理学白皮书 这是一份所谓的一半一半的白皮书 凯瑞尔打开了书 第二页 第三行 狗的世界里 只有守护者 没有其他所是介入的余地 如果有的话 那是关于小吃的 你连点心都不如 凯瑞尔被一刀踢飞 这场打着大连幌子的决斗 彻底结束了 苍鹿总结道 我再也不会谈论婚姻了 如果你再提起婚事 那就是对所有看过你决斗的人的侮辱 苍鹿抬头看了一眼树顶 我说话 好像有人在听 若是发生如此不光彩的事情 我身为寒冬城堡之主 毫不犹豫地 在寒冬城堡内被处死 夏兰点点头 回答得很少 耻辱是不好的 我会杀了你 我是 与此同时 在切磋结束后 埃尔巴托老人提出了与威奥拉的会面 威奥拉 你能给我一分钟吗 印象和气氛 与我们在凯莉娜见面时大不相同 她的语气变得柔和了 很急吗 我想休息 心是隐藏的 因为威奥拉在他们面前 必须是铁血公主 埃尔巴托点点头 是 有急事 埃尔西娜站在埃尔巴托身边 仿佛事先就说过了一样 埃尔西娜说道 有一件事必须告诉公主 威奥拉歪了歪头 奇迹祭司 曾经的六座魔法塔天才 两者的结合很奇怪 牧师和巫师 是互相鄙视的存在 两者的结合并不合适 埃尔巴托继续说道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组合 所以让我们谈谈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法师塔和牧师的结合 真是奇葩的组合 刚要开口说话的埃尔巴托 皱起了眉头 我该从哪里开始说呢 我想想了一会儿 哦爷 我需要谈谈这个 埃尔巴托从怀里拿出一封信 这是一封来自精灵女王哈摩娜的信 嗯嗯 简去无意义的内容 威奥拉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 一开始我猜想 大概会有一个问候 埃瓦托老人的故事 埃瓦托老人皱了皱眉 但嘴角却挂着笑意 总之 嗯嗯 重要的是 哈摩娜有了新的启示 哈蒙娜得到了新的启示 仍然 好的 这是贝拉托之影 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不过 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在哈尔摩娜的设定中 有一个设定叫做天生具有接受神奇之力的女王 是福音 我就照字面读 取而代之的是怨恨 仇恨 报复 有一个孩子是出于宽恕 爱和恩典诞生的 使不合适的合适并协调不和谐的 孩子体内蕴藏的神奇法力 真的 埃尔巴托再次皱起眉头 咦 什么王八蛋的爆料 老是这样啊 他咕弄道 老头子 一直皱着眉头 皱纹会越来越多 甚至不要和哈蒙或那个老女人说同样的话 因为你一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是啊 什么 无论如何 岂是到此为止 奇迹魔力 真的 你是说结束了 是的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但出于某种原因 我认为 如果你是中提琴 你可能知道 埃尔西娜补充了一句 让不相容的东西适合 这就是埃尔巴托和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六法师塔的丑女埃尔西娜 前妻纪祭司埃尔巴托 两人正在共同制定一个计划 叫做修神功成 为奥拉点点头 我听说是的 埃尔西娜大人 以魔法塔的标准来看 是个怪人 只是一个古怪的老头 本来就没有这两个集团联手的概念 是的 但牧师和巫师的力量结合起来 确实不和谐 白色的圣光 从埃尔巴托的右手露出 埃尔西娜的右手 挥舞着蓝色的魔力 两种能量飘浮而起 在空中碰撞在一起 假 它爆发出明亮的光芒 埃尔巴托的神力 和埃尔西娜的魔力 全部消失 事情是这样的 埃尔拉坦率地吃了一惊 但没有表现出来 她裙子下颤抖的双腿 今天没有被发现 她的腿在颤抖 但她的嘴角 却挂着柔和的微笑 当然 我明白你的意思 埃尔西娜睁大了眼睛 真的吗 是的 我认识启示录中的孩子 那是谁 你是大巫师吗 还是另一个奇迹牧师 不 威尔拉嘎嘎地笑了起来 你在附近 附近 埃尔西娜环顾四周 她系着一条婴儿腰带 威尔拉的目光落在婴儿背带里熟睡的婴儿身上 你说孩子生下来了 是的 埃尔西娜露出疑惑的表情 你是指贝纳托吗 你是在用爱抚养他们吗 是啊 那是自然的 Ben Ato原本应该是Ben Goss 本加斯意味着复仇 Ben Goss的原意是复仇 孩子变成了贝纳托 意思是爱的果实 若是启示正确 这孩子会被灌注神奇的法力 本加斯 贝纳托 是一个具备成为大法师的特质的孩子 如果他天生就有法力 那就不奇怪了 这孩子还没出生呢 曾经是一名有报复的大法师的埃尔西娜 在他第一次接受魔力的时候 也是五岁 埃尔西娜大人 您检查了吗 不 没什么比确认 按照常理 不需要确认 埃尔西娜睁大了眼睛 绝不 不会的 这在法师塔的悠久历史中 也是前所未有的 一个一出生就带有法力的孩子 绝不 他小心翼翼地将手放在他的额头上 我试着用我的双手注入魔力 什么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检查过 然而 在阿家的体内 却有着一个庞大的宇宙 你在吸我的法力吗 宝宝的法力和自己的法力相遇了 贝纳托显然有法力 记 这是真的吗 威奥拉咯咯地笑了起来 那 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星号星号星号 威奥拉躺在床上 上帝的启示 在威奥拉看来 这个世界的神 就是作家 哈尔茫娜这个角色 是一个可以通过启示 与上帝交流的存在 原作中没有这样的启示 我的头有点复杂 神给了新的启示 是不是作者又写了一篇文章 作者创造这个世界后 是否一直在扮演神的角色 否则作者的世界 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存在 并统治着这个世界的神 无论如何 神的新启示已经来临 并不代表神存在 难得 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上帝想要什么 为什么我被附身了 一问又一问 让维奥拉满脑子都是 与此同时 埃尔西娜将贝纳托放在摇篮里 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房间 哥 贝纳托睡着了 听着 你说维奥拉会知道 对吧 按原样翻译上帝德旨意 怎么可能 他一定是上帝选中的孩子 这就是为什么 他在年仅13岁时 就成为 Winter Castle的下一任继承人 埃尔巴托的右手 拿着月桂花环 那是哈蒙娜原本拥有的皇冠 蕴含着神奇的力量 我觉得 线索正在解开 贝纳托的吐息中露出的法力 正在与皇冠发生反应 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吗 什么 这是关于培养神职人员 有不尊重的地方 甚至是巫师和牧师的结合体 当有孩子违抗伤地德旨意时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埃尔巴托哥哥地笑了起来 就算是受到神的惩罚 那个小男孩也会先接受一切 轮不到我们吗 你是说小姑娘 你不是说维奥拉夫人吗 埃尔西娜翻了个白眼 神父在谈到惩罚的时候 提到了中提琴 看起来不太好看 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 是不是有点苛刻 是母狗 埃尔巴托叹了口气 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 我担心惩罚我的神明 会安然无恙 神父能说这样的话吗 原来如此 是你让我这么说的 那个铁血公主 埃尔西娜一时间陷入了沉思 你怎么认为 我觉得 铁血公主这个词 已经不能完全形容 威奥拉大人了 乍一看 法师和牧师的不协调组合 正是中提琴 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如果不是威奥拉大人 我和法师塔的人 都无法在领东城 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永远不会有 这么可爱的儿子 埃尔巴托也不会在这里 是这样吗 埃尔巴托老夫人来这里 仅仅是因为 她是铁血公主吗 不是吗 埃尔西娜继续说到 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威奥拉大人 配不上铁血公主的称号 然后铁血圣女 铁血与圣人 这种结合很奇怪 年轻的奇怪事物 在冬季城堡中和谐相处 法师塔和神殿 法力和神力 愤怒和宽恕 协调所有这些的基础 是中提琴 但是 没有比这更好的词 来形容中提琴了 如果你告诉魔法塔的人 谣言会很快散去 嗯 你要造谣吗 她应该是 埃尔西娜想帮助威奥拉 这个昵称和故事 将帮助她成为真正的接班人 信号信号信号 聪明的 听到敲门声 声音让维奥拉睁开了眼睛 嗯 这与往常不同 泽农总是卷起毯子 告诉我早餐的事 但今天不是泽农 台元 你醒着吗 你什么时候来过这里的 从黎明开始 从黎明开始 即使假装成台元 她也站在一个不舒服的位置 看起来她整个早上都站在那里 你怎么这么懵懵懂懂的等着 我很兴奋 什么 事实上 我可以在早上迎接公主 那句话没有错误 这是正确的 一个宁静的早晨 将在几天之后 威奥拉从座位上站起来 台元伸手护送威奥拉 威奥拉的双脚触地 只要能陪在公主身边 我去哪都行 这也是半白纸的内容吗 根据一半一半的白皮书 伴侣犬即使和监护人一起在火坑里 也很开心 当然 台元笑了 但即使我的梦想不是养狗 我想我也会享受和公主 在一起的所有时光 威奥拉退缩了 她并不讨厌 Tundra的盲目宠爱和暗恋 台卓拉护着威奥拉说道 那我们现在要开战吗 战争 在仅剩几天的和平战争中 这是一顿血腥但温暖的早餐 单词组合这么奇怪 威奥拉立刻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有人已经到了餐厅 父亲 你没和我一起吃早饭吧 坐下 你不是说你这几天很忙吗 每天和女儿一起吃早餐 是我一直以来的冤枉 是的 从何时起 你不喜欢吗 不 我不讨厌他 相反 他非常好 嗯 看起来不错 也是我的最爱 终提琴 苍鹿举起刀 一副贵族的模样 威严无比 晚饭后休息一会儿好吗 有一个地方 想跟你一起去 他的表情很严肃 甚至有些恭敬 海伦的脑海里 浮现出好几大坨包袱 自从听到西克森的话 我的心情就很沉重 喜悦 体育馆不是公共场所吗 你的意思是 你把这里当成了 和你可爱的女儿约会的地方 使用年份或类似年份 作为约会地点 我根本找不到任何心情 Haren将体育馆视为 与女儿坦诚互动的约会地点 其实她是这么想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一直认为她 不是那样的 最后 她决定寻求帮助 她是 Crasar Criotan的旧情人 对吧 这是正确的 这是打呼噜时代的故事 但为什么 海伦请教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拥兵王凯撒 她好像 对你还有感觉 那是因为她很寂寞 整个大陆上 能这样表达她的人 寥寥无几 由于其气势磅礴的外表 贺伦向德皇求教 凯撒自信满满地说道 一副不辜负贺伦期望的样子 可爱的动物是最好的 一只可爱的动物 好的 但它不可能是人为的 凯撒的肩膀挺直了 它高高扬起下巴 低头看着苍鹿 若是真心喜爱动物 女人的心自然会追随 千年王爷 凯撒摇摇头 但是 正如我之前所说 它是无法设计的 如果你强迫自己 假装你喜欢它 那只是一种伪装 苍鹿公爵似乎不可能 所以建议就没有意义了 凯撒叹了口气 苍鹿和可爱的动物 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组合 对不起 我认为 这不会很有帮助 与凯撒的想法相反 海伦有了很大的领悟 这是一只可爱的动物 有一个秘密 没有人知道 野兽棺材中 有可爱的刺猬 有七个堆叠的魔法屏障 于是我鼓起勇气 说了出来 我要拉 你还记得我之前 说过的话吗 每个 我问你为什么 不喜欢和你父亲在一起 哦 我记得 当时不知道 但他是进了鼻子 还是进了嘴 现在想想 我觉得我错了 希克森教我的 你有多可爱 可即便是此时此刻 建法和成长 也未免太苛刻了吧 回想起来 这似乎是正确的 他对女儿的爱 是真诚的 但他也承认 自己的方法不对 所以 有一个地方 我绝对想和你一起去 威奥拉的眼睛 眯了起来 Haren的设定和性格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爸爸 好的 你是在约我出去约会吗 钟提琴 几乎在内心呐喊 与催爱的约会 啊 这是一块快乐的冰 嗯 但是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黑龙的脸变红了 失去了雷尔之后 他的情绪消失了 这位后来被称为 千年公爵的公爵脸都红了 我的天啊 能在一个灵气敏锐的公爵身上 看到这样的模样 那一定是天堂 苍鹿大声咳嗽起来 总之 有个地方 我们必须一起去看看 那是寒冬城堡的秘境 悬挂着七重魔法屏障的地方 一个只有苍鹿 才能进入的特殊地方 那是野兽棺材 美迪亚喝了热红茶 一个脸上有一条长长的黑色伤疤的男人 东城的权贵之一 深受公爵 宠爱的忠臣 好久没有和总管家卡尔顿一起喝茶了 我会把重点弄清楚的 伟大的 威奥拉公主去了野兽的棺材 美迪亚身体一颤 说实话 连她自己都有些吃惊 野兽棺材 是赫伦独享的秘密空间 没有人知道 那里有什么宝物 也不知道 他们藏着什么 就连掌管寒冬城堡的 依莎贝拉公爵夫人 也没能接触到野兽之关 这意味着什么 巩固继承人之位 不是你父亲的旨意吗 我也这么认为 赫伦公爵独有的空间 他把维奥拉请来了 寒冬城堡内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维奥拉公主 说她去了野兽之关 维奥拉公主 这不是第一次吗 我认为 这足以被完全认可为继任者 下人和侍女们迅速散布谣言 谣言传遍了寒冬城堡 一定有极端的政治算计 大概吧 所有人都将其解读为政治算计 否则 他无法理解 仓路为什么要带着维奥拉 去野兽的棺材 卡尔顿问道 美迪亚公主对此有何看法 卡尔顿观察美迪亚 根据美迪亚的反应 冬季城堡的景观 会发生变化 快乐的 是的 美迪亚笑了 也就是说 钟提琴被认出来了 美迪亚公主的继承权争夺 不是比谁都激烈吗 若是这样 美迪亚公主之前的努力 恐怕就白费了 先生 我叫她叔叔 不是管家 所以现在她被称为美迪亚 而不是公主一号 我叔叔从小就见过我 她非常喜欢我 她是 先生 如果我让出公爵之位 您会不会失望 卡尔顿想了想 谁有资格领导寒冬城堡 谁就是我的职责 诚实地告诉我 美迪亚放下茶杯 对上卡尔顿的目光 卡尔顿和美迪亚的目光 在半空中交织在一起 发生了许多非语言对话 美迪亚 这一次 卡尔顿没有叫她公主 而是叫美迪亚 美迪亚的笑容加深了 她已经很久没有放弃大公主的位置 和总管私下交谈了 我希望你快乐 我很了解那种感觉 我一直很感激叔叔 你拼命想过去 只顾着往前跑 一点余地都没有 就像一根很快就会熄灭的蜡烛 不 她应该被扑灭 但她就像一个孩子 在努力抓住火 做白风的孩子 美迪亚耸耸肩 不过这样看也不错 美迪亚永远是一个高傲的存在 作为统领寒冬城的下一代君主 她的地位本该稳固 但这不是美迪亚想要的 所以 我想给维奥拉力量 二世加西亚王子死了 三公子昆多 和美迪亚比起来太欠缺了 第四公主赫拉已经在支持维奥拉了 五皇子维森对于继承人的位置并不是特别感兴趣 甚至在卡尔顿看来 最有资格成为继承人的 也是六公主维奥拉 如你所愿 叔叔 你也想要吗 我非常想要她 那孩子想要那个 如果维奥拉不想那样怎么办 美迪亚摇了摇头 这不可能 那个孩子生来就是要成为领东城的城主的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中提琴怎么办 美迪亚闭上眼睛想了想 不可能 但如果维奥拉不想要继承者的位置 那我一定是接班人 她开心 我也开心 星号星号星号 野兽之冠 一个任何人都无法进入的境地 其实刺猬在那儿走来走去 看到刺猬 维奥拉瞪大了眼睛 可爱的 他们都和你的手掌差不多大 而且奇怪的是 他们是白色的 我可以碰他们 好的 我轻轻摸了摸刺猬 发现他们的皮毛很柔软 它就像头发 而不是荆棘 看来 你喜欢它 凶兽棺材里长出来的刺猬的刺 自然是非常锋利的 它正在成长为一个个体 长着坚硬而有力的刺 任何野兽都不敢猎杀 只是 一碰到紫提琴 就变得柔软如丝 凯撒 你是对的 维奥拉现在看起来很开心 苍鹿的眼睛 也能看到它 在刺猬中 只有一只喜欢上了维奥拉 它钻进维奥拉的身体里 揉了揉它的身体 但赫伦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孩子的名字是 海伦的脸又红了 我觉得自己 好像被告知了一个 我不该知道的秘密 上 过来 脚底是粉红色的 其欧拉 是一只白色的刺猬 爪子是粉红色的 它也骑在维奥拉的身上 好痒 维奥拉放声大笑 苍鹿看着它 惊呆了 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 爸爸 十九 爸爸 你在哭吗 苍鹿的眼睛布满了血丝 维奥拉以前见过苍鹿哭泣 当时 赫伦回答说 我哭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你 苍鹿红着眼睛 看着维奥拉 这与那是不同 那时 我很害怕 也哭了 我哭了 因为它现在很珍贵 我流泪 因为你是如此珍贵 我这样做 是因为我感谢你的微笑 眼泪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流了出来 因为这一刻对我来说是不值得和快乐的 很多话涌上心头 却又不忍心说出口 请平安回来 女儿正前往老战士的圣地 我女儿说这是只有她能做的事 我希望我能为你做这件事 她说 但那是不可能的 只为维奥拉平安归来 回来共度时光 这是海伦现在唯一的冤枉 不用担心 我不会去任何地方 离开我的爱哭鬼爸爸 我马上回来 之后三天过去了 那是维奥拉前往古老战士圣地的日子 东城北门 那里一片骚动 开北门 你是谁 我 红发巨人冷哼一声 他是南门卫队的队长 如果你是南门的队长 吉尔齐凯撒 冬季城堡的北门是李雪域最近的地方 那里的骑士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个个都是百分百的战士 拥兵王凯撒的出现 并没有太让人吃惊 这里是北门 知道 你不是迷路了吗 你确实是从北门来的 不是从南门来的 为什么 总之 打开它 不喜欢怎么办 然后敲开它 如果可能的话 头 即使它坏了 打开 凯撒说到这里 突然想起了威奥拉的脸 喂 看门人的朋友 如果我在这里大惊小怪 威奥拉会讨厌吗 不要在他口中说出铁血圣者的名字 他是东宝的荣耀 凯撒灿烂的笑了 你是个好人 北门的守门人阿涵 目瞪口呆 我跟不上德皇谈话的节奏 啊对 这 我有这个吗 那是一枚银牌 希克森善用了凯撒的勋章 将它还给了凯撒 迎新勋章是帝君赐予的最高荣誉 也是可以自由穿梭于大陆任何地方的通行权 你他妈的为什么要去下雪的地方 而不是去那里 凯撒叹了口气 清了清嗓子 威奥拉一直保守秘密 什么 何时 何地 与谁 什么 如何 以及为什么 威奥拉在海伦的书房里 私下谈话 直到消息传出 威奥拉前往吹雪的地方才知道 但具体目标是什么 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 皇帝决定了 如果我们搭个帐篷在外面等着 那不是有一天 我们会见面吗 看门人阿涵目瞪口呆 哈哈大笑 所以 没有墙壁的帮助 你打算在雪域的边界 搭帐篷和露营 是的 你是不是疯了 我很好 在北门等着 不是更好吗 看来要偷偷行动了 我想我一定会在那边等着 阿克汉最终举起了双手双脚 都说拥兵王凯撒的无知 手屈一指 这是公围吗 这是一种公围 是的 好孩子 我去 无论如何 都无法阻止拥有迎新勋章的德皇 德皇在北门外支起帐篷 开始扎营 我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睡觉 试着偷偷溜走 中提琴又小又珍贵 所以我不得不和他一起去保护他 嗯 片刻 我觉得有风 就在我的注意力一时分心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吹来了一股奇怪的风 残留着淡淡的人味 我感觉不对吗 我将目光投向了吹雪的地方 他根本不受欢迎 就在我有些疑惑的时候 北门打开了 凯撒灿烂的笑了 中提琴 威奥拉不能一个人去 美迪亚非常伤心 赫拉也一样 姐姐们 姐姐们 你们努力吧 照顾好两个姐姐后 威奥拉离开了公爵府 中提琴啊 我看到一个男孩 拿着匕首跑来跑去 我叫毕臣 在哪里 来练习 那我们一起去吧 不 为什么 这是秘密训练 我要去一个下雪的地方训练 我也打算去那里 这次不行 我不想和中提琴一起倒下 维森用明亮的眼睛 看着威奥拉 威奥拉对着那双天真善良的眼睛 不自觉地笑了笑 你为什么笑 只是 我想改变很多 贝拉托之影中的杀手梦树不知 从哪里消失了 现在他已经成为第五个 拥有大量撒娇的人 维克·陈 是我正在改变世界的证明 他把手放在维森的头上 维森愣了一下 你是想攻击我吗 好吧 皇冠是一个弱点 宽度 如果你刺他 你就会死 不像那样 威奥拉轻轻地笑了 还好我哥变了很多 维森变了吗 是啊 很多 怎么变了 你变乖了 那维森人不错 维森的眼睛眯了起来 所以 要是有小子欺负威奥拉 我就杀了他 杀了 说 嗯 有些观点似乎有点奇怪 现实中并没有人去打扰威奥拉 但维森的幻想世界里 似乎已经存在了这样一个人 是的 我会杀了他 那你也会开心吗 维森不知道中提琴的速度 笑得很灿烂 我会尽可能痛苦地杀死你 谢谢 威奥拉安慰维森良久 哇 这只是因为起不太难了 有领东城堡的人 站在自己这边固然好 但似乎有点过分了 法师塔丑陋的埃尔西纳 和前任奇迹神官埃尔巴托 也出来迎接 威奥拉要去一个血液训练 这让冬季城堡的居民 蜂拥而至北门 我会回来的 聚集了一大群人 一时之间 他们围成一团 高呼着铁血圣女 威奥拉却看都不敢看他们 脸热得发烫 就连一副不理会他们的样子 也是他们热衷的对象 果然 那是狂妄自大的 领东城统治者的身影 守门执政官大声喊道 打开北门 刻在北门上的法术全部解除 面向血液的北门开始开启 与此同时 暴风雪肆虐 一阵刺骨的寒一袭来 中提琴却并没有太冷 魔法师的衣服 连严寒也能轻松抵御 暴风雪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东西 哇哇哇 这具尸体一直等在这里 那是一个巨大的影子 我不能让我的宝贝小朋友 一个人去 碰 巨人一声倒地 有人拖着巨人 威奥拉张开了嘴 您是主人 是的 能给佣兵王一个惊喜吗 是的 那万一我被反击怎么办 德皇五号 一定是熬了一夜吧 况且 所有的神经都集中在弟子身上 所以有很多空隙 再强的战士 在刺客面前 也是不能大意的 德皇最终遭到伏击 并睡着了 我可能会睡一个星期 谢谢师父 什么 这一切都是 为了谋生 反正多亏了下篮 德皇很快就能回到南门了 凯瑞尔的缺席 本身可能是 黑死的一条信息 从外部看 中提琴正前往下雪的地方 进行训练 除此之外 我不想创建任何其他变量 凯撒站了起来 中提琴 小的 宝贵的 夏兰脸色凝重 我被七百二十倍 致死计量的安眠针刺伤了 威奥拉一时怀疑自己的耳朵 致死计量的七百二十倍 主人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很危险的事情 没什么 你不用担心 夏兰冷笑一声 她的外表很平静 就像在游轮上一样 幸运的是 凯撒再次砰的一声 阴声倒下 夏兰拖着凯撒说道 弟子 好好修炼 我会等着你 谢兰挥手离开 泽农说 公主 那我们开始吧 人数最少 决定只有 Zenang和Tundra在一起 马在下雪的地方很难生存 所以 三人决定不行 中提琴一行人 开始向雪地走去 他到了我看不见的地步 暴风雪如此猛烈 威奥拉 泽农和台元 用魔法绳绑在一起 我们将前往雪人村 想要进入鼓舞圣地 雪人的帮助 是必不可少的 他们是引导人类 前往古代战士的 圣地的向导 我知道路 但我得做好 中间被怪物袭击的准备 仅有的 泽农歪了歪头 我根本感觉不到怪物 台元 你好吗 周围好像没有什么怪物 一股淡淡的血腥 未刺痛了台元的鼻子 他的嗅觉 早已超越了人类 大雪纷飞之处 正在实时抹杀怪物的踪迹 但他敏锐的感官 却读到了杀戮 发生了一场屠杀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幻觉 单方面屠杀 如果这里没有白雪挨挨 估计周围都是成千上万的怪物尸体 他闻起来很危险 直到雪人村 我才知道会发生什么 暴风雪太大 寄养不送 台元用法力传递了声音 公主 我来带头 我走过去 站在中提琴前 他反而迎接了威奥拉的暴风雪 我不是要保护公主 中提琴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 在台元看来 威奥拉是个战士 我只想被暴风雪袭击 而不是公主 我为此训练过 奇怪的是 当台卓拉站在他面前的时候 威奥拉的周围却变得平静了 刚刚刮过的暴风雪 已经消失了 他只是在威奥拉周围 很温暖 果然 是贝拉托之影主角的能力 连狂暴的暴风雪的阻力 都没有感觉到 他凭劲安详 那一刻 连中提琴都觉得奇怪了 奇怪的 就算有几十只怪物攻击 也不奇怪 出奇的平静 威奥拉等人 在杰农的指引下 继续前行 威奥拉不动声色地迈着步子 甚至怀疑 这里是不是真正的血液 这很可疑 因为它太平静了 我听到泽农的声音 我们很快就会到达雪人村 紧接着 又是一道人的声音响起 在这里遇见你 非常巧合 威奥拉目瞪口呆地笑了起来 巧合 这是巧合 声音的主角不是别人 正是苍鹿公爵 爷爷在东宝值班的时候 是在雪人村口 并不是在东宝 我觉得 你是出于某种原因 在闭开我的眼睛 绝不 苍鹿对上了 威奥拉的眼睛 我们现在见过面了 也就是说 这也意味着 你刚才一直在一开视线 我只是在别处看了一会儿 那是恶魔不断出现的地方 台员能够认出 他之前感受到的 不强能量的身份 大屠杀确实发生了 血腥味太浓了 公爵制服了所有的怪物 所以 威奥拉一行人走到这一步 一次也没有受到攻击 所以 这是巧合吗 好巧啊 难道我父亲本该在寒冬城堡 却在雪域 而他们之中 却在雪人村 那是通往上古圣地的必经之路 战士的 苍鹿是一个巨人 他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有趣的主题 我不知道我父亲去了哪里 但他不在冬季城堡这一世时是情报界会知道的 不要紧 本来 我喜欢去下雪的地方 我认为 时机太精确了 你一定要留意这股热潮 苍鹿 微微避开威奥拉的目光 威奥拉是对的 所以 我们只是偶然相遇 我走我自己的路 你尽你的本分 泽农笑着说道 怎么 你好像在跟公爵唠叨呢 听到这话 威奥拉愣了一下 是这样吗 我没有感觉到他 因为他是如此自然 他刚才的态度 似乎是敢于训斥苍鹿公爵 这是Belletis Shadow世界中难以想象的情况 我得厚着脸皮出去 赫伦还没反应过来就生气了 威奥拉先出手了 女儿跟爸爸唠叨 很奇怪吗 这并不罕见 苍鹿想 相反 苍鹿喜欢中提琴的唠叨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对自己感到舒服的孩子 因为 在威奥拉面前 他可以是苍鹿的父亲 而不是苍鹿的公爵 但是 他并没有向外表达自己的感受 他严厉地说 你并不过分害怕 爸 情况如何 黑龙沉默了一会儿 威奥拉不再害怕苍鹿了 然而 他说的恰恰相反 恐怕 海伦的身体 因这句话而颤抖 不知怎店 我感到很尴尬 他不想成为女儿的可怕父亲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我在很短的时间内 感到了一种类似于绝望的感觉 我非常害怕这种情况 这可能是违抗上帝旨意 和拒绝上帝世界的一种方式 可是爸爸不怕 威奥拉轻轻地笑了 如果我害怕 我就不会说 我会做父亲和女儿 泽农又笑了笑 指出了一个事实 公爵 你的嘴巴在抽搐 不是这样的 苍鹿转身 我有大麻的前提 所以我会与大麻做斗争 很幸运 让我们开个这样的会议 星号星号星号 台元出乎意料地环顾四周 雪人在鞠躬吗 台元已经经历过老战士的圣地 为了到达那里 他与雪人战斗了七天七夜 当时 台元多次差点被雪人杀死 他们从来都不是人类友好的种族 泽农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没有雪人的帮助 我们无法前往圣地 只有他们才能引导您前往古代勇士的圣地 所以我仅仅靠强行镇压 是无法到达目的地的 但如果你杀死雪人 它就永远不会起作用 然后通往古老战士圣地的道路将被关闭 你不能杀死雪人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不得不与雪人战斗 获得他们的认可 有四种方法可以制服雪人 一种是徒手制服所有的雪人 根本不需要四种方式 一个大约三米大小的巨大雪人 靠了过来 碰 碰 有脚步声 公主 我们 朋友 全身覆盖着白色毛皮的雪人 只在脚踝和脚步露出肉 脚跟他的体型一样大 一些厚厚的皮毛扭动着 露出了红色的眼睛 苍鹿 我们 朋友 雪人伸出手 威奥拉握住他的手 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力量感 如果那是一个普通孩子的身体 而不是威奥拉的身体 握力会把他的手捏成粉末 不过 威奥拉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痛苦 对雪人也没有恶意 小的 朋友 在哪里 去 我要去一趟老武者圣地 今天 不能去三个晚上 你得睡觉 威奥拉点点头 尽管如此 三天还是比我想象的要短 我 Walkham 雪人 酋长 雪人首领 Walkham带领威奥拉和其他人 来到一个巨大的冰屋 冰屋里面 比我想象的还要温馨 泽农的嘴角挂满了笑意 公爵做了什么 威奥拉突然想起贝拉托影子里的另一个场景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必须远远超过雪人的等级 引起他们本能的敬畏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在历史上只被记录为太阳王可汗 嗯 我不知道 台元背靠着冰屋的墙壁坐着 用无限温暖的目光看着威奥拉 很高兴看到 什么 公主是被爱的 台元不认为自己是康汉军 他认为自己和康郡是完全分开的 不过他并不否认那段记忆 希望公主幸福 威奥拉看着台元的眼睛 我数了数里面的数字 一秒 两秒 三秒的时间过去了 以前 五秒是限制 五秒 六秒 七秒 尽管他继续注视着台元的眼睛 但原本的紫百合并没有出现 你现在还好吗 发生了什么变化 也许威奥拉在原著中想要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我去过你家吗 哪怕一次 这么说的威奥拉 现在已经成家了 真正的中提琴现在满意了吗 这就是他们不再出现的原因吗 威奥拉看着台卓的眼睛 思索着台卓喜出望外 我很高兴你看到了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我 如果你看一半一半的白皮书 别那样做 一半一半的白皮书只是一个借口 最终 台卓拉还是老老实实的开口了 我为公主的幸福而活 所以为什么 我天生就是这样 甚至 Tundra也无法给出具体的理性 或合乎逻辑的理由 我无法解释 所以我总是引用一半一半的白皮书 台元 我们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狂热是作者设定的小说 最大的黑暗 许多人在小说结尾 与狂热的斗争中丧生 恶灵之王巴哈卡伦 和追随他的势力 果然拥有黑暗之力 所以 你寻找你真正想要的东西 台元试图反驳维奥拉的话 但随后点了点头 我会 我努力寻找他 除了维奥拉的幸福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吗 如果你足够努力地寻找 你可能会找到一个 不过他可能看起来不像 尽管如此 我还是决定试一试 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即使在狂热中 你也会注意到 我在雪人村 哪怕是恶魔的袭击 连热潮都没有反应 甚至没有丝毫袭击 很安静 第三天 砰砰的脚步声响起 这是雪人首领 Wakam接近的声音 我们走吧 朋友 圣地 首领会带路吗 胡说八道 直道 做得好 是这样吗 泽农深深鞠了一躬 我的直道到此为止 救舞者圣地 是一处时空隔绝的偏远之地 即使一起进入 也是无法在一起的特殊空间 所以泽农的指导和保护 到此为止 谢谢你 泽农 威奥拉从戒指中的 玛格丽特花田中 取出一朵花 送给杰农 泽农 用戴着白手套的手里 冒得结果花 我们走吧 圣地 Walkham 直到 离开 Walkham 首先开始行动 泽农恭敬地鞠了一躬 从背后送走了中提琴 泽农的目光冰冷无比 注视着他小心翼翼地 单手接过的那朵花 好吧 中提琴消失后 泽农挺直了几倍 然后他拔出了剑 你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在Walkham酋长和 Viola一行完全消失之后 雪人一个接一个地 从冰屋里出现 他们开始包围泽农 暴风雪越来越大了 一场暴风雪刮得很厉害 能见度根本无法保证 泽农看着周围的雪人 张了张嘴 看起来 这将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第一次美丽的夜晚 杰农的剑上 开始升起冷气 他的左手 还放着一束鲜花 泽农的目光 转向那朵花 他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没有比这朵花 更美丽的夜晚了 就在这时 花突然凋谢了 他像被存放了很长时间一样 崩溃了 这是中提琴留下的信号 我正在考虑 把他装饰得尽可能漂亮 泽农的眼睛染红了 那是一颗成熟状态下的杀星 你们都会死 问我为我的公主犯下的罪过 去下雪的地方的前一天 维奥拉一边喝着 杰农的草莓汽水 一边说了些什么 我送你花 公主是我的 是啊 你不喜欢吗 这不可能 我很高兴 这很浪漫 泽农笑道 如果是纯粹的礼物就好了 不是吗 下次送你纯洁的礼物 我突然想到 给泽农头上戴上皇冠 戴在他身上 真的很好看 他会很适合你 是的 没什么 反正你知道我给你的花 喝了什么吗 你是说生命奇迹水竞技场吧 好的 这就是为什么奇迹的力量 也存在于马格丽特花中 奇迹是一种奇妙到 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现象 如果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解读它 你可以将其表达为 足以破坏场景的惊人事物 而且还好 我学会了第一剑 你幸运吗 这是不可避免的吗 对此 我不确定 不管怎样 威尔拉学会了第一把剑 也许我可以 把我的精力放在给 子娜的礼物上 我不太明白 那是什么意思 威尔拉缓缓开口 最终 泽农点了点头 所以 摇摇欲坠的花朵 是一个标志 对吧 这是正确的 泽农一脸凄凉的笑了起来 我会听从你的命令 毁了我师父花朵的人 我是不会原谅的 星号星号 通往老战士的胜地的道路 方向感消失了 我能感觉到下雪了 但我看不见 感觉就像漂浮在 黑暗的外太空中 四周一片漆黑 我什么也看不见 你只能看到一件事 只有雪人首领 瓦库姆的大脚印 台元 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威尔拉问了好几次 台元 没有回答 待在我身边 因为这是我的命令 全部 声音很细微 但还是能听到声音 是的我在这儿 包 威尔拉对这种 令人眼花缭乱的 黑暗空间并不太害怕 老战士的圣地 是艺术家自己搭建的空间 上古舞者圣地 是一处拥有扭曲时空的 特殊力量的地方 在那里 所有的感官都被扭曲 时间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此外 这是一个孤独的地方 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 你必须独自克服的地方 这些年来 在上古舞者圣地修炼的人 不在少数 但是 没有人一起修炼 就算是一起进去 每个人出来的时候也不一样 那是作者的设定 威尔拉决定破坏这个场景 拥有能够打破这个世界设定的男主角 钟提琴又唱了起来 我在这 全部 下巴 有什么东西 抓住了威尔拉的手 手很暖和 我在这里 声音清晰可闻 你找我好吗 你答应过 公主会留在我身边的 我必须信守诺言 这是诡辩 在Belletoo的阴影中说 我会在你身边的是 Viola 而不是Tundra 那是我答应的 不是你 所以 如果你在我身边 你就会遵守诺言 台元把威尔拉的手握得更紧了 威尔拉答应了 如果出现威尔拉自己无法遵守诺言的情况 他可以让他自己遵守诺言 无论中提琴紧挨着台元 还是台元紧挨着中提琴 结果都是一样的 信守诺言 也是我的使命 他小心翼翼地说 对不起 但我认为 我们应该牵手 好的 中提琴也很直观 这个空间 是一个不可预知的空间 一个所有感官 都在不时扭曲变化的陌生地方 我也觉得 如果我在这里迷路了 我就再也回不去了 台元 是的 雪人酋长的名字 不叫瓦库姆 是这样吗 台元并不太尴尬 我静静地等待威奥拉接下来的话 Walkham在他们的语言中 是牧师的意思 牺牲就是陷阱 台元左手抓住了中提琴 右手拔出了剑 我能做些什么 突然 瓦库姆的脚步停了下来 Walkham的出现 看起来不对劲 巨大的雪人似乎扭曲了 前后摇晃着 Walkham走近了 牺牲 奉献 雪人是一个渴望巴哈卡伦 复活的种族 雪人的祭司 Walkham选择祭品并向 Bahakran陷阱 被称为人类向导的雪人 实际上是巴哈卡伦的追随者 天生如此 其中 Walkham起到了 献人计的作用 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让老战士的圣地 得以稳固地维持下去 Walkham看向台元 你 强的 透过厚厚的皮毛 可以看到 一张红色的嘴巴 嘴巴向两边张开 口水滴了下来 我 当你死的时候 在这里 坍塌 Walkham死后 这个地方就会崩溃 他们将永远迷失 在这里并灭亡 你 回去 牺牲 男生 Walkham选择了一把 中提琴作为祭品 因为他本能地感受到了 来自中提琴的神奇力量 你 如果你是国王 复活 残暴的牙齿 开始从他通红的嘴巴里 长出来 嘴巴变得很大 Walkham伸出他的手 而那只手够不到中提琴 我不记得让公主碰过我 拥有两条手臂的Walkham 现在变成了一个只有一只手臂的人 Walkham尖叫着翻了个身 尖叫了很久之后 Walkham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 如果你死了 你也会死 他苦笑着 像是在商量 你 我 活下去 只有他当祭品 如何 这个怎么样 Tundra的手中 没有任何怜悯 我神志不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挥剑的 是这样的 Walkham圆圆的身子 裂成两半 Walkham似乎甚至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 愚蠢的 全部的 死 瓦库姆死在了变形后的空间中 他的身体消失了 在瓦库姆露出真面目之际 威奥拉操作了超级剑 他送给杰农的那朵 花的生命力正在消退 崩溃 我会杀了你们所有人 泽农的话并非谎言 泽农的脚开始冻僵了 连血域的雪人村都被冻僵的极寒笼罩着周围 好久不见 使用这种力量 Rothbone冰剑仪式最后一招 冰剑的藏割 不祥的声音从某处传来 那是杰农产生的魔力 与周围的魔力发生反应 而产生的共鸣声 帝国骑士们看到杰农的技巧 误以为是恶魔而追击 他们都死了 你 我们 我不能杀你 我们 知道 雪人确信 泽农不会杀了他们 这种确定性是错误的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围绕着杰农的雪人就被歼灭了 一时间 尸横遍延 现在只剩下一只雪人了 我们 当你死去 圣地 我不能去 那是最后的哭声 雪人变成了一尊冰雕 然后啪的一声爆裂破碎 没关系 泽农笑道 现在 上古武者圣地可以消失了 泽农对此一无所知 我只是在执行我的公主给我的命令 威奥拉命令道 歼灭敌人 所以 泽农只执行了那个命令 一场暴风雪来了 泽农的目光转向暴风雪 不过 我没想到会这样 在一场暴风雪中 又出现了一个雪人 一股不祥的黑色气息 在雪人身上荡漾开来 它就像一个被污染的维森 我从没想过 会有被污染的雪人 我假装没事 但我的稻田也不好 下雪的地方对人类来说 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地方 由于过多的法力管理 法力的流动不稳定 碰 碰 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你杀了我所有的人吗 被污染的雪人并没有结结巴巴 我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势 泽农能够平直觉 如果我现在战斗 我会死 腐化的雪人出现时 暴风雪刮得更猛了 这场风暴 拥有吞噬生命力的力量 泽农又笑了 但我是威奥拉的管家 举剑 我会执行威奥拉的命令 我朝着中提琴消失的方向 鞠了一躬 送上了最后的问候 你的命令 我会完成对敌人的抹杀 我像是突然想到的 加了一个词 泽农确信 今天将是执行威奥拉命令的最后一天 你可以执行该命令 也确定了 威奥拉下达命令 所以被污染的雪人也要死 相反 我也会死 既然是最后的命令 我想稍微赶伤一点也无妨 很高兴成为您的管家 而这时 有人的声音响起 我听到了类似的命令 那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 黑发 而她 有着黑色的眼睛 正在暴风雪中行走 我家主人也吩咐过 消灭敌人 又加了一个字 一起 她笑了 因为赫拉公主说过 维奥拉公主并不孤单 巴特勒泽农也不孤单 我们一起战斗 赫拉的管家 正式被称为剑魔的艾尔莎 艾莎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是什么 让你如此绝望 即使我是同事 我也很害怕 一只巨大的被污染的雪人 趴在了艾尔莎的面前 是艾尔莎将剑插入了 堕落的雪人的心脏 她以不愧为剑魔的实力 收服了被污染的雪人 就连她也对 被则农的生活感到害怕 听到艾尔莎的话 杰农突然回过神来 环顾四周 地上很脏 有融化的血和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第一次感到有点兴奋 对不起 艾莎 则农拔出了剑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则农直视 有人说 我是怪物 这说得通 她杀死了所有的雪人 并毫不畏惧地对付 即使是被污染的雪人 如果不是则农管家 我也无法收服 这只被污染的雪人 被污染的雪人 就是这么强 甚至无法与普通的雪人相比 这对我也适用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战斗 只是我们是听命的人 就这些吗 被染成红色的则农的眼睛 恢复了原本的紫色 很快 她的呼吸变得均匀起来 这就是全部 你专程前来 侍奉赫拉公主的吩咐 艾莎想了想 她看起来不像那样 当然 则农眼中 凝固了淡淡的期待 是给威奥拉公主的 你赫拉公主的管家 为何要为我的公主动心 你想听什么 只是 很快 暴风雪就停了 自从人类发现了雪人村 一直没有融化的冰屋开始融化 雪人的尸体 也随着雪消失了 我只是很好奇 我的公主对你意味着什么 是威奥拉公主安慰了我 曾几何时 威奥拉安慰过我 你的女儿很高兴 有一个爱你的妈妈在 比什么都让人安心 你的女儿一定很害怕和孤独 但更重要的是 她一定很开心 我想是这样 这句话让艾尔莎重新站了起来 而她 也是我王妃所依赖和爱戴的人 艾莎失去了她的女儿 后来 她遇见了赫拉 决定侍奉赫拉 对艾尔莎来说 赫拉既是她的主人 也是她的另一个女儿 我的公主 对睡眠非常敏感 睡得跟威奥拉公主一样沉 你是说 我们去法拉子绝郡的那次吗 这是正确的 那时 艾尔莎已经做出了承诺 为了做到这一点 威奥拉公主 必须稳稳地站在那个高处 我会支持威奥拉公主 艾莎说 因为我决定站在 威奥拉公主一边 这很不幸 是的 我没想杀你 瞬间 冷汗顺着艾尔莎的后背 流了下来 笼罩在她身上的那股 她不认识的寒冷 慢慢消散 你刚刚做了什么 我是一个可以为威奥拉公主 做任何事情的人 泽农也受到台原的极大刺激 泽农一边磨练自己的技术 一边与东大陆杰出的刺客夏兰 不断交流 她变得比贝拉图的影子 中的杰农强多了 所以 我学会了一点暗杀技巧 泽农想 让我们摧毁所有阻碍我的公主的障碍 这会影响我公主的未来 我要在这里杀了你 这是下雪的地方 在这里杀死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不过好像没必要 你在生气吗 不 艾莎没有生气 我还以为你是个靠谱的管家呢 中提琴拍打着翅膀 泽农长大了 Elser受到Zenon的影响 我需要效仿并加强 艾尔莎也被泽农 比之前强壮许多的身材给刺激到了 威奥拉不知道的是 她周围的人变得越来越强大 台原没有松开威奥拉的手 她本能地知道 放开中提琴的那一刻 你将永远失去中提琴 一想到这里 我的眼睛就黑了 我害怕了 既然瓦康死了 热空气就会显现出来 雪人是古代勇士圣殿中 非常重要的成员 其中 神父瓦库姆就是一把钥匙 当瓦康死去时 古老战士的圣地将崩溃 狂热的主体将显露出来 当热潮出现时 这意味着什么 就Tandra所知 Fever是一个团体 小组的身体显露出来 很难理解那是什么意思 暴风雪停了 周围的微光渐渐消失 一片荒凉贫瘠的土地出现了 疯子不是人为组织 这是维奥拉在小说后期才知道的事实 只是戴着一个团体的面具 但那狂潮并不是一个团体 恶魔之王巴哈卡伦 在被英雄们封印之前 取出了他的心脏 将其切成了碎片 每一件作品都蕴藏着巴哈卡伦的意志 将世界推入毁灭的深渊 是纯粹的恶意 这些碎片会影响人类 有时是雕塑的形状 有时是珠宝的形状 有时是娃娃的形状 那些受其影响的人 被转化为追随狂热的力量 而老战士的避难所 是最大的一颗心安息的地方 但是之后 一个声音响起 我知道 你他妈怎么知道的 我看到一个脸上有雀斑的女人 她有一头黄色的头发 和琥珀色的眼睛 嘴唇特别红 外面是红色的 衬里是黑色的 用金线绣成的各种图案 就像小说中描述的海地的模样 我得到的 却是小说中描述的衣服 这件连衣裙的中提琴 变成了紫色的栗子 原本 它属于海地 即使我没有得到 Louis Barton的裙子 我的品位也是一样的 海地走了过来 我得到了这套衣服 但在一定程度上 保留了海地 穿着同一件衣服的事实 我再说 这是因为 它生长在一个 中提琴的蝴蝶效应 达不到的地方 如此一来 海地这次很有可能 也和水之精灵缔结了契约 Pong Pong 与我签订了合同 那么 你与哪个精灵 签订了契约呢 喷雾剂覆盖了他的身体 我想你很清楚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海地咧嘴一笑 你是 Kelbaron承包商吗 好的 海地身体周围的水花 呈淡红色 我还是想杀了 Kelbaron的契约者 可惜 上次没能杀了你 听到这句话 威奥拉才知道 与海地契约的精灵是谁 好久不见 血 贝拉图之影中 有两个血灵王 一个是与海地签订契约的 凯尔贝隆 另一个是被称为 血的精灵 为什么我没想到血 血是天生 具有肉性的灵 虽然不知道 属性和契约者 但被称为精灵王的精灵 残暴的精灵王 一心想杀戮人类 将人类逼疯 一切 这与巴哈卡伦的目的 非常相似 换句话说 血是被污染的灵魂 不仅仅是人类受到污染 在原作中 血的契约者 并没有出现 只描述了 有一个叫血的灵王 威奥拉 已经见过这个血了 Zanon 故意接受了Blood 而Blood 控制了Zanon的意识 并试图杀死Viola 对威奥拉来说 这是一场 自然灾害般的意外 告诉我帮忙 我会阻止 你的自然灾害 阻止事故 发生的人 是美迪亚 海地说 美迪亚 要不是那个讨厌的女人 我杀了你 都能尝到你鲜血的滋味 海地和布拉德 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同步率太高了 海地变成了血色 血色很快就变成了海地 嗯 我之所以能和血族签订契约 也是因为当时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事实上 海地的灵性清和 还不足以与血缔结契约 然而 未能支配 则农的血之血 却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则农带走了 他的一部分力量 也是在这个时候 则农达到了成熟的杀戮境界 在此过程中 血色被削弱了 也正因如此 海地才得以 与血色缔结契约 我很高兴 我现在可以杀了你 我很好奇 你的血是什么味道 我也很高兴 我以为我真的很开心 对不起 海地 我不能再保护你了 作为放弃你的代价 我会死去 Kell Brown Pong Pong 不想成为血灵王 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成为一个温暖的灵魂 Pong Pong 其实是个暖心的孩子 这是一个善良的精灵 他的愿望是浇灌花园 我不能再做梦了 当他决定不再保护海地 接受灭绝的时候 彭彭问道 我不讨厌你 但如果我遇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你 我的生活会不会有所不同 而小说中的海地 给出了答案 命运不会改变 塞伯龙 但维奥拉知道 命运改变 很多人已经变了 过着不一样的生活 命运本可以改变 今天也会改变 Pong Pong G遇到了 Vaiola 而Vaiola将改变 Pong Pong G的生活 决定这样做 你高兴什么 因为我喜欢的孩子 不会受到伤害 决定证明这一点 对吧 Pong Pong 水雾开始 从威奥拉的身上升起 台元几乎要松开 威奥拉的手 这是什么能量 我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 强大元素之力 那个名为血的胸灵 所散发出来的能量 强大到让他们 感觉不到什么 水平不同 那是不同于血的力量 一阵水花升起 开始呈现出人形 好久不见 威奥拉 蓝色的眼睛 和蓝色的头发 一个美男子出现了 威奥拉 有一瞬间的茫然 事实上 他很期待 蓬蓬的出现 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信心 威奥拉凭借高龄性 亲和力 能够读取 蓬蓬的部分能量 可以肯定的是 一直没有回应电话的 Pong Pong 现在会出现 但是我没想到 会出现这个样子 乒乓球 是你 蓬蓬回头看了看 看背影的时候 还以为是男的 看侧面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他既是男性 也是女性 性别对精神来说意义不大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Pong Pong 绝对是美丽的 嗯 这就是我 你 你的容貌有变化吗 泪流满面的蓬蓬不在 Pong Pong 变成了一个神秘的美女 你怎么现在才出现 对不起 Pong Pong 再次向前看 我想有很多的谈话 但海地 血 的精神是残酷的 海地和布拉德 鲜血和海地 他张开了嘴 为什么是你 什么 为什么精灵王选择了你 而不是我 海地咬着嘴唇 我帮助他的时间 要长得多 他说一定要记住 今天的美心 海地皱起眉头 包围着他的红色水花 破碎一出 看样子随时都要朝着 中提琴轰出 不过海地 似乎也有些疑惑 血 你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 海地的眼睛 眯了起来 如果有必要 我愿意拥有 你契约者的血脉 前任水灵王金鱼教我的 但是 唯有能够为了珍贵之物 而忍辱负重的生灵 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王者 我相信 你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精灵王 胖胖传授了教义 他说 为了某种重要的事情 而忍辱负重的精灵 才能成为王者 但是 Blood没有这样的东西 这是关键的区别 我有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胖胖为中提琴 冒着生命危险 你没有 这就是你被选中的唯一原因吗 血液似乎无法理解 要成为精灵王 需要更伟大 更伟大的东西 因为我想 这不是 我可以描述的东西 胖胖 在他准备灭绝的时候 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算我消失了 我也要威奥拉开心 那真是太棒了 我不会再听你的了 海地的周围 开始形成红色的水珠 很快就如同灵弹一般 射向了威奥拉 威奥拉并没有太难过 因为我相信 胖胖 尽管他的外表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胖胖 仍然是胖胖 一瞬间 胖胖急的身体消失了 温水覆盖了威奥拉的身体 一到水墓 那是一种温暖的感觉 感觉比以前的水帘 要温馨舒服多了 你在这里绝对安全 我可以凭直觉 蓬蓬的声音传来 我答应过 我保证 会成为威奥拉的避难所 海地射出的红色水滴 与水墓相遇 化作水蒸汽 消失不见 海地怒吼道 凯尔 背龙 停止干涉 周围顿时热了起来 蒸汽不断地翻腾着 一股股的血腥味 从他的身上升腾而起 突然下起了雨 那是一场血淋淋的雨 不过 在威奥拉看来 痴疮并没有那么可怕 感觉就像在一个 比其他任何地方 都安全的避难所里 看着外面的奇怪现象 就像是在看一幅 略显不同寻常的山水画 正如他所说 Pong Pong Ji 成为了一个完美的避难所 在里面 时间仿佛在缓缓流逝 蓬蓬随手接过鲜血 对威奥拉说道 抱歉我来晚了 但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迟到会骂你 但我会给你一个答案 Pong Pong 沉色片刻 我能说和以前一样的话吗 在灵界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现在我已经成年了 就算我像以前的熔球一样 威奥拉也会接受 我这个熔球吗 如果是中提琴 我会做的 如果是Pong Pong认识的中提琴 如果是和Pong Pong一起度过时光的中提琴 他肯定会这样做 难道没有可以代替熔球的熔球吗 这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但维奥拉几乎笑了出来 在维奥拉的记忆中 Pong Pong Ji的形象一直很坚强 一个美丽的美女自称 虽然叫Pong Pong 但她也有一个异常可爱的角落 Pong Pong是我唯一的Pong Pong 我就知道 前精灵王威尔说的是真的 凯尔贝隆 我的孩子 记住一件事 诚然 没有戒指可以代替戒指 但也没有熔球 可以代替熔球 我有点害怕 万一有别的精灵代替我呢 灵界之中 比我优秀的灵体 还有很多 我是Kalvarian出生时 有一个不祥的名字 也许另一种精神 可以更好地帮助维奥拉 但是维奥拉告诉我 Pong Pong是我唯一的Pong Pong 我真的考虑了很久 Pong Pong Ji在灵界停留了很长时间 我真的配当国王吗 我能成为精灵王吗 我可以成为成年人吗 想了这么久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我决定像一个熔球一样生活 精灵王凯尔贝隆 他的熔球比Kalvarian更好 因为当我是Pong Pong时 我很快乐 雨不断下着 周围变成了一片血海 但对维奥拉没有任何影响 台员用法力制造了一个盾牌 无意中挡住了血雨 四人之中 唯有海地走投无路 Pong Pong对海地说道 当我在我喜欢的人身边时 我只能成为一个熔球 干净的水开始从地下涌出 就像雨从地下倾泻到天空 清水开始驱走洪水 汗水从海地的脸上流下来 破坏的力量 无法战胜保护的力量 少说废话 海地的双眼布满血丝 血管爆裂 鲜血从紧咬的嘴唇流出 他拼命想杀死维奥拉 流血 因为爱大于恨 清澈的水 吞没了所有的洪水 染红世界的出血消失了 不知不觉出现了湛蓝的天空 与下雪的地方不同 吹来了疑人的暖风 所以 我会保护我喜欢的人 这是Pong Pong 在很久之后得出的结论 我今天也感觉到了 钟提琴多么绝望地对自己呼唤 我现在不会拒绝这个电话 维奥拉是多么关心自己 没有熔球 可以代替熔球 我今天确实意识到了 我会和维奥拉在一起 彭彭走向海地 一柄红色的长枪 在空中生成 贯穿了庞庞的身体 而庞庞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血 回灵剑 他压低了声音 你的精灵王 这是凯尔贝隆的命令 彭彭把手放在海地的头上 干净的精气 顺着海地的身体流淌下 灵 海地的身体倒下了 血也不见了 海地觉得自己 和血族的契约已经破裂 你这个疯狂的精灵 海地感觉自己 仿佛获得了鲜血 获得了千军万马 他发誓要摧毁 让他孤独的世界 这就是海地活下去的理由 但那个精灵王 粉碎了这个梦想 我不能原谅你 海地的目光 转向了中提琴 这是因为中提琴 威奥拉召唤出精灵王 精灵王将自己的灵魂 送回了精灵界 杀了那东西 在圣地 海地是老战士的成员 已经成长 这是无数无人生命 被消耗和维系的地方 海地也吃了很多生命力 血魔法 他咬了手指 流了血 第七章 很快就签了合同 滴滴的血滴落下来 驱动着法力 威奥拉的头上 出现了一个血花关 链接器 血管收缩 向上 海地用力咬着自己的 左手食指 我献上了我的手指 作为牺牲 切断手指 YJack YJack 他咬着自己的手指 将血魔法的咒语记了下来 我的国王 巴哈卡伦 请下令毁灭 漂浮在威奥拉头顶的血块 会爆炸 吞噬威奥拉的生命 海地非常肯定 呵呵呵 放声大笑 我虽然 失去了一根手指 但你也会失去生命 像你这样的东西 本来就应该被杀掉的 我是这么想的 但什么也没发生 为什么 血管被斩成两半 掉在地上 鲜血渗入地下 没有爆出来 这是个好词 胖胖 台原取回了巨剑 海地甚至没有看到 台原何时挥剑 然而 空气中只剩下大剑 划出的蓝色痕迹 我活着是为了保护我爱的人 维奥拉说 找出你真正想要的 所以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 似乎我已经找到了 蓬蓬的话 在台卓心中产生了共鸣 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 胃中提起而动 海地是维奥拉的敌人 为我的公主而活 Tundra决定为了 维奥拉的缘故 砍掉维奥拉的敌人 胖胖又回来了 仿佛把工作交给台原 他背对着海地走开了 维奥拉目瞪口呆地看着 胖胖远去的景象 我该怎么说呢 短短几天 蓝发小孩子就长大成人了 大人说 你不能忘记你和我的约定 声音很不一样 孩子的声音 很快就变成了大人的声音 什么承诺 你答应和我一起交逛花园的 维奥拉尴尬地点点头 只是容貌和气质都变了 但我觉得很难对 胖胖不分青红皂白 不 我决定把胖胖当作胖胖 让我们舒舒服服地对待他吧 乒乓就是乒乓 无论你变得多么美丽 虽然散发着大人的气息 但毕竟是容球 胖胖靠得更近了 我会抱着你 胖胖拥抱了中提琴 最初容球比中提琴小 但现在不同了 他为什么这么大 他比以前大了很多 怀里很温暖 比以前舒服多了 感觉就像浸泡在温暖 微温的水中 很快 蓬蓬变成了水 缠绕在了中提琴身上 我不想杀人 就算我不杀你 也没关系 嗯 维奥拉越过水面看着台原 台原正在四处走动 台原回头看了一眼 似乎台原也听到了庞庞的话 你成为公主的避难所 有酸来保护中提琴 我要成为公主的剑 刹那间 海地倒在了地上 他似乎被吸尽了阴影 台原没有惊慌 反握巨剑 很快就落地了 刺伤 我不是告诉过 你有闻起来很香吗 没有听到尖叫声 可以确定的是 海地已经没有出现了 一场暴风雪肆虐 震耳欲聋 那时一听 就让人毛骨悚然的高频声音 台原取回了插在地上的巨剑 鲜血从他的巨剑上滴落 台原回到威奥拉身边 敌人被歼灭了 威奥拉沉默了一会儿 海地仍然是小说后半部分 出现的反派角色 他是一个几乎像最终老板的恶棍 没想到自己一见就能解决掉那个小人 如果一定要划分时间段的话 现在可以说是贝拉图的影子的前半期到中期了 不过现在的台原感觉比 贝拉图的影子 后半段的台原要强 不是是因为海地和台原一样年轻吗 还有一个变数 就是海地不能和旁旁签约 不过 即便考虑了所有的因素 也很明显 台原异常的坚固 血还在下得很大 你可以停下来吗 威奥拉一时怀疑自己的耳朵 你在跟我讲话吗 我想了想 但很快意识到并非如此 中提琴周围的水在卖动 你要我停止做什么 你要抱公主多久 我要你成为我的避难所 你从来没有 敌人又来了 现在不要 安全是最好的 你还是安全的 不安全吗 什么不安全 我不知道 反正也不安全 尽管外表变了 但Pong Pong还是Pong Pong Tundra还是Tundra 你成圣了 圣神没有圣体圣士的概念 我才刚成年 所以离公主原点 你这样那样干什么 我是威奥拉的契约者 朋友和伙伴 我是公主的搭档 哼 你一定是一只宠物狗 如果你在生活中陪伴我们 它就是你的伴侣 那我也是你的搭档 台元为握住巨剑的握把 提供了力量 我不想杀精灵王 伊贝贝 看一看那样 你会被威奥拉骂的 威奥拉揉了揉太阳穴 你们都不能停下来吗 海地显然是小说后期的反派 但它并不是小说的结局 只有关闭老战士的圣地 热潮才会消失 他们很快就会来 我们能不能自相残杀 我忘了 胖胖已经成年了 你们两个和好了 并握手 不知不觉 已经长大成人的蓬蓬 像是打不赢似的 伸出了右手 他说的非常简短和迅速 对不起 台元茫然地盯着那只手 台元 你呢 台元不情愿地握住了那只手 对不起 精灵王和主角 两个绝对的人在中提琴面前变得幼稚 台元这才意识到自己的丑陋 脸色有些发红 大陆上一共有七座法师塔 法师塔是魔法工程和魔法文明的先驱 毫不夸张地说 当今时代人们所享受的文明 绝大部分都是法师塔的魔法师创造的 很多人对法师塔的巫师都很尊敬 包括帝国在内的贵族对巫师都很尊重 魔法塔的威力巨大 其中一半被认定为域外管辖 法师塔的魔法师即使有不当行为 也不受惩罚 但今天情况有点不同 这些家伙 你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在哪里 是一座法师塔 碰 如同魔力炸弹爆炸般的声音响起 有点紧 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转过头来 糟糕 有声音 这个人的名字叫鲑鱼布兰迪亚 本来 本该在大陆边缘抵御西方侵略者的布兰迪亚公爵 出现在了法师塔中 原因不明 但他袭击了法师塔 法师塔不会放过入侵者 注意 如果你不返回 法宝会开始射击 你说话就像法宝一样 嘿 你玩得开心吗 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再次出现 这个人的名字叫凯撒 是庸兵王 今天他是一个反攻城武器 他手里拿着一个巨大的狼牙棒形状的破城 凯撒说 我上次试图打破他 但没能成功 法宝 撞到会疼吗 那 他让我发痒 是这样吗 相信这句话 布兰迪亚提升了魔力 他的身体长得像个巨人 很快 他的身上就生起了热气 滚烫的岩浆从他的全身流淌而出 嘿 天气热 你过去吧 凯撒摸了摸鼻梁说道 可是 你是不是有点羡慕 什么 我也长了很多肌肉 但我成不了巨人 你想成为巨人吗 越大越好 那是什么 凯撒叹了口气 哼了一声 不管你有多大 我很羡慕 但我决定不羡慕 我会更好地分解他 一连串的魔法武器开始了 有趣的是 法宝的魔法子弹 全部射向了布兰迪亚 那是熔岩巨人布里克塔的力量 他将所有的魔力流 都吸引到自己身上 并吸引了魔法攻击 哈哈 连我都不痒 法宝的攻击 全都融入了岩浆之中 继承自布兰迪亚公爵的能力 是魔法师的天敌 很快 陆宝宝拥兵团加入 寒冬城堡的大军 包围了法师塔 这是前所未有的 东城之鉴指向的是人类 而不是雪花飘扬的地方 这在整个大陆 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但并没有太大的骚动 在国王陛下的批准下 冬季城堡被搬迁了 叶猫族的首领盖亚 调动了信息网络 将消息传遍了整个大陆 为了避免信息混乱 提供了具体和详细的信息 冬季城堡的勇士 和归于公爵联手 这在历史上 也是前所未有的 冬季城堡的意思 是吹雪的地方 布兰迪亚正忙于 抵御来自西方的入侵者 玛丽 安托万公爵发表声明 支持推出伟大的战士 皇上和三位公爵都同意了 这一点 其他法师也很难公开抗议了 皇室和三位公爵一起搬家 这还是第一次 是维奥拉把他们都搬走了 这一事实仍然未知 各种新闻杂志上 突发新闻如雨下的情况 皇帝拜访了 斯利奈的办公室 塞琳娜 你真的觉得自己没事吗 你必须相信维奥拉夫人 维奥拉大人指出六座魔法塔 是狂热的支持者之一 其实你也知道 我们也在法师塔 进行人体实验 说到尚未贵族 谁都知道 我知道 但我很犹豫 多亏了他们的人体实验 无数魔法得以发展 丰富了许多人的生活 他做了 你也应该知道 老武者的圣地 就因为有人死了 就无法维持下去 古代武士的圣地 不能仅靠向雪人献祭 和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来访这里的武士的力量来维持 古代战士的避难所 所以 也就意味着 还有另外一股力量 在维持着狂潮的据点 你对魔法的领悟 比谁都高 离老战士圣地 最近的法师塔 距离旧战士圣地 最近的领地是东城 距离寒冬城堡 最近的法师塔 是六法师塔 一座法师塔 法师大师 对老战士的圣地 了如指掌 法师塔第六代 领主色松说 我在雪地修炼 能够迅速联系上 希克森勋爵 对状态不稳定的 希克森勋爵 施展精神咒语的人 六阶法师塔瑟尔松 和希克森 一起去了一个正在下雪的地方 希克森自己也提到过 那边 第六魔法塔的斯尔松 也和我一起训练过 塞琳娜说着 摇了摇头 不对 说不定六魔塔那个时候 已经对希克森大人 施了法术了 提前施法 当失去所爱的人 并且精神变得不稳定时 魔法就会被激活 并将人变成疯子 这一切 只有希尔森能做到 六十四 再说了 他借口第六魔法师塔 那个丑陋的埃尔辛娜 不用再收弟子了 可以自己一个人 待上很多时间 能化作一只鸟 正常飞来飞去的人 因此 希尔森的行踪 很难完全查出 擅长变身魔法 在天上飞翔 一个人非常在意 自己的声誉 表现出对荣誉的 强烈渴望 并努力塑造形象 因此 他不太可能成为 怀疑的对象 所有这些都是 希尔森所说的 狂热追随者的线索 但是还没有证据 不用担心 六大魔法塔中 一定有隐藏的材料 还没有证据 他却盲目 打了六座魔法塔 事实上 即使身为皇帝 他也冒了很大的风险 因为大陆上的 七座法师塔 是现代文明的基础 这种情况 连内拉赫 都不想让他们 集体抗议 还好 我们有两个 非常强大的援军 有两个吗 塞琳娜笑了 你能猜出是谁吗 定居在寒冬城堡的 法师塔乞丐们 一脸担忧地 看着艾尔辛娜 你真的没事吗 当然 艾尔辛娜 在乞丐们的护送下 前往六魔法塔 有他的老师希尔森 我会背叛你 如果威奥拉所说的 一切都是真的 那么第六魔法塔 就是热风背后的外力 维持着老战士圣地的外力 可以说是狂热者的本体 就算威奥拉公主错了 只见远处 有一群乞丐在招手 不 他们不再是乞丐 分明是寒冬城堡的人 我还是会背叛你 艾尔辛娜 是对六魔法塔 最了解的局外人 所以 这次我决定试一试 即使你被陷害了 不过没关系 因为威奥拉公主 向我展示的世界 对我来说是正确的世界 艾尔辛娜也摆了白手 王朝凯塔伦 像要把家人逼疯一样 放声大哭 长官 在你的世界里 他们是不会笑的 所以 我决定帮助威奥拉 但是不知 从哪里传来了声音 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妹妹 不是吗 那是一位金发美女 有着不同寻常的白金色头发 和灰色眼睛的女人 非常漂亮 虽然没有携带单独的武器 但艾尔辛娜 还是立刻就能察觉到 我感觉不到存在 这个女人无人问津 也训练有素 艾尔辛娜称自己为姐姐 但她看起来比自己年长 很难以貌取人 取得很高成就的军人不会老去 苍鹿公爵 不是三十出头 还保持着容貌吗 她问 往这边走 就是第六魔法塔了吧 这是正确的 谢谢 你姐姐也要去第六魔法塔吗 没错 就是第六魔法塔 我有事要办 我在第六法师塔也有事 我不认识路 你能陪我吗 艾尔辛娜用略带怀疑的眼神 看着女人 不用担心 我不是可疑的人 这么说 似乎比较可疑 是这样吗 她带着完美无瑕的表情 笑了 我的孩子在那边 我是来找她的 你是宝宝吗 艾尔辛娜的表情 变得凝重起来 孩子不应该在那里 冬季城堡的战士 和布兰迪亚公爵 凯撒和小路拥兵团 联手进攻六号魔法塔 六号魔法塔 调动魔法武器 轰炸四周 你是一个有报复的巫师吗 艾尔辛娜的心狂跳起来 我们必须抓紧时间 为什么 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战争 这个婴儿来说 太危险了 我不能透露细节 但会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 哼 你怎么这么认真 这是我的孩子 不是我姐姐的孩子 但是孩子需要被保护 艾尔辛娜带路 我会引导你 姐姐 你是个好人 两人朝着第六魔法塔走去 艾尔辛娜根本就没有使用飞行魔法 这会消耗法力 但别无选择 因为 我得赶紧把孩子救出来 你姐姐是巫师吗 是的 女人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片刻 寄托于艾尔辛娜的魔力 滑破空气冷静地说道 我不会杀我妹妹的 专注于魔法的艾尔辛娜 听不清楚她的话 是的 没什么 一段时间后 女子站在地上 双脚着地说道 远处 她可以看到 六座法师塔的墙壁 我不会杀我姐姐的 所以尽量不要靠近第六魔法塔 你在说什么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为什么 现在是冬季城堡 和布兰迪亚公爵的战士 而傭兵们会去攻打法师塔 你不是来帮助法师塔的吗 那我不可能是从寒冬城堡来的 啊 那是冬天的城堡吗 Else Ayna 是一个恶作剧的女人 我想 不知东信的大陆人何在 对不起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是来自这个大陆 我从未离开过布兰迪亚 是的 当我回过神来时 那个女人不在那里 这个女人的名字 叫阿舍达 她嫁给了鲑鱼布兰迪亚公爵 看到女人浑身散发着雷电 召唤着雷电 总管家卡尔顿吐了吐舌头 那是人 那是霹雳 以前遇到过很多强者 但阿舍达却感觉很不一样 每次他喷出蓝色 刻有各种魔法阵的城墙 都会被震碎 阿塞尔达吐出意味深长的话 谁欺负了我的孩子 因而指的是 正在使用熔岩巨人的布兰迪亚公爵 布兰迪亚完成巨变后 恢复了正常 他的右脸颊上有一个小伤口 谁挠了我帅气的脸 没有什么法宝可以阻止阿塞尔达 成千上万道闪电倾向下 覆盖了法师塔的墙壁 管家卡尔顿有两个问题 嘿宝贝 我的宝贝 你是说萨尔蒙布兰迪亚公爵 对吧 黑龙轻轻点头 我不敢相信 但确实如此 布兰迪亚公爵是我的孩子 是阿塞尔达所生 万一长春宫和皇后撞在一起会怎样 这是军人当将军管家之前的好奇心 苍鹿想了想 我不认为 我会在一对一的比赛中 输掉比赛 卡尔顿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 我没有说我会赢 我说的是我不认为我会输 反正就是赢了 但也意味着 就算是苍鹿公爵 也压不过他 和另一个 如果不是一对一 那我估计我赢不了了 据卡尔顿所知 大陆上最强的战士是苍鹿 就算是剑皇涅拉克 在赫伦面前 也不得不一招 不 两招弃掉 以海伦为首的寒冬城堡的战士们 认为他们不会被任何人打败 就算对手是剑皇和太阳骑士团 也一样 长川无湖 的确是个好地方 想不到 竟然有人能释放出如此大范围的雷电 以前只听过传言 但在现实生活中 亲眼所见 真是太神奇了 突然间 无名骑士团 开始行动了吧 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法师塔 肯定是在全力挡住这边的攻击 现在 皇室的秘密骑士 无名骑士 要出动抓捕色松 寻找与狂潮有关的线索 与此同时 在远处观望的盖亚 也不由自主地嘀咕了一句 皇族和第三代公爵 就连雍兵王 和长纯女皇 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组合 她是情报组织夜猫的首领 同时也是无名骑士团的母亲 现在轮到你行动了 创造出这史无前例的组合的 正是铁蟹圣者 威奥拉 她话了一切 按照铁蟹圣者的意愿 我们也在一起 她背诵了承诺的命令 来移动无名骑士 潜入 无名骑士 我决定现在结束它 台元咯咯地笑了起来 轻轻地咬了咬嘴唇 这是因为 胖胖再次抱住中提琴后 变成了水 他们开始出现 怎么样 现在很危险 我们可以这样吗 好的 台元感觉到了 暴风雪之外 正在逼近的军队 他们感觉与人类不同 就像幽灵一样 这是对的一半 他们是幽灵 威奥拉说 台元 小心点 透过暴风雪 只见无人士兵 手中拿着各种武器 他们的眼睛 被染成了黑色 稀犯 女性 杀了 全部 他们喃喃自语杀 就好像这是一个咒语 我在他们身上 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 威奥拉的肉身颤抖着 我在期待 这不是开玩笑 他们是寻找古武者圣地的武者 随着时间的积累 老武者圣地吞噬了无数武者 将他们变成了军国主义者 至少 他们的武者数量 足以找到老武者圣地了 数量再少 也超过一千 所以台元 不要过度 别管 我因为我有一个容求 好的 台元笼罩在复杂微妙的情绪中 有好有坏 他为有他值得信赖的同事 胖胖感到欣慰 但也不喜欢直接照顾 威奥拉的人士 胖胖 而不是他自己 然而 现在我得集中精力 挡住无人人涌来的浪潮 专注于防守 我们三个人 也无法将他们全部收服 好的 老战士的圣地不是永远的 如果他们动了 那古老的武者圣域 所保存的无数力量 都会消失 六法师塔这时候 应该已经没落了吧 你不能从外面引进力量 在外缘也被切断的状态下 老战士的圣地会消耗大量的力量 我只需要坚持下去 突然 老战士们走近了 如果胖胖不想杀你 你也可以不杀他 持久是目标 最先走近的是一个手持 双斧的矮小男子 像威奥拉挥出双斧 但没能击穿水墓 威奥拉的腿在颤抖 快要疯了 我很害怕 虽然他相信胖胖 但是身边围着那么多武者 他也不能淡定 他们有的浑身是血 有的眼珠子掉了 啊 不管怎么说 旁旁级的水墓 对于威奥拉来说 无疑是一个避难所 台卓拉尽可能地保存着自己的体力 斩杀了无数攻击他的无人战士 每当台员出现缺口时 威奥拉就会用第一把剑帮忙 三者的结合 展现出强大的协同效应 在数以千计的无人人包围之下 他们能够坚持了好久 台员 你还能坚持吗 当然 台员的呼吸有些粗重 就连那强壮的台员也累坏了 还好 至此 一切都如威奥拉预料的那样 乒乓呢 我一点都不介意 见鬼 Tundra和PongPong很累 尽管如此 这还是在误差范围内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但是之后 发生了变数 很多白痴做不到 无人的人化作烟雾 开始消失 我宁愿有一个更强的 终于 暴风雪停了 无人军团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有人出现 这是维奥拉熟悉的面孔 许多无人驾驶的人 已经消失了 老武者圣地 判定 一个人格强者 胜过众多弱武者 他走路时 发出鞋子发出的咔嗒声 我不是很惊讶 因为 我以为会是你 在一年前 一件神秘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失踪者 在美迪亚的带领下 连一丝踪迹都找不到 那就是玛丽 安托万的塞纳公主 你预料到的 因为她消失得太彻底了 塞纳用手 捂住扇子笑了 哦哦 他哈哈大笑起来 但十根手指上 都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 他的表情充满了镇定 维奥拉说 别再折磨可怜的塞纳公主了 露出你的真面目吧 什么 塞纳露出灿烂的笑容 用凶狠的眼神 瞪着维奥拉 你在胡说什么 这种反应太极端了 不能说是胡说八道 如果我不是塞纳 那我是谁 一个需要白龙之血的冒牌英雄 塞纳没有回答 她轻轻扇着扇子 看着那把钟提琴 神情本身又是轻松了下来 但眼神却是灵力 我们的维奥拉女士 你知道从哪里知道到什么程度 从开始到结束 也许比你想象的 要多得多 我也知道 塞纳为什么会在这里 作者需要塞纳的肉身 一个拥有白龙血脉 却对他人的仇恨达到极致的人 因为拥有那个条件的人 就是塞纳 然后作者详述了塞纳 那你知道我的真名吗 当然 我的真名是什么 威奥拉并没有离开塞纳一瞬间的视线 威奥拉知道为什么 威奥拉认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她的身份是白龙派拉 据说与太阳王可汗 一起封印了巴哈卡兰的英雄 白龙派拉早就做好了背叛的准备 梦想着完美 如果我在这里告诉你 菲拉的真名 在你说出佩拉这个名字的那一刻 你周围的法力就会冻结 任何提到佩拉这个名字的人 都会被实话 你的名字 好的 我想知道 她会想出什么名字 你说话的那一刻 你会变成石头 然而 中提琴并没有变成石头 一个和可汗在一起的假英雄 白龙派拉 因为 她有女帝面具 这是小说结尾出现的故事 在原作中成为绝对者的 维奥拉入侵玛丽 安徒加并跪下 那时 维奥拉在那里抢走了女皇面具 女皇面具的属性是不变 所以 有了娘娘面膜 吃再多也能保持美丽身材 让她不变的是女人的面具 现在的维奥拉并没有偷走女皇的面具 不过 梅丽莎 玛丽 安托万 直接借给了她 吼吼 你现在要变成石头了 维奥拉站着不动 看着塞纳 一秒 两秒 时间飞逝 塞纳自信的表情开始僵硬起来 为什么 就算太阳王可汗起死回生 也逃不过这个安排 但为什么 中提琴不会变成石头吗 再白的龙 也无法长生不老 从古至今 无法继续存在 所以 你把你的生命放在一个不变的容器里 等待时机 某一天 当上古武者圣地的优秀武者成为疯子 世界陷入绝望 当无数生命逝去 恶灵之王巴哈卡伦复活 在那之前 需要一种设备来维持她的存在 那不变的容器一定是这个 玛丽 安托万 玛丽安托万 家族世代珍藏的传家宝 那是皇后的面具 你 塞纳的心热采猛的一跳 只有借用别人的身体才能活下去 这有多弱 呃 别动 威奥拉左手拿着女皇面具 右手拿着匕首 看样子 她随时都会刺穿皇后的面具 如果不变的特性消失 你也会消失 对吧 你想要什么 我要的不多 告诉我 没有多少 我什么都听 威奥拉 想要的并不宏伟 我希望 人们能像人一样生活 父母爱儿女 儿女爱父母 不会因为没有能力 而被忽视 就像法师塔中的乞丐一样 他们并没有因为缺乏天赋 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而名为复仇的怪物 也不是像班加斯那样天生的 你不必失去你所爱的人 你不必经历 像希克森和艾莎那样可怕的事情 你也不必被某人的意图逼疯 文臣 注定要死去 获得了新的生命 当奇迹祭祭司与法师塔丑男相遇时 脱离作者设定的设定 获得新的生命 梦想新的奇迹 疯子之类的东西 不一定要出现 威奥拉突然笑了起来 想想看 这并没有那么宏伟 想想都觉得宏伟 也许这是一个近乎不可能的理想 即使不止于此 也没关系 理想是梦想 威奥拉认为的梦想 不一定会实现 威奥拉的梦想 是实现梦想的过程 我觉得做梦也不错 哦 还有一个 安全与和平的独立 你能听我说吗 什么 反正 你听不见我说话 钟提琴拉伤了她的右手 匕首刺向女帝面具 刹那间 女皇面具上散发出七彩光芒 啊 塞娜的指甲和牙齿变长了 她踢离地面就跑 距离瞬间拉近 我不会孤独地死去 从古至今 我已经沉默地生活了很长时间 她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甚至欺骗了太阳王可汗 但是一个小女孩 毁了这一切 你必须杀了 威奥拉 增加了她原生塞娜的怨恨 以及白龙派拉的怨恨 沧 一声巨响 那是台渊的巨剑 和塞娜的利爪相撞的声音 请勿打扰 我没有多少时间 白龙派拉姑弄着难以理解的语言 这就像一首魔法颂歌 刹那间 台渊的身体僵硬啊 神铁 这与普通的魔法 有很大的不同 派拉用的是龙 仅凭语言 就能行使全力的龙的特殊力量 一种奇怪的力量包围着我 这是台渊从未体验过的那种束缚 让她无法立刻解脱 拉屎 如果我不累 我可以更快地解决她 现在连台渊都累了 甚至塞娜也知道她没有多少时间 她有预感 束缚台渊的龙很快就会被解除 真是个怪物 女皇的假面碗中 不变的属性正在时时消散 我不得不保留一些 我必须先瞄准左臂 决定截之维奥拉的左臂 派拉伸出手臂 虽然被水墓挡住 但派拉并没有放弃 她在中提琴周围的水中漫步 塞娜抿唇微笑 你无法以精灵王的力量阻止我 白龙是一个拥有特殊能力的种族 根据武魂与巨龙的契约 从此时起二十四小时内 武魂将无法施展力量 刹那间 围绕在子提琴周围的水墓消失了 舌断 佩拉的手臂抓住了 威奥拉的手臂 派拉提高了法力 我必须把它剪掉 没有精灵王的话 想要砍断威奥拉的手腕 是轻而易举的事 然而 一切并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发展 抱歉 我也学过剑 第一剑 诞生于东大陆的剑术 绿叶喷涌而出 开始围绕着紫罗兰的身体旋转 紫罗兰身上 开着一片玛格丽特花 你学会了一种奇怪的剑法 雪纳威威尾咬唇 这是她从未接触过的剑术 与其说是剑术 不如说 更像是魔法 佩拉 你似乎忘记了一件事 派拉一边找威奥拉的空隙 一边再次问道 你忘了什么 你真以为太阳王可汗 不知道你背心弃义的事吗 派拉是一条对生命有着强烈渴望的龙 一个为了生活 什么都可以做的人 于是她背叛了太阳王可汗 追随了巴哈凯伦 太阳王可汗 你的爱人真是什么都不知道 让你活了下来 我问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佩拉的身体开始颤抖 维奥拉的嘴里 说出了她难以想象的话 可汗太阳王 她牺牲了自己来封印巴哈凯伦 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 可汗唯一的弱点 是她的情人菲拉 完美无暇 她本可以征服巴哈凯伦 她早就意识到 派拉的背叛 到不能惩治叛徒的程度 你懂什么 派拉几乎尖叫起来 好像不想听似的 但这并没有阻止中提琴 似乎不想听的心 和想听的心并存 还有康 我知道有一天 你会这样做 于是 可汗将她的权力 传给了她的朋友和后代 对于容颜巨人布里卡来说 能够长时间承受容颜巨化的强壮身体 利用这种力量 布兰迪亚公爵 占领了法师塔 我离开济南 是为了贝拉托 太阳之剑是为了皇室 对玛丽 安托万一无所有 六个 她留下了遗嘱 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她预言 她的后代的时间会来到 她很痛苦 也就是说 我不能亲手惩罚我所爱的爱人 这就是为什么 我选择牺牲自己来封印巴哈凯伦 她把未来托付给子孙 希望子孙改正错误 那是太阳王可汗 唯一懦弱的地方 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在那个程度上 汉真的爱你 威奥拉轻轻地笑了 我认为是时候了 或许 对小说内容了如指掌的她 在这里着了魔是必然的 你必须纠正错误 我决定 让不可避免的和时间 作为这部小说的主角 希尔森叫道 你到底是什么 不明身份的骑士 和不明身份的女人 占据了第六座法师塔 瑟尔松拿着束缚魔力的束缚器 跪了下来 一位身材苗条 白金色长发的美女 站在瑟森面前 当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后 你会怎么做 赫伦后退了一步 只是看着阿塞尔达的动作 是赫伦自己对阿塞尔达表示的敬意 阿塞尔达在围攻中 展现出了最强的力量 你和我有什么仇 我对后面的苍鹿大喊 苍鹿公爵 你疯了吗 然后他冲着躲在希克森 身后的萨尔蒙大喊 龟鱼公爵 你在做什么 三文鱼吹了声口哨 装作不知道 他不想卷入这种情况 火花无缘无故地向我飞来 Chuck Bonnie的妻子 现在很不高兴 萨尔蒙公爵 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害怕的人 是他的妻子阿塞达 我必须假装我不知道 他使劲吹口哨 躲到希克森身后 希克森难以置信地笑了起来 这并不能隐藏尺寸 总之 藏起来吧 其实 他根本就没想过 自己的妻子会跑来这里 阿塞尔达是西大陆人 对中大陆的事情不感兴趣 就这样 他一个月就跑到了这个地方 阿塞尔达张开嘴 我对大陆的情况不感兴趣 他们做了什么并不重要 不过 你不应该在我孩子的脸上 留下疤痕 伤到你可爱的脸蛋了 希克森张大了嘴巴 天啊 这么大的男人 说可爱 这是希克森无法想象的视角 但也有一位朋友的观点 比较离奇 我觉得我更可爱 说话的人 正是红发壮汉凯撒 本来倒数第二 可怕的凯撒 似乎不愿意承认 萨尔蒙公爵比自己可爱 对吧 希克森 我不是更可爱吗 他们都不可爱 阿塞尔达继续说道 我的小可爱 给我发了一封信 阿塞尔达回头看了一眼 吹口哨的鲑鱼 轻轻眨了眨眼 右手一挥 尴尬地笑了笑 但是法伊拉是谁 听说这一切 都是有一个铁血圣人策划的 星号星号 维奥拉说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 叫做神的旨意 与此同时 白龙派拉开始展现她的真身 与历史记载相反 她灵片的颜色并不是亮银色 相反 她更接近于浑浊的灰色 她不再是龙 而是开始变化成 更接近巨蛇的形态 似乎她必须放弃一切 才能换取近乎永恒的生命 上帝要我杀了你 这就是贝拉托的影子中所描述的 威奥拉直接斩杀了白龙佩拉 此时 威奥拉也很疲惫 小说中也有描写 如果是以前 威奥拉早就被派拉杀死了 但是威奥拉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就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 是加入了巧合 期待 幸运的结果 威奥拉之所以能够杀死派拉 是因为威奥拉喝了威奥拉魔药 原著中的威奥拉 在小说中喝了魔药威奥拉 不过现在的威奥拉 已经喝下了魔药威奥拉 就在欢迎晚宴上 我当着家人的面 喝光了所有的中提琴药水 因为子提琴有特殊的体质 子提琴药剂不起作用 你知道用西大陆的语言 写中提琴 然后再读 会发生什么吗 化为巨蛇的派拉 非常庞大 她的身高似乎超过了十米 她的红眼睛转向中提琴 现在重要吗 派拉决定一口吞下威奥拉 连同女皇的面具 那么 现在泄露出去的不变性特性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留 她的身体开始慢慢靠近 不 她的动作很快 但她的身体太大了 显得比较慢 没关系 如果你用西大陆的语言 读中提琴 她读作 佩拉 雷尔 水魔法师 她做了一瓶魔药中提琴 水魔法师想要杀人 这是一个很久以来的梦想 如果不是她死得早一些 她说不定会害死很多人 在意识到自己的死亡后 她寻求水质精灵金鱼的帮助 并创造了药水中提琴 并递给了仓路 如果你喝了这个 你也会死 我孤独的人 跟我去一个温暖的地方 如果我们一起死 痛苦会少一些 白龙佩拉 缠住威奥拉的身体 开始掐她的脖子 她认为 她杀不了多少人 我没有多少时间 所以她想 我只想再杀一个 吃掉这么多生命的人 那就是魔药 水魔法师真正要杀的 不是仓路公爵 而是白龙佩拉 佩拉张大嘴巴 吞下了威奥拉的身体 终提琴 公主 彭彭和台元急切地喊道 不过 被派拉吞噬的威奥拉 并没有吃惊 威奥拉药剂 是用来杀死白龙 派拉的药剂 水系魔法师 对仓路施了药水 赫伦有信心 自己吃了这些药水 也不会死 如果派拉 喝了喝下魔药之人的血 威奥拉用匕首划破了自己的手掌 鲜血从她的手上滴落 因为白龙派拉死了 在最初的故事中 威奥拉被派拉的毒牙严重伤害 那时 威奥拉流血过多 派拉中毒而死 也就是说 天意 大多数情况下 射之具有很强的强制性 威奥拉的血滴在派拉的舌头上 血液流过派拉的食道 进入了她的身体 佩拉试图呕 Viola 但Viola抓住了她的尖牙 并留在了她的嘴里 再来一点 我故意流更多的血 威奥拉说 对不起 我赢了 巨蛇的身躯鼓了起来 鼓了起来 感觉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炸开 会很疼的 潜水精灵王精于意识到 什么是药水子罗兰 最终背叛了雷尔 他单方面解除契约 返回灵界 也因此 威尔失去了很多权力 再也无法与任何人签订契约 多亏了水精灵王纯粹的精神力 维持着生命的雷尔 比预想的早死了 不知不觉中 已经解除了龙羽的台园 挥出了一柄巨箭 她的眼睛布满血丝 你敢 我的公主 她真的很生气 她的眼睛是金色的 这是在贝拉图的影子中没有提到 但在作者的设定书中 存在的黄金之眼 在所有的一同之中 她是最为强大的一只眼睛 她可以做到神的意志 或者反过来说 她可以造成极大的奇迹 甚至可以摧毁神的意志 她的箭中 蕴藏着强大的魔力 她的巨箭由多股线 组成一条石线 活了万年的白龙派拉 根本抵挡不住台园这一箭 台园之箭锁过之处 迅速变成了一条道路 变得空旷 顺着她的箭道 巨蛇分裂成了数条分支 经过 她的箭锁触及的每一处 都化为一团烟雾 消失不见 在旁旁的帮助下 降落在地面上 威奥拉呆呆地看着台园 你不累吗 现在的台园看不厌 台园现在是一名剑客 她的剑法并没有强悍到惊人 只用了十秒左右的时间 白龙派拉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白龙被彻底歼灭 威奥拉什么也没说 只是盯着金色的台园 她似乎知道台园的剑术 而且在这之上 还有一种叫做灭绝的状态 是歼灭对方存在 乃至斩天地的剑境 在作品的后半部分 深爱着维奥拉的台园 被人故意刺死 配得上评级言情 玄幻小说男主的悲惨结局 如果你达到那种程度 我会欣喜若狂 就连死了 她都淡淡一笑 如果那一天到来 你会记得我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这是作品最后出现的内容 也就是说 从作品的后半部分来看 这意味着中提琴 还没有达到灭绝的阶段 然而 现在的台园 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 尽管她似乎并不知道 自己做了什么 我气得好像不自觉地 把脚进入了绝境 因为她是天生的天才 所以能够有意识地进入绝境 荣球打嗝 打嗝 打嗝 胖胖 是第一个知道的 事实上 即使是精神 也会打嗝 我在看什么 不只是 呸了 我切掉了海鲜饭所在的 所有空间 变成了连光都无法透入的空间 她创造了一个 完全空旷的空间 有一种东西 可以摧毁世界 也许是这样的 我是这么想的 哈哈 那样的剑 就算是精灵王 也能被歼灭 台园 从现在开始 我们靠近点吧 其实我喜欢你 威奥拉深吸一口气 既然白龙派拉已经被歼灭 那鼓舞者的圣地 也就不复存在了 然而 一股不知名的凶风吹来 暴风雪已经停了 但黑暗降临了 天空被染成了紫色 暗红色的气息 开始从地面渗出 原创和有什么不同吗 威奥拉有一种预感 出了些问题 周围开始变暗 黑暗降临 与夕阳西下 傍晚时分的感觉 截然不同 台园环顾四周 似乎黑暗正在降临 万灵之王 胖胖 开始重重的吐气 威奥拉急忙问道 胖胖 你还好吗 不行 不行 胖胖的脚 开始一点点模糊 进行了半透明 胖胖咬牙切齿 我不能 我需要在你身边 胖胖 有一种预感 现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灵魂的容身之地了 这个世界是拒绝精灵的世界 胖胖的整个下半身 变得半透明 威奥拉 仔细听着 现在的世界不正常 似乎他甚至 不需要解释 就知道这一点 感觉就像光无法到达的宇宙 正在坍塌 一个光无法到达的世界 正在逼近 那里有 威奥拉的心 砰砰直跳 坐下 光无法到达的世界 我已经知道类似的设置 勒灵之王巴哈卡伦 被封印在光 无法到达的次元之外 沉默的黑暗 一个达不到光 并拒绝精神的世界 绝不 胖胖地的身体 已经消射了一半 你必须逃跑 他抓住威奥拉的肩膀 摇了摇 你必须逃跑 必须跨海 魔王不能渡海 请 请答应我 你会的 胖胖的身体 消失在他的肩膀上 他的眼里满是关切 请逃跑 很快 蓬蓬整个人都消失了 台元小心翼翼地 来到威奥拉身边 我应该怎么办 牵你的手 天色变暗了 比暴风雪时更暗 如果蓬蓬吉所说的是真的 这个世界 就会和光无法到达的地方的一部分相连 可以封印魔王的超越次元的次元牢狱 如果你迷路了 你将永远出不来 台元拉起威奥拉的手 我得到了它 就像胖胖说的 我们应该逃跑吗 威奥拉很烦恼 在原作中 巴哈卡伦终究没有复活 打败原版白龙派拉后 会出现埋藏在远古火星圣地的巨大心脏碎片 这是巴哈卡伦心脏中最大的一块 威奥拉用他的太阳剑将其粉碎 再见了老战士的神圣地图 实际上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老武者圣地的最终关卡 是在原作中战胜中提琴 既然我杀了白龙派拉 现在还要战胜自己吗 被遗弃的回忆 通过拼命的努力 重生为曼萨宫女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失去了亲情 一个只有最寒冷 和最残酷的人 才能生存的世界 一个我不得不亲手 杀死爱我的男人 亲手杀死爱我的妹妹 亲手杀死弟弟的世界 对于原作中的维奥拉来说 这一切都是创伤和诅 维奥拉拿出了 从皇帝那里偷来一半的真理之时 一道璀璨的光芒 从真理石中露出 驱散了围绕在 中提琴周围的所有黑暗 维奥拉利用真实时的力量 驱散了所有展现 他过去的幻想 老战士的圣誉 这一集就这样结束了 应该是那样的 事情变了 是因为我 邪灵之王巴哈卡伦 正在复活 不会有太多时间了 感觉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某种巨大而不祥的东西 正在逼近 如果我跑到海边怎么办 这似乎并非不可能 至少 我似乎可以和家人 一起逃到西大陆 或者东大陆 但如果呢 那么 这片恶灵之王 巴哈卡伦复活的土地呢 这片土地上 住着多少爸爸妈妈 那些跟着爸爸妈妈的孩子呢 我是 台元看着威奥拉 他微微弯下腰 对上了威奥拉的眼睛 不管公主做出什么选择 我都会站在公主一边 你命令他们跑 他们就跑 你命令他们打 他们就打 如果你命令 我保护你 我会保护你 我是 威奥拉做出了决定 我想为我所做的负责 威奥拉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巴哈卡伦会复活 台元因我而生长 连小说最后的威奥拉 都达不到的境界 台元已经上升到灭绝的地步 这就是 为什么我能够消灭世界的一部分 证据仍然在我眼前 如同光无法到达的地方一样 什么都不存在的虚无空间 台元所开辟的剑道 依旧刻印的一清二楚 坚固的封印被撼动 同时在世界上制造出裂缝 恶灵之王巴哈卡伦 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如果太阳王可汗回来 他现在又要开始封印了 可是这里没有可汗 小说和设定书中 都没有出现详细的封印方法 威奥拉咬着嘴唇 我真的不想要他 但我是主角 他说是时候了 他说他会弥补的 所以他必须是 这就是主角威奥拉的生活方式 台元 全力战斗 甚至太阳王汉和他的同僚 也无法摆脱巴哈卡伦 甚至在小说的后半部分 都没有出现的巴哈卡伦 巴哈卡伦正在接近 但威奥拉有些不同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 你比威奥拉强 呵 我是认真的命令你 全心全意的战斗 就连现在的台元 也和原来的台元不一样 台元决定认真对待 威奥拉的话 台元的眼睛变成了金色 如果那是你的名字 星号星号星号 世人皆知 铁血圣女在下雪的地方出手挡雪 有一个雪域 邪灵之王相关的团体 已经很久没有传出 这个团体与六座魔法塔有关的消息了 六法师塔的残酷人体实验 六座魔法塔中 正在进行着残酷的人体实验 有大量关于从人体中 提取法力和元气的研究资料 也有大量的研究资料 将法力从这里转移到老武者的圣地 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 来复活巴哈卡伦 也有提到疯子和污染 这么多证据出来了 除六座法师塔外的六座法师塔楼主 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六座法师塔 法师领主将此定义为 六法师领主 斯尔桑的个人错误偏差 死刑被传给了六座法师塔的主人斯尔松 后来有一天 雪在吹过的地方 停了 据说 铁血圣人威奥拉曾成就了一项壮举 找到了古代战士的圣地 维奥拉要回来的消息 很快就充斥在时事通讯上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同时 下雪的地方不再下雪了 冰冻的大地融化了 鲜花开始绽放 从那里涌出的无数怪物 一个个消失 下落不明的铁血圣女 现在是纪念她的时候吗 人们称铁血圣女为英雄 却不认为她还活着 如果她还活着 她不可能一直不出现 根据陛下的言令 吹雪的地方已被指定为禁区 雪不再刮 却成了禁地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一些是特别允许的 凯撒就是其中之一 嘘 今天是开玩笑吗 德皇在雪域之地寻了许久 今日一无所获 钟提琴是飞上了天空 还是消失在了地面上 无影无踪 她每天都在寻找下雪的地方 不知不觉就知道了那里的路 我四处走动很好 没有自己迷路 凯撒并不是唯一一个 在雪地里漫无目的地游荡的人 希克森也焦急地寻找钟提琴 钟提琴 你在哪里 他决定在山洞里卸下行李 休息一会儿 我得尽快找到他 希克森自言自语道 再过一会儿 苍鹿就会转身了 目前 剑帝奈拉克和女皇乌阿塞尔达 正在一起监视赫伦 没有他们两个在一起 苍鹿是挡不住的 苍鹿已经失去了理智 与妖魔战斗多年 所有的情绪都被磨灭 他是赫赫有名的仓鹿 但在爱女的下落面前 他的理智完全消失了 他没有心思去执行搜索行动 也许这就是狂热想要的 就算是现在 绝对的仓鹿 也疯狂被污染了 这不是狂热想要的吗 四步三步曲 四步三步曲 脚步声传来 你是泽农吗 这是正确的 有进步吗 根本没有 哈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泽农点点头 好的 安息 泽农 你 人鱼马 希克森从座位上站起来 赶紧拍在杰农的后脑勺上 打 与此同时 杰农失去了意识 倒在了地上 嘿嘿 这个人还是那个人 希克森拖着泽农的腿 进入了山洞 杰农从来不是这样 无助地倒下的人 你熬了几个晚上 杰农那位强者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就算睡不着 我也不会睡两个月 他可能连饭都没吃 你需要冷静下来 这样我就能找到中提琴了 希克森点燃了篝火 原本强悍的他 不需要篝火 现在泽农似乎需要 你到底在哪儿 我要啦 希克森闭上眼睛 做出了承诺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哪怕追到天涯海角 不过 洞府之内 却感觉到了一股微妙的气息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有小熊吗 我看向内心深处 这 什么 有一种连经验丰富的 希克森都从未见过的险恶 希克森向后退了几步 吓了一跳 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空间 他无尽的不祥 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野精野精 感觉好像有什么活物 在缓缓行走 他正在吞噬世界 就像吞噬世界的细菌 他所触及的一切 都失去了生命 并崩溃了 没有石头 没有草 没有水 甚至空气和法力 一切都在消失 对于希克森来说 这是完美的死亡气息 我现在必须避免他 希克森连忙后退 好在那个黑色空间的扩张速度 并不是很快 泽农 起床了 拥有钢铁般体力的泽农 很快回过神来 站了起来 他是什么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 泽农并没有多问 你打算去哪里 我认为 我们需要找到德皇 拥兵王 好的 希克森很担心他的朋友凯撒 他是完美的 Dilchi 当然 在寻找中提琴的过程中 他在一定程度上 偏离了Dilchi 但在Hickson看来 就是Dilchi 他有去危险地方的倾向 如果那是一种技能 那就是一种技能 我迷路了 因为我不认识路 但我到达的地方 是一个逆境和艰辛的地方 泽农笑道 那我宁愿在这里等 这里 如果你有寻找危险地方的天赋 何不来这里 泽农并没有看到内线的情况 但是希克森的态度 让他确信 这个提议是有风险的 想想看 就是这么回事 希克森大声惊呼 凯撒 但是 却没有感觉到凯撒的存在 当凯撒跳跃时 地面像犀牛一样震动 现在 没有任何迹象 我不能 希克森决定使用最后的手段 嘿 可爱的凯撒 希克森咆哮的声音传了过去 雪吹的地方 现在不下雪的地方到处都是 泽农淡淡一笑 果然 你对可爱有反应 非常远 我能感觉到凯撒就在远处 我会带来的 我可以去哪里 嗯 我们先去东日城堡吧 仓路说不定知道些什么 好的 冯农先动了 我会带上拥兵王 隔城剑 星号星号星号 塞尔文抓住了他的脖子 鲜血从他的鼻子里流了出来 这是痛苦的 我的思绪已经消失了 我不知道 这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 断 断 再断 与此同时 布兰迪亚的身体也在不断增强 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增长 只是 面前有一个强敌 连那成长都变得黯淡无光 就这么多吗 妈妈 阿塞尔达的幻象变成了无尽的黑暗 吞噬了塞尔文的身体 庞大的身影让塞尔文浑身一颤 连我都克服不了 又怎么能成为布兰迪亚的继承者呢 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 醒醒 塞尔文 如果你醒不来 你就不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就这么小吗 塞尔文的眼里涌出泪水 我尽力了 尽我所能 我可以为此感到自豪 她的身体没有一个完整的部分 我在这里非常努力地战斗 不过 我还是不能超越我妈妈 阿塞尔达太大了 是塞尔文无法逾越的一堵墙 要是我妈太强了怎么办 鲜血从她的眼睛和耳朵里流了出来 我渐渐喘不过气来 这就像掉进了沉重的水中 可怕的 我的女儿不应该害怕 不 我很害怕 塞尔文大喊 尖叫 我什么也做不了 因为我很害怕 妈妈 抱抱我 冷冷地回应传来 去死吧 那时 塞尔文决定放弃一切 到目前为止 我已经忍受了很多 我再也受不了了 如果那是你妈妈 想要的 我咬着嘴唇 她在老战士的圣地 忍受了很长时间 哪知现在发生的一切 都是老战士圣地的试炼 我会死 就是这样 想要放弃生活的那一刻 就在古老战士的圣地 被牺牲之前 塞尔文感觉到了什么 什么 花瓣可见 那是一片紫色的花瓣 这 一阵紫色花朵的风暴正在吹来 那是台原穿过世界的时候 它落入周围的沉水中 处处生出小漩涡 塞尔文赶忙回过神来 打开了此空间 这是我姐姐的花 塞尔文这才意识到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一直折磨着她的阿舍达 并不是她真正的母亲 我的母亲 热度开始从塞尔文的身上 升腾起来 吃亏 环绕在塞尔文身体周围的 重水蒸发了 塞尔文的身体变得通红 布兰迪亚的独特特征 容颜化正在进行中 爱我 就算我超越不了我妈 就算打不过我妈 因为 塞尔文举起拳头 因为 我妈就是我妈 碰 碰 塞尔文不断伸出拳头 她粉碎了围绕着她的黑暗 粉碎了吞噬她的世界 和我 有件事我忘了 当我看到紫色的花瓣时 就想到了 我决定 要像送我花的人一样坚强 所以 我不能死在这里 没有光的地方 开始看到了光 她身上渗出的血也停止了 所以我决定克服罗难 妈妈说 若决定成为一个不以解决为耻的人 我也是 她挥出了最后一拳 我会活下去 星号星号 杰瑞米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她半跪着 连支撑身体的剑都没有了 刀片都坏了 很快就会折断 起炮 对方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就这些吗 尤 Jeremy 挣扎着站起来 就这么大的力气 就想站在我师父一边吗 我看不见他的脸 但那是台元的声音 爬起来的杰瑞米 摔倒了 摔倒了 我没有力气了 你不配在师父身边 他走过来 踩在杰里米的身上 我要拉公主旁边的座位是我的 台元举起了他的剑 反握他 他似乎会刺伤杰里米的脖子 我够了 杰里米 台元边踢边笑 连我都无法克服的客体 你是什么公主的朋友 在他初见的那一刻 世界出现了裂痕 杰里米闪光 我回过神来 这种能量 那是一种熟悉的能量 然而 他感受到了 比杰里米记忆中更强大的能量 这是台元 他现在感受到的冰原能量 比他记忆中的冰原能量 要强大得多 弥漫世界的台元能量 以巨大的力量 来到了杰里米的身边 我来这里的原因 这并不宏伟 我想成为维奥拉的好朋友 为此 他想成为比台元更强大的战士 紫色的花瓣 在四周飘舞 维奥拉在吗 我感觉到了 杰里米站了起来 他提高了意志 粉碎了侵蚀他脑海的所有幻想 真正的台元不像你 杰里米的身体 瞬间消失了 感觉和暴风剑那种依靠强横能量 来催敌的感觉不一样 他的身体快速移动 点缀着台元的盲点 我迅速朝四个方向走去 风铃之后 刮起了风暴之风 你终于回过神来了 契约者 风暴剑的船人杰瑞米的动作 变得轻盈起来 他放弃了征服台元的强大力量 因为光靠力量 是无法战胜台元的 他选择的是精明的速度 抱歉 暴风女拖了这么久 我很高兴 你现在已经醒悟过来了 杰里米看到了什么 台元的脖子 看起来像一个大点 戳 和 本 台元的幻想开始崩溃 乍看是一次一见 实则中了二十八刀 惊人的 世界开始崩裂 我去 中提琴 一个朋友 会在街对面等你 黑暗笼罩着中提琴 感觉就像迷失在太空中 一个声音响起 谢谢你叫醒我 外观不可见 我只是 觉得我周围的整个黑暗都是 巴哈普乱 形式对他来说不存在 威奥拉平静地张开了嘴 你就是恶魔之王 巴哈卡伦 人类这么叫我 黑暗的世界扩大了 随着他的气息传遍天地 处处生出黑洞 正是希克森发现的 险恶之物的身份 但这是不正确的 巴哈卡伦缓缓地继续说道 他说 他的目的 不是要把世界 推入绝望的深渊 我是按照上帝得旨意出生的 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 我想出了一个设置 创建了一个情节 并在上面放了一个世界观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张白纸 一个完全虚无的世界 然而 随着上帝得旨意被铭刻 世界诞生了 这没有错 因为作家写作史出生的 就是这个世界 有人介入 强制创造 所以需要相反的力量 这就是自然 作者创造了世界 根据巴哈卡伦的说法 这个世界是一个人造世界 据说世界的本质是虚无 既然创造是通过人造力量的发生来完成的 那么就必须创造出一种对抗它的力量 那是巴哈卡伦 所以我干脆把一切还给大自然 最后 甚至是你自己 吞噬了整个世界 最后一个 吃的就是自己 这就是我出生的原因 黑暗中一片漆黑 最黑暗的黑暗 开始包围威奥拉和台原 所以你会先被摧毁 然后等待 我也跟你一起去 巴哈卡伦用手指着钟提琴 威奥拉感受到一股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 他看不见 也闻不到 我只能说 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包围着我的身体 而威奥拉之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这 台原穿越世界的力量 那是名为灭绝的力量 它比台原更强烈 不 巴哈卡伦就是毁灭本身 公主说 台原用他的剑指着黑暗 并不是说 有人有目标 然而 整个地方只是巴哈卡伦 无论从哪里切 都一定是在切巴哈卡伦 全力战斗 所以 Tundra决定尽力而为 他挥剑朝着威奥拉周围的消失挥去 达到人类这种境界的人 会看到第二次 威奥拉的呼吸轻松了一些 深吸了一口气 台原连忙扶起威奥拉 你还好吗 你还好吗 威奥拉咬着嘴唇 即使是台原的灭绝 这不是很有用 就连斩断世界的剑也未能阻止巴哈卡伦 哪怕是超越小说后半部分境界的台原也一样 我不能赢吗 巴哈卡伦 最终甚至封印了太阳王可汗 真的没有办法摆脱他吗 我想不出办法 无论您如何探索小说中的所有知识 无论您如何发挥想象力 我想不出封印或消灭魔王的方法 尽管如此 紫色的叶子开始在中提琴周围飘动 你必须尽力而为 我看不到路 黑暗的 但即使天黑了 我也会走路 这就是威奥拉的生活方式 威奥拉决定要这样生活 你的意思是 你感受到了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 还不死心 好的 威奥拉决定不放弃 台原微笑着看着眼前的景象 我的公主不放弃吗 所以 我也不会放弃 她再次举起剑 抽出魔力 集中精神 威奥拉开始经营 整个睡在圆环里的花园 数以千万计的 马格丽特花朵沉睡的戒指 威奥拉的超剑 是通过蕴含着 魔法师之力的戒指运转的 如果你是拥有 毁灭一切力量的人 中提琴已经学会了 如果说有灭绝的状态 那么也就有火简的状态 如果杀戮的力量反过来使用 它就变成了 拯救生命的力量 威奥拉已经体验过了 还有你所说的 关于现实世界的话 如果你想平衡的话 哪里有创造 哪里就有破坏 有灭 亦有重生 它一直持续下去 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 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可以用生灭来定义的东西 或许应该叫做永恒 我也不知道 自己在想什么 但重要的是 我想生活 我不想死 我不想在灭绝面前 无助地崩溃 复苏之力 也必定存在 精灵的奇迹水 包含竞技场的花园 也被称为生命之水 开始在巴哈卡伦的世界中 产生裂痕 你一定从一开始 就属于这个世界的法则 然而 我不是他 这部小说中没有嫌疑人 这个世界的法则 这个世界想要什么 不会跟着他 我会活下去 台元站在威奥拉面前 我能做的 就是保护公主 我很早就感觉到了 他无法用自己的剑 斩断巴哈卡伦的世界 现在 能够毁灭巴哈卡伦世界的 不是他自己 而是威奥拉 为了威奥拉 可以完成他的工作 他决定留下威奥拉 一个声音响起 真是太神奇了 但他的声音里有空间 这是一把充满生机的剑 我知道你有足够的能力 来讨论复苏 威奥拉无法回答 巴哈卡伦的 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 威奥拉也越来越疲倦 这样的举动 让威奥拉 无法将千万朵花中蕴含的 全部生命能量 都抽出来动用 你是第二个 给我的世界 制造裂痕的人 威奥拉知道一个 孙王可汗 想到中提琴的那一刻 脑海里浮现出一些东西 可汗太阳王 将未来托付给下一代 因此 他与朋友们 分享了他的力量 伟大的英雄曾预言 这一天终有一天会到来 然后 如果是这样 他可能已经准备好了一些东西 一定 我留下了一些东西 然而 他非常隐秘 不会被巴哈卡伦注意到 会隐藏他 已经很久了 巴哈卡伦看起来并不着急 在你的时间里 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年 台元觉得 巴哈卡伦在盯着他看 全世界都看着他 总之 想要消灭那个拥有异能的少女 就必须先消灭你 巴哈卡伦似乎下定决心 要除掉台元 而不是中提琴 台元感受到了维奥拉 感受到的同样能量 一股强大到不敢反抗的力量 感觉像是有比龙羽更高层次 更超凡的东西 笼罩在他的身上 维奥拉仍然闭着眼睛 台元 稍等一下 我必须找出答案 太阳王可汗会安排什么 太阳剑 在操作第一剑的同时 他从亚空间中取出太阳剑 看到剑 巴哈卡伦反应过来 好久没见的剑了 我完全没有感觉到他的愤怒 他似乎没有感情 只是把自己久见的事实 说得像是感伤似的 真理石 我带了一块真理石 但是你能用它做什么呢 贝拉图的真眼 和布兰迪亚的强壮身体 是借不来的东西 就算是借来的 也太明显了吧 当时 维奥拉想起了什么 相反 如果是站在巴哈卡伦的白龙之力 为了走到这一步 我绝对需要 佩拉留下的东西 女皇面具和白龙之血 几乎支离破碎 也许 这不也是太阳王可汗的安排吗 不管怎样 为了走到这一步 我也需要派拉的东西 我从梅里萨公爵那里 得到了冲血药水 威奥拉用左手取出魔药 有回应吗 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在颤抖 一定和这些有关系 啊 我意识到一件事 白龙佩拉 比谁都想要违背自然法则 那种强烈的渴望 自古流传下来 她不肯死 活了几千年 在那血液里 融化了那份认真 所以 我可以稍微打破 你所说的自然法则 威奥拉没有耽搁 我没有多少时间 台元的身体一片模糊 不 我必须保护台元 威奥拉打破了魔药 白龙的鲜血 顺着她的手滴落下来 Chai-E-E-K 鲜血随着一声蒸发 空间开始到处开洞 光线从中露出 但有一段时间了 黑暗像修复伤口一样 填满了洞口 巴哈卡伦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用了很多脑袋 但这还不够 你还有什么 要展示的吗 白龙之邪有了反应 但仅此而已 我还能做什么 我不得不 台元正在消失 Tundra 调整好你的想法 如果你死了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听到这句话 台元的身体 再次变粗了 再次软化 再次变厚 再次软化 你答应过 要陪在我身边呢 台元的身体 越来越粗壮 台元没有忘记 和威奥拉的约定 我不知何故醒悟过来 并拒绝灭绝 但即使这样 也不能永远持续下去 包好卡伦 仍然很自在 威奥拉张开了嘴 巴哈卡伦 好的 我叫巴哈卡伦 威奥拉注意到一件事 我想我是在故意拖延 如果Tundra和Viola 曾试图自我毁灭 他们早就能够做到 包好卡伦 尽可能地让Viola和Tundra 活下来 此外 你还有什么 要给我看的吗 我神志好心地问 那不是挑衅 这是巴哈卡伦的真诚 因为 我现在好像知道了 巴哈卡伦 是一个比任何人 都想要自己灭绝的存在 他说 他要毁灭整个世界 然后他也要毁灭自己 巴哈卡伦的最终目标是 消灭主体 所以我问 我要如何消灭你 一种消灭我的方法 世界一瞬间安静了 很快就开口了 白龙之血 净染天地 已经满足了 当强大到可以吃掉我的力量 并保持住我的力量的东西出现时 他拿着真理石 暂时吞噬了我的力量 能逆天者 必以太阳剑刺我 世界的黑暗 还没有散去 流淌着白龙之血 却没有任何强大到 可以吞噬我力量的东西 劲儿 碰 碰 听到一声巨响 那声音是从薇奥拉的第一把剑 被活体组织的能量划过的空间传来的 姐姐 世界已经破裂 光线像之前一样漏了进来 威奥拉姐姐 哇长长 世界破碎 有人出现 塞尔文 布兰迪亚 他是容颜巨人的后代 吞噬了包括魔法在内的所有异能 中提琴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你长大了很多 对吧 也不知道 他在鼓舞圣得熬了多久 可以肯定的是 威奥拉比塞尔文记忆中的 要成熟得多 看起来像得孩子的男孩 比威奥拉还高 他一出现 就抱住了威奥拉 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姐姐 你怎么变矮了 你很大 威奥拉赶紧推开塞尔文 事情看起来不太好 无法对会议感到满意 你听说过你的力量吗 我的优点 是的 吸取魔法的力量 啊 说不定塞尔文公爵 也用那股力量攻击了第六魔法塔 我知道 那就使用那股力量吧 塞尔文的脸变红了 如果你那样做 你不会变得漂亮 我的意思是 我想在姐姐面前变漂亮 话音刚落 塞尔文就长出了一口气 我不认为 事情进展顺利 塞尔文的身体开始膨胀 布兰迪亚家族独有的力量 容颜巨人化正在进行中 他的身体变得很大 皮肤也变得通红 发红的皮肤 散发出过多的热量 我能做些什么 你必须吃灭绝 塞尔文咽了口口水 乒乓球就像一座在你头顶爆炸的火山 和熔岩玫瑰 他看起来很强大 好的 如果塞尔文消耗的消光量 超出他的承受能力 塞尔文就会消失 这是只有你能做的事 我很高兴你这么说 风吹过 塞尔文并不是唯一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钟提琴 我看到了杰里敏 他长得和台渊一样大 即使在这黑暗中 他的美丽也能透出光芒 我答应做你的朋友 杰里敏有一种预感 现在不是悠闲打招呼的时候 这个空间本身就是敌人 我想信守莫言 我环顾四周 我发现台渊的身体变得微微隐身 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幸运的是 塞尔文和杰里敏出现了 即使对于钟提琴来说也是 意想不到的惊喜 因为我是主角 本来 机会和运气跟随主角 这是虚构的第一定律 如果你是主角 你不应该错过这个机会 我决定不错过这个机会 威尔拉取出戒指 递给了杰里敏 我有一个忙 杰里敏 任何事物 带着这枚戒指 前往寒冬城堡 本来 威尔拉和台朵拉一起 试图平息老战士的圣地 那么热潮自然会消失 我只知道 如果我那样做 一切都会成真 去告诉他们 我太嚣张了 我以为我们可以和 Tundra一起解决它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需要济南 我父亲的力量 也许我需要别人的帮助 确定的事情 我不能和台原一起做 这时候 六座法师塔已经清空 老武者的圣地 失去了力量 狂热信徒 也会随之减少 这么多人 将能够前来帮忙 叫我帮忙 站在我这边 被禁锢在鼓舞圣地的杰瑞米 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但是 他将威尔拉的话 记在了心里 杰瑞米点点头 戒指将成为中提琴的证明 我会去冬天的城堡 再坚持一会儿 好在这个世界还是开放的 杰瑞米在 鼓火星人的圣地 中特别着重打磨的是 速度和耐力 因为 他没有信心 单凭单纯的力量和剑术 打败台原 杰瑞米的身体 瞬间消失了 坚持 稍等 我马上回来 决定尽我所能 老战士的圣地开始远去 杰瑞米走过的地方 只剩下一缕风 风吹向了冬天的城堡 精灵女王哈摩纳 做了一个梦 塔雷娜的正中央 立着一块巨大的墓碑 在梦境中 哈摩纳走进纪念碑 并阅读文字 取而代之的是怨恨 仇恨 报复 有一个孩子 是出于宽恕 爱和恩典诞生的 制作无法组合的东西 通过协调不和谐 写下了和上次一样的句子 梦里 他又确定了 这是一个启示 这是上帝通过梦传达的信息 以前 上帝的信息是模糊不清的 孩子体内蕴含的神奇法力 真的 现在也一样 然而 字母开始在模糊的部分形成 孩子体内蕴含的神奇法力 满足求助者的请求 真神意志降临那里 哈蒙娜立即前往东城 我已经知道 启示录中提到的那个孩子 是谁了 埃尔西娜目前抚养的贝纳托 就是那个孩子 哈蒙娜匆匆赶到领东城堡 第一时间寻找苍鹿公爵 我得到了启示的后半部分 哈尔摩娜的出现 让原本已经半风的赫伦回过神来 告诉我 他们说 当神奇的法力 满足了一个寻求帮助的人的请求时 上帝的真正意志便降临了 然后 埃尔西娜找到了海伦 我想 我可以用奇迹法力帮助你 这一年来 法师塔丑陋的埃尔西娜 和前奇迹神官埃尔巴托 一直专注于神官培养项目 他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他们竟然成功地培养了牧师 自然 许多寺庙都起泡了 人工制造的保险丝 是假保险丝 我们永远不能容忍他们作为牧师 神殿势力的对立如此激烈 埃尔西娜和埃尔巴托 都不敢在面前露出自己培养出来的神官 埃尔西娜看着海伦说道 威奥拉公主教我的 奇迹之子叫做贝纳托 这就是线索 我们无法 仅凭我们的理论 唤醒人们 成为祭司 奇迹孩子创造了奇迹 被贝纳托感动的人 能够觉醒为祭司 于是 诞生了很多神父 无数修炼不到一年的神官 他们虽然还没有像神殿祭司那样 行使强大的权柄 但分明是在动用神明之力 所以 启示录中所说的神奇法力 可能指的就是我们所创造的 无数神官之力 呵 寻求帮助 仓鹿瞬间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 飞快地朝冬天的城堡飞奔来 什么 那不是怪物 但它的存在感和速度 却比以迅纪为代表的卡兰 更快更强 瞬间 它穿过寒冬城堡的大门 踏入了公爵府 寒冬城堡的主力 目前正在寻找血域 没有人能阻挡杰瑞敏 碰 门是开着的 杰里米冲了进来 单膝跪地 我寻求帮助 杰里米拿出戒指 仓鹿的眼睛开始活跃起来 它从座位上站起来 引导我 星号星号星号 杰里米吓了一跳 我放弃了很多 为速度而疯狂 甚至还有来自灵魂的帮助 至少在速度上 我有信心 不会被仓鹿打扮 我一定是井底之蛙 仓鹿比杰里米快 你还不快点来做什么 周围的世界正已快到快要消失成一条实现的速度运转着 但仓鹿似乎并不满足 杰里米放慢了速度 你必须留下一个标记 哈人很着急 但他没有再说 杰里米 我的女儿寻求帮助 似乎有很多人需要帮助 为此 需要一个标记 就连基尔齐克凯撒也能找到的标记 我只需要能够想出办法 仓鹿拿出毒气寒寒 然后他挥箭挥向空中 雪停了 雪在吹的地方 有一条巨大的路 刹那间 一个大道让人难以相信 是人类所造的山谷 诞生了 我们走吧 随后 一群人追随赫伦和杰里米的脚步 其中包括 萨蒙 布兰迪亚公爵 和阿舍达王后 阿舍达淡淡一笑 听说中州有仓鹿 西州有阿塞尔达 那是错误的 仓鹿有这么强吗 你不是和我一个级别的吗 光是看痕迹就知道了 海伦是比自己墙上数倍的无人人 鲑鱼笑了 我不认为 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是这样的 现在的仓鹿 比萨尔蒙记忆中的仓鹿 还要强大数倍 在过去的几年里 似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泽农紧随其后 这不能用简单的无人驾驶成就来解释 泽农与西克森和凯撒在一起 泽农一声不吭地跑着 而西克森和凯撒 却跑得像恐龙一样 西克森说 他不强大 因为他无人驾驶 你很坚强 因为你是父亲 其中 实力最强 但体力较弱的凯撒 使用了核武器 泽农滑倒在他的腿上 大意的 凯特 顿时气炸了 他发出奇怪的声音 然后倒下了 嘿 你在做什么 请在这里等候 其他增援会来 请护送他们 跟我们一起来 他们立刻搬走了 凯撒摇了摇身子站了起来 我没有停下来 因为他很难 没有人听 但他找了个借口 我有事要送你 所以就留在这里了 星号星号星号 另一方面 被困在黑暗中的威奥拉 渐渐觉得自己到了极限 继承了如此强壮肉体的塞尔文 身体 也变得模糊起来 塞尔文 冷静点 是的姐妹 他回答得很好 但塞尔文 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 我听到了巴哈卡伦的声音 你还有什么 要给我看的吗 不知为什么 我从巴哈卡伦的声音中 感觉到了一丝遗憾 这是以前从未流入过的情绪 似乎对自己这次能够消失 有些期待 威奥拉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 我的身体也会消失 即将消失 眨眨眼就像一个烧坏的灯泡 我尽力了 我决定不放弃 但我的心却越来越虚弱 灭绝之力不仅吞噬了身体 还吞噬了心智 但紧接着 威奥拉的眼眶就染红了 另一个声音从她的身体里露了出来 杀死你无法杀死的东西 是什么感觉 威奥拉苦笑起来 我想念那股芬芳的血腥味 利用威奥拉精神上的弱点 原著中的女主角 真正的中提琴出现了 威奥拉瞥了一眼台元 我是说 她很帅 台元停下来看着威奥拉 她注意到 中提琴变了 她不是我认识的公主 我现在好像知道了 第一次见到威奥拉的时候 威奥拉凶恶的模样 并不是真正的威奥拉 以台元的标准 现在的中提琴 根本称不上真正的中提琴 威奥拉闽唇一笑 你能杀你不能杀的东西吗 威奥拉的眼睛烧红了 很快 眼泪就从她的眼眶里流了出来 她体内固有的杀戮之星 被强行吹动 以至于让她的身体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巴哈卡伦说 嗯 试试吧 我给你一个机会 巴哈卡伦的声音中 甚至还带着一丝奇怪的期待 仿佛在等死 好的 威奥拉举起匕首 对着空间拍了照 威奥拉的匕首尖端 被染成了黑色 台元所表现出的灭绝状态 停留在了紫百合的匕首尖端 威奥拉开心地笑了 哈哈 她的脸上 开始出现疯狂的表情 对着空气刺了几下 摸东西的感觉真好 我也是 巴哈卡伦低声轻笑 整个空间似乎都在颤抖 这是痛吗 就连巴哈卡伦 似乎也感觉到了疼痛 所以她看起来很开心 我是能感觉到痛的存在吗 好痛 好痛 巴哈卡伦第一次感到痛 很高兴 再戳我一下 如果你想 威奥拉的笑容加深了 血液开始从耳朵和眼睛流出 台元很直观 我必须阻止她 以这个速率 那个假中提琴 会吃掉我真正的中提琴公主 现在 肉身处于失控状态 身心都被肉质所吞噬的状态 肉质是肉体固有的特性 中提琴 我叫了威奥拉的名字 现在威奥拉已经不是公主了 台元挡住了威奥拉的匕首 威奥拉用炽热的眼睛看着台元 别停下来 公主是我的公主 我吃不下你 威奥拉笑了 她用温暖的声音说道 我得拉中提琴了 台元 醒醒 Tundra听到那个声音后 退缩了 而威奥拉没有错过这个机会 瞬间钻入了台元的身体 刺向了台元 台元匆忙避开了她 台元的左臂被匕首刺伤 这很危险 台朵拉一边调整着呼吸 一边检查着自己左臂的情况 有很多血 但还没有严重到不能动它 对不起 我的目标是心脏 我听到了巴哈卡伦的声音 我什么时候刺你 我会刺伤你 等待 威奥拉似乎突然变得恼怒起来 不要打扰 因为 我会杀了你 不 台元挡住了威奥拉的去路 她的剑尖 只向威奥拉的脖子 你不能统治公主 必须防止杀戮 杀戮是毁灭和杀戮的力量 那种力量 会让威奥拉自己 也这样做 威奥拉嘎嘎地笑了起来 那么 你会用那把剑阻止我吗 威奥拉似乎根本不在乎台元的剑 我走向台元 我忘了咯咯笑 也忘了四处闲逛 巴哈卡伦很高兴 这是狂喜 这种痛苦 与此同时 塞尔文喘着粗气 看向了威奥拉和台元 塞尔文也注意到 威奥拉和平时很不一样 那位姐姐也不错 尽管如此 我认识的威奥拉姐姐比较酷 如果单单看武器强度的话 现在的子提琴 恐怕还要强一些 一股强烈的杀意 涌上心头 因为我的姐姐柔软坚强 因为他们不会被杀灵吃掉 强者不仅仅是强者 对塞尔文来说 实力的标准 就是原始的中提琴 你知道如何对弱者示弱 他能驾驭自己的力量 杀人之类的事情 他是不会屈服的 我有一颗坚强的心 可以用我的手 我的脚 和我的意志 来抵抗这个事件 所以 我会找到我的妹妹 塞尔文停在了 正走向台元的威奥拉身前 威奥拉又笑了 你也要阻止我吗 把姐姐还给我 我是你妹妹 不 我认识的姐姐 比我哭得多 也强壮得多 那个姐姐 现在能做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我 你们都会灭亡 巴哈卡伦 对吧 世界的黑暗 仿佛同意式地回答道 让我更痛苦 他想知道 我也可以流血吗 我认为 流血会很好 这难道不会让你 觉得自己还活着吗 没有生命的灭绝 是不值得的 生命的消失 是巴哈卡伦 存在的原因 我从未生活过 所以我从未流过血 然后 流血了 不是还活着吗 我会给你一些血 挂在那里 赶走入侵者 那你再等一会儿 我会期待的 一个可以违抗天意的孩子 巴哈卡伦 暂时停车消失 威奥拉走向塞尔文 与塞尔文的目光对上了 塞尔文 用钟提琴的声音说 塞尔文的眼睛抽出了一下 简单的 威奥拉毫不犹豫地 朝塞尔文的肚子 捅了一刀 塞尔文虽然是在 老战士圣地长大的 但现在 他已经很疲惫了 他通过熔岩巨人 完全接受了灭绝的力量 于是他给威奥拉 一个瞬间的空隙 而威奥拉 并没有错过那个空隙 我想尝尝你的血 可惜了 威奥拉从倒下的 塞尔文身边走过 威奥拉直觉时间不多了 连杀死塞尔文的时间 都没有 等这具身体承受得住的时候 我想杀不杀的 威奥拉最终站在了台园前 你也让开 台园的剑肩在颤抖 威奥拉知道这一点 连你的心都没有 你能刺我吗 威奥拉嘲笑台园 他收起台卓拉的剑 靠近台卓拉 尽到能感觉到彼此的呼吸 看 你不能刺他 威奥拉举起匕首 然后他轻轻一跃而起 将匕首挥向了台园的脖子 中提琴的那一刻 我很惊讶 我想我会避免他 台园没有躲避 相反 他向前走了半步 他紧紧地抱住了威奥拉 一个傻瓜 台园的背面 毫无防备地暴露在外 威奥拉这一次没有放过机会 一刀刺向了台卓拉的后颈 紫提琴轻笑一声 啊 刺痛 他喜欢这种感觉 如果巴哈卡伦生来就是为了灭绝 他认为他 生来就是为了享受这种感觉 台园的身体无力地倒下 最终 台园刺不中威奥拉 他也挡不住 那么现在 巴哈卡伦 我会全心全意地刺你 但是之后 倒塌的台园 抓住了威奥拉的脚踝 你不能认领我的公主 被打扰 台园的手腕是可见的 如果你切断他 这种烦恼就会消失 离开 我把匕首朝台园的手腕回去 在原作 《贝拉图的影子》中 台园为威奥拉而死 将自己的身体交给威奥拉后 出现了被威奥拉赐死的画面 这就是编剧给男主定下的命运 而阿琳不得不再次看到那个命运 不 原作中 威奥拉的剑锋力 杀成得心胸宽广 阿琳很痛苦 不是这个 我无法亲手杀死台园 这是错误的 一个声音响起 反正你们都死在这里 原作中的威奥拉似乎无所不知 既然如此 我也心甘情愿地走了 不是不好吗 我会像我自己一样生活 反正我都要死了 那有什么意义呢 威奥拉似乎并没有要把自己献给阿琳的意思 威奥拉享受每一刻 血腥味 割肉的感觉 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很开心 阿琳咬牙切齿 我不得不重新控制自己的身体 但是如何 就在这时 倒塌的台园 卡住了威奥拉的脚踝 威奥拉恨不得把那只手腕砍下来 不 这 不 就在匕首碰到台园的手腕之前 匕首停了下来 台园 台园一脸困惑地抬头看着威奥拉 看 你打不过我们的公主 台园笑了 如果我被刺伤 我也是 那样的话 我们的公主就能回过神来了 台园是这么想的 而这个想法也确实成真了 很高兴你回来了 公主 直到最后 台园才竭尽全力 威奥拉尽量睁大眼睛 不想被吓到太多 我的眼睛是闭着的 流了太多血 但我决定不闭上眼睛 我瞪大了眼睛 决定等到最后再看看 威奥拉会怎么做 我会死吗 所以 我决定最后一次喊出 威奥拉的名字 地道中提琴听不见 中提琴 她对威奥拉说了实话 很高兴为您服务 她的声音太小 无法传到中提琴 中提琴里传来了不同的声音 那么 你 你打算怎么办 她似乎很生气 对什么都做不了的对象 你为什么要夺走我最后的快乐 巴哈卡伦似乎也有些失望 所以 你不能再赐我了 她不允许再有时间了 那么看来是时候造终了 孩子们 有一段时间很有趣 三天前 苍鹿挥剑挥向空中 杰瑞米从海伦身边移开 看着恢复了体力的海伦 这不是在切断空气 某处 这肯定是在砍东西 苍鹿将济南的力量提升到了极致 他一挥剑 顿时掀起一阵风暴 大地都在颤抖 麻猪在苍鹿的气势逼迫下 逃得远远的 甚至杰里米也想逃跑 高昂 这是力量 哪怕是盟友 他也感受到了一股强大到 让人心惊肉跳的力量 这不是力量 这是用剑行使的权力 地面裂缝 天裂了 感觉赫伦所处的世界 被一分为二 但是美迪亚加入了 爸爸 我会陪着你的 杰里米不得不向后退了几步 西克森终于来了 紧接着 泽农和凯撒也出现了 凯撒歪了歪头 杰里米问 嘿 孩子 你们两个在做什么 我也不清楚 泽农笑着回答 他们可以看到他们 看不到的东西 他虽然表面上是笑眯眯的 但右手的拳头 却是紧紧的钻紧了 右拳微微颤抖 平时很少表露情绪 自己也感受不到情绪的管家泽农 紧张地要命 你得想办法 看到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的力量 凭借看穿真相的静安之力 你一定能够接近我的 不 我们的公主 他一定要是 泽农看着海伦和美迪亚 故作镇定 忽然 一道黑影在他们挥剑的地方晃动起来 仓路有一种预感 道路是开放的 在我里面 有一把钟提琴 当我想到他时 没有任何东西引起我的注意 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是联系到他的女儿 钟提琴 我把威奥拉的名字记在心里了 我看到了去济南的路 济南教会了我很多 钟提琴很危险 尽管如此 还是没有放弃 维奥拉说过 我不会离开我爱哭的父亲 去任何地方 去 所以待在那里 承诺的 我说我哪儿也不去 必须遵守诺言 魔法大师的杰作 仓路公爵的爱剑 寒寒被砸碎了 就算是被誉为名剑的剑 也无法承受 海伦强大的法力 刺骨寒气袭来的同时 一道细小的缝隙裂开 我先走了 美迪亚挥舞着他的剑 作为回应 我会跟随你 仓路的尸体消失了 非常小的差距 仓路踏入了另一个世界 那里适用不同的法律 我什么也看不见 但他很确定 甚至杰里米和塞尔文 也能找到中提琴 这样我也能找到他 这里某处 一定有一把中提琴 仓路咬着嘴唇 我看不到 他耗尽了法力 结成了 变成了剑的形状 那是一把灵气剑 只有极致境界的舞者 才能展现出来的境界 灵气剑开始变黑 绝境境界 蕴含在灵气剑内 仓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剑中 已经加入了绝境 快点行动吧 我们需要找到中提琴的踪迹 杰里米和塞尔文都说 他们找到了他的踪迹 据说维奥拉 已经刮过了巴哈卡伦的世界 据说伤痕中 还残留着中提琴的香味 成立 海伦毫不迟疑地挥剑 他剑中蕴含的绝境 作用与绝境相反 一切到了极点 他的本性就变了 无人画到了极致 就能实现火简 一把拯救生命的剑 他父亲拯救维奥拉的决心 将海伦带到了那个阶段 哦 光通过了 一种远比维奥拉的火简 更强大的能量 从他父亲的身上散发出来 看 看着 我的孩子有紫色的头发 中提琴 血泪从孩子的眼里流了出来 孩子咧嘴一笑 刺向台园 这不是中提琴 一只老苍鹿 是无法区分的 苍鹿爱上了维奥拉 并收养了他 但是不是现在 那把中提琴 是假中提琴 真正的维奥拉 真正的我女儿 会被锁在那个意识世界的某个地方哭泣 我似乎看不见自己 我应该冷静 但我做不到 我必须比任何人都更理性 但我无法获得这个成绩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而变得不理智的父亲 今天却盼望着奇迹的出现 从来没有做过狂妄梦想的赫伦 希望奇迹发生 星号星号美迪亚睁大了眼睛 长度 它是敞开的 这分明就是父亲的实力 黑暗的世界开始扩张 美迪亚回头看了看 我父亲开门了 苍鹿和美迪亚 让开了一个小缺口 很快苍鹿进来 打开大门 让每个人都进来 佣兵王凯撒扑通一声 碰 开始跑步了 呵呵 我们去帮个朋友吧 你写得这么慢吗 黑镜西克森 跑得比佣兵王还快 就像两只巨像在奔跑 但是有人比他们更快 我先走了 是泽农 杰农越过他们两人 迅速跳入了黑暗世界 反观长春阿塞尔达女皇 和萨蒙布兰迪亚公爵 倒是比较轻松 阿塞尔达也走向了黑暗世界 这点 我倒是对铁血圣哲很好奇 那个孩子是什么样的孩子 掀起翻天覆地的英雄们 是否齐聚一堂 如此向往 我很好奇 所以没办法 阿塞尔达叹了口气 笑了起来 与其说是拯救铁血圣者的神圣使命 不如说是好奇而已 出于好奇 我想救那个孩子 当我带着这个想法走路时 我听到有人的声音 也请带上我吧 是个老人 他右手拿着一根棕驴棒走路 他的体格矮小矮小 脸上却布满了老年般 他的脾气好像挺大的 所以对他印象不是太好 鲑鱼认出了他的脸 你受到了 艾尔巴托的启发吗 带来艾尔巴托的不是别人 正是赫拉的管家艾尔莎 艾尔巴托说 我也得进去 阿塞尔达瞥了一眼身后 看来 你带了不少行恋 离这很远 一团尘埃云升起 很多人都朝着这个方向跑去 他们的着装很朴素 他们只是普通人 阿塞尔达怂怂间说道 我不知道 他们引进这些白痴 是怎么想的 但他们无济于事 一个仓路大小的 极度无人化的人 设法开路 一个接一个 攻城兵器级别的无人士兵 扑向威奥拉 那个层次的普通人 是帮不上忙的 不 相反 他只会阻碍你 请 阿塞尔达呆呆地看着老人 艾尔巴托 哦 那好吧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但我认为 这会很有趣 阿塞尔达先开始走路 归于紧随其后 随后是艾尔巴托和艾尔莎 阿塞尔达率先走上了 仓路开辟的道路 我瞥了一眼身后的老艾瓦托 叹了口气 嗯 如果没有阿塞尔达本人的帮助 阿尔巴托在这个空间里 连一秒钟都活不了 环绕此地的黑暗 是蕴藏着灭绝之力的全能 阿尔巴托现在可能连呼吸 都喘不过气来 然而 阿尔巴托凭借精神力 战胜了他 我喘着粗气 好像随时都会喘不过气来 但我忍住气走了 不过 这种心态令人钦佩 阿塞尔达提高了Mona 并帮助了Albato 是什么 让那个老人如此绝望 为什么 你要如此慷慨地试图燃烧 似乎快要熄灭的生命之火 我对此很好奇 而阿塞尔达 很快就发现了威奥拉的模样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生活 没想到 这么小的孩子 竟然能散发出 那种程度的杀气 他正在对 Bahatron的世界造成划痕 从另一边看 感觉这边是看不见的 但如果仅此而已 我不禁会感到失望 被杀星吞噬的身影 并不是很漂亮 是的 如果你是无人驾驶的 你必须能够自然地控制自己的力量 被一己之力吞噬 不是好无者 然后 阿尔巴托说道 终提琴 他的话没有传到威奥拉尔中 但阿尔巴托并不在意 你让我梦想成真 Albato的目标和使命 是拯救无数人 因为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只是一种理想 过去 阿尔巴托对此感到绝望 逃往精灵森林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他的身后 站着一些普通人 都是神力微弱之人 祭司们排斥他们为假祭司 但他们绝对是能够施展 微弱奇迹的人 现在 阿尔巴托和埃尔西纳 可以培养出无数的神官 他们将能够拯救无数的生命 许多人将能够生活 阿舍达不解 他们在这里呼吸如何 突然 伊维托舒服地呼吸着 最终 阿塞尔达明白了原因 神的力量从他们身上泄露出来 他们正在赶走这个世界 一个人 一个人 虚弱无力 但是 他们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强大的流量 他们的力量掠夺着这个黑暗世界 接儿 埃尔巴托平静地说了些什么 埃尔巴托的表情平静 他似乎无比平静和快乐 我现在完成了 他发出了钟提琴无法企及的声音 没有时间 埃尔巴托的身体 因奇异的力量而颤抖 白光足够明亮 足以照亮周围 阿塞尔达知道 牧师们 据说他可以通过消耗自己的生命 来创造奇迹 然而 埃尔巴托从未亲眼见过他 没有牧师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拯救他人 至少阿塞尔达看到的祭司是这样的 我正在现出我的生命 阿塞尔达看得很清楚 埃尔巴托决定拿出 他所有的力量 给我生命 我付出所有的力量 沿着整条路钻到那里 他曾经是一位神奇的牧师 曾经是奇迹祭司的他 立志要成为真正的奇迹祭司 我决心创造奇迹 以换取他的生命 遇见你 让我的生命变得有价值 谢谢你给了我值得过的生活 我真的完成了 埃尔巴托的脸色越来越差 他变成了蓝色 埃尔巴托知道 很快我的心就会停止 作为上帝奇迹的代价 我会消失 所以 现在欢呼吧 精灵女王哈蒙娜 从普通人中走出来 眼泪充满了他的眼睛 先走 等等 老头子 他说 鼓舞人心 你是个好朋友 口琴开始唱歌 在Belletuse Shadow中 收录为The Queen's Funeral的歌曲 最初 这首歌是在哈尔摩娜 以中提琴演奏结束时演唱的 这首歌从哈尔摩娜口中流出 当冬天来临时 黑暗笼罩着它 卡雷娜的叶子都掉在地上腐烂了 月桂树冠也腐烂消失了 和小说中的王后桑歌完全不同 离开一个朋友 庆祝埃尔巴托选择的光荣结局 我为她唱了一首桑歌 总有一天春天会到来 星花开 这首歌是由贾祭司和精灵演唱的 化为一股庞大的力量 开始吞噬巴哈卡伦的世界 歌声传到了中提琴 幸好 那么看来是时候造终了 孩子们 有一段时间很有趣 听到巴哈卡伦声音的瞬间 听到了女王的葬礼之歌 这是一首圣歌 驱散着吞噬一切的黑暗的力量 维奥拉有一种预感 奇迹正在发生 奇迹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在精灵的森林里 命中注定的咬人复活了 哈莫娜在葬歌后说道 孩子体内蕴含的神奇法力 遇到求助之人的请求 真神意志便会降临 而远方 老人埃瓦托已经倒下了 距离很远 但他的表情却清晰可见 老人 埃尔巴托在笑 仿佛一切都已成就 紧接着 一场巨大的风暴席卷而来 那是从白雪挨挨的地方吹来的 比暴风雪还要强大的魔力风暴 那是苍鹿创造的剑风 风暴蕴含着那种奇迹般的力量 苍鹿创造的强大剑风 和贾基斯创造的神奇法力相结合 砍断了巴哈卡伦的世界 好痛 巴哈卡伦的声音听起来很悦耳 真的 真的 真的很痛 光进入了他的世界 光是他的鲜血和伤口 反之 奇迹的力量是倒下的台原和赛尔文 恢复了生机 鞋止住了 新的肉长了出来 我的孩子呢 苍鹿找到了中提琴 我抱住了那小小的身体 维奥拉认出了苍鹿的脸 爸爸 赫伦的怀抱比想象中要温暖得多 我又哭了 又哭了 爱哭的爸爸 我很高兴你安全了 一个人 一个人 为铁蟹圣斗士集结的英雄们出现了 他们开始入侵 巴哈卡伦的世界 除了苍鹿之外 还有一个男人声称 维奥拉是他的女儿 你怎么敢动我女儿 希克森无法原谅 我决定彻底摧毁这个巴哈卡伦事件 你就是欺负我朋友的人吗 我朋友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 皇帝是这么想的 很快 一股比仓路引发的剑风暴 还要寒冷得多的属性之风吹了过来 我周围的世界开始冻结 Rathbone冰点风格的最后一招 冰剑的藏割 原本应该听到 马那不祥的叫声 但现在不同了 Be gone with miraculous mana的桑哥 一点也不不祥 他给世界带来了光明 巴哈卡伦很高兴 这很伤人 泽农的眼睛变成了鲜红 成熟状态的肉身再次出现 你想死 我就杀了你 不过 那杀戮的表现 和中提琴失控时的杀戮表现 是不一样的 泽农恨不得马上跑过去 把贺伦怀里的中提琴抢过来 我想拥抱你 因为我是你的管家 因为我也可以拥抱你 他那么在乎维奥拉 那么希望他活下去 维奥拉活下去的欲望 压抑着活下去的欲望 巴哈卡伦 对你来说声等于死吗 都说万物到了极点 变成一体 他被无人驾驶的人称为 Manreal鬼种 生命开始从泽农的血肉城堡中消失 杀戮本能消失 很快 他对维奥拉的心就被填满了 见到极致 就变成了火箭 沙城也是一样 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杀死你 Zenon也进入了火箭领域 拯救维奥拉的愿望 对中提琴的热爱造就了之诺 不仅仅是之诺 中提琴啊 维森也一样 维森挥动匕首 如发疯的小马一样狂奔 他的剑间蕴含着神奇的魔力 他的剑也有着救人的力量 不分青红皂白的 刺向了巴哈卡伦的世界 我 剑人大声喊道 他是维奥拉的地点 所以 无论是巴哈卡伦 还是纳巴尔让维奥拉受苦 我骂你 巴哈卡伦的世界裂开无数刀裂缝 透出光芒 然后 胖胖又能现身了 终提琴 几乎失去知觉的维奥拉 被赫伦抱在怀里 胖胖即无法原谅巴哈卡伦 他的身体开始沸腾 而在他的体内 奇迹法力再次寄居 胖胖能在愤怒中感受到他 这种力量 那是熟悉的力量 让普通 精灵女王凯尔贝隆 成为精灵王的力量 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崇高 而沉重的心态 这是万灵之王教给我的力量 所以我能够完全接受那种力量 灵王碰碰的身体开始 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我是中提琴承包商 开始下倾盆大雨 一场神奇的法力雨 没有人可以伤害我的朋友 我向维奥拉做出了承诺 我们必须通过 一起种植一个美丽的花园 来遵守诺言 就像巴哈卡伦的事件 决定打破他 很快 守卫风暴要塞的风暴剑柴 也来到了这里 儿子 你还活着 我遇到了我的儿子杰里敏 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 维奥拉与美迪亚 一同被派往风暴要塞的使者之时 那个时候 如果没有中提琴 我和美迪亚 他们都不会 幸运的是 他们两个现在都在这里 这是中提琴的优雅 所以 我决定报答 最重要的是 他开始使用支配的剑风暴之剑 毁灭世界 阿塞尔达更喜欢塞尔文 而不是中提琴 他拥抱了塞尔文 检查了塞尔文的安全 他失去了意识 但他的生活 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那挺好的 感谢上帝 我想我回家后会很不高兴 这是一个逃亡者 他甚至是老战士的圣地 真幸远 泪水从阿塞尔达的眼里流了下来 不久之后 阿塞尔达将塞尔文交给了塞尔蒙 紧紧拥抱塞尔文 好像很八道似的 你是 我想 我将不得不与另一个人打交道 阿塞尔达将塞尔文交给塞尔蒙 并拥抱了埃尔巴托 他的身体 已经很冷了 向创造奇迹的人致敬 阿塞尔达没有参与这里的奇迹 而是向埃尔巴托致敬 照顾埃尔巴托 我认为这是对Albato的礼貌 我抱着埃尔巴托 往后退了一步 观察着情况 嗯 一个男孩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的天啊 一个拥有仓路能量的男孩 男孩的眼睛被染成了金色 在那个年纪 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以前见过一次 但比那次更吃惊 男孩现在散发出的气势 在那个年龄是不可能的 他起身朝中提琴走去 威奥拉将太阳剑递了过去 把太阳剑给我 许多人出现并创造了奇迹 然而 巴哈卡伦是一个简单的奇迹 无法消灭的存在 台元很清楚这个事实 超越奇迹的奇迹 还需要更多东西 台元决定养他 苍鹿问 心疼地拿着钟提琴 你想做什么 巴哈卡伦教了我 当强大到足以吞噬 和抵挡他的全能的东西出现 暂时吞噬了他的权柄 同时持有真理石 台朵拉的目光 转向了抱着塞尔文的 萨尔蒙布兰迪亚公爵 塞尔文的父亲 萨尔蒙布兰迪亚 是容颜巨人的后裔 拥有吞噬一切异能的能力 如此一来 他就可以拿着真理石 吞噬巴哈卡伦的力量了 现在塞尔文已经失去了理智 这是只有萨尔蒙 才能做到的事情 逆天者 必以太阳剑刺我 台元靠近归于 我交出了真相时 你会和我们一起 创造最后的奇迹吗 塞尔蒙公爵 用食指指了指自己 环顾四周 我 台元点了点头 台元已经到了萨蒙面前 所以 你是要我接受恶魔之王 巴哈卡伦的力量吗 是的 鲑鱼挠了挠后脑勺 为什么是我 鲑鱼找到了他的女儿 事实上 对塞尔蒙来说 重要的是塞尔文 而不是威奥拉 他虽然说 要和威奥拉合作 但从来没有说过 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你接受巴哈卡伦的力量 进入你的身体吗 我有一个女儿 和一个妻子 你应该向 Bachel Simon提出这个要求 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 家人的安慰 而不是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然后 阿塞尔达说 我丈夫不酷 然后鲑鱼回答 他态度的转变非常快 当然 已婚鲑鱼做得更好 我一定是白白尴尬了 所以我清了清嗓子 找了个借口 因为我是一家之主 习惯了跟风 归于接受了真相之时 我把他放在嘴里咬了他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真言时化作了液体 蔓延到了我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看到新东西 有东西想死 它没有特定的形状 这是一个巨大的愿望 我看不到它 但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它 就是这样 它看起来像是这个黑暗世界的核心 那是一股庞大的气息 蕴含着无比强大的力量 好厉害 它的身体膨胀起来 熔岩巨人进步了 它向他伸出手 来找我吧 恶灵之主 巴哈卡伦的力量 开始向熔岩巨人倾泻而去 一道黑影笼罩了熔岩巨人 开埃克 蒸汽喷出 整个世界都沸腾了 就像一座火火山在冒泡 哇 如果我碰这个 我会死的 萨蒙公爵 有一种死亡的直觉 虽然继承了熔岩巨人 布里克塔的力量 但巴哈卡伦的消失 才是真正强大的权威 我不能忍受太久 在他的意识世界里 他只能看到那消失的物质和黑影 外面的情况不明 只是希望 我希望一切恢复正常 回到家人的怀抱 一道金光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星号星号 Simon并不知道 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奇迹祭司埃尔巴托的牺牲 一首赞美诗 由众多神父和女王哈蒙娜 共同完成 这两个元素 通过激发生命的力量 来帮助萨蒙 而且这种力量 不仅仅对归于有效 台元握着剑的手 充满了力量 台元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活力 我觉得 可能会发生新的事情 我可以做什么 Duke Simon 正在做只有Duke Simon 才能做的事情 因此 我必须尽我所能 台元是 贝拉图的影子 中的主角 原作中爱上威奥拉 而因此而死的 不幸男主角 如果他不爱威奥拉 贝拉图的阴影中的世界 就会被台元所主宰 台元是被赋予了 世界观最强设定的实体 谢谢 我一看到就知道了 我想我明白 埃尔巴托如何创造奇迹 他消耗了 我并创造了奇迹 如果我没有看到他 我不会知道 但我已经看到了 他一看到他 就可以学习 如果你不那样做 我转过眼 看着那把钟提琴 我不能保护公主 他感觉到了 即使有 埃尔巴托的奇迹 受到哈摩纳和神官们 帮助的萨尔蒙公爵 没有人能完全消灭 把Hack Run 奇迹必须靠自己来完成 我必须这样做 然后我会死 举起太阳剑 金色的毛子 盯着一处 和萨蒙 布兰迪亚公爵 看到的一模一样 灭绝的想法 一群希望自己 灭绝的力量 别说了 那是在召唤 来吧 刺我 甩掉我 我想体验真正的死亡 孩子 向他走去 我不想死 他并不害怕死亡本身 但我不想死 如果你死了 因为我不能再 陪在威奥拉身边了 他答应陪在威奥拉身边 威奥拉也答应 陪在他身边 威奥拉已经看不见了 现在 我在这个世界上 完全孤独 所以我可以说话 我不认为 我能遵守诺言 我低头看着太阳剑 深吸一口气后 他的法力提升了起来 消耗生命 创造奇迹 这可能是 这将是巴哈卡伦 和他自己的坟墓 太阳剑开始发出 金色的光芒 对着光的黑色疙瘩 颤抖了一下 喜欢兴奋 不过还好 台元举起了他的剑 虽然我不在 尽管如此 你身边有很多好人 可惜我不在他身边 不过没关系 台元犹豫了片刻 如果我消失了 你会很难过的 世人在形容中提琴时 总会加上铁蟹二字 铁蟹公主 铁蟹女人 不过 对于台元来说 威奥拉并不是什么铁蟹 他看到的威奥拉 是个温暖的人 对不起 让你伤心了 就像奇迹的祭司 埃尔巴托所做的那样 他也决心创造奇迹 我下辈子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他说出了他最后的遗愿 我先过去等你 巴哈卡伦将太阳剑 扔向了成型的大块 威奥拉感觉到了异样 当我回过神来时 台元在我意识到之前 已经消失了 绝不 台元没有说什么 但他似乎知道 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台元拉面 我知道的台元拉面 拥有主角力量的台元拉面 我会和老埃瓦托一样 失去Albeto灵感的悲伤 尚未抹去 我神志还没有 向他表达我的敬意 但是 台元不能在这里丢失 威奥拉说 请让我下车 做不到 请让我下车 我说不 赫伦公爵紧紧地抱着威奥拉 没有松开 就像抓住了一个永远不会再放手的宝藏 你再不放我走 我这辈子都会怨恨我父亲 仍然没有 爸爸将是我一生的敌人 仍然 仓龙的眼睛抽动了一下 这世上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 但是中提琴就是放不下 显然 中提琴将跟随台元 仓龙正在通过 静安 阅读台元 爸爸 你能看到台元吗 看 你在干什么 看来 你是要刺穿 你认为是这个世界核心的东西 威奥拉想了想 然后张开了嘴 那请跟我来 黑龙的身体一颤 单独送中提琴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但如果你和威奥拉一起去呢 拜托 拜托 威奥拉的眼里涌出泪水 海伦觉得自己的心沉了下去 表面上 他冷冷地说 这和往常不一样 如果是普通的中提琴 他早就用逻辑和理性的话语 说服自己了 因为那是铁蟹圣女威奥拉 但今天不同了 那很好 请求 而不是说服 这是女儿的权利 黑龙是这么想的 仓龙拿着中提琴 提升了济南的力量 跑向台原 台原用太阳剑刺向核心 并听到响亮的笑声 真的有能灭我的人 巴哈卡伦似乎真的很开心 台原的额头冒出冷汗 你必须尽力而为 如果不彻底摧毁 巴哈卡伦将会重生 他是一个如此强大的存在 我想活着 但是 我无法杀死巴哈卡伦 除非我竭尽全力自杀 于是 我不得不放下了白活的欲望 但是之后 一个声音响起 记住那颗星 台原可以分辨出 那是谁的声音 那是他自己的声音 那是他自己的声音 却是另一个名字的人的声音 我向阿玲做出了承诺 我保证会陪在你身边 这个承诺 在这个世界上 起到了契约的作用 于是 带有江康俊回忆的 Tundra 得以诞生 所以 我想留在你身边 但现在 我会把这个角色交给你 在我心里 我想留下来 康罕俊一脸抱歉地继续说道 不幸的是 那个承诺已经消失了 他穿越了次元 创造了奇迹 承诺中包含的大部分力量 已经消失 那我就消失了 康罕俊决定自己消失 康罕俊将消失 只有Tundra会留下来 我会被彻底湮灭 连记忆都会被遗忘 我确实说过了 我希望你也记得我 台原 因为你也老了 康罕俊继续说道 哦 你知道我是半块 对吧 为了摆脱巴哈卡伦 需要一个完美的生活 他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生命 来创造奇迹 康康俊现在是半生不熟 零 五人 可以这么说 所以我们还需要零 五个 来 来 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一只仓鹿正在靠近 没有中提琴 台原按照康康俊的话被送 我要拉不能杀的东西 你愿意和我一起杀吗 威奥拉意识到 这句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 而是写给原作中的威奥拉的 她直视着台原的眼睛 据说光是看着她的眼睛就不会出现原来的威奥拉 但这一次威奥拉想要 做你想做的 如果你早点这样做不是很好吗 威奥拉的眼睛变红了 仓鹿也感觉到了什么 放下了中提琴 威奥拉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在她身上找不到犹豫 没错 那会很有趣 威奥拉把手放在台原的手上 威奥拉用慵懒的声音说道 杀死无法杀死东西 多么狂喜 噗通 台原和中提琴 两人的身体同时倒下 世界的核心消失了 台原和威奥拉手中的太阳剑 也化为鸡粉消失了 全世界都听到了一阵大笑 巴哈卡伦高兴地迎接她的消亡 都搞定了 光开始进入世界 Shaylan正式的车夫 等待着咬着指甲 到底什么时候出来 我知道那个世界的时间流逝 和这个世界很不一样 但这是否意味着 需要这么长时间 自无数英雄 进入老战士圣地以来 已经过去了六个月 也就是说 距离威奥拉 进入旧战士圣地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零六个月 夏兰和海伦商量好 应对任何突然袭击或变数的准备 在蛊火星人圣地入口处的一间小屋里等候 今天也是个笑话吗 我在这里吃 睡 喝了六个月 她的相貌平平无奇 但她并不在意这些 今天不冷 我不必睡在小屋里 我只是靠在一棵树上 决定睡觉 清晨的太阳升起来了 暮色的阳光洒在夏兰的脸上 夏兰猛地睁开了眼睛 嗯 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 有人来了 有人从蛊火星人的圣地中走出来 没有一个人 有几个人 我感觉到 有几个人在场 空间是开放的 空间内的世界 一片光明 明亮的世界 散发出极为璀璨的光芒 夏兰瞬间抬起一只手 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他们要走了 他是如此明亮 以至于他看起来像一个影子 像影子一样 闪闪发光的黑色物体 正在靠近 我感到一种熟悉的能量 这强大的气息 就是苍鹿公爵 以海伦为代表 前往鼓舞者圣地的勇者们 正在回归 一把钟提琴 夏兰忘记了自己的身影 朝苍鹿跑去 好在苍鹿有针眼 认出了变成毛蛮的雪兰 我在呼吸 你是什么意思 过了多少时间 六个月 不管怎样 你在哪里 我的小宝贝弟子呢 夏兰急忙寻找威奥拉 苍鹿回头看了看 夏兰的目光顺着海伦的目光 杰里米和维森抬着 似乎是用树叶编织的担架 我在那里看到了 威奥拉冰冷的身体 威奥拉躺在台园上 看到冰冷的紫提琴 夏兰的眸光也冷了下来 这是什么情况 就算对方是苍鹿 也没关系 你必须好好回答 因为你是我弟子的父亲 一个父亲没有救女儿 就回来了 那个女儿会拉中提琴吗 夏兰永远不会原谅那个父亲 但紧接着 杰农挺身而出 我冻僵了 仙气用冰冷的魔力 迅速冻结了他 为了制作草莓爱德 他将自己的冰属性魔力 修炼到极限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够完美地冻结 威奥拉和台园 所以为什么 因为这是最好的 沙兰听了 子娜一会儿 大概的情况 听得一清二楚 据说 台园和威奥拉次中了最后 两人一起昏了过去 尽管无数神官灌注了神力 但两人并没有回过神来 他们决定 先将他们冻结起来 争取时间 以免为时已晚 我弟子还能活过来吗 我会成功的 夏兰深吸一口气 几乎无法掩饰心中的愤怒 对公爵说 我的弟子必须活下来 公爵 正常情况下 苍鹿可能会皱起眉头 跟寒冬城主说话 太客气了 不过 对于雪兰的态度 贺伦并没有意义 Shaylan已经在这里 无家可归六个月 等待发忧了 苍鹿对此表示赞赏 知道谢兰的心思 我也没有训斥她 而是答应了 我女儿一定能活下来 女儿答应了 我保证很快回来 没有我的爱哭鬼爸爸 我哪里也不会去 去 苍鹿咬了咬唇 自言自语道 遵守你的承诺 星号星号星号 世界变化很快 皇室正式提起热潮 宣布巴哈卡伦绝技 整个世界都笼罩在 节日的气氛中 下雪的地方 就不再下雪了 怪物也消失了 原本是魔物栖息地 人类无法占据的 雪域 如今已经变成了 肥沃的土地 冬天不再是冬天 还有 皇宫是把尊贵的神官 当作神官来对待的 现有的祭司 不承认新创建的祭司 所以代替Selina 完成了这一招 属于神殿的祭司 属于皇宫的神官 他开始分为两类 普通人现在拥有了神力 成为了属于皇宫的神官 开始对人施加影响 我承认阿尔巴托是奇迹的祭司 并授予他迎新勋章 阿尔巴托的遗体 得到很好的恢复 并作为国葬举行 葬礼 以皇家级别严肃进行 历时12天 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吊艳者 这是自有历史记录以来 送葬人数最多的一次 另外皇室决定授予金星勋章 以表彰铁血圣女的功绩 他是此次远征的枢纽 维纳斯装饰 原本是不存在的 专为中提琴制作 比起拥有无数特权的银星勋章 他拥有更多的特权 是几乎与皇帝同等权利的象征 事实上 皇帝对于放弃维纳斯勋章 是有些犹豫的 一枚勋章 赋予你几乎与皇帝同等的权利 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安抚皇上交集的人不是塞琳娜 她看起来像一个 可以肆无忌惮地行使权利的孩子吗 不是这样 我相信你的眼睛 我也相信我的眼睛 若是我和陛下做出同样的判断 我们就更加相信了 塞琳娜轻笑道 我认为威奥拉的实力 足以获得维纳斯勋章 五年过去了 自威奥拉第一次 前往古代战士的圣地以来 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年 许多银忧诗人 将她作为一首古老勇士的 圣地之歌传播 许多接近真相的案例 都是帝国百姓口口相传的 故事中有很多主角 但主角绝对是维奥拉 贝拉图 她是铁蟹圣女 整个帝国的人 都对这把中提琴赞不绝口 舆论流传 现在的和平多亏了中提琴 不管威奥拉的用意如何 威奥拉的名声 甚至超过了皇帝 这是我第一次超越我的名声 我并不缺乏安全感 我也是 如果不是中提琴 不然的话 我说不定就派无名骑士去刺杀她了 为中提琴 所以很好 她所表现出的牺牲精神 值得被认可和尊重 内拉和哥哥的笑了起来 然后 我以为世界会结束 但 是这样吗 许多英雄 为中提琴而感动 那些力量 足以让这个国家天翻地覆 此外 现在是受到人民热烈拥护 和好评的局面 我无意这样做 但如果我派出刺客 帝国可能会被摧毁 黄金之路很快就会完成 当时 维奥拉在黄金路购买了土地 现在她的价值已经上涨了数千倍 维奥拉不仅有钱 而且是天文数字 靠着那笔天价的利润 赫拉公主将泰拉剧团提升到了帝国的顶峰 建筑 分销 贸易 制造 健康 医疗等 泰拉之巅不再是巅峰 赫拉将泰拉的顶端称为泰拉集团 她只是超越了顶部 到达了所有领域 据说 不通过泰拉集团 帝国就无能为力 如果维奥拉用心去做 她可以成为皇帝 如果你醒了 塞琳娜笑了 如果维奥拉醒了 把皇帝交给维奥拉如何 我也认真考虑过了 Nalek和Selena为帝国而生 以后也会这样 如果是维奥拉的话 说不定会让帝国更加繁荣 然后 我们去安静的乡村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认为 那不会太糟糕 是的 但是 这次内拉赫笑了 这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围绕在中提琴周围的命运之环 太强了 首先 海伦是绝对不会 让威奥拉去王兜的 想和威奥拉在一起的人太多了 威奥拉不太可能摆脱他们 并登上王位 顺便一提 威奥拉会醒来吗 我确定她没有死 你怎么能确定 是一种感觉 这听起来不像你 威奥拉倒下 已经过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塞琳娜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说道 要不是法师她丑陋的埃尔西娜 她说不定早就死了 过去 威奥拉救过埃尔西娜 多亏了中提琴 埃尔西娜获得了新的生命 是埃尔西娜救了埃尔拉 埃尔拉的生命之所以得以维持 是因为埃尔西娜创造的魔法工程生命维持装置 这是一种将神力与魔法巧妙结合的新奇产物 塞琳娜打开窗户 抬头看着夜空 不知为何 我觉得威奥拉明天就会醒来 那也是柿子吗 也是一种感觉 暴露了她的谎言 也是风 就在这时 夜风拂过塞琳娜的刘海 今天是一个特别明月的日子 在这样的一天 感觉就像奇迹即将发生一样 那天 奇迹发生了 通过一个拥有神奇法力的孩子 威奥拉梦想了很久 奇怪的是 威奥拉知道这是一场梦 梦里 她牵着一个人的手 我的手很温暖 梦里 她看不到牵着她手的人的脸 我能看到那张脸 但我不知道那是谁 但我可以凭感觉判断 台元 不 我感觉像韩军哥哥 我还是韩雅琳的那些日子 与江汉俊牵手的唯一记忆 是在我很小的时候 不过 紫百合还是能感觉到 这只手是康汉俊的 你要去哪里 没有回答 梦中的钟提琴走啊走啊 去某个地方 兄弟 但在某个时候 我感觉到了 手的主人正在离开某个地方 我们仍然牵着手 但我却感到奇怪的疏远 你要去哪里 在某一点 手不见了 我看不见她的脸 但我能感觉到威奥拉 隐藏在黑暗中的那张脸上露出了笑容 感觉就像再告诉我要快乐 而维奥拉是一个人 我得去个地方 我不知道她在哪里 黑暗的空间 她完全是一个人 尽管如此 我还是得走到某个地方 我极度害怕 如果我不走路 就会被遗忘 如果我不动 她就会消失 我不想消失 我在这里结识了新的家庭 并与重要人物建立了联系 这些关系中的每一个 都是宝贵的 被他们遗忘的想法 是可怕的 我是 我应该去哪 世人称赞 她是铁蟹圣女 但事实上 威奥拉并不是那样的人 威奥拉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害怕的 这是可怕的 可怕的 眼泪流了下来 不管是谁 我想 如果有人出现 并握住我的手就好了 我想和任何人一起散步 请帮我 每次发生这种情况 都会听到一个声音 放弃吧 就这样睡吧 那样就舒服了 有时 我想屈服于那个声音 每一次让他振作起来的 都是无数 为了威奥拉 来到永世圣地的人 他们创造了奇迹 这其中不是杰出的英雄 而是普通人 你不能说 我咬着嘴唇 有时 当我像那样走路和走路时 当我醒来时 有人握着我的手 台元 没有回答 和以前是同一只手 但这只手 不是江汉郡的手 嗯 和 一 他以前如何 威奥拉 瞬间歪了歪头 强的 一个陌生的名字 浮现在脑海中 兄弟 兄弟 我有兄弟吗 这不是维森 这不是维森的手 而三皇子昆多 就更差了 你在想什么 威奥拉摇摇头 对他来说 重要的是 那个他记不起来的强 但那是台元的手 你遵守了诺言 我不再那么害怕了 我看不到出口 但我觉得我可以用着双手去任何地方 走啊走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 然后 在某个时候 远处 开始看到一盏灯 贝纳托总是很好奇 保姆 我妈妈是个什么样的妈妈 在贝拉托之影中 本该成为大法师班加斯的孩子 在爱尔西娜手中长大 他的确是个具备大巫师特制的孩子 他出生不到一年 就开始像成人一样熟练的说话 三岁与四公主赫拉深入交谈 四岁正式成为巫师 我会在贝纳托十岁时教你 贝纳托显然很聪明 但是 在爱尔西娜眼里 他还是个孩子 关于希尔自觉的事情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 贝纳托不再被迫 好的 贝纳托信任他的保姆 爱尔西娜 我想 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的守护者 真的是圣威奥拉吗 然后 贝纳托淡淡一笑 现在要选出大陆最伟大的英雄 每个人都会选一个人 是威奥拉 铁蟹圣女 没想到 这么厉害的人 竟是我的守护神 贝纳托小心翼翼地问道 他什么时候醒 希望你早点醒来 我能见见他吗 为什么 我想见你一次 然后说声谢谢 哪怕是昏迷不醒 但贝纳托的心里 还是很想来看望他一次 我想 既然我得到了如此大的恩典 我就必须尽我所能 表达最少的幸运 嗯 不知道苍鹿公爵会不会允许 现在 威奥拉正躺在有着二十一层魔法屏障的野兽之官的床上 本来这里是七层魔法屏障的地方 但是把威奥拉和台原搬到这里就打开了二十一层魔法屏障 不管怎么说 能够进出这口寿关的人寥寥无几 这里连皇帝都进不去 你的保姆有时会拜访中提琴圣人 埃尔西那是少数可以进出此地的人之一 他没有 你能告诉公爵几句话 让我见见他吗 他不想创造哪怕是最小的变量 这些年来 贺伦的性格发生了很大变化 比谁都不怕挑战的他 渐渐变得保守起来 当涉及到中提琴的事情时 他的反应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敏感 不过 我会试着告诉你的 星号星号星号那天 埃尔西那去了公爵的书房 无话不谈 童星非同反响 但维奥拉所在的地方 却保持着最高级别的安保 你知道 整个大陆只有不到十人可以访问他 Haram Media Vickham Hara Elseina Hickson Kaiser The Nun 是关于这个的 作为参考 即使是维奥拉的老师 和著名的幽灵马车夫西兰 也不允许进入野兽的棺材 所以 我不会允许的 但是 杜克 请不要忘记贝纳托拥有神奇的魔力 奇迹法力 艾瓦托老头和埃尔西那的神官 培养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 是因为拥有神奇魔力的贝纳托 精灵女王还提到了神奇的法力 也许贝纳托还能创造另一个奇迹 赫伦沉思了片刻才回答 只要你陪我 我就允许你 星号星号星号 在黑暗中漫无目的地行走的 欧奥拉遇到了光 越靠近灯火 越是听到奇怪的声音 这是 谢谢 当他靠近光点时 他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 中提秦平直觉感觉到 这个声音 就是神的声音 上帝的声音 这会不会是作家的声音 亦或是艺术家创造这个世界 使留下的意志的声音 确切身份不明 无论如何 上帝的声音是对的 声音如幻境般传来 在梦境世界里 威奥拉无法说话 威奥拉无法说话 只听海市渗楼般的声音 我让威奥拉 贝拉托不开心了 上帝喜欢 在设定初始角色 并主导故事之后 威奥拉 最终取得了成功 杀死你的父亲 杀死你的妹妹 杀死你的兄弟 杀死爱你的人 最终登上了顶峰 最后 他很不高兴 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 威奥拉继续走着 朝向光 我想弥补 但是我没有那个力气 当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 为时已晚 到乐曲结束时 不可能突然让威奥拉高兴起来 他身边的人都已经死了 他成了一个孤独的绝对 我希望威奥拉快乐 灯光更亮了 因为威奥拉是一个 拥有快乐权力的人 广泛 威奥拉撞到了什么东西 停下了脚步 当我伸手触摸他时 有一堵墙 可以出去 不是吗 这个世界的尽头 光存在却逃不掉的孤寂之地 我唯一可以依靠的是 那只仍然紧紧握住我的手 我想出去 会有很多人在等 我不得不去看他们 我怎么出去 我不知道怎么办 由于Bellet's Shadow中 没有这样的设定或故事 不用担心 你拨下的神奇种子 会在这里生根发芽 那时 贝纳托恭敬地 对着钟提琴鞠了一躬 并问苍鹿 公爵 离守护者近一点好吗 原因是 我不知道 但我想我能听到上帝的声音 神之音 是的 我觉得我应该站在 钟提琴圣女面前 赫伦用 济南 读出了贝纳托的诚意 贝纳托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贝纳托站在钟提琴前 维奥拉的脸色苍白 我敢 握住这只手吗 贝纳托一脸恭敬地 小心翼翼地问道 贝纳托的眼眶里 止不住地溢出泪水 天才的直觉和才华 天生就有法力加持的贝纳托 站在这里便能明白过来 我所拥有的魔力加持 是给这个人的 站在这面前 泪流满面 才恍然大悟 感觉他已经为今天做好了准备 我想我现在肯定知道了 祭祀在我体内的神奇魔力 这个法力是违背神的旨意 而创造出来的变异体 贝纳托对他的出生支支支支支支支 但是玛纳在教书 原本是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他被称为奇迹 创造这个奇迹的人正是铁蟹 圣威奥拉 一看到钟提琴 我就能准确地感受到他 他确定我可以培养钟提琴圣女 现在是时候了 直到现在 他还太年轻 随着时间的流逝 神迹法力也会消退 或许 我之所以要见我的监护人 是因为现在是时间 对苍鹿说 我会用钟提琴唤醒圣女 贝纳托能够在钟提琴面前实现 如果我用尽我所有的法力 我可以叫醒他们两个 一样的态度 同呼吸的那两个人 一把是守护者威奥拉 一把是守护者的半剑台缘 我想我只能叫醒圣威奥拉了 那样的话 他似乎就不用把所有的法力都用光了 然而 不想那样 埃尔西纳一脸担心地问道 贝纳托 你好像发现了什么 是的 贝纳托告诉了 我他所知道的一切 海伦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当涉及到与钟提琴有关的事情时 我无法保持冷静 埃尔西纳缓缓开口 贝纳托 深思熟虑在三思 贝纳托是一位前途无量的法师 即便是土生土长在法师塔中的埃尔西纳 也从未见过像贝纳托这样拥有天赋的法师 或许因为今天的选择 这个世界可能永远失去了未来的大巫师 我想了很多 贝纳托的目光转向威奥拉 奇迹法力本来就不是我的 我想有人把它留给我了一段时间 苍鹿看了贝纳托片刻 如果贝纳托说我做不到 我不做 赫伦打算用贝纳托的法力 强行唤醒威奥拉 因为钟提琴对赫伦来说 比贝纳托重要得多 但就目前而言 我查了一下 因为贝纳托感受到济南的心事崇高的 所以我要归还我一直保留的奇迹 我以后可能永远学不会魔法了 埃尔西纳亲自教贝纳托 我很清楚贝纳托有多么喜欢魔法 从巫师身上夺走法力 就跟从普通人身上夺走心脏一样 我知道 但我是 五岁的贝纳托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五岁的孩子 我觉得 做一个拯救人类的贝纳托 贝纳托比做一个在世界上留下印记的巫师更有价值 埃尔西纳暂时闭上了眼睛 她尊重贝纳托的想法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做出的决定 她握着贝纳托的手 贝纳托的手在颤抖 她说得很平静 但就连贝纳托自己都显得有些害怕 她给了她的手力量 谁能称这个孩子为孩子 最终 贝纳托的颤抖平息了 贝纳托笑了 谢谢你 保姆 然后她让维奥拉和台元牵手 不久之后 她将手放在了上面 她没有使用滑而不实的魔法咒语或咒语 愿奇迹发生 我只是想用别人借给我的力量 拯救别人的生命 金色的法力开始从贝纳托的身上荡漾开来 光芒均匀地贯穿了贝纳托和台朵拉的全身 轻倒 贝纳托的身体倒下 赫伦鬼魅般的伸手将她捡起来抱在怀里 仓路被说服了 今天 奇迹发生了 星号星号 贝纳托从一场漫长的梦中醒来 当我醒来时 我正握着某人的手 强大 我头疼 汉军康这个名字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 但很快就消失了 台元 他握着台元的手 台元 维奥拉跳了起来 不 试图醒来 我不能移动我的身体 昏迷了五年 身体不能随意活动 比维奥拉先反应过来的台元坐在他旁边 Tundra 什么也没说 只是流下了眼泪 你输入的第一个名字是Tundra 不是我 海伦真的很抱歉 然而 眼前的奇迹比失望更让我高兴 你醒了 维奥拉这才转移视线 我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我什么也看不见 当时太黑了 维奥拉唯一能看到的 就是台元 仓路轻轻地把维奥拉举起来 虽然已经在床上躺了五年 但维奥拉的身体 依然是天生杀手的身体 只要保持警惕 就会很快恢复 我能感觉到你的体温 感觉到赫伦的体温 甚至粗重的呼吸 剧烈的心跳 你又哭了 渐渐的 世界开始听到 就回女儿的父亲的哭声 黑暗渐渐散去 埃尔西纳用魔法 让昏倒在赫伦怀里的贝纳托 浮在空中 与此同时 仓路抱住了中提琴 我很想念你 埃尔西纳将贝纳托抱在怀里 转过身子 台元也是如此 这是哭泣东堡主人的考虑 野兽之冠 在这个覆盖着 数十层魔法重叠的秘境中 充满了一个人的哭声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维奥拉有点困惑 你昏迷多久了 你是怎么醒来的 巴哈卡伦是否已被彻底见面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但现在 最重要的是一个 爸爸 这个人 诚然 他是真心的哭了 一个比任何人都 坚强冷静的人的肩膀在颤抖 总之 这是个爱哭鬼 维奥拉静静的抬起手臂 抱住了仓路 许久之后 转身的台卓拉开口说道 公爵 我现在 也可以打招呼了吗 台元的心在发扬 我想和维奥拉在一起 我想亲眼确认 维奥拉的安全 我想和维奥拉谈谈 他想 自己要是这么客气 仓路也会在这个时候屈服的 不 是的 台元被突如其来的生命 吓了一跳 那是一种刺痛的杀气 连巴哈卡伦都未曾感受过 什么 我静静地转眼看着仓路 公爵 仓路拿着钟提琴 就好像他不会从任何人手中 夺走他的宝贝一样 我承认你的优点 但我不会让你 留在维奥拉身边 台元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千年仓路的模样 有些陌生 我的座位在维奥拉公主旁边 我决定采取那个立场 你是什么意思 五年过去了 与此同时 冬季城堡的法律发生了变化 法律变了吗 艾尔西娜也歪了歪头 她已经在东堡住了五年多 但法律的变化 还是第一次 父亲无条件陪在女儿身边 这是法律规定的 艾尔西娜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嘴 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法律 不知时女儿的父亲 将被判处死刑 艾尔西娜急忙环顾四周 好在这里是有着数十层魔法屏障的野兽棺材 没有人听到这荒唐的命令 我是这么想的 但还有一个 今日偷偷闯入凶兽棺材的 是昔日的杀手夏兰 威奥拉醒了 到了火简阶段的夏兰 在威奥拉睡着后 抽打自己进行训练 不只是夏兰 无数失去威奥拉的人都是如此 但夏兰无论如何 都在磨练自己的刺客能力 要是我再坚强一点就好了 要是我没有再害怕一点就好了 如果是这样 我能保护我的弟子吗 最终 成为记忆远超以往的刺客的雪兰 成为了唯一一个 能够突破凶兽棺材 并且没有被海伦和艾尔西娜 伤害到的刺客 哎呀 我是如此兴奋 于是我差一点就脱身了 还好 没有被抓到 这边也很兴奋 但那是因为 赫伦和艾尔西娜 也很兴奋 按常理来说 我听到了荒唐的话 父亲无条件陪在女儿身边 这是法律规定的 但谢兰一点都不觉得荒唐 这是一个公平的法律 不知何故 我认为 我应该广泛宣布地方法令 那将是寒冬城堡的最高法则 我很想 现在就下去紧紧抱住威奥拉 但我暂时忍住了 决定向全世界 传播寒冬之主的庄严命令 威奥拉不禁再次惊叹 这具身体的奇妙力量 躺了五年 醒来神清气爽 也是女人的尸体 什么 我头疼 小说是正确的 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 是什么样的女主人公 我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我模仿了一些东西 并复制了它 我记得内容 不记得主角了 我觉得我忘记了 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我好像在旧战士的圣地 留下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脑海中不断盘旋的江汉道 带着巨大的空虚 来到了我的面前 但 现在有比失落感更重要的事情了 事情堆积如山 但我决定处理其中最紧急的事情 我去了阿尔巴托和泽农一起埋葬的墓地 阿尔巴托老人 带着那扭曲的表情和脸 机里来到了老战士的圣地 创造了奇迹 谢谢 我不会忘了 威奥拉向阿尔巴托行礼 这是威奥拉醒来后的第一个正式活动 这很快就像整个大陆证明了 中提琴已经回归 每份时事通讯都专注于一条新闻 铁血圣女觉醒 奇迹圣女归来 整个帝国都笼罩在节日的气氛中 幸运的是 埋在威奥拉回来的消息里 帝国为了庆祝威奥拉的归来 在帝国层面举办了盛大的宴会 并宣布今天为国定假日 与此同时 从埃尔巴托的坟墓中走出来的杰农开口了 公主 很高兴你回来了 那个词 看来你做的很多 泽农笑道 我只做了721次 从现在开始 我每天都会这样做 所以 我们每天都会庆祝威奥拉的回归 因为我是你的管家 我再也不会失去我的主人了 没有主人的管家 就是死管家 杰农不想再死一次 威奥拉躺下的时候 杰农有了清晰的认识 你是我的理由 他伸出戴着白手套的右手 威奥拉把手放在上面 护送威奥拉后 泽农打开马车门 接儿 两件尴尬的事情同时发生 一件愚蠢的事情 是泽农突然停下来 认真地说了一句 公主 嗯 你就这么想跟我走吗 你在说什么 威奥拉看着杰农 仔细一看 杰农戴着白手套的手 微微颤抖着 你的公主 就是我的公主 有点奇怪 躺了五年 一觉醒来 管家杰农 似乎染上了轻微的执念 我要独占公主 威奥拉一脸荒谬地看着杰农 泽农 你本来不是那样的吧 你原本的性格是什么 那 威奥拉也歪了歪头 我又一次被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所征服 泽农在 贝拉图的影子 中是某人的管家 管家是个不知名的人物 只在作品后半部 为主角打开大门的帮手 那个帮手 绝对是帮助主角的角色 主角 我想起了一件我想不起来的事 这就是我 虽然不清楚 但不知为何 原主人公的存在消失了 威奥拉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看着泽农说道 反正笑话是真诚的 所以很吓人 因为这不是玩笑 泽农笑道 我用侍卫的手 捏了捏威奥拉的手 你还小 五年过去了 维琴多和赫拉 现在都长大了很多 但是中提琴是一样的 在杰农眼中的威奥拉 是我在成为伟大大陆的英雄之前 侍奉的小主人 一个简短的词 从威奥拉的脑海中掠过 那些东西 是不是傲慢到 足以暴露对我的战友欲 本来 我觉得我应该这么说 我想我一直都是那样的 但现在没有必要 没有理由 法威奥拉 决定像中提琴一样生活 所以就像Tundra教我的那样 中提琴有一种 让中提琴生活的方式 我能理解 泽农对我的感情 那跟我一起逃吧 说到这里 泽农笑了 这是个笑话 这是半认真的 但我把它当做一个玩笑 维奥拉有许多宝贵的关系 还有很多人 想要一把中提琴 按照他的贪心 想要独占中提琴 是不可能的 但 泽农的眼睛眯了起来 我决定无论如何 都要隐藏自己的诚意 所以 我用另一个小诚意 掩盖了大诚意 我真的很期待 公主将完全统治的 冬季城堡 维奥拉悄悄避开 结农的视线 试图登上马车 在那里 我不得不面对 第二件荒唐的事情 两件荒唐的事 突然 高大的维森 躲进了马车里 于 全部 辣 据维奥拉所知 维森应该 被派往布兰迪亚家族 任务 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 你有任务吗 使命 维森亲了亲耳朵 他以前如何 你在这里做什么 总之 我得带着 维奥拉逃走 他垂兄 相信我 兄弟 我会中提琴保护你 从何而来 来自很多 瞄准中提琴的人 维森的话 不全是错的 维奥拉 已经是整个大陆的英雄 有着堪比 甚至超越皇帝的威望 想要中提琴的人 络绎不绝 在维森看来 这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你要往哪里跑 那个那个 我必须逃跑 只是想了想 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好 具体要去哪里 维奥拉笑了笑 心想 不管他多大年纪 恶人就是恶人 呃 你笑了吗 我笑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对我来说 是最好的事情 与此同时 还为被子提琴召唤的 凌王蓬蓬吉 突然出现 将水泼在了维森的头上 胖胖不能剥夺 他的中提琴 好像说 维奥拉会和我在一起 你泼我水了吗 你刚才是说你吗 见到你怎么说 我是精灵王吗 我是维森吗 说到这里 维森淡淡一笑 我是维奥拉的弟弟 所以 我是中提琴承包商 因为你弟弟更好 因为契约者比较年 不 这不对 是对的吗 维奥拉目瞪口呆 说不出话来 不知那是否真的是 贝拉图家孔子 与精灵王的对话 贝拉图的影子 本来是枯竭小说 有写 这是一本包含各种政治和诡计的小说 不知道最后是不是女主杀光了身边的人 变成了孤独的统治者 可现在却亮得有些孩子气 光明总比黑暗好 但是 变得帅气的两人的目光 都转向了紫提琴 我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中提琴的嘴上 没想到你这么幼稚 我问维森 兄弟 你到底是怎么完成任务的 哈哈 维森阳光明媚 你骗我说 你在那里 给谁 台原 台原 所以台原跑到那里 他会接替我的职责 嗯 星号星号星号 布兰迪亚是守护中央大陆 免受西大陆侵略者侵害的守护家族 入侵者根本就没有进入过布兰迪亚的势力范围 但是大陆很广阔 布兰迪亚无法保护所有人 海盗仍然出没于远离布兰迪亚影响的省份 相反 Beleto现在是免费的 因为血雨消失了 那里的怪物也消失了 于是 布兰迪亚和贝拉托达成了协议 冬季城堡战士被派往大陆西部阻止海盗 自称海贼王的墨金跪了下来 他失去了所有的人 他吹嘘的幽灵舰队也被击沉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一个人完成的 你 你到底是什么 你有什么理由教我 怪物 怪物 你就是怪物 他们劫略百姓无数 无恶不作 台元无意原谅墨金 完成讨伐海贼之后 台元询问村长 那位子发少女该不会是偶然过来的吧 我没看到 村长握着台元的手 谢谢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份恩典 台元摇了摇头 这份恩典属于威奥拉公主 拉 你是说威奥拉公主 因为我是为威奥拉公主而活的贱 威奥拉不知道的是 威奥拉的名声是在一个渔村里长大的 台元微微咬着嘴唇 我被骗了 无论如何 问题是 威奥拉这个名字让我发脾气 维森 被维森骗了 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与此同时 有消息传出 威奥拉去拜访了老埃瓦托的坟墓 并向他表达了敬意 正要回公爵府 却巧遇杰瑞米 两者无人能敌 没有人告诉他们 但两人拔出了剑 让我看看 我五年后变得多强 我希望在我躺下的这五年里 我没有变得虚弱 杰里米经历了五年的高强度训练 对于杰里米来说 台元是他必须克服的一堵墙 我受过生或死的训练 在那颗心的背后 也有着想成为剑士的念头 相反 台元已经存在了五年 我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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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把剑同时抵在了对方的喉咙上 两人的对决 以平局告终 原本 台元要强大得多 但是五年是很长的时间 甚至 Tundra也别无选择 只能承认 杰瑞米 挺强的 真是个怪物 我已经卧床不起五年了 我在吹口哨 杰里米倒在地上笑了起来 另一方面 台元已被遗弃 成为公主真正的半剑 不应该是这样的 一定是无比强大的 只有这样 他才有资格站在威奥拉身边 台元这么想着 下定决心要再次变强 台元抓起他的剑 开始移动 你要去哪里 我得回公爵府了 跟我来 为什么 看看中提琴 台元以防御的方式问道 你为什么 我是威奥拉的朋友 台元用他的剑指着截离你 你是我的朋友 然后他用手指着台元本人 我恨他 你明白吗 星号星号星号 回公爵府的路 与此同时 Vison和Pumpanji也没有停止争论 你必须看一次或两次 威奥拉在七二连三的争论中崩溃了 我尖叫 两个都停下 Vison和Pumpanji继续他们幼稚的争吵 最终在Viola则骂他们之后 安静了下来 中提琴在中间 Vison和Pumpanji背对着坐着 看着车厢外 但过了一段时间 零 零 零 号角声伴随着战鼓声响起 听起来像是德胜将军的进行曲 又是什么 那是一支军乐队 形形色色的精一人 无数的军乐队都出来迎战此提琴 一辆巨大的马车从军乐队队伍中驶出 那是一辆巨大的白色马车 有人在那里下车 这辆马车是魔法师大师特制的 也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 姐姐 我咽了咽口水 这支军乐队中也有不少精灵 他们正在演奏他们的神秘乐器 Marica for Flute 这是什么钱 这是浪费钱吗 这支军乐队没走一步 我都能感觉到钱在爆炸 不过 这支队伍的主人财大气粗 对这起爆炸 随随便便就能应付 是赫拉 我是来接你的 上我的马车吧 威奥拉毫不犹豫地跳上马车 然后一个新的世界打开了 突然间空间扩大 露出一个非常宽敞舒适的房间 不愧是大魔法师的杰作 如何 看来 你进了府邸 还有一张足够两个人躺下的大床 赫拉先躺到床上 然后张开双臂 快点 我困了 嗯 我会拥抱你 突然 赫拉边踢边笑 小时候 跟你睡在一起 我就能睡得很像 五年前是这样的 赫拉总是怀念那个时候 我感觉我被你抱住了 我现在 需要拥抱你 与赫拉长得很快不同 威奥拉还小 赫拉歪了歪头 你本来就这么可爱吗 感觉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 感觉到的存在感仍然很大 但现在看来 威奥拉又小又年轻 赫拉躺下时 拍了拍床铺 这里很安静 没有人打扰任何人 快点 我到家就叫醒你 威奥拉已经被 胖胖和 Vison弄累了 躺在床上 旅行车里的床 真舒服 多么美好的世界 赫拉又踢了一脚 笑着拍了拍 威奥拉的背 威奥拉很快就睡着了 赫拉看着熟睡中的 威奥拉 久久不语 我曾经是这样的 和威奥拉在一起的时候 我能睡得很沉 现在发生了很多变化 她决定看着 威奥拉安然入睡 因为我是你妹妹 马车行驶得很舒服 就像一艘 漂浮在水面上的游艇 跑了一会儿 威奥拉睁开眼睛 发现赫拉还在看着她 姐姐 你没睡吗 我也当醒 你在干什么 我看着你 是因为你很可爱 赫拉从座位上站起来 随着无数祭司的培养 赫拉身上也发生了奇迹 每天吸收一定的神力 就可以行走一定的时间 你还记得你 骑在哪里吗 我记得 赫拉走到一堵墙边 拿出一本书 那是一本地图集 翻开这本书 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巨大的魔法形象 那是一张地图 那一刻让我忘记了 这个地方是在马车里 就是这样 赫拉用手指指着一个点 那里出现了一个红点 这里 她用手指指着另一个地方 那里 还显示了一个红点 这是我的土地 威奥拉眯起眼睛 我知道 赫拉会变得非常富有 但我认为不会有这么多 你卧床不起的五年 我很绝望 等你醒来 我会把人情还给你 我必须为为我们牺牲的你而活 赫拉认为 威奥拉最想要的就是冬天 威奥拉是一个什么都不缺的孩子 可以成为冬季城堡的统治者 这么说 还有你的 踢 笑了 我说的很诚恳 我很高兴 能够和你的伟大梦 想一起呼吸 威奥拉什么也没说 如果我说 我没有这么宏大的梦想 那好像就要 发生一场大灾难 星号 东城南门前 每天都有大量的人 参观冬季城堡 拥兵王凯撒 承受着超负荷的工作量 他的声音突然响起 南门下方 响彻平原 停止礼物 是他的特使 这是一个代表团 这是送给威奥拉的礼物 真是烦死了 天天人山人海 德皇认真考虑 要不要揍南门守备司令 嘿 希克森 我们不能打败他们吗 那中提琴会讨厌吗 好的 然而 远处传来了军乐队的声音 扬起的尘埃 变得朦胧并不稀奇 那又是什么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游行 审查是困难的 由于要操心的事情很多 凯撒皱起了眉头 我不能 我必须把他踢到那个规模 但是 我发现 什么 中提琴骑在里面 是以Terra Group为首的军乐队 这是中提琴游行 德皇从城墙上跳下 等着进门的人不计其数 德皇却根本不理会就跑了 中提琴 另一头犀牛跑到他身边 是希克森 和远古火星人的圣地一样 希克森跑得更快 城墙之上 寒冬城的舞者纷纷摇头 看那边 我失去了足迹 两只大象从墙上跳下 挖了两个大坑 你什么时候在产那个东西 我们拿起产子出去 公主来了 我讨厌产土 但产中提琴很好 幸好有埃尔辛纳在身边 埃尔辛纳瞬间用魔法把道路弄直了 不管怎样 威奥拉是在希克森和凯撒的迎接下 进入了公爵府 公爵府的门打开了 啊 不知何故 我累了 在赫拉的马车里睡了一觉后 我还是很累 睡了五年 醒来的时候 世界很累 这种痴迷家具了 不是我不明白 但问题是 不只是一两个人 即使回到家 疲倦也没有消失 卡尔顿管家来到威奥拉身边说道 公主 我看你 还是去客厅吧 为什么是接待室 公主拜访了埃尔巴托的坟墓后 贵宾分之踏来 VIP太多了 于是 卡尔顿在管家层面过滤又过滤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不少贵宾来到会客室 他们中的一些人 在客厅里等了整整三天 他们都是想见威奥拉的人 威奥拉叹了口气 好的 如果这是我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的事情 我会尽快完成并休息一下 我是长途拔事来 给我时间洗漱好吗 当然 我在客厅等你 星号星号 胖胖 一边说 一边和威奥拉一起走在走廊上 我可以洗 我能够用愉快而温暖的精神水洗掉它 人类发生性行为非常不舒服 六个 我既不是男人 也不是女人 为什么不利用我呢 胖胖的身体分成两半 任凭他在大意 一击反召唤出 胖胖 在精神领域放松 嘿 你这个坏孩子 胖胖的声音消失了 是 Tundra将胖胖一分为二 被维森骗到西边的台拙 站在威奥拉身边 我在家 好的 台员没有多说 我默默地走在中提琴旁边 威奥拉对此有点感激 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从容地站在你的身边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背叛我 我敢肯定 台员也不会背叛我 然而 你看不到 The Numb 本来护送一直都是泽农的职责 现在却不见泽农的踪影 到了客厅才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 每一个 客厅不仅仅是一个客厅 就在马车内部空间扩大的同时 客厅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宴会厅 在里面 宫廷音乐家正在创作旋律 这 什么 离这很远 主桌坐着三个人 爸爸 还有两个和爸爸 皇帝陛下和赛琳娜大臣 皇帝和赛琳娜也在 正常来说 皇上一动 整个大陆都会一片混乱 你偷偷来的 带上宫廷乐师 精灵们 也有早先被编入军乐队的精灵 客厅里 泽农正在等着 维奥拉 贝拉托 六公主进来了 匹佩 匹佩 掌声响起 第一个鼓掌的是美迪亚 维奥拉 我姐姐爱你 在南门闹得沸沸扬扬的 Hicks and Kaiser 用笨拙的手 一朵一朵地递过来 仓路说 你喜欢这个吗 因为钱 不能给你任何东西 拥兵王比较穷 送的不是稀有宝物 而是鲜花 维奥拉 接受了这两朵花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 仓路带着花环 这是一个相应的故事 有一次 维奥拉用甜美的花朵 为仓路做了一顶王冠 想想看 赫伦现在 就带着那顶王冠 公爵带着一顶甜花的花冠 在世界观里 这简直是荒唐可笑 但赫伦美丽的容貌 让那容貌 也显得优雅 反正脸都做好了 与此同时 埃尔西那拉着贝纳托的手 向维奥拉拘了一躬 贝纳托也在那里 维奥拉走过去 抚摸了一下贝纳托的头发 谢谢贝纳托 贝纳托失去了所有法力 你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巫师 贝纳托放弃成为巫师 拯救了维奥拉和台原 这份恩情 我不会忘记的 我只是做了我必须做的 贝纳托灿烂地笑了 你姐姐应该照顾我 她说话有些早熟 但长相却是贝纳托的模样 只有五六岁 维奥拉想在贝纳托胖乎的脸颊上亲一下 但她还是强忍住自己的想法 与此同时 参加宴会的夸尔顿家族组长奎尔顿 也耸了耸肩 能有这样的儿媳妇 一定很不容易 不管她怎么收她这段儿媳妇 似乎都无法善后 看来 维奥拉出世之日 这场宴会上的所有英雄 都将与奎尔顿家族为敌 不过 姑姑总是心胸开阔 你知道吗 中提琴 说完 她喝了一杯酒 精灵女王哈蒙娜 再次跪在了维奥拉面前 以引起注意 哈尔茂娜不是唯一一个跪下的人 谢谢你 维奥拉公主 是歇尔自觉 她远远地看到了贝纳托 哭了 迟早 她向贝纳托坦白了一切 并决定成为她的父亲 很多时间过去了 现在她有时间真诚地原谅妻子 对她的不忠 子觉夫人也向维奥拉 深深居了一躬 她尽可能地向维奥拉敬礼 维奥拉公主让我知道什么 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我真诚地感谢你 对不起 从现在开始 我将全身心投入到我的丈夫 和贝纳托身上 别忘了那颗心 掌声没有停止 所有欢迎威奥拉公主 归来的人都是真诚的 三公爵之一 玛丽 安托万公爵夫人的玛丽莎 玛丽安托 Marisa Marianto 也对着中提琴 举起了酒杯 威奥拉 托你的福 很多事情都解决了 姐姐也是 女儿也是 一切恢复正常 你是玛丽 安托万的恩人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告诉我 另一个公爵家族的组长 三文鱼白兰蒂 也是 笑了 我觉得在我这一代 超越贝拉托并不难 我打不过贝拉托 因为贝拉托 有一把中提琴 姐姐嘻嘻嘻 塞尔文跑过去 抱住了威奥拉 事实上 塞尔文要高得多 所以 与其说是拥抱 倒不如说是拥抱 塞尔文对着威奥拉机球 我不能和你住在一起吗 我的姐姐是世界上最好的 她的母亲 Aselda接入 将Selvin分开 塞尔文 要打败的敌人太多了 嘿 松手 有很多人想和威奥拉交谈 阿塞尔达轻轻眨了眨眼 威奥拉也微笑回应 这是Lewis Barton的真实生活 还有首席设计师卡罗 很荣幸能够见到你 公主 她承诺将展示数百件 由Lewis Bartanga制作的超豪华连衣裙 她说这是对大陆英雄最起码的诚意了 而且没用 还有一个认真的人 我要试试看 谁更适合当同伴 这是一场小风暴 节里米 点燃了无数小姐姐的心 Jeremy决定从现在开始 努力争取伴郎的资格 在台渊之外 他渴望有朝一日 成为一把真正的绊剑 台渊站在威奥拉旁边 尽我所能 台渊各司其职 皇帝从座位上起身 直接下来 在威奥拉面前居了一躬 陛下 这是我对威奥拉公主的尊重 历史上第一次获得精心勋章的人 能表现出这种信誉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皇帝伸出手 威奥拉把手放在上面 掌声不知不觉停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这边 这 你还好吗 皇帝笑了笑 轻声说道 威奥拉公主 你有成为皇帝的打算吗 是的 威奥拉不自觉地咳嗽了一声 轻了轻嗓子 为什么 很诱人吗 这不可能 平时不是很喜欢吗 你可以升到每个人的座位上 我对所有人都不感兴趣 的确 威奥拉只说话像个皇帝 你的意思是 你已经是人人敬重的人 所以不执着于地位 这不是一个宏伟的意图 没什么好谦虚的 你的威望 已经超过了皇上 说这话的皇上 看上去并没有特别生气的样子 我把宴会的主角带来了 苍鹿 苍鹿从座位上站起来 正如皇帝所做的那样 苍鹿鞠躬 赫伦从皇帝手中接过威奥拉的右手 轻轻亲吻了威奥拉的右手 今天的宴席 要不要一起享用 吻了吻他的手背 赫伦环顾四周说道 既然威奥拉获得了金星 我敢说 他比在场的任何人都高 若是还和往常一样 那无异于叛国 只是没有人说什么 甚至代表皇帝本人 和塞琳娜 所以 希望聚集在这里的各位贵宾 都祝贺我的女儿 不 威奥拉公主平安归来 尽情享受吧 埃朱利亚的弹挞 作为特色餐点赠送 贵宾们都被埃朱利亚的弹挞迷住了 钟提琴在皇帝和仓鹿之间 坐在主位上享受宴会 他变成了 塞琳娜小声问道 威奥拉公主 你真的打算成为皇帝吗 不存在 为什么 你比任何人都想要他 冬季城堡和帝国 钟提琴气喘吁吁了 我感到受阻 好的 我曾经那样行事 但这不是故意的 他仍然不记得 他为什么这么做 现在是揭开谎言 寻找真相的时候了 那只是演戏 这不是扮演某人的生活 真正的钟提琴的生活 决定过那种生活 我只是 瞥了一眼 我往旁边看了看 即便是在这嘈杂的宴会厅中 贺伦也能听到钟提琴的呼吸声 我喜欢待在有很多人如此爱我的地方 我喜欢一个地方 在那里 我不能无休止地 等待我父亲 说他睡了一百个晚上 就会回来 我喜欢我爸爸 黑龙的身体一颤 我装作没听见 什么都听到了 香印花的花关缩了缩 颤抖着 我喜欢西克森先生和凯撒 我喜欢的人太多了 以至于很难移动他们 杰瑞敏也不错 还有那个答应 永远陪在我身边的人 我也喜欢台元 喜欢我的人和我喜欢的人 我无意离开这些人 走上从政之路 有那么一刻 我能感觉到 人们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低于该水平 不少人都盯着宴会厅看 他们一边假装享受宴会 一边调动法力 感受威奥拉的一举一动 呸 紫提琴叹了口气 决定一一背诵 我不喜欢他 要是这句话 能成为对他们的谢礼 那也是一种享受 美迪亚姐姐 维森哥哥 赫拉姐姐 三皇子昆多认为自己 无论如何 都被排挤出了继承人的竞争 所以离开了现在的家族 阿尔西纳爵士 泽农 维纳托 奎西默 哈尔蒙娜女王 梅里萨公爵 设计师卡罗 塞尔自爵 塞尔文 谢兰大师 威奥拉提到的 大部分人的目光 都转向了威奥拉 他们的眼里 充满了对威奥拉的爱意 和 还有其他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 与那些只盯着 威奥拉看名字的人不同 这次宴会 连邀请都没有被邀请的 普通居民 他们带着微弱的神力 来到了老战士的圣地 他们小小的力量 聚集在一起 创造了奇迹 他们成为了东宝的人 我不想离开寒冬城堡的人 威奥拉公主 塞琳娜的眼里 流露出几分羡慕 你快乐吗 威奥拉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很高兴 对于这么多人 对我来说 决定要更快乐 宴会持续了七日七夜 宴会结束后 威奥拉筋疲力尽 由于握手次数太多 我的手掌都磨破了 那晚 苍鹿来拜访威奥拉 她的头上 还带着一顶甜美的花冠 爸爸 赫伦不是唯一来的人 美迪亚 维森和赫拉也在一起 我想 如果我们一家人 能一起喝茶就好了 海伦的脸微微红了 这对她来说 也是一段陌生的时光 即使我不习惯 那一定是一段温暖的时光 公主喜欢草莓汽水 我用草莓糖浆 其他人用红茶 说完 泽农转身离开 正如这段时间 对海伦来说是温暖的 这段时间 对威奥拉来说也是宝贵的 夜更深了 吼吼 将草莓汽水喝光后 威奥拉小心翼翼地问道 美迪亚姐姐 你知道的 告诉我 万一 我不想继承贝拉 你怎么办 美迪亚笑了 如果你不想接替贝拉图 怎么办 是的 明天早上 我的心脏会停止跳动 你会没事吗 我是这么说的 但不是真心的 如果威奥拉真的想要什么 美迪亚会为威奥拉 做任何事 这是威奥拉 在沉睡的五年里 得出的结论 然而 威奥拉无法读懂 美迪亚的真心 那 万一呢 这一次 她将目光转向了海伦 告诉我 威奥拉最初的目标 是小而快乐的独立 所以我含蓄地问 我也成年了吧 如果我独立生活 你会有什么感觉 五年来 变得执念不减的仓路 顿时皱起了眉头 她的眼中 绽放着阴森森的生命 独立的 尝试一下 我不会让一只蚂蚁 住在那片土地上 威奥拉能感觉到 这话只说了一半 不 完全是真的 喂 别担心 因为我答应哪都不去 留下我爱哭的爸爸 听到这话 海伦的脸又红了 在她的孩子面前 听到爱哭鬼这个词 似乎很尴尬 不过 她的注意力 只放在保证哪都不去 这两个字上 我将在我的余生中 信守诺言 在我旁边 回答 是的 Vison 为这有趣的事情 咯咯地笑了起来 那我也不应该结婚 我应该留在 威奥拉身边 赫拉也边提边笑 姐姐 爸爸 不用担心 威奥拉已经是一个有着远大梦想的孩子 她将统治冬季城堡和大陆 然后 听到敲门声 开门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台原 苍鹿 美迪亚 赫拉和维森的目光 齐刷刷看向了台原 他们的眼睛不好看 带来台原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杰农 当然 台原不是一家人 但不知为何 我觉得 公主会想要台原 话是这么说 但杰农注视着台原的眼神 却不太好 事实上 Zenom 与Tandra 进行了交易 我会让你进房间 那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泽农也需要一个理由 在那个家庭聚会上 聚在一起的理由 再巧妙地告诉他们 他们一直在为台原指引方向后 他们决定加入家族聚会 台原耸了耸肩 平静地接受了贝拉图家人的目光 然后他张开了嘴 无论你走到哪里 你旁边的座位 都是我的 你答应过我的余生 抚摸我的头发 正确的 一瞬间寂静下来 带来台原的结农 有些吃惊 台原 你好像有什么奇怪的概念 台原耸耸肩 我认为这是关于这种气氛 尽管如此 台原还是准确地读懂了维奥拉的心 我的公主 不是让你梦想成真的工具 公主不想成为寒冬城堡的统治者 更不想在继位竞争中获胜 文言 赫拉冷笑一声 所以 只是公主 我知道 笨蛋 事实上 赫拉也知道 这些都不重要 威奥拉是否成为绝对统治者 与赫拉无关 重要的是 威奥拉现在就在他身边呼吸 美迪亚点点头 拍了拍威奥拉的头发 一切都会按照威奥拉的意愿进行 威奥拉微微咬唇 很难活 我喜欢这种温暖 突然 脑海中浮现出某句台词 我曾经是你的家人吗 哪拍一次 我也记不清了 为什么会想到这条线 那是什么样的场景 我不知道 我不记得 原来故事里的你了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我认为 你不再孤单了 维森歪了歪头 嗯 威奥拉不是确定的继任者吗 我不是才知道吗 啊 这不公平 Haren补充了一个词 但是 独立是不允许的 你该去的地方 就在你父亲旁边 你可以做其他任何事 但你可以随心所欲的做任何事 但我不能让他独立 这是仓路的最后堡垒 台员坐下来 轻轻的笑了笑 公主 你看起来很开心 我顿时好奇起来 我什么时候 开始祈求公主幸福了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公主 我不知道 原因不明 但是 我觉得我很久以前 就为中提琴做好了准备 早在我出生到这个世界之前 我好像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我有这种感觉 如果有异世界这种东西的话 即使在那里 我也会留在你身边 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 但即使是那个想法 也是真诚的 以后 我会为你准备的 后来 我决定告诉仓路 维奥拉应该在的地方 在我旁边 而不是在我父亲旁边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至少当他跳过仓路时 当他的实力 连海伦都压倒的时候 然后我决定说 现在 他保持沉默 眼睛一直盯着那把中提琴 现在的维奥拉 显然很高兴 今天的我够了 到温暖的夜晚 对每个人都加深的时候 公爵的釜底里 爆发出一阵骚动 你敢丢下我一个人 我是维奥拉的 另一个父亲吗 我是中提琴最好的朋友 你是说 你带我出去了 凯撒和希克森 如同置身战场一般 冲进房间 就连未成年的杰里米 也显得有些愤恨 要是我更有资格一点就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里 和你在一起了 我也答应过 要留在维奥拉身边 所以 请允许我今天这样做 而此时 正在返回布兰迪亚的塞尔文 不知为何 心里有些不自在 有些不祥 马车里 阿塞尔达问道 为什么 我有点着急 我咬指架 不知道为什么 似乎有什么阴谋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着 出于某种原因 我觉得我必须回到冬季城堡 他决定再次逃跑 我先回寒冬城堡一段时间 贝拉托的小型家庭聚会 并不平静 维奥拉的房间里 甚至连塞尔文都侵入了 挤满了人 就连魂力恢复的旁旁也现身 倒出了一道瀑布 维奥拉叹了口气 哈哈 我累了 五年后 我面对的世界 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疲惫的世界 我希望我能继续疲倦 就在这时 一颗流星落在了窗外 威奥拉在心里许了的愿 一个非常疲惫的世界 和一个你不必等待一百个夜晚的世界 他在心里祈祷 这个世界能继续下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威奥拉身上 我在了威奥拉身上 我在了威奥拉身上